精灵郊区,山间破屋前 陈天正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躺在凉席上,仰面看天 回想这十八年 陈天只觉得自己被老天爷一套训练有素的 正登鞭腿,左刺拳打得稀烂 本来按理说 不是应该父母祭天,法力无边的吗 到了他这道好 爸妈只留下一套山间小破房便撒手而去 本来以为这也算是天命之子的预兆 想着以后不能说会所嫩魔 各色美女环绕吧 也应该能有一家人,幸福美满 结果好家伙 母胎单身,现在就他这条件 去相亲别人都不带鸟他的 照这样下去,别说阴阴厌厌 富白长腿美女了 怕是以后都要找如花之流 陈天站起身,看了眼后面的小破房 等有钱了,第一件事就是把你换了 接着他便是朝着里面走去 只不过,下一刻 哄,一道暴响 把陈天吓得马上从里面跑了出来 接着,光目弹出 你的家感受到了你的嫌弃 开启神级自动升级系统 你的房子感觉到它这么小 自残行贿,自动升级为别墅 你存放电动车的车库 觉得放置小电驴怎么符合它的逼格 正在努力扩大 并且为主人献上一辆法拉利812跑车 和神级老司机车技 你门口的小水蛙不甘示弱 正在变成汗白鱼塘 并主动献上极品锦理 各类龙鱼 你的衣柜自动升级 并贡献合身档套装实套 你的镜子觉得 主人颜值不足以被他映照 将宿主颜值提升至99分 一年之内蜕变完成 并立即贡献神级身材 陈天,别骂了别骂了 你自动升级就自动升级 怎么还骂起我来了 陈天只觉得一阵错愕 忽然他感觉到自己的脚下 一阵震动 他下意识地一低头 就看到脚下的土地 已经开始演变 土地如同被一股 看不见的风席卷着 已经完全转变了性质 很快就变成了大理石地面 朝着房屋的位置扑去 雾草,什么情况 陈天瞪大了眼睛 他家之前的小破草屋 精致的大别墅 原本光秃秃的院子里 已经变成了一片花园 就连门口的那个小水蛙 也变成了汗白玉鱼塘 各色的珍稀鱼 在鱼塘里面自由地游荡着 漂亮的大尾巴在甩动之间 激起一环环波浪 美不胜收 仿佛他们根本不是突兀的出现 而是在这里 已经生活了不知道多久 陈天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他伸出手 搅动了一下鱼塘里面的池水 一条金龙鱼一点都不怕人 反而凑近了陈天的手指 显得十分轻易 如此真实的触感 让陈天的眼底 闪过一丝兴奋 就在这时 一道光幕在陈天的面前 再次弹出 姓名 陈天 年龄 22 颜值 90 一年内达到99 身高 183厘米 奖励 神级身材 看着眼前的光幕 陈天明显愣了一下 自己这就算是 真正的开启外挂了呗 陈天的心中满是震撼 他的嘴角上扬起一抹弧度 朝着自家的房子 步 是别墅走去 大门早已经不是秀极斑斑的大铁门 而是最新科技的生物信息门锁 陈天的手轻轻往上一放 一道悦耳的音乐声响起 门被打开了 一开门 一股气势辉红的奢靡感 瞬间笼罩了陈天 真正的踏进别墅 就是一幅巨大的现代抽象画 让玄关瞬间变得异常高大上 往左边看去 就是整栋别墅的大厅 巨大且华丽的水晶灯 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被阳光一照 闪耀着特殊的七色光彩 房间里的一切都变得富丽堂皇 完全没有之前的一丝踪迹 客厅茶几的桌面上 正端端正正地摆放着 一套车钥匙 陈天走过去拿了起来 看着巨大的Ferrari标志 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动着 刚才系统的播报说 车库为了显示自己自己的逼格 把小电驴换成了法拉利 也是时候去看一看 自己的新座驾了 穿过厨房的杂物间 那里有一扇精致的木门 一打开可以直通车库 车库里面灯火通明 陈天一跨过门 就看到了一辆银灰色的法拉利812 正安静地待在车库里 即使是如此安静 但是流畅的曲线 和四周无处不在的法拉利车标 无处不在体现着车主的尊贵 陈天直接按下了车钥匙 812闪烁了两个大眼睛 已经解锁成功 看着面前骚气十足的超级跑车 陈天也不客气 直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仪表盘是法拉利的经典款式 一解锁 立刻霸气地亮了起来 因为是超跑 法拉利的座椅 可以将人的身体完美地包裹 给人一种舒服又有安全感的体验 男人的骨子里 都是爱车的 陈天轻轻抚摸着下巴 正在考虑 要不要出去跑一圈的时候 他的手机开始响了起来 掏出手机看了看 是发小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看着熟悉的名字 陈天的嘴角上 不由地扬起一抹微笑 对面立刻传来一道好听的女声 如同空谷幽蓝一般 陈天 你在精灵呢 陈天淡淡一笑 回答道 对啊 怎么 你要从魔都回来了 可以啊 你 猜得够准的 柳如烟熟人和陈天开着玩笑 我现在正在魔都机场 马上就要起飞了 差不多四十分钟就能到精灵 柳如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对电话那头的陈天说道 等我回去 咱们一起吃饭 正好给你带了特产 陈天听了柳如烟的话 直接开口说道 要不我去机场接你吧 柳如烟在电话那头笑出声来 她笑得眉眼弯弯 说道 那多不好意思啊 哟 柳大美女可别装了 你从来可就没对我不好意思过 陈天也不客气 直接拆穿了柳如烟的话 柳如烟娟娇俏地轻哼一声 笑着说道 我就是客套客套 那我就在机场等你了呀 说完 柳如烟直接挂断了电话 陈天放下手机 忽然看到手机里 收到了一条客服发来的消息 对不起 您的话费已经不足 为了保证您的通讯通畅 请及时充值 陈天一看 给自己充了100块钱花费 刚刚充完花费 陈天眼前就弹出一道光幕 你的存钱罐检测到主人余额 与加格调不符 自动升级并增加主人100亿额度 同时贡献10倍返利技能 陈天看着光幕上的信息 还没有反应过来 手机已经收到了款项入账的通知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提醒信息 陈天直接愣在那里 100亿 整整100亿 还有10倍反例 陈天刚想到这里 光幕再次弹起 检测到宿主刚消费100元 触发10倍反例技能 反例1000元 只要消费 就要触发10倍反例 陈天看着新的到账信息 心里也是非常兴奋的 看了看时间 陈天准备直接出发 前往机场 从这里到机场的话 柳如烟那边也差不多落地了 毕竟魔都和精灵的距离也不长 还是很快的 陈云回去房间 从衣柜里面 挑出了一套服装 一看这套衣服的剪裁 就知道是顶级大牌的手工定制款 换好衣服后 陈云走到了穿衣镜前面 仔细打量着自己 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岸 这还是自己吗 再加上颜值的提升 现在的陈天 可以说是公子式无双 光是这气质 去高档场所 怕是会被认作顶级大少 陈云满意地 看着镜中的自己 理了理发型后 再次去往车库 法拉利812一上路 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不少路人也纷纷侧目 对着如此炫酷的跑车 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这车子好漂亮啊 速度开得那么快 感觉就像是一道荧光冲出去 跟特效似的 没文化了吧 这是法拉利812 这车子裸车价 都要四五百万呢 想要真正开回家 得五六百万呢 好家伙 这是一头小野兽出笼了 这车子搭载了6.5L V12的发动机 马力足足八百匹 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陈天早就开着车 朝着机场而去 路过的司机 一看到法拉利的车标 立刻让出一条道路来 这个价位的车 就是蹭到一点油漆 自己的车 估计都要赔进去了 这样的避让 让陈天的驾驶 感受十分舒适 他悠闲地享受着 这暴爽的感觉 顺手按开了车上的音响 法拉利上搭载的是 JBL音响 作为全球最大的扬声器厂商 品质自然一流 这样的音乐 仿佛是在给耳朵做按摩一般 让陈天的精神未知一振 有钱果然不一样 原本冗长的道路 在这样的极致体验下 时间也变得飞快 很快 陈天就到达了机场 他将车子 直接停在了机场门口 朝着大厅里面走去 此时 一架飞机刚好落地精灵 一个穿着一身白裙的美女 和上了面前的杂志 正是柳如烟 柳如烟看了看号案上的手表 时间刚刚好 没有晚点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柳如烟烟然一笑 长长的睫毛在脸上 打下一片剪影 在白嫩的肌肤上 形成一道并不明显的阴影 这样的一个笑容 让坐在旁边偷眼看美女的男人 直接瞪直了眼睛 这女生 未明也太好看了吧 在一身白色纱裙的硬衬下 更是显得仙气飘飘 仿佛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 柳如烟直接掏出了手机 关闭了飞行模式 姐 你这是一落地 就给陈天哥发消息吗 一道声音 在美女的身边响起 在美女的身边 坐着一个同样穿着白裙 相貌和柳如烟如出一辙的女孩 带着音音笑意说着 一双眼睛闪着独特的亮光 仿佛是将星星藏在了眼睛里一样 闪闪发光 柳如烟白了一眼 自己的这个双胞胎妹妹 也是一脸无奈 这个臭丫头 总是乱说话 柳如玉 姐 你这是什么眼神啊 柳如玉嘟了嘟嘴巴 忽然她眼睛一转 一个好主意 已经浮现在了心头 她将自己的半个身子 靠向柳如烟 压低了嗓音说道 姐 我和你商量见识 一会之后 机场外面的路边上 一个美女看着车来车往的马路 她的双手背在身后 一副巧手以盼的模样 在美女的身后 拖着一个不大的小箱子 一看就知道是在等人 怎么还不来啊 美女的姿态如同林家小妹 跺着脚 娇称的自言自语 她时不时地点起脚尖 看向远处的位置 这样的小美女 瞬间引来了不少人的注目 小美女早就习惯了众人的目光 她旁若无人地四处打量着 忽然她看向另外一边 直接被一道身影 吸引住了目光 她看着正朝着自己走来的陈天 直接愣住了 这也太帅了吧 看看这满分的长相 更不要说一身的气质 更是优雅迷人 一抹弧度 出现在小美女的嘴边 随即开始加身 她朝着陈天的方向招了招手 大声说道 陈天 这里 陈天紧走了几步 来到了小美女的面前 上下打量了一下 目光之中 带着一种审视 小美女的眼底 快速闪过一道脚霞 她看向陈天 笑着说道 陈天 怎么了吗 才多长时间没见 就不认识我了 陈天看着面前娇俏的小美女 淡淡一笑 她直接伸出手 朝着她的脸而去 小美女看到陈天的动作 明显一愣 下意识地就要闭上眼睛 还没完全闭上眼睛 小美女便觉得一阵疼痛传来 直接捂住了脑门 这这这 自己居然被弹了个脑瓜崩 这和她设计好的剧本 完全不一样啊 小美女揉了揉脑门 气呼呼地看着陈天 轻斥道 干什么啊 陈天 刚一见面 就弹脑瓜崩 这样礼貌吗 陈天看着小美女娇俏的模样 一脸美好气地看着她 说道 现在连声歌都不叫了 直接开始叫明了是吧 小美女听到陈天的话 明显有些心虚 她连忙摆摆手 说道 陈天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 不懂 陈天一挑眉 她也不解释 直接抬起手 又是一个脑瓜崩弹了过去 小美女撇着嘴 一副死也不说的 宁死不屈模样 陈天看着她 做事抬起手来 还准备再谈 小美女看陈天要来真的 立刻受不了了 一边抬手护住脑门 一边大叫道 姐 陈天哥打我上瘾了 你还不管管啊 再这么谈下去 自己就要拥有 受心功的同款大脑门了 听到呼喊声 从后面缓缓走出一个 同样娇艳的大美女 正是柳如烟 柳如烟的手里拖着行李 手里的袋子装的 都是魔朵的特产 一走出来 柳如烟的视线 就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她看着陈天 歪头一笑 哇 好帅啊 一边说着 柳如烟将手里的特产 递向陈天 笑着说道 诺 给你带的特产 陈天顺手接了过来 看着面前娇艳如花的面旁 无奈地说道 你也陪着她 一起胡闹 柳如烟垂眸一笑 她看着柳如玉 说道 我说什么来着 你陈天哥能认不出来 愿赌服输 把五百块钱转过来 说完 柳如烟看向陈天 看着她一脸错愕的俊颜 笑嘻嘻地解释着 这不就有钱 请你客吃饭了吗 陈天 好家伙 你这上下段 都是连着的事吗 柳如烟一脸不情愿地 给姐姐转了账 她收起手机 挽住陈天的手臂 气呼呼地询问道 陈天哥 你怎么看出来 我不是姐姐的 陈天瞥了眼她的小馒头 然后看了看柳如烟的 轩然大波 摇了摇头 说道 没办法 差距太大 柳如烟一头雾水 差距太大 不大呀 她和姐姐长得很像啊 还有身高 衣服也是一样的 怎么就差距大了 最主要的就是 自己刚才也是 学着姐姐的口吻说话的 哪里不像了 柳如烟就像是 是个不齿下问的小学生 她眼巴巴地看着陈天 追问道 陈天哥 你跟我具体说说 我们姐妹差距大在哪 就在几人说说笑笑的时候 一个青年开着奥迪A6L过来 喃喃自语地说道 我看柳如烟的朋友圈 应该是这个时候回来啊 怎么自己找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她的人 这个青年是过来碰运气的 想看看 能不能接到柳如烟 毕竟柳如烟 可是以前高中里的笑花 那是美艳不可方物 无论是长相 身材 还是气质 都是极好的 对于这样的大美女 她早就垂涎久矣 青年一边想着柳如烟娇艳艳的面容 忽然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柳如烟 以及她身边的柳如玉 这一对姐妹花 长得那是一模一样 要是能一起采摘了 绝对是瞬间走上人生巅峰啊 青年的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心中更是心花怒放 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 不过当她看清楚 姐妹花身边站着的是陈天的时候 瞬间脸就垮下来了 怎么又是这个小子 陈天这个人 她也是知道的 毕竟以前都在一个高中 那时候她就听说过 陈天的家境并不好 父母早亡 这样的家庭出身的男人 还总是厚着脸皮 待在自己的女神身边 简直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青年越想越气 她直接开着车停到了三人的面前 走下车来 装作十分绅士地说道 好巧 全在这里碰见了你们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不如坐我的车 我送你们一程吧 柳如烟感受到青年的目光 在自己和妹妹的身上不停打转 柳眉微微一蹴 她一看就知道 这哪里是什么好巧 分明就是故意来堵她的 面前的这个青年 已经被她拒绝了好几次 可是对方明显还是不死心 她这刚下飞机就来堵她 这样的行为 不仅不会讨好她 只会让柳如烟更反感 柳如烟冷冷地看了青年一眼 语气淡淡地拒绝道 不用 我跟着陈天走就好 柳如玉不需要人问 直接开口表态道 我也跟着陈天哥走 她可不想跟着陌生男人共处一车 更何况 她看着眼前的青年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没想到 陈天却在这个时候 歉意地看了柳如玉一眼 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啊 如玉 我的车只能带一个人 柳玉 ad it 仅号美元百分号 这这这 陈天哥 这是什么意思 后此薄比是吗 有意性 没任性啊 青年在旁边听着一乐 只能带一个人 摩托车 电动车 还是共享单车 青年心里十分不屑 这样的陈天 拿什么和自己比 一个臭屌丝罢了 陈天 你也真是的 你这爱接人 起码打个车来啊 青年的语气中 满是鄙视的说道 要不你看看 还接人呢 行李怎么办 对不对 青年说着的时候 柳如烟和柳如玉的脸色 也是刷得一下阴沉了下来 刚准备说话的时候 陈天瞥了青年一眼 直接掏出了车钥匙 按了一下 随着旁边的法拉利 812车灯闪起 直接打断了青年 还没说完的话 一时间 青年完全愣在了原地 这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法拉利812 他心仪已久 可是因为价格实在太贵 根本不是他这种家庭 能开得起的 不得不放弃 陈天不是父母双亡 家庭条件不好吗 怎么可能开得起这样的车 就连柳如烟姐妹 也是站在原地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天 这 这可是法拉利的超跑 就这个造型 最起码也要大几百万 陈天什么时候 居然开上了这个车 陈天 这是你的 柳如烟强压住心头的震惊 开口询问道 陈天点了点头 朝着柳如烟招招手 说道 上车 走 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带陈天叫了第二声 踩点点头 他看了看自己身后的箱子 直接推到了柳如烟的面前 他轻轻拍了拍妹妹的肩膀 与众心肠地说道 如烟 就麻烦你了 对了 五百块钱的是别忘了 柳如烟 我想骂人 这还是自己清洁吗 此时的柳如烟 已经坐进了陈天的车里 看着风骚的红色内饰 以及细节感十足的法拉利内饰 一脸的震撼 怪不得这样的车子 动辄就要几百万 真是漂亮啊 尤其是随着车子的启动 车内的巨大手触屏幕亮起 磕十足 就在柳如烟沉浸在内饰中 难以自拔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 一股男性的气息扑面而来 随即柳如烟就看到 陈天朝着自己靠了过来 柳如烟被这样的男性 合而猛一冲 瞬间觉得大脑一空 他下意识地以为 陈天要干什么 敲脸不由地一红 陈天这是要干什么 一瞬间 他都是感觉心中一慌 一声清脆的咔哒声 惊醒了还在纠结的柳如烟 他这时候才发现 陈天只不过是 帮着系了一下安全带 青年在外面看着 脸上的表情 极其复杂 有尴尬 也有害怕 更多的还是极度羡慕很 这一送人 怕不是要把自己 几亿孩子送出去 哎呀 心碎 但是没办法 人家不仅是开的车比自己好 而且柳如烟看陈天 比自己不知道顺眼多少 这样情况下 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两人走了 青年惋惜地 看着消失的车尾灯 看向一旁的柳如烟 试探性地问道 要不 我送你 毕竟柳如烟 拥有着和柳如烟一样的 艳丽容颜 泡到他也是一样的 柳如烟冷吃一声 看着他说道 你谁啊 我认识你吗 说完 柳如烟一手拉起一只小皮箱 走到旁边 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 朝着家的方向而去 徒留下青年一个人 孤独地晾在那里 只能默默地 给自己点一手凉凉 此时的陈云 已经带着柳如烟 在道路上急驰着 这时候 他们刚好开车 经过长江大桥 柳如烟放下了车窗 感受着气气的风吹在脸上 有不听话的发丝 时不时地飘到陈天的脸上 就像是不听话的小淘气 不经意地骚动着陈天的皮肤 让他的心里 也跟着痒痒的 柳如烟迎着光 轻轻闭上了眼睛 金色的阳光 在他的脸上 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边缘 十分美好 看着这样的柳如烟 正在开车的陈天一阵感慨 怪不得那些大少 都爱带着妹子兜风 原来是别有风情 倒是带着另一种情趣 就在这个时候 陈云的眼前 飘起一道光幕 车库感受到主人 邀请美女同城 十分欣慰 贡献阿斯顿马丁 万十亿一辆 阿斯顿马丁万十一 陈天看着光幕 明显愣了一下 这车可是全球限量款 在全球都享誉盛名 裸车价格就要四千五百万 真正落地 要五千多万的顶级超跑 可比812贵多了 或者应该说 这两辆车 根本没什么可比性 那是一辆搭载了 7.3LV12发动机的顶级跑车 百公里加速 只需要3.5秒 陈天缓缓收回了思绪 视线再次落在了柳如燕的身上 带着赞赏的目光 没想到 和美女同车 还有这样的奖励 柳如燕这时候 也睁开了眼睛 和陈天的目光 不期然地撞在一起 你盯着我看什么呢 看路 柳如燕脸一红 娇称地说道 看美女啊 不行 柳如燕听着陈天的话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细细地问道 现在变得有嘴滑舌了 交代交代 交了多少女朋友 才有了这有嘴滑舌 她这次回来 发现陈天不只是能说会道 就连衣品之类的 也是大大提升 柳如燕下意识地以为 这一定是陈天交了女朋友 陈天闻言 一脸的无奈 这话 太扎心了 她现在算是母胎单身了 柳如燕看陈天的脸色变了 顿时开心 笑着问道 怎么了 该不会还没谈过恋爱吧 陈天听着柳如燕玩笑的口气 冷笑着说道 谁不知道谁 某些人不也是母胎单身 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血呢 你这个等着国家分配 男朋友的单身狗 来啊 互相伤害啊 反正都是单身狗 根本不需要留情面 柳如燕 你再骂 不过柳如燕听了陈天的话 也是一瞬间老实了 她下意识地看向了车窗外 小脸红彤彤的 就像是刚刚熟透的红苹果 诱人的想让人咬一口 毕竟她也是 真的没见过血 一血还在呢 柳如燕正胡思乱想着 忽然想到 自己干嘛当着陈天的面脸红 这个家伙 肯定又要得意了 想到这里 柳如燕转过头 看向陈天 当她看着陈天俊朗的侧脸 以及嘴角上若有若无的微笑 憋在胸口的那些话 瞬间化作了飞烟 渴了吧 给你买了水 你自己拿 陈天回转过头 扫了柳如燕一眼 轻声说道 柳如燕恩了一声 她拿过袋子 发现里面全是 自己喜欢喝的果汁 看到陈天如此细心 柳如燕的心里一暖 她拿起其中一瓶 用了半天力 可是瓶盖好紧 根本拧不开 陈天看着柳如燕 费力的模样 顿时一乐 问道 你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柳如燕的注意力 都在拧瓶盖上 随口回答道 陈天嘴角上的弧度 越扯越大 看着柳如燕打句道 你一个单身狗 有什么资格拧不开瓶盖 柳如燕 居然是在这里等着我呢 柳如燕随后叹了口气 打开了手机 看着微信的聊天框 笑眯眯地说道 好了 钱款已经到账 咱们吃大餐去 陈天开着车 看着一脸喜气的柳如燕 哈哈大笑起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 柳如燕十分潇洒地 大手一挥 说道 你来找地方好了 保证今天让你吃好 陈天看着柳如燕的样子 痴痴地笑着 静止带着她 来到了青云居会所 这里是精灵有名的 私人会所 尤其是这里的私房菜 更是在苏行享誉盛名 将车子停好 二人走下车来 就看到车子旁边停着的 全是上百万的豪车 要是坐个奥迪A6L 恐怕都不好意思 在这里停车 看着整栋建筑 古生古色的模样 巨大的牌匾上 写着青云居 四周精心地会着金边 柳如燕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她之前一直在魔都 但是青云居的大名 柳如燕还是听说过的 自己的同学 也和她安利过好几次 说这里的人均消费不低 差不多要三四千一个人 现在亲眼看着高档的建筑 柳如燕暗自咽了咽口水 柳如燕 没事 不就是青云居吗 我奖学金刚发下来 扛得住 陈天一边带着柳如燕 往里面走去 一边对着柳如燕说道 你把你妹妹如玉也叫过来吧 要不怪可怜的 刚才去接他们两姐妹 小丫头就是自己打车回家的 还要帮忙负责带行李 要是再让这个丫头知道 他们来吃饭都不叫她 恐怕会原地爆炸吧 柳如燕听着陈天的话 想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便拿出手机 给柳如玉打去了电话 此时的柳如玉 艰难地提着两个行李箱 刚刚走进家门 柳爸柳妈今天都在家休息 听到大门处发出响声 连忙起身来看 看到女儿柳如玉娇俏俏地站在门口 柳妈明显一愣 随即赶紧迎了上来 丫头 你怎么回来了 柳妈的脸上满是惊喜 这两个孩子 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说着话 柳妈看着柳如玉身前的两个行李箱 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还拿着两个行李箱 你姐呢 一听到柳妈讲到姐这个字 柳如玉就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咪 瞬间就炸毛了 她一下子把箱子扔在地上 委屈巴巴地说道 我姐跟她男朋友跑了 还嫖了我五百块钱 拿了她的钱也就算了 还要她拿着两个人的行李 自己打车回家 他们两个人坐着法拉利 轻轻秘秘地离开了 柳如玉说得气愤填膺 恨不得通过这简单的几句话 大发心中愤闷之气 看着火冒三丈的女儿 柳爸柳妈直接愣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把自己的宝贝女儿 气成这样了 不过下一刻 柳如玉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柳如玉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极不情愿地接起了电话 干嘛 小丫头真的是气坏了 语气差到不行 不过几秒之后 柳如玉的脸上 已经挂满了甜美的笑容 语气也变得柔和起来 姐呀 清云居室吗 好的好的 我马上到 我就知道 姐你最爱我了 我也最爱你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清云居 今天是赚到了 柳爸柳妈一脸的蒙圈 这变脸的速度 都快赶上川剧了 爸妈 你们把我把行李拿进去吧 我先出去找姐姐吃饭 爱你们哟 柳如玉笑嘻嘻地看着爸妈 摆出一个笔心的动作 拿起随身的小包 蹦蹦跳跳地出门了 只留下柳爸柳妈站在原地 大眼瞪小眼 柳妈一把揪住柳爸的手臂 大脑开始急速地运转起来 连忙问道 你听到刚才闺女说什么 如烟找到男朋友了 柳妈一脸的难以置信 说的是男性朋友吧 柳爸摇摇头 一脸肯定地说道 如玉说的就是男朋友 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女儿有男朋友了 她这么多年都没找男朋友 怎么突然开窍了 柳爸柳妈 可不是那种老古板 听到女儿找到男朋友 一脸的高兴 柳妈看着自己的老公 板着脸说道 我跟你讲 到时候女儿回来 你可要配合我 好好审审她 知道吗 自家女儿找了男朋友 这可是家里的大事 此时的陈天和柳如烟 已经朝着青云居里面走去 大理石的地面 打理得十分完好 闪着透亮的光 石木的大门 散发着一种原始的木香 和菜饭的香气混合在一起 令人心情愉悦 服务员穿着素色的旗袍 看到二人一进来 连忙迎了上来 眼底快速闪过一丝惊艳 这两位气质绝伦 长得更是个顶个的出挑 太养眼了 您好二位 请问有预约吗 服务员十分恭敬地询问道 陈天轻轻摇摇头 服务员见状 追问了一句 好的 二位打算在几楼吃 如果是二楼的话 二楼包间最低消费一万 要不然需要提供一千的包厢费 现在大部分的店铺 已经不允许收取包厢费 不允许这样的隐性消费 青云居直接改了规矩 在客人进入之前讲得清楚 明码消费 柳如烟听到服务员的话 美眸瞬间瞪大 完全惊呆了 这么贵 陈天文言倒是挺乐呵 这一下 可以刷更多的钱了 看着四周闲雅的环境 陈天想了想 直接说道 去二楼的包厢吧 青云居他还是第一次来 既然敢明码标价的包厢 相信一定是物有所值的 服务员听到陈天的话 立刻带着二人朝着二楼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眼前光目一闪 你的厨房检测到 主人在外面吃饭 厨房伤心了 主动贡献神级厨艺 和御膳房菜谱 希望宿主 能多多在家里吃饭 陈天看着光目上的提示 眼中闪过一道惊奇 紧接着 陈天就感觉到 自己的大脑中 流过一阵暖流 脑海中似乎有些东西 变得不一样了 感受着自己的变化 陈天不由的心里一阵乐呵 这都能出发 有点意思啊 就在陈天愣神的片刻 服务员已经带着他们 走进了包厢里 房门是一道圆形的拱门 上面挂着一些水晶的配饰 随着手的拨动 发出叮当的脆响 十分动听 包厢采用的是纯中式的装修 各处的布置都很精致 体现出了餐厅的格调 陈天走上前 先是帮柳如烟拉出了椅子 等到他坐下后 才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好 服务员递上了菜单 陈天直接转到柳如烟的面前 笑呵呵地说道 看看喜欢吃什么 柳如烟拿起菜单 看着上面动辄上千的菜价 只觉得一阵头晕 他将菜单放回陈天的面前 说道 你点吧 我最后来副长就好了 陈天看着柳如烟 一脸心痛的模样 故意坏笑着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陈天拿起菜单 拿手指随便点了几个 服务员在旁边很认真的记下 便离开了包间 很快 服务员就走了回来 他手中的托盘里 放着一个极其精致的果盘 上面摆放着的 都是一些顶级的水果 看起来非常新鲜 无论是大小 还是形状 都比他们平时吃的那种 漂亮了太多 陈天将果盘转到柳如烟的面前 轻声说道 我记得你爱吃樱桃 这是青森樱桃 你尝尝看 味道喜欢吗 柳如烟听着陈天的话 看着面前盘子里 还带着水滴的红艳樱桃 顿时一阵异动 就在这个时候 包厢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一道穿着白裙的娇俏身影 走了进来 是柳如玉 柳如玉一进来 就笑眯眯地找了位置坐下 朝着柳如烟说道 姐你真大气 在这里宴请陈天歌 说着话 柳如玉朝着陈天甜甜一笑 要不是脱了陈天歌的福 自己怎么会有这口福 柳如玉一边说着 已经看到了果盘 直接捏起来一片西瓜 小口地吃着 看着妹妹一点都不客气的模样 柳如烟眼珠一转 脸上露出一脸的姨母笑 说道 好妹妹 你觉得我把你叫过来干什么 嗯 柳如玉一听到姐姐的话 再看看姐姐脸上坑眉的笑容 立刻觉得一阵毛骨悚然 她轻轻眨了眨眼睛 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大喇喇地说道 我不管 我给饭钱了 五百 我就吃五百的 一边说着话 柳如玉觉得 刚才吃的西瓜味道不错 赶紧再吃了几块 柳如烟微笑着看向妹妹 直接说道 好了 柳如玉闻言顿时一愣 什么好了 姐姐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看着一脸懵懂的妹妹 十分好心地解释道 你不是说就吃五百的吗 你吃完了呀 柳如玉 ad it仅耗人民币百分号 小丫头气呼呼地拿过菜单 还真是 一旁的陈天 看着这样的柳如玉 极有意思 便也跟着开口逗弄道 你姐姐和我说了 一会儿我们俩先走 你留在这里结账 柳如玉瞬间就要炸毛 陈天倒是见好就收 一直开口说道 行了 逗你的 一会儿你们敞开 肚子吃就行 我买单 柳如烟听着陈天的话 连忙阻拦道 这怎么行 来之前就说好 自己来买单的 而且 这里这么贵 怎么好意思让陈天请客 柳如烟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直接被陈天打断了 毕竟 他还要刷钱呢 看着面前两个一模一样的工具小美人 陈天笑呵呵地说道 听我的 以后有机会 你们再请我好了 就在几人说话的功夫 菜品也开始陆续上了桌 这是松板和牛 今天早早空运到的 现在烹制出来 是口感最佳的时刻 服务员上好菜后 站在旁边低声地介绍道 他的声音并不大 但是保证在场的几人 可以清晰地听到 柳如烟姐妹两个 听到空运二字 就知道价格不菲 他们用刀叉轻轻取了一块 放在口中一咬 一瞬间 一股油脂合着肉香 在口腔之中爆开 带着一股炙热感 让整个人的味蕾 都跟着燃烧了起来 柳如烟和柳如玉 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 这个味道 也太美味了吧 接下来 黑松露 顶级的法国鹅肝 风雨的鱼子酱 全球美食 流水一般地端上了桌 柳如烟姐妹两个这一顿饭 都是在震惊和浑浑噩噩之中度过 不知道是震惊过度 还是饭菜太过美味 反正整个人的头脑一阵发懵 大脑都有点当机 这样完美的一顿饭 要花多少钱啊 每一道菜品 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香而不腻 让人口舌生惊 眼前一亮 你们吃好了吗 陈天已经放下了餐具 一脸温柔地 看着柳如烟二人 姐妹花用力地点点头 这一顿 可以说是他们有生之年里 吃得最丰盛的一顿 陈天看二人吃好了 便招来服务员 和他一起下楼结账 先生您好 您今天一共消费了35万8千元 服务员一脸恭敬地 看着陈天 朗声说着 陈天点点头 直接将自己的卡递了上去 平静地说道 刷卡 随着POS机发出回馈的声音 陈天的眼前 又是一道光幕跳出 检测到宿主刚消费35万8千元 触发十倍反例技能 反例358万 正刷着卡的时候 就听到两道抽气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陈天转过头去 就看到柳如烟和柳如玉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下来 正一脸震撼地看着自己 傻不傻 眼睛瞪那么大 陈天一看到姐妹两个 眼神瞬间变得柔和起来 直接伸手谈了柳如玉一个脑瓜崩 柳如玉 为什么是谈我 你们让我吃狗粮就算了 一出手 还伤害我 收银员看着前的三人 也是明显冷了一下 作为服务行业的人员 他见过的客人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长得这么漂亮 气质还这么好的 也是难得一见 尤其是这样一模一样的姐妹花 简直是闪下人的眼睛 先生 麻烦您签个字 收银员很快就收回了视线 将平条递给陈天 陈天签了名 随手揣起了平条 看着二人问道 走吧 我送你们回去 柳如烟想了想 还是摇了摇头 拒绝了 不用了 我们自己回去就行 毕竟之前就丢下妹妹一次了 要是总撇下小丫头 恐怕她真要不开心了 反正饭也吃完了 两个人一起打车回家就好 陈天点点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 她送着两个小丫头 走出青云居 柳如烟转过头来 对着陈天嘱咐道 对了 你回去之后 要快点将那些特产吃了 那些东西保质期都比较短 不要放坏了 好 我回去就吃 陈天笑呵呵地答应着 你们到家之后 给我发个消息 送着两个丫头上了出租车 这才朝着自己的法拉利走去 陈天坐进了自己的车里 她并不打算直接回家 而是拿出手机 搜索了附近在售的房子 毕竟她现在可是拥有 十倍反力技能的 自然是要刷钱了 要说起刷钱最快的 不就是买房了吗 陈天直接开着车 朝着附近的天府城别墅区开去 天府城别墅区 是这附近比较豪华的别墅小区 在金陵也是相当有名气 附近的道路广告上 将近一半都是关于她的推荐 天府城别墅区 在金陵的另一边 那里正处于全力开发的阶段 是金陵的新区 一路上都是崭新的公路 道路平整毫无坑洼 她的法拉利跑起来 极为舒适 陈天不经常来新区这边 她一边开着车 一边观察着附近的环境 这里后面有山 前面有水 天府城别墅区 就建在半山腰上 从风水上来说 倒是一块好地方 四周的环境保护得也很好 陈天看得出来 为了让道路更显得漂亮 还移栽了不少花过来 清风微微撩动 浮动花海 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陈天欣赏着一路上的景色 觉得这里的环境 倒是还算不错 这里的环境 和家里的样子 可是差得远了 与诗地说着 不过 陈天忽然间想到 要是自己买了房子以后 这么多房产证 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资产 都在家里面 会不会不安全 就在陈天这个想法 生出的瞬间 她的眼前 瞬间弹起一道光幕 检测到主人 对于家的安全性担心 家主动贡献护家宠物 凶猛斗牛犬一头 看着光幕上的内容 陈天明显冷了一下 这都能行 连这种东西 家都能贡献 有点意思啊 反复地看了两眼光幕上的字 陈天对于家的安全性 一下子放心起来 看来 现在是万事俱备了 笔直的大路上 车辆并不多 陈天已经远远地看到 天府城别墅区的大门 小区的大门 微额又豪华 透着一股极其高档的气息 陈天看着这里的大门 顿时觉得还不错 毕竟常年生活在精灵 所以陈天对于天府城别墅区 还是有些了解的 一提到天府城的别墅 所有人都竖起大拇指 那里可是全精灵 最奢华的别墅区 毕竟是新建设的新型小区 为了打造最高的逼格 几乎是占满了天时地利人和 陈天刚才所看到的 只是天府城的一期别墅区 这里还有二七三七 都是近看有名的学区房 以及其他好地段的房子 只不过 售楼处都是在这里 统一销售 陈天直接开着车子 来到了售楼处的庭院外面 将车停在了门口 刚才和柳如嫣姐妹吃完饭 陈天就直接开车来到了天府城 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 现在还处于午休时间 大门的附近 只有几个零星的销售人员 正在小声地说着话 聊着天 虽然是精灵最高档的小区销售 在闲暇时候 也免不了这种分帮结派的小团体行为 或者应该说 越是这样的大公司 在涉及到利益的时候 越是争对人养马翻 就在这个时候 大门忽然被推开 陈天才外面走了进来 不过这些老销售们 却没有一个人迎接上前的 他们一看到陈天的脸 就知道对方年纪不过二十岁出头 眼中生腾起来的神采 也跟着暗淡了下去 这样的小哥确实很养眼 但是可惜太年轻了 如果是跟着父母来 倒绝对是个好主顾 可惜自己一个人过来 估计顶多是个了解情况的 对于做无用功 他们才不会去做这么傻的事情呢 老销售们看得清楚 大家都躲开了 和陈天的眼神接触 装模作样地看着手里的文件 看着已经走进来的陈天 旁边的一位年轻美女 见没有老人接待 便欣喜地走上前来迎接 先生您好 要看房子吗 您是第一次过来 其他销售眼睁睁地看着 陈天在年轻美女的带领下 走向沙盘的方向 顿时一乐 小声地议论道 果然是个没经验的新人 这样的都上去 这么年轻的孩子 怎么可能买得起天府城的房子 别说是一期的别墅了 就算是那些二七三七的小户型 恐怕也买不起吧 旁边的一个女销售 顿时捂住了嘴巴 强忍着笑意说道 孟姐 她就是一个刚来不久的大学生而已 上哪里去懂这些 这样的人啊 也就是靠着基本工资活着了 这样的新人 一般来了 客人也轮不到她 有这些眼见的老销售在 看到实力雄厚的客户 早就冲上去了 也就是这种没人要的客户 才能轮得上她 不过也就是练练手 也不可能真的成交 众人之中 也有心里比较好的销售 在心里默默叹息一声 他们都是从这个阶段熬过来的 最是知道这种苦 办到以后还是教一教她吧 毕竟这样的无用功就不要做了 更多的销售 还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凑在一起嘲笑着这种傻乎乎的行为 而此时的张书瑶 正和陈天热情地打着招呼 做着自我介绍 您好先生 我叫张书瑶 接下来 将由我来为您介绍房子的情况 陈天点点头 大方地打量着面前的美女销售 他们的身上穿着的 都是地产公司统一分发的制服裙 将张书瑶的身形 完美地勾勒了出来 别人很容易空荡荡的位置 张书瑶则是称得鼓鼓囊囊 几乎快要爆表的感觉 但是最容易积累脂肪的腰部 却是先先不营一握 再配合上张书瑶完美的脸蛋 青春中带着一丝该死的甜美 令人心生愉悦 陈天看着这张让人记忆深刻的脸颊 顿时一愣 轻易一声 说道 是你 陈天已经认出对方 这不是别人 正是陈天大学时候的学生会主席 他记得很清楚 张书瑶比他大一届 在学校里的时候 就是出了名的漂亮干脸 不少富二代追求张书瑶 校内校外的都有 但是从来没见到张书瑶谈过恋爱 对谁都是保持着合适的距离 本来陈天以为 这样的天之娇女 会有一个不错的前程 怎么来这里卖房了 不过 这里是精灵最高等的楼盘 招的人也是高学历 所以也无可厚非 张书瑶听着陈天的话 也是愣证了一下 随即笑着问道 先生是我 您是 他可不记得 自己认识这么帅气 且有气质的男士 否则一定会印象深刻的 陈天在心中一笑 也是 毕竟大学时期的陈天 说穿了就是穷屌丝一个 虽然也和张书瑶说过几次话 但是也是趁着办活动的时候 没话找话地聊了几句 对方估计也就是礼貌性地回答一下 那时候的张书瑶 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再加上人长得那么漂亮 几乎是全校男生的女神 陈天和他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也就是个仰望的分 但是现在 却是完全不同了 陈天缓缓地收回思绪 目光在张书瑶的脸上快速掠过 语气淡淡地说道 没事 我叫陈天 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 说着话 陈天的视线大大方方地 落在张书瑶的身上 顺口说了一句 嗯 你必然能成大事 张书瑶 这什么情况啊 这位小帅哥 还会算命的 张书瑶完全没有意识到 从陈天的那个角度看过去 正好可以看到 那狭长的视野线 这不就是成大事之兆吗 好的先生 我带您去沙盘介绍吧 张书瑶一脸的疑惑 不过还是引着陈天 朝着沙盘走去 两个人走到沙盘前面站定 张书瑶刚准备要介绍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陈天 听到有人叫自己 陈天也是扭过头 循着声音看去 这么一看 发现居然是几个高中同学 陈天看着站在最前面的青年 这个人叫黄俊 家里面挺有钱的 是个典型的富二代 也是因为有点小钱 黄俊一身的毛病不少 高中时候就霍霍了几个女生 对于这样的男生 陈天可是毫无好感 尤其是 黄俊也是典型抬高踩低的样子 可以说是毫无人品 黄俊等人看着陈天 目光不断地在他的身上打量着 也是一乐 这个小子 穿得倒是人母狗样的 但是这副样子 能骗得了别人 可是骗不了自己等人 毕竟陈天的情况 他们是相当清楚的 之前因为父母双亡 直接成了孤儿 家境更是可想而知 根本不用细说 几个同学想到这里 看向陈天的毛子里 充满了细血 这个陈天 别说和黄俊比了 就是和家境一般的他们比 都是天上地下 比不了 这还来看房子了 还是精灵最好的别墅区 这脸皮 可是真是够厚的 几个同学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到了不屑 黄俊倒是一副笑面虎的样子 他脸去了脸上的鄙视 笑呵呵地看着陈天说道 陈天 你来看房子 不等陈天回答 黄俊的视线 毫不遮掩地打量着陈天 看着他现在的样子 黄俊心里也是一吃 黄俊记得 之前上高中的时候 陈天的学习成绩 还是很不错的 长得也是还凑合 但是学习好 长得还行 有什么用 能当饭吃吗 能当钱花吗 家里面那么穷 今天还敢来这里看房子 怕不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这样的男人 真是越来越没溜 自己可是一点都看不上这种人 对面的陈天 轻轻点点头 看着众人问道 你们也是来看房子的 这么多人 听到陈天的话 旁边的几个青年 连忙开口解释道 我们是陪着俊哥来的 俊哥要买一套房子 让我们帮着看看 你还不知道 俊哥家里的条件吗 人家要买房子 肯定是要买 全精灵最好的房子 说起最好 我们就直接过来天府城了 在这里简单地看了一下 倒是勉强配得上 俊哥的条件 不过更好的 在精灵市找不到了 哈哈 几个青年抓紧一切机会 不断地拍着黄俊的马屁 在他们看来 黄俊这样的富二代 以后的成就 肯定差不了 他们就想着 和黄俊拉好关系 说不定以后就能用得上 听着众人的吹捧 黄俊也是摆摆手 一副没什么的样子 但是翘起的嘴角 还是暴露了他此时的真正心情 我这算得上什么 我也就是靠着家里面罢了 算是回去继承家业 做做家族的买卖罢了 黄俊笑呵呵地说着 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在吹嘘自己的富二代身份 黄俊可不是那些 总想着摆脱富二代名号的人 在他看来 自己能是富二代 说明自己上辈子积德行善 这辈子 当然要好好享受 其他人听了黄俊谦虚的话 立刻开口说道 主要还是黄哥你厉害 要是我家有这条件 继承家业这事 也不一定能轮得上我 那是自然的 你看看 咱们都是一样的年纪 别说天府城的房子了 就是二手房都买不起呢 但是咱们黄哥 直接就是最好的 咱们就别和黄哥比了 都拉低人家的档次了 咱们就是普通人 还是踏踏实实的比较好 别随便出来装X 让人认出来就不好了 黄俊文言 哈哈大笑起来 眼角眉梢都带着得意 他顺着陈天的目光看过去 就落在了一套户型上面 刚才销售介绍的时候 黄俊也跟着看了一眼 他记得 那是整个天府城小区 户型最小的一套房子 黄俊的眼底 快速地闪过了一丝鄙视 对着陈天大声地说道 你可别看这些低档的了 要买就要买一个大点的房子 哪怕多花点钱也住着舒服 就和我一样 说完 黄俊看向身后走来的销售 问道 怎么样了 现在可不可以看房子了 销售连忙走过来 一脸谄媚地回答道 当然可以 销售一边回答着黄俊的提问 一边将手里的户型图递向黄俊 恭恭敬敬地说道 黄先生 您先看一下户型图 咱们现在就去看房子 黄俊嗡了一声 简单地扫了一眼户型图 拿在手里朝着陈天晃了晃 说道 你看看我看的这一套 150瓶左右 你觉得怎么样 看着陈天好看的模样 黄俊的眉头微微一簇 嘴里说出来的话 越发酸了起来 我这个人啊 打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气的东西 我家条件也供得起 所以这房子啊 我就喜欢大一点的 你和我不一样 你啊虽然不用买这么大的 但是一般的 那些八九十的应该够了 黄俊说完 故意看向一旁的销售 装模作样地说道 你们这里 不是有那些八九十瓶的小户型 你拿出来 给我这位老同学看一看 能在天府城做销售的 也都是人精一样的人物 他打眼一看 就明白了几人的关系 销售真的去取了 八九十瓶的房子户型图 拿过来递给陈天 陈天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没有去接 黄俊可不在乎 陈天是不是不高兴 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 陈天 咱们是老同学 你可不要客气 经理是我爸爸朋友 可以给你优惠 要不你就下单 旁边的那些狗腿子一听 瞬间眼睛一亮 不是吧 叔叔居然还认识 天府城的经理 这可是太厉害了 那是当然了 要是没点人机关系的话 黄叔叔怎么在 精灵混得风生水起 我知道黄叔叔厉害 但是没想到 黄叔叔居然这么厉害 这只能说明 俊哥平时做人太低调了 俊哥 咱们可是兄弟 以后要是有什么事 宁可得拉兄弟一把啊 这些青年将黄俊围在中间 各种田 黄俊就是喜欢这种 被人追捧的感觉 心情一时间非常好 陈天看着他们的样子 轻轻摇摇头 直接说道 太便宜了 算了吧 那么连小房子 才多少钱 这要是还给优惠一下 他的钱 还要不要花出去了 这不是耽误自己赚钱吗 黄俊可不知道陈天的想法 他的脸上挂满了冷笑 以为陈天是因为 没钱才没买 其他的几个青年 更是差不多的想法 他们连话 都懒得和陈天多说 这么会装逼 小心出门被雷劈 众人 只觉得一阵兴致缺缺 转身跟着销售一起 去实地看房了 虽然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 陈天看房子的心情 张书瑶陪着陈天 看了一下沙盘 随即带着他去了招待区 找了一个沙发坐下 陈天看着楼盘的信息 忽然看向一旁的张书瑶 问道 你们的一号别墅 还没有卖出去吧 一号别墅 听到陈天的问话 张书瑶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回答道 没有 您对一号别墅感兴趣 我先为您简单介绍一下吧 在陈天的默许下 张书摇清了青嗓子 开始介绍起来 您也知道 我们天府城的所在位置 前有流水 后有青山 是风水相当好的位置 而我们的一号别墅 可以说 是整个别墅区里 无论是风水位置 还是景观 都是最顶级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占了所有的优势 所以 这栋楼王的价格 也是真正的天价 足足要八个亿 虽然价格昂贵 但是说起来 也是物有所值 不仅是占了最好的位置 而且因为天府城 一号别墅的名号 也将成为业主 尊贵身份的代表 而且 为了显示出一号别墅的优势 地产公司也是用尽了心思 直接请来了顶级的设计师 为一号别墅 做了整栋的设计 无论是室内 还是室外的花园泳池 都是最好的设计 里面所用的所有物品 也都是全球顶级的大牌 绝对是奢华的代表 虽然价格昂贵 但是绝对是顶级体验的 拎包入住 物有所值 张淑瑶洋洋洒洒地一通介绍 对面的陈天没有说话 似乎在垂眸思索着什么 张淑瑶看着面前的陈天 还以为对方 是被一号别墅的八个亿价格 给直接吓到了 不过张淑瑶也没有任何失落 他摆好自己的心态 对着陈天问道 陈先生 您要是不满意一号别墅 要不我为您介绍一下 那边的小高层 没想到 陈天的脸上忽然展现出一抹笑容 与其平静地说道 不用啊 先把这个买了再说吧 八个亿 虽然价格不是很贵 但是勉强也可以吧 说完 陈天直接从衣服里 掏出一张卡 递向张淑瑶 说道 刷卡 张淑瑶看着陈天轻描淡写的动作 绝美的毛子瞬间瞪大 一颗小心脏 更是扑通扑通地跳着 看向陈天的目光中 充满了震惊的神色 八个亿的一号别墅 直接全款购买 这这这张淑瑶再次看向面前帅气的面庞 这一位 看年纪还没有自己大 居然就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强横得有点可怕 美女 你不去刷卡 然后准备合同吗 陈天一脸笑意地看着张淑瑶 挑眉问道 张淑瑶这才反应过来 他翘脸一红 立刻说道 您稍等 一号别墅出售 我需要和我们的经理 报备一下 毕竟一号别墅 是天府城的楼王 出售也是需要通知经理的 随着张淑瑶去了经理室 一号别墅出售的消息 也是瞬间传开了 旁边那些老销售们 听到这个消息 直接就原地爆炸了 不是吧 刚才那个年轻的小帅哥 居然一出售 就是最贵的一号别墅 那可是八个亿的价格 这么多钱算下来 销售可以拿到的提成 也必然是一大笔款项 一帮老销售 瞬间毁的肠子都要清了 谁能想得到啊 那么年轻的青年 这一出售 居然这么不凡 一时间 所有销售的目光 都朝着陈天的方向 看了过来 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陈天的卡 就放在招待区的小桌上 刺得他们眼睛生疼 这要是刷了卡 提成可就是张淑瑶的了 而此时的陈天 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准备好了 接下来签合同的资料 就在一众销售 后悔不已的时候 其中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在销售这一行里 要想做得久 还是得豁得出去 女人拿出口红补了补妆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轻轻扭开了 胸口前的一个扣子 位置更精准一点 女人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志在必得 露得多一点 成功的几率 也就大一点 张淑瑶长得确实漂亮 整个销售团队里 像她这么高的颜值 也是凤毛麟角 但是这个丫头太年轻 一直端着 怎么拿得下大客户 做好了一切准备 女人鸟鸟听听地 走向了陈天 她静止坐到了 陈天椅子的扶手下 轻轻扶下身来 女人不愧是个中高手 她找到的角度刚刚好 正好可以一览无余 陈先生 张淑瑶是我们这里的新人 没什么经验 恐怕会办得慢一点哦 女人故意说话的声音 嗲嗲的 某些位置若有似无地 蹭着陈天的身体 有些坐坐地说道 我不仅办事效率高 而且 要是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可以上门服务 说到上门服务的几个字时 女人故意重点咬字 还朝着陈天抛了一个魅眼 这其中的意味 已经相当明显 女人的想法也很简单 就是摆明了 想要抢单 毕竟卖了这一套别墅 能拿到的提成 抵得上几百套小房子的提成了 更不要说 陈天还长得这么潇洒帅气 怎么算起来 搭上这样的大客户 都是自己赚到了 旁边人看着主动出击的女人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简直就是放大招了呀 毕竟一号别墅的提成那么多 可是太香了 张淑瑶一看女人的样子 也是心中一紧 这么明显的翘单行为 张淑瑶也是一脸的警惕 略显紧张地看向了陈天 陈天看着眼前白花花的一样 也是明白对方的意思 他直接摇摇头 说道 不用了 说着话 陈天直接站了起来 看向一旁松了一口气的张淑瑶 笑着说道 走吧 带我去办手续 两个人一前一后 朝着寿楼处的办公区域走去 女人看着走远的陈天 气得多了跺脚 气鼓鼓地清脆道 不就是有钱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长得好看又有钱的 多了去了 陈天看不上自己 真是太没品位了 这时候 旁边一个中年男人 走到女人的身边 目光猥琐地看向他解开的扣子 笑眯眯地说道 美女 我买一套房 你能上门服务吗 这女人长得还算可以 最主要的就是 身材不错 也够放得开 销售听到中年男人的话 顿时回了神 他的眼睛里闪过一道惊喜 笑得十分妩媚 问道 你也要买别墅吗 虽然其他的别墅 不如一号别墅尊贵 但是可比其他的房子 提成高多了 男人明显一愣 脸色善善地说道 不是 买一套学区房 虽然只是一套学区房 但是天府城的房价这么高 总价也不算低了好吧 上的门 过分吗 销售的脸上露出连连的冷笑 直接说道 不好意思我没空 你可以找那些刚入行的销售 前台词就是滚 老娘没时间 这点小钱 也好意思说 要求上门服务 你配吗 中年男人愣在原地 一脸的尴尬 不是说好 可以上门服务的吗 此时的陈天 已经跟着张书瑶 一起办理好了别墅的手续 刷卡成功的一刻 陈天的眼前闪起了光幕 检测到宿主刚消费八亿 触发十倍反例技能 反例八十亿 看着反例到账 陈天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张书瑶看着陈天 十分恭敬地说道 陈先生 我现在带您去看看房子 陈天疑惑地看了张书瑶一眼 眉头微微一皱 说道 谁说我买完了 这才花了多少钱 当然还不够啊 在张书瑶震惊的目光中 陈天也不墨迹 直接问道 你们剩下的房子 还有多少 张书瑶一愣 他查看了一下系统的资料 这才回答道 我们现在还有两百多套 两百多套 陈天想了想 直接朝着张书瑶递出银行卡 张书瑶 这是什么意思 自己这是该拿 还是不该拿 陈天看着张书瑶 有点发红的脸颊 有些无奈地说道 愣着干什么 我全要了 刷卡吧 全要了 包圆了 张书瑶只觉得大脑里轰的一声 完全当机了 两百多套的话 那可是几十亿啊 张书瑶不敢耽搁 赶紧将消息告知了经理 经理原本还没有在意 卖出一号别墅 已经让他心中愉快不已 等到再听到张书瑶说 一号别墅的主人 居然要包圆他们的所有房子 瞬间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你说什么 全买了 在得到张书瑶肯定的答复后 经理连忙亲自走出来 接待了陈天 在众人的一起准备下 所有的房子手续正在整理中 陈天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 皱了皱眉头 直接说道 手续可以慢慢办 要不 你们先把卡刷了吧 他这边还着急 等着返利呢 在场众人 这样的客人 可是他们生平仅见啊 到底是多么有钱的人 才能一开口 就是着急付款啊 全部打包了两百多套房子的消息 瞬间就在销售群体中传开了 销售们面对这样的惊天新闻 简直瞪大了眼睛 他们倒是听说过这种事情 但是那都是新闻里的 就像是童话故事一样 怎么也想不到 今天就这样不其然的 发生在自己身边 可是偏偏 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一众销售们后悔的 场子都要悔清了 谁能想到 这位他们觉得太年轻的客户 比他们看中的大客户 更加爽利 你说说 不就是午休时间吗 他们有什么好休息的 这么帅的小哥哥 就当是聊聊天 不香吗 现在倒好 眼睁睁地看着上千万提成 就这样成了别人的 还能说什么 而且一下子出售的这么多 张书瑶就成了绝对的销售 以后的前途 肯定是康庄大盗啊 如果他们但凡上一点心 这些东西 就可能是他们的 众人越想 心里越是后悔 恨不得找个没人的地方 抽自己几个大嘴巴 张书瑶那边 则是带着陈天 直接去了财务室 先将二百多套房子的房款 刷了出来 随着刷卡的完成 立刻出现了一道光幕 检测到宿主刚消费32亿 触发十倍反例技能 反例320亿 在得知房产全部出售的消息后 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孙德志 亲自赶到了售楼大厅 您好陈先生 欢迎您来到我们天府城 孙德志一走进售楼大厅 看到陈天后 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 陈天文生抬头看去 就看到 对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 一身的气息成熟稳重 两个人互相打了招呼 这才知道 眼前的这一位正是得天地产的总经理 孙德志过来 一来是见一见这位大客户 二来帮着办一下手续 毕竟这样的大客户 即使是作为地产公司总经理的孙德志 也不常见 当他真正站在陈天的面前时 孙德志的眼睛里 快速地闪过了一丝诧异 这位大客户 看起来也太年轻了一点吧 要不是钱款真实地刷到了账户里 孙德志简直不敢相信 尤其是看到 陈天一阵神秘的气质 更是升起了好感 孙德志看向陈天 十分热情地说道 陈先生 您的手续已经办好了 不如咱们一起去看看房子 他想得挺好 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和这个年轻人 发展一下关系 这样的年轻人 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的 没想到 陈天的回答 直接出乎了孙德志的想象 陈天轻轻摆了摆手 直接说道 不用 房子我就不看了 毕竟对于陈天来说 这些房子 就是他刷钱的工具罢了 房子再好 也不如他那自动升级的家好 看着陈天毫不在意的样子 在场的众人全都愣住了 这一位 到底是什么人 几十个一买的房子 连看一下 都懒得看吗 就算是两百多套房子不在意 那么八亿买来的一号别墅 都如此不放在眼里 这这这 现场的众人 瞬间全都凌乱了 众人 看向陈天的目光中 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他看向拿着一摞资料 发呆的张书瑶 开口说道 你帮忙把房产证送到我家吧 毕竟我车小 装不下 总经理看到张书瑶有点发愣 连忙凑到他身边 压低声音说道 你可要抓住这个大客户 不管用什么方法 懂吗 这对你的好处 不可限量 张书瑶听着总经理的话 瞬间明白 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什么 也是一阵脸红 总经理说完 立刻看到身后的工作人员 带着他们开始搬运房产证 张书瑶将自己的车子开了过来 看着一落一落的房产证搬到车上 那视觉效果 震撼的张书瑶有点头晕 陈天静止走到了法拉利812神前 对着张书瑶招了招手 说道 你跟着我开就是了 说完 陈天也不等张书瑶答复 直接钻进车里 一脚油门走远了 张书瑶 我这车 完全跟不上啊 看着自己的小型代步车 再看看 只能看见车尾灯的超级跑车 张书瑶的脸上 露出一抹苦笑 面对这样的场面 他还能怎么办 张书瑶和经理等人招呼了一声 连忙钻进车里 朝着陈天离开的方向追去 总经理孙德志 看着张书瑶离开的方向 直接对经理感慨道 这个姑娘有前途 一定要把她留住 知道吗 这样的销售在公司里 房子的出售还是问题吗 经理在孙德志身后 用力地点点头 就算是总经理不说 他也打算给张书瑶升职加薪了 这 就是一员服降啊 就在这个时候 去实地看房子的黄俊等人 在销售员的带领下 走回到了寿楼大厅里 一众青年看向黄俊的目光里 都充满了羡慕 刚才他们一起 陪着去看了县房 真不愧是精灵最高档的小区 无论是小区 还是房子的户型 都是非常好的 众人齐齐看向黄俊 一开口 就是各种吹捧的话 俊哥这是一毕业 直接走上人生巅峰了 看看人家买的房子 直接就是精灵最好的小区 让人羡慕啊 这里的房子 不只是户型好 为之家 最重要的就是学区房 人生赢家啊 以后俊哥的孩子 一出生 就是重点学校的孩子 我现在都恨不得变成女人 找一个俊哥 这样的男人 直接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你可快拉倒吧 你要是个女的 半夜你都不敢照镜子 还想找俊哥这样的 你想下了心吧 黄俊听着众人的话 脸上的笑意 就没落下去过 和这些老同学在一起 就这一点最舒爽 心情大好之下 黄俊直接看向一旁的销售员 大手一挥道 行 既然大家都说好 我就直接订这个吧 萧瘦一听 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连忙说道 好的 那您稍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准备合同 萧瘦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办公区域走去 结果来到自己的电脑前面一查 黄俊刚才看的房源 已经没有了 怎么回事 难道是断网了 萧瘦一脸的疑惑 赶紧将电脑重启了一下 可是这一重启 萧瘦发现 系统里面所有的房源都不见了 黄俊这时候也走了过来 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直接开口问道 什么情况 合同还没弄好 萧瘦一脸的疑惑 赶紧回答道 您稍等一下 我的萧瘦号里显示 房源没有了 没了 黄俊一脸的猛逼 他的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 说道 刚刚不还有那么多套吗 怎么就都没了 你们系统坏了吧 天府城可是精灵最好的小区 黄俊可不相信 这样的大集团 能做出来做地起价的事情 其他的青年也是一脸的不相信 他们就去看了个房的功夫 怎么可能全都没有了 萧瘦也是一样的想法 就在这个时候 刚好有个同事经过 他连忙叫住对方 问道 咱们的系统出问题了吗 怎么所有房源都不显示了 那位同事用奇怪的目光 看了萧瘦一眼 回答道 你刚才没在吗 咱们的房子 被一位大佬全部打包买走了呀 全部 打包 众人一听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全都买走了 这得多少钱啊 同事 看他们确实不知道 一脸兴奋地给他们讲道 那位大佬 先是买了一号别墅 随后又直接买了所有的房源 一下子花了几十亿 而且 你们猜怎么着 人家连房子都没看 直接带着房门走了 众人听着那位同事说的 全都瞪大了眼睛 这也太有钱了吧 这得是一位什么样的大佬啊 一下子花了几十亿 连眼睛都没眨 黄俊等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都写满了遗憾 他们要是早点出来 就好了 好歹见一见大佬啊 其他的青年 也是一脸的无奈 早知道就不耽误这么久时间了 那个同事一看到 黄俊等人痛心疾首的样子 明显愣了一下 奇怪地说道 那位 就是之前和你们说话的那位陈先生 陈先生 你说陈天 黄俊只觉得喉咙里一阵发紧 语气略带紧张地问道 不会吧 这么多的房子 能是陈天买的 那可是几十亿啊 要知道 就算是他们里面最有钱的黄俊 家里也不过是 有个几千万而已 就算是买上一套150平的房子 也是和家里商量后 才决定要买的 但是他们看不上的陈天 居然一下子就全都包园了 这中间的差距 简直不要太大 更不要说 那些家境本来就很普通的同学 现在的脸色 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这才几年不见啊 明明大家都是上了的大学 怎么几年后的差距会这么大 同事轻轻地点了点头 说道 是啊 就是那位陈先生 而且 他还是全款支付 现在已经离开了 全款支付 几十个亿的现金流 就这么买了一堆房子 他们只觉得大脑里一阵猛 完全不知道 这时候该说什么 来表达一下心情了 现在的陈天 简直是一飞冲天 连一点点踪迹 都让他们看不见 我那时候 是不是说了很难听的话 一位青年脸上的表情 几乎快要哭出来似的 没有人去回答他的话 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 脸色变得越发难看起来 他们之前说话那么难听 肯定是把这位老同学得罪惨了 尤其是黄俊 他忽然想起陈天那时候 说太便宜的话 原来 人家真的不是装逼 更不是没钱买不起 陈天说的是大实话 那点钱 那么个小房子 人家这样的身份 怎么可能看得上 也就是自己 还把鸡毛当作另箭 还跟人家面前吹牛呢 众人越想越是没脸 整个人都黏了 尤其是那些家世 普通的青年们 心里已经难受得不行 他们之所以和黄军一起出来 还不就是因为 他们看上了 人家家里有钱 感觉以后可以帮得上自己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棵小草 直接得罪了那样的大树 他们的心里是越想越亏 直接能拿得出来 几十亿流动资金的人 人家背后的实力和财力 绝对是他们根本 想象不到的恐怖 虽然他们不知道 这是怎么发生的 完全和高中熟不一样了 但是这还重要吗 众人就像是双打的茄子一样 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黄军等人 灰溜溜地离开 在场的销兽们 也完全没有了八卦的心思 他们同样刚刚错失了 飞黄腾达的机会 现在后悔都来不及呢 而此时的陈天 正开着自己的法拉利812 在道路上面急驰着 张淑瑶在后面追得有点费力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 陈天这是在故意等着他呢 否则一脚油门下去 早就让张淑瑶看不到踪影了 哪里还有机会在后面慢慢晃悠 陈天在前面看着 看着道路两旁的变化 不由地哼起了小曲 看来自己的家真的不错 不仅是房子得到了升级 就连去往家里的道路 也变得又宽又平 十分高级 尤其是道路的两边 还有道路中间的花坛 种植的树木和花卉 都是全球有名的珍稀品种 陈天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毕竟自己的家 是会自动升级的嘛 修整一下道路 完全没有难度 反倒是后面跟着的张淑瑶 看着道路两边的景色 以及比主干道还要宽阔的大路 直接就猛掉了 这条路 他完全不知道 今天也是第一次走 没想到 居然被养护得这么好 尤其是不远处 还能看到美好的江景 简直是不要太美好 能住在这样的地方 怪不得陈先生的气质 能如此的好 这里的风水 太痒人了 远远的 张淑瑶就看到道路的尽头 是一栋大型的独栋别墅 说是独栋别墅 但是占地面积 看起来比一般的房子 要大上不少 远远的看上去 就像是一栋刚刚修建好的 散发着现代气息的巨大城堡 张淑瑶一边开着车 一颗小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他的视线下意识地 看向前面银灰色的法拉利 心里淡淡地想着 难道尽头的房子 就是陈先生的家吗 如果真的是 那这位陈先生 到底是什么人 这也太土豪了吧 就在张淑瑶一阵难以置信之中 就看到陈天已经驾驶着车子 开进了那栋大宅子之中 陈天直接将车停在了院子里 汉白鱼塘里面的鱼儿们 似乎也感知到了主人归来 在水池里欢畅地游动着 朝着陈天摇动着尾巴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发现居然是张淑瑶打来的 这让陈天明显一愣 这道路尽头就自己一家 怎么还能迷路呢 怎么了 开口问道 很快 电话那头就响起了 张淑瑶甜美的声音 不过怎么听 都觉得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陈先生 您能出来一下吗 这里有一只狗 好凶啊 说到后面 张淑瑶的声音明显变得更弱了 显然是被门口的恶犬给吓坏了 他刚才没好意思 直接将车子开进院子 毕竟陈天的这栋别墅 看起来太豪华了 只是站在门口 张淑瑶就看见了 院子里面超级豪华的装饰 就连小小的鱼池都是汗白玉燥的 原本张淑瑶是想着 从车里拿出房产证 直接送到别墅里面去的 但是刚一下车 就看到门口正握着一只恶犬 恶狠狠地看着自己 那副模样 恐怕自己再多动一下 对面就要扑过来 咬断自己的脖子一样 所以 张淑瑶只能是和恶犬僵持着 谁也不想先动 能给陈天打个电话求救 都已经是张淑瑶凭借着求生的本能 做出的最大突破了 陈天接到了张淑瑶的求救电话 这才猛然间想起来 家为自己贡献了一只恶犬斗牛 想到这里 陈天赶紧走了出来 远远地就看到 一人一狗对峙的画面 张淑瑶看到陈天过来 脑袋里紧绷的那根神经 瞬间断了 想也不想地朝着陈天扑了过来 斗牛犬似乎也没想到 对面的女人敢这么嚣张 居然直扑自己的主人 气愤之下 斗牛犬二话不说 静止跟着张淑瑶跑动起来 可惜还没追上张淑瑶 就见张淑瑶 直接撞进了陈天的怀中 陈天害怕张淑瑶会摔倒 便下意识地顺势一览 将对方一把搂住 只觉得一股独特的忧香 带着女孩子特有的甜美气息 直冲陈天的鼻腔 随之而来的 就是满怀的柔软 这是陈天母胎 solo多年 第一次被人扑了满怀 尤其是女孩子特有的柔软 蹭过自己的手臂 撞进怀里的时候 就像是被波澜壮阔迎面袭击 舒适的感觉令人精神一震 张淑瑶是在撞进陈天怀里的时候 才清醒了过来 娇艳的小脸瞬间憋得通红 她感觉得到 自己的熊蹭过陈天的手臂 还撞进对方的怀里 张淑瑶只觉得心里一阵小路乱撞 这么多年来 她也是第一次和一个男生 如此亲密接触 陈天这时候 看到了赶到镜前的斗牛犬 朝着她轻轻摆摆手 将狗赶走了 斗牛犬虽然是恶犬 但是极为听主人的话 看到陈天的手势 斗牛犬朝着陈天晃了晃尾巴 这才乖巧地让到一边 趴在了地上 呼呼地喘着粗气 而陈天和张淑瑶 则是继续保持着暧昧的姿势 谁也没有先动一步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忽然看到 眼前光目一闪 检测到主人带女生回家 家很欣慰 奖励主人神级茶艺技能 神级茶艺 陈天不由得一挑眉 这个贡献有点意思 缓缓地收回了思绪 陈天低下头来 看着怀里的张淑瑶 张淑瑶真的是被吓坏了 现在她的身体 还在微微打着颤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陈天的身躯 太过于滚烫 张淑瑶娇美的面旁 不由得生腾起两团红韵 看起来很是可爱 陈天在心里默默地叹息一声 又看了一眼 已经趴回原处的恶犬 这还真不能怪 张淑瑶胆子太小 毕竟家贡献的斗牛犬 确实是太凶了 光是看着她的脸 和尖利的牙齿 就已经让人想要退避三舍了 要是有别有心思的人来家里面 怕是会被吓得屁滚尿流 甚至被狗咬进ICU也不是不可能 没事了 不要怕 陈天轻轻拍了拍张淑瑶的后背 柔声安慰道 感受到陈天的动作 张淑瑶的身体一阵僵硬 哪怕明知道 陈天对自己没有那些想法 但是张淑瑶从未和男生 有过这样的接触 她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陈天的手上带着如何的炙热 那份炙热 仿佛是在炙烤着她那颗少女心 让张淑瑶有些不知所措 在她的脸上落下一片剪影 她小声地说道 我的腿 还是有点抖得厉害 陈天看着她的样子 想了想 开口见一道 还能走吗 用不用我帮你进去 抱 张淑瑶文言 小脸又是一红 她连忙摆摆手 磕磕巴巴地说道 不 不用 我还能走 就是有点腿软 我开车进院子里吧 张淑瑶退出了陈天的怀抱 这一刻 她似乎感觉身体一空 心里头也有些失落 她连忙钻进车里 将车子开进了陈天家的院子里 将大陆的房产证 直接卸下 看着整整一箱子的房产证 张淑瑶看向陈天 询问道 需要我帮您搬进去吗 陈天摇了摇头 这点东西 自己拿进去就好了 看张淑瑶这小戏胳膊小戏腿的 还是自己来吧 陈先生 方便和您交换一下微信吗 张淑瑶轻咬着嘴唇 对陈天说道 陈天掏出手机 打开自己的二维码 让张淑瑶直接添加自己 张淑瑶一边发送了家好友请求 一边开口说道 陈先生 您要是去看房子的话 一定叫我 说到这里 张淑瑶打量了一下陈天的家 拥有这么漂亮的别墅 怪不得连八亿的别墅 也没有去看得兴趣 原来不是不在意 是真的 不太看得上 得到这样的认知后 张淑瑶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充满了好奇和探寻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年轻人啊 感觉特别神秘 但是一看到他 就知道这个人 一定要这很不简单的身份 一个人身上的气质 是骗不了人的 陈天送张淑瑶离开了别墅 自己则是带着一箱子房产证 随手放在了桌子上 看着桌子上的特产 陈天再次想到了柳如烟巧笑如烟的样子 嘴角上也不由得扬起一抹糊涂 伸出手去拆开袋子 陈天看着里面包装完好的特色魔毒小吃 轻轻摇了摇头 这样脆弱的包装 可见柳如烟这一路回来的时候 都是小心翼翼地提着 就连蟹壳黄 也是完完整整的 雷沙员甚至上面还带着丝丝温热 怪不得一见面 就将特产小吃塞给了自己 想到这些 陈天的心里一阵温热 陈天拿起叉子 简单地尝了尝 味道十分不错 吃了点东西 陈天拿起了桌上的另一把车钥匙 朝着车库走去 这里面应该就是 新奖励的阿斯顿马丁了 猛地拉开车库门 就看到里面停放着一辆白色的超级跑车 在车库白驰灯的映照之下 阿斯顿马丁散发出银白色的光芒 十分耀眼 陈天看着柔和的刘县 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 真不愧是全球限量版的超级跑车 即使是安静地待在那里 仍然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魅力 陈天直接按下了车钥匙 坐进了车里 感受着车内的氛围 与此同时 柳如烟姐妹也是回到了家里 看到两道娇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柳爸柳妈对视了一眼 立刻三步并坐两步地窜了过来 笑眯眯地说道 如烟 你交男朋友了 柳如烟 爸妈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柳如烟直接扭过头 看向身旁的柳如玉 柳如玉感受到姐姐的目光 干脆将头别到了另一头 甚至轻轻吹起了口哨 虽然吹了半天 一点声响都没发出来 但是柳如玉却一点都不尴尬 硬生生地摆出一副 不关我事的模样 气得一旁的柳如烟 差点笑出声来 这个臭丫头 肯定是心怀愤闷 口不择言 在爸妈面前乱说话了 柳如烟翻了个白眼 直接伸出手 葱白一样细嫩的小手 开始揉搓柳如玉的小脸 柳如玉漂亮的脸蛋 在姐姐的故意摆弄之下 变换出各种造型 姐 我错了 柳如玉见形势不妙 立刻开口求饶道 她的脸被揉捏着 说话有些不清楚 只好不断向着姐姐 抛送可怜兮兮的小眼神 柳爸柳妈在旁边看得有点猛了 柳妈直接拉住柳如烟的小手 开口询问道 你俩别想糊弄过去 快点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刚才和谁出去吃饭了 陈天 柳如烟看爸妈一副审犯人的架势 乖巧地招了工 柳爸柳妈一听 二人对视一眼 小陈 他们自然是知道陈天的 毕竟陈天和柳如烟 从小一起玩到大 也算是知根知底的孩子 而且 打小陈天这孩子品行就好 就是家里面 想到这里 柳爸柳妈在心里叹息一声 不过家庭条件方面 倒是问题不大 毕竟他们家也不差钱 陈天家里没有大人 有他们照顾着 也是一样的 似乎是看懂了爸妈眼中的意思 柳如烟在一边大声说道 爸妈 我给你们讲 陈天哥现在可有钱了 刚才那顿饭都吃了几十万 一顿饭 几十万 听到柳如烟的话 柳爸柳妈瞬间瞪大了眼睛 柳妈一脸的不敢置信 探寻式的 看向了一边的柳如烟 柳如烟轻轻点点头 如烟说的 确实没夸张 陈天现在开的车子 都是超级跑车 在柳妈的惊呼声中 一旁的柳爸倒是脸上带笑 一脸慈祥地说道 我之前就看着孩子 精灵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雨变化龙 真不愧是自己看中的孩子 确实是有出息 不错 柳妈看着柳如烟 含羞待怯的样子 也是一瞬间明白了 她咧嘴一笑 看着大女儿说道 你这个孩子 人家请你吃了那么贵的东西 这样吧 你明天把小陈 叫到家里面吃顿饭 小青年嘛 要在一起的话 自然是要多相处 自己这个当妈的 旁边的柳如玉一听 顿时眼前一亮 杂杂呼呼地说道 这个主意好 那我也要下厨 给陈天哥亲自做饭 柳爸柳妈 听到柳如玉的话 几乎是同时扭过头 看着柳如玉 轻斥道 你凑什么热闹 明天和我们看店去 柳如玉 爸妈 我还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 我感觉 我受到了差别对待 柳如烟也觉得 老妈的提议不错 她直接拿出手机 给陈天发了个消息 你明天有没有时间 我爸妈正好不在 我给你露一手 陈天回复的速度很快 没想到 你还会烹饪啊 我记得 你当初梦想 好像不是当厨师啊 一问 柳如烟看着陈天发来的表情 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一抹微笑 笑着回答道 我的梦想是学画画 当画师 你呢 有什么梦想啊 我的梦想 当然是当插画师 陈天几乎毫不犹豫 打下了一行字 快速地发送了出去 柳如烟明显一愣 插画师 以前好像没听说 陈天对画画有什么兴趣啊 下一刻 柳如烟大脑里灵光一闪 瞬间明白了 陈天是在开车 这车速 差点闪了他的老腰 这个坏陈天 看着正正经经的 没想到还是老司机 柳如烟越想越气 直接给陈天 回复了一张张牙舞爪的图片 回复完之后 柳如烟放下了手机 坐到了电脑前面 毕竟这还是自己第一次 在家里做饭给陈天吃 得提前准备个菜单才是 柳如烟拿出一张A4纸 开始在网上查起菜单来 柳妈进来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写得差不多 刚好凑近了看了看 看着密密麻麻的菜品 柳妈的额头上 瞬间出现三条黑线 这 全都是一道道硬菜 即使是柳妈自己 也不敢保证 这菜单上的菜品 自己都会做 柳烟啊 这些 你都会做吗 柳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询问道 柳如烟一脸的轻松 看着老妈笑了笑 回答道 网上不都有菜谱吗 这有什么好难的 自己照着 做就是了 听到了女儿的话 柳妈不说话了 忧心忡忡地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看着靠在床头上看书的老公 柳妈直接开口说道 老柳 这可怎么办 你闺女这一出手 还不把人家小陈下走了 黑乎乎的东西一出来 怕是M 柳妈说到这里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这也要怪自己 自己家的两个女儿 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打小就宠得不得了 从来没在厨艺上面 特意教过他们 这两个女儿的厨艺 还处于只会做泡面的阶段 结果自家大女儿一出手 就是要做一桌子硬菜 这不是鸡蛋壳石头 请等着露窃嘛 柳爸倒是一副不操心的模样 他伸出手揽住柳妈的肩膀 笑着说道 而孙自有儿孙福 你就不要担心那么多了 再说了 没准闺女真的深藏不露呢 深藏不露 柳妈的鼻腔里 发出一声冷哼 忍不住吐槽道 主个方便面都费劲的人 现在还想给人家做饭 这不扯呢 此时的陈天已经放下了手机 他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 准备去按摩房里 享受一下按摩机 在偌大的按摩室里 陈天选择了一台按摩椅 刚坐下 立刻感到了一丝不适 这个座椅 似乎是有点硬啊 就在陈天这个想法升起的时候 忽然 他的眼前闪起光幕 检测到主人对按摩机不满意 按摩机自动升级 并贡献主人神级按摩技术 看着家给出的回馈 陈天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无奈的笑容 这个补偿 有点奇怪啊 他要这个神级按摩术 有啥用 还能自己 给自己按摩不成 就在陈天在心里吐槽的时候 按摩机已经完成了升级 随着升级的完成 陈天顿时感觉到一股舒适 柔软的触感 将他的身体完全包围 不仅是如此 按摩椅还自动调整到了 零重力模式 舒服的陈天 顿时心中舒坦 舒舒服服地享受了 半个小时的按摩后 陈天也有了些困意 便上楼去休息了 第二天 陈天睡到了自然醒 他走到窗前 按下了遥控器 窗帘自动地打开 一时间满是充满了阳光 陈天闭上眼睛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只觉得一阵舒爽 感受着今天的好天气 陈天走到卫生间洗漱了一番 看着镜中的自己 似乎又变帅了一点 简单地吃了一点早餐 陈天准备出发 去往柳如烟的家里 他看了看家里面的东西 准备挑选一个瓷瓶 作为礼物带过去 一道光幕闪过 检测到主人 带家里面瓷瓶做礼物 家感觉很欣慰 主动贡献价值三亿的 鬼谷下山瓷瓶 这都可以 陈天顿时一乐 他拿起鬼谷下山瓶看了看 一股古朴的气息 直扑面门来 看着价值连城的古瓶 陈天也是感觉一阵惊奇 轻轻将它放回了原处 准备好了一切 陈天走去了车库 钻进了阿斯顿马丁里 今天出门 正好试一试着车子的性能 陈天按下一键启动 瞬间 阿斯顿马丁 就像是苏醒的巨兽一般 露出了霸气的一面 感受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和音浪声 陈天感觉全身的血液 都跟着燃烧起来 他在这一刻才深刻理解到 什么叫做静若厨子 动若脱土 陈天感觉自己 只是轻轻一点油门 车子就像是猎豹一般 冲了出去 享受着顶级跑车的性能 陈天一时间心血来潮 放下了车窗 一只手操作着方向盘 陈天的左手伸出了车窗 迎着风虚握着 像是在感受着什么 二十脉是A 四十脉是B 六十脉是C 陈天一边喃喃自语着 一边在心里略感遗憾 可是现在是在市区 不能感受一下地是什么触感 路上的车子 看到了阿斯顿马丁 瞬间选择了避让 而且待遇 明显比之前开法拉利812时 好了太多 毕竟这么一辆阿斯顿马丁 可以买九辆十辆法拉利了 很快 陈天就赶到了柳如烟家楼下 陈天上楼按响门铃的时候 就听到门里 传来一声迷迷糊糊的来了 很快 大门就被打开 柳如烟轻轻揉着眼睛 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说道 你起得好早啊 快进来 陈天点点头 她的视线在柳如烟的身上 打亮了一番 这个丫头还穿着皮卡丘的睡衣 估计是被陈天的门铃声吵醒的 嫩黄色的卡通睡衣 穿在柳如烟身上 更显得她的肌肤白皙透亮 睡衣的帽子上 有一对皮卡丘的耳朵 遮住了柳如烟的头发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娇俏可爱 尤其是皮卡丘的大眼睛 被柳如烟称得鼓鼓囊囊 看起来非常精神的模样 很是可爱 也不知道上门来带点什么 我就随便买了点 说着 陈天将自己带来的东西 递到了柳如烟的手上 柳如烟一只手接过 轻斥道 大家都这么熟了 还带什么礼物啊 这么客气干什么 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但是看到陈天拿来的花瓶 十分漂亮 也是眼前一亮 放在了桌子上摆好 柳如烟从茶几上 拿起平板电脑 塞到了陈天的手里 笑呵呵地说道 先给你平板玩着 我去换衣服 陈天打开了平板上面的 一个小游戏 忽然看到屏幕上 跳出来一条微信信息 看着上面的内容 陈天大声地喊道 如烟 微信上有人找你 我要不要帮你回 柳如烟还在换衣服 她的声音从房间里面 传了出来 说什么啦 陈天回忆着信息的内容 一脸疑惑地回答道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问医疗用品的吧 说他们店里面 新上货了卫生棉条 很好用 问你需不需要 卫生棉条 刚刚换好衣服的柳如烟一听 瞬间瞪大了眼睛 脸颊上也是一阵红韵生疼 这么隐私的事 怎么叫陈天看见了呀 这也太让人害羞了吧 想到这里 柳如烟赶紧跑了出来 没收了平板 陈天看着柳如烟的样子 顿时明白了 是卫生巾那个卫生棉条吗 看着一脸 我学会抢达模样的陈天 柳如烟直接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真是个超级直男 这都能猜到医疗用品 怪不得是个单身 陈天则是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毕竟这些 他怎么可能会懂 我看啊 我给你播放的钢铁侠吧 柳如烟坏笑着 看向陈天 打开了电视 说完 柳如烟放下遥控器 走到了厨房里 给陈天洗了一些水果端了出来 你先吃着 我去做饭 听说柳如烟要给自己做饭 陈天一挑眉 笑着说道 行 那我就等您的大做了 柳如烟气势昂扬地走进了厨房 陈天也乐得自在 一边吃着水果 一边看着电视 一会之后 陈天忽然听到 厨房里传出蛙的一声尖叫 是柳如烟的声音 陈天眉头一皱 连忙跑进了厨房里 刚一走进去 就看见柳如烟正在炸东西 应该是没有瀝干水分 陈天进来的时候 还在油花四溅 柳如烟应该是被油崩到了 正一只手捏着耳朵 一脸迷惑地盯着油锅 陈天扭过头 看着柳如烟粉色的小耳垂 觉得异常可爱 现在的柳如烟 整个人都被可爱包裹着 看得陈天嘴角微微上扬 柳如烟看到陈天走进来 连忙逞强似地说道 没事 你出去吧 我可以 可以 陈天细血地看着柳如烟 双手交叉盘在胸口处 一副准备看戏的模样 柳如烟朝着陈天做了一个鬼脸 他拉开橱柜 竟然掏出了头套 手套和袖套 明显是早就做好了准备 看着柳如烟熟悉地套上了工具 再看看那个抢银行劫匪同款的头套 陈天顿时笑出声来 他的大手捂着肚子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个丫头 这是要做饭 还是要释放生化武器啊 柳如烟看陈天笑自己 他嘟了嘟嘴巴 十分励志地说道 你出去就好 你别看我这样 只要我戴上装备 我还是很能干的 不就是炸个东西吗 有了装备 自己绝对是信手拈来 陈天看着柳如烟 信心满满的样子 能干 怎么个能干法 随后他一脸无奈地摇摇头 说道 得得得 还是我来吧 这丫头的装备是齐全了 但是这么搞下去 恐怕厨房都要不保了 柳如烟听到陈天的话 一脸不相信地说道 你这肯定都顾着赚钱了 还会做饭 你不会是打算 给我泡面吧 陈天看柳如烟 还有点负予抵抗的样子 直接双手 把这柳如烟的胳膊 给他抱了出去 然后关上了厨房的门 柳如烟只觉得身体一清 随后人已经站在了厨房门口 看着面前已经锁上的门 有些气不过地跺了跺脚 哼 看你能做出什么了 柳如烟坐到了沙发上 就听到厨房里 响起了非常密集的切菜声音 哒哒哒的声音非常密集 可以想象 厨房里的人 切菜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柳如烟听着厨房里的声音 瞬间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惊骇 难道说陈天真的会做饭 这个节奏 听起来就是个高手啊 柳如烟的美眸里 快速闪过了一丝期待 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 等着开饭 一会之后 厨房的门被陈天从里面打开 听到声响的柳如烟 连忙站起身来 随着厨房门的打开 一股香气瞬间打开的缝隙 不经意地飘了出来 柳如烟下意识地 深吸了两口气 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味道也太香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端着餐盘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一道道菜品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被放到了餐桌上 一时间 整个餐厅里都是菜品的香气 令人沉醉 柳如烟看着陈天 将一道道菜端出来 樱桃小口物渍张开 简直是惊为天人 陈天这菜品做的 也太厉害了一点吧 色香味俱全不说 就连摆盘都特别漂亮 为了颜色的搭配 陈天还雕刻了一些装饰物出来 摆放在盘子的外侧 看起来精致蹊跷 十分漂亮 柳如烟拿起一朵粉色的小花 这才发现 原来是用心里美萝卜雕刻出来的 当真是唯妙唯笑 光是闻着各色菜式的香味 柳如烟就觉得嘴巴里口水直流 一双漂亮的毛子 就像是长在了美食上 一下也不舍得移开 看着柳如烟这副小蝉猫的样子 陈天淡淡一笑 对着柳如烟柔声说道 饿了吧 可以开饭了 米饭她早就梦好了 随时都可以开饭 好嘞 你先坐 我去拿筷子 柳如烟十分高兴 蹦蹦跳跳地跑去拿筷子 陈天看着一颤一颤的 眼神也是跟着上下颤动 她的心里忍不住赞叹一声 真不愧是波涛汹涌 很有气势啊 柳如烟急急忙忙去拿筷子 她忽然间想到 陈天刚才做饭那么辛苦 肯定是渴了 便想着给陈天倒杯水 结果端着水往回走的时候 完全没有注意到脚下有水渍 瞬间脚下一滑 好在柳如烟还算灵活 连忙站好的姿势 但还是扭了一下脚踝 柳如烟只觉得脚腕一阵刺痛 发出一道 带着些许痛苦的倒吸凉气声 因为疼痛 柳如烟手里的水也是 倾洒出来 洒在了 她的灰色紧身裤上面 陈天看见柳如烟站在那里 漂亮的脸颊上 带着一丝痛苦 赶紧走了过来 扶着她的双肩 往旁边椅子上带 坐下的时候 柳如烟一个不小心 撞了陈天一下 这么一撞 柳如烟的小脸 瞬间红了起来 陈天光顾着照看柳如烟 生怕她再次受到二次伤害 完全没在意她红起来的小脸 但是柳如烟知道 自己刚才 雄撞在了陈天手肘上 确定柳如烟坐好后 陈天直接坐在了柳如烟对面的地板上 从她的这个位置看过去 就能看到柳如烟鲜长的眉腿 不得不说 柳如烟的腿 真的是又直又长 陈天这样看着 忽然眸色一身 她看向柳如烟大腿的眼睛 就像是 带着透视功能一般 仿佛看到了里面白到发光的春色 缓缓地收回了思绪 陈天直接将柳如烟的长腿捉了过来 这样的举动 直接将柳如烟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就想要抽回来 陈天看了她一眼 不容置会地说道 别动 说完 陈天看着小脸通红的柳如烟 叹了口气 放缓了语气解释道 崴脚了吧 我先给你按摩一下 要不一会要肿吗 陈天一边说着 一边脱去柳如烟的鞋袜 轻轻地帮她按摩起来脚踝 柳如烟只觉得脑袋里一片空白 整个人像是石化一般 愣在那里一动不敢动 毕竟 还从来没有男生碰过她的腿呢 陈天从茶几下面找出个小药箱 从里面拿出来应急冰袋 给柳如烟敷着 一边按摩起来 死 柳如烟轻似出声 娇称地说道 疼 陈天你轻一点好吗 轻一点 陈天无奈地撇了撇嘴 耐着性子安慰道 一下疼完就好了 要不然还得一直疼 柳如烟知道 陈天也是为了她好 只好点点头 尽量让自己不叫出声来 但是女孩子 对于疼痛还是非常敏感的 柳如烟还是时不时地 发出一声青丝声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俏丽的身影 出现在柳如烟的门外 正是柳如玉 柳如玉的手里 拎着一兜大个鲍鱼回来 嘟囔着说道 老妈真是的 就叫我回来送东西 也不让我在家里吃 我怕不是冲花费送的 一边嘟囔着 柳如玉掏出了钥匙 打开了家门 大门刚刚拉开一条缝 柳如玉就清楚地 听到了青丝声 那声音 真是老姐柳如烟的 一听到老姐 发出奇怪的声音 柳如玉立刻伸出头 朝着客厅的沙发方向看去 从柳如玉的角度看过去 正好看到陈天歌 坐在地上 抓着老姐的腿 脑袋的位置 还不言而喻 并且老姐还有青丝声 柳如玉 瞬间瞪大了眼睛 她轻轻一开了视线 就看到了 散落在地面上的纸巾 还有老姐的裤子 好像是有点湿了 这这这 一时间柳如玉想到了什么 翘脸瞬间一红 她压的一声 连声说道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看到 连着说了几遍后 小丫头才像是反应了过来 直接摔门出 只留下家里面的柳如烟 和陈天 大眼瞪小眼 柳如烟看着紧闭的大门 再看看自己 和陈天的暧昧姿势 瞬间也是明白了 如玉 如玉 柳如烟朝着大门的方向 喊了几声 都听不到任何回复 知道 小丫头应该是 已经跑下楼了 呼 柳如烟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看向陈天说道 你说 如玉 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陈天看着柳如烟 眨了眨眼睛 说道 你说呢 柳如烟 这可怎么办 小丫头跑得那么快 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这倒好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肯定是越抹越黑啊 想到这里 柳如烟也是一阵无语 轻轻抚上了自己的额头 陈天道 是没想那么多 继续尽职尽责地 给柳如烟按摩着 一会之后 陈天看着柳如烟 淡淡地说道 好了 你起来感受一下吧 柳如烟闻言 尝试着站起身来 不过 有刚才痛苦的记忆 脚腕还不是很敢用力 小心地活动了一下 柳如烟这才发现 自己的脚腕 真的是好多了 再加上柳如烟 一直有练习瑜伽 身体还是很柔软的 所以之前那一下 崴得并不重 经过陈天的治疗后 只剩下一点点的痛感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陈天去卫生间洗了个手 他坐回了餐桌上 看向柳如烟说道 过来吃点东西吧 这些菜还是趁热吃 比较好 柳如烟也坐回了椅子上 看着桌上的美食 快速地吸了吸鼻子 笑眯眯地说道 好香啊 陈天看着柳如烟 指着桌上的菜品说道 也不知道你这几年 在魔独生活 饮食习惯有没有变化 尝尝看 陈天记得 以前的柳如烟 最喜欢吃鱼了 便夹了一大筷子鱼肉 到柳如烟的碗里 阿姨买的青江鱼挺新鲜 我就给你做成清蒸鱼了 你尝尝看 柳如烟乖巧地点点头 轻轻夹起鱼肉 放进了嘴里 一股鱼肉的鲜味 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 而是尝不到一丝鱼腥气 鱼肉不仅仅是有嚼劲 还特别鲜美 这样的滋味 让柳如烟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他看向陈天 一脸震惊地说道 这个鱼蒸得好好吃 而且时间刚刚好 特别鲜 有时候 这样简单的家常菜 更考验一个人的手艺 什么品种的鱼 要蒸多少时间 都需要卡得刚刚好 柳如烟一脸惊奇地看着陈天 好奇地问道 你现在可以啊 居然手艺这么好 刚吃一口就夸我 有点早吧 陈天给柳如烟加了些其他的菜 都尝尝看 说着话 陈天非常熟练地包起虾来 这是油焖大虾 上面满是炒制出来的红油 十分鲜亮好看 陈天知道这些女孩子 最是不喜欢包虾 也知道柳如烟不爱吃虾头 便自己包了起来 也就是几秒的功夫 一个完整的大虾人 就出现在了柳如烟的碗里 看到陈天居然这么细心 柳如烟的毛子里 闪过了一丝暖意 他轻轻夹起虾仁 发现虾肉仅是弹牙 而且那种鲜美中 带着一丝甜意的滋味 确实是让人食指大动 柳如烟一边吃 一边观察着陈天做出来的美食 他发现 陈天的刀工真的很棒 切出来的菜粗细几乎一模一样 就像是拿刀凉过一样 柳如烟胃口大开 比平时硬是多吃了半碗饭 不行了 我要是再吃 就要撑死了 柳如烟整个人摊在椅子上 双手投降式地举了举 只怪陈天的手艺太好 让他一吃根本停不下来 原本还想着要控制体重 结果吃到后面 完全忘了这回事 陈天坐在位置上 看着柳如烟懒洋洋的样子 顿时一乐 说道 想减肥 那还不容易 说完 陈天的目光 就在柳如烟完美的身材上打量着 他看得很是坦荡 丝毫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柳如烟只觉得陈天的视线 就像是带着火焰似的 灼烧得他有点不自在 干嘛 你这眼神 怎么给我一种不好的感觉 你想干什么 柳如烟轻咳一声 做正了身体 扳起脸来瞪着陈天 可惜他长得好看 这样的动作做出来 就像是一只强装老虎的小猫咪 说不出的可爱 要不是两个人之间隔着桌子 陈天都想伸出手 帮着柳如烟里一里头发 顺一顺小猫咪的毛 陈天一乐 轻轻摇了摇头 这看工具人的目光 能好吗 走 跟我去买东西吧 正好你在 可以帮着我选点东西 陈天说道 他已经站了起来 朝着柳如烟发出邀约 柳如烟听到陈天说要买东西 也是站了起来 点点头硬道 行 我去换个衣服 正好出去逛逛街 可以消耗一下多余的脂肪 柳如烟回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 他似乎是怕陈天无聊 冲着客厅的方向大声问道 陈天 你都要买什么呀 柳如烟是想着 看看陈天要买什么 自己也可以给他推荐一下商场 直接来个一站式购物 陈天想了想 很随意地回答道 去看看吧 我还要给我表妹买点东西 毕竟她也在精灵上大学 然后再给你买点 这么漂亮的工具人 不利用一下 可是太浪费资源了 再说了 自己好歹收了人家的特产 也得有所回报不是 柳如烟在房间里 听到了陈天的话 连忙伸出头来 十分严肃地说道 我可不要啊 真的真的 虽然现在陈天有钱了 但是那也是陈天辛辛苦苦赚来的 自己可不是拜金女 自然不能乱花 看着柳如烟的模样 陈天直接大胯步走过去 一把拉住她的手 朝着外面走去 心里暗暗想着 这个小工具人 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 柳如烟任由陈天拉着 两个人一千一厚地下了楼 静止朝着阿斯顿马丁走去 看着眼前的阿斯顿马丁 柳如烟瞬间瞪大了眼睛 翘脸上写满了震惊 陈天居然又换车了 而且面前的这辆超级跑车 看起来更加漂亮 白色的车漆在阳光的映射下 发散着盈盈的光芒 柳如烟的美眸 不断打量着面前的车子 她明显地感觉到 这车比之前的法拉利好得多 虽然她不是很懂车 但是也感觉得出来 她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 陈天之前开的法拉利812 也要500多万呢 这么说来的话 这辆车子的价格更高 想到这里 柳如烟不由得一阵扎舌 现在的陈天 确实不一样了 就在柳如烟胡思乱想的时候 坐在车里的陈天 按动了喇叭 催促着柳如烟上车 柳如烟这才坐进车里 一坐进来 就被眼前奢华的内饰给震惊到了 内饰采用的是黑红色的壮色内饰 看起来霸气之中 透着一股高调 真正的顶级豪车 除了使用顶级的材质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一切化繁为简 却依然逼格满满 柳如烟拿出手机 拍照搜索了一下 才知道 这是阿斯顿马丁 万十一超级跑车 这是全球限量款 发售价格为四千五百万 而且 这还只是官方的标价 并不算豪车税等一切费用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报价 柳如烟的小嘴 瞬间张得很大 五千多万的一辆车 这也太土豪了吧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他安静地开着车 朝着目的地而去 就在二人出发没有多久 一道俏丽的身影 出现在了柳如烟家门外 正是悄悄摸回来的柳如玉 柳如玉的毛子里 闪动着八卦的神色 小心翼翼地 将头靠在门上 仔细地听着 不过他听了好半天 都发现没有什么声音传出来 柳如玉轻轻蹴了蹴眉 他直接敲了敲门 也不见屋里有任何回音 难道说 家里没人 还是说 两个人转站房间了 柳如玉一边乱想着 一边掏出钥匙 打开了房间门 小丫头敲咪咪地走了进来 像是小贼一样 压低了声音在家里喊道 姐 陈天哥 你们在哪呢 柳如玉在家里找了半天 这才发现 姐姐和陈天两个人 已经走了 走到阳台的时候 柳如玉就看到了 那条湿了的裤子 在阳台挂着 脸猛地红了起来 没想到 姐姐和陈天哥 都这么开放的吗 与此同时 陈天开着车带着柳如烟 来到了精灵世纪城 世纪城的人流量 还是很大的 不少来这里 逛街的路人 都看到了白色的阿斯顿马丁 这样的顶级跑车 刚一现身 立刻引来了 所有人的注目力 不少路人 甚至直接走到了路边 一双眼睛死死地 盯在阿斯顿马丁上 不愿意错过一秒 很有一些人掏出了手机 不断地拍着手机和视频 毕竟这样的顶级豪车 难得一见 拍个照片和视频线 这样的照片和视频 要是发在了社交平台 或者朋友圈里 点赞还不点报它 一些发烧友 更是双眼发亮 在路边小声地一轮起来 好家伙 没想到出门逛的街 就看到了阿斯顿马丁 万七七 这车子买下来 要五千多万呢 这位车主 绝对是个超级土豪 真是没想到 咱们精灵居然也能看到 这样的顶级跑车 像这样等级的 全球限量跑车 就算是魔都这样的大城市 也难得一见呢 看看这炫酷的造型 真不愧是阿斯顿马丁 这可是纯手工的车身 要比那些机械 制造出来的车身 饱满度更好 色彩也更好 可惜了 这里是城市 街道都有限速 否则真的开起来 就凭人家7.3L V12的发动机 分分钟交其他车主做人 陈天和柳如烟坐在车里 并不知道路人们的议论和羡慕 两个人直接开着车 停到了路边上 两个人下了车 直接走进了商场里 陈天走到只是排前面 看了一下奢侈品店的位置 便带着柳如烟 朝着楼上走去 你很久没在精灵逛街了吧 这种大牌也是很齐全的 二人坐着电梯 陈天对着柳如烟 笑呵呵地说道 柳如烟斜着眼睛 腻着陈天 坏笑着问道 行啊 你这么了解 看来 你这几年 没少带着妹子逛街吧 要不然 一个钢铁大直男 怎么可能对品牌这么了解 陈天直接翻了个白眼 这个臭丫头 又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 要是真的天天带妹子出来玩 还用得着母胎单身这么多年吗 两个人你来我往的 很快就来到了奢侈品区 柳如烟看着面前的众多奢侈品牌 也是冷了一下 他家里的条件说起来 还是比较不错 算得上很富裕的那一种 但是家里 对于两个女儿的管教 也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 柳如烟虽然对这些大牌子有些了解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总共也没有逛过几次 现在看到陈天直接带着自己 来到了这个区 便开口问道 陈天 你来这边准备买什么 陈天的目光落在那些大牌子上 只觉得 这些都是自己刷钱的小工具 脸上不由地露出一抹笑容 我倒是其次 陈天一边说着 心里已经暗暗地想到 自己的家里有衣柜 要是在外面买了 岂不是家里面的衣柜要爆炸 就在这个念头 刚刚升起来的一瞬间 陈天的眼前光目一闪 检测到主人为衣柜考虑 衣柜很开心 主动贡献世界八块名表 陈天 这样都可以的吗 我只是单纯害怕你爆炸而已啊 陈天收回了思绪 他看着身边俏丽的柳如烟 只向距离他们最近的香奈店 笑呵呵地说道 我们进去 给你看看包 看包 柳如烟美眸微瞪 香奈的门店 采用的是整体的落地窗设计 从外面就能看到 那些柜台上包包的价格 看着动辄五六位数字的价格 柳如烟明显有些犹豫 自己倒是有一些存款 但是用来买这些奢侈品 是不是有点不好 陈天看着柳如烟的样子 轻轻摇摇头 正准备拉着他走进去的时候 便听到旁边传来了一道女声 哟 这不是柳如烟吗 怎么在人家店外面看着呀 进去逛逛呗 这道女声并不难听 但是说话的语气 带着一股阴阳怪气 怎么听怎么别扭 陈天和柳如烟同时一皱眉 两个人循着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 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女孩 拉着一个中年男人的手过来了 那个女生端着个架子 头颅微微扬起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来 她的目光在柳如烟的身上扫来扫去 目光之中的不屑 犹如食指一般倾泻出来 柳如烟表情淡淡地看着面前的女生 她叫做杨运 算是自己的一个老同学 虽然他们都是好几年不见了 但是意外地遇在一起 柳如烟却着实高兴不起来 这个杨运和柳如烟根本玩不到一起去 倒不是柳如烟挑剔 实在是因为这个女生有点太做作 太虚荣了 柳如烟记得很清楚 这个杨运家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 高中的时候 还是靠着贫困生补助 才勉强读下来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过得太苦 杨运上了大学之后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几年频频在朋友圈里炫富 尤其是这一两年 杨运只要是买个贵一点的东西 必然要发朋友圈 现在再看看她身边的 这位中年男人 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其实发个朋友圈 记录一下生活 倒是没什么不好的 柳如烟也没有任何看法 更不会去嫉妒 感觉好就点点赞 感觉不好就是不关以高高挂起 就好 不去搭理不就行了 但是杨运和别人不一样 她不只是发朋友圈 还要顺带着 将他们全都艾T上一遍 刚开始这些同学还点点赞 但是后面就感觉出一点不对未来 这是在他们的身上 培养优越感的事吗 真的以为买了一点奢侈品 自己就变得多么高贵了 有时候在朋友圈说话的时候 还要故意地踩低他们一下 实在是让人太恶心了 甚至看到其他女生发的图片 还要对人家的衣服饰品包包 做一番品评 顺便提一提她刚买的新款 哪怕是隔着屏幕 众人也感觉到了满满的优越感 想到杨运的种种 柳如烟甚至连和对方说话的想法都没有 只想敷衍一下 赶紧离开才好 随着两人的走近 中年男人的目光落在了柳如烟的身上 不断地打着转 这个女孩子 不论是身材 长相 亦或是身上的气质 都是最极品的那一种 尤其是那一双大长腿 又直又长 看得中年男人的眼睛 都快要凸出来了 这样的一双腿 简直是天生的炮架 中年男人越看越觉得心里痒痒 他静止走到柳如烟的面前 装出一副儒雅的样子 笑呵呵地说道 你是洋运同学吧 我是维扬公司的总经理孙毅 这是我的名片 你要是以后实习或者找工作 都可以找我 言下之意 已经不言而喻 尤其是眼睛里的贪婪的欲望 看得柳如烟十分不舒服 柳如烟轻轻朝后退开一些 表情冷淡地回答道 不需要 自己好歹也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需要这样换取工作 看不起谁呢 这是 中年男人也没有想到 柳如烟居然这样直接地就拒绝了自己 让自己吃了瘪 不过他看了看柳如烟身边的陈天 倒是有些理解柳如烟的心情 原来是和自己的男朋友 一起过来逛街的 看着陈天帅气的脸 还有一米八几的绝好身材 中年男人发出一声冷哼 哼哼 还真是太年轻了 爱情有什么用 哪里有钱实在 想到这里 中年男人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屑 叹气说道 大好年华 何必受穷挨饿呢 对自己好一点不好吗 等到过两年青春不在 你就知道 面包可以爱情靠谱多了 一边说着话 中年男人带着杨韵 朝香奈儿店里走去 临走还要撂下一句 还是太年轻 没有吃过社会的苦 这一身的棱角 还没有磨品 杨韵的手臂 搭在中年男人的臂弯里 嘴角上挂着冷笑 说道 来都来了 还在门口站着干什么 进来呗 老在外面看着多不好 还可能打扰人家做生意 没想到 这么几年过去了 这些老同学 却一点等级都没有提升 和自己这样的高质量女性比起来 差得不要太远 柳如烟一听 立刻就不乐意了 刚准备发火的时候 就被陈天的大手拉住了 陈天淡淡一笑 对着柳如烟说道 和他计较什么 走 咱们进去 走到中年男人和杨韵身边的时候 陈天转过头去 煞有介事地打量了一下二人 笑眯眯地说道 没想到 你这同学和他爹的关系 居然这么好 杨韵 你才和你爹关系好吗 这是我男朋友 中年男人 你才是他爹呢 我看着有那么老 这是说的什么话 柳如烟将陈天的话 听得清清楚楚 捂着嘴巴偷偷地笑着 这个陈天 说的话真损 但是 他怎么就这么爱听呢 杨韵和孙毅进了店之后 为了显示出自己的高贵身份 静止走到了新品区 看着春季刚刚发售的新款包包 看着面前精致的包包 杨韵的眼睛 都跟着亮了起来 这个包 好漂亮啊 而且因为是新款 背出去肯定不会撞包 还贼有面子 杨韵越看越喜欢 旁边的导购小姐看着他 笑着介绍道 女士的品位真好 这个包是今年春季的限量款 人气特别高 多少钱 杨韵一听 眼睛里更是一亮 拿在手里不断地比量着 导购小姐看着他 十分礼貌地答复道 二十九万九千八 听到这个价格 旁边的孙毅明显愣了一下 这么贵 还说人气特别高 这根本就是气人啊 杨韵倒是激动得不行 自己还没拥有过 这么贵的包包呢 他真的很想要啊 想到这里 杨韵抱着孙毅的手臂 更紧了一些 发嗲着说道 人家想要这个吗 为了能拿下这个包 杨韵不断地用熊 蹭着孙毅的手臂 时不时地还要轻摇一下 要是买了这个包 自己就可以真正将柳如烟 比下去了 哼 你长得漂亮 家庭也好 学习成绩更是名列前谋 但是那又怎么样 我买得起你买不起的包 在现实面前 你就要低头 孙毅能猜到杨韵的想法 他的嘴角抽了抽 明显不愿意出这个鞋 这么多钱 他和杨韵一起这么久 也没有花这么多钱 他一年虽然挣得多 有一百多万 但是这么贵的包 他自己还舍不得用呢 怎么可能买给一个女人 还是让他出去炫耀 孙毅一边想着 他一手拉住杨韵 一手接过他手中的限量版包包 说道 我看这个包的颜色有点暗 有点老气 不太适合你 毕竟在社会里混了这么多年 糊弄个还没出社会的大学生 还不容易吗 旁边的导购听到孙毅的话 立刻见缝插针地说道 这是今天刚到的款 还有一款白色会显得年轻一点 这种的限量款 出售的提成也会多一些 所以导购也希望早点成交 杨韵明显有点高兴 刚想叫导购拿出来给自己看一下 就听到孙毅打断了他的话 我觉得这个包不太适合你 我们再去看看别的 昨天杨韵伺候得不错 他才同意带他出来买个包作为奖励 几万块钱的还可以接受 这种价格的想都不要想 孙毅想得很清楚 自己有钱是不假 但是绝对不会都砸在女人的身上 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陈天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看着那只放在一边的限量款包包 问道 你们买不买 原本孙毅和杨韵还在内斗着 但是一听陈天的话 立刻就矛头一致对外 怒视着他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不买 你还买得起 这可是三十万一只的限量新款 一个穷大学生 怎么可能买得起 孙毅看着陈天帅气的脸 冷笑着赤道 就是一个穷比学生 在这里充什么大款 还买名牌包呢 快看看自己的饭卡 有没有今天晚上的饭钱再说吧 跟自己这样经济实力的人比有钱 那不是做死吗 陈天听着他们的话 差点被气笑了 他还用装大款 这么便宜都买不起 还包大学生 穷比 又穷又不老实 陈天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这样的一对狗男女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男的物质化女性 女的不自爱 这样的一对在一起 还真是般配呢 陈天的几句话 把孙毅骂得抓狂 要不是这里是奢侈品店 他恨不得当场和陈天打起来 什么玩意 一个破大学生 还嫌弃他没钱 孙毅恶狠狠地看着陈天 他倒是要看一看 这个包 他买不买得起 导购听着陈天的话 看着他挺拔帅气的模样 眼中快速地闪过了一丝惊艳 先生 您要这款吗 陈天点了点头 就听到导购十分高兴地说道 好的 您要这只黑色的 还是白色 我们的库房里 还有另一只白色款 陈天看了看手中的包包 对着导购笑呵呵地说道 自然是全都要 两只都给我包起来吧 一买就是两只 孙毅和杨韵又气又恼 这不就是故意表演 给自己二人看的吗 他们不相信陈天有钱富账 干脆就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就等着看陈天的笑话 陈天当然知道 这两个人的想法 冷笑着说道 两只包包不过六十万而已 这点钱都没有 来什么奢侈品店 一边说着 陈天已经递出了银行卡 对导购说道 先刷卡 其他的东西 一会再算 导购小姐笑着接过卡 对于陈天的印象 简直好到爆 看看人家这男朋友 长得帅 身材好 还这么有钱 嘖嘖嘖 真是叫人眼馋啊 在孙毅和杨韵的注视下 交易已经完成 检测到宿主 刚消费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元 触发十倍反例技能 反例五百九十九万六千 看到平调的出现 孙毅和杨韵琪琪 倒吸了一口凉气 瞪大了眼睛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脸的不可置信 现在的大学生 都已经这么有钱了吗 六十万就买了两只包 年纪轻轻就这么有实力 也太厉害了吧 杨韵看向陈天的眼神之中 瞬间充满了羡慕 这么年轻就这么有钱 肯定是个家世非常好的年轻人 再看看不远处的柳如烟 杨韵的心里难过极了 又是这个柳如烟 莫名其妙地又压了自己一头 不就是长得好看一点吗 居然找到了这么好的男朋友 肯定是 使了什么狐妹子的法子 要不然 就是个顶级率查表 否则 怎么可能骗到这么好的男生 就在孙毅和杨韵的脸色 一阵红一阵白的时候 陈天接过了包包和银行卡 走到了柳如烟的身边 笑呵呵地说道 诺 送你的 柳如烟接过来一看 也是冷了一下 两只相同款的包包 陈天低沉一笑 低音泡一般的声音 在柳如烟的耳边扫过 两个颜色 可以换着杯 再不行 你可以送一只给如玉吗 陈天的心情不错 不仅找到了漂亮的工具人 来买东西 还碰到两个捧人的 真是够有意思的 不过这对于陈天来说 不过就是一个小插曲 很快就被抛在了脑后 陈天在店里面转着 他看着那些包包 每一个都很适合柳如烟 没办法 谁叫柳如烟天生励志 气质更是出众 这些包包也就是勉强配得上他 这几只 也给我包起来吧 陈天随便地点指着 后面的导购赶紧上前 给陈天打包 陈天走到了旁边的饰品柜台前面 又挑了几条十分精致的手链 一个导购已经不够用 旁边的另一位导购连忙走上前来 帮着一起打包 这些物品的单价都不低 随便加一下 就已经价值上百万 陈天倒是魂不在意 他甚至连价格都没问 直接就把银行卡递了上去 对于陈天来说 他巴不得这些东西贵一点 不要耽误自己刷钱呢 导购员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只剩下无尽的崇拜 他双手恭敬地接过银行卡 刷过卡后 将卡和小票一起还给了陈天 检测到宿主刚消费66万 触发十倍反力技能 反力660万 陈天看着眼前闪出的光幕 还算是满意的点点头 还算可以 不过还能努努力 杨韵和孙毅在旁边看着 尤其是看到陈天毫不在意的神色 顿时没有话说了 他们感觉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 狠狠地扇了他们几个耳光似的 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 这个年轻人 绝对不仅是普通富二代 就算是一般的富二代 也绝对接受不了这么糟啊 还有什么要买的吗 陈天走到柳如烟面前站定 后者看着陈天的一大堆战利品 用力地摇了摇头 这么多东西 他们两个一会拿着都费劲 陈天一边在心里计算着反力 一边准备带着柳如烟离开 就听到身后的导购 急匆匆地追了上来 说道 先生 您稍等一下 您的保修卡都没有带 这是他们全球通过的保修卡 无论是皮具还是饰品 坏的都是可以修的 陈天看着导购手里的保修卡 直接摇摇头 说道 不用了 坏了直接再买新的就好了 就是一些包包罢了 还用得着保修卡 陈天说的声音不大 但是周围的众人都清清楚楚 众人的脸上瞬间写满了震撼 好家伙 看看人家这话说的 多么霸道 坏了就换 没有必要修 这可是全球顶级的奢侈品 随便的一个东西 都要上四位数 五位数的 如此贵重的物品 坏了就扔了 泽泽 这么霸气的话 是多少女孩子 心心念念的难有力啊 一时间 众人看向柳如烟的目光里 全是极度羡慕恨 这才是人人都渴望的男朋友 这妹子 太有福气了 在所有人极度羡慕的视线之中 陈天带着柳如烟 走出了香那店铺 看看手里新买的包包 再看看柳如烟身上的衣服 陈天的心里有了一些计较 再去其他店 给柳如烟买一些用得上的东西吧 说着话 陈天开始带着柳如烟 正式开启了今天的买买买之路 他们旁边 就是一家LV的门店 导购小姐一看到陈天手里的大包小包 眼睛里面快速闪过了一丝诧异和震惊 下一刻 他们连忙恭敬地迎了上来 对着陈天和柳如烟 十分恭敬地说道 两位您好 甚至有导购十分贴心地走上前 接过陈天手里的购物袋 以方便他继续浏览 陈天在新品的女装区域看了看 看着今年的设计都不错 便伸出手指着其中几套点了点 柳如烟看到陈天的动作 不由地捂着嘴巴笑了出来 说道 果然是直男 就这几套不好看 你还给挑出来了 陈天文言顿时眉头一挑 对着身后的导购吩咐道 除了刚才的那几套 其他的都要了 至于尺码 就要这位女士的号码 陈天一边说着 一边指着身边的柳如烟 对导购小姐示意 导购小姐连忙点点头 这样的大客户 肯定是要最好的服务 柳如烟在旁边听着 顿时觉得 一个头变成两个那么大 除了那几套 其他的全要了 这么算起来的话 那得多少钱啊 柳如烟刚想劝阻陈天 就看到陈天已经递出了银行卡 准备付账了 看到柳如烟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陈天眨了眨眼睛 笑眯眯地说道 LV家的包包 没什么特别好看的 就买点他家衣服和饰品吧 先生您好 您一共消费了58万 导购小姐 双手奉上了小票和银行卡 恭恭敬敬地说道 陈天接过银行卡 拿着他们的战利品 开始朝着下一家奢侈品店儿去 看着阿玛尼家的香水不错 陈天直接刷卡买了全套 套装也很是不错 又是叫导购小姐 直接包起来 陈天买得痛快 他们手里的购物袋数量 也是越买越多 看着两个年轻小情侣 这样拎着大包小包的逛街 瞬间引来了旁边众人的围观 不少路人都羡慕地看着二人 不只是羡慕人家的购买力 更是惊艳于两个人 顶级的身材和样貌 好家伙 看看人家 这街逛的 这才是人生赢家的打开方式 羡慕了 全都是奢侈品的购物袋 各种包包和衣服 这也太有钱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全是新款 奢侈品几乎不打折 新品不新品都是那么贵 有什么区别 这么有钱 长得还这么好 这是上帝的私生子待遇吧 陈天毫不在意那些路人的目光 他看向身边的柳如烟 语气温柔地问道 你还有什么要买的吗 柳如烟看着手里的这些袋子 一脸快要哭了的表情 说道 陈天 你看 咱们现在买了这么多 化妆品 衣服包包 都买了 你看他们看我的眼神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你的情人呢 你包着我呢 说到这里 柳如烟十分认真地看向陈天 语气有些哀求地说道 不买了 真的不买了 好不好 陈天 你这是什么表情 什么语气 知道的是我给你买东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蹭着你的信用卡 要诈骗呢 陈天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向柳如烟的目光中 满是恨铁不成钢 心里暗暗地想着 怎么一点工具人的觉悟 都没有呢 给你花钱 我可是能反力的啊 陈天又是一声叹息 看着柳如烟摇摇摇头 说道 让你花钱 你都不会花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柳如烟 啊 这 陈天要是这么说 自己完全没有话可以接啊 但是 他是真的不能再买了 今天 已经完全买到了 他所能承受的天花板 陈天看着柳如烟的模样 想了想 指着面前的阿玛尼店 说道 走 再进去给我表妹买个衣服 陈天心里暗暗想着 这样多少还能反力一点 自己真是个兢兢业业的赚钱人 抓紧一切有可能的机会 则则 这种为赚钱而努力的感觉 真是该死的甜美 柳如烟一副严防死守的样子 他抱紧手里的购物袋 一脸宁死不屈地说道 你去吧 我在这里等着你 柳如烟是打定了主意 死活也不能进去了 要不然 跟着陈天进了店铺大门 就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场面了 说实话 柳如烟这么多年来 还是第一次对于逛街买东西 有了一种恐惧 陈天这么买 真的是太吓人了 真的不给你买了 就是让你帮忙看看 真的是 给我表妹买 陈天无奈地 看向柳如烟 这个丫头 怎么防备心这么强呢 柳如烟摇摇了摇头 刚才她已经看出来 陈天的衣品是很好的 给表妹挑衣服 足够了 她今天买得真的足够了 坚决不能进去了 陈天无奈 只好自己走进了店里 给表妹买了几套衣服 等到出来后 陈天看着柳如烟 满是购物袋的样子 撇了撇嘴 说道 我看你也是真的不想买了 走吧 送你回去 毕竟两个人拿了这么多东西 去哪里都不方便 倒不如先回家一趟 柳如烟一听说要回家 立刻兴奋地点了点头 可可爱爱地说道 好啊好啊 陈天 现在的女孩子 真的是心思难猜啊 有的女孩子 为了个包包 连自尊都可以不要 自己的女孩子呢 她强迫着给买点东西 偏偏死活都不要 这年头 赚钱不易啊 两个人朝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感受到陈天时不时飘过来的目光 柳如烟气鼓鼓地看着她 说道 你看着我干嘛 你看看我手里 都已经拿不下了 我估计 你后备箱都不一定能放得下这么多东西 照着陈天买东西的架势 别说是开着超跑了 就是开着房车来 都容易超重 陈天看着柳如烟两腮鼓鼓的样子 只觉得特别可爱 痴痴地笑着 没事 后备箱的位置 就像是事业线 挤一挤总是有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的两道身边 已经看到了陈天二人 正是刚才的杨韵和孙毅 他们看到两人手里 拿着的众多购物袋 瞬间瞪大了眼睛 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 不是吧 他们两个这么一会 就买了这么多奢侈品 而且全都是大牌 这个陈天也太有钱了吧 买这么多东西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尤其是杨韵 看向陈天的眼神里 写满了震惊 这个陈天 简直就是个金山本沙啊 他恶狠狠地看向柳如烟 极度不已 要是自己 站在陈天的身边 那该有多好 杨韵完全没注意到 他身边的孙毅 一双眼睛 都长在柳如烟的身上 久久不愿意移开 还是有钱好啊 真正的有钱人 身边的妹子 都是真正的鸡铁 陈天和柳如烟说笑间 已经来到了 阿斯顿马丁的旁边 超跑的后备箱 都是在前车盖里面的位置 陈天打开后 朝着柳如烟招招手 让他把东西也放进来 你看 我就说放不下吧 柳如烟试了一下 看着压不下去的前车盖 无奈地说道 陈天咧嘴一笑 看向柳如烟说道 一看你就没看过短视频 人家女生购物完 不都是靠身体力量盖上的吗 说完 陈天伸出手 将柳如烟按坐在车盖上 随后用力一按 只听到咔哒一声响 后备箱已经锁上 叫你多吃点你不听 看看 车盖都压不下去 柳如烟开口打去道 不会花钱 体重也坐不下去 后备箱 柳如烟翻了一个白眼 傲娇地打开了车门 直接坐进了副驾驶 气鼓鼓地说道 哼 不合你一般见识 陈天眨眨眼睛 坏笑着说道 对 总是气鼓鼓的 容易变成小青蛙 到时候到了七夕节 只能孤独地唱着孤寡之歌 太可怜了 孤寡之歌 柳如烟听到陈天的话 一挑眉 那是什么歌 陈天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想想 青蛙不就是孤瓜的叫 孤寡老人 好啊你 又挠打去 柳如烟也被陈天逗笑了 一记小粉拳 轻飘飘地打在陈天的胸口 是个坏蛋 而不远处的杨运和孙毅 看着陈天和柳如烟 驾驶着阿斯顿马丁 离开了世纪城 更是心惊不已 那可是阿斯顿马丁啊 世界顶级的超跑 孙毅是个爱车的中年男人 他一眼就认出来 陈天驾驶的 正是全球限量的阿斯顿马丁 177 华夏也只有5个名额可以出售 5000多万的身价 也不是一般人 可以购买得起的级别 就像是中年男人 虽然看着眼馋 但是5000多万买一台跑车 把他卖了 他也没有这么多身价 但是刚才的那个年轻人 居然就是其中一辆的车主 这样的人 身份能简单的了 想到这里 孙毅就感觉 双腿一阵一阵地发软 甚至有点 想要瘫倒在地的感觉 他们刚才 居然在这样的富豪面前装憋 这可真是厕所里点灯 找死啊 人家能买得起5000多万的超级跑车 人家的条件 到底得厉害到什么地步 这样的年轻人 最起码也得是个世家子弟了 要是换作其他人 都恨不得能和这样的人交好呢 怎么可能去得罪 甚至是在人家面前装逼 如果人家真的想和他们计较的话 那么绝对是灭顶之灾 孙毅在旁边越想越生气 自己是出来陪着洋运买东西的 都是这个女人 才害得自己得罪了大佬 这样的女人 就是红颜祸水 真的留在自己身边的话 也只会给他添麻烦 想到这里 孙毅的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坚定 他看着身边同样吓傻了的洋运 直接掏出自己的包 抽出一小打百元大钞来 塞到了他怀里 这个钱你拿着吧 以后不要联系了 说完 孙毅头也不回地 朝着自己的车子走去 任由洋运在身后各种哀求和认错 也没有一丝留恋 毕竟对于孙毅来说 只要是自己有钱 洋运这样的女人 自己想要多少 就有多少 但如果对自己的事业有危险 这样的女人就是倒贴钱 自己也不能要 看着孙毅开着车离开 洋运在停车场里哭得梨花带雨 这个该死的孙毅 居然就这样离开了 他现在除了装好那些钱 确实也没什么可以做的 只能灰溜溜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陈天开着车 将柳如烟送到了楼下 自己去拿东西吧 陈天大手一挥 对着柳如烟笑着说道 柳如烟无奈地下了车 从后备箱里拿出大包小包拿着 因为东西太多不好拿 柳如烟的腋下 还夹着袋子 从后面看 和个小企鹅一样 陈天看着柳如烟可爱的样子 嘴角无法抑制地向上翘起 他转过头 在购物袋里挑着东西 随手掏出一瓶满是外文的化妆品 陈天看了看小票 笑嘻嘻地说道 这个要三万 来 夹好了 这个要二十万 我给你挂在小手指上 拿好了呀 柳如烟僵硬着身体 都快要哭出来了 他这两手拿满了名牌 要是摔了 那简直不堪设想 这个陈天也真是的 都这么多东西了 还要往上放 陈天看柳如烟的东西 已经都拿好了 便朝着他招了招手 说道 行 东西送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 拿着那些购物袋 听到陈天的话 朝他抛了一个眼神之后 一步一挪地 朝着家门口的方向走去 因为那些购物袋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 柳如烟立刻吸引了 附近不少人的目光 这里住的不少都是熟人 看着柳家的女儿 拿着这么多的东西 还是被一辆 超级豪华的车子送回来的 一时间 全都八卦地瞪大了眼睛 柳如烟赶到这些目光后 翘立的面庞瞬间一红 快步朝着楼道的方向挪动着 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 柳如烟是真的 疼不出手来开门 便朝着家门轻喊道 爸妈 如玉 你们在家吗 给我开一下门 柳如玉刚好在家里 听到门口传来姐姐的声音 连忙走到门口 打开了大门 一拉开大门 柳如玉就看到 姐姐跟个人体运输机似的 一身的购物袋 看到这样的姐姐 柳如玉也是 吓了一跳 惊呼道 姐 你这是干嘛去了 说着话的功夫 柳如玉也赶紧走上前 帮着姐姐拿下来一些购物袋 她随手打开 购物袋看了一眼 瞬间美目圆瞪 大声地叫道 好家伙 这是相加今年的限量款呢 好几十万呢 姐 你这是出去杰富济评了 柳如烟文言一愣 板着脸瞪向妹妹 轻斥道 你瞧你说的什么话 我上乃杰富纪瓶去 赵妹妹的意思 自己就是这个瓶外 柳如玉一脸震惊地 看着那些购物袋 她一个个地翻着 一时间 满屋子都是她的惊呼声 这些衣服 居然都是最新款 我在网上看到的款 都在这里 我的妈呀 这是把人家服装区清仓了吗 辣妹的面霜 居然买五百毫升的 这也太土豪了 完全就是搞批发啊 姐 你一个人要用到天荒地老了 哇 限量款的包包 居然一下子买了两只 还是不同的颜色 这一个 就要三十万啊 看着那些奢侈品 柳如玉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喃喃自语式地说道 陈天歌真舍得下血本 不过姐你变了 你变得物质了 竟然用第一次换这些东西 柳如玉一边说着 秀美的眉头已经促起 想着要如何劝一劝姐姐 柳如烟倒是完全没领回妹妹的意思 她此时的心里 也是充满了无奈 心道 这都是你陈天歌 硬要给我买的 嗯 第一次是什么鬼 柳如烟看了妹妹一眼 这个丫头 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这里还有给你的 柳如烟也没想那么多 还在和妹妹说着话 没想到柳如玉 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 反而是一脸坚决地说道 不行 我不能要 不要 柳如烟一脸的不解 这完全不符合妹妹的性格 平时看到好东西 也不知道是谁 一定要第一个扑上去 恨不得据为己有 柳如烟和柳如玉面面相去 两个人都觉得 对方看自己的眼神 有点怪怪的 而此时的陈天 正开着车 朝着家的方向急驰着 忽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陈天 将车停在了一边 拿出手机看着消息 只见微信里面 是一条转账记录 一共五千八百块钱 陈天看着这个数额 正觉得奇怪 就看到微信画面一遍 弹出来一个语音通话 看着上面可爱的卡通头像 陈天的嘴角 不由得一阵上扬 打电话过来的 正是自己的表妹苏芷熙 光是看着这个名字 陈天的目光明显地柔和起来 陈天的思绪 不由自主地想起来小时候 那时候的日子 还是非常快乐的 他从小父母离开之后 就经常借助在小姨家里面 小姨对待自己 就像是亲生儿子一样 他那小表妹 自然也就成了 他小时候的跟屁虫 无论自己去到哪里 那小丫头就迈着小短腿 追到哪里 想想就觉得可爱 即使是现在年纪见长 小丫头一样非常黏自己 没事就和自己通电话 聊视频 想到这里 陈天赶紧按下了接听键 表哥 是我 电话刚一接通 小丫头的声音 就在电话那头响起 这是妈妈给你的钱 说让你不要亏待自己 听着小丫头甜美的嗓音 陈天只觉得心里一暖 一抹笑意爬上了嘴角 笑呵呵地问道 小姨以前不是给五千的吗 这次怎么还多给了 听到陈天的提问 电话那头的小丫头 明显地沉默了片刻 才开口说道 可能妈妈觉得 这个数比较好吧 哎呀表哥 反正你多买点好吃的 不要亏待自己了 我先挂了 陈天一听到小表妹要挂电话 连忙开口阻拦道 你等一下 我一会去你学校找你 正好给你送些东西 自己刚才可是给小丫头 买了不少东西呢 先给她送过去 让小丫头高兴高兴 苏芷熙一阵迟疑 对陈天说道 我还要上课表哥 还有一节课呢 你现在过来 我也没法出来啊 外面怪热的 苏芷熙可不舍得让自家表哥 在外面等着自己 多糟糕啊 没事 正好我也要些时间才能到 你好好上课就行 陈天能感觉到苏芷熙的关切 说话的语气都跟着柔和了好几分 好吧表哥 那我就等着你来了 苏芷熙的声音里 满是开心的情绪 和陈天挂断了电话后 更是一脸的笑意 坐在一边的苏芷熙闺蜜 看着她眉梢眼角带出的笑意 忍不住开口打拒道 你这小瞎话张口就来 明明多的是你做家教的钱 还骗人 这个小丫头 明明是心疼表哥 害怕她节衣缩食的过不好 还偏偏嘴硬 什么都不说 想到这里 闺蜜笑嘻嘻地看着苏芷熙 朝着她挑了挑眉头 一脸轻挑地问道 宝贝 你还缺表姐吗 去你的 苏芷熙朝着闺蜜 假装清脆一口 毕竟知道她在开玩笑 随即扬了扬头 想着一会就能看到表哥了 得意地说道 姐有钱 姐乐意 就是这么任性 自己就是要对表哥好 就是想宠着表哥 怎么了 旁边的几个摄友 看到苏芷熙的样子 也是捂着嘴巴 一阵偷笑 尤其是看着苏芷熙掏了钱 还这么高兴 忍不住感叹道 果然 有钱就是开心啊 看看芷熙的小脸 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苏芷熙毫不介意摄友的打趣 她一脸傲娇地看着摄友们 得意地说道 我才不是因为那点钱高兴吗 是我表哥了 她说一会要来找我 她已经好久没看到表哥了 好想她啊 一提起自己的表哥 苏芷熙就有好多话想要说 她得意洋洋地看着一众摄友 神秘兮兮地说道 我跟你们说 我表哥超级帅的 一会你们看见她 可得管好自己的小心脏 要是谁对自己的表哥动了心 她这个表妹 可是不会帮忙的 听着苏芷熙 此人只因天上游 人间难得几回闻地形容 一众摄友都是一脸的期待 其中一个摄友 一脸色眯眯地说道 一会我们可是要好好看一看 芷熙心心念念的表哥 到底帅不帅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帅呆了 苏芷熙信誓旦旦地说道 摄友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嘻嘻哈哈地说道 那我们可要好好期待了 你这么说 我们一会的课 都要听不下去了 小女生凑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开开心心的 走进课堂去上课了 苏芷熙几人一进入教室 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了片刻 那些刚才还在大声吹着 牛的男生们 一看到苏芷熙出现 立刻正经微作 下意识地拿出自己 最好的一面来 他们一面端着姿势 一面偷眼打亮着 苏芷熙漂亮的脸颊 眼睛里满是爱慕和喜欢 男生们小心翼翼地凑在一起 压低了嗓音议论着 我怎么感觉 今天的苏芷熙比昨天还要漂亮了呢 看看那巴掌大的小脸 简直是上帝的得意之作 一看到苏芷熙出现 我这小心干跳的 都快要出来了 尤其是一看到她笑 好家伙 我立刻就马爪 让我干什么 我都愿意 咱们整个学校的男生 除了同志之外 哪个男生不喜欢苏芷熙 长得好看 性格也好 还平易近人 简直是完美女性的代表 就在男生们 看着苏芷熙激动不已的时候 旁边的几个 穿着一身名牌的男生 不懈地看着他们 吃笑道 你们也就只能羡慕羡慕 今天过后 苏芷熙就是我们磊哥的人了 在场的众人们一听 目光若有四无地 落在旁边的一个青年身上 正是那几个男生 嘴角的磊哥 刘磊 刘磊坐在椅子上 摆出一副葛优糖的姿势 就跟得了软骨病的病人似的 身上穿着一身 计犯系的大牌服装 听到身边的几个男生 说到自己 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尤其是眼下的痕迹 明显就是一个喜欢夜生活 被酒色掏空了身体的富二代 感受到不少人的目光看过来 刘磊的眉头一皱 冲着他们大声地咒骂道 看什么看 找死是不是 旁边的那些被骂了 也是敢怒不敢言 尤其是听着他们说 要拿下苏笑花的话 心中更是愤怒不已 以刘磊为首的这几个青年 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富二代 即使是平时上课的时候 人家的代步车 也都是保时捷 帕拉梅拉之类的豪车 他们这些人 凭着家里有点钱 在学校里 那是为非作歹 一点好事都不做 不仅是一身 纨绔子弟的霸道镜头 看到漂亮妹子 就要撩一撩 他们有几个男同学的女朋友 就是被他们这伙人给抢走的 如果真的是真爱 这些男同学也不说什么 毕竟缘分这种东西 也是说不清到不明的 但是这些混蛋 过不了一个月 就把妹子甩了 简直就是一群人渣 渣男 面对这样的情况 这些男生们 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他们家里都是普通人 可敌不过这些 本地有钱人家的孩子 万般无奈之下 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尽量不和这些 顽固大少们 有任何交集 现在看他们 居然在打苏大笑花的主意 心里也是 只能默默祈祷 希望苏大笑花 长着一双慧眼 千万要看清楚 这些人的本质啊 进了教室之后 目光就再也没有移开过 尤其是看到苏芷熙的笑脸 她的一双眼睛 都恨不得 直接长在苏芷熙的身上去 这个苏大笑花 长得还真是够美的 也只有这样的女神级别人物 才有资格站在自己的身边 只要一想到 很快就可以将 这样的美好揽入怀里 刘磊的心里 就是一阵激动 她极其不舍地收回了视线 看向身边的几位好友 低声问道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今天无论如何 她一定要和苏芷熙表白成功 旁边的几个青年黑黑笑着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目光都落回到了刘磊身上 说道 放心吧雷哥 我们都按照你的吩咐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刘磊的眼睛瞇了瞇 她看着几人叮嘱道 成 等一会快下课的时候 你们几个去布置一下 至于她自己 肯定是要在教室里 看着点苏芷熙的 否则这女主角 要是走了 她们这准备的一切 可就是全都白打了 这样想着 刘磊的目光 在不知不觉之间 又落在了苏芷熙的身上 不得不说 长得确实是好看 身材更是好的没话说 明明是样式 最简单的牛仔裤T恤 穿在苏芷熙的身上 娇俏可爱 女性特有的曲线美 展现得淋漓尽致 看着那些玲珑有致的线条 刘磊瞬间感觉自己的呼吸 都变得粗重了起来 任凭老师在上面讲的慷慨激昂 都不能吸引刘磊半分的精神在上面 现在对刘磊来说 只要能搞定苏芷熙 就是当前最重要的事 很快 一节课的时间就结束了 苏芷熙看着老师离开了教室 自己也带着摄友们 一脸开心地走了出去 一个摄友 看着不乏轻快的苏芷熙 笑着说道 瞧你开心的 要见到表哥了 就这么开心 没错 苏芷熙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 只要是能见到表哥 他就是高兴 几个摄友凑在一起 和苏芷熙高高兴兴地说着话 忽然听到另外一边 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不少都围在那里 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你们快看 好大的场面 这些花还真是漂亮啊 足足摆满了这么多 这得花多少钱啊 这么大的场面 要是我的话 肯定就同意了 只是可惜啊 没有人会掩饰英雄 真的是好浪漫 我就喜欢这样大张旗鼓的 总比只会站在宿舍楼下唱歌的好 苏芷熙等人倒是没有在意 朝着外面走去 几个姑娘刚一走出教学楼 就看到教学楼的前面 摆了不少的红玫瑰 大树的红玫瑰摆在那里 十分娇艳 上面还沾染着不少的露水 一看就是今天才到的新鲜花树 一时之间 空气里面满是玫瑰花的香气 在无数同学的包围下 更显得娇媚无比 鲜花的旁边 还停着几辆跑车 这明显是 丈量过距离的停车方式 刚好将满地的玫瑰花圈在中间 毕竟都是跑车 这样的节奏和驾驶 看起来十分阔气 就在一众同学们眼红的时候 刘磊从跑车的后面 走了出来 她的手上 同样拿着一束玫瑰花 只不过 她手里拿着的玫瑰花 看起来数量更多 包装的也足够华丽 每一朵娇艳的玫瑰上面 都细密地 撒着蓝色的金粉 看起来闪闪发亮 虽然是早早出来准备 但是刘磊的一双眼睛 一直盯在苏芷熙的身上 吐露着毫不掩饰的欲望 刘磊调整了一下 怀里鲜花的位置 她看着苏芷熙 环步走到她的面前 笑眯眯地说道 芷熙 我喜欢你很久了 希望你答应我的追求 做我的女朋友吧 听到刘磊说完了台词 身边的那些狗腿子们 立刻开始起哄 大声地叫嚷着 嫂子 你就答应了磊哥的追求吧 是啊 你可是我们磊哥 最认真追求的女孩子了 只要你答应了 保证你成为 咱们学校里 最幸福的女生 谁不知道 我们磊哥最是大方 只要你跟了磊哥 以后想要什么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这么好的爱情就在眼前 快点答应了吧 我们都等着拜见嫂子呢 苏芷熙的几个摄友一看 立刻就警觉了起来 刘磊几个人是什么品行 整个学校谁不知道 居然还想要和芷熙在一起 简直是想下了心了 苏芷熙同样是眉头微醋 她也听说过这些人的事迹 自然对他们的德行 也是有所了解的 所以 苏芷熙毫不犹豫地对刘磊说道 不好意思 我拒绝 她才不会和这种人渣在一起 别说拿着玫瑰花堵门了 就是搬来玫瑰庄园 她也不会看上眼 一瞬间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愣 苏芷熙居然这么痛快地拒绝了 刘磊似乎从未想过苏芷熙的拒绝 她拿着鲜花的手 不由地攥紧 脸色也是跟着阴沉起来 看着现在有这么多人 刘磊也不好直接发脾气 她强压住心头的愤怒 有嘴滑舌地保证道 芷熙 我知道你的心里有顾虑 但是 你放心 我可以和你发誓 只要你答应和我在一起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而且 我也是真心喜欢你 从今以后 也只会喜欢你一个 一边表着决心 刘磊手里捧着花 朝着苏芷熙再次靠了靠 这样的举动 对方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 苏芷熙很讨厌刘磊的靠近 下意识地躲到了旁边 她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想着表哥应该快要来了 就想要离开这里 没想到 苏芷熙刚刚转过身 身前的路已经被挡住 是刘磊 她一脸见笑地看向苏芷熙 说道 别害羞嘛 芷熙 你先答应了我 你想去哪里 我都随你去 旁边的狗腿子们 看着磊哥上了前 立刻开始在旁边起哄 帮枪式地说道 嫂子 你要是再不答应的话 你今天恐怕是不好走了啊 那是肯定啊 别说是磊哥不会让你走 就是我们也不能让你走 快点给个答案吧 大笑话 不过拒绝的话你就别想了 我们可不是来听这个的 苏芷熙和身边的几个摄友 听到了他们的话 立刻就有些生气了 这些人什么意思 这是要强行表白 还不允许人拒绝了是吧 什么东西啊 就在这些人 卖力起哄的时候 就听到不远处的位置上 再次传来了一阵嘈杂声 后面的同学们 下意识地回过头看去 就看到身后 一辆白色的阿斯顿马钉 万七七轰鸣而来 看着这么漂亮 又拉风的超级跑车 在场的同学们 瞬间瞪大了眼睛 不少人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是吧 他们学校里 什么时候居然来了 这样一辆炫酷的超跑 同学们的眼睛里 满是震惊 五草 这特么是什么车子 这也太好看了吧 这车子的价格 一定很贵吧 不只是造型漂亮 就连车上的车漆 感觉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特别不一样 你们快点让开 让我拍两张照片 这么漂亮的神车 突发进朋友圈 女朋友可就不远了 看到这么多人 同学的眼神不对劲 刘磊等人 也是皱起了眉头 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一眼 刘磊等人 全都愣在了原地 他们这是看到了什么 这这这 这么漂亮的超级跑车 简直是太酷了 看看这妖娆的流线型 还有刚才开过来时候 发出的巨大声浪 处处都体现出 这辆车子的不平反 就在所有人 惊骇不已的时候 刘磊的一个兄弟 忽然捂住嘴巴 几乎失声地说道 这居然就是 阿斯顿马丁177 好家伙 这可是 全球限量77辆的顶级超跑 怕是落地 要5000多万 他最是 喜欢各种跑车 毕竟除了女朋友 车子就是 男人的小老婆 所以 在看到这辆车的第一眼 青年就一眼认出了他 太漂亮了 怪不得是 全球限量款的神车 一切都是这么完美 一听到青年说的话 在场的同学们 差点把眼睛瞪出来 不是吧 5000多万的车子 能花这么多钱 买一辆车的人 得是什么身价的人 说句不好听的 在很多同学的眼睛里 像是刘磊这样的人 就已经是顶级的富二代了 现在他们才算是 真正的意识到 这个世界 向来都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一时间 众人看向 阿斯顿马丁的目光里 不仅有羡慕 更是充斥着 敬畏和好奇 大家都很想知道 能买得起 这么贵重跑车的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在众人复杂视线的注视下 车子停在了 教学楼的旁边 陈天打开车门 走了下来 看着陈天的出现 一时之间 整个教学楼前 都陷入了安静之中 仿佛有一只 看不见的大手 静止按上了 静音剑一般 这个男人 也太帅了吧 不只是个子长得高 身材更是好的 像是模特一样 完全就是一架子身材 衣柜产出的顶级服饰 穿在陈天的身上 更是将他衬托的 笔挺有气质 完全就是一个世家子弟 当女生们看到陈天的脸 更是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 生怕自己尖叫出声 这位小哥哥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年纪看起来 比他们大不了两岁 但是帅气的面庞 和精致的五官 就是原地出道 都没有任何问题 更不要说 陈天的一身气质 好的令人发指 就是现在的顶流明星 都没有陈天给人的感觉更好 与其说是同学们全都愣住了 倒不如说 同学们是看得痴迷了 刘磊等人 也和其他同学一样 看着陈天的目光里 满是崇拜和羡慕 这才是真正的豪门啊 这气质 绝了 眼前的这一位 应该就是世家子弟了吧 和人家 这样的世家孩子比起来 他们顶多算是个爆发户 都说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 这话 成不起我 苏芷熙带着几个摄友正想离开 忽然看到了从车上下来的陈天 也是明显一愣 惊呼道 表哥 自己表哥还是那么帅 但是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有钱了 刚才他们也听到了 眼前这辆跑车 要五千多万呢 表哥 众人听到了苏芷熙的话 一时间完全猛逼了 这位大帅哥 居然是苏芷熙的表哥 这一家人的基因 可是太强大了 刘磊等人 听到苏芷熙的话 更是震惊了 这位看起来高贵无比的人 居然是苏芷熙的表哥 那么 自己刚才强迫对方 做自己女朋友的事情 要是被对方知道了 岂不是会死得很惨 这样一想 刘磊下意识地 和身边的几个朋友对视一眼 他们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到了害怕 甚至是在一瞬间 他们所有人的腿 都开始一阵阵地发软 真要是得罪了这样的大佬 他们就完蛋了 陈天这时候 也看到了苏芷熙 看着越来越漂亮的表妹 温和地笑着问道 下课了 正问着话 陈天看到了一旁的刘磊 在看着刘磊摆出的阵仗 和他手里的花 眉头不由的一皱 他冷漠地瞥了 刘磊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这是 听到对面大佬的问话 以及对方明显冷下来的语气 刘磊差一点就吓尿了 刘磊艰难了吞咽了一口口水 憋了好一会 才缓缓开口说道 嗨嗨 哥大哥 我 我是校园兼职卖花的 我刚才就是问苏芷熙同学 买不买花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是刘磊能想得出来的 最合理的理由了 陈天冷漠的目光 在刘磊的脸上徘徊了两圈 直接回答道 不买 刘磊文言一脸陪笑着说道 好的大哥 打扰了打扰了 一边说着话 刘磊下意识地朝着另一边走去 想要离陈天远一点 可是刘磊太害怕了 脚开始发软 一个猎且 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陈天根本懒得去理会这种小人物 他换上了和煦的笑脸 对着苏芷熙和几个摄友说道 走 跟我去车子那里 我给你们买了东西 苏芷熙和几位摄友文言十分高兴 蹦蹦跳跳地跟在了陈天的身后 能见到表哥 苏芷熙就已经满足得不得了 虽然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表哥会变成这样 但是表哥是再变好 这就足够了 而几位摄友 见到了这么英俊帅气的表哥 早就被迷得不行 一颗小心脏 一直扑通扑通地跳着 也是一阵小雀跃 芷熙说得完全没毛病 他的这位表哥 简直是帅到了极致 几个小丫头 更是偷眼看着陈天 甚至想要成为苏芷熙的表嫂了 看着现场的变化 和刘磊等人对待陈天的态度 在场的同学们全都震惊无比 他们凑在一起 小声地议论起来 真的没想到啊 我们的苏大笑花 居然有一个这样的表哥 不只是有钱 而且还特别帅 帅气我就忍了 毕竟这是人家的基因好 有钱也就算了 没想到还这么低调 要不是表哥亲自出场 我们真的以为 苏大笑花家是普通人呢 平时刘磊他们横成那样 但是一看到人家 就像是老鼠看见猫一样 这可是太洁气了 终于有人能治他们了 刘磊等人还是愣在原地 一颗心突突地跳着 只觉得全身发了 一会要是表哥闻起来 苏芷熙会不会把他们 刚才做的事情 还有以前在学校做的事情 全都说出来 到时候 这位表哥会不会收拾他们 想到这里 刘磊只觉得全身的力气顿失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陈天可懒得搭理那种顽固 他一脸笑容地 带着表妹苏芷熙等人 朝着车子的方向走去 打开车前盖 露出里面众多的奢侈品包装袋 陈天笑眯眯地看向苏芷熙 说道 这些都是给你的 你拿回去 慢慢用 一边说着话 陈天已经将那些名牌袋子 都拿了出来 朝着苏芷熙递过去 苏芷熙看着这么多的名牌包装 看得直接呆立在原地 这这这 他可是认识这些牌子 里面的东西 动辄就是五位数 表哥居然一下子就买了这么多 光是看着这些包装 苏芷熙就下意识地拒绝道 表哥 这些东西我不能要 要不 你去退掉吧 虽然苏芷熙没搞明白 表哥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有钱 但是作为表妹 怎么可以这样挥霍 表哥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陈天看着表妹漂亮的小脸蛋 五官都快要揉在一起了 顿时宜乐 他故意指了指一个袋子里面的手袋 笑着说道 你不要 难道你要我背着这包 苏芷熙 表哥 别闹 一瞬间的功夫 苏芷熙感觉自己的脑袋里 都开始有画面了 苏芷熙扑哧一声 笑了出来 像是一朵刹那芳华的娇花一般 令人眼前一亮 他知道 表哥就是为了让自己收下 才故意说的这些话 既然是这样 苏芷熙想了想 将那些袋子 拿了一部分在手上 冲着陈天甜甜的一笑 感谢道 那就谢谢表哥了 这些名牌包包 我还真是第一次用了 苏芷熙的家里 也就是一般的家庭 并不是多富裕 自然不可能给女儿 买名牌包使用 虽然钱不多 但是苏芷熙家庭幸福 将她培养成了一个 三观很正的姑娘 否则流泪她们 也不会摆出这么大阵仗 一个名牌包就足够了 陈天看着后备箱里面的 众多手提袋 又看了看几个 细胳膊细腿的小丫头 一挥手说道 算了 还是放上车吧 我直接开去你们宿舍好了 让几个小丫头 拎着这么多东西走回去 确实有点太招摇了 苏芷熙看到表哥 如此为自己着想 心里顿时一暖 脸上扬起一抹淡笑 应道 好啊 谢谢表哥 陈天开着的 阿斯顿马丁超跑 只有两个座位 所以苏芷熙和几个 摄友说了一声后 才坐上了 阿斯顿马丁的副驾驶 看着超跑 如同猛兽一般 怒吼着 开向女生宿舍楼的方向 后面的几位摄友 露出满满的羡慕表情 真是羡慕啊 芷熙居然有这么帅气 又有钱的表哥 也太让人羡慕了吧 要是我坐上 这种超跑的副驾驶 我肯定要幸福死了 我也好想要 这样的表哥啊 十万 好家伙 这么多钱 都可以买房子付首付了呢 真不愧是有钱人 就换来这点名牌用一用 感觉好奢侈啊 也不知道 表哥有没有女朋友 不能做表妹 我想做表嫂 也不错呀 几个摄友 叽叽喳喳地说着 快步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 陈天开着车 很快就在苏芷熙的指挥之下 来到了楼下 拎起那些名牌纸袋 苏芷熙对陈天说道 表哥你等我一会 我现在就去送上楼 看着手中众多的购物袋 苏芷熙在心里暗自惊叹 表哥现在的经济实力 肯定是超凡脱俗 这么多的奢侈品 自己差点都要拿不完了 不少刚刚下课回来的女生 也看到了阿斯顿马丁 瞬间瞪大了眼睛 甚至有人用力地揉揉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这么漂亮的超跑 居然开进了他们学校里 很多女生眼珠子一转 拿出手机偷偷拍照 在网上搜索着跑车的信息 很快 看着手机上面 关于阿斯顿马丁万七七的介绍 倒吸了一口凉气 五千多万的超级跑车 这也太贵了吧 女生们一脸的惊奇和震惊 纷纷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 这么大的新闻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回去 和其他摄友分享一下 一个穿着运动装的女生 小跑着回到了宿舍 她猛地推开门 对着里面的摄友高喊道 你们快看楼下 来了一个五千多万的超级跑车 五千多万 原本正坐在椅子上 化妆的女生一听 蹭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就像是屁股上装了弹簧似的 直接冲到了窗边 她伸出头朝着外面看着 双眸之中 放射着异样的光彩 这么贵的车子 居然真的存在 就在这个时候 楼上不少的宿舍窗户都被推开 一颗颗小脑袋伸出来 努力地朝下看着 偷瞄着阿斯顿马丁 所有人都在好奇车主的时候 陈天从车里钻了出来 她斜靠在车门旁边 等待着苏芷熙从宿舍下来 陈天一出现 陈天的脸后 简直想要大声尖叫出声 这个小哥哥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一米八多的身高 身材还这么完美 长得更是潇洒帅气 这这这 根本就是完美男友的官方标准了 而且 还是最高配的那一种 这一身迷人的气质 透着丝丝的神秘 让人欲罢不能 不少女生 甚至偷偷地吞咽着口水 这么顶级的大帅哥 谁看了不馋 女生们再也矜持不住 开始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音音啊 这小哥哥也太帅了 我感觉我又恋爱了 就凭这张脸 立即出道 都能引起轰动那种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负钱 好看的皮囊千千万 我们要注意内在 懂不懂 人家小哥的气质太优秀了 这可不是钱能买来的东西 我要去求助万能的网络 我要这个小哥哥的一切信息 最起码 也要拿到微信才行 先保持着联系 然后再慢慢下手 嘿嘿 最后那个女生的话 似乎是提醒了其他的女生 一个长卷发的女生 掏出小镜子 十分心机地补了补妆 朝着陈天的方向走了过去 旁边的女生 看到了她的动作 立刻眉头一皱 这一位 可是学校里有名的交际花 这样的女人贴上去 小哥哥 可能无法抵抗啊 就在女生们 一阵揪心的时候 那个长卷发女生 已经走到了陈天的面前 娇声娇气地说道 小哥哥 能借你的手机 打个电话吗 作为学校的交际花 长卷发对于男人 可是很有一套的 他感觉 直接要电话太俗气 倒不如说借电话 再打给自己 和对方自然而然地 交换威信 这么帅气 又多金的男生 他怎么可能不感兴趣 长卷发俏生生地 看着陈天 这么近距离的观桥 他发现 陈天更加好看了 五官也更是立体 陈天听到长卷发的话 刚想说话 好巧不巧的 长卷发的手机响了起来 长卷发确实有经验 面对这种情况也不尴尬 反而是朝着陈天抛了的魅眼 娇滴滴地说道 小哥哥 人家就是想和你交换一下威信 陈天表情淡淡地 看了长卷发一眼 直接拒绝道 不好意思 不太方便 他今天是来看表妹的 可不是来捞鱼的 别说这个女生入不了他的眼 就算是为了表妹 陈天也要保持一下 哥哥的形象 长卷发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也有吃别的时候 气鼓鼓地一跺脚 转身离开了 也就是这么一会的功夫 楼下聚集的女生更多了 他们都是听说 这里来了一个又帅 又有钱的小哥哥 跑来看热闹的 又有几个漂亮女生凑上钱 和陈天讨要微信号 都被他婉拒了 刘磊等人还留在教学楼前面 沉浸在深深的震撼之中 刚才的那种恐惧 现在想起来 还是一阵阵地让人窒息 直嘎 一声清晰的刹车声传来 众人的眼前 忽然出现了一辆法拉利拉法 车主应该是 想要停车进车位 不过他眼前的车位 被刘磊他们摆出来的花 给站住了位置 只能是停在了一边 周围还没有离开的那些同学 看着忽然出现的法拉利拉法 再次被震惊了 真是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刚来了一辆阿斯顿马丁 现在又来了一辆法拉利拉法 今天学校这是怎么了 学生们挤在一起 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这是一辆法拉利拉法 价值两千多万的超级跑车 没想到啊 平时难得一见的超级跑车 今天一下来了两辆 好漂亮的车子啊 虽然没有之前的阿斯顿马丁昂贵 但是也是法拉利的顶级车型了 看看这风骚的曲线 也就是法拉利了 我们学校这是要走大运啊 一下子来了两辆顶级豪车 不知道这位车主是谁 又是来学校干嘛的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法拉利拉法的车门被拉开 一位大少走了下来 大少的身材十分健硕 穿着一套阿玛尼的套装 看起来十分精神 他看着车位上的那些花束 轻轻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这些小年轻总是拿这种浪漫 浪完了也不收拾 一点功德心都没有 大少一边想着 一边走上前去 将那些花束捡起来 扔进一旁的垃圾桶里 他收拾得很认真 被风吹落的花瓣 也注意到了大少 一看到他出现 刘磊立刻将对方认了出来 郑大少怎么也来了学校 这一位乃是精灵郑家的郑浩然 在二代圈子里很是有名 郑家也算是精灵不小的家族了 他家的生意主要是做海外贸易 还有餐饮方面的投资 资产说起来 也有数十亿上百亿的资产 算是本地企业里 发展相当不错的一家 看着郑大少在那里 给他们收拾残局 刘磊哪里还敢在旁边看着 连忙跑过去帮着一起收拾 郑哥 您去一边歇着就行 这里留给我收拾吧 原本这些也是我放的 郑浩然正捡着花瓣 听到他的话也是抬起头来 一看到刘磊 也是一眼认了出来 这是他们圈子里 一个大少的表弟 有一次被带着在聚会上见过一面 郑浩然看着刘磊 笑着说道 你这是跟姑娘表白了 一说起表白两个字 刘磊立刻想起了刚才恐怖的经历 脸刷得一下子就黑了 往事 不堪回首啊 郑浩然在旁边看得清楚 顿时宜乐 这是失败了 不应该啊 我可是听你哥说 你挺会的呀 刘磊那位表哥也是个好色之徒 跟他这个表弟 根本就是一丘之和 郑浩然用开玩笑的口吻 损着面前的刘磊 他最是看不起这样的顽固子弟 靠着家里面有点小钱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四处霍霍小姑娘 刘磊 艾得仅号人民币百分号 啊呀 为什么 还要让他回忆起刚才的经历 他现在只想原地失忆 不过面对着郑浩然 刘磊可不敢太嚣张 一脸善笑地解释道 郑哥 您可快别提 我这点丢人的事了 也是我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人家表哥开的 可是阿斯顿马丁 177 能玩得起五千多万超跑的主 我哪里得罪得起 刘磊虽然是个不学无数的顽固 但是他也不傻 知道有些人是他惹不起的存在 177 听到刘磊的话 就连一边的郑浩然 也是一脸的懵圈 他在京陵没听说谁买新车了呀 还一出手 就这么豪气 郑浩然自己就是顶级圈子里的人 这样的车 也不可能是其他圈子买得起的 这样的人 身份必然不会差 郑浩然眯了眯眼睛 看向一旁的刘磊 开口询问道 你说的阿斯顿马丁 去哪里了 应该是去女生宿舍了 刘磊刚才听到了 陈天和苏芷熙的对话 才过去没议会 应该还在楼下呢 郑浩然点点头 他指着地上的那些垃圾说道 你们把这里收拾了 我过去一趟 说着话 郑浩然已经拉开了车门 一踩油门离开了 他现在赶过去看一看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此时的苏芷熙 已经从宿舍楼里走了出来 他蹦蹦跳跳地一出来 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自家的表哥 被一帮女生围在了中间 连车子一起 都给包围在了中间 一看到这种情况 苏芷熙赶紧挤了进去 一把抱住了陈天的手臂 笑眯眯地说道 表哥 我的东西放好了 我们走吧 说完 苏芷熙故意挤了几旁边的女生 这些女生也真是的 要不是自己来得及时 她们都要扑到表哥怀里了吧 看到郑主下来了 不少女生都是识相地退了退 拉开了一些距离 毕竟刚才陈天也没有 和她们交换微信 再围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不是 看向挽着陈天手臂的苏芷熙 一众女生在心里叹息一声 怪不得陈天看不上她们 天天看着苏芷熙这样的大美人 眼光早就被养掉了 她们这样的平凡姿色 自己多看一会都难受呢 怎么可能得到人家的亲眼 女生们纷纷开始怀疑 自己的长相和魅力 楼下是待不下去了 她们现在就想赶紧回去宿舍 好好做个面膜养养颜 就在这个时候 郑昊然开着车 来到了女生宿舍的楼下 看着面前的阿斯顿马丁万七七 郑昊然的眉头忍不住跳了跳 嘿 没想到精灵还真的出了一辆阿斯顿马丁 有点意思啊 郑昊然一脸的惊奇 视线已经飘到了陈天的身上 看着这位年纪轻轻的车主 郑昊然的心里也是一阵惊骇 这样的一身气质 绝对不是小门小户能培养得出来的 恐怕一般的世家 也没有福气 培养出这样的好苗子 郑昊然心里暗暗想到 这应该是魔都或者天津的大家族大少吧 想到这里 郑昊然也是生起了想要结交的心思 她以后肯定是要接手家族生意的 这时候多认识一下人脉 对未来的人脉 是很有好处的 郑昊然抓紧时机 几步就走到了陈天的面前 我是郑昊然 说完话 一张名片已经递到陈天的面前 陈天接过 也是笑着回道 陈天 两个人简单地认识了一下 陈天看向一边的苏芷熙 问道 你一会想去哪里 郑昊然看到苏芷熙鸣思苦想的样子 忽然见缝插针地邀约道 陈兄弟 要不咱们去紫云茶院吧 正好我们今天在那边 有个小聚会 郑昊然觉得这倒是个好机会 正好可以将陈天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陈天并没有立即答应下来 而是先看向一旁的苏芷熙 先询问表妹的意见 表妹知道 陈天这么重视自己 心里也是十分高兴 苏芷熙看得出来 郑昊然应该也是精灵的二代 一身的顶级大牌 一看就价格不菲 这样的人 如果表哥多结实一些 对他的未来 想必也是有好处的 想到这里 苏芷熙十分乖巧地说道 表哥 我都可以 听你的 陈天轻轻揉了揉苏芷熙的头发 对着郑昊然说道 好 郑昊然听到陈天答应 很是高兴地说道 陈哥 我在前面给你开路 咱们这就出发 郑昊然驾驶着法拉利拉法 在前面开路 再加上后面的阿斯顿马丁 瞬间起到了炸街的效果 路上的车主一看到他们的出现 立刻有多远闪多远 谁也不敢和这样的豪车过不去 要是不小心刮蹭一点切 搞不好都要扒掉他们一层皮 与其担这份风险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等一会 让人家先过去呢 郑昊然应该是早就习惯了这种待遇 在路上一路急迟 很快就来到了一家茶院门口 这家茶院的门口 有一块很大的停车场 晨天停车的时候 大概地看了看 发现在这里停着的 全都是豪车 还看到不少辆超跑停在旁边 恐怕就是郑昊然说的那些 来聚会的朋友了 一旁的苏芷熙伸着小脑袋 打亮着不远处的茶院 茶院的装修古香古色 拾木的大门看着十分厚重 透着一股沉稳来 几人才走到门口 就闻到了里面传出来的茶香味 令人精神一震 看到有客人靠近 看着旗袍的服务员走上前来 轻轻推开大门 恭敬地站在一边 无论是神态还是举动 都充满了十足的谦卑 苏芷熙看着眼前的荧幕 瞬间就梦了 她从小到大 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服务呢 服务员在前面带路 穿过木制的回廊 众人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厅堂里 晨天看着细致的装修 不由地点了点头 郑昊然看到晨天的样子 咧嘴一笑 给她介绍道 晨兄弟 这里是我们圈子里 一位大小姐在管理的产业 我们喜欢这里的茶 动不动地就过来白淹茶水喝 也算是我们一个经常聚集的地方 这家茶院 无论是服务 还是档次 在精灵都市可圈可点的 很多爱茶的老客 都是认准了这里 时不时地就要来光顾一番 郑昊然说到这里 忽然神秘兮兮地靠近晨天 很是慎重地说道 最主要的就是 这里几位茶师的手艺都不错 泡出来的茶 特别香 尤其是我刚说的那位大小姐 更是自小经营在这一行里 一手茶道更是出神入化 正是因为手艺独到 这些大小小姐们 才会时不时地来蹭茶喝 实在是让人回味无穷 郑昊然一边介绍着 下意识地舔了下嘴唇 最近时间比较忙 她好久没过来蹭茶喝了 现在想起来 还觉得馋得不行 与此同时 在更里面的那堂之中 不少大小姐都围坐矮茶桌旁 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众人之中 一个蹲坐在矮茶桌旁边的女生 最视亮眼 只见她身上穿着 白色的时装衬衫 荷叶领子的设计 让女生的天鹅 一边的驳梗露在外面 吸引着所有人的视线 女生看起来极为安静 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 但是她的手里 正快速地摆弄着茶具 紫砂制作而成的茶具 十分漂亮 女生葱白一样的手指 在茶杯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白嫩 洗好了茶具 女生抬起头来 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小脸来 女生角色的面庞上 挂着一抹若有似无的微笑 看起来十分亲切 看着女生行于流水一般的操作 在场众人的脸上 都露出享受的表情来 闻着已经逐渐溢出的香气 大家的脸上 都露出期待的神色 一个大少眼馋地搓了搓手 笑呵呵地说道 唐姐 你这泡茶的手艺 可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对面的女生闻言 淡淡一笑 给众人分好茶水后 才倾起红唇道 来 大家都尝尝看 大少小姐们早就迫不及待 纷纷拿起茶杯 轻轻品扎着 一位大少直接端起来 一饮而尽 他台湾看了看时间 有些奇怪地问道 郑哥怎么还没来啊 要知道 郑哥平时可是很少迟到的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纷纷摇摇头 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旁边的一位大少 也是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看着众人挑起来一个话题 对了 你们知不知道 咱们精灵最近出了个怪事 怪事 众人的注意力 立刻转移了过来 纷纷看向那位说话的大少 等待着他的下文 他们自认为 平时消息挺灵通啊 还真没印象 有什么古怪的事情 一位兴急的大小姐 看着那位大少 一副卖关子的模样 威胁似的晃了晃拳头 催促道 你赶紧说吧 别磨磨叽叽的 那位大小姐的威胁 十分有效 大少立刻开口说道 我听说 有人把天府城剩下的房子 全都买下来了 众人一听大少的话 纷纷表示说自己听说了 毕竟精灵就这么大 这些消息在圈子里 传播的是非常快的 一位大少立刻接话说道 这是我知道 听说那位大佬 还是全款支付 直接几十亿到账吗 几十亿全款支付 一听到如此豪爽的交易 大少小姐们 纷纷露出金叉的表情来 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才能这么霸道的消费 这身价 感觉已经不是他们能想象的了 最起码 他们这些人的家里 是想都不敢想的 那可是一下支付几十亿啊 怎么可能有人 有这样的手别 想想就觉得可怕 怀抱着满心的震撼 一位大少靠在椅背上 抚摸着下巴说道 现在大家都在传 那一位 肯定是天津 或者魔度过来的人 话音未落 立刻就有人出声反对道 不对吧 我怎么听说 那人是湘江的呢 你们的消息哪里来的 感觉不怎么准啊 我这边的消息说 买房子的是个外国人 一个大少紧皱着眉头 再次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一时之间 在场的众人众说纷纭 对 就是国外来的一个神秘买家 听说是个外国老头 屁 明明是个青年好吗 嗯 怎么差这么多 难道说是个外国青年 唐星一听这几人的话 不由地轻轻摇了摇头 语气淡淡地说道 三人成虎 这消息都被传乱了 你们先别说了 来 喝茶吧 一边说着 千千玉手已经拿起公道杯 给众人一一挣满了茶水 闻着茶香扑面而来 众人的注意力 完全转移到了面前的茶水上 就在这个时候 郑浩然也带着陈天穿过大厅 来到了内堂里 看到郑浩然进来 不少大少小姐立刻起身要打招呼 可是随即 他们就看到了郑浩然身后的陈天 看着陈天 这些人一下子都愣住了 这个和郑哥一起出现的 是什么人啊 看起来不仅是帅气 最主要的就是 太有气质了 随着陈天一走进内堂 几乎将他们所有人都比了下去 只有陈天 才是真正的大家族子弟 气势十足 郑浩然走在前面 看着众人 一副看呆了的样子 顿时一乐 带着陈天走了过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今天才认识的兄弟 叫陈天 介绍完陈天 郑浩然又指了指陈天边上的苏芷熙 介绍道 这位小美女 是陈兄弟的表妹 郑浩然介绍完陈天兄妹 开始给二人介绍起 对面的大少小姐来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几乎就是一句话 简单地说了下名字 只是在介绍到唐心仪的时候 郑浩然十分着重地说道 这一位就是唐心仪 唐家大小姐 咱们所在的这家茶楼 就是唐小姐的一处私产 陈兄弟 唐家在咱们精灵 可是数得上的大家族 主要的生意 集中在古玩和茶艺等领域 建树很多的 正所谓乱世黄金 盛世的古董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各种收藏节目大大的红火起来 让古董行业 更是上了一层楼 众人简单地打了招呼 大少小姐们 也热情地招呼着陈天 赶紧坐下 陈兄弟快坐下 尝尝唐姐刚泡好的茶 这可是一绝呢 一位大少笑呵呵地 对陈天说道 将茶杯向陈天推了推 旁边的一位大小姐 一双眼睛 几乎长在了陈天的身上 开口打句道 你长得好帅啊 帅哥 有没有兴趣 晚上出去喝一杯 一边说着 大小姐还不忘 朝着陈天抛了一个眉眼 旁边的人看到 大小姐没正形的样子 扑斥一笑 连忙开口说道 陈兄弟 别信他 这货保护意识强得很 不信你翻他的包 里面绝对有电棒 听到自己的事情被拆穿 大小姐翻了个白眼 看着众人冷哼一声 说道 这东西 也得看怎么用 对你们的话 肯定就是为了电运你们 人家小哥哥这么帅 肯定是要电运带走啊 众人一听 都是哈哈大笑起来 齐声夸着陈天有艳福 唐星仪在旁边继续泡着茶 似乎众人的热闹 并不能对她产生任何的影响 新的茶水很快泡好 唐星仪主动递向陈天和苏芷熙 但笑道 你们试一试 茶要新泡的才好喝 谢谢 陈天接过茶水 直接喝了一口 慢慢地品扎着 茶水一流进嘴里 只觉得口腔里满是茶水的清香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淡笑 缓缓地开口说道 85度的纯净水 来冲泡失风龙井 茶汤进度高 透明度好 茶香滋味更是纯香正宗 确实是好手艺 众人听到陈天的话 一时间全都愣住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陈天居然在茶道上 还有这样的噪音 这失风龙井 可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好茶叶 唐家就是做这个的 买的都是最好的层级 不是投茶的那叶 根本不会选择 今天唐星仪看人来得比较奇 便拿出来给众人尝尝先 想不到陈天刚一上口 就立刻尝出来了 这也太厉害了吧 就连贵坐在那里泡茶的唐星仪 也是一愣 看向陈天的目光之中 带着一丝探寻 他看得出来 陈天的年纪 虽还没有他们大 但是在茶道上的水平绝对不低 就在众人心里震撼的时候 陈天又是品扎了一口 说道 要是能用山泉水来泡的话 滋味就更足了 山泉水冲泡 也不需要这么高的温度 75度足矣 温度太高的话 山泉水中的矿物质 就会被改变 反而要少了滋味 而且 像施风龙井这样的绿茶 温度太高 也容易破坏茶叶的色彩 差一点温度 就差之千里 唐星仪听着陈天的话 也是一脸的恍然表情 她姿态优雅地站了起来 对着陈天点点头 说道 请稍等一下 说完 已经转身走了出去 只留下一股香风 就在众人一脸猛的时候 唐星仪已经反身走了回来 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茶叶桶 一看到这个茶叶桶 在场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唐姐居然把上好的信阳毛尖拿出来了 信阳毛封又叫玉毛封 也是华夏的十大名茶之一 更是被称为绿茶之王 看着唐星仪拿出了压箱底的好货 几个大少小姐都是一脸的无奈 心里更是差点骂娘 毕竟这么好的东西 紫韵茶院一般不拿出来 就算是有钱的大佬到场 人家也不卖 而且 这样品级的信阳毛尖 也不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 就算是常年混迹这一行的唐家 也是在拍卖会上得来的奸货 自然是如获之宝 镇店的好东西 怎么可能轻易拿出来 但是今天 唐星仪居然因为成天的一番话 就免费拿了出来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想到这里 几个大少小姐们 都是一脸的忧怨 平时他们可是好话说尽 也没有喝上过一次 人家陈天 这还是第一次过来呢 直接就是镇店之宝 让他们的心里 怎么能舒服 唐星仪看着他们 一个个委屈的样子 无嘴一乐 接着美眸一瞪 扫了他们一眼 意思是 爱喝就喝 不喝滚蛋 本来这镇店的好茶 就不是给他们喝的 这些人一看就是舍贪厚重 根本不适合喝这么好的茶 完全就是暴舔天物 唐星仪是看出 陈天在茶道上深有造诣 如同见到了知己一般 这才舍得拿出真正的好茶来 其他的人嘛 纯粹就是沾了陈天的光 还好意思白脸色 几人被唐星仪一瞪 顿时就没了脾气 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坐在那里安静地等着 能有好喝的就不错了 也不能太挑剔不是 唐星仪一通行云流水的操作之下 紫沙泡好的茶水 倒在公道杯里 这样分茶 滋味会更加纯正 只见唐星仪高提水壶 让水直系而下 上下滴了这注水 如此反复了三次 正是凤凰三点头 也是茶道之中的传统礼仪 这是对客人表达敬意的方式 也是在对着茶 表示尊敬 在场的大少小姐们 看着唐星仪表演的茶意 心里又是一阵酸溜溜的 毕竟他们在这里 蹭了这么久的茶 但是也没见唐星仪 这么对待过他们 茶句啊 说起来都是心酸嘞 陈天倒是一脸的坦然自若 他轻轻端起 靠近自己的茶杯 啜饮了一口 一股更是甘醇的香气 在口腔里扩散开来 陈天轻轻点点头 轻叹一声 说道 真不愧是唐家大小姐 泡茶的手法确实够好 说完 陈天拿起茶杯一口饮尽 喃喃自语式地说道 确实好滋味 要是能天天喝到这样的茶 就好了 爱茶的人 就和爱喝酒的人一样 同样有瘾 一天不喝上一杯好茶 只会感觉少点什么 听着陈天如一语般的话 一时间 在场的众人全都愣住了 瞧瞧这话说的 这可是上好的信仰毛尖 数十万一两啊 而且因为制作工艺严格 每年的出产量是非常少的 绝对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好东西 大少小姐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在心里默默吐槽着 这么贵的好东西 你张口就来 天天喝 这不是喝茶 就是喝钱啊 唐星怡听着陈天的话 顿时宜乐 她大大方方地看向陈天 语气和缓地说道 你要是想喝 以后可以天天来 我给你泡 毕竟像陈天这样懂茶的 志同道合之人 可是不多了 而且之前陈天的指点 也让唐星怡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对于陈天 便更是多了一分亲近 其他人 不是吧 唐姐 这你也能忍 这还是你吗 快点清醒过来啊 旁边一位大少 有些看不下去了 她看向陈天 开口问道 陈兄弟 你可知道 你刚刚喝的这茶叶 要多少钱 不等陈天作答 大少就忍不住揭晓了答案 十几万一两啊 而且还要有够好的关系 才可能买得到 陈天听着大少 质地有声的解说 脸上并没有一丝波澜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说道 还好 不算怪 毕竟太多的顶级茶叶 出售的价格 都是按客售卖 还经常是有市无价 十几万一两 已经算是便宜的了 众人听着陈天的话 顿时觉得额头上一阵黑线 一股无奈的情绪 从心里油然而生 下意识地将视线 落在了正昊然的身上 仿佛都在埋怨他 这是打哪里找来的 这么能说大话的人 这牛吹的 他们都有点接不住了 郑浩然看着这些人 投来的目光 不由得撇了撇嘴 对着众人解释道 对咱们来说挺贵的东西 对陈兄弟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大少小姐们 原本还有点不乐意 可是听到郑浩然这么说 也是愣了一下 郑浩然已经算是他们里面 花钱比较奢侈的了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 郑家的实力够雄厚 要是连他都说 陈天有钱的话 那对方的实力确实不能小觑 陈兄弟开的是 阿斯顿马丁177 郑浩然终于说出了重点 众人闻言 瞬间震惊不已 一时之间 大家看向陈天的眼神 都未知一变 五千多万的 阿斯顿马丁177 这这这 看来这位陈天 绝对是身价不菲啊 能买得起这样豪车的人 人家的家势 怎么可能简单的了 大少小姐们的脸色变了又变 看向陈天的目光 变得谨慎了很多 这样的人 肯定要尽量搞好关系啊 再不济 也绝对不能混成敌人 就连跪坐在茶桌旁的 唐心仪 也是跟着愣了一下 他倒是没想到 陈天的家势 居然这么厉害 不过下一秒 唐心仪就恢复了 平静的模样 毕竟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足够好的家势 恐怕也培养不出来 这样优秀的年轻人 光是查到这一块的造诣 想要培养出 陈天这样的见识 恐怕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陈天喝完了杯中的茶水 他看向对面的 这茶应该不是你这里最顶尖的吧 我正好想买一些茶叶 不如带我去开开眼 唐心仪文言 平静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惊诧 他玩耳一笑道 哦 你怎么确定 这不是我的镇店之宝呢 陈天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糊涂 如果只是一家好的茶院 这样的信仰毛间 做镇店的茶叶 确实是足够了 但是对于唐家来说 一个专门做这一行的大家族来说 可就是有点不够看了 可以想象 这位唐大小姐 肯定是有不少的存货 等待着真正的有缘人呢 陈天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有缘人 但是他相信 就算是没有缘分 他也可以硬砸出一道镊缘来 镊缘 也是缘哪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见陈天提起的话题 也是眼前一亮 都想着一起看一看 众人黑黑笑着 纷纷开口复合道 唐姐 你就带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呗 正好 也让我们开开眼界不是 在咱们精灵 说起茶叶一道来 谁不知道唐家 我们早就想见识一下了 您不能拒绝我们吧 就凭唐姐对陈兄弟的这份特殊 咱们今天这藏货 也是肯定能看得上了 唐星仪嘴角擒着笑 被这些人说得笑出声来 无奈地说道 好吧 你们随我来吧 既然他们这么想看 就让他们一起看一看 自己这些年来收藏吧 一边说着话 唐星仪已经站了起来 朝着门外走去 众人一看 连忙跟了上去 唐星仪在前面带着路 他们穿过一道木廊 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后院里 迎面走来一个大眼 看到唐星仪带着人进来 恭恭敬敬地招呼道 大小剑 您来了 唐星仪看着大眼 低声地吩咐道 福伯 麻烦您给我打开茶窖 我带朋友进去看看 福伯是唐家专门看守茶窖的人 听到唐星仪的话 立刻恭敬地回答道 好的 几位随我来 打开一把唐制的骨锁头后 福伯打开了一道木制的大门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里面竟然还有一道铁门 一位大少看着福伯开门的背影 不由地开口说道 没想到 茶窖里面还机关重重的 这么一搞 我这心里可是更期待了 其他大少小姐也是点点头 眼睛里满是好奇 唐星仪文言 无奈地看了众人一眼 开口轻斥道 你们可快别说了 说多了 让人知道 你们没文化 之所以弄出两道大门 就是为了要保持室内的各种树植 储藏茶叶 是非常有讲究的 茶叶这种东西 因为性质的关系 非常容易吸湿和吸味 但是一旦吸湿 就会变味 失去茶叶原本的香味 所以最好的储存条件 就是要恒温 恒湿 干净 并且不能有任何意味 而且 每天还要定时地进行通风 才能保持和提升葬茶的品质 一边说着话 福伯已经打开了铁制大门 众人随着唐星仪走进了茶窖里 一走进去 就看到了打制到天花板上的石木茶柜 一进来 就能闻到木质柜子特有的木香味 陈天吸了吸鼻子 一挑眉头 赞了一句 真不错 都是上好的黄花梨茶柜 之所以会使用这样的茶柜 是因为木头的特性 可以更好地保护茶叶 陈天看着茶窖里的布置 轻轻点了点头 到底是专业的人家 做得确实不错 唐星仪直接指着最外面的茶叶 温婉的声音在茶窖里回荡着 这是特级的施风龙井 全都是今年的新茶 陈天撑着头看了一眼 他发现 旁边有一张防水的纸片 上面写着采摘的时间 位置 已经炒至茶叶的师傅 难得见到这样专业的茶窖 陈天也一下子来了信 对着唐星仪笑眯眯地说道 众人一愣纷纷看向陈天 见对方的脸上 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瞬间瞪大了眼睛 茶叶还能这样买的 这有点豪气啊 能进唐星仪茶窖的茶叶 可没有简单的东西 唐星仪也没想到陈天这样说 他看向一边穿着旗袍的服务员 淡淡地吩咐道 给陈先生包起来吧 服务员应了一声 便开始打包茶叶 唐星仪则是带着众人 朝着里面走去 介绍着他珍藏的好茶 这是上好的西湖龙井 虎宫庙前的御茶 看到众人一脸迷茫的样子 唐星仪并没有开口解释 反而是看向了旁边的陈天 笑着问道 不如陈先生 给大家解释一下 陈天眉头一挑 知道唐星仪 这是有心考自己 不过这点知识 对于拥有神级茶叶的陈天来说 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 曾经亲自到了龙井茶区品茶 并且对之赞不绝口 之所以敢叫做御茶 就是因为乾隆皇帝清点 虎宫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 唐星仪既然敢这么说 肯定就是老树上的出产 这样的顶级好茶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买到的 既然是御茶 所以每年有限的出产 都会进行一次拍卖会 唐星仪垂眸一笑 脸去了眼睛的惊讶 开口说道 我去的那一年 出产比较少 为了挽回损失 茶树的主人 联系了一位炒茶大师 制作出了这一批 虽然那一年的价格最是昂贵 但是绝对无有所值 这一小份 我可是花了上百万呢 虽然花了大价钱 但是这属于唐星仪的收藏中 比较独特的一次拍卖 所以温柔闲静的她 也忍不住多说了几句 唐星仪的心思蹊跷 收藏的茶叶 都是有些说法和故事的 确实是有些意思 陈天对于这样的好东西 很是欣赏 她的目光扫射了这些茶叶一遍 直接说道 这些 我包圆了 跟在后面的服务员 便上前来准备打包 唐星仪只是淡淡地听着 又开始介绍其他的收藏 碧罗春 黄山毛峰 君山银针 君山银针也是以前有名的供茶 那一年 我亲自找人上山采了 然后炒之而成的 那一年 唐星仪跟着家里人一起 包了一整座茶参 但是最后挑挑拣拣的 也只剩下了这么多 可以说 是那一年的精华所在 大少小姐们 听得双眼圆瞪 她们没想到 做这一行 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正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就听到陈天冷不丁开口说道 不错 这个我也抱怨了 唐星仪文言顿了一下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继续与太平和地介绍道 我再给你们讲一讲 这一罐安吉白茶吧 安吉白茶并不是白茶的一种 而是绿茶 算是茶树的一种变种 非常稀有 安吉白茶因为稀有 所以古茶树也仅剩下一棵 有上千年的树林 也正是因为特别稀少 所以如此的一小罐 已经是一年的全部产量 现在的白茶组 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 现在想要买到 已经特别难了 就算是去参加拍卖会 也不要想用几十万的低价拿到 现在白茶组的名号和代表意义 已经大于其本身的价值 所以即便是如此稀有 唐星仪也只是收藏了这么一小罐 她觉得花太多的钱去买 已经没有多少意义 服务员 这个我也要了 抱怨 陈天双手背在身后 语气轻松地说了一句 渐渐地 唐星仪从一开始的淡然 到现在嘴角抽搐起来 这特么 她算是看出来了 陈天这是来进货的吧 唐星仪咬了咬牙 继续带着众人朝里面走去 这是凤凰丹丛 凤凰山的茶农经验丰富 丹丛的古茶树都在百年以上 特别漂亮 唐星仪正说着 手里的茶罐已经被陈天拿走 递到了后面的服务员手里 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心 唐星仪只觉得心口一阵顿疼 这事 又给包园了 唐星仪漂亮的小脸蛋 此刻脸色阴沉得 快要滴出水来 就连一双绝美的毛子 都变得湿润起来 陈天完全没有注意到唐星仪的变化 她看着里面保存的茶叶 有点惊喜地问道 你这里竟然有育供大红袍 这个卖吗 多少钱 这样的育供大红袍 必然是武艺山上母树大红袍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微笑 这确实是个好收获 旁边的大少小姐们一听 育供大红袍 这不是有市无价的好东西吗 则则则 真不愧是唐家 这种极品的好东西都有 要知道 这种的极品好茶 可不是一般的拍卖会上会出现的 偶尔出现个一两次 也是那种规格极高的私人拍卖会上 众人一边想着 一边将视线落在唐星仪的身上 眼神中满是震惊 能拿到这样的好货 可见唐星仪绝对是费了大心思的 这这这 这么一罐子 不知道得用了多少钱 就在众人震撼不已的时候 陈天对身后的服务员说道 麻烦你 包把这个茶叶拿出来好吗 陈天打算近距离地观赏一下 不管价格如何 必须拿下呀 服务员轻轻点点头 他靠近茶柜 刚拿出小罐子 准备给陈天看看 就被旁边的唐星仪 一把抱住罐子蹲在地上 都快要哭了 唐星仪的心里 仿佛观着一只愤怒的猛兽 正朝天大力地嘶吼着 这还有完没完了 这些可都是我的珍藏啊 我就不应该请你们喝茶 不该带你们进来 你们这些虎狼 我就是想炫耀一下的呀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们这么对待我 你再买 那我还拿什么镇茶院 陈天等人直接猛了 陈天眨了眨眼睛 看着唐星仪说道 唐老板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唐星仪蹲在地上 紧紧抱着怀里的小罐子 嘟嘟囔囔地说道 不卖了 不卖了 你们走 这个坚决不卖 再这么卖下去 自己这家茶楼 都可以给出去了 哪有这么卖东西的 太过分了 有钱了不起了是不是 唐星仪越说越委屈 抱着茶罐的手臂 不由得紧了紧 他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一张俏丽的小脸上 全是委屈 一副小女人姿态 哪里还有之前的端庄大气 但是这种和之前截然不同的举动 让大家大跌眼镜 这这这 能把唐大小姐 气成这副样子的 绝对是个人才 想到这里 他们都是看向陈天 心道 这个人 绝对是罪魁祸首 当下也是离他远了远 陈天 锦号人民币百分号与星号 这什么情况啊 我这可是清清白白地买东西 怎么还买出爱恨纠葛来了 陈天想了想 他蹲了下来 安慰着唐星仪说道 唐老板 价格好商量 这样子做什么 我出五万一克 买你的御工大红袍怎么样 众人嘴角抽搐 这 暗客买茶叶 这位陈天 也是个奇人啊 唐星仪文言 也是一愣 一瞬间 就感觉好像 陈天在用钱抽他的脸一样 一下一下的 抽得特带劲 打完还要问问他 怎么样 唐星仪气的一口气 差点没缓上来 他从小到大 什么时候被这样说过 不卖 唐星仪气呼呼地想着 这小子 是想拿钱买我的尊严吗 怎么可能卖 十万 不卖 二十万 听着陈天翻倍式的报价 众人瞬间感觉 大腿一阵阵乏力 都有点站不稳了 唐星仪紧紧攥着拳头 咬着银牙说道 不卖 就是不卖 这个坏人 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得意 陈天想了想 对着唐星仪很认真地说道 最后一口价 三十万 一克 这样吧 我也退一步 每一样茶也给你留一点 怎么样 三十万一克 一两就是一千五百万 绝对是天价了 说实话 即使是玉公大红袍 也绝对要不了这么贵 陈天这么说 已经大大超出了 玉公大红袍原本的价值 他自己感觉 这已经足够够意思了 一瞬间 唐星仪闻言腾地站起来 他看着陈天 白玉一般的鲜鲜玉手指着他 指尖都跟着颤抖起来 旁边的众人一看 一脸的震惊 就连跟在陈天身后的苏芷熙 也是跟着心头一紧 完了 这是惹人家发怒了 这会不会被赶出去 以后都不能进来 这可怎么办才好 苏芷熙看着情况不对劲 甚至在想着 要不要上去道个歉的时候 就在众人各有想法的时候 就听到唐星仪高呼一声 这是你说的 你例字句 众人 陈天 众人看着唐星仪 心中满是吐槽 我的唐大小姐 你刚才宁死不屈呢 不来个全套 就明金收兵了 你刚才的气势呢 怎么能做金钱的奴隶呢 唐星仪看着他们 看向自己的目光 心中也是一阵无奈 我也不想骂啊 但是 她给的实在太多了 一千五百万一两啊 再不骂的话 那不成傻子吗 陈天走过来 拿走了唐星仪怀里的茶罐 她对着旁边 目瞪口袋的服务员 吩咐道 帮我拿个茶吃 谢谢 服务员冷了一下 茶池递给陈天 陈天也不客气 将那些茶叶打开 一份留了几茶池的量 唐星仪 added锦号锦号人民币百分号 就留这么一点 吸了你的鞋 居然忘记说凉了 陈天怂怂间 看着唐星仪气鼓鼓的脸 说道 我说了 给你留一些 但是咱们也没有说留多少 对吧 能留下几茶池 都是陈天看在唐星仪 是个妹子的份上 出手比较和缓 唐星仪气得不行 她恶狠狠地看着陈天 竟然没想到反驳的话 她只能转过身 对着身后的服务员说道 去算一算 这位陈先生的账 现在除了资金到账 已经没有东西 可以平复她的心情了 她多年的收藏啊 很快 服务员折返了回来 恭恭敬敬地递上了账单 说道 陈先生 你一共消费了一千万 一千万 一时间 茶窖里面响起了一阵阵嘶声 买个茶叶 就花这么多钱 这个消费水平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绝对是顶级富豪的水准啊 站在陈天身后的苏芷熙 听到这个数字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脸的惊悚 这什么茶叶啊 居然这么贵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陈天直接递出了银行卡 对着服务员笑着说道 刷卡 服务员拿着银行卡离开后 很快 陈天的眼前 光目一闪 检测到宿主刚消费一千万 触发十倍反例技能 反例一个亿 看到反例到账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糊涂 他的目光看向众人 笑着说道 御宫大红袍的味道 在场众人听到陈天的话 顿时一喜 他们强压住心头的震撼 大声说道 我们真的能喝吗 陈天刚才可是三十万一克买来的 这绝对是天价大红袍啊 他居然说 要大家一起尝一尝 这也太仗义了吧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看向陈天的目光陡然一变 就连说话的语气 都变得热络起来 陈哥大气 现在 众人连称呼 都是直接改了 唐星仪同样是一脸的期待 毕竟御宫大红袍 他也仅仅喝过一次而已 但是那种醇厚干香的味道 确实让人记忆深刻 陈天淡淡一笑 对着唐星仪喊道 麻烦唐大小姐 准备一套新的紫砂茶具 我也是有些手痒 给大家泡个茶尝尝 唐星仪一听 顿时有点急了 他承认 陈天在茶道上有一套 但是这泡茶的手艺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么好的茶叶 要是一个没泡好 可就糟蹋了 三十万一克 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吗 就算是陈天不在乎钱 但是唐星仪也绝不能允许 有人当着她的面 不尊重茶 要不 还是让我来吧 唐星仪看着陈天 毛遂自荐道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在旁边认同的点点头 心里都是担心 陈天会泡不好 但是这毕竟是陈天的茶叶 他们也不好表现得太明显 唐星仪看透了众人的意思 也只好带着众人 回到那堂里 转身出去拿茶具 众人看到唐星仪出去了 都是一脸热络地看着陈天 和她说着话 不少大少已经掏出了手机 和陈天互相加了联系方式 这样有钱又阔气的朋友 他们自然要好好结交一番 陈天和他们加了好友 这时候唐星仪也取回来了 新的紫砂茶具 放在了茶桌上 众人注视着陈天 看她十分轻松地 走到茶桌旁边坐下 当她拿起水壶的时候 整个人的气质陡然一变 如果说 之前的陈天是轻松自在 那么现在的陈天 已经变得认真起来 那些复杂的茶具 玩得十分顺畅 众人只觉得 眼前一阵眼花缭乱 陈天已经将所有茶具清洗完毕 整套动作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不见一丝卡顿和别扭 就像是每天练习了无数遍一般 那些动作和分寸 早就烂熟于心 一时间 所有人的下意识地平住了呼吸 如此完美的操作 仿佛根本不是在泡茶 更像是一场艺术表演 随着陈天的动作 一股浓厚的香气迸发出来 引得众人不断地吸着鼻子 这么特别的味道 简直是太香了 和众位大少小姐们不同的是 一旁的唐心仪 则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想要完美地激发出茶叶中的香味 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手艺的 对于温度和冲洗的时间 更是要卡得刚刚好 唐心仪想到这里 脸色微微变得有些难看 说实话 如果是她来冲泡的话 她并不能保证 泡得像陈天一样好 众人瞪大了眼睛 就像是在观赏一场艺术表演似的 直到陈天将茶水 倒进了公道杯里 陈天的嘴角上带着笑意 给大少小姐们纷纷倒上茶水 笑着试一道 大家都来尝尝吧 一边说着 陈天也给自己斟满了一杯茶 拿起来小口的品扎着 大少小姐们早就忍受不了香味的诱惑 连忙拿起茶杯 轻轻地品尝着 随着一股热流的涌入 众人只觉得 茶香在口腔里爆炸开来 浓郁的香味直冲头顶 一杯茶水喝下 众人只觉得 四肢百孩通体接热 散发着鼓鼓的热气 太好喝了 就在大少小姐们 一杯饮尽的时候 唐星仪还在轻轻闻着茶香 和一散在空气里的香味不同 茶杯的香气 就像是源头一样 更是清香纯粹 红亮的茶汤非常清澈 没有一丝浑浊 在白色的慈悲映衬下 更显得鲜亮 最后 唐星仪才抬起茶杯 轻轻品了一口 浓郁的干香味道 先是霸占了口腔 随后顺着食道流进胃里 最后流过四肢百孩 喝到最后 唐星仪只觉得自己的灵魂 仿佛都被这股香气所侵染 带上了一丝茶香 这是一场舌尖上的旅途 同样也洗涤了灵魂 缓缓地放下茶杯 唐星仪目光悠远地看向陈天 语气平静地说道 谢谢你为我们泡茶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茶道水准 比我高了太多 就这种让人身心愉悦的感觉 就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高水准 唐星仪甚至有一种感觉 就算是茶仙路雨现实 也就是和陈天站个平手 大少小姐们原本就被陈天的手艺所折服 现在又听到了唐星仪来自官方的认证 一时经 众人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只剩下崇拜 看看人家陈哥 年纪还没有他们大 但是这一身的本事 就不是他们可能比得了 陈天只是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他给众人再次倒了茶 笑着说道 大家这么捧场 我在这里多谢了 既然你们爱喝 就多喝一点 看到陈天拿起公道杯 众人连忙凑上钱 递过去杯子 这么好喝的茶 他们可不愿意错过 众人现在对陈天更加敬佩了 可以说 现在陈天在他们心里的地位 猛地拔高起来 就在众人品扎好茶的时候 茶院里忽然走进来几个 身穿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中年人们有说有笑地往里走着 一看到这边坐着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不由地愣了一下 哟 你们这些小家伙 居然也在这里啊 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 笑呵呵地说着 又来蹭唐大小姐的茶喝了 这些大少小姐们一听 咧着嘴笑了起来 面前的这几位中年男人 正是几位大少的老爸 他们也是看着 今天下午没什么事情 便相约着一起喝喝茶 聊聊生意 没想到一过来 就在这里碰到了自己孩子 也确实是巧了 几位大少也赶紧起身 和老爸以及几位叔叔 打了招呼 毕竟都是在精灵数得上的 顶级圈子 相互的关系 还是很不错的 看到家里的孩子 没有去鬼混 反而是和其他大少小姐们 一起联络感情 一众老总们 觉得甚是欣慰 心意啊 给我们上一壶上好的信仰毛剑 微胖的老总心情舒畅 就连嗓门都比平时透亮一些 老总一边说着 一边对其他几位老总说道 今天我高兴 就由我来买单 你们谁也别和我抢 其他的老总们还没说话 就听到一旁的唐心仪说道 对不住了几位叔叔 今天上好的信仰毛剑凑不出来了 老总眉头一挑 这是来了大主顾了 正宗的西湖龙井 给我们上一壶 这个也凑不出来了 普尔呢 也没有了 几位老总 这什么情况 金陵里顶级茶楼里 居然要什么茶 没什么茶 这这这 说出去谁能信呢 微胖老总的脸上有些尴尬 自己这刚说要请客 结果这边茶楼就什么都没有 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想到这里 微胖老总忽然眸光一闪 看着大少小姐们这桌问道 你们喝的这是什么茶 可是够香的 给我们来一壶 这个也行 微胖老总的话一说出口 在场的众人全都愣住了 那些普通的茶都没有了 最尊贵的御贡大红袍 更是不可能有了呀 一位大少连忙站了起来 他是微胖老总的儿子 对老爸说道 爸 这是御贡大红袍 不是这店里的 御贡大红袍 一听到这几个字 在场的几个老总 只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 心里只剩下满满的震惊 这些小子 居然喝的是御贡大红袍 说实话 就是他们这些人 也没机会喝上一次呢 毕竟这样的有恃无价的东西 不下一番苦笑 根本不可能得到 看到几位老总目瞪口呆的模样 沉添淡淡一笑 对着他们极朗声说道 几位叔叔要是不嫌弃 就一起来尝尝吧 陈天这边的话音刚落下 已经有服务员 眼明手快地送上了新的茶杯 简单地冲洗了一下 陈天给几位老总倒上了茶水 几位老总们也没有客气 他们端起来一尝 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么香醇的茶汤 他们确实是第一次喝到 顿时觉得通体舒态 唇齿流香 一杯茶下了度 心满意足的老总们 打量着陈天 只觉得十分眼神 长得这么精神 气质又这么好的孩子 如果他们见过 一定会印象深刻的 几位老总们 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谁也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 这位是 一位老总看了看自己儿子 好奇地询问道 大少听到自己老爸的问题 连忙开始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当听说众人和陈天 是今天才相识的时候 也是愣了一下 第一次见面 就舍得拿出育共大红袍 来招待朋友的人 必然不是一般人 这样的年轻人 肯定是要好好结交一下的 众人的想法 都是出奇的一致 老总们纷纷掏出名片 递到了陈天的手里 说道 既然你们都是朋友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就给我们打电话 陈天接过了名片 十分礼貌地 感谢了众人的好意 毕竟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陈天当然不会 搏了人家的面子 大少们看到自己老爸 都对陈天青睐有加 一时间 心里更是有了数 一位大少看着自己老爸 随口询问道 爸 你们今天过来干嘛来了 如果就是几个老朋友 来喝茶的话 这几位穿的也有点太板正了 穿成这样喝茶放松 也放松不到哪里去吧 老总咧嘴一笑 对着他们解释道 我们一会要在这里 见一位贵客 正好你们也在 大家一起认识一下 说完 老总特意看着一众小年轻们 语气严肃地说道 提前和你们说好 一会见到贵客 你们可都要礼貌一点 知道了吗 真要是得罪了贵客 那可是得不偿失的 大少小姐们 听老总说的郑重其事 也是用力地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他们自小就生活在这种圈子里 对于这样的事情 也是司空见惯 既然大人嘱咐 说是大人物 他们就小心注意 一点就是 能拉拢自然是最后 最基本的底线是 绝对不能得罪 这是他们做生意人的准则 大少小姐们 正在心里暗自想着的时候 忽然听到 外面传来了一个人的脚步声 随后 一个人来到了内堂里 正是天府城总经理孙德志 孙德志看起来满面红光 就连走路 都显得格外有力气 毕竟最近天府城走了大运 房子被一位大佬直接拿下 全都打包卖了出去 虽然说天府城的房子够好 寿庆也是早晚的事 但是一下子回笼了这么一大笔资金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 都是一个极好的事情 地产公司这一次 也是乘胜追击 直接拿着这些钱 再次拿下几块地 简直未来可期 也正是因为如此 孙德志也是水涨船高 最近一段时间 被各种老总们宴请 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老总们看到孙德志来了 连忙上前迎接 孙总 您来了 孙德志一脸的春风得意 笑得十分灿烂 说道 让几位就等了 今天出来的时候 临时有了点事情 几位老总自然不会说什么 众人十分热露地说着话 孙总 我再给您介绍几位后生 您以后 可要多多照顾 一位老总牵了个头 就准备将大少小姐们 介绍给孙德志认识 孙德志这才将目光 落在了一众年轻人的身上 忽然 他一眼就看到了 人群中的陈天 孙德志看着陈天 顿时一愣 接着快步走了过去 他无视了那些人伸出的手 来到了陈天的面前 恭恭敬敬地欠了欠身 说道 陈先生 您也在这里啊 陈先生 众人文言都是一脸的猛逼 一位老总倾壳一声 他看向孙德志 说道 孙总和陈小兄弟认识 老总们虽然也知道 陈天应该身世不俗 但是也没想到 他们需要恭恭敬敬请来的孙总 在他的面前 如此谦卑 不只是各位老总们 一众大少小姐们 也是一脸的疑惑 这位孙总什么情况啊 居然对陈天这么精壮 孙德志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直接解释道 你们不知道 这位陈先生 就是包下我们所有房子的那一位 两百多套房源 外加一号楼王别墅 统统收入囊中 不仅是如此 这位陈先生到现在 都没有去看过自己的房子呢 由此可见 人家根本不把这些房子放在眼里 一下子就是几十亿出手的人 人家的背景 能简单的了吗 孙德志的话音落下 就看到众人的脸色瞬间一变 全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向陈天 那位花了几十亿买房子的人 就是就是面前的陈天 众人只觉得 大脑里乱成一堆江湖 有点失去思考能力了 一众大少小姐们 脸色十分难看 他们之前听到的那些传闻 没有一个是对的 但是现在听到真正的答案 却让他们久久不能平静 陈天看起来比他们 还要小呢 但是这份消费能力 简直是让人羡慕 光是买个房子 就能花上几十个亿 且不去说人家的资产 光是这背后的流动资金 就大的有些惊人 这么一比起来 怪不得人家花上千万买点茶叶 就像是毛毛雨似的 原来人家是真的看不上这点小钱 大少小姐们越想越是金句 额头上已经冒出细密的汗水 此时的表妹苏芷熙 也是一脸猛逼地看着陈天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的表哥 买个房子都花了几十亿 这这这 表哥的变化 未免也太大了吧 那可是几十亿啊 普通人一辈子 想赚个几千万 都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完全打破了他的价值观 小丫头现在只觉得晕晕乎乎 正在试图一点点地 接受这个现实 至于那些老总们 则是一阵阵地感到尴尬 他们之前和陈天说什么来着 在精灵遇到了事情 有事就给他们打电话 结果呢 打脸来的就是这么快 他们这些人的流动资金 绑在一起 可能都没有人家一个小年轻多 没想到 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居然这么有钱 一时间 陈天在他们的心目之中 瞬间变得高大起来 尤其是他的身份 也是变得神秘莫测 众人之前还在好奇 陈天的身份 但是这一刻 他们完全没有勇气去探寻了 这样的人 身份绝对不是 他们可以去探查的 有那个刨根问底的心 还不如都房子陈天的身上 好好和他拉一拉关系 所有人都意识到 和陈天把关系搞好了 他们可以得到的好处 将是无法限量的 陈哥 咱们都别站着了 先坐下再说 带着陈天过来的郑浩然 这时候对他也是心服口服 已经自然而然地改了口 虽然陈天的年纪没有他大 但是人家的能力强啊 叫一声歌 完全不亏 孙德志倒是不敢说太多 他恭恭敬敬地 站在陈天的身侧 毕竟这样的大哨 他必须好好地结交才行 此刻的紫韵茶院里 已经凑不出来像样的茶叶 所以一众老总们 干脆和陈天等人坐在一桌 当然 这样的结果 也是大家求之不得的 不少老总都向唐星仪 投去感激的目光 但是偏偏是这些目光 刺激的唐星仪 眼眶明显发红 他又想起了 自己刚刚失去的茶叶 那个坏蛋陈天 每一种 居然只给自己留了几茶吃 这 简直就是要了他半条小命啊 众人一起品鉴了 玉贡大红袍 尤其是当他们听说 这壶茶 居然是陈天亲自泡的后 简直是惊为天人 这些老总们 很多都是喝茶几十年的人物 这入口一尝 就能尝出来 这茶叶的不同之处 陈先生这手艺 比唐大小剑 可是只高不低啊 一位老总一边惊叹着 一边举杯一饮而尽 这么美味的茶水 自然是不舍得放过 每一泡的味道 毕竟这样的顶级大红袍 可以喝到酒泡为止 即使是到了最后一泡 仍然会有浓郁的桂花香气 非常有特色 众人一起喝了茶 看看时间已经不早 陈天主动地站了起来 对着众人说道 今天时间不早 有时间咱们再聚 一边说着话 陈天看向一旁端坐的唐心仪 笑呵呵地说道 现在就麻烦唐大小剑 安排人包把茶叶全都搬到车上 听到陈天要带着茶叶离开 唐心仪的脸色明显难看起来 心里更是狠狠地揪了起来 要不是这里的人多 一向稳重大方的唐大小剑 恐怕又要当场撒小糖豆了 陈天看着唐心仪 一副难以割舍的样子 顿时一乐 他乐呵呵地看着她 轻笑说道 这茶叶又不是被喝了 不过就是换了个地方保存而已 没事 你要是想喝茶了 可以随时联系我 直接我家里喝就是 听着陈天无所谓的语气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陈天 这话说的 怎么感觉怪怪的 这喝茶 她曾经吗 救命 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请放我们下车 大少小姐们心里一阵澎湃 他们看向唐心仪 一脸的忐忑 生怕这位大小姐 忽然间就变了脸 这要是平常 他们说出这话 肯定会被翻一个大大的白眼 就在众人有些紧张的时候 就看到唐心仪 忽然奄然一笑 对着陈天说道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了 来来来 先加个联系方式再说 两个人说着话的功夫 已经加上了微信 众人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唐家大小姐吗 老双标了 看到二人交换了微信 那些老总们也是站起身来 和陈天加了好友 几位老总看到儿子们 已经和陈天交换了联系方式 顿时觉得心里一阵安慰 家里的浑小子虽然不顶用 但是总算还不傻 至少知道给自己拉一点人脉 这么年轻 就有如此成就的年轻人 他的未来 必然是要一飞冲天的 越早成为朋友 这条大金腿 抱得也就越紧 服务员取来了陈天的茶叶 跟在一众老总和大哨的身后 送着陈天往外面走去 陈天在众人的簇拥之下 走到了阿斯顿马丁的旁边 在众人的震惊中 陈天打开了钱贝箱 让服务员将茶叶放了进去 而其他人则是目瞪口呆地 看着阿斯顿马丁 这可是全球限量77辆的顶级超跑 5000多万的售价 没想到啊 还真的有人买 这车子还是出现在精灵 可是给精灵尝了大脸了 最起码 魔都那样大城市都没有的车 他们精灵尤 就是这么霸道 陈天带着苏芷熙 坐进了车里 朝着外面开去 一边驾驶着车子 陈天一边看向旁边的苏芷熙 柔声询问道 丫头 晚上我带你去转转 苏芷熙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道惊喜 不过很快就熄灭了下去 小丫头别别嘴 小声说道 表哥 我晚上还有选休课 陈天听着小丫头的话 轻笑出声 说道 好吧 我现在给你送回去 等你哪天有时间了 我再带你去转转 苏芷熙用力地点点头 她坐在副驾驶上 歪着头盯着陈天 也不说话 陈天被小丫头盯得久了 不由得一挑眉 扭头扫了苏芷熙一眼 说道 你看什么呢 当然是看我最帅的表哥了 苏芷熙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她一脸崇拜地看着陈天 刚才那些人 都是精灵的达官显贵吧 他们都对你那么恭敬 表哥你真厉害 这才多久时间没见到 没想到 表哥就已经成长到了这样的地步 这已经不是厉害 而是超凡脱俗 鹤立鸡群 超市绝伦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面对这样的夸奖 陈天直接给了小丫头 一个不轻不重的暴力 笑着问道 这个丫头 偷偷吃了蜂蜜糖了 最近零花钱够用吗 给你点 苏芷熙的小手护着额头 嘟着小嘴巴摇了摇头 不用表哥 我的钱够用呢 陈天知道 苏芷熙是个懂事的孩子 从来不会乱花钱 她点了点头 忽然开口提一道 等你过段时间放假了 咱们去灵水市小姨那里看看 我也好久没看见小姨了 一听说要一起回家 苏芷熙立刻高兴起来 密闭的车里 顿时响起她银银一般的笑声 苏芷熙的眸子里 闪着特别的光亮 对着陈天说道 好啊 那我可要保密了 到时候 给我妈一个巨大的惊喜 要是老妈知道 自己表哥这么出息了 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陈天看着如同小精灵一般美好的苏芷熙 嘴角上不由地爬上了一抹弧度 声音都跟着软了几分 好 众人目送着陈天的阿斯顿马丁离开 直到完全看不到了 才缓缓地收回了视线 那几位老总一脸的感慨 开口喃喃自语式地说道 这位陈先生 绝对是年少有为啊 这样的年轻人 未来的发展 绝对是不可限量的 这车子都是次要的 主要是陈天的谈吐和举止 这个年纪就如此沉稳 确实是太厉害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家庭 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来 看来 人家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啊 老总们一边说着 目光已经落在自己家 不争气的儿子身上 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 都是年轻人 怎么差距就能这么大 几位大少 这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这是 躺着也中枪啊 一位大少不满地撇了撇嘴 对着自家老爹抱怨道 老爹 别说我了 你当年这个年纪的时候 不还是没啥作为吗 不能自己做不到 就逼着自己儿子去做呀 再说了 人家专家可是说了 天天盼着自己 还紫成龙成凤的家长 自己肯定没出现 老总被自家儿子 一句话噎住 他恨恨地看着臭小子 大声地赤道 你少跟我说这个 我要是当年 有你这家庭条件的话 我早就起飞了 就是随便做点什么 也比这个混蛋小子有出息 看不起谁呢 自己作为老爸的尊严 必须保住 大少听着老爸的话 脸上忽然扬起了一抹微笑 嘿嘿笑着说道 那我回去告诉爷爷 说你嫌他没本事 老爹 麻大 这个小子居然还场外求助 要是自己爷爷还活着的话 自己那个上了岁数的爹 还不是要服服帖帖 隔背亲 那可不是盖的 大少听着自己老爸的话 顿时一头的黑线 自己以后有没有出息不知道 但是光凭这情外缘的想法 他们爷俩绝对是轻生的 连DNA都不用验的那种 一个多小时之后 柳家的客厅里 时不时传出柳如玉的惊呼声 好家伙 这居然真的是春季限量版 而且两个颜色都有 光是这两个包包 就要最少六十万了 即使是这么贵 仍然是供不应求呢 这些衣服 我也一件一件地对着网图看了 都是这一季的新款 怪不得能买到限量款的包包 这么配货 绝对是大客户待遇 这些手链 还有香水 也都是高定款的 这样的款式带出去 想要撞款 几乎都做不到 一般人根本买不起 还有这些顶级的化妆品 陈天歌买的 都是最大碗的 这是要把顶级面霜 当做面团了吗 有钱人的世界 果然是不一般啊 柳如玉一只手拿着手机 一个个地对比着那些买来的奢侈品 在看到那些食物的价格后 柳如玉顿时感觉到 自己的三观都要被颠覆了 一下子买了这么多东西 这画面太让人震撼了 这一趟出去 岂不是花了几百万 柳如玉看完这些东西 转过头对姐姐说道 姐 看得出来 陈天歌对你肯定是真心的 但凡有一点犹豫 也不可能买下来这么多的好东西 去你的 一个小丫头 懂什么真心 柳如焉轻斥着妹妹 脸上却扬起一抹红韵 柳如玉早就习惯了姐姐的脾气 她嘻嘻笑着 准备去给自己倒杯水喝 穿过客厅的时候 柳如玉一眼就看到了 桌子上面的花瓶 忍不住大声问着房间里的姐姐 姐 咱在客厅里 哪里来的花瓶啊 柳如焉走了出来 看着妹妹指着的花瓶 回答道 那是你陈天歌来的时候带的 我看着挺好看 就摆在客厅里了 一听到陈天的名字 几乎是一瞬间 柳如玉顿时觉得眼前的花瓶 变得不一般起来 我就说嘛 我看到这个花瓶的第一眼 就感到一股古意扑面来 这明显就是一件 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董啊 柳如玉开始对着花瓶夸奖起来 小丫头说得认真 一双眸子瞪得大大的 就像是双眼变成放大镜了似的 看看这上面漂亮的花纹 线条流畅 透着一股潇洒的韵味 这肯定是大师的剧作 柳如焉听着妹妹夸张的词语 顿时宜乐 打去道 你要是当年高考的时候 能拿出这样的文采 作文都能多得几分呢 一边说着 柳如焉轻轻摇摇头 无奈地说道 你陈天歌给我的时候挺随意的 我估计 应该不是很贵吧 这个花瓶 就是上门的时候 带来的伴手礼 应该就是普通的艺术品 柳如玉 那没事了 有时候 艺术品和真品之间 只差那么一点 不是高手根本看不出来 柳如玉有些失望 随手就将花瓶 放在了另一边的桌子上 就在这个时候 大门的门锁转动 是柳爸柳妈 一起结伴回来了 怎么样啊 如焉 柳妈一进来 立刻就朝着厨房的方向走去 嘴里还嚷嚷着 要看看自家的厨房 还在不在 在她看来 自家食指不沾洋春水的女儿 说不定会把厨房给炸掉 不过 当柳妈看到桌子上的那些美食 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些菜看起来 不只是像模像样 简直就是大厨一样的水准啊 柳妈的眼睛里 闪过一道光芒 难道真让柳爸说中了 这是真人不露像 想到这里 柳妈已经伸出手 用手粘起一块菜 丢进嘴里 随着菜品的香味 在口腔里爆发 柳妈的双眼顿时一亮 惊呼道 闺女 你这手一见长啊 说着话的功夫 柳妈还尝了其他几个菜 每个菜的味道 都是极好的 好好吃啊 柳妈忍不住开口赞叹道 柳爸听到了柳妈的话 也是凑了过来 伸手就要碾菜 谁知道 柳妈直接一巴掌 打在她的手上 瞪着眼睛说道 不许上手 拿筷子去 柳爸似乎早就习惯了 柳妈的双镖 笑呵呵地走去了厨房 拿出筷子尝了尝 确实是好吃的不行 虽然菜凉了 但是味道 却是丝毫不影响 柳妈一脸的兴奋 看着自己的老公说道 正好咱们家里 一会要来一位 很重要的客人 咱们把家里收拾一下 如烟 你晚上给炒几个菜呗 这几道菜的水平 可比一般的饭店强多了 柳如烟听着 爸妈期待的声音 翘脸顿时一红 她有些无奈地开了口 说道 爸妈 这是陈天做的饭 我哪能做得这么好吃啊 平时自己做个方便面 爸妈还要挑三拣四呢 怎么可能做个饭这么完美 一家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瞬间沉默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家的大门 忽然被人从外面敲响了 柳爸赶紧过去拉开了大门 就看到一个富泰的中年男人 正站在门口 中年男人的脸上满是笑意 一看到他的到来 柳爸柳妈赶紧迎了上来 热情地招呼道 赵总 您来了呀 快请见 二人一边打着招呼 一边将赵总迎进了家里 柳爸柳妈将赵总请到沙发上坐下 柳妈赶紧去了厨房 准备给客人亲自弃茶 赵总看着柳妈端出来的茶壶 望着里面浮浮沉沉的茶叶 摆了摆手说道 茶就不喝了吧 咱们不如说点正事 柳爸柳妈一听 立刻对视一眼 随即看向赵总 一脸期待地问道 那赵总 合同的事 他们这一次的合作 一定谈了很久 柳爸柳妈最近将工作的重心 全都放在了这一次的合同上 这么多次的接触下来 双方都很有意想 但是这合同 却是一直没有落实下来 签合同的时候 耽误了这么久 可以说 柳爸柳妈是非常着急的 毕竟他们的公司 和赵总这样的精灵大企业比起来 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人家可以拖得起 他们可是 快要撑不住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柳爸柳妈 才将赵总约到了家里来 就是想要好好聊一聊 合同签约的事情 但是现在赵总都已经上了门 却连口茶都不喝 这让柳爸柳妈的心 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赵总看着二人 他低下头一笑 故意拉长了声音 这合同吗 合同不是不能签 但是里面的条件 还是要修改一下 毕竟商人重力 有这么好的压价机会 赵总自然不可能放过 那意思已经相当明显 柳爸柳妈文言 脸色都是跟着暗了暗 要么就放弃利润 要么就是放弃合作 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 放弃合作的话 就等于他们之前 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也等于失去了 一个很好的履历 但是如果坚持签合同 就是赔本赚吆喝 柳爸柳妈又觉得十分不甘心 就在客厅里一片安静的时候 赵总随意打亮的目光 忽然一紧 他的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 另外一边的一个瓷瓶 整个人呆坐在沙发上 仿佛石化了一般 这 赵总好半天才反应了过来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三步并两步地 走到了瓷瓶的前面 仔细地打亮着 这花纹 这色彩 这是真品啊 赵总只觉得 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他看向身后看呆了的柳爸柳妈 语气有些严厉地问道 你们家 这样的瓷瓶就这样放在这里 啊 保存这么完美的花瓶 居然就这样放在桌子上 也不怕磕了碰了 这一家人 心也太大了吧 不过 赵总看向柳爸柳妈的目光 也是有所改变 家里能有这样的藏瓶 也是让赵总完全没有想到 站在一旁的柳如玉 只觉得眉头一阵凸凸 他看向赵总 开口询问道 赵总 这个瓶子怎么了吗 他心里仿佛有什么猜测 但是还没有说出来 赵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着柳如玉一字一句地回答道 这是乳窑啊 乳窑是五大名窑之首 向来都是非常受收藏家们喜欢的瓷器 而且 因为其古朴大气的模样 深受国人的喜爱 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现在柳家收藏的这一个乳窑花瓶 保养得如此漂亮 卖个几百万轻轻松松 如果是送到拍卖会上的话 说不定还能创出一个新高度来 听着赵总话里花外的推崇和喜爱 柳家一家人都是震惊不已 这个花瓶 全这么值钱 这这这 柳爸柳妈听了赵总的解释 更是直接愣住了 他们可是很清楚赵总的身份 这样的人 可不会因为普通的玩意 就如此大张旗鼓 能让赵总这么惊讶的东西 必然是顶尖的好东西 柳爸柳妈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几乎是同时看向了一双女儿 开口问道 这瓶子哪里来的 柳如烟也没想到 这瓶子如此值钱 他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这才开口说道 这是陈天今天来家里吃饭的时候 送过来的伴手礼 谁能想得到 一个伴手礼也值这么多钱 早知道是这样 柳如烟怎么也不可能 收下这个花瓶 陈天送的 柳爸柳妈一听 更是震惊不已 之前听到小女儿说 陈天现在出息了 只是没想到 一下子到了这样的高度 一出手 就是几百万的古董 这手笔 上门提倾都够了 就在柳爸柳妈 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旁的赵总也是一愣 陈天 难道说 赵总直接看向了一旁的柳如烟 开口询问道 你说是谁 陈天 柳如烟轻点针手 一脸好奇地答道 是啊 您认识 赵总看着柳如烟 没有说话 他在心里暗暗想到 如果真的是那个陈天 他能不认识吗 下午才喝了人家的玉公大红袍 现在到了柳家 看到普通的茶叶 自然是喝不下去了 赵总一边想着 已经想到了下午的那些事情 陈天的谈吐气质不凡 在天府城一买房子 就付了全款几十亿 这是整个精灵 都没有出过的豪横手笔 这样的一位年轻人 无论是他本身的发展 亦或是人家的家世背景 都是他无法想象的强悍 最起码 绝不是他可以理解到的层级 赵总已经越想越震惊 额头上甚至开始冒出危汗来 今天下午的时候 他可是排在那些老总的最末尾 最后一个和陈天添加了微信 至于老总们排列的这个顺序 自然就是按照他们这些人的身份地位 来做下的判断 那些比自己厉害那么多的老总们 一样要对陈天恭恭敬敬敬的 自己比人家差了那么多 哪里还敢拿桥 想到那些人的态度 赵总就觉得一阵脚底发寒 赵总一边想着 一双眼睛已经落在了柳如烟的身上 看着面前娇艳绝色的小姑娘 这个年纪和样貌 再想想陈天来家里做客送的礼物 瞬间已经有了想法 赵总只觉得心里一阵俱阵 那一位该不会以后成为这一家的女婿吧 光是这样看着 两个人倒是郎才女貌 般配得不得了 这要是得罪了这家人 不就是等同于得罪了陈天 那以后在精灵城里 他还混不混了 赵总下意识地伸出手去 轻轻抹去了额上的薄汗 刚才的那番思虑 赵总一个字都没敢说出来 都是在心里完成的 他低下头去 思虑了一番后 语气善善地说道 原来你们认识陈先生啊 说完 赵总猛地抬起头来 一脸期待地 看向柳爸柳妈 急切地说道 对了 咱们赶紧签合同吧 这么好的八戒机会 赵总这么精明的人 可是不愿意放过的 先和陈天的赵母娘一家搞好关系 以后这条大腿还能跑得了吗 自己可真是个天才 赵总一边想着 连忙掏出包里带着的合同 价格他现在完全没心思去谈了 要不是怕柳家多想 赵总现在恨不得多加上一点价格 柳爸柳妈非常激动 双方非常爽快 且快速地签订了合同 赵总将手里的合同 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十分高兴地对柳爸柳妈说道 你们放心吧 以后有机会 自然是你们优先 这样拉关系的好时机 赵总当然不可能让给别人 柳爸柳妈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和这样的大集团拉上关系 他们以后的生意 也会更上一层楼 赵总 您留下来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柳爸哈哈大笑着 心情十分愉悦 对赵总邀约道 终于签下了这个心心念念的大合同 必须庆祝一下 赵总一听 连忙摆了摆手 说道 不了不了 您几位吃吧 我要回去整理一下合同的事情 下次有机会 我请几位吃饭 说完话 赵总带着一脸的陪笑 赶紧走出了柳家 柳爸柳妈看着赵总离开的背影 只觉得一阵错愕 他们跟进了这个合同这么久 什么时候见过赵总这副样子 柳家一家人一阵大眼瞪小眼 硬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心里都是有些复杂 倒是柳爸柳妈是明白人 他们看向桌子上的贵重花瓶 一瞬间都明白了 这订单能平安签下 都是陈天的功劳啊 柳爸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花瓶面前 拿在手里左顾右看 小陈怎么送这么贵的东西啊 柳爸非常相信赵总的眼力 到了人家的那种身份 境界自然是不一样的 没想到 他们辛辛苦苦地忙活了这么久 都不如陈天的面子打 要知道 陈天可是连面都没有露呢 柳妈听到了自家老公的疑问 直接看向了柳如烟 笑着问道 闺女 你和小陈谈恋爱了吗 柳如烟脸面薄 被自己老妈这么当面询问 顿时翘脸一红 撒娇式地说道 妈 你别瞎说 柳如玉黑黑一笑 忽然插嘴说道 对啊妈 瞎说什么大实话 柳如烟 自己这一家人 都是怎么了 这是要把自己卖出去吗 自己和陈天 真的是八字还没一撇呢 柳爸柳妈倒是挺高兴 毕竟陈天是他们打小看着长大的 人品方面绝对没得说 就是陈天没钱没家事 柳爸柳妈 也没有反对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意思 甚至是乐见其成 大不了 就当招了个上门女婿就是了 现在知道 并且亲自验证陈天的出息 柳爸柳妈更是高兴得不行 有这么好的女婿 他们这当老丈人丈母娘的 都觉得面子上有光 柳如烟被爸妈说了一个大红脸 他恨恨地跺了跺脚 这怎么还解释不清楚了呢 哎呀 我不和你们说了 柳如烟丢下一句话 非也是地跑进了房间里 柳妈看着柳爸 感慨地说道 哎 女儿这是大了 不中留了呀 柳爸呵呵一笑 将目光落在柳如玉的身上 一脸思虑地说道 如烟我倒是不担心 不知道如玉以后会找个什么样的男生 柳妈文言倒是很认真地点点头 这么说来 确实如玉更让人担心呢 柳如玉 这什么情况啊 爸妈 老姐的事 你们还没弄清楚呢 我这是躺着也中枪啊 柳爸柳妈今天心情不错 干脆大手一挥 说道 今天叫你妈妈露上两手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而此时的陈天 正在这苏芷熙 将小丫头送回了学校 她将车子 直接开到了女生宿舍楼下 对着身旁 正在解安全带的苏芷熙叮嘱道 在学校里有任何事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知道吗 每天三餐要按时吃 不要学人家减肥不吃饭 饿出胃病来 难受的可是你自己 要是钱不过花了 告诉表哥 我打给你 苏芷熙痴痴地笑着 表哥现在的样子 有点像自己唠叨的老妈 好了 我知道 到时候有什么事 我都给表哥打电话 苏芷熙知道 陈天是关心自己 甜甜地硬着 现在知道 表哥过得这么好 他也不用担心 会给表哥添麻烦了 看着苏芷熙的背影 消失在宿舍楼里 陈天这才开着车 朝着家的方向而去 一路上很顺畅地 开到了家门口 大门扫描了 陈天的生物信息后 自动打开了大门 陈天直接开着车 停在了车库里 刚一走出来 就看到了 等在门口的斗牛犬 朝着他疯狂地甩着尾巴 似乎只是这样并不够 斗牛犬忽然朝着 陈天扑了上来 想要和自己的主人玩游戏 陈天直接被 斗牛犬扑了个满怀 他连着倒退了好几步 才勉强保持住了 身体的平衡 斗牛犬很喜欢主人 在他的怀里来回地动着 情绪非常亢奋 陈天看着在自己怀里 来回乱动的小家伙 顿时感到一阵无奈 他心里暗自想到 自己这虽然有了神级身材 但是好像力量 并没有增长太多 一只斗牛犬而已 控制起来就这么费力了 要是以后牵出去遛狗 怕是都不好牵住 这个家伙吧 陈天的想法刚一生气 就感觉到眼前的光幕一闪 您的健身房检测到 主人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 主动升级 并贡献体质加100点 成年人为10点 并每天奖励食品体质药剂 喝了可以增强体质 恢复精神 但对于宿主用处不大 因为宿主体质太强 刚刚看完那些字 陈天就感觉自己的身体里 仿佛注入了一股滚烫的气息 在身体的四肢百 还不断地冲撞着 片刻的功夫 陈天只觉得浑身一阵滚烫 尤其是那些肌肉的位置 仿佛蕴满了无尽的力量 陈天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里 明显力量增大了很多 体会着这种力量满满的感觉 陈天忽然朝着斗牛犬一招手 随即一把将它抱了起来 100多斤的斗牛犬 在陈天的手上 就像是抱着一颗大白菜一般轻松 斗牛犬长大后 还是头一次感觉到 这种被抱起来的感觉 激动之下 不断地舔视着陈天的手 陪着斗牛犬玩了一会 陈天摸了摸他的头 说道 好了 就完到这里吧 你该去睡觉了 斗牛犬哈哈地吐着舌头 就像是 听懂了主人的话似的 乖乖地跑回了狗窝里 陈天看着听话的斗牛犬 心头顿时感觉一阵安慰 真不愧是家贡献出来的 看家护院犬 很是聪明吗 轻轻胆了胆手 陈天刚想走进屋里 忽然间想起来 茶叶还放在车子的前辈箱里 便再次走回了车库 茶叶刚一拿到手 陈天的眼前 又是光目一闪 你的家检测到 主人竟然从外面买茶叶 自动升级 建立地下茶窖 并奖励十株神级茶叶术 看着清晰的字体在眼前 陈天原木微瞪 脸上闪过一丝错愕 这也行 感觉自己的家 好会吃错 陈天一边想着 一边朝着楼下的地下室走去 地下室里灯火通明 温馨的黄色光芒 照亮了每一处角落 在右手边的方向 有一道独立的合金制作的大门 陈天轻轻一推 合金大门应声而开 正是家刚刚升级出来的茶窖 看着眼前的茶窖 即使是陈天 也不由得挑了挑眉 这里的布置 简直比唐欣怡的专业茶窖 还要更加高级 一走进去 陈天的目光 就被石木茶柜 吸引住了目光 茶柜使用的是石木的原色 所以能看到木质里面 带着一些金丝一般的痕迹 而且这种金色很多 十分漂亮 陈天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难道就是金丝楠木 听说这种木料 因为非常稀少的缘故 一刻的价格比黄金贵多了 而金丝楠木 因为木质密实比重非常大 这样的一屋子金丝楠木茶柜 绝对是价值不菲 最厉害的就是 因为金丝楠木的特殊属性 这种木质可以避石避虫 用来存放茶叶的话 简直不要太完美 陈天对这里的布置十分满意 直接将自己买来的茶叶 放到了茶窖里面 将一切布置好后 陈天走去了茶窖的另一侧 那里正中着十棵神级茶树 还未走近 陈天就闻到鼻尖处满是清香味道 是一种他从未闻过的甘香 随着陈天的走近 那股香味已经变得越发浓郁起来 陈天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茶树 他赫然发现 这些茶树的叶子翠绿挺立 叶子的边际仿佛镶着金边 说不出的神秘和奢华 这样的茶树 且不去说茶叶的口感 光是这样看着 就已经感觉是一种享受 陈天感觉全身都沾染了清香 嘴角上不由地情上了一抹微笑 看完了茶窖之后 陈天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在外面跑了一天 陈天也觉得有些乏累 便去洗了个澡 洗去一身的疲乏 陈天来到衣帽间拿了一套睡衣 很快 他的视线就被柜子里的表盒 吸引住了视线 陈天这个时候才恍惚想起 自己似乎得到过奖励 是世界级名表 想到这里 陈天便走到了表盒跟前 将它轻轻打开 里面赫然摆放着七块手表 在灯光下释放着属于自己的光彩 陈天静止拿起了其中一块手表 眼睛瞇了瞇 他之前看到过这块手表的介绍 这是百达斐力的超复杂功能怀表 是目前为止 世界上最贵的怀表 前几年的拍卖价格 就已经高达一亿六千万 陈天原本还有些惊讶 不过当他看到了其他手表的介绍后 顿时有些无语 放在第一的位置上的是 Joelry 101 Manchat 这块手表的造型十分奇特 表面上更是镶嵌了 576颗上好的钻石 还镶嵌了各种宝石 由于这块腕表的独一无二 所以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绝对是无价的宝贝 第三块手表是百达斐力的 Super Complication 号称是世界上最贵的 定制款手表之一 同样是手表界里 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陈天直接掠过了 宇伯的钻石手表 看向了路易莫华奈的 驼飞轮腕表 这块表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腕表的表面 融入了火星的雨势 陈天对于这块腕表 很有兴趣 直接拿出来戴在了手腕上 之所以选择这一块 还是陈天感觉 这一块比较低调 虽然这一块的价格 也将近三千万 但是除非是识货的人 否则很难有人 认出她的独特 陈天戴着手表 走回了卧室 她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忽然叮咚一声 响了起来 她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唐欣怡 给自己发来的微信消息 我明天想去九龙泉山上 去山泉水 约了大家一起上去郊游 你明天有时间吗 一起 唐欣怡刚才在群里 已经和一众大少小姐们 商量过了 大家都同意 想着陈天今天的 种种惊人表现 唐欣怡便打算 看着叫上陈天一起 陈天看到信息后 想着明天也没有其他的事 便答应了下来 可以啊 明天几点 唐欣怡看到陈天答应了 也是非常高兴 拿着手机在对话框里 快速地打着字 毕竟是郊游 咱们早上去吧 空气够好 而且人也少 清静 陈天刚刚回复了一个好 就看到眼前光幕一闪 你的家检测到主人 要去郊游 十分欣慰 您的车库 考虑到山区路线 主动贡献大气房坛板一辆 看着光幕上的字 陈天顿时一乐 这个家有点意思 自己欣慰 让车库做贡献 一边想着 陈天打开了手机搜索 查看着大气房坛板的消息 这一搜不要紧 就看到谈出的网页信息上 写着这款 房坛板大气的价格 已经上亿了 陈天对此 倒是见怪不怪 毕竟是家贡献出来的东西 从来只有精品 看了看网页上面 介绍的各项数值 陈天感觉十分满意 他收起了手机 准备睡觉 第二天一早 早早地就醒了过来 简单地洗漱之后 陈天在楼下 简单吃了一些早餐 便回去楼上换衣服 衣柜里面的衣服 全都是材质极好的手工制服饰 各种款式应有尽有 陈天想着今天是去郊游 便选择了一套 灰色的运动服 这些衣服 就像是为陈天亮提剪裁的一般 穿在陈天的身上 立刻将他的身材 完美地包裹 完全就是一个身材极佳 而且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陈天对着镜子 整理了一下 陈天驾驶着车辆 朝着九龙全山的方向开去 而此时九龙全山的山脚下 大少小姐们已经早早地到了 大家围在一起 嘻嘻哈哈地说着话 看起来心情都很好 因为唐星仪提前通知了来郊游 大家都早早地睡下 今天起来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奔驰大巨 朝着众人的方向开来 静止停在了大家的面前 大少小姐们都朝着车子看来 就看到车门被推开 唐星仪从上面跳了下来 看到唐星仪以这样的姿态出现 众人的眼睛瞬间一亮 今天的唐星仪 穿了一套樱花粉的运动套装 黑长直的头发 梳起了高高的马尾辫 看起来精神十足 她的脸上只简单地涂了防晒霜 看起来青春无敌 还透出一股青春干脸来 明明是有些矛盾的观感 却出现在了同一个人的身上 但也正是这样的冲击 让今天的唐星仪 看起来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吸睛 只要你看过去 就像是陷入了漩涡里一样 目光的停留已经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看着这样的唐星仪 众人纷纷开口赞叹道 唐姐 你今天这么打扮 简直是美爆了 和平时完全就是两个样子 可不是吗 唐姐今天开着这车 简直就是霸气侧漏 今天这不是唐姐 而是百变唐姐 绝绝子 唐星仪听着众人吹捧的话 直接翻了个白眼 对着众人说道 我这就是单纯为了多拿一些桶 正好你们这么多大少都在 平时你们一个个的 不都是总吹嘘 自己是健身房小王子吗 今天就是个好机会 刚好看看你们行不行 一边说着话 唐星仪一边在心里点数 这么多大少都在 一个人一统的话 好像还多一个 不过也无所谓 感受到唐星仪飘过来的目光 一众大少只觉得脊背发凉 一股被算计的阴凉感 一旁的郑浩然倒是听不下去了 他挺了挺胸膛 对着唐星仪说道 对男人 怎么能说不行 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侮辱啊 是个男人 就绝对不能忍 不就是几个筒吗 郑浩然的话音未落 就看到 唐星仪已经打开了奔驰大致的后备箱 从里面拿出来不少的空筒 一看到那些筒 剩下的话 直接梗在了郑浩然的喉咙里 有点说不出来话了 这这这 根本就是家里饮水机 最大号的大筒啊 拎着这么大的一个筒 还要爬上爬下 想到这里 郑浩然的嘴角 不由得一阵抽搐 这绝对是个大活啊 他刚才还以为 是那种浸水器里打水使用的小筒呢 嘿嘿 那个唐姐 你这样 是不是有点过于狠了 郑浩然当下开始哀嚎起来 这样的一趟上下 估计骨头都要累散架了 旁边的大小姐们无嘴一笑 嘲笑的话 那是张口就来 刚才不是还说 是男人 就不能说不行吗 有时候啊 打脸就是这么快 几个筒而已嘛 对你郑大少来说 还不是小菜一碟 看你这长得挺精壮 难道说 其实身体不行 要不 咱们也学学大明星 买点海狗丸给你补补 噗 原来郑大少这么虚啊 哈哈 听着那些大小姐们的话 郑浩然是一肚子的装X话 就是不敢当着 唐欣怡的面网出说 否则 可能一桶都不行 直接给他加到两桶了 看着郑浩然 一副吃瘪的样子 众人都是一阵哄笑 郑浩然翻了个白眼 他直接岔开了话题 看向众人问道 陈哥怎么还没来 一听到陈天 一旁的一位大少 立刻接话说道 昨晚我回去 可被我罢好一顿说 那给我埋态的 街边的乞丐都比我优秀了 陈哥 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这样的榜样在前 他的压力实在是巨大 其他的大少小姐 也是身以为然的点点头 没想到啊 有一天 自己会被碾压成这样 不过 想想陈天的各种表现 在场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个个服服帖帖 完全是心服口服 这时候 另一位大少 也是一脸无奈地说道 你们是不知道 我爸妈昨天因为陈哥 差点打起来 嗯 在场的大少小姐们一听 瞬间都是来了兴趣 纷纷开口询问缘由 那位大少 发出重重的一声叹息 解释道 这事也怪我爸 回家之后 一个劲当着我妈的面 各种数落我 我妈听了有点不乐意 就和她顶了几句 说到这里 大少掐着嗓子 学着老妈的样子说道 什么叫我儿子处处都不行 怀孕的时候 我就说过 这孩子 要是像你的话 肯定就完了 众人轰然一笑 纷纷凑上前询问着 后面的发展 我告诉你 孩子要是不像我 你就完了 大少双手插腰 明显是模仿自己的老爹 大少小姐们笑得肚子 都疼了 这都能吵起来 这一家人 可是够欢乐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远远地 看到了一辆奔驰大G 朝着他们的方向 急驰而来 支嘎 大巨稳稳地 停在了众人的面前 一人推开车门 走了下来 正是陈天 众人看着一身 运动装的陈天 又是一阵惊骇 谁也没有想到 即使是穿着 这么普通的运动装 陈天仍然是帅得惊人 尤其是衣服下面 隐隐约约露出的 肌肉形状 更是让众人震惊不已 独属于男性的荷尔蒙 几乎要冲破衣服 笼罩住所有人 一些大小姐们 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满是痴迷 帅 简直是帅呆了 陈哥这也太厉害了 看来 每天都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进行身材管理 看到陈天来到了近前 众人连忙和他打着招呼 陈天也朝着众人 点头致意 笑着说道 大家等久了吧 没有没有 众人纷纷摆手 他们也就是 刚到了一会而已 众人说了一会话 这时候有大小姐 将目光移到陈天的爱车上 惊讶地说道 陈哥和堂姐的车 是一样的 还都是黑色 看起来威武霸气 特别酷 旁边的大少小姐们 开始起哄 说这是默契 也算是一种缘分 郑浩然向前走了几步 仔细打量着 陈天的车 来来回回地转了好几圈 随即 郑浩然的脸上 露出一抹震惊 大声说道 不懂别瞎说 陈哥这是防弹版大剧 有价无市 怕是要几千万上亿了 上亿 众人知道 郑浩然最是爱车 对他的话 没有一丝怀疑 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辆大剧 居然是防弹版 听说很多总统坐驾 就是这种版本 一般人不要说买了 见都没有见过呢 郑浩然 也是看过不少 这种车子的介绍 才能看得出来 这里面的细微差距 看向陈天 希望得到来自车主的肯定 陈天看到 郑浩然看来的目光 淡淡一笑 点了点头 他其实也没有想到 郑浩然对于车子 这么了解 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众人看到陈天都承认了 一个个的 更是震惊不已 陈哥 这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前几天 还是一辆5000多万阿斯顿马钉 现在就是上亿的 防弹版大G了 这这这 还能这么升级的吗 唐星怡这时候 率先反应了过来 他摆了摆手 招呼着一众大少说道 来吧大少们 一个人一个筒 咱们出发 看着筒比较多 有大少就拿了两个 大少们闻言 只得不情不愿地走上前 将筒拿在了手上 谁叫他们总是嘴馋 没事就去唐星怡那里蹭茶水喝呢 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 认命吧 九龙全山的保护做得很好 山上的绿植非常多 四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盘山道 都是有整块的山石铺成的 一块接着一块 一直绵延到山顶 看起来非常有意境 众人一鼓作气 直接爬到了半山腰上 从这里朝着山下面看去 只觉得眼前一览无遗 全是绿植 简直就是天然的养霸 众人纷纷拿出水来 补充着水分 这么一下子爬上来 确实是有些累了 只有陈天一脸的兴致盎然 看不出来一点疲累 有几个大小姐累得不行 直接找了个山石坐了下来 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大少们在边上看着他们 忍不住开口调侃道 一看你们就是 平常不锻炼 你们这回回去 肯定是要酸腾上好几天了 唐欣怡从背包里取出矿泉水 分给几个大小姐 这才回过头去 看着众人说道 就你们平常锻炼 一会可要好好拿着桶 要是拿得不好 水不小心洒了 以后谁也别想去蹭茶了 大少们 仅耗人民币百分号 他们这是做了黑工了呀 休息了一会 众人接着朝着山顶上爬去 经过了片刻的休整 大家爬山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唐欣怡一边爬着山 一面瞪了那些大少爷 唉声叹气地说道 唉 你们这些直男 看我们累 也不说背着我们 郑浩然撇了撇嘴 看着唐欣怡善笑道 唐姐 你可真是会开玩笑 我们也累呀 再说了 他们的手上 还拿着一个大桶吗 怎么背 大小姐们 纷纷送上巨大的白眼 这些男人 都是直男 一点都不暖 走在前面的陈天 倒是停了下来 她打量着身材纤细的唐欣怡 挑眉问道 怎么 我背着你 嗯 猛地听到陈天这么说 反倒是吓了唐欣怡一跳 她连忙摆了摆手 看向陈天 笑着说道 不用不用 我就矫情一下 陈天的这个身家 她怎么好意思 让人家背自己 没想到陈天文言淡淡一笑 看着唐欣怡 语气和缓地说道 我也就是客气一下 你 唐欣怡恨地看着陈天 一阵咬牙切齿 竟然调侃我 大家有说有笑地向上爬着 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平地 说是平地 其实就是一块巨大的山石 不少人都将这里当作休息地 唐欣怡看着众人摘下了自己的背包 她经常上来打水 所以知道这里的山路陡峭 比较耗费体力 提前也做了不少准备 唐欣怡的背包里装了自己做的点心 她打开盒子 分给众人吃 众人一尝 就尝出来 这是唐欣怡自制的小点心 毕竟经常抛在茶院里 唐欣怡也是练就了一手做茶点的手艺 唐欣 你这手艺可是越来越好了 大家都对唐欣怡的手艺赞不绝口 陈天也是挺喜欢这种清甜的口味 并不会喧兵夺主 还带着一股花香 一切都刚刚好 唐欣怡分好了点心 指着上面的一处山石说道 那里就是九龙泉了 咱们休息一会 再上去 九龙泉看似就在头顶 但是顺着山道往上走 却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 又继续走了一会 众人的耳边 已经可以听到 稀稀索索的流水声音 九龙泉已经就在眼前 看着清澈的流水 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意 纷纷走上前去 众人纷纷洗了手 不少人还直接用手捧水喝 九龙泉非常有名 入口清凉干裂 还带着一丝甜味 这样的天然矿泉水来泡茶 味道会更上一层楼 郑浩然也弯下身体 撩起袖子捧水喝 这样的举动 直接让他的手表露了出来 郑哥 你带的是僵尸单顿传承系列吗 一位大少指着郑浩然的腕表 大声地惊呼道 众人一听 脸上瞬间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僵尸单顿传承 那可是有名的富豪系列啊 最基础款也要上百万 想到这里 大家纷纷来到了郑浩然的身边 仔细地看着他腕上的手表 另一位大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中满含着羡慕地说道 这一块可不只是上百万 而是五百多万的限量版啊 众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看向郑浩然的目光中满是震撼 真不愧是郑大少啊 这手表摔爆了 郑浩然嘴角扬笑 心里有些得意洋洋 这是他老爹昨天才买的 今天就被他偷着带了出来 对于大家的这个反应 他很是满意 大家围着郑浩然的手表看了半天 这才走回到九龙泉边 玩起水来 一个大小姐看着不远处的一位大少 趁着他喝水的功夫 已经一盆水扬了过去 看着那位大少被浇了一头水 大小姐咯咯地笑着 高声呼喊道 姐妹们 收拾他们 让他们刚才那么直男 哼哼 必须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大小姐们文言 纷纷加入到战斗之中 唐星仪捧着水 故意将水扬在了陈天的身上 将他的上衣都打湿了 一时之间 大少们都是遭了殃 一个个的都成了落汤鸡 大少们也是忍无可忍 陈天眯了眯眼睛 看着身前笑得前仰后合的大小姐们 大声招呼道 大家一起反攻 一边说着 陈天已经来到泉水边 朝着大小姐们开始泼水 谁知道 水还没有落到大小姐的身上 就凭空出现了一把把太阳伞 这些遮阳伞像是山林中冒出头的小蘑菇 将那些泉水一一挡住 大少们 这这这 你们这是玩的道具场 是吧 到底是哪里来的太阳伞啊 这是早有预谋的吗 大小姐们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从雨伞后面伸出头来 笑嘻嘻地说道 谁叫你们没有遮阳伞 略略略 大少们一看 这样的情况是玩不下去了 干脆也就明镜收兵 不闹了 陈天等人就比较惨了 针上的衣服都湿了 郑浩然拽了拽贴在身上的衣服 一脸无奈地说道 这种情况下 也是没办法了 脱了吧 要不然贴在身上 可是实在太难受了 郑浩然说完 已经自顾自地脱下了上衣 露出精壮的上身来 众人一看 都是一愣 郑浩然平时比较注重健身 身材还是相当不错的 一身的腱子肉 看起来超man 好几个大小姐 已经在旁边起哄吹口哨 一副女色皮的样子 一些脸皮薄的大小姐 匆匆一扫后 则是将头扭到了一边 不敢再看 小脸上更是一片通红 大少们看此情形 脸上都是一阵羡慕 郑哥这身材 该说不说 真是不错 一看就是孔武有力 经常撸铁的那一种 陈天的上衣 也是湿淋淋的 不得已之下 也只好脱下了上衣 否则穿着湿乎乎的衣服 身上都要起湿疹了 看到陈天脱衣服的动作 不少人都伸着头看着 大家都想看一看 看起来并不见瘦的陈天 身材如何 只见陈天的衣服一脱下来 立刻引来了众人的惊呼 陈天这身材 也太赞了吧 陈天身上的肌肉线条 十分分明 那些轮廓的包裹之下 就是一块块 蕴含着力量的肌肉 尤其是陈天的腹肌 八块肌肉链的分明 人鱼线深深地扎进裤子里 众人的目光 恨不得变得一条灵巧的蛇 顺着人鱼线 好好看一看里面的风景 想到这里 大小姐们更是脸红了 哎呀 自己怎么能这么想 这不就是LSP了吗 郑浩然看着陈天完美的身材 也是发出一声雾槽 瞬间瞪大了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这身材练得 可是太完美了 简直就是健身房里的标杆身材 并不会太夸张 但是又充满了男性的力量 这才是真男人该有的样子 陈哥 你这肌肉练得真是好啊 郑浩然一边说着 一边贪婪地看着 他自然不会喜欢男人 但是这身材 他是太羡慕了 要是自己也能有这身材 小姑娘还不嗷嗷地往上扑啊 羡慕啊 想到这些 郑浩然又是吞咽了一口口水 郑浩然一看 连忙开口解释道 你们别这样 看着我呀 我不是gay啊 剩下的大少有的也是脱了 不过都是对自己身材有点信心的 有的胖胖的大少 直接穿着湿的衣服 他们紧紧地攥着衣角 打死也不脱 再怎么着 也不能叫这么多大小姐们看了笑话 看着这么多的猛男在前 但是更多的大小姐 还是偷偷地打量着陈天 这副模样 要不是人太多 他们都想扑上去了 不只是那些大小姐们 就连唐星仪也是在旁边偷眼看着 脸上带着微微的红韵 陈天感受到那些目光 她无奈地看向唐星仪 说道 还偷看 等回去了 你得给我买衣服去 把自己身上泼得这么湿 真是个坏丫头 唐星仪被陈天拆穿了也不能 她甜甜地笑着 理直气壮地回道 我哪里是偷看了 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看好吗 不就是买衣服吗 买就买 反正看到了帅哥光溜溜 怎么也是赚了 再说了 就陈天的这个完美身材 到哪里才能看得到 众人玩够了 也是时候开始干活了 大少们纷纷拿起水桶 开始往里灌水 九龙泉的泉水 没有合适接水的地方 大多数来接水的 都是灌水 就是拿个工具 快速地往水桶里面倒 陈天也从别的大少那里 拿了桶过来 帮着一起灌水 郑浩然拎起水桶 都已经走到了水边 又绕到了旁边的山石旁 把手表摘了下来 他将手表放在了山石上 就是为了防止沾水 毕竟是五百多万的腕表 郑浩然还是偷偷带出来的 必须要好好保护 放好手表后 众人都开始灌水 大家是个显神通 有的人拿着水桶按在水里 有的人拿着小瓶子 往里面灌着 只有陈天的速度最快 看着他很快就灌好了一桶 就连旁边的唐星仪都愣住了 哪怕是平时他带来的那些工人 都不一定有陈天这样的速度 这个陈天完全不像是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真的很厉害 旁边的大小姐们看着唐星仪 眼睛死死地盯着陈天 瞬间捂着嘴巴笑了起来 几个大小姐几眉弄眼的 都下意识地以为 唐星仪是在偷看陈天的身材呢 他们甚至小声地嘀咕起来 商量着要不要撮合一下二人 就在众人各自忙碌的时候 忽然他们的头顶处 传来一道利鸣 紧接着 一只飞鸟如疾风一般 猛地冲了下来 飞鸟静直飞向了山石上的手表 他的脚爪十分尖利 抓起手表 随即就飞上了天空 众人 这鸟什么情况 郑浩然看着突如其来的一幕 直接梦了 这鸟 麻蛋啊 这鸟是寻宝兽吗 还知道找最贵的东西抓 这可是几百万啊 五草 找下留表啊 郑浩然急得额头上都快要冒汗了 这可是自己老爹的新表 昨天刚刚到家 还没有捂热乎呢 这就让个鸟带走了 这这这 郑浩然在心里各种骂娘 但是看着越飞越高的飞鸟 也是完全没有办法 旁边的众人也是完全猛了 大家愣在原地 都有点懵圈 不过想到损失惨重的郑浩然 纷纷开口安慰道 郑哥 你先别急 它一个鸟 要手表有什么用 说不定 一会还能送回来 你当这鸟 是迷途小羔羊呢 送应该是不可能了 要不咱们跟着它 说不定就丢下来了 都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郑哥 你也别上火 郑浩然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遇到这么奇葩的事情 说出去谁能信啊 即使是面对大家 绞尽脑汁的安慰 郑浩然仍然是不开心 心里更是闷闷不乐 毕竟这么大的损失 任谁也高兴不起来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 郑浩然也知道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也是强颜欢笑 对着众人说道 没事没事 这就是破财免灾 说不定 接下来就遇到大好事了 郑浩然心里明白 那飞鸟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上哪去找手表去 众人见发生了这种事 都没有继续玩下去的想法 便决定 现在就下山 几个大哨一人拎起一只水桶 男生的手里 都已经拎了一只水桶 可还是多了一桶放在地上 唐心仪看着一众大哨 便准备自己抬着下山 旁边的大小姐见状 连忙走上前来 表示和她一起抬 毕竟这样的大桶 对于他们这样的小姑娘来说 确实是有点为难了 要是两个人分担 倒是能轻松不少 其他的大小姐也表示 会和大家一起轮番着抬 总能抬到山下的 陈天在旁边看着 这些大小姐们 都是细胳膊细腿的 这要是抬下山去 还不累垮 想到这里 陈天无奈地摇摇头 他静止走了过去 对着他们说道 得得得 我来吧 大小姐们一看到陈天主动救场 立刻变了脸 一个个道 谢谢陈哥 陈哥你真好 面对这样的场面 陈天也是一愣 他有点无语 干脆拎起两只水桶 朝着下山的方向走去 两只巨大的水桶拎在手里 但是陈天的表现看来 却只觉得十分轻松 别的大少拿一桶 已经气喘吁吁 陈天拿着两桶 依然举重若倾 引来大小姐们的 一阵低声议论 你们快看 陈天真的很强壮啊 两个水桶在他手里 感觉还没有两瓶矿泉水重呢 难道你们忘了 刚才看到的那些肌肉了 太慢了 我感觉我要恋爱了 哈哈 完了 我们要变成情敌了 我就爱这种 恐无有力的真汉子 众人一起朝着山下走去 那些走在前面的大少们 开始时不时地休息起来 不少大少已经气喘吁吁的 走一会就要休息一下 痘大的汗水从额头上渗出 上衣的后背处 更是被汗给轻湿了 毕竟腹中这么大下山 若要晃个大小姐过来 恐怕都要累瘫了 走在后面的大小姐们 逐渐赶上了大家的脚步 听着那些大少们 呼吃带喘的声音 大小姐们开口打去道 行不行啊 你们 看看诚哥 人家一个人拿着两桶 连个粗气都不喘 再看看你们 一个桶就累成这样 大少看着大小姐们的眼神 立刻瞪了瞪眼睛 大声地说道 男人 自然不能说不行 说完 那位大少一用力 拿起水桶 继续朝着前面走去 因为有些脱力 大少拎着水桶的手 都开始颤抖起来 大少一边咬着牙 在前面走着 心里也是暗暗想到 诚哥简直不是人啊 又有肌肉 又有劲 唉 男人何苦为难男人 其他的大少们 也是差不多 都不愿意在大小姐们的面前 丢了面子 也是咬着牙 在前面走着 大家一路上走走停停地 终于来到了山脚下 看着不远处的停车场 大少们几乎热泪盈眶 终于到达终点来啊 这一路给他们累的 不行不行的 要不是为了男人的面子 他们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好家伙 这趟哪里是浇油 根本就是抓撞钉啊 我不行了 必须得歇讳 一个胖胖的大少 蹲在了地上 呼吱呼吱地说道 他说完还用力地抹了一把汗 那副样子 哪还有一点 平时高高在上的大少模样 众人在旁边痴痴地笑着 干脆都站在山脚下 一起歇会 山脚下的山风徐徐 吹拂过身体十分舒服 大家等着身上的汗落了落 便带着水桶来到了停车场 唐剑 你这给你放车里 一位大少询问道 唐欣怡点点头 他指挥着大少们 帮着他将水桶在车里码好 水桶刚刚码放好 就听到郑浩然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郑浩然拿起手机一看 看着来电显示上老爸的名字 心里不禁一颤 不过郑浩然还是第一时间接起了电话 毕竟就是一块表 再贵重 也不能比亲生儿子还好吧 电话刚一接起 就听到老爹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臭小子 你是不是把我新买的手表 偷着带走了 快点给我还回来 我今天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那位客户对手表有偏爱 所以经常会审视合作伙伴的手表 就是为了这单生意 郑浩然老爸才咬着牙 买了这块500多万的僵尸单顿 郑浩然听着老爹的话 他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怯生生地说道 老爹 如果我说这手表 被鸟抓走了 你信吗 老爹 被鸟抓走 我信你个鬼 怎么不见鸟把你抓走呢 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快点给我送回来 我还等着见客户呢 老爹的语气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态度也严厉了很多 郑浩然真的这个说法 很难叫人相信 但是这个时候 也容不得他隐瞒 便老老实实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爸 是真的被鸟抓走了 不骗你 郑浩然说完 就听到手机对面一阵沉默 听不到回复 郑浩然的心里有点心虚 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爸 这个时候 郑浩然就听到电话的那头 传来一道怒斥 你别管我叫爸 我没你这宝贝大儿子 这叫什么事啊 出去玩一趟 跟自己说 手表被飞鸟抓走了 这几率 比买彩票还难得 臭小子 你既然运气这么好 就去买个彩票吧 你最好期盼着能中奖 这样我说不定就信了 否则我就打断你的腿 老爹气得不行 真的是会给自己添乱 这样的顶级手表 都是需要提前订购的 现在哪还有时间 去找地方买一块顶级手表的 今天这个合同 他可是准备了很久了 郑浩然善善地笑着 说道 别啊老爹 你总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吧 手表丢了就算了 连儿子都不要了 他的话刚一说完 就听到老爹在电话那头冷笑着 大不了 我就当大号练费了 我再和你妈有个小号 郑浩然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为了一块手表 就这么为老不尊了 郑浩然倒是个求生欲很强的孩子 他对着老爹建议道 突发事情 谁也不想啊 要不 咱们先找人借一块得了 老爹想了想 似乎也就是这么一个办法了 便直接撂了电话 看着已经挂断的电话 郑浩然一脸的颓然 用一种生无可恋的语气说道 得 我在我爸的心里面 地位还不如一个手表呢 旁边的大少也看出郑浩然脸色不好 连忙问道 郑哥 怎么回事啊 听这个意思 事情似乎有点严重 郑浩然一巴掌捂在自己的脸上 傲丧地说道 我哪知道 我老爹买那块手表 是有用啊 他现在下午就要用 我上哪去找那个鸟雀 九龙全山直被这么茂密 丢在这里 几乎很难找得到了 大少们一听 也是一阵扎舌 今天这事情 发生得也太巧了 一位大少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件事情 还真有点不好办 要是几十万的手表 还好找一点 这种上百万的 我家里还真没有 郑浩然也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真要是几十万的话 他自己就去买一块填上了 现在缺的不是钱 而是这种顶级的手表 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订购期 唐星仪也是皱起了眉头 他家里的手表 也就是百万级别 估计也解决不了 郑浩然眼前的困境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陈天忽然走过来 将自己的腕表摘下来 递向郑浩然 说道 用我的先顶着吧 听到陈天的话 一时之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郑浩然看着面前的手表 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蹭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指着陈天的腕表 激动地说道 这是 路易莫华奈的 陀菲伦腕表 号称带着太阳系 DNA的顶级腕表 这一块的价值 最起码要三千多万 郑浩然的话一说出口 在场的众人 都是呆愣在当场 不是吧 居然是那么贵重的腕表 这这这 刚才他们一起打水 玩水的 也没见人家 陈天摘下来放好 几千万的手表 在人家的眼里 就是一块看看 时间的普通腕表 这样的消费理念 得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 才能拥有的待遇啊 也只有真正的顶级富豪 才能跳出这些虚幻 不被金钱所奴役 真正地成为 这些物品的主人 一时间 在场的所有人 都对陈天肃然起敬 且不说人家的消费观念 就说人家的这份胸襟 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几千万的腕表 听说郑昊然有需要 二话不说就出见 这就是意见 郑昊然十分激动 不过他 还是摆了摆手 有些艰难地说道 陈哥 谢谢你了 不过你的手表太贵重了 我可不敢跟你见 陈天文言咧嘴一笑 他语气淡淡地说道 没事 你就放心用就行 我那边还有几款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几款 三块这种价位的 就已经上亿了啊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只觉得一阵震撼 陈天的经济实力 雄厚得有点可怕 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他几十亿买光天俯城的消息 就让所有人震撼不已 认识了之后 先是五千多万的阿斯顿马丁 今天就是一亿多的防弹板大G 戴的手表 都是三千多万的 路易莫华奈的 陀菲伦万表 说实话 这几乎快要震碎了 他们的价值观 没认识陈天之前 他们都是精灵顶级圈子的 大少小姐 可以说 他们自我认知里 也觉得自己很不一般 都是富二代 但他们是顶级的那一波 但是 当他们真正地看到 陈天的实力后 才明白 什么叫做顶级富豪 和陈天比起来 他们也就是个赤贫的水平 郑浩然见陈天 确实不是开玩笑 便诚惶诚恐地接了过来 十分认真地说道 陈哥你放心 我老爹用完 我立刻给您送过来 陈天只是淡淡地摆摆手 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好 你快点送回去吧 郑浩然一脸感激地转身离开 回去送表 其他人见状 也是说要回家去换个衣服 唐星仪点点头 对着众人说道 行 你们收拾好了 一会直接去我那里 说完 唐星仪看向旁边的陈天 大手一会说道 走 我带你买衣服去 郑浩然带着手表 坐进了车里 准备回家 她戴上蓝牙耳机 给老爹打了的电话 电话很快就被接起 听着电话里声音沉重的老爹 郑浩然连忙开口说道 爸 我接到手表了 只可惜 郑浩然的话还没说完 老爹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 郑浩然再打过去 对面根本不接 要么就是直接挂断 郑浩然 好歹也是亲父子 这点信任都不给我吗 不就是一块表吗 我怎么就借不来呢 郑浩然不知道的是 就在刚才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老爹已经和不少老总们 打听了一下 他们都是百万级别出头的手表 更贵的 还真的是没有 老爹现在是焦头烂额 一脑门子官司 哪里有心情接罪魁祸首的电话 最主要的就是 老爹觉得自己都借不到 郑浩然一个大哨而已 怎么可能认识更有能力的人 郑浩然开着车及时到家 正好看到一脸愁容的老爹 老爹已然打定了主意 实在不行 就去借了老友的百万级别万表 不管怎么样 先把眼前的事情度过去再说 只是为了快百万级别的万表 就要欠一个大人情 实在是不划算 郑浩然一看到老爹的样子 连忙将手表递了上去 急吼吼地说道 老爹 给你 老爹原本还打算怒骂郑浩然一顿 但是当他看清楚 自己儿子手里拿着的手表后 差点跳起来 这 居然是路易莫华奈的驼飞轮 三千多万的顶级万表 这小子就这样拿回来了 老爹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强自压住心头的震惊 看向儿子问道 这么顶级的手表 你从哪里弄来的 郑浩然愣了一下 直接说道 是陈天诚哥 他知道你要手表急用 就主动借给我了 陈天 一听到这个名字 老爹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 儿子之前说过的那些话 他一把揪住郑浩然的手臂 语气急切地问道 你说的陈天 就是那个一至千金买楼的年轻人 看到儿子点头的动作 老爹的心里 瞬间被震撼得不能自己 之前听到儿子提起陈天 他便觉得这个年轻人 非常不一般 现在看到人家的手笔 手腕上戴的都是三千多万的手表 更是觉得这个年轻人 身份恐怖 别说是一般的年轻人 就算是像他这样的成年人 也没有陈天的消费能力 毕竟他们的身价都是市值 现金也大部分套在生意里 像陈天这样 动不动就大量现金出入的人 才是真正的富豪 老爹看了看时间 他将手表小心翼翼地戴在外上 对着儿子吩咐道 你小子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点上去 换一身见得了人的衣服出来 郑浩然被自己老爹一吼 便乖乖地去楼上换了衣服 他想着自己老爹 难得带自己去谈生意 就将压箱底的西服 都拿出来穿上了 换好下楼后 两个人直接坐进车里 朝着目的地进发 郑浩然开着车子 很快就带着老爸 来到了和客户约定的酒店 他们下车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辆同款的麦巴赫 停在了对面 老爹郑波一看到 那辆麦巴赫 立刻双眼一亮 走了出去 刚好 一个中年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服 正是这一次的客户 郑波赶紧迎了上去 十分热情地 和客户礼貌地握了手 您来得可真准时 时间刚好 郑波一边说着 一边故意看了下时间 露出了万上的手表 客户的目光淡淡一扫 下一刻直接愣在了原地 他作为手表爱好者 一直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 手表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同时也是 他通向更加成功的通行证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对面郑波所佩戴的 居然是如此珍贵的陨石手表 路易莫华奈的陀菲伦万表 那可是价值三千多万的顶级万表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 这样的品位 简直是厉害了 一时间 客户的心理百转千回 看向郑波的目光里 充满了震惊和艳险 客户只觉得情绪一阵激动 嘴角都跟着轻微颤抖着 对待郑波的态度明显更好了 郑波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了 客户态度的变化 他的嘴角上扬起了一抹很大的弧度 他这一步棋 绝对走对了 郑波看向郑浩然 十分正式地说道 小郑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去停车吧 郑浩然 小郑 好家伙 合着我就是一丝机是吧 那还有必要 让自己换上最昂贵的礼服吗 就自己现在这装束 去婚礼上当新郎 都不用换衣服的 郑浩然在心里一阵吐槽 看着老爸和客户 一起走进了酒店 眼见着自己的任务圆满完成 郑浩然干脆直接开上车 朝着紫韵查院而去 此时的陈天开着车子 跟在唐欣怡的身后 朝着世纪城的方向开着 两人一前一后地进入了停车场 看着从车上跳下来的唐欣怡 周围的路人一阵侧目 这姑娘 长得也太好看了 眉目如带 浅笑如烟 一眸一笑之间 带着风情款款 让人不经移不开视线 无论是身材 还是长相 衣品和气质 更是好的惊人 不少路人都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朝着唐欣怡不停地看着 唐欣怡在车外等了半天 也不见陈天下车 她静止走到陈天的车旁边 敲了敲车窗说道 陈天 你倒是下车啊 陈天放下了车窗 看着一脸疑惑的唐欣怡 笑着说道 唐大小剑 你觉得我这样下去 一会你不得去警局捞我 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赤膊进入公共场合 也太不注意形象了 唐欣怡捂着嘴一笑 她轻笑着说道 行 那我就按照我的品位买了哈 陈天点了点头 凭唐欣怡的品位 也不至于给自己买一套奇装衣服吧 唐欣怡和陈天说了两句后 就朝着世纪城里面走去 看着唐欣怡的背影 陈天坐在车里 拿着手机看着新闻 世纪城的生意非常好 不少路人看到奔驰大剑后 都是忍不住趁着头往里看着 当他们看到亮起的手机 以及被照亮的陈天的脸 顿时惊为天人 这位小哥哥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就算是不少路过的男生 看到陈天的模样 也是愣住了 他们看得出来 陈天的上身是赤裸的 虽然车窗的面积有限 只露出一部分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 寒风的绝好身材 尤其是那些 犹如模板一般的肌肉块 简直让人想要尖叫 陈天这时候 也发现了众人的目光 他也不愿意继续在车里等下去 干脆就光着膀子下了车 不少路人都站在附近 看到陈天下了车 纷纷朝着他看了过来 一看到陈天的完美身材 众人的眼睛里满是震惊 这身材也太好了吧 那些肌肉的细条柔和 但是里面却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 随时可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尤其是一些妹子 一双眼睛几乎要长到陈天的身上 满眼的粉红泡泡 妹子们的表现太夸张 让旁边的男生心里非常不爽 立刻开口是道 我说 把你嘴边的哈喇子擦擦吧 都快掉地上了 听到男生的话 妹子这才缓缓地收回了视线 怒瞪了男生一眼 回怼道 你要是勤快点 把你那块腹肌练成八块 我还要盯着别的男人 身子流口水吗 求求你 奋斗起来好吗 一块腹肌 旁边的路人听了 先是一愣 随即捂着嘴偷笑起来 那不就是啤酒肚吗 男生气得不行 他恶狠狠地看向陈天赤裸的上身 看着没有一丝 坠肉的完美身材 顿时自残行贿 这就是奋斗起来 想要达到这样的视觉效果 恐怕也得看天意吧 男生们越看越自卑 最后干脆直接拉起自己的妹子 朝着世纪城里面走去 惹不起 咱躲得起 妹子被拉着走也不反抗 但是时不时地 还要回过头来看陈天两眼 补充一下精神失量 陈天也听到了一部分人的对话 他轻轻摇摇头 自己这是一旁站着 也中枪啊 他从一楼的底商商铺走去 他刚才看到 这么多家商铺里 刚好有一家是卖服装的 陈天走到了店铺门口 就看到里面人头攒动 不少客人在里面选购着 一看到陈天的出现 立刻有好几个倒过小姐围了上来 先生 您要买衣服吗 这些倒过小姐 一边热情地招呼着陈天 一边偷眼 打亮着陈天身材 激动的脸颊都红了 陈天直接从门口的货架上 拿了一件上衣套在了身上 这才对着倒过小姐说道 就要这一件 倒过小姐带着陈天 去收银台截了账 拒绝了倒过小姐 想要加好友的请求后 陈天穿上了衣服 又溜溜答答地走出了店铺 市集城的人流量比较大 广场里四处都是路人 陈天四处看了看 还是朝着停车场的方向 靠了靠 他随手掏出手机 翻看着新闻 等待着唐欣怡回来 看着人来人往的人群 陈天在心里暗暗地想着 希望不要太久 毕竟女生逛街的能力 一般是很恐怖的 陈天在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 任命地玩着手机 众人谁也没有注意到 一个节目组 来到了市集城的广场上 这是一个真人互动的栏目组 会在人多的街头 行各种街头测试 今天这个节目组 将这里选定为测试地点 至于测试的内容 就是找来工作人员 扮演不良少女 让他和路人接火 来看看路人的反应 节目组的导演站在一边 对着扮演不良少女的演员叮嘱道 你记住了 一会表演得要像一点 知道吗 一定要挖掘出来对方的情绪 懂不懂 导演对着演员尊尊教导 为了保持住节目组的流量 他也是费尽了心思 毕竟现在审核比较严格 话题尺度太大的话 连审核都过不了 但是话题不够劲爆的话 人家为什么要看你的节目 又为什么要给你打赏 所以导演每天都是 削尖了脑袋想话题 对于演员也是要求多多 毕竟上前互动的演员 能不能引爆全场 还是要看对方的发挥 记住 你只要是演得足够好 奖金绝对不会少 而且以后的录制 我还找你 导演讲完之后 又抛出了好处 开始诱惑 女演员一听 立刻眼前一亮 拍着并不波澜壮酷的胸口说道 你要是说有奖金 我肯定使足了力气表演 导演 合着我的教导 都没有听进去呗 就听着奖金了 不知道给你起个前串子的一鸣 你介意吗 导演在心里吐槽完 看着演员的妆容和衣服 对着工作人员吼道 你们这弄的都什么啊 这是不良少女 裹得这么严实干嘛 还要这妆容 也改得夸张点 导演的心里 也是打着小盘算 不穿的好看点 暴露点 怎么会有暴点 主持人也是剧组的一个工作人员 他对着摄像头 大概地讲了一下今天的话题 我们的演员正在化妆 马上就可以出发了 不知道观众们以为 被借火的路人 会有什么反应 主持人的话一说完 立刻引来了观众在弹幕里 不断地回复着 这个节目挺有意思 测试一下路人的反应 也让我们侧面了解一下 现在的这些男人 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等着看吧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只要不良少女 表现出一点无所谓 或者暗示性的意思 这些男人绝对要把持不住了 也不一定吧 难道我们男同胞里面 就没有好人了 说不定女演员魅力之不够 根本没有男人上当 坐等看结果 快开始吧 大部分人的想法 都是觉得 节目组想要挖出男人的色星来 有些男人不乐意了 在直播间里反驳起来 这不就是钓鱼执法了吗 感觉有点恶意 楼上的说话也太客气了 这叫有点恶意吗 这是恶意满满 故意抹黑我们男人 这才能采访几个男人 再说了 故意装成不良少女 根本就是在挖坑 等着男人跳 看着直播间里的留言 看着男人们的一份填膺 导演不仅没有任何担心 反而脸上露出了笑意 很好 继续保持 这就是他要的热度 演员已经换好了衣服 一条极短的热裤 外加一件宽松款的吊带 穿得十分热辣 为了演出不良少女的感觉 化妆师还在演员裸露的肩头上 贴了一朵玫瑰花纹身贴 花纸很长 蜿蜒着钻进女演员的吊带里 看得人浮想联翩 导演看着演员的装束 也是眼前一亮 对着化妆师竖起了大拇指 这个装束不错 能直个大鸡腿 演员走到了摄像头前面 对着摄像机妖娆地转了一个圈 还不忘朝着摄像机 抛了一个媚眼 怎么样 是不是挺不良少女的 看着女演员的样子 一堆观众在弹幕里 快速地互动着 这哪里是不良少女 根本就是个风尘少女啊 好家伙 现在导演组说 自己不是钓鱼执法 都糊弄不过去了 穿得这么性感 实锤了 你们这节目 就该叫寻找柳夏慧 做男人太难了 来逛个街 还要提防是不是设置组 导演趁着大家做互动的时候 在广场上四处寻找着目标 即便是测试路人的反应 他们也不会真的随即选择路人 为了收视率着想 必然是要挑选 比较有话题性的路人才是 导演左看右看 一眼就看到了远离人群的陈天 之所以会看到他 实在是因为陈天在人群里 确实很扎眼 一米八几的身高 衣架子一般的身材 一身气质更是好的没话说 这样的男生 就算是不看到脸 已经让人很渴望了解一下了 这种自带话题的男生 导演自然是不会放过 他直接带着演员示意了一番 让他开始行动 演员会议 他朝着摄像头挥挥手 朝着陈天的方向走了过去 摄像头也将屏幕推进 主持人在旁边解释道 大家看 那一位 就是我们刚刚选定的 第一个路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刚好抬起头来 当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都看到陈天的面容后 直播间的弹幕 瞬间炸了 好帅的小哥哥啊 求地址 节目组是在哪里拍摄的 我现在去打车 马上就到 我要是女演员 肯定要接火啊 顺便加个联系方式 嘖嘖嘖 这么帅的小哥 应该有点免疫力吧 希望他能给我们男人 争点气 演员已经逐渐 靠近了陈天 他也清楚地 看到了陈天的脸庞 可以说 真实的陈天 比在摄像机里看到的 还要好看很多呗 尤其是一身神秘的气质 就像是一本神秘的书籍 让人忍不住想要翻阅 女演员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都快要忘了 自己是要做什么了 面对这么帅的小哥哥 他现在只想扑倒好吗 快到陈天进前时 女演员掏出了一只烟家在手上 毕竟是要测试人家的反应 演戏自然也要演全套才是 帅哥 能接个火吗 女演员已经走到了陈天的身边 两个人有着不小的身高差 为了更好地看清对方的表情 他不得不仰着头 陈天听到了女演员的话 他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轻声说道 不好意思 没火 陈天并不抽烟 自然不可能随身带着打火机 陈天的反应和回答 都在直播间里同步播放着 观众们一看 纷纷开始发着弹幕 这小哥哥好冷淡 这是金玉戏的吗 看起来更帅了 我喜欢 这么直接就给拒绝了 这小兄弟 口味挺刁啊 不知道女演员会不会放弃目标 强烈要求 再和小哥多互动一下 这小哥长得好看 说话声音也好听 没有泡不到的男人 就看你够不够努力了 挑战一下 女演员并不知道直播间的情况 他看着陈天的脸 有些愣神 听到陈天的话 再感觉到对方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卧 这一下子 燃起了女演员的斗志 他眼珠子一转 顿时下半句 已经突出了出来 没有火 你是怎么点燃我的心的 这是现在网上大火的土味情话 用来聊小哥哥 正合适 就在女演员得意洋洋 等着陈天缴械投降的时候 就看到陈天默默地 朝旁边撤了一步 眼神怪怪地看着他 一时之间 直播的弹幕 更是满天飞了起来 我一脸猛逼 这小哥的动作 是什么意思 小哥哥 遇到脑子不太好的人 我总想离得远点 真是笑死我了 这个路人帅哥 也是个钢铁直男 连土味情话 都不知道 这悄咪咪地退出去一步 求女演员的心理 阴影面积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女演员一脸的黑线 自己怎么就遇到个钢铁直男 这么不解风情 还怎么聊 就在这个时候 女演员的耳脉里 传来了导演的声音 现在的效果不错 继续和他说说话 再和他继续借东西 女演员想了想 又看了陈天眼 朝着他跟前继续凑了凑 嗲嗲地说道 哥哥 我身上没钱了 你能不能帮我买个活 女演员看着陈天身上的衣服 看起来就是地摊货 一看就不太值钱 不过一个打火机 也就是一两块钱的样子 这总不会拒绝了吧 而且 自己已经放低了姿态 哥哥长哥哥短的 肯定会成功的 直播间的弹幕里 也开始议论了起来 大家各输己见 发表着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 小哥这一次肯定会借了 毕竟几块钱的东西 年轻人应该都不会太在意吧 这节目组的女演员 是上过感情培训班吗 这小主意 一个接着一个的 有点意思 我赌十包辣条 这帅哥一看就高了 根本不会理会这样的女人 陈天的脸色明显一沉 他皱着眉头看着女演员 沉声说道 这是谁给你的勇气 小小年纪就开始想着不劳而获 你一个女孩子穿成这样 还叫人买东西给你 就不怕遇到危险 一副不良少女的装束 一脸的烟熏装 跟中了毒似的 要是真遇到那种居心叵测的 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女演员被陈天一通训斥 明显有些不高兴了 你以为自己长得帅 就能对别人指手画脚了是不是 老娘现在可是不良少女 才不会惯着你 什么叫不劳而获 你不买就不买 抠门就是抠门 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干什么 显得你比较高尚吗 女演员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 这时候要是再吐个烟圈 绝对就是个活生生的不良少女 陈天听着女演员的反驳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不过她还是耐着性子 开口劝了几句 抽烟有爱健康 再说了 烟有什么好抽的 把那些烟钱省下来 都有买好车的钱了 又能省钱 又能对自己的健康有好处 简直就是一举多的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身体垮了 损失是无限的 想到这里 陈天看了女演员一眼 又补充了一句 说道 还至于像现在这样 连一两块钱都拿不出来 也不能怪总有些人说 女孩子太物质 只认钱 只能说 总有那种好意无劳的人 搅和 坏了一锅好汤 陈天的话一说完 立刻就得到了不少人的叫好声 弹幕继续飞了起来 这小哥说得太好了 我就不喜欢这种不自爱的女孩子 一两块钱是不多 但是凭什么要花在你的身上 小哥的三观还是很正的 而且并没有因为对方是女孩子 就对人家有什么不轨的行为 没想到 一上来就找到了这样的男生 女孩子确实不要吸烟 更何况这种 连烟都吸不起的 真的叫人喜欢不起来 女演员被陈天说得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 她一脸愤懑地看着陈天 回怼道 你不抽烟 你有好车吗 装得道貌岸然的 有什么用 你自己还不是的loser 弹幕随着女演员的话 明显地停顿了一下 几秒钟之后 才继续刷了起来 这话说得太狠了呀 杀人诛心啊 可怜的小哥 明明是做好事 却被人这么说 这丫头 也太零牙利齿了 可恶 不过 人家说得也没错 这话直击灵魂 伤害性极大 佩服佩服 人家年纪轻轻的 没车不是挺正常的吗 这演员说话好气人 帅哥 快点拿话噎死他 不只是弹幕觉得 陈天没有车 女演员也是一样的想法 她得意洋洋地看着陈天 感觉自己扳回了一局 就在女演员暗自窃喜的时候 就看到陈天从裤兜里 掏出一把车钥匙 按了下去 随着陈天的动作 旁边的奔驰大具防弹板解锁了 两个大灯快速地闪了闪 哪怕是在白天 仍然可以看得出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 女演员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什么情况 自己随便一问 就真的拿出车钥匙来了 而且 她刚刚明明看到 陈天身上的衣服十分普通 没想到 居然有这样的身价 节目组也是一样的愣着 毕竟是随机选择的路人 虽然看着陈天长得好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人家的条件也这么好 这一次 算是赚到了 看到这样的优秀路人 这观看人数 刷刷网上涨 观众们倒是热闹得不行 他们在直播弹幕里 不断地赞叹着 物草 居然是奔驰大G 这样的车子 怎么也得要几百万吧 怪不得人家说话这么硬气 是真的超级有钱啊 太厉害了 这节目怎么寻找的路人 长得帅气又有钱 简直是完美爆了 这可不是普通版的奔驰大G 这是防弹板的 价格要上亿的 你们也太不识货了 把宝玉当成破瓦块 嗨嗨 您管几百万的奔驰大G 叫做破瓦块 剧组的工作人员 守在摄像机前面 看着那些弹幕 直接就蒙住了 上亿的防弹板奔驰大G 这这这 就连导演 也是用力地吞咽了口水 只觉得一颗小心脏 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 他们这找的什么人啊 太会找了 这一找 就是这样一个大烧 一瞬间 看着真的有车的陈天 女演员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剧组这时候也赶紧上前 用简单的话解释了一下 这都是节目效果 你们不要往心里去 要是一般的路人 节目组一般送上一份小礼物 就算是完事了 但是陈天的身份明显不一样 他们是真的不敢太敷衍 就怕惹恼了真神 陈天听工作人员解释完 眉头不由地猝了猝 语气不冷不硬地说了一句 你们真无聊 这种选题也好意思出来 做演目 怪不得现在的节目质量 已经越来越差了 陈天懒得多和他们说话 将头扭到了一边 继续看着手机 节目组的人有点尴尬 一时间也是站在原地 此时的唐欣怡 仍然在设计城的奢侈品区域里 来回逛着 唐欣怡的手里拎着几个纸袋子 是她从其他品牌买来的衣服 不过她现在仍然在挑着 看着差不多的款式 就要拿起来看一看 唐欣怡看着一件上衣 拿在手里比划着 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着 陈天要是穿这件的话 应该还是会挺帅的吧 一边喃喃自语着 唐欣怡看向一边的导购小姐 笑着说道 麻烦你 帮我选一下尺码 导购小姐听着唐欣怡的描述 帮着她选定了尺码 唐欣怡直接说道 就要这个吧 导购小姐一边接过衣服 一边对唐欣怡说道 女士 您选购的这件事这一季的新款 价格是七万六 新品的定价都会高一些 虽然这里的客户都是非富即贵 但是根据店里的规定 他们还是要礼貌性地提醒一下 唐欣怡点点头 很无所谓地说道 没事 就要这个 帮我包起来吧 一边说着 唐欣怡又看上了旁边的一件上衣 唐欣怡的美眸里 闪过一道光亮 指着另一件说道 那一件也要相同的尺码 给我一起包起来 这一件的款式看起来更好 唐欣怡心里暗暗地想着 陈天那样的衣架子身材 穿起来一定特别好看 这样一想 唐欣怡顿时觉得 这点钱真的不算什么 买 导购小姐去娶了唐欣怡需要的马术 她一脸艳羡地看着唐欣怡 笑呵呵地说道 您这是送给男朋友的吗 您男朋友可真是幸福 居然有您这样 又漂亮 又体贴的女朋友 唐欣怡无论是身材长相 还是自身气质 绝对都是顶级美女的那一类 被这样一个女孩子认真地爱着 那个男生 上辈子恐怕是拯救了银河戏吧 唐欣怡听着导购小姐的赞叹 翘脸不禁微微泛红 她并没有解释 嘴角不知不觉已经上扬 翘起一个很漂亮的弧度 结账吧 唐欣怡递上了银行卡 导购小姐接过后 拿到服务台去结算 唐欣怡提起手里的袋子看了看 这也算是挺多件了 应该是够了 导购小姐送回了银行卡 和包好的衣服 恭敬地递到了唐欣怡的面前 唐欣怡担心陈天等得太久 便快步朝着世纪城的外面走去 才一出世纪城的大楼 唐欣怡就远远看到 陈天被许多人围在了中间 她眉头一皱 连忙拎着东西走了过来 唐欣怡走到镜前 看着那些并不熟悉的面孔 静止分开人群 走到了陈天的身边 笑着说道 陈天 我把衣服买回来了 你试一试 听着如同空谷幽兰一般 婉转动听的声音 众人纷纷寻着声音 朝着唐欣怡看去 当他们看清楚唐欣怡的脸 顿时感到一阵惊念 这姑娘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不仅是五官精致 一身显雅的气势 更是令人移不开视线 弹幕也在唐欣怡闯入屏幕的那一瞬间 爆炸开来 好好看的女生 这是小哥的女朋友吧 听他们说话 好像特别亲密的样子 长得这么美 我感觉我恋爱了 漂亮姑娘从来不缺 但是气质这么好的 可是非常少见的 虽然只穿了运动套装 却难掩一身大家闺秀的气息 唐欣怡并不知道设置组的事情 她看着陈天身上质量很一般的上衣 眉头一皱 问道你怎么穿上衣服了呀 自己都去给她买衣服了 这是哪里来的上衣 剧组众人 胆木 这话什么意思 之前都不穿衣服的 年轻人 你们玩得这么潇洒的吗 这两个人是小情侣吧 这郎才女帽的样子 可是太让人羡慕了 这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啊 男的帅气 女生也长得好美 两个人待在一起 就跟一幅画似的 我已经闻到了恋爱的酸臭味 快点闪开 我完全看不下去了 这到底是街头节目 还是虐狗现场 赶紧干点正事吧 否则都要把我看哭了 秀恩爱 死得快 陈天看着已经回来的唐心仪 眉头一挑 有些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给我买了这么多衣服 光袋子就有五六个 明显没少买 唐心仪俏皮一笑 对着陈天说道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哪个 反正我看上的 就都给你买了 唐心仪想得挺简单 买这么多 总有一件能入得了陈天的眼 毕竟买东西送人 肯定要对方满意 陈天点点头 拎起那些衣服 对着唐心仪说道 行吧 走 上车 刚才唐心仪去买衣服 耗费了一些时间 估计这个时候 已经有大少小姐们 赶到紫韵茶院了 好 唐心仪乖巧地点点头 跟上陈天的脚步 朝着自己的车子走去 两个人各自上了自己的车 朝着外面开去 看着两辆奔驰大剧 从面前开过去 剧组的那些工作人员 全都看得傻眼了 这两位 到底是什么身份 长得好看不说 还这么有钱 直播间也看到了两辆大剧离开 弹幕快速地刷了起来 果然是真神仙情侣 出来开个车 也要开情侣款的了 乌草 这身价 简直是金了呀 普通版也要几百万呢 真的太厉害了 没想到 我都躲在家里看直播了 还要卑微 一口的狗粮 救命啊 人在家中坐 狗粮添上来 一点毛病都没有 直播间里的民众们 震惊过后 就是各种的酸涩 毕竟是面对别人甜甜的恋爱 确实是让人心头苦涩啊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手机响了起来 为了安全起见 陈天将车子停在了路边上 接起了电话 电话是郑浩然打过来的 听他的语气 明显有些兴奋 大声地说道 陈哥 我爸一会应该就谈完生意了 一会把手表送给你 老爸的生意谈得顺利 自己的小命也算是保住了 否则老爸一天一百遍念叨 自己早晚得被烦死 陈天听着电话那头高兴的声音 他淡淡地一笑 说道 好 一会再联系吧 刚刚挂断电话 陈天就听到自己的车子旁边 传来暗喇叭的声音 他扭头一看 发现居然是唐欣怡 原来是唐欣怡 发现陈天没有跟上来 便将车子开了过来 停下来和陈天说着话 唐欣怡放下了车窗 他隔着一段距离 打量着陈天 提议道 陈天 你先换一身衣服 要不一会你先回家洗澡吧 别感冒了 虽然说现在是夏天 但是他们刚才去的九龙全山 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唐欣怡是担心陈天感冒 这才好心地提醒道 没想到 唐欣怡的话音刚落 陈天的眼前就闪起一道光幕 检测到主人的体质被怀疑 家很不高兴 主动贡献神级医术 帮助主人重斩雄风 陈天 那个 系统你出来一下 什么叫重斩雄风 你给我解释清楚 就在陈天非常郁闷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到脑海里 一阵温热来回循环着 十分舒服 紧接着 陈天就感觉到 有不少药理知识 都出现在脑海之中 那股温热感已经消失 陈天只觉得从未有过的舒爽 他迎着唐欣怡关切的目光 说道 行 那我先换件衣服吧 毕竟人家唐欣怡都特意去买了 不穿一下 也确实不合适 陈天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再次露出了精壮的上身 唐欣怡这次大大方方地欣赏着 在心里嘖嘖称赞着 陈天随便选了一个袋子 拿出一件上衣 穿在了身上 简单地调整了一下 陈天不由地挑了挑眉 确实是很合身 唐欣怡这时候 已经走下了车子 他上下打量着陈天 也是展颜一笑 满意地说道 不错 还真是挺合身的 陈天朝着唐欣怡 竖起大拇指 夸奖了一句 那是 唐大小姐的眼睛 那是雷达眼 唐欣怡挺高兴 高高仰起了头 让露出来的天鹅景 更加修长美好 走吧 咱们出发回茶院 唐欣怡高高兴兴地一仰手 静止走到了车里 两个人继续上了路 没想到 还没开出去多远 唐欣怡的车子 忽然停在了路边上 还打了双闪 陈天不明所以 也跟着 将车停在了唐欣怡的后面 等了半分钟左右 陈天也不见车里的 唐欣怡有任何动作 他明显愣了一下 也不知道 对方这是怎么了 陈天担心唐欣怡有什么事 干脆走下车来 走到了唐欣怡的车子旁边 刚一走过来 陈天就看到 唐欣怡趴在方向盘上 唐欣怡的俏脸 刚好转到陈天的方向 隔着车窗 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大口地呼吸着 脸色明显发白 陈天看到 唐欣怡这副模样 顿时一愣 连忙拉开了车门 靠近了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看样子有点严重 唐欣怡漂亮的小脸蛋 五官都要揉在一起了 唐欣怡看到 陈天靠近 勉强地露出一丝笑容 但是随即 就被痛哭给遮掩了过去 我最近来那个呢 唐欣怡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算是给陈天答疑 陈天一脸地猛逼 随口问道 嗯 哪个 哪个 看着陈天一脸地单纯 唐欣怡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 哎 亲戚了 迟男 陈天撇了撇嘴 心里暗暗想到 来姨妈就说来姨妈了 这个那个的 你让我怎么猜 不过看着唐欣怡难受的样子 陈天也不忍心开口说她 她想了想 说道 你这痛经也太厉害了吧 你这车肯定开不了了 我送你回家吧 陈天看得出来 唐欣怡的四肢蜷缩在一起 这是疼急了 才会下意识做出的防护动作 这种情况下 要是还强行开车的话 还是非常危险的 唐欣怡也知道她现在的情况 便点了点头 她拉上了手刹 这时候 唐欣怡才发现 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 自己做出来都非常费力 拔下了车钥匙 唐欣怡就想着自己爬下来 看着唐欣怡难受的样子 陈天有些看不下去了 她直接靠过去 给唐欣怡来了一个公主抱 啊 唐欣怡完全没想到 陈天会这样做 她下意识地轻呼一声 两只小手紧紧揪住了陈天的前颈 她的头就靠在陈天的胸口 可以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心跳声 唐欣怡瞬间就觉得 这咚咚如雷鼓一般的响动 让自己的心跳 都被搅得乱了起来 陈天的力气很大 将唐欣怡轻松地 抱到了副驾驶的门边 唐欣怡刚想帮忙打开车门 没想到陈天毫不费力地 自己的拉了开来 将她放在副驾驶上 看着车里的内饰 唐欣怡明显一愣 真不愧是价值上亿的防弹板大G 处处都透露着奢华 陈天这时候 已经坐到了驾驶位上 她一上来 就朝着唐欣怡靠了过来 唐欣怡感觉到陈天的靠近 一股热烈的男性气息扑面而来 让她整个人都随之一将 两团红韵 直接扶上了唐欣怡的翘脸 她轻轻垂下眸子 卷曲的睫毛弯弯地翘着 像是遗落在世间的小公主 唐欣怡的小手紧张地攥起 不知道陈天忽然靠得这么近 是要做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唐欣怡还看到 陈天朝着她伸出手 唐欣怡只觉得 心脏都要停跳了 没想到 陈天的手越过了自己 拉起了旁边的安全带 帮她系好 看着陈天 已经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唐欣怡修得两颊通红 自己这是想的什么啊 陈天完全没注意到 唐欣怡的不对劲 还以为她是不舒服 开口问道 你还能给我指路吗 还是我自己开导行 唐欣怡摇摇头 她坐在座位上 有些虚弱地回答道 没事 我给你指路就好 在唐欣怡的指引之下 陈天开进了一个别墅区 这里同样是精灵有名的别墅区 法师的建筑看起来 就透着一股浪漫的气息 虽然这个别墅区 已经建立很久 但是每一栋别墅 都保养得极好 让人深处其中十分舒适 唐欣怡家打理得十分细致 可见她家里人 也是非常会享受生活的那一种人 一进门的左手边 就是一片十分鲜艳的小花园 里面种植着各种颜色的花朵 看起来色彩感十足 非常有生命力 陈天似乎也被这种气息所感染 嘴角上不由地带起了一丝笑容 唐欣怡带着陈天走进了别墅里 房间里的采光非常不错 装修得也奢华大气 看着空无一人的别墅 陈天看向唐欣怡 问道 你家人不在家吗 唐欣怡轻轻点点头 回答道 我爸妈工作都很忙 一般要到很晚回来 陈天恩了一声 抱着唐欣怡走向楼梯 低声问道 你的房间在哪里 二楼右手边第一间 唐欣怡十分乖巧地回答着 陈天很轻松地 抱着唐欣怡来到了她的闺房里 一进门 就看到一双黑丝散落在地上 摆出一个很妖娆的姿态 看着这样活灵活现的丝袜 陈天不由地挑了挑眉头 毕竟是女孩子的隐私 陈天就想着转移一下视线 没想到一扭头 就看到床边上 还挂着一套薄薄的睡衣 那衣料柔软的光泽 让人浮想连偏 陈天脸上一阵黑线 赶紧看向床上 随意摆放着的各种玩偶 唐欣怡顺着陈天的目光一看 顿时一炯 连忙伸出手去捂对方的眼睛 嘴里还赶紧说道 别看别看 让陈天第一次来 就看到这些东西 扬起一抹微笑 低声笑着说道 没事 我随机也忙 唐欣怡 你这样真的好吗 哼哼 男人 果然都长了一张骗人的嘴 陈天将唐欣怡抱到了床上 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好 还不忘给她拉上被子盖好 你等我一下 陈天说完 已经转身去了客厅里 回来的时候 手上拿着一杯热水 放在了床头柜上 看着阴晕的热气 陈天叮嘱唐欣怡道 一会温一点了 多喝点热水 我现在出去 给你配点药 配药 听到陈天的话 唐欣怡瞪大了眼睛 有些惊讶地说道 你还会配药吗 我这有治疗痛经的方子 以前喝过 稍微有些用 要不你帮我拿这些药材吧 不用 我知道该抓什么 陈天一边说着 已经朝着门外走去 好歹自己也是神级医术在身的人 要是这点小事 还要带方子 这不是打脸吗 陈天直接开着车子 去了附近一个比较大的中药店 还没有进门 就看到不少人进进出出 明显是生意兴隆 陈天停好车子 走进了中药店里 一进门 陈天才发现 这里可是那有乾坤 从外面的招牌看起来 这里就是一个普通的中药店的样子 但是一进来 才发现里面的面积 其实是非常大的 中间的大厅是巨大的药柜 琳琅满目的中药名 贴满了一个个小抽屉 大厅两边隔出来不少个诊室 不少人正等在门口准备看诊 这里提供带尖中药的服务 所以大厅里面可以闻到 若有若无的汤药味道 你好 看到陈天走进柜台 一个漂亮的女生迎了上来 看着她笑眯眯地打着招呼 陈天抬起头来 面前的女生 看起来比自己大个几岁的模样 但是长得非常漂亮 尤其是一双秋水剪铜般的毛子 似笑非笑地看着你 似乎是会说话一般 十分灵动 这个女生 是这家药店老板的孙女 叫做高蒙 今天家里人都有事要出去 所以 她被临时抓撞钉 到这边来看店 原本高蒙对此还怨声哉道的 但是现在看到了这么帅气的小哥 刚才的满肚子怨气瞬间化为乌有 想到这里 高蒙更是打量着面前的陈天 心里暗暗地想着 没想到来帮着看个店 竟然还能遇到这样的小帅哥 泽泽 今天来直了 高蒙的一双眼睛 贪婪地在陈天的脸上打着转 开口问道 小帅哥 你是来看病 还是来抓药的 抓药 陈天眼瞼一概 直接回答道 高蒙点点头 朝着陈天伸出手去 骄俏地说道 好 把药方给我吧 香腹 乌药 武灵芝 陈天直接现场口述 对面的高蒙明显一愣 赶紧拿起柜子上的纸盒笔 开始记录 高蒙毕竟是出身医药世家 他一边记录 也是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治疗月经疼的吗 小伙子还挺懂药的 高层看向陈天 开口调侃道 小伙子 很疼女朋友啊 陈天看着高蒙的调侃 但是淡淡地笑了笑 没有说话 高蒙也没在意 他的注意力 已经放到了药方上 仔细地捉摸着 因为他当才发现 陈天给出的药方之中 这里面明显多出了一味药材 但是仔细想一想药理 高蒙又觉得这一味药 来得恰到好处 这就很妙啊 陈天一边等着拿药 一边看着后面的那些药柜 他想了想 对着高蒙说道 再给我拿一些高年份的灵芝吧 这家中药店的人参 似乎也不错 不过今天陈天就不考虑了 毕竟 人参能促进血液循环 这要是被糖心一包汤 岂不是直接血流不止 想着 既然过来了 陈天又顺手说了一些药材的名字 让高蒙包起来拿给他 陈天还不忘记补充了一句 我全部都要高年份的 这些药材 陈天打算放在自己的家里 以备不时之虚吗 高蒙点点头 将这些药材的名字一一记下 对着陈天说道 好 你在旁边稍等一下吧 陈天点点头 站在旁边等待着 就在这个时候 药店里面走进来青年 也是来买药材的 青年一看就是个精状汉子 衣服的下面可以看到很清晰的肌肉轮廓 而且他的步伐和动作十分干练 腰杆也是挺直着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军部的成员 青年快步走到了柜台前面 他递上了一张方子 柜台上的工作人员接过后 小声念叨着 陈天在旁边听着 这些都是一些补药 看来是要来温养身体的 一旁的高蒙听到了 也是适时地补充了一句 说道 这种补药的话 最好还是买一些高年份的 监主之后 服用的效果更好 高年份的效果好 一听到效果好几个字 青年的眼睛里 明显闪过一丝喜色 他连忙开口问道 这些高年份的价格 很高吗 高蒙点点头 他给青年简单地报了几个价格 对面的男人一听 明显面露难色 青年苦涩一笑 对着高蒙说道 算了吧 我就先要这些年份的吧 麻烦你了 高蒙也是理解的点点头 在店里面帮忙久了 这种事情看得不要太多 毕竟这些高年份的要价格昂贵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购买得起的 一边想着 高蒙的目光又看向一旁的陈天 这个小哥一下子买了这么多 看来家里的条件必然不错 长得帅气又有钱 而且还这么贴心 真是个让人难忘的小伙子 陈天只觉得青年身上一股正气 忍不住多看了对方几眼 青年感受到陈天的目光 也是和他对上了眼神 两个人相视一笑 青年很随和地朝着陈天点了点头 陈天健壮也是点头回敬 因为陈天是先来的 所以他的中药很快就打包好了 陈天付完款后 带着中药取了车 再次返回了唐星仪的家里 唐星仪还是有些虚弱 陈天和他打了个招呼后 就钻进了厨房里 给他熬起中药来 熬中药是个细致活 陈天倒是很有耐心 时不时地看一看 免得熬得过了火 等到中药熬好 陈天小心地倒在了碗里 趁热给唐星仪端到了闺房里 嗯 中药好难闻 唐星仪皱着小脸 有些不满地嘟囔道 这样模样 哪还有平日里端庄大气的样子 完全就是一个在撒娇的小女孩 陈天忍不住轻笑出声 耐着性子哄道 良药苦口利于病 现在苦一点 但是喝完就好了 多好 哦 唐星仪嘟着嘴巴 陈天放下碗 将她扶了起来 小口小口都喂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中药的热气熏蒸 唐星仪的小脸红彤彤的 这股热流在四肢百还不断地流转 唐星仪感觉自己好了很多 尤其是小肚子里面热乎乎的 热流冲淡了疼痛 因为痛惊她也吃过不少中药 但还是第一次 觉得中药如此有效 看着脸色恢复了不少的唐星仪 陈天叹了口气 忍不住开口说道 你这丫头也真是 明知道自己有痛惊的毛病 还敢在这个时候 约人去郊游 唐星仪看起来委屈巴巴的 看了陈天眼 多闹地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我 明明是你昨天说 不是山泉水泡的茶 所以不够完美的呀 陈天是说者无益 唐星仪则是听者有心 陈天一听顿时一乐 这么说来 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还是自己了 看着委屈的唐星仪 陈天无奈地摇摇头 笑着说道 行 既然我让唐大小姐这腰辛苦 我现在就去给你备点饭 您看如何 听说陈天要给自己做饭 唐星仪虽然不抱多大的希望 不过还是笑着硬了下来 说道 行 陈天起身帮着唐星仪提了下被子 叮嘱道 刚刚吃过药 你可以休息一下 对身体好 如果能睡上一会是最好的 睡觉的时候 身体可以更好的吸收药力 这样一来 唐星仪可以更好的恢复 盯着唐星仪躺好后 陈天去了厨房里 先是查看了一下家里的食材 陈天从厨柜里拿出砂锅 准备给唐星仪包一个灵芝鸡汤 女孩子在经期的时候 免疫力低下 吃灵芝鸡汤的话 可以增强免疫力 对身体比较好 唐星仪家里的食材比较丰富 陈天拿出新鲜的整鸡去了皮 和灵芝一起包了起来 陈天并不知道唐星仪的口味 便没打算做多么复杂的饭菜 就简单地做了四菜一汤 菜色也都是家常菜 用文火炖上了排骨 即使是做糖醋排骨 也需要软烂的口感 而且也能更好的入味 刚刚做好饭 陈天原本想要叫唐星仪下来吃饭 没想到 唐星仪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陈天关好门退出了房间 她回到厨房找了一些碗和盘子 将那些菜都扣了起来 这样比较保温 刚刚弄好一切 陈天的手机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陈天掏出手机 电话刚一接起 那头就传来了郑浩然的声音 陈哥 你在哪呢 我老爸谈完生意了 我现在来给你送手表吧 毕竟是三千多万的顶级手表 即便是郑波也不敢怠慢 签完合同就赶紧将表给了儿子 郑波担心郑浩然在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还千叮名万嘱咐地说道 什么都别做 先去送表 知道吗 你也不许再偷着带了 要不是郑波了解自己的儿子 那种被鸟叼走手表的事情 谁能信啊 郑浩然也知道 这块表的价值 所以第一时间给陈天打来了电话 陈天直接报上了唐心仪家的地址后 就挂断了电话 郑浩然听着熟悉的地址 忽然愣了一下 这不是唐姐的别墅吗 来不及多想 郑浩然开着车子 来到了唐心仪的别墅外面 给陈天打了个电话 果然 片刻过后 就看到陈天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 郑浩然看着陈天 咧嘴一笑 问道 陈哥 你这是 在唐姐家 想着陈天和唐心仪 才刚刚认识不久 唐心仪表面看起来和气温和 但是骨子里也是非常骄傲的人 郑浩然忽然想到了什么 她抬手指着别墅 说道 唐姐在家干嘛 大家都在那里吗 她刚才去接了谈完生意的老爹 莫非大家转移了阵地 已经来唐姐家别墅聚会了 陈天轻轻摆摆手 挡住了想要往里走的郑浩然 开口答道 不是 别打扰她 她刚睡着 唐心仪好不容易睡着了 正好可以好好消化药效 这个时候可不能打搅 郑浩然 睡着了 雾草 牛蛙 陈哥 拿下了 郑浩然一边想着 一边用异样的眼神看着陈天 这简直就是自己的偶像啊 郑浩然一脸的八卦神情 恨不得现在就和陈天 好好请教一点经验 其实对于女孩子 郑浩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毕竟她是精灵顶级的大少 招招手 不知道多少妹子要扑上来 但是像唐心仪这样顶级的大小姐 那都是桀骜不逊 极其高傲的 没想到 陈天轻轻松松就拿下 这已经不是偶像可以形容的了 这根本就是 YYDS啊 两个人正准备说说话的时候 另外一边就有一个男人怀里 抱着一个小女孩 在快速地跑着 可以看到 不少人都在后面追着 不过他们的速度 明显没有男人的速度快 被甩开了很远 那些人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嘴里还在高声地大叫着 抓住她 她是人贩子 不要让她跑了 她手里的是拐卖来的孩子 快点来个人 拦住她 可惜这边路上的人并不多 让那个男人抱着小女孩 还在路上快速地狂奔着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 忽然从旁边的小路上冲了出来 她的身形高大 动作也是十分矫健 陈天在后面看着 发现冲出来的青年十分眼熟 正是之前在药店的时候 一起买药的那位青年 青年静止拦在那个男人的去路之上 男人发现有人拦路 原本就一脸横肉的他 更是对着青年怒目而逝 大声地斥责道 不想死 就立刻给我滚开 青年完全无视了男人的危险 如果他害怕 刚才就不会直接扑上来 看着越靠越近的男人 青年的双眼之中 暴射出一抹危险的气息 静止朝着男人的方向逼近 青年一靠近男人 立刻上前砸了男人两拳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身手非常好 一脸横肉的男人吃疼 也是发了狠 竟然从衣服里掏出一把匕首 你他妈给我去死吧 男人的双眼露着凶光 拿着匕首 朝着青年的方向扎去 青年完全没想到 男人居然敢用匕首偷袭 也是一愣 男人刚好抓住了这个机会 匕首向前刺来的速度 明显更快了一点 饶视青年伸手够好 现在想要躲开 也是来不及了 被男人的匕首 在胳膊上划了一下 青年受伤 他低下头看着出血的伤口 也是一阵怒火中烧 男人看着青年发怒的模样 嘴角上扬起一抹残忍的微笑 阴险地说道 想还手 来 往这招呼 一边说着话 男人晃了一下手中的小女孩 看着男人怀里的孩子 青年明显有些忌惮 更何况对方 手里还拿着匕首 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 青年的出手明显被撤走 男人似乎也看出了青年的谨慎 只要对方朝着他攻击 他立刻就把小女孩当作挡箭牌 让青年不得不急忙撤招 这一来二去的 男人也摸出了规律 不停地拿着匕首笔划着 试图递退青年 郑浩然和陈天都看见了这个情况 郑浩然立刻眉头一皱 挽起袖子 就想要往上冲 人贩子这种东西 简直就该直接击毙 这种人最是缺德 人人得而诛之 郑浩然刚准备动手 就看到身边一道身影 已经冲了出去 正是陈天抢先了一步 直接一个剑步冲了出去 男人也看到了陈天的动作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猙獰 宁笑着说道 哼哼 不怕死的还真多 男人已经摸清了这些 自以为是好人的心思 他们怎么可能舍得这个小女孩受伤 只要有这个人质在手 自己就等于有了免死金牌 无论是来多少人 都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男人这样想着 已经挥动着匕首 朝着陈天滑去 这么面断的小年轻 居然也赶上来 想做好事 哼哼 先给你身上做的标记 眼看着匕首就要刺中陈天 一旁的青年健壮 立刻大声地惊呼道 快点闪开 危险 若是真的被刺中 最起码也得是重伤 附近的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觉得陈天这一下 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陈天看着逐渐靠近自己的匕首 嘴角上扬起一抹冷笑 就凭这个男人的伸手 也想伤害到他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陈天动了 他朝着男人伸出了手 闪电一般的速度 直接捏住了男人的手腕 也不见陈天怎么用力 但是对面的男人 已经开始惨叫起来 像是杀猪似的 男人刚才还凶悍不已的脸 现在已经一片惨白 他只觉得 有一只铁钳卡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剧痛之下 男人哪里还握得住手里的匕首 当狼一声掉在了地面上 因为疼痛 男人的身体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小女孩轻飘飘的体重 对于男人来说 现在也成了一种负担 眼见着小女孩就要脱手落地 陈天及时地伸出手去 一把将小女孩拽进了怀里 在小女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刻 陈天已经轻轻将小丫头的头 按进自己的怀里 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有点暴力 小小年纪的小丫头 可不适一看太多 男人已经疼得半弯下了腰 直接一个屈膝向上顶去 刚好撞在男人的胃上 先是一股巨疼荡开 随即男人就觉得胃酸上涌 仿佛整个人都泡进胃酸的感觉 鼻涕眼泪一起流了下来 陈天可是丝毫没有怜悯的意思 他现在拥有神级医术 自然知道打击身体的什么位置 可以让人醉痛 他就是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男人 毕竟是法治社会 也不能出手太重不是 但是有时候 利用好了技巧 也能让坏人受到一点教育 陈天的动作非常快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但是地上的男人 已经挨了好几拳 和好几脚 男人已经被打得快要灵魂出窍了 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出手特别不一样 这是在少林寺里 特意练过吗 人家是铁头工 但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简直就是铁手铁脚啊 这每一拳每一脚 都像是被铁杵对了一样 太疼了 男人早就没了之前嚣张的模样 他开始在地上 打着滚尖叫起来 周围站了不少人在看着 大家小声地嘀咕着 但是没有一个人 替男人说话 这小帅哥可太厉害了 我刚才看了全程 完全就是一气呵成的操作啊 这种人贩子更是可耻了 真是该打 小哥般的漂亮 使劲捶他 让这种人好好尝尝记性 人贩子倒是挺会演的呀 看看他叫得那么惨 肯定是想要博取路人的同情 这种人好可恶啊 幸好咱们都全程看着呢 要不然的话 还不知道这男人要怎么装呢 之前拿着匕首瞎晃悠 凶得很呢 陈天打得差不多了 其实他完全不累 只是担心吓到了怀里的小女孩 毕竟这个男人 叫得实在是太惨 太难听了 陈天又是一脚踢在男人的胃上 这样力量的打击 会让男人因为疼痛而身体静攒 绝对没有力量逃跑 这种垃圾 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一个女生跑了过来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哪怕是因为跑步而头发凌乱 脸上也是哭得梨花带雨 但是并不影响她的美貌 反而因为这副狼狈的模样 让人不由地生起一丝怜香惜玉的感觉 陈天打量着姑娘两眼 从这个女生的衣饰上 可以看得出来 这原本应该也是个都市里人 看到女生的靠近 陈天怀里的小家伙 开始挣扎起来 想要挣脱陈天的怀抱 别乱动 我放你下来 陈天非常温柔地安抚着小家伙 这样的高度要是掉下来 小丫头恐怕要哭鼻子了 她轻轻地蹲下 将小家伙放在了地上 还不忘帮她整理了一下衣服 这才笑着对她说道 好了 去吧 谢谢哥哥 小家伙很有礼貌地说着 小小的人儿 已经朝着女生的方向逃去 女生一把抱住了小丫头 看着姐姐的眼泪又掉下来 明明已经红了眼睛 但还是努力地抬起小手 想要擦去姐姐的泪水 小丫头的声音里 还带着一丝害怕的颤抖 软软糯默地说道 姐姐别担心 我没事的 一边说着 眼泪已经落了下来 毕竟才是一个小丫头 今天受到了这么大的惊吓 小脸惨白惨白的 平时红烟烟的小嘴唇 今天都发白了 女生看到小家伙这么懂事 一种失而复得的巨大快感 将她笼罩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 抱着小女孩哭了 两个女生一大一小 哭作一团 陈天最是受不了女人的眼泪 她走到一边 去车里面的医药箱 拿了绷带纱布 她随便打量了一下后备箱的东西 顺手拿了旁边的一个小红盒 拎在手上走了回来 陈天静止走到了青年的身边 将手里的纱布递了过去 轻声说道 包扎一下吧 不要让伤口发炎了 兄弟好伸手 郑浩然这时候也凑了过来 她拉着陈天上下打量了好几遍 嘴里关切地问道 陈哥 你没事吧 刚才你没受伤吧 郑浩然一脸的庆幸 她看向陈天的目光里充满了崇拜 说道 陈哥 你这也太能打了吧 原本郑浩然想的是 他们上前去拦住那个男人 等着后面的人追上来 或者拖延到警察到场 没想到啊 陈天一出手 直接把人打倒在地 现在还在地上蜷缩着 一动不动嘛 陈天感受到郑浩然的关切 她淡淡地一笑 说道 我没事 你看 我这不是好好的 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的青年朝着陈天靠了过来 笑着说道 兄弟 麻烦你 帮我打个结 青年说完 将自己的手臂递了过来 伤口已经被纱布完全地包裹上 可是青年只剩下一只手 确实不方便打结 陈天上前接过青年手里的绷带 帮他打上了结 青年活动了一下手臂 笑着说道 真是多谢了 兄弟 我叫苏天晴 认识一下 苏天晴一边说着话 他的视线一直在陈天的身上打量着 心里面同样是惊骇非常 这个年轻人 实在是能打 尤其是刚才的出手 一看就是练家子 苏天晴眯了眯眼睛 在心里算计了一下 说实话 如果是自己和陈天打的话 也不过多撑上两招罢了 你是军部成员吧 苏天晴望着陈天 有些好奇地问道 毕竟除了军部那些经过特训的人员 苏天晴已经想不到 更厉害的人了 陈天文言 但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我可不是 不是 苏天晴瞬间瞪大了眼睛 看着陈天的目光 更是震撼了 这伸手 绝对是厉害了 陈天这时候 饶有兴趣地打量了一下苏天晴 反问道 你是军部成员吧 现在退伍了 再哪任职 听到陈天的问话 苏天晴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苦涩 不过被陈天非常精确地捕捉到了 苏天晴停顿了片刻 淡淡地说道 我家里面老娘病重 我就退伍了 回来照顾一下老娘 最近忙着家里医院两边跑 还没任职呢 现在专心照顾老娘 陈天听了点点头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将手里的红盒子 朝着苏天晴递了过去 说道 拿着吧 苏天晴不明所以地接了过来 随手打了开来 露出里面一只十分完整的人参来 虽然不懂得药理 但是基础的道理 苏天晴还是明白的 这只人参一看 就是高年份的人参 想到上次在医院里询问的价格 苏天晴的脸色一变 连忙合上朝着陈天推了过来 退却道 不 这个我不能要 太贵重了 他和陈天满打满算 也就是见了两次面 怎么可能要人家这么贵重的东西 且不说这人参的价值 就是这份人情 苏天晴都还不起 陈天没有去接 他笑盈盈地看着苏天晴 很真诚地说道 你之前在药店买那些药材 是给你老娘补身子的吧 这个年份高 效果好 苏天晴下意识地还想拒绝 陈天根本没有给他机会 继续开口说道 并且 照顾好你老娘的身体之后 以后给我干活吧 别埋没了自己 我给你五万一个月 怎么样 五万 苏天晴一听 眼睛瞬间瞪大了 这这这 也太多了 站在一旁的郑浩然 则是一脸的郁闷 他刚才也想招揽苏天晴来着 但是没想到 被陈天抢先了一步 而且 陈哥也挺下本钱的呀 直接就是五万块钱 让郑浩然也是一阵惊骇 随即 郑浩然的心理 对陈天又是一阵敬佩 仔细想一想 陈哥 应该不只是看出苏天晴的价值 更是看出了他现在的需要 所以才会开出这样的高价吧 等了一会 见苏天晴没有马上答应下来 陈天很大度地笑着说道 不急 先加一下微信吧 剩下的事情 我们慢慢说 苏天晴赶紧将手机的二维码掉了出来 和陈天加了好友 这个时候 旁边的女生也擦干了眼泪 带着小丫头 朝着陈天走了过来 他们是来给陈天道谢的 快点跟哥哥说谢谢 女生弯下腰对着小丫头 十分温柔地说道 小丫头点点头 她笑眯眯地看向陈天 声音软软糯糯的 哥哥 谢谢你 陈天蹲了下来 和小丫头的视线齐平 也是笑呵呵地回答道 不用谢 这时候 陈天才有机会仔细打量小丫头的模样 粉雕玉珠的小脸蛋上 一双大眼睛圆溜溜地 透着一股机灵镜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这长大 也是个小美人痞子 就在众人说话的功夫 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是刚才的路人 早早地报了警 一看到警察到来 人贩子男人 不仅没有想逃的欲望 反而是激动地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 警察叔叔 你们可算是来了 再不来 我就要被打死了 路人们听到人贩子这么说 下意识地 就以为他是在说谎 想要逃避责任 纷纷开口斥责道 警察同志 你们可别听他乱说 他一个人贩子 这么缺德的人 嘴里能有什么实话 可不是吗 您看他身上 连点严重的伤痕都没有 怎么可能哭得那么惨 明显就是装出来的 我们当时都在附近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谁也没对他做什么 就听他自己在那里叫了 听着路人们一份填膺的话 人贩子哭得更厉害了 谁能理解他心里的苦啊 之前陈天踢的那些位置 随便动一下 都疼得钻心 他现在真的怀疑 自己已经被打的内伤了 警察直接压着人贩子 回了警察局 陈天等人 也跟着回去局里做了笔录 从警局里走出来后 女生追了上来 拦住了陈天等人 说道 今天多谢你们的帮忙 可以请你们吃顿饭 了表一下心意吗 面对着女生殷切的目光 苏天晴不好意思地摆摆手 拒绝道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饭就不吃了 而且我 还得回家照顾老娘 不好意思啊 至于旁边的郑浩然 他原本也没帮上什么忙 是跟着陈天一起过来的 现在看到事情已经解决 更是无功不受禄 和陈天打过招呼后 就离开了 最后只剩下陈天一个人 陈天刚想开口拒绝 就感觉自己的衣角被抓住了 陈天一低头 就看到一个小家伙 翘生生地站在自己的身边 他的个子太矮 只能够到陈天的衣角 哥哥 你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吧 好吗 小家伙似乎有些担心陈天拒绝 这样又软又萌的样子 确实是让陈天的心 都化作成一团了 陈天伸出手去 捏了捏小家伙的脸蛋 他抬头看了看女生 总觉得有些熟悉 之前看女生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 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 女生的脸也被仔细地清理过 除了红肿的眼圈 已经看不出任何的异样 也正是恢复了颜值 才让陈天格外有熟悉感 思索着问道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小丫头听到了陈天的话 细细地笑了起来 抢先说道 哥哥 你肯定是在电视上 看过我姐姐吧 我姐姐可是大明星哟 小丫头这么一说 陈天顿时想了起来 这女生是周灵芸 说起周灵芸 可是现在娱乐圈里的一线小花 荧幕上一直是青春玉女样子 还拿过不少奖项 喜欢她的人不计其数 因为甜美青春的模样 稀粉无数 更是有名的宅男女神 小丫头说完姐姐 忽然仰起笑脸 对着陈天自我介绍道 哥哥 我是周灵芸 周灵芸无奈地看着周灵芸 她看向旁边的陈天 笑着邀请道 咱们不如先找个地方吃饭 然后饭桌上慢慢聊 怎么样 陈天点点头 说道 好 那我们走吧 周灵芸对这附近很是熟悉 她提议去附近的餐厅吃点东西 你长得好帅啊 我一开始看到你 还以为你是圈子里的人呢 说到这里 周灵芸顿了顿 这才继续说道 不过圈子里的那些小鲜肉 肯定没你这么硬气 要是他们 刚才怕都是下软了 别说救人了 说不定自己都需要人去救呢 陈天文言只是笑笑 没有说话 几个人往旁边走了走 就来到了一条美食街上 在周灵芸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了一家酒店的门口 这家酒店装修得十分豪华 尤其是门头 猛的一看 还以为是把凯旋门搬到了家门口 一看就非常威武大气 只站在门口 就已经可以想象 酒店内部的豪华和气派 走吧 我们就在这里吃吧 我早就想来尝一尝了 周灵芸笑着看向陈天 不知道自己的安排 对方是否满意 陈天对这些倒是要求不高 他轻轻点点头 刻随主编嘛 看着几人走近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服务员迎了上来 十分礼貌地询问道 您好 请问三位有预约吗 周灵芸文言一愣 反问道 预约 服务员一看二人迷茫的脸 便知道 这应该是第一次前来的客人 耐心地解释道 几位 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乃是精灵的高档会所 平时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 大家也知道 我们这里档次非常高 所以来往的客人 也都是很有身份的 为了避免有客人到了门店 却不能享受服务 我们也是为了客户体验考虑 所以 来店的客人 都必须要提前预约 说到这里 服务员一脸遗憾地看着三个人 说道 真是不好意思 如果是没有预约的客人 在我们这里 是不能用餐的 服务员的态度还是非常好的 担心几人的情绪会不好 还特意给周灵灵拿了气球过来 哄他开心 几位 真是抱歉了 您只能是先预约 才能来用餐了 服务员一边说 朝着几人恭敬的鞠躬道歉 态度好的不行 陈天看着服务员这个样子 直接说道 那就算了 咱们换个地方吃就是 真是对不起了 也谢谢您几位的配合 服务员再次道歉 还不忘拿出了几张优惠券 递到了几人的手里 几人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忽然 他们的身后 传来了一道女声 凌云 是你们啊 你们也来这里吃饭 听到有人叫周凌云 几人都寻着声音看了过去 说话的是个身材妖娆的女人 一双眼睛的眼尾 向上微微提起 更是显得妩媚动人 陈天看着对方 酷似狐狸一般的脸 似乎也是有些印象 经过片刻的鸣丝苦想 陈天终于想起来了 这个女人 也是一个演员 叫做屈星 屈星和周凌云 虽然都是演员 但是他们两个的风格 却是完全不同的 周凌云走的是青春玉女风 而屈星这些年演的那些角色 都是一些热辣妩媚的角色 而此时的屈星 更是双手毫无顾忌地 抱着一个中年男人的胳膊 旁若无人地往他熊上戴 那副大胆又风骚的样子 让周凌云下意识地 将头扭到了一边 他是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 对面的那个男人 一看就是一把年纪了 估计年龄做屈星的老爸都富裕 尤其是一脸的横肉毫无弹性 很明显就是个不爱运动的懒人 几乎没有一点弹性 头上更是顶着地中海的发型 更让他看起来 比实际年龄大了几岁 但是屈星却似乎完全不在乎 一副小鸟依然的姿势 只可惜男人的个子太矮 让身材高挑的屈星 做起这个动作 有那么一点违和 男人带着屈星 走到了周凌云的面前 周凌云看向男人 笑着打招呼道 刘岛 您好 被称作刘岛的男人嗡了一声 他的眼睛毫不遮掩地 落在周凌云的身上 目光之中满是贪婪 这个周凌云 可是他看中很久的女人 可惜是他想了很久 却怎么也不可得的女人 刘岛的眼睛 时不时地瞟向周凌云的身体 越是这样得不到的女人 越是能激起他的好胜心 他现在已经在绞尽脑汁地想着 要怎么做 才能一清方泽了 想一想周凌云的那股青春劲 刘岛就是一阵激动 而刘岛旁边的屈星 则是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己身边男人的想法 毕竟在屈星心里 他对于自己 还是相当有信心的 这个周凌云 就是总要端着一副架子 他怎么看怎么不喜欢 都在娱乐圈里 混 谁不知道谁啊 装什么青春少女 屈星看着面前的周凌云 在心里冷哼了一声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一直就不好 平常就常常抢资源 不过现在 他屈星可是傍上了大导演了 自然要给平日里的对手 好好展示一下 想到这里 屈星当下靠着男人更紧了一些 看着对面的周凌云 一脸淡淡的表情 毫不为之所动的样子 屈星的心里一阵气愈 他在心里恨恨地想着 等着吧 等回来 把你的资源都抢过来 你不是清高吗 你不是从不陪导演制片吗 看你还能这样存多久 到时候 你只会被我狠狠地踩在脚下 想到这里 屈星的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看着周凌云表里 表气地问道 凌云 你们怎么还没吃 就要走啊 周凌云十分礼貌地回答道 是啊 我们没有预定 所以只能下次再过来了 面对周凌云如此大大方方地回答 屈星却觉得心里 十分不舒服 他眨了眨眼睛 看向自己身边的刘导 语气躁躁地问道 哎呀刘导 凌云和我是一家公司的好朋友 我们可不可以请凌云几人一起吃顿饭 刘浩自然是点了点头 他的目光落在了周凌云身边的陈天身上 开口问道 这一位是 他看着陈天十分眼神 毕竟这样帅气的年轻人 如果他见过 一定是印象深刻 毕竟他是做导演的 一双眼睛 还是非常会识人的 尤其是这年轻人一身的气质还不错 如果是圈子里有名的人 他一定会有印象 周凌云简单地回答道 这是我朋友 谢谢二人的好意 不过不用了 我们换一家就好 刘浩怎么可能让周凌云这么离开 他直接开口说道 大家碰上了也是缘分 凌云不会这点面子 都不给我吧 正好有这个机会 咱们一起吃点饭 正好我最近有个新剧 我看也有适合你的角色 刘浩语速轻缓地说着 似乎是担心周凌云继续拒绝 他继续说了几句 不管怎么样 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以后的路还是要走的 多个朋友 总比多个敌人要好 你说对吧 刘浩把话说得如此 不容推辞 周凌云的眉头微醋 也是不得不答应了下来 见到周凌云答应了 刘浩十分高兴 嘴角咧的都快到耳根了 周凌云并没有和刘浩多说什么 而是看向了一旁的陈天 低声地询问道 我这样替你答应下来 你不会介意吧 陈天倒是一脸的随意 只是吃顿饭而已 在哪里吃都是一样 再说 刚才刘浩的话陈天也听到了 刘浩原本对陈天的印象还算可以 现在看着周凌云 居然这么认真地询问对方意见 心里顿时不高兴起来 看看眼前的这个小年轻 除了长得还可以之外 穿着都是这么随便 有什么好让周凌云这么重视的 吃个饭而已 还要询问他的意见 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自己是什么身份 那在华夏导演里 也是数得上名号的 刘浩越想 心里越是不满 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充满了冰冷 这样的小年轻 自己一年到头 不知道要见到多少 真的以为自己长得还可以 在娱乐圈里 就能混得开了 哼哼 长得帅气 有什么用 也得看有没有敢用你 会用你 这样的年轻人 他非常确定 绝对不是自己认识的人 即便是娱乐圈子里的人 也是那种不太出名的人 这样的小角色 完全不需要被他放在心上 简直不要太好收拾 随便给他下个绊子 就能让他立刻滚蛋 想到这里 刘浩更是轻松得意起来 看着站在一起的周凌云和陈天 看着他们郎才女帽的样子 刘浩的心里 只想着 怎样破坏这样和谐的美好 行了 先上楼吃饭吧 其他的话 我们饭桌上说 刘浩一挥手 装作十分潇洒地说着 他的目光之中带着异色 再一次落在了周凌云的傲然身材上 忽然凑了上去 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要是有什么其他想说的 私下里也可以找我说 我晚上有的是时间 刘浩说这话的时候 故意将晚上两个字 咬得很重 在刘浩看来 自己现在可是有电影要拍的 能给周凌云这个机会 都是看好她 至于这个女人能不能上到 那就看她的表现了 周凌云听到这些话 只觉得一阵恶心 这种导演的片子 就算是送给她角色 她都不会选择 心术不正的人 拍出来的片子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众人一起朝着酒店里面走去 陈天和周凌云 只是跟在后面 几乎没有怎么说话 酒店里面的室内装修十分豪华 整片的大理石地面 打磨得十分漂亮 光泽度非常高 虽然他们 已经走近了一部分距离 但是酒店大厅的采光非常棒 在光线的映射下 让整个大厅显得更加奢华 巨大的水晶吊灯造型独特 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就像是一个 穿着蓬蓬裙的少女一般 美得令人无法直视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众人一起走进了餐厅里 现在刚好是饭点 所以餐厅里面的客人 还是很多的 空气里面满是菜肴的香气 十分诱人 就在这个时候 刘浩的视线 忽然被不远处的几道身影 吸引住了视线 只见那几道身影 十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他们正站在餐厅的等候区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人 视线时不时地 飘向大门的方向 一看到那几个人 刘浩的眼睛里 瞬间冒出了金光 这这这 没想到 今天这随便出的吃顿饭 还有大收获 刘浩一边在心里欢呼着 人已经快步朝着几人的方向走去 他们也是刚进来 距离并不远 走到那几道身影之前 刘浩露出了十分谄媚的笑脸 非常热情地打着招呼 几位也来这边吃饭吗 您这是在等人 刘浩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无论是语气还是态度 还带着尊敬 和之前那个态度嚣张的样子比起来 带着一丝谄媚 这几位 乃是圈内知名的制片人 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财神眼 对于刘浩来说 那是绝对的达官显贵 要是能和这几位的关系再进一步 以后自己有了合适的本子 想要拍电影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担心投资问题 也正是想到了这一点 刘浩将自己的姿态放得更加低了 这年头 谁不想拍有深度 又满眼特效的大片啊 但是那都是需要钱的 没有钱的堆砌 可拍不出来那位 只要是自己能得奖 以后的导演录 只会变得越来越顺畅 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想睡哪个女明星 还不是手到擎来 几人扫了一眼刘浩 他们都认出来 刘浩也是圈子里面的一个导演 不过能到他们这个级别的人 还是比较随和的 听到刘浩的问题 也是随口地回了一句 还真是巧了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 宴请一位贵客 贵客 一听到贵客两字 刘浩的眼睛里 瞬间放出光芒来 能被这几位称为贵客的人 那身份 还能简单的了吗 最起码 肯定不是他这个级别 可以接触到的人 想到这里 刘浩顿时有了想法 他一脸陪笑 对这几人说道 那我一会一定要叨扰 去给这位贵客敬杯酒 当然了 主要还是敬您几位一杯 虽然说贵客很重要 但是这几位 同样是刘浩想要把握住的 大佬级别人物 所以说 这些话的时候 肯定都是要注意到的 刘浩也是拍马屁的老手了 这点小问题 那是把握得相当不错 果然 听到刘浩这么说 在场的几个人的脸色 明显变得好了很多 其中一个男人看了刘浩一眼 语气淡淡地说道 也好 一会你就过来吧 你还处在上升期 多认识点人 对你以后有好处 说是上升期 其实真实的意思 不就是说刘浩的身份 还不够吗 不过 刘浩却觉得十分高兴 他连连点着头 对着这几位十足的产妹 几位 我带您过去 服务员已经查好了桌号 折返了回来 对着刘浩几人礼貌地说道 刘浩见状 和那几位又说了几句 才依依不舍地跟着服务员 朝着餐桌的方向走去 刘浩 刚才那几位 是什么人啊 屈星一看那几个人的装束 就知道他们 应该是非富即贵 尤其是看到 刘浩刚才那副产妹的模样 更是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要不是刘浩在自己旁边 屈星刚才就要粘上去了 刘浩听到屈星提问 他的目光在几人身上扫了一遍 这才清了清嗓子 开口说道 那几位可是咱们圈子里 有名的制作人 制作人那是什么 那就是剧组的财神业 最后 电影能拍成什么样 还不是看这些大管家 给你放多少款 这些制作人不只是有人脉 可以轻松拉到投资 最主要的就是 挂上他们的名字 整部片子的档次 都会水涨船高 听着这几人的名字和作品 即使是对娱乐圈兴趣不大的陈天 一样觉得十分熟悉 可见这几位的名头 确实是非常大的了 再加上刘浩介绍的时候 又添加了一点 非常油腻的形容词 显得几人更是刀大上 屈星在一边听着 眼睛里都快冒出火来 那几位的身份 居然这么厉害吗 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自己刚才应该精明一点 上前去交换一下联系方式 刘浩听着屈星的各种惊呼 心里觉得舒爽不已 自己想要的 不就是这个效果吗 讲一讲这些娱乐圈的上层人士 自己和他们也是说得上话的 有了这样的关系 自己在娱乐圈里的地位 已经非常明显了好吗 刘浩这样一想 瞬间得意了起来 双手不自觉地附在身后 走的那几步路 就像是老干部似的 服务员这时候 带着几人来到了桌前 他们的桌号十分靠里 就在楼梯的旁边 说起来的话 已经算是很一般的位置 看到刘浩看到 心里并没有一丝不满 反而是有些惊喜 在楼梯旁边的话 一会那几位上楼的时候 自己不是刚好可以看到 刘浩这样想着 落座的时候 特意选了一个 可以看到楼梯方向的位置 屈心自然是坐在刘浩的身边 他一边落座 一边对着刘浩说道 刘浩 您可真是厉害 这样的人居然都认识 屈心的话是对着刘浩说的 但是一双眼睛 却是看向了对面的周灵云 周灵云看着屈心脸上的笑容 顿时觉得一阵无语 这个屈心 平时喜欢和自己争资源也就算了 出来吃个饭 带个脑满肠肥的无名导演 也要装成这样 好歹也是做导演的 要是连几个头牌制作人都不认识 那不是白混了 这种事情上居然还要装逼一下 真的是 让人很无语 刘浩倒是没注意到 周灵云和屈心的不对付 对他来说 越是不合 对他来说 越是有好处 毕竟他们两个关系不好了 谁得到自己的帮助 岂不是可以压对方一头 需要自己的帮助 难道不需要付出点什么代价 只要一想到 自己有机会推倒周灵云 刘浩就觉得一阵口干舌燥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 一饮而尽 对着身边的屈心说道 你们不要以为 这些是制片人 和你们关系不大 要是能得到好的制片人青睐 以后 你们也可能成为 代字禁组的大明星 懂吗 刘浩说得道貌黯然 这样的话一说完 屈心立刻眼睛一亮 他的手臂 已经攀上了刘浩的手臂 就像是两条灵巧的蛇 紧紧地估着 屈心还故意用自己的熊 去蹭刘浩 娇滴地说道 刘浩 那您一会 能带我一起去敬杯酒吗 自然是可以的 到时候 你可要好好表现 刘浩说的声音很大 说完 眼睛不着痕迹地 打亮了周灵云一眼 自己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 周灵云应该会上道了吧 没想到 对面的周灵云 表情始终是淡淡的 甚至在听出 刘浩明里案里的暗示之后 眉头不由自主地错了错 不过 无论对方说出什么话来 周灵云都是一副 不为所动的模样 她的手牵着自己的妹妹周灵灵 小丫头十分乖巧地 跟在自己的姐姐身边 一双漂亮的毛子四处看着 刘浩见对方不上道也不着急 她看向了坐在周灵云身边的陈天 十分傲气地问道 这个小兄弟 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仿佛他和陈天主动说上几句话 都是给足了他面子 刘浩就是这样的打算 他就是要让陈天自己看清楚 自己和他 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管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周灵云 都不要和他抢东西 陈天的表情始终都是淡淡的 他端起茶水来清措一口 回答道 我现在还没有工作 算是待业吧 陈天这也算是实话实说 他现在虽然挺有钱 但是确实没有在做的工作 待业 对面的刘浩一听 差点笑出声来 心里更是得意洋洋起来 在刘浩看来 陈天的底子不错 原本他还以为 陈天是个十八线的男演员 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连男演员都不是 直接就是一个吃软饭的 坐在刘浩身边的屈心 一听到陈天的回答 更是一脸的乙母笑 哎呦呦 要不是现在的场合不合适 他真想好好大笑三声 他还以为像周灵云这样的人 平时端得那么厉害 会找个什么样子的男朋友呢 没想到啊 居然找来找去 千挑万选 找到了一个吃软饭的 这样的事实要是传出去 恐怕都要笑掉人的大牙了 想到这里 屈心只觉得心里一阵舒爽 这个女人 平时总是摆出一副 青春玉女本女的样子来 还以为自己多高贵 结果呢 还不是自找下贱 找个吃软饭的好看男人 还不如自己这样过得好呢 最起码 自己这样可以的好处 那是实实在在的 刘浩也是一脸心思地 打量着陈天 这个年轻人 虽然是个吃软饭的 但是这副皮像 可是真不错啊 尤其是一阵的气质 要是把他介绍给一些 女导演的话 应该会特别受欢迎 毕竟那些人 就是喜欢这样的年轻人 体力好 只不过 吃完了也就丢了 正好 也让陈天感受一下 社会的毒打 知道这个世界的残酷 刘浩越想越觉得 自己的主意不错 这一对男女 倒是都有用 全当是给自己公司的 女同事们 发一波福利了 小兄弟 你要是想要拍电影的话 我倒是可以给你 介绍几个女导演 刘浩略显热情地 对着陈天说着话 我们公司在娱乐圈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巨头企业 你要是能和那些 女导演搞好关系 捧红你绝对是 刘浩整理了一下上衣 用云淡风轻的语气说道 主要是我这部片子 已经没有适合你的角色了 否则 我这个导演 也不是不能帮你一把 自己巴巴说了半天 要是对方 还不知道自己导演身份的话 那不是很可惜吗 陈天和周灵云 连话都没有接 面对这样自我感觉 良好的无名导演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 好在这个时候 服务员拿着菜单走了过来 众人开始点菜 刘浩一边翻动着菜单 一边十分阔气地说道 大家今天不要客气 随便点 我来买单 一边说着话 刘浩已经点了好几道菜 他点菜的空隙 还要抬起头来 笑笑说道 毕竟我还算是 有点明气 拍一部片子 比你们演员的收入 也差不了多少 更何况 我们每年都会收到版权的分红 你们不要客气 该吃就吃 刘浩自然不是真的和女演员比收入 他就是故意 说给陈天婷的 也顺便敲打一下周灵云 挺好的小姑娘 不要总巴着一个吃软饭的 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以后的路才能够宽 此时的门口处 刚才那几位被刘浩八戒的制片人 正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朝着一辆S级麦巴赫迎了上去 才一走过去 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制片人 已经上手帮着拉开了车门 其余几位则像是迎兵一样 恭恭敬敬地分裂两排 保持着欠身的姿势 迎接着那位车里的大佬 刘总 您来了 几位制片人几乎是一口同声 望着车里坐着的刘总 十分热络地打着招呼 车里的刘总 只是刚刚伸出一只脚 露出了一只正亮的皮鞋 随后 整个人才走了下来 一身的气场十分庞大 压得几位制作人 再次低下了头 刘总的脸上 挂着和蔼的笑容 他先是整理了一下 身上的手工制西装 看着几人说道 让你们久等了 感受到扫在自己脸上的眼神 几位制片人和刘总对视了一眼 只是一眼 他们就感觉到了一股锐利和深邃 这位刘总真不愧是大人物 一双眼睛 就像是扫描仪一样 和人家对视一眼 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看透了 几位制片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连忙低下头去 对待这位刘总的态度 更加恭敬了 为首的那位制片人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着面前气势十足的刘总 眼睛里充满了崇拜 这一位刘总留名 可是娱乐圈里有名的老总 在他的手下 可是有着不少的娱乐产业 现在在精灵 乃是叱咤一方的存在 可以说 人家刘总跺跺脚 不知道多少人要胆战心惊 惊慌无措 自己等人在刘总面前 不过是靠着人家的投资 勉强吃口饭罢了 几位制片人过来精灵 就是为了和这位刘总打好关系的 看到刘总已经到了面前 自然是开始 套起近乎来 刘总 我们已经预定了楼上的包间 咱们现在上去吧 毕竟拍马屁的话 也不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 还是要上去包厢里 有什么话 可以慢慢说 刘总文言 只是淡淡地点点头 便跟着众人 朝着酒店里走去 毕竟是精灵有名的老总 一进入酒店 大堂经理也走过来 和刘总打了招呼 在一帮人的簇拥之下 为首的制片人也是热情至极 走在前面引着路 刘总等人朝着楼梯的方向走来 刘浩还在餐桌上侃侃其谈 说着自己在剧组的时候 遇到的那些趣事 惹得屈心笑得花枝招展 这时候 他刚好看到制片人等人 朝着自己的方向走来 顿时也没一条 刘浩立刻正经微作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衣饰 让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一点 他冷不丁地看了对面的陈天一眼 脸上虽然还带着笑容 但是目光之中 快速闪过了一丝轻面 真的是个拿不出手的男人 刚才自己可是给他们介绍过 几位制片人的身份了 陈天还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 完全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周灵云和这样的人 天天生活在一起 以后的路 只怕是会越走越窄了 刘浩的心里正想着 忽然他撇到了走到中间的刘明 一看到刘明的脸 刘浩就像是触电了一样 整个人的身体都为之一颤 他蹭得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原本带着笑脸的脸明显一僵 语气急促地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点站起来 屈心看着刘浩一脸震惊不已的模样 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有些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 随口问道 怎么了 刘浩完全没去看屈心 对于他的情绪更是懒得理会 他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 朝着这边走来的刘明 看到被围在中间的那一位了吗 那可是娱乐圈里大大有名的刘明 人家在娱乐圈的产业颇多 没看到那些大制片人 都对人家毕恭毕敬吗 看到刘明的一瞬间 刘浩总算知道了 这些制片人说的贵客 是什么人了 这样的一位大佬 在娱乐圈里跺跺跺脚 整个娱乐圈都能跟着晃三晃了 刘浩激动得不行 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要是联系上了这样的大佬 自己以后的电影 完全不用担心了 屈心一听对方的身份 立刻站直了身体 还不忘对着对面的周灵云几人说道 快点站起来 不要给我们惹麻烦 这样的大佬 必须要给人家足够的尊重啊 要是同桌上有人不尊重人家 而连累的自己 那可就亏大了 周灵云和周灵灵 不明所以地被拉了起来 两个人倒是没多说什么 只是迷茫地看了看其他人 现在只有陈天一个人 还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悠然地喝着茶 刘浩并没有注意到陈天的动作 他已经迎着刘明走上前去 对着他十分恭敬地欠了欠身 说道 刘总你好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 刘明看着刘浩 他的眉头紧紧地皱着 一脸疑惑地开口问道 你是谁 听到刘明的问话 刘浩一脸地尴尬 不过毕竟是大佬在前 也容不得他有任何的情绪 便主动地自保家门 看看我这脑子 刘总平时日理万机的 怎么可能记得我这样的小人物 我是个导演 我叫做刘浩 希望刘总有机会 多多照拂一下 刘明听到刘浩的话 只是淡淡地欧了一声 他这个身份 一天到晚不知道 多少自称是导演的人 来和他要照顾 对于这样的请求 他早就见怪不怪了 一瞬间 对于面前的这个刘浩 也是完全不在意 这时候 为首的那位制片人 看到刘浩走过来的那一桌 顿时皱了皱眉头 他看到几个女生都站了起来 只有陈天一个人 还安稳地坐在那里 立刻有些不满意 直接开口问向刘浩 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吗 听出了为首那位制片人 语气中的不满 刘浩一脸地不解 下意识地转过头 朝着自己的身后 看去 刘浩一回头才发现 自己的那一桌 陈天还坐在椅子上 根本没有站起来迎接刘总 这 怪不得刚才为首的制片人 会不高兴 这简直是太不懂事了 刘浩只觉得 头皮一阵发麻 要是真的得罪了刘总 或者是他身边的 那些制片人中的任何一位 都是自己扛不起的大事件 再说了 他之所以做这么多 就是为了博得一个好发展 怎么可以因为一个 莫名其妙的小子 就失去一切 想到这里 刘浩只觉得一股怒火 从自己的脚底板直冲脑门 他指着陈天大叫道 小子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马上给我站起来 要是真的因为他 就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刘浩是不会放过他的 那几位制片人 听到了刘浩的痛失声 全都看向了刘浩身后的那一桌 看着陈天到现在还没有站起来 甚至没有一点想要起立的意思 也是面色一变 脸上满是冷力的神色 听着众人闹闹哄哄的 刘明也是眉头一皱 朝着那一桌望了过去 当刘明的目光 落在陈天的身上时 顿时如同石化了一般 站在原地不动了 只见刘明的双眼瞪大 整个人愣在那里 仿佛看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他的手还保持着 整理衣服的姿势 明显是受到了震惊 一时之间 完全忘记了 下一步要做什么 整个大厅 仿佛都在这一刻停滞 喧闹都消减了几分 不过下一刻 刘明已经从震撼中清醒过来 他愣证了一下 紧接着 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刘昊已经完全转过了身 他面对着陈天的方向 喋喋不休地呵斥道 小子 你知不知道这一位是谁 这一位可是 连大名鼎鼎的刘总都不认识 这个小子 已经彻底堵死了 自己混娱乐圈的路了 哼哼 白白长了一张好看的脸 简直是暴殖天物 但凡换上一个 懂点眼色的人过来 说不定都能一飞冲天了 可是刘昊的话还没有说完 后面的刘明 已经绕过刘昊 朝着陈天走了过来 一开口更是震惊了所有人 陈先生 还真有缘啊 这才没过多久 又见面了 迎着刘明一脸惊喜的目光 陈天也是抬起头来 这个男人他有点印象 也是那天在紫韵茶院里 蹭茶喝的几位老总之一 当时他们还交换了联系方式 没想到今天在这里 又碰见了 刘明的话仿佛还在耳边 这一下 刘昊直接惊呆了 什么情况 刘总刚才 叫那个小子什么 陈先生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 陈天看着 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而刘总早就已经过了 不惑之年 居然主动称呼一个 小青年为先生 这个陈天 到底是什么身份 后面的一众制片人 也是愣在了当场 他们不像是刘昊那样 对于刘明只是听说 他们这些人 可是和刘明 打过不少次的交道 能做到这个地位的老总们 哪一位不是心高气傲 自恃甚高 可是他们 刚才看到了什么 刘总居然恭恭敬敬地 和那个年轻人说话 而且说话的语气 和跟他们对话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而且 他们从来没听说过 一向手腕冷硬的刘总 对谁有过这样 假以词色的模样 就算是和刘总 可以平起平坐的那些大佬 恐怕也难以得到 他如此的对待 想到这里 制片人们 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都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丝忌惮 这个年轻人 身份绝对不简单 得罪了这样的人 他们想要谈的项目 恐怕就要白搭了 一时间 这些制片人的脸色 也是变了又变 各有心思 不只是他们惊呆了 就连周灵云和屈欣二人 也是一脸的震惊 原本看着刘明走过来 他们当时还以为 是刘明觉得 陈天不尊重他 想要来教训一下他 屈欣那是满心的幸灾乐祸 而一旁的周灵云 则是满脸的担忧 已经在思考 怎样才能解救一下陈天 他们两个打死也想不到 会是这样的一副光景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个陈天 又到底是什么人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众人的目光 他潜扎着茶水 看着刘明不嫌不淡地说道 好巧啊 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陈天的目光 看向刘明身后的一众人 忽然间想起来 之前刘昊说的话 开口问道 刘总 你是做娱乐行业的 刘明听到陈天的问话 笑呵呵地回答道 算是 怎么陈先生 有想法投资一下 他可是知道陈天的身家的 这样的大佬 要是投资娱乐圈 分分钟就能打出名号来 陈天听着刘明的话 轻轻地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你们这都是大制作 我可没那么多资金投 没有资金 听着陈天推辞的话 刘明直接笑出声来 无奈地说道 陈先生 要是其他人这么说 我还是相信的 但是您那天都漏差了 还这么说的话 我们更是没脸投资了 您随便买个房子 都是几十亿的现金买房 我们那点小钱 还叫做投资 在陈天的灰金如土面前 他们的那点钱 就跟闹着玩似的 要不是知道了 陈天的实力惊人 他们那天的那些顶级老总们 怎么可能对着陈天惊为天人 刘明的一句话 让在场的众人更加震撼 不少人下意识地伸出手 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生怕自己是听错了 好家伙 一出手就是几十亿 还是现款 买房 说实话 他们这些人的账户里 连一个亿的现款都没有呢 大部分的钱都是资产 都投在生意里 或者是做了投资 能一下子能出来几十亿的人 别说是他们了 就算是刘明这样的大佬 恐怕都是特别费劲的 这可是现款 能有这样现金流的公司 整个华夏都没有几个 众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了陈天 眼睛里是满满的敬佩和羡慕 这个年轻人才多大 现在就有这样的成就 以后的成就 还能少得了吗 就在众人各种思维发散的时候 刘昊和屈星 已经吓得直接双腿打战了 屈星还好一点 他现在就是担心 周灵云会在陈天的面前 告自己的黑状 到时候 陈天会不会联合一些大佬 直接在娱乐圈里封杀自己 刘昊就惨多了 他从见到陈天开始 就没有看得起他 不仅是说话难听 刚才还当着刘明的面 为了表现自己 还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这要是陈天计较起来 自己在这一行的路 才是真正的毒死了 这 可如何是好啊 就在刘昊和屈星难受不已的时候 刘明对着陈天微微欠身 笑着说道 陈先生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反正他们 加了联系方式 绝对可以来日方长 好 陈天笑着点点头 看着刘明 朝着几位制片人的方向走去 另一边的几位制片人 他们的目光 冷冷地看着刘昊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刚才刘昊对待陈先生的态度 再想想 刚才刘明对待陈天的热情和恭敬 当下狠狠地瞪了刘昊一眼 这一眼 带着决绝和冷漠 感悟到这些眼神里的意思 刘昊瞬间脑袋一空 他知道自己完了 他只觉得 大脑一阵当机 就连话都有些说不好了 刘明等人 已经走了半天 但是刘昊和屈欣 还是站在那里 只感觉自己的腿肚子 一阵转惊 连刘明这样的大佬 都要恭恭敬敬对待的人物 自己刚才 居然骂了人家 刘昊恨不得 狠狠抽自己两个大嘴巴 他都快要哭出来了 走到陈天的面前 十分抱歉地说道 对不起陈先生 是我做的不对 我该打 您千万不要和我一般意识 您就把我当作个屁 放我一条生路吧 刘昊已经深刻地意识到 如果自己不能得到 陈天的谅解的话 恐怕是难以在娱乐圈里 浑下去了 哪怕是让自己和陈天 磕头道歉呢 只要是能弥补 他绝对都愿意尝试 刘昊非常清楚 他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导演 好不容易快要看到希望了 他真的不能退圈啊 他赶紧让服务员 送上了一瓶顶级红酒 恭敬地先给陈天针满后 开始给陈天敬酒 希望可以得到陈天的谅解 陈天冷漠地看着刘昊的动作 眼睛里满是不屑 刚才不是挺强硬吗 还说自己是娱乐圈的大导演 分分钟就能让人红 让人死的那种 现在来到自己道歉 陈天可不愿意搭理 直接冷哼了一声 这一声冷哼 在刘昊和曲心听起来 就像是汗滴一声雷一般 那大雷直接劈在他们天灵盖上 吓得他们直接一哆嗦 身体都有些不自然的打摆子 怎么办 看大佬的情况 明显就是不想原谅他们 现在他们应该怎么做 曲心都快要哭了 他求助寺地看向周灵云 希望平日里的这位死对头 可以是个圣母表 这个时候冲出来拯救一下自己 可惜曲心终究还是期望错了 周灵云从始至中都是淡淡的 什么都没有做 不过曲心也是错怪周灵云了 毕竟周灵云和陈天也不熟 而且对方还是他的大恩人 这种情况下 周灵云不去帮助踩踏曲心和刘昊 就已经说明他很人意了 还想要帮忙 这不是鬼扯吗 就在这个时候 服务员开始上菜了 各色美食已经上了桌 一时间 空气中满是诱人的食物香气 曲心和刘昊在一边傻乎乎地看着 直勾勾地盯着陈天和周灵云 两个人都不知道 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是留下来 还是赶紧走 毕竟如果留下来的话 他们也不可能上桌不是吗 舔着脸坐下来一起吃 对面的大佬会更加生气吧 曲心想了想 他虽然是和刘昊 一起挤兑了一下周灵云 但是对于陈天 他可是没说话的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肯定是赶紧顿走 是最好的 看刚才那些制片人的样子 这位刘昊 恐怕是长久不了了 新的电影 能不能开拍都是一回事 与其是这样 还不如自己早点撤走 省得惹麻烦呢 曲心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他也不敢直接就顿走 对着周灵云和陈天干笑着 轻声说道 那个 你们先吃着 我去个卫生间 说完 也不管二人做何反应 直接朝着外面的方向跑去 就好像后面跟着只老虎 和他要几只糖浆似的 一看到曲心顿走 刘昊急的额头上 都要冒汗了 他恶狠狠地看着曲心 逃走的背影 在心里 恨恨地骂着 臭女人 要不是你这个倒霉催的 我怎么可能惹上 这种活颜望 你现在还敢自己跑 好的很 等到老子跑出去 第一个就要 找你的麻烦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叫你好过的 刘昊头上冒出来的汗 已经越来越多 周围不少人 看他站在那里 都朝着他望了过来 都不知道这个人 是在那里干什么 刘昊眼前 金光一闪 他看着陈天和周灵云 恭恭敬敬地一鞠躬 大声说道 那个陈先生 我这一容 有些不美观 我去整理一下 刘昊说完 并不敢像曲心那样离开 毕竟自己刚才说话的时候 是真的得罪了陈天 见陈天和周灵云 完全当他不存在 刘昊才一步一蹭地 跑出了酒店 陈天和周灵云三人 自在地吃着饭 看着周灵灵想吃鱼 陈天还细心地 帮他去了鱼刺 才喂给他吃 谢谢哥哥 周灵灵吃了陈天 喂的鱼 小嘴巴特别甜 笑得十分开朗 陈天也乐得逗小家伙高兴 两个人倒是关系好的不行 周灵云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 一双眼睛时不时地看向陈天 目光之中带着探寻 他是真的有点好奇 这个看起来年纪 还没有自己大的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居然连刘明这样的大佬 都要和他客客气气地说话 而且最让周灵云惊讶的就是 陈天的身手真的很好 那时候虽然离得远 但是周灵云可是把过程 看得仔仔细细 若是没有陈天的出手 哪怕是现场有苏天晴的帮忙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拿下那个人贩子 甚至到了最后 人贩子可能会用周灵云的安全 来威胁众人 到时候 灵云可能受伤不说 恐怕还会有极大的心理阴影 这样的年轻人 简直是太厉害了 想到这里 周灵云看向陈天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震撼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他轻轻敲了敲桌面 但笑着说道 别看我 看饭 不饿吗 陈天可是知道 之前周灵云可是追着人贩子 跑着很远呢 其他人跑这点距离不算什么 但是像周灵云这样的女明星 一顿饭吃不了两口菜的人 恐怕消耗是挺大的 这么辛苦的话 还是多吃点比较好 听到陈天这么一说 周灵云的翘脸瞬间一红 他下意识地轻轻点点头 随即嫣然一笑 对着陈天说道 今天真的是谢谢你 无论是周灵云的说话的语气 还是他的笑容 都写满了真诚 陈天见状也是淡淡一笑 很认真地回答道 不用谢 过了一会 刘明和几个制片人也走了下来 他们是来敬酒的 刘明一脸的笑容 看着陈天十分恭敬地说道 陈先生 之前的事情是他们不懂事 您不要见惯 其他的几个制片人见状 也是纷纷走上前来 十分有诚意地道歉道 陈先生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您千万别和我们一般见识 刚才在包厢里 刘明可是和几人 说了陈天的事迹 吓得众人吓得瘫倒在桌子下面去 这样的人 他们之前居然看不起人家来着 这这这 刘明和陈天碰了杯 又将视线看向周凌云 笑着打趣道 我们就说 凌云在圈内滴酒不沾 乱出不去 原来是有了陈先生啊 有了这样的大金主 还需要去那种地方 分分钟走上人生巅峰啊 这时候 其他的几位制片人 看着周凌云 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连连开口夸赞道 以后凌云可是要走上人生巅峰了 只要你一句话 我今年的几部片子 随便你挑 对 我这边其实也有几个角色 非常适合凌云这样的青春面孔来演 肯定能为电影增色不少 也希望凌云也能为我们美言几句 毕竟这做人 总会有走错路 踏错步的时候 也要给我们个机会改正不是 制片人 一边向周凌云抛出好处 一边暗戳戳地暗示对方 替他们说一说好话 之前在包厢里的时候 刘总就已经给他们剖析过陈天的身份 这样的人 精灵的一众大佬 都是恭恭敬敬敬 他们几个小小的制片人 也敢这么嘚瑟 下场已经显而易见 不过刘总也知道 这些金牌制片人 混到这个地步不容易 于是 也就给了他们一条活路 下去自己和陈先生道歉 只要陈先生原谅了他们 一切都好说 若是不原谅的话 回去等电话 就行了 几个制片人走下来之后 目光在陈天的身上 不着痕迹地打量着 这个年轻人的气质非常好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 才会下意识地以为 陈天也是圈里面 心入圈的小声 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 几个制片人说话 才敢这么冲 否则就是借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这么嚣张 毕竟制片人听起来名头够大 其实在这些大佬们的面前 屁都不是 一旦失去了大佬的支持 他们所谓的金牌 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若是拉不来投资 就不算一位真正好的制片人 面对制片人的请求 周灵云无能为力地摇了摇头 周灵云是来请恩人吃饭的 可不是来给他们做说客的 自己不过 就是个小演员罢了 可当不起这么大的说客 几位制片人一脸的善笑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害怕 陈天完全将他们当成了透明人 刘明看到陈天的态度 心里像是明白了什么 他直接站了起来 对着陈天笑呵呵地说道 陈先生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用餐了 有时间 我请您出来喝茶 陈天点了点头 刘明静止朝着楼上走去 看都没看那几个制片人一眼 几位制片人被留在原地 他们面面相去 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手机响了起来 为首的那位制片人脸色一白 他掏出手机 看着上面的来电显示 瞳孔瞬间一阵缩放 这是公司的电话 其他几人的状况也是差不多 都接到了来自公司的电话 为首的制片人想了想 还是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公司的工作人员 毫无情感的声音宣布 他们目前的工作 全部暂停 全部暂停 听到这个通知的制片人 直接瘫倒在了酒店的地毯上 这对于他们来说 意味着风沙雪藏 也就是说 他们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 几个制片人垂胸顿足 心里恨得不行 谁也没想到 出来吃顿饭的功夫 竟然把自己一生的事业 都给弄丢了 简直了 各种复杂的情绪 冲上他们的心头 大脑像是当机了一样 一片空白 陈天和周灵云 像是完全看不到几人一样 安然地品尝着菜肴 周灵云在心里叹息一声 这个世界的变化 就是这么快 说不好 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契机 就会让人失去一切 与此同时 唐星仪也在自家的别墅里面 醒了过来 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感 包裹着她的身体 唐星仪本人 更是觉得全身舒爽 这是她在大姨妈期间 从未有过的感受 好家伙 陈天不会 还是个神医吧 唐星仪走下床来感受了一下 当她确定自己安然无视后 整个人的眼睛闪闪发亮 她忽然发现 陈天这个人 就像是俄罗斯套娃一样 你以为已经看到了她的全部 没想到一打开 里面又是一个缩小板 虽然是缩小板 但是有句古话 浓缩的向来都是精华 当你打开里面的小小套娃 就会发现 你遇到的是一个更强悍 且完美的陈天 唐星仪感觉自己完全好了 她抚摸着干瘪的肚子 这才想起 自己似乎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去厨房看一看 不行就点个外卖吧 唐星仪看了看时间 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 这个时间段 爸妈应该还在公司里忙碌 自然是没时间给她做饭 自家的终点工阿姨 偏偏她还来了大姨妈 实在没力气出去吃饭 唐星仪说话的功夫 已经走到了楼下 看到餐桌上的那些碗和盘子 直接愣住了 这什么情况 唐星仪一脸疑惑地 走到餐桌旁边 将一个盘子小心地拿了下去 露出里面的菜来 下一秒 糖醋排骨的香味 在整个房间里扩散开来 手中的盘子上 还残留着热气 明显是做出来不久的 唐星仪心头一动 这是陈天刚才 趁着自己睡着 做出来的吗 她一次打开了那些餐具 发现陈天给自己做了四菜一趟 鸡汤味道浓郁 汤汁鲜亮 由于提前去了鸡皮 所以汤里并没有太多的油腥 非常透亮 巨大的灵汁 漂浮在汤的表面 这个大小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唐星仪闻着饭菜的香味 顿时感觉更饿了 一股从未有过的饥饿感 侵袭着她的神经 呼 真的好香 唐星仪赶紧去厨房拿了碗筷 坐在餐桌前 品尝着一桌子的美味 并没有被调料味覆盖 好吃的让人想要尖叫 唐星仪美美地吃了一顿饭 瞬间感觉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这种心满意足的感觉 太舒服了 吃饱后的唐星仪 又多喝了一碗灵汁鸡汤后 才返回了房间里 她记得陈天和自己说过 让她注意多休息 唐星仪今天确实有些累了 便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感受着腹中的温热感 唐星仪的嘴角上挂着一抹微笑 随即沉沉睡去 这时 陈天和周灵芸也吃得差不多了 看着黏在自己身边的周灵灵 陈天的眉眼都不由得染上一抹温柔 笑着问道 怎么样啊小丫头 吃饱了没 周灵灵抬起头来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向陈天 哥哥笑着点点头 说道 我吃饱了哥哥 周灵芸在一旁看着 一脸的无奈 自己妹妹也太会撒娇了吧 而且在这么年糊下去 都可以直接改姓陈了 见到大家都已经吃吼 陈天直接站起身来 准备去买单 没想到 一旁的周灵芸赶紧拦住了她 一脸严肃地说道 陈先生 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玲玲 我去结账 见到自己的墓地被拆穿 陈天淡淡一笑 说道 让我去结账吧 周灵芸听到陈天的话 竟然生起气来 气呼呼地说道 说好了 今天是我请你的 你可不能耍赖 说完 周灵芸朝着座位上的妹妹 使了个眼色 周灵芸见状也不含糊 她直接上前抱住了陈天的大腿 软绵绵地说道 哥哥 抱 看着挂在腿上的小刮剑 陈天一脸的无奈 面对周灵芸这么可爱的小帮手 她是一点气都生不起来 伸手揉了揉周灵芸的小脸蛋 入手那种柔软的触感 让陈天心里紧剩的那点郁闷 也烟消云散 陈天在心里叹息一声 暗暗想到 看来 这一次的十倍反力 是妥妥地没了 只是可惜了自己 愁愁满志的事业心了 这该死的努力 周灵芸很快折返了回来 她的心情看起来 笑得眉眼弯弯的 对着陈天说道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 方便和你加个微信吗 陈天倒是没有拒绝 很爽快地拿出了微信二维码 和周灵芸加了好友 三人在饭店门口分开 陈天走着 回了唐兴仪家的别墅 取了自己的车 陈天想着唐兴仪不舒服 便也没有去打扰 直接解了锁 坐进了车里 看看现在的时间还早 陈天想了想 决定去天府城里转一转 那边的房子 她可是一套都没有看过呢 接着便是想着 去一下天府城算了 陈天并没有急着开启车子 而是坐在车里 给张书瑶发了个消息 上次张书瑶 可是和陈天说了好几遍 如果要过去天府城的话 一定要给她发信息 毕竟已经答应了人家 也没有欺骗 人家女孩子的必要 发好信息之后 陈天就将手机放在一边 启动车子 朝着目的地而去 此时的张书瑶 正在会议室里 对新人进行着入职培训 张书瑶的身上 穿着黑色的工装 合体的工装 将她的曲线完美地勾勒出来 即使是坐在椅子上 腹部依然平坦如初 完全看不到一丝坠肉 张书瑶的脸上 画着适宜的妆容 看似简单的妆容 却将张书瑶的所有优势 都突出了出来 将她的个人气质 更是提升了一个档次 张经理 我可以问一下 怎样去分辨客人 确实是打算来购房的呢 一个新人主动站了起来 看着张书瑶问道 新人望向张书瑶的眼睛里 充满了崇拜和羡慕 可以说 将张书瑶看成是自己的偶像 毕竟张书瑶可是创造了 天府城的售卖传奇 在一天之内 卖出去了那么多的房子 更是以几个月资历的新人之资 直接连升几级 来到了销售经理的位置上 这样的一位销售经理 还是个顶级大美女 怎么可能不成为他们的偶像呢 大家都渴望和张书瑶学习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做 才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大客户 想到有可能拿到的佣金 心里更是激动不已 张书瑶听到新人提出的问题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她的脚上穿着七厘米的高跟鞋 让原本就身材高挑的她 显得更加身材修长 尤其是一双大长腿 被无限地拉长了一样 非常漂亮 张书瑶的目光 在新人们的脸上一一扫过 她忽然用一种 从未有过的严肃语气说道 其实这个问题 就算现在不问我 我也打算找一个时间 好好和你们说一下 既然你们成为了我的手下 我就希望你们 记住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 新人们一听 全都正经微作 微微抬起头来 看着张书瑶等待着她的讲解 他们都是要做销售的 只要打动了客户 才有可能达成交易 所以听一位真正有经验的销售经理 给他们讲秘诀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看着这些人期待的目光 张书瑶开口说道 我要你们忘记 所谓的目标客户人群 而是真正的用心去接待 每一位到访的客户 每一位 新人们明显有些不解 集团旗下开发的都是高端项目 来看房子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如果不挑选一下的话 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接待的过来 这这这 这和他们一直以来学的知识 有点不一样啊 张书瑶看着他们疑惑的目光 目光清澈且明亮 说话充满了力量 那么 在你们的眼里 什么才是目标人群 名车名表 还是上了年纪 还是说 你们具有什么特异功能 可以看到谁身上的财富值 一连串的反问 让在场的新人们 全都愣住了 张书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可能这些人现在不能理解 但是总有一天 他们会理解自己的死 他一个新人 只是因为好运气吗 张书瑶想了很多个晚上 他想通了 并不只是好运气 他必须承认 陈天是个极好的客户 给了他一个机会展示自己 并且一步步走到现在的位置上 但是张书瑶也知道 陈天之所以能给他机会 就是因为他走出来了 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个陈天 不过就是个年轻人的时候 走向他 并且拿出自己的所知 认真的对待 这 才是他真正成功的理由 你们再想一想 真的有这样一套准则 咱们这里有多少老销售员 那样的客户 能分到你们手里吗 张书瑶的话说得很直白 在场的众人 全都瞪大了眼睛 他们不得不承认 张书瑶说得非常有道理 那样的客户一进来 自然会被老的销售们抢走 张书瑶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所以所说的一切 也是真情实感 想要成功 就要抓住一切机会 尽量去锻炼好自己 在这锻炼的过程中 就有可能拿下自己的手单 至于所谓的奇迹 就只有在磨炼之中 慢慢地等待了 新人们的目光 从一开始的不解疑惑 变成了理解和感激 这样的回答 绝对是掏心窝子的大实话 这才是他们现在最需要的解答 张经理 谢谢您 我们知道要怎么做了 一位新人主动站了起来 对着张书瑶感激地说道 张书瑶看着众人点点头 重点已经讲完 至于能接受多少 还是看这一批新人的悟性了 虽然当上销售经理的时间并不久 但是张书瑶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的 很快就已经完全适应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张书瑶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张书瑶随手拿起 看着上面的消息 明艳的翘脸明显一愣 他看向众人 话语言简意该地说道 大家在这里看一下资料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说完 张书瑶已经快步朝着外面走去 脸上的表情出现了一抹急切 看着张书瑶匆忙的背影 坐在会议室里的一众新人们 立刻开始八卦起来 新人们看着张书瑶 走向大门口的方向 他们站到了会议室 另外一边的位置 因为会议室是拳播里的装饰 可以看到张书瑶站在门口 似乎是在等人 他们一个个的双眼放光 开始着自己的猜测 张经理在干嘛 像是在等人 你们说 是什么人来了 能让咱们稳重大方的张经理 露出这样极其的表情来 来了这么久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张经理这副样子呢 不会是那位传说中的陈先生吧 除了那位大客户 还能有什么人 值得张经理这样大张旗鼓 听说那位陈先生 长得特别帅 而且一下子拿下这么多房子 年少有名是必须的 这样的帅哥 真的想见一家 一想到有可能是陈先生 在场所有的新人 都好奇得不得了 他们各自找了位置 朝着门外的方向看去 这是他们锻炼眼力的一个好机会 以后看到不一样的客户 也得有不一样的推荐布施 再说了 这样一出手 就是几十亿的大客户 哪怕是见一见 也是三生有幸啊 张书瑶在外面等了一会 就看到一辆奔驰大G 开进了寿楼大厅 陈天坐在车里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门外的张书瑶 毕竟是曾经的校花 那也是顶级的大美女 在这里站着 自然是非常明显 陈天直接放下了一侧车窗 对着张书瑶喊了一声 上车 听到车子里传来熟悉的声音 张书瑶这才朝着大G里面看去 看到陈天是擒着笑容看着她 张书瑶明显一愣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奔驰大G 翘脸上全是惊讶的神色 陈先生这是又换车了 那些新人们几乎贴在了玻璃上 看着陈天露出来的帅眼 震惊得不行 我的天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陈先生 这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要不是张经理对他对他这么恭敬 你说这是个偶像明星 我都不太怀疑的 超级帅气 本来就长得帅 还开一辆这么潇洒的奔驰大G 这是要逆天啊 我感觉我恋爱了 在一众新人们的惊呼声中 张书瑶坐上了大G的副驾驶 陈先生 您终于是来了 咱们先去哪里看 我已经通知了物业的人 将要是送到一号别墅的门口 张书瑶看着陈天笑眯眯地说着 一脸的恭敬和认真 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给了他一个展现自己能力的舞台 无论于公于私 他都会为陈天好好介绍这些房产 陈天想也不想 直接说道 别的就不看了 你带我去看看一号别墅吧 毕竟一套一号别墅 就已经可以买几十套普通房产了 张书瑶已经猜到了 陈天会这么说 于是就帮着陈天指路 走进了别墅区的内部 因为您上次离开得比较急 所以并没有登记您的车辆信息和生物信息 一会您要是方便的话 我可以带您去办一下 张书瑶伸出头去和保安打了招呼 这才对着陈天解释道 陈天可是天府城最大的客户 对于这样的超级上帝 肯定不能让他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小区里面的布置非常雅致 四处都透着一股自由和浪漫的气息 和这里的别墅遥相呼应着 非常漂亮 只是这样开进来 陈天立刻感觉到了和其他小区的不同 即使是唐欣怡家那片有名的富人区 和这里比起来也是有些差距的 毕竟这里是新建起来的别墅区 所以很多的设备和布置也更加先进和合理 陈天大概看了一下 就连路边绵延不断的花丛 里面种植的也都是一些珍稀花卉 十分漂亮 很快 在张书瑶的指引之下 二人来到了一栋巨大的别墅面前 陈天将车子停在了门口 二人走下车来打量着面前的别墅 这里位于整个别墅区的中央位置 最好的景观都是围绕着这里修建的 因为这里面全都是别墅 业主们都是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贵人 所以这些景观就等于是一号别墅业主的花园 陈天注意看了一下 这里的东大门刚好就对着一号别墅前面的通路 紫气东来直接进家门 可是大大的好风水 更不要说门前的湖水 以及一号别墅后面修建的假山林 都是将最好的风水藏在了一号别墅里 看到这里 陈天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 光是这份尊贵和重视花八个亿的价钱买下来 就不亏 张书瑶已经朝着一号别墅走了过去 用钥匙打开了大门 对身后的陈天说道 陈先生 您配合我录入一下生物信息吧 天府城的安保系统都是相连的 只要在一个终端上进行登录 里面的信息就可以同步到其他的系统里 这样以后 陈天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陈天文言点点头 在大门出的系统里输入了自己的指纹 红膜信息以及面部扫描 大门已经打开 录入好信息后 陈天已经率先走了进去 入门处是一片巨大的院子 门口的位置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流水壁 没什么噪音 但是看起来很有意境 池子里面游着鸡尾鲸鱼 数量不多 但是逍遥自在 看着这个画面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笑 这和自家的汉白玉鱼池 可是差得远了 当时没过来看 确实是对的 否则落差这么多 他都要失望了 鹅卵石的过道铺的还算是精美 造型精致的小花坛里 种着漂亮的花朵 清风浮动之际 尽情展现着自己的身姿 美不胜收 就在这个时候 张书瑶已经弄好了信息走了过来 他站在门口的位置 给陈天介绍着门口的景观 张书瑶介绍的事无巨细 为了在陈天过来的时候 自己不至于不了解一号别墅 他可是仔细地背过参数的 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也亲自找了管家 询问清楚状况 这里只是一个入户的小花园 房子的后面 还有更大的一片花园 户外游泳池 也在花园的旁边 张书瑶笑眯眯地看着陈天 一号别墅的优越感 是这里任何一套别墅 都无法拥有的 两个人穿过前面的花园 张书瑶看着身前的一株郁金香 忍不住轻轻低伏下身体 深深地吸着气 淡淡的花香窜入鼻尖 令人心神荡漾 陈天的目光 则是大大方方地落在了 张书瑶的身姿之上 这样的姿态 有些不经意间的诱惑 更是将女性该有的曲线 都更加凸显出来 看着面前的美景 陈天不由地在心里感慨了一句 真不愧是当年大学的细花间笑花 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 都是最好的 尤其是这一身柔和亲切的气质 来做销售的花 确实是很合适 张书瑶很快就直起身体 向着陈天介绍着这里的花种 你还懂这些 陈天不由地好奇地看了张书瑶一眼 听她介绍的还挺专业的呢 听到陈天的夸奖 张书瑶很高兴 她乐呵呵地解释道 原本我确实是不懂的 不过我和这里的花匠请教了一下 他们告诉我的 有困难 自然就要找专业人士 处理起来才够高效快速 听着张书瑶略带骄傲的语气 陈天顿时一乐 朝着张书瑶竖起了大拇指 赞叹道 美女这是用心了 两个人简单地看了下花园 便直接进入了别墅的主体 一走进别墅里 就看到一幅巨大的挑高画作 艺术气息十分浓厚 张书瑶顺着陈天的视线看过去 开口介绍道 这是一位现代的抽象画大师的作品 地产公司的老总非常欣赏他 便高价求来这幅画挂在了这里 真正的好作品 和这套经典的别墅一样 都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老总相信 无论是这幅巨幅画作 还是这套别墅 都将会是具有巨大价值的好东西 陈天看着各种艳丽颜色的碰撞 以及天马行空的暗语 轻轻点了点头 这幅画和周围的装饰相得一张 倒是匹配得很 屋内的装饰采用的是低调的法式风格 但是奢华感却丝毫不减 全屋的家具 基本上采用的都是低调且小众的高端品牌 倒是体现出了设计师不一样的品味 陈天看到沙发上坐下 感觉这身下回弹 极好的小牛皮 也算是还可以 马马虎虎吧 听到陈天的评价 一旁的张书瑶瞬间瞪大了眼睛 不是吧 几十万的奢侈品沙发 在人家的眼睛里 只是勉强还可以 这这这 您要是不普通的时候 得用什么样子的 不过张书瑶很快就释然了 一个买房子一出手 就是几十亿的顶级富豪 人家的世界 自然不是他这样的姑娘 可以理解得了的 只能是差距极大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田峰打来的电话 田峰是陈天的大学舍友 当年几个人的关系非常不错 看着这个名字 陈天连忙接起了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对面就响起了田峰熟悉的声音 十分熟络地和陈天打着招呼 老三 在干嘛呢 毕业了之后 就不知道联系哥几个了是吧 他们几个确实是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听着老朋友的声音 陈天同样是一阵感慨 当年他们非常合得来 几个兄弟凑在一起一商量 他在宿舍里面的年纪排行老三 所以几个社友都叫他老三 一听到这个称呼 仿佛瞬间将人拉回到 那段令人难忘的青葱岁月似的 陈天嘴角扬笑 文言一乐 说道 哪能啊 天峰自然知道陈天的为人 他直接开口说道 今天晚上 咱们几个大学同学约在新南酒吧玩 你来不来 哥几个都在 还有一些别的同学 应该能挺热闹的 你过来 咱们见见呗 我和你说啊 我这边可是找了几个好看的妹子 那身材火辣的哟 我想想都流口水 你可一定得来 可不准够我们 否则我们半夜杀到你那去 让你小子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精神小火 妹子 身材火辣 陈天听着 心中顿时MMP 特么老大平日爱玩 还不知道从哪找的呢 虽然他也知道 老大这也是一片好心 想要照服一下他们这些单身狗 但是他可不敢乱搞 保住干净的小命要紧 好 那你们等我 陈天倾笑着答应了下来 随即挂断了电话 看到陈天挂断了电话 张书瑶随口问了一句 陈先生 您要去哪里 张书瑶是想着 如果陈天有需要的话 他们天府城的物业 可以为业主提供接送服务 陈天听到了张书瑶的问话 他抬起头来看着他 语气十分认真地说道 你不用这么客气 叫我陈天就好 张书瑶听到陈天这么说 明显一愣 他想了想 也是展颜一笑 对着陈天说道 好 陈天 你出去需要接送吗 我们这边的物业 可以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看着一脸笑意的张书瑶 陈天忽然开口邀请道 我一会儿要去酒吧 正好我这缺个挡箭牌 你陪我去吧 张书瑶一愣 陈天见状 就把今天晚上的情况 简单地说了一遍 不会怪你喝酒 有什么事 我帮你扛着 听着陈天的保证 张书瑶顿时一阵黑线 陈先生这样说 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工具人 不过想起是要去酒吧 张书瑶明显有些纠结 不过想想 毕竟是自己的大客户 张书瑶一脸坚定地说道 好 我陪你去 陈天 去酒吧就去酒吧 为什么感觉 你一脸的视死如归呢 咱们都是正经人好吗 陈天眨了眨眼睛 忽然冷不丁地问向张书瑶 说道 你去过酒吧吗 张书瑶一听 顿时感觉遭到了侮辱 他不满地辩解道 我都这么大了 并且在大城市这么多年了 怎么 怎么可能没去过 陈天不由地一挑眉 笑层层地看着张书瑶 一脸你编 你继续编的表情 真的 我就是现在工作忙 所以很久不去了 张书瑶为了增加可信度 又补充了一句 陈天看着他的表情就发笑 把张书瑶整了个大红脸 仿佛被看穿了 看了看时间还早 陈天和张书瑶 在家里又休息了一会 才开着车朝着新南酒吧去 夜幕已经降临 精灵的夜生活正式开启 四处都是灯红酒绿 纸醉金迷的模样 各色的霓虹灯早早地亮起 虽说没有太阳 但是这里依然是一座不夜城 精灵的夜生活向来丰富 这个时间段又恰逢晚高峰 路上堵车堵得厉害 饶市旁边的车主们看到豪车 都下意识地避让 但是奔驰大鸡这样的大家伙 可不是小缝隙可以钻过去的车辆 在路上足足堵了的八小时 他们才来到新南酒吧这里 陈天和张书瑶 都是一阵感慨 新到这一线城市 也有不好的地方 堵车实在是太严重了 这里是精灵有名的酒吧一条街 各种夜店伶俐 各种主题酒吧 更是数不胜数 工军自由选择 此时 夜店的门口站了不少年轻人 都是聚集在这里 三五成群地说着话 他们大部分都是等着进场的人 原本正在说着话的几人 忽然看到了陈天的车 从街道那边缓缓地开过来 一个青年猛地从地上窜了起来 指着陈天的车子惊呼道 卧槽 你们看 那边居然来了一辆奔驰大巨 看看这硬汉一样的线条 简直是帅呆了 我要是也有一辆这样的车 我睡觉都要笑醒了 语气中的羡慕 呼之欲出 众人都被青年的话吓了一跳 全都朝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旁边一个青年 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开口吐槽道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不就是个一两百来万的 积极奔驰吗 随便一个像点样的跑车 就已经秒杀他了好吗 光是块头大有什么用 还不是不如小跑车值钱 听到这个青年的话 旁边一个懂车的年轻人 简直要笑喷了 这种不懂装懂的人 真是可笑又可怕 兄弟 你瞎说什么呢 这车是防弹板 要一个亿左右 而且 这车是需要定制的 能不能通过审核 都是人家 厂家说了算 能买这个等级车的人 不只是要绝对有钱 还是要有一定影响力的 否则 人家厂商可能根本不理会 你的订购请求 一听到一辆车 一个亿的价格后 在场的青年们 全都愣住了 不是吧 一辆车子 居然要一个亿的价格 能买这个级别车子的人 得是什么样的人啊 最起码在他们看来 肯定就是顶级富豪的节奏了 那位不太懂车的青年 十分不屑地说道 这个车主也太无耻了 开着这种车出来 就是为了泡妞吧 就算是真的叫你装走一车 你身体受得了吗 哼哼 装X遭雷劈 旁边一个女生 看着青年咬牙切齿的样子 冷痴一声 不屑地说道 你就是嫉妒人家 你信不信 只要人家车主愿意 坐车顶上 都有妹子愿意呢 能遇到这样土豪的机会 几乎为零 这么好的机会 谁愿意放弃啊 此时 酒吧门口 已经有不少学生模样的人 等在那里 田丰也在人群中 他在人群里 一阵东张西望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明显是有些着急 嘴里嘟嘟囔囔地说道 怎么回事啊 老三怎么还不来 自己几人在这里等着还行 毕竟还带来了几个妹子 人家 要是不耐烦了 今天不是白忙活了吗 想到这里 田丰在心里叹息一声 怪不得老三这个小子长得帅 但是却一直单身了 这根本就是个太和金直男 居然让妹子等 这样的态度 活该单身啊 旁边的几个女生 倒是脾气不错 虽然等了一会 但是脸上没有一点 不耐烦的情绪 其中一个妹子 还凑到田丰的面前 笑嘻嘻地询问道 风哥 你说的那位好朋友 真的很帅 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 田丰一脸严肃地看着妹子 拍着胸膛表示道 那可不是 你风哥我还能骗你们 你看我这两个兄弟 不帅吗 一边说着 田丰还故意往旁边站了站 露出身边的老二老四出来 老二老四听到老大提起自己 立刻不决名利 下意识地挺了挺胸膛 让自己看起来能精神一点 他们两个今天都选择了格子衬衫 再加上一脸的憨厚样 一看就是好好学生的样子 而且 在看到好几个妹子后 老二老四可没有了 平日里吹牛的镜头 看起来有点拘谨 完全放不开 那笑容看起来 比哭好看不了多少 一旁的田丰 看着他们两个耸祸的表现 直作牙花子 要是老三再不来 撑撑场面的话 自己这边可是完蛋了呀 以后还怎么忽悠妹子 来参加聚会 几个女生听着田丰的话 再看看老二老四的样子 直接撇了撇嘴 对于还未出现的帅哥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这两个人穿得平平无奇 长相更是扔在人堆里 分不出来的那一种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两个人看起来 家里面也不像是有钱人 这样的男人 让妹子们顿时觉得 很没有挑战性 来夜店玩嘛 人家想要吊的 要么是身强力壮的帅哥 能激发自己的荷尔蒙分泌 要么就是吊上金龟絮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绝对没有其他选项 这样的老实人 还是留给那些参加联谊会 或者相亲会的姐妹吧 她们无福消受 就在众人说话的时候 她们的面前 忽然迎面开来了 一辆亮橙色的奥迪尔巴 猛然看到这么 风骚的车子出现 一众同学的视线 全都被吸引了过去 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看着 这么漂亮的车子 果然还是在夜店门口 看到的几率才能比较大 这时候 车门被推开 车主从里面走了下来 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 男人一出现 在场的不少人都愣住了 田丰等人 也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脸的惊讶 物草 班长 一个同学从旁边跳了出来 他三步并两步地 来到班长杀进号的身边 惊呼道 班长 你这实力可以啊 直接就是奥迪二八 这也太漂亮了吧 其他的同学们 这时候才反应了过来 纷纷凑在班长杀进号的身边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这可是5.2L V10发动机的超豪华版本 马力足足有620匹 这样风骚的小野兽 简直是黑夜里 最耀眼的那颗星星 这颜色选得真好 真不愧是豪车 这车漆都这么漂亮 真是让人羡慕死了 班长 光是选装这个颜色 就得多花不少钱吧 花钱还是次要的 主要是这样的选装 一般都只能是原厂生产 要等上很久一段时间呢 看来班长这车 还没有毕业就预定了呀 真不愧是班长 咱们是毕业了回到起点 班长是 直接走上人生巅峰 杀进号享受着同学们的追捧 他十分装逼地白白手 一脸无所谓地解释道 大家都不要妄自菲薄 我这是家里面给买的 真的没什么可吹嘘的 一句话既体现了杀进号的随和 又说出了人家家境十分优渥的事实 这才是真正的凡尔赛 一切都在不言中 好似什么都没说 又好像全都说出来了 不少同学立刻笑呵呵地接着话 继续拍着班长的马屁 我们以后可就跟着班长混了 咱们抱上了金大腿 以后的路都比别人顺遂一点 那是当然的了 班长组织这场聚会 肯定是要提携我们的 到时候 咱们班的就业率 肯定秒杀其他所有班级 就业率算什么 最主要的就是 咱们有高人在前面指路 以后升迁的速度 都会比别人快 以后 咱们班就是发展最好的那个 这么说来的话 还多亏了 咱们有一个好班长啊 不只是同学们 眼巴巴地看着杀进号 就连田锋带来的那些女生 也都是望着奥迪R8跑车 脸上写满了震撼的表情 杀进号被众人推到了神坛上 他顿时一乐 眼睛里满是得意和享受 却还是装作很谦虚的语气说道 说什么大腿 我现在可算不上 咱们都是老同学 就是交换一下人脉 互帮互助嘛 听到杀进号这么说 同学们更是觉得 他未来的成就可期 人家不只是起点足够高 最重要的就是谦虚谨慎 这样的人 这么会做人做事 怎么可能不成功 一时间 几乎所有同学 都围在杀进号的身边 和他有说有笑地聊天 众人又一起等了一会 杀进号的眉头一皱 明显是有些等得着急了 问道 现在还差谁没来啊 自己开着车子过来 都早早地到了场 居然还有人没到 杀进号一说话 立刻有同学 开始东张西望起来 回答道 我看了 柳峰还没有过来 一听到柳峰的名字 其他几个同学 也是纷纷点头 开口说道 咱们再等会吧 柳峰家里 也算是经济条件不错的 今天的这场小聚会 主要就是看 杀进号和柳峰的表演呢 两大主角都还有一个没来 这还怎么秀起来啊 杀进号顿时一乐 对着众人解释了一句 柳峰和我说了 要等一会来 还有谁吗 这时候 田峰主动地站了出来 说了一嘴 还有陈天没有来 咱们再等一会 应该是快了 杀进号一听陈天的名字 心里一吃 这个陈天有什么好等的 和他的关系搞好了 给他足够的尊重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屁都没有 陈天的家庭情况 他们当初也是有目共睹 班级里的喷困声名额 哪一次不是落在他的身上 这样的人 能有什么用 别的同学毕了业 顶多是落回起点 重新出发 像陈天这样 一点家底都没有的人 那是直接跌进了尘埃里 杀进号想到这里 眼睛里闪过了一丝不屑 这样的同学 还有人等 这种人的朋友 发展也好不到哪里去 其他同学听到了陈天的名字 也都是露出一抹不耐烦的情绪来 等什么等 我们这么多人 等他一个 一个同学毫不掩饰眼睛里的瞧不起 直接开口赤道 其他同学一听 也是纷纷开口说道 是啊 有什么好等的 咱们走吧 先进去 一个帮不上大忙的同学 怎么配让他们这么多人等着 田峰看着他们这些人的嘴脸 直接冷哼了一声 赤道 你们刚才说等柳峰的时候 可没说什么 一听等陈天就成这样了 你们这嘴里情意千金的老同学 分量也不重啊 同学们被田峰的话一噎 谁也没多说什么 沙静浩则是在同学们的簇拥之下 走进了酒吧里 眼见着金龟续进了酒吧 田峰带来的几个女生 立刻有些急切地说道 田哥 我们怕晒 就先进去了 说完 也不等田峰等人说话 急匆匆地就跟在了 沙静浩等人的后面 似乎怕被他们甩下似的 田峰 怕晒 你们是怕夜晚霓虹灯的光 晒伤你们的二皮脸吗 老二老四看着 这样情况 也是一脸无奈地看向田峰 老大 田峰看着几个女生的背影 恨恨地骂了几句 这种垃圾势力 我真是找错了 咱们就在这里等老三 都是一帮什么东西 不管怎么说 陈天也是自己叫来的 就凭他们大学几年的交情 他也不能把陈天孤零零地丢在外面 众人一起等了一会 忽然田峰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陈天打来的 赶紧接了起来 老三 你到哪了 我们就在门口等着你呢 田峰一边说着话 寻找着陈天的身影 陈天听着田峰的声音 仿佛已经想到了 这位老同学 东张西望的样子 顿时一乐 说道 我这边有点堵车 可能还要一会才能到 你们也别在外面傻等着 先进去吧 田峰文言也是点点头 说道 好吧 那我们几个先进去 你要是进来了找不到 给我打电话 我来接你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田峰招呼着老二和老四 走进了酒吧里 这里算是轻吧 并没有很吵的音乐 很适合聊聊天 叙叙旧 田峰等人走进去后 打量着这里的装饰 很有味道 有同学看到几人进来 朝着他们招了招手 几人也朝着同学们的卡座 走了过来 此时的同学们 正在说着找工作的事情 一些已经找到了工作的同学 纷纷望着沙靖号摇摇头 一脸感慨地说道 咱们工作找得再好有什么用 还是跟咱们大班长比不了 人家是家族企业 整个企业都是人家的 沙靖号文言 竟然一脸困扰的摆摆手 说道 你们可快别提了 其实家族企业做的项目 我并不是很喜欢 我也很羡慕你们 可以找自己喜欢的行业 我是被绑在家族里了 脱不开身啊 同学们瞬间瞪大了眼睛 满脸震惊地开口说道 咱们的大班长 这也是老凡尔赛了呀 听听这话说的 继续了家族企业 还说是迫不得已 我也好想要这样的迫不得已啊 可惜我家里也就是个温饱水平 爸妈倒是公务员 但是也早就不心 接班那一套了呀 谁说不是呢 咱们也就是劳碌命 找个工作将就过活了 还是大班长有福气啊 投胎的姿势都这么帅 沙靖浩自然是得意洋洋 他看着已经落座的田风 一脸关切地问道 对了 我怎么没听说 陈天找到什么工作 吹嘘完了自己 自然是要找到两个参照人物 才能更显出差距 旁边的同学们 听到班长提起陈天 立刻满脸不屑地回答道 陈天能找到什么工作啊 他家里面什么条件 根本不可能有关系可以走 估计还待业呢 田风三人立刻就不乐意了 田风是个火爆的直脾气 直接开口赤道 你们说话注意点 背后这么说别人 还要不要脸啊 哼哼 我们实话实说 就是不要脸了 他自己家里的情况 可不是我们编出来的 那些年的贫困补助 谁也没和他抢过 一位同学也是有点急了 站起来大声地回怼道 反正就是一个 上部的台面的老同学 得罪了又怎么样 其他同学的想法 也都是差不多 纷纷支持那位同学的发言 觉得陈天 简直是拉低了 他们一个般的档次 那副嘴脸 写满了对陈天的嫌弃 田风三人气不过 直接站起身来 冷吃一声 说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说着话 他们已经去了 另一个卡座坐下 同学们见到成这样 也是一脸的不高兴 纷纷开口抱怨道 我们就是说个实话 这年头 实话都不让人说了是吧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他既然领了贫困补助 就是坐实了 家庭条件不好的事 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不是条件不好 是什么 杀金号听着同学们的抱怨 倒是无所谓的说道 不管他们 他们爱去别的地方就去呗 咱们还能少点人分享美酒 这不是好事吗 其他同学一听 也是跟着乐呵起来 也是 离开了自己这一桌 他们就要自己消费了 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能有什么钱 到时候 还不是看着他们喝好酒 坐到另一张卡座上的 田风几人 则是一脸的阴沉 明显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什么东西啊 真是把自己当回事了 一群屈烟覆尸的小人罢了 田风双手抱在胸前 气呼呼地将头扭到了一边 他最是受不了这些人 张口闭口就看不起这个 看不上那个的 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你又能有什么优越感 旁边的老二 轻轻拍了拍田风的肩膀 安慰式地说道 老大 别和这帮人一般见识 他们算哪门子人物 看不起谁呢 他们三个之前和陈天 是一个宿舍的 自然知道他之前的情况 陈天为人很好 人也仗义 所以他们宿舍的几个人 关系都很好 自然也是出手帮了陈天很多 为了给陈天改善伙食 他们经常打着请客的名义 带着陈天去打牙记 有时候其他人请吃饭 也从来不落下陈天 他们维护了好几年的朋友 怎么能允许被人这么践踏 几个人越想越气 田风气鼓鼓地说道 要不是和陈天说好了 要在这里见面 我在这里都待不下去了 老二老四也是眼角没烧处 都染着伯怒 只不过 他们对视了一眼 都没有继续往下接话 田风现在已经木火中烧 要是他们再往下接话 拱拱火 老大这炸弹脾气 分分钟就能当场炸开 老四看着对面二人 情绪都不高 就这么干等着的话 恐怕得更郁闷了 他想了想 赶紧招手叫来的服务员 说道 美女 先给我们来一打啤酒 就在田风三个 开始喝着苦闷的啤酒的时候 陈天已经开着车 来到了新南酒吧 新南酒吧的霓虹灯 在夜晚看起来非常清晰 门口围绕着 不少青春靓丽的女生 他们的目光 不断打量着准备进去的客人 就算是在寻找猎物的鹰 一双双眸子闪闪发亮 新南酒吧 算是这条酒吧街上 比较有名的一家 门口停车场的面积 都比旁边酒吧的更大一些 此时 停车场里面 已经停满了车辆 陈天大概地看了一下 发现都是档次比较高的豪车 迈巴赫 兵力 法拉利跑车 在停车场里安静地停着 释放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可见这里的客人 也都是非富即贵的有钱人 陈天开着车 寻找着合适的位置 这时候 旁边的一名保安 看到了陈天的车 静止走了过来 朝着陈天微微欠身 很恭敬地说道 先生 您的车直接停在酒吧门口就好 陈天点点头 将自己的车子 停在了酒吧门口 这才走下车来 张书瑶这时候也下了车 他陪着陈天一起 朝着酒吧里面走去 看着二人的身影 消失在酒吧门口 站在旁边的一个新人保安 才一脸新奇地走到了队长身边 开口询问道 队长 这人是谁啊 为什么你让他的车子 停在咱们酒吧的门口 这酒吧门口的位置 怎么可以随便停车呢 新人保安看到队长 一脸爱答不理的表情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从兜里掏出一盒烟 双手朝着队长的方向供了上去 保安队长收下了烟 脸色明显好转 他扫了新人保安一眼 低声说道 新刮蛋子 学着点 来到这里的好车 才有资格在这里 酒吧门口 在这里的必然也是今天晚上最贵的那一辆 新人保安一脸愣证地点点头 听着队长的话说完 他忽然抬起头来 诧异地问道 可是队长 这奔驰大巨 不是才两百多万吗 周围不少跑车 可是比这辆车贵多了 保安队长的脸上满是慎重 十分认真的回答道 这车 恐怕不简单 我虽然看不出来 这具体是什么型号 但是我可以保证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大巨 这辆车明显比普通大巨大一好 并且有股厚重感 整体气势更是提升了不止一次档次 毕竟队长也在这里待了好几年 新南酒吧属于精灵相当高档的酒吧 看的豪车自然是无数 这点直觉还是有的 有时候 除了品牌 一些高品质 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 保安队长看着身边的新人保安 语气得意地说道 你呀 还有的恋呢 新人保安在旁边用力地点点头 刚才队长的一通说 已经让他明白了大概 带着这种感觉 看向奔驰大G 再和远处的一辆普通大G比了一下 还真的看出一些不同来 那种感觉 就像是奢侈品鉴定式的 一点的蛛丝马迹 就断定出另一辆普通版 肯定是高仿 保安队长瞪了一眼 还在发呆的新人保安 指着人来人往的人群 恨铁不成钢地痛斥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点找几个人过来 将车子保护起来 都说了是最尊贵的车子了 怎么这点眼力尽都没有 诶 我马上去 新人保安这才反应过来 逃也是的跑去叫人了 按照刚才队长的分析 这么贵重的车子 要是真的在门口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这些保安 绝对难辞其咎 在这里做保安的工资 可是比同行业都高出不少的 新人保安可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叫上了几个同事 大家将奔驰大技 很好的保护在中央 新人保安站在前面 像是守卫宝藏一般 整个人的气势都为之一体 此时的卡座里 杀金号旁边坐着的一个男生 忽然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还以为人家把我们甩下 是去喝什么好酒呢 原来就是喝点小啤酒啊 一边说着 还故意朝着田风三人的方向 瞥了一眼 那副嘴脸 百明了就是看不起几人 旁边的同学们 也是跟着看了看 笑着开口复合道 说不准人家就好喝 这一口呢 别说他们几个人了 就是咱们这么多人加在一起 也不是班长的对手啊 那是肯定的 咱们这小家小户的 怎么敢和大班长相提并论 某些人就是能力不行 还要在那里假装仗义 有意义吗 说那些让人不开心的事情 做什么 来来来 咱们喝酒 大家一起干一杯 听着同学们数落着田风几人 杀敬好不屑地一笑 主动开口说道 算了 怎么说都是老同学 别管他们怎么样 咱们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毕竟已经毕业了一段时间 他们这群人也是一段时间不见 偶然小聚一下 大家也都是比较珍惜的 大家举起酒杯碰了杯 一个男生叹息一声 很是感慨地说道 说起来 还是当年的时光美好啊 只有真正地进入了社会 他们才体会到 校园里的生活 是多么舒适自在 成年人的世界里 生活得有点艰难啊 同学们的眼睛里 都或多或少流露出感慨的光芒 回忆着自己四年来的高光时刻 对了 你们还记得咱们的细花吗 一个男生忽然眼前一亮 看向周围的同学 同学们一听到细花两个字 立刻在脑海之中 浮现出一张俏丽的面庞来 娇嫩地仿佛能掐出水的脸颊上 牵着一双寒情默默的毛子 仿佛会说话似的 只是猛然间想起 那些男同学心头的火 都像是被点燃了似的 心里一片滚烫 另一个男同学黑黑一笑 接话说道 忘了谁 也忘不了咱们的细花张书瑶啊 除了张书瑶 谁还敢说自己是细花 是笑花 大学时期的张书瑶 明亮如同天上的角月 是大学男生心目中得白月光 那时候 追求张书瑶的男生太多了 不仅有校内的 还有不少外校的 专门来等待书瑶女神下课 张书瑶对待每一位同学 都是热情有礼 都有见到他对某一个男生 假以辞色或者是另眼相待 咱们的细花女神 也毕业了一年多了 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 沙静浩提起张书瑶 同样是有些一男平 那样漂亮有气质的妹子 谁不喜欢 带着这样的女朋友上街 才能真正发挥出 炸街的特效呢 沙静浩吞下一口酒 有些遗憾地说道 也不知道我们的张大女神 被哪个混蛋给摘走了 其他的男同学 想到这个可能性 心里同样是一阵难受 纷纷开口说道 只要是一想到 这么漂亮的一朵娇花 却被别人摘走了 我这心里就是阵阵难受 可惜啊 怪只怪我们差了一个学年 谁也不知道 女神去哪里高救了 否则没事去拉拉关系 说不定还能 普出一段新旋律 实话实说 我第一次见到女神的时候 绝对是惊为天人 小鹿乱撞啊 别让我知道 那点男人是谁 否则我一定要揍他一顿才行 就在同学们 感慨不已的时候 忽然听到不远处 传来一道惊呼声 沉天 听到这一声呼唤 所有同学都朝着喊声的方向 看了过去 只见田风 已经从卡座上站了起来 朝着刚进来的一男一女 用力地挥着手 众人的目光 瞬间就被那一男一女 吸引了过去 当他们看清楚男人的脸后 纷纷瞪大了眼睛 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个男人 居然是沉天 他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帅气了 只见沉天的脸上 挂着一抹淡笑 当他看到田风几人时 也是忍不住一条眉 嘴角的弧度又深了几分 这样的笑脸 让不少女生惊艳地红了脸 这也太好看了吧 而且 沉天一身的气质非常好 自从沉天走进酒吧 众多女生的目光 便死死地锁在他的身上 过了好一会 众人才勉强地移开了目光 忽然 又是一道惊呼声响起 沉天旁边的那一位 是张大女神 听到张淑瑶的名字 众人皆是一愣 纷纷朝着女生看去 看着面前比当年 更精致漂亮的脸蛋 众人震惊不已 真的是张淑瑶 如假包换 今天的张淑瑶 特意换了一条蕾丝的白裙 将她整个人衬托得 闲雅又高贵 一丝织的白色腰带 将不赢一握的仙腰 勾勒得更加诱人 火爆的身材 让人看了血压升高 却因为那一丝高贵气质 不敢生出任何龌龊的心思 这才是真正的女神 只剩下烦人的仰望 几乎就是在一瞬间 众人的心里 充满了极度羡慕恨 但是又无可奈何 毕竟 这是人家张淑瑶的自由 但是 作为曾经的仰慕者 他们一样有权利不满意 一些男同学 已经开口说起了酸话 这个陈天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站在张大女神的身边 曾经追求张大女神的人那么多 优秀者比比皆是 他怎么偏偏挑了个这种货色 张大女神这眼睛是怎么了 高度近视 也不至于这样 怎么可能看上这样一个穷酸的小子 不会是被陈天的花言巧语骗了吧 你要是这么说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毕竟像张淑瑶这样的女孩子 总不会甘心情愿做扶贫吧 说不定就是被陈天给蒙骗了 陈天并没有感觉到空气之中 浓郁到化不开的酸味 他带着张淑瑶 坐到了田峰等人的卡座里 田峰三人也认出了女神张淑瑶 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二人 那大大张开的嘴巴 简直可以吞下一个拳头 陈天看着几人的样子 顿时一乐 笑呵呵地说道 看你们这表情我就知道 恐怕是不用 我介绍了 毕竟自己当初也是一眼 就认出了张淑瑶 相信田峰几人也和自己差不多 田峰三人和张淑瑶 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也算是简单地认识了一下 张淑瑶也是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他们都是笑友 只不过自己比他们大了一届而已 原来是这样 还真是缘分 很高兴认识你们 张淑瑶大放得体地和几人说道 田峰三人只剩下傻笑 能和曾经的女神同桌喝酒 简直是出乎了他们的想象 张淑瑶很自然地凑近了陈天 用仅有两个人的低声问道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认出我来了 现在张淑瑶回忆起刚见面时 陈天的表现非常肯定自己的这个想法 怪不得自己当时觉得 陈天有那么一瞬间的古怪 原来是这样 陈天淡淡地一笑 低沉的笑声如低音泡般四散而开 那可是你自己送上门呢 自己送上门 听着陈天的话 张淑瑶被闹了一个大红脸 这话说的让他都没法接了 他当时主动上前迎接 哪是那个意思 完全就是职业道德好吗 田峰看着张淑瑶和陈天低语了两句 立刻脸颊泛红的模样 心里如同地震一般 这这这 老三现在都这么厉害了吗 随随便便说上几句话 就把大美女弄得面红耳赤 田峰在心里给陈天默默竖起了大拇指 太厉害了 以前田峰还以为 自己是整间宿舍里面最会玩的那个 现在见到了真神才知道 自己那点小玩意 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没想到 一直老是本分的老三 居然才是玩的层次最高的那个 尤其是看着对面的张淑瑶 曾经多少人梦想中的女神 就这样被轻松拿下 田峰等人也只剩下仰望的份了 陈天看着田峰几人 忽然眉头一挑 开口问道 怎么回事 同学呢 听到陈天提起其他同学 田峰几人的脸色明显有些不好看 最后还是田峰伸出手 指了指另外一边的卡座 甚至连话都懒得多说一句 陈天顺着田峰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对面卡座里的同学们刚好也望向陈天 和他的视线撞了一个满眼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是对面那些人眼睛里的极度羡慕恨 他还是非常精准地接收到了 田峰想起刚才的事 心里又是一股火气 十分气愤地说道 老三 别搭理那些人 长了一张嘴 不干正事 整天说一些屁话 这样的老同学 真是不要也罢 想起之前从那些老同学的嘴里 说出各种难听的话来 田峰就气不打一出来 陈天一脸的迷茫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旁边的老四 拽了拽陈天的衣角 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刚才那帮人瞧不起你 老大和他们对了几句 其实我们也懒得和他们坐在一起 不是装逼的 就是捧臭脚的 个性得很 咱们玩咱们的 不用去理会他们 陈天安静地听着老四的解释 他的表情始终淡淡地 并没有说话 他忽然歪头看向田峰 开口问道 老大 你说的妹子呢 田峰听到 陈天这么问 明显一愣 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张书瑶 见对方没有生气的样子 才开口说道 嗨 别提了 跟着杀金浩他们走了 那种见钱眼开的妹子 眼皮子太浅 格局太小 根本不配 和他们一桌玩 不来刚好 说到这里 田峰看向陈天 打趣着说道 你小子胆子可是够大的 居然还敢这么说 你都有张大女神陪着了 也不怕人家生气不理你 陈天文言顿时一乐 他兴致盎然地看向张书瑶 开口问道 你会吗 张书瑶明显一愣 他原本坐在一边 好整以暇地看着几人聊天 完全没想到 皮球居然踢到了自己这里 这可不好说 也得看对手妹子是什么级别 张书瑶的话一说完 几个人全都笑了起来 坐在对面 卡座的杀金浩 看着几人有说有笑的样子 拿着酒杯的手紧紧地攥着 杀金浩在心里安安地想着 陈天不过就是个穷小子罢了 不就是尝得好看一点 这个社会是非常现实的 早晚有一天 张大女神一定会认清现实 知道光靠好看的脸 是吃不饱饭的 不过只要是想到 让众多人新潮澎湃的张书瑶 居然和陈天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 还那么亲密 就让杀金浩心里难受 服务员 心中不爽的杀金浩 叫来的服务员 他连酒单都没有看 直接非常熟人地点着各种酒水 对了 除了我刚才点的那些 你再给我来一瓶黑桃A 全都算在我的账上 今天我请客 一听到杀金浩点了黑桃A 一众同学们都欢呼起来 大家都非常高兴 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真不愧是咱们班长 出手就是大方 那种黑桃A 可是最贵的香槟酒 一瓶五六千呢 好家伙 全是这么贵的酒水啊 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 跟着大班长长见识了 来 大家一起敬班长一杯 一众同学们碰了杯 不少人都得意洋洋地 看向陈天等人那一桌 他们的毛子里 炫耀的意味十足 活该你们单独做 就慢慢品味你们的啤酒吧 一个男同学冷哼了一声 阴阳怪气地说道 某些人真是可怜 就这么错过了 这辈子唯一一次 和黑桃A的机会 其他同学非常认可地点了点头 在他们的眼里 像陈天几人这样的 家里没什么背景的人 以后有不了什么大出息 与其盼着他们有可能成才 还不如自己努努力 顺便多抱抱这样 家底丰厚的金大腿 来得有用处 想到这里 那些同学们 更是不令难听的话 各种说着怪话 可不就是吗 就算他们千辛万苦找到了工作 也不可能拿出一两个月的工资来 就为了喝一瓶香槟吧 这种黑桃A香槟 绝对是只有有钱人 才喝得起的好酒 某些人是根本不配 咱们还得感谢这几个人主动退场呢 否则这么好的香槟 有可能被他们糟蹋了 这些同学坐在卡座上说得热闹 可惜陈天他们完全无视了众人 自己喝酒聊天 十分快活 陈天看着四处张望的张书瑶 看着他一脸好奇宝宝的模样 尤其是一双绝美的眸子里 不断地向外放射着光芒 酒吧彩色的灯光照在张书瑶的脸上 为他的俏脸更添了一分颜色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弧度 开口询问道 感觉这里怎么样 张书瑶闻眼眨了眨眼睛 十分老实地回答道 要不是有你在 我还真不敢来 这里的灯光昏暗暧昧 客人看起来也是鱼龙混杂的 真是让人有些不习惯 如果是张书瑶自己的话 他还是会很怕 陈天看着张书瑶的样子 忽然觉得有点可爱 痴痴地笑着 你不是说 你以前来过吗 张书瑶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 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 像是偷吃被发现的小仓鼠似的 呆萌呆萌的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说漏了嘴 顿时没话说了 看着张书瑶气馁的样子 陈天哈哈大笑起来 对面的田峰三人看着 在心中重重地叹息一声 田峰凑到了陈天的旁边 压低了嗓音说道 我说老三 你这是杀人诛心啊 在我们三个光棍的面前秀恩爱 这样真的好骂 这么强硬地给我们喂狗粮 考虑过我们单身狗的感受吗 咱们有意的小传 说翻就翻了 田峰一脸的无奈的表情 原本他还以为 就凭陈天这么老实的性格 肯定还是单身狗一条 万万没想到 人家不仅找到了女朋友 还是曾经所有人的女神 这前后的差距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田峰越想 心里越是难受 可怜兮兮地望着陈天 那副忧怨的模样 好似陈天成为一个 人人得而诛之的复兴汉似的 老二老四还好一点 毕竟曾经在宿舍的时候 他们经常听老大 在面前血女友 吹得天花乱坠的 现在老大落的这个下场 那就叫风水轮流转 陈天被几人的目光 看得有些不自在 他撇了撇嘴 无奈地说道 行了呀你们 我肯定不会放任你们不管的 你们别着急 我一会就送你们一份大礼 不过能不能接得住 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听到陈天这么说 田峰几人 立刻露出了一脸的期待 毕竟陈天自打进来之后 给几人的惊喜有点多 让他们不由自主地 就相信了陈天的话 陈天看着几位昔日的好兄弟 一脸迫不及待的样子 也是一乐 他对着不远处的服务员招了招手 一个身材惹火的妹子走了过来 名模好齿的模样 好不精致 美女服务员看到陈天眼前一亮 没想到 居然是这么帅气的客人 这也太洋洋了吧 美女服务员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朝着陈天 抛出一个媚眼 翘生生地问道 帅哥 有事 陈天的嘴角微微 扬起一抹弧度 他伸出手去 将美女服务员 插在腰上的酒水单抽了出来 笑着说道 没什么大事 点点酒 这么近距离地 看着陈天的笑脸 酒精沙场的美女服务员 也有点扛不住 他连忙地上笔 看着陈天的毛子里 直冒粉红色的泡泡 陈天只顾着低头点酒 完全没有注意到 田丰几人看着服务员 一脸花痴的样子 对他的敬仰 已经拉到了最大 可以啊 老三 现在是彻底放飞自我了 嘖嘖嘖 配上他这张帅气妖孽的脸 简直就是原地起飞啊 陈天拿着酒水单 在上面勾画了一些软椅 随后又在黑桃香槟那里 写下了三十 看着点得差不多了 陈天将手里的酒水单 递向服务员 服务员接过看了一眼 像是石化了一般 直接愣在了原地 三十瓶黑桃 哎 这是遇到大佬了呀 帅哥 你确定 美女服务员瞪大了眼睛 看着陈天再次确定了一遍 这在他们新南酒吧 都是极少出现的大主过 陈天朝着他摆摆手 既是确定 也是在催促着服务员 快点上酒 美女服务员极有眼色 赶紧点点头 去取酒水了 田峰看着陈天和服务员 古怪的手势 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 怎么了老三 你这是做什么了 这边刚问完 田峰已经开始了无限的脑补 老三这小子 不会是一手揽着女神 还想着泡妹子吧 回想着刚才美女服务员 妖娆的身姿和漂亮的脸蛋 田峰越想 这个可能性越大 旁边的老二和四也差不多 他们同样是一脸的不解 不过到底是几年的好兄弟 也没有急吼吼地问出来 都是带着探寻的目光 看向陈天 就在几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就听到旁边传来了道道惊呼声 众人瞬间就被吸引了目光 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只见一排服务员 拿着黑桃香槟和软影 排着整齐的队伍 朝着这边走来 熊啾啾气昂昂的架势 还有托盘里醒目的黑桃香槟 让全场的客人们全都愣住了 这什么情况 一下子点了几十瓶黑桃香槟 绝对是土豪啊 看着这个架势 不少客人已经站了起来 一双眼睛盯着服务员 都想见识一下 是哪一桌的土豪 出手如此阔绝 不少人一边张望着 一边和身边的人 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你快掐我一下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真的是黑桃香槟吗 看它瓶子的样子 就带着一股奢华的味道 这样的酒水 要多少钱一瓶啊 总听人吹牛 说起黑桃香槟 我还没喝过呢 最起码也得五千块钱 好歹也是 全球最贵的香槟酒 太低了也没脸卖啊 这么贵的酒 一下子点三十瓶 太厉害了 好想认识一下 这样的有钱人 做一回酒肉朋友 也不图求人家办什么事 偶尔能蹭蹭 好久我就知足了 不只是那些店里的客人 坐在卡座上的同学们 也是一脸的震惊 他们刚才也品尝到了黑桃香槟 自然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尤其是杀镜号 他也跟着同学们站了起来 朝着这边看着 脸色有点难看 毕竟他刚才也是稍微割肉 也不过就是点了一瓶而已 现在竟然有人 一下子点了这么多 这得是什么人啊 一时间 所有目光都落在了 服务员的身上 追随着他们一起 来到了陈天等人的卡座前面 为首的那个服务员 恭敬地弯下腰去 对着陈天说道 先生 这是您点的酒水 说完 他已经小心翼翼地 将酒水放在桌上 朝着旁边走去 方便后面的服务员 走上前去上酒 看着服务员开始上酒 旁边的客人们 瞬间沸腾起来 大家纷纷看向陈天等人 当他们看清陈天 和张书瑶的脸后 瞬间就被惊艳到了 这和他们印象之中 脑满肠肥的有钱人 完全不同 简直是一个 身在天堂的塔尖之上 另一个则是在 十八层地狱里 苦逼地挖着小眉窑 众人再也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 开始小声地议论着 真是火酒剑 看看人家这长相和气质 完全就是贵族 才能培养出来的 如果有钱人都长这样 我肯定是心服口服 你可快拉倒吧 说不定 他们就是蹭久的 对面几人 其貌不扬的男人 才是正主呢 议论长相有什么用 真肤浅 记住了 人家最大的优点 是有钱 客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帮老同学们 早就看得傻了眼 这酒水 不会是上错了桌了吧 又或者是 这些酒水 不全是他们的 只是其中的一两瓶 只可惜 事实完全出乎了 他们的意料之外 那些服务员 将三十瓶黑桃香槟 和各种软饮 全都放在了 陈天等人的卡座上 摆了满满一桌子 三十瓶 那可就是足足十几万 这哪里是喝酒 喝的都是钱啊 同学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简直有点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现在的心情 非常郁闷 这些酒放在哪里不好 偏偏放在陈天 他们那一桌 这不是要让他们 活活眼红死 如果光是黑桃香槟 也就算了 毕竟他们刚刚已经尝过 但是看着周围那些美女们 活辣辣的眼神 全都落在陈天等人的卡座上 他们的心里 就一阵阵的难受 我们当年的女神 都已经坐在你们那一桌了 怎么现在连周围的妹子 都不放过 可没有这么做人的 太差劲了 沙靖浩有些烦闷的 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原本他点一瓶黑桃香槟 就是想要在同学们面前 尝尝脸 装个逼 好歹是他张罗着 要请客喝酒 得有一瓶喉酒正场子不是 这三十瓶黑桃香槟 无论是什么人点的 都不影响他们的心情 顶多也就是羡慕一下 但是 这酒要是陈天等人点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不仅是炫耀 更是打了他的脸 谁不知道他杀进好家里有钱啊 居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同学 在经济方面抢了风头 这可让他接受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不少妹子已经跃跃欲试 朝着陈天他们 这一桌走了过来 来酒吧喝酒的姑娘 一般都特意打扮过 装饰的更是妩媚妖娆 他们从酒吧的各个方向走过来 路上还忘记将衣服调整了一下 让女性独有的特征 更加明显诱人 妹子们都非常清楚 陈天点这么多的酒 肯定是喝不完的 所以他们凑过来的目的 肯定是不言而喻 第一 肯定就是为了蹭酒 毕竟是鼎鼎大名的黑桃香槟 喝了这样的酒 今天也算是不虚此行 否则光靠他们自己的经济实力 一时半会儿 是喝不上这样的好酒了 就算是兜里有这份钱 妹子们也不舍得点 也正是因为经济条件一般 妹子们的第二个目的 就是看看 能不能勾搭上这样的有钱人 如果能和这样的人搭上关系 岂不是直接原地起飞 妹子们一个个目的明确 解扣子的手 那是更不犹豫了 一时之间 酒里面风光荡起 美景无数 有些眼皮子比较浅的男生 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 直接被画面震荡的鼻血直流 眼睛里直冒火光 陈天看着那些越靠越近的妹子们 直接伸出手搂过张书瑶 一时之间温香软郁在怀 张书瑶发间的香味 朝陈天鼻尖袭来 并不是某些刺鼻的香水味 而是淡淡的花香 柔和着一些女孩子特有的味道 十分好闻 张书瑶被陈天的大手抱住 整个人都猛住了 大脑之中一片空白 他坐在那里 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在急速地跳动着 陈天明显感觉到了 张书瑶身体的僵硬 他靠近张书瑶的耳边 压低了嗓音说道 来之前 我们可是说好了 你帮我当一下挡箭牌 挡箭牌 张书瑶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感觉到自己身体一清 人已经被陈天搂入怀里 被一个男人紧紧地抱着 感觉到对方火热的温度 一股异样地感觉涌上心头 张书瑶的娇躯 都忍不住跟着一颤 不知所措之间 张书瑶干脆乖巧地 窝在陈天的怀里 她的头轻轻靠在陈天的肩膀上 掩去半边脸上的红韵 就在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暧昧的时候 那些妹子们已经来到了卡座旁边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大波浪妹子 一件黑色的低胸短裙包裹在身上 一双大长腿直接暴露在外面 活脱脱一个脖子下面 全是腿的腿筋 大波浪的目光 自然先是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毕竟陈天长得太帅了 肯定是第一选择 不过看到陈天已经有人了 一个极品美女揽在怀里 将目光转投向了田峰 帅哥 你这有人吗 我能留下来 陪你喝酒吗 大波浪对着田峰娇笑着 嗲嗲的声音让酒精沙场的田峰 半个身子都酥了 田峰愣正了片刻 才咧嘴一笑 嘴角都快要咧到耳根了 他连忙说道 当然可以 这时候 后面也赶上来好几个妹子 他们也将田峰当作了猎物 急急忙忙的 就想凑到田峰身边 大波浪差点被撞个猎前 好在被田峰及时扶住 大波浪借机跌进田峰的怀里 一脸的浓情蜜意 看到两个人的模样 其他的妹子 又开始争夺起老二和老四来 还有一些后来的妹子 见已经抢不到人 干脆就先抢起卡座来 先占个位置再说 看着近在咫尺的黑桃香槟 眼睛一亮 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巴 此时此刻 田峰等人已经被各色美女 包围在其中 为了表现出竞争的关系 妹子们主动地 挽着身边的男士 以显示自己的志在必得 田峰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双臂上不断回馈的柔软触感 他看着分坐在自己两旁的美女 笑得真大 不 真白 真满 这样左拥右抱的感觉 可是从未有过的刺激 田峰简直兴奋得不行 自己旁边坐着的 可都是大美女 最起码 身材一个比一个火辣 某些部位 那是波涛汹涌 呼之欲出 陈天更是不用说了 田峰等人旁边的女生 就算是化完妆 也距离张书瑶 差了不止一心半点 而且 张书瑶的身材也是极好的 只不过 女神和这些妹子的穿衣风格 不一样吧 现在陈天可是搂着张书瑶的细腰 手感不要太好 而对面的张书瑶则是小鸟依人般的轻靠着陈天 她高挑的身材 在陈天的面前 仍然显得纤细柔弱 再加上两个人的颜值都高得不行 简直就是神仙伴侣 来 大家坐在一起也是缘分 一起干一杯 田峰主动站起身来 招呼着众人 卡座上的妹子们早就叫服务员送来了酒杯 大家举起黑桃香槟 十分兴奋地碰着杯 喝着如此昂贵的香槟 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全都上来了 另外 一边的沙镜浩 看着陈天等人的狂欢 脸上写满了不爽 沙镜浩又是一杯酒吞下去 直接心中 MMP 这么多酒谁点的 坐在沙镜浩旁边的几个妹子 也是心中后悔不已 他们本来就是田峰带过来 准备一起喝酒联绎的 原本以为傍上了有钱的班长 没想到啊 田峰那边明显更是阔潜 一点就是三十瓶黑桃香槟 一般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手别 要是他们没有离开 现在的那些妹子 哪有资格上桌 还不是只能远远地 带着一脸羡慕地看着他们 就是因为一时做错了选择 现在他们只能是忘了心探了 沙镜浩明显感觉到 自己身边的妹子和同学的性质 都有些不高 他斜着眼睛 瞥了陈天等人一眼 冷笑着说道 一帮穷逼还赶点这么贵的酒 还一点就是三十瓶 恐怕他们根本不知道 黑桃香槟的单价是多少吧 我现在倒是想要看看 他们这些人 一会到底要怎么付涨 这些妹子们蹭酒可以 花钱是大大不可能的 要是真的有这份钱 他们还四处蹭酒干什么 直接自己点自己喝 不是更有逼格 至于陈天几个人 他们是一个比一个更穷 尤其是陈天 一个锅儿 能有什么钱 一会 肯定是要付不起账的 旁边的那些同学们一听 也是纷纷眼前一亮 开口喝道 班长这么一分析 这是就算是实锤了 现在酒吧的酒水单 价格小的跟芝麻利似的 生怕让人看清楚了 则则 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个名字熟悉 然后当然啤酒来点的吧 不知道他们一会结账的时候 表情会多么精彩 他们几个人的家里 怎么可能和班长比 恐怕是加在一起 还没有班长家的零头多呢 这个身价还出来装逼 活该他们出球 之前后悔的几个女生 听着众人的话 也是明白了怎么回事 露出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 原来这些人并没有钱 还敢这么装逼 幸好他们没和田丰走 否则一会结不起账的时候 说不好 还要和他们借钱呢 一时之间 女生们看向田丰等人的目光里 还多了一分鄙视 哼 最讨厌这种爱装逼的人了 众人又开始愉快地喝酒 这时候之前没来的柳峰 终于姗姗来迟 快步朝着卡座的位置走来 杀镜浩一看到柳峰 立刻开口怪罪道 你小子这是飘了呀 约好过来喝酒 你晚一点没关系 也不至于浩道快要结束才来吧 其他同学也是纷纷起哄 大声地说道 就是 你这来得也太晚了 必须罚酒三杯啊 柳峰的脸上难掩兴奋 他黑黑一笑 说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在外面看车看得时间长了 看车 众人听着柳峰的话 脸上纷纷露出一丝疑惑 乌草 原来你们没有看到啊 咱们酒吧外面 停了一辆超级豪车呢 柳峰最是爱车 一说起这个来 就是满眼的兴致盎然 否则 他也不会在酒吧外面待了这么久 就为了多看那辆豪车一回 没办法 柳峰实在是太喜欢了 其他的同学听到柳峰的话 像是想到了什么 开口打拒道 柳峰 你刚刚说的超级豪车 不会是奥迪28吧 那是咱们班长的坐驾 你要是喜欢看 和班长说一声 直接坐在车里看多爽 其他同学文言 也是纷纷点头附和着 好歹大家有这层老同学的关系 柳峰家的条件也不错 班长一定会邀请 他进车里参观的 沙靖浩听到同学们提起他的车子 眼睛里快速地闪过了一丝得意 他非常反耳赛地摆了摆手 语气淡淡地说道 就凭咱们这关系 你想看车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只是一辆代步车而已 怎么能和感情相比 同学们听着沙靖浩的话 一脸艳羡地感慨道 真不愧是咱们的大班长啊 这说话就是阔解 奥迪R8才是代步车 则则则 说实话 我这辈子能开上一辆奥迪6 我就已经知足了 咱们的毕生追求 就连班长的起步都追不上 这差距可是海了去了 还搞什么事呀 咱们抱紧班长的金大腿 班长吃肉 咱们跟着喝点汤 也比上班强啊 沙靖浩被同学们追捧着 脸色明显好了很多 没想到的是 柳峰却摆了摆手 直接说道 不是 我跟你们说不清楚 我这里拍了照片 拿出来给你们看看嘛 听说有照片看 众人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 就连沙靖浩也伸长了脖子 朝着柳峰的手机屏幕看去 当他们看清楚 照片之上的黑色SUV后 立刻有男同学开口接话道 这不就是奔驰大计吗 车子确实是挺酷 而且也价值不菲 但是还欲围着看半天吧 柳峰一看同学们的表情 就知道他们 根本没有看出其中的精髓 他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语气相当慎重地说道 没和你们开玩笑 你们看清楚 这可不是普通版的奔驰大G 这车的价值要上亿了 柳峰是真的很了解车 给众人普及了一下 防弹版奔驰大G的尊贵之处 这种量级的车子 可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这是身份的代表 只有通过了审核 才有可能定制到的顶级豪车 上亿 一辆车 众人一听 都被柳峰的话震惊到了 这得是什么样身价的人 才可能买得起 这么贵重的车子 一辆车子就要上亿 简直不敢想象 车主人的身价 到底是多少 而且 有钱还不一定卖给你 还要去审核身份 只是买一辆车 有必要这样吗 同学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到了一丝迷茫 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酒吧里 竟然会来这样的有钱人 想到这里 不少人都朝着四周望了望 说不定那位车主 就坐在他们周围呢 但是这样的有钱人 距离他们太过于遥远 当下对他们来说 就是看着陈天几人 特别不顺眼 简直就是碍眼 他们原本还商量着 多准备一些酒 好吸引一些美女过来作伴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但是没想到 酒水是准备好了 美女还没有吸引过来 就全被陈天大张旗鼓的动作下 跑到他们那边去了 男同学们都恨得不行 气鼓鼓地 撇着对面的卡座 此时的田丰等人 搂着美女喝着美酒 可是爽得不行 这简直就是人生巅峰啊 对面的陈天 一脸笑意地 看着几人高兴的样子 他的大手 在张书瑶的仙腰上妈撒着 感受着手下的绵软 柔弱无骨的手感 同样也是好不快活 田丰等人喝着黑桃香槟 看着一个一个瓶子 被服务员取走 时不时的 还会有妹子走过来 和他们讨一杯酒水喝 还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妹子 他们经常在这里玩 一眼就认出了 田丰几人身边的妹子 为了能抢到一个位置 抢着要和田丰几人喝焦杯酒 还美其名曰说道 喝了焦杯酒 今天晚上 我们就是一对了 大家的情绪都被点燃 直接玩得嗨了 开始了美酒的狂欢 快乐的时光过得足够快 很快就在狂欢中 到了午夜十二点 因为高兴 就连张书瑶 也是喝了一小杯酒 他平时从不喝酒 猛地一喝 只觉得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倒是陈天 一直都是笑淫淫的样子 他因为还要开车 所以全程都没有喝酒 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不少人都开始离座去结账 沙敬浩一开始就说了 今天要请客 所以他二话不说 直接去刷了卡 结完账之后 大家谁也没有走 仍然坐在自己的卡座上 虽然大家都没有说话 但是意思已经相当明显 都是等着看陈天几人的笑话 对他们来说 为了这个时刻 他们可是一直等到现在呢 田丰等人都喝了不少 早就已经微醺 不过看着浩征以侠的沙敬浩等人 也是明白了什么 想看我们的笑话 没门 田丰直接走到陈天的身边 在他耳边压低了嗓音说道 老三 要不我们几个凑一凑吧 不行救我来 他家里的条件 在几个人里面 是最好的 田丰这个人也很是仗义 就打算把事情扛下来 为了不让其他人看陈天的笑话 田丰就打算 拿出自己的银行卡 偷偷地塞给陈天去结账 陈天看着田丰处处为自己着想 心里也是一暖 笑着开口说道 不用 我来就好 说着话 陈天已经走过去结了账 看着陈天递上了银行卡 杀镜号等人的目光 全都定位在了POS机上 在他们看来 不要说陈天了 就算是加上田丰几人 一样是截不起今天的账单 今天的POS机 就算是刷起火花来 也不可能回执单来 只是很可惜 不过就是数秒的功夫 回执单就已经反了回来 与此同时 陈天的眼睛里 闪过一道光幕 检测到宿主刚消费16万6千 触发十倍反例技能 反例166万 看着光幕上的数字 陈天的心情 还算是不错 加班到了12点 收入虽然不算多 但是也证明了 自己是个辛勤的打工人 杀镜号等人全都愣住了 所有人都是一副 目瞪口呆的模样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现在的陈天 居然变得不一样了 十几万的消费 居然毫不犹豫地 就刷出来了 这这这 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是杀镜号 也不见得愿意花那么多钱 之前的那几个女生 又开始后悔了起来 如果她们在中间的时候 过去和田丰道个歉 说不定也能说个痛快 现在倒好 还想看人家的热闹呢 结果自己才是小丑 女生们恶狠狠地 瞪了杀镜号的背影一眼 都是这个人 说得那么兴识淡淡 现在好了 他们都要后悔死了 女生们跺跺脚 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也只好紧走几步 跟上了众人的脚步 好歹出去争取一下 看看能不能坐着奥迪 R8回家 众人一起走出了酒吧 柳峰一看到门口的奔驰大G 立刻精神一震 开口说道 你们看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奔驰大G 你们注意看一下 这车子会比普通版的 更厚重一些 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因为 防弹板不只是加厚的车玻璃 而是全车包括底盘 全部进行了非常精密的加固 柳峰讲的实在是兴奋 就差拿出来一个激光笔 进行现场教学了 同学们听着柳峰的话 看着面前的防弹板奔驰大G 眼神都变了 这车确实够酷的 但是它的价格 才是这辆车真正的亮点 这也太贵了吧 田峰等人出来的时候 也听到了众人的话 瞬间就惊呆了 好家伙 这门口居然摆了一个亿的豪车 一个亿的现金堆在那里 也是方方正正的半辆车的面积了 田峰一边看着 一边轻轻地摇摇头 真是了不得呀 这么昂贵的车 居然还开出来 要是自己的话 恐怕都得给他供起来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他扶着张书瑶 对着田峰等人说道 行 今天咱们就到这吧 我就先走了 一边说着 陈天已经朝着奔驰大G 走了过去 田峰一看到陈天的动作 以为陈天走在后面 没有听到柳峰的话 想想这辆车的价值 连忙追上去拦着他 陈天被田峰往旁边拉了拉 田峰有些急躁 低声赤道 老三 你要干嘛 你别离这车车进了 这上一的车 咱们可碰不起啊 田峰的语气有点不好 但是绝对是出于善意的提醒 要是一顿酒钱 他们几个还能勉强地凑出来 这么贵的车子 把他们几个绑在一起 恐怕也是赔不起的 田峰说的声音不算大 但是他们都站在酒吧门口 其他人也听得清清楚楚 陈天明白田峰的好意 刚想开口解释一句 就听到旁边的沙靖号说道 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 友情提示你一下 这里可不是你能逞强的地方 一顿酒拼拼命还能请得起 但是这车 不是你这种人能动的 上一的车子 让陈天这种人碰了 都算是脏了 其他同学也是一脸的冷笑 开始冷嘲热讽地说道 班长真是太善良了 直接和他说他不配不就行了吗 说不定就是听到了价值 想要好好近距离地看一看呢 到时候拍个照合个影 又能朋友圈里装逼了 这种人就是太虚伪了 没钱还喜欢装 当着别人也就算了 当着我们有意义吗 陈天安静地听着这些人的嘲讽 迎着周围人不屑和幸灾乐祸的目光 从兜里逃出了车钥匙 看着奔驰车钥匙 沙靖号一眼就认了出来 忍不住开口赤道 你这装备可是够全的 不会是个高仿的打火机 沙靖号的话还没有说完 陈天已经按下了车钥匙 只听到一声熟悉的解锁声音 奔驰大致的大灯闪烁了两下 看到陈天手里的车钥匙 居然真的解锁了上亿的豪车 在场的众人全都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啊 好几位喝得有点微醉的男生 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陈天吗 他不是父母双亡 家庭贫困 根本没有钱的吗 陈天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 甚至是已经到了一种 他们根本不可能想象的级别 这是顶级富豪才能享受的豪车 居然是陈天的 一时间 所有人的心里都如同地震一般 山湖海啸 地动山摇 不只是沙靖号等人 就连一旁的田峰几人 也是震惊不已 现在的陈天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的那几个女生 后悔的肠子都要轻了 如果他们仗义一点 跟在田峰几人身边的话 不只是能喝到各种豪酒 这位帅气的小哥 就是田峰说 要介绍给他们的帅哥吧 别说人家有上意的豪车了 光是凭着一张脸 喝一碗上可乐也行啊 为了一辆破奥迪228 连这样的大佬都错过了 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 田峰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他看向陈天 眼睛瞪得溜圆 问道 老三 这是你的车 陈天轻轻点点头 直接回答道 是啊 怎么老大 你喜欢 给你开几天 我那还有 一边说着 陈天已经将自己的钥匙丢向了田峰 众人的一颗心 仿佛都跟着陈天的钥匙 一起飘到了半空中 田峰也是吓了一跳 完全没想到 陈天刚说完话 就丢钥匙过来 他赶紧将钥匙紧紧地攥在手里 这才和众人一起松了一口气 这可是上意的豪车钥匙 丢得怎么能那么随意 旁边的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只剩下震惊 这么贵重的车子 随随便便就丢给别人开 还有别的车 只要是往下多想出一层 众人的心里 就是一阵俱阵 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人 拿着一把大铁锤 狠狠地砸在他们的心上 这是多有钱的人 才能说得出来这样的话 办得出来这么潇洒的事情 如果是辆便宜的保姆车 觉得没有多少钱 借了也就借了 这样上意的豪车 对于顶级富豪来说 也应该算得上是心头号了吧 居然这么随随便便地丢 完全看不出一点珍惜啊 这样的举动 是不是就说明 即便是顶级富豪 也是分着级别的 像是陈天这样的态度 可能比他们想象中的富豪 还要更厉害一点 众人越想越是震撼 原本因为喝了酒 而泛红的脸颊 这时候完全吓得脸都白了 眼前的这一位 还是他们之前认识的 老同学陈天吗 这时候 同学们再去看陈天 只觉得 他完全变了样子 曾经没什么存在感的老同学 现在就像是一颗硕大的钻石一般 璀璨亮眼 不只是长相更加帅气俊朗 整个人的气质完全变了 现在的陈天 看起来就像是一把 带着剑鞘的宝剑 锋芒全脸 但是完全叫人不敢忽视他的存在 那种莫名的威压感 令人心惊 似乎是心态发生了变化 众人在看陈天的装束 都觉得极有说法 剪裁合体的套装 看起来并不惊艳 但是却将陈天的身材 修饰得更加完美 联想到人家的身家 众人瞬间意识到 这哪里是什么没标牌的地摊货 应该是一些顶级大牌的高级定制 听说那些高定要的 就是低调舒适 而且到了人家的级别 和普通人装逼 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人家陈天也不是不计较 只是懒得和他们这样的人争辩 太掉价了 想通了这一点 同学的脸色更是复杂了 田峰将钥匙拿在手里抚摸了好几下 这豪车的钥匙都特别有质感 不过就算他没有喝酒 也不敢开这么贵的车子 想到这里 田峰赶紧将车钥匙还给了陈 陈天笑着接过 一脸笑意地看着田峰 说道 老大 钥匙你哪天想开了 再找我 说完 陈天和田峰几人打了招呼 揽着张书瑶上了车 直接一脚油门离开了 只留下一众同学愣在原地 各种震惊 五脏六腑都快震出毛病了 怪不得 陈天直接抱得美人归 一位同学的目光 还是看着陈天离去的方向 喃喃自语式地说道 一般人不是不可能追到张书瑶 但是人家追求者那么多 条件好得数不胜数 早就仰出眼界来了 陈天现在的变化 真是太大了 他们以为特别不得了的30瓶黑桃香槟 原来对于人家来说 就跟街边买了瓶矿泉水似的 这样身价的人 他们之前居然还以为 人家可能会结不起账 被冷风这么一吹 再加上陈天的这些惊吓 同学们都已经清醒了过来 众人现在的心里 现在别提多后悔了 要不是现在人多 他们真想给自己几个大嘴巴 好好尝尝记醒 自己来这边喝酒 一直拍着杀金号的马屁 不就是为了拉一拉关系吗 结果 他们居然为了一棵歪薄树 直接放弃了整片森林 这种痛苦 谁能理解 同学们现在是 一点说话的心思都没有了 他们惨白着一张脸 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 就开始四散奔逃了 尤其是看着旁边填锋三人 一脸的红光扑面来 简直是没眼看 要是他们有点眼力近 或者是不那么巴结杀金号 不去乱踩老同学 他们这一次的聚会 可能直接走上人生巅峰了 结果现在 他们只能是眼睁睁地 看着直通巅峰的路 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看着已经离开的同学们 填锋等人也是反应了过来 说实话 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简直是不要太爽 之前他们不是 还看不起陈天吗 还说他们就这样走了 是自找不痛快 现在呢 到底是谁不痛快 田峰感觉到一颗心脏 砰砰地跳着 他一把拦住了老二老四的肩膀 大声地说道 走着 回家 今天 那是又痛快 又爽快 而此时的陈天 正驾驶着车辆 在道路上急驰着 已经是午夜 路上的车辆并不多 道路十分顺畅 陈天时不时地扭过头 查看一下副驾驶上的张书瑶 张书瑶的头 轻轻靠在车窗上 可以听到他 细微均匀的呼吸声 明显是睡着了 陈天大概回忆了一下 张书瑶在酒吧的时候 好像就浅浅地 小酌了一杯而已 喝一杯小酒 就醉成这样 张书瑶的酒量 未免也太差了一点吧 书瑶 你家住在哪里 陈天想了想 轻声地呼唤着对方 张书瑶似乎在睡梦中 听到了陈天的呼喊 她的眉头微微地猝了起来 明显是觉得有人 打扰了她的酣眠 不过下一秒 这丫头眉头一梳 又转头睡了过去 陈天顿感无奈 这连住在哪里都没发问 干脆一踩油门 直接朝着天府城一号别墅而去 反正那边也没人住 安顿一下张书瑶 还是没问题的 很快 二人就回来到了天府城别墅区 陈天的生物信息和汽车信息 都已经录入到了 夜主的信息之中 直接就开车进去 来到了一号别墅 张书瑶还在熟睡着 看着她娇嫩的睡颜 陈天还是无奈地叹息一声 看来只能抱着她进去了 陈天的力气很大 张书瑶这点重量 在她看来 完全就是轻飘飘的 直接打开大门 陈天公主抱着张书瑶 将她抱到了主卧的大床上 小心地将张书瑶放好 陈天担心张书瑶会冷 准备给她盖上被子 没想到 这样的动作 反而让张书瑶醒了过来 她轻轻眨动着眼睛 脸上还带着醉酒的红韵 看着近在眼前的陈天 醉酒时的视线有些迷蒙 陈天在她的眼里 仿佛会发光一般 陈天看着张书瑶 迷迷糊糊的样子 顿时一乐 笑着安抚道 这里是天府城 你安心在这里休息就好 说着话 陈天就打算转身离开 毕竟眼前一个软绵绵的大美女 还是在这样安静温馨的室内 她可不是柳夏慧 受不了这么大的诱惑 陈天刚一转身 就发现自己的手 被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抓住了 她的心里一动 循着小手向上看去 就看到了张书瑶微红的翘脸 一双如水的毛子里 似乎包含着无数的情谊 红艳艳的珠唇清起 你别走 陈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弯下腰看着张书瑶 嗓音低沉中带着一丝沙哑 你这是在玩火 玩火 张书瑶似乎没听懂陈天的话 她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思考能力 只想尽可能地靠陈天近一点 想也不想地 她伸出呕臂 直接揽住陈天的脖子 将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更近 陈天看着近在咫尺的翘脸 这要是再人 可就真是和尚了 她直接大力拉起被子 将两个人完全覆盖起来 却捂不住一世的春色 黑暗之中一番风雨 一直到了将近早上 两个人才在一起 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陈天早早地醒来 刚一掀起被子 准备下床去 就看到一片血渍 陈天看着血渍意识到了什么 她扭头看向身旁的张书瑶 张书瑶还在熟睡着 她睡得很沉 漂亮的脸蛋上 是如同婴儿一般的睡颜 陈天低头看着张书瑶 小蒲扇般的卷翘卷毛 轻轻在她额头上落上一吻 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 为了不吵醒张书瑶 陈天去了旁边的客位洗漱 整理一番后 陈天顿时觉得一阵神清气爽 她来到了一楼的客厅 准备去厨房里做一些早餐 冰箱里面的食材还算是丰富 陈天挑选了一些看起来不错的 开始烹饪起来 楼上的张书瑶 张书瑶是在早餐的香味中 苏醒过来的 昨天那么辛苦 一醒过来 只觉得一阵饥饿感袭来 张书瑶迷迷糊糊地想要下床 一站起来 顿时觉得一种异样感传来 走路都有些变形 勉强地支撑着自己 去卫生间里洗漱了一番后 张书瑶明显清醒了不少 走到床前 看着红色和被抓破的地方 翘脸顿时一红 昨天晚上的好多记忆 也开始慢慢复苏 张书瑶被自己大胆地举动 骚得不行 酒这东西也太可怕了 昨天晚上的 那绝对不是自己 不过想起对象是陈天 张书瑶倒是松了一口气 她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淡笑 撤下了已经脏掉的床单 换上了一床干净的 只是简单地换了一个床单 张书瑶却觉得 做了天大的事情 浑身都疼得不行 正坐在床边休息的时候 陈天刚好走上来 准备叫张书瑶下去吃饭 看着已经醒来的张书瑶 陈天上前邋遢 笑呵呵地说道 走 跟我下去吃早餐 张书瑶一看陈天上来 翘脸再次升起两团红蕴 连忙低下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人家现在全身都疼 都怪你 也不知道轻一点 一点都不知道 怜香惜玉 哼 陈天听了张书瑶撒娇一般的抱怨 也是笑出声来 他伸手将张书瑶揽进自己的怀里 坏笑着说道 那确实是我考虑不周 要不要再来 这一次 我尽量轻一点 再来一次 张书瑶一听 立刻瞪大了眼睛 连忙摆摆手 告扰式地说道 不用了不用了 要是再来一次的话 自己的小命都要没了 看着一脸坏笑的陈天 张书瑶赶紧转移了一个话题 你不是说早餐已经做好了 我们去吃饭吧 陈天拉起张书瑶的小手 带着他来到一楼的餐厅里 此时的餐桌上 已经摆满了各色美食 看着快要摆满的餐盘 张书瑶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询问陈天道 这是你做的吗 桌上的美食 都是色香味俱全 光是这样看着 就已经让人食指大动 精美的指数 比一些星级餐厅还要更棒 张书瑶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么棒的菜肴 眼睛里闪烁着星星一般 散发着意义光彩 陈天将张书瑶拉到椅子上坐好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 就连说话 也比平时柔和了几分 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多做了一点 你先来尝尝口味如何 张书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立刻幸福地眯起了眼睛 感叹地说道 真的好香啊 光是闻着味道 张书瑶就已经感觉到 幸福感扑面来 他歪着头打量着陈天 没想到 陈天居然还会做饭 而且手艺还这么好 陈天看着张书瑶笑眯眯的样子 成了一小碗排骨粥 放在了他的面前 煞有介事地说道 你那么辛苦 吃点排骨粥 补一补 辛苦 听着这么一语双关的词汇 张书瑶顿时脸一红 赶紧端起碗 成了一小口 放进了嘴里 随着一股温热感 紧接着 就是一股肉香味 在口腔里爆开 活着大米特有的清香味道 感觉一股热流落入胃里 随即在四肢百骸流转开来 张书瑶美眸微瞪 看着面前的粥碗 陷入了沉思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排骨粥 一点肉的腥味都没有 满口都是鲜味不说 还没有抢夺了白粥的自然味道 简直是神奇的不行 你做的饭 也太好吃了吧 张书瑶一碗排骨粥入了肚 又尝了长辰天制作的其他美食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感叹 说实话 人生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早餐 张书瑶的心里特别感动 他很是认真的望着对面的陈天 开口说道 谢谢你 陈天 陈天正要开口 就看到眼前跳出一道光幕来 你的家检测到 主人经历了人生中重要的成人礼 感到十分欣慰 车库自动贡献马沙拉蒂总裁定制版 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陈天不由地翻了一个白眼 家很感动 然后派出车库做奖励 怎么感觉 有点怪怪的 陈天掏出手机 简单地搜了一下三款奖励的车型 看着手机页面上显示出来的结果 顿时眉头一条 别看马沙拉蒂总裁 只要15060万 但是这款总裁的定制版 居然定价高达5000万 即使是陈天 也不由得一阵惊讶 这哪里是定制款 这根本就是重新建造了一款车型 只是用了人家的名字吧 这样比较起来 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的价格 就正常了很多 原本风之子的定价 就要4000多万 这样的顶级超跑定制版 要价8000万 真的不贵 至于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已经不需要过多的介绍 这可是豪车领域的天花板级别 拥有这样一辆定价2亿多的豪车 最重要的就是 能体现出你尊贵无比的身份 不需要刻意去介绍 无论你去到哪里 都是最闪亮的那个载 而且开在路上 永远不用担心 会有人和你开同款的车型 一是太贵 二是他们不配 劳斯莱斯公司 对于这款车的定制要求 已经达到了一种近乎于变态的高要求 仿佛这根本不是你花钱去买一辆豪车 而是在 面试一个一分之一的机会 看着这三台车的介绍 全都是有市无价的顶级豪车 确实还可以 陈天的心情不错 他台湾看了看时间 对着张书瑶说道 你今天上来请半天假吧 我带你出去买点东西 张书瑶刚好吃完 他乖巧地点了点头 就走到一边 给老总打了个电话请假 陈天这时候 也走到楼上去换了衣服 他坐在沙发上等了一会 张书瑶也收拾好了自己 走下楼来 我们去哪里买东西 张书瑶伸手挽住了陈天 笑眯眯地开口问道 陈天顿时一乐 伸手捏住了张书瑶的穷鼻 说道 跟着我走就是了 今天的天气不错 陈天打算带着张书瑶多逛一会 不行的话 就多去两家购物广场 从陈天的毛子看过去 一旁的张书瑶 再次成了一个工具人 陈天轻轻地眨了眨眼睛 希望这一次 工具人小张 可以给力点 一边胡思乱想着 陈天二人已经来到了万达广场 陈天停好车子 直接拉起张书瑶的小手 朝着万达广场里面走去 他们直接就去了 专卖奢侈品的楼层 开始一家一家逛起来 陈天再次发挥了 自己购物的优势 看着觉得适合张书瑶的 直接就让导购小姐包起来 导购小姐开始还觉得 陈天二人很年轻 应该没有多少消费能力 可是很快现实 就狠狠地打了她的脸 除了这两件 其他新款 都按照那位小姐的身材 拿一套 陈天是想着 像张书瑶这样的美人 自然是要多买点漂亮衣服 才算是不辜负人生 张书瑶之前卖给陈天 价值几十亿的房产 她所得到的提成 完全称得上 是一枚心静的小富婆 但是 听到陈天这样的买法 还是吓了一大跳 哪有这么买东西的啊 张书瑶赶紧走到陈天身边 想要劝她两句 自己的衣服有很多 不用这么买 没想到 陈天见她走过来 一伸手就揽住了她的仙妖 笑眯眯地说道 你来得刚好正好 想给你挑一些配饰 有你这个模特在 挑起来更方便 张书瑶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做什么 张书瑶一脸的蒙圈 直接来了一个宇宙三连问 他是来劝人的雅维 怎么直接被陈天 拉到了饰品柜台 开始挑选其他东西了呢 两个人才逛了两家店铺 张书瑶的两只小手上 就已经挂满了购物袋 他哭丧着脸看向陈天 有些求饶式地说道 咱们买得差不多了吧 再这么买下去 用不了一家奢侈品店 他身上就要挂满购物袋了 陈天看着张书瑶 可怜兮兮的模样 低笑出声 直接对着迎上来的 香那儿导购小姐说道 你们这里 应该有送货服务吧 导购小姐先是一愣 不过随即看着 张书瑶身前的那些购物袋 连忙点了点头 十分恭敬地回答道 可以的先生 只要是在市区之内 我们都可以免费 帮您送货上门 陈天点了点头 他倒是不需要送到家里 帮他送到车上去就好 香那儿家的其他导购小姐 看到张书瑶 居然提了这么多奢侈品购物袋 连忙走上前来帮着一起拿 一时之间 这些导购 看向陈天二人的目光里 充满了羡慕和崇拜 这么多奢侈品加在一起 最起码也要上百万的价值了 面前的陈天和张书瑶 还如此年轻 而且 两个人的颜值都极高 再加上这样的消费能力 更是让一众导购小姐服务的 更加用心 平时那些需要配货 才能够买的奢侈品 在这样的大客户面前 哪里还是程序 只要是二人看上的款式 立刻就有不同颜色的配货 放到桌上供给他们挑选 陈天给张书瑶买了很多东西 满意地看着一道道光幕弹出 心里甚是满意 陪着张书瑶又逛了一会 陈天也在店里定制了一些衣服 不过陈天选择的定制款 是店里面的最高规格 都是需要从总部发货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来取 导购小姐细心地为陈天亮 取了身体各部分的尺寸 记录好之后 这才恭送着二人离开 陈天和张书瑶走在前面 后面是好几家奢侈品店的导购小姐 他们拎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 陪同去停车场送货 当他们看到陈天开来的奔驰大G后 立刻露出了一脸震惊的表情 毕竟做了很多年奢侈品的导购 豪车和各类好东西也看过不少 一双眼睛养得很是精明 面前的这辆奔驰大G 和普通版的完全不同 已经有导购用手机拍下了照片 用软件分析着 等到结果一出来 所有人全都被上面的介绍给惊呆了 这居然是防弹版大G 价值上亿 导购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睛之中的震惊 几乎如同十字一般 倾泻而出 这么年轻的小帅哥 居然财力如此雄厚 真是长了见识了 陈天毫不在意地打开后备箱 他朝着导购们示意 让他们将东西搬进去 看着塞得满满当当的后备箱 陈天不由地点了点头 今天的收获还算可以 看看时间已经将近中午 陈天看向一旁的张书瑶 关切地问道 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了 你饿不饿 要不要带你去吃点东西 张书瑶轻轻摇了摇头 今天早上他吃得有点多 之前在店里的时候 也吃了一点零食 现在一点都不饿 陈天闻言点点头 他开着车 带着张书瑶返回了天府城一号别墅 两个人下车后 陈天帮着将东西拿到了楼上的卧室 对着身后的张书瑶说道 你就在一号别墅住着就好 今天出去购物的时候 陈天特意将各种衣物 买得比较齐全 足够张书瑶在这里替换的 至于其他的生活用品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再去买 张书瑶看到陈天居然如此贴心 一张翘脸忍不住又是一红 一颗小心脏快速地砰砰跳动着 陈天回过头来的时候 刚好将这样的美景尽收眼底 他不由地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个丫头也太害羞了吧 两个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 张书瑶还是觉得很困 便上床去睡觉了 你陪我躺一会吧 张书瑶娇声娇气地和陈天说着 声音软得让陈天无法拒绝 两个人躺在床上 张书瑶在陈天的怀里安然入睡 此时 苏天晴拎着一个保温筒 走进了医院的住院部 保温筒里放着的 是他今天早上刚刚包好的汤 苏天晴走进病房的时候 老母亲正靠在床上 刚好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声叹息太过于沉重 老母亲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妈 苏天晴焦急地呼唤了一声 连忙走过来 帮着老母亲顺气 老母亲看到儿子过来 缓了好半天 才终于停止了咳嗽 看到老母亲终于好了一点 苏天晴赶紧将保温瓶 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乐呵呵地说道 妈 这是我昨天晚上就包上的鸡汤 特别鲜 您快点尝一尝 苏天晴脸上虽然挂着笑 但是看着老母亲衰老的模样 心中也是一阵叹气 自己能长这么大 完全是因为老母亲的倾心照顾 虽然家里不富裕 但是老母亲还是尽可能的 将家里最好的全都给了她 无论自己过得多么辛苦 都从来没有说过一声苦 正是因为多年的操劳 所以老母亲才落了一身的毛病 因为上了些年纪 现在竟然一起爆发 一下子就拖垮了身体 现在整个人特别辛苦不说 竟然连路都走不成 必须要有人搀扶 才能勉强前行 苏天晴收回了心绪 她将煮好的汤盛到了碗里 端到老母亲的面前 哄着说道 妈 今天的汤您可一定要多喝一些 这里面我放了药材 是专门补气血的 喝了 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苏天晴在鸡汤里面放的 正是之前陈天送给她的那根人参 她特意拿着人参 去药房里面问过 老大夫说 这是上了年份的好东西 是补身体的极佳良品 想着老母亲虚亏的身体 苏天晴实在没有办法 才厚着脸皮 顿住了陈天送的人参 老母亲一听儿子说的话 瞬间就将脸板了起来 杨作生气地开口训斥道 你这个傻小子 这是做什么 你的钱来得不容易 不要这样乱话 你把这些钱留下来 攒着娶媳妇才是 说了没有两句 老母亲又开始咳嗽起来 她一脸悲气的表情 哀声叹气地说道 妈真是不中用啊 拖了你的后腿 本来你还攒了些钱 这一下子 哎 生而为人 谁能不惜命 更何况 老母亲还没看到儿子娶媳妇 怎么甘心就这样闭眼 但是这样勉强活下去 明显是要将儿子那点老本榨干 老母亲越想着 心里越是难受 几乎就要落下泪来 苏天晴看到老母亲情绪不佳 连忙开口安慰道 妈 瞧你说的 我身上还有不少钱呢 足够给你看病的 你就踏实养病就行 您不是还要看着 我娶媳妇吗 不把身体养好了 怎么照顾孙子 苏天晴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才继续开口说道 妈 您真的不用替我担心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五万块钱一个月呢 五万 一听到这么多钱 老母亲表现得非常高兴 一双眼睛都比刚才更有神了 能在有生之年 看到儿子成才 是每一个母亲都希望看到的 不过高兴之余 老母亲还是仔细地询问了两句 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不会是为了哄妈高兴 才故意说的这么个工资吧 苏天晴咧嘴一笑 连忙解释道 哪能啊 您老人家那是火眼金睛 我这点小把戏 还能骗得过去 一位很好的老板 看我伸手还可以 让我去给他做保镖 这鸡汤里面放的人参 就是他送给我 让我给你补身体的 苏天晴赶紧哄着老母亲 趁热喝汤 笑眯眯地说道 您赶紧多喝点 养好了身体 我也好快点去上班 老母亲一听 用力地点点头 喝汤的速度 都比刚才快了一些 他已经感觉到 生活有了盼头 他自己也知道 身体虚亏的厉害 必须要好好补一补 喝汤的间隙 老母亲抬头看着儿子 语重心长地说道 能遇到这么赏识 你的老板不容易 你跟着人家 可要好好干 知道吗 好 苏天晴非常痛快地答应 他拿起纸巾 将老母亲 嘴角上的汤渍擦干净 眼见着汤喝得差不多了 茶房的医生 也走进了病房里 医生先是帮老母亲 检查了一下身体 随即对着苏天晴说道 你跟着我出来一下 苏天晴赶紧跟上 医生的脚步 去了办公室 刚一走进去 苏天晴就非常 急性子地询问道 医生 我妈的身体怎么样 医生非常理解 病人家属的急切心情 他朝着苏天晴压了压手 示意他先坐下再说 你母亲的身体 劳损非常厉害 还需要在这里 多待上一些时日 后面回到家里之后 也需要好好地调养 医生说到这里 忽然话锋一转 继续说道 不过你这医药费 已经快要用完了 继续调养的话 使用自飞药的价格也不便宜 医生的话 已经暗示得非常明白 如果想要继续调养下去的话 苏天晴必须要去续费了 苏天晴的拳头紧紧地攥起 他面露难色 紧皱着眉头说道 麻烦您先给我母亲进行调养 我现在就去凑医药费 苏天晴说完 起身离开了医生办公室 他坐在医院走廊里 明显有些愁眉不展 苏天晴才从军部里复员 没有多久 补发的那些复员费 早就已经在医院里 花了七七八八 他想了想 从医兜里掏出了手机 给陈天发起了消息 苏天晴紧咬着牙关 为了老母亲能好 让他付出什么 他都心甘情愿 陈天并没有睡着 听到手机响起 他将张书瑶轻轻放在枕头上 拿上手机走到了客厅 消息是苏天晴发来的 他同意为陈天工作 希望可以和他见一面 陈天想了想 还是决定让苏天晴 直接去自己家里见面 他已经打算好 一号别墅给张书瑶来住 带人过来谈事情 有些不方便 想到这里 陈天直接将家的地址 发给了苏天晴 随即开着车子回了家 苏天晴发完消息之后 有些忐忑不安 毕竟之前他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他也不知道 陈天会不会因此而生气 又或者已经找到了 其他合适的人选 不过好在陈天的消息 很快回了过来 看着上面给出的地址 苏天晴松了一口气 他走回病房 和老母亲打了声招呼 这才骑上摩托车 朝着陈天家开去 苏天晴看着一路上的风景 尤其是陈天姐门前的宽大道路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有钱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 就连家门前的直通路 都要修得比主路还宽阔 但是当苏天晴 站在陈天界别墅前的时候 看着如同皇宫一般奢侈的建筑 他的嘴角不由地抽搐起来 和这栋建筑比起来 之前的大路 就有些小屋见大屋了 这个陈天 也太有钱了吧 再看看自己的破摩托 苏天晴还是将他停在了一边 小心地锁好 当苏天晴靠近别墅大门的时候 里面传来了斗牛犬的大叫声 陈天闻声走了出来 他将苏天晴迎进了别墅 带着他走到了客厅 随便做 你能答应就好 从今天开始 就算你开始上班了 陈天确实很欣赏苏天晴的能力 他也理解对方现在的窘迫 直接大方地说着 苏天晴面露难色 他紧皱着眉头 有些艰难地开口说道 陈哥 我妈现在在住院 我可不可以 苏天晴有些说不下去了 他需要留在医院里照顾老母亲 自然没有时间立即开始工作 最主要的就是 他还想预支一些工资 来预交医药费 陈天一看苏天晴的模样 便是明白了 他直接从衣兜里 掏出一张卡放在桌上 开口说道 这里有一张卡 里面是一百万 你先拿去用就好 看着桌上的卡 苏天晴十分感动 他十分激动地站起身来 对着陈天大声地表态道 老板 您放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 来报答您今天的恩情 无论是这份信任 还是相助的恩情 他苏天晴 绝不敢忘记 陈天只是淡然地摆了摆手 说道 你不用这么客气 工资从今天开始算 你安心照顾老母亲就是 什么时候身体好了 什么时候来上班就好 苏天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居然遇到了这么好的老板 这这这 他甚至有点激动地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眼前 忽然闪过一道光幕 加检测到 主人收获中心耿耿成员一名 加感到很是欣慰 奖励体质药剂无限供应 陈天一愣 无限供应 想起之前系统 对于体质药剂的描述 可以改善人的体质 当下陈天便是看着苏天晴 说道 等过几天有时间的时候 我也去看看老人家 苏天晴用力点点头 他一脸真诚地看向陈天 恭敬地鞠了一个躬 说道 好 我在这里先带我母亲 谢谢诚哥的帮助和体谅 陈天拍了拍苏天晴的肩膀 说道 没事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陈天走进了附近的房间里 去接了一些药剂出来 走出房间 陈天将药剂递给苏天晴 笑呵呵地说道 你尝尝这个 苏天晴二话不说 想都没想 就喝了下去 陈天看着苏天晴 毫不设防的样子 顿时一乐 打趣道 给你你就直接喝下去 你也不怕我害你 苏天晴直接摇了摇头 陈天信任他 他自然也要有所回报 互相信任 才能相互扶持 走得更远 苏天晴笑了笑 他刚要说话 忽然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 他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正在变化着 一股热流 在四肢百孩之间 不断地回转着 所到之处仿佛刚刚充好电一般 充满了力量 不只是力量有所增强 似乎就连体质也变得更加强悍 苏天晴面色一变 心里满是震惊 他立刻看向陈天 惊呼道 陈哥 这是 苏天晴非常确定 就是刚才陈天给他喝下的药剂 才让他的身体有了如此变化 陈天将手里的另一支药剂 递给了苏天晴 直接说道 你拿回去给你母亲试一试 对他的身体会有好处 苏天晴自然是忙不迭的结果 他刚刚已经亲自试验过 对于药效有非常强烈的信心 他现在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赶紧让母亲试一试这支药剂了 陈天看出苏天晴归心似箭 他仰起一抹淡笑 说道 你先回去吧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在苏天晴的千恩万谢之后 他骑上自己的小摩托 朝着医院的方向开去 送走了苏天晴 陈天闲来无事 走到车库里 看了看他的新座驾 三辆新车安静地躺在车库里 车库顶柔和的灯光打在车上 散发着意义的光彩 陈天的目光 落在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上 说实话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款车 不过这种车子 还是适合请个司机 否则就彻底浪费了后排的极致体验 最主要的就是 这种车子亲自开出去 怎么看 怎么像是司机 最后 陈天还是拿起了马沙拉蒂总裁定制版的车钥匙 开着出去了 苏天晴这时候 已经赶回了医院里 他先是去缴足了住院费 这才拿着药剂返回了病房 一走进病房里 老母亲立刻看向苏天晴 见儿子一脸的喜色 才放下心来 自从知道儿子去见老板 老母亲就在担心 生怕儿子的老板生气 炒掉他 苏天晴情绪十分激动 他拿出陈天给他的药剂 连忙让母亲喝了下去 妈 怎么样 你有什么感觉吗 苏天晴一脸紧张地看着老母亲 关切地问道 他记得自己是一喝完就有了反应 也不知道老母亲的身体 能不能承受得住药效 老母亲打了一个哈欠 明显有些困意 说道 我觉得身上热乎乎的 想要睡会觉 苏天晴连忙扶着老母亲躺下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已经沉沉睡去 见到老母亲呼吸顺畅 面色红润 苏天晴在一旁激动地等待着 他已经很久没听到母亲说 自己睡了一个安稳觉了 多年来的劳累 让老母亲睡眠很差 每次入睡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没想到才喝下药剂 就已经沉沉睡去 老母亲睡了大概半个小时的功夫 就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 精神明显好了很多 老母亲感觉身上仍然热乎乎的 很是舒服 全身上下都仿佛充满了力量 妈 你感觉好点吗 苏天晴兴奋地看着老母亲 很明显地感受到对方的变化 老母亲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 他尝试着自己做了起来 原来根本做不到的动作 现在竟然很轻易地完成了 这样的变化 就连老母亲自己都是一愣 天晴啊 你扶着妈 妈想下床走走 苏天晴赶紧过来搀扶着老母亲 刚开始老母亲的步伐还有些不稳 不过很快 他就适应了身体的变化 即使脱离了苏天晴的搀扶 一样可以自己行动 就在母子二人欢心不已的时候 走进来发药的护士 看着站起来的老母亲 发出了一声惊呼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老太太的身体情况很差 即使完成了一整个治疗 也不可能恢复行走能力 顶多也就是续续命 多活上几年罢了 但是以后肯定需要有人长期护理 看着情况如此差劲的老太太 居然自己站了起来 护士连忙跑去叫来了医生 医生听了护士的描述 原本还不幸 但是当他亲眼看到 可以独立行走的老太太后 也是直接梦了 这完全不可能啊 您 您怎么站起来了 医生面色古怪 走到老母亲的身前 小心地问道 老母亲难言脸上的笑意 指着自己的儿子 十分高兴地解释道 我喝了我儿子送来的药 觉得身体一下子有了力气 原本只是想试试 没想到还真的能走了 医生一听 更是惊讶不已 他当即决定 带着老太太去做一份身体检查 毕竟医生非常清楚 之前老人家身体状况有多糟糕 这已经不是医学奇迹 而是人类的奇迹了 一通检查下来 有一些检查项目 需要几天后才能拿到结果 但是仅从当天 可以拿到结果的检查项目来看 老太太的身体情况 确实是大有改观 甚至可以说 她现在的身体状况 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岁 面对这样的检查结果 医生完全被震惊了 她一时间有些拿不准主意 开始给各个科室的主管打电话 毕竟这样的情况 医生还是头一次遇到 医院那些经验丰富的主管 到了现场听着医生的汇报 也看了之前的病例 和各种检测报告 再看着各项指标的突然恢复 也是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就连院长也听说了此事 感到了病房之中 院长的经验非常丰富 一听说老人家是突然间发生的变化 立刻看向苏天晴 询问道 你给你母亲吃了 或者喝了什么东西吗 苏天晴一脸的茫然 他实话实说道 我给我妈喝了我 老板给的药剂 喝完就好了很多 院长一听 脸上立刻露出兴奋的表情 激动地问道 你说的药剂在哪里 方便给我看一下吗 院长可是知道 泱泱滑下人才济济 厉害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说不定 这就是神医熬出来的补体良药 要是能拿到一点药剂 绝对能复制出来 苏天晴摇了摇头 他指着桌子上的空瓶说道 药剂都喝完了 我想着要给老板送瓶子 就把瓶子刷了一下 看着干干净净的药瓶 连点水都被苏天晴甩得干干净净 院长大呼遗憾 否则这样的药剂产出 绝对是爆火的产品 这效果 光是惊人 都已经无法概括药剂的神奇了 虽然没有了药剂样本 不过院长等人还是不愿意放弃 开始研究起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来 他们仔细翻看着病例 医生站在一旁 为领导们进行补充 在对比着老人家现在的情况 院长等人嘖嘖称奇 这样的情况 再观察几天 如果没有反复的话 就可以出院了 院长非常感慨地说着 对于神秘的药剂 更是感兴趣了 苏天晴在旁边听得清楚 也是非常高兴的 他自然明白 若是没有陈天的药剂帮忙 自己的老母亲 不知道还要在医院受多久的罪 想到这里 苏天晴对于陈天更是感激万分 老母亲这时候看向儿子 乐呵呵地说道 天晴 你去给我买点吃的 这叫一睡醒 胃口好像也好了呢 一边说着 老母亲还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平时一天不吃 也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现在 却感觉到了挺明显的饥饿感 一旁的院长听到了 十分激动地对苏天晴说道 要不然我怎么说 你这要即吃得好呢 不仅是恢复了身体的活力 促进细胞再生 就连肠胃功能都明显提升 这人的胃口一定好了 通过食补的方法进行增补的话 效果会更加明显 最主要的就是 这样做老人家还不遭罪 苏天晴听着高兴得不得了 他用力地点点头 大声地说道 好嘞 我现在立刻就去给您准备 只要是 能让老妈身体好 让她做什么 苏天晴都愿意 说完 苏天晴已经朝着外面跑去 而此时的陈天 开着马沙拉蒂总裁定制板 朝着寿楼处的方向开去 他记得上午的时候 张书瑶只请了一天的假 按照那个丫头的脾气 这个时候 肯定是去上班了 天府城虽然已经受庆 但是毕竟是精灵有名的大企业 在本地的项目 还是有不少的 而且 天府城的寿楼处 也是他们的一个办公地点 所以并没有撤离 最近张书瑶正在为公司的新项目 进行岗位培训 尤其是那些刚刚上岗的新人们 正是需要好好培养的时候 和陈天猜想的一样 午睡起来的张书瑶 见陈天出去了 就收拾了一下 来到了公司 此时的张书瑶 正在办公室里办公 处理着上午遗留下来的工作 陈天很快就开着车 来到了天府城寿楼处的门外 一看到马沙拉蒂总裁定制版 一众销售员立刻眼前一亮 这车子 一看就不平凡 虽然他们没看出来 这是什么型号 但是车前面的大份叉子 他们还是认识的 销售们都在猜测着这位的身份 有些跃跃欲试的 就连在场的一些老销售员们 也是立刻有了想法 纷纷站在了门口 想要进行一下迎接 这样的人认识一下 以后说不定就是自己的客户呢 陈天这时候放下了车窗 旁边的一众销售们一看到他的脸 立刻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这这这 这位不是陈先生吗 老销售们自然忘不了 这张灰金如土的脸 那些新人们 上次也透过玻璃门 看到了陈天的脸 这么帅的有钱人 他们自然是印象深刻 迎着众人热辣的目光 陈天的表情始终淡淡地 他看向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销售 开口问道 你们张经理张书瑶 来了吗 一听到陈先生要找张书瑶 那个新人立刻用力地点点头 笑着回答道 来了 张经理现在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 陈先生 您稍等一下 我去叫他 这位陈先生 抛开他顶级富豪的身份 对于他们天府城的任何一个员工来说 都是绝对不能得罪的顶级业主 别说找张书瑶了 就是来找他们地产公司的孙德志孙总 他们也得立刻去安排 陈天拦住了要去叫人的销售 他直接走下车来 看着对方说道 不用了 你把这个车钥匙给他就行 说着话 陈天将马沙拉蒂总裁定制板锁好 陈天过来就是为了送车的 再说了 这里是他工作的地方 总要保持一下人家女孩子的精致形象 和销售员交代了两句 陈天就转头离开了 一边朝外面走着 陈天一边在心里想着事情 他早就打算着要去临水市看看小姨和小姨父了 以前家里父母去得早 要不是小姨和小姨父的话 自己的日子真的要很悲惨了 陈天想到小姨和小姨父 嘴角上不由地扬起了一抹微笑 他们是自己的亲人 对自己那是当成了亲儿子一般的对待 就连小姨父也从来没有嫌弃过 没有丝毫关系的自己 对自己向来都是十分关心 他们赚钱特别不容易 但是从来没有少给过自己生活费 前不久的时候 表妹苏芷熙还给自己赚了五千八百块钱 让她当作生活费用 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陈天已经大学毕业了 这时候还能给她塞钱的 不是当她亲儿子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陈天越想越是激动 更是确定了要回去临水市的心思 正好明天就是放小长假的日子 自己回去的时候 还能叫上苏芷熙一起 给小姨他们一个惊喜 不过既然是要回去 陈天肯定是要带上一些礼物的 想来想去 陈天想起 小姨父最是喜欢古玩和一些把玩剑 虽然心里喜欢 但是毕竟家里要供养两个孩子 小姨父自然明白家里的条件 也就是看看图片过过研绎 陈天就想着 自己现在完全有能力 让家里人过上最好的日子 自然要送一些心头好才是 所以陈天就打定了主意 准备前去桃园看一看 桃园可是整个精灵里 最大的古玩市场 一些古董爱好者 都会去那边逃换一点把玩剑 尤其是现在古董的节目大火 更是带起来一股收藏风 不少人都是按时按点地 出发去桃园 然后来到扫场 争取能捡个大漏 直接走上人生巅峰 陈天以前经常听到人说起过桃园 在精灵 桃园就堪比天津的潘家园一般 非常有地位 而且那边足够大 不仅有大量的摊位可以扫货 也有很多正规的古董铺子 开在那边 各种东西非常齐全 陈天一边想着 一边朝着桃园的方向 慢慢溜达着 正好趁着这个时间 陈天也要好好想一想 自己过去买点什么比较好 陈天完全不知道 他这走出来还没有多远 但是他和张书瑶的事情 已经在整个寿楼处传开了 所有人都在疯传着 天府城最大的业主陈先生 和销售部的张书瑶张经理恋爱了 毕竟刚才不少人都亲历了现场 亲眼看到陈天来给张书瑶送车 让陈先生这样身份的人亲自来送车 听到这个消息的小丫头们 全都下意识地捂住嘴巴 免得自己羡慕地叫出声来 那位可是一出手就几十亿的超级土豪啊 和那样的谈恋爱 岂止是走上人生巅峰 完全是做火箭上天了好吗 新人销售里的小姑娘们凑在一起 一脸艳羡地议论着 上次咱们不是看到陈先生了吗 他尝得简直也太帅了吧 说实话 我感觉他比我的爱豆还要好看 这样的男生 简直就是极品啊 咱们张经理也不差啊 他们两个人走在一起 那真是神仙眷侣 配一脸 太让人羡慕了 这才是真爱啊 亲自到工作单位来送车 这狗粮投喂的 简直是猝不及防 你们没看到吗 陈先生送来的是马沙拉蒂呢 这样的豪车 肯定是送女朋友的礼物啊 这么会谈恋爱 简直是人间极品 新人妹子们羡慕得不得了 面对这么好客的情侣 真的是又爱又恨 这时候 张书瑶也处理完了手头上的工作 走了出来 刚一走出办公室 就看到一众新人销售们 正站在办公区 看到他出来 立刻露出一脸古怪的表情 似乎是很羡慕 还带着一点其他的情绪 这样的表情和目光 让张书瑶明显一愣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不去看资料 在这里等我 张书瑶走过去 看着一众新人妹子们 无奈地说道 新人妹子们 脸上还是笑呵呵的 其中一个人走了出来 将一把车要是拖到张书瑶的面前 装模作样地说道 报告张经理 您的爱人 为您送来爱车一辆 还请您笑呢 爱人 一听到这两个字眼 张书瑶的眼前 立刻浮现出陈天的模样 他看着面前的钥匙 美眸里面明显带着疑惑 众人一看到张书瑶的样子 立刻明白了过来 这是陈先生 给张经理送惊喜呢 这是陈先生刚给您送来的 让我们交给您 新人妹子 连忙将钥匙再次递上 这一次张书瑶接了过来 张书瑶看着妹子们 古怪的表情 无奈地撇撇嘴 说道 走吧 跟我一起去看看车 不过回来之后 我也要检查你们的资料 背得怎么样了 张书瑶带着众人走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不少销兽 正围在车旁边 不断地转着圈 一看到马沙拉蒂总裁定制版 张书瑶的目光 立刻就被吸引住了 酒红的车身 十分富有线条感 在阳光的映照下 特殊的车漆 释放着不一样的光彩 就像是阳光下 一一发光的钻石一样 看着这么漂亮的车子 不少人都发出了一声低呼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拿着手机拍照的老销兽 忽然发出了一声大叫 好家伙 这居然是马沙拉蒂总裁定制版 老销兽总觉得 这和一般的总裁长得不一样 他拿出手机拍了照片扫描 这才知道了这款车的型号 但是真正让他喊出声来的 还是这辆车子的价值 这辆马沙拉蒂总裁定制版 居然价值五千万 你还不要嫌贵 这可是有市无价的超级豪车 不少有钱人专门搜罗来 专门用来做收藏使用的 这位陈先生不仅是将豪车开出来 还直接送了人 还说不是谈恋爱吗 听到老销兽的话 在场的众人无不瞪大了眼睛 五千万的豪车 直接送到了公司门口 这是让张经理当作逮捕车 这这这 他们作为天府城的销兽 心里非常清楚 能拿出来五千万买房子的客人都不多 更不要说 五千万买辆车子逮捕了 这消费能力 你说人家的身价 得是一个什么层次 众人越想越觉得震惊 甚至是连话都不想多说了 人家一花就是这么多钱 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这中间的差距 恐怖的有点吓人 销兽们都是一脸的极度羡慕恨 尤其是一些老销兽们 简直是又经历了一次 错失千万的痛苦 尤其是那次准备自动献身的女销兽 心里更是恨得牙痒痒 要是自己当时再努努力 说不定提成和现在的车子 就都是自己的了 当时 自己怎么就没看出来 长得那么帅气的陈天 是个绝对的火箭骨呢 张书瑶也没想到 陈天居然给自己送来了这么贵重的车子 他也是解了锁 打开了车门 看着面前的奢华内饰 完全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车子也太漂亮了吧 其他的销兽们也是一脸的好奇 伸着头打亮着内饰的模样 看着里面的全部碳纤维包裹的内饰 又是一阵干瞪眼 这时候 销兽们才意识到自己语言的匮乏 面对这样的顶级豪车 除了一句误草 竟然想不出来更合适的形容词了 张书瑶简单地看了看车子 他看向刚才给自己送钥匙的销兽妹子 开口问道 陈天呢 怎么一出来 就没有看到她在呢 销兽妹子老实地回答道 陈先生刚才看您还在忙 就把钥匙留下 自己先走了 听着销兽妹子的话 在场的众人更是极度地不要不要的 钥匙一般的男人 送了你这么一个大宝贝 肯定是要留在现场 看你好好感动一下 可是 你再看看人家陈先生 悄悯密地送了礼物 送完就走 既表示了心意 又体现出了人家的格局和品位 这一手 真的是高啊 这可是五千多万的豪车 直接送出去 连个谢谢都不需要 这得是什么胸襟 好家伙 完全想不到的高度啊 众人越想越是震惊 看向张书瑶的目光里 现在除了羡慕 就是崇拜 大家都是女人 怎么人家张经理的运气就这么好 直接找到了一个这样的顶级男人呢 张书瑶感受着众人羡慕的目光 心里也是一阵甜甜的 但是 想起自己还在酸疼的身体 还有昨天 陈天一点都不知道连香西域的疯狂 心里也是稍微恨恨不平 这个坏人 这是想要拿辆豪车 来封自己的口了 不过最后 那点威恨早就飘散在了空气里 只剩下无尽的浓情蜜意 张书瑶的嘴角上 也出现了一抹甜蜜的微笑 看着张书瑶脸上的笑容 不少老销售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醋意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靠着自己年轻漂亮 攀上了高枝吗 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可是看着面前的超级豪车 看着那些一脸恭维的同事们 老销售的心里已经开始滴血 他们终于明白 这很了不起 也很骄傲 行了 车子看完了 都回去工作吧 张书瑶甜蜜过后 又恢复了一脸干练的模样 他轻轻拍了拍手 招呼着心情各异的销售们 朝着寿楼大厅里面走去 另一边的陈天 还在马路上悠闲地走着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连忙掏出来一看 发现是唐欣怡发来的微信信息 你在哪呢 我做了些东西 给你尝尝先啊 陈天一看 是唐欣怡发来的消息 立刻一乐 这不是敢巧了吗 这一下 连车子都不用叫了 陈天想了想 在对话框里快速打下 我在外面呢 正要出去一趟 你过来找我吧 一边说着 陈天直接甩了一个手机定位过去 陈天在路边上等了 没有一会的功夫 就看到一辆奔驰大计 停在了自己的面前 车子刚一停稳 唐欣怡就打开车门跳了下来 今天的唐欣怡明显精神焕发 看起来朝气十足 仔细打理过的 黑肠直披散在肩膀上 十分有气质 陈天看着唐欣怡 忍不住开口打去道 今天看起来还不错 倒是不和那天一样 那天你那副样子 差点吓着我 要不是陈天刚好得到了 神级医术的加持 看到唐欣怡的样子 可能直接就打120 给他拉走了 唐欣怡 这难道会成为 我的黑历史吗 忘了他 好吗 唐欣怡一边在心里吐槽着 一张小脸却红了起来 他懒得和陈天继续争辩 这件事情上 他明显是自取其辱 唐欣怡转身走到了车子后面 拉开了后备箱 拿出里面打包好的点心 没好气地说道 诺 都是给你的 早知道你这人这么没良心 总提人家的黑历史 我就不给你带这么多了 为了表示对陈天的感谢 唐欣怡是真的用心 做了不少拿手的点心 有一些制造工艺比较复杂 唐欣怡也不嫌麻烦 陈天一听顿时眉头一挑 他直接拉开车门 坐到了副驾驶上 笑着说道 为了表示我的良心 正好送我去个地方 唐欣怡直接翻了个白眼 你的良心和送你 有一毛钱关系吗 而且 你这样真的好吗 唐欣怡不满地撅着嘴 好家伙 你这是 把我当成滴滴司机了 说吧 去哪 唐欣怡无奈地叹息一声 看着陈天问道 陈天自然不可能和司机隐瞒 直接说道 去桃园 唐欣怡时笑着说道 那里可有不少假货 你认得出来吗 就在陈天想说话的时候 就看到自己的眼前 光目一闪 加检测到主人被人瞧不起 替主人感到愤愤不平 主动奖励会眼石珠技能 可以探查物件品质 年份 以及附带的一些属性 唐欣怡看着陈天发愣 以为对方是因为自己的话误会了 其实唐欣怡真的没有看不起陈天的意思 只是古董这一行的水太深了 没有几年扑腾的话 很容易就被那些老油条给骗了 我从小就跟随我爷爷学习这些东西 要是你和我求助的话 我也可以勉为其难帮你 唐欣怡主动和陈天说道 她不是吹牛 除了这一手惊人的茶艺 古董鉴赏这方面 她也完全是个行家 毕竟唐家除了经营各种茶院之外 就是在古玩意行里颇有建树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 唐欣怡自小就耳濡目染 这一双眼睛也是相当毒的 可是唐欣怡的话还没有说完 陈天就已经打断了她 直接说道 没事 我认得出来 唐欣怡 ad it 锦号人民币百分号 能不能等人家把话说完 哼哼 这么没有耐心 唐欣怡呼呼地继续开车 也不再和陈天说话 心里却是气鼓鼓地想着 看你一会 要是被骗了 本小姐可不一定帮你 唐欣怡心里虽然这样想着 但是这念头才一浮现出来 她的心就软了下来 好歹陈天也对自己不错 一会陈天要是真的会被人忽悠 她也准备帮着她好好看看 这个时间段的道路比较顺长 唐欣怡对于桃园那是轻车熟路 她直接将车停在了门口的停车场里 对着陈天说道 你第一次过来 咱们先逛逛这边的地摊吧 所谓的地摊文化 你也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 陈天点点头 跟着唐欣怡一起下了车 两个人穿过巨大的市场大门 就看到了里面的人山人海 一眼望不到头的地摊 摆得密密麻麻 小路上的客人们很多 在里面不断地穿梭着 人声鼎沸 陈天看到不少人在热情地招呼着客人 也有摊主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假妹 但是一双眼睛偏偏留着一条缝 盯着自己的物件呢 看着这样的人生百态 陈天倒是挺感兴趣 唐欣怡一边带着陈天往里面走 一边好心地提醒道 一会看到合适的东西 多长张眼 可不能被他们骗了 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 这些物件不知道导过多少变手了 说实话 真东西几乎不可能 但是一夜报复的古董梦太香了 才让这么多人都忙碌在地摊周围奔波 为了自己的梦想奋斗着 别看好东西不多 但是这些卖东西的商家们 那是越来越精明了 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厉害得很 陈天点点头 两个人都没有多说话 已经跟随着人流 在地摊上闲逛起来 陈天大概地看了看 发现这里大部分都是上周的新品 但是做假的技术倒是不错 看起来秀极斑斑 充满了年代感 可惜 上面化学药剂的味道 还没有散干净 枪得厉害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 一边朝着前面走去 这时候 一位摊主看到了陈天和唐星仪 顿时眼前一亮 这一男一女穿得不错 明显就是有钱人的样子 而且长得这么漂亮 他保证没有见过二人 否则肯定是记忆深刻 这样的深刻 岂不是宰飞扬的最佳人选 想到这里 老板也不犹豫 静止朝着两人走了过来 再耽误上一会 要是让其他人盯上了 就没有自己什么事了 两位老板 我这有好货 瞧一眼 摊主凑近了陈天 故意压低了嗓音 装作神秘兮兮地说道 之所以这样做 全是这位摊主的一点经验之谈 现在这些年轻人 不少人都中了盗墓小说的毒 来到古玩市场 就是想看看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存在 他装得神秘一点 这种年轻人最是容易上当了 摊主可是这方面的行价了 坑的人没有一百 也得有八十 吃了亏的人 也只能闷声吃哑巴亏 否则说出来 自己是想碰运气 找地理的东西 那不是跟自首似的吗 陈天抬头看向那位摊主 只见这人穿得土里土气 一身衣服 像是刚从土里刨出来的一样 长得更是贼眉鼠眼 一看就是不干好事的模样 唐星仪一看到那摊主的样子 立刻意识到 对方这是在玩古董市场的cosplay呢 装土耗子 真是太无耻了 唐星仪最是讨厌这种骗子卖家 他轻轻拽了拽陈天的衣角 压低了嗓音提醒道 这都是地摊上的套路 你可不要上当 别说现在不可能有盗墓的 就算是真有 人家还能衣服都不换 带着一身的泥土就来卖宝贝了 这笔小说里还敢编呢 陈天也是明白 这样的大多都是骗子之流 就是骗一些心里有贪欲的人 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会昏头昏脑的上当 不过陈天倒是无所谓 毕竟他现在可是有慧眼石珠功能 想要在他面前造假 那不就是挑战系统的威信吗 想到这里 陈天眨了眨眼睛 对着贪主说道 去看一眼也无妨 唐星仪在后面听到了 也是连忙跟上 生怕陈天会被骗 贪主倒是高兴得不行 他连忙带着二人 朝着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走去 三人走到了围墙的夹角处 贪主先是四下里看了看 反复确定没有人后 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包裹 这一掀开 立刻就露出了里面的各种东西 陈天一看 顿时一乐 这包不大 但是装的东西 还真是不少 有好几个瓷器 还有珠宝和一些玉器 上面都沾着土块呢 真的像是刚挖出来的样子 陈天强忍住笑意 特么的这么多假货 果然是个骗子 唐星仪倒是挺有耐心 蹲在那里很认真地看着 这些东西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货 他赶紧给陈天使了个眼色 站在一旁的摊主 倒是没注意到二人的互动 他还装模作样地四下里看着 嘴里不断地催促着 这可都是好东西 两位要是看上什么了 可要快点选 要是一会让识货的人看到了 二人可就错失良机了 陈天就像是没听到似的 还在那里好争以侠地看着 忽然 他看到了被压在最下面的几个股钱币 顿时一愣 这 陈天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其中两个钱币 陷入了深思 别看这两个钱币 完全被黑泥包裹住了 但是陈天还是一眼就看出来 这两个股钱币 一个是咸丰通宝 咸丰通宝 绝对是存实孤品 而且陈天看得出来 这一枚的保存 还是相当完好的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来说 最起码也要两百多万 像是唐星仪这种 做古董起家的人 要是好好地包装一下 拍出更高的价格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古董这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 要找到欣赏它价值的主人 另外一枚也是相当厉害 是清代重宝大清宝符 这是宝符局的施珠样钱 是股钱币业内有名的 海市真品 也正是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少见 所以这个摊主才没有认出来 反而是呼上了泥巴 在这里装古董呢 这一枚的保存程度 估价三百万 肯定是保守的价格 这两枚的价值加在一起 没有五百万 根本不可能出售 陈天看着面前贼眉鼠眼的摊主 尤其是感受着 对方想要宰肥羊的眼神 眼珠子一转 十分遗憾地说道 这么多好东西 我可买不起 我手机里就剩一百了 能买什么 一百 听到陈天的话 那位摊主的眼珠子 都快要瞪出来了 他的内心里 仿佛奔腾着上万只草泥马 这两个人穿得这么好 结果居然穷成这样 这么点钱 也好意思来古玩市场里赚 是来搞笑的吗 不过一声叹息之后 摊主也不愿意白白浪费精力 毕竟自己这一兜子东西 也就是一百来块钱的样子 随便卖一样 换一百块钱 就当是买和烟抽抽好了 毕竟这都下午了 好歹开个章不是 想到这里 摊主直接说道 一百块钱 好的你可挑不了 要不是我看 小兄弟你特别顺眼 一百块钱 都不够我给你看看 这些宝贝的挑费 陈天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笑意 他眨了眨眼睛 说道 大物件我也不敢想 要不我挑十枚铜钱可以吗 摊主一听 想着那些铜钱也不值钱 别说一百块钱了 十块钱都能进一兜子 不过摊主还在这里耍着心眼 他生怕陈天一会 还要讨价还价 直接来了个一口价 我这东西都是真东西 一百块钱就想挑十枚 可是太多了 这样吧 咱们就当交个朋友 我让你挑两枚吧 陈天乐乐 他本来想要的 就是那两枚好东西呢 他直接拿出那两枚铜钱来 在摊主面前晃了晃 反正上面忽满了黑泥 陈天也不怕对方看出什么端泥来 骗子看着 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挑假的都不能挑个干净点的 真的以为护上点泥巴 就是土里刚刚掏出来的真家伙 太天真了 唐欣怡在旁边看着那两枚黑漆漆的铜钱 也是一脸的无语 他无奈地瞥了陈天一眼 一百就买了两个脏兮兮的玩意 不过只要一百块钱 两个人也不太当回事 陈天当场给摊主转了账 摊主看着到了微信里的钱 笑眯眯地说道 好嘞 下次你们有机会再过来的时候 再来找我 我带你们看更好的东西 唐欣怡看着两个人转完账 也是没办法 他直接拉起陈天就走 还下次再来 再来被你骗吗 唐欣怡拉着陈天走远了一些 才无奈地对他说道 你被他给骗了 不过好在 就一百块钱 你就全当这一百块钱 买了个教训吧 不过让唐欣怡没想到的是 陈天倒是挺喜欢这两枚股钱币 一直拿在手里把玩着 唐欣怡见状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这么简单就被骗了 不过幸好是一百块钱 要是多了 自己非拦住 陈天不可 你来桃园做什么的 唐欣怡拽了拽陈天的衣袖 无奈地开口问道 陈天直接回答道 我想买东西送人 准备去看看玉石什么的 唐欣怡美眸一番 拉长了声音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我家店里买吧 我家在这里开了一家玉石店 带你去转转 听到唐欣怡的话 陈天终于舍得抬起头来 他看了唐欣怡一眼 说道 不早说 咱们直接去吧 我是不忍心看你 再继续上当受骗了 唐欣怡斜着眼睛 迷了陈天一眼 冷哼着说道 上当受骗 陈天看了看手心里的铜币 要都是这样的监货 他巴不得呀 两个人一牵一后地走着 他们穿过了长长的摊位区 静止走向了后面的商铺区域 唐欣怡歪头看向陈天 好心地介绍道 你要是想买好东西 还是要到这边的商铺区域来 到时候 我给你介绍两家不错的 那边只卖真货 就算是你不懂 也不会买到假东西 陈天知道 唐欣怡是一脸好心 他也是笑了笑 没有说话 很快 两个人就来到了唐欣怡的店铺 古深古色的店铺装修 门前挂了两个很大的红色灯笼 上面用金色丝线勾勒着各种异寿 看起来非常精致 一个巨大的牌匾挂在门上 上书三个大字 博玉斋 陈天看着游龙细缝一般的字体 也是微微点头 确实很不错 而且 牌匾明显是经过擦拭 上面纤尘不染 气色更是锦实饱满 一看就是保养有佳 看得出来 无论是店主 还是这里工作的人 都是很讲究的人 店铺里面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卖过高高的门槛 一入眼 就是石墓的通天柜 上面摆着不少精美的玉石 更多的 还是已经雕刻好的玉石摆件 个个看起来活灵活现 十分灵动 陈天大概地看了看 唐欣怡家的玉石店面积很大 看得出来 除了前厅200平的面积 后面明显还有大片的空地的院落 这在这条街上 也算得上顶尖大小的店铺了 掌柜的正在柜台里面看着账本 看到唐欣怡和陈天进来 赶忙迎了出来 十分恭敬地说道 小姐 您来了 唐欣怡点点头 她坐到桌前 熟练地拿起桌上的茶具 开始泡茶 陈天则是在店里四处看着 毕竟是来挑礼物的 也得好好看一看才是 这一圈逛下来 陈天发现 唐欣怡家玉石店的雕刻师傅 手艺惊人 做出来的东西 带着一股灵气 怪不得生意兴隆 陈天最后挑了一个不小的玉葫芦 玉石的颜色翠绿 水头也足 是一件上好的摆件 送礼物 自然不能送单数 陈天又挑了一只上好的玉手镯 无论是颜色和水头 都是极好的 陈天满意地看着自己挑出来的东西 对着掌柜说道 刀把这两个包起来 谢谢 陈天是唐欣怡亲自带来的客人 掌柜的自然不敢怠慢 连忙取下来两个玉器 上面还有金色的丝巾 包装绝对上档次 配上里面精美的摆件 是绰绰有余的 这两个多少钱 陈天看向唐欣怡 开始问起价格来 唐欣怡抬眼看了下 陈天挑选的玉器 不由得眉头一挑 说道 你可真会挑 这都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东西 玉器的挑选 不只是玉石底料的选择 更是考验雕刻师傅的手艺 以及对于颜色的运用和审美 这些条件 那是缺一不可的 唐欣怡想起 之前陈天帮自己煎药 还帮他做饭的事情 心里一暖 直接说道 你拿走吧 不要钱了 陈天朝着唐欣怡 竖起了大拇指 称赞道 真不愧是唐大小剑 真大方 不过 陈天也不会白收人家的好处 他想了想 将手里的两枚铜钱 递向唐欣怡 你这么大气 我也不能差了 这两个小玩意给你了 这东西 可值不少钱 好好保存 按照陈天的这个说法 这两个铜钱 全当是顶了这两件玉器的钱了 唐欣怡翻了个白眼 有些嫌弃地看着两枚钱币 心里暗暗地想到 这两件玉器 足有两三百万 你拿着一百的东西给我 还一副给你 是你赚了的样子 真的好吗 虽然心里吐槽着 不过唐欣怡 还是欣然地接下了钱币 好歹是陈天的一份心意 也不能伤了人家的心不是 陈天看着唐欣怡收下 他拿起两个锦盒 笑呵呵地说道 那成 东西我就拿走了 说完 陈天拿上东西就离开了 唐欣怡看着陈天离开的背影 手里泡茶的动作 倒是没有停下来 只不过唐欣怡的思绪 有些飘了出去 回想着刚才陈天的样子 直接给气笑了 茶水的辛香味道 已经在店铺内荡开 满室的茶香 令人精神一振 唐欣怡慢慢地品着茶 目光又落回了 桌上的两个古钱币上 如果按照唐欣怡的身家来说 这样的两枚古钱币 完全入不了他的眼 不过对于唐欣怡来说 这两枚铜钱 倒是有那么一点特殊的意义 这怎么也算是 陈天第一次送他东西 管他什么价值 主要是心意 想到这里 唐欣怡的眉眼一弯 嘴角上不自觉地 扬起一抹弧度 看起来滋味很甜 唐欣怡随即看向掌柜的 笑眯眯地说道 把我把爷爷收拾古董的工具拿来吧 我要用一下 掌柜的一听到 自家大小剑的要求 自然是忙不迭地印了下来 说道 是的 大小剑 我现在就去拿 很快 掌柜就拿着一个工具箱折返回来 唐欣怡取出来一个小毛刷 一点点地清理着 古钱币里面的黑泥 掌柜的熟悉各种玉石 但是对于古钱币研究不多 只认识一些比较常见的 看着唐欣怡不停清理的两枚 有点认不出来 不过 看到自家大小姐这么认真 老掌柜也是一脸的欣慰 在旁边小心地伺候着 有的地方需要仔细地清理 看到要换工具的时候 那边的老掌柜已经挑选出来 直接递到了大小姐手里 大部分的黑泥都已经被包去 还剩下细节上的 需要非常仔细地清理 否则一旦在钱币的表面上 弄出痕迹来 那么这枚古钱币的价值 都会大打折扣 唐欣怡虽然心里不看好 这两枚古钱币 但是操作起来的细节程度 完全是当成国宝及宝贝来 小心试弄的 她宁愿多浪费一点时间在清理上 也不愿意弄掉上面 自然产生的岁月痕迹 唐欣怡一边清理着 还不忘记提鼻子闻了闻 喃喃自语式地说道 还行 没有明显的化学药品的味道 还不至于假的那么明显 就在唐欣怡一心清理古钱币的时候 一个老人家也迈步走进了博育斋 掌柜的耳聪目明 一听到脚步声 连忙朝着门口望去 就看到一个穿着宝蓝色糖装的老者 鹤发童年 尤其是一双眼睛 完全不似普通老年人一般的浑浊 只觉得一阵阵的清透 老人家的手里 捏着一个满天星手串 一脸的慈眉扇目 虽然看不上很和善的样子 但是一身气势十分沉稳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掌柜的 一看老人家出现 立刻笑着迎了上来 老燕 您也过来了 眼前的这位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博育斋的老板 也是唐欣怡的爷爷 唐梅 唐梅似乎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自家孙女的身影 顿时喜上眉梢 她已经闻到了茶香味 唐梅可是茶中饕铁客 否则自己也不会常年经营茶院了 你看看 这不是巧了吗 我正想喝大孙女泡的茶 就撞在一起了 唐梅哈哈大笑着 老人家虽然上了些年纪 但是明显底气十足 说话的声音很大 站在店里说 恐怕门外好几米远都能听得清楚 唐欣怡听到爷爷的声音 这才舍得抬眸看了一眼 爷爷 茶刚刚起好 让掌柜的给您倒吧 我在弄东西 手不干净 唐欣怡看着爷爷甜甜一笑 解释了两句后 又埋头继续着手头上的动作 看到孙女这么认真的样子 唐梅也是不禁挑了挑眉 打去道 我得看看 我家大孙女在忙些什么 唐欣怡是唐梅亲自教出来的孩子 自然是清心传授 唐欣怡也是争气 学得有模有样 也正是从小就经营在这一行 唐欣怡的眼光是十分高的 一般的东西根本入不了她的眼 现在居然这么仔细地清理 难道是什么稀罕玩意 唐梅也是同心不明 伸着头看着她清理出来的那些黑迷 顿时一乐 你这是去淘东西了 唐欣怡头也没抬 轻轻摇摇头回答道 不是 这是朋友送的 朋友送的 唐梅文言 朝着唐欣怡正清理的钱币看了一眼 顿时一愣 这这这 唐梅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直接一把将钱币拿在了手上 仔细地关瞧着 看到爷爷这么粗暴地抢走了钱币 唐欣怡十分无奈地看向老爷子 开口问道 怎么了 爷爷 唐欣怡原本还以为爷爷是和自己闹着玩 但是一抬头 看着爷爷一脸认真的模样 顿时意识到老人家这是认真的 想到这里 唐欣怡也是一漏 难道说 爷爷认出来 这钱币有什么价值吗 唐梅完全没注意到 孙女惊讶的眼神 她的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手里的这一枚钱币 看着钱币后背的大清一百字样 唐梅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了 这可是绝世古品啊 这样的一枚咸风通宝 最起码也要值个两百多万 最重要的就是 这在股玩市场上 绝对是撒手眉的硬通货 要知道 股玩市场的股钱币收藏 是一块非常大的市场 因为股钱币的价值良有不齐 所以 无论是刚入门的收藏者 还是一些大老级别的股玩界大咖 那都是可以入门的 这么稀有的钱币 那绝对是真品啊 唐梅激动不已 连忙将这枚咸风通宝的价值 说了出来 这可是市面上找不到的好玩意 号称大清一百钱 这枚保存得真是太好了 比之前拍卖了两百多万的那一枚 可精致多了 本身就是因为存适量携手 而非常值钱的钱币 所以即使是品相一般 照样可以拍出极高的价格来 但是像这一枚保存得这么好 那价格绝对是水涨船高 尤其是一些比较挑剔的大老收藏家 为了得到一枚可以入眼的稀有钱币 那绝对是不惜千金的 唐欣一听着爷爷的话 俏丽的小脸明显有些错愕 他眨了眨眼睛 将另外一枚钱币也递了上去 开口说道 爷爷 你再看看这一枚 是什么钱币 唐梅听到了孙女的话 先是小心翼翼地放好那枚大清一百钱 这才拿起来另一枚 在手里看着 当他看清楚上面的咸风中宝几个字后 整个人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瞬间瞪大了眼睛 唐梅感觉自己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枚钱币 但是 有着多年鉴定经验的他 非常确定 这一枚钱币 就是清代中宝大清宝符 不仅是如此 这还是最为稀有的那种 宝符觉得是助养钱 也正是因为属于绝世孤品 所以价值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刚才那一枚价值两百多万 这一枚 最少也要价值三百多万了 这绝对是钱币界的天花板 是花钱都找不到的好东西 唐星怡听着爷爷的话 也是完全被话里的内容给震惊了 这两枚铜钱 居然这么值钱 别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唐星怡可是清清楚楚 这样五百多万价值的东西 可是陈天拿了一百块钱 就换回来的 到了这个时候 唐星怡对于陈天的表现 更是震撼不已 之前在车上的时候 陈天说他看得出来 唐星怡还以为他是嘴硬装出来的 但是这么看来的话 陈天是真的很懂啊 竟然连爷爷都没有见过的 是铸银钱 都被他直接看出来价值 这说明什么 说明 陈天在古董一行的造诣 很可能比自己要高得多 想到自己的家学 硬是比不过陈天 唐星怡的心里一阵沮丧 不过这样的情绪只是一瞬间 下一刻 唐星怡忽然摇头轻笑起来 自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 之前在自家茶庄的时候 陈天所展现出来的茶艺 那可是超越了自己很多的 甚至是一开口 就点出来他的问题所在 这样的人 真的是 让人嫉妒不起来 毕竟差距小 有追上的可能性 才有可能产生嫉妒的情绪 如果像陈天这样 直接顶到头的大楼 只让人生出 想要膜拜的心情啊 唐星怡强压住心头的震撼 她这时候忽然想起来 直接陈天露出来的表情 这 真的是她赚了 毕竟自己送给陈天的玉石 不过就是两百多万而已 而且她家的玉石 说起来只是卖出的价格 至于成本 肯定不能和陈天 给她的铜钱相比 唐梅对这两枚钱币 可以说是爱不释手 意识到这两枚钱币的价值 她特意取来了手套 才敢拿在手上 不停地关桥着 生怕自己的手汗 会对钱币产生不好的影响 唐星怡看着爷爷的样子 只觉得一颗小心脏 扑通扑通快速地跳动着 她万万也没有想到 陈天送给自己的两枚钱币 居然有这样的价值 想起自己之前 还嘲笑陈天花一百块钱 买了教训 唐星怡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躲着再也不出来 亏她还顶着 唐家大小家的名号 号称要帮着陈天掌眼呢 结果却让陈天 直接给上了一颗 唐梅这时候 也终于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她看着自家孙女 黑黑笑着 开口商量道 星怡啊 你说这是你朋友送你的 要不然 你送给爷爷吧 唐梅是真的很喜欢 这两枚珍贵的古钱币 要是能得到这两枚的话 自己又能在几个 老朋友面前 好好地吹吹牛了 这么稀有的古钱币 自己都能搞到手 还不气死那几个老伙计 想到这里 唐梅的心里 更是抓心脑干的难受 不行 一定得想办法拿下 唐星怡一看到 爷爷眉飞色舞的样子 立刻就翻了一个白眼 爷爷的那点小心思 她还能不知道吗 要是自己收来的东西 唐星怡看到爷爷这么喜欢 肯定就一口答应了 但是 这可是陈天的东西 虽然说自己之前 不知道收下了 现在知道了 怎么也不能昧着良心收下 就像爷爷所说的 这么珍贵的东西 唐星怡怎么好意思收下 唐星怡想了想 直接摇了摇头 拒绝道 不行 我这还是要还回去的 一边说着 唐星怡生怕爷爷 再生出其他想法来 干脆掏出手机 给陈天打了电话 陈天很快就接了起来 在电话那头淡笑着问道 唐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有事 唐星怡听到陈天的声音 心里莫名地移动 她连忙开口说道 陈天 你那两枚 钱比你拿回去吧 我不能要 听到唐星怡说要还给自己 陈天明显愣了一下 你不知道 这个东西的价值啊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不是都说 唐家是一直经营古董行的吗 这都没看出来吗 唐星怡 别骂了别骂了 不是有句古话说得好 老鹰也有打眼的时候 陈天听出唐星怡的郁闷 哈哈一笑 开口说道 不用 还什么华呀 我这不是和你换的吗 虽然说两件玉器的价值 比不上两枚股钱币 但是玉器玩的 本来就是新头号 尤其是玉葫芦的雕工和审美 完全都超越了一般的作品 这样的好东西 陈天还是很满意的 所以说 拿来交换 也不算是吃亏 行了 剩下的 就当我感谢你送我的点心吧 陈天笑呵呵地开了口 赌上了唐星怡 还要开口的想法 毕竟唐家大小姐 亲自做的点心 也不能太掉价不是 唐星怡听到陈天这么说 顿时一乐 开口说道 行 以后你的点心 我都包了 这已经不是钱不钱的事了 陈天这么大方 她唐星怡自然也不能小气 两个人又说了两句后 就挂断了电话 唐梅一直在旁边看着 看到孙女挂断了电话 连忙问道 怎么样 人家没要回去吧 没要回去 唐星怡一边说着 一边轻轻摇了摇头 感受到爷爷啄啄的目光 唐星怡在老爷子开口之前 抢先将两枚钱币拿走了 还一脸笑嘻嘻地对爷爷说道 这是人家送给的 爷爷 你就别想了 这可是陈天第一次送自己的礼物 而且还价值这么高 唐星怡挂电话的时候 就已经打定了主意 肯定要自己收藏起来 唐梅 你自己不想要的 怎么还不能转送给我呢 果然啊 孙女大了 不由爷爷了 看来这一次 自己不只是没得到股钱币 连孙女都要配进去了 老掌柜在旁边也是双眸闪亮 一脸的八卦 听着刚才大小姐打电话的意思 这是要点心传情了 有内容啊 唐星怡可不知道他们的想法 他拿着股钱避出了店铺 准备去淘个漂亮的盒子 好好保存起来 此时的陈天拿着两个锦盒 他打了一辆车 直接返回了家里面 刚放好东西 陈天就听到门口传来一阵狂吠声 他走出去一看 居然是苏天晴 骑着他的摩托车过来了 一看到是苏天晴 陈天赶紧给他打开了大门 将他迎了进来 陈天打量着苏天晴 随口问道 怎么不在医院照顾阿姨 有事 苏天晴连忙摆摆手 他将摩托车在院子里停好 走到陈天的面前 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很认真地说道 陈先生 我已经不知道 要怎么感谢您了 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无偿地送了他高年份的人生 自己刚刚答应给陈天工作 直到他有需要 立刻给了他一张一百万的银行卡 更不要说 陈天给自己的强身药剂 让老母亲虚弱的身体 一下子就好转了 苏天晴出来的时候 老母亲已经能自己走动了 这份情意 苏天晴感觉自己根本无以为报 说完 苏天晴直接掏出了那张银行卡 说道 陈先生 我妈已经快要出院了 这张卡还给您 我补交了一部分医疗费 用了的那一部分钱 从我的工资里面扣 陈天并没有去接银行卡 而是看着面前的苏天晴 直接说道 这钱你拿着用就好 看到陈天居然这么信任自己 苏天晴的心里 也是非常感动的 居然遇到了这么好的老板 自己也太有福气了 老板 您需要我做点什么 您尽管吩咐 苏天晴已经改了口 目光灼灼地看向陈天 陈天想了想 回答道 我原本的打算 是让你当我的保镖 但是我现在应该 也受不到什么伤害 你先给我当司机吧 虽然说是司机 但是福利待遇不变 以后时间久了 工资待遇还会增长 苏天晴连忙摆摆手 那给陈天这么好的人工作 已经是自己的福气了 可不敢奢望太多 再说了 能拿五万块钱一个月 已经是苏天晴 想都不敢想的待遇了 陈天看着面前的苏天晴 冷不丁地开口询问道 对了 你身边还有没有 你这样的人 苏天晴点了点头 轻声回答道 倒是有两个 跟我一起复原的 应该也没有找到工作 虽然他们身手不错 但是在社会上找工作 也不是上场打架 他们的优势 完全使不出来 也是四处碰壁 陈天文言 直接对苏天晴说道 这样 你帮我去问问他们 愿不愿意给我工作 工资待遇的话 和你一样 绝对不会亏待他们 听到陈天这样说 苏天晴连忙点头答应了下来 好 我回去了就去问问 到时候给您消息 苏天晴刚说的事情都说完了 他还要赶回去医院照顾老母亲 便对陈天说道 老板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有事情的话 随时给我电话 陈天送着苏天晴 朝着外面走去 目送着对方 骑着摩托车离开 将大门关好 陈天给斗牛犬 拿了一个罐头喂给他吃 随即拿出手机 给表妹苏芷熙打去了电话 苏芷熙很快就接起了电话 知道对面是表哥 立刻高兴地说道 表哥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陈天听着表妹甜美中 略带撒娇的声音 直接说道 明天不是就放假了吗 傍晚咱们回去看看小姨和小姨父吧 好啊 一听说陈天要带着自己回家去 苏芷熙立刻高兴地应了下来 小丫头早就想回家看看了 能蹭着车回去 她巴不得呢 陈天忍不住轻笑出声 这个小丫头还是这么可爱 那行 到时候我去接你 两个人说定之后 又闲聊了一会 便挂断了电话 陈天回到家里休息了一会 等到快要吃完饭的时候 便开车直接去了一号别墅 这个时候开车回去 刚好遇到晚高峰 陈天在路上耽误了一点时间 才回到天府城 开车进入别墅区的时候 才发现 一号别墅里已经灯火通明 就像是大海里 给人指明方向的灯塔一样 亮着让人安心的光 陈天看着这样的画面 嘴角上不由地扬起了一抹微笑 这 就是家的感觉吧 陈天走进一号别墅的时候 就看到张书瑶已经换上了居家服 正端着菜往餐桌上放着 看到陈天进来 张书瑶的脸上一洗 十分温柔地说道 你回来了 时间刚刚好 可以洗洗手吃饭了 陈天心里一暖 他垂眸一笑 说道 好 张书瑶做的就是简单的家常菜 他的手艺也不能和陈天的神级厨艺相比 但是味道也不错 有一种家的味道 两个人吃完饭 陈天帮着张书瑶清理了餐具 两个人搂搂搂搂的 在厨房里有说有笑地整理好了一切 看到张书瑶全都打理好 陈天一把将他公主抱在了怀里 惹来张书瑶的一声轻呼 你干嘛 吓我一跳 张书瑶撒娇时地说着 说话的声音绵软的 就像是一只软绵绵的小猫咪 砸在陈天胸口处的小粉拳 更是没有一丝力道 像是挠痒似的 陈天在张书瑶的额头上落下一吻 声音低沉沙哑 干 张书瑶闻言一愣 随即意识到了什么 翘脸疼得一下子红了起来 这个坏蛋 开起车来猝不及防 张书瑶已经来不及多想 陈天已经抱着他 走进了卧室 一番云语 呼声持续了很久 等到一切终于风平浪静后 陈天一边帮张书瑶 整理着病边的乱发 一边说道 明天我要去淋水试一趟 过一段时间就回来 好 张书瑶十分乖巧地说着 两个人相拥着 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因为张书瑶也休息的缘故 两个人直接睡到自然醒 起床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正吃着陈天准备的早饭时 陈天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之前在店里定制的衣服 已经送了过来 通知陈天今天可以去取 两个人简单地吃完了早饭后 陈天带着张书瑶一起 准备去取衣服 看到门口停放着的 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 张书瑶明显愣了一下 这辆车看起来更加拉风和帅气 他随手拍了照片后 坐进了车里 和陈天一起朝着万达广场而去 在路上的时候 张书瑶还搜到了 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的资料 看着上面八千万的定价 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提上意的奔驰大计防弹版 光是昨天送给自己的 马沙拉蒂总裁定制版 和这辆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 就已经是一亿三千万了 自己这位曾经的学弟 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这得是什么样的资产 才能经得起这样的挥霍 想到这里 张书瑶看向了身边 认真开车的陈天 看着他帅气的面旁 早就忘了刚才的那些震撼情绪 只要是能和他待在一起 是不是有钱 有多少钱 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此时的阿玛尼店中 工作人员们围着摊开 摆放着的一套套定制版服装 心里充满了震撼 店长深深的一口气 强压住心里的情绪 大声地说道 你们都打起精神来 好好检查好以前的细节 哪怕是有一丝一毫的问题 都绝对不能交到客人的手里 明白吗 这可是他们家最顶级的 高级定制服务 那都是皇家御用的等级 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的瑕疵 顶级高定的意义就在于 绝对的完美 工作人员们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大家都是用力点点头 开始检查起面前的衣服来 任何一点的瑕疵 或者是污渍 都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他们的手上都戴着丝制手套 即使是如此 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也不被允许多触碰这样的高级定制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小心翼翼 不敢错漏 哪怕是一点的细节 他们做好自己的检查后 纷纷执起身体 语气里仍然是满满的震惊 能买得起这样衣服的人 都是什么人啊 肯定是有钱人啊 而且是全球排的上号的顶级富豪 也只有他们那种人 才能把这么多钱 只当成是数字吧 这样的高定 本来就不是给一般人穿的 你们想想 黄世御用的手艺 一般人怎么可能穿得起 这时候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直起了腰 衣服都已经检查完毕 没有任何的问题 此时的店长 已经早早地恭候在店门口 翘首以待 毕竟这样尊贵的客人 必须是最好的接待 说是帝王级 也是毫不夸张 店长已经站了几个小时 但是他的脸上 看不到一点的不耐烦 旁边的那些导购小姐们 看着店长的样子 也早早地意识到 今天的这一位 一定是一位不平凡的客人 那些工作人员们 检查完衣服后 也是纷纷走到了前厅来 一起等待着沉天的到来 这时候的店里 已经有不少客人在里面选购着 他们看着这样的场面 全都惊待了 不少客人露出一脸疑惑的表情来 小声地议论着 这什么情况 难道是阿玛尼的总部 要来人视察吗 否则 怎么摆出这么大的阵仗来 那个站在最前面的 不是这家门店的店长吗 平时大客户来了 都不见他亲自出来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会是有什么 超级大户要过来吧 像电视剧里似的 直接扫电视购物 就在客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沉天带着张书瑶 已经来到了店里 店长一看到沉天出现 立刻就主动迎了上去 十分恭敬地招呼道 沉先生 您来了 其他的工作人员们 看到沉天和张书瑶 都被二人的高颜值 给震撼了一下 他们根本没想到 这样的顶级富豪 居然长得这么帅气 而且还这么年轻 工作人员们一边迎上来 一边偷偷打量着沉天和张书瑶 都被二人的顶级颜值给圈粉了 沉天看着众人都来迎接 只是淡淡地点点头 就跟在店长的身后 走进了店里 快去将沉先生的衣服都取出来 店长一边招呼着人 奉上热茶和点心 一边对着那些愣神的工作人员吩咐着 工作人员们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跑去了办公室 将那些定制服饰一件件地拿了出来 沉天简单地看了一下 发现这些衣服的剪裁和面料还不错 在场的工作人员 看着沉天淡淡的表情 心里如同掀起了惊涛骇浪一般 他们原本是想着 即使是沉天这样顶级的有钱人 看到这样精致完美的衣服 一定也是相当惊喜的 但是沉天自始自终 都是一副淡淡的模样 这样顶级的高定 居然也只是还好吗 工作人员们简直不敢想象 他们赶紧低下头去 不想被人看到他们大张的嘴巴 太失礼了 就在沉天和张书瑶 看着定制衣服的时候 外面走进来了几个富商模样的人 身上的衣服 一看就是手工西服 造价不菲 富商的身后跟着年轻女孩 听称呼 正是富商的女儿 立刻有导购小姐迎了上去 听着几位富商说话的口音 就能听得出来 他们应该都是外地过来的 和精灵本地的口音 有着很大的区别 富商的女儿 看着柜台上的衣服 也是明显一愣 立刻看向身边的导购小姐 问道 这些衣服好好看啊 卖吗 其他的富商也觉得衣服不错 朝着导购小姐望了过来 导购小姐一脸的歉意 他轻轻指了指陈天的方向 连忙解释道 不好意思 这些都是这位先生 给这位女士定制的 定制的 富商和他们的女儿 都是一脸的了然 也不说话了 继续在店里逛着 陈天看着桌上的那些衣服 指着其中一套 对着张书瑶说道 我看着这套还不错 你去试试看吧 张书瑶十分乖巧地点点头 立刻有工作人员拿上衣服 跟在张书瑶的身后 陪着她 朝着室衣间的方向走去 陈天找了位置坐下来 翻看着手机新闻 就在这个时候 张书瑶已经换好了衣服 从室衣间里走了出来 随着她的走出 整个店里忽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张书瑶所吸引 这一刻 她就是这里最亮的星星 一袭湖蓝色的长裙上 镶满了稀碎的钻石 在灯光的映射下 散发着熠熠光辉 衣服的剪裁十分合理 将张书瑶完美的身姿 完全展现了出来 鲜鲜细腰 简直不迎一握 可以充分激起男人的保护欲 张书瑶的皮肤 属于冷白皮 在这样的颜色映衬下 白的几乎快要发光 整个人缓缓走出来 就像是走出来的精灵公主一般 神秘又高贵 让人完全移不开视线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 屏住了呼吸 这简直太美了 超级漂亮 这样的出场 直接把负商的女儿看傻了 她看向张书瑶衣服的眼睛里 闪烁着细碎的光芒 负商女儿轻轻摇了摇老爸的手臂 低声说道 老爸 这件衣服好漂亮啊 我也想要 拥有这样的一条裙子 简直就是所有女生的梦想 负商的一双眼睛 几乎长在了张书瑶的身上 毛子里同样是惊艳不已 听到女儿的话 负商也是用力地点点头 对着女儿说道 好 咱们一会也定制 女儿也是大姑娘了 必须得有几件好衣服才行 只有这样高级的衣服 才配得上自己家的小棉袄 张书瑶试过衣服后 便将衣服换了下来 工作人员赶紧将衣服打包好 送到了陈天的手上 确定了衣服数量无误后 陈天和张书瑶携手走出了阿玛尼店 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二人离开的背影 负商看向了一边的店长 说道 我们也可以定制吗 店长十分有礼貌地点点头 不卑不亢地回答道 当然可以 不过因为我们这是顶级高定 所以需要燕姿 希望您配合 负商一听 脸上露出了不开心的表情 他紧紧地猝着眉头 不满地说道 不就是几件衣服吗 我们还买不起 瞧不起谁呢 其他的负商们文言 也是纷纷开口附和道 逛了这么多年奢侈品店 第一次见到 这么看不起人的店铺 我们就是定制一件衣服罢了 能花得了多少钱 还燕姿 几对谁呢 你们有必要给我们个合理的解释 要不然 我们一定投诉你们 店长朝着几位负商 轻轻一点头 很有耐心地开口解释道 几位 刚才那一套 是我们最顶尖的设计团队 为高端客户量身定制的服装 进行裁剪的团队 都是皇家御用的师傅 保证每一寸 都是最完美的缝制 也正是因为足够精致 而且这样的衣服 只能手工缝制 所以一件衣服的定价是500万 就是因为价格昂贵 所以他们店里有规定 定制衣服的客户 必须进行验资 店长说到这里 朝着几人歉意的一笑 希望几位能理解 这是我们总部发出的规定 富商直接惊呆了 他们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 多少 500万一件 这么多钱 就买一件衣服 就那么一条裙子 也就是好看那么一点而已 居然就有500万 几位富商们忽然想起 刚才陈天他们 可是定制了满满一柜台啊 那么多件 得多少钱啊 就在富商愣证不已的时候 富商的女儿 还处于震惊中 没有反应过来 这也太贵了吧 他们家里虽然也很有钱 但是也没见过这样的阵仗 500万一件 太夸张了 完全穿不起 店长招呼着几位富商 礼貌地说道 几位还要定制吗 可以来我办公室弄手续 富商想着500万的天价 连忙摆摆手 带着自家女儿赶紧走了 其他富商也没了 逛下去的想法 根本不敢停留 跟上走出那位富商的脚步 心里的震撼 已经掀起滔天巨浪 什么叫有钱人 这才叫有钱人啊 他们这点钱 顶多算是刚刚脱贫的穷人罢了 陈天在张书瑶的陪同下 又给表妹苏芷熙挑了一些东西 看着手里已经买好的东西 陈天对张书瑶说道 我一会送你回一号别墅 然后我就准备出发了 有事情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张书瑶闻言 虽然不舍得 不过还是听话的点点头 陈天先是将张书瑶送到了家里 随后给苏天晴打了电话 让他去家里等自己 苏天晴连忙答应了下来 随后说道 老板 我给你找了两个人 方便带过来给你看看吗 那两个人也是他的战友 听说是跟着苏天晴一起 一副孔无有力的模样 两个人一个长得冷酷些 一个长得很老实 看到陈天朝着他们望过去 也是很恭敬地 和陈天打着招呼 陈天点点头 直接对着二人说道 具体的待遇 天晴应该和你们说了吧 我今天正好要出去 你们跟我一起吧 一边说着 陈天带着几人走进了院子里 指着几辆车说道 天晴 你开着这辆车送我吧 天南 你和刘猛开着这两辆吧 陈天指着的 正是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以及阿斯顿马丁和帕加尼峰之子 看着陈天院子里停放着的车子 正天南和刘猛完全都梦了 这么贵的车子 上来就给他们开 什么叫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这就叫 感受着陈天的这份信任 正天南和刘猛也是心里一阵感动 立刻听话地钻进了车里 苏天晴开着劳斯莱斯幻影家常版 载着陈天 在前面带路 后面跟着两辆超跑 虽然是家常版的劳斯莱斯 但是苏天晴仍然开得十分安稳 这让陈天十分满意 三辆车静直朝着苏芷熙的学校开去 此时的学校之中 刚刚下了最后一堂课 刘磊拿着一根雪糕 一脸谄媚地走到苏芷熙的面前 说道 苏姐 天气这么热 给你雪糕吃 最近这一段时间里 刘磊和他的富二代团们 可是收敛了不少 毕竟陈天的惊吓还有在眼前 刘磊也收起了对苏芷熙的心思 毕竟这样的大老表妹 她是完全配不上的 但是这并不耽误 他们和苏芷熙搞好关系 现在的刘磊等人 那是对苏芷熙安前马后 一副苏芷熙小马仔的样子 这不 才一下课 刘磊立刻送上了雪糕 来讨好苏芷熙 苏芷熙摆了摆手 直接拒绝道 不用 你们不用跟着我了 一会表哥就过来了 要是看到他们这么安前马后的 说不定又要以为 他们打什么坏主意了 刘磊闻言 直接看着他旁边 两个青年 大声地赤道 没听到苏姐的话吗 叫你们不用跟着了 苏芷熙 这个刘磊 真的是够了 怎么跟个假传圣旨的公共似的 想到这里 苏芷熙翻了个白眼 直言道 还有你 刘磊 还有我的吗 我这么专业的小马仔 难道还爱眼了吗 旁边的苏芷熙摄友们 看着刘磊一脸受伤的样子 顿时捂着嘴巴笑出声来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远远地瞧见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朝着他们的方向开来 一看到这辆车的出现 刘磊还有苏芷熙摄友 都是心中一颤 眼睛瞬间瞪大 直勾勾地望着 完全说不出话来 这车 可不是一般人能坐的呀 该不会 众人想到这里 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 心里都有了一丝猜测 只嘎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停在众人的身前 车门被推开 陈天走了下来 陈天看着站在苏芷熙旁边的刘磊 眉头微微一皱 看到陈天皱起了眉头 刘磊顿时吓得差点尿了 刘磊脸脸色明显一白 几乎快要哭出来了 赶紧开口解释道 大哥 我只是给苏姐送点东西 陈天的眼神有点可怕 但是她真的没有其他想法了 淡淡地扫了流泪一眼 确定对方没有撒谎后 陈天这才看向苏芷熙 与其立刻变得温柔起来 芷熙 咱们直接走吧 好啊 苏芷熙很是高兴地点点头 她看向陈天 说道 表哥 你送我去趟宿舍吧 我给爸妈买了东西呢 看着小丫头兴奋的样子 陈天满眼的宠蜜 直接说道 不用 我这边都带齐了 咱们直接出发 一边说着 陈天伸出手 先护着苏芷熙上了车 这才钻进了车里 苏芷熙放下车窗 对着几个摄友招招手 告别道 那我就先走了 回来的时候 给你们带好吃的 说完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已经启动 朝着校园外面开去 只留下流泪和一众摄友 在风中久久不能平静 这辆车子 应该很贵吧 一个摄友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车前面的小金人标志 他可是认识的 那是世界上最贵的豪车品牌车标 刘磊的脸上露出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回答道 还行吧 也就是两亿多的样子 听到那几个摄友到西气的私声 刘磊再次补充道 这种定制款 可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那可是要经过层层的审查 才可以定制的 如果只是一般的富豪 想都不要想 就算是有钱 也不是谁都可以定制的顶级豪车 那是尊贵身份的象征 恐怕整个华夏 都找不出来第二辆 一众摄友们傻乎乎地站在原地 被刘磊的话震撼得不能附加 苏芷熙的表哥居然这么厉害 身份这么尊贵 这这这 他们只觉得大脑都有点转不动了 震的五脏六腑和脑袋 同时不好使了 众人齐齐地看向车子消失的方向 他们的眼睛里 闪烁着不可思议的光芒 此时的苏芷熙坐在车里 一脸的好奇 他伸出手臂 轻轻挽住了表哥的胳膊 轻声问道 哥 你这又换车了啊 陈天看着小丫头快要放光的眼睛 顿时一乐 反问道 怎么样 漂亮吗 苏芷熙用力地点点头 扎在脑后的马尾 不断地甩来甩去 像是跟着主人一起回答似的 漂亮已经形容不了这辆车的美 这简直就是太漂亮了 感受着身下座椅的柔软和舒适 还有各种精致的内饰 一双眼睛几乎不够用了 陈天看着小丫头摇摇头 他拉开旁边的一处木制小门 里面是一个车载的小型冰箱 明明并不大的小冰箱 但是随着门被拉开 立刻向外冒着冷气 陈天拿出一瓶果汁递给苏芷熙 一脸宠密地说道 我记得你以前 最是喜欢这个牌子的果汁 天气热 喝点解暑 苏芷熙看着手里的果汁 笑得眉眼弯弯 十分甜美 他就知道 表哥一向最疼自己了 苏芷熙一面喝着果汁 一面欣赏着车里的各种装置 真不愧是顶级的豪华轿车 里面的设施全得有些惊人 苏芷熙就像是在玩挖宝藏游戏一样 一边四处挖掘着新的功能 玩得不亦乐乎 苏天晴在前面安稳地开着车 三辆车子排成一列 朝着临水式的方向急驰着 路上不少司机都在第一时间 发现了这个三辆车组成的小车队 没办法 打头的这辆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实在是太吸睛了 就像是一个热辣的大美女一样 无论是走在哪里 既然是在黑夜中 也不妨碍他释放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开在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前面的车主 直接大喊一声悟嘲 额头上的冷汗都出来了 这么豪华的 车子开在自己的后面 这也太危险了 要是不小心出点问题 到时候 底裤都要赔进去 车主一边想着 一边快速地切换了车道 尽量给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让出足够的道路来 苏天晴安稳地驾驶着车辆 说实话 他开了这么久的车子 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让待遇 更不要说 现在是高速上了 车主目送着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的离开 这时候他才看到 这辆豪车的后面 居然还跟着两辆跑车 一辆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 另一台则是阿斯顿马丁 万七七 这这这 车主差点把眼睛瞪出来 要不是这里是高速公路的话 他真想停下车子拍个照 这 简直太拉风吧 两亿多的劳斯莱斯幻影定制版 用八千万和五千万的超跑来护送 好家伙 这车里坐的 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一辆神车50开在高速上 车主得意洋洋的 和副驾驶上的女朋友吹着牛 我为什么不换车 就算是那些豪车 在咱们神车50面前 一样被虐称渣渣 车主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在高速上 尽情地超过那些百万豪车 咱这小车 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飙上两百 那还是轻轻松松的 副驾驶上的女朋友年纪不大 被车主忽悠得有点上头 她朝着道路上看着 忽然指着后面的一辆车喊道 那里有一辆豪车 咱们就抄它 好嘞 您就瞧好吧 车主一边大声地应和着 一边用后视镜 朝着后面看去 当她看到后面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后 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 自己这是看到了什么 这样的顶级豪车 居然上了高速了 身旁的女朋友 还在一旁窜躲着 跃跃欲试地鼓励着 抄过她 这个车表我知道 小惊人嘛 顶级的豪车呢 车主的额头上已经冒了汗 她毫不犹豫地切成车道 朝着下方的服务区开去 在女朋友不解的询问声中 车主瞪大了眼睛 一脸惊恐地回答道 我的小祖宗 那可是家常定制版 我在豪车论坛上看过帖子 这样的车子价值两一起 咱们都理的这点钱 干点什么不好 咱们换辆豪车 让其他的神车 武林超我们不好吗 真要是出点刮蹭 把咱俩都加上 一样赔不起 不只是这一位车主 有这样的恐惧 一路上碰到的车主 几乎都是一样的反应 苏芷熙坐在及时的车上 高兴得不得了 她还是头一次坐上 开得这么稳的车子呢 这简直也太好了 完全感受不到颠簸感 看着道路两边的景色 快速向后掠去 苏芷熙拿出了手机 开始打电话给自己老妈 刘灵看到来电 显示是自己的女儿 连忙接起来电话 问道 芷熙 怎么了 听着老妈熟悉的声音 苏芷熙很是兴奋地回答道 妈 我回来了 你们在哪呢 刘灵听着女儿的话 明显一愣 你回来了 这丫头 之前打电话还说 没时间回来 怎么又忽然改变主意了 刘灵一边想着 一边开口说道 你先回家吧 我和你爸 还有你几个叔叔阿姨他们 在淋水大酒店吃饭呢 苏芷熙听着老妈的安排 担心老妈直接撂了电话 连忙说道 对了 表哥也跟着一起回来了 你说小天也回来了 他没找工作吗 一听到陈天回来了 刘灵明显惊喜万分 语调都不由地提高了几度 苏芷熙黑黑笑着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神秘兮兮地回答道 老妈 我们一会要 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刘灵很是高兴 想着一会 就要见到女儿和陈天 眼睛都开始发亮 你这丫头就会卖关子 还惊喜呢 你能有什么惊喜 苏芷熙立刻不满了起来 拿着电话不依不饶地说道 老妈 你要是这么说 可就有点看不起人了 自己怎么就没有惊喜了 难道你女儿趁着放假回家 就不惊喜了 我还是轻生的吗 听着女儿撒娇式的话语 刘灵也是不由地扬起了嘴角 她看着一桌子的熟人 小声地说道 行了 其他的等你到家了 再慢慢说吧 两个人又说了两句 苏芷熙就挂断了电话 看着收起手机的苏芷熙 陈天看着她 轻轻摇摇头 一边无奈地说道 你呀 还是这么古灵精怪 但是长得这么好看的小丫头 没事还要卖卖萌 真的让人很难招架啊 刘灵那边也挂断了电话 看着她放下手机 旁边的人立刻开口询问道 芷熙回来了 怎么这么个时候回来了 应该是因为放假了吧 刘灵说起女儿 也是一脸的笑意 眉梢眼角都带着温柔 坐在另一边的人 也是好奇地问道 你那个外甥 叫什么来着 哦 陈天 怎么样 找工作了吗 听到陈天的名字 其他人也是纷纷问了起来 陈天今年已经大学毕业了吧 我记得她上的那所大学 好像还不错来着 我记得 好像还是个一本 一本也要分学校的好不辣 现在人家都是 二十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呢 就连那些海外留学生 也是按堆措呢 哪里还有什么市场 对了 她打算找什么工作呀 你可得和她说 不要好高骛远 有什么工作先干着 一桌子的人 都发挥了自己的八卦本性 巴拉巴拉地说了一通 刘灵倒是表情淡淡地 轻声回答道 我也不太清楚 没有太关注 小天比我没有主意 随她去吧 真的不是刘灵不关心陈天 而是她想着 陈天毕竟已经这么大了 还是叫她自己拿主意比较好 刘灵非常相信陈天的为人 这样的好孩子 也走不到什么岔路上去 成龙成凤 她倒是没想过 只希望陈天可以平平安安 安安稳稳地度过一辈子 其他人看着刘灵 神色有些复杂和古怪 之前他们私下里就知道 刘灵的那个外甥 从小就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的 刘灵倒是个善良的人 自小就将这个孩子 带在身边养着 大多数时候 都是在她家待着的 刘灵对待她 更是视如己出 其实 面对这个孩子的出现 他们私下里 也是议论过不少次 他们都觉得 刘灵这个人 就是太行善了 硬是给家里 多加了这么一个累赘 要不是多养着一个男孩子 刘灵家的条件 肯定要比现在好上不少呢 不少人看向 刘灵老公苏江的目光里 充满了同情 好不容易家里有个男孩 还是别人家的孩子 养了这么久 连性质都不一样 有什么意思 不过这些话 他们也就是在心里想想 也不可能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 直接说出来 一时间 整个饭桌都是安静了下来 一个女人放下筷子 主动开口说道 林啊 你可要叫你那外甥奴奴力 小男孩吗 总要撑起来的 说着话 女人伸出手拍了拍 自己儿子的手 继续说道 你看现在林峰 现在已经在一个 玉石店做总监了 一年都一百多万呢 这不 刚买了一辆奥迪呢 说起自家的儿子 女人的话明显有些滔滔不绝 得意的语气 简直不要太明显 你那外甥 要是没什么出现 别说孝敬你了 没准还要靠着你呢 一个男孩子抚养长大 就已经够费劲了 更不要说 以后结婚生子 更是要不完的钱 在女人的眼里 陈天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能有什么出现 别说现在没有工作了 就算是找到了工作 也和自己家的儿子 没有一丁点的可比性 差得太远了 其他人一听 也是纷纷看向旁边的林峰 脸上带着羡慕的表情 林峰小的时候我就说过 这个孩子长大了 肯定有出息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听听人家这发展 可是太厉害了 这么年轻 就已经在玉石店坐上总监了 这可真是有本事啊 怪不得人家都说 英雄出少年呢 一年上百万的年薪 哎哟 人家一年赚我们十年的薪水 我们这是土长了年纪 本事一点没见长啊 小枫啊 你新买了奥迪 多少钱买的 听到有人问自己车子的价格 林峰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得意 但是还要装作 无所谓的语气回答道 没多少钱 也就五十来万 我这也是事业刚起步 不敢换太好的 慢慢来吧 众人文言 顿时瞪大了眼睛 我的乖乖 岂不就买五十多万的豪车了 这还不是太好 还想要换多好的车子 太厉害了 林峰满意地 看着众人的模样 表情淡淡地说道 我这也没什么厉害的 其实也就是运气好一点吧 周围的众人听着林峰的话 都是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纷纷开口说道 小枫这是太厉害了 才毕业没有多久的样子 就已经年薪百万了 以后的发展 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看看人家买的车子就知道了 一起步就是奥迪 以后我家孩子 能自费买个十几万的 我就知足了 现在这帮年轻人 能自己有本事的 可是太少了 小枫真是年轻人的榜样 这时候 一个女人看向了林峰的老爸林南天 夸赞道 说来说去 孩子能教育得这么好 林哥这个当爸爸的 肯定是首当其冲啊 以后啊 你们老两口 算是享福了 其他人就算是墙头草似的 一听到有人夸奖林南天 也开始称赞起来 林哥 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给我们讲讲你的经验呗 就是啊 我们先学学 这儿子是废了 但是可以从孙子 开始抓起啊 还是人家林哥有福气啊 看看人家这孩子 一毕业就直接享福了 还什么心都不用操 林南天满面红光 哈哈大笑起来 他摆了摆手 大声地说道 我也没怎么教育他 你们还不知道我吗 一直主张让孩子自由发展 主要还是 他自己努力 考上了985大学 然后自己也有主意 去做了玉石行业 咱家也不缺什么 就是让孩子自己去选择 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咱们当大人的 配合就是了 林南天的话一说完 立刻引来了不少人的嘖嘖声 这一家人 可是太厉害了 这时候 一个阿姨笑呵呵地看着林峰 开口说道 林峰 你看你琉林阿姨家的外甥也毕业了 能不能跟着你干 林峰一挑眉 他做得更加端正了一点 语气也有些居高临下地问道 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是985吗 林峰的眸子按了按 苦笑着答道 不是 旁边的小姨夫苏江认为 这倒是个好机会 也是主动开口为陈天争取着 虽然不是985 但是也是一个这儿八经的一本 你看 苏江想得挺简单 这样好的公司可以先进去 至于做什么 就靠陈天自己去发展了 林峰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不屑 笑着说道 叔叔你说什么呢 我们那店里面的 都是985高校毕业的 还有很多是国外留学的 一个一本的 可能当保安都不够资格 连个985都不是 还好意思叫人提鞋 恐怕提鞋都不配 看着小姨夫苏江难看的脸色 林峰也是丝毫不在意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啊 苏叔叔 我这个人 就是说话直白了一点 你也知道的 现在的这个社会 就是太看学历了 想跨越等级没问题 但是也得要自己有本事 有本钱不是 其他人听着林峰的话 也都是一阵默然 这话虽然说得不太好听 但是也是大实话 什么都不能怪 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谁让你没考上 985211呢 苏江和刘玲 也是一阵咬牙尴尬 听着自家的陈天 被这样践踏 他们的心里 自然是非常不舒服的 但是他们也清楚 人家说的没毛病 他们要是和个年轻人顶起来 恐怕今天更是要丢脸了 苏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看向众人 勉强地笑着说道 来来来 咱们先吃饭 他现在除了说一些别的 来缓解尴尬的气氛 也是不知道 怎么度过面前的尴尬 其他人 也是跟着嘻嘻哈哈起来 不少人都和林峰说着话 想着多拉一点关系 毕竟这样的年轻人 未来可期啊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帮得上忙呢 林峰完全无视了苏江和刘玲 他十分得意地说道 我们的玉石店 在灵水市发展不错 最近也准备向外扩张呢 你们知道精灵的唐氏玉石店吗 我们店最近打算和他们合作呢 唐氏玉石店 看着众人茫然的目光 林峰淡淡一笑 开始介绍起精灵唐家来 说起唐家 那在精灵 也是一个数得上的大家族 人家的主要经历 就是放在古董玉石上呢 而且唐家还经营着不少的高级茶院 许多城市的茶叶生意 都有唐家的身影呢 人家那样的家族 才是真正的大企业呢 一桌人听着林峰的话 都露出了亥然的表情来 没想到 人家的玉石店 居然要和这样的大企业 进行合作了 这么说来的话 人家林峰以后的发展 岂不是会更好了 林峰看着众人闪着光的眼睛 滔滔不绝地讲诉着 你们是不知道 我去过人家唐家的门店 那才是真正做玉石的大家 几百瓶的店铺里面 摆放着的全是精品玉石 一般的货色 人家那里根本不要 这说明什么 人家唐家是爱惜自己的羽毛 保护自己的品牌 说起唐家的玉石店 林峰也不由地露出了一抹崇拜和期待 如果这一次的合作可以达成的话 那么以后自己的事业 恐怕真的是要一飞冲天了 强自压住心头的兴奋 林峰继续鼓吹着唐家的各种实力 人家的门店里 可是有不少镇店之宝的 随随便便一出手 那就是几百万上下 光是靠说的 林峰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他掏出自己的手机 展示着他当时拍的照片 有玉镯 还有玉葫芦 玉烟斗等 不一而足 林峰收起手机 感慨地说道 人家这样的大家族 做这一行几十年 肯定还有上千万的预期 只不过那样的东西 都不是拿出来展览的 那种等级的好东西 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众人听着林峰描述的唐家 感觉像是听到了 什么古老的超级家族一样 大家的眼睛里 流露出崇拜的神色 纷纷开口夸赞道 小峰现在可是太厉害了 绝对是未来可期啊 小峰的公司 和这样的企业合作 肯定更是水涨船高啊 以后咱们怕是 没什么机会同桌吃饭了 以后林哥一家 直接起飞了 一顿饭 几乎都是围绕着林峰一家吃完的 吃完了饭 林峰装模作样地站起身来 对着众人说道 大家慢慢吃 我去取下车 众人又是一阵实名羡慕 他们一边说着话 一边朝着饭店外面走去 刚走出来没一会 就看到一辆黑色的奥迪车 朝着他们开了过来 车窗放下 露出林峰写满笑意的脸 大家立刻围了上去 绕着林峰的奥迪车 一阵参观 又是一阵夸奖 好家伙 真不愧是奥迪车啊 看看这车漆 在阳光下面都特别闪亮 这高级车子的内饰 就是不一样 看看人家这大屏幕 该有的功能全都有 真好话 那还用说吗 人家这可是奥迪 咱们那种小破车 怎么和人家的比 林峰轻轻摆摆手 十分装逼地说道 我这就是高配的A6 先简单带个布吧 以后再换更好的 一边说着 林峰看向了旁边的苏江夫妻二人 说道 叔叔阿姨 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林峰就是故意 说给二人听的 让他们好好感受下 自己和他那个没出息的侄子 到底差距多大 刘霖和苏江和善地笑了笑 拒绝道 不用了 我们走着就回去了 众人很快就忽略了这个话头 再次围着林峰一家人说起话来 就在这个时候 众人忽然听到 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 大家不明所以 都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不只是他们 路上不少的人 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一辆黑色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缓缓地朝着他们的方向 开了过来 看着高调奢华的外观 以及车头上升起的小惊人 所有人都愣在了那里 光看这个车的大小 以及这个造型 就已经知道 绝对造价不菲 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睛看着 他们在临水市 可从未见过这么豪华的车辆 一个女人看着车头的小惊人 只觉得品牌呼之欲出 就是想不起来 便开口问道 这个是什么车来着 林峰在一边 同样是震惊的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回答道 这是劳斯莱斯啊 这可是轿车里面 最顶级的车辆品牌 一边做着介绍 林峰忽然瞪大了眼睛 发出了一声惊呼 物操 我知道了 这是定制版吗 还有车牌 一看就是大人物 林峰心里也不是特别有底 他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 看着上面的搜索结果 他更是震撼不已 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变调了 好家伙 这辆车 居然要两亿多 两亿多的豪车 在场众人 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 在他们看来 林峰买的奥迪 都已经算得上是豪车了 众人吞咽了一口口水 忍不住开口赞叹道 这车子也太漂亮了吧 没想到 我们临水市 居然也能见到这样的豪车 咱们这是站起来了 两亿多的豪车 这是闹着玩的吗 你们想想 能花两个亿买车的人 人家家里得有多少钱 估计是个天文数字 这肯定算得上是顶级富豪了 国际新闻上不是经常说 那些顶级富豪 一花就是几千万上亿 买了什么东西吗 就在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时候 就看到那辆劳斯莱斯幻影 家常定制版 朝着他们的方向开了过来 随即轻彩油门 停在了他们的面前 一瞬间 众人全都紧张了起来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写满了惊讶和迷茫 每个人都是在心里安安地想着 这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都在猜测着 这位来到临水市的大富豪 到底是何许人也 想到现在凌峰出息了 不少人都看向他 问道 小枫啊 你知道最近有什么大富豪过来 咱们临水吗 凌峰轻轻摇了摇头 这样的大富豪 肯定是大人物 哪里是他这样的小人物 能知道形成的 林南天露出激动的神色 兴奋地说道 没想到大人物 也是要来这里吃饭吗 这酒店规格 现在这么高了吗 说到这里 林南天看向了自己的儿子 朝着对方使了个眼色 这样的大人物 要想方设法去解释一下 对他的未来有好处 凌峰也是慎重地点了点头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上 接着 司机卫的车门打开 苏天晴走了下来 众人看着恐无有力的苏天晴 感受着对方身上的气息 顿时精神毅力 哪怕是这位司机 看起来也不是一般人的样子 苏天晴走到门边 恭恭敬敬地拉开了车门 先是陈天 随即苏芷熙也从车里钻了出来 两个人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爸妈 你们都吃完了呀 小姨小姨父 你们都吃完了呀 苏江和刘玲 看着以这样惊人姿态出现的女儿和陈天 完全愣住了 不过还是刘玲反应快一点 看着两人笑着说道 你们怎么过来了 说着话 刘玲已经几步走到了陈天的身边 拉起了他的手 这个傻小子 好久没看见他了 好像长得比以前更好看了 小姨父苏江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 他上前拍了拍陈天的肩膀 高兴地说道 行啊 你小子 看起来壮实多了 不错 其他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的这个年轻小伙子 居然就是陈天 他们这时候 终于开始认真地打量起陈天来 陈天长得很年轻 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 那都是顶尖的好 尤其是一身的气质 更是无人能敌 就是电视里的那些明星 也没有陈天的这份气质 更不要说 现在的陈天 可是 从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上走下来的 看看这两亿多的车子 再加上代表着身份的车牌照 简直有些难以置信 尤其是刚才嫌弃过陈天的 这时候 已经完全抬不起头来 他们刚才居然说 陈天就是一个普通一本毕业的 就是一个累赘 但是再看看人家现在 整个华夏都不一定能找出来 第二辆的顶级豪车开着 和人家比起来 自己连个渣渣的算不上 一旁的林峰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面前的豪车 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就是自己刚才看不起的陈天 结果人家一出场 直接秒杀了所有人 自己开着一辆五十多万的普奥迪 居然在人家两亿多的豪车面前嘚瑟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还说人家来做个保安都不配 现在再看看 自己恐怕给人家当司机都不够格 看看人家陈天的司机一身恐无有力 训练有素的样子 应该还坚持着保镖吧 一时之间 众人的心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 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只剩下满满的震惊 林南天看到儿子被比得渣都不剩 心里有些难受 他恨恨地想着 这个小子不是父母双亡吗 怎么会一下子混得这么好 不会是找人借来的车吧 想到这里 林南天笑呵呵地走上前 当着所有人的面问道 你是小天吧 这车是你的吗 迎着所有人探寻的目光 陈天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对 算是前不久到手的 众人一听 脸上的表情更是惊骇了 这辆两亿多的豪车 居然真的是陈天的 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身后也没有人帮助 能走到这一步 简直就是个奇迹啊 立刻有叔叔阿姨围了上来 他们看着陈天 一脸讨好似的问道 小天啊 你这么有出息 现在在做什么 其他人也不愿意落在后面 他们争先恐后地 被陈天进行着一通追捧 哎呀 现在的小天 可是太有本事了 我以前就说过嘛 琉璃两口子 就是有福气 看看人家养出来的孩子 多有出息啊 以后 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我早就说过嘛 小天一看 就是人中龙凤 你看人家大学刚毕业 就有这样的成就了 陈天并没有在意 众人的追捧 但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做投资 其实这话 就是故意说给小姨 和小姨父听的 也是为了让他们放心 林峰老爸林南天 看着那些人 也是赶紧接了一句 林峰 你也快点过来 好好和人家陈天学学 林峰被老爸的话说愣了 他一脸的尴尬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之前陈天的小姨 和小姨父还说 让自己带带陈天呢 结果才这么一会 现在就狠狠地打他的脸 真疼 这些长辈们 做了简单的铺垫后 纷纷想要上前 和陈天详细地问问 具体发财的路子 就算是不能带带孩子们 最起码自己赚点钱 也是好的呀 就在众人要开口的时候 陈天已经抢先一步 拿出来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小姨小姨父 这是我送你们的礼物 陈天将锦盒递了上去 看着二人有些错愕的表情 陈天直接打开了锦盒的盖子 露出里面的玉手镯和玉葫芦 旁边的众人 都是凑过来的看 看着里面如此精美的玉石 眼睛里全是极度羡慕恨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 一位阿姨看着玉葫芦 赞不绝口地说道 这个手把剑 可是太好看了 就是我总感觉 在哪里见过似的 一旁的林峰 这是唐氏玉石垫的两件镇垫之宝啊 林峰说完 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 这两样 可是要两三百万啊 众人听着林峰的话 这可是来自官方的认证 人家就是做这一行的 说是两三百万 可是不会有差 看着玉葫芦和玉手镯 众人顿时有一种 看到软眉臂的感觉 这要是换成两三百万的话 不得比这两个东西 更有震撼感吗 泽泽 真不愧是有钱人 就是有品味 刚才那位阿姨 一脸的恍然大悟 拍着脑门说道 嘿 我就说在哪里见过吗 原来是小峰手机里的照片 这也太有钱了吧 看着陈天送到面前的两个锦盒 在众人的一通起哄下 苏江和刘玲接下了锦盒 苏芷熙看着爸妈 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调皮地说道 爸妈 你们和我哥客气什么 要不咱们先回家吧 一听到苏芷熙说要回家 其他人都是一瞬间无语了 他们还有好多问题 没要问出口呢 这是整的 多好的机会啊 陈天也是看向小姨和小姨父 笑着说道 走吧 咱们一起上车 刘玲看着面前两亿多的豪车 连忙开口推托道 没事 这距离这么近 我们走着就回去了 陈天一听就不乐意了 开口说道 小姨 你和我还这么客气 上车吧 她现在过得好了 自然也要好好报答对她好的人 苏江和刘玲 这才乖乖地上了车 苏芷熙也陪着爸妈 钻进了车里 陈天看着旁边一众目瞪口呆的人 便和这些人打了个招呼 说道 我们就先走了 说完直接坐上车离开了 只剩下一众人 漠然地站在原地 看着逐渐开远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心中满是惊骇 陈天真的是出现了 看看人家 说话做事情的那个犯 开着两亿多的豪车 送礼出手 就是两三百万的手把剑 众人心里一阵后悔 要是刚才他们说点好听的话 或者是说点帮着陈天的话 就算不至于送他们回家 但是绝对会被流龄夫妻放在心上啊 现在倒好 什么都没落着 原本心里还觉得空落落的叔叔阿姨 在看到一边的林峰一家时 心里反而好了很多 他们就算是得不到好处 也比处处踩踏人家侄子的一家强啊 林峰一家人的脸上 也是写满了忐忑不安 看着众人纷纷离开 他们也开车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的车上 苏芷熙一脸兴奋地指挥着苏天晴 朝着自家小区开去 苏家的房子是在一个老小区里 建设的并不如新小区那般大气漂亮 但是四处收拾得很干净 花园里种着最普通的太阳花 虽然是很廉价的品种 但是盛在长势非常好 花朵的颜色也多 郁郁葱葱的 特别漂亮 陈天看着这个自己从小生活过的地方 心中充满了感慨 几年不见 这里的变化也是不小 坐在港厅里的保安打着盹 老师电风扇在桌上旋转着 住在这里的业主 都有门禁卡 一般也很少有需要他出洞的地方 李师傅 我们要进小区 琉璃的呼唤声 惊醒了保安 保安一看到面前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直接愣住了 这这这 虽然他不认识是什么型号 但是车前的小惊人 他可是认识的 他们这样的破小区 居然也有劳斯莱斯要开进来 看着这么高级的豪车 保安的瞌睡虫早就吓跑了 他赶紧出来指挥着 让苏天晴将车子停在了 物业的停车位上 直到车子稳稳地停进了停车位里 保安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否则这么贵的车子 要是出点什么事 他们物业赔进去都不够啊 保安赶紧通知了物业经理 又调来了一个保安 专门守护陈天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一家人一起回到了家里 陈天坐在小姨家的沙发上 看着朴素但是整齐的家里 感觉到一股特别的安全感 小天 来 喝点茶水 刘灵从厨房里端出了茶水 放在了茶几上 刘灵笑眯眯地看着陈天 自从他回来 他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你在这里坐着 我去给你收拾一下被褥 苏江看着不停忙碌的爱人 对陈天抱怨道 你看见没 你小姨就是这样的性子 先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 找什么几步床啊 陈天文言轻笑着 小姨和小姨父的感情一直很好 心疼对方 都要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说出来 看着陈天在一旁偷笑 苏江美好气地看着他 轻斥道 还有你 你也真是的 变化这么大 也不会我们提前说一声 刚才在外面 我和小姨都吓坏了 陈天还没说话 一边的苏芷熙黑黑笑着 主动解释道 是我和表哥说 先不要告诉你们的 我是想着 给你们一个惊喜吗 惊喜 苏江瞪了女儿一眼 这么大的惊喜 完全就是惊吓了好吗 也不考虑一下 你爸爸 妈妈的心理承受能力 三人闲聊了一会 刘灵那边也收拾好了房间 坐到了沙发上 他一脸好奇地打量着陈天 询问道 小天 你现在有钱了吗 果然 投资还是赚钱的呀 说实话 这一次陈天回来 刘灵明显感觉到 陈天变得不一样了 气息特别沉稳 完全就是个大人了 苏江在旁边笑呵呵地接话道 我从小就看到 小天不是持中之物 苏江和刘灵 是真的把陈天 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 自然是愿意看到陈天的成才 看到陈天这么成功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 再加上 也确实是很久不见陈天了 两口子都热情得不行 查核完了立刻续上 水果和干果 也是递到陈天的面前 还不停催促着她快吃点 苏芷熙这个正牌女儿 倒像是个没人注意的小透明 被冷落在了一旁 茶没有喝上一口 水果和干果 更是只能想想 苏芷熙坐在旁边 气鼓鼓地撅着嘴 终于忍不住出声提醒道 你们就只顾着表哥 我这个亲女儿呢 没想到 苏江头都没有转 直接丢下了一句 要喝茶自己道 苏芷熙 果然 你们要坦白 我是捡来的事实了吗 好家伙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最后还是流灵心疼自己女儿 包了一个橙子 放在小丫头的手上 还不忘数落了她两句 下次再和你表哥一起忽悠爸妈 连个橙子也不给你吃 苏芷熙一听 连忙举起了手 大声地表态道 我错了 我真的不敢了 一边说着 苏芷熙直接开始卖陈天 将自己知道的事情 一股脑都往外吐露着 她揽住老妈的手臂 十分轻易地说道 妈 我跟你讲 我表哥还有车呢 超跑 苏芷熙一边说着 像是担心老妈不相信似的 将上次陈天帮她解围的事情 说了出来 您都不知道 我表哥五千多万的超跑停在哪 直接把她吓成卖花的了 苏芷熙和刘灵听着 也是笑得不行 有两亿多的劳斯莱斯停在楼下 两个人的接受能力 强大了很多 听着五千多万的跑车 也只是挑了挑眉 见怪不怪了 只要是陈天好 他们就觉得高兴 苏芷熙看着陈天 又看看自己的女儿 十分得意地说道 让你和你表哥在一个城市读书 还真是安排队了 有你表哥护着你 爸妈也安心一点 这时候 刘灵忽然看到了旁边的玉镯子 和玉葫芦 嘀咕着说道 这东西也太贵重了 你现在才刚创业 还是自己多留点钱才是 陈天却板着脸 很认真的对着小姨说道 小姨小姨父 你们就拿着吧 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张卡 里面有一些钱 你们需要 没想到 陈天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已经被刘灵给打断了 刘灵摆了摆手 对着陈天说道 我们也不用多少钱 再说 我和你小姨父 还给你攒了一笔钱呢 现在好了 你也不用我们了 说到这里 刘灵发出了一声叹息 明明孩子有出息了是好事 但是想到自己帮不上他什么忙 也是心里空落落的 那笔钱 是刘灵和苏江给陈天攒下 准备让他以后结婚用的 就算是今天林峰妈说的那样 现在的孩子生活压力那么大 想结婚就得买房子 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努力攒个首付 还是可以的 陈天的心里 同样是一阵感动 他没想到 小姨和小姨父 默默为自己做了这么多 虽然二人强烈拒绝 但是陈天 还是将银行卡递了过去 说道 你们就算是用不到 就当是帮我保管 这总可以吧 刘灵剑推脱不过 也就收了下来 他小心翼翼地 将卡锁在了抽屉里 并没有使用的打算 等到刘灵走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苏江正拿着玉葫芦 一脸陶醉地看着 这才是顶级的把玩剑啊 看看这手感 温润又细滑 真是极品啊 苏江可以说是爱不释手 挺大年纪的人了 还学着年轻人的样子 和玉葫芦照了不少照片 拍完还不忘记 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得发到朋友圈 让我那些朋友 都极度羡慕一下 苏芷熙在一边听到了 捂着嘴偷笑着说道 老爸 要不要我教你屁个图 再上传啊 苏江想了想 摇头拒绝了 一脸老谋深算地说道 还是不要了 要不然 他们看不出来这水头 我不是白拍了 话音未落 除了苏江之外的三个人 都是笑出声来 陈天也是起身伸了个懒腰 对着小姨小姨父说道 我先去洗个澡 陈天舒舒服服地冲了一个澡 刚回到房间里 她的房间门 就被大力地推开了 是苏芷熙 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陈天赤裸的上身 苏芷熙明显一愣 随即开口说道 表哥 你身材真好 好多肌肉不说 居然还有鲨鱼线 陈天看着小丫头 满眼放光的样子 忍不住伸手敲了她一下 轻斥道 你这丫头 你从小就不知道敲门进来 苏芷熙一只手捂着头 朝着陈天吐了吐舌头 说道 我妈让我给你送热牛奶 哼 臭表哥 说着话 小丫头将牛奶放在了床头柜上 朝着门口走去 刚走到门口 苏芷熙猛地转过身来 故意多瞟了陈天几眼后 才跑出了房间 陈天看着消失不见的苏芷熙 一脸的无奈 这个丫头 还是这么撇 陈天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便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陈天早早地就起来了 拉开窗帘 看着刚刚升起来的太阳 仿佛又回到了以前平静的日子里 陈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去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就走到厨房里 准备做早餐 她先是看了看冰箱里面的食材 简单地挑选了一些 开始做起早饭来 陈天刚刚煮上粥 就听到一声房间门的轻响 是小姨刘玲走出了房间 刘玲今天特意早起 就是想着给陈天做了早饭的 没想到自己刚一出来 就看到陈天已经在厨房里 开始忙活起来 刘玲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她一边朝着厨房走来 一边小声地赤道 你这孩子 怎么不多睡会 快去好好休息一下 这里我来就行了 孩子刚回到家里 怎么能让她干活呢 看着围着围裙的陈天 刘玲的心里 只觉得又感慨又高兴 好几年没在一起这么生活了 但是住在一起 立刻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这种感觉真好 陈天听着小姨的话 顿时宜乐 连忙说道 不用 您坐在餐桌那边歇会就好 马上就好了 陈天一边说着 看到小姨一副 不愿意出去的样子 硬是将她给扶了出来 按在了餐桌前面 临回去之前 还不忘记提醒了一句 您踏实在这里等着就好 要是咱们再这么让来让去的话 恐怕今天的早餐 都要拖到中午了 刘玲一脸的无奈 也只能由着陈天去做 她心里也是暗暗地想着 难得陈天能有这份心思 自己就安心等着享用好了 想到这里 刘玲的脸上 也是浮出一抹笑容来 眉梢眼角处 也带出一丝幸福的笑意 刘玲甚至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一会无论陈天做什么 自己都要好好的配合一下 毕竟陈天一个男孩子 又一直在外面上学 哪里会有什么厨艺 能把饭给做熟 刘玲就已经很知足了 正想着的时候 刘玲忽然闻到了一股一香 从厨房里面传了出来 刘玲闻着这股香味 眼睛一瞬间就瞪大了 这这这 这也太好闻了吧 而且刘玲闻得出来 这是煮出来的粥的香味 那股浓郁至极的香气里面 带着大米特有的清香味道 刘玲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她好几次都被香味勾着 想要进厨房里面去一探究竟 不过还是忍住了 她的一颗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跳着 眼睛里写满了震惊 这一次陈天回来 给她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忽然间变得那么有钱 几个亿的车子开着 人也变得又帅又有气质 没想到 就连厨艺也这么好了 刘玲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她现在真的是怀疑 陈天这世上的大学 还是上的富豪培训班 简直是太优秀了 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来 这时候 小姨父苏江也走了出来 她应该是刚睡醒 头发乱得都快长出小鸟来了 但是一双眼睛却是亮晶晶的 苏江一眼看向坐在餐桌前的刘玲 飞飞笑着说道 老婆 你这手艺见长啊 都给我香醒了 苏江原本真是睡得好香 确实是被一股香味给诱惑醒的 肚子瞬间咕咕叫了起来 看着自己老公一脸兴奋的样子 刘玲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指了指厨房的方向 说道 这可不是我 是小天做的 小天 听到刘玲这么说 苏江也是吓了一跳 这个小子 一段时间没有见 居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醒来 苏江的思绪非常活跃 她看向小姨 神秘兮兮的说道 看来 好好赚钱是有好处的 成为有钱人 就连生活情趣都出来了 苏江下意识地以为 陈天之所以厨艺上涨 是因为赚到了钱 所以学会享受生活了 和自己老婆说了两句后 苏江也是坐到了餐桌前 等着吃早饭 这一静下来 苏江的心里 也开始翻江倒海起来 她的想法和流零的差不多 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震惊过后 苏江的心里 又是一阵骄傲 看看咱教育出来的大侄子 就是这么优秀 以后再有谁说自己傻 替别人抚养个儿子长大 她非让这些人 好好打打脸不可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已经做好了早饭 端出来放在了餐桌前面 咦 纸戏还没有起来吗 陈天一边将砂锅放在桌上 一边看向小丫头的房间门 要不要叫她起床 流零拿了大勺 将砂锅里的粥分到碗里 一时间 粥的香味完全释放出来 整个客厅里都是香味 光是这样闻着 就让人馋得不行 流零先是递了一碗给陈天 随口回答道 她呀 一般还真叫不行 不过今天吗 一边说着 流零的眼珠子一转 端起一碗粥 放在了苏芷熙的房间门口 似乎是担心 味道传不进去 流零还将苏芷熙的房间门 打开了一条缝 陈天 这么会玩的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 饥饿叫醒法 流零放好粥碗后 若无其事地 走回了餐桌前做好 苏江朝着流零挤挤眼睛 坏笑着问道 你说 你这招管用吗 流零直接翻了个白眼 看着苏江美好气地回答道 芷熙倒是随你 就是爱吃 这么香的粥 她闭着眼睛都得走出来 陈天在旁边听着 脑袋上一阵黑线 这绝对是亲妈 要不然都不能这么埋态自己闺女的 不过 流零说得非常准确 没有一分钟的功夫 就听到苏芷熙的房间里 放出一阵稀稀锁锁的声音 很快 小丫头就她拉着拖鞋走了出来 小丫头穿着可爱的卡通睡衣 一双睡眼惺忪 一出门就惊呼道 好香啊 我都饿得不行了 苏芷熙一边说着 一边可怜巴巴地 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肚子 能在睡梦中被香味叫醒 肯定是自己昨天吃得太少了 下一秒 苏芷熙一回头 就看到了放在门口的早饭 看着碗里还在冒着热气的粥 苏芷熙下意识地吸了吸鼻子 就是这个味道 不过小丫头也想明白了缘由 这肯定是自己老妈 想出来的馊主意 苏芷熙气鼓鼓地嘟着嘴巴 就像是一条生了气的小小河豚一样 超级可爱 不仅如此 她还一脸忧怨地看着老妈 抱怨都已经写在了眼神里 陈天看着小丫头的样子 嘴角上的弧度都有些藏不住了 直接说道 来 快吃饭吧 苏芷熙快速地洗漱了一番 来到餐桌前坐好 一家四口都已经到齐 大家招呼了一声 就开动了 苏芷熙气呼呼地喝了一口粥 没想到刚一咽下去 立刻就瞪大了眼睛 这这这 这也太好喝了吧 牛肉粥咸香无比 还带着一丝大米特有的甜味 吃在嘴里根本不像是在吃粥 一股鲜味不断地在身体里徘徊着 好吃的简直要爆炸 吃到这样的美食 苏芷熙哪里还有时间生气 喜滋滋地端着小碗 一口一口地喝着粥 陈天看着小丫头光是喝粥 加了一个馅饼到苏芷熙的碗里 柔声说道 尝尝这个 苏芷熙自然不会拒绝陈天加来的美食 毫不客气地大口咬下 馅饼里面的汁水 瞬间喷溅在口腔里 浓郁鲜华的味道 一瞬间爆开 但是每一种配料 苏芷熙的毛子里闪着光 惊呼道 表哥 这也太好吃了吧 而且这个馅料弄得超棒 还有汁水呢 吃馅饼和煎包这样的美食 一定要会喷汁 才是极品 陈天听着小丫头 像是美食嘉宾一样 滔滔不绝 顿时一乐 打句道 你这小丫头 小嘴巴倒是挺刁的 这馅料 就是小姨调出来的 自然是极品 刚才做饭的时候 陈天看到冰箱里有馅料 就拿出来用了 那是刘灵准备出来 打算给陈天包饺子吃的 刘灵听到陈天的话 明显一愣 这么好吃的馅料 完全不是自己 能调得出来的呀 陈天也没有解释 这馅料确实是现成的 只不过 陈天又补加了一点点调料罢了 加的不多 否则就吃不到原汁原味了 一顿饭吃下来 一家人都非常满意 几人都是吃撑了 才不得不放下筷子 刘灵和苏江 也到了要去上班的时间 看着忙着 收拾东西的二人 陈天笑呵呵地说道 小姨小姨妇 我送你们过去吧 刘灵一听 轻轻摆摆手 笑呵呵地说道 我开车上班就行 你小姨妇骑电动车 你要不送送她吧 苏江在旁边听到了 也是摆手拒绝道 不用 小天 你在家补补叫 昨天才回来 好好休息一下才是 陈天回来 就是为了陪陪他们 这种力所能及的事情 肯定不会退让 他直接打电话给苏天晴 让他到楼下来接自己 挂上电话后 陈天朝着小姨妇摊摊手 说道 您这一下子 没法拒绝了吧 我人都叫来了 苏江一愣 旁边的苏芷熙 捂着嘴巴笑着说道 老爸 你就叫表哥送你吧 咱们也是时候 高调一把了 行吧 我也是 怕累着你表哥 其实我这天天上班的 早就已经习惯了 苏江笑呵呵地 看着陈天 一脸欣慰地说道 看到孩子有出息 还这么知道孝顺 苏江这心里 只觉得被装得满满的 特别幸福 苏芷熙看着老爸 答应了下来 他十分满足地摸了摸肚子 说道 太好吃了 我现在吃饱喝足 要去补觉了 爸妈 路上注意安全哦 说完 小丫头就要跑回房间 却被老爸一句话叫住了 不许睡了 跟着你表哥一起 去送我 然后你带着你表哥 出去转一转 苏芷熙嗷了一声 倒是没表现出 任何负面的情绪 熙熙笑着 就去换衣服了 陈天笑着摇摇头 他看了看时间 对苏江说道 小衣服 你简单收拾一下 咱们出发吧 苏江早就准备好了 三个人刚一下楼 就看到了 已经停在门口的 劳斯莱斯幻影 家常定制版 苏天晴一脸的精神 看到陈天和苏江后 立刻下车来打了招呼 看着苏天晴干练的模样 苏江满意地点点头 对着陈天说道 小天啊 你这个司机真不错 精气神到位 眼神也干净 这样的孩子 一看就是好人 用着放心 陈天一边硬着 一边和苏江一起坐进了车里 苏江看着开车的苏天晴 小声地向陈天询问道 咱们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 你这个司机 昨天睡的哪里啊 打个电话这么快就过来了 不会是住在车里了吧 陈天一听 顿时乐乐 连忙开口解释道 他就住在咱们附近的酒店里 所以一个电话 就直接赶过来了 两个人小声地聊着天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苏江在讲 陈天在听 苏江并不是拿着 小姨夫的架子教训 而是像朋友一样 一边聊天 边说着一些精英的道理 看着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小姨夫 陈天也是跟着笑了起来 陈天坐在车上 看着外面拥挤的马路 还是有些无语的 哪怕因为自己是豪车的关系 不少司机都下意识地 想要远离他 但是这还是改变不了 堵车的现状 想到这里 陈天默默地叹息一声 心里暗暗想到 这种道路上 就是这些车再好 也跑不起来啊 就在陈天升起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的眼前忽然光目一闪 加检测到主人的烦恼 车库主动贡献 临水市天南赛车场所有圈 陈天冷了一下 轻轻眨了眨眼睛 这都行 车子缓缓地行进着 好在他们出门的时间比较早 虽然堵了一点 但是时间上还是很充裕 眼看着到了苏江公司的门口 陈天伸出头打量了一下 看起来还比较正规 规模也可以 苏天晴直接将车子 开向公司大门 这样的举动 直接将门口的保安 给吓得愣在了原地 保安完全惊呆了 他哪里见过这个阵长 这么高级的顶级豪车 他就是在网页上才见过 看看着车头的小金人 超长的车身 以及无处不精致的造型 保安猛然间开了眼 整个人的大脑里 一片空白 完全猛了 眼见着这辆顶级豪车 已经越来越近 保安下意识地打开了大门 连上前询问一句的勇气都没有 毕竟这样的车子 整个华夏都不一定能找出第二辆来 他上去了 这不是找死吗 车子很顺利地进入了大门 正在往里开的时候 让刚刚停好车走下来的老总 看了一个满眼 老总原本只是匆匆一扫 但是下一秒 一双眼睛瞪得几乎凸了出来 自己这是看到了什么车啊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林水市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车 这得是什么身份的人 老总心里满满的震惊 只觉得自己的小心脏快速地跳着 几乎快要跳出胸膛了 这可是大人物啊 老总现在的心理百转千回 他已经在思考自己怎么上前去 跟人家交换的联系方式了 想到这里 老总赶紧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装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精神一点 他快步朝着劳斯莱斯走了过去 准备迎接里面的大人物下车 这个时候 不少人也都被这辆顶级豪车所吸引 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不过大家看到老总正在迎接 自然是不敢靠得太近 还以为是公司刚刚联系上的大客户 但是好奇心驱使下 也让他们站在一边 准备看看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尤其是当他们通过搜索 知道眼前的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价值两亿多以后 更是不舍地走了 这是来了个顶级富豪啊 这样的金贵人物 他们更是要好好看一看了 一时间整间公司的目光 几乎都朝着这里看了过来 就连楼上的办公区域的玻璃前 也密密麻麻站的都是人 大家挤来挤去的 都伸着头朝下看着 你们别挤啊 等一会人下来了 大家轮流看不行吗 突然间跑来我们办公室 你们还把我们挤到边上去 你们礼貌吗 大家都有点素质好吗 就你们想看看 有钱人长什么样吗 我们也想啊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苏天晴已经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快步走向车门 十分规矩地拉开 手搭在了车顶上 一看到苏天晴的动作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平住了呼吸 这是大人物要出场了 随着一只穿着皮鞋的脚迈出来 在众人的心里 已经想起了威武霸气的BGM 紧接着 一张熟悉的脸 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是苏江 从车里走了下来 所有人看着苏江从车里走下来 全都愣住了 就连站在车旁的老总 也是愣在了原地 看着眼前苏江的脸 有些不敢确定似的 小声叫了一句 苏经理 仿佛一颗巨大且纯粹的 TNT炸弹 在心上炸开 轰炸的他们四分五裂 七昏八速的 眼前的这一位 还是他们经常见到的老好人 苏经理吗 平时 他不是都骑着电动车上班吗 今天居然反差这么大 让人有点难以接受啊 陈天这时候 从车上走了下来 对着苏江说道 小姨父 我们就先走了 坐在车里的苏芷熙 也伸出头来 朝着老爸做了个鬼脸 也是笑着说道 老爸 好好上班 我们出去玩了 打过招呼后 苏天晴驾驶着车子 朝着公司外面开去 看着车子逐渐远离 只留下公司里的众人 面面相去 几乎就是一瞬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了苏江的身上 他们的眼神里带着疑惑 更是隐隐地带着一丝热气 只是出现得太快 已经隐藏起来了 苏经理 这车是 老总看向苏江 小声地询问道 苏江淡淡一笑 他的视线还追随着远去的车子 连忙开口解释道 这是我外甥 这车也是他的 听着苏江的话 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已经被这个答案 深深地震撼住了 这辆两亿多的顶级豪车 居然是一个年轻人的 这也太有钱了吧 老总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立刻意识到 苏江的这位侄子 不只是有钱 也绝对不是身份简单的人 否则 这样的顶级豪车的定制 连初审都过不了 想到这里 众人看向苏江的目光 顿时大变 就连一旁的老总 也是变得热情了起来 他上下打量着苏江 笑呵呵地邀请道 苏经理 走 去我办公室 我刚好有事情 想要和你聊一聊 苏江也明显感觉到了 老总的变化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什么 跟着老总朝着公司里面走去 陈天坐在车里 看了看时间还早 便准备去天南赛车场里 去看一看 想到这里 陈天直接看向身旁的苏芷熙 笑着说道 芷熙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一听表哥说有好去处 苏芷熙瞬间扑到了陈天的身边 一把拦住了陈天的手臂 笑眯眯地问道 表哥 咱们要去哪啊 去天南赛车场 陈天看着高兴的苏芷熙 情绪也被感染了一些 嘴角上带上了一丝微笑 他也没有隐瞒 直接说出了目的地 听着陈天的话 苏芷熙直接愣住了 心下一片骇然 天南赛车场 苏芷熙虽然没去过那里 但是可是不止一次听说过他的大名 天南赛车场是临水市顶级的赛车场地 那里的场地面积极大 各种赛道都有设置 因为足够豪华 所以附近城市的一些大少小姐们 也时常将那里当作据点 最厉害的就是 那里采用的是会员制服 也就是说 不是会员的话 你就算是有钱 也不能进去玩 苏芷熙可是听人说起过 那边的会员费用特别高 就算是最低等级的银卡 一年的年费也要十万块钱 而且这一年之中 在赛车场里 也要最少消费十万元 才可以办理 一旦最低消费不能达到的话 那么就会被直接取消掉 他的会员身份 也正是因为这种 近乎于严苛的要求 反而是让那些大少小姐们 屈之如物 在大家看来 天南赛车场的会员 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的代表 因为在那里 必须要有钱有闲 才能玩得起来 一年十万的会员费 确实是小钱 但是想在这里玩 你首先得有辆跑车啊 表哥 听说那边超级豪车的 而且不仅可以玩 还可以提供各种改装服 特别厉害 苏芷熙十分夸张地说着 一脸的兴奋 陈天只是笑呵呵地听着 他轻轻点点头 说道 你要是喜欢 我给你半张会员卡 你随时可以来玩 听到表哥这么说 苏芷熙慌忙地摆了摆手 连忙拒绝了 他平时都在精灵上大学 哪里有功夫玩什么赛车啊 陈天看着小丫头 一脸拒绝的样子 顿时一乐 他看向前面开车的苏天晴 开口吩咐道 你一会把郑天南和刘猛都叫上 正好可以在那里 试一试超跑的性能 毕竟那么好的车子 陈天还没有机会 将他们的性能拉满呢 今天刚好有机会 过去试试车 好的老板 苏天晴十分干脆地应了一声 他安稳地开着车 继续朝着目的地开去 给郑天南和刘猛打过电话后 苏天晴透过后视镜 看向陈天询问道 老板 这里有家常的车位 我把您送进去 然后把车子停在这里 可以吗 陈天文言直接回答道 不用那么麻烦 你直接将车子停在这里 咱们走进去就是了 苏天晴将车子停好后 几个人一起下了车 走进了天南赛车场 一进门 就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 后面看起来是修理厂的模样 应该就是他们说的改装车场 正面的不远处 就是一栋独栋的小楼 里面就是迎宾处 上面也提供会员休息的场地 布置十分齐全 陈天带着几人 朝着迎宾处走去 在那里可以进行登记 然后进入赛车场 苏芷熙一路上都蹦蹦跳跳的 显得十分高兴 一双眼睛 就像是不够用似的 四处打量着 迎宾用的小楼里 装修十分奢华 四处都透露着一种高级感和奢华感 前台的服务员 也都是长得可圈可点 脸上的妆容浓淡很合适 看起来非常好看 看到陈天几人进来后 一个美女服务员连忙迎了上来 十分礼貌地问道 您几位是要预约赛车场吗 预约 陈天的眉头微微促起 他看向美女服务员 疑惑地问道 预约 还需要预约吗 我现在想进去 不能马上办理吗 美女服务员一脸地为难 十分抱歉地回答道 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已经有客人 将赛车场包下来了 不能为您提供服务 实在是很抱歉 听说是有人直接包了场 陈天也没有为难服务员 而是改口说道 那就算了 我找你们总经理 美女服务员冷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陈天几人 看着几人神明明显不一样的气势 一看就是有钱人 美女服务员有些犹豫 毕竟今天包场的大客户 可不是一般人 要是得罪了对方 自己的工作 恐怕也是到头了 但是面前的这几位 看起来更是不一般 尤其是陈天 不只是长得帅气有形 身上还带着一种神秘的气质 美女服务员怎么看 都觉得陈天绝对不是一般人 思考片刻后 美女服务员还是打定了主意 他笑着开口说道 我们总经理正在视察赛车场 我带你们去 一边说着 美女服务员已经带着几人 朝着后面的大门走去 大门一推开 立刻就露出来一片巨大的场地 正是赛车场的赛道区 随着大门的打开 各种隐情的轰鸣声 猛然传了进来 让人听着 就觉得热血沸腾 几位 请 美女服务员一边说着 一边带着几人 朝着赛车场里面走去 陈天几人 立刻跟上了美女服务员的脚步 边走边打量着赛车场的环境 就在这个时候 几人忽然听到轰鸣声音越来越近 扭头寻着声音望过去 就看到几辆跑车 朝着他们的方向开了过来 为首的是一辆法拉利812 骚红的颜色极为显眼 陈天注意看了一眼 发现这辆812上 挂着的金开头的牌照 后面跟着几辆法拉利 还有一辆麦凯伦720S 都是大几百万的超跑 最贵的就是一辆保时捷918 1200多万的售价 已经是几辆车里面最豪华的配置了 虽然车型略有不同 但是相同的是 他们的车上都挂着金开头的牌照 这些超跑像是故意的一样 将他们几个人团团围在了中间 陈天几人停下了脚步 那些车主也纷纷从车里钻了出来 他们看起来都是富家子弟 身上穿着的都是国际大牌 众人一下车 就在上下打量着陈天几人 尤其是看着陈天帅气的模样 脸上带着敌意 几位大少之间相互对视了一眼 眼神交互之间 都从对方的眼神之中 看到了一丝疑惑 看起来全都不认识陈天 他们下意识地有了结论 既然是自己等人不认识的人 肯定不是什么有身份的人 想到这里 他们看向陈天的目光 从敌意变成了不屑 眉眼之间 还带着一丝傲然和审视 那位法拉利812的车主 看向美女服务员 一脸不满地质问道 你们这是怎么办事的 怎么把这些人朝着里面带 今天不是包肠子了吗 你还敢把人往里面带 你不想在这里干了 说话的时候 那位车主不断地点指着服务员的鼻子 脸上更是写满了看不起 在他看来 这不过就是个伺候人的服务员 完全不需要尊重 只要是钱给够了 尊严算个屁啊 旁边的大少们 也是态度十分恶劣 都在数落着服务员的不会来世 美女服务员被说得眼圈微红 他连忙开口解释道 对不起几位先生 让你们体验不好了 这几位是来找我们总经理的 并不是来这里开赛道的 听说陈天几人是来找总经理的 这些大少的脸色 倒是有了些缓和 围手的那位大少之间白白手 催促道 你们赶紧处理 处理好了 就赶紧出去 郑少不开心啊 你们赛车场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说起郑少 这位大少的眼睛里 也是闪过了一丝尊敬 美女服务员连连表示知道了 几人正要倒车离开的时候 就听到身后又是一道轰鸣声响起 众人齐齐转头看过去 就看到一辆法拉利拉法开了过来 法拉利拉法开到众人面前的时候 故意来了一个漂亮的大甩尾 才斜着停在了众人的面前 看着这辆价值两三千万的超级跑车 一众大少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羡慕 这样的跑车 才真正算得上是超跑吗 听听这声浪 简直是绝了 这时候 法拉利拉法的车门打开 从车上走下来一个青年 青年二十多岁的样子 但是眼下一片青子 明显一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模样 他身上穿着阿玛尼的套装 左边耳朵上还打着一个耳钉 带着一只钻石耳环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着 青年走下车来 依然是一副没精神的模样 怎么看 怎么像是宿醉刚醒来的丸固大少 众人一看到青年的出现 立刻围了上去 十分恭敬地叫道 郑少 您来了 那位郑少见到众人 只是轻轻地点点头 就将目光落在了 陈天几人的身上 他的目光只是匆匆一瞥 发现并不是自己认识的大少 直接脸上露出明显的不屑 在临水市里 数得上号的大少小姐 他都是认识的 就算是下一集圈子的大少小姐 他也是见过不少 天南赛车场的不少高级会员 他都有印象 这种完全没见过的面点 肯定不是什么大人物 想到这里 郑少脸上的不屑更深了一分 直接开口问道 怎么回事 围着几个香巴佬干什么 郑少说话非常不客气 在他看来 这些大少居然屈为几个穷逼 根本就是自讲身份 他们可是大少 身边站着的就该是上等人 812的车主尴尬的一笑 连忙开口解释道 我们看是来了外人 怕是打搅了郑少您的雅性 所以就过来问一问 他们说是来找总经理的 马上就走 这位郑少 他们巴结还来不及 可不敢惹对方一点的不高兴 郑少连看都不看陈天几人一眼 直接对着服务员说道 你们快点解决 我不喜欢 我的肠子里 还有外人在 虽然对方说了 是来找总经理的 但是这种自己都没见过的主 和这么豪华的天南赛车场 能拉上什么关系 想着陈天和苏芷熙 极好的颜值 郑少暗暗地想着 说不好 就是几个来面试服务员的人呢 这种人 自己凭什么给面子 美女服务员听着郑少的话 连忙接话道 好的 您放心吧 听着服务员答了话 郑少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冷哼后 转身朝着自己的法拉利拉法走去 你们自己上点线 别惹郑少不高兴 一位大少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点了服务员一句 这才和其他人一起 钻进了自己的车子里 众人开着车子离开后 美女服务员明显松了一口气 白嫩的小手抬起来 擦了擦汗 刚才郑少气势汹汹的样子 真的是吓到了他 额头上直接出了一层薄汗 与此同时 美女服务员的心里 已经如同翻江倒海一般 想着郑少的各种的牛逼之处 这位郑少 可是大名鼎鼎的天津郑家大少爷 名字叫做郑凯 郑凯在天津都是极有名的 是天津四少之一 光是人家的这个称号 就已经可以想象 郑家在天津是怎样的一种光景 郑家不只是天津的大家族 更是排名数得上的大企业 不仅是家财万贯 因为在天津盘踞了这么多年 关系更是盘根错节 人脉广扑 总之就是一句话 在天津的地位极高 美女服务员一边想着 心里已经越发地紧张起来 无论如何 这样的大佬 是他们绝对惹不起的大人物 咱们快点走吧 你们赶紧找完 我们就快点出去 美女服务员已经打定了主意 一边快步向前走着 一边开口催促着陈天几人 陈天只是淡淡地听着 跟着服务员朝着赛车场里面走去 越往里走 已经可以看到不少赛道的全景 因为今天被客人包场 所以赛车场里玩的人并不多 很多赛道都处于空置状态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打扫得非常干净 一点杂物都看不到 由此也可以看出 这里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在这样近乎严苛的要求之下 也是导致天南赛车场 这么有名的原因之一 很快 他们就看到了不远处 有几道影子正在来回地巡视着 时不时地说着什么 正是在视察赛道情况的总经理刘莫 服务员一看到总经理刘莫 立刻准备小跑着过去 没想到自己刚走了没两步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高跟鞋 声音有点明显 刘莫的目光 刚好朝着他们的方向看了一眼 就是这么一眼 直接就让刘莫愣在了原地 随后 刘莫就像是大梦初醒一般 快速地朝着他们的方向跑了过来 服务员看着总经理的举动 直接愣住了 这 什么情况 怎么搞得 像是双向奔赴似的 服务员下意识地朝着旁边看了看 完全不明白 总经理这是怎么了 这一刻 服务员的心里可以说是百转千回 不过反复思虑之后 服务员还是认为 自己应该上前为总经理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 服务员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就看到总经理刘莫 像是没看到 自己似的 直接就越过了他 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服务员就看到了 让自己目瞪口呆的一幕 只见刘莫静止走到了陈天的面前 他的脸上挂着激动的神色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 服务员可能不认识 但是作为总经理的刘莫 可是面前的这一位 面前的陈天 正是他们天南赛车场的新董事长 看着对方年轻帅气的面旁 刘莫的心里闪过一丝震惊 他虽然之前看过资料 但是亲眼看到 这位年轻的董事长 还是被对方的气质和面貌给惊艳了 刘莫很快就收敛了心思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对着陈天恭恭敬敬敬地恭声道 陈董 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好亲自去迎接才是 陈董 服务员在旁边听着总经理的话 吓得魂都丢了一半 惊吓之余 服务员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低呼 陈董 听着服务员如同一语一般的问话 刘莫直接瞪了他一眼 开口介绍道 这一位就是我们赛车场的董事长 陈天陈董 说完 刘莫一脸殷勤地看向陈天 笑呵呵地提议道 陈董 要不先出去 去迎宾处喝喝茶 我给您汇报一下 按照刘莫自己的想法 陈天毕竟刚刚接手了赛车场 肯定是过来查看各项报表的 自从接到了董事长更换的消息后 刘莫就已经安排工作人员 准备好了相关的资料 就等着陈天过来了 陈天听了刘莫的话 却是摆了摆手 说道 不必 我今天来就是来试试车的 怎么 今天这里有人用了 刘莫文言也是一愣 随即老实地回答道 是的陈董 今天确实有人用 但是您要用的话 我马上清场 要是旁人过来 刘莫想都不会想 就会拒绝 毕竟天南赛车场的名头 在这里放着 他不能自杂招牌 但是面前的这一位 可不是旁人 而是自己的老板 老板想来自己的 肠子里面玩一玩 需要理由吗 也好 陈天丢下一句话后 转头看向身后的苏天晴 开口说道 郑天南和刘莫 应该也快到了吧 让他们把车子开进来吧 安排好这些后 陈天带着苏芷熙 走向了一旁的椅子 安心地等待着 刘莫不着痕迹地 看了陈天一眼 便默默地朝着外面走去 准备去清场 面对这样的情况 其实刘莫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毕竟今天可是两拨大少小姐 一起包下的场子 一波是精灵的人 另一波是天津特意赶来的大少小姐 因为情况比较特殊 刘莫还特意打听了一下 原来是两拨大少小姐有点纠纷 要靠着赛车一决刺雄 听说他们 本来就是势如水火的架势 自己这时候去清场 恐怕是 不太好吧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两边的大少小姐们 她谁都惹不起 但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这位陈天才是老板 自己的老板 要用自家的场子 她可就更是惹不起了 得罪了自家的老板 她以后还要不要混了 就在刘莫赶来的时候 另一边的赛道里面 已经停了不少的超跑 炫酷的造型各异 车主就站在车边 里面赫然站着 之前和陈天说话的几个大少 还是不少大少开着车入了场 同样都是几百万起步的超跑 停在了之前那些超跑的对面 车子停好后 车主们纷纷下了车 这一下车才发现 这些大少小姐们 居然不是别人 都是精灵顶级圈子里的 大少小姐们 领头的青年 正是郑浩然 他们还如平日一般高调 身上穿的是国际大牌 配饰都是 十分昂贵的奢侈品 只是他们的脸上 都带着一丝不爽的情绪 尤其是 看向对面那些大少小姐的时候 明显是压抑着火气的 他们朝着地面上 狠狠地催了一口 破口大骂道 这帮天进来的孙子 也太看不起人了 来咱们苏杭这边 还想着踩我们的场子 简直是无法无天 好家伙 真以为自己是天津的 就了不得了 这种人绝对不能惯着 得给他熄熄火才是 开个破法拉里拉法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真是够搞笑的 真到我们精灵没人呢 擦 郑哥的拉法反场了 要不也轮不到他们这样嚣张 这不就是欺负人吗 趁着郑哥的拉法反场的时候来 郑浩然听着大少小姐们 义愤填膺的话 也是认同的点点头 脸色十分难看 要不是这些人 天津来的欺人太甚 他们也不至于亲自过来一趟 想起和这些人的过节 郑浩然就恨得牙痒痒 之前 他们精灵大少组织了一场活动 没想到郑开到高兴的时候 直接被这些天津的开着豪车过来 将他们的场子给挑了 这根本就是 在下他们的面子 赤裸裸的挑衅 原本事情过去就算了 毕竟当时人家的车子 也确实够好 加上自己的拉法反场维修了 所以郑浩然等人 也就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的是 那些天津来的人却不依不饶起来 昨天更是直接和他们约战天南赛车场 那语气和态度 尾巴都快要撬到天上去了 这他们要是不接受的话 那他们精灵大少的面子 算是彻底地丢尽了 说起天津这些大少的嚣张态度 那些之前还努力压着火的大少们 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开口吐槽道 想起那帮混蛋嚣张的样子 我就来气 不是要约战吗 今天咱们豁出去了 没想到 他们连天南赛车场都知道 还特意挑了这脸 咱们得把上次的面子找回来 要不然 他们都要飘着回天津了 精灵大少小姐们的眼睛里 纷纷冒着无尽的怒火 就在这个时候 刘墨已经走了过来 看到他过来 无论是天津的大少小姐 还是精灵的人都和他打着招呼 郑浩然也是抬起头 十分礼貌地招呼道 您好刘总 您怎么过来了 毕竟这位是天南赛车场的总经理 就凭人家天南赛车场的规模 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刘墨也和众人点头示意 他走到了众人面前 十分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郑少 今天我们的赛车场 不能为你们提供服务了 不能提供服务 这什么意思 刘墨的话一说完 立刻引来周围众人一阵错愕 大少小姐们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们紧皱着眉头 对着刘墨大声地抗议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刘总 我们可是都包场了 你现在说不能服务了 他们本来就被这些天津来的 杂碎器的不行 现在连天南赛车场也来凑热闹 真的是欺负他们脾气太好了吗 这都已经说好的事情 还要突然改变主意 尤其是郑昊然 他平时的脾气 算是众人中比较温和的了 这时候也是压制不住的怒火中烧 今天的这个场子 是他包下来的 为了就是和这些天津的顽固们 一决雌雄 这要是被人清场了 那不是直接认输认耸了吗 那些天津来的人 不知道要说什么难听话呢 这不只是打他郑昊然的脸 更是将他们精灵大哨的面子 在地上按着摩擦 郑昊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点 他看向刘墨 询问道 刘总 您这边是怎么回事 我像您应该也知道 我们今天是要在这里 解决点纠纷的 郑昊然之所以一把话 说得这么明白 就是知道 对面的刘墨是聪明人 听到他这么说 就该知道他的态度 刘墨也确实听懂了 郑昊然的暗示 但是 这可是自己家老板要用场地 他就算是硬着头皮 也得把事情办好了 这可是 他在新董市长面前第一次行事 要是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以后还怎么在这里继续做下去 想到这里 刘墨脸上的歉意更深了一分 语气十分和缓地说道 确实是有特殊情况 有什么特殊情况 郑昊然没想到 自己都这样说了 对方还在坚持 他有些急切地问道 你是要将场子租给谁 这不只是关系到 他郑昊然自己的面子 而是整个精灵大哨圈子的面子 他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把这个场子撑住了 郑昊然打定了主意 他瞇了瞇眼睛 看着面前的刘墨说道 你们就算是有特殊情况 也不能将问题转嫁给我们 这样吧 你和我说说 我觉得我在苏杭这边 还是有三分博面的 只要让我们比完了赛 这场子 你们就拿回去 钱我们照付 你告诉我是谁做的就行 郑昊然说话的声音不少 正好被溜达过来的陈天 听得清清楚楚 陈天直接停下了脚步 站在原地接话道 是我 听到陈天忽然响起的声音 不少人都是一愣 他们下意识地循着声音看过来 一看到陈天的脸 全都愣住了 几乎就是一瞬间 在场一众大哨的脸色 全都变得颜色 刘墨最是会察言观色 一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立刻意识到 这架势不好 已经做好了解释的准备 他的嘴还没有张开 就听到身边的郑昊然等人 齐声地呼喊了一句 陈哥 郑昊然直接无视了刘墨 朝着陈天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一丝惊喜的笑容 说道 陈哥 你这 怎么也来淋水了 其他的大哨小姐们 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 他们纷纷围了上来 将陈天围拢在中间 十分热情地打着招呼 一位大哨激动地看着陈天 情绪有些兴奋地说道 陈哥 你这是知道 我们来了才来了吗 这位大哨自从看到陈天后 整个人的情绪都变了 仿佛是看到了救星一般 就连心态都放松了下来 陈天轻笑着摇摇头 直言道 不是 我是过来视察的 视察 众人解释一脸的疑惑 不明白陈天说的视察 是什么意思 一旁的刘墨 看着大哨们不解的表情 笑着开口说道 我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这一位 就是我们天南赛车场的董事长 董事长 大哨们听着刘墨的介绍 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们满眼震惊地看向陈天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陈哥竟然是这里的老板 天南赛车场 可是附近最豪华的赛车场 如此巨大的占地面积 那真是日进抖金的好生意 众人一边想着 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充满了震撼和崇拜 怪不得陈哥这么有钱 原来人家背地里 有这么多产业呢 陈天看着面前的大哨们 指着苏芷熙给众人介绍道 这是我表妹 现在在精灵上大学 面前的这些都是精灵顶级的大哨小姐 小丫头认识一些 还是有好处的 以后说不定办什么事情 也会比较方便 大哨们也主动跟苏芷熙做了自我介绍 看着苏芷熙娇艳的小脸蛋 众人的心里不由地生起一阵感慨 陈哥家的这个基因 真的是绝来啊 一个一个的都长得这么好 一看就是纯天然 毫无毛病 陈天将在场的大哨小姐们 扫视了一圈 笑呵呵地说道 你们这好兴致啊 从精灵跑过来赛车 要是陈天不提这件事情还好 一提起来 在场大哨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郑昊然的心里也是憋屈得不行 他的脸色阴沉着 看见陈天发问 忍不住开口解释道 郑开他们主动和我们约战 我不想剁了 咱们精灵的面子 就约了他们 在这里比一场 因为心里有火 郑昊昊也是 将陈天当做大哥来看 便将和郑开等人的恩怨 全都说了一遍 最后还气鼓鼓地说道 这群天津来的人 简直就是大言不惭 他们居然说 咱们苏杭这边的 都是蛮夷 是没文化的小矮子 郑昊然 那是土生土长的精灵大哨 怎么可能听得了 别人这么侮辱精灵 陈天也是 毛子沉了沉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身后 传来了一道道声望 众人循着声音望过去 就看到另外一边的 天津大哨小姐们 开着车子赶了过来 为首的正式正开 开着他的法拉利拉法 朝着他们故意踩油门 像是炫耀自己的声望似的 精灵的众人 看着面前的法拉利拉法 还有不少的豪车 顿时重重地吸了一口气 再看看自己这边 正好然的法拉利488 顿时觉得有些泄气 也是憋屈 要是郑哥的车没有返场 也是一个级别的车 法拉利拉法要2000多万 488却只要500多万 和人家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差的也太多了 不好听的 他们现在的车子 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够呢 看着如此现实 如此赤裸裸的差距 众人的脸上 都浮现出一抹无奈 这么明显的差距 还有必要比赛吗 只不过 这些天津的 肯定不会等郑哥的车子回来的 就在众人想着的时候 正开等人 也是纷纷打开了车门 从车里钻了出来 众人一下车 先是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看着众人中间的陈天 也是一愣 这人不是说来找 赛车场总经理的吗 怎么还和精灵 这些土鳖凑在一块了 之前一起见过 陈天的大少走了出来 他紧皱着眉头 上下打量着陈天 态度十分不耐地赤道 你不是说来办事的吗 办完事赶紧走 在这磨叽什么 什么事都敢掺和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这些精灵大少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更不要说一个 无名无姓的小子了 郑浩然一听 这些天津来的 居然一张口就敢骂陈天 立刻就怒了 破口大骂道 你们瞎了眼 敢这么和诚哥说话 听到这里 天津这些大少小姐们 算是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个陈天 和精灵 这帮人是一伙的 眼看着双方的情绪 更加剑拔弩张的时候 郑开也是从车里走了下来 他还是那一副 吊锒铛的模样 不过看起来 比刚才有精神了一点 郑开好争以挟地 打量着精灵大少小姐们的跑车 摇着头说道 你们精灵果然是比不上天津 看看你们这都什么破车啊 这也赶出来跑赛道 真是浪费了 这赛车场的好地方了 精灵大少们一听非常不满 正要开口回怼 就看到郑开看着郑昊然 一脸傲然地说道 我知道你们精灵的这帮人 一致不服 不是想要和我赛一场吗 不过不过光赛车也没啥意思 不如我们再加点踩头 踩头 听到郑开的话 不少人都朝着他看了过来 想听听对方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我的踩头也不大 一场五百万 郑开一边说着 左边张开的巴掌不断地晃动着 嚣张的模样 真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 在他看来 自己赢了这场比赛 是手拿把掐的事情 反正他要求是说出来了 对方要是答应了 就是白白送钱给他 要是精灵的这帮人不答应 那么就是精灵这些大少是穷逼 没钱又没车 连胆子都没有 精灵的大少小姐们 听着郑开的话 他们都明白 郑开这话的意思 一个个恨得牙痒痒 这哪里是比赛 根本就是来硬抢的吧 如此一想 大少小姐们的脸上 也是憋屈了起来 五百万一场 这么大的赌注 他们可没那么多钱参与 其实钱不钱的倒是其次 最主要的就是 也不看看人家 开的是什么车 那可是法拉利拉法 两千多万的超级跑车 完全不是郑昊然郑哥的 现在的法拉利 488能比得了的 这种已经是属于绝对的差距 根本就不是说 靠着技术可以弥补得了的 现在他们摆明看出了差距 知道自己必赢不可 便开口这么说 这不是赤裸裸的欺负人吗 精灵的大少小姐们 看透了这一点 但是这话怎么也不能说出口 否则人家对面的都要笑死了 他们现在就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郑开看着他们 吃了苍蝇屎一般的表情 嘴角更是得意的上翘 他就是喜欢看人吃扁 这些总是不服气的 精灵小宅子吃扁 他这心里 可是更爽快了 不过等了片刻 见对面的精灵大少们没有反应 郑开的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态度也是更加嚣张了起来 怎么 怕了 之前不还是叽叽歪歪吗 现在都不敢和我比上一场 说完 郑开扑斥一乐 更加肆无忌惮地说道 我也知道 我之前给你们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但是也不至于下成这样吧 现在送上门的 让你们一雪前耻的机会 你们都不把握住 没想到你们这些精灵人各宰 就连胆子也这么小 呵 郑昊然当即就忍不住了 他尝到这么大 哪里受过这份挤兑 还开口精灵不行 闭口精灵垃圾的 怎么着 精灵的盗墓贼 刨了你们祖坟了是不是 上这里来找心理平衡来了 郑昊然气得头皮发麻 不就是五百万吗 老子豁出来了 比一场就比一场 就在郑昊然已经近乎于失去理智 打算上前去和郑开比一场的时候 旁边的大少小姐们都开始劝起来 郑哥 越是这种时候 你越是不能冲动啊 他们就是故意的 看你现在的车子 比不上人家的法拉利拉法 才特意刺激你上当的 咱们可不能上当 郑哥 你现在的车和法拉利拉法比 这不是找书吗 别冲动啊 毕竟 你也是最知道那车性能的 听听他们说的这些话 还不够明显吗 这就是赤裸裸的激将法 又想赢我们 还想要我们的钱 这帮孙子 简直是太坏了 在这里 等着骗我们的钱呢 郑哥 咱们冷静点 陈天一直在后面听着 看着众人一筹莫展的样子 他轻轻拍了拍郑昊然的肩膀 在他耳边雨了一番 因为是悄悄话 陈天说话的声音也低 谁也没有听出来 陈天到底说了什么 反倒是郑昊然 一脸兴奋地抬起头来 看着陈天的脸确认道 真的吗 陈哥 那我就去了 陈天轻轻点了点头 郑昊然一看 人已经朝着正开的方向 走了过去 旁边的大少小姐们 只能是干看着 脸上都是无奈和担忧的表情 虽然他们心里头着急 但是毕竟是陈哥开了口 他们一个个的 也不敢多说什么 不少大少小姐们 都下意识地看向陈天 完全不知道 对着郑昊然 说了什么内容 陈天的表情 始终淡淡地 看不出任何情绪来 此时的正开 看着越走越近的郑昊然 嘴角上 扬起一抹不屑地笑 说道 呦呵 还真有不怕死的 上赶着来送钱呢 哼哼 送到手上来的五百万 不要白不要 郑昊然看着正开 一脸嚣张的模样 脸上闪过一道 不易察觉的狡黠来 开口说道 露死水手还不一定呢 不到最后一秒 谁敢说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知道结果 看着自己的法拉利拉法 再看看对面的488 郑开差点笑得差了气 我看你们精灵人 不只是个仔 连特么脑子都萎缩了 原本正开看 郑昊然一脸惺惺的样子 还以为对方 憋了什么大招呢 原来还是心里 咽不下那口气 想在这里找找平衡 痛快痛快嘴呢 哼哼 就你们天津的长得高大 行了吧 别人的脑子萎缩 最起码还剩点 你们的脑子 完全就是空壳 料子都废在长大个上面了 郑昊然挺着胸膛 非常嚣张地挑衅道 对面的那些 天津大少小姐们 立刻不干了 纷纷变了脸色 明显是想要好好 和郑昊然理论一番 郑昊然眨了眨眼睛 她又是向前走了几步 直勾勾地盯着郑开 大声说道 我们不妨将赌注搞大一点 你输了 撤给我 我输了 给你两千万 你们天津的 胆吗 两千万 猛然间听到这么大的数字 即便是郑开也冷了一下 但是看着郑昊然 十足嚣张跋扈的模样 也懒得多去想了 郑开看着郑昊然的 法拉利488 心里很是得意地想着 看来自己的激将法挺好用啊 开着一辆这种破车 也敢赌两千万 毕竟车子的差距这么大 性能上差距 根本不是其他可以弥补的 这样的赌注 郑开下意识地觉得 对方就是给他送钱的 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听着两个人达成了赌局 旁边的人立刻上前 给他们拍了视频作为证据 大哨圈子里的赌注就是这样 一切都是自愿 谁也不要反悔 好歹都是以后要继承家产的大哨 都是有身份的人 也不可能为了这点钱 连脸都不要了 拍个视频为证据 谁要是反悔了 分分钟成为整个 华夏大哨圈子的笑柄 以后不要说做生意了 出来打招呼 你都不好意思啊 一切都准备就绪 郑开活动了两个身体 对着郑昊然说道 准备开始吧 咱们速战速决 我好有足够的时间 和兄弟们好好数数钱 在郑开看来 这两千万的现金 自己是拿定了 郑昊然看着一脸得意洋洋的郑开 也是淡淡一笑 怎么急 我的车还没来呢 郑开文言明显一愣 打亮着对面的郑昊然 说道 你不开这个车 郑昊然顺着郑开的目光 看向自己开来的法拉利488 顿时一乐 回答道 当然不是这个车 郑开看着郑昊然得意的样子 冷笑一声 自然是以为对方在装模作样 只是个屁大点的精灵 能有什么好车 他都打听好了 这货的车现在 不在自己手里面 现在这里厉害了 也不过是个千万出头的超跑 和自己的照样没有可比性 想到这里 郑开也是放下心来 十分轻松地 等着郑昊然的车入场 天津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一脸幸灾乐祸地 看着一众精灵大少小姐 等着他们一会出丑 输了比赛 到时候凑钱的时候 恐怕一个个就都不乐意了吧 天津众人更是乐和起来 就等着看对方的精彩表演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巨大的声浪声 猛然传了过来 众人都被声浪声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朝着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 一扭头过去 就看到了一辆银色的阿斯顿马丁万七七 和一辆黑色的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 并驾齐驱 朝着他们的方向开了过来 两辆车并没有故意炫技 只是很平常地开着 但是声浪还是如同小野兽一般 奋力地怒吼着 那吼声仿佛就像在耳边 震得他们大脑里 一阵七昏八速 车子直接停在了郑昊然等人的面前 刘猛和郑天南两人跳下车来 他们静止走到陈天的面前 恭敬地双手奉上钥匙 老板 这两个人一看就是恐无有力 是保镖吧 陈天看着刘猛和郑天南 并没有去接钥匙 而是朝着郑昊然的方向 抬了抬下巴 示意道 把钥匙给他 让他看着挑 毕竟是郑昊然和人家比赛 开着哪辆顺手 就选哪里好了 来打法拉利拉法的话 两辆车都是绰绰有余的 郑天南和刘猛看向了郑昊然 在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后 将两把车钥匙递到了郑昊然的面前 对面的郑开 看着面前的两辆车 整个人都傻眼了 心里只剩下满满的震撼 陈天确实是和自己说了 他有车让他去打比赛 但是也没有和他说 是两辆这么顶级的超跑啊 这这这 两辆超跑猛地开到自己面前 郑昊然已经反应不过来了 这样的选择 他完全做不出来啊 旁边的天津和精灵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完全被这个驾驶给震惊了 这么好的车 阿斯顿马丁177需要5000多万 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 更是高达8000多万 而且还是有事无价的顶级跑车 精灵的大少小姐们更是震撼 陈哥这是又买新车了 这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 什么时候买的 太有钱了吧 8000多万的顶级跑车 说买就买了 精灵的众人甚至开始盘算起来 陈哥最近又买车又买房的 这花钱不是如流水 就是金水 也凑不过陈天的这个数额啊 想到这里 众人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只剩下震惊和崇拜 天津的大少小姐们 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 看着面前的两辆顶级豪车 直接不干了 这帮精灵的人也太缺德了吧 怪不得直接敢将价格提到2000万 原来是在这里埋了雷啊 孙子 你居然算计我们 一位天津大少手指着郑浩然 脸红脖子粗地叫骂道 其他的天津大少小姐们 认同的点点头 都是对着郑浩然等人怒目而示 郑浩然冷吃一声 直接回对道 你们好意思说我 你不就是看着我的车不咋样 才和我比吗 你不就是仗着车吗 只允许你们2000多万的车 和我500万的车相比 就不允许我们找辆好车了 郑浩然站在原地 目光冰冷地看着郑开等人 反正现在视频已经拍下来了 对方要是不敢比了 自己等人也不亏 直接视频撒出去 郑开等人的面子也不用要了 他们之前丢的面子 也算是找回来了 郑开同样理解郑浩然的想法 他的心里满是无奈 这样的情况 完全是他没有想到的 就算是现在想要补救 也不可能找到 比帕加尼风之子 定制版更贵的车子了 想到这里 郑开看向旁边的陈天 眸子之中带着木火 都是这个混蛋 肯定是他受益了郑浩然 才让对方摆了自己一道 他的视线在陈天的脸上 来回徘徊着 死活也要记住对方的脸 这个陈天 自己以前完全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 是从哪个脊脚嘎拉里 跑出来的 郑浩然才不管对面的 郑开是什么情绪 他笑呵呵地选择了 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的车钥匙 这可是八千多万的顶级超跑 这样的车子 去打郑开 完全就是碾压 郑浩然其实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他不仅是要赢 而且是要赢得漂亮 让郑开好好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 从天堂跌到地狱 还要狠狠地跌进 十八层地狱里面 天津的大少们 围在郑开的旁边 这时候 也是什么主意都出不上 一脸的挫败 郑开无论是多么气愤 哪怕是明知道 这场比赛输定了 但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也必须要强撑着参加了 狠狠地在地上 催了一口 郑开头也不回地 直接钻进了车里 看到对方的动作后 郑浩然也是摸了摸手里的 超跑钥匙 钻进了车里 脸上愤懵的表情 早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满满的得意洋洋 天南赛车场的专业发令员 走上前来 赛车场的服务员 全都十分漂亮 发令员更是其中的翘楚 他的身姿十分妖娆 手里拿着两个旗子 走到车子中央 几步路走的那叫一个摇曳生姿 要不是场合不对的话 不知道多少大哨都要冲过来 要个联系方式了 发令员是意中人退开一些 这才猛的一吹哨 双手也随之落下 随着骑子的落下 两辆叙事待发的超级跑车 直接冲了出去 两辆车的速度都非常快 但是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 明显更胜一筹 坐在车里的郑浩然 感觉自己的油门还没有踩到底 就已经将正开的法拉利 拉法落在了后面 一股强烈的推背感 将他的身体推得笔直 那种风一般潇洒的感觉 瞬间萦绕在郑浩然的心头 郑浩然的心态却十分轻松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段距离 但是他现在也有些熟悉 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的 极强性能了 一脚踩下去 本来就像风一般的车子 更像是闪电一般 朝着前面扑去 正开跟在帕加尼风之子 定制版的后面 额头上已经冒出了薄汗 他的脚死死地踩着油门 但是无论他心里多么愤怒 现在已经是他的极致速度 哪怕他踩得更加用力 仍然无法追上前面的车辆 而且很明显的 还在被不断地落下 正开默默地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连人家的车尾灯 都要看不见了 就在正开着急不已的时候 就见前面的帕加尼风之子 定制版一个转弯 再次冲了出去 这一次 连人家的车子都看不见了 这已经不是一场赛车 根本就是单方面的碾压 郑浩然悠哉地开着车 回到了起点 获得了这一场赛车的胜利 看着帕加尼风之子定制版 如预期一般的获胜后 在场的精灵大少们 无不欢呼出声 太棒了 终于胜了 虽然赢得 毫不出乎意料 但是一雪前耻 简直是爽歪歪了 精灵的大少们 都已经开始庆祝起来 这时候 正开的车 才急速地冲了回来 看着刚刚回到原地的正开 郑浩然的心里特别解恨 如果不是沉添仗义相助的话 现在的正开 就是自己的下场 他会在天津大少小姐们 庆祝半天的时候 才缓缓地开回终点 带回精灵的耻辱 想到这里 郑浩然和一众精灵大少小姐们 全都看向了一旁的陈天 眼神里带着感恩和崇拜 陈哥这哪里是来视察的 这简直就是来救苦救难的 正开冲过终点之后 磨叽了半天 才从车里钻了出来 毕竟这是正开 完全没有想过的后果 他们来迎战之前 明明已经调查过 郑浩然的情况 怎么会输得这么惨 正开恶狠狠地 看向一旁的陈天 都怪这个小子 在半路的时候杀了出来 否则 精灵这一次绝对是死定了 看到正开下了车 一众天津的大少小姐们 匆忙地迎了上去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来安慰正开 众人的心里 也都是堵着一块大石头 说不出的难受 作为天津大少 他们从出生开始 就自带光环 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 在他们的眼睛里 除了天津的大少圈子 其他圈子都是垃圾 一帮小垃圾而已 居然敢屎炸 骗我们的东西 简直是太欺人了 但是 这帮天津大少也明白 他们一开始也没安着什么安心 就是想用好车 碾压这些精灵的废物们 没想到 天天打猎 却被阴着了眼睛 不仅没有碾压人家 反倒是被从天而降的人 直接给碾压了 虽然心里投契的不行 但是毕竟是做了赌局的 正开也只能愿赌服输 他钻了钻手里的车钥匙 还是走到了郑浩然的面前 将车钥匙递了过去 郑浩然自然接了过来 这一把车钥匙 看着轻飘飘的 但实际上 这还代表着他们天经的面子 这一见 他们之前受过的耻辱 就算是彻底翻骗了 想到这一点 在场的精灵大少小姐们 都是面带喜色 明显是高兴的不行 和精灵这边的喜笑 颜开强烈对比的 则是天经众人的失落 他们这一次 算是彻底的灾了 虽然说 他们是远道而来 但是具体事情是怎么回事 他们自己非常清楚 郑浩然等人 完全无视了对方的情绪 他走到了陈天的面前 乐呵呵地递过了钥匙 陈哥 给你 毕竟这场胜利 是用了陈哥的车才能拿下的 奖品自然应该是陈哥的 对于精灵大少小姐们来说 能保住他们的颜面 已经感觉非常知足了 否则 他们这好欺负的名号传出来 以后岂不是阿猫阿狗 都能来踩他们一圈 大少的面子 都美的生意 多多少少 也会受到些影响 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大家高兴还来不及 自然更是不敢惦记这奖品了 陈天拿过了那一把 法拉利拉法的车钥匙 在手里随意地把玩着 看到陈天的动作 另一边的正开 脸色阴沉得很 黑得几乎快要和锅底一样 这辆法拉利拉法 是他新买的超跑 虽然说 他家不缺这点钱 但是这车也是花了他很大心血的 说实话 就这样 让正开拱手让人的话 他还真有点不情愿 想来想去 正开几步 走到了陈天面前 说道 兄弟 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你今天把车还给我 算我成你个面子 我看你的条件也算是不错 不可能一辈子就窝在这小小精灵吧 以后你也是要来天津的 总不好人还没到 先竖起来一堆仇人 你自己感觉一下 正开说话的语气里 充满了作为天津大少的傲气 虽然是在求人 但是还是一副特别高傲的模样 话里话外的意思 还透着一点威胁 天津可是我们的地盘 今天你拿了车 就是得罪了我们 以后你休想踏足天津一步 陈天听着正开的话 顿时一乐 他抬头直视正开 淡淡地说道 怎么 你这是输不起了 明明就是输了 还想要靠着面子 将自己的车子腰回去 你这不是来赛车场比赛的 是来这里表演笑话的吧 确实是够搞笑的 一句话 直接让天津众人都是一愣 说我们输不起 随即 这些天津大少们都反应了过来 对着陈天怒目而逝 站在正开后面的一个狗腿子 站了出来 对着陈天大声骂道 你放肆 敢这么和郑少说话 活腻歪了吧 你这样的 要是在天津 早就叫人打断一条腿了 看你还怎么吹牛逼 随着这一声怒骂 一瞬间 精灵这边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一阵怒火中烧 麻蛋的 早就看这帮天津的混蛋不顺眼了 合着你们不能输 输了 就骂人士吧 咋的 因为你们是天津来的 过来找我们开赌局 就只能赢 那还比什么比 你们直接弄个圣旨和大金碗 奉旨讨饭去好不好 到时候 我们谁不给你们快拔毛的 精灵大少小姐们对视了一眼 这时候也不打算忍了 这么骂诚哥 这不是打他们的脸吗 这是 书能忍 神也不能忍啊 大少小姐们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看到一道身影 已经越过他们 朝着那狗腿子走去 正是一脸阴沉的苏天晴 苏天晴刚才听到这个狗腿子说话 就已经气不打一处来 敢骂我老板 刚才还想着威胁他 不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 恐怕他们是不能尝记性了 苏天晴很清楚 有一种人 不叫他们见识一下厉害的话 他们是不会长脑子的 陈天看着苏天晴的背影 并没有开口阻拦 只是淡淡地丢出去一句 天晴 别把他打死了 一句话 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这个狗腿子的命运 直接就已经被决定 苏天晴点点头 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 一股煞气遍布全身 精灵大哨小姐们 只是从后面看着 也是下意识地一抖 这样的气场 有点吓人啊 众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了陈天 眼睛里充满着崇拜和敬意 真不愧是陈哥 看看人家的手下 这气势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那狗腿子一看到苏天晴的架势 也是吓得不行 下意识地就朝着后面闪去 自己就是出来壮壮声势 这件事情 他在天晴的时候 可是没少做 今天第一次遇到这么危险的情况 狗腿子越想越是害怕 他紧张兮兮地看向陈天 下意识地记住了对方的样子 这人也太刚了吧 一言不合 这就叫人动手 他就是个小碎催 不能拿他力威啊 郑开看着苏天晴的举动 也是心中十分不爽 俗话说得好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这个陈天也太过分了 直接派了自己的手下出来 要打自己的狗 这分明就是 想要借着打狗这件事 来打他的脸 郑开可咽不下这口气 既然对方已经准备先动手 那么他更没有稀释宁人的必要 想到这里 郑开直接看向一边的两个保镖 向他们试了一个眼色 这两个保镖都是外国人 一身的剑子肉凸起 看起来特别健硕 即使是苏天晴和对方比起来 也显得有些消瘦了些 郑开看着双方巨大的差距 嘴角上不由地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来 自己的这两位保镖 可是家里人精挑细选出来的 他们都是国际上雇佣来的 每个月都花了大价钱 也是郑开非常得意的地方 家里人这么重视自己的安全 还不是因为把自己朝着接班人的方向培养保护着 两个剑兽的保镖已经朝着苏天晴走了过去 他们虽然块头很大 但是明显动作灵巧 一看就是练家子 这两个保镖以前都是国际上的雇佣兵 手上还粘过人命 十分凶残暴虐 一个看起来干干瘦瘦的苏天晴 在他们看来完全就是来送死的 两个保镖对视了一眼 他们可是了解华夏的规则 自然是不能出人命的 否则他们就要失去这份轻松转的又多的工作 继续回去做刀口填血的雇佣兵了 站住 两个保镖几乎是同时开口 他们用别扭的汉语说着 试图用言语阻止苏天晴的动作 在两个外国保镖看来 他们这样做已经给足了苏天晴面子 如果对方有眼色的话 这时候应该已经停下来 由他们的主子开始谈判 没想到苏天晴只是冷笑一声 毫不理会对方的话继续朝着走了好几步 你说站住就站住 以为这里是你家 这里是华夏 两名保镖看到苏天晴的动作 也是眉头一皱 顿时感觉到了对方的挑衅行为 他们二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左边那个看起来更加年轻的保镖走了出来 一个干干巴巴的小子 还敢这么嚣张 弹塌就完事了 个头和身形都这么小 自己一个人出手 足够了 保镖一个箭步冲了上来 直接大手朝着苏天晴的脖子劈来 看着面前的苏天晴 保镖的眼睛里寒芒一闪 只要这一招击中 对方会瞬间眩晕 甚至晕倒 苏天晴早就看出了保镖的意图 他的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冷哼 只见他出手如电一般 直接一个横劈而出 刚好打在对面保镖的小臂之上 两人直接交锋在一起 保镖原本信心十足 觉得苏天晴这样的身板 能有什么力量 自己轻松 可以将对方震出去 可是这一交手才知道 对方不仅力量不次于他 手刀就像是斧头一样 砍在他的小臂之上 保镖只觉得 一股剧痛袭来 还来不及惊呼出声 就见苏天晴 直接一脚踢出去 刚好踹在保镖的胸口 对方剑朔的身体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直飞出去好几米 才狠狠地摔在地上 人虽然还能勉强站起来 但是明显不是苏天晴的对手 看到这样的结果 另一个保镖也是冷了一下 随即大跨步地迈了出来 在这位略微年长的保镖看来 自己的同伴 只是一时间大意 这才着了苏天晴的道 自己这一次 一定不会小瞧对方 踏踏实实将他拿下 另一位保镖上的前来 保镖明显就是试探 随即虚晃一招 朝着苏天晴的胸口袭来 保镖的眼睛里 闪动着阴冷的神色 这一拳只要打中 对方最起码 也要断几根肋骨 眼见着苏天晴的胸口就在眼前 可是下一秒 保镖却发现 面前的对手已经不见了踪影 什么情况 保镖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怎么可能 明明已经攻击到了眼前 却让对方直接避开了 这样的速度 完全出乎了保镖的意料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 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感到肚子上一阵剧痛 随即整个人一清 也试了起来 保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并没有摔得很惨 在地上翻了一个滚后 立刻跳了起来 看着眼前快速结束的两场战斗 一瞬间 在场的众人全都露出骇然的神色来 尤其是天津那边的大少小姐们 他们经常跟在正开的身边 自然是知道 这两个保镖的牢底 这样的两个人 竟然被对方一个人打成这样 那这人的实力 该如何 天津的大少小姐们 开始各种想象 他们的脸色明显变得难看起来 手底下能搜罗到这样的高手 这个陈天 恐怕也绝非持终之物 甚至极有可能 有一些特殊身份 就在天津的众人 思绪狂奔的时候 对面的两个保镖 也是盯着苏天晴 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他们的面上看起来还安定 但是心里也是有些惊恐起来 这样的人 绝对是高手 他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出来 面对苏天晴的权力攻击 就算是两个人一起动手 在人家的手里 也不一定能走出十几招来 更不要说 看到他们动了手 旁边的郑天南和刘猛 也走上前来 一脸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 从这两个人的身上 他们感受到了同样的压迫感 这样的人 和苏天晴的实力 绝对是不相上下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二人心中也是如临大敌 再也不敢嚣张放肆 而此时的苏天晴 已经一步一步地 走到了狗腿子的面前 在对方不断地闪避之下 直接一巴掌甩了出去 这一巴掌的力量极大 狗腿子直接被扇飞了出去 他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写满了惊恐的脸上 一双眼睛几乎要凸出来 下一秒 狗腿子忽然张口一吐 就看到几颗牙 活着血墨子 直直落在了地上 郑开看到狗腿子的惨状 生怕对方小命堪忧 连忙大喝了一声 住手 看着郑开几乎要扑上去的样子 一旁的两个保镖 可是吓坏了 和这样的狠角色面对面 那不是找死吗 两个保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直接将郑开护在了身后 其中一人还不忘记回过头 对着郑开说道 少爷 快走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苏天晴的对手 顶多也就是为他们争取一点时间 如果可以逃的话 就有多远 跑多远 郑开看着两个保镖如临大敌的样子 也是明白了两个人的意思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他们露出这样的表情 平时无论面对多么穷凶极恶的人 都是一脸的满不在乎 能让他们这样的人 肯定是他们也不能对付的高手 就在这片刻的功夫里 苏天晴再次走到了狗腿子面前 再次出手 啪 又是一声清脆的巴掌声 这样的响动 让在场的天津大少们 跟着一击铃 仿佛这一巴掌 狠狠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狗腿子被打得血沫满嘴 也不知道是疼的 还是害怕的 额头上满是细密的汗水 哥 我知道错了 我给您赔礼道歉 我再也不敢了 真的不敢乱说话了 狗腿子趴在地上 一边向后蹭着 一边陪礼道歉 他的脸上满是伤 一说话 不仅是漏风 嘴里更是疼得直抽气 但是 面对这样的狠人 狗腿子除了道歉 已经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要不是怕挨打 狗腿子都恨不得 给苏天晴跪下了 郑开在一边 牙刺欲裂地看着 这可是 自己身边的狗腿子 被别人打成这样 跟打他有什么区别 现场谁不知道 这个狗腿子 就是帮着自己说了句话 就被这样对待 郑开怒视着陈天 怒不可遏 恨不得冲上前去 撕碎了这个人 天晴的大少小姐们 看着同伴被打 也是看着对面的众人 只觉得一阵怒火中烧 精灵这边的众人 也是毫不畏惧 对方瞪过来 他们也同样地瞪回去 一时之间 双方的情绪 可以说是剑拔弩张 哪怕随便一点小动作 都可能拉起大战 郑浩然毫不畏惧地 向前走了几步 他怒视着对面的众人 大声警告道 我告诉你们 你们谁敢动诚哥一下 我保证你们出表苏航 要不是诚哥今天的帮忙 他们整个精灵圈子的面子 都丢完了 人家帮了大家 怎么可能 让陈天一个人 承受这些人的怒火 郑浩然虽然是个 娇生惯养的大少 但是他这个人 还是相当仗义的 否则也不会在 精灵顶级圈子里 这么吃得开 除了身份地位之外 人家人品也绝对理得住 郑开紧紧地咬着牙 因为愤怒 脸色明显有些战红起来 他也知道 今天自己这个脸丢大了 也真的是有幸和 陈天一绝高地 但是现实情况根本不允许 这里又不是他的主场 而是人家苏航的地界 怎么算 自己都是吃亏的 郑开看了看自己身边 明显有些惧异的大少小姐们 看向陈天说道 你在这里狂逝 没有用的 有本事 来天津闯一闯 我在天津等你 说完 郑开直接带着众人拂袖而去 那两个保镖走上前去 将狗腿子也扶起来背走了 精灵的众人 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的背影 全都显得十分高兴 这一次的面子 他们可是减大了 这些天津的大少小姐们 再是自视甚高 还不是落败在他们精灵了 真是太爽了 在场众人的目光 纷纷落在苏天秦的身上 忍不住开口赞叹道 诚哥 你这身边的人 也太厉害了吧 其他大少小姐们 都是用力地点点头 十分赞同这个说法 一旁的苏芷熙 则是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 终于是放下心来 刚才的那种剑拔弩张的场面 可真是吓到他了 说实话 这样的画面 他还真是没有见过 看到表哥身边的人 解决了那些人 苏芷熙的一颗小心脏 才算是彻底地放回肚子里 震天倒是一直都 不慎在意的样子 他看了看手里的车钥匙 直接扔给了郑浩然 说道 给你开着玩吧 我车太多了 并且 这车太不上档次了 不上档次 旁边的大少小姐们 听到后 直接无奈了 这两千多万的车 都不上档次了吗 他们现在开的车子 还没有这车子的零头柜呢 众人间事情已经解决了 便开口提议 为了庆祝今天的胜利 一起去吃个午饭 就在大少小姐们商讨着 去哪里吃的时候 苏芷熙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小丫头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闺蜜打开的电话 电话接起后 小丫头和闺蜜 简单地说几句后 就挂断了电话 苏芷熙看向陈天 笑眯眯地说道 表哥 我要和闺蜜去参加个活动 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去吃饭了 主要是这样的场合 苏芷熙实在是太不适应了 确实不太适合她 陈天听了苏芷熙的话 直接扭头 看向一旁的苏天晴 吩咐道 天晴 你开着车子 带芷熙过去吧 毕竟是个小丫头 让她一个人出行 她还是挺不放心的 有苏天晴护送过去 她就安心多了 苏天晴立刻答应了下来 她去取来了车子 苏芷熙直接在导航上 输入了目的地 前方直行 在导航的带领之下 苏天晴载着苏芷熙 在马路上急驰着 快到地方的时候 苏芷熙看着指着 旁边的位置说道 天晴哥 你把车子停在这里就好 我自己走过去 苏芷熙并没有让车 靠近目的地 就叫苏天晴 停在远处就好 苏天晴看着远处 很多人聚集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她也不来及多问 就看到苏芷熙下了车 朝着远处走去 此时的陈天 正被郑浩然等人围在中间 说着话 陈哥 您怎么想起过来淋水了 就是来视察吗 郑浩然一脸的好奇 看着陈天问道 毕竟陈天这一次的出现 实在是太及时了 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 陈天也没有隐瞒 但笑着说道 我回来看小姨的 你们呢 要在这里多待几天吗 白手 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陈哥 我们下午就回去了 众人又闲聊了一会 在敲定了去哪里吃饭之后 便纷纷上了自己的车子 陈天开着他的 帕加尼峰之子定制版 郑浩然则是去开了 法拉利拉法 这辆车在他的眼里 不只是两千多万的超跑 更是和陈天有意的见证 那可得好好爱惜着 众人的超跑车队 开出了天南赛车场 朝着目的地酒店去 这样的一对超跑队伍 立刻吸引了所有车主的注意 尤其是打头的两辆车 更是惊得这些车主 瞪大了眼睛 这这这 帕加尼峰之子定制版 还有法拉利拉法 这两辆车放在一起 价值已经上亿了呀 这样的组合 简直就是要人命啊 一般的车主看到后 立刻开始主动避让起来 这样的行为 导致顺畅的路途 开始变得越发缓慢 跟在后面的一个车主 看着变缓的车流 直接烦躁起来 他驾驶着自己的车辆 一阵加塞 趁着郑浩然 距离帕加尼峰之子定制版 有一定距离 直接插在了他的前面 车主开在陈天的车子后面 过了没有一会 又开始心中不爽起来 这个前面的豪车 怎么开得那么慢 开这样的豪车 在路上慢悠悠走 不就是想装逼吗 想到这里 车主的心里不紧不爽 还开始不平衡起来 他直接按下了喇叭 一下接着一下 不停地滴滴着 眼见着前面的陈天 毫不所动 坐在车里破口大骂起来 卧槽 今天这什么运气啊 竟遇上这种杀别 不就是开个豪车吗 看给你牛的 你这么厉害 你咋不上天 怎么不和太阳肩并肩呢 车主明显是陆怒正 骂完之后 又是一阵猛暗嘀滴 开在前面的陈天 对此十分不满 他看了一眼后视镜 直接猛地踩下了刹车 来了一个急煞 后面的车主 哪里想得到陈天的动作 看到前面的车子 忽然停住 吓得他三魂丢了七魄 那可是帕加尼峰之子定制版 这要是真的撞上了 自己的小命都被赔里头 车主经过这个惊吓之后 明显地收敛了很多 不过缓了一会之后 这位车主又开始怒火中烧起来 刚才吓坏了 这位车主也没有细想 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 立刻明白 前面的陈天 就是故意在搞他 姥姥的 不就是滴滴你两下吗 你就给老子来急煞车 这一套是吧 车主越想越气 就想着直接超车 去陈天的前面 也让对方感受一下 被别车的感受 没想到他的车子 还没有开出去 后面的郑浩然等人 也是看到了情况 这一位 明显是怒怒郑啊 郑浩然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冷笑 对方这种人 自己最是有一套了 一边想着 郑浩然和后面的一位大少 已经驾驶着车子 来到了那位车主的并排位置 两翼直接靠着他 然后慢慢悠悠地看着 那位车主左看看又看看 自己的车子 这是被豪车包围在中间了呀 这样的情况下 那位车主 可是丝毫不敢乱动 只能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慢慢地开着车 他现在的心里 简直就是逼了狗 心态更是直接爆炸 被这样的豪车群包围着 说实话 他的心理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一直到众人的车子 开到了饭店门口 才算是放了这个车主离开 车主这次老实地不行 直接一脚由门踩下去 朝着远处冲了过去 他现在 只想离这些恶魔们远一点 下车之后 郑浩然率先哈哈大笑起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这下 那位车主怕是不敢怒怒了 这一次的心理阴影面积 绝对是足够巨大 下次再怒怒 顿时就能想起 被一堆豪车围堵在中间的恐惧感 众人将车子停好后 就走进了饭店里 开了一个最大的包间 郑浩然大手一挥 十分兴奋地说道 今天为了表示对陈哥的谢意 我们一起做动 请陈哥吃饭 大少小姐们自然是巴不得 他们十分阔气地点着招牌菜 什么好就点什么 各种海鲜宴豹吃 只要是有的 连价格都不看 直接给我们按刻上 毕竟是招待大救星陈哥 吃什么都不过分 看着还要点酒的郑浩然 陈天在旁边直接制止了 说道 你们下午还要回去 酒就没必要喝了 咱们来日方长 酒回去精灵了 再慢慢喝 好嘞 郑浩然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毕竟陈天这是关心他们 众人高兴还来不及呢 而且 陈天刚才也说了来日方长 对朋友才是这样讲啊 一时间 在场众人都是激动不已 围着陈天不停地说着话 陈哥 今天要不是您 咱们精灵的面子 还真是将那帮天晶的孙子给落了 您就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也是那帮人活盖 来精灵耍威风之前 也不知道打听一下 咱们这边的情况 他们这就是自讨苦吃 这一次真的是痛快 那个郑开回去了 也得消停好一阵子了 否则 他丢的那些脸 可是找不不回来 陈天听着众人的追捧 只是淡淡地笑着 并没有过多的表情 一顿吃下来 兵主尽欢 大家都十分尽兴 郑浩然拒结了账 回来的时候 对着陈天说道 陈哥 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回去了 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 随时招呼一声 我们立刻就到 其他大少小姐们 也是用力点点头 只要陈天招呼一声 哪怕是晚上 他们也毫不犹豫直接出发 众人和陈天告别之后 就开着车子 开始返回精灵 郑浩然开着法拉利拉法 他原本的那辆法拉利488 让另一位大小姐帮他开着 众人一路从灵水市返回了精灵 这一路完全没有来时候的气氛和沉重 一路小孩去放着 直接回到了家里 郑浩然直接开着法拉利拉法回了家 他回家的时候 刚好老爸也在家里 刚在院子里停好车 看着返回家里的郑浩然 老爸正拨一脸的不满 怒视着他 说道 臭小子 天天不知道上班 现在又瞒着我买了新车 说说吧 这辆车又是多少钱 其实 以郑家在精灵的地位来说 买几辆跑车还是轻轻松松的 只不过郑浩希望儿子 可以扛起家族企业的大旗 而不是像一般的二代似的 只知道玩物丧志 所以平日里 郑浩对于郑浩然并不算大方 甚至是什么都要管一下 小叔不休不知了 一个看管不好 就得长歪了 一听到老爸问起车子的价格 郑浩然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得意 十分傲娇地回答道 没什么钱 也就两千来万吧 两千来万 还没有多少 郑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来 自己平时对这个小子 还是太好了呀 他的嘴角抽搐着 手已经抬了起来 准备抽出皮带 不让这个小子吃点苦头 他就不能尝记性 郑浩然一看到老爸的姿势 就明白 老爸这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连忙高高地举起了手 大喊道 老爸 你等一下 这车子不是我买的 郑浩文言一愣 随即直接抽出了皮带 朝着郑浩然晃了晃 怒斥道 你个小混蛋 现在还会撒谎了是不是 不是你买的 两千多万的车人家 借给你随便开吗 郑浩然可不想吃竹笋炒肉 一边闪躲着 一边将事情讲了出来 郑浩听着直接愣住了 一双眼睛不断地闪烁着 不可思议的光芒 这两千多万的车子 说不要就不要了 这这这 完全不是一般的手笔 这就是上次 你借来手表的那位 郑波仔细地回忆了一下 开口询问道 看着儿子点头 郑波的心里 也是一阵波涛汹涌 那位陈天的传奇 他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每一次都有新鲜的内容 惊爆人的眼球 郑波现在已经想起来 之前郑浩然和他说的 一致千金买房的事情 上次那几千万的 路易莫华奈的手表 他可是记忆犹新 要不是那块万表 自己上一次的大单生意 恐怕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谈下来 想着这些种种 郑波直接抬起头 看向郑浩然 一脸严肃地嘱咐道 你一定要和这位陈先生 搞好关系 知道吗 要是有机会 就把人家邀请到咱们家做客 说实话 郑波也很想见一见这位陈天 看看这位不曾谋面的小富豪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郑浩然听到老爸这么说 也是笑呵呵地答应了下来 好 有机会的时候 我和陈哥说就是了 一边说着 郑浩然的心里 又是一阵感慨 还是陈哥的名号管用啊 就这么一提 老爸立刻就哑伙了不说 连态度都变了 要是真的就指望自己的话 恐怕今天必然要挨揍了 而此时的陈天 和众人分别之后 就开着车子返回了家里 陈天回到家里的时候 家里也没有人在 陈天自己坐在沙发上喝着茶 看了回新闻 忽然大门一响 是小姨和小姨夫下班回到了家里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小姨的手里 还拎着不少蔬菜 一看到陈天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明显一愣 开口问道 小天啊 芷汐那丫头去哪里了 陈天看到小姨和小姨夫近来 连忙迎了上去 将小姨手里的菜接下来 这才开口回答道 芷汐中午临时有事 就和闺蜜去玩了 琉璃一听 直接扭头看向了一旁的苏江 脸上写满了无奈 这丫头 就知道自己出去玩 也不知道陪陪你 琉璃一声叹息 这个小丫头 自小就被家里的 这两个男人宠坏了 从小就这么浇惯着 大了肯定是要这么任性的 陈天看着小姨满脸无奈的样子 顿时一乐 说道 没事的小姨 芷汐也是刚回来 出去玩玩 不是挺好吗 总是憋在家里的话 不就变成傻丫头了吗 苏江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 倒了杯茶水 直接一饮而尽 这才说道 看见没有 芷汐这么任性 小天的责任就很大 三人正有说有笑的时候 陈天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陈天拿起手机来一看 发现是苏芷汐打来的 他刚一接起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对话对面 传来小丫头的声音 表哥 快点来吃饭了 我们在这边的网红餐厅呢 陈天笑着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好 我和小姨他们说一声 就过去 琉璃和苏江在一边 听得清清楚楚 琉璃看着陈天挂了电话 这才开口说道 这小家伙还行 还知道叫上表哥吃饭 陈天看着小姨和小姨父 挑了挑眉 问道 小姨 你们去不去 小姨连忙摆摆手 指着自己刚买来的新鲜菜 说道 你和你表妹去吃吧 正好你们不在 我和你小姨夫 吃个二人世界餐 听到小姨都这么说了 陈天也就站了起来 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的苏芷熙和闺蜜周蒙 张柳馨 已经来到了包间里面 几个小丫头坐在一起 研究着菜单 说着自己在网上查来的攻略 苏芷熙伸着头看着 忽然指着其中两道菜说道 要这个 我表哥爱吃这个 好歹叫了表哥来吃饭 肯定要点几个表哥 爱吃的菜才是 周蒙和张柳馨 看着苏芷熙的样子 也是跟着眨了眨眼睛 似乎在回忆着说道 陈天哥 我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呢 苏芷熙听到闺蜜提起陈天 立刻抬起头来 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跟你们说 我哥现在可帅了 不仅仅是帅 就连气质那都是顶级的好 周蒙和张柳馨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同时偷笑起来 你现在还是这么黏着陈天哥 周蒙摇着头说道 似乎想到了什么 继续说道 我记得小时候 你就和小跟屁重世的 没想到小丫头却一点都不生气 小跟屁重怎么了 你们想做 还做不了呢 几个小丫头先是点了菜 等了没有一会 他们的包间的门 就被轻轻推开了 小丫头们都听到了声音 朝着门口的方向看了过去 就看到一个超级大帅哥走了进来 正是陈天 周蒙和张柳馨 直接看得眼睛都直了 这是陈天哥 我的天 这也太好看了吧 最起码有一米八多的身高 身材好的 就像是画册里的猛男帅哥 那一张脸 更是如同上帝精雕细琢的作品 帅气地让人移不开眼睛 更不要说 陈天的一身气质特别好 他这样一步一步 朝着房间里面走来 几个小丫头 只能听到自己的通通的心跳声 表哥 苏芷熙毕竟已经看了这张帅脸好几天 早就已经习惯了 立刻蹦蹦跳跳地起来迎接 周蒙和张柳馨 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 也跟着站起身 小声地打着招呼 陈天哥 陈天点点头 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苏芷熙早就扑了上去 一把拦住陈天的手臂 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一旁的周蒙和张柳馨 瞪大着眼睛 一脸震惊的表情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还是陈天哥吗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即便是原地出道 都能瞬间火爆全网的那一种 他们原来 怎么就没有发现陈天哥的优势呢 陈天倒是没注意到 两个小丫头的表情 他笑盈盈地看着几人 开口问道 你们今天出去玩 玩得怎么样 一听到陈天问起 苏芷熙顿时不高兴了起来 他撅着嘴巴 有些郁闷地说道 你可别提了 表哥 我们今天算是倒霉透了 排了那么久的队伍 可还是没有看到偶像 苏芷熙一张小嘴十分能说 给陈天描述着当时的场面 那场面 绝对是人山人海的 怎么说呢 就跟小长假出去旅游似的 到哪都能看到人 就是看不到风景 旁边的周蒙和张柳馨 也从震惊中缓了过来 开口补充道 确实是人太多了 但是被这么多人喜欢 我们完全挤不进去 其实挤进去了也没用 那里面还有九九八十一难 等着你们去闯吗 还没闯完关 人家偶像都已经离开了 太遗憾了 陈天听着几个小丫头的描述 只觉得一阵阵搞笑 不过听到最后 也是一头雾水 他有些哭笑不得的 看着面前的三个小丫头 直接开口问道 你们说了半天 也没说 你们偶像到底是谁 这也就是陈天的领悟能力还行 但凡换一个领悟能力差一点的 还以为这几个小家伙 人群了呢 周灵云啊 周萌的眼睛里放射着光芒 率先强话回答道 我的本家 我们都姓周的吗 听到偶像的名字 苏芷熙也变得兴奋了起来 拉着表哥的手 十分激动地说道 现在周灵云超级火的 他主演的几部古装剧都大火了 他的那个古装扮相 简直是美呆了 真不愧是圈里有名的青春玉女 那模样 那神态 看得人入迷啊 苏芷熙说完 用手肘捅了捅陈天 小声地问道 表哥 你应该也知道他吧 周灵云 陈天在心里暗暗地想到 这个人 我可是太知道了 看着面前还在滔滔不绝 夸赞着周灵云的三小只 陈天轻轻眨了眨眼睛 没想到 周灵云竟然也来淋水市了 再看看旁边几个小丫头 一脸遗憾和失望的样子 陈天便掏出了手机 找到周灵云的微信 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听说你也来淋水了 一起吃个饭 陈天也不确定 周灵云是不是在忙 没想到 自己的消息刚一发过去 对面立刻就有了回复 可以啊 你在哪里 陈天直接丢过去一个定位 顺便介绍了一下 这里是家网红餐厅 听说味道还不错 苏芷熙看着表哥 一直在按着手机 古灵精怪的他 故意凑到陈天的手机前面 问道 表哥 你在干嘛呢 陈天用另一只手 揉了揉苏芷熙的头 满脸宠溺地说道 再和一个朋友聊天 我叫他一会也过来 咱们一起吃个饭 苏芷熙听说是陈天的朋友 也没有多问 笑着硬道 好啊 咱们等等他 一会到了一起吃 而此时的周灵云 在收到陈天的邀请后 先是看了一下定位的地址 发现就在自己附近不远处后 对着经纪人说道 姐 帮我把一会的饭局推了吧 我有点事情 要出去一趟 经纪人原本还想着 劝一劝周灵云 今天晚上的饭局 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 看周灵云 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 也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 跟着周灵云这么久 经纪人还是很了解 对方的脾气的 周灵云看起来非常温柔 几乎没有脾气 但是他认准的事情 却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行吧 我尽量和对方另约时间 不过下一次 不要这样突然改变计划 我很难做的 经纪人任命地说了一句 周灵云十分乖巧地点了点头 笑着答应道 好嘞 我知道了 说完 他晃了晃手里的小皮包 戴上大墨镜和口罩 笑眯眯地朝着外面走去 这家网红餐厅 距离周灵云住的地方很近 所以他溜溜达达 就来到了餐厅的外面 周灵云掏出手机 给陈天发了的微信 我已经到楼下了 你们在哪个房间 陈天看了眼信息 他并没有回复 而是站起身来 准备下楼去迎接 毕竟周灵云现在可是大火的明星 随便和服务员问话的话 要是被发现了 对于他和娱乐公司来说 说不定都是大事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 我下去接人 陈天丢下一句话后 朝着外面走去 几个小丫头都知道 有人要过来的事情 也没有当回事 还在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苏芷熙将小脸 放在了桌子的边缘上 一脸无精打采地说道 想起来没有看到周灵云 我这心里就可难受了 没有心情 没有胃口 甚无可恋了 连面都没有见到 更不要提什么 合照和签名照的事情了 一旁的周萌和张柳星 也是心情不佳的样子 他们原本设计得挺好 可惜现在 一样都做不成了 要是让我见到周灵云的话 我一定要报复性地 多拍两张合影 看你那点出现 我不仅想要合影 还想要签名照呢 你们那算什么呀 我还要和周灵云说说话 然后再要签名和合影 比你们厉害吧 小丫头们见不到偶像 也就只能靠着吹牛 来缓和一下难过的心情了 他们正说着话的时候 忽然听到包间的门 被敲了两下 小丫头们一愣 随即就看到 陈天带着一个全身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人 走了进来 苏芷熙几人都站了起来 朝着陈天带来的朋友看去 那个包裹严实的人 先是摘下了帽子 对着陈天开口说道 这个天气出来 真的是热死人啊 苏芷熙原本还想打招呼 但是一听到这个声音 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这这 这个声音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耳熟 苏芷熙下意识地 看向了两个闺蜜 就看到周萌和张柳馨 也是一脸震惊地 看向自己 几个小丫头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 完全愣住了 只有周灵云 还在慢悠悠地摘下了 墨镜和口罩 露出一张极为清纯的面庞 对着几个小丫头打着招呼 你们好 看着面前眉如远待 双眸顾盼生情的周灵云 几个小丫头 只觉得脑袋里轰得一下 整个人都惊呆了 这个出现在他们包厢里的 真的是如假包换的周灵云 眼见着自己的偶像 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几个小丫头 差点尖叫出声 下一秒 三个小丫头 都扑到了周灵云的身边 十分热情地和她说着话 灵云姐姐 真的是你吗 我怎么感觉 我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这肯定是灵云姐姐啊 你不会连自己的偶像 都认不出来了吧 灵云姐姐 可不可以和你合个影啊 要是合影不方便 也没有关系 签名照也可以 实在不行 我这里有本子 那也给我写几句话嘛 几个小丫头 瞬间变身小迷妹 眼巴巴地看着周灵云 看起来可爱极了 最后还是 苏指西会来世 连忙对着周灵云招呼道 灵云姐姐 咱们先入席 坐下来边吃边说 说着 几人小丫头就簇拥着周灵云 来到了餐桌前坐好 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谁也没注意到 陈天还站在原地没动吗 陈天 这几个小丫头 这是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 只要偶像 不要陈天哥了 哼哼 这就是感情蛋了呗 陈天也只是在心里吐槽一下 真要是吃这个醋 他也不可能把周灵云邀请过来 他就是看着几个小丫头这么遗憾 想要让他们高兴罢了 几个小丫头 开始还有点拘谨 当他们简单地聊了几句话发现 他们的偶像竟然比想象中的 还要平易近人 尤其是身上那股清和的气质 让人看了 就好想要亲近一番 周灵云也很喜欢苏芷熙几人 他笑着看向陈天 说道 没想到 你居然有这么可爱的妹妹们 一个个都是小美人 一个赛着一个漂亮 尤其是苏芷熙 长得更是甜美可爱至极 说实话 这样的好苗子 他都想要推荐回公司呢 这种条件 只需要培养一下 绝对有大伙的前置 陈天在对面听着 只觉得满头黑线 怎么听这话 怎么别扭 他怎么就不能有 这么可爱的妹妹了 自己这么优秀 才最有资格有可爱的妹妹 几个女生凑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周灵云一脸的温柔笑容 他看着身边的小丫头 笑参参地说道 要合影吗 趁着还没有吃东西 先来拍照啊 毕竟要是吃了东西 口红很有可能就会蹭掉了 到时候拍照 就不能美美的了 好啊 苏芷熙几人眼前一亮 立刻应到 他们就是做梦 也想不到 自己的人生巅峰 居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明明是他们在追星 居然听到偶像主动和自己说 要不要合影 这种感觉 感觉已经美的 要爆炸了好吗 几个女生拿着手机 不断地拍着合影 这可不是偶像和粉丝之间 礼貌的合影一张 而是真的像是好闺蜜一样 拍了很多的合照 周萌看着手机的照片 忽然有些紧张地 看向周灵云 小声地询问道 灵云姐姐 咱们拍的这些照片 是不是不能上传 也不能让人看见啊 毕竟周灵云可是大明星 和他们这样的普通人 是不一样的 肯定要注意一点 看着面前三个小丫头 紧张的神色 周灵云心里一阵感动 这么替自己着想的妹妹 还真是好呢 周灵云灿然一笑 开口说道 等到晚上回去之后 你们就可以发了 晚上之后 苏指吸几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明白周灵云的意思 这是什么情况 周灵云无嘴偷笑 看着几个小丫头 确实不理解 这才开口解释道 你们要是现在发了 万一被哪个眼睛的 网友认出来 咱们不就出不去了吗 但是晚上回去了 发个合影而已 光明正大了 苏指吸几人听到 周灵云这么说 都显得十分高兴 他们回到餐桌前坐下 准备吃饭 周灵云从自己 随身携带的小包里 抽出了几张签名照片 对着几个小丫头说道 你们要是不嫌弃 这些签名照 就送给你们吧 作为大明星 周灵云他们出门的时候 都习惯在背包里 放上一些签名照片 正好几个小丫头想要 周灵云就全都分给他们好了 照片数量并不多 一个人也就是分个 两三张的样子 但是几个小丫头 却乐得不行 苏指吸更是用力 在照片上面亲了几口 撒娇式地说道 灵云姐姐 你这是太好了 陈天看着几个女生的样子 无奈地轻轻摇摇头 指着桌上的饭菜说道 几位不如先开动吧 再耽误下去 都要凉了 听到陈天的提醒 他们才想起来 吃饭这件事来 苏指吸先是加了一只大虾 到周灵云的碗里 十分热情地说道 灵云姐姐 这里的大虾是招牌菜 你尝尝看 不仅好吃 而且吃虾不会发胖 周萌和张柳欣 也是不甘示弱地 给周灵云加了菜 一旁的陈天 再次轻轻摇了摇头 他只能是苦哈哈地 自己加菜了 这时候 一旁的苏指吸黑黑笑着 加了两只大虾 到陈天的碗里 讨好式地说道 要不是表哥 我们今天真的是要遗憾死了 谢谢表哥 你辛苦了 给你两只虾 好好补一补 虽然偶像在前苏指吸很高兴 但是也不能忘记了 表哥不是 一旁的周萌和张柳欣 也是有样学样 赶紧给陈天加了菜到碗里 嘴甜得像是抹了蜜 就是 陈天哥真的是辛苦了 您多吃点 最后就连周灵云 也跟着凑起了热闹 他也加了菜到陈天的碗里 还朝着他眨了眨眼睛 说道 多谢陈先生 我才有机会 认识这么可爱的妹妹 一顿饭很快吃完 苏指吸几个小家伙 满足得不得了 今天这一天 就像是坐了过山车一样 太刺激了 陈天打算去结账 没想到却被苏指吸给拦住了 小丫头一脸义正言辞地说道 今天表哥贡献这么大 怎么能再让你请客吃饭呢 我来 说完 小丫头不顾陈天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结了账 陈天 这个小丫头 真的是太不会过日子了 这么点小钱而已 让表哥转转怎么了 陈天一脸地无奈 看着几人说道 走吧 把你们送回家 周灵云率先摆了摆手 直接拒绝道 不用了 我就住在这附近 走着 就回去了 周蒙和张柳星也是对视一眼 连忙说道 我们也不用了 谢谢陈天哥 说完 周蒙和张柳星 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苏天晴已经开着车 来到了门口等着 陈天和苏指吸 冲着周灵云摆了摆手 静止钻进了车里 看着逐渐消失在面前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周灵云戴着墨镜和口罩的脸上 满是震惊 这么特别的车子 他肯定不会看错 这居然是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两亿多的豪车啊 这个陈天 真的是越来越神秘了 再想一想 上次在餐厅里 孙德志说过的那些话 几十亿买房产的人 周灵云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溢色 反身朝着酒店的方向走去 与此同时 此时的郑开等人 就如同豆败了的公鸡一般 开着车子 朝着天津的方向开着 因为郑开的车子 已经留在了灵水 所以他只能暂时 坐进了别人的车子里 郑开一路都阴沉着脸 他指挥着旁边的同伴 将车子停进了服务区 后面的大少小姐们 也纷纷跟了过来 他们下了车 也是面色不佳 之前那种不可一世的模样 早就看不出来了 这次的事情 大家谁也不要说出去 知道吗 郑开的目光 扫过众人的脸 低声地吩咐道 这种事情要是传开了 他郑开的脸丢光了 郑开都已经开了口 这些大少小姐们 自然是满口地答应下来 但是这样的事情 再加上现场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不走落风声 他们的车子 还在高速上急驰着的时候 天津方面已经有不少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此时 天津的一个四合院之内 小院不大不小 但是极为周正 一切物品都透着一股古生古色 古运自然而生 院中两棵柿子树 长得极其茂盛 一片绿意盎然 一个穿着白色衬衫 和白色长裤的青年 站在树下 一身儒雅气质 自然地倾泻而出 他低垂着眼瞼 安静地听着手下人的报告 郑开带着一众天津大少小姐 去了临水的天南赛车场 和精灵的大少门赛车 周豪一安静地听着手下报告 心里毫无波澜 郑开和精灵大少圈子不合的事情 在天津顶级圈子里面 人尽皆知 周豪一也是听不少人说起过 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听到陈天手下苏天晴 把郑开手下暴打的时候 毛子也是一迷 他可是知道 郑开手下的人 还是挺有两把刷子的 能在国外当过几年雇佣兵的人 哪个不是过得刀口舔血的日子 那种人 听说睡觉的时候 能要睁着一只眼睛 陈天的手下 能将这样的人轻松拿下 恐怕对方的能力更加强悍 而且听着刚才手下汇报的意思 好像精灵的那些大少们 对待这个人都非常敬重 这样的感觉 立刻让周豪一心里有了些警觉 难不成苏航崛起什么人物了 还是华夏几大家族的子弟 一时之间 即使是周豪一也没有理清楚头绪 他想了想 心里对于陈天 也是开始留意起来 说起精灵那边的家族 也就是上官家发展得不错 尤其是这两年 势头还是很猛的 周豪一自言自语地说着 他抬手打发了手下 朝着屋子里面走去 此时的陈天 已经带着苏芷熙返回了家里 看着小姨家收拾得干净整齐的房子 心里还是有些想法 这房子已经住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换一下了 其实陈天一回来就有想法 准备再买些房子 顺便也给小姨家改善一下条件 不过只要是一想到 小姨他们要是知道房子 是自己买的 肯定会不太乐意的 毕竟他们是真拿自己当亲儿子 怎么舍得花他的钱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眼睛突然弹出一道光幕 家检测到宿主的纠结 主动贡献新元集团所有权 新元集团 陈天拿出手机 搜索了一下 关于新元集团的信息 新元集团在苏行极有名气 更是这边的地产龙头企业 这样的大型地产公司 即使是在整个华夏 也是有着不小的实力 陈天查看了一下 新元集团的市值 将近千亿 看着手机上面的介绍 陈天也是一愣 这么大的集团 就在陈天愣神的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 显示的手机地区正式苏行 陈天想了想 还是接起了电话 电话对面 正是新元集团总经理凤星 在陈天接起电话后 凤星立刻十分热情地 自我介绍了一番 陈董 您那边方便吗 我可以去拜访一下您吗 凤星说完 十分紧张地 等待着陈天的回复 毕竟这位新上任的董事长 他们谁也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对方的喜欢和脾性 没想到 陈天十分和善地说道 可以 我一会把我的地址发给你 和凤星挂断电话之后 陈天的手机还没有放下 又有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过来 陈天看着手机上 不断闪烁着的陌生电话 不由地摇头轻笑道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么多电话凑在一起 心里虽然这样想着 不过陈天还是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立即响起一道女生 您好 请问是陈先生吗 我是苏行银行总行行长上官月 陈天安静地听着对面的女生 宛如空谷幽蓝一般 十分动听 稍微停顿了一下 对面的女生继续说道 因为您是我们苏行银行最顶级的VIP 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 想要对您日常回访一下 您方便给我一个地址吗 上官月十分礼貌地说着 这位客户陈天在他们苏行银行里 存放了大量的现金 而且还是活气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顶级客人 才会引起了上官月的注意 无论是自己的业绩 还是苏行银行的未来 这样的顶级客户 上官月都必须将他留下来 上官月吩咐了自己的助理 去准备了一些礼物 准备亲自上门和这位陈先生洽谈一番 陈天十分和善地回答道 这样吧 你加我下微信 我把我的位置发给你 上官月自然不会拒绝 他原本的打算 就是要和这位大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所以 上官月毫不犹豫地添加了陈天 陈天很快就收到了好友添加申请 他随手点开了上官月的头像 顿时愣了一下 上官月长得极其漂亮 照片是在野外拍的 虽然使用的是原镜头 但是上官月天生励志 极美的脸蛋上 看不出任何瑕疵 这么年轻 就已经成了总行行长 这 看来这位总行行长 要么是家世厉害 要么就是极具才能的天才了 此时同时 正在苏行银行总行中的上官月 正在处理着日常事务 上官月一面等待着陈天通过好友 一面查看着今天一天的数据情况 他的皮肤极白 脸上 画着适宜的淡妆 让他原本就已经极其出众的五官 更显得立体深邃 一头青丝打理得很好 十分轻巧地垂在肩膀上 竟显一身大家闺秀的气质 叮咚 一声清脆的短信提示声 将上官月的视线 吸引到了手机上 他拿起来手机一看 发现是陈天打来的位置 上官月打开看了一眼 一愣 这 这个地方 也不是什么高档小区啊 不过对方账户的资产 是明明白白放在那里的 上官月也没想那么多 他按下了内线对话 对着助理吩咐道 拿上我让你准备好的东西 我们准备出发了 两个人走出了办公室 直接坐进了一辆豪车里 助理带着一个礼箱 还有一些其他的礼品 准备出发 上官月将地址给了助理 两个人静止朝着目的地而去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陈天定位的小区外面 开慢点 上官月对着助理说了一声 自己则是开始打量起 这个小区来 这个小区也算是心事小高层 而且物业看起来很是用心 四处都打理得很好 但是你要是说 一个身家数百上千亿的人住在这里 怕是没有几个人相信 这未免 也有点太低调了吧 助理的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明显有些不敢置信 不过还是听话的 跟在上官月的身后 路过的行人 都下意识地看向二人 实在是因为 上官月太漂亮了 尤其是一身 气质温婉又干练 杀伤力太强了 此时的房间之中 陈天走到了客厅里 对着苏芷熙和小姨小姨父说道 小姨 咱家一会有客人要来 客人 一听说陈天有客人要来 小姨父立刻站起身来 神神秘秘地走进房间里 不一会 拿出来一个茶叶罐来 小姨父朝着陈天献宝似的 晃了晃罐子 说道 小天 看到没 这可是我珍藏起来的好茶叶 今天你这位客人有口福了 让你们尝尝先 陈天看着小姨父的茶叶罐 眨眨了眨眼睛 他也晃了晃自己手里的茶罐 笑着说道 还真是巧了 这是我之前望在车上的好茶叶 还说拿出来 给大家尝尝呢 小姨父倒是不在意 他有些好奇地走了过来 看着陈天的茶叶罐 疑惑地问道 你这上面什么字都没有 我看看是什么茶叶 说着话 小姨父已经打开了上面的盖子 随着缝隙地拉开 一股浓郁的香气瞬间飘了出来 那股香味直往人的鼻子里面窜 特别上头 苏江也忍不住提了提鼻子 他拉开里面的密封袋 就看到那些茶叶上 都带着十分精巧的金鞭 看着这样漂亮的茶叶 苏江的嘴巴无意识地大张开来 南南说道 这是茶叶 你跟我说是艺术品 我都信呢 这是什么茶呀 小天 我都没见过 苏江一边说着 一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嘿嘿笑着说道 这么好的茶叶 害得我有点寂养 这茶叶就让我来泡吧 他毕竟在公司里做经理 所以还真的钻研过 怎么泡茶 好来招待客户 一来二去的 还真的叫他摸出点门道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 苏江对自己的一手茶道 是非常有信心的 陈天淡淡一笑 摆了摆手 说道 不用 一会我来就行 苏江看着手里面的茶叶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茶叶 但是光闻这个味道 就已经知道不是饭品 若是不好好冲泡的话 那可是真的要糟蹋了 苏江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相信地看着陈天 疑惑道 你会泡茶吗 小天 这时候 坐在沙发上的苏芷熙 也是举起手来 用一种十分笃定的口吻 对陈天说道 表哥 我老爸泡茶 可是有一手的 你尝尝就知道了 苏芷熙也是又一次 刚好去老爸公司 喝过一次 当时就惊讶了 刘玲在一边听着 爱人和女儿的吹嘘 也是忍不住加入了战局 开口轻斥道 嘿 你们俩看不起谁呢 我跟你们讲 我家可是有优良传统的 小天是自己姐姐家的孩子 那资质自然不会差了 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看上去是争论 其实就是玩闹着 陈天在一边听着 他先是去厨房里 洗了一下茶具 顺便去烧了热水 准备开始泡茶 看着陈天有模有样的准备 刘玲在一边更是得意了 对着苏江 父女两人展示道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家传的手艺 自打娘胎里就带出来了 苏江父女 我们对陈家的基因 也没有任何意见啊 这才刚做个准备 有必要这么吹捧吗 一个搞不好 那可是要打脸的 就在他们你来我往的 说着话的时候 陈天那边已经开始泡茶了 茶具在陈天的手里 就像是听话的小兵一样 迅速地洗涮后排在了桌上 拿着夹子 取了一些神级茶叶在茶壶里 陈天的动作 让一旁的苏江平住了呼吸 似乎是担心自己呼吸大了 能把茶叶关弄倒似的 陈天的动作非常快 热水已经灌入壶里 也就是一两秒的功夫 就已经倒了出来 其实像这样的顶级茶叶 不洗茶也是可以的 很多人都说 这样做会带走茶香 但是陈天还是喜欢洗过的口感 便保留了这个步骤 毕竟在陈天的神级茶叶面前 能被带走的茶香 必然是操作不当造成的 这些操作 就像是融入在陈天的血液里 一切操作 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看得人眼花缭乱 苏家三口人 更是看得眼睛都直了 这这这 陈天的这一套操作 就算是电视里面的茶道表演 都没有这么漂亮 更不要说 随着陈天的动作 整个客厅里面都是满满的茶香 让屋里的几人 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这味道 光是闻着 就已经让人口舌生惊 余味徘徊了 要是真的喝下去 岂不是妙不可言 等到稍微清醒一点 苏家三口忽然意识到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陈天什么时候会茶艺了 这份手艺 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最起码 也要耗费不知道多少年的心血 才能一点点地磨练出来 刘林下意识地看向苏芷熙 苏芷熙也是茫然地摇了摇头 一脸的迷茫 他也不知道 表哥这到底是在哪里磨练出来的手艺啊 就在一家人震惊不已的时候 忽然 家里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敲响了 来了 稍等一下 苏芷熙高声地应道 随即就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他想着 应该是表哥的客人到了 便蹦蹦跳跳地跑去开门 快请进 苏芷熙拉开大门 话还没有说话 人就已经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这这 他这是看到了什么 只见他的大门外面 站立着一位特别漂亮的女生 那女生就像是黑夜里的星星一般 特别闪亮 让人根本无法忽视 苏芷熙直接愣住了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漂亮的女生 身上还带着一种温婉又干练的气质 这也太吸人眼球了吧 上官月看着眼前来开门的小女生 看着她呆萌的样子也是一乐 柔声询问道 您好 请您陈天陈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苏芷熙用力地点点头 视线在上官月的身上流连了数秒 才依依不舍地移开 朝着客厅的方向喊道 表哥 是来找你的 陈天听到苏芷熙的喊声 也是起身走了过来 对着上官月邀请道 请进 看着身前漂亮的上官月 陈天的眸子里也是闪过了一丝惊艳 说实话 之前看头像照片的时候 陈天就已经觉得 那照片是对方的颜值巅峰了 可是现在这么一看才知道 上官月本人比照片漂亮多了 尤其是一身的气质 更是令人侧目 这样年轻漂亮的总行行长 倒是陈天没有想到的 与此同时 看到了陈天的上官月 也是很明显地愣了一下 他完全没想到 陈天居然会这么年轻 看着眼前这张年轻又帅气的脸庞 上官月直接被震惊了 帅哥他可是见过不少 但是这么帅气 这如此有气质的 简直是凤毛麟角 毫不客气地说 陈天是他见过气质最好的 到底是苏行银行总行行长 上官月很快就反应过来 对着陈天几人 做着自我介绍 陈先生你好 我是之前和您通过电话的上官月 这是我的名片 一边说着 上官月是一旁边的助理送上礼物 助理收到事宜后 立刻心领神会 将手里的礼品奉上 陈先生 这是我们总行的一点心意 希望您能喜欢 一旁的苏芷熙 目瞪口呆地接了过去 他随口打开礼盒看了一眼 发现里面整齐码放着的 居然是纯金打造的纪念币 且不说纪念币的收藏价值 光是纯金的质地 这么多枚 也是很大的价值了 纪念币的旁边 安静地躺着一张黑色的银行卡 正是苏行银行的黑卡 看到这张泛着金边的黑色卡片 在场的几人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卡吗 黑卡是传说中 全国仅有几张的存在 按照苏行银行总仓的统计来看 加上陈天的这一张 也没有超过一个巴掌的数字 越是这样的数字 越是说明了 这张卡的珍贵 以及审核的严苛 可以说 这张黑卡 就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 只有整个华夏顶级的富豪 并且对苏行银行 有着巨大贡献的人 才有可能得到这张黑卡 刘灵和苏江 看着那些纯金纪念币 直接开口婉拒道 这个礼物 我们不能收 太贵重了 这么价值的见面礼 确实是有点太隆重了 刘灵和苏江 不仅没有惊喜的感觉 反而是被惊吓到了 上官越看着 一再推辞的小姨和小姨父 笑着说道 比起陈先生 将数百亿存在我们银行 这一份信任 可是堪比千金 这点礼物 也就不足为道了 即使是拿着这些东西过来 上官越 还觉得有点怠慢大客户呢 数百亿 听着这个数字 苏江下意识地掏了掏耳朵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数百亿这样的数字 对于苏江来说 有点太陌生了 平时在公司里 几千万的 就已经是超级大订单了 数百亿 还是现金存在银行 这得是多少钱啊 现在 这位总行行长居然说 他的侄子 就是那位顶级富豪 这这 苏江只觉得 大脑里面轰的一声 就像是一颗炮弹 忽然爆炸了似的 炸得他七荤八素的 琉璃和苏芷熙 更是直接愣住了 他们知道陈天有钱 但是没想到 现在的陈天 已经这么有钱了 数百亿啊 要是全换成现金 估计最起码能累上半个楼了 众人的心里 都是百转千回的 只有陈天 还是十分淡然 他朝着上官越台了抬手 招呼道 请坐 说完 陈天自顾自地 坐回之前的位置上 开始倒茶 先是给小姨和小姨父 倒了茶 随后又倒了一杯 给上官越和苏芷熙 最后才是陈天自己 琉璃和苏江 原本还沉浸在震惊中 但是一杯茶香 已经将他们的意识 拉回了身体 浓郁干香的味道 仿佛是带着一股魔力 让人的心境 都变得越发平和起来 茶香更是流经了 四肢百孩 仿佛是在香茶中沐浴一般 整个人都勤满了茶香 这味道 可是太香了 诱惑之下 苏江和琉璃 已经喝下了一整杯香名 正在不断地回味着其中的甘甜 上官越看着面前清亮的茶汤 并没有急于入口 而是欣赏着茶水阴晕的热气 他的鼻腔里 可以闻到非常浓郁的茶香 真的是太香了 以上官越的身份来说 他也是喝过不少好茶的 但是味道如此浓郁的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光是这样闻着 都感觉全身沐浴在香气之中 太神奇了 上官越一边想着 他已经端起了茶杯 葱白一样白嫩的手指 和紫沙茶杯有着极为明显的对比 画面十分美好 上官越很是优雅地浅扎了一口 整个人都为之一阵 这 一道金光 才上官越的眸子里射出 绝美的眸光之中 盛满了震惊和惊讶 只是一口而已 但是比他爷爷的玉公大红袍 滋味还要浓郁甘甜 居然还有比玉公大红袍 还香得茶水 要知道 玉公大红袍 已经是华夏最顶级的茶叶了 上官越这么多年 也不过是有幸喝了几口罢了 今天他是真的开了眼见 陈先生 您这真是好茶 上官越实话实说 因为喝到了极品的美味 连他的眉梢眼角 都变得更加柔和 染上了一抹笑意 陈天淡淡一笑 他抬眸扫了上官越一眼 轻笑着说道 来而不枉非离也 既然我收了你的礼物 也得拿出点诚意来才是 一边说着 陈天给上官越拿了几片茶叶出来 用小盒子包了起来 递向对方 环礼 这样的神级茶叶 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东西 比对方送来的那些东西 可是值钱多了 上官越看着陈天的举动 也是受宠若惊 连忙收了下来 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这绝对不是凡品 上官越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收起 十分认真地说道 陈先生 谢谢您的礼物 陈天只是不以为然地笑笑 给上官越蓄上了一杯茶水 上官越十分欣然的结果 这么好喝的茶水 今天还真是来着了 就在众人品尝乡名的时候 大门再一次被人敲响了 苏芷熙起身去开了门 就看到凤星等人站在门口 十分有礼貌地询问道 请问 陈天陈董是住在这里吗 苏芷熙闻言一乐 今天可真是够热闹的 这么多人来找表哥 请进吧 一边说着 苏芷熙将几人迎进了屋里 同时看向了喝茶的陈天 说道 表哥 这几个人也是爱找你的 上官越随意地回头望了一眼 就看到了站在最前面的凤星 作为苏行银行总行行长 上官越可是没少 和这位凤星打交道 自然是非常熟悉的 咦 凤总怎么也在这 上官越一挑眉头 用玩笑式的口吻询问道 凤星看到上官越在这里也是一愣 随即回答道 我是来找陈先生的 您这是 我也是来找陈先生的 凤总 你不是来拉贷款的吧 那我可不能给你 上官越看着对面的凤星 有些警惕地说道 新元集团 作为苏行地产的龙头企业 最近的动作可是不小 听说 最近刚拍下的几块帝王 估计也是一时间扩张厉害 有些资金链紧张 想到这里 上官越下意识地看向了陈天 不会是凤星知道了 陈先生财力惊人 过来拉投资 或者是谈合作的吧 对面的凤星 听着上官越的话 轻笑着摇了摇头 直接回答道 上官行长说笑了 都不是 凤星一边说着 一边看向陈天 一脸恭敬地说道 陈董是我们的老板 我们是来和老板谈事情的 老板 凤星是新元集团的总经理 那么陈天不就是 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上官越一脸震惊地看向陈天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居然有这样一家大集团 那可是苏航房地产的龙头企业 长度人居然是个20岁出头的青年 这太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 新元集团这两年扩张的速度很快 势头很猛 上官越眯了眯眼睛 他看向陈天 询问道 你是新元集团的老板 上官越的一句话 以及陈天淡淡点头的样子 瞬间就引来了在场众人到吸气的声音 不只是上官越 就连小姨一家人也是被震惊了 那可是苏航特别有名的企业 居然是小天的 上官越强压住心头的震撼 他的心里也是在怀疑 陈天是不是几大家族的人 这样的年纪之下 就有如此的成就 更不要说 陈天在他们银行里面 还放着如此大笔的流动资金 这样的人 出身绝对是极其不简单的 上官越快速地回复了冷静 他在心里想了想 几大家族里并没有姓陈的 也没有这样的人 陈天的气质太好了 一般的家庭根本培养不出来 上官越一边想着 心里也是留了心 陈天看着还在站着的凤星等人 直接开口招呼道 你们也过来坐 尝尝我刚泡的茶 谢谢陈董 凤星等人乐呵呵地走了过来 坐在了沙发上 闻着面前的茶香 几人也是眼前一亮 这味道 真是太香了 是他们从未闻到过的茶香味 尤其是一口咽下去 那滋味 更是绝了 陈天看着他们喝完了茶 又耐心地为他们续上 这才开口问道 在淋水 我们还有没有好的房子 好房子 凤星仔细地想了想 立刻回答道 陈董 尚书台别墅区一号别墅还在 尚书台一号别墅 也是这个小区的最好的别墅 更是当之无愧的楼王 陈董这样的身份 能配得上他身份的好房子 恐怕也只有那里了 凤星作为新元集团的总经理 对于自己公司的房子 是有极大信心的 如果说他们新元集团的房子 都入不了陈董的眼睛 那么其他的房子 就更是不配了 陈天文言 直接对着凤星等人说道 可以 你们带我去看看吧 说完 陈天看向一旁的上官岳 开口询问道 上官行长有兴趣吗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原本陈天也只是客气一下 以为自己一提出来 对方立刻就会识相离开了 没想到 上官岳听到陈天的邀请 眉眼一锤 直接说道 好啊 听说那边可是临水市的顶级别墅区 我正好也想去一保眼福呢 陈天眨眨眼睛 对着屋里的众人招呼道 既然这样 咱们就一起去吧 陈天给苏天晴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开着车子过来一趟 等到陈天等人下楼的时候 苏天晴刚好开着车来到了楼下 老板 我来了 苏天晴看着陈天 立刻将车子停好走了下来 十分恭敬地拉开了车门 恭迎陈天上车 看着面前的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在场众人无不瞪大了眼睛 凤星等人一阵震惊 就连上官岳也是同样的震撼表情 他们都是识货的人 自然一眼就认出了 这辆豪车里的天花板 两亿多的豪车带步 这这这 众人下意识地看向了陈天 目光之中充满了震撼和恭敬 这样的一位年轻人 绝对是精彩绝艳啊 陈天倒是没放在心上 他先是扶着小姨小姨夫上了车 这才对着其余的人说道 麻烦凤总在前面带路 上官行长 就跟在我车后好了 众人点了点头 纷纷坐上了车子 朝着尚书台别墅区的方向开去 临水市周围的自然环境非常好 一路朝着尚书台的方向开去 风景也变得越来越精致 陈天满意地看着外面的风景 他用手机查看了一下 尚书台别墅区的位置 那里距离小姨小姨夫的工作单位 更近 住在那边更是便利一点 琉璃和苏江并不知道陈天的打算 他们坐在车里 兴奋地看着外面的美景 开口称赞道 这里是新区 环境果然不一样 看看这湖面漂亮的 对面应该就是尚书台别墅区了吧 琉璃和苏江 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对于这里的很多地方都是很熟悉的 果然 车子一转过去 就已经到了尚书台别墅的大门处 到底是大公司做出来的高端项目 大门做得极其高大 上面用木头做了很精致的雕刻 看起来非常豪华 凤鑫放下车窗 和在守卫的保安说了几句话 便带着几辆车 直接开进了别墅区里 别墅区里的环境非常好 鲜花开得正好 一蹴一蹴的 很是漂亮 车子一路开到了正中央的位置处 凤鑫等人的车子率先停下 几人纷纷下了车 苏天晴驾驶着车辆 停在了他们的车子后面 陈天等人也是下了车 凤鑫等人迎了上来 指着中间最大的一栋别墅说道 陈董 这里就是一号别墅 一号别墅的面积非常大 法式风格的建筑 看起来十分美好 精美的大门已经推开 凤鑫十分恭敬地对陈天一恭深 说道 陈董 您先请 陈天扶着小姨 带着众人一起走进了一号别墅的大门 一进门 就能看到一个精巧的花园 花园里面种植着不少珍稀的花卉 现在阳光正好 花卉也是争相开放 不少人都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 目光之中满是惊艳 穿过花园 就是别墅的主体 凤鑫赶紧上前打开了大门 众人直接走进了大厅 大厅里面的光线非常好 别墅里面也采用的是法式装饰 奢华中透着一股浪漫气息 并没有欧式装饰那么奢侈 但是更多了一丝韵味 别墅一共是地上三层 地下也有两层 地下一层做成了健身房和饮饮室 地下二层则是一个巨大的酒窖和品酒室 凤鑫在旁边站着 十分热情地介绍道 这栋别墅功能俱全 后面除了花园外 还有一个露天的泳池 陈天四处地看了看 虽然没有天府城一号别墅那么奢华 但是再临水市 也算是首屈一指的顶级住所了 还可以 陈天对这里还算是满意 他看向小姨 笑着问道 小姨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毕竟以后这里是小姨的家 肯定要得到小姨的认可才可以 琉璃四处看着 只觉得一双眼睛都不够用了 这房子可真漂亮啊 听到陈天的问话 琉璃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 这里真的不错 陈天听到小姨说喜欢 嘴角上扬起一抹微笑 直接说道 小姨 这套别墅送给你们了 你们直接搬来这边住吧 小姨一听 先是一愣 随即用力地摇摇头 拒绝道 不用不用 你有钱是你的 我和你小姨父 有地方住 再说了 我们在那边 也都住习惯了 虽然说陈天现在赚了钱 但是小姨 还是不舍得花陈天的钱 孩子能做到这份上 肯定是吃了不少的苦 自己也没帮上什么忙 怎么能坐享气成呢 陈天自然知道小姨的想法 他直接拉住了小姨的手 语气十分诚恳地说道 小姨 你就收着吧 从小你看着我长大 和我妈差不多了 养育之恩大过天 这不是亲妈 却胜似亲妈 琉璃看着一脸真诚的陈天 眼圈微微一红 这个孩子这么懂事 他也是倍感欣慰啊 陈天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小姨 这时候 凤心朝着陈天走了过来 小声地请示道 陈董 明天有一块地的拍卖会 陈董 您要是有时间 也去吧 陈天想了想 明天也没有神妖事情 便直接答应了下来 旁边的上官月 刚好听到陈天的话 也是记在了心里 凤心见陈天答应下来十分高兴 他连忙和陈天说了 明天拍卖会的时间和地点 陈天点点头 随后对着凤心说道 好 你把一号别墅的钥匙给我吧 顺便联系下物业 帮我安排一下入住手续 小姨家确实是小了一点 今天刚好有时间 直接给小姨他们把家搬了 欣赏完上书台一号别墅 凤心和上官月 也纷纷上前和陈天告辞 准备回去了 陈天将他们送到了门口 又和小姨一家人看了看别墅 陈天对着小姨说道 咱们一会就回去搬家吧 我找点人来帮忙 争取今天就入住 刘灵和苏江对视了一眼 他们没想到 陈天还是个急性子 不过见孩子这么坚持 他们也没有提出相反的意见 毕竟这是陈天的一片心意 要是总是扭扭捏捏的 恐怕陈天也要多想 觉得他们把他当外人了 物业经理很快就赶了过来 因为星源集团在做的 全都是高端项目 所以旗下有属于自己的物业公司 也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地提高服务质量 给业主们最好的居住体验感 陈董 听说您打算立刻搬家 需要我帮您安排车子吗 物业经理来之前 已经被凤星特意叮嘱过 自己家的老板有需要 自然是要全力满足的 如果没有需要 就要想办法创造需要 陈天一挑眉 扫了一眼物业经理 随口问道 我们这里的物业 还提供搬家服务吗 不是的 陈董 物业经理轻轻摇了摇头 物业并不提供搬家服务 但是为了保证业主们的财产安全 我们这边会推荐一些 有资质的搬家公司 毕竟是有着这层推荐关系 只要是物业经理打个电话 对方公司马上就会派车过来 可以方便很多 不需要等候 陈天见物业经理说的有道理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物业经理立刻帮忙联系了搬家公司 陈天这边也带着小姨一家 返回了家里 虽然说新房子什么都有 但是也需要小姨他们带一些 使用熟悉的东西过去 苏芷熙对上书台一号别墅 喜欢的不得了 他笑得像是盛开的鲜花似的 十分得意地说道 房子里面的东西那么齐全 我就不带什么了 带点衣服和私人物品就行 至于房间里的摆件 肯定是要放在这边的 更多的东西放在这边就好 到时候有需要的话 就赶过来拿就好 刘林和苏江可没有那么随意 对他们来说 平日里用惯了的东西太多 少了哪一样 心里都会不得尽 众人一起回了家 刘林指挥着众人 开始打包家里的东西 很快搬家公司的车子就来了 工人们十分热情地帮忙搬运 众人一直忙到晚上 才终于收拾停荡 陈天送工人离开后 就看到小姨几人 瘫倒在沙发上 累得不行 陈天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微笑 轻声说道 小姨 你们也累了 洗个早早点睡吧 明天再收拾 在得到回应后 陈天直接回自己的房间 准备洗洗睡了 刘林和苏江 靠在柔软的沙发里 看着面前的新家 心中满是感慨 这外甥 还真是没白疼 媳妇 你是不是当年就看出来 咱们家小天 未来能有出息 苏江笑呵呵地开了口 她的心情十分激动 这是她根本没有想到的 作为丈夫 苏江非常清楚刘林的为人 今天的一切 就是 好人有好报 苏江一面想着 她站起身来 朝着刘林伸出手 说道 走 回屋洗澡 睡觉去 刘林任凭苏江拉着 心中满是感动 小天现在这么有出现 自己的姐姐和姐夫 也可以放心了 此时的上官月 已经回到了家里 她在玄关处换好鞋子后 走到了客厅里 就看到了老爷子 正在桌前挥吼 整个人的气势磅礴 明显正写在信头上 随着老爷子 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手中的笔 也放在了一边 小月回来了呀 快点过来看看 爷爷的字如何 刚才自家的孙女 一走过来 她就听到了 正好字也已经写好 老爷子挺直了身体 双手背在身后 看向上官月 也是脸上带笑 上官月娇笑着走了过来 在爷爷的面前 他不再是苏行银行总行行长 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丫头罢了 他低头看着爷爷写的字 轻轻点点头 开口点评道 爷爷这字 真的是飘若浮云 脚若金龙 又犹如铁书银沟 冠绝古金啊 老爷子上官心意闻言 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孙女啊 真是会逗我开心 这么正经的样子 说出这么明显的拍马屁的话 真的是可爱极了 上官月听着爷爷的笑声 露出一脸无辜的表情 他叹了叹手 表示道 爷爷这你就不能怪我了呀 您这字 早就已经到了书法天花板了 还要怎么进步 上官心意明知道孙女是拍马屁 却是欢喜得不得了 他看着孙女古灵精怪的样子 摇摇头 笑着说道 月月 你帮爷爷泡杯茶吧 一听到茶叶二人 上官月瞬间想到自己背包里的盒子 十分激动地说道 爷爷 您说 这是不是巧了 我这可是 给您带来了好茶呢 要不是爷爷提起 上官月都要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今天沉添泡出来的那个香味 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口舌生惊 干香醇厚的味道 仿佛就是面前 一面想着 上官月下意识地舔了舔唇角 那滋味 真是令人难忘了 上官心意根本不幸 再好的茶叶 能好到哪里去 他看着面前上官月 再看看 他闪闪发亮的眸子 直接大手一挥 很是阔气地说道 好了 去把爷爷的御贡大红袍拿出来 咱们两个喝了 上官心意 今天心情不错 说起好茶叶 最好的莫过于御贡大红袍 御贡大红袍 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茶叶 一般人想都不敢想 老爷子能得到一些 可见他的身份和地位 上官心意乐呵呵地看着上官月 虽然孙女很难给自己惊喜 但是自己 还是能让孙女高兴一下的 不过上官月 并没有信冲冲地去取茶叶 而是一脸得意地 从包里拿出了盒子 语气十分笃定地说道 爷爷 我这茶叶 可比您的御贡大红袍 好得多了 味道更加醇厚 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 上官心意自然不幸 毕竟他的大红袍 可是御贡级别 那是武夷山上 三棵母树上产的极品茶 虽然说千人千口 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不一样 但是只要是喝过御贡大红袍的 就没有人说不好的 毕竟顶级的东西 味道自有特别之处 上官心意一边想着 一边打量着自家孙女 月月是他亲自指点长大的 虽然不能说 喝着御贡大红袍长大 但是也是喝过好几次的 否则 也不会信誓旦旦 说出更好的话来 上官心意 微微眯了眯眸子 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站在一旁的上官月 看着爷爷的样子 就知道对方不相信 他直接打开了小盒子 瞬间 一股特殊的香味 就从盒子里面溢散出来 几乎是一瞬间 就传到了上官心意的鼻腔里 上官心意提了提鼻子 他的眉头不由自主地醋了起来 这股清香的味道 确实是他从未闻过的茶味 拿来我看看 上官心意一边说着 一边靠近了观察着茶叶 只见茶叶之上 一圈非常明显的金边 十分明显 看得老爷子 直接瞪大了眼睛 这种茶叶 他完全没见过呀 上官心意明显愣证了一下 才对着上官月说道 月月 你把这个茶叶 泡来尝尝 如此清香的味道 的确是极品 上官月欣然答应 他一把挽住了爷爷的手臂 笑呵呵地说道 走 爷爷 咱们俩去茶叶慢慢喝 上官家的所住的 是一栋极大的别墅 所以 一楼靠近落地窗的位置 就修建成了一间茶室 里面放着的家伙是 十分齐全 在这里品茶 更有一番乐趣 祖孙二人坐在了茶桌前 上官月开始泡七茶来 毕竟是大家闺秀 上官月自小也是 认真学习过茶艺的 而且 上官月从小到大 都属于学霸的那一种人 所以 无论学什么 都是一种天赋极佳的模样 就是上官月的父母 泡茶也不是女儿的对手 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才能 所以上官月 极为受到老爷子的宠爱 对他更是手把手地教导 上官月动作十分娴熟 很快就冲好了茶具 开始正式泡茶 他小心翼翼地 将茶叶放进湖里 学着沉天白天的样子 快速地洗了茶 一旁的老爷子 闻着被热气激出来的香味 眼睛瞬间一亮 他微微闭起了眸子 十分感慨地说道 这茶香确实是没喝过的茶种 味道似乎十分厚重 但是却有透着一股浓郁的清香味道 貌似矛盾 却极有冲击力 上官星义正想着的时候 上官月那边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后 已经泡好了茶 他恭恭敬敬地 给爷爷倒上了茶水 这才给自己也蒸了一杯茶 上官星义迫不及待地拿起了茶杯 他并不急着喝 而是提鼻子 亲吻着茶水的香气 如此近距离地接近 那股香气的味道 更是浓郁到了极点 带着一股震撼 上官星义前扎了一口茶水 一股热流涌入口腔 随即就是满腔里茶香 如同导弹爆炸一般 将整个口腔完全覆盖 无一处不相纯 回感很浓厚 但是没有一丝苦涩的滋味 整个口感简直是好到顶点 上官星义完全被震撼了 这个口感和味道 真的比他的玉公大红袍 还要更加浓郁和美味 这个世界上 居然真的有比玉公大红袍更好的茶叶 上官月因为已经喝过一次 倒是没有老爷子那么激动 他品尝着极品的香名 有些遗憾地说道 哎 和那位陈天比起来 泡的还是差了一点 上官星义回过神来 刚好听到了孙女的话 顿时一愣 自家的孩子 他最是了解 上官月自小就非常骄傲 什么时候会承认自己 不如别人 这这这 跟着茶叶的出现一样 震碎了他的一贯想法 震惊之下 上官星义先是喝了一点茶水压压惊 这才开口对着上官月询问道 月月 你说的陈天是什么人 一说到陈天 上官月就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般 对着爷爷不断地介绍着 陈天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原本也不知道这个人 直到我手下发现 他的账户上 放着一笔极为巨大的活气存款 上官月娓娓道来 他看向爷爷 那表情的样子相当明显 似乎是想让爷爷猜猜 对方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看到孙女的表情 上官心意无奈地一笑 这个小丫头 还想着要考考爷爷了 不过老爷子 也确实是思索了起来 如果仅仅是几亿现金的话 那么作为总行行长的孙女 自然不会太过于上心 这样的客户 自然是交给下面分行的行长 自己去努力维护就是了 对于一家银行来说 这样的体量 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难道有几十亿的现金 想到这些的时候 老爷子也是微微挑了挑眉 要知道 现在一说起一些大企业 都是市值多少钱 几百以上千亿的 但市值不等于价值 更不等于现金流 一个人的账户里 白白躺着几十亿资金 确实是很惊人的数字了 上官月听着爷爷的话 却是摇了摇头 他就知道 即便是爷爷 这个档次的人 也一定猜不到具体的数字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上官月让自己 尽量平静一点 说道 他的账户里 放了几百亿的现金 几百亿 这样的数字 确实是让老爷子吃了一惊 上官心意眯了眯眼睛 看着自家的孙女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上官月点点头 继续开口说道 我今天去拜访了他一下 发现他居然是 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您也知道 新元集团这两年的势头很猛 所以我就上了点心 您知道他出行的座驾是什么吗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两亿多的价格呢 能有这样豪车的人 肯定不一般 说到这里 上官月用下巴点了点身前的茶壶 语气之中写满了回味 这茶叶 也是他当作回礼 给了我一点 您不知道 他冲茶的手艺 可是绝了 自己的这点水平 在人家的面前 可能连小学生都算不上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陈天 看起来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上官月微粗着眉头 脑海之中 已经浮现出陈天的模样来 明明只见过一次而已 但是却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那番模样和气质 也实在是让人难以忘记 老爷子看着孙女的模样 心里也是有些了解 他的眸子眯了眯 看向孙女问道 你说他 才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嘶 这么年轻的小子 却有如此身价和财力 确实是很不一般 上官月点头如捣算 他绝美的眸子微瞪 看向爷爷问道 爷爷 您说 他会不会是某个家族出来的 除了家族和世家 上官月真的想象不到 这样的年轻人 是什么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 上官心意听着孙女的话 轻轻地摇了摇头 十分慎重地说道 不一定 但是明面上 并没有陈家 倒是有一些比较低调的家族 但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老爷子也不能随便说出来 上官月看着爷爷 想了想 开口提议道 明天他会去参加拍卖一块地 爷爷您看 要不您 上官月极美的脸上 露出一抹脚下的光亮 如果有爷爷帮自己去看看的话 一定会大有收获的 上官心意 看着孙女晶晶亮的眼睛 顿时一乐 大笑着说道 你们小家伙的场合 我去算什么 这个小家伙 着实有些厉害 这样吧 我叫大山去一趟 你也陪着 怎么样 上官月早就猜到 爷爷不会亲自去 但是听到爷爷的话 还是让他一阵心惊 居然叫大山叔和自己一起去 要知道 邹大山可是爷爷的左膀右臂 这么多年爷爷几乎出面 所有事情都是大山叔代办 大山叔 无论是人脉 还是工作能力 那都是极好的 一双眼睛 更是出了名的毒 有他跟着一起去 确实帮了自己的大忙 想到这里 上官月自然是高兴了起来 他靠近爷爷 一把挽住了老爷子的手臂 甜腻腻地说道 爷爷 谢谢您了 上官心意轻轻摇摇头 宠腻地看了自家孙女一眼 淡淡地说道 快点喝完 你会早点休息吧 第二天一早 陈天早早地就起了床 虽然换了一张床 但是陈天却睡得很好 拉开窗帘 感受了一下清晨的阳光后 陈天去厨房准备了早餐 食材都是刘玲昨天从家里带过来的 毕竟都是刚买的新鲜食材 刚好做了今天的早餐 等到一家人都起床后 大家围坐在餐桌前 欢欢乐乐地吃了一顿饭 虽然餐桌变大了 但是家庭氛围 还是一样的好 众人对陈天的厨艺赞不绝口 刘玲满意地拍了拍自己的小妇 看着女儿苏芷熙说道 你有时间不要总是玩 和你表哥好好学学 连个饭都不会做 以后看你怎么嫁得出去 苏芷熙毫不在意地翻了个白眼 她看向陈天 乐呵呵地说道 那还不简单吗 我以后找个像表哥一样 会做饭的男人 不就什么都有了 刘玲闻言一叶 顿时是无语了 就在这个时候 她家的门铃被人按响了 苏芷熙赶紧跑去开门 打开门才发现 是苏天晴 苏天晴的手里提着几只袋子 里面放着的是 陈天吩咐她回去精灵的家里 取回来的几套衣服 苏芷熙带着苏天晴进了别墅 陈天接过袋子后 直接回到了房间里 陈天从中直接选了一套穿在身上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便走下了楼来 苏芷熙一家人 正坐在沙发上说着话 听到陈天走上来的脚步声 齐齐朝着她的方向看了一眼 只是一眼 看得几人全都愣住了 甚至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这 也太帅气了吧 极好的布料被剪裁的 刚好贴合陈天的身体 让她整个人的气质中 都增添了一丝贵气 苏芷暗自扎舌 喃喃自语式地说道 这可太好看了 都说人靠精装 今天我算是彻底见识了 刘灵在一旁听得清楚 她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冷哼着说道 你可拉倒吧 看着好看还不是因为 小天长得够好 前台词就是 那些长得一般的人 就不要想着买衣服了 苏芷 你可真是我亲老婆啊 我这想法刚一萌芽 就让你给我掐灭了 陈天倒是没有听到 两人的斗嘴 她走到一楼后 对着小姨几人说道 小姨 小姨夫 我出去一趟 说完 就带着苏天晴 准备出发前往拍卖场 今天是临水市 准备拍卖几个地块 因为包含了一块市区的地王 所以一下子 吸引了不少公司的注意 今天的拍卖会场极为热闹 光是从门口的停车场 就能看得出来 平日里 只会停着寥寥无几的 几辆小破车 今天却塞满了 各式各样的豪车 兵力 麦巴赫 劳斯莱斯 也是赫然在列 在停车场里 极为显眼 不少老总都是脸上带笑 他们站在拍卖场的门口 有说有笑地 相互寒暄着 没想到 您今天居然也亲自来了 看来 也是受到了帝王的吸引 看来您今天 可是志在必得了 说实话 帝王不过是代表价格贵而已 但是那块地的位置太好了 无论是做地产 还是做公司总部 不仅是面积足够大 最主要的是 风水还好 今天到场的人 恐怕都是冲着这块地往来的 新元集团可是对这块地 也是很有意向 光是现场踩点 就已经不知道多少回了 众人听到新元集团 也会到场近拍 脸上的笑容明显一致 毕竟新元集团对他们来说 都是只能望其向背的存在 那可是苏航地产界的龙头企业 这样的大集团 如果和他们竞争的话 他们拿下这块地的几率就太小了 但是那块地 无论是价格还是位置 都太合适了 大家虽然心里有些发怵 但还是想要争一争 众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 说着话的时候 凤鑫等人也坐着豪车 赶到了拍卖会的现场 凤鑫的车子一出现 立刻就被周围的人认了出来 不少人都围到了凤鑫车子的旁边 和刚下车的凤鑫打着招呼 凤总 你也来了 虽然他们是竞争关系 但是说到底 他们也是生意人 明面上总要过得去才是 再说了 这里可没有一个人 敢和这样的大集团为敌 就算是敢 也不会愿意树敌 凤鑫也知道这些人的意思 他对此毫不在意 很热情地和大家说着话 出门做生意嘛 何气生财 只要是不招惹星园集团 不做那些下三滥的事情 正常地竞争他欢迎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身旁一人 发出一声道嬉气的声音 众人发现一样 都朝着男人的视线方向 看了过去 只见立辆车开了过来 在场众人看到后 都是愣在了原地 这 这不是上官月行长的车吗 一时间 众人面面相去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知道 为什么上官月会来到这种地方 难不成 他也对这块地有兴趣 那些老总们 已经凑在一起 小声地嘀咕了起来 他们当然惧怕上官月的身份 毕竟得罪了这样的大佬 说不好以后 贷款都不好下了 但是真正 让这些人紧张的 但是上官月身后的上官家族 毕竟一家银行不行 还有另一家 但是在苏行得罪了上官家 那就是真正地混不下去了 那可是可以媲美 华夏其他大家族的上官家 怎么可能是 他们可以得罪得起的 这些老总们神情一灵 忽然想到 难道说 是上官老爷子 对这块地有了兴趣 要是这样的话 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可是要慎重了 行员集团可以竞争 但是上官老爷子的面子 可是不能不给 老总们越想越是紧张 甚至是冷汗直冒 要是一个没做好决定 可能的下场 就是全家一起滚出苏行去 他们怎么不害怕 毕竟上官家的力量 在这里放着呢 人家老爷子在家里悄悄拐棍 整个苏行的大佬 都得收起尾巴来 何况是他们 就在众人惊恐不已的时候 邹大山也是从上官越的车子里 走了下来 看着恐无有力的邹大山 蹬在上官越的身后 没有一个人敢去质疑 这是一个一身蛮力的保镖 邹大山一脸冷漠的模样 众人一看 更是震撼不已 不是吧 居然连邹大山 都清零了拍卖会的现场 这肯定是老爷子有想法了 这邹大山是什么人 那是上官老爷子左膀右臂 是他最信任的人 这几年间 老爷子几乎不出现在众人视线里 但是邹大山 俨然成了老爷子的代言人 所以即使是不见老爷子出山 但是他的威名 可是一直在苏行笼罩着 这样的人 今天清零拍卖会现场 简直是惊爆了所有人的眼球 众人反应过来后 纷纷走上前去 和上官越二人打着招呼 上官行长 您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呀 您刚才一出现 就像是天上的明星 坠入凡间似的 把这块地界都给照亮了 邹先生居然也来了 一直久仰您的大名 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 真是三生有幸啊 既然是邹先生来了 我们心里也是有了数 只要您一句话 我们是绝不敢和您竞争了 众人对着上官越和邹大山 一阵追捧 说来说去 还是想要旁敲侧击地打听一下 老爷子是不是也对这块地有兴趣 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就连一边的凤星等人 也是觉得一个头变得两个大 上官家在苏行的地位 那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要是上官老爷子也想要的话 那还真是不好搞 星园集团看好那块地皮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甚至连规划的项目 都已经想好了很久 现在让他们放弃的话 确实是很不下心来 凤星咬了咬牙 喃喃自语式地说道 这样吧 咱们再看看情况 今天陈董会清临现场 咱们正好看看陈董的态度 邹大山面对众人 只是淡淡地点头致意 随后开口说道 我和小姐过来 是来回礼的 至于其他的 先看看再说 回礼 众人听到邹大山的话 脸上都露出了一抹疑惑 不过邹大山没有明说 他们自然也不敢问 就在众人疑惑重重的时候 就看到远处 开来了一辆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猛然看到这样的豪车出现 在场的众人 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这样的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那可是价值两亿朵 钱还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就是 这是身份的象征 在场的这些人 如果忽然向劳斯莱斯总部 提交定车申请的话 极大的可能性是婉拒 因为他们在华夏 并不是什么突出贡献的人 也不是什么顶级的商业大亨 想都不要想 为了他们汽车品牌的逼格 只有最尊贵的客人 才能在他们的公司里 定制这样的超级豪车 想到这里 在场众人的目光里 都多出了一抹震撼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居然预定到了这样的顶级豪车 还出现在了 凌水市的拍卖场门口 一时之间 在场的众多老总们 都开始疑惑起来 这车里坐的 到底是哪一位 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老总们忽然看到 凤鑫等人动了 他们看到 那辆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立刻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并且朝着车子大跨步走了过去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之下 凤鑫第一个走到了劳斯莱斯旁边 十分恭敬地拉开了车门 凤鑫的动作标准 且小心翼翼 一举一动力 都充满了无尽的恭敬 众人看着他的举动 又是一阵震撼 凤鑫那可是星园集团的总经理 绝对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在苏航 哪个人不给他点面子 就算是在华夏 那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他现在 居然去巴巴地给人开车门 这车里面坐着的 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啊 老总们的嘴巴微张着 一副可以吃下拳头的模样 现在车里那位的身份 他们完全不敢想象了 在所有人的期待之下 陈天从门里走了下来 陈天看着车门旁边站立的凤星 嘴角扬起一抹浅浅的弧度 轻轻点头示意 众人看着陈天的模样 只觉得整个拍卖场 都安静了下来 这一位是什么身份 居然这么年轻 不仅有顶级豪车座驾 还有凤星给他开车门 看着陈天身上 剪裁极好的服饰 这样的一位青年 说是皇室后裔 都有人相信 一身的贵气逼人来 站在这样的青年前面 说实话 他们真的是自残行贿 连头都抬不起来 陈董 您来了 我带您进去 凤星这时候 已经走到了陈天的身边 就像是一位礼仪满分的 英伦老管家一般 十分的恭敬 看着凤星的样子 有一些和凤星 比较熟悉的老总 立刻开口询问道 凤总 这一位是 听到有人开口询问 几乎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认真的等待着凤星的回答 凤星淡淡一笑 直接开口回答道 这一位 是我们新元集团董事长 新元集团董事长 众人一听 瞬间愣在了原地 他们看着陈天挺拔的背影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居然就是新元集团新董事长 这这这 这也太厉害了吧 要知道 新元集团可是苏航 都排名靠前的企业 这样的集团 可比他们的企业大多了 如此年轻 就有这样的身份 以后的发展 自然是水涨船高啊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他们看向陈天的目光中 充满了恭敬和羡慕 如此年轻的董事长 若是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新元集团可能会继续 向前冲一冲的 一时之间 众人看向陈天的目光之中 更是满含激动 就在一众人 还沉浸在震惊中的时候 上官月和邹大山 朝着他走了过来 上官月今天穿了一套 白色的套装 看起来十分干脸 但是整个人 如同金红仙子一般的气质 却是谁也无法忽视的美丽 看着面前气场强大的陈天 和昨天在家里 十分和善的样子 完全不同 上官月的眼底 也是闪过了一丝诧异 陈董 上官月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弧度 主动打着招呼 陈天见到上官月 依然是微笑还礼 十分淡然地说道 不用这么客气 上官行长 叫我陈天就行 上官月玩耳一笑 他轻轻垂眸 声如空谷幽兰般 清脆动听 既然是这样 你也叫我名字就好 众人看着上官月 和陈天的关系 很明显也是一愣 这位上官月行长 那可是苏航 年轻有为的代表人物 人家的工作能力在那里 否则就算是老爷子的面子 也不能做到 总行行长的正位上 有了这样的权利 再加上上官月的家世和美貌 围绕在他身边的各种大少 更是数不胜数 什么时候见他 和人如此交流过 那都是公事公办 拒任于千里之外的 上官月自然是会微笑服务 但那也是出于礼貌性质的 像是对陈天这样 笑得如此烂漫的 他们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上官月和陈天说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对待陈天的态度 这种姿态在这里放着 门口的这些老总们 可全都是聪明人 立刻就明白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位新元集团的新董事长 恐怕是他们不能惹的大人物 就在这个时候 站在后面的邹大山 也是走了过来 看向了身旁的上官月 上官月会议 他开始给陈天介绍道 陈天 这位是我邹叔 是我爷爷的得力助手 邹大山一直在打量着陈天 他的眸子里 快速地闪过了一道惊讶 眼前的这个青年 还真的是年少有为啊 男人嘛 模样端正就可以 但是这一身气质 却是非常重要的 邹大山在圈子里待了这么久 一双眼睛明亮的不行 看人极准 否则也不可能成为老爷子的左膀右臂 他很明显地感觉到 陈天的气场强大 一身贵气扑面而来 这样的孩子 真是不错 接着上官月给邹大山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陈天 陈天主动向着邹大山伸出手来 微笑着说道 邹先生 您好 邹大山对陈天的第一印象很好 他也是走过来和陈天握手 十分和善地回话道 昨天老爷子喝了你给的茶宴 今天专门来叫我回礼 一边说着 邹大山拿出了一大一小两个锦盒 朝着陈天递了过来 邹大山主动地打开了锦盒的盖子 紫檀做成的锦盒 自带着一股特殊的香气 露出了里面的礼物来 小的锦盒里 躺着一块杨之玉 透白银润的样子 就像是一只小羊羔一般 十分惹人喜爱 一看就是杨之玉里面的精品 大的锦盒里面 则是放着一卷画卷 陈天很是自然地走上前 将画卷拿在手上 轻轻展开 画卷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宁静致远 一笔一画之间 带着凛然天地间的大气势 朝着观看者的面门扑面而来 陈天安然地站在那里 眼眸之中满是欣赏 笑着说道 多谢老爷子这一番心意了 这次真的真棒 精气神扑面而来 老爷子已然超脱大师之境 邹大山看着陈天 一副自然的模样 顿时也是愣了一下 一般人看到老爷子的字 都会被其中的气势所震慑 这孩子居然从头到尾 都是这样平静的模样 绝非持中之物啊 就在邹大山感觉到惊讶的时候 旁边一众老总们 更是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这 原来邹大山说回礼 是给这个年轻人的 可是老爷子的字啊 看看上面的落款和司章 绝对是如假包换 作为苏航的企业主 他们可是知道 老爷子的字 可是不轻易给别人 就算是苏航这边高层 也是求之不得 其他的人更是想都不要想 连老爷子家的大门 都不可能让你进去 但是今天 老爷子居然主动写了字 给了这个年轻人 这得是多重视 一众老总们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惊骇 更不要说 这个年轻人 还有新元集团董事长的身份 新元集团 可是他们比不过的龙头企业 心里纷纷打起鼓来 陈天十分自然地 收起了老爷子的字 交到了旁边的苏天琴的手里 让他代为收好 那就麻烦邹先生 帮我谢谢老爷子的一番心意了 陈天十分有礼貌地 对着邹大山说道 态度不卑不亢 邹大山淡淡地点点头 但是对于陈天 更是多了一份欣赏 这时候 凤星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到拍卖开始的时间 便开始招呼着众人入场 这里的拍卖会场 是土地拍卖的专用会场 所以和一般的拍卖场 有些不同 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都有放置资料的桌子 十分方便 座椅也全部采用的是上等沙发 坐起来十分舒适 凤星一路上都在为陈天引路 带着众人直接来到了第一排 十分恭敬地说道 陈董 这里就是我们的位置 新元集团是苏航房地产的龙头企业 更是买卖土地的大户 他们的位置 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排 陈天淡淡地点点头 他自始至终都是这副模样 处之十分泰然 让邹大山更是高看了一眼 大家都落座吧 陈天说着 已经坐了下来 凤星和上官月 坐在了陈天的旁边 邹大山次之 此时 距离拍卖会正式开始 还有一点时间 陈天几人小声地说着话 与此同时 拍卖会的后台 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准备 因为这次的地块极为受重视 所以这一次的土地拍卖 也是请来了顶级的拍卖师 就是为了捞上一笔大的 毕竟这块地 实在是太好了 未来几年 都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好地了 这机会 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我刚才去前面看了一下 刚来的企业都来了 人特别全 一位工作人员 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一脸喜气地说道 众人一听 都是嘴角扬笑 心里得意洋洋 那是 也不看看我们这次地块的质量 要不是淋水是个小地方 恐怕这个小小的拍卖场 都要坐不下呢 坐在一边喝水的拍卖师 也是一脸的自信 对着众人大声地说道 大家放心吧 这一次 我们必然要拍出来一个天价 既然是顶级拍卖师 对于拍卖的节奏 那是把控得死死的 只要他注意节奏的煽风点火 不怕那些老总们 不打起来 火气一旦起来了 还怕价格起不来吗 拍卖师的眼睛里 已经燃烧起了斗志 这一次 这让淋水师的老总们 知道他顶级拍卖师的厉害 哼哼 他们就等着乖乖交钱吧 很快 就来到了拍卖 会正式开始的时间 拍卖师自信满满地上了台 简单地做了一个开场白之后 就进入了这一次的拍卖主题 为了调动起所有人的积极性 他们这一次的拍卖 把帝王放在了最前面 拍卖师开始将地块的信息 介绍了一遍 随着他的话 他身后的投影里面 也出现了这一次的土地的具体介绍 这一块地的优势 相信各位已经了解 所以 这块地的起拍价 为198亿 拍卖师的话说得慷慨激昂 他看向在场老总们的目光里 也是充满了激情 只要这些老总们 喊价多一次 他今天的提成 就会多一点 这些不是老总 都是他的衣食父母啊 拍卖师故意停顿了一下 到底是顶级拍卖师 他稳稳地掌控着全场的情绪 这才开口说道 好 现在大家可以出嫁了 然后 随着拍卖师的话音落下 全场却仍然一片沉默 老总们就像是 没听到拍卖师的话 他们齐齐将目光 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他们虽然是看着陈天 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喊价 全部都是默然 整个拍卖场一片平静 可以说是鸦雀无声 这样的场面 直接让顶级拍卖师都梦了 这 这什么情况 说好的帝王呢 怎么这些老总们 连看都不看一眼 拍卖师只觉得 当头一棒合 他什么时候经历过这样的冷场 就算是自己第一次拍卖的会场上 拍卖的是一块特别偏僻的地块 也比这一次热情多了 一般像是这样的帝王 都应该是这些大佬 为了一块地 争得头破血流才对啊 咱们灵水师的大佬们 现在这么以和为归吗 还是这块地 有什么问题 怎么就没人出价呢 顶级拍卖师的额头上 明显的冒出了汗 要是这么好的地 都没有人出手 这一块地 怕不是要留拍吧 大家是不是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没关系 咱们再重新开始 现在 这块地正式开始起拍 顶级拍卖师这一次 可以说是 使出了全身解数 但是任凭他说的多么激情 就是没有人举拍 面对这样的情况 即使是见多识广的顶级拍卖师 也是有点慌了 要不要再喊一次 可是要是再喊一次 还是没有人叫价 这也太尴尬了吧 就在拍卖师自我纠结的时候 邹大山看着 沉天不羁不徐的样子 也是嘴角一阵抽搐 这么能沉得住气 说实话 要是邹大山遇到这样的情况 恐怕也憋不到这个时候 再过了一会 现场还是没有没有人举拍 整个拍卖场一片安静 顶级拍卖师 都开始在拍卖台上擦汗了 凤鑫也是老油条了 自然是明白在场众人的意思 当下 凤鑫看向了沉天 就看到沉天轻轻点了点头 得到了董事长的许可后 凤鑫举起了牌子 出了一个底价 拍卖师一看 终于有人举了牌 整个人就像是满血复活一般 眼睛里几乎放出光来 机会来了 好 我们的星园集团出了价 这样的顶级帝王 还是星园集团慧眼石珠 不知道现场 还有没有像星园集团一样 识货的老总 准备拿下这块帝王 这块帝王 不只是可以做房地产 更是可以做一个公司的总部 如此优秀的位置 简直是太难得了 其实我们给出的底价 真的是非常低了 这块地皮的价值 早已经大大超过了底价的价值 可惜 任凭拍卖师如何鼓动 台下的老总们 就是一言不发 甚至一些老总们听得心烦 已经闭上了眼睛 打算眼不见为尽了 这个拍卖师 当然不了解老总们的心情 这么好的地块 他们当然想要 但是今天争了 就是不给上官老爷子面子 以后他们在苏行 还怎么混得下去 说句很严谨的话 得罪了上官老爷子 就是在整个华夏 都是不好混的了 他们拍得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发展越来越好 要是为了一块地 得罪了这样的大神 他们就可以退出商圈了 光是一个星园集团 就不是他们可以对付的了 与其是这样 大家都选择直接谦让 保自己一个平安 看着安安静静的现场 拍卖师已经绝望了 居然还是没有 啊 这 不过好在 这一次还有星园集团兜底 出了底价 198亿 第一次 198亿 第二次 198亿 第三次 随着一次次的提醒 拍卖师最后重重地落下了锤子 算是一锤定音 陈天拿下了地块 他站起身来 对着四周的老总们点头示意 这一次的人情 他算是成下了 随后 陈天又看向上官月和邹大山 脸上带着和煦的笑意 淡淡地说道 感谢两位为我正常 也帮我谢谢老爷子好意 上官月和邹大山 都是带着笑意的点点头 尤其是邹大山 对于陈天这个人 有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陈天和几人简单地打了招呼之后 就带着凤星等人 朝着拍卖场的后面办公区域走去 既然地块已经拍了下来 也是时候去交接了 看着陈天挺直的背影 邹大山的轻轻点点头 眼神之中满是欣赏 赞叹道 这个人 很是了不得 无论是一身的气势 还是为人处事 这份淡然更是难得 一边说着 邹大山也是站起身来 人已经看到了 该办的事情也已经办完 是时候离开了 邹大山和上官月一起 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二人离去 在场的那些老总们 纷纷松了一口气 这两位大神 可算是走了呀 他们要是一直在这里的话 接下来的那些地块 他们都不知道 能不能出手了 不过不少老总的心里 也是有了一些计较 看来以后 要和新元集团 尽量搞好关系呀 这两位大神 看今天这个架势 肯定是为这位 新董事长 保驾护航来了 上官月来了也就算了 居然连老爷子 身边的邹大山都来了 这表现的 还不够明显吗 不得了不得了 这位陈董 他们以后 一定要好好接触 陈天完全不知道 这些老总们的想法 他带着凤星等人 来到了拍卖场的办公区域 负责人一脸无奈地 看着陈天苦笑着说道 我说我们今天的拍卖 怎么会如此不顺利 我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亲自到场了 陈天淡淡一笑 他上前和负责人握了一下手 十分客气地说道 您真是说笑了 今天不过是 同行们的抬爱了 咱们现在办一下手续吧 说着话的功夫 陈天主动对上了银行卡 凤星在后面看着 小声地对着陈天说道 陈董 我们也准备好了支票 毕竟是这样的大交易 新元集团也是提前预算好了 只是没想到 今天陈董一来 竟然以底价 就拍下了这块帝王 简直就是意外之喜啊 陈天直接拒绝了凤星 想要使用支票的想法 他今天为什么要过来 不就是为了这一下子吗 不让他来刷卡的话 他还来这里 有什么意义 陈天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办理完了交个手续 也正常地缴纳了费用 随着款项的支付成功 陈天的眼前 也如愿弹出了光幕 检测到宿主 刚消费198亿 触发十倍反力技能 反力1980亿 陈天的嘴角上 终于浮现出了一抹弧度 到账了 舒坦 他转头看向凤星等人 笑着说道 你们今天都辛苦了 回去休息一下 接下来 有你们忙的了 毕竟一块新的地块拿到手 肯定是要快速地 正合各部门开会 开始研究之前的方案 到底是哪一个更合适 和凤星等人说完 陈天也走出了拍卖会场 准备回去了 与此同时 这块地尘埃落定的消息 也是开始传播 是新元集团拿下来的 但是消息也不过就是 聊聊几句 会场内发生的那些小事 自然不可能传到媒体的耳朵里 不是不想传 而是根本不敢 要是让上官家知道了 是他们传出来的绯闻 他们可就死定了 所以 这种媒体也就是知道了 这块地王落进了 新元集团的手里 其他的消息 就一概不知了 新闻记者们闻风而动 不过他们等到拍卖会结束 从头等到尾 也没有看到 新元集团的高层们出现 他们可不知道 陈天带着凤星等人 中途就办完了手续 直接走人了 这些新闻记者们 根本采访不到高层 也是憋得不行 最后还是一位 有经验的老人一跺脚 直接说道 回去吧 人家这架势 明显就是不想被采访 与其在这里耽误着 还不如回去 收个新元集团的通稿呢 而此时的陈天 已经回去了家里 小姨和小姨夫 已经去上班了 只剩下小丫头自己在家 看到陈天回来 小丫头高兴得很 围着陈天不断地说着话 像是一只灵巧的 小百灵鸟似的 陈天看着小丫头 心里一软 直接开口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四处转转 苏芷熙用力地点点头 娇笑着说道 行 我听说咱们附近有个公园 特别好看 咱们去玩呗 毕竟是刚搬了新家 苏芷熙现在 对这附近充满了各种兴趣 陈天乐呵呵地答应了下来 小丫头拉着陈天的手 就朝着外面走去 两个人就打算就附近走一走 所以并没有开车 而是溜溜答答答地 穿过别墅区朝着公园走去 苏芷熙看着小区里精致的景观 不由地感慨道 表哥 说实话 这个小区里的景观 比一般的公园还要好呢 很多漂亮的树和花 而且打理得非常好 一看就是用了新的 陈天伸出手去 摸了摸小丫头的头发 轻笑着说道 你喜欢就好 苏芷熙哥哥笑着 他岂止是喜欢 简直是太喜欢了 爸妈更是如此 这两天天天给他洗脑 一定要和表哥多学习呢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去了公园 公园就在这附近 里面装扮得十分漂亮 不少人都在这里拍照合影 陈天看着漂亮的地方 也是跟着拍了照 发到了朋友圈里 才发布了没有多久 陈天就听到手机叮咚一声轻响 打开一看 是柳如烟给他发来了微信消息 陈天 你在灵水呢 陈天直接回答道 对啊 刚才陈天带上了公园的名字 灵水人一看 就能认得出来 柳如烟回复得很快 我也是刚回灵水 我带着如玉一起回来的 来看看爷爷 陈天看着柳如烟的回复 心里也是一片了然 柳如烟的爸爸妈妈 一直在精灵打拼 而柳如烟小时候 便是在爷爷家长大的 也正是这样的特殊安排 才让陈天和柳如烟成为了发小 就在陈天愣神的这片刻功夫 柳如烟的新消息 再次发了过来 我还要去学校做一个演讲 咱们以前班主任叫我去的 说是让我和学弟学妹们说说 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激励一下他们 陈天看着信息 嘴角上一起一抹糊度 正要回复的时候 对面的信息又过来了 你和我一起去吧 我的大学可是不如你 你去吧 陈天直接回复了过去 柳如烟虽然被拒绝了 但是明显并不想放弃 还在继续说道 一起吗 你的也不差 全当回去看看 母校你也很久没有回去过了吧 一起去看看呗 既然柳如烟都这么说了 陈天也是心里一动 便答应了下来 陈天低头看了看 自己身上的一身衣服 也正好不用换了 想到这里 陈天直接掏出手机 让苏天晴来公园门口接自己 他们顺便去接柳如烟和柳如玉 苏天晴很快就来到了公园门口 陈天询问了柳如烟的位置后 就朝着他们的位置开去 路上的时候 柳如烟还给陈天发来了消息 M 你不会还开的是超跑吧 要是那样的话 如玉可能会不高兴的 调皮 陈天想起之前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情况 顿时一乐 赶紧回到 放心吧 这回如玉肯定有位置 受到陈天消息的柳如烟 第一时间将手机递到了柳如玉的面前 哭笑不得地说道 看见了吧 这可是来自官方的认证 我总没忽悠你吧 柳如玉这才高兴起来 他本来性格就比较活泼 笑嘻嘻地说道 姐姐 人家这也是被抛弃怕了吗 现在看见你和陈天哥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毕竟都是一模一样的脸 自己却要每次自己打车去 这种打击 姐姐怎么可能懂得呢 太心酸了 很快 陈天就到了柳如烟家楼下 他一眼就看到了 白裙如雪的柳如烟 柳如烟今天穿的是一条 收邀款的白色连衣裙 收腰的位置 显得他先腰不迎一握 清风中十分惹人怜惜 旁边的柳如玉也是同样的白裙 但是小丫头穿上 却穿出了另外一种气质来 就像是林家还没长大的妹妹一样 俏皮可爱 让人想要伸手揉揉她的小脸 陈天看着一模一样的脸 却完全不同风格的姑娘 笑着招了招手 说道 如烟 如玉 这里 柳如烟和柳如玉 听到了陈天的呼唤声 立刻朝着她的方向看了过来 当他们看到陈天才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板上走上来的时候 一双极美的毛子里 盛满了惊讶 柳如烟还算是淡定 跟在一边的柳如玉 则是瞪大了眼睛 发出了一声惊呼 好家伙 陈天哥这是又换车了 这一次 可是劳斯莱斯啊 虽然车型柳如玉不认识 但是车头的小惊人 可是一直朝着她招手呢 柳如玉一张小嘴巴突兀地张着 小脑袋里早就轰的一声 被炸得七零八落的 大脑早就罢工 有些不会思考了 这这这 劳斯莱斯 可是顶级的豪车品牌了 这样的一辆车 又是大几百万吧 陈天哥 这是真的发达了 柳如玉的脑海里 瞬间回想起 陈天送给姐姐的那些奢侈品 她赶紧掏出手机来 对着面前的家常定制版拍了照 好歹她得了解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车子吧 一旁的柳如烟 则是一双眼睛 都长在了陈天的身上 有些不舍得移开 今天的陈天 似乎比上次更帅了一点 尤其是她身上的衣服 剪裁得十分得体 将她身材上的那些优势 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这样的陈天 耀眼的就像是天上的太阳 无人可以忽视她的存在 而这时候 柳如玉的一声惊呼 再次将柳如烟 拉回到了现实里 姐 你快点看看啊 柳如烟无奈地看了妹妹一眼 她这个一惊一乍的性子 也不知道什么才能改 可是当柳如烟 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汽车介绍后 整个人也是如遭点击一般 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这这这 面前的这辆劳斯莱斯 幻影家常定制版 居然要两亿多的价格 而且还不是什么人都能买 买个车子 还要进行审核 要不要这么厉害啊 柳如烟下意识地 和柳如玉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到了一丝震惊 这才多久没见啊 陈天居然比上一次见面 更加厉害了 这堪比坐上了火箭般的速度啊 陈天看着面前的柳如烟和柳如玉 一惊一乍的样子 顿时一乐 开口打去道 你们两个没事吧 咱们是一起去学校 还是送你们俩 去医生那里看一看 柳如烟和柳如玉一听 立刻变了颜色 两个丫头同时美眸一番 瞪了陈天一眼 赤道 呸 我们两个正常着呢 是是是 咱们出发吧 陈天倾笑出声 也不和两个丫头分辨 笑呵呵地说道 走吧 快到时间了 柳如烟和柳如玉一起上了车 看着里面极尽奢华的内饰 更是震惊的不能自已 柳如玉看了看前面 孔无有力的苏天晴 低呼道 好家伙 真不愧是陈天哥 你这都有了专制司机了呀 这也太厉害了 柳如烟同样是震惊不已 不过他到底是比柳如玉稳当不少 只是毛子里面闪过一丝诧异 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满是探寻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学校门口 保安看到这么豪气的车子 也是吓了一跳 连忙凑上来说道 先生 真的是对不起 我们学校里面已经没有车位了 陈天自然不会为难保安 他带着柳如烟和柳如玉下了车 对着苏天晴说道 外面有个收费的停车场 你就把车停在那里吧 苏天晴立刻答应了下来 几人下车之后 柳如烟拿出了手机 给班主任打去了电话 而此时的另外一边 有不少人围着一个青年 旁边的那些人 都是高中的老师和校领导 不过在他们的脸上 完全看不到老师该有的严肃模样 只看到一张张谄媚的脸 哎呀 你今天可是一定要给你的学弟学妹们 好好地讲一讲你的成功经验 这对这些孩子们来说 可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啊 就是 毕竟你 可是你们那一届 为数不多地 考上了清北的学生 像你这样的学霸 肯定有不少学习的小窍门吧 好歹也是师兄 你就给他们随便传授几招 也够他们未来好好学习的了 这些孩子也是有福气 能听到你的演讲 青年笑得十分开怀 他和这些老师们摆摆手 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但是眼神中 时不时流露出的得意 却是暴露了他的真心 在一众老师的簇拥之下 青年走进了学校里 陈天和柳如烟姐妹二人 在学校的门口稍微等了一会 就看到一个穿着夹克衫的中年人 朝着他们的方向快步走来 定睛一看 正是他们的班主任老师 陈天看着班主任略带惊喜的目光 不禁有些感慨 岁月还真是把杀猪刀 几年前自己毕业的时候 他们班主任还是三十多岁的帅大叔 现在也是老了线 好像还有点发福了 虽然身材上略有变化 但是班主任还是一如当年的热情 一看到陈天几人 立刻露出了笑容 班主任先是看着柳如烟和柳如玉 大声赞叹道 看看咱们这姐妹花 长得越发漂亮了 再看看帅气的陈天 班主任的眸子里 快速闪过了一丝不敢置信 随即一拳打在了陈天的肩头 并不用力 臭小子 还得是大美女邀请才来 老师说话不管用了 感受到老师软绵绵的拳头 陈天十分无奈地笑了笑 对着班主任说道 老师 您说笑了 您邀请的都是烤得好的 我这也就是及格线水平 您也不好意思邀请我来啊 班主任哈哈大笑着 他也不是真的看不起陈天的成绩 而是学校说 邀请一两个代表就好 毕竟邀请的人太多 学生也听不过来啊 你们这次回来 可是一定要给学弟学妹们 好好讲一讲 班主任在前面带路 他和保安打了个招呼 就带着两人走进了校园里 班主任先是带着二人 看了看学校的变化 虽然只是几年的功夫 但是学校的设施 比以前好了太多 操场早就换成了塑胶跑道 以前还未开放的图书馆 现在也已经正式投入了使用 柳如玉看着学校的变化 不仅玩耳一笑 说道 我之前看视频里面说 学校总有赶不上的敷脸 看看这巨大的图书馆 我都羡慕现在的学弟学妹们了 班主任愣了一下 似乎是在回忆 原来你们都没有赶上啊 这太可惜了 这里面的藏书 还是很丰富的 只可惜 现在的陈天己人 已经不是学校的学生了 也失去了进入的资格 班主任带着他们 直接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指着里面的空位说道 你们快坐下休息一下 陈天己人进来后 就看到了办公室里面的位置 正传出一阵哄堂大笑 正是之前那些簇拥着青年 一起走进来的老师们 那些老师们围着那名青年 不断地说着各种好话 吹捧着他现在的成就 对了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找到工作了 一位老师朝着青年探了探身体 好奇地问道 其他的老师们一听 纷纷眼前一亮 朝着青年望了过去 青年点了点头 装作十分谦虚地说道 我这也是刚毕业 就进入了丰润集团 按照我这个资历来说 也就是个普通白领 实在是不好意思和老师们汇报 丰润集团 老师们一听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丰润集团可是很了不起的 是零水市自己的地产集团 虽然他们是不大 但是毕竟是地产集团 那体量也是很大的 一位老师听说是丰润集团后 立刻开口询问道 这样的地产公司 薪资待遇是不是很好 也就一般吧 像我也就是工资三十万一年 虽然后面还有升迁的机会 发展还是有所期待 但是工资就一般了 青年也是个老反尔赛了 虽然嘴里说着一般 但是句句话都往人的心口里扎 果然 坐在对面的老师们 立刻不淡定了 这可是刚毕业 一年的薪水就有三十万了 这个工资量级 妥妥的小资生活啊 而且没听人家说嘛 以后还会有升迁机会 这要是年纪轻轻地升了值 恐怕收入更是水涨船高了 老师们这么一想 更是嘖嘖称赞 这才刚二十出头 就已经有这样的收入 这样的孩子 以后的发展大有势头啊 尤其是那位 请了青年回来演讲的班主任 脸上更是一阵有光 说话的嗓子都大了一点 哎呀 还是你有出现 我估计咱们毕业的孩子里头 有一个算一个 你这算是混得最好的了 看来 还是要好好学习 知识改变命运 青年只是摆了白手 十分谦虚地说道 我真的也是刚起步 丰润集团虽然也是地产集团 但是和咱们苏航的 新元集团比起来 还是略差一筹的 但是也不慌多让了 一位老师哈哈笑着 非常及时地接了话 一时之间 众人又开始笑了起来 毕竟新元集团虽然更好 但是他们也进不去不是 这时候一位老师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冷不丁地开口说道 我今天看了个新闻 好像是听说 新元集团上午 刚刚拿下了一块新的点 其他的老师 也是看到了新闻 纷纷揭话地说道 那快递可是了不得呀 自从准备出售以来 吵得可是沸沸扬扬的 不知道多少公司 都盯着看呢 没想到 最后被新元集团 拿了下来 明明是挺大的事情 但是相关新闻 却寥寥无几 少得可怜 基本上都是一两句话带过 只说了出售的事情 连多少钱拍卖的 都没有说出来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估计是拍卖的价格太高 不方便 在新闻里面 直接说出来 这些老师们 一边说着 一边将视线 落在了青年的身上 他们想得挺简单 毕竟都是房地产行业的 说不定他听到了 什么内幕消息呢 青年听着老师们的话 也是明显一漏 随即他摊了摊手 做出一副 爱莫能助的表情来 笑着说道 这我就不清楚了 毕竟是新元集团 高层那边的决定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他们总经理在场 估计也说不出个 所以然来 不过 既然说到了新元集团 青年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 羡慕和向往 他浅笑着说道 我在丰润集团 先干个两年 争取做个干部 以后看看 能不能跳槽去新元集团 毕竟那边的体量更大 以后的发展 说不定会更好一点 听着青年的侃侃而谈 坐在一边的班主任 笑得嘴角都要裂到耳根了 十分骄傲地 对其他老师说道 怪不得人家当年学习就好呢 看看这规划能力 就是不一样 青年的班主任 看着周围的老师们 忽然站起身来 他轻轻拍了拍手 高声地招呼道 咱们其他老师 叫来做报告的学生们 是不是都已经到齐了 大家都说一说 毕业于哪个学校 咱们也好排个顺序 一会儿好上台不是 说到这里 青年的班主任 拍了拍青年的肩膀 十分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今天就叫来了一个同学 不过他是清北毕业的 这样一问 其他班主任叫来的 基本上都是 985毕业的学生 而陈天和柳如烟的大学 一个是普通的一本 一个是211院校 青年的班主任一听 脸上露出了 非常明显的不屑表情 非常轻蔑地 看了一眼班主任 看看其他的同事们叫来的 基本都是985毕业的 而你叫来的 就这 要是班里 只有这样的学生 还有必要叫来 做现场演讲吗 这根本就不是 给自己来睁脸的 分明就是来丢脸的 青年的班主任 越想越是得意 他看着在场 被叫来的那些同学们 十分装逼地说道 你们今天能过来 一是表示 你们对母校有感情 二也是你们的浮浅 我的这个学生 现在已经是 丰润集团的员工了 丰润集团 你们都是了解的吧 你们没事都可以联系一下 毕竟都是校友 说不定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在青年班主任的眼睛里 能帮忙的 自然是 自己这位高高在上的同学 这时候的校领导们 也是一脸的笑意 看着面前的青年 不吝一美之词地夸奖着 到底是咱们学校 走出去的孩子 就是不一般 希望有一天你 走到高峰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母校对你的栽培 那是肯定的了 看看咱们的学生 百忙之中 还抽出时间来母校做演讲 这已经说明学生们的心意了 你一会演讲的时候 可是一定要好好讲一讲 你曾经的那些学习方法 还有现在的成就 刺激一下学生们 上进的思想 其他的班主任 听着校领导都这么说 也是纷纷上前 和青年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话 无非都是一些追捧和羡慕的话 陈天的班主任 最是看不惯这样的场景 他撇了撇嘴 直接对着陈天几人说道 咱们学校后面 也做了不少的改变 我带你们出去转转吧 陈天等人 也是欣然前往 毕竟这样的场面 确实是让人不太舒服 班主任对待陈天几人 十分热情 他们在后面的操场上 不断地四处望着 看着和以前截然不同的学校 也是十分感慨 走吧 我带你们直接去礼堂 班主任台湾看了看时间 马上就要到开始 做演讲的时候了 便带着几人 朝着礼堂的方向走去 此时学校的礼堂里面 已经坐满了学生 大家正惊危坐 等待着演讲的开始 校长和一众校领导们 准时踏进了礼堂里 看着台下的同学们 满意地点了点头 校长作为校方最高领导 先是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随即直接一个大转弯 将话题引向了 今天来做报告的一众同学 多余的话我也就不说了 直接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上场 为大家进行演讲 第一个出场的 自然是清北毕业的青年 随着校长的介绍 学生们一听说是清北毕业的诗歌 眼睛瞬间一亮 毕竟清北大学 作为华夏最高学府 是所有学生们的一个梦想 如今真切地看到那里的毕业生 羡慕和崇拜 看着青年精气神十足地 走到演讲台上 所有的学生们都不禁坐正了身体 眼巴巴地向台上望去 学生们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坐在台下的他们 非常认真地听着 时不时地掌声雷动 这位诗歌讲得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学校早就应该 多请一些这样的诗歌师姐回来 传授我们一些参加高考的经验 人家毕竟是曾经考上过清北的学霸 传授的经验能一样吗 我怎么就没带个录音笔什么的过来 这些经验都应该好好录下来 回去多听几遍 你快看 咱们的班长正在做笔记呢 一会儿回去的时候 把笔记借过来抄一抄 怎么也能让学习成绩 向上冲一冲 你说巧了吗 这不是 教过这位诗歌的几位老师 现在都是我们班的认课老师 只要咱们努努力 说不定也能上清北呢 青年的演讲很快结束 学生们听得意犹未尽 相互之间小声地讨论着 接下来上来演讲的 都是一些普通的985 以及211院校的同学 他们也是在讲台上 说了一些自己的学习经验 有了前面清北的青年演讲 学生们的热情 明显没有之前的旺盛 但是好歹也是重点院校 所以也是认真的听着 直到柳如烟上台演讲的时候 再次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虽然柳如烟的毕业院校 只是211 但是她长得太漂亮了 而且气质还这么好 看得男生们 直接瞪直了眼睛 台下的女学生们 也是一脸的羡慕 这位师姐 长得太好看了 能考上211院校 学习成绩肯定也很棒 这样的女生太优秀了 长得好看也就算了 这位师姐的气质还这么好 这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啊 富有师叔气自华 就是形容的这样的女生 漂亮女生 也不能没有大脑 必须要全面发展 才能让人羡慕 学生们在台下小声地议论着 目光之中 透露出一种向往来 学校领导们 看着也是轻轻点点头 只要是引导学生们好好学习 就都是最好的演讲 被邀请来的同学们 依次进行着演讲 陈天因为毕业于普通的一本 所以被安排在了最后 每一位做演讲的同学上台之前 都会有领导 对他们的毕业院校 进行一番介绍 台下的学生们听到 陈天只是毕业于一本的时候 顿时没了兴趣 学生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学校这是怎么了 居然找了一个普通一本的来做演讲 是来当反面教材的吗 演讲会开到现在 不少学生坐在台下 已经有些累了 在听到陈天的介绍后 更是不耐烦了起来 他们现在也顾不上礼貌不礼貌了 这次的演讲会 到底有完没完了 怎么还不结束 什么样的阿猫阿狗 都能上去讲两句 咱们这校领导 都是干什么吃的 纯属耽误时间 可不就是吗 听这种人演讲 不仅不能提升我们的学习成绩 说不定还要拉胯呢 有这时间 回去做几道模拟题 不好吗 在这做了这么久 我是真的累了 不想再听这些人废话了 我要去和老师说一声 先行离场了 学生们已经完全没有了耐心 甚至有一些人 已经直接离场 哪怕他们的班主任 在旁边轻声呼唤 也是于事无补 学生们根本没有心思在这里 在他们看来 自己随便考考 都能比陈天考得要好 为什么要听他在这里 做报告 就因为他年纪大吗 其实不只是学生们 听得不耐烦 就连老师和校长 也都是一点的疲倦 懒得听陈天具体讲了什么 甚至不少校领导 还有些不满地 看了陈天班主任一眼 觉得他找来的同学 实在是有些拿不上台面 来做学习报告的 怎么也要是 985211的重点院校啊 什么人都往回请 好像咱们学校 没有优秀的毕业生似的 太丢脸了 就连之前刚刚演讲过的 那些同学们 也都是好争以侠地 坐在座位上 一脸看戏的表情 眼神之中 是毫不掩饰的不屑 这样的同届毕业生 顶多是给他们做绿叶的 普通一本 和那些二流三流的 学校毕业生 没什么区别 众人之中 只有柳如烟 一脸欣喜地 看着台上的陈天 安静地听着他说话 偌大的礼堂之内 仿佛只剩下台上的陈天 和台下的柳如烟 二人一个认真讲 一个认真听 完全将周围那些 无关人等屏蔽了一般 陈天并没有打算讲过多 他的演讲内容 也无关于学习经验 毕竟之前的那些同学们 已经说得足够多 陈天主要将自己的演讲内容 集中在了 如何放松心态上面 每一位参加高考的学生 都需要面临 克服心理压力的这一关 不少学生 其实学习成绩不错 只不过心理状态不好 在考试的时候 总是容易失利 拿不出自己最佳的水平来 所以 陈天就简单地说了说 自己的一些小经验 比如 高考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不要过度用脑 保持好最好的精神状态 有压力就会有动力 但是如果压力过大 就像是被压缩过猛的弹簧一样 很可能拿不出平时的水准来 陈天说的情真意切 他的成绩也许不是最好的 但是也考出了自己的水准 可惜台下的学生们 明显有些不买账 他们不耐烦地 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语气十分不好地说道 这都分享的什么经验啊 这还用他来讲吗 等到考试之前 老师自然也会将这些通通说一遍 他一个将将考上一本的人 不说这些 还能讲什么 他讲的学习经验 能听吗 说不定还不如我们呢 这一位 不会是学校老师请来凑数的吧 这样不嫌不淡地演讲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下次还是直接取消了吧 与此同时 一个记者开着车子 路过了学校门口 学校门口的路段 总是容易堵车 记者一边烦躁地拍着喇叭 一边傲丧地趴在方向盘上 一脸痛苦的表情 他正在愁着采访的事情 今天新元集团 刚刚拿下了新的地块 但是除了新元集团公关部 发了通稿之外 并没有任何一点消息透露出来 作为记者 他们绞尽脑汁 使了很多的方法 但是都不能得知 拍卖会场上的具体情况 面对重大的采访压力 即使是老记者 也觉得有些喘不上气来 这该死的 要是能和新元集团的高层 来个偶遇就好了 记者一边说着 忽然一眼就看到了 校外停放着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这这这 自己这是看到了什么 记者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猛地一脚油门停在了旁边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了天空 难道是刚才自己许愿的时候 天上刚好过去一个仙女姐姐吗 这幸福来得也太快了 记者用力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他赶紧拿出手机 打电话报告编辑部 自己看到了新元集团董事长的车子 主编一听 顿时愣住了 他脸上露出一抹惊喜的表情 连忙开口问道 确定吗 非常确定 记者的语气兴奋 语速都跟着快了起来 别说咱们零水了 就算是苏航 都没有第二辆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了 这种车 要是自己都能看错 还做什么记者 回家中红薯去得了 好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立刻安排编辑部的人 过去接应你 主编十分激动地说了一句 这要是弄好了 自己这边绝对能弄得头版头条的消息了 挂断电话之后 主编立刻安排了手下的人 朝着学校赶去 只是他们太着急了 根本没注意保密消息 这个消息不进而走 不少记者都得到了相关的信息 一时之间 全是不少记者都火急火燎的 朝着学校的位置赶来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采访新元集团董事长 记者们一看到保安 立刻就和保安描述陈天的样子和装束 询问他是否看见了这个人 保安想了想 好像还真的有些印象 便开口回答道 有印象 他们现在应该都在礼堂 正给同学们做演讲呢 记者们一听 立刻兴奋了起来 争先恐后地跑到门卫处 想要登记后进入学校 谁知道保安直接摇了摇头 拒绝道 你们一不是学生 二不是学生家长 肯定是不可能进入学校的 记者们为了头条 心里都是憋着一股劲 不少人都想着给保安塞点好处 得到进入学校采访的机会 保安确实是有点心动 不过还是摇摇头 拒绝了这些人的贿赂 毕竟他所待的地方是学校 这可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学生们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处理起来自然要小心谨慎 保安可不想 为了这点小东西 就丢了工作 完全不值当的 记者们纷纷掏出了记者证 对着保安说道 我们可不是闲杂人等 都是正经媒体的记者 我们就是想进去采个访 保安不敢自己拿主意 他让现场的记者们等在这里 自己则是拿起内线电话 打给了校长 询问校方的意见 什么 来了一堆记者要采访 校长听着保安的话 直接吓了一跳 旁边的一众校领导们 也是惊呆了 直接瞪大了眼睛 这是出了什么事了 居然来了一大帮记者 要进来采访 要知道 就算是平时校庆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一两个记者 在校方领导的极力邀请之下 来到学校随便做个采访罢了 校长想了想 能来这么多记者采访 也是好事 于是便对保安说道 你先安抚一下记者们的情绪 我马上带着人出去迎接 保安表示知道了 便挂断了电话 听说校领导会亲自出来迎接 记者们不仅没有丝毫高兴 反而是满脸的怨队 他们觉得 校领导有些太不会做人了 还出来迎接什么 这一来一回的 不是耽误他们采访的时间吗 真的是 记者们左等右等 终于等来了小跑者 而来的校领导们 校长看着这么多的记者朋友们 脸上几乎笑开了花 却不得不装作千千有礼的样子 开口说道 感谢各位的到来 可惜校长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记者给打断了 记者们看着校长直接开口问道 陈董是在礼堂吧 礼堂在什么位置 陈董 礼堂 校长被记者们的话直接问梦了 下意识的一抬手指出来礼堂的位置 一看到校长的动作 记者们就像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似的 疯了似的朝着礼堂的方向跑去 校领导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是在后面追 看得后面的保安直接惊呆了 这什么情况 他在学校工作也有好多年了 小李都变成老李了 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 与此同时 在台上演讲的陈天 已经开始说起了今天的接触语 都说高考是人生的一次分水岭 其实高考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大家只要拿出自己真实的水平来 就无愧于人生 这只是一次考试 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人生 也希望大家整理好心态 开启一个好的人生 拥有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 陈天朝着台下的众人点头致意 今天的演讲算是到此结束 台下的学生们露出一脸如是重负的表情 可算是听完了 在演讲结束后 台下只想起了嘻嘻啦啦的掌声 这还是一些学生们觉得他比较可怜 算是给他鼓励的掌声 除了个别的同学们 大部分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轻视 更多的同学小声地议论起来 语气之中全是嘲讽 自己就已经是个loser了 居然还说这高考不重要 这是要把我们都变成loser吗 学校真是不开眼 居然找了这样的人来做演讲 看着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 没想到说话办事这么不着调 这样的人活着也是浪费空气 刚刚说的那些话 简直都是屁话 虽然高考只是一次考试 但是以后的人生都将和这次考试有关系 他居然说不是全部的人生 这是在给自己的高考势力找借口吗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这个人根本就是学校找来搞笑的吧 大家都走吧 听多了 这种人说话人都要变los了 这话说的不疼不痒的 说的毫无用处 就在这个时候 礼堂的大门被猛地推开 一群记者端着长枪短炮 呼啦啦的全都涌了进来 这样的场面 让礼堂内的学生和老师全都看傻了眼 他们的目光追随着这些记者们 来到了舞台的前面 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架势 纷纷议论了起来 这什么情况 还来了这么多的记者 不就是师哥师姐们 回来做个演讲吗 学校领导也太浮夸了吧 这些领导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总是想做出点业绩来 让所有人都瞧一瞧 不过这么多记者 还是头一次见到他们 这是要采访谁 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采访清北毕业回来的高材生啊 难道还要采访那个一本毕业的 你怎么这么搞笑 也是啊 只有清北毕业回来的师哥 才有采访的价值 那些重点院校的 也好过那个一本毕业的 就在学生们 七嘴八舌地说着话的时候 记者们一眼就看到了台上的陈天 他们的眼睛一亮 纷纷举起手里的话筒 大声地朝着台上的陈天喊道 陈董 我们可以采访您一下吗 陈董 一瞬间 礼堂里的所有人 全都惊呆了 无论是在场的学生和老师 就连追着记者们跑进来的校领导 也都瞪大了眼睛 刚才那些还在看热闹的演讲的人 也是 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哪怕是比较熟悉陈天的柳如烟 也是被惊呆了 望向陈天的毛子里充满了疑惑 陈天还没有开口回答 就有另一名记者高声地采访道 陈董您好 您作为新元集团新任董事长 一上任就底价拿下灵水式的帝王 手腕太强悍了 您那快递打算怎么办 其他的记者都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 纷纷向前伸出麦克风 大声地提问道 听说 您准备好了新的房地产项目 准备在帝王之上开发 是这样的吗 有传闻说 您准备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多个城市的项目准备一期开发 您有什么要公布的吗 陈董 请问您方便透露一下 这块帝王的拍卖价格是多少吗 哄 全场一片寂静 这 这一位 竟然是新元集团董事长 不是说好的普通一本的诗歌吗 这这这 这种身份 老师怎么不一下子介绍权呢 学生们只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巨响过后 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天 这时候 他们猛然间想起了陈天刚才说的话 高考 并不代表人生的所有 也并不是起点 看看人家 普通的译本怎么了 出来照样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人家这话说的 真的不是装逼 更不是毒鸡汤 而是真真正正的肺腑之言啊 只可惜 他们有眼不识惊相遇 刚刚是不是还嘲讽人家了 完蛋了 还没高考 就已经得罪大佬了 学生们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 全都愣在了座位上 面面相去 一颗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跳着 已经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校领导们 原本还在礼堂门口呼吃带喘的 听到那些记者说的话之后 整个人就像是实话了一样 愣在原地不动了 自己学校的毕业生里面 居然有新元集团董事长 这 真的是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畴了 这样的事情 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啊 要知道 之前一个不如新元集团的丰润集团 只是一个小小的员工而已 就让这些老师和校领导们震惊不已 可是他们偏偏把新元集团董事长 给冷落在了一边 校领导们的脸色都变了 一阵红一阵白的 心里更是犹如惊涛骇浪一般 正狂风暴雨着 怎么会这样 他们是真希望有记者搞错了 但是这么多记者齐齐出动 明显是不可能的了 之前排在陈天演讲前面的那些老同学 这时候全都傻眼了 除了震惊之外 他们更多的 则是一种扪心自问 自己何德何能啊 还看不起人家呢 人家确实是只上了个一本 但是人家是新元集团董事长啊 这样的一个身份 直接秒杀他们全场了 就在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的时候 陈天看着台下的那些记者们 淡淡一笑 说道 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接受采访 至于地块方面的消息 你们可以等新元集团公关部的通知 陈天轻描淡写地拒绝了采访 整个人一直都是这样淡淡的情绪 看得一众学生们和校领导 又是一阵干瞪眼 这么好的气质 他们怎么就没有认出来呢 这样的一双眼睛 要是没用的话 干脆捐给有需要的人吧 陈天根本没有理会这些人 他静止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旁边是班主任和柳如烟 两个人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陈天 千言万语如梗在喉 根本说不出来 陈天笑呵呵地看着二人 和刚缓过来静的班主任 简单地聊了会天 班主任看着陈天 重重地叹息一声 说道 之前见你变得更帅了 没想到 其他方面变化更大 这孩子 真的是给自己巨大的惊喜 明明只是个普通的一本毕业生 直接给了全校一个爆炸性的震撼 既然好好演讲你们不听 那就好好震慑一下你们 就连旁边的柳如烟 只是一阵迷茫 他完全不知道 陈天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简单地和班主任聊了会天 陈天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主动起身说道 班主任 既然演讲结束 我就先走了 柳如烟也是跟着站了起来 一起朝着外面走去 只剩下一众学生和校领导们 一阵追悔莫及 校长用力地跺了跺脚 一脸不满地说道 哎呀 怎么就早不知道人家的身份呢 这不是 得罪了大佬啊 要是早早地知道人家的身份 好好伺候着 还不给学校拉来一大笔投资啊 现在倒好 什么都拉不着不说 还得让人看自己的笑话了 可惜再后悔 也是没用了 这时候再追上去 人家认识你是谁啊 就连之前那个装逼的青年 也是吓得不行 那一位可是新元集团董事长 人家这要是一句话 就能让集团把它开了 在人家面前装逼 这哪里是被打脸 直接就是杀人啊 陈天带着柳如烟 朝着外面走去 后面的记者和校领导在跟着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到了门口 苏天晴刚才接到了陈天的电话 已经开了车子 在学校门口 等着接人 众人一看到劳斯莱斯幻影 家常定制版 就连走路都是一顿 他们看着面前如此奢华的劳斯莱斯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骇 这样的车子 可不是一般人能开得起的 不少匆匆赶来的记者 并没有看到 这辆传说中的劳斯莱斯幻影 家常定制版 顿时发出一声感叹 真不愧是顶级豪车 这两亿多花的 是看得见的荣耀啊 两亿多 记者后面的校长 差点一口气被过去 他艰难地吞咽了两口口水 这才看向那位记者 开口问道 不好意思 和你问一下 你说这辆车 两亿多 记者扭头看了记者一眼 下意识地点点头 确认道 是啊 现在圈子里谁不知道 新元集团董事长的座驾 是一辆两亿多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啊 看着校长额头上 被吓出来的汗 记者无奈地撇了撇嘴 这也太没见识了吧 这车子 只是两亿多价格的事情吗 主要是能通过申请的 这份荣耀 这才是真正身份的代表呢 记者们这时候 看着陈天要上车 连忙冲了过去 开口请求采访的事情 陈天看着那些记者们 仍然是一脸淡笑的样子 开口说道 不太方便 你们等新元集团的通知吧 说完 已经带着柳如烟 坐进了劳斯莱斯幻影家 常定制版里 朝着外面开去 这些记者们 眼睁睁地看着车子 从自己的眼前开走 也只能是默默叹息 他们的脸上 满是闷闷不乐的表情 今天的采访 算是无功而返了 虽然他们抢拍到了 陈天的一些照片 但是没有陈董的授权 他们根本不敢发布 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毕竟他们都算是本地的媒体 要是得罪了这一位 那还混什么 恐怕可以直接打包滚蛋了 最主要的就是 他们这些记者们 已经打听到 听说上午的那场拍卖会 可是有上官月行长 还有上官老爷子镇厂子 一众达官显贵们 谁都没敢叫一口架 这样的场面 别说亲眼见到了 他们连听都是第一次听说 现在的陈天 简直就是 他们所知道的天花板级人物了 一直目视着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消失在视线里 众人才缓缓地收回了目光 而此时的陈天 正看向身旁的柳如烟 开口询问道 如玉呢 那小丫头不是一起过来的 怎么就中途离开了 柳如烟扑痴一笑 想起自己妹妹那个待不住的性子 无奈地说道 你还不了解她那个性格 这么无聊的演讲会 她早就出去玩了 一边说着 柳如烟拿出了手机 开始给柳如玉打电话 柳如玉很快就接起了电话 听到姐姐的埋怨后 咯咯咯地笑着 说道 姐 我在海边呢 你和陈天哥一起过来玩啊 柳如烟又和妹妹说了会话 这才挂了电话 对陈天说道 如玉在海边呢 你是送我过去 还是跟我一起去 陈天文言一愣 无奈地看向柳如烟 开口询问道 这说的这两个选项 有什么区别吗 反正都是要去海边的吗 柳如烟玩耳一笑 美眸之中 闪过一丝得意的神色 笑呵呵地说道 区别还是有的呀 到了海边 你可以选择下不下去玩的吗 两个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的 朝着海边的方向开去 一路上非常顺畅 很快就来到了海边 陈天和柳如烟下了车 准备去找柳如玉 远远的 二人就看到 柳如玉正和三两闺蜜凑在一起 在沙滩上堆沙子丸 柳如玉长得漂亮 虽然周围的人很多 还是让人一眼就看到了她 他们在那里呢 陈天给柳如烟指了一下柳如玉的位置 两人便一起走了过去 柳如玉似乎感应到了 有人看着自己 她猛地一抬头 刚好就看到陈天和姐姐一起走了过来 明明是两个非常熟悉的人 但是这样一看 却还是让柳如玉 有一瞬间的失神 今天的陈天哥 也太帅了吧 身上的衣服 一看就剪裁得极好 将她的身材完全地体现了出来 整个人又高又帅 就像是男模一样 和姐姐站在一起 就像是登队的神仙眷侣一样 看起来实在是太大了 柳如玉只觉得脑袋里一抽 忽然间明白了 闺蜜们经常磕的CP 就是这样出现的吧 不过很快 柳如玉就反应了过来 朝着姐姐和陈天跑了过来 笑眯眯地说道 嘻嘻 姐姐 你还真的带陈天哥一起来了 柳如玉一面说着 一面接着不远处的酒店说道 那里面有出售泳衣的地方 还可以顺便换衣服 陈天看着今天的天气格外好 确实是个海边游玩的好日子 便跟着柳如烟一起 朝着酒店的方向走去 一路走过去 就看到不少游客从酒店里走出来 应该都是进去换衣服的 那些游客看到陈天和柳如烟 都是眼前快速闪过一丝惊艳 这样登队的情侣 谁看见了都要忍不住多看几眼呢 陈天和柳如烟走进酒店后 先是买了泳衣 这才带着各自的东西 走进了更衣室 柳如烟挑了一件绿色的连体泳衣 虽然是比较保守的款式 但是整个人的身材 却完美地凸显了出来 尤其是这种绿色 非常挑肤色 但是像柳如烟这样的冷白皮 却是将她整个人衬托的 如同会发光一般 一双大长腿 又直又白 简直是惊爆人的眼球 不要说男生们看了会受不了 就是一起在更衣间里的女生们 看着柳如烟的身材 也是默默地吞了两口口水 柳如烟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面 她换好泳衣之后 将泳衣自带的一条丝巾披在身上 朝着外面走去 她一走出更衣室 柳如烟的视线 就被一道身影给吸引住了目光 正是陈天 柳如烟走出来的时候 陈天已经换好了泳裤 在酒店的大厅里等着她 她的身材极好 一身的肌肉非常漂亮 陈天一出现 并不夸张 但是明显充满了力量感 只是一眼瞟过去 就感到男友力被拉到了最大只 一堆小女生们远远地看着 眼睛里几乎放出光来 他们挤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这小哥哥的身材 也太好了一点吧 要是有个这样的男朋友 我做梦都要笑醒了 你现在就醒醒吧 为什么要看着我老公的好身材流口水 看看那八块腹肌 我感觉我的腿都开始软了 说点正经的吧 你们说 这个小哥哥有没有女朋友 这身材 女朋友也太有福气了吧 就在小女生们纠结 要不要冲上去加微信的时候 柳如烟鸟鸟鸟停停地 走到了陈天的身边 笑眯眯地说道 等了半天了吧 我们出去吧 看着面前柳如烟 波涛汹涌的身材 在场的小女生们 顿时像是哑了火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低头看看自己的一马平穿 这还有什么必要竞争吗 人家闭着眼睛 也知道怎么选择了 陈天和柳如烟走在沙滩上 看着欢声笑语的海岸边 不由地轻笑着提议道 走吧 我们去游泳 这么好的天气 在大海里畅游一番 肯定特别舒服 柳如烟听着陈天的话 明显有些犹豫 她轻轻抿了抿嘴唇 用极小的声音说道 可是 我不太会游泳啊 陈天拉着柳如烟走到海边 笑着说道 好歹也得海里玩一会啊 要不然 这不是白来了吗 说着话 两个人已经走进了海里 感觉到海水的涌动 柳如烟的脸上 不由地扬起一抹笑来 雨调都变得轻快了起来 怪不得夏天要来海边玩 这种感觉 好舒服啊 陈天看着柳如烟享受的样子 她眨了眨眼睛 一个猛子朝着海底前涌下去 柳如烟等了一会 还不见陈天浮出水面 也是有点慌了 连忙朝着陈天游出去的方向看去 嘴里高喊着 陈天 你在哪啊 柳如烟四处看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陈天的踪影 心里很是担心 她完全没有注意到 陈天像是一条灵巧的鱼儿一般 早已经游到了她的身后 浮出了水面 嘿 你找我呢 陈天故意凑到柳如烟的身边 还将头凑在对方的身边说道 这样雌性的声音 猛然响到耳边 柳如烟只觉得身体一阵颤抖 发出了一声惊呼 柳如烟快速地转过身来 她明显是被吓了一跳 看到是陈天后 直接一记小粉拳打了过来 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喊道 叫你坏 你这个坏蛋 自己这么担心她 她居然还吓唬自己 陈天笑着 抓住了柳如烟的手 摇摇头说道 这可不能怪我 是你自己没看到我好不好 柳如烟听着陈天的话 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她眼珠子一转 直接一捧水泼过去 浇了陈天一身 看着陈天一头的水 柳如烟娇笑着 有些得意地说道 叫你坏 现在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说着话 两个人已经嬉闹在一起 不过不会游泳的柳如烟 明显有些打不过陈天 柳如烟泼水的时候 陈天就扎进了海里 游到旁边反击柳如烟 不仅是出其不意 柳如烟明显有点招架不住 早就一身湿淋淋的 形象都变得狼狈起来 柳如烟气得不行 尤其是看着陈天得意的模样 大声地喊道 不公平 自己都不会游泳 自然在海里打不过陈天 这属于不对等的游戏 太不公平了 陈天听着柳如烟的话 眉头一挑 直接开口说道 这还不简单 那我教你游泳好了 到时候再打不过我 看你怎么狡辩 柳如烟这时候 也不见平日里的温婉柔和 十分笃定地说道 你放心吧 我学会了游泳 肯定打得过你 会憋气吗 陈天看向柳如烟 询问道 毕竟这是直接在海水里面学游泳 要是一个不注意 呛口海水 那滋味可不怎么美好 陈天担心柳如烟会逞强 便十分耐心地教导着柳如烟 从如何憋气 到怎么浮起身体 看着柳如烟有些害怕 陈天只好伸出手去 搭在他的腰上 小声地安慰道 别害怕 我在这里扶着你呢 那柔软的触感 简直不要太好 柳如烟扶在海面上 感受着陈天温热的手掌 整个人猛地一颤 脸上一时间也是热得不行 不过好在陈天很是规矩 就是扶着他的腰 帮助他扶在海面上学习游泳 柳如烟也逐渐放松了下来 一时间 学习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不少 周围的小情侣 看着陈天和柳如烟的样子 忍不住一巴掌 拍在男朋友的胸口 开口吃道 你看看人家怎么教的 多温柔 你再看看你 真的是 男朋友这种生物 就是不能比较 否则他可能要死个十四八次了 其实男朋友的心情也很是复杂 一肚子的委屈 不知道如何发泄出来 人家男朋友能这么教 还不是人家女朋友的腰够细吗 你的这个腰身 且不说我有没有那么大力气 我搂都搂不过来啊 在陈天的耐心教导之下 柳如烟还真是学会了游泳 已经可以短距离地游动了 柳如烟在岸边上 看着姐姐 似乎已经学会了游泳 立刻眼前一亮 朝着陈天喊道 陈天哥 你也教教我呗 我不想光对沙子了 陈天挑了挑眉 朝着柳如烟招招手 说道 你也想学 那你下来吧 柳如烟很快就走到了陈天的身边 看着柳如烟古灵精怪的样子 陈天问道 你会憋气吗 陈天记得 刚才自己只是和柳如烟说了一下 对方就学会了 估计是以前学过吧 于是 陈天也没想那么多 便随口问了柳如烟一句 柳如烟一拍胸脯 很是坚定地说道 怎么可能不会 不就是憋气吗 不喘气不就行了 陈天点点头 便按照教导柳如烟的样子 准备交柳如烟游泳 你放轻松 只可惜 陈天一句话都没说完 就被柳如烟的枪水给打断了 看着小鸭头枪了水 陈天赶紧想要去扶起柳如烟 没想到 自己刚一俯身下去 就被柳如烟死死地搂住了脖子 柳如烟紧紧闭着眼睛 一脸惊恐地说道 不行了不行了 我喘不上来气了 柳如烟搂得很紧 陈天也觉得 有点喘不上来气了 他伸出手 试图拉下柳如烟的手臂 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 却让小丫头的手臂 更加紧了紧 这一下子 直接让陈天不能呼吸了 陈天只能是一把抱住柳如烟 将他送回了岸边 直接丢在了沙滩上 柳如烟直到接触到沙滩后 人才放松了下来 陈天看着柳如烟松开手 这才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 无奈地说道 你还是就堆沙子去吧 别啊 我就是有点小紧张 还可以抢救一下 等我适应一下海水 还是可以学得会的 可惜陈天完全不吃柳如烟这一套 他个子高 腿也长 几步就走回了海里 一个猛子扎下去 陈天直接游向柳如烟的方向 两个人去比赛游泳去了 徒留下柳如烟自己 在岸边上气呼呼地看着 垂头丧气地走回了闺蜜的身边 看着他们堆着沙子 就在这个时候 几个青年男女 朝着海边的方向走了过来 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柳如烟和闺蜜 顿时眼前一亮 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几个人 都是柳如烟曾经的初中同学 几个人相约来这边玩 没想到 在这里还碰到老同学了 如烟 还真是巧啊 几个青年男女 一边打着招呼 已经朝着柳如烟走了过来 女生们看着柳如烟更加漂亮的脸蛋 如同春日里盛开正宴的娇花一般 心里瞬间生腾起一股说不出的嫉妒来 毕竟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柳如烟便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这样的女生根本就是女神级别的人物 看着曾经的女神就在眼前 那几个男生看的眼睛都直了 一双眸子明里暗里地打亮着柳如烟 恨不得整个人都贴上去 女生们看着男生的样子 心里的嫉妒更是如同火焰天柴一般 疼得一下子燃了起来 一个女生直接眼皮一翻 看着柳如烟说道 呦 如烟啊 你怎么不下水呢 不会是汗鸭子吧 柳如烟连毛子都没抬 慵懒地靠在闺蜜的肩膀上 美眸微闭 跟这种人她连话都懒地说 女生弄了一个自讨没趣 她用力地跺了跺脚 和其他人一起朝着海边走去 几人在水里玩了没有一会 就朝着岸上走来 他们簇拥着一个青年 脸上满是惊喜的表情 问道 真的 我们真的能坐游艇了 那可是游艇啊 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的东西 他们也只是见到过 没想到今天来海边 还能有机会上游艇上面玩一玩 青年轻轻地点点头 开口硬道 那是自然 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我和我的一个叔叔接到了 咱们一起出海玩玩 看着青年脸上得意洋洋的表情 围在周围的那些青年们 更是兴奋了起来 纷纷开口说道 这可太厉害了 那可是游艇啊 少说 也得几千万的大玩具呢 要不然怎么说 富人的朋友 都是有钱人呢 人家家里不只是有钱 人家叔叔更是大富豪呢 那当然了 有这么有钱的亲切 只要人家愿意拉你一把 想起飞 还是非常容易的 咱们是羡慕不来咯 青年听着众人的吹捧 脸上扬起一抹笑容 却还要装作不在意地说道 嗨 这才哪道哪呀 未来几年我也努努力 争取自己买一艘 到时候 咱们年年出海玩去 明明只是一句吹牛的话 但是在其他人听来 这根本就是另类的炫富 我们这连车房都没有混上了 人家已经打算买油艇了 想到这里 众人都在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 这条大粗腿 他们是报定了 柳如玉听着他们吹捧的话 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屑的表情 平常勾搭了不少女生 嘴上甜甜蜜蜜地说着情话 只要一得手 过几天就扔 这种男人 根本就是人渣 青年这时候 走到了柳如玉的身旁 故意说得十分大声 吸引着对方的注意 柳如玉这样女神级别的妹子 是男人们征服的目标 青年看向柳如玉如花一般的面庞 十分绅士地邀请道 柳大女神 今天刚好有机会 不如带上闺蜜 咱们一起上游艇喝一杯 没想到柳如玉 却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 直接拒绝道 不用了 你们好好玩 区区游艇而已 柳如玉可不在意 更何况 是和这种人渣一起出海 她才不屑于去呢 听到柳如玉的拒绝 青年还没有说话 旁边的那些同学们 倒是有些不满了 纷纷开口吃道 真是如包子 这样好的机会 都不知道珍惜 就凭你自己的那点财力 一辈子能有机会上游艇上面玩 要不是 看在大家都是老同学的份上 谁会邀请你上游艇啊 长得漂亮了不起吗 真是分不清楚形势 只能说 这种人眼皮子太浅 根本没见过世面 恐怕他都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游艇吧 这时候 也有狗腿子 看出青年的脸色不好 直接开口劝道 周哥 他们不去正好 我们还不挤了呢 这种女人 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捏 爱去不去吧 之前就在极度柳如玉眉毛的女生们 就像是忽然找到了突破口一样 又是开口嘲讽了柳如玉几句 这才朝着远处走去 他们刚走开 陈天就带着柳如烟 走回了岸上 看着柳如玉脸色不好 陈天关切地问了一句 如玉 你没事吧 不舒服吗 还是发生什么事了 柳如玉感受到陈天的关心 他淡淡一笑 开口回答道 没事 就是刚才有蚊子 挺让人心烦的 听到柳如玉说自己没事 陈天也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 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心中也是无尽的感慨 陈天在心里暗暗地想到 要是这时候有搜船就好了 还可以去远海看看 感受一下海上的乐趣 正想着 要不要去买个游艇的时候 陈天的眼前 忽然光幕一闪 加检测到主人的心愿 车库主动贡献出 远阳号豪华邮轮 看着面前光幕上的字 陈天的眉头一挑 倒是来了一些兴趣 这个奖励 很不错呀 正好用得着 就在这个时候 苏天晴从远处朝着陈天跑了过来 手里举着手机 是陈天的手机 来了电话 陈天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陈天直接开口回答道 你们过来临水港口吧 说完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旁边几人都听到了陈天的话 还没有开口询问 就听到陈天说道 走吧 咱们换衣服 去临水港口 柳如玉听到陈天的话 也是站了起来 他身边的几个闺蜜 也打算一起去看看 虽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 就全当四处看看好了 众人一起去酒店里换了衣服 朝着港口的位置走去 离得远远的 众人就看到了一群人 正围着一艘小型的游艇 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都非常的兴奋 这些同学都是普通人 平时可没有机会接触到游艇 所以一个个都非常高兴 面对着港口里 停泊的豪华游艇 这些人都是开口奉承着青年 这就是游艇吗 好家伙 要不是周哥带咱们长见识 我可能一辈子也没机会 亲眼看到游艇的样子了 乌草 这大游艇简直了 周哥 这得多少钱啊 这得上千万了吧 这么贵的东西 周哥都能借来 真是厉害了 说实话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 想要快点上游艇上看一看了 被称作周哥的青年 副手站立着 眉梢眼角上 是脸不去的得意 不过 想起刚才柳如玉的拒绝 他这心里 还是说不出的不舒服 他之所以要借游艇 还不是因为在海边的时候 遇到了柳如玉 看到曾经的女神 越发漂亮标志 青年早就按耐不住心里的小火苗 想要和女神进一步发展一下了 只是没想到 自己的游艇准备到位了 女神却根本不理睬自己 想想就火大 就在众人一阵欢腾 准备上游艇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远处 一个庞然大雾 正朝着岸边靠来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一个同学发出一声惊呼 朝着远处的海面指去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就看到一艘豪华游轮 正朝着港口的方向开来 似乎是感应到了众人的目光 豪华游轮响起了汽笛声 声势十分浩大 百米高的巨大船身 足有几十层楼的高度 十分巍峨雄壮 随着豪华游轮的一点点靠近 已经可以看到 上面的这种装饰和建筑 一间一间的客房 就像是一栋一栋的高楼一般 整齐地安装在那里 看起来十分壮观 这不只是一艘船 完全就是一座会移动的城市 这样的超级豪华游轮 简直是惊爆人的眼球 青年的豪华游艇 在这样的超级豪华游轮面前 就像是一艘破旧的小木船似的 完全拿不出手 一个同学直勾勾地 看着眼前的超级豪华游轮 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说道 听说像这样的超级豪华游轮 不只是有最基本的游船功能 里面还带有游泳池 剧场 商场 甚至还有公园等各种游乐设施 其他同学听着介绍 瞬间瞪大了眼睛 功能这么全面 这也太酷了吧 说实话 之前这些同学们 还对游艇出海 感觉万分的激动 但是和旁边的超级豪华游轮 这么一比较 瞬间失去了大半的兴趣 哪怕是青年 自己也是双眼直勾勾地 盯着超级豪华游轮 恨不得上去好好参观一下 青年足足盯着游轮 看了好半天 才缓缓收回了目光 对着周围的众人解释道 这样排水量 几十万吨的大型游轮 都不是个人的 一般都是企业的 就算是企业 也不会是专门供养着 给谁游玩用的 一般都是演变成交通工具 运载着一船一船的客人 在专门的旅游线路上 进行观光浏览 现在一些港口的旅游航线 就是由这样的豪华游轮 进行承载 而且乘坐这样的豪华游轮 每一位客人的旅行费 也是价格不菲 光是传票钱就要上万了 同学们听着青年的介绍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光是传票钱就要上万 这价格也太贵了吧 青年满意地听着 同学们的吸气声 笑呵呵地说道 毕竟这样的超级豪华游轮 造价是非常昂贵的 我们眼前的这一艘 超级豪华游轮 虽然客房数量上 看着并不多 但是明显装饰更加豪华 相信里面的设施 也非常齐备 最起码也要几十亿的造价了 这样算起来的话 单程上万的价格 似乎也说得过去 众人正说着话的时候 忽然看到陈天等人 也朝着港口的方向走来 柳如玉和他的几个闺蜜 也赫然在列 众人一起有说有笑地 看起来非常开心 一个女生先是看到了柳如玉 她的鼻腔里 发出了一声冷哼 十分不屑地说道 有些人的脸皮也太厚了吧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不来呢 结果一转脸 自己就追过来了 其他人听到了女生的抱怨 都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就看到了柳如玉等人 众人心中各有想法 凑在一起 窃窃私语起来 这柳大女神是什么情况 难道说 她刚才那一招 是欲擒故纵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没想到我们曾经的女神 还是个高级的绿茶婊呢 你们说 一会柳如玉会不会主动过来和我们商量 想一起上游艇 到时候我们要答应她 一个狗腿子 听着众人小声的议论 发出黑黑的笑声 竟然主动朝着柳如玉走了过去 狗腿子想得挺简单 毕竟他们周哥喜欢柳大女神 他们这些做小弟的 好歹也得帮着点大哥不是 一边想着 狗腿子已经来到了柳如玉的面前 笑呵呵地邀请道 柳大女神 既然你们赶上了 就一起上游艇玩吧 狗腿子想着 自己给足了柳如玉面子 这一次 总会跟着他们上船了吧 没想到 柳如玉却想都没想地 再次拒绝道 不用了 你们去玩就好 听着柳如玉再次拒绝的话 众人脸色更凝沉 但是在旁边也没有说什么 杏州的青年 只是眯了眯眼睛 附在身后的双手 紧紧地攥在一起 心里更是忍不住在痛骂 什么东西 给你脸你也不要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 我们去玩吧 就在这个时候 超级豪华邮轮 也开始缓缓地靠近港口 随着邮轮的快速停靠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超级豪华邮轮吸引了过去 这样近距离地看着他们 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这艘超级豪华邮轮的魅力所在 一切都看起来是 那么高调和奢侈 再想一想 这艘邮轮的身价 在场众人觉得 就连空气里 都沾染上了软媚臂的味道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对西装革履的男人 顺着邮轮的扶梯 走到了港口上 他们的步伐轻快 动作也非常干练 静止朝着港口上的陈天 走了过来 为首的西装男看着陈天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这才开口问道 您好 您是陈先生吗 陈天看着面前的西装男 嘴角上挂着一抹淡笑 轻轻点点头 说道 是我 西装男的毛子里 闪过了一道惊艳 随即他打开随身的背包 拿出一摞合同来 对着陈天说道 您好陈先生 请您签字 这里就是邮轮的转让手续 恭喜您获得这艘邮轮的所有权 随着西装男的话 身后的一个男人 已经走到陈天的身边 双手递上了钢笔 钢笔的盖子 已经被插在笔身上 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 恭敬无比 西装男一边给陈天 讲解着合同的内容 一边介绍着邮轮的一些情况 陈先生 这艘豪华邮轮功能全面 里面各种游乐和购物区 全部齐备 甚至有模仿大型主题公园 修建的绿色植物区 家庭户外娱乐区 以及有四处风格不同的泳池 各种风格的酒吧数十处 以及十余种不同口味的餐厅 可以提供不同口味的餐饮 甚至带有剧院和赌场 该有的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旁边的众人 听着西装男的介绍 嘴巴大大的张开着 几乎可以塞下去一个拳头 面前这艘超级豪华邮轮的奢侈程度 比他们想象中的更甚 这样的一艘邮轮 居然签完字 就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的 按照他们刚才的估算 这艘超级豪华邮轮的造价 怎么也要数十亿 这人这么年轻 就有这样的邮轮 这得是什么样身价的人 才能拥有的东西 对面的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人 众人只觉得一阵口干舌燥 看向陈天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震撼和羡慕 尤其是这些人中的几个女生 看着陈天的眼睛 闪烁着异常晶亮的光芒 这么帅气的男生 居然还这么有钱 要是有个这样的男朋友 还不分分钟起飞 这样想着 几个女生们的心里 都是通通的跳着 越看陈天越是迷人 柳如烟等人 同样是被西装男的话给惊呆了 下意识地扭头看向陈天 目光之中满是茫然 这这这 陈天这发展 未免也太快了吧 今天才看到两亿多的豪华座驾 现在就是几十亿的超级豪华邮 柳如烟简直想要翻白眼 这一件一件地接在一起 怎么让人受得了啊 陈天直接接过钢笔 签下了转让协议 看着面前已经归属于 自己的巨大豪华邮 陈天看了看旁边的青年等人 对着柳如玉问道 如玉 这是你们朋友 叫他们一起上船 反正这艘邮轮足够大 就是在上面开个巨大的party 一样有很有私人空间可以去玩 众人听到陈天的话 一瞬间就兴奋了起来 就连信州的青年 也是眼前一亮 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这么好 这样超级豪华的私人邮轮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入的 要是他们上了这样的邮轮 绝对是妥妥的谈资啊 最起码 够吹半辈子的 众人这样一想 全都高兴了起来 纷纷对着陈天表示着感谢 那怎么好意思呢 您可真是好人啊 怪不得人家都说 越有钱的人越是善良 多谢陈先生的慷慨了 可不就是吗 能和陈先生一起出行 已经是我们的运气了 柳如玉看着这些人的嘴脸 直接冷哼了一声 说道 不用了 他们不想 他们有游艇 刚才这些人说的那些难听话 柳如玉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现在跑来这里 想要蹭游轮 我呸 你们不配 众人听着柳如玉的话 顿时作拉 他们如同一个个 失忆症患者似的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对着柳如玉 开始道德绑架 如玉 你不会这样小气吧 我们都是同学啊 还是最淳朴的那种初中同学 咱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最好的 谁不知道 我们柳大女神 最是和蔼可亲了 她刚才肯定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毕竟同学情义在这里呢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怎么可能没有矛盾 那些站在高处的人 肯定是要体谅一下 我们这些普通同学的嘛 之前还口口声声骂柳如玉是土包子的人 这时候一口一个普通同学 柳如玉看着他们的样子 吃笑一声 将头转到一边 没有搭理 这种道德绑架的人 没有必要和他们多说一句话 陈天听着他们说的话 也是明白了 于是也不再理会这些人 如玉 你过来 陈天将柳如玉 叫到自己这边来 至于其他人到底要如何 就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了 柳如玉的那些同学 看着这个状况 也是后悔不已 刚才好好的 人家拒绝就拒绝呗 他们说什么话 要不是说那几句没什么卵用的屁话 这时候 他们也已经坐上超级豪华游轮 准备去深海里面好好玩了 但是这时候 已经得罪了人家 说什么都是没用了 看看人家的超级豪华游轮 再看看自己这边的小小游艇 他们也不好意思 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 深海他们也没兴致了 便灰溜溜地走了 杏州的青年在前面走着 越想越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不就是一艘超级豪华游轮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让座就拉倒 有什么好摆谱的 周哥越想越是火大 他看着身边垂头丧气的众人 想了想说道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咱们以后有机会了 再去出海玩 我看今天天气不错 咱们干脆去这边的星级餐厅吃顿饭吧 星级餐厅 众人一听周哥的话 眼前皆是一亮 海边的星级餐厅 好不好吃放在一边 逼格肯定是特别高大上的 最主要的就是 价格足够贵 在那样的地方吃一顿饭的话 拍个九公哥的照片 到时候还能在朋友圈里秀上一波 想到这里 众人都是高兴了起来 脸上的阴霾也是一扫而空 大家的脸上再次绽放出笑容 一个同学主动开口询问道 周哥 你应该在咱们这边的星级餐厅吃过饭吧 味道如何 周哥哈哈一笑 看向一众同学 十分得意地回答道 那是自然了 滋味嘛 也还可以 毕竟是星级餐厅 无论是食材还是厨师的技艺 都是非常棒的 周哥说到这里 表情十分神秘地看了众人一眼 很是认真的开口说道 你们可能不知道 咱们临水市的这家星级餐厅 里面的主厨 是个非常精益求精的人 他这些年 一直都在努力创造着各种新菜式 你们这一次 算是有口福了 都是星级餐厅 但是等级也是不一样的 一位主厨的记忆高低 则代表了一家餐厅的味道的极致 同学们虽然没有吃过 但是这个浅显的道理 还是懂的 大家一听 这位主厨居然如此厉害 脸上都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纷纷对着周哥一阵感激 这就是见过世面 和没见过世面的区别 今天要不是周哥 恐怕咱们一时半会 失去不起这么高档的餐厅了 我听说 像这样等级的星级餐厅 人均消费都要五六千块钱呢 这可太贵了 要不然怎么说 跟着什么人 走进什么样的圈子呢 咱们跟着周哥在一起 那待遇还能差得了吗 周哥被一众同学夸得有些飘飘然 再加上刚才受到了陈天等人的刺激 他也是决定 狠狠地出一次血 和大家一起吃个饭 好好梳理一下心中的郁闷 不就是一艘超级豪华邮轮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带就不带 我们自己玩 其实更开心 想到这里 周哥忍不住开口吃笑道 听说 那超级豪华邮轮上 有十几家餐厅呢 就是不知道 有没有一家 能赶得上我们的星级餐厅 其他的同学听到周哥的话 立刻接话说道 那怎么可能 长期泡在海上面 别说 是和星级餐厅比了 听说他们的食材 都不够丰富和新鲜呢 星级餐厅的食材 可是全球各地的 直接原产地发送 否则能这么贵吗 那几十亿的超级豪华邮轮 确实是厉害 可是和他们吃的东西比起来 自然是毫无可比性的 想到陈天他们再有钱 也不能和他们比美食 一个女生坏笑着说道 那我一会 可要好好的拍照 将美食拍得漂亮一点 到时候 act一下柳如玉他们 都怪那个柳如玉狠星 大家都是同学嘛 有什么好计较的 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 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其他同学一听 也觉得心里特别有气 嚷嚷着一会一起发 气死他们 众人有说有笑的 继续朝着餐厅走去 而此时的陈天 看着转让合同的事宜 已经办好 便想着带上众人上游轮 一起出海去玩一玩 站在一边的西装男 看着陈天的动作 连忙开口说道 陈先生 今天实在是个 值得庆祝的日子 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了 苏航这边的 米其林餐厅的大厨前来 稍等一会即可 这样值得庆祝的日子 自然是要吃一顿大餐的 为了表达他们的诚意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 联系了米其林三星餐厅 准备为陈天等人 特制一顿特殊的美味 柳如烟等人一听 都表现得十分高兴 柳如玉拉着姐姐的手臂 轻声地询问道 姐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 还能这样上门服务吗 看那些杂志上的介绍 这些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 一个个都脾气很大 很有个性的 能愿意来吗 一旁的西装男 听到了柳如玉的问题 他杨左鸣思苦想了一回 才挑着眉头回答道 这些主厨 一定也很愿意为 陈先生这样尊贵的客人 提供优质服务吧 这样的高级幽默 顿时让在场众人玩耳一笑 虽然是用玩笑的口吻说出 但是内容一听 就是大实话 恐怕这样出行制作餐品一次 价格也是难以想象的高 如此阔绰的大主顾 谁能不喜欢啊 陈天也是看向了西装男 但笑着说道 你们有心了 一会大家一起上游轮 庆祝一下吧 西装男自然也想答应 他看得出来 陈天是个很和善的人 和这样的有钱人做朋友 应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是毕竟他是来工作的 也只要忍痛拒绝道 不用了陈先生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 这种您和您的朋友们 有一个愉快的体验 西装男说完话 其他的工作人员 也是朝着陈天微微欠身 他们恭敬地站在原地 等待着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大厨到来 一会恭送了陈天等人上游轮 他们今天的工作 就算是正式完成了 与此时同 周哥带着一帮同学们 终于来到了米其林三星餐厅里 看着面前装饰十分奢华的巨大门面 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餐厅装修的 也太豪华了吧 通体的钢化玻璃墙 看起来非常闪亮 明显是经常有人打理 看起来鲜尘不染 极为干净 玻璃上贴了反光膜 不过因为是白天的缘故 比较亮堂 还是可以看到靠窗边的餐桌的模样 看着摆放细节极为讲究的餐桌 众人的眼睛里 只剩下无尽的震惊 真不愧是米其林三星餐厅 这真的是完美的餐桌艺术啊 众人在震惊过后 只觉得胸口一阵豁然开朗 他们今天就要在这里 好好地享受一番 借此来一扫阴霾 这里可是号称除了贵 没有任何毛病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绝对可以让他们的味蕾 有一个极致的体验 想要那种可能品尝到的美味 在场众人已经感觉到 口腔里的口水在疯狂分泌了 周哥看着同学们眼睛里的期待 也是黑黑一笑 带着众人朝着里面走去 虽然请这么多人来用餐 周哥有点肉疼 但是也绝对不能让人瞧不起了 不就是钱吗 咱也有 众人刚走到门口的位置 就看到一位穿着职业装的女士 朝着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 只见她的胸口公牌上 清清楚楚地写着 大堂经理 看到是大堂经理亲自来迎接 众人脸上的 立刻闪过了一丝得意 只恨柳如玉等人没在现场 周哥看到大堂经理过来 也是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 准备和对方攀谈一下 显示自己的地位 没想到 周哥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看到大堂经理 对着他们十分尊敬的一鞠躬 随后开口说道 抱歉 真是不好意思了各位 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营业 给几位造成了用餐困扰 真是非常抱歉 不能营业 众人闻言明显一愣 这什么情况 周哥也是一乐 他看向大堂经理 笑着说道 美女经理 今天也不是鱼人姐 你就别开这种玩笑了 谁不知道 你们米其林三星餐厅 就算是各种假日一样会开放 周哥好歹也来这边消费过一次 对于这些基础的营业时间 还是了如指掌的 而且 看餐厅里餐桌上面的摆设 明显是做过开餐准备的 怎么就突然不营业了 肯定是开玩笑的 其他的同学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 纷纷笑着开口说道 您可别开玩笑了 大经理 你们不营业 难道整间餐厅喝西北风吗 要是别的餐厅这么说 我还相信 这可是米其林三星餐厅 最是讲究客户体验 怎么可能办出这样的事情来 难道这是新出的饭前小游戏吗 经理 您就快点承认了吧 然后咱们就开餐 众人到了这个时候 还是嘻嘻哈哈的 完全没有把大堂经理的话 当做一回事 都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大堂经理看着面前的众人 也是一阵无奈 只能是继续向下解释道 诸位 今天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我们确实是不能营业 我们全部的厨师 都被借出去了 既然这些客人听不懂他的话 大堂经理 也只剩下实话实说这一条出路 众人 厨师被借出去了 嗯 谁啊 这么不讲武德 我们还在等着一罪解千仇呢 这不是让我们的眼泪 陪我过夜吗 一时间 众人的脸上都充斥着不满 他们齐齐地 看向大堂经理 十分烦躁地赤道 可没有你们这样的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大老远巴巴地来了 你们说不营业 就真的不营业了 这不是耍人吗 大堂经理又是一鞠躬 他十分歉意地解释道 我们也不想 但是 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 众人 什么情况 你们堂堂米其林三星餐厅 就为了点钱 连面子都不要了 做餐厅的尊严呢 你们主厨特立独行的性格呢 这金钱面前 都被粉碎了吗 众人正在心里疯狂吐槽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个穿着工作制服的厨师 正从后厨走到了前厅 他们的手里拎着工具箱 上面印着的 正是这家餐厅的名称 里面放着的 全都是非常昂贵的刀具和厨具 厨师们一个个精神面貌俱佳 他们都已经整装待发 随时可以出发 众人看着厨师的模样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顿时在心里暗暗地想到 这特么的 你们玩真的 这时候 又有不少厨师从后厨走了过来 他们的手里 拎着一个个食材箱子 看他们费力挪动脚步的样子 明显非常沉重 一到前厅 他们便立刻放在了地上 即便是如此 他们一个个的 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 生怕食材箱有什么闪失 这里面放置着的 都是一早从全球各地空运来的各色美食 这样的食材 都是顶级的货色 自然不能出一点差池 众多厨师们站在一起 在前厅稍等了片刻 便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男人 步履矫健地走了出来 正是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 主厨一走出来 他的目光就落在了一众厨师的身上 将他们审视了一遍后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很好 这才是一个好厨师 该有的精神面貌 你们记住了 你们的精神面貌 和你们的菜品一样重要 我一直都坚信 只有收拾好自己的人 才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厨师的情绪 关系着他做出美食的滋味 都记住了吗 主厨的一通驯化 不只是让在场的厨师们 醍醐灌顶 就连旁边站着的青年和女生们 也是精神毅力 众人在这一刻 都是生起了同样的想法 真不愧是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 这个要求 简直是非常严格 随后 心里不由地生起一种 肃然起敬的感觉 一位同学直接瞪大了眼睛 一脸艳羡地看着主厨 喃喃自语式地问道 好家伙 这是什么人请了主厨 才能得到这样认真的对待啊 真是够阔气的 众人随即想到 刚才大唐经理说的话 也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十分认同这个想法 太阔气了 但凡少出一点 在这里享受主厨美食的 就是他们了 想到这里 众人都是目光之中 带着探寻 看向了大唐经理 大唐经理不好意思地 耸了耸肩 回答道 客人的具体信息 我们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是去一艘邮轮上 给客人们做一顿盛宴 说完 大唐经理看了看 万上的手表 连忙走去厨师的面前 大声地说道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你们快点过去 别让人家等久了 大唐经理自然不可能 嘱咐主厨 便对这些厨师们 小声地叮嘱着 我们这次的客人 身份非常尊贵 你们一定要用心一点 知道吗 厨师们自然认真地点点头 表示已经记住了 毕竟能将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请走 就已经代表了 客人的身份和地位 这些道理 他们自然是懂得的 于是乖乖地 拎起自己的东西 跟着主厨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众人 鱼贯而出的身影 在场的青年小姐们 满眼皆是震撼 如果他们刚才没有听错 大唐经理说 这次用餐的客人 是在一艘邮轮上 恐怕这些大厨 是柳如玉等人请走的吧 想到这里 青年和小姐们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到了震惊 要知道 如果不是刚才 在柳如玉他们那里吃了扁 他们也不会来 米其林三星餐厅吃饭 他们来这里吃个饭 都肉疼的不行 可是再看看人家 直接花了大价钱 让主厨带着厨师们 连同这最顶级的食材一起 静置上了人家的邮轮 反正邮轮上 有十几家餐厅 在哪里用餐都是一样的 绝对都是最顶级的体验 一众人一边想着 忽然一个女生 小声地开口问道 你们说 柳如玉他们请了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 大厨上邮轮 这得花多少钱啊 旁边的同学们 纷纷开口计算起来 根据我的估计 如果不比在餐厅里面的费用 贵上个几倍 是绝对不可能 请动他们出山的 否则 也对不起人家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招牌 几倍 我估计远远不止吧 你难道忘了之前 大唐经理说的 给出的价码实在太高 这说明 已经超过了他们餐厅的预期 咱们就别在这里 计算这点小钱了 人家柳如玉旁边那位小哥 可是坐拥几十亿 超级豪华邮轮的大佬 别说是几倍价格了 就是几十倍上百倍 人家还能出不起吗 想到那艘价值几十亿的 超级豪华邮轮 在场中人吓得全部惊声 仿佛一把看不见的巨大锤子 狠狠地砸在他们的脑门上 瞬间给他们砸得清醒了 就连人家那艘超级豪华邮轮 每年的维护费修理费 就是一笔他们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现在他们居然还在这里 担心人家一顿饭的饭钱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众人的脸上写满了羞愧和后悔 心里更是悔恨不已 面对这样的顶级大佬 他们就是抱着大腿求道歉 也不为过呀 怎么就灰溜溜地走了呢 否则不仅有超级豪华邮轮可以做 还可以品尝到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 那小日子得多美 还叫人把主厨给倾走了 这都叫什么事 一些女生的心思比较细腻 想想人家这个身份 他们把人家得罪了 能有什么好果子吃 搞不好 别是会有什么报复行为吧 女生们的心里有点害怕起来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找了个借口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其他同学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和周哥随便说了两句后 也是纷纷离开 徒留下周哥自己 也是心里极为不舒服 灰溜溜地回去了 而此时的厨师们 已经在主厨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海边 他们远远地就看到了 超级豪华邮轮 都纷纷被他的巨大所震惊 这么大的邮轮 居然是私人的 说实话 他们刚才猛地一看这巨大的邮轮 还以为自己是来上班的呢 就连一向严肃的主厨 也被眼前的邮轮所震慑住 脸色不由地变了变 无论这是私人的邮轮 还是旅途中的客人 想要进行一顿美餐 这都是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 这简直是太豪气了 主厨足足愣了半天 才缓缓地从震惊中反应了过来 他掏出手机 给邮轮的主管打去了电话 告知对方自己等人已经到达 在这样的尊贵客人面前 主厨早就收起了那种 高高在上的心态 对待邮轮主管的态度 非常和善 邮轮的主管 一直在这里等待着他们 他朝着主厨招了招手 带着众人上了船 静止走向了侧面的专门厨房 这里就交给诸位了 邮轮主管十分温和地笑着 对着一众厨师朗朗说道 一众厨师们看着邮轮的厨房 瞬间就被里面的各种豪华设施 给震惊到了 说实话 这比起他们米其林三星餐厅 还要更加专业的厨房 确实是头一次所见 一个年轻的厨师在震惊之下 捂着嘴巴惊呼道 这样一间如此巨大 且设备齐全的厨房 恐怕是所有厨师 都梦寐以求的地方吧 其他厨师也是纷纷接口说道 我刚才仔细地看了一下 这些厨具和电器 都是世界顶级的品牌 好家伙 比我们用的 可是高级多了 你看到那边的那些设备了吗 全是按照这艘邮轮的需求 专门定制的呢 这种厨房设备进行定制 价格更是没编 这算什么 你们去看看 人家邮轮上面准备好的食材吧 如果我们的是顶级 人家就是顶级的天花板啊 太奢侈了 大厨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对于邮轮厨房里的所有东西 都是不令一美之词 毕竟这些全部都是行业顶尖的东西 让他们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 只剩下满心的震撼 主厨这时候 已经巡视回来 看着 还在愣神的大厨们 直接呵斥道 还愣着做什么 快点开始做准备 大厨们这才反应过来 立刻投入到工作之中 毕竟他们可是别人花重金请过来的 要是做的工作不到位 不只是自己的脸上无光 也丢了他们餐厅的脸 更不要说 这位尊贵的客人 一看就是一方巨骨 他们可不敢怠慢 就在大厨们开始准备盛宴的时候 邮轮主管也是带着陈天等人 在邮轮上 邮轮主管不断给众人介绍着 每层上的设施和可玩的娱乐项目 这里就是我们的顶层甲板 这也是我们邮轮上 事业最好的一个游泳池 其实我们的每一层 都有一个游泳池 各位如果喜欢的话 甚至可以一人独占一个 独享一层的景色 邮轮主管的语气有些自豪 这一艘邮轮 绝对是按照顶级娱乐邮轮设计的 奢华程度自然不一般 绝对可以给每一位客人 最尊贵的体验 众人都是目瞪口呆的 跟在邮轮主管的后面 这艘邮轮可以说是应有应有 他们能想到的娱乐设施 都能在这里找到 无论是他们想吃饭 喝酒 亦或是唱歌还是打牌 哪怕是想逛公园和攀岩 在邮轮上 都有相应的设施 全面和高档的程度 简直是让人叹为观止 众人一面听着 一面感受着海风 温柔拂面而去 虽然海风有些湿咸的味道 吹在身上 也带着一点湿乎乎的感觉 但是 众人只觉得 有一股微凉的风 钻进他们的毛孔之内 让四肢百骸都一阵舒爽 柳如玉迎着海风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高举着双臂 在海风之中 尽情地舒展着身体 十分感慨地说道 这就是顶级大牢 所呼吸的空气吗 这味道 果然不一样 光是站在这豪华的甲板之上 就已经充分地感觉到 扑面而来的软媚壁的味道 众人跟在主管的身后 大概浏览了一些娱乐的设施 看着放映厅里面的剧目显示器 众人又是发出了一阵道吸气的声音 这个剧目显示器的大小 感觉比电影院最新型号的显示器 还要更大 主管十分骄傲地介绍道 我们这里的放映厅里面 也是不折全景声声道的 有时间 诸位可以体验一下 这里的观影效果 一定会让各位满意的 主管说话时的声音语气 都充满了自信 毕竟这艘超级豪华邮轮 在装修的时候 从来没有计算过预算 根本就是什么顶级 便使用什么 只为了最佳的体验效果 柳如烟抬起头 看着头顶上的扬声器 上面的JBL标牌 非常的清晰 好家伙 光是这套音响 就要几百万起步了 柳如烟吐了吐舌头 JBL可是 全球顶级的扬声器品牌 这艘邮轮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更豪华 怪不得主管会说 保证各位满意的话 这可不是盲目的自信 而是实打实的终极体验 主管看了看时间 对着陈天恭敬的一倩深 极有礼仪地说道 看看时间 相信我们的厨师们 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不如我们一步餐厅 准备用餐吧 直到看到陈天点头应允后 主管才支起了腰身 带着众人朝着餐厅走去 主管一边走 一边对着众人介绍道 咱们今天是在室内的餐厅用餐 希望各位可以喜欢 整个船舱的内部 都是灯火通明 看起来十分亮堂 通往餐厅的过道上 铺着厚厚的手工之地毯 脚感十分舒适 就像是踩在了一团棉花上 又好似是踩在云端 主管走上前去 用力地推开了一扇 对开门的通顶木门 纯金打质地把手 一看就十分厚重 透着一股奢靡的光泽 在灯光的映射下 看得众人一阵心脏通通跳 虽然是室内的餐厅 但是通体的玻璃窗 还是让光线十分顺畅地 照进了大半间餐厅里 将这里的奢华 完全地展示在了 所有人的面前 只见餐厅的正中央 放置着一张长形的宴会桌 宴会桌的中间 摆着各色的鲜花 空气之中 隐约可以闻到 新鲜花术特有的香味和气息 主管快步走到了主位上 将椅子拉开 供应着陈天坐了下来 其他人也是纷纷落座 坐下之后 他们立刻就被眼前的餐具吸引了 看着面前荧光闪闪的餐具 柳如烟柳眉一条 直接开口问道 这是Christopher的餐具吧 主管看到柳如烟 一眼就认出了餐具的品牌 顿时目光之中 充满了欣赏地说道 是的 美丽的女士 一旁的柳如玉 立刻一脸好奇地靠近了姐姐 小声地询问道 姐姐 你说的餐具牌子 是怎么回事 那是全球顶级的银器餐具品牌 是欧洲皇室御用的餐具供应商 柳如烟很小声地给妹妹解答着 旁边的几个闺蜜听到了 眼神立刻一变 欧洲皇室御用的餐具 这么奢侈的吗 他们掏出手机搜索了一下才知道 这么一个勺子 就要几千块钱了 古蝶这些相近的款式 更是轻轻松松上了五位数 最主要的就是 他们在网上根本没有找到 一模一样的款式 倒是在定制款的页面上 看到了相同的花形 但是 看着定制款动辄六位数的价格 这几个女生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生怕自己不小心喊出声来 就在这个时候 米其林主厨也在仆人的安排下 端着刚刚做好的美食 走上了餐厅之内 看着如此奢华的餐厅 他们也是呼吸一致 瞳孔一阵缩放 这间餐厅 可是太奢华了 一走进这里 就仿佛穿越到了中世纪一样 这里真的如同贵族才能拥有的餐厅一般 四处透露着一丝华贵的气息 主厨在原地愣了好一会 才终于回过神来 他带着手下的厨师 朝着坐在主位上的沉添 轻轻躬身 十分礼貌地自我介绍道 您好 我是您今天的主厨 也是米其林三星餐厅的现任主厨 希望今天的午餐 可以让几位满意 说着话 主厨朝着身后的厨师们示意 厨师们立刻行动起来 开始给在座的贵宾们上菜 主厨站在旁边 十分专业地介绍着今天的菜色 这一道是蓝旗金枪鱼的沙拉 今天的蓝旗金枪鱼十分鲜嫩 采用这样的生食方式 最能保留其自身的美味 看着面前只有一口的小小沙拉 众人纷纷品尝了一口 明明是未经任何处理的生鱼片 一股满含着鲜甜的味道 直接传遍了整个味蕾 蓝旗金枪鱼的脂肪含量 要高于其他的金枪鱼 这让鱼肉在咀嚼的时候 有一种特别的滑腻口感 入口即化 众人的眼前纷纷一亮 纷纷开口赞叹着主厨的巧手 这道菜色的味道 真的是非常出色 主厨只是淡淡地笑着 十分优雅地解释道 最美味的菜色 不只是需要最完美的厨艺 也需要食材的新鲜度 说到这里 主厨看向了一旁的陈天 十分恭敬地说道 说到底 还是陈先生的食材 足够新鲜 我看上面贴着注地的拍卖标 不菲吧 注地的海鲜拍卖市场 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名的 虽然那里的价格 要比普通的市场价高出许多倍 但是在那里拍到的食材 也是全球最顶级的 全部都是海里的渔船 最新的捕获 而且只有达到了一定等级 才可能拿到注地的拍卖市场上 进行拍卖 陈天没有说话 站在旁边服侍的主管 笑眯眯地说道 果然是主厨 眼神就是犀利 这是我们在注地 刚刚派来的蓝旗金枪鱼 主厨一听 立刻和邮轮的主管小声地讨论起来 旁边几个姑娘听得云里雾里 只听到主管报价说 这条蓝旗金枪鱼的价值 竟然要上千万 众人一听 只觉得大脑里轰得一声响起 不就是一条鱼吗 这么贵 好家伙 刚才这一口 都得好几千块钱来啊 众人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 确实是够鲜美 但是也太奢侈了吧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他细嚼慢咽地吃下了鱼肉 但笑着说道 蓝旗金枪鱼的腮鞭肉 是最鲜嫩的 这样吃起来 果然味道不俗 主厨在一边听着陈天的话 立刻对陈天另眼相看 这位陈先生虽然年纪轻 但是确实很厉害 居然一尝 就尝出了鱼肉的位置 就算是许多大厨 也做不到这样的水平 接下来 一道道美食被端上了餐桌 主厨对于陈天 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他恭敬地站在一边 十分细致地 为众人作者介绍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食 是用顶级的和牛肉片 搭配上顶级的松绒 黑松露 以及蓝族蘑菇搭配 而成的美食 听着主厨的话 柳如玉的毛子 瞬间瞪大了起来 这些配料 可都是世界上顶级的美味 价格极其昂贵呢 柳如玉指着饼皮外面 亮闪闪的金色 询问道 主厨先生 这些金色的东西 是什么 主厨笑眯眯地回答道 那是可食用的金箔 这样看起来 会显得更加酥脆可口 接下来 顶级的阿尔玛斯鱼子酱 这是出自于 超过百年的白化金鱼卵 是世界上最昂贵 也是最可遇而不可求的 鱼子酱美味 还有存放超过十年的 伊比利亚火腿 被切成了极为轻薄的片状 仿佛一阵风 直接就能把火腿片吹走 虽然切得足够薄 但是随着它的出现 还是可以闻到 浓重的火腿香味 看着面前完美无瑕的火腿 主厨发出了一声感慨 赞叹地说道 好在我特意去西班牙 学过切火腿的记忆 否则这么棒的伊比利亚火腿 我是真的不舍得用 毕竟这样的火腿 需要极长的时间 才能够成为顶级的美味 这样有编号的火腿 已经适用一条少一条了 太珍贵了 很快 长条桌上 已经摆满了全球顶级的美食 听着那些介绍 在看着眼前经过 米其林三星主厨试弄的美食 全都愣住了 光是闻着这扑鼻的香气 就已经感觉自己的价值观 都经历了一次洗礼 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 这也太爽了吧 众人一边说着话 一边开始了一场美食盛宴 能凭到米其林三星餐厅 主厨的手艺自然是无可挑剔的 陈天吃得十分优雅 他时不时地给柳如烟和柳如玉 加一些美食到碗里 说话的语气也极为轻柔 这样的对待 让一旁的三个闺蜜 看得眼睛都直了 要是有这样帅气又有钱的小哥哥 这么照顾自己 他们直接就扑上去了 一顿饭 很快就在欢声笑语之中 结束了 陈天看看时间已经不早 干脆就对众人说道 刚才主管也介绍了一些娱乐设施 大家想去哪里玩 可以随意 PS 各位大大 我的新书已经上传 用三句话 让高冷笑花成我女朋友 简介 神豪加单女主 加超甜夜晚 苏和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必须要在笑花房间待五分钟 他记上心来 拿着写着三句话的贺卡 推门进去 笑花 你 苏和 让我来说 随后苏和反手关了门 第二天 苏和在教学楼躲雨的时候 笑花拿着伞来了 面对众人的热切询问 高冷笑花看向苏和 奄然一笑 我来 接我男朋友 一句话 让所有人原地爆炸 十个月之后 笑花看着几个宝宝 瞅了眼苏和 我亏了 当初被你三句话就聊到手了 各位大大感兴趣的的话 可以去看看 翠庚和五星书屏都会加更哦 拜谢了 说完 陈天又看向了一旁的主管 吩咐道 麻烦管家给这些美丽的女士们 分一下房间 乐意之至 主管朝着陈天一躬身 看着桌上的女士们 开口说道 诸位女士请随我来 我带你们去看房间 陈天并没有去其他的地方 而是直接去了房间 作为这艘超级豪华邮轮的主人 陈天的房间自然是等级最高的 即使是大酒店的总统套房 也不如眼前的这件主人房奢侈 房间中央的吊灯 主体都是由黄金打造而成 上面镶嵌了各种宝石和水晶 当灯光打开的时候 映射出色彩斑斓的光影 十分漂亮 陈天淡淡地扫了一眼 光是这样的一个吊灯 恐怕都不是几百万可以制作出来的 说是顶级的奢华 确实是不为过 床上铺着的是顶级的丝绸制品 躺在上面很是丝滑 给人一种极为轻浮的体验 陈天直接换了衣服躺在床上 享受着一种独处的静谧感 虽然这是超级豪华邮轮 但是毕竟是在行径之间 所以船身还是有些微微的晃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陈天只觉得 有一种特殊的催眠作用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只是没睡多久 陈天就醒了过来 觉得精神抖擞的他 没有丝毫睡意 干脆就走出了房间 来到了甲板上 没想到刚一走出来 就看到一道倩影 正靠在甲板上 欣赏着夜晚的海面 正是柳如烟 柳如烟轻轻靠在围栏上 将他玲珑的曲线 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眺望着海面和月色 却完全没发现 陈天的一双眸子 正暗暗欣赏着他的美 看着这样安静的美人 陈天的眸光不由地暗了暗 不过看看时间已经不早 陈天还是走到了柳如烟的身边 故意凑到他耳边 轻声说道 怎么不去睡 听着低沉的声音在耳边乍响 柳如烟也是吓了一跳 他直起身体一看 发现是陈天后 立刻一记小粉拳打过来 轻斥道 你吓死我了 柳如烟是有些运传 在房间里觉得有些闷 便上来甲板上看看景色 想着困了再去睡 陈天打亮着柳如烟的面旁 语气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的很不舒服吗 需不需要我叫主管 帮你找点防治运传的药 柳如烟轻轻摇摇头 他就是有点不适应 倒也不至于吃药 就在这个时候 船身忽然晃了一下 柳如烟完全没有防备 直接撞进了陈天的怀里 感受着温香软郁在怀 陈天低下头去 刚好不期然地 和柳如烟的眸子撞在一起 柳如烟的眸子里 仿佛有一汪大海 水蒙蒙地 看着让人有一种沉溺其中的感觉 两个人的距离 寂静 陈天甚至可以感觉到 柳如烟呼出的气 已经喷在了陈天的脸上 陈天的眸色 又是暗了几分 他毫不犹豫地低下头去 直接清在了柳如烟的红唇上 甲板上的气温瞬间升起 陈天直接将柳如烟抱起 朝着房间的方向走去 柳如烟的小手 紧紧地还着陈天的脖子 一双眉眸轻轻地闭着 两个人回到了陈天的房间里 直直倒在了柔软的大床里 高呼声不断响起 第二天一早 陈天睡到了自然醒 等到他起来的时候 陈天就看到 床单上出现了一抹红色 嘴角上扬起了一抹淡笑 陈天扭过头 就看到柳如烟 正在自己身边沉沉地睡着 睡颜十分静好 看着这样安静的面庞 陈天轻轻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就才起床去洗漱 全都收拾好后 陈天不想打扰柳如烟睡觉 便走出了房间 来到了甲板上 陈天一来到甲板上 就看到众人全都站在甲板边上 扶着围栏 朝着海里望着 你们这是干嘛呢 陈天笑呵呵地问着 朝着他们的位置走了过来 柳如烟一看到陈天 立刻十分兴奋地解释道 陈天哥 你快看 咱们的邮轮正在拉网呢 陈天朝着邮轮后方看去 就看到主管 正带着船上的工作人员 正往船上拉动着大网 看到陈天的目光看过来 站在旁边指挥的主管 赶紧走过来 对着陈天解释道 这是昨天晚上抛下去的网 现在刚好可以捞出来 估计收获应该不错 陈天轻轻点了点头 主管在海上面生活了几十年 这点经验自然是有的 他既然说收获不错 那么确实应该是大丰收 很快 大网就被拉了上来 里面可以看到不少的鱼货 都是一些最新鲜的海鲜 主管哈哈大笑着 看起来心情不错 高兴地说道 收获确实不错 今天咱们可以吃 自己捕获的海洋大餐了 柳如玉他们 也已经走了过来 一脸好奇地朝着网里看着 一边看着工作人员收捡海鲜 柳如玉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开口说道 我姐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去敲她的门也没有回应 应该去甲板了吧 柳如玉也没有多想 她还在想着 是不是自己记错了房间号 平时柳如延起床都很早 所以柳如玉想着 姐姐说不定是去哪里玩了 毕竟这么大的一艘豪华邮轮 想要找个人还是挺难的 陈天听着柳如玉叙叙叨的话 顿时一乐 她也没多解释 便淡淡地点点头 说道 可能吧 也有可能美人鱼走错了房间 正在呼呼大睡呢 就在众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原本还在沉睡的柳如烟 也醒了过来 看着窗外正好的阳光 柳如烟只是略微地一动 就感觉到身体一阵酸痛 好不容易才勉强下了床 刚好看到了床单上的红色污渍 又是翘脸一红 昨天晚上的一幕幕 又在眼前闪过 害得柳如烟 直接羞地低下了头 啊 我这都是想的什么 柳如烟羞怯地捂住了脸 她自然不可能放任着污渍在那里 便强撑着身体 换了一套床单 弄好这些后 柳如烟去洗漱了一番 也朝着甲板的方向走去 不过她的身体 还是有些不舒服 走起路来有些一瘸一拐的 十分别扭 刚一走出甲板 柳如烟就看到了姐姐 想也不想地 就扑了过来 笑呵呵地说道 姐姐 你这是去哪里了 我早上去你房间叫你 你都不在的 一边说着话 柳如烟看着姐姐怪异的走路姿势 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了姐姐 柳如烟翘翘脸又是一红 她当然不可能实话实说 便找了个借口 说道 没什么 我刚才 不小心撞了一下 撞了一下 陈天在一边听着这个别角的理由 顿时扑斥一声 笑出声来 真要是说起来的话 好像可不只是撞了一下 柳如烟看到陈天还好意思笑自己 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要不是这个坏蛋 自己会这样狼狈吗 想到这里 柳如烟气鼓鼓地伸出手去 在陈天的腰上用力一掐 柳如烟确实是想要掐陈天 想要对方常常记性 没想到陈天的腰上全是肌肉 根本没有坠肉 可能捏起来 陈天看着柳如烟气呼呼的样子 也是一笑 她看着众人 直接招呼道 走吧 我们一起去餐厅 准备开饭了 好嘞 众人看着刚刚捕获上来的海鲜 早就口水直流 听到陈天的招呼后 自然是跟了上来 今天 他们没有在昨天的餐厅吃饭 而是在顶层上面的餐厅里用餐 这里是邮轮设计之初 就特意预留出来的超级海景包间 这个房间里面 四面和头顶 都是双层的钢化玻璃 可以从各个角度 欣赏大海和阳光的美好结合 房间里面挂着白色的青纱遮阳 看起来一切都那么美好 柳如烟的一双眼睛 几乎要不够用了 她四处地看着 十分激动地说道 这么漂亮的房间里 让人很想来一杯 Mofito啊 主管跟在众人的身后 看到大家对这里的用餐环境非常满意 直接按动了一个开关 将头顶上的玻璃顶棚打了开来 随着玻璃顶棚的开启 整个餐厅里面 立刻灌满了海风 柳如烟也是不自觉地 深深吸了一口气 感慨地说道 闻着失咸的海风 看着这么漂亮的海景 感觉对于今天的海鲜大餐 格外的期待呢 其他人也是用力地点点头 十分赞同这个说法 陈天听着众人说话 忽然发现苏天晴等人并没有出来吃饭 便掏出手机 给苏天晴打了过去 苏天晴很快就接起了电话 陈天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苏天晴的声音响起 语气里面满是激动和狂喜 陈哥 这里的健身房 简直是太棒了 这是我使用过的 最高级的健身器材了 陈天还可以听到 电话里隐约响起 刘猛和郑天南的声音 虽然具体地没听清 但是也大概可以想象得到 应该都是觉得健身房不错 在夸奖呢 陈天听着苏天晴说完 才淡淡地开口说道 先过来吃饭吧 邮轮自己打捞到的海鲜 新鲜得很啊 主管在旁边听着陈天的话 立刻招呼了仆人 去健身房里接人 毕竟这里的餐厅 他们今天还是第一次过来 担心苏天晴几人找不过来 仆人出去了没有多久 就看到他带着苏天晴等人走了进来 苏天晴的身上 穿着一身灰色的运动装 可以看到前肩和后背 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他们一看到陈天 先是恭恭敬敬地打了招呼 这才走到了距离几人最远的地方 小声地解释道 我们刚流完汗 一身都是汉味 省得影响大家的胃口 看着如此孔无有力 但是却十分有礼节的苏天晴几人 柳如玉的几个闺蜜 都是眼前一亮 男人吗 汉流加倍的样子 最是man了 不仅阳刚气十足 还这么有理数 这也太帅了 几个闺蜜倒是聪明人 像陈天这样的人上人 自然是看不上他们的 他们也高攀不起 但是这几个保镖就不一样了 既然能跟在贵人的身边 也代表着他们有一定的才能 倒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就在几个闺蜜们 各有心思的时候 苏天晴已经看着陈天 兴奋地说道 陈哥 你有时间可以去健身房里体验一下 这里真的是顶级棒 这里采用的健身器材 都是世界顶级的设计 不仅是足够科学 而且非常高级 甚至是各种检测的设备 也很是齐备 还可以根据你的体型和目标 为你量身定制最佳的训练方案 一早上起来 苏天晴几人就抛在了健身房里 体验着种种计划带来的惊喜体验 对于他们这样的健身迷来说 简直是最佳的去处 陈天听着几人赞不绝口的话 也是一笑 直接说道 行 等到咱们吃完饭 就一起过去体验一下 很快 美食就已经端到了桌子上 各种鱼虾蟹十分齐全 制作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 可以满足不同人的口味 主管非常贴心 因为邮轮上的女孩子比较多 还叮嘱厨房做了一些龙虾粥 龙虾粥鲜甜味美 最主要的就是可以暖胃 如果女孩子坐油轮有些晕眩的话 喝点热粥最是舒服 陈天看到上了龙虾粥 也是赞许的看了主管一眼 看来主管的确是用心了 连这点小细节都已经注意到了 陈天先是给柳如烟盛了一碗粥 让他吃下去暖暖胃 柳如烟心里顿时感觉暖暖的 入到口里的龙虾粥 都觉得格外鲜甜起来 其余众人倒是胃口大开 对着一桌子的美味大块朵鱼 只觉得好不痛快 柳如烟一边啃着蟹腿 一边笑眯眯地说道 游游轮出行就是爽啊 海鲜可以自己补 简直是爽歪歪 陈天看着小丫头吃得顺心 笑呵呵地说道 要是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随时过来玩 一听到陈天这么说 柳如烟等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这样的旅程 哪怕就是在海上飘几天 然后回去港口呢 也绝对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众人高高兴兴地吃完了一顿饭 陈天也是打算 一会跟着苏天晴等人 去健身房看看 陈天看着自己的一身肌肉 心里头也是有些想法的 他虽然是有着最好的体质和身材 但是发力技巧的什么的 还是不太行 有些欠缺的 就在陈天思索着 要不要和苏天晴等人 请教一番的时候 忽然眼前光目一闪 加检测到主人对自己的不满意 健身房主动贡献八级拳精通 八级拳 陈天明显一愣 随即他就觉得脑袋里一胀 随即身体也觉得有了一些变化 陈天只觉得八级拳就像是从小学起的拳法一般 可以做到如数家珍 八级拳属于一种短打拳法 动作追求的是刚猛和朴实无华 因为出拳法力十分迅猛的风格闻名 是一种爆发力极强的拳法 八级拳的一招一式都非常简单 但是每一个启示和收回之间 却蕴藏着无尽的力量和玄妙 陈天下意识地闭上双目 在脑海之中演练着八级拳的动作 一遍一遍地演练之间 韩风感觉自己对于八级拳的领悟 似乎又多了几分 陈天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谁也没有看到 从他的眸缝之间闪过的一道光芒 大家都吃好了吧 一起去健身房转转 陈天看向众人笑着提议道 众人纷纷点头答应了下来 尤其是几位女士 他们刚才吃得有点多 正好去健身房里运动一下 保持下身材 苏天晴等人在前面带路 众人一起来到了邮轮上的健身房 一走进里面 众人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们并不是专业人士 自然看不懂这些牌子上的高端和昂贵 真正让众人感觉震惊的 是这里健身房的面积 这么大的健身房 感觉比他们在外面见到的还要大 可是外面的那些健身房 里面的会员人数 可是没有几百 也要有上千人了 这里却只是一个私人的健身房 这里面的差距简直不要太大 陈天对此倒是有些习以为常 这艘超级豪华邮轮 处处都是豪气十足 他早已经习惯了 看着四周的健身器材 陈天竟只走到了 摆在中央的一个杠铃面前 这是苏天晴刚才使用的器材 上面左右各挂着一个五十千克的杠铃片 也就是说 加上杠铃本身的重量 已经超过了两百斤 苏天晴在后面看着陈天想要试举 顿时脸色一变 连忙上前想要劝阻 那是他刚才拿来锻炼力量的 要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 一上来就这么重 那觉得是会出问题的 陈哥 你不要 苏天晴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 就看到陈天已经举起了杠铃 直接举过了头顶 陈天听到了苏天晴和自己说话 竟然托举着杠铃转过身来 面色如常地看着他 问道 怎么了 众人看着陈天的模样 顿时都是一愣 这可是两百斤的杠铃 说举起来就举起来了 如果是正常男性经常锻炼的话 托举起来两百斤的杠铃 确实不算夸张 但是像陈天这样 根本不用憋力 还能转身说话的 可是太少了 尤其是苏天晴几人 他们作为行家 自然看出了陈天的厉害之处 在这样的力量之下 还做做出其他的动作来 这只能说明 陈天是依靠着纯粹的臂力 将杠铃拖起来的 柳如玉倒是没想那么多 他就是看着上面的杠铃片 张大了嘴巴 陈天哥这一下子 就举起了两百斤啊 那岂不是 自己和姐姐这样的 他一只手就能举起来一个 这也太吓人了吧 苏天晴倒是一脸的兴奋 他活动着手脚 看着陈天笑呵呵地说道 陈哥 要不咱们上台试试 他之前就看到了这个比武台 但是刘猛和郑天南 咬死了不跟他玩 苏天晴可是手痒的厉害 原本苏天晴 自然是不敢打 自家老板的主意 但是现在看到陈天 力气如此之大 也是来了兴趣 便开口提议道 陈天眉头一挑 这还真是困了 有人送枕头 来得刚好啊 他当当得到了八级圈精通 也正好想要试试效果呢 想到这里 陈天顿时笑了 对着苏天晴说道 走 上台上试试 众人一听说 陈天要和苏天晴 一起比划比划 纷纷围了上来 刘猛人长得老实 一吃惊的时候 整个人都显得呆呆傻傻的 他瞪大了眼睛 看向陈天说道 陈哥 你可别被老大 给忽悠了 他手下厉害着呢 你可小心点 陈天咧嘴一笑 视线落在了对面的苏天晴身上 既然是要找陪练 自然就要找最厉害的 若是弱一点的 陈天还看不上呢 陈天和苏天晴 各站在比舞台的两边 两个人先是活动了一下手脚 随即便打在了一起 只见陈天出手速度非常快 以手为刀 直接劈向苏天晴伸出的手臂 对面的苏天晴 却魂不在意 他自小便练过功夫 一身的骨头练得 就像铁打的似的 才不介意这样的攻击 再加上苏天晴 也没将陈天的攻击放在眼里 就算是陈天力气大一点 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苏天晴可是正经学过武术的人 一双鞭腿 更是无人能防 眼看着陈天的手刀 就要撞在苏天晴的手臂之上 陈天的招式却猛然一转 瞬间施展出了八级拳 八级拳讲究的 就是一个迅猛 只见陈天的手掌一番 瞬间朝着苏天晴的胸口拍去 苏天晴完全没想到 陈天会选择 在这个时候变招 他只听见耳边 响来拳风之声 随后重重的一拳垂在胸口 苏天晴整个人 在力道的打击之下 接连的向后退去 直到撞在比武台的围栏上 这才勉强停了下来 看着陈天如此神勇 全场众人皆是震惊不已 苏天晴本人也是一脸的惊骇 他在陈哥面前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不管是力量还是技巧 自己都不是陈天的对手 苏天晴作为当事人 他非常清楚 如果刚才陈天的力道 再大一点的话 自己就算勉强保住一条小命 估计也要受到重创 即使是陈天留了手 但是苏天晴仍然感觉到 胸口处一阵闷痛 可见陈天拳风的劲道 刘蒙等人更是震撼不已 他和郑天男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毕竟苏天晴在军部之中 那可是一顶一的存在 之前和那些雇佣兵的战斗 就可以看得出来 苏天晴的实力 那可是非常强悍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强悍的高手 却在陈天面前 连一招都没有走过 这样的巨大差距 不由得让人扎舌 苏天晴摇头一阵叹息 他看向陈天 一抱拳 苦笑着说道 陈哥 我甘拜下风 输得心服口服 苏天晴鸣思苦想了一会 他发现自己 无论如何闪避 似乎都逃不出陈天的变招 这样的认知 让苏天晴立刻意识到 他和陈天之间 确实相差了不少 陈天文言只是淡淡一笑 他看着苏天晴 语气淡然地说道 来吧 我教你点八级拳 说不定对你会有点启发 刘猛和郑天男在旁边听到了 也是快速地跳上了比舞台 一脸期待地看着陈天 也想偷学上两招 刚才的战斗 他们同样是看得清清楚楚 都明白陈天的招式 那是实打实的厉害 自然也是眼馋不已 陈天看着二人的模样 就将三个人 都交到了自己的身边 对着他们教授了一些 三人本身就有底子 所以陈天的话一说 他们就能明白 学习得也非常快 柳如玉等人 看着觉得有意思 也走到一边跟着学了起来 看着陈天的标准动作 柳如玉一边模仿 一边笑着 对旁边的闺蜜说道 你们也都好好学着点 这完全可以当作是防身技巧 用了 毕竟都是女孩子 学一点防身术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万一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 关键时刻 也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 上官家 邹大山和上官月 一起出去办事 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到了下午 上官月笑眯眯地 看着邹大山 开口提议道 大山说 不如我给您七点茶 咱们一边喝 一边等着爷爷 一听到上官月的提议 邹大山的眼睛瞬间一亮 笑呵呵地回答道 嘿 那感情好 上官月泡茶的手艺 可是相当好的 毕竟是老爷子 亲自带出来的孩子 怎么可能不优秀 邹大山坐在了椅子上 一脸笑意地说道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了 上官月去取来了 干净的茶具 在桌子前 一度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茶香已经在 整个客厅里面传播开来 看着面前 长相极美的上官月 再配合上她 如诗如画一般的动作 美帝就像是一幅画卷 上官月将香名 放在了邹大山的身前 语气十分柔和地说道 大山说 喝茶 邹大山一边品名着香茶 脑海之中 不由地想起 昨天陈天的种种表现 那样一个精彩绝艳的青年 站在自己面前 确实是让人十分难忘 尤其是陈天的气场 淡然中带着一丝贵气 又带着两份平稳 即使是邹大山 也不禁要在心中赞叹两句 就在邹大山 对陈天赞叹不已的时候 原本正在午睡的老爷子 也被茶香吸引走了出来 老爷子的精神 看起来很不错 他看着正在品茶的邹大山 直接开口说道 我昨天有些事情出去了 忘了问你 那个小家伙怎么样 老爷子所说的小家伙 自然就是陈天 邹大山听到老爷子的问话 立刻起身回复道 长相好 气势强 身家更是了不得 确实是个难得一见的小伙子 邹大山先是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 随即就将他 昨天看到陈天的种种行为 都说了一遍 别看陈天二十出头的年纪 但是散发出来的气场 将在场的一众老总 全部秒杀 尤其是那股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沉稳镜头 让人不得不高看他一眼 邹大山眯了眯眼睛 那样的气场和气质 绝非一般人 老爷子一边听着邹大山的汇报 他的手指轻轻地在茶桌上敲击着 似乎正在思考着他的话 旁边的上官月 等到邹大山说完后 也是开口补充道 这个陈天确实挺厉害的 我还在精灵 稍微打听了一下他的情况 不打听不知道 一打听 还真的吓了上官月一跳 上官月完全没想到 陈天在精灵 竟然和大少小姐们十分交好 关系很深密切 就连那些大少小姐们的父辈 也和陈天有着不错的关系 上官月眼去了脸上的震惊之色 继续开口讲着 自己收集到的信息 我听说 前不久 陈天还和天津大少正开打起来了 他的手下 将正开手下古佣兵出身的保镖 都被打退了 正开带着一帮天津大少 欢欢喜喜地来到精灵 没想到 直接被陈天给赶了出去 而且 正开被赶走了 也只是放下了几句狠话而已 不仅是狼狈得很 回去了之后 也没见他做出什么报复的事情来 像是正开这样小心眼的大少 能让他不去报复的理由 能有多少 必然是有理由 阻止他不敢去 或者是不能去报复 老爷子安静地听着上官月的话 他随即又看了看邹大山 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 上官月和邹大山知道 老爷子这样的表情 肯定是在思索事情 也不敢随便开口打扰 此刻老爷子的心里 也是非常惊讶的 要知道 无论是自己的左膀右臂邹大山 还是自己带大的孙女上官月 那眼光都是极高的 能让他们如此夸奖推崇的男孩子 恐怕确实是有他的独到之处 更何况 小小年纪的孩子 居然已经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这确实是让老爷子也要挑眉 老爷子特意看了看新元集团的情况 发现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更好一些 否则 他也不会给陈天这么大的面子 还要给他还礼 这一切 不过是看在 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不同的面子上 老爷子看着面前的二人 轻轻点了点头 直接开口说道 这样吧 后天的寿宴 邀请一下那个小家伙吧 刚一说完 老爷子还不忘记叮嘱二人 说道 记得跟他说 不用带什么礼物 人到了就好 他的茶叶 我生平未见 全当受理就好 老爷子的一双眼睛里 不见其他老人眼睛里的那种浑浊 反而是十分明亮 笑着说道 我就是想见一见 这个让你们都这么赞叹的青年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老爷子要亲自见他 邹大山和上官月文言 都是一阵心惊 他们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眸子里 看到了一丝惊讶 毕竟老爷子可从来没有 对哪个年轻人 这么假以辞色过 看来 这一次是真的上心了 既然老爷子 已经亲自发了话 上官月便走到外面 给陈天打去了电话 陈天很快就接起了电话 在电话那头 十分温和地笑着 问道 怎么了 上官行长 上官月也不客套 直接说了老爷子的邀请 说道 不知道陈董 有什么时间大驾光临 听着这样的反问 陈天顿时一乐 直接回答道 当然有了 上官老爷子亲自相邀 这个面子 还是要给他 上官月听着陈天的话 不由地翻了一个白眼 连忙开口叮嘱道 老爷子还说了 让我告诉你 不用带礼物 陈天听着上官月的话 也是答应着 不过 既然去了老爷子的生日宴会 什么都不带 空着手去的话 似乎也不太好 陈天已经收起手机 一边在心里想着 既然上次老爷子 送了他手写的字 不如他也去逃换 一副字画算了 这样一来 又有了贺脸 也不算是 博了老爷子的意思 一举两得 就在陈天这样想着的时候 忽然他的眼前光幕一闪 你的家检测到 主人正在纠结 书房主动贡献出神 及字画技能 陈天看着光幕上的字 顿时一乐 这也行 不过 既然有了这样的技能 陈天想了想 暂时没去准备 其他的东西 陈天收回了思绪 反身回到了健身房里 看着还在 努力锻炼的众人 拍了拍手 说道 你们继续玩 我去通知主管 咱们准备返航 其他人纷纷点点头 虽然心里还有些没完够 但是不敢表露出来 说实话 他们能有机会 来到这里高档的 超级豪华邮轮上完 已经非常志足了 晚一些的时候 众人已经乘坐着邮轮 回到了港口 陈天带着众人走下邮轮 看着面前的一众妹子们 陈天对着刘猛和郑天南说道 你们两个负责 将其他人送到目的地 带着柳如烟和柳如玉 坐着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将二人送到了家里 下车后的柳如烟 先是看着妹妹下了车 这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亲了陈天一口 又闪电一般地冲下车去 要不是脸庞上还残存着余温 陈天真的要以为 不过是自己的错觉了 送走了柳如烟姐妹 陈天这才开着车 返回了尚书台一号别墅 一进家门 陈天就看到表妹苏芷熙 像是一只灵巧的小燕子似的 飞到了自己的身边 有些埋怨地说道 表哥 你这是去哪了 怎么才回来 昨天说是去演讲 结果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真的是 太让人操心了 陈天也不好 直接说去出海玩了 要不然小丫头知道了 肯定是要不开心的 对了 我明天要去一个寿宴 你和我一起去吗 陈天直接转换了一个话题 看着小丫头问道 苏芷熙一听到陈天的问话 瞬间就被拐带走了思路 好奇地问道 什么寿宴啊 还记得上次来咱们家 那个很漂亮的姐姐吗 陈天描述着上官月 就是那位上官行长的爷爷 他的寿宴 一提起上官月 苏芷熙的眼睛里 立刻闪过了一丝惊艳 十分仰慕地说道 表哥 你说的那位老爷子 肯定势力很大吧 我觉得上官姐姐 能这般年纪成为行长 与这不无关系 不是苏芷熙看不起上官月 而是正常的流程来说 这确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陈天点点头 就凭上次他们在拍卖场里 众人一听到老爷子的名号 连叫驾的勇气都没有 就可想而知了 苏芷熙看到陈天点头 心里也是一阵发怵 毕竟他从小过的 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让他去见那些人 他还真的有些不适应 而且这样的场合 自己也没有经历过 生怕自己办了错事 到时候丢脸还是小事 要是给表哥惹了麻烦 那就不好了 想到这里 苏芷熙直接开口说道 表哥 我就不去了 陈天也理解表妹的顾忌 便点点头答应了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说了一会话 陈天便早早地上楼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陈天睡到自然醒 简单地洗漱一番后 从衣柜里 翻出一身礼服换上了 之前陈天让苏天晴去取衣服 苏天晴特意多拿了几套 今天刚好派上用场 深灰色的修身西服 全是按照韩风的身材 进行的亮体定制 穿上之后 显得他整个人又挺拔 又帅气 看着镜子里面 焕然一新的自己 陈天也是满意地点点头 还可以 收拾好一切后 陈天就走下了楼 苏芷熙难得早早地起了床 看着陈天走过来 顿时眼前一亮 开口惊呼道 表哥 你今天穿得也太帅了吧 就像是电视剧里的霸道总裁似的 说完之后想了想 苏芷熙觉得霸道总裁 也概括不了陈天的优秀 赶紧补充说道 不 是比霸道总裁还要霸道 苏芷熙一边说着 朝着陈天靠了过来 他虽然也将近一米七 但是在陈天面前还是显得有些娇小 苏芷熙抬起头来 一脸严肃地对着陈天说道 女人 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陈天看着小丫头 扬做严肃的表演顿时宜乐 直接伸出手 在她的头上弹了一个暴速 满意地听到了苏芷熙的痛呼声 表哥 你玩不起 苏芷熙一边气横横地说着 一边打量着陈天的装束 看着陈天的领结的袋子 有一点压住了衬衫的领子 那是刚好是脖梗后面 是陈天的视线盲区 苏芷熙连忙帮助陈天 整理了一下细节 这才满意地说道 好 这一下子就完美了 毕竟今天表哥 是去参加上官老爷子的寿宴 怎么也不能在细节上输了 看着面前认真检约自己的表妹 陈天心里一暖 伸手揉了揉小丫头的头 朝着外面走去 别墅之外 苏天晴已经开着车等在了那里 苏天晴今天也换上了一套合体的西装 看起来非常有型 就像是电影里的黑衣服 保镖似的 尤其是一双眼睛 像是带着逼人的煞气 一般人恐怕都不敢 和这样的一双眼睛对视 陈天静止坐进了车里 按照上官月给出的地址 朝着上官家的老宅而去 与此同时 此时的上官家组宅门口 已经是人山人海 他们一个个的都穿着西装革履 那些衣服 一看就是非常名贵的手工制品 甚至不少都是奢侈品大牌家的 高级定制 奢侈感净险 以往安静的庄园外面 此刻已经停满了各式的豪车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 这里可不仅仅是苏航的车牌 外省市的豪车也是不少 这些豪车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 随便一眼望过去 最差的都是麦巴赫那个级别的 开着奔驰S级过来的那些达官险柜们 都有些不好意思停在附近 只能是远远地停放着 不少达官险柜们都站在庄园门外 和旁边的人热切地交谈着 他们时不时地 看向上官家庄园的花园 发出一阵感慨 这才是真正的大家族 该有的样子呢 看看人家这别墅 弄得像是古堡一样 这院落 比一般人家独栋别墅的面积还要大呢 光是看这个别墅的花园 就已经想象上官家的昌盛了 这些都是移栽过来的珍贵品种 看到那种玫瑰没有 还有那边的几种兰花 上官家的豪气 自然是不需要说出来的 你们看看今天来祝寿的人 那都是华夏顶级圈子里的人 咱们这都算是沾了光了 毕竟上官家在苏寒立足 所以咱们才有机会在这里出现 今天倒是个好机会 可以认识不少外省市的大佬们 这都是托了上官老爷子的福 达官显贵们 看着上官家花园 就已经赞不绝口了 上官家不只是有钱 这是孩子们也都是有心的人 知道自家老爷子喜爱这些 看到些新鲜的东西 就算是耗费大价钱 也要移植过来 给老爷子看着玩 光是眼前的这些花花草草 没有个几千万 也休想拿得下来 这些都在暗戳戳地 刺激着现场的众人 对于上官家更是屈之如物 毕竟要是能抱上这样的金大腿 以后的日子 那可就算是起飞了 一时之间 众人看向中间 如同古堡一般的大宅子 眼神更加热切了 老郑 你灭到了呀 一位精灵的达官显贵 忽然朝着刚从车子里下来的几个人 喊了一句 他呼喊的老郑 正是郑浩然的老爸郑波 和郑波一起来的 都是精灵的达官显贵 他们聚在了一起 小声地交谈着 郑浩然等一众大少小姐们 自然是没有来到诸售的现场 毕竟郑波他们过来 已经都是倍感荣幸 刚好在苏行有那么一席之地 否则 就凭他们的地位 怎么可能够得上上官老爷子的门槛 郑波四处地看了看 也是一脸艳羡的 和身边的熟人交流道 真不愧是上官老爷子 看看人家这寿宴现场 排场实在是太大了 其他人也是十分认可地点了点头 他们纷纷开口说道 全国各地的达官显贵门都来了 这阵仗能不大吗 越是这种时候 才能看出来人脉的重要性啊 那是当然的 要是关系不够硬 人家才不会眼巴巴地赶过来 规规矩矩地等在门口呢 咱们能和这些大佬们凑在一起 等待着向老爷子助寿 就连咱们的身份 都跟着往上升了 众人一边说着 一边看向了停车场 光是全国各地的豪车 就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 还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那都是天天在财经频道上 能看到的商界大佬 也都来到了上官家 给老爷子助寿 不少外省市的达官显贵们 也是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 小生的议论纷纷 这阵仗 就是在咱们那里 也是看不到的盛景 真不愧是上官老爷子 这份荣耀 一般人是享受不到咯 上官家能持续昌盛这么久 可不只是上官老爷子的面子 人家下面的两代人 也是个个争切 这才是世家该有的样子 看看这一年一变样的花园和院落 能让老爷子 这么有闲情意志的 还不是下面的人让他省心 咱们也要和上官家搞好关系 苏杭自古以来 就是做生意的好地方 能在这里站稳脚跟 往全国发展 也是相当容易的 就在众位宾客 不断议论纷纷的时候 上官月等人 已经走出了上官家的庄园 开始在门口等待着接待众人 随着上官月的出现 在场的达官显贵们 都是冷了一下 因为今天是爷爷上官新义的生日 上官月自然是盛装打扮了一番 本来就长相极美的上官月 瞬间就如明珠一般 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那些陪伴着达官显贵而来的夫人们 在一瞬间都黯然失色 上官月在无数的视线注视下 十分优雅地进行着接待工作 毕竟是自小就养在 上官老爷子身边的孩子 这点小场面对于他来说 完全hold得住 虽然是入场 但是也都是有着一种默认的秩序在 自然是大佬们走在前面 身份差一点的就走在后面 既然是上官家这样大家族的接待 自然不可能只有上官月这一重关卡 上官家的大宅里 还有不少上官家的第二代们 在筹备着一切事宜 这样的大日子里 上官家自然是全体行动起来 众人都开始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说着要进去见见老爷子的话 很快 众人就纷纷走进了上官家的庄园之中 为了迎接今天的宾客们 从庄园的门口 一直到宅子里面 都铺上了厚厚的迎宾红地毯 看起来十分喜庆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花园里的花朵 仿佛也知道今天是个大日子 各个努力地盛放着 满园的春色令人惊叹 庄园的四处也都是张灯结彩 细节上处处透出一股喜气 众人穿过长长的花园 来到了宅子之内 一股古朴之风迎面来 整栋大宅四处都可见实木的装饰 一股自然产生的木箱 在整个院落之间不断地徘徊着 经久不散 在场的达管显贵们 闻着这样浓郁的味道 心头都是一阵巨阵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自然知道 只有陈年的上好木头 才会有这样的香气 上官家整栋大宅 占地面积非常大 全部用这样的高端木材进行建造 那么这栋大宅本身的价值 就是不可估量的 想通这一点 一众达管显贵们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上官家的财力和实力 简直是他们不敢想象的巨大 这些建筑材料都如此珍贵 更不要说 这栋大宅里面的其他装饰了 光是这样的一栋老宅 就已经可以看出 人家显露出来的各种高档和奢侈 这样隐形的奢华 才是最惊人的 就在众人震惊不已的时候 正不大的嘈杂声 众人连忙收回思绪 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 原来是上官老爷子 已经从内宅走了出来 上官老爷子 穿了一套灰色的中山装 看起来精神很好 一双眼睛非常明亮 看着在场的众人微笑着 他的手里拄着拐杖 但是看他老人家 刚才走出来的几步 明显步伐稳健 身体非常好 众人一看到上官老爷子 脸上都不由得露出了 一抹惊讶的表情 达管显贵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看到对方的眼睛里 快速地闪过了一丝惊骇 毕竟这位老兽星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 要知道 以前来祝寿的时候 这位老爷子 那可是稳坐钓鱼台 不到最后不出现的 今天早早就出来 确实透着一股不平常 达管显贵们 虽然心里有想法 可是没有一个人 敢当着上官老爷子的 面问出来的 既然不敢询问 众人便老老实实地 跟在上官老爷子身后 朝着大门口的方向走来 上官老爷子走出来后 他的目光 在在场中人的身上扫过 随后便看向了一旁的上官月 眼神之中 满是探寻之意 上官月一看到爷爷的眼神 就已经明白了爷爷的意思 说实话 上官月也很久没见过 爷爷如此等不及的模样了 像老爷子这样 泰山崩于前 都面不改色的沉稳性子 明显是真的上了心 上官月想到这里 不禁玩耳一笑 他走到爷爷身边 小声说道 人家还没有来呢 应该是路程比较远 上官月说完 给了老爷子一个 有些无奈的眼神 仿佛是在说 您这么上心 真的好吗 老爷子看到自家孙女的表情 也是一乐 随即也是转过身去 和在场的众人说着话 众人见到有机会 和老爷子说话 都十分兴奋 非常热情地和老爷子 找着话题 只可惜 老爷子表现得兴致缺缺 时不时地 朝着远处的路看去 排在后面的达官显贵们 自然没有机会 和老爷子说话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 在远一点位置看着 一位达官显贵 看向身旁的熟人 小声地询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老爷子怎么一直在外面 平时老爷子 都是最后才出现 也就是在大厅里 接受众人的祝寿 这还是第一次 这么早见到老爷子 还是在大宅外面 真的是头一遭 旁边的熟人 也是一脸疑惑地摇了摇头 上官老爷子 这些年极少亲自露面 他们能见上一面 已经是大运气 哪里还敢问那么多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 在大宅子里 布置前厅的那些二代们 也是纷纷走了出来 他们来到老爷子身边 邀请着老爷子 和众位宾客入内 旁边的一众达官显贵们 也是感觉找到了话题 纷纷开口说道 老爷子 咱们一起进去吧 今天能和您一起 看一看园中美景 是我们这些人的福建 众人都以为 说完两句客套话之后 老爷子就会带着他们 走进大宅 可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老爷子却是一脸的笑容 朝着他们轻轻摆了摆手 语气淡淡地说道 不急 咱们就在这院子里 再说话话 我也在这里偷偷气 在场众人都是人精 老爷子的话都说得这么清楚 他们自然也是明白了 上官老爷子 这是在等人呢 下一刻 在场的达官显贵们 都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所震惊 能让上官家老爷子 亲自出来迎接的人 那得是什么身份 他们也算是商圈里 有名有姓的人 但是也都是陪着老爷子 一起等着 难道是哪个地方的一方巨谷 又或者是大家族族长 虽然他们说的答案 不一定那么准确 但是想来对方的身份 一定是和上官老爷子 对等的级别 想到这里 在场的达官显贵们 明显高兴起来 这么说来 他们岂不是可以通过 今天的场合 和另一位 极有分量的大佬见面 这这这 今天还真是来直了 后面的达官显贵们 也是高兴得很 众人不禁伸出手 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 连上官老爷子都重视的人 肯定差不了 这样的人 肯定是要想尽办法 拉拢一下的 最起码 也绝对不能骄恶 就在一众达官显贵 各有心思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人的惊呼声 您快看 劳斯莱斯 众人听到惊呼的内容后 皆是没有在意 毕竟他们都是 有头有脸的人 一辆劳斯莱斯算的了什么 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 众人的脸上 快速闪过了一抹不屑 不过视线 还是朝着马路的方向 看了过去 只一眼 就让在场的众人 全部带愣在了原地 满脸皆是惊骇的表情 这车 只见一辆劳斯莱斯 幻影家常定制版 正朝着庄园的方向 缓缓开来 这条道路上 只有上官家一栋大宅 对方的目的地 自然是上官家 这些达管险柜们 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他们都意识到 这辆劳斯莱斯 幻影家常定制版的主人 一定就是上官老爷子 正在等待着的贵客 作为各地方商圈内 顶级的达管险柜们 他们自然知道 眼前这辆劳斯莱斯 幻影家常定制版的昂贵价格 两个亿的价格 就足以让众人望而却步 毕竟拿出这样一大笔现金流来 就为了购置一辆车子 哪怕是可以装门面 壮大自己的面子 也是非常划不来的买卖 而且 他们也非常清楚 订购这样的车子 需要经过怎样的审核手续 由此一来 这辆车主人的身份 自然是尊贵无比 在场的达管险柜们 再也忍不住 开口轻声地议论起来 这辆车总是听人念叨起 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现车 再看看车前的小金人 简直是闪闪发亮 惹人爱 两亿多的价格 谁看着肯定都觉得好 这种定制车 审核程度恨不得比我们 合伙做生意还要严格 简直就是辨别身份的最佳利器 郑波等人的身份 只能站在众人的身后 他们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终于看到了缓缓开来的车子 这一看不要紧 郑波几人也是一愣 眼前的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这不是陈天的座驾吗 之前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众人也是被吓了一跳 现在看到陈天的车子 出现在上官家的外面 众人先是一阵震惊 随后脸上的表情 也变成了一种苦笑 他们现在感觉 这已经没有什么可震惊的了 毕竟陈小友比他们更要厉害 被上官老爷子邀请而来 也是在意料之中 众人倒是也沉得住气 虽然说对方的车子够贵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老爷子的座上宾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看到上官月 看着那辆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喜气洋洋地说道 他来了 上官老爷子的双手都搭在拐杖上 他笑呵呵地看着越来越近的车子 说道 不错 这还挺气派的 光是这辆车的出现 就已经吸引足了眼球 确实是很厉害 众人这时候也是明白了过来 老爷子原来在这里等的 就是这车里的人 一时间 这些达官显贵们纷纷猜测起来 这车子里面 到底坐着的是何许人也 能让老爷子亲自来迎接的人 这可是真的厉害了 不会是哪里的高层 比较要面子 所以老爷子才这么热情吧 普通的高层 能让老爷子给这么大的面子 根本不可能 老爷子是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吗 估计这某个大家族的组长 能得到这样待遇的 必然是个和老爷子 能平起平坐的大人物吧 众人纷纷将自己刚才的猜测 说了出来 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笃定 相信这一位 一定是个大人物 想到这里 人都是摒弃凝神地等待着 眼睛里时不时地闪过一丝期待 车子缓缓地停在了庄园的门口 一时间 在场众人的目光 全都看向了车子 苏天晴率先下了车 看着这个精明能干的司机 众人对于里面那位的期待 也多了一分 车门被苏天晴稳稳地拉开 陈天从车里端端正正地走了出来 陈天一下车 双手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上衣 这才打量了一下 上官家的庄园 众人都清楚地看到 陈天一身的贵族气息 哪怕是这栋如此辉红的庄园 眼神里也没有闪过丝毫的情绪 仿佛是见怪不怪一般 看着这样的一位年轻人 在场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纷纷开始猜测 这个年轻人的身份 这位年轻人看起来 年纪也太轻了吧 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样子也是面生得很 应该是第一次来给老人家助寿吧 对 肯定是第一次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不过这个年轻人的气质真是不错 难道是什么世家的子弟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的气场 这样的孩子 可是了不得呀 不少人都对陈天的观感极吼 毕竟这份气质 说实话 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 人群中也有人持着相反的意见 那些人审视着陈天 轻轻摇摇头 小声评价道 看起来确实是有点样子 但是今天是给老爷子来助寿的 有必要弄得这么招摇 而且你看看 大家都到了 就他一个人迟到 确实是 这样做也太不稳妥了 年轻人长相不错 气质也行 就是做事情 有点太浮于表面了 好家伙 老爷子在等的 真的是这个年轻人 这可是足足等了这么久 这面子 也太大了吧 这些达管险贵们 想法完全不同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而此时的陈天 也听到了那位 最后惊呼的宾客的话 也是明显一愣 陈天真的没想到 老爷子竟然会 亲自在门口等着他 而且 听刚才那位宾客的意思 好像还等了不少的时间 收回思绪 陈天赶紧走了过去 上官月也是 快步走了过来 主动给爷爷介绍道 爷爷 这就是我和您说过的 陈天陈董 陈天看着面前精神健壽的老爷子 也是十分礼貌地恭贺道 老爷子 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对于面前 这位和善的老爷子 陈天知道他身份非比寻常 尤其是对方能这样亲自迎接自己 陈天还是很通透的 他明白 人家老爷子 这是给足了自己面子 老爷子看着面前 恭敬有礼的陈天 也是高兴得很 口里连连念叨了好几个好字 走吧 咱们人也到齐了 一起进屋去 热闹一下才是 老爷子身边的一个二代走出来 十分热情地招呼着众人 上官月走到了老爷子的左边 陈天跟在老人家的右手边 一起朝着庄园里面走去 跟在后面的一众达官显贵们 仍然在一轮纷纷着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个没名没信的小年轻 居然能走在老爷子的旁边 他何得何能啊 我刚才特意问了一下 几个商圈里的朋友 没有人认出这一位是谁 上官行长 刚才可是说了 叫那位是陈董吗 年纪如此轻 能是什么大公司 估计就是个刚起步 有点发展的企业吧 不过老爷子 这是怎么了 还亲自来接他 达官显贵们哥哥 紧皱着眉头 从猜测 逐渐变成了一种质疑 连他们这样的身份 都要在后面慢慢跟着 凭什么一个毛头小子 可以走到老爷子的身边去 不公平 走在他们的旁边的郑波 有些听不下去了 这位陈天 在精灵还是相当有面子的 怎么到了他们的嘴里 就成了这么不堪的人 真的是 年纪轻轻的 就不能年少有为了 这说的都是什么话 郑波想也不想 直接对着那些人说道 人家可不是什么 名不见经传 人家买房子 都是按清盘走的 精灵的天府城小区 众位总有印象的 人家一买 就是几十亿的房子 还是现金现款 直接到账支付的 天府城八个亿价值的 一号别墅 直接就被收入囊中 刚才那辆 劳斯莱斯幻影 加长定制版 也是两亿多的顶级豪车 这样的人 你们说是无名无姓 真要是这么算起来的话 咱们这样的 恐怕还不如人家 郑波都懒得去说 天南赛车场 和陈天 两辆超级跑车 帕加尼峰之子定制版 和阿斯顿马丁 万七七 加在一起 也要一亿多的价值了 现在这个时代 那可是现金为王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他们还要看不起 这不是闹着玩的吗 郑波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 老爷子左边的上官岳 语气淡淡地说道 而且 你们好好想想 能让上官大小姐 主动介绍的人 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人家上官岳 不只是上官老爷子 亲自带大的孙女 更是苏行银行总行的行长 这样的身份 虽然说和上官老爷子的身份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光靠身份 也是上不了位的 顶多是个副职 既然能坐到行长的位置上 就说明 上官岳的个人能力 是非常强悍的 陈天这样一个年轻人 能得到上官岳的亲眼相待 再加上 刚才郑波的一通说法 在场的这些达官显贵们 说话的声音 都跟着弱了下去 这么想来的话 这一位 肯定是绝不简单的 众人看向陈天的目光之中 也带着一丝忌惮 不少达官显贵 都开始在心里猜测着 这位陈天 不会是大家族的子弟吧 否则 一个年轻人 就算是家里人放心 也不可能 拿到这么多的现金 但是一些大家族子弟 就不一样了 说不定是家族里的老人 在他一出生的时候 就赠送了 大批的物业和基金 等到孩子成年的时候 已经是一笔 十分巨大的数目 在场的不少人 都有了这样的想法 看向陈天的目光 瞬间就变得不一样了 众人一起走进了宅子里 陈天看着精致的各种布置 也是感觉很不错 表面看起来富丽堂皇 那里的细致处 更是用足了心思 陈天在心里暗暗地想着 不愧是大家族 这样的院子弄起来 恐怕也是 用了十足的心血的 尤其是时不时地 闪出的慧眼石珠功能 可见上官家的这处大宅子里 妥妥的豪气十足 越是透着无尽的雅致 背后越是隐藏着巨大的价值 上官月跟在陈天的身边 小声地给他介绍着 这栋老宅里面的一切布置 刚才穿过的那算是前厅 里面则是中堂 一般寿宴和会客 都是在那边进行的 中堂和后院之间 有一个不算大的警官员 你要是有兴趣 我可以带你去参观一番 我爷爷养了一些龙鱼 品香和等级也都不错 就在警官员里面 陈董喜欢养鱼吗 上官月挑选的 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介绍 看到让他记忆深刻的物件 也要给陈天讲上一番 陈天也是小声地回应着 尤其是自己的家里 还养着一池子的龙鱼呢 两个人一来一回之间 说得极为热切 气氛好得不得了 一旁的老爷子 也是笑眯眯地看着 眼睛里 时不时地闪过一丝金光 看着有上官大小姐 亲自介绍的待遇 其他的达官显贵们 都是一阵极度羡慕恨 毕竟他们来了这么多次 可是谁也没有过这样的待遇 其实不只是这些达官显贵们 就连上官家的一些人 也是一脸好奇地看向陈天 不仅是陈天的年纪好奇 也是对他这个人有了兴趣 在他们的眼里 上官月一向眼光奇高 可从来没见过他对谁这般 假以辞色过 众人齐齐来到了中堂 纷纷落座后 寿宴也正式开始 上官家的那些子弟们 纷纷走上前来 对着老爷子开始献上寿礼 老爷子 祝您荣华富贵沃福地 仁寿年康全家安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爷爷 祝您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一年比一年更年轻 献上我的一份礼物 表达我对您的祝福 老爷子 祝您万事皆如意 事事随您心 上官家的子弟 都是说着吉祥话 送上自己准备好的贺礼 一众达官显贵们 在旁边看着 心里暗暗地想着 真不愧是上官家族 人丁如此兴旺 而且 看这些后辈子弟们 一个个都特别精神 说话也是掷地有声 一看就是可造的人才 由此可见 上官家族的未来 绝对会越来越好 众人一边想着 那些子弟们 已经住完寿 开始轮到这些老总们上场了 一位老总 率先站了起来 他的手上 捧着一个细长的锦盒 递到了老爷子的面前 朗声说道 老爷子 我祝您人寿千岁 得责万代 一边说着 那位老总 示意了一下身后的年轻人 让他打开了锦盒 露出里面的书法来 众人探头一看 皆是一惊 这居然是红衣法师的作品 放下 虽然篇幅不大 但是这可是一代宗师 追求了一生的二子 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的一幅作品 可是价值四百多万的真品 老总很是得意地 看了众人一眼 他再次看向上官老爷子 十分恭敬地说道 老爷子 我觉得 也就您这样睿智的人物 才有可能误透 这两个字了 说着 已经恭恭敬敬地送上了礼物 上官家的子弟结果 接下来 又是几位老总 走上前来 纷纷送上了自己的寿礼 他们都知道 上官老爷子 就是爱字画 所以也是尽自己的能力 去搜罗各种的字画真品 接下来的一位老总 更是直接献上了 于诱刃的行书五颜连 瞬间惊爆了全场的眼球 虽然已经属于近代的自画作品 但是在那个年代 能如此完好的保存下来 也是极为不易的 展示着寿礼的老总 笑得十分开怀 对着老爷子 乐呵呵地说道 这是我偶然在一个 小型拍卖会上见到的 就拍来借花献佛了 好一个借花献佛 既说出来 自己的辛劳 又暗戳戳地抬高了 老爷子的身份 老爷子 也是全程笑呵呵的 淡淡地说道 你有心了 虽然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字 但是已经是极大的殊荣 那位老总一听 也是非常高兴 整个人红光满面的 一边说着应该的 一边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其他的老总们 则是献上了各种玉石和古董 基本都是百万上下的价值 毕竟是送给上官老爷子 赐一点的东西 也是真的拿不出手 反正这些老总们 为了能出彩 也是各种想着办法 专门挑一些比较刁钻的礼物送 不仅是花了大价钱 更是狠狠地下了一番心思 很快就轮到了陈天 上前祝寿 陈天站起身来 缓步朝着中间走去 他的身姿十分挺拔 整个人一瞬间气场全开 一瞬间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看着他两手空空走上前去的模样 在场中人明显一愣 众人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 皆是一脸的错愕 这是什么情况 不少人都在心里 安安地想着 难道说 陈天根本就没有准备礼物吗 尤其是那些达官显贵们 这时候再次议论了起来 这个年轻人 到底怎么回事 也太不讲究了吧 老爷子亲自去接他 给了他这么大的面子 他竟然连个礼物都不拿 被邀请来参加长辈的生日宴 带上礼物 不只是礼貌问题 更是一份心意 这样做 确实是很没有理数 太不讲礼貌了 说实话 他这么做 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完全配不上他一身的贵迹 看人可不能光看表面 你看这年轻人 长得一表人才 但是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 带出去是要丢人的 这些达管显贵们碍于陈天的身份 全都压低了嗓音 小声地议论着 一些比较谨慎的达管显贵 只敢在心里想想 连话都没有说出来 老爷子是过来人 一看到在场众人的表情 就已经猜到了他们的想法 他笑呵呵地解释道 大家也不要误会陈小友 他前几天 给我带了不少特等茶叶 那可是 我从没喝过的好茶 所以我才特意叮嘱了月圆 让陈小友 千万不要带礼物 老爷子解释之后 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只不过 陈小友送的这茶叶太珍贵了 今天在这里 我就不给大家品尝了 在场的达管显贵们 听着老爷子的话 谁也没有听出 这话里的认真来 众人看着陈天的背影 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 就凭老爷子的地位 就是想要天天喝玉供大红袍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什么茶叶 能让老爷子小气成这样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还看不出来吗 明显就是老爷子 再给这个年轻人打圆场呢 什么茶叶不茶叶的 都是借口 老爷子能为这个年轻人 做到这个份上 一般人都要感动死了 这个小子倒好 一点表示都没有 我都看不下去了 陈天看着老爷子一脸的和善 他想了想 主动开口 对着老爷子说道 老爷子 我借笔墨一用 写一幅字 当作受理 众人一听 都被陈天的话给震撼了 陈天这话什么意思 借笔墨一用 现场先写吗 这么送受理的 倒不是没有 但是那都是名气极大的大师 才会现场泼墨 你一定二十出头的小子 居然也想现场写字献保 这就是单纯的像出风头吧 不少上官家的人 直接就被气笑了 见过想出头的 没见过这么有创意的 这是真把自己当成大师了 还是把自己当成领导了 他们都是献上大师的真迹 你倒好 直接说 要自己写一副 真的是会摆谱 还特别会省钱 你以为你是谁啊 王羲之 还是唐伯虎 看到陈天这么不会做人 那些达官显贵们 有些不满地说道 这个年轻人 可是太不像话了 要我说 他就是自恋狂 自视其指是甚高 简直是顶到天花板上了 开着两亿多的超级豪车 却连个寿里都不舍得买 一个小辈 居然想要给老爷子亲自献保 他当这是现场才艺展示环节吗 我实在都不知道 该说什么话来吐槽了 只能说 这个年轻人除了长得好 几乎是一无是处 不讲礼貌 还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要我说 这年轻人要是长得差一点 可能也不会这么自恋了 郑波等人 刚才帮着陈天说了不少话 这个时候 也是脸上尴尬 他们也是一脸的无奈 平时听自家儿子说起陈天的时候 都是崇拜得跟什么似的 万万也没想到 到了上官老爷子面前 陈天也搬出这样的事情来 真的是 有点一言难尽了 不仅是那些达官显贵们 就连上官月 也是一脸的黑线 尤其是看着陈天 帅气的脸上 除了淡然 就是浓浓的自信 更是心中长叹一声 毕竟上官月 可是爷爷亲自带大的 他可是知道 自家爷爷 竟赢书法多年 现代一些书法大家的字 他都瞧不上 陈天准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 说不定是被什么人忽悠过 以为自己练过一段时间 就已经拿得出手了 要知道 字画这一行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那些成名已久的大师们 他们的巅峰之作 都是在五六十岁的时候 才能达到巅峰 因为只有那个年纪 才能对书法和人生 有了更高的领悟 而且那个年纪 万历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无论是作画还是书法 真正的巅峰 都是万历流转间的佳作 年轻人的力气过大 但是多是蛮力 所以写出来的字锋芒净险 但是内力不足 如果年纪过大了 字是娴熟有风范 但是因为万历的流逝 也是字无精 完全立不住 但是真正的尺寸和火候 还是需要个人的体悟和练习 也正是因为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几十年来如一日 所以真正的大师少之又少 陈天才多大的年纪 二十岁出头而已 能有什么样的成绩 上官月也是十分无奈 毕竟陈天的话 已经当着众人的面说了出来 也不可能往回收 就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 只有老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好 说完 老爷子已经看向身边的仆人 叫他们去搬来桌子 还不忘吩咐道 去我的书房里 把我的文房四包取来 众人一听 顿时一愣 老爷子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居然对待这个陈天 如此不同 明知道 他一个年轻人写得不可能好 居然还这么捧着他 真的是 众人都在心里一阵摇头心叹 老爷子对待 陈天越是不同 他们越觉得 陈天对不起老爷子的 这份特殊对待 简直是给老爷子丢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仆人已经搬着桌子 来到了大厅里放好 随即 文房四宝也是摆在了桌面之上 众人都是识货的人 这么一看 顿时双目一瞪 胡比 挥墨 宣指 端燕 正是最好的文房四宝 果然是老爷子的爱用之物 都是顶好的东西 一只白玉万寿无将毛笔 通体洁白无瑕 这是曾经的御用之物 老爷子觉得十分顺手 便一只汁儿中汁地存放着 没想到 今天居然也拿了出来 众人看着白玉万寿无将毛笔 只觉得一阵艳险 真不愧是上官老爷子 一只毛笔 都要二十多万的天价 果然是底蕴深厚 光是一个老坑端燕 价格就已经高达上千万 是绝对的无价之宝 这样的东西一拿出来 不要说在场的达官显贵们 就连上官家的那些子弟们 也是震惊地大张了嘴巴 这些宝贝 就算是他们 平日里也是难得一见 没想到 今天不仅限于人钱 还给这个陈天使用 这是他们上官家人 都没有享受过的好待遇 真的是叫他们 极度羡慕很 上官越主动上前 帮着陈天演好了梦 而旁边的宾客们 早就震惊得有点麻木 不过他们已经做好 笑话陈天的准备了 一时间 所有的目光 都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等待着他真正动鼻 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一下 陈天拿起毛笔 拿起笔的这一笔 所有人都瞬间感觉到 陈天整个人的气息 陡然一变 一种文人风骨 好似出鞘的宝剑一般 瞬间展示在所有人的面前 带着一股凌厉之势 刺的人不敢直视 与此同时 陈天拿着毛笔 沾了沾浓墨 开始在纸上写了起来 随着陈天提笔落字 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搅动着现在的气息一般 所有人都是呼吸一致 目瞪口呆地望向陈天 只见陈天的手腕翻飞之下 或静见或婉转 或如婀娜窈窕的美人 自意舒展着身体 又如矫健勇猛的壮士 拿着锋利的武器 直刺人心 挥动武器之间 只觉得血腥之气盘旋而上 直冲人的鼻腔 可是随即一翻手 只觉得如春风拂面繁华一片 下一刻又变化成如 北风入关 深沉冷峻 如此这般诡辩之间 众人的感官和心思 完全被陈天手中的毛笔所牵动 好一波行云流水一般的书写 只看得人痛快淋漓 又仿佛久屈柔长 让人真情实感 如入梦中 到后来 众人只觉得大脑中轰的一声 仿佛天地之间 只剩下陈天书写的画面 就在众人恍若失神的片刻 陈天的字已经写完 缓缓收笔 只见银白的宣纸之上 写的是一个大大的繁体寿字 老爷子已经被陈天的动作所吸引 站起身来 看到陈天收笔 更是几步走到了书桌之前 向着字看去 只是一眼 老爷子顿时觉得 精神一震 就连脚步也是随着一顿 众人都被老爷子的动作所吸引 他们忽然惊觉 老爷子这样看着 已经明显感觉到 老当一撞了起来 就连头上的花白头发 仿佛都在一瞬间 变得黑发多于白发 这样的变化 已经不是书法 更不可能是魔术 根本就是仙术啊 看着如此神奇的画面 在场中人全都傻了眼 就像是一条条丢上了暗的鱼 涂剩下张口呼吸 根本发不出任何一丝生意 这这这 下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 已经站在了一旁的陈天身上 他们直勾勾地盯着陈天 就像是在看什么神迹一样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一辈子都不敢相信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居然有如此出神入化的书法功底 说实话 这字就算是正板桥 王羲之在世 也是一样达不到的成就 能让人一看就精神旺盛的字 这根本就是魔法 而且他们是真的感觉到 老爷子的面貌 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年轻了好几分 这样的神字 就算是他们买的那些东西 加在一起 也比不上人家的万分之一 和陈天写的字比较起来 他们买来的那些大师之作 已经如同废品一般 根本没人想看 在场的达官显贵们 暗自吞咽了一口口水 他们只觉得脸上 一阵阵的生疼 他们刚才居然觉得 陈天写的书法作品不行 是出来献丑的 这样要都是献丑 他们送上的那些受礼 就是专门来拉仇恨的了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已经完全不知道 共说点什么 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 上官老爷子 这一双眼睛 到底有多毒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表现出 一丝一毫的不满和轻视 甚至是给足了陈天的面子 而陈天也是用自己的实力 狠狠地打了所有人的脸 拥有这样长多人的上官家 想要不繁荣昌盛 都难 人家能成为真正的大家族 就是绝对有道理的 上官家的那些子弟们 也是一改之前的态度 全都面带热切地看着陈天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一下子获得了 上官家所有人的好感 刚才还上前帮忙研磨的 上官月 也是目光灼灼地望向陈天 这样的人 简直闪耀得 像是天上的太阳 刺目 又让人无法忽视 上官月第一次感觉到 一种无比庆幸的感觉 要不是自己发现 陈天有些不同 介绍给了老爷子 自己家的爷爷 得不到这样的奇遇 就在所有人 震惊不已的时候 老爷子走上前去 仔细地观摩着 陈天写出来的字 越是细看 越是觉得心中通态 仿佛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身体中流转着 当下 上官老爷子的心里 满是震撼 一双眸子 更是晶晶亮 一刻也不舍地离开字画 上官月看着爷爷的样子 也是满眼一彩 陈天的字 已经不需要爷爷的认可 只要是有眼睛的人 就都已经感受到 陈天的字 到底有多好 一时间 整个大厅里 都变得安静了起来 老爷子又是欣赏了 一回陈天的字 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 开口感慨道 真是好字啊 我感觉看了这个字 整个人的精神都变好了 老爷子越说越高兴 摇头心叹道 比起古代那些大家来 都是过犹不及 老爷子说完 事先再次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看着挺身站在那里 一脸淡然的陈天 老爷子也是嘴角抽搐 这到底是什么家族培养出的孩子 才能有这样的本事 真是太不简单了 二十出头的年纪 却有这样精彩绝艳的表现 就算是老爷子 也是从未见过这样的小家伙 这个时候 其他老总也是看向陈天 一改之前的轻视 目光之中 都带着一股肃然起敬 就凭陈天这样一首好字 就算是人家什么都不做 一样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这要是卖字的话 怕是前来求字的人 都要排到好几条街区外面去了 绝对是人山人海 车水马龙 就刚才陈天的那一个字 卖个几百上千万 大门门槛 都得叫人踩破了 就算是一个字卖上上一元 只要是遇到实货的人 也是有机会的 这要是写上一下午 不难想象 陈天靠卖字积攒个百亿身家 甚至是更多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去求字的人 哪里有人拖欠钱款的 都是恨不得 带着大笔的现金 去求字呢 那可是能让人忘之年轻的字 这样的字 卖多少钱 都不觉得昂贵 那些老总们想到这里 忽然脸色一白 眼睛也闪过了一丝惊恐 他们之前说的那些话 陈天应该没有听到吧 否则 这不是无意间得罪了大佬吗 光是凭着老爷子 对陈天的这份偏爱 他们就不能和他交恶啊 站在一旁的陈天 看着老爷子满意的模样 淡淡一笑 走上前来一拱手 朗生祝寿道 公祝寿心 福如东海 日月昌明 松鹤长春 春秋不老 一个寿字 聊表我的心意 愿您寿淡快乐 春挥永战 虽然这个寿字 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 但是陈天写出来 就是为了给老爷子祝寿的 自然是要送给老爷子 老爷子听了陈天的话 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 陈天的字被老爷子拿在手上 十分珍重地拿着 喜爱之情 已经异于言表 上官家的子弟们 也是一脸的尴尬 顿时感觉到了 和陈天之间的差距 他们之前给老爷子 送上寿礼的时候 虽然老爷子也是一脸乐呵呵 脸上带笑的样子 但是却也不如现在 现在老爷子没烧眼角 都带着笑意 就连脸上的褶皱里 仿佛都带着高兴 就是瞎子 也看得出来 陈天的这个礼物 确实是送到老爷子心坎里去了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老爷子对于字画这种东西 最是喜爱了 更何况 是这样一幅现场泼墨 专送给老爷子的寿字 陈天这一番大反转 让所有人都在他面前 都黯然失色 这样的礼物送出来 可以说是李子面子都有了 老爷子能不高兴吗 众人又一起 欣赏了一会陈天的字 老爷子这才依依不舍地 挪开了视线 看向了身边的孩子 上官家的孩子 立刻有人走出来 对着在场众人大声地宣布道 现在请诸位入席 咱们今天的寿宴正式开始 陈天原本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没想到 却被老爷子叫住 安排在了自己的座位旁边 在场众人看到陈天的位置后 纷纷瞪大了眼睛 如果是老爷子 对陈天有所偏爱的话 那么他们现在也是理解 老爷子这是慧眼独到 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独特的优势 但是直接安排在了自己身边 这得是多大的殊荣啊 一时间 所有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都充满了艳羡 毕竟这样的待遇 是他们来参加寿宴以来 第一次见到有人享有 迎着这么多极度羡慕恨的眼神 陈天却依然坦然处之 十分随意地坐在椅子上 时不时地和老爷子攀谈两句 明明才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却看不出丝毫的骄纵和傲慢 连一丝得意的模样 都没有看出来 说实话 看着这样气质超绝的陈天 不少达官显贵们的想法 都开始转变了 他们瞬间觉得 这个孩子得到这样的殊荣 也完全是人家自己的表现值得 就凭这份沉稳和坦荡 在场的众人就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 可是他们这些人的年纪 却比人家虚长这么多 这样的一名青年 绝对是前途无量啊 等到所有人入席之后 大量的美食开始被端上了餐桌 到底是老爷子的寿宴 各种珍修美味被精心地制作后 送到了宴席之上 老爷子端起了酒杯 站起身来 对着全场兵棚大声地说道 这第一杯酒 我敬今天到场的各位 感谢各位给我这个老头子面子 来给我庆祝生日 一听到老爷子的话 在场的众人纷纷起身 将杯子中的酒水一饮而尽 毕竟这是老爷子敬的酒 这样的酒 毫不犹豫地干掉 一杯饮尽 立刻有服务员上前来 给在场众人满上酒水 老爷子再次举起了杯子 他的视线看向了身边的陈天 声音之中满是笑意地说道 今天这第二杯酒 我要敬给陈小友 上次成了他的特等茶叶的福 今天又得了现场的寿子 我老头子感激不尽呢 陈小友 干杯 在场众人听着老爷子的话 瞬间被震惊住了 难道说 老爷子之前 说的好茶叶的事情 是真的 这这这 能让老爷子 惦念良久的茶叶 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一瞬间 在场宾客的心情 十分复杂 被一股既震惊 又羡慕 又好奇的复杂情绪 充斥在心间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记住了 陈天这种英俊帅气的面庞 这个年轻人 以后的前途绝对无量 他们也要上点心思了 就在众人想着的时候 陈天也是起身 和老爷子干了一杯 老爷子又对着众人 说了一些感谢的话 宴席正式开始 上官家的大厨 确实是十分厉害 即使是陈天 也觉得今天的美味 可圈可点 陈天觉得味道不错 便小口地品尝着 这时候 上官月端着一杯红酒 走了过来 他目光灼灼地看向陈天 有些感慨地说道 陈天 你可真是身藏不漏啊 我在你面前 都感觉自残幸惠 之前陈天说要写字的时候 上官月居然还在旁边担心 陈天可能会在老爷子 寿宴的现场丢仇 只是没想到 面前的这个男人 居然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征服了在场所有人 说实话 即使是骄傲如上官月 也是开始崇拜陈天了 想到这里 上官月不由地想到了自己 从小到大 上官月都是在无数人的称赞 和艳羡中长大的 上官月从小就学习琴棋书画 长大了 更是直接学习了金融管理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上官月的身体 就像是上了马达一样 从未有过一刻的停歇 就是 这样长大的上官月 怎么也不会想到 有一天 自己会被虐得体无完肤 陈天的各方面条件 都太耀眼了 就像是天上的太阳一样 让人无所遁形 面对这样的陈天 骄傲了整个人生的上官月 第一次感受到了一股无力感 看着上官月脸上 流露出的小情绪 陈天顿时一乐 没想到身居高位的上官月 也会露出 这副小女生的模样 上官行长 是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了 您的优秀 是太多人无法追赶的 陈天十分客观地评价到 毕竟以上官月的年纪来说 就已经有了现在的成就 是多少人不敢想象的事情 也许老爷子的视力是一回事 但是上官月的能力 也是毋庸置疑的 上官月闻言 玩耳一笑 端起酒杯和陈天碰了杯 这个时候 不少老总也是走了过来 视线全都锁定在了陈天的身上 想要和对方喝一杯 拉一拉关系 因为老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主动走上前来 对着陈天朗声夸赞道 陈董 没想到您的书法记忆如此超群 简直是神乎奇迹 让我们一众人佩服之志 叹为观止啊 看着已经进到身前的酒杯 陈天也是淡淡一笑 轻轻和那位老总碰了一下杯 平静地说道 你太客气了 我就是略懂而已 在场众人 略懂 您管这样的技术 叫做略懂吗 这都是懂点皮毛的话 他们岂不是连大字都不认识了 这过分的谦虚 可就是骄傲了 就连一旁的上官月 也是差点没忍住 一口酒直接喷出来 这还叫略懂 还让不让其他人活了呀 听着陈天十分随和的对话 没有丝毫的架子 不少老总都是围了上来 和陈天说着话 尤其是几个之前 看不起陈天的老总 更是直接当面道歉 陈董 我们是真的没想到 您年纪轻轻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记忆 说实话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实在是让人佩服 之前我居然还以为 陈董是个自大的自恋狂 全是我的错 我在这里 给陈董能鞠躬道歉了 希望您能原谅我 说实话 陈董这是用自己的实力 给我们这些人 一起上了一课呢 这才叫做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几位老总 虽然说是要道歉 但是话里话外的敬佩之意 也是异于言表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毕竟自己确实是 没有带礼物过来 被人误会 也是正常 陈董 您看 咱们合个影 好吗 一位老总 看陈天并不放在心上的模样 也是壮着胆子 说了一个提议 说完 围在陈天周围的几位老总 都是一脸忐忑和期待地看着他 陈天顿时一乐 直接点头答应了 也好 老总们一听 陈天答应了下来 纷纷精神一震 立刻拿出了手机 交给仆人的手上 让他们帮忙照相 从宴席开始之后 除了上官老爷子之外 陈天就是最为忙碌的那一位 毕竟这里的太多人 都希望能和陈天认识一下 陈天也是有些无奈 好好的一顿宴席 硬是搞成了联谊会似的 很快 宴会就已经结束 上官月作为上官家的大小监 自然要亲自在门口供送 各位来参加寿宴的客人 看着各位老总们开始离场 陈天看了看时间 也准备离开了 陈天正准备走 就看到上官月走到了自己的身边 看着他说道 陈天 我家老爷子 请你去后堂一堂 去后堂 陈天冷了一下 随即点点头 硬了下来 好 说着 陈天就跟着上官月的身后 朝着后堂的方向走去 这时候 其他的老总们都被恭送了出去 大家笑呵呵地朝着停车场走去 郑波四下里看了看 询问着身边的老总们 陈小友呢 你们看到了没 一边询问的时候 郑波还不忘 看了一眼停车场的方向 那辆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如此闪耀 正停在停车位上 其他老总们 听到郑波的问话 都是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有注意到 这时候 一位走在后面的老总 开口说道 我看到陈先生去了后堂了 应该是被老爷子叫去了 他看到陈天是跟在上官月身后走的 能去后堂的话 肯定是老爷子有请了 众人听到这里 嘴角都是一阵抽搐 老爷子亲自留人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这 老总们光是听到陈天的待遇 就已经极度羡慕地面目全非了 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机会 没想到苦苦等了这么久 陈天第一次过来 就已经得到了 大家都是人 可是偏偏差距这么大 众人已经开始想到 要是上官家现在的实力 再加上陈天的力量 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 这些老总们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以后整个华夏东部 还有谁能和上官家抗衡 在场的达官显贵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纷纷想到 自己是时候和上官家族方面 加强合作关系了 接着 老总们各有心思 便准备离开了 而此时的陈天 跟在上官月的身后 朝着后堂的方向走去 上官月一面带路 一面和陈天 介绍着后面的情况 我爷爷那里 也有不少好茶叶 你一会一定要尝尝 听着上官月笑呵呵地玩笑话 陈天也是嘴角上扬 笑着硬道 这时候的老爷子 正在和邹大山一起品着茶 老爷子一直有这样的习惯 吃完饭之后喝些茶 感觉胃口会更加舒服 只要一想到陈天 老爷子的嘴角上 也是带着笑容 他拿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开口叹道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带更比一带强 这小家伙 确实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老爷子轻轻摇摇头 怪不得邹大山和自己的孙女 都对陈天推崇有加 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小家伙 邹大山听了老爷子的话 也是用力点点头 思绪也不由地 飘到了陈天的身上 毕竟今天陈天录的这一首 简直是让他感到惊奇 尤其是陈天写书法的时候 散发出来的那股气质 真的是太令人心惊了 即使是强悍如邹大山 也感觉到更加看不透陈天了 越是这样看不透 邹大山对于陈天 越是上心起来 经过这样的仔细观察 邹大山的眉头 却皱得越来越紧 邹大山眯着眼睛 仔细地回忆着陈天的步伐和动作 忽然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威胁感 这是一种练武人士的天生直觉 这也是为什么 邹大山感觉自己 更加看不透陈天的原因 陈天从表面上看起来太淡然了 但是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发力 都是那么平和 这太不可思议了 可是明明是那么平和 但是却给人一种 随时可以惊涛骇浪的感觉 仿佛陈天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充满着无尽的力量 随时可以爆发出来一样 邹大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即便只是想起来陈天 他的眼睛里也带着一丝慎重 他这么多年来 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威胁的感觉 这个年轻人太不一般了 老爷子和邹大山同时举起了茶杯 正在品茶的时候 上官月带着陈天走了进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苏天晴 他紧紧地跟在陈天的身后 一双眼睛十分机敏地四处打量着 自从打算跟着陈天干 苏天晴就彻底进入了角色 随时准备着保护陈天的安全 虽然上官家在苏杭如此有名气 但是苏天晴还是警觉着 防备着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 这样全身紧绷的苏天晴 一下子就吸引了邹大山的注意 邹大山打量着苏天晴 他忽然发现 盯着苏天晴的时候 居然和看着陈天时候的感觉差不多 都是一种汗毛倒数 叙事待发的感觉 只不过邹大山敏锐地察觉到 苏天晴的实力比陈天稍弱一些 但是也绝对是一把好手 要不是邹大山确定 陈天和他的手下 不会和上官家为敌的话 邹大山几乎有一种冲动 想要护在老爷子的身前了 其实苏天晴也是一样的感觉 他也感觉到了 邹大山身上散发出的恐怖力量 老爷子则是一副和蔼的表情 他看着陈天走进来 嘴角上的笑意更加深了两分 开口说道 来 坐下一起喝杯茶 陈天也没有丝毫做做 既然老爷子相邀 他就直接坐了下来 闻着面前茶盏中 鼓鼓流出的香味 陈天也是灿然一笑 说道 真不愧是上官老爷子 这玉公大红袍的味道 直往人鼻子里钻 您使用的水也够好 玉泉山的矿泉水 确实不错 把茶香完全激发出来了 老爷子闻言明显一愣 陈天说得句句准确 他向来喜欢玉泉山泉水冲的茶水 没想到如此难得玉公大红袍 陈天光是闻一下 就说得如此准确 一时间 老爷子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满是机场 这样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子 简直是太让人惊艳了 老爷子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热茶的香气 直接流进了整个身体 让老爷子的心情 逐渐平静下来 这时候 老爷子也是想起了之前寿宴上 邹大山悄悄和他说的话 邹大山看出了陈天发力的方式 那绝对是炼家子才会使用的 而且能让邹大山都感觉到危险感的 可见陈天的实力 也是相当强悍的 老爷子还记得 陈天曾经将郑开赶出苏杭 而且是使用的冷暴力 虽然郑开和郑家 老爷子还不放在眼里 但是他也是清楚 作为郑家的接班人 郑开身边放置的人 绝对是郑家顶级守卫力量 郑家好歹也是天津商圈里 有名的家族 实力自然不能小觑 邹大山打听过 郑开身边的两个保镖 都是曾经的雇佣兵 而且是国际上有名有姓的那种 同样是刀口填写的硬茬子 陈天的手下 能将这样的两个雇佣兵挫败 而陈天的实力 还要比苏天晴更强 老爷子心里有了盘算 他觉得自己可以问出来 心中所想了 想到这里 老爷子也是毫不犹豫地 开口发问道 陈小友 你是英龙军部高层的子弟吧 老爷子的一句话 直接让陈天一愣 陈天的眉头不由地猝了起来 低声疑惑地重复了一遍 英龙军部 华夏军部乃是正规矩 这英龙军部算是怎么回事 站在一旁的苏天晴 也是听到了陈天的疑惑 他轻轻俯下身体 在陈天耳边小声地解释道 英龙军部是华夏的军部组织 比较神秘的那一种 苏天晴曾经就是军部成员 也是稍微听过一些英龙军部的事情 英龙军部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入的 在一个军部分布之中 得到排名前十 也才有资格参加英龙军部选拔 当然了 这还只是选拔的资格 能不能通得过测试 还要看这个人的综合实力 英龙军部要考核的 并不是某一方面的成绩 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考核 绝对是史上最严格 可见 英龙军部之中的 都是一群什么人 陈天听到苏天晴的简短介绍 也是明白了 所谓的英龙军部 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 既然已经想明白 陈天直接看向了邹大山 也是明白了 对方为什么这么问 肯定是对方看出了自己的身手 毕竟他自从拥有了八级拳精通后 整个人都感觉不一样了 而坐在对面的老爷子他们 更是一脸的惊骇 他们完全没想到 陈天会是这样的一种反应 那样的微表情和动作 肯定不会是装出来的 这些都只说明一个问题 陈天真的不是英龙军部的人 但是越是这样 老爷子和邹大山的心里 反而是越发地震惊起来 不是 如果不是 怎么会有这样的身手呢 这这这 不过这样一说 再加上陈天的这个反应 把老爷子后面的计划和话术 都是打断了 这样一来 老爷子所设想的事情 也就算是不能继续讲出来了 坐在一边的邹大山 看着陈天微微醋眉的模样 也是开始介绍了一些 英龙军部的情况 他刚才也稍微听到了苏天晴的话 知道一些内容已经不需要再讲 只需要简单地补充一下即可 邹大山的目光 似乎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这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英龙军部 俺是华夏单兵最顶层的力量 每一个成员 都是华夏顶级的存在 单兵为王 联合起来 毕竟需要这样的部队 对解决的事件 绝非一般的事情 所以只有绝对强大的力量 才是真正能保护整个国家的存在 这也正是英龙军部存在得意义 听着邹大山的话 陈天的眼神之中 也是快速地闪过了一丝向往 这样的一支兵王军部 能发挥出的力量 自然是无法想象的强大 邹大山看着陈天 语气之中 带着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回味 英龙军部 是所有战士最向往的地方 每一名被选中的人 都是真正精英中的精英 用力地点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虽然陈天的身份 和老爷子预期中的不一样 但是这并不妨碍 老爷子对陈天的喜爱 之前设计好的对话 是不能进行了 老爷子干脆和陈天 就着手里的御贡大红袍 聊上了几句 两个人相谈甚欢 老爷子脸上的笑容 自然看到陈天后 几乎就没有消失过 你有时间就来我这里玩玩 我也和你讨教一下书法 老爷子笑呵呵地 给陈天续上一杯茶水 语气和蔼地说道 陈天一听老爷子的话 连忙谦虚地开口说道 您可别说什么讨教 我可受不起老爷子这么说 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 陈天主动地站了起来 说道 老爷子 时候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 陈天就带着苏天晴等人 直接离开了后堂 看着陈天离去的背影 一瞬间 老爷子 上官月和邹大山 都是换了一副样子 他们的脸上带着疑惑 看向陈天消失的方向 谁也搞不明白 陈天究竟是什么来头 邹大山也是轻轻地摇摇头 他是真的看不透了 但是有一点 邹大山非常确定 就是他对陈天的评价 这个年轻人的实力 绝对不在他之下 不过 既然一时间搞不清楚 当下 几人也是不管了 反正来日方长 该知晓的 时间总会露出端倪来 老爷子收回了自己的思绪 对着孙女 上官月笑呵呵地说道 月月坐下 喝点茶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上官家的二代 匆匆走进来报告 看着二代气喘吁吁的样子 老爷子的面色一素 冷声赤道 看看你像什么样子 做事稳妥点 都是年轻人 也都是男孩子 看看人家陈天 再看看自家的小子 差得不是一般的远 那个二代 连忙平稳了一下呼吸 这才开口报告道 老爷子 刘龙江来了 刘龙江 一听到这个名字 老爷子也是蹭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准备朝外面迎去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忽然匆匆走进来一个半百之人 穿着军装 倒是意气风发 肩膀上两颗金星闪烁 虽然年近半百 但是一身气势十分惊人 一看就是九居上位者的气息 上官月跟在老爷子的身后 看着进来的人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英龙军部两星龙将刘一范 英龙军部的龙将官职 对应的是军部的将贤 甚至还稍有过知 这样的两星龙将自然是受到所有人的重视和尊敬 刘一范一看到老爷子 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在整个房间里回荡着 我刚从西江回来 西江之外那些家伙 又开始不老实了 说到这里 刘一范停顿了一刻 脸去了眼睛里的怒气 随即转换了一个话题 这一回来 我就匆匆赶过来了 想着给老爷子你祝寿 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 宁可千万别见惯 老爷子一听 连忙摆了摆手 开口说道 无妨 你能赶来 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老爷子一边说着 一边赶紧招呼着刘一范坐下 两个人十分热露地说着话 刘一范将自己的寿礼 递到上官月的手里 一旁的邹大山 连忙给刘一范倒上了茶水 这是刚才刚换好的雨前龙井 只能算是一般的好茶 主要是也没想到 刘一范会在这个时候过来 刘一范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 眉头一挑 直接开口说道 老爷子 我从西江得了一些茶叶 给你尝尝 老爷子文言一乐 自然是笑呵呵地硬了下来 毕竟能送到刘一范手里的茶叶 估计也都是好东西 有好茶 自然是要好好尝一尝了 老爷子笑呵呵地 看向一旁的上官月 吩咐道 月月啊 你刘叔叔来一趟不容易 过来给我们泡个茶 上官月自小就练习过茶意 他来冲泡刘一范的好茶 自然不会糟蹋了好东西 没想到 刘一范却黑黑一笑 看着老爷子坏笑着说道 老爷子 虽说您今天的生日 但是也不能白尝我的好茶不是 而且我这大老远过来 你也得给我点好处啊 说到这里 刘一范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他沉声一笑 这才开口说道 老爷子 上次说的 让邹大山去阴龙军部当教官的事 对于邹大山 刘一范可是看好很久了 不过邹大山是老爷子的左膀右臂 也不是那么容易拐带走的 但是现在 他们阴龙军部确实急需人才 这才不得已在这个时候 和老爷子开了口 老爷子一听 顿时一阵吹胡子瞪眼 他虎目一瞪 看着刘一范指责道 这就是我华下的龙江 跟老头子喝个茶 也要谈条件 一上来就完这么打 这还怎么谈 刘一范立刻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他将手臂抱在胸前 抬着头说道 您要是不答应 就不喝了呗 他可是清楚得很 老爷子就爱字画和茶叶 只要有这两样好东西 还怕老爷子不上钩吗 老爷子看着刘一范的样子 他这个暴脾气 哪里受得了这份威胁 立刻气呼呼地吃到 去去去 我倒是得到好茶 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 叫你什么叫大姐 刘一范好争以侠地看向老爷子 下意识地以为老爷子 是觉得面子上摸不开 故意说的大话呢 他之前有时间就过来老爷子这边 他这边有什么好茶 自己都是如数家珍 新鲜货 怎么可能 要真的是有这样的好东西 恐怕老爷子一进门 就要和自己炫耀一番了 刘一范抱着手臂看着老爷子 那眼神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就是让老人家把茶叶拿出来 给他瞧瞧 要不然 他才不信呢 老爷子哪受过这种气 立刻亲自起身 去将上官月带回来的茶叶拿了出来 只见那片茶叶一拿出来 整个房间瞬间被一种清香充斥着 感觉香味往自己的鼻子里冲 刘一范也是一愣 不是吧 老爷子还真的有好茶 刘一范一边想着 下意识地深吸了两口气 随口吐露道 味道如此香醇 肯定是好茶 这味道太浓郁了 让人忍不住有点上瘾 真是上头 老爷子看着刘一范如此真实的反应 嘴角上不由地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他看向对方笑呵呵地说道 拿把刀给我 刀 刘一范有点搞不清楚老爷子的门道 眼睛里快说闪过了一丝疑惑 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茶叶上 他虽然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也没多想 还是将随身的一把军用匕首递了过去 老爷子直接抽出匕首看了看 看着极好的钢口和刀身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手起刀落 只见老爷子用匕首 将那片茶叶切了三分之一下来 剩下的直接装回了盒子里 还不忘递到孙女的手里叮嘱道 给我拿回茶室 放好了 刘一范 您这 这就是大气 就这 一共就一片 还只得喝三分之一 能有味道吗 尤其是最后那一套动作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我好歹也是华下两星龙江 怎么可能抢您那三分之二 刘一范越想越郁闷 直接开口吐槽道 老爷子 您这也太扣了吧 这么点茶叶 能喝出点什么味道来 这偌大的上官家 欺茶都是这么切的话 说出来谁能信啊 刘一范也是一脸的哭笑不得 他看着老爷子 放在桌上的军用匕首 心里暗暗想着 对 还搭进去一把刀 老爷子连头都没抬 小心翼翼地 拿起那一小点茶叶 递到上官月的手里 这才白眼一番 轻横道 你喝不喝 不喝这个 我也不给了 刘一范闻着空气里 香味丝毫不减的清香味 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意思 这么点的茶叶 就有这样的香味 知道肯定是几瓶好茶 想到这里 刘一范也不客套 直接黑黑一笑 说道 哼 不喝白不喝 上官月看着自家爷爷 和刘龙江像是两个小孩子 一般斗嘴 也是无奈地摇摇头 坐到了茶桌前面 茶具都是现成的 上官月开始了冲泡 因为茶叶的量确实比较少 所以上官月就节省了洗茶的步骤 免得流失更多的香味 随着上好的玉泉山泉水注入 上官月十分熟悉地操作着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一般 非常飘逸好看 茶叶在高温的冲泡之下 释放出更加醇厚的茶香味 甚至是带上了一丝甘甜的香气 一时之间 满世的茶香阴晕 老爷子和刘一范也停止了交谈 都是微闭眸子 品味着空气中的香味 现在的茶香越是浓郁 对于茶汤的期待 也就越是浓重 刘一范的一双眸子里满是兴奋 这么特别的茶叶 他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上官月这时候也完成了冲泡 将茶汤倒在公道杯里 分给了爷爷和刘一范 因为刘一范的特殊身份 上官月直接拉高了杯子 起起落落之间 发出悦耳的声响 正是凤凰三点头 茶道中的最高敬意 刘一范轻轻点头 迫不及待地拿起了茶杯 放在身前品味着茶香 观察着茶汤 因为茶叶数量比较少 所以茶叶是一种非常清透的绿色 看不到一丝渣子 非常干净 这么近的距离 茶水的阴晕热气中 味道也变得越发清晰浓郁起来 下一刻 刘一范轻轻一吸 茶汤已经入口 一股浓香在口腔里传开 刘一范只觉得身体一僵 整个身体仿佛都在经历巨大的变化 这一口茶香 就像是兴奋剂一样 点燃了他身体内的一切细胞 整个人的精神都未知一阵 茶香带着一股热流 在他的身体和四肢百孩之间 不断地流转着 刘一范此刻除了震惊 已经来不及思索更多 闭着眼睛感受着自己身体奇异的变化 就像是异常奇妙的旅行一般 那股热流还在流转着 锁巾之地身体开始微微发汗 只觉得十分舒爽 直到最后热流 再次回转到胃里 刘一范的额头上 已经铺满一层薄汗 呼 刘一范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 却只闻到了扑鼻的茶香 仿佛不只是口腔 整个人的灵魂 都已经浸欲在茶水之中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刘一范的眸子里 闪过一道极其闪亮的光 只觉得全身一阵通态 爽 真是好茶呀 这感觉 简直是世间少有 刘一范一边说着 一边又是一口茶汤入口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现在看起来满面红光 精气神十足 已经一扫之前的风尘仆仆 直到一小杯茶水饮尽 刘一范感觉 就像是用茶水 泡了半小时的温泉一般 全身上下 无一处不舒服 刘一范的眼睛里 满是金光 他直勾勾地瞪着老爷子 语气急切地问道 老爷子 这茶叶 你在哪倒来的 老爷子咧嘴一笑 他看着刘一范摇摇头 说道 还真是不巧 你要是早来一点 就能看到本人了 一听到自己错失了 会面茶叶主人的机会 刘一范的脸上满是难受 要是能求到这样的茶叶 疲累的时候喝上一杯 自己绝对能做得更好 邹大山在旁边 看着流龙江的样子 顿时一乐 摇摇头说道 茶叶的主人 最惊人的 可不是这点茶叶 这茶叶的确优秀 但是和陈天本人比起来 可是只能算是 附赠的一点小好处罢了 嗯 刘一范听到邹大山的话 明显一愣 诧异地看了对方一眼 邹大山这个人 他非常清楚 那可是个眼光相当高的人 现在这么高的评价 确实是让刘一范有点吃惊 邹大山一想起陈天 不由得又是感慨起来 真不是我夸大气词 他的实力 给我的感觉 就算是我 也不太能打得过 说到这里 邹大山顿了一下 重重地叹息一声 才二十出头的孩子 未来可期啊 不太打得过 二十出头 邹大山一连串的话 直接让刘一范震撼了 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 居然能让邹大山说 自己打不过 这这这 绝对是人才 刘一范想到这里 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他一把抓住邹大山的手 着急地问道 在哪 他在哪呢 老爷子看着刘一范 着急忙慌的样子 轻轻摇摇头 说道 人都走了 等以后 有机会 我引荐给你 好 刘一范也只能是点点头 不过心里 还是有点失望 这样的人才 他非常期待 毕竟那可是邹大山 都如此看好的人 他非常想要快点看到他 一个那让邹大山 这样的高手 都忌惮的人 会是怎样的人 刘一范只觉得心里痒痒的 连忙又是一杯茶 灌了下去 试图浇灭心里 燃烧起来的火 老爷子看着刘一范的样子 也是一阵无奈 这么喝 也太糟蹋他的好茶了 这时候的陈天 已经坐着 劳斯莱斯幻影 加长定制版 朝着加的方向开去 在路上的时候 陈天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凤星打来的电话 陈天接起电话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对面的凤星 十分恭敬地说道 陈董您好 我给您打电话 是想和您说一下 咱们上次拍卖下来的那块地 几天之后 准备举行那块地的剪彩仪式 剪彩仪式 陈天一挑眉 新元集团果然是 已经看上那块地很久时间了 否则也不会拍下来 才这么短的时间 就已经准备剪彩 看来的确是谋划已久 凤星的语气听起来十分高兴 他在电话那头继续说道 这块地的名气太大了 只要这次的剪彩仪式宣传到位 绝对是我们新元集团 扩大影响力的极好机会 关于这件事情 凤星可是想了很久 这两年 新元集团大刀阔斧的激流涌进 就是在凤星的正确领导之下 凤星这个人 很会看准时机 所以 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 他确实是想要好好利用一下 为了扩大声势 凤星是想着 可以多邀请一些达官显贵 即使是省外的也没关系 主要就是声势和气势 造的一定要足 只要是气势起来了 再经过这块地的项目发酵 新元集团在苏航 甚至是在整个华夏的地位 都可以往上窜一窜 新元集团 无论是管理模式 还是做事风格 从一开始 就走到大集团模式 可见整个集团的野心 绝不仅仅满足于苏航而已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走出国门跨向世界 捞一波外汇 也是他们的未来期望之一 陈天听着凤星的话 也是轻轻点点头 他也是这么想的 倒是不谋而合 想到这里 陈天的眸子里 闪过了一丝欣赏和欣慰 笑着对凤星说道 好 那么这场剪彩一试 就由你来安排就行 陈天相信 凤星既然能这么说 明显就是已经做过计划了 直接交给他去做 既省心 也放心 凤星听到陈天的话 也是一阵激动 立刻大声地表态道 陈董您放心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 给您处理得漂漂亮亮 好 你就放心去做就好 有事情的话 再给我打电话好了 陈天笑呵呵地和凤星说着话 交代完之后 两个人也挂断了电话 苏天晴将陈天送回了 尚书台一号别墅 陈天叮嘱苏天晴 回去好好休息 便走进了别墅 陈天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看到苏芷熙 正坐在沙发上看书 苏芷熙听到动静一抬头 立刻眼睛一亮 笑着扑了上来 说道 表哥 你回来了 看着陈天点头微笑的样子 苏芷熙赶紧将她拉到 沙发上坐下 嘴里还不停地问着 哥 你今天累坏了吧 我拿果汁给你喝 说着话 苏芷熙已经像是小精灵一样 快速地跑进了厨房里 陈天看着小丫头 消失在厨房的背影 哑然失笑 能让小丫头这么伺候自己 也是难得呢 很快 苏芷熙就端着 鲜榨果汁走了过来 递到了陈天的手上 望着自家表哥 喝果汁的样子 苏芷熙又上手 帮着陈天按摩了起来 生怕她累着 苏芷熙按得很仔细 虽然不算是多专业 但是就凭这份真心真意 就让陈天发自内心地笑出声来 怎么了表哥 我按得不好吗 苏芷熙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她也知道自己手艺不佳 就这还是跟着小视频学习的呢 陈天心里顿时一软 将小丫头拉回到沙发上坐好 柔声说道 你按得好着呢 咱们家的小公主 哪里用得着做这种活 你就安心坐着就好 听到表哥这么说 苏芷熙也是笑了起来 挽着陈天的手臂 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时不时地拿出手机 发两条信息 忙得很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小姑娘长大了 有点自己的交际 也是再正常不过 苏芷熙放下手机 看向陈天 笑着说道 表哥 这都快晚上了 晚上我和几个闺蜜 一起出去吃饭 他们还专门问起你呢 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陈天随意地点点头 硬了下来 行 一会一起去吧 一听到陈天答应了下来 苏芷熙高兴地尖叫一声 立刻掏出手机 给几个闺蜜发信息 这几个丫头 想见表哥好久了 要是知道这个消息 肯定要高兴坏了 陈天看 小丫头高兴成这样 也是无奈地一笑 打了个电话给苏天晴 让他一会来接自己一趟 放下电话 陈天看着还在发信息的小丫头 轻斥道 快要出发了 你还不去换衣服 就穿这一身出去吗 苏芷熙吐了吐舌头 笑着解释道 对啊 反正都是好闺蜜 也用不着穿得太惊人 陈天之前给他买的 都是最新款的奢侈品 穿着太炫富了 苏芷熙还是有点不适应 看着有些不好意思的苏芷熙 陈天眯了眯眼睛 看来自己家的这位小公主 消费观念还是不行啊 这么说来的话 肯定还是自己这个做表哥的 做得不够好 陈天想到这里 嘴角上扬起一抹微笑 看来有时间的时候 自己也是时候带着表妹一起 出去工作一下 赚点辛苦钱了 苏芷熙上楼拿了自己的包 两个人朝着别墅外面走去 二人走出来的时候 苏天晴已经开着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等在门口 陈天拉着苏芷熙上了车 苏芷熙爆出了一个地址 苏天晴立刻启动了车子 朝着目的地开去 等到陈天他们赶到餐厅的时候 几个闺蜜还没有赶过来 陈天便带着苏芷熙先行下了车 而苏天晴则是开着车去找停车位 等了不过几分钟的功夫 几个小姑娘就已经走了过来 一看到苏芷熙立刻走上前 和她来了一个热情的拥抱 毕竟苏芷熙平时都在精灵上大学 难得回来聚一聚 不过当他们看到陈天后 只是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陈天歌 就不好意思再说其他的了 主要是现在的陈天 实在是太帅了 长得好看也就算了 一身气质还特别好 看那几个小丫头都快要流口水了 感受着陈天的目光看过来 几个闺蜜 不要说说话了 就是头都快要扎进胸口 完全不敢抬头了 豆的苏芷熙在旁边 捂着嘴偷笑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哦 张罗哲要叫表哥 见了面 叫个哥就没了 这么扭扭捏捏的 都对不起他们之前那么折腾 几个闺蜜瞪向苏芷熙 不过在陈天的面前 他们还是下意识地 想要保持一下形象 陈天也是笑呵呵地 和几个小丫头打了招呼 看他们红着脸 一副不敢和自己对视的样子 顿时一乐 说道 走吧 咱们进去餐厅 边吃边说 这家餐厅装修得非常豪华 是现代风的风格 能看到不少金属的拼色和设计 一走进去 立刻有服务员迎了上来 服务员一看到 陈天和苏芷熙顿时眼前一亮 这两位颜值也太高了吧 其实 苏芷熙的几个闺蜜 也都是长得不错的小美人 只是在陈天和苏芷熙的面前 就略逊一筹 陈天看向服务员 开口询问道 你们这里还有包间吗 服务员一脸地抱歉 十分有礼貌地回答道 先生真对不起 我们这里的包间 需要提前预定才可以 今天的包箱已经全部订满了 毕竟是这么帅气 有气质的客人 服务员说出 这一套拒绝的话 也是非常难受的 陈天道是不在意地笑了笑 对着几个丫头说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只能委屈几位小美女 和我一起在大堂吃了 听到陈天夸她们是小美女 几个丫头都是翘脸一红 有些不好意思 陈天在旁边看得一阵无奈 这什么情况 这么容易害羞 众人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坐在了大堂里 落座之后 苏芷熙立刻开始介绍起来 十分得意地说道 表哥 这里在灵水 可是超有名的 这里的味道 那在整个灵水 都是一绝 一边说着 苏芷熙一边竖起了大拇指 这里她其实只来过一次 但是就那么一次体验 就让苏芷熙惊为天人 可惜陈天回来之后 比较忙 苏芷熙也把这件事 忘在了九霄云外 要不是闺蜜提醒 她可能还要想不起来呢 苏芷熙说完话 她打开随后携带的小包 取出来几个水灵灵的蜜桃 这是苏芷熙从家里带来的桃子 在家里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提前洗好了 看着面前的几个闺蜜 加上她自己 刚好一个人一个 刚刚好 苏芷熙分完桃子 刚想咬 才想起来自己身边的陈天 啊 苏芷熙在心里哀嚎一声 完了 忘记表哥的了 这也不能怪小丫头不惦记陈天 实在是她洗桃子的时候 陈天还没有回来呢 赶紧将自己的桃子递向陈天 她直接将桃子送到了陈天的嘴边 陈天看着送上门的蜜桃 刚准备咬上一口 没想到 自己嘴巴还没有张开 苏芷熙已经眼珠子一转 调皮地将蜜桃拿走了 似乎是故意想要气陈天 还当着她的面 用力地自己咬了一口 苏芷熙只觉得一股香甜 瞬间在嘴里荡开 立刻眉开眼笑起来 大声赞叹道 表哥 这桃子好甜啊 甜 好甜 陈天看着黑黑笑着的苏芷熙 也是嘴角一挑 轻轻点了点头 很好 好的很 好你个坏妮子 耍表哥 哼哼 苏芷熙一看表哥的表情 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将咬了一口的桃子递上来 十分谄媚地说道 表哥 你快尝尝看 我这是看您身份尊贵 不是怕有毒吗 旁边的几个闺蜜一听 顿时扑斥一声 笑出声来 听听苏芷熙说的这话 合着她是个是毒的小宫女王 可惜陈天完全不上她的档 就是嘴角情笑地看着小丫头 也不说话 但是桃子 陈天是怎么也不要了 哥你生气了 不会吧 您这么大气 不能和我斤斤计较吧 苏芷熙也算是拿出了浑身解数 眼巴巴地看着陈天 还不忘记摇了摇陈天的手臂 陈天淡淡一笑 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我还不至于和你生气 为了这么点小事 苏芷熙听到表哥的话 这才高兴了 笑呵呵地和几个闺蜜一起站起身来 说道 表哥 你给我们看着点桃子 我们去洗手间 洗洗手 一边说着 几个小丫头 已经结伴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看着几个小丫头 消失在了视线内 陈天忽然记上心头 她抬起手 朝着附近的服务员招呼道 麻烦你 帮我拿一把小刀 可以切水果的那种 服务员看着桌子上的蜜桃 顿时明白了过来 去找了一把小刀 给陈天送了过来 您小心点 水果刀比较锋利 服务员一边将小刀递给陈天 一边小声地提醒道 陈天淡淡点点头 他拿着小刀 还是雕刻苏指吸咬了一口的桃子 毕竟是拥有神级体质的陈天 在得到了八级全精通之后 对于力量和细节的把控 可以说是如火纯青 雕刻起来 自然是行云流水一般 速度极快 陈天的动作非常迅速且潇洒 一下子吸引了大哨大堂里的客人观看 越来越多的人看向陈天 不少人纷纷掏出手机 小心地拍摄着 陈天距离比较近的客人 甚至以为陈天是个短视频的作者 开始在桌子上找起摄像头 客人们压低了嗓音 小声地议论着 这小伙子长得真是够帅的 原地出道都是妥妥的 我开始还以为是个网红 在桌上看了半天 也没看到拍摄设备啊 主要是他这雕刻的手艺可以啊 看看他这双手稳的 绝对是高手 挺期待的 这一手可是厉害了 这么漂亮的小哥哥 难道说是个厨师啊 不会是这店里新出的服务 在市营业 看客人的反应吧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陈天手下的动作 还在快速地进行着 没有丝毫的停顿 虽然还没有完成他的作品 但是光看他的操作 就已经像是一幅画卷了 毕竟陈天的长相和气质在这里呢 更是让人一不开眼睛 服务员开始也愣在了原地 不过等他反应过来之后 立刻跑去办公区 将这件事情跟老板说了 老板一听 也是愣了一下 跟着服务员一起 走出来看热闹 等到老板亲眼看到 陈天的操作之后 也是在瞬间惊为天人 一脸惊奇地呆呆望着 一时之间 原本喧闹热闹的大厅里面 变得安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陈天的手上 眼见着一个动漫形象龙猫 被雕刻了出来 看着活灵活现 一脸呆萌的龙猫 在场中人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脸上满是惊骇的表情 这雕刻得也太好了 简直就是栩栩如生 看着如此完美的成品 已经有牵着孩子过来的客人 对着陈天说道 这位小兄弟 你的这个龙猫卖吗 我想买下来 送给我家孩子 看到已经有人开了口 旁边不少跃跃欲试的家长 也凑了过来 他们纷纷报价 想要拿下这个漂亮的小龙猫 几位家长闹闹哄哄地 争抢着购买权 一旁的老板见状 也是一脸的惊奇 老板忽然眼前一亮 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这么好的技术 长得又这么帅 完全就是一家店里的活招牌 若是将陈天招揽到自己的店里来 然后在一些菜品上 加入这样的雕刻 那效果还不爆炸 想到这里 老板快步走到陈天的身边 对他小声地说道 这位小兄弟 有没有兴趣加盟我们的店 条件咱们好商量 就是想要股份 也不是不可以 老板可以说是拿出了很大的诚意 毕竟他非常看好陈天 在他身上看到了极大的商业价值 这样的合作伙伴 要是培养好了 他们这家店的生意 恐怕还能再往上翻个翻 陈天听着老板的话 也只是笑而不语 就在这个时候 几个小丫头 也从洗手间走了回来 他们看着几个桃子 围成一个圈 中间放着一只活灵活现的龙猫雕刻 也是一脸的惊奇 苏芷熙看着那几个完整的桃子 轻轻眨了眨眼睛 看向一边的陈天问道 表哥 我的桃子呢 他的桃子刚才咬了一口 是非常明显的标致 难道说 那只活灵活现的小龙猫 陈天也不说话 而是轻轻抬了抬他的下巴 用下巴点着桌面 意思已经非常明显 其他的几个闺蜜 都将自己的桃子拿了起来 只剩下苏芷熙自己 看着龙猫雕刻 也是舍不得吃 但是看着其他人吃的喷喷香 苏芷熙非常想吃 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但是只要 看着手中呆萌的龙猫 就真的下不了口了 苏芷熙 哥 你这叫不生气吗 这么狠 我还怎么吃 我哪里下得去口 可是人家真的好想吃蜜桃啊 这么搞的话 根本就是要逼死人嘛 几个闺蜜都是相视一笑 他们故意在苏芷熙面前 将桃子吃得咔咔响 其中一个小丫头 还坏笑着说道 还要多谢陈天哥手下留情 幸好只是雕了一只龙猫 要是将他们的 也雕成这么呆萌的小东西 恐怕几个人就要一起傻眼了 苏芷熙闻言 直接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这简直就是塑料姐妹花啊 咱们有一个小船 这就翻得彻彻底底了是吗 那些站在旁边争抢的家长们 看着郑主已经回来 也是奄奄地打消了想法 带着孩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就在这个时候 几个穿着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有说有笑地走进了餐厅里 老板原本还想再劝一劝陈天 但是一看到这些男人走进来 立刻掉头迎了上去 毕竟这几位 他们可都是认识 都是地产行业 或者建材行业的几个大老板 也是这里的常客了 都是他的大财神啊 虽然有一段时日没有来 但是人家的身份 老板也只有供着人家的份 把这些大老板们伺候好了 他这店在淋水市 才能站得足够稳 一边想着 老板已经走向了几人 十分热情地说道 几位老板 可是好久没见了 在忙什么大生意吗 几个男人哈哈一笑 开口说道 忙什么啊 今天不是上官老爷子的生日吗 我们中午去参加寿宴来着 那场合也不合适吃太多 现在太饿了 先来几个凉菜 我先垫垫 其他几位总老也是纷纷开口 嚷嚷着饿得不行 先吃点东西再说 想到今天中午的寿宴 想着老爷子 亲自迎接陈董的过程 还有各种 对于陈天的特殊对待 都是心中震撼不已 那种待遇 就是做梦的时候 他们都不敢想的呀 但是人家陈董 直接就被老爷子特殊对待了 几位老总都是心中感慨 其实之前拍卖会上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和陈天 找个机会攀谈一下的 只是可惜那天 还没等到拍卖会结束 陈天就已经带着人离开了 双方就算是失之交臂 今天宴会上 猛地看到陈天前来 他们还觉得有些兴奋 但是没想到 陈天一直跟在老爷子身边 等到寿宴结束的时候 还被留了下来 更是没有机会上前攀谈一二 毕竟他们已经算是 宴会邀请人员的最底层 自然不可能和陈天搭上话 想到自己在宴会上面的待遇 几位老总心中一阵感慨 虽然他们在外面风光无限 到处可见八戒讨好的人 但是在那样真正的大家族眼里 他们还是太上不得台面的 想到和其他众人之间的差距 这几位老总的心里 也是升起一股志起来 今年一定要好好干 争取明年在寿宴上 多往前排两桌 餐厅老板可不知道 这几位老总心中的心思 他一面笑着 一面迎着几位朝里面走去 您几位身份尊贵 我将最大的包房 留给几位用餐 餐厅的普通包房 确实已经全部被人预定 但是餐厅里面最大的包房 是用来接待最尊贵的客人的 轻易不会对外使用 今天这几位老总齐齐到场 自然得是最好的待遇 几人跟在餐厅老板的身后 朝着楼上走去 其中一位老总随意的一瞥 忽然就看到旁边桌上坐着的陈天 如果是个普通人 坐在那里可能毫不起眼 但是陈天不仅是长得帅 一身气场更是无法忽视 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 都能在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 所以 哪怕只是匆匆一瞥 还是让老总一眼就认出了他 你们快看 是陈董在那里 几人顺着老总的惊呼 全都朝着陈天的方向看去 众人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连忙一脸惊喜地朝着陈天走去 嘴里热情地招呼道 陈董 您怎么在这里 老板看着几位老总的样子 眉头一皱 一脸疑惑地问道 这一位是 几位老总诧异地看了老板一眼 这才开口介绍道 您这真是认不得真神啊 这一位 可是新元集团的陈董市长 新元集团 陈董市长 老板一听 只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 就像一颗原子弹 在大脑里面原地爆炸了一样 自己刚才居然想用矛头小力 陈董到自己的餐厅来工作 他这是疯了吗 老板也是吓坏了 他连忙来到桌子的旁边 对着陈天各种道歉 对不起陈董 是我有眼无珠 有眼不识经相遇 您可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 老板一边说着 一张脸变得煞白 毕竟陈天可是新元集团董市长 人家那样的身份 要是随便说一句话 他这餐厅绝对开不下去 陈天看着老板战战兢兢的样子 笑着轻轻摆了摆手 说道 无妨 几位老总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和陈天碰面 自然不愿意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们一脸期待地看着对方 与其十分友好的邀请道 陈董 遇到也是缘分 要不咱们一起吃个饭 陈天点了点头 也是答应了下来 见到陈天答应 几位老总非常高兴 连忙对旁边的老总招呼道 那就麻烦陈总和我们一起一步包间 咱们边吃边谈 一旁的苏芷熙还好 毕竟他早就知道表哥的身份 看到这些老总们如此热情 也是表情自若 但是苏芷熙的几个闺蜜们 可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尤其是听到陈天的身份 更是吓得小脸一阵发白 星园集团 那可是附近最大的地产公司 听说人家的市值 要上千亿呢 那样大集团的董事长 这得是什么身份 几个小丫头吓得不行 苏芷熙看到他们的样子 心中叹息一声 便悄悄拉拉拉陈天的衣角 小声在他耳边说道 表哥 你们上去谈事情吧 我们在下面吃 陈天听到表妹的话 这才注意到 旁边的几个小丫头脸色不好 便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有事给我打电话 吃完饭 我们一起回去 反正苏天晴也就在附近 一个电话随时可以来接人 所以陈天也比较放心 旁边的一位老总见状 慌忙对老板叮嘱道 这可是陈董的妹妹 咱们这边可一定要服务好 仗就算在包间里 我们一起接 老板自然连声应下 众人便簇拥着陈天 朝着楼上的包厢走去 二楼的包厢十分豪华 巨大的挑空空间 看起来十分舒服 站在窗前 可以看到临水式的夜景 风景也很好 几人坐了下来 老板安排了最高等级的菜色后 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包间 毕竟他的这个身份 还没资格和这个级别的大佬 同桌吃饭 各种的美食 流水一般地端上了桌子 几个人和陈天说着话 相谈甚欢 唉 现在在苏杭的生意 是越来越不好做了 一位老总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 有他开了这个头 其他人也是纷纷开口说道 确实是不好做 咱们苏杭从古至今 什么时候都是商业为主 但是商人多了 现在也成了麻烦 苏杭的商圈都是各自为营 怎么做强做大 你看看苏杭的几个世家 还不是相互之间有联系 互帮互助才能做大做强 可不就是吗 如果有个商会就好了 资源整合在一起 大家可以一起发展 才是长久之道啊 众人一边说着 目光全都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眼睛里散发着灼灼的光芒 其他人可能身份不够 号召力不行 但是如果是陈天的话 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 几个老总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几乎是同时开口说道 陈董 您不考虑成立苏杭商会 毕竟有能力 能有这想法的 也就您一个了 如果是成立了苏杭的商会 无论是对他们这些生意人 还是陈天自己 都是有着极大的好处的 大家的力量集结在一起 也不用担心 会惧怕任何地方的商权 苏杭商会 绝对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说起来的话 上官老爷子倒是有能力 但是上官家 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商会 上官家就是顶级的力量 人家上官家 向来都是低调做人 也不会做这样的牵头人 陈天听着一众老总们的话 也是略微沉吟了一下 仔细地想了想 毕竟 这对于陈天来说 倒是个好提议 面对着众人期待的目光 陈天并没有立刻给出答案 而是淡淡地说道 这样吧 我回去想一想 越是这样的大事 越是不能儿戏 陈天直接话题一转 看向了几人 笑着说道 过几天 我拍下来的那块地 要半个剪彩仪式 几位一定去看看 几位老总一听 连忙笑着说道 好 您陈懂得是 我们自然是义不容辞 一定去一定去 说完了正事 几位老总们纷纷举起杯 朝着陈天敬酒 陈总 今天咱们碰到也是缘分 请允许我敬您一杯 陈天带了苏天琴过来 再加上人家老总 确实说的客气 陈天便爽快地 和众人碰杯 一时间 包厢里面的气氛极好 大家都是绞尽脑汁地 表现了一下自己 都希望在陈天的面前 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一顿时吃下来 可以说是兵主敬欢 陈天看看 时间已经不早 正打算告辞的时候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凤鑫打来的 陈天接起了电话 笑呵呵地说道 怎么了凤总 有事吗 凤鑫在电话那头 十分热情地回答道 陈董 我是想邀请您 来这块地这边看一看 毕竟 也快要到剪彩的日子了 凤鑫希望陈天 可以来到这边看一看 全当做是视察工作了 这么大的事情 凤鑫还是觉得 陈天亲自过来一趟比较好 陈天倒是很随和 反正最近也没有什么事情 便直接答应了下来 说道 好 挂断电话后 陈天率先站了起来 对着众人说道 今天多谢几位的款待 我要去那块地准备一下 到时候 就恭候诸位到场了 几个老总看陈天说的客气 连忙也是站起身来 恭送着陈天 往外面走去 苏芷熙几个丫头早就吃完了 正坐在那里聊着天 几个闺蜜 刚才被哪个阵仗吓坏了 即使是有苏芷熙 给他们解释了一下 还是心里惊涛害浪的 一个闺蜜轻轻抚着胸口 一脸庆幸地说道 幸好我们过来的时候 对待陈天哥都挺尊敬的 要不然 我们这顿饭都吃不踏实了 其他几个闺蜜 也是用力点点头 毕竟陈天的这个身份 完全把他们惊到了 要是得罪了这样的大佬 感觉一家人在苏行都混不下去了 苏芷熙听着几人夸张的语气 顿时一乐 笑着说道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 真的是 自己的表哥怎么温柔 怎么会做什么坏事 再说了 就算是闺蜜惹了表哥 只要不是那种触犯底线的 他也会帮忙说好话的好吗 闺蜜看到苏芷熙 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瞬间瞪大了眼睛 语气有些夸张地说道 那可是星源集团 你知不知道 星源集团在苏行的情况 那是龙头企业啊 恐怕爸妈工作都得丢了 也正是这份敬畏 所以几个闺蜜 对于英俊帅气的陈天 是不敢有一点想法了 不过也因为陈天的关系 几个小丫头的这一桌 受到了一众服务员的特殊对待 平时这家的餐厅的服务 就已经是一级棒了 今天在这样的刻意之下 简直就是帝王一般的待遇 几人正说着话的时候 陈天也在一众老总的簇拥之下 走了下来 苏芷熙一看到陈天 立刻露出甜甜的微笑 迎了上来 而旁边的几个闺蜜 也是低着头 规规矩矩的和陈天打着招呼 之前不敢看陈天 完全是因为不好意思 现在呢 完全就是吓得不敢抬头 陈天健壮 也是一脸的哭笑不得 她看向表妹苏芷熙 柔声询问道 怎么样 你们吃好了吗 苏芷熙用力地点点头 她看向陈天 脸上满是崇拜的表情 眼睛亮晶晶地说道 表哥 真的是脱了你的服 今天无论是菜品还是服务 都是超级棒的 如果光是他们几个过来 可舍不得点这么一大桌子的美食 要知道 这家餐厅的菜品 价格还是非常昂贵的 陈天轻轻揉了揉小丫头的头发 宠溺地看着苏芷熙 笑着说道 吃好了就回去吧 走 听到陈天的话 几个闺蜜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也跟着他们的身后 朝着外面走去 众人一出来餐厅 就看到一身干练的苏天晴 正站在车子旁边 等着陈天 一看到 这辆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一众老总们 立刻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这可是两亿多的豪车 别说他们没有这么多钱了 就算是钱到位了 以他们的身份来说 也是没有资格进行定制的 越是不可能得到 还是最顶级的天花板豪车 众人更是紧紧地盯着看 一双眼睛都恨不得长在车上 几个闺蜜虽然不知道 这辆车子的价值 但是基础常识还是有的 一看到车前面的小惊人 立刻明白 这是劳斯莱斯 一辆车大几百万呢 这可是豪车里面的 最豪华的品牌了 趁着陈天和几位老总 告别的时候 一个闺蜜掏出手机 悄咪咪地给豪车拍了照片 陈天和众人告别后 就带着苏纸吸上了车 朝着外面开去 几位老总看着豪车 消失在视线之内 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餐厅 我们也走吧 一位闺蜜正说着话 就听到旁边拿着手机的妹子 发出了一声惊呼 几个小丫头都被吓了一跳 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你干嘛呀 吓我们一跳 真的是 这也太夸张了 那个闺蜜瞪大了眼睛 已经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只能将手机屏幕 递到众人的面前 让他们自己看屏幕上的内容 众人不明所以 奇奇地朝着屏幕上一看 只一眼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屏幕上面清楚地写着 刚才的暗图搜车 搜索的结果是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定价两亿起 两亿 就刚才的那辆车子 几个闺蜜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也太豪气了吧 比他们想象中的霸道总裁 还要有钱啊 几个小丫头 大脑都快要当机了 浑浑噩噩地 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而此时坐在车里的陈天 看向旁边的苏芷熙 开口问道 我要去一趟邻市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苏芷熙一听 立刻露出了一脸的遗憾 一脸苦恼地对着陈天说道 表哥 我也好想跟你一起去啊 但是我得回学校了 本来就是短假加上周末 他才能回家来一趟 也是时候赶回学校 不能和陈天一起了 陈天这才想起 连忙开口说道 这样 没事 我叫人送你回去 苏芷熙连忙摆摆手 他十分懂事地看向陈天 笑着说道 表哥 我自己去坐高铁就好 现在高铁比自己开车更快 而且我回来也没带什么东西 真的不用送 陈天文言也只好点点头 带着苏芷熙一起回了家 洗过澡之后 陈天坐在床边 给柳如烟发了微信 明天有空吗 跟我一起去临试 柳如烟回复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秒回 好 陈天想了想 直接和柳如烟约定了时间 便早早地上床睡了觉 第二天一早 陈天睡到自然醒 简单地洗漱后 起来给一家人准备了早餐 因为今天要早起赶高铁 苏芷熙也是难得地早早起来 并没有赖床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过早餐后 看着要去上班的爸妈 苏芷熙一脸不舍地说道 爸妈 那我今天就回学校了 好 到学校了 记得来个电话 报个平安 一面说着 刘霖和苏江 分别给了女儿一个拥抱 这才急匆匆地出了门 陈天换好衣服后 就送着苏芷熙去了高铁站 路上如果有事情 及时给我打电话 不要怕我忙 知道吗 听着陈天一句句地叮嘱 苏芷熙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连连点头说道 知道了 表哥 就知道 你对我最好了 表哥这样 虽然有点唠叨 但是话里话外的关切 也是清清楚楚 苏芷熙觉得心里暖乎乎的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就拿着东西走了进去 陈天站在门口 看着苏芷熙的背影 完全看不见后 才转身回到了车里 对着苏天晴吩咐道 我们去接柳如烟 然后直接出发去临时 说完 陈天掏出手机 给柳如烟打去了电话 等到他们来到柳如烟家小区的时候 发现柳如烟已经等在了小区门口 一条无袖的A字连衣裙 将柳如烟交好的身材 体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露在外面的长腿 让人不禁浮想连翩 柳如烟也看到了远远开来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朝着陈天的方向轻轻摆摆手 就看到车子缓缓地停在了车前 陈天放下车窗 看着如天仙下凡的柳如烟 打趣地问道 这位美女 有没有空一起喝个茶 柳如烟玩耳一笑 完美的面容上 也露出一抹坏笑 故意倾咳一声 摆高了姿态地说道 可以啊 一起去临时喝一杯 如何 上车 陈天忍住笑 苏天晴这时候 已经走下去 拉开了车门 恭敬地等着柳如烟上了车 才返回去 开着车子离开 一旁 一位骑着共享单车的年轻人 露出一脸痛心疾首的表情 这么不识人间烟火的妹子 居然也这么败劫 喝个茶而已 至于去临时喝 这个世界 到底是怎么了 不过看着已经离开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年轻人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火热 用力再在地上淬了一口 大声地说道 好 就从这一刻开始 立志 赚钱 年轻人的话刚一说完 就听到身后不远处 传来一个大妈的怒吱声 随地吐谈 有没有功德心啊 罚款二十 年轻人一头的黑线 想也不想 登上车子 就朝着远处几尺 等我有钱了 我就有功德心了 刚才那样的妹子 我要十个 而陈天这时候 已经带着柳如烟 朝着灵氏的方向开去 陈天在进入灵氏后 就给凤星打去了电话 询问对方的位置 我在工地上呢 陈董 您现在已经到了吗 凤星那边的电话里 可以听到有些噪音 您看我把定位发给您 可以吗 在得到陈天的应允后 凤星在挂断电话后 赶紧给陈天发去了位置 并且对身边的一众高层说道 陈董马上就到了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高层们一听 顿时精神一震 毕竟这位新董事长 他们也是期待已久 纷纷下意识地低头 审视着身上的衣物 调整起自己的仪容仪表 第一次见面 必须得给领导留个好印象 很快 陈天就坐车来到了地块的附近 凤星看到车子停稳后 立刻上前帮着拉开了车门 陈董 您来了 陈天点点头 他走下车后 就看到一众高层纷纷上前 主动和他打着招呼 脸上满是恭敬 这些高层们表面看起来十分平静 但是心里早已经惊涛骇浪一般 他们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就是他们的陈董吗 早就听说陈董年少有为 只是没想到 陈董居然这么年轻 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就坐上了新元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 这可太厉害了 想到这里 众人看向陈天的眸子里 更是多了一分尊敬和敬佩 陈天轻轻点点头 他打量着四周的情况 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这块地确实不错 交通方便 四周的环境也好 这里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城市地块 能拿下这块地 只要是好好运作一下 绝对可以成为新元集团的代表座 怪不得那么多企业都看上了这里 要不是上次上官老爷子派了人去见自己 他们还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地块的 凤星带领着一众高层们陪同着陈天一起 看了这块地的全貌 当然 在查看地块的时候 凤星也讲了一下 关于这个地块的规划 以及剪彩仪式的想法 陈天安静地听着 时不时地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高层们眼睛里闪耀着别样光彩 连忙拿出笔 将这些资料记录下来 陈董说得也太好了 那些观点和想法 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的 而且 如果按照陈董的想法去改 光是想一想 众人就感觉 已经让整个计划产生了质变 意识到这些 众人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充满了各种激动的情绪 陈董虽然年纪轻轻 但是这份见识和能力 简直是势所难见 商业奇才啊 高层们在一瞬间 就对自己的未来 充满了信心 跟着这样的大老 还怕以后过得不好吗 简直就是未来可期 听完汇报后 陈天看了看时间 对着凤星直接说道 行了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来办吧 凤星连忙点点头 今天能得到陈董这么多的指点 他已经非常志足了 好的 陈董 陈天和众人告别后 带着柳如烟 一起去了下榻的酒店 凤星知道陈天要过来 自然是提前在这里的 五星级酒店里 给陈天预定了房间 等到陈天等人来到酒店的时候 酒店经理已经等在了酒店门口 一看到劳斯莱斯幻影 家常定制版缓缓开来 酒店经理顿时瞪大了眼睛 哪怕明知道要来迎接的 是新元集团董事长 但是酒店经理也没有想到 这位董事长的座驾居然如此尊贵 毕竟是做酒店行业的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是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这样的车子 可不是一般身份的人 可以定制到的 酒店经理的身体 忍不住一颤 这个等级的豪车 绝对不是新元集团董事长 可以定制到的 这说明 车里的这一位 还有更加尊贵的身份 接下来 酒店经理接待陈天的时候 可以说是极尽恭敬 双手拖着房卡 公身递到陈天的面前 陈董 我亲自送您上去 看到酒店经理都如此姿态 一众服务员们 更是吓得不敢噤声 甚至都不太敢 去看陈天的脸 柳如烟在旁边跟着 也是被这样的服务给震惊了 被这么恭敬地对待 他还真是第一次 一路上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木讷地跟在陈天的身后 一起上了楼 酒店总经理 用总卡刷开房门后 陈天推开了房间门 入眼就是极好的视线 通体的落地窗 让阳光更好地进入了房间 陈天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虽然这里所使用的异音事物 都是国际大牌 但是奢侈程度和自己的家比起来 还是差了很多 酒店经理看到陈天的表情 心里也是一阵震惊 这么豪华的装饰 都入不了陈董的眼睛吗 陈董 有事情的话 您可以随时呼叫 酒店经理对着陈天说着 总统套房都配有24小时的管家 专门服务最尊贵的客人 经理经理退出房间后 柳如烟走过去 关上了房门 踩着松软的地毯来到落地窗前面 柳如烟淡笑着说道 这位陈先生 不是说要请我喝茶吗 陈天回过头来 看向柳如烟 阳光刚好撒在柳如烟的脸上 将他本就娇嫩的面旁 硬得带着一丝粉嫩 因为距离比较近 看着面前林侠次的娇颜 陈天坏笑着凑过去 蹬徒子一般地调笑道 喝茶 那可是吃饱之后才做的事情 这么着急 陈天故意着重地吃饱两个字 他靠得柳如烟极静 说话的时候 气息直接扑在了柳如烟的耳边 让她的身体都不由得一颤 柳如烟翘脸一红 将头扭到一边 嘟闹地说道 你说什么呢 什么 着急 我是那种人吗 看着说话结结巴巴的柳如烟 陈天低沉地笑出声来 还说没误会 陈天笑够了 抬起头来 严余地打量着柳如烟 扬作正经地说道 也不知道是谁 思想这么不健康 我是看时间不早了 想要带某人去吃饭呢 柳如烟一听 翘脸更加红了 一记小粉拳 轻飘飘地砸在陈天的肩膀上 气呼呼地说道 叫你坏 陈天拉住了柳如烟的手 两个人直接去了楼下的餐厅 五星级酒店的餐厅标准很高 两个人每餐一顿之后 返回了房间 今天真的是有点累了 柳如烟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陈天壁咚到了墙上 陈天居高临下地看着柳如烟 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道 现在吃饱了 可以做一点 比喝茶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柳如烟甚至来不及反应 整个人就被陈天拦腰抱起 丢在了床上 昏黄的灯光 制造着氛围 一时间 房间里一阵高呼声不断传出 这个时候 另一边的凤星等人 也是回到了酒店里 虽然时间已经到了睡觉的时候 但是凤星心里有事 还在盘算着一些细节上的事情 毕竟星园集团 是要靠着这一次的剪彩仪式 好好地宣传一番 凤星在纸上写下来 自己对于细节上的一些更改 他准备和陈天确定一下 明天剪彩的细节 顺便还要问一下 陈董明天的讲话 需不需要提前准备稿子 凤星一边喃喃自语着 一边朝着陈天的总统套房走去 可是来到总统套房的门口 凤星刚准备敲门 就听到了房间里 传出来的隐隐的声音 凤星一瞬间明白了过来 赶紧收回了想要敲门的手 离开了 一边退走 凤星一边在心里想着 幸好自己没有急着敲门 要不然打扰了陈董的好事 那可是大事 回到房间去待了个八小时 凤星将自己的想法 又修改了一点 想着现在的时间 陈董应该是完事了 于是又朝着总统套房而去 可是走到门口 凤星可以清晰地听到 房间里面还有声音传出 凤星一脸的猛逼 看着房间门 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 陈董这么猛的吗 这么久了 还没有停下来 凤星自然不可能一直等在门口 他可没有听强根的恶趣味 再说了 这么听下去 受刺激的只会是自己 都是男人 怎么就差距这么大呢 凤星来来回回地 又来了几次 但是每次都是被声音劝退 无功而返 凤星今天也忙了一天 知识到现在 也是困得不行 回到房间里 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一早 陈天早早地醒了过来 他走下床 舒展了一下身体 只觉得一阵神清气爽 简单地洗漱之后 陈天换上了一套礼服 陈天走回房间里 看着还在熟睡的柳如烟 也没有去打扰他 欣赏了一会柳如烟的睡颜后 陈天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吻 这才走出了房间 昨天陈天就已经和凤星他们说好 今天早上一起在酒店大堂里会合 然后一起去剪彩仪式的现场 陈天走下楼的时候 凤星等人已经早早地来到了大堂里 正在等待着 一看到陈天出现 众人都是迎了上来 热情地打着招呼 陈天的目光在众人的脸上扫过 最后落在了凤星的脸上 看着他的浓厚的黑眼圈 陈天忍不住仰起了嘴角 笑着询问道 凤总 你这是晚上干什么去了 你现在的样子 去基地眼熊猫 都不用化妆了 凤星一脸的苦笑 开口解释道 我昨晚没睡好 没睡好 陈天眉头一挑 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这么兴奋的 凤星 陈董 我这黑眼圈 和你不无关系啊 我这一趟一趟跑的 腿都要细了 众人分别上了车 朝着剪彩的现场赶去 等到陈天等人来到剪彩场地的时候 只有一些工作人员早早到场 安排着一些准备事宜 因为还没有到时间 所以这时候的现场 还没有什么宾客到场 陈天看着跟在自己身后的凤星 开口说道 你不用管我 你去安排就好 我自己逛一逛 等剪彩的时候 我就回来 凤星听到 陈天这么说 也是点点头 便走去了工作人员旁边 开始指挥着布置起来 此时的会场外面 随着时间的一点点临近 渐渐的 人也是多了起来 提前准备好的大型停车场里 更是豪车如雨 密密麻麻地停在那里 十分壮观 各种达管险柜们 都是穿着礼服 站在场地的前面 和身边的熟人们 十分热络地聊着天 他们看起来 情绪都非常亢奋 虽然在等待着 脸上 看不到任何一丝的不满意 毕竟这一次 他们可不只是来参加剪彩仪式 还要看看这传说之中 星园集团新的董事长 因为这块地 是在成熟的市区里 所以 这一次选定的剪彩现场 也是在市区里 不少路人路过的时候 看到这里人山人海的景象 也是吓了一跳 尤其是他们看到 这些人身上的衣服 都是世界上 顶级的奢侈品品牌后 更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 看起来 就不简单的样子 路人们远远地看着 小声的议论纷纷 这些人一看就不一般 不只是身上的衣服 都是大牌 你看看那些人的手表 都是国际上的顶级大牌 看看那边的停车场 那么多的豪车 连低于百万的车都没有 这里是要举行什么议事吗 看看这四处的装饰 绝对是大手笔啊 你没有听说吗 这是新元集团拍下来的地块 似乎是准备动工了 才准备的意识 只要是路过这里的人 都会被这里的景象给震慑住 不少人都停下脚步 盯着那些达观险柜们看着 而此时的那些达观险柜们 也是在议论纷纷 他们倒是对新元集团的 大手笔不甚在意 毕竟人家新元集团 是苏航的龙头企业 肯定是要好好布置的 这些达观险柜们 更多的是在关注着这块地 一架拍下这块地的 要知道 我们一开始都预测 这块地 最起码要加一倍的价格呢 听说是上官家的老爷子 在拍卖之前 特意送上了他写的一幅字 要不然 现场的那些人 怎么可能老老实实不去抢 光是一幅字 也拦不住人家正常的竞争啊 听说就连邹大山 也陪着上官约到了现场 亲自坐镇啊 乌草 这位陈总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听说他特别年轻 今天过来 就是想要见一见这位陈总的 陈天路过他们身边 并没有介意这些人说的话 继续朝着外面走去 他朝着远处一看 就看到了正好然 唐星仪等人 也是来到了现场 陈天一挑眉 他仔细地看了看 发现一众精灵大少小姐们 都来到了剪彩仪式的现场 他们正在会场外面徘徊着 时不时地和其他人说上两句 陈天总算是看到熟人 他的嘴角上扬起一抹糊涂 也是朝着他们走了过去 你们都过来了呀 听到陈天的话 这些大少小姐们 都是觉得十分耳熟 连忙寻着声音看了过来 陈天的脸众人都是面上一喜 郑浩然直接开口惊呼道 陈哥 你也被邀请来了呀 旁边的唐星仪 一双美目锁定在陈天的脸上 不断地看着 笑着接话道 那当然了 陈哥这个身价 能不被邀请 他们都能出现在这里 更不要说陈天了 郑浩然听了唐星仪的话 还在黑黑笑着 他一抬手 所有人都看到了他手里 拿着的琴帖 这张琴帖看起来非常高级 整体材质 仿佛是闪烁着点点荧光 还带着一种特殊的木纹 上面和里面的字 全是使用的烫金 一看就是非常高级 透着高大上的气质 陈天看着众人 笑呵呵地问道 你们都站在这里做什么 怎么不进去 现在已经可以入场了 众人还站在这里吹风 郑浩然一脸的无奈 朝着旁边的方向 拢了拢嘴 叹息一声说道 我老爸让我在外面 毕竟今天会来不少 达官显贵 以及二代 让我在这里扩展一下人脉 郑家在精灵发展得相当不错 以后郑浩然是要接管家业的 自然是多来这种地方 认识一些商业上的朋友 对他未来的路 有很大的帮助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点点头 他们在来之前 也得到了相应的嘱咐 而且这一次 他们的父辈们 也都在现场了 就是想要找地方躲清闲 他们也不敢啊 一位大少无奈地摊了摊手 压低了嗓音说道 为了我的零花钱 我也是没办法啊 陈天看着他们 一个个拉长的脸 顿时一乐 干脆也是站在外面 陪着他们一起聊天 自从上次天南赛车场 一别之后 郑浩然一直都没见到陈天 自然是拉着他一番鬼扯 聊得倒也开心 就在众人聊天的时候 已经走进会场里面的 那些达官显贵们 也没有闲着 大家都趁着这个 难能可贵的机会 开始和一些老总们 交际起来 拉一拉关系 凤心和一众高层们 也纷纷下场 帮着招呼着那些 到场的达官显贵们 一时间 整场的气氛都十分热络 凤心这时候 看到了郑波等一众精灵的老总 郑董 欢迎您几位大驾光临 有您几位的到来 我们今天的剪彩仪式 也是彭壁生辉啊 听到凤心的话 郑波等人连连白白手 这么高的吹捧 他们可是不敢见 郑波上前和凤心握了一下手 这才开口说道 凤总 您可别给我们戴高帽 新元集团是怎么拿下这块地的 我们也是有所耳闻 新元集团有这么年轻有为的董事长 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能让上官家大小剑 和老爷子左膀右臂邹大山 亲自下场护航的年轻人 简直是太厉害了 郑波一边在心里感慨着 他今天之所以带着儿子一起过来 就是想着看一看 能不能让儿子和那位年轻的董事长 拉上关系 这样的朋友多一点 对于以后儿子的发展 绝对是一大助力 为了子的发展 郑波也算是煞费苦心 绝对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几位请自辩 我今天可能有点忙 要时常招待不周 几位可不要放在心上 凤心一边和郑波等人说着客套话 人已经新进来的达官显贵们走了过去 郑波等人看着四周的老总们 眼睛里快速地闪过了一丝惊骇 心里更是暗暗地想着 这位新上任的新元集团董事长 可是了不得呀 竟然有这样的号召力 不仅是苏航的达官显贵们 就连不少外省市的商业大佬们 也是到达了现场 这力量 绝对是不容小觑 哪怕是他们 这些人亲自召开 也不一定能请到这么多的达官显贵 由此可见一般 旁边的一位老总 忽然压低嗓音说了一句 我听说 这一次 好像还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 不少人都听到了这件事 他们围着凤星 询问着具体的事情 凤总 我们都是急性子 您先给我们随便透露一点 让我们先有个心理准备 凤星一听 连忙摆了摆手 笑着告扰道 诸位 你们可饶了我吧 我可不敢透露 等一会 我们陈董自然会宣布 哪有还没开场 手下 先把事情透露出去的道理 真要是这么干了 凤星怕是可以直接卷铺盖滚蛋了 众人一听 也是跟着笑了笑 对于他们来说 能打听出来最好 要是不能透露 他们逼着问也是没用 众人一起坐了下来 这时候 陆陆续续走进来的老总们 一看到那些 已经落作的达管险柜们 也是一愣 他们也是一阵心惊 行到这么多达管险柜 老总都到了呀 厚到的这些人 也是凑在一起 小声地议论着 好家伙 这个阵仗可是厉害了 看看那些达管险柜 不只是苏行的 外省市的也来了 幸好啊 为了见一见那位新董事长 我早早就腾好了时间 要是不过来 肯定要后悔死了 真是见世面了 今天以后 恐怕新元集团的地位 又要上前窜一窜了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也是快到仪式开始的时间 前来参加这一次 剪彩仪式的达管险柜们 也是来得差不多了 因为前来的人数众多 已经超过了他们的预计 已经有工作人员 正在快速地安排着座位 凤星还在招呼着几个老总 一旁凑过来的正波 四处看了看 说道 凤总 陈董在哪 我们想去拜访一下 他们可是奔着这位陈董过来的 可是没想到 来了这么久 硬是没有见到 旁边的几位老总一听 也是台湾看了看时间 接话道 凤总 这都快要到时间了 怎么还不见陈董 陈董那边 是不是有事耽搁了 我估计 今天过来的路上 肯定会堵车的 今天的剪彩仪式 陈董一定会来参加的吧 凤星听着众人的询问 也是皱起了眉头 具体陈天去了哪里 他也是不清楚的 所以 面对这些老总们的问询 凤星也有点为难 好在正波比较体谅凤星的处境 他看着已经做好的一众达官显贵们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开口解围道 凤总 你先上去主持吧 凤星也是点点头 毕竟陈董是和他一起过来的 只要自己上台上拖延一下时间 陈董听到仪式开始 肯定会过来的 想到这里 凤星大跨步地朝着台上走去 凤星一上台 台下立刻变得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视线 全都朝着他看了过来 首先 我代表新元集团 感谢各位的到来 凤星上台主持 先是对着一众来宾 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台下的达官显贵们 立刻热烈的鼓掌 他们的心里 已经开始激动起来 既然今天的剪彩仪式已经开始 这就说明 马上要见到陈董了 下一刻 一众达官显贵们 就听到了凤星的话 下面 有请陈董登台剪彩 与此同时 陈天和一众大少小姐们 还在说着话 陈天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 说道 仪式马上要开始了 咱们进去吧 而此时此刻 现场的那些达官显贵们 都是期待着陈董的出现 他们一边四处张望 一边和周围的人 小声地说着话 太好了 终于是能看到 陈董的庐山真面目了 这位陈董 我可是期盼了很久了 我听说 这位陈董不只是年轻 而且长得特别帅气 长相和年纪 还是次要的 你们没听人家说吗 陈董的气场特别强大 一看就是不一般的人 大家都往旁边让一让 给陈董留出一条路来 达官显贵门中 有人提醒了一句 大家立刻照办 将中间的红毯让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跟着一众大少小姐们 走了进来 众人走进来的时候 也是听到了凤星的话 看着前面那些 达官显贵门的动作 郑浩然等人 也是有样学样 赶紧闪到了一边 必让开红毯的位置 郑浩然不只是自己让开 还不忘记拉了陈天一把 毕竟在他心里 是真的把陈天 当做老大来看待了 他们站在人群的后面 也是一脸期待地 看向台上 期待着陈董出现的样子 因为这块地的缘故 这位星园集团 陈董市长的事情 已经在商圈里面传开了 为了精灵顶级圈子里的 大少小姐们 郑浩然等人 也是听了一些传闻 他们小声地议论着 都想看一看 这位年轻的陈董 到底是什么样子 郑浩然压低了嗓音 用仅有几人 可以听到的小声说道 我倒是想看看 这位陈董 是不是真的三头六臂 被夸成这样 陈天在旁边 听着众人的话 也是一乐 他垂眸一笑 朝着旁边的红毯走去 看着陈天的动作 一步一驱地 朝着红毯走去 郑浩然等人 直接猛住了 陈哥这是要做什么 这明显 是给星园集团 董市长走的红毯 乱走可是要出乱子的 郑浩然等人想着 最近听说的那些传闻 不由得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 慌忙去劝阻陈天 陈哥 这路可不能乱走 那位陈董 听说背景特别厉害 上官老爷子 还给他震过场子的 咱们还是尽量低调一点 要我说陈哥 你们否是青年才俱 做个朋友强强联合不好吗 一会咱们私下里和他聊聊就行 现在可不能过去 您听我们的 这个时候 真的不能乱走动啊 其他那些没开口的大少们 心里也是跟着一阵着急 陈天看着他们 一个个急痴白脸的样子 顿时一乐 笑着说道 你们不用急 我是上台啊 上台 一句话 众人就直接猛在了原地 众人的嘴角一阵抽搐 感觉自己的大脑 都快要跟着一起抽筋了 郑浩然害怕陈天冲动 甚至想要上前拉住陈天 唐星仪同样是一脸焦急的神情 她打量了一下周围的众人 这才压低了嗓音 开口说道 你这真不能上啊 你也姓陈 所以你这上去 真是不尊重陈董了呀 这又不是拍话剧 哪里需要搞什么 真假陈董的戏码 更加不要说 今天到场的 可都是苏杭出名的达官显贵 外省市的也来了不少 不少大少小姐都是知道 之前陈天在老爷子的寿宴上 也是受到了老爷子的格外对待 他们的父辈也去参加了寿宴 自然是将现场的情况 描述给这些大少小姐们听 他们现在还记得 当时家里人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都是年轻人 你年纪比人家陈董还要大呢 但是你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 这些大少小姐 也是一脸的无奈 这能有什么办法 陈天是老爷子亲自到门口接待的人 他们就算是有幸到了现场 恐怕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就连寿宴结束 大家全都离场的时候 他还被特意留了下来 这可是多少年没出现过的情形了 但是即便如此 也不能在今天这种场合 抢人家陈董的场子啊 一个大少甚至突然奇想 还以为陈天是不是在和陈董较劲 想要比个高下 众人的心里各有想法 陈天看着他们的样子 也是笑了笑 朝着前面快步地走去 几人这时候再想上去拦人 已经是来不及了 郑浩然等人的脸色一脸 他们这么多人都没有拦住陈哥 这是要出事啊 想到这里 郑浩然看向了一旁的唐星仪 语气有些焦急地询问道 唐姐 你看陈哥这么冲动 咱们怎么办才好 不管怎么样 他们和陈天的关系在这里呢 肯定不能放任他在现场被人欺负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也是凑了上来 每个人的大闹都在快速地运转着 焦急地想着解决办法 但是他们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更不要说对方陈董 还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一下子 在场的这些大少小姐们 都是马爪了 郑浩然咬着牙垮了跺脚 看着唐星仪 紧皱着眉头 像是做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定 不管怎么说 都不能不管陈哥 我也顾不上家族生意了 这一次 我得占陈哥 你们呢 就连平日里 最是平静稳重的唐星仪 这个时候也淡定不下来 看着陈天越走越远的背影 也是咬咬牙 语气坚定地说道 好 我和你一起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纷纷点头 这时候了 多一个人 就多一分力量 此时前面的那些达官显贵们 也是看到了 走在红毯上的陈天 一看到陈天的出现 现场瞬间一片哗然 也是开始议论纷纷 你们快点看 有人走上红毯了 这年轻小伙子 长得真是好 这舞台的红毯 走得跟奥斯卡红毯似的 跟大明星一样 这一位就是陈董吗 看起来也太年轻了吧 虽然长相和气质都是不错 但是这么小的年纪 总感觉不太像 不对啊 刚才那些大少小姐 还劝阻他来着 虽然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但是那样子 绝不是宋兄弟上舞台的表情 既然不是陈董 他上来干什么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郑波等人 也是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郑波一眼就认出了陈天 看到陈天走在红毯上 明显一乐 这 陈先生怎么朝着上面 走来了 郑波也是一脸的迷茫 眉头不仅猝了起来 也是有些担心地想着 人家凤总邀请的可是人家董事长 陈天不会是听错了 以为叫的是自己吧 要是这样的话 一会和真的陈董撞在一起 那多尴尬 而且 今天可是人家新元集团 举办剪彩仪式的日子 在这么大的日子上搞乌龙 人家陈董能忍地下卷 一众精灵的老总们 脸上挂着疑惑的表情 心里也是担心起来 老总们倒是还沉得住气 后面的一众大少小姐们 就有点着急上火了 他们看着陈天的步伐 每一步仿佛都踏在他们的心肩上 举足轻重的压力感 让这些大少小姐们 额头上都要冒汗了 唐星仪等人是越看越揪心 他们的一颗心紧紧地提着 总觉得下一秒 就能有人跳出来 好好和陈天说道说道似的 大少小姐们感觉自己 就像是预备役的敢死队队员似的 随时准备拿着身家性命 冲出去保护陈天 众人现在的心情都很复杂 大少小姐们自然不敢怪罪陈天 也只能是在后面眼巴巴地看着 与此同时 就在下一刻 凤星也是看到了陈天 凤星非常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他生怕陈天没在场内 影响了今天的剪彩仪式 现在看到陈天走上了红毯 嘴角上不由地扬起一抹笑容 他朝着陈天点点头 大声地招呼道 陈董 随着凤星的招呼 不少地产老总和拍卖会上的老总 都是纷纷起身 态度十分恭敬地对陈天招呼道 陈董 随着这些人的动作和态度 在郑波等人直接愣在了原地 后面的郑浩然 唐星仪等人也是有些目瞪口呆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全度有点猛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些人都对陈天如此恭敬 不管是凤星 还有那些老总们 全都是放低了姿态 小心翼翼的 但是他们也是知道 这些人肯定不会认错 能在商圈里混这么久的人 哪个是简单的人物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人精 平时傲气的跟什么似的 能看到他们这副姿态 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这么说来的话 唐星仪眯了眯眼睛 细长白嫩的小手舞在嘴上 好半天才缓缓说道 陈天就是新元集团董事长 陈天不只是和陈董一个姓 他就是如假包换的陈董 也只有是这样的身份 才能让凤星和一众老总们 心服口服地攻身打招呼 想到这里 众人的心里满是震撼 无论是郑波等一众老总 还是郑浩然 唐星仪等精灵的大少小姐们 他们都知道陈天的身价不菲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新元集团可是苏航的龙头企业 哪怕是在整个华夏 都是有头有脸的大集团 陈天居然是这样大企业的董事长 而他们居然毫不所觉 郑波等人很快就从震撼中清醒过来 震撼之余缓缓地点了点头 他们就说嘛 苏航什么时候出来了 两位精彩绝艳的年轻人 原来自始至终都是陈天一个人 虽然有些令人惊讶 但是仔细想想 似乎也都在情理之中 毕竟他们都非常清楚 陈天到底是怎样一个优秀的人 与此同时 那些前来参加剪彩仪式的达官显贵们 同样是震惊不已 原来 这一位就是众人口中交口 称赞的陈董 他比众人想象中的 还要更加年轻 长得更加帅气 众人的目光 一直紧紧地锁定在陈天的身上 即使是被这么多人同时盯着 陈天依然步履平稳 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异样来 这份沉稳 以及泰然自若的模样 深深刻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众人的心里 犹如惊涛骇浪一般 怪不得陈天这么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董事长 无论是气场还是这份沉稳 就连一般上了岁数的人 也难以达到 明明只是平凡无奇地走了一道红毯 但是陈天却给在场所有人 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场的达官显贵们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众人齐齐地屏息凝神 朝着台上的陈天看去 一脸的崇拜 所有人的想法 在这一刻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想看一看 这位年纪轻轻的董事长 会在台上展示出怎样的风采 在无数灼灼的目光之中 陈天缓步走上了台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眼眸里仿佛有一汪大海 平静无波 首先 我要在这里感谢大家 来参加我们新元集团 新地皮的剪彩仪式 陈天朗生说着 他今天穿了一套黑色的修身西服 整个人看起来如雅有礼 但是随着他说话的动作 众人却隐隐有一种感觉 似乎有一种无形中的压迫感 将他们笼罩住 虽然不多多逼人 但是却让人无法忽视 就像是现在的陈天 他站在台上 立刻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众人听着陈天的话 也是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大家一边鼓掌 一面朝着台上的陈天说着 陈东 您太客气了 感受着现场猛烈的气氛 陈天朝着众人点头致意 他微笑地看着大家 众人几乎是同时心领神会 纷纷闭上了嘴 等待着陈天的下文 陈天等到现场逐渐安静下来 这才继续开口说道 能拍下来这块地 是缘分 也要感谢在场的老总们的礼让 接下来地块的发展 也希望有机会 可以和各位加深合作 陈天只是简单地说了两句 但是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 老总们和那些达官显贵们 都震惊于陈天的气场 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地沉稳 凤星这个时候 及时地走了上来 他今天是充当的 剪彩仪式的主持人 好 接下来 就是今天的剪彩仪式 随着凤星的声音落下 已经有李仪小姐 带着红绸丝带走了上来 在场的众人这时候 已经坐回了座位上 看着身材高挑的李仪小姐 将金剪刀递到陈天的手上 看着她一剪刀下去 顺利地完成了剪彩环剪 众人看着这一幕 现场再次爆发出了 山呼海啸一般的掌声 哪怕是那些有竞争关系的老总 也是乐呵呵地拍着手 毕竟面对这样的一位年轻董事长 众人谁也不想与之交恶 站在那里 看着这样的陈天 一众老总和达官显贵们 也是精神一振 他们忽然间想起来 这是陈董要宣布 那件大事情了吧 一时间 所有人都带着好奇和期待的目光 看向台上的陈天 等着他的宣布 郑波等人也是正惊危坐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陈天向前走了两步 声音十分沉稳地说道 我今天想借着这个机会 宣布一件事情 最近经济形势不是很好 我打算由新元集团牵头 成立属于苏杭商圈自己的商会 陈天没有丝毫地隐瞒 他也不是卖关子的人 直接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话音落下 立刻引来了全场的哗然 这么大的手扁 这么大的隔绝 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向陈天的毛子里 充满了震惊 苏杭自古就是商户集中的好地方 那可是相当复数的好地方 也正是这样的复数 让苏杭的商户们各自为盈 哪怕是现在商会联盟 如此多的情况下 苏杭不是没有人想过这件事情 但是实在是撑不起来 毕竟 扛起商会 这件事情的大旗 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要么德高望重 要么得能震得住手下的这些商人 才能真正地整合资源 达成一致 听到陈天的话 自然是有人感觉到欢喜 之前那几位和陈天一起吃饭的老总 纷纷对视了一眼 毛子里闪过了一丝惊喜 有了苏杭商会的话 不只是有人给他们整合资源 遇到了有人故意打压的话 也有人能给他们撑腰 这可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现场不少的地产集团老总 就有些发愁了 星源集团和他们一样都是做地产生意的 而且人家的体量是自己的好几倍 若是他们加入了苏杭商会的话 公司说不定都会被吞并 但是要是不加入的话 这位陈董不知道会不会以此为契机 对他们展开报复行为 就在有人欢喜 有人愁的时候 唐星仪等人听着 也是一脸的震撼 陈哥这也太厉害了吧 而且 想法如此有远见 他们是彻底服了 就在众人震惊不已的时候 全场都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 之前还听到有人说要组建苏杭商会 后面组织了两次 也是收效甚微 也就都打消了念头 没想到 这么年轻的董事长 居然有这么远大的理想 这件事情想要办成功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般人可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 商会里面会涉及到方方面面 各行各业都有 恐怕管理起来不容易啊 商会这种东西 向来是有利有弊 整合资源 共同奋进 那是优势 但要是弄得不好 说不定还会成为限制 反而施展不开拳脚 在场的老总和达管险柜们 一轮纷纷 不过却没有人随便表态 毕竟这么大的事情 在座的也都是人精 谁也不愿意做出头鸟 率先表态 陈天看着在座个人的表现 也只是淡淡一笑 开口说道 没关系 我也不会抢求大家 商会这种东西 有缘就加入 众人一听陈天的话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也是明白陈天的意思 这是要他们一个表态了 一时之间 全场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那些精灵的老总 和达管险柜们 全都将目光 投到了郑波的身上 郑家在精灵 可以说是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家都是打定了主意 自然需要郑波出面挑头 郑波也不推脱 他静止站了起来 一脸郑重地对着陈天说道 我代表精灵郑家 愿意加入苏航商会 有了郑波的带头表态 他带来的那些精灵老总 和达管险柜们 纷纷站起身来 表示要加入苏航商会 也有不少老总们 主动站了起来 表示愿意加入苏航商会 他们有人 是看好陈天的未来发展 有的是看好陈天 和上官家的关系 总之都是欣然加入 不过也是有很多企业 还在犹豫 或者是还没有表态的 那些老总们 并不急着发言 要么是各有担忧 要不就是想要再观望一下 可以说是五五分吧 陈天站在台上 他看着台下的情况 也是轻轻点点头 毕竟 这和他之前预想的差不多 如果真的那么容易组建 苏航也不至于到现在 还是一盘散沙 就在这个时候 下一刻 外面忽然传来了 一阵嘈杂的声音 听到了莫名出现的声音 在场众人都被吸引了注意力 齐齐地朝着 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是这一眼 就让现场的众人 全都愣住了 他们这事 看到了什么 不少老总 甚至是下意识地 揉了揉眼睛 只见苏航银行 总行行长上官月 翘生生地走在最前面 上官月本来就长得极美 今天一身宝蓝色的OL装 更显得干练十足中 透着一股温婉之气 而他的身后 是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的老者 正是上官老爷子 上官新义 上官新义旁边 还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 一身的上位者气息尽显 让人无法忽视 这是之前给上官老爷子注授的 刘龙江 刘一范 众人看着道场的这三个人 已经被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的一颗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跳着 这个场面 可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 不仅是上官行长 就连老爷子都亲至现场 这面子 简直是太大了 众人再也忍不住了 开始和身边的众人 小声地说着话 之前只是听说 这位陈董 非常得上官老爷子的喜欢 我还有点不信 毕竟老爷子的身份在那里 一般人可入不了他的眼 我现在是信了 能让上官老爷子 亲自出面的人 这些年都没有一位 这位陈董 恐怕日后的发展 绝对低不了啊 上官行长和老爷子 我倒是认识 但是那一位 穿着军装的是谁 看看这一身的气势 看着绝对不是一般人 还真是没见过 面声得很 听着身边老总的议论声 忽然有达官显贵 低声轻斥道 别乱说话 你这是找死啊 你看看他肩膀上 顶着的是什么 那是两颗金星 知道什么意思吗 那可是将贤 这样的人 地位绝对低不了 他们在背后 说人家的闲话 这不是做死吗 将贤 众人一听 更是吓得净声 不敢再多说话了 他们的眼睛里 满是震撼 毕竟是能跟在 老爷子旁边的人 那身份和地位 自然也是不俗的 但是这样地位的人 居然也来到这里了 众人只觉得 头脑一阵阵发懵 看着面前真实出现的几人 已经有些不知所措 这几位 这是要来干什么的 说实话 这一下子 不要说是其他的 那些老总们了 就是陈天也是一愣 毕竟这一次的剪彩仪式 他并没有邀请老爷子等人 陈天想得挺简单 虽然星园集团厅 重视这一次的剪彩仪式 想要借此扩张一下声势 但是这样的活动 说穿了还是小场面 真的没必要去 请老爷子等人到场 不过 既然人家已经给了面子 到了现场 陈天自然也是 乐呵呵地走过去迎接 老爷子 您来了 陈天连忙走下台 一边朝着老爷子走去 一边热情地打着招呼 老爷子看着气质满分的陈天 眼睛里快速地 闪过了一丝满意的神色 笑着说道 陈小友 你这不够意思 这么大的聚会 也不邀请我 陈天闻言一乐 连忙开口解释道 老爷子 您这可是冤枉我了 我这就是一个 小小的剪彩仪式 不敢耽误您的时间 我本来是想着 等着这边事情结束了 去上门和您 老好好学习一番呢 陈天的话说得客气 又好听 给足了上官老爷子的面子 毕竟陈天很清楚 上官老爷子 这样亲自上门 已经给他撞了太多的门面 直接到了苏杭的门面 天花板了 老爷子一听 也失乐得合不拢嘴 在场的老总和达官显贵们 看着老爷子和陈天的互动 瞬间瞪大了眼睛 都说老爷子看好陈天 但是看老爷子 这对待陈天的态度 自己的亲孙子 也就不过如此了 就在老爷子和陈天说话的时候 旁边的刘一范 也在观察着陈天 看着面前优雅从容的年轻人 刘一范的毛子之中的震惊 也是更甚 他之前就听说 陈天年纪十分年轻 而且是年少有为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陈天居然这么年轻 不只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一身长相和气质更是不俗 举手投足之间 气势尽显 骨子里透出来的贵气 即使是刘一范这样阅人无数的人 也是觉得一阵心惊 老爷子和陈天说了一会话 这才想起 一边跟着的刘一范来 对着陈天说道 陈小友 我今天过来 除了祝贺你剪彩成功 也是要给你介绍个老家伙 一边说着话 一边给陈天和刘一范 互相介绍了一番 得知对方的龙匠身份 陈天主动地和对方打了招呼 你好 刘龙江 刘一范看着陈天千千有礼的模样 也是眼中闪过了一丝欣赏 和陈天认识了一下 看着几人坦然处之的模样 在场的那些人 只觉得脑瓜子一阵嗡嗡的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更加不敢想 老爷子和刘龙将不请自来 给陈天镇厂子 这份荣光 根本就是苏杭头一份 能做到这个份上 绝非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哪怕是陈天心源集团董事长的身份 恐怕也是不够看的 众人这样一想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下也是开始怀疑 陈天背后的势力该有多大 就在众人震惊之余 刚才已经表态 说要加入苏杭商会的那些老总们 立刻高兴了起来 他们的商会会长档次越高 对他们来说 利益也就越高 这样的商会 简直是有百列无遗憾 之前那些纠结的老总 和达官显贵们 这时候 也是毫不犹豫地表示 他们愿意加上苏杭商会 这样的好机会 他们怎么可能错过 至于那些担心 陈天会吞并他们的地产公司老总们 这时候也毫不担心了 毕竟就凭人家陈天在苏杭的地位 真的想要吞并他们的话 还需要利用商会的资源吗 那不就是一个念头的事吗 一时间 原本还在犹豫的人 全都表示 要加入苏杭商会 要和陈天一起 将苏杭商圈打造好 信誓旦旦的模样 就差诅咒发誓了 陈天听着众人的表态 轻轻摇摇头 看向上官老爷子 说道 看来 今天还是托了您老的福了 陈天准备好的话还没有说呢 老爷子突然空降 自然是让他们前赴后继地进入了进来 倒是给他省了不少事 上官老爷子 听着陈天的话 也是一乐 笑着说道 好小子 组织这样大的商会 我当年也想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那时候也老了 力不从心 便是没有了 上官老爷子 是嫌弃这样的商会 比较耗费脑力 再加上上官家 也确实不需要这股力量 也就放弃了 要是您要组织 哪里需要费什么事 一句话 就已经足够了 陈天一边和老爷子说着话 一边带着老爷子几人 在第一排坐下 他则是坐在了老爷子的身边 凤兴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 他走到了台上 宣布这一次的剪彩仪式 完美结束 接下来 就是今天的宴会环节了 老爷子看着热闹非凡的现场 对着陈天说道 陈小友 你该忙就去忙 等你忙完了 咱们再好好说会话 虽然老爷子亲自来到剪彩现场 明显就是奔着陈天过来的 但是老爷子也不是那种 不讲道理的人 今天是人家星园集团的大日子 自然是先做正事才是 上官月在旁边看着 也是笑呵呵地看着陈天 说道 你可是今天的大明星 好歹也是新任苏航商会的会长 也得给成员们一个敬酒的机会不是 陈天点点头 对着老爷子几人 十分有礼貌地说道 那好 几位有什么事情 随时喊我 说完 陈天便朝着人群的方向走去 凤兴一看到陈天过来 连忙迎了上来 陈董就这么把老爷子放一遍 合适吗 凤兴压低了嗓音 开口询问道 说实话 刚才老爷子等人一出现 凤兴真是吓了一跳 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宾客到场 就是他做梦的时候 都不敢这么想 更不要说 还有上官月和流龙江的陪同了 现在凤兴还觉得 就跟做梦似的呢 陈天点点头 带着凤兴朝着那些宾客们走去 那些老总和一众达官显贵们 一看到陈天走过来 立刻就迎了上来 十分热情地招呼着 陈董 恭贺您剪彩顺利 这块地的开发 必然会带着新元集团 走上一个更好的层次 现在还叫什么陈董 该改口叫陈会长了 以后 咱们苏杭的商圈 也算是有了组织 再也不是一盘散沙了 陈董绝对是年轻有为 多少人都想组织起苏杭商会 但是也只有陈董 真正地做到了 成功了 陈天听着众人的话 他的嘴角带着一抹糊涂 等到众人说完后 才朗声开口说道 我要在这里 感谢各位的信任 以后有任何事情 大家都可以联系我 既然苏杭商会已经成立 我们就是同一战线的伙伴 一边说着 陈天已经举起了酒杯 对着在场众人扬了扬 笑着说道 我敬各位一杯 在场的老总和达官显贵们 顿时觉得受宠若惊 人家陈董 不仅有老爷子的面子 即使是坐上了 苏杭商会会长的宝座 也依然是 如此低调和谦和 一时之间 众人看向陈天的视线里 都充满了敬佩和好感 这样的亲和力和举动 实在是太圈粉了 众人供饮一杯后 便开始和场上的众人 工愁交错起来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陈天端着一杯香槟 简单地应酬了一下 围在自己身边的那些老总们 因为想着一会 要和老爷子等人谈事情 所以陈天只是和众人 提了提杯子 并没有过多的饮酒 大部分的老总 和达官显贵们 都了解陈天的想法 就算是不理解 凭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也没有资格问出来 简单地应酬了一番后 陈天就把宴会 全权交给了奉心 他自己缓步走到了 老爷子等人的身边 但笑着邀请道 几位 不如我们去后面的 会客厅做做吧 也好 老爷子欣然应允下来 刚才陈天的一通举动 都被几人看在了眼里 这样不骄不躁 做事进退有度的年轻人 无论是老爷子 还是流龙江 都对陈天的印象 更好上一份 上官月看着自己站起来 连忙起身搀扶着 其实老爷子身体很好 绝对是老当义壮 不仅是面色红润 说话也是身弱红中 一听就是底气十足的人 陈天引着几人 来到了会客室 等到其他几位都落座后 陈天才坐在对面 端起桌上的茶水 给几人分了茶水 没什么好茶 也能委屈几位随便喝喝了 毕竟就连陈天也没想到 老爷子几人会清零现场 老爷子自始至终 都是乐呵呵的 他拿起茶杯清磋了一口 满口感慨地说道 太平侯奎 还是今年的新茶 确实是不错 毕竟是星园集团组织的 大型剪彩仪式 里面的一切物品 自然是不会差了 太平侯奎 也是上好的茶叶 绝对可以显出 星园集团的品味和心意 老爷子说完 轻轻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看向陈天的眸子里面 满是欣赏地说道 年轻人果然有魄力 你今天做得很好 将很多人想了一辈子的事 直接就给做成了 自古以来 就是富庶之地的苏杭 不知道多少人都想成立商会 集结这里商人的力量 但是万万也没想到 最后居然叫陈天半成了 自古英雄出少年 古人成不起我 陈天听着老爷子的称赞 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 今天要不是二位前来 我这商会 可能要少一半的商家了 星园集团虽然势头不错 也是苏杭的龙头企业 但是这样的身份 还是不足以让所有商人们 全都心服口服 毕竟像商会这样的事 有利就有弊 你可以得到庇护 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和义务 哪个自由惯了的商户 愿意让人限制着 尤其是那些同行业的老总们 看着对方都像是仇人似的 哪里会心甘情愿地加入协会 听凭陈天分割资源 这一次 还是借了老爷子的东风 听着陈天这么通透的话 老爷子和刘一范相视一笑 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到了一丝欣赏 陈天坐直了身体 也是看向上官老爷子和刘一范 尤其是刘一范 刘龙将陪着老爷子前来 肯定是有神妖事情吧 陈天的目光落在刘一范的身上 笑着开口问道 他这人最是不喜欢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 最是痛快 刘一范听到陈天的问话 也是哈哈一笑 心中竟然有一丝痛快之感 作为军人的他 也是喜欢做事干脆利落的人 见到陈天如此直爽 刘一范也没有藏着掖着 直接说明了来意 我之前听老爷子和邹大山说起过你 我有些好奇 便想来看看你 今天刚好得空 又听说星园集团有剪彩仪式 便和老爷子一起过来沾沾喜气 看着一脸淡笑的陈天 刘一范又是一笑 今天一见果然是人中龙凤 刘一范说完 也不给陈天接话的机会 直接话锋一转 看向陈天问道 我看陈董 应该是习武之人吧 能成为阴龙军部的龙将 刘一范也是从底层一点点升上来的 功夫自然是不差 邹大山能看出来的发力方式 刘一范也是一眼看了出来 而且刘一范不仅看出来 陈天的发力方式和常人不同 更是感觉到了陈天平和的气场 能将一身的气势收敛得这么隐蔽 陈天的实力绝对不会是普普通通 陈天迎着刘一范审视的目光 心里也是明白了过来 刘一范随后又将目光 看向了陈天身边站着的苏天晴 还有刘萌等人 感受这几人的气息和力量 刘一范眼睛一眯 这几人他也看出来不一般 想来这其中的一位 就是打败了郑家雇来的国际雇佣兵的保镖了 确实一个个有些实力 但是最让刘一范疑惑的还是陈天 关于陈天的实力 刘一范总有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不过刘一范并没有说出来 否则 若是有人知道 阴龙军部的两星龙将都看不透陈天 绝对是要吓坏人的 陈天倒是沉得住气 他安然地坐在椅子上 等待着刘龙将率先表明来意 这幅气定神闲的沉稳静 让坐在对面的上官月 绝美的眸子里面全是晶晶亮的光芒 这样的陈天太有气质了 就像是童话书里走出来的王子 优雅中透着一丝淡漠 有一种一切静在掌握中的感觉 在场的几人都对陈天的评分极高 刘一范看着这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竟然生起来一丝稀才的心思 直接说道 陈董 我希望邀请你 加入阴龙军部 随着刘一范这一句话的落下 一时之间 在场众人全都愣住了 就连老爷子和上官月 也是一愣 完全没料到 刘一范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毕竟他们非常清楚 阴龙军部那是什么地方 阴龙军部作为华夏的顶尖存在 里面出来的每一个人 都是华夏最为厉害的兵王 他们都是经历了千挑万选 才能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 每一年之中 一支番号部队 只有一个推荐名额 这些精英聚在一起 再进行一层一层的选拔 最后 只留下符合全部要求的人 不只是考验每一位战士的军事能力 人品 心理素质等都需要进行考验 人数上没有硬性要求 宁缺无烂 是阴龙军部保证绝对高质量的基础 也正是因为如此 阴龙军部成了每一位战士的终极梦想 不想做将军的战士 不一定不是好战士 但是一个不想加入阴龙军部的战士 绝对不是好战士 这样的一支高质量部队 刘一范居然就这样 单刀直入的邀请了 这得是多看好陈天啊 上官月一向端庄冷艳的小脸上 也露出了难得一见的震惊来 白嫩的小手捂在嘴上 仍然遮不住眼中的难以置信 毕竟这样被邀请加入阴龙军部 标示着陈天将拥有一系列的特权 而且 因为阴龙军部的特殊存在 身份地位也是从孝贤开始 如果陈天拥有这样的背景 那么以后做一些事情的事情 将会容易太多 他的资料也会成为加密档案 一般人根本无权去查阅 最主要的就是 陈天也可以继续担任董事长 不会有任何麻烦 总之种种条件 简直是为陈天量身定制的一样 而此时的陈天 虽然不太明白 阴龙军部的这些详细归程 但是看着上官月和老爷子诧异的样子 也明白了 这个邀请是多么正重 陈天不是没有报效国家的心 但是他闲云野河习惯了 怕自己适应不了那种生活 想到这里 陈天还是决定不去了 毕竟报效国家的方式有很多 自己待在家里好好发展 一样可以为国为民做贡献 陈天经过了简单的思考 正要说出自己的决定的时候 刘一范一看到陈天的表情 就已经看出来他的想法 于是便抢先一步 开口说道 陈小友 你也不要急着做决定 不如先去我们阴龙军部看一看 怎么样 刘一范相信 一个真正的华夏人 在见到了阴龙军部的战士后 一定会被里面的氛围所感染 他现在是真的很看好 陈天的为人和性格 所以并不希望这样的人才 与阴龙军部失之交臂 这是双方的损失 上官老爷子也看出来了陈天的想法 这是想要拒绝啊 他当然知道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但是现在也不方便劝 便开口接了一句 陈小友 你先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氛围 到时候在阴龙军部里面 完全有机会让刘一范 给陈天讲一讲 阴龙军部特殊的待遇 以陈天现在的身份来说 待遇方面他自然不会介意 只需要让他知道 即使是加入了阴龙军部 他也不需要放弃很多东西 这就足够了 听到刘龙江和上官老爷子 都这样说了 陈天自然不会拒绝 便答应了下来 好 陈天说完 看向了自己身边的苏天晴三人 只见此时的三人 眼睛里都流露出热切的目光来 那可是阴龙军部啊 他们当年在军部的时候 哪里可是圣地一般的存在 可惜每个番号部队 只允许有一个推荐名额 他们也是非常遗憾的 没想到 已经退出了军部 回到了家里找了工作 反而有机会 进入阴龙军部去看一看 这对他们来说 其实也属于一次圆梦之旅了 陈天看着他们 一个个兴奋的样子 顿时宜乐 轻轻摇摇头 对刘一范说道 那就麻烦刘龙江帮忙安排了 坐在一边的上官月 安静地坐在那里 看着陈天淡定自若的样子 眼睛里闪过了一抹光亮 面对这样的大事 依然是这样淡然的模样 确实是难得 不要说陈天了 如果是自己的话 哪怕是家里 有着刘龙江的这份关系 估计也要高兴地起飞了 毕竟 这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认可 光是这份定力 在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 实属难得一见 刘一范听到陈天答应了下来 也是很高兴 他直接拿出手机 联系了人来接自己等人 我这边七位 嗯对 直接去英龙军部 站在陈天身后的苏天晴三人一听 顿时更加兴奋起来 他们之前还有点忐忑 担心自己这样的保镖身份 没有资格进入英龙军部 但是 听到刚才刘一范报上的人数 这不是 把他们三个人都算上了吗 就在三人兴奋不已的时候 刘一范也已经挂断了电话 他看着陈天 信心十足地说道 相信陈晓友到了那里 是一定不会失望的 等了没有一会 就隐隐听到 外面传来了螺旋桨的声音 而刘一范这边 也接到了电话 他简单地说了两句后 就挂断电话 对着在场的几人说道 走吧 咱们出发 就在几人起身准备的时候 此时外面 宴会也已经结束 凤心正带着 新元集团的一众高层们 正在往外 送着老总和达官显贵们 这时候 听着越来越近的螺旋桨的声音 在场的那些众人 都是愣住了 大家寻着声音望去 就看到一架巨大的直升飞机 正朝着他们的方向开了过来 看这架直升飞机的大小 在场众人皆是冷了一下 这也太大了吧 一位懂点军事的老总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惊呼道 好家伙 这是武装直升机啊 武装直升机 因为兼具着运输物资的功能 所以体积要比一般的直升机 面积要大上不少 相对应的 里面能坐下的人 自然也多了很多 即使是一支战士小队 也完全不在话下 看到这样的一架武装直升机出现 站在外面的众人 全都愣住了 甚至不少人 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 这里好好的 怎么会出现武装直升机 这是军部的东西吧 难道是有什么行动 军部里面的事情 即便是小事 那都是保密级别的好吗 就咱们这样的身份 还想打听人家的事 你们快看 那个直升飞机 朝着我们的方向开过来了 不会是来抓人的吧 否则什么事情都没有 军部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什么情况啊 新元集团这边的人 知道不知道情况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陈天等人走了出来 一看到陈天和老爷子 这等人出现 在场的老总和达管险柜们 立刻晋升 并且很恭敬地给他们让了路 看着在天空上盘旋 准备降落的武装直升机 陈天看向了一旁 目瞪口呆的众人 笑着说道 诸位慢走 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聚 毕竟现在已经成立了苏航商会 他们以后接触的机会 必然也会越来越多的 众人看到陈天 也是主动围上来 都想借着这个机会 和会长大人多联络一下感情 不过陈天的时间不多 和众人寒暄了两句后 就看到武装直升机已经落地 于是 陈天静止走了回来 和老爷子等人一起 上了武装直升机 在所有人的目视之下 武装直升机直接起飞 朝着目的地而去 徒留下一众老总和达管险柜们 看着几人离去的方向 无论是表情还是内心理 都充满了震撼 这这这 那可是武装直升机啊 军部才可以动用的高级机型 这才坐上离开了 众人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位陈董 看来身份背景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想到了这一点 在场的众人的心里都是各有想法 怪不得陈董的气质那么沉稳 一副天塌下来都不惧的淡然感 这是人家身份很强大 本来就是天的缘故 老总们越想越觉得震惊 对于陈天也更是敬重万分 这样一位年轻人 无论是哪一方面 都是如此优秀 咱们跟着这样的商会会长 看来是跟对了 一位老总在人群中 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四周很安静 在场的众人们 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少人都是用力地点点头 十分认可这个想法 能跟着陈天这样的年轻人一起 未来绝对可泣啊 一时间 众人看向凤星等人的目光里 也是带着尊敬和羡慕的 有着这样的一位董事长 星园集团接下来的地位 一定会水涨船高了 一些和星园集团 本来就有合作的企业 一时之间更是思绪万千 准备加深一下各方面的经营状况 这么好的金大腿 必须得抱稳了 其实 凤星和一众星园集团的高层们 同样是一脸的震惊 不过他们的反应速度 比下面这些老总和达官显贵们 明显要快了不少 毕竟他们和陈天的接触更多一些 对于这位年轻的董事长 也是多少了解一些 有着那样精彩绝艳表现的董事长 有着一些深厚的背景 对他们来说 接受起来会更加容易 在他们的印象里 这样的思想和深度的人 可不是一般家庭可以培养得出来的 只不过 陈董的答案 总是比他们想象中的 更为让人惊诧一点 与此同时 陈天等人还在武装直升机上 继续飞行着 他们一路飞出了市区 朝着山里的方向开去 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陈天坐在直升机上 从上面看着下面的情况 面对这里基地的位置 就算是陈天 也不禁要竖起大拇指 这位置 挑选得真是不错 虽然是靠近山里 但是又直通的道路 从上面看下去 若是不仔细查看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下方基地的位置 这里不仅是足够的隐蔽 而且看起来规模并不小 毕竟是用来训练军部精英的地方 从资源上来说 自然是不会小气 要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很难想象 山清水秀之间 竟然还会有这样的地方 武装直升机盘旋着落下 只见落地稳定后 众人才跟着刘一范 走下了直升飞机 真正的落地之后 众人看着巨大的停机坪 才真正地感受到了 这片英龙基地的巨大 陈天看着这里简洁 处处透着军部刀锋一般锋利的气息 也是觉得震惊不已 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与众不同 苏天晴等人更是不用多说 他们一走下直升飞机 一双眼睛几乎是长在了四处 完全看不够似的 由于心情比较激动 他们几个人的呼吸 都明显变得粗重了起来 刘一范在旁边看着 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愉悦 他就知道 只要是真正进入英龙基地的人 没有人可以不受到这里气息的影响 英龙基地 作为华夏军部最顶尖的存在 自然是各方面要求 都是最为严格的 刘一范缓缓收回了思绪 他看着几人 笑着开口说道 走吧 我带你们去训练区看一看 这里毕竟是军事基地 很多地方都属于是机密区域 不是相关人员 是不允许入内的 即使是刘龙江亲自带领 也是不符合规定 但是训练区是完全没关系的 那里没有什么机密 只有一帮时刻留着汗的战士 一边说着 众人已经在刘一范的带领下 朝着训练区的方向走去 此时的训练区里 一群英龙战士们 正在进行着力量训练 只见他们的两只手上 各拎着一只三十公斤的哑铃 在锻炼着臂力 所有战士都是一样的重量 这样的行为只能说明 这是战士们的基础训练 只要是进入英龙军部的战士 就必须要精力地训练 陈天灯在刘一范的身后 打量着那些战士们 只见他们的赤裸着上身 露出一身古铜色的皮肤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进行着训练 他们的脸上带着坚毅的表情 目光之中时不时显露出来的 是淡漠和自信 看着战士们 一下又一下地举重训练 苏天擎等人的嘴角 一阵抽搐 从他们进来到现在 这些战士们的力量训练 就没有降低过任何频率 他们当年在军部的时候 也绝对算得上是优等兵王 但是这样的强度 他们绝对坚持不到 这需要的 不只是两只手臂的爆发力量 更是需要持久的耐力 想到这里 苏天擎等人看向战士们的目光里 充满了敬意和崇拜 真不愧是英龙战士 这一份体能 就是他们的最好证明 就在他们观望着战士的时候 战士们的训练也到了时间 他们坐在地上 开始休息了起来 战士们一边喝着水 一边和身边的战友 小声地说着话 忽然 不少成员也是看到了陈天等人 看过来的目光之中 明显带着探寻 平时很少见到外人的战士们 也是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 好家伙 这是哪里来的小鲜肉啊 看看人家长得 真是白啊 这样的人 是怎么进来我们英龙军部的 搞不懂 难道说 是上面的领导们 体谅我们的辛苦 给我们准备什么慰问演出了 哈哈 臭小子 我看你是做梦呢 咱们这里 可是保密级别最高的英龙军部 怎么可能搞慰问演出 战士们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 大家嘻嘻哈哈的 气氛十分轻松愉悦 其他的战士们 也是远远地看向陈天 目光之中 稍稍带着一些不屑 作为华夏的顶级战士们 他们有着自己的骄傲 就是看着苏天勤等人的气势 他们也是感觉非常一般 在英龙基地里面 讲究的不是气场和长相 在这里 实力是一个战士真正的通行症 再不计一点的区别方式 就是通过他们古铜色的肤色 对于战士们来说 这样的肤色 是他们的骄傲 这代表着 他们在烈日之下的艰苦付出 每一分的付出 背后都有着他们的内心的追求 像是陈天这样白白嫩嫩的小白脸 在这些战士们的眼睛里 就像是看到了 温室里长大的小白花一样 自然是在这里 被战士们觉得 好奇非议两句 也是在所难免的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他看着那些艰苦训练的战士们 目光之中 同样是满满的敬意 刘一范一直在旁边 小心地观察着陈天的反应和举止 看着他眼睛里 放射出的尊重和光亮 心里也是十分满意 走吧 我们再去其他的地方看看 刘一范对着陈天说道 朝着前面走去 毕竟是训练兵王的场地 自然不可能只有个力量训练场 里面的内容和花样 可是多着呢 刘一范带着陈天逛了逛 也是小声地给他介绍着这里的情况 能进入咱们这里的战士 都星期高着呢 为了磨一磨他们的性子 这里的配置 可是用了不少心思的 国家需要的是有思想 懂进退 知命令的高素质战士 所以 首先要教会他们的 就是服从命令 和与战友们的配合 陈天认真的听着 跟在刘一范的身后 四处打量着这边的情况 英龙基地的训练场面积非常大 很多训练场地里 都能看到一脸坚毅 努力进行训练的战士们 一路走着 刘一范将几人 带到了一个空着的训练场上 刘一范乐呵呵地看着陈天 笑着邀请道 陈小友 我想讨教几招 讨教 刘一范的一句话 直接让所有人 都是紧张了起来 和刘一范动手 这怎么可以 不仅是上官月一脸的担忧 老爷子也是眉头一皱 直接看向了刘一范 开口劝阻道 刘龙江 你这可是酒精沙场的高手 陈天还年轻 自然是比不上你 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 不需要了吧 上官月在一旁 也是连忙接话道 是啊 刘龙江 谁不知道您实力超群 是实打实靠实力 坐上的现在的位置 陈天在您面前 不可能是对手了 上官月和老爷子自然 不是看不起陈天 反而是看好他 才想要在刘一范面前护着他 和这样的两星龙江动手 别说实力上不相当 就算是实力差不多 人家的实战经验 可是比你丰富太多了 而苏天晴等人 一听到刘龙江的话 也是立刻凑到了陈天的身边 压低了嗓音劝阻道 陈哥 你还是不要答应了吧 阴龙军部的人都不是擅长 这帮人都是一群疯子 把训练都当作 续命法那么干的 能在这个年纪 当上龙将的人 那都是人中龙凤一般的存在 你没听到老爷子的话吗 那可是实打实打上来的人 更是不能小觑 这位刘龙江 一身气势非常惊人 战力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陈哥 您还是要慎重啊 苏天晴几人的想法 非常一致 就是让陈天不要应战 刘一范看着周围几人 如灵大敌的模样 无奈地笑了笑 说道 你们这是在紧张什么 我和陈晓有动手 肯定是会点到为止的 我心里有分寸 刘一范身为龙将 从他手里带出来的精兵良将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 他对于自己的实力 还是很有信心的 刘一范也觉得 陈天还太过于年轻 他就是想要试一试 对方的真实实力 在刘一范看来 纵然陈天像邹大山说的那样 他的实力恐怕是不凡 也完全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虽然刘一范从内心里 也觉得陈天的实力非常神秘 但是终究年龄在这里 总不会比他这么多年的积累 还要强了去 陈天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一个个 顿时也是一乐 透过众人对着刘龙将回答道 自然可以 众人听着陈天的话 全都愣住了 心中满是震惊 没想到 他们都这么刻意阻拦了 还是没有阻止住陈天的想法 苏天晴几人已经跟了陈天不短的时日 自然明白陈天的性格 既然他已经做了决定 三人便是什么也没说 默默地退到了陈天的身后 老爷子也是被陈天的勇猛给震撼了一番 他咧嘴一笑 安抚地拍了拍孙女的手背 也是朝着旁边走了走 让开了路 既然年轻人有这个想法 想要试一试 他自然也不会拦着 陈天和刘一范走到了中间的空地上 两个人轻轻点头致意 随后便直接打在了一起 两个人的速度都非常快 众人站在一侧 可以清楚地听到身体碰撞的闷响 声音的密集程度也就代表着他们出手的速度 旁边看热闹的老爷子等人都是眸光一闪 看着两个人的动作 明显也是一阵秉息名神 其实只有处于战斗中的陈天和刘一范最清楚 他们现在才刚开始 也只是尸首阶段 刘一范看着面前动作迅猛有度的陈天 心中不由地感慨道 这年轻人果然不错 力量非常大 一面想着 刘一范的手忽然横劈出去 猛地抓向陈天的肩膀 他的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微笑 若是陈天被自己这一下抓时 绝对就是瞬间受制于自己 二人现在的距离非常近 陈天这时候 若是想要离开 几乎是不可能 就在刘一范几乎以为 自己要得手的一瞬间 陈天猛地抄着他的方向 撞了过来 刘一范眼神一立 完全没想到 陈天会有这样的变招 若是这一下 被陈天撞中胸口 这个力道之下 就算是刘一范 恐怕也不会好受 不过这并难不倒刘一范 直接他上身向后一抖 一只手臂撑在地上保持平衡 与此同时 刘一范右腿猛地向上提起 一套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刚好躲避开了陈天的攻击 虽然动作上略显狼狈 但是好歹 也算是避过了险招 刘一范恢复站姿 这一次看向陈天的目光中 则是戴上了一丝慎重 这个年轻人 技巧也是相当不凡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找出破招之法 已经是非常难得 再加上陈天的出手力度 就算是刘一范 也觉得一阵骇然 直到这一刻 刘一范才意识到 邹大山之前所说的话 绝不是吹嘘的假话 而是真正对于陈天的 恳切评价 哪怕他现在拿出八成的实力 仍然会有一种 压不住陈天的感觉 刘一范眯了眯眼睛 和陈天过了这么多招 对方走的是八级拳的路子 他还是看出来的 但是让刘一范没有想到的是 陈天才多大的孩子 对于八级拳的领悟 居然到了这个地步 苏天勤看着两个人的打斗 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般 愣在那里 他的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死死地看着在打斗的二人 之前陈天教导过他们 八级拳的打法 虽然只是一些入门的指导 但是对于 本就有体数在身的苏天勤来说 有着极大的帮助 平时没事的时候 苏天勤也会和手下的两个兄弟 一起练一练拳法 可是 当他们今天看到陈天的师长后 才知道八级拳练到精通的情况下 到底有多么勇猛 哪怕是在实力强横的流龙江面前 也丝毫不落下风 说句实话 苏天勤几人甚至不知道 陈天到底使用了几分力 就已经和流龙江打得你来我往 不分胜负 刘一范可是英龙军部两星龙将 陈天居然可以在他手下 过了这么多招 根本不需要分出胜负 这就已经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 苏天勤等人越看越兴奋 在心里暗暗为陈天鼓着劲 一双眼睛更是不错眼珠地盯着战局 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他们可不愿意放过 一旁的上官月也是瞪大了毛子 白嫩的小手紧紧地揪着爷爷的手臂 原本上官月还以为 战局开始不了一分钟就要结束了 没想到 陈天却和流龙江你来我往的这么多招 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二人打到现在 全都已经放开了手脚 尽情地比拼在一起 陈天和刘一范同时出击 两个人的腿重重地撞击在一起后分开 陈天猛被一塌地 抵顿时微颤 苏天勤和上官月等人同时 感觉到了地面的微颤 几人的瞳孔皆是缩了缩 脸上闪过一丝惊骇 下一秒 陈天直接一拳锤出 刘一范也是毫不犹豫地与之对拳 两只拳头重重地砸在一起 一击过后 刘一范在力量的作用之下 猛地向后退了半步 这时候他才发现 陈天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一双眼睛平静地望着他 一瞬间 刘一范便是愣在了那里 仿佛有一颗炸弹 在刘一范的脑海中炸响 让他整个人有些七昏八素的 一时之间竟然忘了言语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招对拳之下 自己竟然不敌对面的陈天 这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愣在了当场 无论是老爷子 还是上官月和苏天勤等人 他们全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天 仿佛被石化了一般 完全忘记了下一步的动作 众人的心里只剩下满满的震撼 他们看向陈天的目光 一时间全都变了 他们是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刚才对拳的时候 他自己纹丝不动 竟然能逼得刘一范退了半步 虽然只有半步 但是胜负一分 即便是刘一范没有使出权力 但是毕竟对方年纪上比陈天大了那么多 也算是全部抵消了 陈天不过二十岁出头 就已经做到了这个份上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尤其是苏天勤 他毕竟曾经是军部成员 更是把英龙军部当作了追求的人 比在场其他人的感触更加深刻一些 像他这样的实力 在军部里算得上是拔尖的水平 但是并不算是最顶尖的 而比他要强的战士才能资格进入 英龙军部的最初选拔 英龙军部会选择其中最优秀的战士 但是加入英龙军部并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代表着他们将要展开更为严苛的魔鬼训练 这样一层一层地推敲下去 两星龙将刘一范的实力 绝对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 刚才刘一范的一招一式 苏天勤都是看在了眼里 心里也是有了一定的想法 说实话 要是刚才的战斗让他们上去 在刘一范的手下 怕是撑不住几十招 用不了一分钟 肯定就会落败 但是陈天从一开始 就稳稳当当地接着招 丝毫没有落下风的迹象 这 种种证据已经摆在了眼前 哪怕是他们多不愿意相信 也不得不承认陈天的强悍 上官月并不熟悉功夫 但是他也同样清楚 陈天能打败流龙江 这代表着什么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明亮的光 直勾勾地盯着陈天 完全就是一副小迷魅的模样 就是刘一范也是愣住了 愣在原地 好办想 刘一范才逐渐缓了过来 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刘一范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笑着说道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强 陈小友的功夫 我算是见识到了 佩服佩服 陈天仍然是那副淡淡的模样 他听到刘一范的话 连忙摆摆手 说道 不敢不敢 还是流龙江让着我 实在是承让了 刘一范看着面前的陈天 到了这个时候 仍然是没有一丝焦躁 陈天所表现出来的沉稳 简直是让刘一范大吃一惊 他的心里满是亥然 现在的小子 都是这么猛的吗 这个陈天 到底是出自哪个家族的 能有如此伸手 一般的家庭 根本不可能培养得出来 尤其是老爷子 和自己说的那些事情 再加上陈天现在的伸手 哪样拿出来 都会叫人瞠目结舌 这么多的优势 都这样集中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 太优秀了 刘一范一边在心里想着 也是伸出手擦了擦汗 心中也是骂了一句 臭小子 让我这么下不来台 幸好刚才刘一范选择了一个没有人的场地 这里附近都鲜少有鹰龙军部的成员过来 否则要是被外面那些成员们看见 那不是丢人丢大发了 那帮小子 平时可是没少被刘一范修理过 要是今天看到 他被人反制了 自己这张老脸 算是真的挂不住了 刘一范的脸上 闪过了一瞬间的尴尬 不过下一秒 刘一范的表情就恢复了正常 好歹也是枪林弹雨里熬过来的 大风大浪都经过来了 这点小事情 脸皮厚一点就扛过去了 刘一范不再尴尬 他伸出手拍了拍陈天的肩膀 看着面前的年轻人 心里也是一片感慨 真是后生可畏 我在这里 郑重地邀请你 加入炎黄军部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董事长 不需要 你为之做出任何牺牲 当然 我也会尽我的努力 为你申请五星龙校 也就是最高级别校级的闲 有了这样的一层身份 以后陈天在外面行走的时候 也会得到很多权利 首先 陈天的资料会成为保密级别 到了地方 因为是鹰龙军部五星龙校的关系 比一般的最高级别大校 会更加受重视一些 会直接享有负军职的待遇 刘一范郑重其事地看向陈天 朗生说道 你可以随时调用地方力量 我相信你的人品 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国家利益的事情来 听着那些好处 一旁的上官月又是一阵惊讶 他没有想到 刘龙江居然会这么重视陈天 一上来 就给他这么高的待遇和沉默 光是这份信任 就已经比太多待遇 珍贵了太多 陈天倒是挺冷静 他笑呵呵地看着刘一范 开口笑着询问道 刘龙江 这不单单是有权利吧 需要我做什么 陈天可不是那种 会被小力小会诱惑的人 他当然知道 有好处也会有义务 天上自然不会白白掉馅饼 他不会轻易承诺 如果答应了 就要想方设法去做好 刘一范看着陈天的样子 对他这个人更是欣赏了一分 这么一个年轻的孩子 面对这么大的诱惑 还能先询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确实是个男子汉 这个你不用担心 刘一范哈哈大笑起来 声音十分爽朗 只要你有时间 来这里教一下那些成员就行 也算是教官 对这些英龙军部的战士们 进行培训和指导 因为英龙军部的特殊性 所以这里的成员们 其实一个个的都是刺头 想要压制住他们 就需要绝对的实力 在英龙军部里 想要一点点崛起 就是需要实打实的实力 你的实力要过关 你的智商和谋略 也必须要在线上 他们要执行的 都是最为危险的任务 所以强大的实力 才是他们真正的依靠 刘一范的眸子里 闪过了一丝精明的光亮 他对于陈天 是非常看好的 这样的一个好苗子 恐怕做什么事情 都会有一番成就 如果贸然给他安排太多的职务 恐怕会把这个孩子吓跑了 所以刘一范打算 来个循序渐进 先把陈天忽悠进英龙军部来 其他的事情 可以慢慢来吗 只要属于战士的荣誉感 培养起来 还怕陈天不为国家 做出更多贡献吗 站在旁边的上官老爷子 一听 顿时眉头一挑 也是喜上眉梢 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啊 毕竟那可是五星龙孝 还能借此和刘一范搭上关系 要重要的就是 陈天去做的工作内容 一点都不危险 也不用出去冲锋陷阵 想到这里 老爷子也是疯狂地 给陈天打眼色 这么好的事情 可要快点答应下来 过了这村 可能就没这店了 陈天自然是看到了 上官老爷子的颜色 他想着 当才刘一范说的那些好处 当下也是看向了苏天勤等人 一旁的苏天勤几人 脸上同样带着热切的表情 作为华夏的战士 虽然已经退役 但是在他们的心里 自己永远都是华夏的军人 只要国家一声召唤 自然是毫不犹豫地 贡献光和热 陈天看着他们的模样 心里也是有着一丝动容 便点点头答应了下来 好 我答应 听到陈天的回复 刘一范也是非常高兴的 他的麾下 从此刻开始 又多出了一枚大将 最主要的就是 陈天现在还这样年轻 甚至和很多战士比起来 比他们的年纪还要更小 这样的人 可以有太多机会 为自己为国家 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来 刘一范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坚决和信心来 只有华夏越来越强悍 他们的边境 才不会被那些萧小之辈 不断地骚乱 而且刘一范相信 有陈天的悉心教导 他手下的那些狼崽子们 也会将自己的獠牙 打磨得越来越锋利 想到这些种种好处 刘一范变得兴奋起来 在场所有人都清晰地感觉到 这位刘龙江 此时的激动心情 陈天看向刘一范 笑着询问道 刘龙江 您看 我什么时候来 毕竟 陈天已经答应了下来 但是他外面也有一些事情 需要安排下 哪怕是用不了多少时间 陈天也得提前安排一下 免得到时候 刚好找不到自己 刘一范看着陈天 如此认真对待 也是非常高兴的 他想了想 说道 你想什么时候都可以 先把自己的事情安顿好就好 咱们这边的工作不算繁重 也不会占用你多长时间的 刘一范给陈天吃着定心丸 他们这边的工作确实不多 只需要陈天驯服了这些战士 给他们一些指导就行 剩下的 就看这些战士们自己的悟性了 等到他们 觉得自己行了的时候 陈天再收拾他们一顿就好 陈天闻言 被刘龙江的话给逗笑了 这样都行 要是这帮战士们知道了 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刘一范倒是毫不在意地挥挥手 他笑着对陈天说道 他们有什么好不满的 我给他们找来这么好的教官 这帮人高兴还来不及呢 众人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 外面走去 这个时候 陈天忽然收到了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你在哪呢 陈天这时候才想起来 自己说出来参加剪彩仪式 但是随即就直接来了英龙基地 柳如烟那边应该是等得及了 但是英龙基地的名字 肯定是不能随便提及的 便回复道 现在再一个秘密地方 不太能说 你先自己逛一逛吧 我晚上应该就回去 柳如烟此时还在酒店的房间里 看到陈天的回复后 便乖巧地说道 好 我知道了 柳如烟从来不是不懂事的姑娘 知道陈天是在忙后 就不去打扰了 而这时 老爷子在上官月的搀扶下 看着陈天说道 陈小友 恭喜你啊 下次咱们见面 恐怕你就已经是五星龙孝了 老爷子现在越看陈天越是顺眼 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年轻人就知道 这绝对不是池中之物 总有一天 会是他们都要仰望的存在的 看您说的 我要是能有一点发展 也是老爷子您的提拔 陈天笑呵呵地说道 他这话倒也不全是客气 毕竟如果没有老爷子的推荐 自己也不可能入了刘龙江的眼 这样的两星龙江 每天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 哪有功夫来发现他 老爷子听到陈天这么说 也是很高兴的 轻轻拍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 随着刘一范继续向前走着 刘一范成功招揽了陈天 一路上都乐呵呵地 不断地给他们介绍着这里的情况 苏天勤等人也是一脸的兴奋 毕竟自己的梦想 被自己的老板给实现了 对他们来说 心里也多少满足了一些 至少他们比那些战友们 距离这里更近了一步 刘一范台湾看了看时间 对着众人说道 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我们一起在这里 简单地吃点东西 老爷子一听 咧嘴一笑 对着陈天说道 看来今天 我们还真是接了陈霄友的快车了 他们也是第一次过来英龙基地 要不是陈天的关系 他们还真是不能在这里吃上一顿饭 众人听了老爷子的调侃 都是一乐 老爷子这样的身份 什么样的饭没吃过 怎么可能会在乎这样一顿饭 人家真是真的看好陈天 和他一起搭着话呢 上官月在老爷子旁边站着 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 爷爷这么热情过了 众人结伴在一起 去往了英龙基地的餐厅 这里的伙食和外面比起来 只能算作是减餐 但是色香味俱全 口味还算是不错 众人都吃得很香 基地能逛的区域 都看得差不多了 饭也吃完了 众人就准备离开 刘依范也不强留 笑呵呵地说道 好 我让直升机送你们回去 毕竟是英龙基地 保密级别也是最高的 他们无论是进入还是离开 都必须经过登记的 众人自然是没有意见 随便刘依范去安排就是 刘依范离开之前 目光看向陈天 语气十分郑重地说道 我今天就会去给你申请行位 等申请好了通知你 这么好的苗子 他既然遇到了 自然不可能轻易松手 刘依范甚至在想 陈天一定是上天 送给英龙军部的礼物 陈天朝着刘依范 轻轻点点头 但笑着道谢 那就多谢刘龙江 费心了 趁着这个时间 上官月也走到了 陈天的身边 笑着恭贺道 以后 还要请陈天龙笑 多多关照了 看着上官月 脸上温婉的笑容 陈天一挑眉 笑着摇摇头 也是表达了感谢 众人说了一会话 刘龙江安排的武装直升机 再次来到了众人面前 刘依范送着众人上了直升机 自己则是留在了英龙基地 毕竟是五星龙笑的深情 绝对不是光打个报告 那么容易的事情 武装直升机稳稳地升起 上官老爷子 看着坐在身边的陈天 笑着开口说道 恭喜了陈小友 能打败那老小子的 可真没有几个人 你今天的这一手 亮得实在是漂亮 老爷子这可不是虚言 整个华夏里面 能打得过流龙江的人 也数得过来 今天虽然只是西拜半步 但是陈天的年纪在这里 以后他只会越来越强大 至于年老的人 恐怕就要被甩在沙滩上了 老爷子一边想着 看着陈天的毛子里 也是带着一丝机上 他之前就觉得 陈天精灵起是池中物 绝非普通的孩子 果然 一语成衬 现在的陈天 是一遇风雨变化龙 以后陈天的发展 恐怕就不是他们可以预想的了 不过以老爷子的眼光来看 这样的孩子 恐怕没有人会不欣赏 可以说 现在的陈天 一个人站在那里 就是一个豪门了 老爷子的脸上 带着一丝笑容 他知道 陈天是个好孩子 帮助这样的人 以后他自然也不会忘记上官家 上官月并不知道 爷爷已经设想到了这么远 他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 看着爷爷和陈天 很是热络地说着话 上官月有那么一瞬间的恍然 他竟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陈天居然可以和爷爷 如此平和地聊天了 太不可思议了 一般这个年纪的人 光是看着爷爷 就已经觉得非常有压迫感 这个陈天 真的是个怪胎 陈天朝着下面看了看 对着前面的驾驶人员吩咐道 先送上官老爷子 回去老宅吧 老人家今天劳累了一天 不管是为了给自己的撑场子 还是为了介绍刘龙 将给自己认识 都是帮了他的大忙 于情于理 陈天都要先护送着老爷子回去 驾驶人员在前面点了点头 立刻驾驶着直升飞机 朝着老宅的方向急速飞去 武装直升机的速度很快 他们很快就回到了老爷子的老宅上空 管家等人听到了动静 也是纷纷走了出来 准备迎接老爷子 等到武装直升机落地之后 陈天亲自扶着老爷子下了直升机后 这才反身离开 老爷子站在院子里 看着直升机越飞越远 这才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这孩子的未来 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就凭陈天这人品和沉稳静 就是泥泞小路 想必也一定能踏出一条康庄大道来 陈天送走了老爷子 他掏出手机 给柳如烟打去了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 柳如烟那边才匆匆接起 刚一接通 陈天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柳如烟那边有些嘈杂 柳如烟很是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陈天 我在灯火展呢 附近有点吵 没有听到电话零音 陈天看到消息笑了笑 快速地回复道 没事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去找你 柳如烟看着手机屏幕上 陈天发来的消息 灿然一笑 将自己的定位直接丢了过去 这里有灯火展 我就在这里等你 柳如烟快速地打下了一行字 发送了出去 屏幕发出的亮光 将她的笑容映照得更加明显了一些 周围不少路过的人 都被柳如烟甜美的笑颜给迷住了 出来看灯火展 还能顺便看到这么漂亮的姑娘 绝对是超值啊 不过很快 这些看直了眼睛的路人们 就被身边的爱人 扭着耳朵离开了 柳如烟毫不察觉 她轻轻靠在江边的围栏上 远远地眺望着不远处灯火展上的作品 嘴角上的弧度就没有落下过 毕竟一开始 她还以为这一次 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看了呢 只要想着 晨天马上就要过来 柳如烟就感觉心情格外好 就连江边的湿热 也觉得毫不在意了 今天的灯火展和往年的有些不同 今天的很多厂商 都像是特别商量过一样 全部选择了非常吸睛的表现形式 以前那些厂商的注意力 一般都放在灯光的强度上 你家的亮度高 我要比你的更亮 但是今年 则是在色彩以及表现形式上 做了很大的改变 几十米高的彩虹色恐龙造型 在内部灯光的照耀之下 显得格外美照伦美奂 给人一种非常迷幻的感觉 在夜晚看上去 如同进入了梦幻国度一般 这样的布景 更是吸引了道场的 不少小女生的喜爱 小女生们很是兴奋地尖叫着 不断地靠近那些 用灯火拼凑出来的可爱造型 一面议论纷纷 一面叫同行的人 帮自己拍合影 你们快看 那边还有粉红色的独角兽造型 这也太美了吧 老夫的少女心都被唤醒了 好喜欢啊 这一次 还有霓虹彩虹桥 不过在里面的位置 我看很多网红和博主都推荐了呢 说是在里面拍照 超级美 那我们快一点过去吧 我听好多人说 一会还会有很多灯光表演 咱们早点过去 还能提前找个好位置 柳如烟听着几个姑娘的话 也觉得非常有道理 便快步朝着灯火展的方向走去 夜幕已经开始降临 LED灯光 不仅是将可爱造型装点的异常美丽 就连远处的天边 仿佛都被灯光的颜色染上了一些 柳如烟在灯火展里随便地看着 时不时地用手机拍下 觉得惊艳的画面 灯火展上的游客非常多 男生女生都有 有的是陪同朋友过来玩 有的是专门来拍摄网红 想要与之见面的 柳如烟这一路走过去 看到了不少用霓虹灯制作出来的灯牌 在夜晚显得十分亮眼 灯牌上面的名字有些陌生 柳如烟也没有在意 想来都是今天要来现场做节目的网红 走出去没有多远 柳如烟就看到了 被无数人心心念念的灯火霓虹桥 其实 这里是江边的休闲广场 霓虹桥不过是用灯条搭建出来的造型 但是因为造型格外别致 而且因为LED灯是可控的 可以变换出不同的图案和造型来 引来了众多路人的围观 不少女孩子都特意走来这里 在霓虹桥的灯光下 拍着属于自己的小视频 在灯光的照射下 每一个女孩子都如同公主一般 做着属于自己的梦 柳如烟走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不少年轻男女 围在霓虹桥的附近 凑在一起说着话 因为情绪比较兴奋 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大 你们刚才看到没 桥里好几位正在拍摄的人 全都是网红吗 我刚才特意去查了下 都是全网上百万粉丝的那种 好家伙 这一次的灯火展 还真是大手笔啊 要邀请来这么多的网红来参加 恐怕光费用就不低吧 这些百万粉丝的网红算什么 你们难道没听说吗 今天有一个一线女网红 要在这边举行一个特别的活动 网红也分一线了 按照你的这个说法 粉丝还不得上千万 周围不少的年轻人 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纷纷升起了兴趣 开始礼貌地询问起细节来 毕竟都是年轻人 大家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凑在一起共享的消息 柳如烟从旁边经过 也是被勾起了兴趣 主动走过去询问道 你好 你们说的网红活动 是什么啊 附近的几个人 听到柳如烟的问话 循着声音抬起头向她看来 只一眼 在场的几个人 就全都愣在了现场 眼睛之中 只剩下无尽的惊艳 这个姑娘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将柳如烟温婉的气质 表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不迎一握的先妖 更是让人不由自主地 升起一片保护欲 就连几个女生 也是被柳如烟的美貌所惊叹 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乐呵呵地解释道 我们说的是张希 张希前几天就已经在网络上 公开了活动的内容 她会和今天晚上 开车前来的最贵的车主 一起放飞 由灯火展赞助的一个灯火气球 最贵的车主 放飞气球 柳如烟文言顿时一条眉 张希这个女网红的名字 她还是知道的 她原本是个唱跳型的女主播 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后来借助着短视频的爆火 一跃成为上千万粉丝的 一线网红 不过听着旁边人的介绍 怎么听 怎么像是一个 大型粉丝见面会 旁边的一个男生 听到柳如烟的话 忽然开口插话道 可不只是那么简单哦 放飞完灯火气球 还可以进行 一场浪漫的约会 也正是因为 有着这个约会的噱头 所以现在真的引来了不少大哨 就等着最后的对决呢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灯火展的开幕仪式正式开始 主持人率先走上了台 他看着现场人山人海的气氛 语气十分激扬地说道 首先 我代表主办方 感谢各位 亲临今天的灯火展现场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早已经等不及了 现在就有请 我们的女主角 登场 随着主持人的一声呼喊 台下立刻掌声雷动 各种欢呼声叫好声堆在一起 现场非常热闹 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之下 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的长腿妹子 走上了台 一头长发披散在肩膀上 更显得火辣性感 正是张希 主持人等着张希和台下的粉丝们 打完招呼后 这才开口说道 我相信 今天到场的不少人 都是奔着美丽的张希女士来的 我在此正式宣布 和张希女士 共放灯火气球的活动 已经正式开始 在台下一片呼声中 主持人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空定 大声地说道 请今天来参加活 动得实力男士们 将你们的车子开到空地上去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结果 公开公平公正 谁的车子最贵 谁就赢得这场活动的胜利 不仅是可以放飞气球 更是可以在活动结束后 和我们的张希女士 进行一场甜蜜的约会 说到最后约会的环节时 主持人故意用了特别暧昧的语气 立刻引来了台下粉丝们的虚声 主持人非常有经验 他故意引动着粉丝们的情绪 将场上的气氛 一波波推向高潮 不少粉丝都在台下一轮纷纷 乌草 这是什么活动 有钱人的游戏吗 我们连车都没有 更别说比谁的车子贵了 真是叫人羡慕 这主办方可真是够聪明的 用那些有钱人的豪车来做影子 还能吸引来不少的汽车发烧友 将今晚的气氛彻底搞热 这个社会太现实了 搞个活动 还是有钱人才能参与的 哎 等到活动结束聚约会 还说什么浪漫 这是要开车啊 泽泽 看来今晚的那位幸运 肯定是有机会一亲方泽了 多漂亮的妹子啊 长得不错 身材更是火辣 台下的观众一面议论纷纷 一面伸着头 朝着停车场的方向看去 大家都想看一看 今年晚上会是谁 这么好的运气 成为那位幸运 柳如烟也被众人的话勾起了兴趣 他随着人流一起 朝着不远处的方向走去 走在旁边的一位大哥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十分感慨地说道 咱们去看的 哪里是今晚的幸运 根本就是人生赢家吗 毕竟 只有拥有最贵车子的车主 才能赢得胜利 妥妥的人生赢家 此时此刻 停车场上 已经陆陆续续停下了不少的豪车 看到众人朝着他们的方向看来 那些停好车子的车主 纷纷走下车来 灯光打在他们的身上 将他们身上的国际大牌 logo映照得非常清晰 一看就是一些大哨 他们靠在自己的车上 新人接受着无数路人的崇拜目光 主持人看着 已经入场的那些豪车 也是情绪激动地大声说道 真不愧是张锡女士 魅力简直是太大了 一下子入场了这么多车 我都有点看不过来了 观众们这时候也来到了镜前 他们看着眼前的这些豪车 也是发出一阵惊呼 你们看 那是辆今年新款的保时捷帕拉梅拉 看看这辆橙色的配色 真是太漂亮了 灯光一打 太帅了 我还是喜欢旁边那辆宝马巴西 看看人家那个黑色配色 不仅漂亮 而且操控性能也好 价格也不算贵 你们什么品味啊 那辆最贵的法拉 Portofino不香吗 200多万的身价 人家一辆车 直接把你们说的两辆车 都给买了 就在观众议论纷纷的时候 还在有不少豪车入场 静止开进停车场 车里下来的大哨都相识 他们热络地打着招呼 凑在一起抽着烟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靠着车子吸烟的大哨 直接碾灭了烟头 朝着远处惊呼道 你们看 王大哨过来了 众人听到那位大哨的呼声 纷纷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一辆法拉利488正 朝着停车场的方向缓缓地开来 骚红色的配色 是法拉利的经典色 瞬间就成了 场上最闪亮的车王 这辆500万的超级跑车一亮相 立刻秒杀了现场的所有大哨 那些大哨们 看着越靠越紧的法拉利488 面上的神色都不太好看 他们都知道 这辆车子的车主 正是大哨王千浩 王千浩的家族 是临世有名的集团 是他们根本惹不起的存在 哪怕是心中再不满 也不敢在人家面前多说话 反而是在王千浩走出车子的时候 十分谈媚地围了上去 王大哨 您这出场 简直是压轴了呀 您这一过来 张熙今天晚上 可就算是您王大哨的了 这份艳福 真是叫人羡慕 看看王大哨一到场 多少妹子的目光 都朝着咱们这边看过来了 还不是王大哨的面子太大 太有魅力 早知道王哥你要过来 我们就不过来丢丑了 我们这破车在路上开开还行 在王哥面前 连个保姆车都算不上 王千浩装作 很是无所谓的压了压手 但是嘴角上不断扬起的得意 还是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 说穿了 王千浩今天也是奔着张熙来的 张熙这个级别的网红 在网络上直播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大哥捧着 这些大哥天南海北的都有 有钱人也有 王千浩虽然也是出手阔绰 但是只算是大哥之一 和真正的榜一大哥 还是有着很大差距的 毕竟王千浩就是个顽固大哨 能动用的钱还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一听说今天晚上的活动 王千浩的心理 一下子就活络了起来 这对于王千浩来说 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买卖 就比车子的话 在临时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王千浩台湾看了看时间 马上就要到截止时间了 今天自己算是赢定了 在场的民众们也是一阵唏嘘 没想到 居然有人开着500万的超级跑车入场了 这么贵的车子 大多数人只是听过 好一点的就是在车展上见过 现实生活里 还是第一次见到的 这可是法拉利488 看看人家这线条和颜色 怪不得都评价说 法拉利是最骚的超级跑车 真是太形象了 真不愧是价值500万的超跑 这可是搭载了V8发动机 最大马力可以达到720匹 最主要的就是 百公里加速只要2.8秒 乌草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两秒多 这是要起飞吗 看来今天晚上最贵的车子 飞这辆法拉利莫属了 台上的主持人也是同样的想法 他看着已经近乎截止的时间 再看看台下情绪激昂的观众 正准备尘埃落定的时候 众人忽然听到耳朵里 传来了一阵螺旋桨的声音 循着声音 所有人都抬着头向上望去 只见一架巨大的武装直升机 正朝着他们的方向快速靠近 一时之间 整个灯火展的现场 都跟着安静了下来 这这这 现场还有临时节目 居然连直升机都出来了 大多数人哪里见过这么大的直升机 这可是比电视里那种小小的直升机 看起来气派多了 众人都被这一幕给震撼了 虽然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是心里却如同翻江倒海一般 汹涌澎湃着 这是哪里来的直升飞机 而且还这么大 不会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吧 和这样大型的直升飞机相比 停车场里的这些车子 简直是low爆了呀 这已经完全没有可比性了 差距太大 这出场方式可是太酷了 感觉就是电影 都不敢这么拍 也不知道一会儿下来的 会是什么人 太期待了 现场的那些大少们 其实也被武装直升飞机的出现 吓了一大跳 他们都驾驶富裕 不少都是乘坐过观光用的直升飞机的 但是猛地看到如此巨大的武装直升机 还是愣证了片刻 大少们的脸上带着一丝骇然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纷纷开口一轮道 看他的方向 就是朝着我们过来的 怎么着 还带开着直升机来砸场子的 不得不说一句 这哥们可是够别出心裁的 比王少还跪得车子弄不来 就想方设法弄来了直升飞机 这可是太过分了 他还偏偏卡着时间来 明显就是算计好了一切 想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真是可恶 甚至已经有脾气暴躁的大少 走到了主持人面前 朝着他大声地喊道 主持人 你们必须得拿出点态度来 可不能就这样 就把直升飞机算进去 他这是恶意打擦边球 必须不能算成绩 旁边的大少也是纷纷点头 十分认可这种说法 毕竟一开始 人家活动的主办方 就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他们要比较的是车子 怎么还带有直升飞机的 不仅是那些大少们 旁边的王千浩也是一脸的不满意 自己马上就要获胜了 居然半路杀出来一个成咬金 这算什么事 王千浩对自己的法拉利488 还是很有信心的 更是已经认定 张希是自己的约会对象 居然还有人横插一杠子 就在这些大少纷纷表达不服的时候 下面的观众们倒是看得乐呵 毕竟对他们来说 这样的画面就是神仙打架 他们本来就没有资格参与 现在看到有人剑走偏锋 也是乐呵呵的跟着起哄 我觉得这话说的不对 这不就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吗 甭管是什么招 主要还得是看身价 主办方这次是赚了呀 这么多大少开着豪车 来给他装门面 现在还有人坐着直升机入场 这场面可是大发了呀 说不定 这是那位网红张希的粉丝呢 就是为了伯军一笑 特意搞出来的噱头 则则 有钱人的世界 还真是欢乐啊 就在现场一片乱哄哄的时候 陈天所乘坐的武装直升机 盘旋着落了地 一时之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直升机上 陈天迎着万众瞩目的目光 走了下来 他的身上 还穿着早上去参加剪彩的时候 特意换上的黑色修身西服 陈天本来就个子高大 衣架子一般完美的身材 正好将西服完美地撑起 真的如同传说中的霸道总裁一般 潇洒现身 陈天的帅气 和一身的超强气势 瞬间就秒杀了在场的众人 就连站在台上的网红张希 也是一改之前的无精打采 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瞬间精神了起来 这个出场方式 也太帅了吧 而且陈天一出来 完全就是童话里的王子 不仅帅气富有 还是那样风度翩翩 在现场这样浪漫的灯光下 张希俏脸一红 看向陈天的毛子里面 不断发射着粉色泡泡 在场的不少女生们 也是被陈天的出场和模样所吸引 小声地议论着 而王千浩一看到陈天的脸 瞬间就愣在了原地 呆住的脸上 满是震撼的表情 其他的那些大少 已经开始谴责陈天的行为 你小子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犯规行为 你知道不知道 这样不择手段 以后你还要不要在圈子里混了 太过分了 你以为 就你想和张希约会是不是 但是谁像你这样 在规则上是小手段了 看你年纪轻轻的 长得也不错 没想到 就是爱用这种歪门邪道的把戏 这些大少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 直接就把陈天给说懵了 陈天微微皱眉 露出一脸疑惑的表情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看到旁边的苏天晴 跨出一步 对着那些大少们 冷哼一声 斥则道 你们造死 敢和陈哥这么说话 苏天晴说话的时候 一身气势进出 浑身的煞气 让他看起来如同凶神附体 这一吼 直接让现场的大少们静了声 大家都是面色一白 神色之间有些慌张 虽然暂时还不知道 对面来人的身份 但是也可以想到 绝不是一般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王千昊 终于反应过来 王千昊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直接一巴掌甩在后面 谴责陈天的大少脸上 随着一声脆响发出 那位大少直接就被打猛了 他捂着脸 委屈巴巴地缩在那里 我在听你说话呀 王哥 你这 听到那位大少的辩解 王千昊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他瞪大了眼睛 怒骂道 你真是瞎了眼 这一位是新元集团董事长 陈董 新元集团董事长 一听到这几个字 在场的大少们 立刻下的身体一抖 险些摔倒在地上 最近几天 临时最大的几件事 都是和新元集团有关 今天新元集团董事长 更是在剪彩仪式上 宣布成立苏航商会的事情 现在新元集团董事长 可是妥妥的苏航商会会涨了 得罪了这样的大佬 难道是真的不想混下去了 得罪了陈天 不只是自己要倒霉 家族更是要面临无尽的打击 想到这里 那位挨打的大少 瞬间明白了过来 王千昊 这不是在恩怨不分 而是在救自己呢 那位大少 哪里还敢犹豫 他直接跪在地上 开口道歉 陈董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宁大人不记小人过 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 其他的大少们见状 也都是吓坏了 纷纷上前和陈天道歉 态度谦卑至极 他们一个个的都吓坏了 要不是王千昊家 在临时有些实力 今天也刚好参加了剪彩仪式 自己这些人 很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 得罪了大佬 一旁的张希 看着这场面 兴奋的脸颊一阵通红 自己这是撞了大运啊 原本还以为 自己这一趟的活动 只能碰到一个二十组 没想到 直接捞到了这样一条大鱼 无论是新元集团董事长 还是苏航商会会长 更加不要说 陈天的长相和气质了 张希越想越兴奋 他静止 走到主持人的旁边 对他而语了几句 主持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他连忙点点头 走到了台上 大声地宣布道 我在这里宣布 今天的活动 最终的获胜者 正是眼前的这一位先生 让我们大家一起祝贺他 随着主持人的宣布 现场瞬间响起了 珊瑚海啸一般的掌声 那些大少们 也是纷纷走上前 对着陈天恭贺道 恭喜陈董 贺喜陈董 获得了和美人 浪漫约会的机会 不只是这些大少们 旁边那些看热闹的观众们 也是一脸艳羡的 看向陈天 这样就抱得美人归了 真的是轻松简单啊 而且他们看得出来 张希明显 很是重义陈天 望向陈天的毛子里面 满是娇羞 这不正是女生 看见晴朗的表情吗 而此时的陈天 还是一脸猛逼的表情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在陈天微微醋眉的时候 张希也是快步 走到了陈天的面前 张希的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盯在陈天的脸上 娇声说道 恭喜你这位先生 你获得了和我一起 放飞灯火的机会 并且 还可以和我 进行一场浪漫的约会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不知道是因为激动 还是娇羞 张希的俏脸也是一红 一副面饭桃花的模样 虽然她轻轻地垂下了头 但是还是难以掩去 张希脸上的激动表情 旁边的众人看到张希的模样 脸上纷纷露出羡慕的神色来 看看这女主播娇羞的样子 这要是和眼前的大帅哥 一起去约会 后面的事情 还用想吗 要知道 之前张希看那些大哨 根本就是毫无表情 反差这么大 相当说明问题啊 一个男观众看着张希 露出一脸痛心疾首的表情来 有些感慨地说道 这哪里是放飞灯火 根本就是在玩火呀 围在台下面的观众 心中都满含着羡慕的心情 男生们自然是羡慕 陈天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和美女网红进行约会 而那些女观众们 则是恨不得变成张希 奈何陈天这么帅气 又有地位的男士进行约会 这简直就是梦里 才有可能出现的画面 这男生长得也太帅了吧 而且 一身的气质 也是这么好 你就是说这是刚出道的明星 我都相信 瞎说什么呢 没听人家刚才介绍吗 这一位可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想要和这样的优质男约会的妹子 这个女网红今天算是捞着了 说不定过了今天之后 人家就直接退出直播界 直接回家去做坑太太了 不只是这些观众路人们羡慕 大少们同样是羡慕的不行 尤其是不少人都觉得 心里憋闷的不行 只差那么一点 却被人家直接一个直升飞机截了湖 但是 碍于陈天的身份和地位 人家 今天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一时之间 风光无量啊 大少们看着陈天英俊帅气的脸 只剩下满心的哀叹 不过 不管他们心里多么难以接受 面上还要带着热情的笑容 去恭喜陈天拔得头愁 张希站在那里 享受着无数羡慕的目光 眼睛里带着特殊的光亮 他站在原地等了一回 看到陈天没有任何表示后 也是心里一阵焦急 这个帅哥董事长是怎么回事 明明来了 也取得了机会 却没有表现出对自己的一丝兴趣 张希的眉头一皱 不过下一秒 他自己就想开了 这么优质的男人 可是不多见 他必须要抓紧机会 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男人 张希想到这里 他仔细地调整了一下衣服和头发 这才走到了陈天的身边 拿捏着声线说道 陈董 您看 这也快到时间了 是不是 听到张希的话 陈天这才抬起头来 看着面前的女网红 也是一乐 陈天草草地打亮了张希一眼 发现这个女网红 长得也算得上 是漂亮 只不过 不管是比张书瑶 还是相比柳如烟 都是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说实话 陈天的眼界还是很高的 这样的妹子 并不能入她的眼 所以陈天直接选择忽略 陈天直接拿出来手机 开始给柳如烟发信息 你在哪呢 我已经到了舞台这里 没有看到你 众人看着陈天的动作 都是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这什么情况 美女在前 还有心情玩手机 这么坐怀不乱的吗 就在众人一脸不解的时候 柳如烟也是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静止走向陈天 柳如烟已经看到了张希 一看到对方的眼神 就已经猜到了 是什么意思 快步走到陈天身边 柳如烟直接伸出手挽住她的手 以示主权 众人看着柳如烟出现 全都猛住了 他们愣了好一会 才开口惊呼道 好家伙 这妹子长得也太漂亮了吧 不仅长得特别美 而且还特别清纯 这一身温婉的气质 简直是太有杀伤力了 原来人家不是坐怀不乱 而是分量不足啊 这打击有点太大了 多伤人家张希的自尊心啊 这到底是什么运气 还是说 人家投胎的时候 贿赂阎望爷了呀 看看人家这标配 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在场的观众都羡慕得要命 陈天和柳如烟站在一起 男的帅气女的漂亮 是特别登对且养眼的一对 就连那些大少们 也是看得傻了眼 他们平日里 自诩悦女无数 但是看到漂亮的柳如烟 也是直接傻了眼 这简直就是极品 王千浩看着陈天和柳如烟 也是愣住了 怪不得他之前看到陈天愣了一下 原来人家真的不是冲着张希来的 怪不得被他们的话给弄晕了 再看看柳如烟绝美的面庞 王千浩的心里也是非常感慨 真不愧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啊 看看人家这女伴 根本就是天上的仙女 张希和人家一比较 真的就成了雍之俗粉 有点没法入眼了 陈天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柳如烟 伸出手轻轻帮他整理了一下 被江峰吹乱了的病鞭乱发 柳如烟乖巧地站在那里 享受着陈天的照顾 两个人垂眸影笑的样子 就像是一幅画卷似的 尤其是那种浓情蜜意的气氛 感染的整片舞台处 都是恋爱的酸臭味 站在周围的那些观众们 看着这样美好的一幕 心里又是羡慕 又是心酸 他们这是造了什么呢 为什么出来看个烟火展 还要吃这种狗粮 但是 真香 张小姐 这是火种 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去后面准备的主持人 急急忙忙地走了回来 主持人将手里的火种 交到了张希的手里 还不忘朝着对方挤了几眼睛 毕竟是这么优秀的男士 有女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不是有那句话吗 没有挖不穿的墙角 主要还是看个人能力吗 张希一下子就领会了主持人的意思 她攥了攥手里的火种 眼睛里闪过一道斗志 这个女的长得好看 有什么用 不过就是个花瓶罢了 自古至今的男人 哪个不是喜新厌旧 只要自己的手腕够强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就在张希各种思虑的时候 就看到陈天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了过来 一看到陈天的动作 张希的眼睛立刻一亮 张希下意识地挺了挺胸 将自己的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一点 陈天这时候 已经走到了张希的面前 她看着这位女网红淡淡一笑 接过了对方手里的火种 开口说道 既然送一次点燃灯火的机会 那我就不推辞了 说完 陈天也不等张希说话 拿着火种 已经转头走了 陈天走到了柳如烟的面前 直接挽住了她的手 笑着说道 走吧 带你感受一下 今天晚上的特别节目 放灯火 感受着陈天大手带来的热度 柳如烟扑斥一笑 乖巧地跟着陈天 朝着灯火的方向走去 张希在后面 看着陈天和柳如烟的互动 一双眼睛瞪得溜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这个陈董 过来找自己 就是为了拿一下火种 这这这 张希做了网红以来 到哪里都是被无数男人追捧着 哪里受到过这样的对待 一股巨大的委屈感 从心底油然而生 张希眼圈一红 用力地跺跺脚 一脸的气氛 哼 不就是个年轻的董事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大哥里面 董事长不知道有多少呢 但是只要一想到 陈天的长相和一身的气质 张希的毛子里 就满是不甘和嫉妒 而此时的陈天 拉着柳如烟在街道上走着 柳如烟就像是个小姑娘 和陈天食指相扣 握在一起的手臂 摇得老高 因为今天的灯火展 就是在江边举办的 时不时吹来的江风 将二人的笑声吹出去很远 灯火是一个特质的巨大孔明灯 柳如烟看着灯上面的各种装饰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惊呼道 这么大的孔明灯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陈天淡淡一笑 他拉起了柳如烟的手 和他一起点燃了孔明灯 孔明灯的中间 放置了特殊的燃料 火种一声过去 立刻发出呼的一声 立刻就被点燃了 啊 柳如烟完全没想到 整个人尖叫一声 钻进了陈天的怀里 周围的那些路人们看到了 都是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年轻的小情侣嘛 不就是应该甜甜蜜蜜的 陈天低声笑着 他的大手在柳如烟的后背上 轻抚了两下 笑着说道 孔明灯开始升空了 快点许愿 只见漆黑的夜空中 一盏巨大的孔明灯 缓缓地升上了天空 上面的LED灯片已经亮起 都是今天厂商的名字 陈天和柳如烟毫不在意 两个人旁若无人地拥抱在一起 玩了一会 陈天看着观众们都开始离开 也是看向了柳如烟 开口询问道 我们也回去吧 柳如烟乖巧地点点头 陈天给苏天晴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来灯火展接他们 很快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就看到了灯火展的大门口 正在离开的观众们 看到这辆车 立刻愣在了原地 这辆车子 看起来也太酷了 看看车子前面的小惊人 这是劳斯莱斯没错了 不过这么长的劳斯莱斯 说实话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劳斯莱斯可是最顶级的豪车 这样的车子能便宜的了 他要是早点来这里 今天晚上和女网红约会的 就是这位车主了 我拍了照片 我来搜一搜 看看这到底是什么车 价值多少钱 看看有没有资格 和那些超级跑车比一比 那位路人已经开始搜索 很快 搜索结果就出现了屏幕上 看着屏幕上的数字 那位路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一遍一遍地数着那个数字 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辆车 在场众人一听到路人的搜索结果 都是一阵瞠目结舌 两个一就买一辆车 这得是多有钱的人 才能看出来的事情 至少在现场众人想起来 这已经触及到了 他们的知识盲区了 那些路人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老海之中只剩下一个问题 他们临时 什么时候又这么顶级的豪车了 这样的顶级豪车 恐怕就是天津魔都 这样的大城市 估计也是不多见吧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陈天已经柳如烟走了出来 静止朝着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走了过去 一看到陈天 他俊朗的外形和超好的气质 立刻就让在场的众人认了出来 这一位 不就是那位坐着武装直升机过来 直接赢了现场活动的年轻人吗 看他这个架势 难道说 他就是车主 就在所有人的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陈天已经带着柳如烟坐进了车里 之前那些大少爷刚好走了出来 看着陈天的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早就已经是心服口服 陈天无论是乘坐武装直升机 还是眼前的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都不是他们可以比得了的 在这样的超级豪车面前 他们的那些车子 完全就是破烂 顶多算得上是个能动的模型 跟着大少们走出来的女网红张希 更是惊讶地顿住了脚步 同样认出了这辆车子的价值 当张希知道 这辆车的车主就是陈天后 后悔的长子都要悔清了 自己的那些大哥 怎么可能和陈天的尊贵相提并论 这这这 能开得起这样豪车的人 必然是顶级的富豪 自己居然错过了这样的人 自己的脑袋是被驴给踢了吗 早知道陈天是这样的身份 就算是强行跪舔 也要抱上这样的大腿啊 只是可惜 现在一切都晚了 他们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 陈天坐着豪车 逐渐消失在了夜色里 灯火站的门口 无数人都痴痴地 看着豪车离开的方向 直到消失了很久后 才缓缓地收回了视线 而此时 陈天和柳如烟 也在苏天晴的护送下 回到了酒店里 柳如烟一边脱下外套 一边看向陈天 询问道 今天去剪彩 还顺利吗 还不错 陈天笑呵呵地回答道 和预想中的 还要好一点 柳如烟闻言 朝着陈天竖起了大拇指 他就知道 自己的男人 肯定是最棒的 陈天笑了笑 正要说话的时候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凤星打过来的 便按下了接听键 凤星在电话那头 对着陈天十分恭敬地说道 陈董 我有件事情 要和您汇报一下 原来 天津那边忽然有个 很紧急的项目 需要凤星到现场 去指挥一下 凤星知道 陈天也在临时 担心董事长有事情 会联系不到自己 所以第一时间 打电话来汇报 陈天文言 也是点点头 笑着对凤星说道 好 我知道了 这也是年终了 等过几天 给你们发半年奖 钱现在对于陈天来说 只是一个数字罢了 只要这些人好好工作 他自然是不会亏待他们 凤星一听 立刻乐呵呵地表态道 那感情好 我先在这里 谢谢董事长了 听着陈天平稳的声音 此时的凤星心里 同样是一阵震撼 毕竟这位新上任的董事长 给了他太多震惊了 从刚一上任 就带着他们以底架 拍下帝王开始 白天的时候 又成立了苏航商会 这是多少苏航商人 有想要办成的事情 但是只有陈天成功了 能拥有这样的董事长 同样也是他们的福气和运气 说实话 凤星从未像今天一样 觉得自己的未来十分明亮 简直就是一条 自己从未踏足过的康庄大道 也正是因为如此 凤星对于陈天辩 更是多了几分尊重 毕竟 新董事长实在是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 他的偶像 与此同时 英龙军部之中 现在的时间 虽然已经不早 但是刘一范并没有休息 刘一范的身上 还穿着军服 他来到了档案室 对着里面正在值班的龙校 直接吩咐道 去把这份档案提出来 加密到最高机密 我去和孙龙江申请一下贤位的事情 那位龙校正在工作 听到刘一范的话后 立刻抬起头来 打着招呼 您好刘龙江 我现在立刻就去安排 说着话 那位龙校已经站起身来 他恭恭敬敬地接过 拿着文件走了出去 龙江始终保持着 目不斜视的姿态 他们可是有着保密条例的 不能看这些机密文件的内容 尤其是刘龙江这么晚 也要过来办理 可见对方 对于这种事情的重视程度 也正是因为如此 龙校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快步地朝着机密档案室走去 而此时的陈天 已经洗完澡 从浴室中走了出来 他一面擦着头发 一面对着柳如烟说道 对了 我明天就打算回精灵了 柳如烟听到陈天的话 想了想 开口说道 你从这里回去就好 我去爷爷家接着如狱 然后再待一两天 咱们直接精灵见吧 陈天点了点头 他将手里的毛巾搭在一边 一脸坏笑地朝着柳如烟走去 他一把抱起柳如烟 直接走向了卧室 昏黄的灯光下 一阵高呼声不断传出 就连天上的月亮 也害羞地躲进了云团里 第二天一早 柳如烟和陈天 都是早早地起了床 陈天带着柳如烟 去酒店的餐厅吃了早餐 这才对着柳如烟说道 我一会就回去了 你有事情的话 随时给我打电话 柳如烟乖巧地点点头 他送着陈天走出了酒店 酒店外面 苏天晴已经开着车 在那里等待着 柳如烟看着陈天上了车 完全消失在了酒店门口后 才反身回去了酒店 与此同时天惊之中 周家大院里 周豪义正坐在一间 古生古色的厅堂之内 手里提着一支 极其精美的紫砂茶杯 厅堂之内满是茶香 正从方桌上的茶壶里 鼓鼓地飘荡出来 周豪义轻戳一口茶水 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他抬腕看了看时间 眉头不由地微微促起 自己安排手下 出去办点事情 居然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周豪义眯了眯眼睛 干脆又给自己 蒸上了一杯茶 慢慢地品扎着 又等了一会 手下终于姗姗来迟 行色匆匆地走了进来 周豪义听到脚步声 促起的眉头 一时间舒展开来 笑眯眯地说道 当案拿到了 快点拿来给我看看 我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人 才能将郑开赶出苏行 其实再上一次 郑开被赶出苏行的时候 周豪义就已经对陈天上了心 但是也只是上了心而已 也不至于说去 主动调查一下 毕竟周豪义作为周家大公子 能入他眼的人 还是不太多的 不过今天白天的时候 一个消息 直接改变了周豪义的主意 陈天不仅宣布 要成立苏行商会 而且在上官老爷子和刘龙 将在住阵下 直接邀请在场的 所有老总和达官显贵们 全部加入了苏行商会 这两件事 对周豪义来说 也是震惊不已 苏行自古以来就是繁华之地 商人数量更是数不胜数 这样的一股力量掌握在手里 可以说 陈天的身份和地位 一下子水涨船高 周豪义对于这件事情 还可以接受 毕竟苏行商会的成立 本来就是早晚的事情 但是上官老爷子这样的人 居然会去为一个 毛头小子住阵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周豪义立刻安排人 打听了一下 这才知道 这已经不是老爷子 第一次帮助陈天了 之前 老爷子还帮着陈天 以底下拍下来了 一块帝王 虽然老爷子没有出面 但是他也是 派出了邹大山 邹大山在外面 已经俨然是 老爷子的代言人 这样的人到场 用意和想法 恐怕已经不言而喻 也正是因为如此 周豪义不得不重视起来 这才安排自己的手下 出去调查陈天的档案 看着周豪义满是期待的目光 手下连忙低下头 汇报道 对不起少爷 那个人的档案根本提不到 被加密了 周豪义一听 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无奈地看着面前的手下 斥则道 你这鱼木脑袋 叫我说你什么好 能让我调查的人 这样的人物 他的资料肯定是加密了 以你我的这点权限 一般是看不了的 没有那个资格 但是去之前 我不是和你说了 叫你扯着老爷子的名头去 有周家老爷子的身份在那里 别管什么牛鬼蛇神 一样可以调查得出来 想到这里 周豪义又抬头瞪了手下一眼 跟了自己这么久了 怎么还是这么笨 谁知道手下文言 连忙开口解释道 少爷 我就是打着老爷子的名号 去调阅档案的 但是没想到 老爷子的名义 也是无权查看的级别 手下看着周豪义一脸的错愕 他再次低下了头 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档案是说 那个人的资料是SSS级机密 SSS级机密 这句话一说出口 一瞬间 哪怕是一向沉稳的周豪义 也是手中的茶杯猛然一颤 周豪义猛地起身 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死死地看着面前的手下 之前的淡然早已不在 那可是SSS级机密 整个华夏的最高保密级别 陈天不过就是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何德何能 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 这个人 背后到底是什么试炼 周豪义的心里 也是充满了震撼 他的眉头紧紧地皱着 明显是在思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少女快步地走了进来 随着少女风风火火地闯入 空气中瞬间充满了一股 独属于少女的花香 只见女生穿着一条粉色的纱裙 白皙水嫩的脸上 没有丝毫脂粉的痕迹 但是仍然难掩角色的滋容 一头浓密的黑发被高高竖起 在脑后梳成一个简单的马尾辫 看起来单纯又漂亮 好一个正值年华的青春少女 少女一走进来 就要朝着周豪义扑过来 不过看着哥哥不太好的脸色 也是身体一顿 关切地询问道 哥你怎么了 什么事情不开心了 周豪义看着妹妹周磊 眼中的情绪 早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只剩下对妹妹无尽的宠溺的神情 笑着说道 没事 反倒是你 也是二十岁的女孩子了 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明明是轻斥的话 但是从周豪义的嘴里说出来 就变成了无奈和宠爱 周磊灿然一笑 整个人像是盛开的花朵一般 娇艳美丽 叫人不敢直视 哪有啦 周豪义转头给周磊倒茶 脸去了眸子之中 不断有神采在闪动 一个小时之后 苏天晴稳稳地驾驶着车辆 在高速公路上急驰着 后座上坐着的正是陈天 车子一个转弯 他们已经正式进入了精灵的地界 下了高速 朝着城区的方向开去 诶 你看 那是不是陈哥的车子 一个大少猛地看到了劳斯莱斯 顿时瞪大了眼睛 他拍了拍坐在身旁的另一位大少 开口惊呼道 听到陈天的名字 二个人几乎是同时 朝着外面看去 就看到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家常定制版 在他们的身边 快速开了过去 大少一脸的兴奋 将看到陈天归来的消息 在他们的二代群里发了出来 郑浩然刚好在家里 群里的信息一发出来 立刻就看到了 他第一时间找出陈天的电话 给他打了过去 电话刚一接起 郑浩然就忍不住开口说道 诚哥 你回到精灵了 陈天文言也是一愣 顿时一乐 笑着说道 你们这是搞侦查的吗 我这才刚一下高速 就被你们知道了 郑浩然在电话那头大笑起来 连忙解释道 诚哥 这真不是我们想监视 实在是你的车子太耀眼了 在市里转上一圈 谁能忽视啊 整个华夏 都不一定能在路上 找到第二辆的顶级豪车 他们还能认不出来吗 郑浩然听到陈天在电话那头轻笑 立刻开口提一道 诚哥 咱们中午一起吃个饭 如何 毕竟现在的陈天 是纯金香钻的大腿了 他们更是要紧紧地抱着了 可以 陈天直接答应了下来 他想了想 回答道 这样吧 我先回家一趟 两个人一边打着电话 苏天晴驾驶着车辆 朝着家的方向快速靠去 刚一开到家的门口 听到了熟悉的车子声音 斗牛犬已经飞快地跑了出来 汪汪 和平时低沉的嘶吼声音完全不同 斗牛犬的声音里 透着一股浓浓的喜悦 陈天听到狗叫声 在家的门口下了车 斗牛犬立刻朝着他扑了过来 围在他身边不断地打着转 尾巴甩得飞快 陈天看着笑出声来 这个速度都快要变身螺旋桨起飞了 乖 好狗子 陈天摸了摸斗牛犬的头 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他的心里暗暗地想着 果然是神级看家狗 别的不说 光说壁谷这一项 便是称得上神级了 这都不用喂食的 陈天也没有多想 毕竟自己的加工能全面 说不定自动发放了狗粮也不一定 一面想着 陈天走到了房间里 取来了高级的狗狗罐头 放进食盆里 端给斗牛犬一饱口服 毕竟不用吃饭 和享受美食 可是完完全全的两种概念 斗牛犬吃得非常开心 发出很大的声响 呼噜呼噜地 不知道地还以为 陈天家里 这是养了一只小猪呢 狗子吃饭的速度很快 很快就填饱了肚子 围着陈天撒欢 还伸出头蹭了蹭陈天的手 显出了十足的亲密 陈天在家里简单地看了看 上楼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走了下来 对着苏天晴吩咐道 送我去上书台一号别墅吧 这一趟出门时间也不算短 是时候去看看张书瑶了 在路上的时候 陈天给张书瑶发了消息 在干嘛呢 张书瑶回信息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秒回 我今天休闲 在家里呢 你忙完了 陈天 嗯 想我了没 张书瑶 当然想了 恨不得现在就能看见你 色咪咪咪咪 陈天看着张书瑶发来的消息 嘴角上不由地扬起了一抹淡笑 既然这么想我 那么他就勉为其难 实现张书瑶的这个愿望吧 家距离上书台一号别墅并不远 现在这个时间段 正好避开了早高峰 也不堵车 很快车子就停到了 上书台一号别墅的门口 陈天直接打开了大门 走进了一号别墅 刚一走进去 就听到了一阵悠扬的音乐声音 随即 陈天就看到 张书瑶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 正在客厅里坐着瑜伽 客厅的窗帘被张书瑶拉开 大好的阳光直射进来 刚好将运动中的张书瑶笼罩起来 张书瑶的身材本来就是极好的 在紧身衣的作用下 更是将身体的优势完全地展现出来 尤其瑜伽的动作 本来就是极致的舒展动作 让张书瑶身体的柔软 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浴血喷张 若不是阳光给张书瑶 加持了一个金色的光照 让他显得无比圣洁 陈天恐怕早就已经化作恶狼 直接扑上去了 正在做瑜伽的张书瑶 这时候也感觉到了陈天的视线 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看到身前不远处 正笑眯眯看着自己的俊颜 张书瑶明显地愣了一下 下一秒 他猛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让自己不要尖叫出声 啊 陈天 你怎么回来了 张书瑶一脸的惊喜 看着陈天傻乎乎地问道 陈天看着张书瑶的样子 也是嘴角扬笑 却偏偏扬作失望地垂下头 很难过地说道 看看这语气 这神态 就是不欢迎我回来了 看来 我终究还是错付了 张书瑶被陈天逗得咯咯咯笑着 他连忙站了起来 静止扑进了陈天的怀里 笑着说道 欢迎回家 我都想死你了 两个人安静地拥抱了一会 张书瑶拉着陈天在沙发上坐下 这才开口问道 怎么样 这次出去 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看着张书瑶的温柔软语 陈天也是回忆微笑 笑着点点头 说道 还不错 回去见了建家人 也处理了一些公司的事情 张书瑶听到陈天说 处理公司的事情也并不觉得意外 毕竟以陈天的经济实力来说 恐怕产业和投资都是不会少的 张书瑶是真心喜欢陈天 自然也不在乎那些事情 便也没有追问 反而是很认真地询问 陈天在外面有没有吃好休息好 陈天看着面前审问自己的张书瑶 只觉得他这个样子 像急了一个管家婆 张书瑶听到陈天的形容后 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扬了扬眉头说道 你见过这么漂亮的管家婆吗 见过 陈天看着张书瑶娇俏的样子 很艰难才忍住了笑意 看着愣住的张书瑶 说道 我面前 这不就刚好有一个吗 两个人一边说笑着 张书瑶一记小粉拳 砸在陈天的胸口上 可惜 他根本没有用任何力道 轻飘飘的 反倒像是扫痒一般 让陈天不由发出一阵低笑 陈天一把将张书瑶抱住 看着近在咫尺的娇颜 陈天的眸子按了按 他看着放在地上的瑜伽垫 忽然对张书瑶说道 不过说实在的 刚才我看你的瑜伽姿势 感觉动作有点老套 张书瑶有点不明 所以他抬头看向陈天 十分有耐心地解释道 这是我专门去学的终极瑜伽 标准动作就是这些啊 陈天十分正色地摇了摇头 他一脸的严肃 对着张书瑶说道 看来 你的资讯还是不够快 我教你几招新姿势 说着话 陈天已经拉起张书瑶的手 朝着楼上走去 直到张书瑶被丢到了床上的时候 才终于意识到 陈天说的 心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来不及任何表态 红艳艳的嘴唇就已经被堵住 很快 房间中便响起了一阵阵的高呼声 一直持续了很久 张书瑶只觉得 自己变成了湖中的浮屏 一阵浮浮沉沉 筋疲力尽后 才沉沉睡去 陈天倒是精神大盛 他去冲了得早 换好衣服后看了看时间 才发现已经快要到中午了 他今天还和郑浩然等人约了吃饭 便拿起手机 给郑浩然等人发去了消息 你们出发没 我去接你们吧 接到陈天发来的信息 众人都是高兴得不行 毕竟现在的陈天 对于他们来说 那是尊贵无比的大人物 但是对待起他们来 却是这样的自然和热情 怎么能让人不兴奋呢 几位大少连忙客气了一下 发信息推辞了几句 他们开个车就能到的事情 怎么好意思让诚哥接送 诚哥 您这大老远的刚回来 怎么好意思叫您来接 可不是吗 那不是显得我们 也太不懂事了 您放心 我们绝不敢迟到 跪拜感动诚哥 您对我们真的太好了 可不敢让您这么辛苦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他的心情不错 乐呵呵地给他们发了信息 都没和我客气了 就这么说定了 在家里等着我就是 大少们看到陈天坚持 自然是乐呵呵地答应了下来 他们纷纷去换了衣服 好久没见诚哥了 自然得精精神神地 不能丢了诚哥的脸 郑浩然也是一样的想法 他放下了手机 去房间里换了一套衣服 这才走下了楼 来到了客厅里 没想到 郑浩今天早早地回来了 他端坐在沙发上 看着干净利落的郑浩然 火气蹭得一下子就上来了 冷声说道 你这是要做什么去 哦 我出去一趟 郑浩然的注意力 还放在头发上 他刚刚抹了发胶 再不好好调整一下 就要干了 看着自家儿子 这副敷衍的模样 郑浩的正式气不打一出来 怒赤道 一天天的 也不去公司上班 就是出去玩 一点正式都不干 你说你以后怎么办 做一辈子顽固 郑浩就是担心 自家孩子走上歪路 这才天天盯着看着 但是一想到郑浩然不上道 心里也是气得不行 这样吊锒铛的 以后还怎么接下他的重担 扛起家族事业的大旗 郑波正在心里叹气 就听到郑浩然无奈地说道 老爹 我就是和诚哥 出去吃个饭 人家今天回来精灵 我们迎接一下 不是应该的吗 他今天本来是打算 去公司上班的 但是知道陈天回来 还约了饭 这才留在了家里 而且 诚哥可是说了 让他在家里等着 他亲自来接呢 哪里有自己老爹说的 那么不堪 郑波 谁 陈天 郑波愣了好几秒 才反应过来 他神色一变 立刻站起身来 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儿子 开口说道 那你还在这里站着干嘛 站着 他现在站着 也是错吗 郑浩然的一双 眼睛瞪得老大 自己老爹这么说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找茬吗 看着儿子一脸疑惑的表情 郑波又是一阵上火 直接开口轰人 那你还不赶紧出去等着 郑浩然 脸变得也太快了 郑浩然也不敢在自己老爹面前吐槽 拿上了外套 朝着外面走去 郑波也跟着走到了门口 看着自家儿子 坐上了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心里一阵欣慰 还行 儿子果然是随他 这么会做人 以后就算是只有陈天这一条人脉 自家的生意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只会越来越好 陈天指挥着苏天晴 又去接了其他的几位大少 再次见到陈天 众人都是一脸的兴奋 他们看向陈天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崇拜和敬佩 郑浩然率先开了口 语气中满是感慨 陈哥 你这隐藏的 可是太深了 你是不知道 你那天走上红毯的时候 都要急死我们了 不只是郑浩然 那天去的大少小姐们 个个都为陈天捏了一把汗 他们甚至都已经想好了 如果实在不行 他们也要勇敢地站出来 帮着陈天一起扛下来 没想到 他们想象中的剑拔弩张的画面 根本没有发生 因为陈天就是他们期待不已的陈董 这董事长的身份 可是隐藏得太深了 其他的大少门剑 郑浩然起了头 也是纷纷开口说道 董事长的身份也就算了 没想到陈哥的志向这么远大 直接在剪采仪式上宣布 要创建苏航商会 这才是最厉害的 上官老爷子出场的时候 才是最厉害的时候吧 苏航银行总行行长上官月也在 那场面 嘖嘖嘖 简直是摔爆了 上官老爷子 看好陈哥的事 之前受验的时候 不就知道了吗 但是连龙将都现身为陈哥助阵 这才是最让人惊爆眼球的 这些大少门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自己最为惊讶的事情 只有陈天坐在旁边 安静地听着 嘴角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知道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这才开口回答道 不是我不说 是你们没问啊 郑浩然 你这叫我怎么问 这这这 陈哥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把他们给堵得死死的 这个话题已经继续不下去 郑浩然便仔细地打量起 这辆天花板级别的超级豪车 毕竟是劳斯莱斯的经典之作 处处都透露出奢华和精致 这就是最顶级的隐秘之药星空顶吗 郑浩然抬头看着头顶的星光顶 惊叹地说道 旁边的大少一听 立刻就来了兴趣 开口问道 郑哥 什么隐秘之药星空顶 他们看着陈天 这辆劳斯莱斯的星空顶 确实和其他款式的不同 但是也不知道其中的分类 便开口一问 郑浩然看他们一副不懂的样子 有些得意地解释道 这个叫隐秘之药 是因为这些星空顶上的排布 并不是无序的 反而是隐藏着密码的 这些密码解读后的答案 就是车身上暗藏的一些隐秘信息 车架号之类的 只要是车主登陆劳斯莱斯的官网 可以凭借星空顶的图片 来解读各项信息 车里的大少们一听 顿时发出了一声道稀气的声音 真不愧是顶级豪车的祖宗 这设计的也太巧妙了一点吧 而且还能拍照扫描 这一听就简直酷毙了好吗 大少们一边听着 一边抬头仔细地看着星空顶 这样的好东西 可是要好好感受一番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大少忽然伸出手摸了摸星空顶的一处 皱着眉头问道 诚哥 你这星空顶上怎么有刮痕啊 那位大少一边说着 一边在刮痕处摸了摸 已经留下了印记 看着是挺大力才能造成的 其他的大少文言 也是伸着头看着 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就算是个子高 也不能撞出这样的划痕来啊 陈天只是轻飘飘地看了一眼 他想了想 这才开口说道 可能是女朋友的高跟鞋 不小心划的吧 高跟鞋 不小心 众位大少明显一愣 嘴角也是一阵抽搐 心中更是一阵狂风海啸掀起 他们一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中充满了敬意 心里更是在疯狂地怒吼着 雾草 诚哥 你这也玩得太狠了 一般的力道 怎么可能弄出这样的痕迹来 这是玩哈的呀 郑浩然扭过头 看着陈天始终淡淡的表情 心里顿时充满了敬意 怪不得人家诚哥 能有今天的成就 看看人家这淡定镜 别说泰山崩于前了 就是泰山崩于脚下 恐怕都能淡定解决 接上了最后一位大少 众人就朝着酒店的方向赶去 那位大少看到陈天 也是一阵兴奋 笑着说道 诚哥 以后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得改口 跟您叫陈会长了 其他大少们一听 也是开始起哄 陈天被他们闹得不行 笑着说道 好吧 我今天一定要请你们大吃一顿 好堵住你们的嘴 大少们哈哈大笑着 连声表示说 要请陈天吃饭 以表敬意 众人一阵说笑着 车子已经开到了酒店门口 郑浩然等人 之前已经预定好了包间 报上名字后 立刻就被带上了包箱之中 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 陈天接过来菜单 直接点了一些美食 都是大少们没听说过的名字 这里的档次很高的 要不是为了配得上诚哥 我还真不敢来 郑浩然打量着包间里 豪华的现代装修 一脸感慨地说道 毕竟他的零用钱有限 这里的食材非常高级 敞开吃一顿都容易破产 其他大少们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郑浩然已经算是好的 最起码还来这里吃过饭 他们可是只是听说 还没有真正吃过呢 陈天听着他们一个个的话 顿时一乐 拿起桌上的茶杯清磋一口 说道 瞧你们这话说的 但方换个不知道的上来 哪里会相信你们是精灵顶级圈子的大少 大少们也是一阵苦笑 说起这件事情 他们也是很无奈的呀 正说话的时候 陈天已经点好的美食 开始端上了桌 鹅干弄成了小小的球形 上面撒了一层黑色的粉末 一位大少用叉子插起一个 在眼前来回地观察着 一脸的惊奇 这上面是什么 巧克力粉 说着 已经直接咬下了半颗入口 鹅干的味道非常绵软 入口即化 口感就像是冰激凌一样 至于上面撒上的黑色粉末 自然不是巧克力粉 而是黑松露粉 菌类特有的香气 在鹅干入口后才缓缓荡开 如同回甘一般 带着独特的滋味 各式美味流水一般的上了桌 每一样都是鲜嫩可口 让人赞不绝口 美食是最容易带给人们快乐的物品 大少们吃得兴高采烈 一个个心情都极好 这会零顿牛排 简直是太嫩了 说实话 我真的是想不到 到底是什么人 才能想出这么完美的吃法来 鱼子酱也很棒啊 这可是徐鱼卵 是最贵的鱼子酱嘛 要不然怎么说 贵有贵的道理 这味道 真是人间难得一见的美味 这个苏格兰兰龙 不仅是肥美 而且非常鲜嫩 那一口下去 真的是太满足了 美食 还是要大口大口地吃 才最幸福 大少们的口味不一 但是对于今天的菜品 确实百分百地满意 几乎每一道菜 都是最顶级的食材 是他们只听说过 没有吃过的顶级美味 很快 大家就吃饱了 一个个扶着肚子 靠在椅子上 开始说起话来 郑浩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脸色有些沉了下来 对着陈天说道 陈哥 有个事 我觉得得和你说一下 这几天听我爸说 好像天津那边统一枪口 对准我们商会了 这样的针对 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让刚刚成立 根基还不够稳妥的苏航商会 直接垮台 其他的大少们一听 也是面色一正 纷纷开口说着 自己听到的消息 这个消息 我也听我家老爹说了一句 听说是联系天津那边的客户 想要打听一下情况 但是已经断绝了联系 听你们这么一说 看来这次的事件 根本不是巧合 而是一次故意针对了 我家这边的天津客户 也是打电话不接 还以为是有事情呢 为什么好端端的 要针对我们苏航商会 而且客户集体失联 动作已经太明显了 一般情况下 肯定不会这样明目张胆 大少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 陈天安静的听着 但是眉头还是不自觉的皱了起来 郑浩然看着陈天都皱了眉 连忙开口打圆场道 嗨 你们看我 没事提这件事情干嘛 今天咱们不谈这些事情了 来 一起吃饭 大家这才反应了过来 今天是给陈哥接风洗尘 真的不该说这么晦气的事情 来 大家干一杯 有大少开始牵头 众人开始愉悦地碰杯 一顿饭吃下来 兵主敬欢 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 吃完饭之后 大少们纷纷要抢着副账 大家你争我抢的 来到了柜台处 要求服务员打印账单 服务员看着一众大少们 淡淡一笑 将手中的账单抬了抬 语气温柔地说道 您好 一共消费了五百一十万 听到服务员爆出的数字 在场的众人全都愣住了 今天的饭 居然要五百多万 他们还以为 最贵也就是几十万呢 这这这 说实话 他们这些人的钱加在一起 可能也截不起账 就在大少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全都是挂满了尴尬的表情 刷卡 陈天这时候走上前来 直接递上了银行卡 刷卡截了账 随即 他的眼前弹起一道光幕 检测到宿主 刚消费五百一十万元 触发十倍反例技能 反例五千一百万元 现在这点小金额 已经不被陈天放在眼里 他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直接对着旁边的服务员说道 我想打包几个菜品 陈天点了几个 刚才觉得还不错的菜品 随即大家一起 坐到了旁边的沙发上 大少们这时候 看向陈天的目光 除了满满的敬意 就是无尽的崇拜 真不愧是陈哥 跟着他在一起 他们这些精灵的顶级大少 简直就是一群 没什么见识的乡巴佬 这才是真正的 顶级富豪该有的样子 菜品做好后 陈天对着一众大少们告别 菜要趁热才好吃 我就先回去了 大家连忙将陈天送到了楼下 陈天看着众人 连忙说要安排人来 接送他们 大少们连忙婉拒 纷纷表态说自己回去 陈天点点头 这才在苏天晴的护送下 回到了尚书台一号别墅 走进客厅的时候 张书瑶刚刚起来 正准备下楼来倒杯水喝 陈天看着哈欠连连的张书瑶 笑着摇摇头 着呼道 饿了吧 先过来吃点东西 张书瑶一听说有东西吃 立刻迎了上来 他上午这么高强度的运动 是真的饿了 陈天看着张书瑶的样子 也是一乐 打趣道 书瑶 你的体力变弱了 之前大战到早上 精神看起来也比现在更好 张书瑶一边吃着美食 一边翻了个白眼 直接开口吃道 哪有 明明是你 越来越不懂得连香惜玉了 这倒不是张书瑶夸张 他确实感觉到 陈天的体质 似乎是越来越好了 陈天乐呵呵地看着张书瑶 一边看着他吃东西 一边给他加菜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陈天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是凤星打来的 这才放下筷子 接起了电话 怎么了 凤星在电话那头 听起来声音有点沉重 闷闷地说道 陈董 咱们集团在天津的项目 进展有些不顺利 说起项目的进展问题 凤星就是一个头两个大 他们在新项目上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样的不顺利 让他们的利润 在不断地流失着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可能不仅拿不到 想要的利润 甚至有可能会赔上 大量的违约金 这不仅是钱财上的损失 更代表着他们 星园集团的名誉 将受到损失 陈天的表情淡淡地 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不过还是开口问道 怎么回事 你具体和我说说 感觉天津这边 最近也是统一矛头 对准我们苏航商会 我们星园集团 更是首当其中 咱们的项目和资产 在这边都是受到打压 凤星和陈天解释了一下 这绝对不是他们的项目问题 更不是他们的能力问题 但是星园集团 毕竟是苏航的龙头企业 在天津的根基不是那么稳固 自然是会受到限制 更不要说 这一次是天津的联合行动 否则 他们也不会这样被动 凤星听着陈天没有回应 便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天津这边的人 最近要举行一个宴会 名为宴会 是为要联合打压我们 要不陈董宁来天津一趟 毕竟有陈天在的话 他们这些人 也会比较有底气 陈天的眉头微微促起 他点点头 对着电话说道 好 我会过去 和你们会合的 得到陈天的答复后 凤星显得非常高兴 两人 这才挂断了电话 张书瑶 看着陈天的脸色不对 立刻放下了筷子 关切地询问道 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你接了一个电话 心情有点不好 陈天并没有细说 只是简单地说道 天津那边的项目 需要我过去处理一下 一边说着 陈天打电话给苏天晴 让他去给自己 联系一下包机的事宜 张书瑶看着陈天放下电话 十分温柔地说道 走得这么急 需要我帮你准备一些东西吗 陈天摇摇头 他的东西 都还在苏天晴的车上 直接出发就可以 很快 苏天晴就给陈天打来了电话 汇报说 一切都已经准备完毕 而他也已经来到了 上书台一号别墅门口 随时可以准备出发 张书瑶将陈天送到了门口 有些为难地说道 我还要上班 没有办法陪你 陈天拍拍他的手 安慰道 没关系 在家乖乖等我回来 随后陈天就上了车 直接出发去了机场 因为是包机出行 所以有专门的贵宾通道可以走 一路上都畅通无阻 直接上了飞机 在陈天登机之后 空姐立刻通知了机长起飞 包机上的美女空姐很是热情 各种服务也非常殷勤 毕竟能选择包机服务的客人 都是非富即贵 如果被这样的一位顾客投诉 他们可能就要被直接辞退了 当然了 怕被投诉 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理由 最主要的就是 陈天长得实在是太帅了 这些空城人员 都是年轻貌美的妹子 见到这样帅气又多金的大佬 自然是心里会有想法 若是拥有这样的男朋友 岂不是直接走上人生巅峰 想到这里 一位美女空城之前走了过去 对着闭眼假妹的陈天说道 陈先生 需要我为您按摩一下吗 相信会有一定的解法效果 陈天睁开眼 看了美女空城一眼 点点头 硬了下来 美女空城一听 立刻开始为陈天按摩手臂 她一只手拉着陈天的手 另一只手 则是在大臂上来回轻按着 陈天感受着大小合适的力量 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感受着手中柔软的小手 好似完全没有骨头一般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糊度 舒服啊 这样的服务 确实是很不错 美女空城则是一边按摩 一边偷偷打亮着陈天的脸 这样近距离地观看 美女空城发现 陈天的脸看起来更是立体 看着让人脸颊发烫 在各种阴切的服务之下 飞机降落在了天津的机场 感受着飞机落地 一众空城的心里都是空落落的 他们坐了这么久的空姐 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旅程居然可以这么快 陈天倒是毫无所知 他休息得很好 在一众空姐的欢送之下 走下了包机 凤心带着一众高层 早就来到了机场内等候着 陈天等人一出现 众人立刻迎了上来 陈董 对不起 还要麻烦您亲自来一趟 听着凤心的话 陈天只是淡淡地摆摆手 众人一起坐上车 朝着下他的酒店去 陈天带着凤心等人去了房间 这才开口说道 跟我说一说 宴会的事情 凤心一躬身 他十分认真的开始汇报起 宴会的具体情况 听说明天的宴会 不少集团老总 以及达官显贵 都会前往参加 他们的目的 自然是想要打压 我们新元集团 那些其他的老总 和达官显贵们 则是想要去看一看 天津对新元集团的态度 到时候好做出决定 是否全部参与进来 针对苏航商会的事情 这一点 陈天也是想到的 所以才会亲自赶过来 陈天眯了眯眼睛 凤心说的这些 在结合之前 听郑浩然说过的那些话 他心里已经有了大概 看来 是他成立苏航商会 随即加上新元集团 在天津的扩张行动 让这些本地的土著企业 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才会不惜 花费这样的力气 也要对新元集团 和苏航商会就行打击 不过这些人越是这样做 越是坚定了 陈天要做好苏航商会的信心 你们越是怕什么 我不要做出什么 想到这里 陈天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寒芒 才喃喃自语式地说道 既然他们喜欢完 那么大家就碰一碰好了 陈天端起一杯水饮镜 和凤心等人约定了时间 打算明天一起去出席宴会 好的陈董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您好好休息 说完 凤心就带着一众高层们 离开了房间 陈天也确实有点累了 他洗了一个澡 便早早地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陈天睡到自然醒 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 看看时间已经临近中午 这才换上了礼服 刚刚收拾好一切 房间的门就被敲响 是凤心等人来接陈天了 众人会合在一起 朝着今天的宴会场地而去 与此同时 天津北部飞宴会所之中 飞宴会所门口的停车场里 已经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车 随着时间的一点点临近 越来越多的豪车 还在朝着停车场里开着 而此时飞宴会所的门口 更是名流云集 棺盖如云 那些企业主和达官显贵们 穿着笔挺的西装 头发用发交疏的一丝不苟 看起来就是成功人士的模样 他们站在会所的门口 和周围的熟人们 十分热络地说着话 看看时间差不多 大家都开始朝着会所里面走去 已经走进了宴会大厅的老总们 则是凑在一起 小声地开始商量起来 你们说 这一次新元集团会派谁来 毕竟是这么大的事 他们首当其冲 一般的身份 肯定镇不住场子 除了凤兴和一众高层 还能是什么人 不过 我看这一次凤兴不一定会来 毕竟他也知道这是鸿门宴 可不是那么好参与的 凤兴虽然是新元集团的总经理 但是说穿了 也不过就是个高级打工仔而已 就算明知道情况不对劲 他也必须要来 否则老板那边都交代不过去 说起来 最近新元集团的力量 可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若是现在不抓紧打压一下 任由他发展起来 就不是我们能对付的了 现在整个华夏 谁不知道新元集团最近的风头 有些过剩 那位未曾谋面的新元集团新董事长 已经成立了苏航商会 这也就算了 随即在他的指挥之下 新元集团还在天津拿下了好多项目 看这个意思 苏航那边和新元集团 是要把手伸到天津来了 一个外来的企业和商会 居然想要分走天津的一杯羹 天津的老总和达官显贵们 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他敢把手伸过来 我们就敢剁了他 利益面前 什么人都休想胡来 老总们的想法非常一致 这时候 因为副手而立的老总开口说道 你们应该也收到消息了吧 听说那位新元集团的新董事长 年纪非常轻 新官上任三把火 更何况是个年轻人 身旁的众人一听 则是不满地开口赤道 谁管他到底是什么人 既然他把火 烧到了 我们天津这里来 我们就绝对不可能答应 对 这是我们的底线 必须要守住了 想要来天津做生意没关系 但是要守规矩 这样瞎胡搞 绝对不允许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力量要凝在一起 共同对付新元集团 以及苏航商会 只要我们团结 他们就完全不是对手 这些老总们开始交流起来 一起商量着 要如何对付新元集团 即使是一些原本不对付的老总们 在拥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 也开始畅谈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在场众人的注意力 都被这声音吸引了过去 齐刷刷地朝着外面看去 是新元集团的人到了 听说是今天的主角到了场 一时之间 所有目光都朝着外面看去 果然 只见很多新元集团的高层 正朝着宴会大厅走来 但是所有人的视线 都被这些高层身后的一个青年 给吸引了过去 今天的陈天 穿了一套海蓝色的修身西装 完美的剪裁 将他的好身材和气质 完全地凸显出来 随着陈天的出现 瞬间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陈天的目光淡漠 傲然扫视全场 随着他的视线扫过 他的气场瞬间掀开 顿时压住了在场众人 众人只觉得呼吸一致 摒弃凝神地看着陈天 一步步地朝着他们走来 看着这样一位 气质卓越的年轻人出现 现场的老总和达官显贵们 都是眉头一皱 面露疑惑 这一位 是什么人啊 怎么是他走在最前面 凤星都是在后面跟着 这些老总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一脸的不明所以 在众人的窃窃私语之中 凤星已经走到了众人的面前 他挺着胸膛 十分骄傲地 为在场众人介绍道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一位 就是我们新元集团董事长陈董 董事长 在场众人一听 瞬间都被凤星的话 惊在了原地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震撼 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 表达着他们的难以置信 他们知道 新元集团董事长十分年轻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这么年轻 这这这 在一片震惊之中 众人的脑海中乱哄哄的 只有一个想法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在看到陈天的出现后 现场的老总和达管险柜们 开始沉默起来 尤其是刚才商讨着 要怎么驱逐新元集团 削减新元集团力量的人 都是脸色越发的黑了 毕竟是陈天亲自到场 如果只是凤星等人的话 那么今天的新元集团 自然是要被他们手拿把掐的 但是这一次 人家的一把手到场 事情就有些不好办了 再怎么说 人家的手里 可是攥着一个新元集团 更何况 这个年纪就能组建一个苏航商会 仔细想想 恐怕背后 还有什么令人畏惧的力量 现在陈天来了 这让他们可怎么办 一时之间 现场的气氛有点凝重起来 很多人都是紧紧地皱着眉头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后 随即 不少人开始和身边的熟人们 小声地议论着 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居然也到了宴会现场 这完全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 这事情有点难吧 我们这还怎么谈 这种情况下 先别说怎么谈了 咱们赶紧和自家老总通知一声吧 这样的身份不对等 根本是没资格谈判的 你说的对 不通知 恐怕是真的不行了 这次别说打压新元集团了 就是他们的产业 怕不是也要被新元集团抢了去 在场的老总们 也是不敢犹豫 就连一些家族的人 也是纷纷点点头 十分认可这个想法 他们快速地掏出手机 开始通知自家企业一把手 或者是家族组长 现在情况危急 不得不紧急应对了 与此同时 方家之中 天津方家 也是鼎鼎大名的集团 繁荣昌盛了几十年 方天远作为方家的组长 正坐在院子里 悠闲地喝着茶 听着昆曲 一副完美的退休生活模样 就在这个时候 方天远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怎么回事 这帮人办事真是不利索 板上钉钉的事情 还要打电话来询问 方天远一边嘟囔着 一边接起了电话 今天宴会的事情 他已经和相熟的组长议论过 觉得已经是十拿九稳 可是 当他听清楚电话里面的汇报后 疼得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惊呼道 什么 你说什么 说完 方天远直接挂断了电话 直接叫来了司机 他要立刻赶往宴会现场 不少家族组长和企业主们 纷纷在得到通知后 再朝着宴会现场赶来 陈天倒是非常沉得住气 他端着茶杯 十分悠闲地喝着茶 世上好的西湖龙井 还算是不错 好像根本不是来参加一场 专门针对他的宴会 而是在自家的花园里 一般轻松 那副低眉垂眸的样子 却隐隐让周围的众人 感觉到振振的不安 这些人时不时地 看向自己的手机 等待着自家主事人的到场 否则即使他们人多 还是有一股股的不安 涌上心间 怀着这样的忐忑心情 众人偷眼打量着陈天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惊骇于 陈天居然是如此的年纪 看起来 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这样的人 居然已经是新元集团董事长 不仅指挥着新元集团 快速扩张 甚至是在苏航建立了苏航商会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商会会长 简直是闻所未闻啊 众人越想越觉得头皮发麻 这样的年轻人 却完全让人生不起 一丝不敬的想法 这气场 真的是太强大了 就凭他们的这点水平 这样的气场 他们可是应付不来 还是要他们的父辈 或者企业主亲自到场 才能找回一点气场来 就在众人紧张不已的时候 人群之中 有人低声地说了一句 大家都不要慌 没事的 不管怎么样 今天郑家的人 是一定会来的 郑家 听到这个名字 在场众人都是眼睛一亮 天津郑家 那可是几大家族之一的存在 如果有他们来撑头的话 事情可就好办多了 想到这里 立刻有人开口询问道 郑家会派谁来 不会是郑家老爷子吧 一个老总想到了得高望重的郑家老爷子 惊呼道 看着老总惊喜的模样 说话的那人露出一脸 你是白痴妈的表情 你们这样的企业 也不过是派你前来 还郑家老爷子 那人在心里疯狂地吐槽着 他撇了撇嘴 说道 你想什么呢 老爷子怎么可能来这样的宴会 好像是郑开郑少会来 听到郑开的名字 虽然没有郑家老爷子的德高望重 但是人家也是郑家的长孙 身份高贵着呢 众人的心里 都是又震撼又惊喜 一个个的脸上 都露出了一丝自信 心里也开始鼓舞起来 毕竟郑开郑少那脾气 可是能好好置疑至星园集团 他们承认 陈天的气势和气质 都是他们看过的年轻人里 最好的一个 但是 人家郑少背景深厚 人家的后背 靠着的是天津郑家 即使是苏杭的龙在郑少面前 恐怕也只能盘着了 众人这样想着 纷纷开始沉默起来 只要他们等着自家的组长 或者是企业主到了 就有人为他们做主了 凤星看着众人一脸沉默的样子 笑着招呼道 既然大家都到了 要不我们今天的宴会 就正式开始吧 没想到 众人都是露出一张笑脸来 对着凤星说道 其实 现在时间还比较早 我们完全可以再等等 还是有人没到场的 出于宴会的尊重 我们还是等待所有人到齐 再开始吧 就是 毕竟这一次是比较大型的宴会 而且我们的目的 就是集合大家的力量 让大家的合作更加紧密 对 我相信在场的大家 都是愿意再等一会的 对吧 听着这些人 故意乐呵呵的话语 凤星的眼睛 微不可查地瞇了瞇 一瞬间就明白了 这些人的心思 这些人明显就是看到陈董来了 准备叫自己 更上层的人物上来了呀 怪不得一个个这么好心 说是要等等 是要等着有人来撑腰呢 凤星下意识地看向陈天 心里也是 暗道一声不好 要是真的一帮家族组长 还有各大天津的企业主 到了现场 不知道陈董能不能压得下来 凤星的心中一阵忐忑 但是看陈天一副平静的模样 心里也是多少安静了一点 不管怎么样 既然这一次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针对新元集团和苏航商会 自然不可能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开始 他们已经打定了主意 真不愧是鸿门燕啊 凤星和一众高层们 交换了一下眼神 都是恨得牙根痒痒 这真是太可气了 真把我们新元集团 当成是砧板上的肉了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现场 也没有直接离开的理由 凤星和一众高层们 都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也只能是恶狠狠地看着他们 等了一会之后 便是有不少集团的老总和家主 都是来了 方天远在接到通知之后 立刻就换了衣服 现在也是在一众家主之间 快步走进了宴会厅 毕竟都是在天津盘踞多年的人 相互之间自然是相熟的 看着大家陆陆续续地到达了现场 这些家主们也是开始打着招呼 对于其他人的到来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家主们一入场 立刻就注意到了 坐在那里的陈天 再看到陈天的一刻 在场众人的眼睛之中 都是闪过了无数的震惊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居然这样年轻 明明是这样的年纪 但是陈天坐在那里的样子 却是如此沉稳和有力量 众人的心里都是有了一丝忌惮 这些家主们 开始快速地和盟友们 进行着眼神交流 既然是要挤走新元集团 拿下他们所有的项目 就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商圈可不是战场 自然是没有单打独斗 是好汉的规矩 赶尽杀绝 就要有必杀的决心 一些走在后面的企业主 甚至开始小声地交流了起来 怪不得把我们匆匆忙忙地叫来 原来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亲自到达了现场 哼哼 奉心不会真的以为 他们的董事长亲自到场 就可以免除被瓜分的下场了吧 我们只要是联合起来 就改变不了结局 不只是我们下了决心 看到那些天津的家族美 他们的想法 和我们是一样的 咱们这次出手 是必须要拿下的 有那些大家族的组长们在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 安静地等着吧 新元集团的那些项目 他们一个都留不住 众人在短短的功夫里 已经快速地达成了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 方天元主动走了出来 他的脸上笑眯眯的 但是一双眸子里 闪烁着的却是冰冷的目光 既然大家都到了 我们就开始吧 这一次的宴会 势在必得 不管是什么人到达了现场 也更改不了 新元集团的命运 方天元和几位相熟的家主 对视了一眼 便开口说道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每年都会举行 这样的宴会 目的自然是要 整合手头的资源 让大家的企业 都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说到整合资源的时候 不少人的视线 都不由自主地 落在了新元集团众人的身上 他们的眼睛里 满是贪婪的光芒 这块肥肉 就算是一些大家族 也是垂涎三尺 现在有这样的好机会拿下 他们自然是不会错过 这时候 其他的家主和企业主们 也是纷纷开口说道 的确是这样 要想在我们天津的地盘上 做生意的话 肯定就要遵循 我们制定的规矩 绝对不可以有垄断的行为 既然是说到了垄断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最近新元集团做的 可是有点过分了 在很多行业里面 都是垄断的状态 既然是想要融入 我们的天津商圈里 新元集团是不是也需要 做出一点表率来 最起码 把吞下去的好处 给吐出来吧 这就要看新元集团的态度了 也是时候 拿出一点诚意来 其他的老板和企业主们 也是纷纷附和着 他们现在的心里 都激动极了 就是这样 反正 上面有那些大家族 和大型企业撑着 他们能争到多少的利益 可就是看自己的努力了 新元集团势头很猛 又怎么样 就是因为他够猛 所以才要被所有集团 和家族们狙击 居然在天津的商圈里 还这么嚣张 就让他们看看团结的力量 凤星的拳头紧紧地攥起 恨不得一拳 把这些肮脏的嘴脸 全都打破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但是现在是宴会上 这些人又摆出一副 这是天津商圈规矩的模样 他们也不好大动干戈 凤星等人 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下意识地看向陈天 毕竟陈董才是他们的主心骨 更是他们今天的 真正底气所在 陈天仍然坐在那里 他的手里端着茶杯 小口小口地喝着茶 脸上 看不出任何不妥的地方 就连一丝不满和烦闷的表情都没有 他的脸庞也没有丝毫紧绷 看起来太自然了 其他人的瞳孔 都是不由地缩了缩 心中那一丝忌惮的情绪 似乎又浓郁了一分 但是大家都是强压住了这种感觉 众人都是观察着陈天 所有人都想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天会做出什么样的感应来 不过大多数人 都是并不看好陈天的 年纪轻轻的一个毛头小子 面对这么大的场面 不被众人吓到就不错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终于放下了茶杯 抬起头看 看着在场的众人 语气淡淡地说道 怎么 都说完了 众人文言皆是一愣 这是陈天 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 陈天看着愣神的众人 嘴角上不由地扬起一抹讥讽的淡笑 但是说出来的话 却是异常的冰冷 有本事的 就靠着提升自己占据市场去 别在这里叽叽歪歪 敢打我星园集团的主意 我看你们真的是穷疯了 穷疯了 陈天的一句话 已经让在场的一众老总们 鼻子都要气歪了 这个陈天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在和谁说话 他们这些集团和家族的市值加起来 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个毛头小子 居然口出狂言 说他们穷疯了 简直是可笑之至 他们要气疯了 一位老总大跨步地走了出来 语气十分不善地说道 听陈董这个意思 是丝毫都不愿意退让了 说实话 陈天现在的反应 完全不在他们的想象之中 毕竟这是天津商圈的一次联合行动 这个陈天居然毫不放在眼里 开口就敢对他们 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在向他们整个天津商圈示威呢 这么嚣张 真是该死 陈天迎着所有人的目光 非常自然地点点头 随即继续说道 那是自然 不但不让 我们还会加快扩张 否则 你们觉得 我成立苏杭商会 是要做什么的 成立苏杭商会 然后带着商会的所有人员 来给天津的这帮人做孙子 哼哼 这帮人想的 未免也太理想化了一点吧 苏杭商会 不会随便欺压任何企业 但是要想在苏杭商会的头上 作威作福 那也是白日做梦 陈天的毛子里 也逐渐染上了一丝冰霜 这些天津的企业主们 是平日离手 追捧习惯了 居然做这样的白日梦 简直是可笑之志 陈天的一句话 再一次震撼了全场 所有人都用一种震惊 和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向陈天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陈天竟然敢这样说话 这是完完全全 在蔑视他们天津商圈啊 还是那句话 可以看不起他们 但是天津的地盘上 看不起土著企业和家族 这个年轻人 未免也太轻狂了一些 而且 他们在旁边站了这么久 陈天一个年轻人 却在那里稳坐钓鱼台 太不尊重人了 一点年轻人的礼数都没有 没教养 这些天津的老总们 气得不行 他们恶狠狠地看着陈天 冷笑着说道 陈董 那就看你能不能做得到了 反正我觉得 你不行 一个企业能不能做大做强 看的是实力 而不是董事长多么嚣张 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 但若是横冲直撞 恐怕是容易受伤的 企业扩展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这里是天津 可不是什么片野小站 这位陈董 还真是年少轻狂啊 这么狂妄 那么咱们 就在天津商圈里面碰一碰 看看这最后的赢家 到底是什么人就完了 好话好好说你不听 非要把事情办得这么难看 那么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是一样就不了心愿集团了 听着这些企业主们 恶狠狠的话语 陈天的嘴角上 也是扬起一抹冷笑 我行语不行 你们大可以看着 咱们 慢慢看 陈天的声音冰冷无比 整个人的气场 也是刹那间全开 一时之间 众人只觉得 一股十分危险的气息 朝着他们扑面而来 将他们完全笼罩其中 在陈天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在场众人和心愿集团 绝对是剑拔弩张起来 就在这样的紧急时刻 传来了一道声音 哎哟 这是谁啊 这么大的口气 真到我们天津商圈 是你们家后花园了 一听到这个声音 在场众人的视线 立刻循着声音望了过去 哪怕是心愿集团的众人 也是朝着门口的方向看去 眉头紧紧地皱着 他们也不是傻子 自然是明白 这时候出现的 绝对不会是一般的家族和企业 这个时候 众人就看到一个 全身名牌的年轻人 一副拽拽的样子 走进了宴会厅 年轻人怎么看 都是一副吊铃铛的气质 就连几倍都挺不值 尤其是眼底的清黑 还有那副睡不醒的模样 怎么看 都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模样 这可不是什么陌生人 而是之前在精灵 被陈天赶出去的郑开 郑开 今天是代表郑家 来参加这次宴会的 只不过他起得有点晚 便赶过来的晚了一些 在郑开的眼里 郑家在整个天津 都是顶级的存在 自然要压轴出场 这不是 就赶巧了吗 在有些人最嚣张的时候出场 直接震慑住对方 这才是他们郑家出现在宴会上 真正的目的 郑开得意洋洋地想着 人已经走了进来 就在郑开出现的一瞬间 在场的众人又一次愣住了 没想到 就连天津郑家 也派人前来了 这样很好 有了郑家的加入 新元集团 就更是无法嚣张地起来了 众人这样想着 看向郑开的脸上 已经是喜笑颜开 郑大少 没想到 您今天还亲自跑了这趟 在场的众人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郑开凑了过去 毕竟有了郑家的加入 他们这一次的成功率 绝对是百分之百了 新元集团的众人 也是看向郑开的方向 他们的脸上的表情 也是逐渐变得难看了起来 没想到 居然连天津郑家的人也来了 凤兴担心 陈天不知道这个郑开的底细 他凑到陈天的身边 压低了嗓音说道 陈董 这个郑开 是天津郑家的大少爷 郑家在天津是几大家族之一 也正是因为这样 郑开拥有天津四少之一的称号 因为有家族的底气在这里 郑开这个人 还是非常嚣张的 陈天听着凤兴的介绍 轻轻点了点头 嘴角上扬起了一抹糊涂 郑开 这不是老熟人了吗 这时候 天津的老总们也走上前去 纷纷对着郑开一阵凤城 真不愧是郑少爷啊 都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您出现的还真是及时啊 这一点 您是真的厉害 就像是大救星一样 什么叫大救星一样 根本就是大救星 有了郑大少在现场 我们这心里 瞬间就有了底气了 既然郑大少已经到了现场 不如就让郑大少爷讲两句吧 正好 我们也有机会 和郑大少学一学 郑开这样的顽固大少爷 就是爱听这样的鳄鱼凤城 他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不过 郑开现在可没有心思讲什么话 他现在更想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人 敢口出狂言 你们都让一让 郑开的脸上 露出一抹不耐烦来 他抬手拉开 挡在身前的两位老总 朝着陈天的方向看去 当他看到陈天的脸 以及陈天脸上 似笑非笑的表情后 顿时愣住了 下一秒 郑开的眸子里 闪过了一丝冷力 郑开怎么也没想到 今天随便过来参加一个宴会 居然还遇到了老熟人 真是意外收获啊 郑开的嘴角上 扬起了一抹冷笑 语气越发发狠地说道 小子 没想到是你 你还真的敢来天津闯一闯啊 即使是这个家伙 来到了他的地盘上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这次就让他好好感受一下 天津圈子的热情 郑开一边想着 简直是想要仰天大笑出声 这个世界有时候说起来 是真的笑啊 原本他还以为 上次的仇一时半会报不了呢 没想到 今天这个仇人 就自己上门来送人头了 这么好的机会 他可是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说起来 当初在精灵 你算得上是地头蛇 害得我吃了哑巴亏 但是现在可是在天津 别说你只是一个 新元集团董事长 不就是个苏杭的名气吗 有什么可神奇的 小小的体量 就赶来天津折腾了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搞不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 到了天津 你就是龙 也要给我盘着 是虎 也要给我握着 在场的那些老总们 都是人精 一看到二人这样的情绪 顿时明白了过来 这两个人是有矛盾的 老总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心里都是乐开了话 这样一来 根本不需要他们多说 郑开少爷也不会放过 这个嚣张的 新元集团董事长了 新元集团的一众高层们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想到 郑家在天津的地位 脸色立刻变得难看了起来 大家都凑到凤心的身边 压低了嗓音询问道 凤总 情况似乎有些不好 我们这下 可怎么办 本来天津郑家来了 情况 就已经很严重了 没想到 这位郑家的大少爷 好像还和他们的董事长 有些不对付 这样一来 情况就变得越发难搞了 不只是这些 新元集团的高层们 就连凤心的眉头 也是紧紧地猝了起来 凤心的一颗心 也是揪了起来 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个郑开 可是整个郑家的心肩宠 加上看起来 董事长和他积怨已久 现在不好收场了 光是一个郑家 就已经不好办了 现在现场 还有这些家族和老总们 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新元集团等人的结果 已经落定的时候 陈天却淡淡一笑 他仿佛刚刚看到 一个好笑的笑话一样 看向郑开说道 就你一个顽固 也配说这番话 郑开说得好听了 是天津郑家的长孙 无论是地位和资源 都是最好的 但是 抛开这个长孙的身份 他还有些什么 仗着自己的身份 四处势强凌弱吗 这样的人说起来 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众人听着陈天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的话语 都是一愣 他们每个人 都是心中大害 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充满了震惊和惊骇 这个陈天 也太敢说话了吧 就算是他们关系不好 积怨已久 也不至于这样 把话摔在人家脸上吧 这样做 岂不是在故意拉仇恨吗 大家谁不知道 郑开就是个顽固大少 但是谁敢说出来 陈天这竟然敢 大庭广众说出来 这是要不死不休啊 果然 众人一回过头去 就看到郑开的脸 已经黑得像是锅底一样 郑开的心里 已经在怒吼 这个该死的陈天 居然敢这么说自己 真是岂有此理 郑开那点仅存的理智 早就消失不见了 他扭头 看向旁边的汉子 大声地赤道 你们是笼子吗 听不到那个小子 在侮辱你们的少爷吗 你们立刻过去 将这个小子 给我抓过来 自从上次郑开的 两个雇佣兵保镖 被陈天的人收拾过一次后 他可是特意让家里人 给他换了两个 更厉害的保镖 这一次 郑开可是非常有信心 这两个汉子 肯定是能搞定 陈天的几个保镖的 郑开的目光 看向苏天晴 眼睛里闪过一丝恨意 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上次就是这个小子 居然将他的两个保镖 打得半死 这一次 这个苏天晴 也是死定了 看着两个汉子 在正开的指挥下 靠了过来 苏天晴 直接护在了陈天的面前 苏天晴冷冷地等着二人 眼睛里同样闪动着寒光 两个汉子的视线 落在苏天晴的身上 他们可是听说过这个人 少爷不止一次 在他们的面前说过 只要是见到这个人 往死里揍就对了 这可是他们表现 自己的实力的机会 自然是不能放过 他们和之前的两个 雇佣兵保镖 仔细探讨过 所以对于自己的实力 是非常有信心的 更何况 他们是两个人合击 完全可以轻松 拿下苏天晴 刘猛和郑天南 看到对面 恐无有力的汉子 看着他们平稳的步伐 就知道他们 绝对是恋家子 心里立刻想起了警钟 陈哥 我们也去帮助老大 郑天南一躬身 和陈天晴示道 陈天轻轻摆摆手 他看着对面的两个汉子 语气平淡地说道 不用 放心吧 天晴一个人对他们两个 毫无问题 陈天的声音并没有刻意压低 所以周围的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郑开听到了陈天的话 顿时一阵冷笑 毫无问题 一会就让你知道 你到底输得有多惨 这两个人 就是针对苏天晴的实力找来的 绝对可以轻松收拾他 到时候 没有了保镖的保护 一个星园集团董事长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 郑开现在已经在思考 到时候 要怎么收拾陈天了 这个时候 两个汉子已经齐齐出手 一个攻击胸口 另一个则是攻击下盘 一上一下 攻击得天衣无缝 苏天晴看着两个人的合击 却是毫不在意 他快步地迎上 因为速度非常快 带起了一阵凉风 就在二个汉子以为 面前的苏天晴 不过就是个莽夫的时候 苏天晴却朝着旁边一闪 整个人都消失在了原地 两个汉子的攻势 已经停不下来 刚要勉强收起势头 却觉得 身后传来一股大力 在距离的推扫下 两个人完全没有控制住 直直摔了一个狗吃屎 苏天晴在后面冷冷地看着 他还以为 是两个多厉害的人呢 虽然从速度和力道上来说 两个汉子确实还不错 以前的自己面对的话 可能确实可以打在一处 但是现在的苏天晴 在陈天的指导之下 实力可是大有长进的 这样一来 这两个汉子的实力 在他面前 就有点不够看了 苏天晴眯了眯眼睛 快速地朝着两个人攻击而去 两只拳头像是闪电一般打出 在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重重砸在他们的胸口处 两个汉子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一下子飞出去好几米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苏天晴可不是电影里面的反派 还要给对方缓过来尽的机会 他直接跟了过去 对着两个人 就是一阵流星拳伺候 刚才还强横不已的两个人 直接将两个人收拾了 打成了两只死狗 陈天则是好整以侠地坐在那里 他看着对面的正开 对着苏天晴吩咐道 顺便也教教这位郑大少 让他学学怎么说话 是 苏天晴十分恭敬地 朝着陈天一躬身 随即就朝着正开走去 正开看着苏天晴 一股恐惧感和羞愤感 油然而生 他一边轻轻向后退 一边怒视着陈天 你敢动我 这里可是天晶 这个陈天他怎么敢 苏天晴直接走上前 甩了正开一个巴掌 当作是回应 听着清脆的巴掌声 一瞬间 在场的众人全都愣住了 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目光之中满是不敢置信 他们看向陈天的眸子里 充满了各种震撼 和震惊的神色 这个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简直也太冲动了吧 看着现场混乱的模样 旁边立刻有老总站了出来 开始指责陈天 觉得他这么做 简直是过分 但是下一秒 苏天晴一个瞪眼 立刻吓得他不敢说话 原本还有想法 一起开口的众人 也是纷纷噤声 不敢发出任何动静 不只是那些老总们 就连凤星等人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种情况 凤星等人一脸的惊骇 这一下该怎么受场啊 郑开一只手捂着脸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陈天 怒吼道 姓陈的 我保证你走不出天津 陈天看着大声叫嚣的郑开 轻轻点点头 笑着说道 好啊 他也想看看 郑开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 与此同时 周家大院之中 周豪义正坐在茶桌前 悠闲地品着茶 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一身公主群的周磊 也坐在旁边 他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时不时帮着哥哥倒茶 乖巧得不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手下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低声地汇报道 少爷 宴会那边 手下快速地汇报了宴会上的情况 周豪义听着眉头一挑 也是按道一声好胆 真是想不到 这个陈天在天津 仍然保持着一贯的状态 周磊就坐在茶桌上 自然也听到了手下的汇报 拍手称快道 这简直是帅呆了 我早就看那个郑开 非常不爽了 郑开在天津 就是一个顽固大少 做派非常不好 不少大少小姐 都是敢怒不敢言 周豪义想了想 放下了茶杯 起身说道 走吧 咱们也去一趟吧 周磊眼睛里金光一闪 也是跟着站了起来 看着面前史料未及的场面 宴会现场的众人 全都愣住了 其中也有老总觉得 这次的事情是真的闹大了 赶紧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郑家二爷 郑家的二爷 就是郑开的父亲郑伯君 你说什么 打起来了 郑伯君眼睛一瞇 知道是自己儿子和别人冲突之后 也是知道自己儿子什么性格 这其中的过程 他也大概猜出来了 郑伯君直接对着电话那头说道 我知道了 我一会就去 说完 郑伯君就挂断了电话 朝着宴会的现场赶去 等到郑伯君赶到现场的时候 就看到郑开的半边脸 已经完全地肿了起来 郑伯君看着儿子的惨状 眼睛里寒芒一闪 心中也是十分心疼 他发出一声冷哼 看向身边的一边老总 那位老总会议 将事情简单地讲了一遍 了解情况后的郑伯君 也是眉头一皱 他知道是自己儿子叫手下先动手的 但是若是就这样了 岂不是丢了他们郑家的面子 想到这里 郑伯君朝着陈天的方向走了几步 看着面前的青年人 也是心中震惊 不过还是说道 你这样 搏我郑家的面子 不妥吧 郑伯君已经想好了 不管怎么样 他都必须收拾陈天一顿 捡回郑家的面子来 否则陈天打了自己的儿子 他这个做老子的来了 还让陈天全身而退 他郑家岂不是成为笑柄 就在郑伯君准备动手的时候 就听到门口传来一阵骚动 随即 众人就看到周豪义 带着人走了进来 一看到周豪义出现 在场的众人立刻惊呆了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纷纷开口说道 好家伙 没想到这次的宴会 居然动静这么大 就连周大少都赶来了 绝对是天大的新闻 周豪义的目光 在众人的脸上扫过 他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陈天 看着陈天二十出头的面旁 就连周豪义也是瞳孔一阵缩放 被他的年轻所震撼 没想到 做出这么多惊人事件的人 竟然是个这么年轻的人 跟着哥哥前来的周磊 也是好奇地伸出头 朝着陈天看着 一脸的惊骇 这也太年轻了吧 震惊之后 就是一阵敬佩之情 在周磊的心里生起 这么年轻 就敢和郑家硬刚 太厉害了 郑伯君正要下令 就看到周豪义等人进来 他的眉头一皱 开口问道 你们怎么过来了 按道理来说 周家并不太感冒 这些商圈的事情 很少会直接派人来参加 周豪义看着现场的情况 他垂眸一笑 对着郑伯君开口说道 郑叔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我爷爷邀请 陈董去周家一叙 其实郑家老爷子 完全不知道这里的事情 周豪义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想要拉大骑做虎皮 打着郑家老爷子的名义 实则是想要带陈天 离开这里保全他 否则按照周豪义 对郑家的了解 以郑家的实力 今天陈天怕事 走不出这里 周豪义看着面色 难看的郑伯君 十分正色地说道 郑叔 给我周家一个面子吧 周家的面子 众人听到周豪义的话 顿时脸色一变 这话已经表明得非常清楚 周家 竟然要保陈天 为什么 在场众人都有些猛了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许多话哽在喉咙里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心里却是惊涛骇浪一般 这个年轻人 居然和周家联系上了 太不可思议了 郑伯君这样老练的人 自然也是明白 周豪义这样做的原因 他的目光在全场匆匆扫过 这才落在周豪义的身上 声音十分冷力地说道 别说你一个小辈 就是你父辈来了 今天也要等我先和他算清账 今天 谁也带不走他 郑伯君心里也是呕着气 要是他不来 这个陈天被带走就带走了 要是自己在这里 还叫周家小辈 把人带走了 他的脸 就真的丢尽了 一时间 宴会现场的火药味十足 仿佛随时会爆炸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道声音 那我呢 听到这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在场中人皆是一愣 随即朝着外面看去 大家都想看一看 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 会是什么人 出来横插一杠子 毕竟之前周家的面子 都被郑伯君给搏了 郑家这一次 明显是做好了准备 哪怕是撕破脸 也要留下这个陈天 就在这个时候 众人便是看到几道十分挺拔的身影 朝着宴会厅的方向走了进来 看着这些身影的进入 在场众人再次愣住了 只见这些挺拔的身影身上 都是穿着阴龙君布的制服 这些是阴龙君布的人 看着眼前一个个阴气无比的男人 在场众人都被他们身上 铺天盖地的气势所震慑 众人的心瞬间往上一提 这股气势将他们全部笼罩在内 压抑的气息 让人感觉呼吸一致 万分紧张之下 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了为首的男人身上 只见站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 看起来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年轻干练之中 透着一股阴气 整个人如同一把 已经出了翘的利剑一般 让人无法忽视 尤其是一双眼睛 眼里仿佛带着寒芒 视线扫过之处 吓得众人不禁缩了缩脖子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 为首的男人环顾着四周 朝着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 听着传入耳朵里的 仿佛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的整齐步伐 在场众人的心里都是一阵感慨 真不愧是阴龙君布 看看人家的战士 就是这么训练有素 刻在骨子里面的另行禁止 哪怕是在外面 一样执行得非常彻底 随着这些人靠得近了 众人这时候才发现 最前面的那个年轻男人 他的肩膀上 居然是五颗金豆 看着五颗闪闪发亮的金豆 无论是现场的老总们 还是那些家族组长 全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一时间 不少老总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开始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咱们这不就是一次 普通的宴会而已吗 就算是针对了星源集团 也不至于能招惹到 五星龙孝到场吧 这位星源集团的董事长 到底是什么人 五星龙孝亲自到场 给他撑腰 这可是有点厉害了 怪不得说话这么硬气 好家伙 这事情可是越来越复杂了 我之前还以为 这位陈董就是年轻气盛 才敢动手的 原来人家早就心里有底呢 老总们小声地交流着 目光却一直紧紧锁定在 那位五星龙孝的身上 五星龙孝乃是龙孝之中最高等级 再往上 那就是龙江 在场众人艰难地吞咽了 这样的人物到场 说实话 直接把他们全都给惊着了 震撼过后 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抹惊骇 所有人的心里 都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这真的是因为陈天到场的吗 不只是那些老总们 就连郑伯军和周豪义等人 看着英气十足的 英龙军部的战士们 也是心中一颤 他们的震撼 可不仅仅是因为 五星龙孝到场的原因 毕竟周家和郑家 既然可以在天津这样的地方 成为顶尖家族 这样的龙孝 他们还是并不慌的 真正让他们感觉到震惊的 是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这一位为首的青年 乃是英龙军部总部 总指挥秘书战杰 这位战杰 今年不过刚刚三十岁而已 这个年纪 就已经成为 实打实的五星龙孝 这已经是快要封将的级别 而且因为战杰特殊的位置 那是极其重要的部门 可以说是位籍人臣 这样的一位青年 未来的成长 绝对是他们不敢想象的地步 就连周豪义 也是眯了眯眼睛 嘴唇微微抿着 绷成了一条直线 即使是如此 也是难掩他心中的震惊 对于这位战杰 可以说 周豪义是毫不陌生的 虽然他周家老爷子 也是军部成员 位列龙将 但是对于战杰的实力 那也是赞誉有加 老爷子可是在他面前 说过不止一次 说战杰以后的成就 绝对在三星龙将之上 若是多积了一些军功的话 那么未来的成就 恐怕更是会一飞冲天 周豪义一边想着 立刻向着 这位五星龙孝走了过去 战龙孝 您好 我是周家周豪义 周豪义一副 偏偏贵公子的模样 对着周豪义 很适合气地打着招呼 他在天津的圈子里 那是高高在上的周家长孙 风光无限 但是 在这样拥有实权的龙孝面前 却是毫无存在意义的 周豪义可以想得很清楚 所以 姿态放得也比较低 战杰看着周豪义 也只是轻轻点点头 并没有太过理会 但是毕竟是伸手不打笑脸人 人家对他有礼貌 战杰也不可能太过于高傲 好歹也是周龙江的后人 这份尊重 还是要给的 战杰这时候 偏过了视线 看向一旁的郑伯军 郑伯军看到战杰看了过来 也是强自压住心头的震撼 一脸笑呵呵地打着招呼 战龙孝 早就仰慕您的威名 今天也算是正式见面 面对着郑伯军特意讨好的话 还有对方伸过来 想要握手的手 战杰只是冷哼一声 连话都懒得说一个字 直接移开了视线 涂留下郑伯军一脸的尴尬笑容 他尬笑着站在那里 继续等着也不是 收回也不是 战杰可不会搭理郑伯军的感受 他的视线 终于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看着陈天 一脸平静无波的模样 战杰的眼中 也是快速地赏过一丝惊骇 战杰对陈天如此年纪 自然是有些震撼 但是对于陈天年纪轻轻 就能有这样淡定的情绪 确实是大大出乎了战杰的预料 就算是战杰自己 这个年纪的时候 恐怕也做不到这样的云淡风轻 他的敌人 那可是天津正家 面对这样的一个顶级家族 却能保持着这样的态度 就连战杰 对于陈天 也是升起了一丝激赏 这样的年轻人 前途无量 不过下一刻 战杰眯了眯眼睛 又想起了刚才郑伯军说过的话 他走到门口 刚好将一切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战杰的眉头微醋 语气清冷地说道 郑家的口气 可是越来越大了 当着这么多达官显贵的面 都能说出这样的话 办出这样的事 郑家现在的风气 可是越发地歪了 郑伯军的脸上 也是一阵尴尬 说实话 要是早知道战杰会过来的话 他今天根本不会出现 现在给战杰留下这么差的印象 确实不是他所想 郑伯军快速地想了想 他的脸上挂着和缓的笑容 淡淡地说道 战龙笑 这是我和他的一点私事 事关我郑家脸面 不知道您这是来 此事 郑家的脸面 战杰看着郑伯军 嘴角上扬起一抹冷笑 他对于郑家的形势早有耳闻 尤其是下面的这一代 那可是绝对的顽固 现在不只是下一代不成器 就连郑伯军这个身份 也跟着下场动手 郑伯军居然说 这是他郑家的脸面 这完全是不要脸了 这么大的家族 形势作风却是越来越下作 真的是叫人白白看了笑话 想到这里 战杰看向郑伯军的眼神之中 也是充满了不屑 看着现场的这个剑拔弩张的局势 战杰这样身居高位的人 自然是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虽然他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是也可以想象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战杰略带寒意的目光 在众人的脸上扫过 这才大声地说道 我来 兽贤 兽贤 在场众人一听 纷纷一愣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到了同样的不明所以 英龙军部 可是比普通的军部 不知道严格了多少倍 这样的部门 就算是一个普通军部的战士 除非是真正的最优秀的那一个 也不过是拥有选拔的机会而已 那样的精英部门的兽贤 那可不是一般的分量 就算是一般的等级 也根本不可能让战杰亲自出马 众人越是细想 越是觉得恐怖 他们的脸上除了惊骇 开始逐渐露出一抹疑惑来 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战杰这位英龙军部总部总指挥秘书 来这里亲自受险 众人只觉得大脑里一阵嗡嗡的 仿佛在这一刻 已经被完全地抽离了思考的能力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是摒弃宁神 眼睁睁地看着战杰 从旁边的青年战士手中 取出了尖章 看着尖章上面闪闪发亮的四颗精斗 在场的众人都是一阵倒稀气 这这这 四颗精斗 那可是四星龙孝军衔 这可是英龙军部的军衔 那可是实打实地代表着实力的尖章 可以说 得到这样的尖章 是多少人必生的理想 之所以 说是理想 就是因为 太多太多的人 就连英龙军部的大门朝哪边开 都是不知道呢 就算是郑家周家这样 原来就有人在军部任职的大家族 也不可能轻轻松松送人进入英龙军部 因为在英龙军部里 讲的可不是资历和身份 而是实打实的实力 众人在震惊过后 又是一阵迷茫 战杰在这里拿出来尖章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怕他们不相信 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这这这 众人当然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就凭人家战杰的身份 就算是一起参加宴会 人家都不会理睬他们的 这样的人 居然要在他们的宴会上 进行授贤吗 到底是什么人 何德何能 才能得到战杰的清零授贤 战杰的这个动作 已经让所有人都梦了 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之下 战杰迈着平稳的步子 朝着陈天的方向走去 看着战杰要去的方向 一时间 众人的眼睛都是跟着一跳 难道说 众人已经不敢想象 接下来的画面 他们全部保持着绝对的肩膜 就连呼吸 都已经下意识地放缓了不少 所有人都在安静地等待着 战杰接下来的动作 他们已经完全被战杰的意图 给搞糊涂了 英龙军部这样的存在 对于他们这样 普通的企业主和家族来说 那绝对是相当神秘的存在 除了满心的震撼之外 这些人已经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心情 来描述自己的心境了 随着战杰靠沉天越来越近 众人的额头上已经开始冒了汗 但是都憋着一口气 这可是四星龙孝 怎么可能是给那个 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陈天不过就是 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众人也承认 他年纪轻轻就气度不凡 但是他们不相信 还能有这样的机遇 就在这个时候 战杰已经走到了 陈天的面前站定 陈天也是站了起来发 和战杰对视在一起 一时之间 众人只觉得 两股电流快速地交汇在一起 两股电流的主人 倒是相安无事 但是他们这些站在外围的人 可是全都吓坏了 战杰的嘴角上 忽然扬起一抹糊涂 朗声说道 欢迎加入阴龙军部 说着话 手里的尖章 已经朝着陈天递了过去 毕竟这是尖章 陈天现在身上穿的 是一套修身的西装 直接戴在胸口的话 总是显得不太合规 所以战杰就选择 将尖章直接交给了陈天 等到他领了 阴龙军部的军服之后 再自行佩戴好了 哄 随着战杰的一句话落下 全场都被轰动了 所有的老总和家主们 都是瞪大了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战杰和陈天 一脸都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陈天才多大的年纪啊 二十岁出头而已 能进入阴龙军部 已经是难以置信的事情 居然还得到了四星龙霄的授贤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仅是得到了授贤 还是战杰亲自来授贤 这档次 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最主要的就是 二十岁出头 就已经是四星龙霄 毫不夸张地说 以后陈天的发展 绝对不会比战杰差 这样的年轻人 真的是精彩绝艳啊 众人的呼吸 开始变得急促了起来 这样的变化 已经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想象 四星龙将啊 根本不是他们 能找惹得起的人 不只是那些老总和家主们 震惊不已 就连凤星等人 也是眼巴巴地看着 眼睛都快要瞪得突出来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家的董事长 居然还是英龙军部的成员 这这这 这样的身份 简直就是尊贵无比啊 凤星和一众高层们 在震惊之后 便陷入了一阵惊喜之中 自家的董事长 有这样的身份 这一次的宴会 算是不是问题了 其他的那些老总们 也想到了这件事 他们的脸色有些难看 下意识地 看向了一旁的郑伯军 说实话 这个时候 他们可是没有一点招 除非是郑家牵头 看看要怎么办 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身份的大佬 肯定是要好好巴结 现在这些老总们的心里 是非常懊恼的 还以为这是一块肥肉 大家联合起来 新元集团 就是砧板上的肉块 只不过现在这么一看 肥肉确实是肥肉 但是谁上砧板 那是真的不一定了 这叫什么事啊 之前他们还以为 周豪一说 周家老爷子有请 是糊弄鬼的话 就是要带着陈天离开呢 现在这么一看 似乎就对应上了 人家周老爷子也是龙江 提携一下优秀的后背 似乎是毫无毛病 老总们在心里一阵哀嚎 一个个正剩下傻乎乎地 站在原地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周豪一这时候也看不出来 之前那种笑盈盈的样子 也是一阵震撼地看向陈天 只有他和妹妹知道 自己那时候说的话 不过就是一时的托词 周豪一自己都没想到 这还在机缘巧合之下 和他的话产生了关联 哪怕周豪一很看好陈天 他也是没想到 陈天这么年轻 竟然就有如此成就 这时候 再想想自己之前派人去调查 却查不到档案 难怪 难怪 一位即将授贤的四星龙校的档案 还是阴龙军部的人 自然是查不到的 周磊紧紧地拽着 哥哥周豪一的手臂 一双美目 也是眼波流转 眸光之中 尽是仰慕之情 这样的英雄少年 长得还这么好看 气质也是这么好 怎么能不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就在众人各有心思的时候 另外一边的郑伯君 则是身子一软 要不是身边有人 眼疾手快地扶住他 郑伯君就要 当场丢尽颜面了 现在的郑伯君 早已没有了之前的信誓旦旦 他的面色已经变得惨白 简直是不敢相信 自己听到了什么 这位新元集团董事长 居然是英雄军部的四星龙校 怎么可能 郑开在一边目瞪口呆地看着 自己老爹摇摇欲坠的身体 也是愣在了原地 他的表情有些呆滞 怎么也是想不明白 和郑浩然他们混在一起的精灵大少 居然是英雄军部的人 自己居然得罪了这样的人 这一次 似乎是惹上大事了 那可是英雄军部 不要说老爹了 就是自家的爷爷 也不一定能轻松摆平 郑开终于意识到 他这一次到底惹了什么事 也是身体发晃 有点站立不稳 现在的郑开 什么报仇血恨 让陈天没有好果子 吃的想法 是一个都没有了 他现在只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巴掌 好好清醒一下 陈天看着手里的尖章 他抬起头 环视着四方 他肉眼可及的地方 这些老总们 全都是低头不语 一副完全不敢说话的样子 这也不能怪这些老总们太怂 毕竟这可是华夏最为神秘的鹰龙军部 这样的身份之下 他们谁敢说话 老总们只恨不得躲起来 更是期盼着陈天不认识他们 否则人家的身份计较起来 绝对能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除了悔恨之外 这些人的心里 已经没有了更多的心思 战节看着陈天淡然的模样 心里对于这个年轻人 也是更加的欣赏 他走上前 轻轻拍了拍陈天的肩膀 赞叹道 果然英雄出少年 流龙将对你赞誉有加 有时间来总部做作 战节虽然贵为鹰龙军部总部总指挥秘书 但是一身功夫也是非常硬核的 在一听说陈天实力惊人后 战节也是跃跃欲试 恨不得试一试陈天的实力 不过来日方长 现在陈天已经是鹰龙军部的人 以后的日子有的是 陈天看着战节 也是轻轻点点头 开口硬道 好 战节没不打算多停留 他相信 接下来 陈天还需要时间处理一些事情 作为未来并肩作战的战友 战节决定 也是时候为这位新战友 送上一点见面礼了 战节朝着外面走去 路过正开的时候 战节顿了一下 对着身后的战士们说道 把这个人带回去 说完 战节不等任何人有反应 又看向了一旁的郑伯军 冷笑着说道 郑二爷 一起走吧 郑伯军听了战节的话 也是愣了一下 他的面色一白 完全不明白 战节话里话外的意思 这是要带自己去哪 听战节刚才的意思 还要带走自己的儿子 不等郑伯军说话 战节已经不耐烦地开了口 语气之中带着催促 我正好今天得空 正好去郑家看一看 顺便拜访一下郑老爷子 我正好也有点疑问 想要问问他 郑家 现在都敢对 阴龙军部的龙啸动手了 这是觉得 自己在天津 能一手遮天了吗 战节的一句话 可以说是冷力至极 如果是旁人这么说 可能还引发不起 这么大的反应 毕竟一般人 哪里是郑家的对手 怎么敢去郑家 问罪老爷子 但是他们面前的这一位 那可是阴龙军部总部总指挥秘书战节 这样的身份 恐怕是郑家老爷子 也不敢随便糊弄了 旁边的老总们听着 面色都是一变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 战节这么做 这是要心事问罪啊 为了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 要去问罪整个郑家 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 胆子小一点的 额头上已经出现了一层薄汗 这样看来 这个青年该是多么重要 怪不得可以一上来 就授贤四星龙孝 这是真的看好陈天 郑伯军和郑开浑浑噩噩的 就像是丢了魂一般的 连个辩解都没有 就被战节带着人带走了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在场的众人全都沉默了 他们就像是群龙无首的困兽一般 完全抹了着 现在看着陈天这尊大神 之前的那点想法 早就跑得干干净净 这些老总们埋着头 只希望时间能快一点过去 赶紧结束这噩梦一样的宴会 一旁的周豪义 倒是一脸好奇地打量着陈天 目光之中满是惊叹的神色 二十岁的四星龙孝 未来四星龙将恐怕不是男士 都是年轻人 这差距怎么能这么大呢 说实话 周豪义活到这么大 那可一直都是家族的骄傲和自豪 但是面对陈天 一向自信沉稳的周豪义 也是感觉到了一股 从未有过的无奈感 如此精彩绝艳的同龄人 真的是让人想要仰望的存在 陈天这时候 则是看着手中的尖章 用手轻轻摸了摸 感受着上面的冰冷的纹路 将他放在了盒子里 将尖章放好之后 陈天这才抬起头来 陈天开始环顾四周 随着他视线的扫过 在场的众人都是快速地 别开了视线 不敢与之对视 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一阵忐忑 他们都意识到 今天的事情没有个结局的话 恐怕是过不去的 想到这个可能性 不少老总们都下意识地 看向身边的熟人 大家现在都很是忐忑 但是也知道 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逃避可以躲过去的 终于有老总走出人群 他缓步走到了陈天的身前 恭恭敬敬地说道 陈董 我们之前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也是想和新元集团 还有苏航商会通力合作的 请您相信我们 给我们个表现的机会 一见有人带了头 其他的老总们 就像是找到了下台阶一样 纷纷开口说道 对 我们都是愿意 好好和新元集团 以及苏航商会 好好合作的 之前就是有一点误会 其实咱们说开了 就好了 咱们不只是要合作 还要紧密地合作 毕竟新元集团 接下来这么多项目 我们都是愿意和陈董一起 共同努力奋斗 我现在真的是 羡慕苏航的这些企业主 居然有陈董 这么优秀的会长带领 这一下苏航的企业 恐怕都会有一波大增长了 老总们一边表示 要和新元集团好好合作 一边努力拍着陈天的马屁 想要调节一下尴尬的气氛 一瞬间 在陈天的威压之下 所有的老总和组长们 都是乖乖地扶手 面对这样的对手 他们心甘情愿地臣服 凤星和一众高层们 也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知道 这一次的危机 算是终于解决了 他们的视线 齐齐望向陈天 眼睛里满是震惊 自家的董事长 居然身份如此尊贵 二十岁的四星龙校 还是英龙军部的 他们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不仅是他们新元集团 就连整个苏航商会的头 都跟着抬起来了 陈天看着围在自己身边 不断奉承的众人 连话都懒得多说一句 直接看向了一旁的奉心 接下来的事情 你就在这里安排一下吧 既然危机已经解除 接下来的一切 凤心等人完全可以应付 陈天很不喜欢 这种奉承的场面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来了 凤心一看陈天的表情 就知道自家董事长 不喜欢这样的场面 便赶紧走了出来 对着一众老总们 笑眯眯地说道 刚才的小插曲已经过去 咱们之间的误会 也已经解开 咱们继续宴会吧 这么好的宰肥羊机会 凤心自然不可能轻易放过 那些老总们 则是一脸谄媚地看着凤心 笑呵呵地说道 凤总啊 之前咱们说过的项目 我觉得我们可以 再进一步地加深一下 这可不是一个老总 巴结着凤心 而是在场的所有老总 都在努力巴结着 凤心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精灵 这么好的机会 他可是不能客气了 在凤心的一通 大刀阔斧的沟通之下 他趁机拿下不少项目 不仅是新元集团 凤心也为苏航商会 拿下了不少项目 毕竟之前苏航商会的 那些成员们 可是因为新元集团的 扩张行为 也受到了一些 不公平的对待 成天出来等了一会 就看到周豪宜带着周磊 也是走出了宴会厅 毕竟周豪宜二人过来 就是奔着成天过来的 既然这位男主角都走了 他们也没有必要 继续留在那里 成天看着二人走了出来 也是迎了上去 笑音音地招呼道 二位 刚才多谢你们了 成天向来是个 有恩必报的人 对于这样的善意 他自然是要表达一下感谢 不过 他的心里 也是有一点疑问 不过我们素不相识 你们 周豪宜听着成天的话 哈哈大笑起来 十分爽快地说道 你虽然不认识我们 但是我和陈董 可是神交很久了 看着成天不明 所以的表情 周豪宜便直言道 之前我在天津 就听闻 你将正开 从精灵里赶出来了 便是想来见识见识 陈天听着周豪宜的话 也是看出来 这事情 并不一定就这么简单 但是对方 能在那种情况之下 站出来替自己说话 也是不义之举了 周豪宜和陈天 简单地说了两句 对于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更是欣赏不已 便开口邀请道 陈董要是赏脸 不如去我那里喝喝茶 陈天正好没什么事情 便点点头 答应了下来 好 那就讨扰了 见到陈天 如此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周豪宜也是非常高兴 立刻招呼着司机 送几人回去 很快 众人就来到了 周家的小院外 陈天走下车来 看着青砖绿瓦的小院 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笑意来 赞叹道 真不愧是天津 这样的一栋小院 真是古意盎然 四处都透着年代的气息 虽然陈天不在天津生活 但是对于这样的四核院 那也是有些常识 这样规整的四核院 肯定不是一般人可以居住的 真不愧是天津周家 确实是底蕴十足 周豪一听着陈天的夸奖 也是哈哈一笑 说道 就是家里的宅子 我也是住习惯了 便在这里一直住着 一进门 就是一个很开阔的大院子 地上铺着整齐的方砖 打扫得十分干净 让人一看 就觉得心情舒畅 两棵柿子树开得正盛 将整个小院装点得春意盎然 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但是这份意境 也是实属难得 陈天扫尸了一圈 也是淡淡地点点头 树木长得这么好 说明这里的风水很不错 在这样的院子里生活 恐怕生活也会有滋有味 陈董 这边请 周豪一笑呵呵地引着陈天 走进了正堂的大厅里 三个人在茶桌前坐下 周豪一直接吩咐院子里的管家道 今天陈董来了 把我珍藏的好茶拿出来 管家应声离开 一旁的周磊 笑盈盈地看着哥哥和陈天 自告奋勇地说道 我也不能白喝茶 这茶就由我来泡吧 说话的时候 周磊的目光一直看向陈天 眼睛里满是细碎的小星星 作为天津周家的大小姐 周磊见过的优秀男人可是不少 但是像陈天这样的 还是第一次看到 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周磊就是想要在陈天的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管家很快拿来了茶叶 身后的一个仆人 送上了一套上好的茶具 陈天看着面前的茶具 立刻激活了慧眼石珠功能 他眉头一挑 称赞道 这茶具可是老东西了 真是讲究人 这样的一套老子沙壶 还是大师的得意之作 可是难得的好东西 周豪毅居然拿出 这样的好东西招呼自己 确实是可以看出重视 听着陈天的话 周豪毅和周磊结实一愣 他们虽然是为了表示尊重 拿出了好东西 但是也没想到 陈天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份演劣 可是太惊人了 反应过来的周豪毅和周磊 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都是带上了一丝敬佩和欣赏 周磊的速度很快 他拿着热水清洗了茶具 开始了一天行云流水一般的操作 毕竟是周家大小间 在茶艺这方面 可是真正用过心学习过的 绝对达到了精通的境界 随着茶叶罐的打开 一股浓郁的香气飘散了出来 正是育供大红袍的味道 周磊小心翼翼地加起一些 放进了茶壶里 开始快速地冲泡起来 为了表示对陈天的尊敬 周磊将茶水倒进公道杯 以及分茶的时候 多给陈天做出来凤凰三点头的礼仪 这是茶道的最高礼仪 周磊这样一丝不苟地做出两次 那绝对是大大的重视了 陈天也是有些受宠落惊 到了谢后才拿起茶杯 清措了一口 一股浓香的干香味道 在口腔里回荡开来 享受着几瓶好茶叶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淡笑 在周磊的一番操作之下 这玉公大红袍的香味 被完全地激发了出来 坐在一旁的周豪毅 看着妹妹的茶道礼仪 也是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自己家 这位自小娇虫起来的小公主 什么时候这么热情过 周豪毅在旁边上了心 这一观察不要紧 立刻就发现 周磊的目光 时不时地看向陈天 那一脸晶晶亮的样子 都被周豪毅看在了眼里 周豪毅的脸上满是无奈 他对自己的这个妹子 那可是相当了解的 这副模样 可以说是心里有数 周豪毅和周磊找着话题 和陈天聊着天 这一聊天二人才发现 无论是说起什么 陈天都能说出一点门道来 和这样的人聊天 十分轻松愉快 就着上好的茶水 几人聊得十分畅快 周豪毅看着陈天 笑着十分高兴 说道 陈董来一趟天津 不如多玩玩 这里还是有不少地方 值得好好玩一玩的 陈天也是点点头 其实他也有这样的想法 毕竟有机会来了 自然是要好好感受一下 天津的风土人情 周豪毅搓了搓手 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也是敢巧了 我家老爷子去了外地 还偏偏叫我过去一趟 这样一弄 我可能就不能陪着陈兄弟了 我这小妹对天津很熟悉 不如就让他陪着你逛逛 周磊在一边听着哥哥的话 也是一愣 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老哥 老哥今天是怎么了 平日里 男生和自己多说一句话 他都要不高兴的 今天居然主动说 让自己陪着陈天逛逛天津 这是太阳打哪边出来的 面对这样贴心的建议 陈天也不好拒绝 便和周豪毅兄妹添加了微信 几人又说了一会话 陈天就主动站起身来 告辞道 今天多谢二位的盛情款待了 我就先回去了 周豪毅抬腕看了看时间 这才发现 时间过得居然这么快 兄妹二人送着陈天出了门 看着陈天坐上车离开后 周磊这才缓缓地收回了目光 看向周豪毅问道 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周豪毅看着周磊 直接翻了个白眼 笑着说道 什么意思啊 这不正好撑了你的心吗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周磊一听 翘脸立刻一红 下意识地扑到老哥身前 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 大叫道 哎呀 你说什么呢 哥 不许你说 这种话 怎么能说出来呢 周豪毅 误草 放开 我快要憋死了 你捂嘴就捂嘴 捂住口鼻 是几个意思 陈天直接回去了下他的酒店 他脱下外套后 将尖章拿了出来 在手里把玩着 他心里也是暗暗地想着 看来 过几天要去英龙军部一趟了 不过住酒店还是有点不方便 这么贵重的东西 随便放在这里 总担心有点闪失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眼前忽然光目一闪 你的家检测到了主人的烦恼 主动贡献出镇北王府 镇北王府 陈天的眼睛瞇了瞇 立刻拿出了手机 搜索了一下镇北王府的信息 这一看不要紧 陈天的一双眼睛瞬间瞪得老大 这个镇北王府 还真是不一般呢 镇北王府位于天津的市中心 最好的路段上 占地足足有六万多平方米 其中光是花园的面积 就高达两万八千平方米 可见花园的广阔 三万多平米的府邸面积里 包含了三十多处不同的建筑风格 那里的美景更是数不胜数 陈天的眉头一挑 满意的点点头 果然 自己的家出品 向来都是最好的东西 过了一会 凤星带着一众高层们 也返回了酒店 回来后的第一时间 凤星就赶来了陈天的房间 向他汇报 今天宴会上的收获 陈天看着满面红光的凤星 直接笑着摆摆手 说道 行 我知道了 你看着来就好 凤星看着面前的董事长 脸上充满了动容的表情 他现在的心情十分激荡 非常感谢陈天的用人不移 跟着这样的董事长干 凤星感觉 他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陈天看着已经微醺的凤星 直接说道 宴会的事情摆平 你们也辛苦了 好好休息一下 好的 陈董 凤星一躬身 随即离开了陈天的房间 陈天看看时间 也是换了衣服躺了下来 准备午休一会 与此同时 天津的老总和家主们 这时候 也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公司 他们立刻召集了高层进行会议 会议的内容就只有一点 想尽一切办法 家景和星园集团的合作 如果和星园集团无法搭上边的话 也要家景和苏航商会进行合作 立刻 马上 给我行动起来 高层们看着面前的董事长 几乎快要瞪出来的眼睛 哪里还敢有其他的想法 他们一个字多不敢多问 立刻点点头 赶紧开始了工作 这些企业主和家族组长们 生怕自己的动作慢了 被其他天津的企业抢了先 现在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 只要和星园集团搭上路 其他的慢慢来 一时之间 不仅是星园集团的电话被打爆了 就连苏航这边的集团 也是开始热闹了起来 就连那些苏航集团的老总们的电话 也是响个不停 不过就是一天的时间 之前天津集团给苏航这边公司 造成的狙击压力 瞬间骤减 不仅是压力一下子没了 那些天津集团来请求合作的时候 那也是带着利好自动上门的 毕竟他们都是害怕被拒绝 万一苏航这些集团记了仇 他们今天晚上 连觉都不敢睡了 苏航的这些老总们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一个个都是人精 自然是和对方一阵讨价还价 为自己争取来更多的好处 两面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一方面是 只要求合作就行 另一方面提出的一点要求 立刻就全部点头 郑波那边也是电话不断 毕竟郑家在精灵是顶级圈子的集团 能合作的项目更是比较多元化 刚刚挂断了电话 郑波的手机就又响了起来 郑波拿起来一看 发现居然是凤星打来的 便连忙接了起来 你好 凤总 郑波十分客气 毕竟这是陈天的手下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两个人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后 郑波就开始联系苏航商会的一众成员们 准备举办一个宴会 这些老总们 还沉浸在接了项目的兴奋之中 自然是乐呵呵地印了下来 郑波也是立刻开始准备 毕竟是按照凤星的想法举办宴会 各方面都不能忽视 晚上的时候 随着宴会开始的时间逐渐临近 苏航的老总们都朝着酒店的位置赶来 因为这算是苏航商会成立以来 第一次的正式宴会 所以 郑波为了表示郑重 选择了精灵最顶级的五星级酒店 今晚刚好最好的宴会厅 无人预定 郑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里 当作是这一次的场地 老总们一走进宴会厅 就被今天会场的豪华布置给惊住了 知道的 这是一次苏航商会宴会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是一次高等级的婚宴呢 这现场布置的 可是太气派了 郑波也是早早地到了现场 看着那些老总们 一个个震惊的模样 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来 他今天可是亲自给酒店总经理打了电话 说了今天的宴会要求 酒店总经理也是相当重视 毕竟郑波可是精灵顶级的集团 可以说是精灵的领军人物 那些老总们 站在宴会厅的异余 和相熟的老总们 小声地议论着 我今天是遇到的大好事 之前和天津在谈的项目 本来以为都要黄了 没想到今天对方主动联系了我 还给我让了力 这要求 我也是得到了不少利好 之前天津那边带来的压力 终于算是缓解了 不仅是如此 还算是因祸得福了 嗯 天津那边是怎么了 给我们集体放水 不过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这是天上掉线饼 我们必须得把好姿势结好啊 老总们说起今天的收获 那是一个个兴奋的合不拢嘴 刚开始大家还怀疑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挂了电话 对方连合同都给他们传真了过来 集团的法务检查之后 发现没有任何问题 双方便快速地签订了合约 现场的老总们遭遇都差不多 所以一说出来 一个个都是激动不已 后进来的老总们也是凑了过来 脸上同样带着一丝喜气 郑波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便主动走到了台上 笑着说道 首先 我代表苏航商会 欢迎各位成员的丽灵 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 我先给大家解惑答应一下吧 今天大家都是得到了不少好消息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 台下的老总们 原本都是乐呵呵地听着 听到郑波的话后 都是一愣 一瞬间 大家都是伸长了脖子 等着郑波的答案 郑波故意停顿了一下 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一众老总们 都露出急切的表情后 才公布了答案 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些优待 都是陈董帮我们争取到的 众人听了郑波的话 立刻一片哗然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少知道一些情况的老总 也都是开始和旁边的人 介绍起天津宴会的情况 我也是听人说起的 天津那边的企业和家族联合在一起 要狙击新元集团 和我们苏航商会 宴会之上 陈董一个人直接力压全场 那些企业主和家族组长们感到 也是丝毫震慑不到陈董 听说郑家的大少爷正开 和陈董起了冲突 直接就被陈董的手下给收拾了 他爹来了都没用 还有五星龙校亲自到场 给陈董授贤 四星龙校 那些清楚情况的老总们一通说 大家的消息总结在一起 立刻让在场众人震惊的 连大气都不敢喘 郑浩然等人在下面的听着 也是一脸的震撼表情 这这这 陈哥太猛了 二十岁的四星龙校 简直是有点可怕 现在就是四星龙校 以后还不是妥妥封疆啊 老总们也是纷纷从震惊之中缓了过来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出了一丝庆幸 幸好啊 他们加入了苏航商会 要不然 这么好的事情 可落不到他们的身上 最主要的就是 以后有了这么强横的会长 他们出去谈生意 到哪都不会被欺负 就算是那些地头蛇 也得好好在心里掂量一下 能不能是对手 老总们想到这些 又是一阵激动 纷纷开口感叹起来 陈董真的是英雄少年 三日不见 那不是刮目相看 而是只能抬头仰望了 跟着这样的会长一起干 说实在的 未来可期 这一次 可是真的多亏了陈董了 如果不是陈董 让他们担惊受怕 不要说现在 这样优厚的条件 就是普通签约也难 说句老实话 之前我也是迫于压力 才加入到苏航商会的 但是陈董的这一手 这是真的 让我们心悦诚服 以后我们绝对服从领导 我现在对陈董 那是绝对感恩戴德 这次合作都谈成了 今年我们的公司 绝对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感谢陈董 所有的老总们 都对陈天非常感激 每个人现在都是心悦诚服 心甘情愿地成为 苏航商会的一员 郑波听着这些老总们的话 心中也算是比较满意 幸好这些人 还有点良心 也懂得识时务 等到这些人的议论 逐渐平息下去之后 郑波这才倾壳一声 继续说道 接下来呢 还有一点小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场的老总们 都没当回事 刚才的消息 已经足够惊人 他们相信自己的神经 已经足够粗壮 完全撑得住 郑波看着这些人的自信脸庞 笑呵呵地说道 接下来 就是我们苏航商会 第一次共享资源 这一次是奉心奉总 给我们争取到的天津订单 订单 在场的老总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新的订单 要和商会成员们进行共享 这这这 大力好之后 居然还有好处可以拿 简直是开心地想要飞起 老总们的心中满是震撼 随即开始对陈田感谢起来 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陈董 能加入苏航商会 是我们所有人的福建 陈董真是太厉害了 居然一下子 争取到了这么多的订单 这些全部做完的话 我们苏航的整体实力 都会向上提一提 咱们会长这么厉害 哪里是自己 去争取的订单 明明是这些订单 上赶着要送到我们会长的手里 这就是差距 老总们一个个都兴奋地不行 接下来的宴会气氛非常融洽 之所以每个人都能这么进行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明天 都充满了期待 郑波作为第一次宴会的主导者 而且郑家本来就是精灵的大企业 也是受到了一众老总们的追捧 说句实在话 郑波一开始会加入苏行商会 完全是因为看好陈天这个年轻人 可是经历了这一次的 天津集体打压行动 郑波也是感觉到了 苏航商会存在的重要性 每一个餐会的老总都兴高采烈 大家在公筹交错之间 兵主尽欢 第二天一早 陈天从天津酒店的总统套房中醒来 陈天伸了个懒腰 起床简单地洗漱了一番 刚刚换好衣服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周磊发来的微信消息 诚哥 你起床了没 我带着你出去玩啊 陈天想着 今天也没有别的安排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周磊收到陈天的回复后 非常高兴 小丫头尖叫一声 甜美的脸上满是笑容 他快速地在微信上回复道 好 你在酒店等我 我现在去接你 周磊给陈天发完消息后 立刻就出发 很快就来到了酒店楼下 陈天在接到周磊的电话后 也是早早地下了楼 一眼就看到了 开着超跑的周磊 诚哥 我在这 上车 周磊一看到陈天 乐的眼睛都笑成了一轮弯月 从车里伸出手 招呼着陈天 周围的那些路人 看到了漂亮的周磊 都是眼前一亮 这么漂亮的妹子 确实是难得一见 好正点的妹子 看看这一身公主裙穿的 真的和小公主一模一样 这哪里是像 根本就是小公主本人啊 看看人家开的超跑 几百万哪 绝对是公主待遇 真是漂亮啊 看看人家的皮肤 真的是吹弹可破 能拥有这样的妹子 得是什么福气 不过 当他们看到陈天后 瞬间就没有了说话的欲望 这么英俊帅气的小伙子 气质还这么好 他们就是想找点缺点 都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 陈天倒是没多想 直接坐上了周磊的超跑 熟练的系好安全带后 陈天看着周磊 笑着问道 我们今天去哪 陈天想了想 天津这还是第一次来 似乎能去的地方有点多 你要带我去看看 故宫那些名胜古迹吗 那些代表性的地方 总要去看一看的 周磊一听陈天的话 立刻捂着嘴笑出声来 说道 陈哥 去那些地方 纯粹就是看人的 嘿嘿 我把我哥的会员卡带来了 咱们去个好地方 说着话 周磊从包里掏出一张卡片 在陈天的眼前晃了晃 陈天看着卡片上印的景色 也是觉得 似乎是个不错的地方 好 那就听周小姐安排了 陈天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做好 一副悉听尊便的模样 周磊看着陈天的样子 又是发出一阵笑声 如同银铃一般 非常悦耳 光是听着 就让人的心情 不由地跟着好了起来 周磊十分熟练地开着车 朝着今天的目的地 度假村会所出发 度假村是在天津的郊区位置 溢出了城市的方向 陈天就发现 一路上看到的景色 比起会员卡上印的 还有过之无不及 一眼望不到头的绿色 长在层丸叠脆的高山上 生机勃勃之感扑面而来 远山和近山之间 偶尔飞鸟路过 就像是一幅意境极好的国画一般 度假村的会所 就在这些群山的半山腰上 吹烟鸟鸟地升起 自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感受 陈天看着外面的景色 不由地开口感叹道 这里就是个大型的天然氧疤 没事的时候 来这里放松一下 确实是个好去处 周磊正小心翼翼地开着盘山道 听到陈天的话后 也是认可地点点头 陈哥 我哥哥也这么说呢 不过上去之后 你就知道 那里的视野更是不一样呢 陈天看着周磊一脸得意的小模样 也是不由的一乐 笑着说道 好 那我可要好好欣赏一下 陈天说着 放下了车窗 感受着满含着氧气的空气 扑在脸上 十分舒服 这里的空气里 带着一股青草的芳香 让陈天的嘴角上 不知道不觉爬上了一抹弧度 周磊安静地驾驶着车辆 很快 二人就来到了度假村里面 静止将车开到了度假村的会所位置 周磊停下车 带着陈天走到了一处路边 指着山下的位置说道 陈哥 你看 陈天朝着下面看了一眼 发现一览无余 全是密密麻麻的绿色 从这个位置看去 远山不再显得那样高大 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陈天点点头 笑着说道 这里的会所不错 从上面看下来 恐怕会更美 这种拥抱大自然的舒畅感 是待在市区的时候 完全感受不到的 周磊嘻嘻笑着 头微微向上抬起 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 我就知道陈哥会喜欢这里的 咱们今天中午就在这里吃吧 这里的美食可是非常有名的 天津周边的人经常过来光顾 生意非常好的 周磊看看时间 也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便对着陈天说道 走吧陈哥 咱们先进去吧 二人一千一厚地走到了前台 周磊看向前台服务员 笑着询问道 你好 还有包间吗 前台服务员非常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很是抱歉地说道 真是不好意思 现在普通的包间已经没有了 周磊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旁边几位老总模样的人 摇头叹息地说道 姑娘 你也别费劲了 看见我们没 比你早来了一个小时 还在这里等着呢 这几位老总 穿着西装革履的 今天是凑在一起 想要在这边放松一下 顺便聊聊生意上的事 可惜这家会所的生意 实在是太好 包间早就已经预定完了 他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在这里等上一会 看看有没有到了时间 却没有到的客人 这样 才有可能等到空的包间 就在这几位老总抱怨的时候 这时候 旁边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 一脸歉意地说道 诸位真是不好意思 像今天这样的好天气 不少客人都会提前预定 来享受天然仰巴的放松 几位要是不介意 坐在大厅的位置 怎么样 那几位老总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们是想要谈一些天津商圈的事情 肯定不可能在大厅里说的 其中一位老总眯了眯眼睛 他一脸和善的笑容 看着老板商量道 我们今天确实是有点事情 要不然我加一些钱 你们给我们安排个包间吧 毕竟是做生意的 这位老总想着 来个有钱能使鬼推磨 其他几位老总 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老板 希望对方可以通融一下 多花点钱也是可以的 老板的表情如旧 一脸抱歉地对这几人说道 还希望各位体谅一下 毕竟我们这里的规定就是这样 真的没有包间了 就在老板想要离开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几人身后的陈天 看到陈天也在这里 老板明显愣了一下 这位怎么会在这里 一面想着 老板快步朝着陈天走了过来 老板强自压住心头的震惊 他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一躬身向着陈天问道 您好 请问您是陈董吗 老板是专业做会所生意的 在天津生存了这么多年 自然明白做这一行业 人脉的重要性 他平常接触了太多达官显贵 消息来源也是相当灵通的 对于天津之中发生的许多事 都是非常清楚的 老板昨天也是听闻 那位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是如何少年意气风发 力压了一众天津的商圈 在听闻了陈天的事迹之后 这位老板也是精明 立刻搜集了一些 关于陈天的报道和新闻 这么一收集 也算是见过了陈天的照片 虽然说照片比较死板 但是陈天出色的容颜和气质 还是烙印在了老板的脑海之中 老板自己也没有想到 今天就在自己的会所里面 见到了这位传闻中的陈董 看到陈天轻轻点点头 老板倒吸了一口凉气 连忙朝着陈天一抬手 说道 陈董 您里面请 不要说会所里面 还有会员专用包间了 就算是没有 老板也恨不得 立刻硬挖出来一个 这位陈董 这样的大人物 是必须要好好伺候的 陈天跟着老板 朝着里面走去 后面的周磊 也是乐呵呵地跟上 周磊看着陈天宽阔的肩膀 脸上露出一抹崇拜的神色 十分惊叹地说道 陈哥 我还准备着拿出会员卡 开一个会员专属包房呢 没想到啊 陈哥 你现在在天际名气太响亮了 哪怕是比起自家哥哥 周豪一周家大公子的名号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天只是笑了笑 他脸上淡淡的表情 落在周磊的眼里 又是一阵的感慨 真不愧是能搅动风云的人 看看人家的这份淡定 以前总是听到爷爷说 男人就该有 泰山崩鱼前面不改色的魄力 现在 他算是明白了 原来 真男人就是像陈哥这样的 双手将大门推开 他并没有走进去 而是站在大门的一侧 十分恭敬地对着陈天说道 陈董 您请 路过的客人和服务员 看着老板的举动 都是愣住了 他们下意识地看向了陈天 眼睛里的惊讶更深 这位到底是什么人啊 明明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居然能让会所老板如此恭敬 不一般啊 尤其是那些服务员们 他们经常和老板在一起 自然知道自家老板的脾气 自家老板在天津 做会所行业这么多年 那也是人脉广扑 相当有理有面的一个人 平时接待的达官显贵那么多 也从来都是谈笑风生的一个人 非常有人格魅力 今天居然这么对待一位年轻人 绝对是有史以来头一遭 这样想着 这些服务员也是打起了精神 服务也是更加细心和仔细 陈天带着周雷走进了包间 包间的面积很大 里面居然还分出来会客区 和K哥的区域 正宗的餐桌也是非常巨大 足可以坐下十几位客人 周雷也没想到 老板居然会给他们 安排这么豪华的包间顿时一乐 说道 真是饱得撑死 饿得饿死 这么大的包间 就给我们两个人用 看您说的 陈董这样尊贵的身份 自然是值得最好的对待 老板听着周雷的话 笑呵呵地解释道 这间包间 是他们会所里最顶级的包间 一般只接待最尊贵的客人 可不是按人数来分的 安排好陈天这边后 老板便退出了包间 再次回到了大厅之中 没想到 老板刚一出来 就被其他几位老总 给直接堵住了 这些老总们 一个个脸色非常不善 指着老板语气 非常不好地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老板 看不起我们是不是 我们这远道而来的 还不如那两个年轻人 就是 怎么他能进 我们就不能了 你刚刚不是说 已经没有做包间了吗 他们那些后来的 反而有包间可以用 太不像话了 他一个小娃娃能进 我们还不如一个小娃娃 大家都是混商圈的 但是像你这么厚此薄笔 必须要给我们一个理由 这些老总们气得不行 只觉得面前的老板 简直是个双标狗 大家都是客人 这么做 百明了就是瞧不起他们 凭什么 今天 他们绝对要讨到一个理由 几位老总都是气呼呼的 他们怒视着老板 必须得要一个说法 老板听着他们说话 也是眉头一皱 开口轻视道 几位慎言 老总们听到老板的话 明显一愣 老板也知道 这几位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连忙开口解释道 刚才那一位 可不是一般人能招惹的 昨天天津宴会的事 但是大家都知道 天津宴会 几位老总的面色瞬间一变 他们当然听说了天津宴会的事 今天和几位朋友见面 就是要和朋友商讨一下这件事呢 你说刚才那位 一位老总看向老板 一脸的探寻 只见老板语气淡淡地说道 那一位就是昨天宴会上的陈董 星园集团的董事长 陈董 几位老总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位老总煞白着脸 结结巴巴地问道 就是那一位四星龙孝 老板重重点点头 这样的年轻人以后的成就 绝对是不敢想 说这位年轻人的坏话 那绝对得掂量掂量后果 几位老总一听 下意识地抬手捂住了嘴巴 在一片震惊之后 这几位老总都是心中一片庆幸 多亏刚才没有当面质问 否则他们现在的下场一定很惨 那个 我们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几位老总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觉得这时候走位上策 大家丢下一句话 便陶冶式地离开了会所 此时的陈天 正和周磊在一起 站在包间的落地窗前 眺望着外面的景色 陈天观察了一下 发现整个度假村 都是建在半山腰上的 风景非常好 尤其是整个度假村的建筑 都是用仿古的彩色砖 和琉璃制作成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有一种美轮美奂的感觉 周磊还是第一次进入这间包间 从这里看出去 顿时感觉整个度假村 比之前看到的还要更美 小丫头瞪大了眼睛 绝美的眸子里 装满了震惊和喜爱 像是一只小鹿似的 湿漉漉的 陈天看着周磊的样子 也是扬起一抹淡笑 说道 不饿 要不要先带你出去走走 说实话 陈天也觉得 这里的环境不错 阳光充裕的时候出去走走 一定很舒服 周磊一听陈天的建议 头像是打装机一样 用力地点了点 十分高兴地说道 好啊 两人和服务员交代了一声 便顺着一旁的木楼梯 朝着下面走去 度假村里面四处可以看到木制的小屋 各种颜色的散落在山间 看起来非常漂亮 这样的布置 就像是山林间的室外桃源一般 再配合上极好的空气 简直是人间好去处 陈天看向身旁的周磊 笑着询问道 这个度假村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周磊直接伸出手 指着那些小木屋 说道 很多人都会在这里休息 这里的空气好 住起来特别舒服 那些小木屋都是出租的 后面一点的位置 还有独栋的小别墅 不过也是木制的小二楼 但是空间更大一些 不只是这些 因为这里是山里 可以组织一些朋友 上山去摘野味 然后带到餐厅制作成美味 周磊数着手指头 一边一项一项地说道 山里面有小溪 可以细水 还有一个稍大一些的水潭 里面有很多野鸭子 而且 那里还可以钓鱼 听说里面的鱼都很大呢 度假村里标出来一些野果的位置 也可以自己爬上去找一找 跟寻宝藏似的 也是挺有意思的 周磊一边说着 他扭头打亮着一脸淡笑的陈天 想了想 陈哥 你跟我走 在周磊的带领下 两个人左拐右拐的 居然来到了度假村的外围 陈天挑了挑眉 还没有开口说话 就见周磊十分利落地 在一处凸起的石头上坐下 丝毫不介意 尘土弄脏他的公主群 看到周磊都如此洒脱 陈天便也学着他的样子 在石头上坐了下来 这样一坐下 陈天顿时觉得 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 只见这个位置看出去 各种绿植高低起伏 错落有致 这一刻 仿佛大自然之中 只剩下自己 整个人都融入其中 全身的毛孔都在呼吸着 舒坦 周磊在旁边轻轻地闭上眼睛 他听到陈天深呼吸的声音 嘴角上无声扬起一抹弧度 轻声地说道 怎么样 在这里看看风景也不错吧 对不对 陈哥 陈天没说话 他挺喜欢这种感觉 不只是自己的身体 就连灵魂都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放松 两个人就这样安静地坐在大石头上 谁也不说话 任由清风从脸上扫过 静静地享受着静谧的时刻 沐浴在这样清爽的风中 那种舒爽的感觉 就如同寒风腊月之中 在温暖的温泉中 尽情享受热水环绕身体一样 陈天和周磊一起吹了吹风 周磊看向陈天 开口询问道 陈哥 不如我带你去其他地方转转吧 毕竟这里吹风虽然好 但若是待得久了 恐怕也会觉得有点闷 陈天点点头 陪着周磊一起起身 又朝着度假村其他位置走去 两人一路走着 周磊非常热情地给陈天介绍着 度假村里有趣的人和事 虽然很多都只是道听途说 但是在这里讲出来 却十分应景 倒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周磊忽然指着不远处的一棵桃树 眼前一亮 开口说道 陈哥 你看到那棵桃树没 听说这棵树上接的桃子特别甜 很多人都会在桃子成熟的季节赶来 就为了摘个桃子 周磊一边说着 一边带着陈天快步走到了桃树旁边 一双眸子围着桃树来回地打量着 似乎是想要看一看 还有没有成熟的桃子 陈天站在桃树之下 看着四处寻找桃子的周磊 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丫头 怎么跟一只找美食的小小老鼠似的 这副样子 倒是有点像自家小表妹苏芷熙 都是一个小吃货 周磊的眼睛里冒着光 指着桃树尖上的一个大桃子 惊呼道 小丫头十分兴奋 可是尝试了不少办法 都无法摘到那颗桃子 那桃子在树尖上 离地面有点太高了 发现这个问题后 周磊的小脸立刻垮了下来 他怒视着那颗桃子 万般无奈之下 竟然口出狂言 威胁道 臭桃子 再不让我把你摘下来 小心我咬你哦 陈天看着小丫头乃凶乃凶的样子 一个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小萝莉吧 陈天轻轻摇摇头 他朝着周磊招招手 笑着问道 想吃 周磊点点头 以他的家庭条件 想吃什么样子的桃子没有 只不过度假村的 这棵桃树上的桃子 可是闻名已久 以前来的时候 可是从来没见过熟透的桃子 今天居然发现了一个 自然是跃跃欲试 想要尝一尝 周磊别了别嘴 有些失望地说道 可是太高了 想吃也够不到嘛 陈天一挑眉 不就是个桃子吗 想吃还能吃不到 想到这里 陈天后退了几步 猛地一柱跑之后跳了起来 跳起的同时 陈天伸出手够像桃子 周磊只觉得眼前一花 陈天已经稳稳地落在地上 手里正握着一个桃子 诺 给你 陈天摊开手 将手里的桃子递向周磊 他四处看了看 也没有看到 可以清洗桃子的洗手池 便对周磊说道 你对这里熟一点 哪里有洗手池 周磊用双手捧着桃子 眼睛里闪烁着晶晶亮的光芒 听到陈天的话 周磊这才抬起头来 对着对面说道 那里就有卫生间 陈哥 你在这里等等我 周磊说完就小跑着去洗了桃子 熟透的桃子粉嫩粉嫩地 放在周磊白嫩的掌心里 对比更加明显 也显得非常有食欲 周磊并没有直接吃掉桃子 他认真地用纸巾 吸去桃子表面的水分 这才将桃子递给陈天 笑得眼睛弯弯 陈哥 你吃 陈天轻轻摇摇头 笑着对周磊说道 你吃吧 周磊也不客气 他惦记这个桃子很久了 直接一口咬了下去 熟透的桃子吹弹可破 轻轻一咬 汁水便冲了出来 香甜的味道 立刻在舌尖爆开 一股浓郁的桃子味四散开来 太令人难忘了 好好吃的桃子 怪不得如此有名 周磊的双眸冒光 忍不住又是一口咬了上去 陈天笑着看向周磊 直到小丫头吃完桃子后 继续向前走去 周磊对于刚才桃子的味道 还有些意犹未尽 他台湾看了看时间 对陈天说道 走吧陈哥 我们回会所去吃饭吧 周磊今天带着陈天过来 主要目的就是来这边吃饭的 这里的风景够美 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品尝着美食 嘖嘖 这感觉也是没谁了 最主要的就是 这里美食的味道 实在是很赞 陈天也觉得有些饿了 两个人就朝着餐厅的方向走去 与此同时 度假村会所的餐厅里面 不知何时来了许多 天津的大少小姐们 这些大少小姐们 也是过来会所的餐厅 来品尝美食的 大家刚刚点完美食 便围着桌子聊起天来 昨天发生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吧 我家里人回去了以后 就开始各种和苏航那边合作 就跟打了兴奋剂似的 那位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简直是太酷了 居然以一人之力 就将整个天津商圈 给完全震慑住 这在天津史上 恐怕都是没有的事 那一位可是四星龙校 还是英龙军部的成员 这样的身份 足以在天津里面 搅动风云了 而且 他还那么年轻 好想见识一下 那位陈董的风采啊 听说他长得非常帅 一身气质非常惊人 我连照片都不敢搜索 就想见见本人 这些大少小姐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 说着昨天的事 脸上都带着兴奋的表情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看到 周磊带着陈天 朝着餐厅里面走了进来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 看起来十分亲密 众人看着两个人的样子 顿时一愣 他们和周磊 也认识不短的时间了 什么时候见他和哪个男人 这么热情地说话 众人下意识地 看向二人身后 想要寻找周豪义的身影 要知道 周豪义向来宝贝这个妹妹 在外面的时候 可是和妹妹周磊 形影不离 见没有周豪义的身影 一位大小姐站起身来 他一脸惊讶地看着周磊 开口问道 雷雷 你竟然找男朋友了 周家大小姐找了男朋友 这在天津 绝对是大新闻啊 那位大小姐一边说着 一边好征以侠地 打量着陈天 这位小哥 倒是长得够好看 气质也相当好 他这心里都是痒痒的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看着帅气的陈天 也是眼前一亮 纷纷开口打拒道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今天周家大公子 居然没有跟着一起出来 而是让周磊 带着小男友单独出来 这是得到官方认可了 真的假的 不会是周家大小姐 长大了 自己跑出来约会的吧 我们要不要给周豪一发个消息 问问情况 这事情有点难办啊 要是问了 恐怕周家大小姐要发火 但要是不问 周豪一那边发起火来 我们不一定扛得住啊 这些大少小姐们一阵打趣 旁边一位大少忽然面色一变 对着众人赤道 你们说什么呢 都别乱说话 猛地被开口斥责 大少小姐们都是一愣 怎么了 一位大少皱着眉头 有些不满地问道 那位开口斥责的大少一跺脚 这帮人真的是 看不出来自己是救他们吗 大少看向周磊旁边的陈天 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 憋了好半天才开口说道 这一位 就是我们都非常崇拜的陈董 那位大少 昨天特意被家里人 按着看了陈天的照片 特意要求他 一定要记住这张脸 昨天父母脸上的表情 他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 一看到陈天出现 这位大少 立刻就愣住了 长得这么好看 气质又这么好的男人 自然是让人印象深刻 只不过大少一看到陈天的脸 就已经梦了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 身边的朋友 已经十分八卦地说了半天 大少为了大家的安全 不得不及时呵斥住他们 免得他们真的犯下大错 得罪了陈天 不要说 他们不过就是一些大少小姐 就是他们的家里 也是扛不住的 众人这时候 听到了那位大少的话 也是当场就被震慑住了 一股恐惧感 从他们的心底油然而生 他们刚才说的八卦 居然就是星园集团陈董的 一时之间 众人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连忙开口道歉 对不起陈董 我们刚才失言了 请您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绝对没有其他意思 陈董 我们对您是充满了敬仰和尊敬的 就是一时眼拙 没有认出您的身份来 您可千万别和我们一般见识 就是陈董 我们就是太年轻 说话不过脑子 但是我们对您的尊重 是发自内心的 陈天从始至终的表情 都是淡淡的 即使是一开始面对调侃 也是同样的淡定模样 周磊看着平时牛气到不行的 大少小姐们 一看到陈天 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你们先吃吧 我们先去楼上包间了 说完 周磊也不等这些人有反应 直接带着陈天 朝着楼上走去 众人目送着陈天和周磊的身影 消失在二楼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位大小姐 一边用力地呼吸着 一边轻抚着自己的胸口 一脸舒缓地说道 真是吓死我了 刚才说出 那位就是陈董的时候 我吓得冷汗 都要流出来了 大小姐刚才秉息凝神 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的 生怕惹恼了那位大人物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差不多地感受 感受着陈天散发出来的气场 他们只觉得自己 只有仰望的份了 众人也没想到 陈天居然会和周磊过来吃饭 一位大少轻轻抹去额头上的薄汗 心里暗暗地想到 怪不得周豪一舍得 让他妹妹和一个男人出来吃饭 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的意愿了 就算是周豪一 这时候一位一直没说话的大小姐 弱弱地说道 其实我觉得 那位陈董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啊 人家陈董并没有发火 也没有释放出怎样吓人的气息 更多的还是他们自己的想象 想一想刚才陈天淡然的模样 大小姐甚至感觉到 陈天有点温柔 众人 这一定是你个人的错觉 我们觉得可怕得很 此时的周磊和陈天 已经走回了之前的包间里 看到二人返回后 服务人员立刻迎了上来 十分恭敬地奉上热茶 周磊高高兴兴地坐在桌前 他看向陈天 细心地询问道 陈哥 你有没有忌口 或者不爱吃的东西 陈天轻轻摇摇头 笑着答道 没有 我不挑食 什么都可以 周磊叫来服务员 开始点这里的招牌菜 他觉得好吃的 觉得陈天可能喜欢吃的 都点了一遍 服务员带着菜单离开后 周磊笑眯眯地看向陈天 说道 陈哥 你一定要好好尝一尝 你肯定会爱上这里的味道的 陈天深以为意地点点头 毕竟楼下还坐着不少大少小姐 看来这里的味道 还是有目共睹的 很快 美食就像是流水一般 被端上了桌子 周磊一边吃 一边向陈天做着介绍 热情的像是一只小百灵鸟 陈天全程都是面带笑意地听着 是个极好的倾听者 周磊点了一瓶红酒 他给自己和陈天各自倒上了一些 主动举杯对陈天说道 陈哥 我哥知道 我们一起出来吃饭 叫我代替他 敬你一杯酒 看着面前的酒水 和一脸期待的周磊 陈天却是摇了摇头 婉拒道 还是算了 一会还要开车呢 喝酒不开车 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常识 陈天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周磊听着陈天的话 一双大眼睛眨了眨 十分机灵地说道 陈哥 你一茶带酒不就好了 我还是比较习惯坐车的 说到这里 周磊也是一乐 继续说道 再说了 要是让陈董给我开回车 嘿嘿 有的吹了 尤其是下面那些大少小姐们 还不眼睛瞪直了 而且 平时哥哥管自己很严格 这款红酒 他可是想喝很久了 今天好不容易有个好机会 小丫头自然是不愿意放过 也不管陈天是不是同意 直接端起酒杯 干掉了杯中的红酒 陈天看着一脸愉悦的周磊 也是一脸的无奈 他只好以茶带酒 和小丫头碰了一个杯 周磊已经喝了酒 为了能安全回去 陈天只好任命地喝着茶 要不一会 就真的没有办法开车了 会所的餐厅 味道确实不错 陈天和周磊都吃得不错 周磊抚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 看向陈天问道 陈哥 我们吃完饭 是去逛一逛 还是直接回市区 陈天想了想 现在才中午时分 如果他们返回市里的话 还有机会去看看自己的庄园 这样想着 陈天直接开口说道 走吧 我们回市区 两个人结了账 便朝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周磊从包里掏出钥匙 塞进了陈天的手里 而自己走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直接钻进了车里 陈天坐在驾驶位上 看着面前的兵力欧入GT 也是一阵无奈 这辆车子搭载的是6.0T W12的发动机 动力十足 足有635马力 但是他们过来度假村的时候 周磊开的那叫一个稳稳当当 还没有个出租车力量大呢 陈天撇撇嘴 他一边发动车子 一边说道 这车的性能 你是一点都没有发挥出来 好歹也是一辆超跑 这么慢悠悠地开 可是真的埋没他的优势了 周磊听着陈天的话 吐了吐舌头 也是很无奈 他的车技有限 能安安稳稳地开过来 已经是他的技术巅峰了好吗 那陈董 你能吗 周磊眼巴巴地看着陈天 小脸上的表情里 带着一丝委屈 这种跑车的性能 要想真正地跑开 需要非常好的驾驶技术 否则也就是有点速度 其他的优势 还是发挥不出来 周磊相信陈天非常厉害 但是看他年纪轻轻的样子 总不会连驾驶技术 都那么优越吧 陈天看着周磊的样子 眉头一挑 这个小丫头 这是怀疑自己的驾驶技术 觉得自己不行 看来 自己要是不拿出一点 老司机的驾驶来 是震慑不住这个小丫头了 陈天一边想着 直接一脚油门 驾驶着车辆 朝着前方冲去 周磊在车子的惯性之下 第一次感受到了 自己的车子的推背感 原来 所谓的推背感 就是这种感觉 陈天扭头看了一眼 目瞪口袋的周磊 嘴角上扬起一抹淡笑 直接开口说道 我觉得 你应该趁现在 系好安全带 看着周磊 一脸迷茫的系好安全带 陈天眨眨眼睛 接下来 就是自己表现的时候了 哄 陈天又是一脚油门踩下去 在周磊的一声惊呼之中 朝着盘山路而去 周磊一看陈天的举动 连忙开口劝着 声音都带上了一丝颤抖 陈哥 你悠着点啊 这一段可是盘山路 虽然这里的路况 并不算是多么刁钻难开 但是毕竟是盘山路 是一般道路无法比拟的 尤其是陈天还是第一次过来 根本不了解这里的路段 这么开太危险了 陈天一面驾驶着车辆 一面扭头看了周磊一眼 不满地说道 小丫头 这个时候了还这么说话 看来 是要给你点教训了 陈天直接发挥了神级驾驶技能 车子在盘山道上急驰着 时不时地就来一个漂亮的甩尾 在飘移的瞬间 陈天根本不会踩刹车 而是任由车辆高速地行驶通过 周磊听着满耳的轮胎 和地面摩擦的声音 吓得紧紧闭上了眼睛 他胆子本来就不算大 再加上这种全速的飘移 让周磊好几次都感觉 自己要跟着车子一起 冲出道路了 不过周磊这个时候 也终于意识到 陈天的驾驶技术 真的不是盖的 这么快的车速之下 还是完全不熟悉的路段 却能次次都飘移完美 简直是车神级别 周磊还在心里这样想着 没想到陈天已经又是一阵加速 立刻吓得周磊缩在椅子上 瑟瑟发抖 在陈天这样急速的飘移之下 他们比平时快了几倍的时间 下了蹒跚路 到了正常的路段 陈天的速度也是慢了下来 对着车速的正常 周磊也终于敢睁开眼睛 他看向身旁的陈天 眼睛里满是震惊 不过震撼过后 周磊又开始崇拜起陈天来 这样的急速飘移 真的是好酷 周磊伸出手 轻抚着自己剧烈跳动的胸口 他看着陈天 随口询问道 陈哥 我们现在去哪 陈天想了想 回答道 镇北王府 镇北王府 听到这个鼎鼎大名的名字 周磊明显一愣 下意识地看向陈天 他看到陈天的脸上一片平静 似乎不是在开玩笑 周磊也是在天津土生土长 自然是对镇北王府了解 也正是因为这份了解 周磊才知道 那里是如何的尊贵 已经难以进入 镇北王府之所以如此有名 完全是因为 这个王府 可是天津最豪华的王府了 不仅占地面积巨大 听说那里更是三不易景 说不出的奢华和享受 但是镇北王府 是不允许游客游览的 听说好像是某个人私人战友 周磊很早以前就听说 镇北王府 当年是世袭的王府 就是华夏最动荡的那些年间 镇北王府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坏 整个镇北王府 就像是一处独立的所在一般 安然地助力至今 不管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到镇北王府来 都是要礼让三分 后来好像听说 镇北王府 被一个神秘大佬买下来了 成为了私人府邸 说起镇北王府 在天津土生土长的孩子 心里没有不惦记的 就连周磊的老哥周豪毅 以前也是叫上了几位大少 准备以各自家族的身份 拜访一下镇北王府 没想到拜帖是送进去了 好话也是说了 光是在门口看了看 结果就差点被打 自从这次拜访之后 天津的一众大少们 都是老实了 谁也不去打进入 镇北王府转转的主意了 周磊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镇北王府可是实实在在地 非请勿扰 一想到镇北王府 周磊的脑海之中 立刻想到了很多恐怖的传闻 如果光是险些被打 那也就算了 毕竟他老哥他们就是一帮大少 身份听起来是挺显贵 但其实不过是借着家族荣光罢了 从个人角度上来说 没什么实权 但是一些企业主和家族组长们 也是朝镇北王府递过拜帖的 想要进去一栏里面的风景 可是人家镇北王府 一律不接待 谁敢在人家门口晃来晃去 也是照打不误 听说 镇北王府里面的守卫人数非常多 而且各个都是练家子 全都不是吃素的 只要是主管一声令下 不管你对面站的是什么人 该出手时就出手 但是这些训练有素的守卫 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就是 镇北王府为了防止有人硬闯 还降养了许多大型的恶犬 那些恶犬凶猛得很 都是国际上恶名昭彰的恶犬品种 若是任由他们攻击人类的话 那是真的会出人命的 周磊一边想着 一边将这些传闻讲给陈天听 目的就是希望陈天可以打消 这个可怕的想法 就算是他们周家 也对这个镇北王府 没有丝毫办法 如果陈天一定要去的话 他们根本无法保证陈天的安全 周磊的眉头紧紧地猝着 一脸紧张地说道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 才能拥有如此辉煌的镇北王府 而且还这么奢侈 有这么棒的房子在 却不进去住 也太暴天天物了 周磊说完 看到陈天的脸上 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语气再次变得急切起来 诚哥 为了咱们的自身安全 镇北王府 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要不然有很大的可能 对方是真的会动手的 陈天虽然现在在天津名声大噪 但是镇北王府 可是连天津本地的达官显贵 都是不放在眼里的 更何况是个发展良好的陈天呢 想到有可能遇到的危险 周磊的小脑袋 摇得就像是波浪鼓一样 坚决不能让陈天过去 毕竟陈天是跟着自己出来的 他就有义务保护陈天的周全 陈天看着周磊 一脸急切的模样 脸上立刻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坏笑着说道 虽然我是出道天津 但是也知道 镇北王府非常有名 这么有代表性的地方 还不让我来看看了 也不知是怎爹 陈天一看小丫头 着急的张牙舞爪的样子 就觉得很好笑 便故意逗他 说道 走吧 陪我一起去看看 周磊 我想下车 那么危险的地方 也不知道那些守卫和恶犬 能不能怜香西域 陈哥 我还是觉得 你得三思啊 周磊一脸慎重地 拽了拽陈天的衣角 周磊试图劝了好几次 可惜最后都是无果 看着陈天一脸不在乎的模样 周磊也是无奈地撇撇嘴 直接装死不管了 死就死吧 大不了 一会他们跑得快一点 此时 二人坐着车子 已经临近镇北王府 远远地就看到了 这所巨大的宅院 镇北王府的附近 打扫得极为干净 各种树木种植得非常整齐 长得也是枝繁叶茂 一看就是经过了极好的打理 从外面看镇北王府 只能看到高高竖起的院墙 全部都是溢水的青色古砖 透着阵阵古翼 王府的外面 左右各有一条古建筑的街道 同样也是涂着珠漆 非常奢华 尤其是镇北王府的门前 在这样寸土寸金的市中心 居然有一片巨大的空地 更能显示出镇北王府的恢弘大气 门口的两只石狮子 非常有气势 虎视眈眈的注视着门外 让一般人不敢对镇北王府 有任何坏心思 周磊坐在副驾驶上 也是伸着头朝外看着 打量着面前的镇北王府 感受着镇北王府扑面而来的宏大气息 周磊也是一双眼睛闪烁着光亮 光是门口就已经如此辉煌和精致 周磊已经不敢想象 门内的王府之内 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周磊的一双眼睛 几乎已经快要不够用了 不断地在王府外围打量着 他的心中充满了震撼 怪不得 那么多达官显贵 都渴望进入镇北王府一游 这样的地方 确实是让人充满了好奇 不过很快 之前的那些传闻 再次涌上心间 让周磊一下子打消了 之前的那些念想 陈天驾驶着车子 看着镇北王府门前的大片空地 就想着将车子停在空地之上 周磊坐在旁边 也是看出了陈天的打算 立刻出声制止道 诚哥 咱们的车不能停进去啊 镇北王府门前的大片空地 也是人家王府这里的私人地块 绝对不允许私自停车的 周磊似乎是担心 陈天不相信似的 连忙指着旁边的不远处的道路 就连路边的停车位 也都是满满当当的 说道 您想想啊 陈哥 这里要是允许停车 还轮得到咱们吗 就是因为私人位置 而且镇北王府的行事作风 一向都是非常强横的 这才没有人敢坏了规矩 就算他们开的车子还行 但是对于人家镇北王府来说 什么都不是 要是真的强硬地停上去 恐怕下场不妙 陈天看着周磊的阻拦 一脸淡笑地看着他 只看那小丫头不好意思地闭了嘴 这才开口说道 没事 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扛着 周磊听着陈天的话 下意识地点点头 就在他有点恍神的时候 陈天已经停好了车子 招呼着小丫头下车 周磊还没有走下车子 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时候 就看到镇北王府的大门 忽然打开 一对守卫 踏着整齐滑衣的步子走了出来 那股训练有素的气势 扑面而来 周磊一看到这些守卫的驾驶 也是吓了一大跳 脸色都跟着一摆 小丫头明显吓坏了 他紧紧地抿着嘴唇 陈哥 你不能下车 周磊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到一对守卫 已经走到了陈天的面前 就在周磊以为 就要出现什么血腥事件的时候 那些守卫朝着陈天恭敬的敬礼 大声地说道 陈董好 陈董 周磊这时候已经下了车 原本他还想着 要保护一下陈天 结果没想到 这一声陈董 差点闪了他年轻的腰 周磊漂亮的脸蛋上 写满了不明所以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天 脑海里面已经乱成了一团马 现在陈哥的名声 已经大到这个地步了吗 就连镇北王府的守卫们 也要称呼他一声陈董 陈哥 你这是 周磊是真的想不明白 秀美的眉毛已经拧在了一起 赶紧凑到陈天的身边 小声地询问道 陈天看向周磊 一脸淡笑地说道 这里就是我的呀 陈天的一句话 直接让周磊愣在了原地 周磊的毛子大大的睁着 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 所听到的 陈哥居然说 这个镇北王府是他的 这这这 镇北王府的辉宏程度 可不是一般的古代府邸可以比拟的 光是这块市中心的地皮 就已经是天价 这整座王府的价值 不只是金钱层面 更是人类历史上的瑰宝 陈哥居然买下了这脸 这份财力和身份 简直是超乎了周磊的想象 虽然说 周磊一直被保护得很好 但是毕竟是周家的大小姐 该有的见识 也是一点不欠缺 陈天能拥有这样的府邸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恐怕陈天现在 所展示出来的实力 并不是他的全部 陈天的身后 必然还有更加令人震撼的身份 才能成为这样一座镇北王府的主人 就在周磊完全笼罩在镇惊之中 镇北王府的大门再次被打开 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身上好的长衫 迈着四方步子 朝着这边走来 这位老者一出现 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只见这位儒雅之气十足的老者 头上居然还留着一头长辫子 看起来就像是穿越了一般 老者的身上带着一派自然的气息 他来到陈天的面前 十分恭敬的一躬身 对着陈天很有礼数地说道 先生 您来了 这位老者 正是镇北王府的管家 和陈天打完招呼后 管家朝着那些守卫们一招手 让他们先行撤走 管家这才看向陈天二人 他侧过身 十分热情地说道 二位 里面请 陈天立刻跟上了管家的脚步 他不忘记提醒周磊跟上 否则这个小丫头要是一愣神 指不定就要被落在后面了 周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趁着没人的时候 轻轻掐了自己的手臂一下 才连忙跟上了陈天 走得近了 周磊更是惊觉 门口十狮子的活灵活现 透着一股灵气 跟着陈天一起跨过高高的门槛 眼前立刻豁然开朗 整个人也是愣在原地 只见正门中的府邸内 建筑以严格的中轴线对称 构成多静置的四合院 布局非常规整且美观 院内的建筑也是雕梁画柱 朱漆涂抹得十分细腻均匀 可见这里的养护工作 做得极其到位 而且周磊看得出来 这里使用的 哪怕是一砖一瓦 全部采用的是古质的程序 一切都是规规矩矩 才能将曾经的一切 完美地保存下来 仿佛时间只是从指缝中流过 一瞬间的事 才没有在这里 留下任何痕迹 周磊看着那些精气的描画 以及那些工艺精良的造型建筑 感觉整个人的灵魂 都得到了升华 这也太豪华了吧 楼阁交错之间 辉煌富贵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人望而却步 不敢进前 自家那座四合院 和陈天的镇北王府比起来 还不如个牛棚 陈天倒是并没有任何夸张的表情 他淡淡地欣赏着这里的美景 对一旁的管家说道 这里保养得真好 你们有心了 先生 这本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管家笑呵呵地回复道 虽然他年长 但是说话的时候 一直是保持着工身的姿势 礼数十足 在管家的带领之下 众人穿过长廊 直接来到了正厅 正厅里面打扫得仙尘不染 地面上铺着厚厚的地毯 踩上去十分松软 满堂都是黄花梨的家具 散发着木质特有的清香味 十分宜人 等到陈天和周磊落座以后 管家立刻奉上了香茶 周磊看着面前的一套茶具 目光之中闪烁着谨慎的光芒 这茶具上面的雕花 圆润亮泽 一看就是古董 用来喝茶 好奢侈 陈天也端着茶杯 小口小口地饮着茶 这是今年上好的太平侯葵 味道清新甘甜 这样的一杯茶下肚 就连天气的燥热 也一下子消下去了大半 陈天满意地放下茶杯 对着周磊说道 喝点茶休息一下 一会再带你好好逛一逛 周磊十分高兴地点点头 对于镇北王府的美景 他早就想要一览无余了 今天既然有这个好机会 周磊自然不愿意放过 要好好地游览一番 管家在旁边 也是适时地开口说道 咱们镇北王府的风水 是非常好的 府中处处见水 景色各有不同 不如我带二位去胡心亭转一转 那里的水 是从玉泉湖里引来的 周磊一听 立刻就来了兴趣 他慌忙放下茶杯 对着陈天说道 我已经休息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吧 陈天文言玩耳一笑 真是个长不大的小丫头 两个人站起身来 朝着外面走去 管家连忙跟上 胡心亭位于府底的后面 也就是花园的位置 一路上要穿过不少的院落 周磊看着那些小院的建筑 一双眼睛亮晶晶地 仿佛要冒出光来 他扭头看向陈天 笑眯眯地问道 陈哥 我能不能在这里拍照啊 这里的景色 简直不要太美 如同人间仙境一般 周磊早就心仰不已 恨不得将入眼的美景 全部都拍摄下来 你随意 陈天笑呵呵地看着周磊 这样的一个小精灵式的小姑娘 在这样古异盎然的建筑之中穿梭 画面同样是美得好似一幅画 立刻掏出手机在镇北王府里拍起照片来 他看着四处哪里都美 恨不得在各处都留下自拍 自己拍着觉得不够过瘾 周磊还叫上陈天一起 陪着他一起自拍 看着手机里面保存下来的照片 周磊高兴得不行 太漂亮了 每一张都是经典 穿过一道道回廊 众人终于来到了胡心亭的位置 去往那里 需要乘坐一只小船 管家陪着陈天二人上了船 立刻有仆人走上前来划船 管家指着胡心亭对面的一个亭子 开口介绍道 那里是厅宇亭 里面设定了特殊的材料 会有雨声叮咚环绕 最主要的就是 因为有水的流过 夏天的时候在那里纳凉 也是非常舒服的 众人一起进入了胡心亭 立刻有仆人送上了香茗和茶点 以及一些小吃 周磊随便吃了两样 都觉得口味十分香甜 立刻开口询问道 管家爷爷 你这里的点心都好好吃 这是在哪里买的 这么好吃的点心 周磊也是喜欢的不得了 想着问问在哪里购买 他也买回去 给自家老爷子尝尝 管家完全没有传言中的凶神恶煞 他全程都是笑盈盈的模样 很是得意地介绍道 周小姐 这可不是外面买来的 而是府里的厨子 自己制作的 这可不是管家故意显摆 镇北王府里面的厨子 可是家传的御厨呢 一手厨艺 真的是可圈可点 品尝过的人 个个都竖起大拇指 这点心 也是出自于他手 自然是味道不同凡响 管家看着周磊 露出遗憾的表情 笑呵呵地说道 周小姐是先生的朋友 若是喜欢 可以随时过来 我叫人做给你就是 与此同时 老管家心里 也是有了一番计较 打算一会给周磊 带上两盒点心回去 周磊全程都处于震惊之中 他一遍一遍看着眼前的美景 不由地开口赞叹道 能游览一番镇北王府 此生无憾了 镇北王府的面积 实在是广阔 一个下午想要逛完 肯定是不现实的 周磊和陈天一起喝了喝茶 就打算绕着镇北王府 外围逛一逛 虽然我只逛了一部分 但是也足够闪下 他们的眼睛了 周磊一脸的满足 笑着说道 等稍晚一会 我一定给我老哥秀一秀 自家老哥差点挨揍 都没有进来的地方 自己可以得到了 贵宾一般的待遇呢 就这份差距 足够周磊好好炫耀一番了 周磊一边想着 一边跟在陈天的身后 朝着王府的外面走来 与此同时 一辆旅游大巴车 停在了镇北王府 不远处的地方 一个戴着红色帽子 拿着黄色导游旗的导游 率先走了下来 开始招呼着上面的游客 导游打开了手里的喇叭 开始介绍着 镇北王府的信息 大家朝我这边看 那里就是在天津城里 极富盛名的镇北王府 车场的游客 纷纷走了下来 他们看着面前的镇北王府 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眼神之中 透露出一股向往 这样的一座王府 简直是太恢红了 出来旅行 就是要逛一逛这种地方 一位游客为了看清楚 镇北王府的一些细节 故意向前凑了凑 对着导游问道 导游 咱们可以进去逛逛吗 这座王府从外面看 就已经如此恢红大气 恐怕里面会更有一番色彩 要是在里面拍拍照 肯定能称霸朋友圈 这位游客的话一说出口 立刻就得到了 其他的游客的认可 大家都是点点头 哪怕是自己单独买个门票呢 这么漂亮的地方 不进去看一看 可是太可惜了 导游听着一众游客的话 脸上露出一丝尴尬来 作为导游 他自然这是这里有多好 但是他真的做不到啊 导游一脸遗憾地看向游客们 语气十分坚定地说道 不行 这里之前是世袭的 现在也是私人地方 并不是旅游地点 最多在外面拍照一下 或者下去走近点看看 说到这里 导游担心有比较固执的游客 还要继续磨下去 就主动开口补充了一句 并且 这里的主人很厉害的 镇北王府在天津这么久 都极少有里面的景致照片流出 就是因为这座王府 即使是天津的达官显贵们 也是一个都没能进入这道大门 这样的本地达官显贵都做不到 他们这样的外地旅行团 就更是想都不要想了 游客们虽然心里不爽 但是也没法提什么意见 便想着近距离看一看 朝着大门的方向靠去 导游走在最前面 忽然他看到了镇北王府敞开的大门 立刻眼前一亮 对着游客们说道 你们不是想要看一看 镇北王府里面的景色吗 我可以给你们拍照 二十块钱一掌 这么好的一个捞外快的机会 他可不愿意放过 就在这个时候 带着周磊正在四周闲逛的陈天 也听到了导游的话 两个人双双凑了过来 陈天主动开口询问道 这里可以拍照吗 导游一看有人上钩 双眼立刻一亮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大声地说道 当然可以 不过因为这照片拍起来比较危险 价格自然也高 要二十块一掌 导游的心里非常自信 他相信只要有一个人交了钱 就不怕后面的游客不掏腰包 说到这里 为了可以拉拢第一单生意 导游指着镇北王府的大门说道 那里的景色 就算是天津的达官显贵们 都是没有福气看上眼的 二十块钱一张 真的不贵 陈天听着导游卖力兜售的语气 顿时一乐 笑着说道 我这在自己家门口拍照 还要钱 导游和游客们 听到陈天的话顿时一惊 他们面露疑惑地 打量着陈天和周磊 这一男一女 看起来样貌出众 气质也好 但是这可不代表 他们有那个福气 拥有这样的镇北王府 导游和游客们自然是不幸 导游甚至是扑吃一笑 看着陈天打去道 小兄弟 我看你这个牛 吹得有点大发了 为了省下这二十块钱 你也是尽心尽力 我作为导游 都佩服你这份野心了 偌大的镇北王府 就算是天津首富也不敢说 是自家的产业 这么一个年轻人 不是吹牛是什么 其他的游客们 也是乐呵呵的 脸上同样是写满了笑意 都非常认同导游的话 陈天不过就是说了一个笑话罢了 就在这个时候 镇北王府敞开的大门里 走出来一个老者 正是镇北王府的管家 管家一脸恭敬地 来到了陈天的面前 躬身说道 先生 饭菜做好了 今天要在王府用餐吗 一句话 顿时让在场的游客和导游们 直接愣在了原地 什么 这这这 如此恢弘的私人府邸 居然真的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呢 这位年轻人 得是什么身份 众人一边想着 看向陈天的目光 都变得不一样了起来 之前更多的是欣赏 现在则是完全被震惊所取代 游客们还好 那位 举着小黄旗的导游 则是有些害怕起来 捏着旗子的手 都开始颤抖 毕竟在人家这里拍照 可没经过人家允许啊 就凭镇北王府 一向粗暴的办事风格 别说他这个导游了 就是整个旅行团 都容易被放倒啊 想到这里 导游更是害怕了 额头上甚至已经冒出一层薄汗 那个 不好意思啊先生 我们立刻就离开 导游越想越是害怕 他朝着陈天 规规矩矩地鞠了一个躬 便赶紧招呼着游客们上车 游客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看到导游吓得已经白了脸 哪里还敢多停留 大家都是朝着旅游 大巴蜂拥而上 坐上车子 直接离开了 只留下陈天和周磊 看着大巴车离去的方向 一脸都无奈 我很吓人吗 陈天看向周磊 一脸无辜地问道 周磊点点头 虽然陈天不吓人 但是作为镇北王府主人的陈天 就有点吓人了 谁叫镇北王府之前 形势作风如此强硬吗 听着周磊的话 陈天也是一乐 他看着周磊笑呵呵地说道 好吧 这位胆大的小姐 我们一起去府里吃点东西吧 好嘞 周磊一听 立刻高高兴兴地 朝着镇北王府里面跑去 之前的点心 就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玉厨做点心都这么美味 做起菜来 恐怕更是一绝了 陈天走在后面 他的路才走了一半 周磊那边 已经乐颠颠地跑进了府里 还不忘回过头来 嘲笑陈天 陈哥 你的腿那么长 怎么走起路来那么马 陈天直接翻了个白眼 这个小吃货 还是上级了 管家一直站在门边上 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 等到陈天进入后 几人一起走去了正厅里 正厅旁边的侧厅里 已经摆好了餐桌 上面已经摆上了一些凉菜 管家服侍着陈天和周磊落座 说道 热菜马上就到 二位稍等 周磊轻轻向前探身 打量着桌上的几道凉菜 虽然说是府里的家宴 但是这一道道菜品做的 可以说 比外面那些顶级的餐厅 做得丝毫不差 虽然说 摆盘没有那么花里胡哨 但是也是别有酱心 还用水果和青菜雕刻了造型 十分精致 陈天看着周磊 一脸好奇的样子 便笑着说道 也没有其他人 现在就开动吧 说着话 陈天夹起一块熏鱼 放在了周磊的餐盘上 周磊用筷子夹起熏鱼 外皮似乎是油炸过 夹起来可以感觉到一点点硬 看着面前白白胖胖的鱼肉 周磊轻起红唇 一口咬下 咔嚓 只听到一声酥脆的响声 一股浓郁的汤汁 立刻喷了出来 周磊的眼睛瞬间等大 这鱼也太鲜嫩了吧 明明经过了复杂的制作过程 但是那种鲜活的香味 在嘴巴里无限荡开 仿若鲜鱼一般的口感 那一口咬下 就像是咬在鱼肚之上 鱼儿受腾一阵抽搐 说不出的鲜活滋味 周磊这时候 已经将另一半熏鱼 塞进了嘴巴里 再次感受了一次 极致的味觉体验 咽下了嘴里的食物 周磊这才惊呼出声 诚哥 这虚鱼做的 也太地道了吧 这就是他二十多年以后 吃过最好吃的一道菜 听着周磊信誓旦旦的话 陈天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糊度 又是一道牛肉 夹到了他的碗里 很是温和地说道 尝尝这个 周磊也没有多想 夹起牛肉 就放进了嘴巴里 在小丫头的思维中 他刚刚已经吃过了 这世界上最美味的一道菜 任何美味 都无法再攻击他的味蕾 不过下一刻 一道看不见的风 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鲜嫩咸香的味道 已经打破了周磊 对于牛肉的认知 牛肉还能做出 这样好吃的味道来 周磊也是打小 在美食堆里爬过的 他尝得出来 这可不是用东西腌制出来的 纯粹是肉质本身的鲜美 这样的认知 让周磊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周磊直接看向身旁的管家 一脸求知欲地问道 管家爷爷 这是哪里的牛肉 为什么这么难 管家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 他十分热情地解释道 一道菜的美味 除了烹饪方法之外 食材的选用同样重要 这道菜的牛肉 之所以会这样鲜嫩 完全是因为 厨师选用了三个月大的小牛毒 肉质自然是鲜嫩无比的 如此的小牛肉 自然是丝毫不柴 而且也不会有太多的脂肪 这样的菜色 是最适合女孩子食用的 完全不用担心会发胖 周磊一听 知道这是管家和厨师 特意为自己安排的 立刻惊喜地说道 谢谢管家爷爷 也帮我谢谢厨师 这份心意 他简直是120%的收到了 热菜这时候 也陆陆续续地上了桌 整个正厅都被饭菜的香味 所充斥着 周磊也不客气 直接就挨个尝了一遍 发现道道都是精致的美味 这里的饭菜太好吃了 早知道这里这么好 我们还出城去什么度假村 周磊一边吞咽着东西 一边嘟嘟当当地说着 美味让他把餐桌礼仪 忘了个干干净净 现在周磊 只想好好在美食的天堂里 好好感受一番 管家这时候 也端上来一壶冰糖雪梨汁 给陈天和周磊各自倒满 这是厨师下午熬制的 现在火候刚刚好 雪梨汁熬得深成透亮 因为加了冰糖的缘故 所以看起来极为清亮 口感并不太甜 只是带着一丝甘甜的滋味 十分顺口 周磊一边感叹着美味 一边连喝了两碗 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筷子 他平日里饭量并不大 这一通吃喝下来 已经是比平时多吃了不少 陈天这时候 也已经放下了筷子 他拿起方巾擦了擦嘴角 台湾看了看时间 看着周磊问道 怎么样 这一下午过去了 你中午那一杯酒的酒精 也算是过去了吧 现在晚饭也吃完了 是时候该回去了 周磊后知后觉的点点头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都已经晚上了呀 管家这时候也走上前来 向着陈天一躬身 问道 先生 要留下来住吗 我去安排 陈天轻轻摆摆手 他看向周磊 说道 麻烦周小姐 送我回去 好 周磊用力地点点头 他今天本来就是充当导游 说要带着陈天好好逛一逛天津的 没想到 天津没怎么逛 自己这个号称土著的天津人 却是在陈天的带领下 在镇北王府一游 这体验 也是没谁了 管家听到陈天要离开 也是点点头 立刻安排人去准备 在管家的带领下 几人走到了大门口 就在陈天和周磊朝外走的时候 管家拿着两只木匣子追了上来 周小姐 这是镇北王府的一点心意 还请您笑呢 陈天作为镇北王府的主人 自然也有他的一份 周磊赶紧接过 一脸感激地说道 管家爷爷 真是谢谢您了 周磊这么冰雪聪明 立刻就想到 肯定是在胡心亭的时候 管家看出自己偏爱这些点心 便起了心思 说实话 这样的礼物 还真是送到了周磊的心坎里了 和管家道别后 周磊驾驶着自己的车子 两个人朝着酒店的方向开去 镇北王府位于市中心 距离酒店并不远 很快就将陈天送到了下榻的酒店 回去注意安全 到了家 给我报个平安 周磊听着陈天的叮嘱 甜甜的一笑 说道 好 我知道了 驾驶着车子 周磊禁止返回了周家的四合院 原本代表着周家身份的四合院 现在在周磊看起来 透着一股莫名的寒酸味道 无论是大门还是那里的装饰 周磊越看越觉得有一种平民窟的急事感 唉 看惯了奢侈繁华的镇北王府 真的是有点不适应了 周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居家服 这时候周磊才发现 原来哥哥周豪义不知何时 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还发了几条消息 都是询问他 有没有回到家里 想来应该是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自己一直专注着开车 便没有注意到 周磊一面想着 已经给哥哥回拨了过去 电话刚一接通 周豪义那边就已经接起 似乎是在等待着这个电话一般 周磊还没有说完 就听到哥哥细血的声音 在电话那头响了起来 真的是女儿大了不中流 这才刚出去一次 就已经不接哥哥电话了 听着哥哥话里 花外浓浓的酸味 周磊哈哈大笑起来 连忙开口解释道 不是这样了 我刚才在路上 没有听到手机响 这不是刚一看到 就给你打过来了 周豪义倒是不太在意 对于他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妹妹的安全 听到小丫头说 已经安全回到了家里 也就放下心来 这一放心 周豪义也开始变得八卦起来 开口问道 怎么样 今天和你心意的 陈天哥哥出门 玩得好不好 上次和陈天见面的时候 周豪义就看得出来 自家妹妹一看到人家陈天 眼睛都要粘在人家身上了 他也知道 陈天是个极其优秀的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乐得两个人接触一下 毕竟周磊这个年纪 也是要多见识一些男孩子 才不会被渣男欺骗 听到哥哥打去自己 周磊已经在这边 嘟起了嘴巴 有些娇羞地说道 哥哥 你看你说的 不过今天 我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开眼界 周豪义文言顿时一乐 继续取笑了一句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咱们周家的大小姐 这么没见过世面 天津这里能去的地方 周豪义可是玩变了 他才不相信 自家妹妹这样的见识 还能真的被惊着 被男人的美色惊呆了吧 周磊听着哥哥的打去 也是十分无奈 便主动开口解释道 哥 我今天带着陈哥 去了郊区的度假村会所了 你都不知道 我连会员卡 都没来得及拿出来 人家会所老板 就把诚哥给认出来了 那时候那种感觉 简直是绝了 和他们一起 等包间的那些老总们 看着他们进去了 脸色都黑了 周豪义一听 直接说道 我的大小姐 还说你 没被猪油萌了心 那老板是什么人 专门在天津开会所的 人家那叫一个八面玲珑 知道陈天 现在正如日中天 还能不好好招待 在周豪义看来 就算是他们过去 一样会得到最好的对待 周磊被哥哥的话一噎 他觉得是自己 哥哥抢了话 就继续说道 什么啊 我们去的可是 等级最高的 那间包间呢 我们以前去的时候 可是一次都没有去过 不只是包间的问题 我们今天还碰到 不少天津的大少小姐们 他们也都知道 陈哥的名号呢 没想到 周磊信誓旦旦说出来的话 却被周豪义一句话 又给对了回去 这有什么的 应该的 如日中天的 新元集团董事长 自然是要用最顶级的包间 大少小姐们的家里 都是做企业的 回家之后 自然要警醒 一下自己家的孩子 可不能得罪陈天 要是一帮天津的大少小姐 连陈天的名字 都没听说过 那才倒笑呢 周磊 哥 我不想跟你聊了 打麻将的 都没你这么会杠 周磊有点气呼呼的 他盘腿坐在床中间 大声地对哥哥说道 哥 我还有更劲爆的呢 听着妹妹咬牙切齿的声音 周豪义甚至有点憋不住笑了 我不信 雷雷 你们这才出去一次 你就要为了陈天 这么和哥哥抬杠吗 周豪义根本不相信 还能有什么劲爆的消息 说来说去 就是自家妹子听不的 自己说陈天的一点不是 镇北王府你知道吧 老哥 周磊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他凝枝一样纤细的手指攥在一起 这一次 一定要让老哥心服口服 我当然知道了 周豪义在妹妹面前 也不掩饰 嗤嗤笑着说道 你跟我上次去的时候 还差点让人家给揍了 直接就给赶出来了 说起那次的经历 周豪义也是一阵唏嘘 也正是那一次 让周豪义真正地意识到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一山更比一山高 那样的经历 让周豪义一下子 收起了大少爷的 那股高高在上 变得低调了起来 那是让自己受了挫折 又得到了成长的地方 周豪义自然是记忆深刻 再次回想了一边妹妹的话 周豪义眼睛一眯 拿着手机的手也捏紧了 问道 雷雷 不会是陈天带着你进去了吧 那里可是镇北王府 是天津多少达官显贵 都被拒之门外的地方 陈天一个外来的人 居然有办法 将自家的妹子 带进镇北王府 这可是太厉害了 周豪义原本好征以侠的葛优堂 听到妹妹的话之后 蹭得一下子坐直了 她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道亮晶晶的光芒 这个陈天 果然是不同 居然连镇北王府的主人都认识 她的身份 比周豪义想象中的 恐怕还要可怕 这样的人 他们必须要拉拢好 就在周豪义震惊不已的时候 就听到周磊在电话那头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周磊的声音十分坚定 对着哥哥说道 我何止进去了 镇北王府 都是成哥的 回想着 今天在镇北王府的一桩桩一件件 还有桌子上精美的石河 周磊的眼睛里 冒着气势汹汹的光 哼哼 这一次 哥哥肯定要吓坏了 哄 一句话 就让电话对面的周豪义 直接震撼得不能自已 恨不得当场灵魂出窍 偌大的镇北王府 居然是陈天的 陈天就是那位神秘的买家 周豪义感觉自己的脑子 都有点不够用了 这个消息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 那可是镇北王府 不说那三不一景的景致 光是那块位置的地皮 就已经是天文数字的价值 而且能接手那里 绝对不是有钱就能办成的事情 陈天 到底是什么人 周豪义整个人都陷入了无尽的思索中 就连周磊叫了他好几声 都没有听到 过了好半天 周豪义才反应了过来 他语气十分认真地问道 雷雷 你确认 是真的吗 听到哥哥的这个语气 周磊也是很认真地说道 哥 我确定 你说的那个刘辫子的管家 我今天也见到了 不仅不凶悍 反而是非常有礼数的一个人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周磊说了一句稍等 就跳下来床 周磊打开了摄像头 给哥哥看领走的时候 管家送给他的石盒 以及里面精美的点心 周豪义的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石盒上面 角落里用繁体字写着的 镇北王府四个钻字 真的是镇北王府的东西 周豪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心里不仅是充满了震惊 还带上了一丝兴奋 毕竟之前他们和陈天一相识 就是带着善意的 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得罪 周豪义深呼吸了几次 才压制住了激动的心情 感叹地说道 陈天这个人了不得呀 说实话 之前他还以为 自己和陈天是一样的人 现在才知道 人家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两兄妹又说了一会话 便挂了电话 周磊终于近到了哥哥 满意地去洗澡了 此时的陈天早已经洗完澡 换衣服的时候 他又拿出了自己的肩章 在手里把玩着 自己接受了授贤 也是时候 找个机会去英龙军部看一看了 陈天正想着 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哪位 陈天将肩章放回盒子里 放在了床头 门口敲门的是苏天晴 他听到陈天的问话 连忙开口回答道 陈哥 是我 有人来送你的英龙军部制服 陈天听到苏天晴的话 打开了房间大门 将苏天晴让了进来 陈哥 给你 苏天晴将陈天的英龙军部制服递了过来 陈天拿过来看了看 便直接换上了 没想到 这衣服就像是量身定制的一般 十分合身 陈天拿起桌上的尖章 戴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朝着镜子里看去 苏天晴站在一旁 也是安静地看着 看着陈天一身鼻挺的制服 简直不要太阴气薄发 一股独鼠于军人的气势 完全地释放了出来 扑面而来的阴气 立刻让人肃然起敬 苏天晴上下打量着陈天 总觉得好像是哪里 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 才终于发现了 陈哥这张大军脸 可是太白了 这白白嫩嫩的一张脸 哪里像是阴龙军部的军人 就像是在拍电影的小鲜肉似的 当然了 那些小鲜肉 可没有陈天的硬功夫 就没有这一身的气质 除了这一点有点别扭之外 其他的地方 简直是完美无瑕 不过这个皮肤白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总不能为了配合这身制服 特意去晒个美黑吧 陈天也对镜子中的自己 很是满意 这样的军装配合上尖章 才是真真正正的相配 感受着身上 这股特殊的使命感 陈天也是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从此 他的身上就多了一重身份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放在床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刘一范打来的电话 陈天一看到是刘龙江的电话 便快速地接了起来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对面传来一道沉稳的声音 小陈 智福和奸章收到了吗 收到了 刘龙江 陈天笑呵呵地回答道 没想到自己这边刚换上 刘龙江的电话就到了 这效率 也是绝了 那就好 刘一范听起来还算是满意 继续说道 你现在也在天津 陈天直接说道 对 刘一范也是开门见山 说道 我也是刚刚到了天津总部 你既然刚好在天津 要不要来看看 听着刘一范的话 陈天也是一乐 这倒是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刘一范听到陈天答应了 直接对他说道 好 那我明早找人去接你 好 陈天和刘一范商定好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苏天晴这时候 也回去了自己的房间 陈天换下来制服 就看到自己的手机亮了起来 周磊这时候也洗完了走 他躺了床上 一直在想今天的事情 怎么也睡不着 左思右想之后 周磊拿起手机 给陈天发了条消息 陈哥 我明天带你去看看名胜古戒 可爱 陈天看着手机上面的信息 快速地回复道 我明天应该没时间 要去英龙军部 周磊一听 也是非常理解 连忙回答道 好 等你有时间了 我再带你去 陈天回完消息 将手机放在一边 因为明天还要早起 便早早地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陈天睡到自然醒 简单地收拾了一番后 便换好了制服 看看时间 陈天看时间来得及 便去了楼下的自助餐厅 去吃早餐 就在这个时候 大堂经理匆匆来到了大堂处 今天酒店的老板过来了 他自然是赶来迎接 老板今天特意过来 是有事情 要和大堂经理交代 两个人正说着话的时候 就看到外面 缓缓使进来一辆红旗L5 一看到车前位置处 挂着的红旗 老板和大堂经理同时近身 朝着外面的车辆 看去 这样一看 刚好看到了 白底红字的车牌照 这这这 几乎是一瞬间 在大厅里的人都是惊呆了 这可是军部的车啊 而且这样的车子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坐的 旁边不少客人 都注意到了他们的动作 也是朝着外面看去 当他们看到 这辆特殊牌照的红旗后 也是一脸的震惊 客人们凑在一起 小声地议论着 这辆红旗车过来的原因 这可不是一般的车子 为什么会停在这家酒店里 难道说 有大佬入住这家酒店了 嘘 小点声 这种车子 要接的人 怎么可能是 我们可以随随便便议论的 厉害了 这可是红旗L5 再加上这个车牌子 正坐上这种车子的人 可是没有几个 就在客人们窃窃私语的时候 陈天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朝着红旗车走去 众人看着陈天的动作 顿时一愣 这么年轻 客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 一脸的难以置信 大家都站在原地 想要看看 陈天是不是真的会坐上 这辆红旗L5 司机看到陈天后 立刻就走下车来 对着陈天恭敬地敬了一礼 大声地说道 陈龙孝您好 请上车 在周围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 陈天直接坐上了红旗车 朝着酒店外面开去 司机透过后视镜 看着这位刚刚授贤的四星龙孝 眼睛里透出一股崇拜 毕竟 这一位可是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英龙军部四星龙孝 最厉害的就是 陈天并不是从英龙军部里 选拔出来的 而是直接空降英龙军部的 就连流龙江 都对这位年轻人赞誉有加 可见他的不一般 司机一面开着车 在临近英龙军部总部的时候 司机开口提醒道 陈龙笑 咱们马上就要进入 英龙军部总部的封闭区域 普通的手机信息 可能会被屏蔽 陈天淡然地点点头 毕竟是英龙军部的总部 严格一点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很快 车子就开进了一片巨大的空地 四处可以看到竖起的铁丝网 上面似乎是连接着特殊的线路 而且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摄像头高高竖起 随着车辆的驶入 那些摄像头也开始快速地工作起来 可以看到他们的动作 明显都是安装了最高等级的追踪系统 随后 车子又在道路上行驶了好一会 才来到了一片全封闭的特殊管制区域 虽然是开着军部的车子 但是他们 还是要接受门前的一切检验工作 司机先是拿出了自己的身份卡 扫描结束后 就轮到了陈天 陈天的信息 已经上传到总部的系统里 通过人连扫描之后 也算是完成了检验工作 两个人再次坐进了车里 朝着前方一栋建筑开去 陈天打量着四处的环境 总部的基地保密程度 比起刘一范所在的分部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四处都透露着一股无处不在的庄严感 一踏进这里 就连陈天也是一下子严肃起来 他知道 这里是属于军人的地方 就该有军人的模样 在司机的带领之下 两个人穿过了层层关卡 终于找到了刘一范的办公室 请借 听到刘一范的声音 在房间里面响起 司机和陈天示意后便离开了 毕竟以司机的等级 接下来的会面 已经不是他可以陪同的 司机离开后 陈天直接走了进去 看到正在品茶的刘一范 陈天淡然一笑 说道 刘一范 我来了 刘一范一看到陈天 也是眼前一亮 这样阴气勃发的年轻人 看着就让人觉得精神头十足 不错 精神面貌不错 刘一范放下茶杯走上前来 拍了拍陈天的肩膀 大声地赞叹道 陈天还是一副淡然的模样 他看着刘龙江 主动开口询问道 刘龙江 您怎么来这边了 虽然这里是阴龙军部的总部 但是像刘一范这样的五星龙将 一般都会镇守在分部里 他们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工具 自然不会总是待在总部 刘一范一笑 直接说道 我带一对成员来集训 你有没有兴趣 去教导一下他们 刘一范将陈天叫过来 就是存了这个想法 毕竟对于陈天的实力 他是相当看好的 刘一范看着面前一身鼻挺的陈天 脸上也是带着笑容 这个年轻人 他是越看越喜欢 恨不得立刻就将他带回分部去 好好藏起来 对于刘一范来说 陈天身上的技巧可是太强了 就算是他 也是远远 集不上的 这样好的教练 放在哪里 都可以让一批阴龙军部的成员 大放一彩 最主要的就是 刘一范自从上次和陈天对决之后 他回去也想了很久 他总觉得 陈天的实力 一定还有所保留 越是想透这一点 刘一范的心里便越是震惊 正是抱着这一点私心 刘一范便想着来找陈天 让他将自己分部的成员 好好训练一番 要知道 虽然都是鹰龙军部 但是总部和分部之间的实力差距 还是不小的 作为总部 大部分的精英自然集中在这里 无论是他们的教官 亦或是训练场地 以及各种所需的训练器材 都没有总部这般高端和严谨 既然刚好有机会 由自己亲自带队 将分部的成员 带到了鹰龙军部总部训练 再加上陈天对他们进行特训的话 倒也没准可以在技巧层面 让这些成员更上一层楼 最主要的就是 要好好磨练一下他们的性子 进入鹰龙军部 并不应该是一名战士的奋斗目标 他们必须清晰地知道 进入鹰龙军部 才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 他们将要面对的 将是更为严苛的考验和训练 陈天自然明白刘一范的想法 他轻轻点点头 毕竟他手上的这些技巧 倒是没什么不能教的 毕竟从接受受贤开始 陈天就已经是鹰龙军部的一员 刘一范看到陈天答应下来 也是非常高兴 他招呼着陈天坐下一起喝茶 一边开口说道 有些事情 我需要提前和你说一下 那些狼仔子 可一个个都是刺头 你想要成为他们的教官 恐怕也要拿出点能耐来 才能得到认可 不过这些个刺头 个个都是好手 只是平日里面有些傲气 你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修理他们一番 好好错一错他们的锐气 对于陈天的实力 刘一范是毫不担心的 但是陈天毕竟是个年轻人 也没有军部的生活经验 更加没做过教官 所以在这一方面 刘一范肯定要提前和他打个招呼 让他提前做个心理准备 说来说去 还是那句话 在阴龙军部里面 真正看的是一个人的实力 你的实力足够强悍 自然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敬仰 若是实力不济 无论你身上背着什么样的称谓 在阴龙军部里面 也仅仅能耍个官威而已 陈天非常认真的 听着刘一范的教诲 听到他说自己的手下 都是刺头的时候 也是忍不住一乐 好歹都是地方选拔出来的兵王 要是一点傲气没有 那才是不对劲呢 陈天看向刘一范 很是认真地说道 您放心吧 刘龙江 来这里之前 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既然这里是以实力为本 那么他就有底了 好 那我们走吧 刘一范看陈天这么有信心 便站起身来 带着陈天一起朝着外面走去 这一次 他们走的是建筑内的通道 但是没走一段距离 还是会有各种验证手段 十分严密 陈天看着 英龙军部总部里的各种装置 也是不由地叹息一声 刘龙江 这里的安保程度 比咱们之前去的分部 高出了不少啊 就像是大片里演的似的 刘一范哈哈一乐 解释道 毕竟是总部 这里的各方面安保等级 肯定都是最高的 等你到了训练场就知道 这里的很多设施 也比我们分部强上不少 陈天倒是很理解的点点头 毕竟能到总部里来训练的人 必然都是精英里面挑出来的苗子 一般的训练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聊胜于无 设备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倒是也正常 一路上 他们穿过了不少训练场 看到二人的路过 不少战士都伸着头看了过来 一看到陈天白嫩的脸 顿时露出一丝不屑来 这么白白嫩嫩的人 居然也是他们英龙军部的人 什么时候靠文职 也能成为龙孝了 看什么看 既然你们经历这么旺盛 在家十足 教官看着这些战士们走神 立刻大喝一声 让无数战士们也是跟着一抖 不过毕竟都是精英 这点傲气还是有的 无论训练压力多大 只要是有战友可以做到 他们就可以 没有人怨声再道 大家打起精神 已经开始加快了动作的速度 很快 在刘一范的带领之下 二人就来到了众人的集训场 战士们正在教官的口令之下 做着力量训练 只见他们一个个赤裸着上身 露出精壮的上身来 身上满是亮晶晶的汗珠子 英龙军部里的战士们 每天都要进行大量且繁复的训练任务 在这样的训练强度之下 所以他们在进行大量的运动之时 都会脱掉上衣 让自己在更加舒适的条件下 争取突破身体的极限 这时候 有战士看到了前来的刘一范和陈天 立刻支起身体 敬礼问好 刘龙江好 其他的战士听到声音后 也是看了过来 立刻放下手中的气血 站好等待领导的检阅 但是 众人看向陈天的时候 都是拧眉打量着 这些战士 都是刘一范从分部带过来的 他们之中 有人在陈天上次和刘一范进入分部的时候 便见过了陈天 那个时候 他们便已经注意到了 分外白嫩的陈天 毕竟这个肤色 在阴龙军部里面太少见了 当时他们还以为 这个人不过是个小鲜肉 是来给阴龙军部的战士 进行慰问演出的 虽然这一次 陈天换上了军服 整个人阴姿勃发 但是他白嫩的脸 还是让这些战士们 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 只不过 下一刻 他们便看到了陈天肩膀上的肩章 那是四星龙校的肩章 这 战士们心里都是一阵矩阵 他们下意识地 看向身边的战友 在他们的脸上 看到了同样的震撼之色 大家的眉头 都是紧紧地锁着 看向陈天的目光之中 带着质疑和疑惑 这人这么年轻 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出头而已 还这么白嫩 怎么可能成为四星龙校 不少人的心里 都是开始嘀咕了起来 这个小子这么白嫩 难道是军部里面的文职人员 因为有了突出的贡献 所以给出了四星龙校的寿贤 不对劲啊 就算是坐文职升职的军人 也不可能这么年轻 这个人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岁 这在阴龙军部 都是前所未有 阴龙军部 可不是能随便安排人进来的地方 这个年轻人 恐怕不只是有背景那么简单 但是这副小白脸的模样 能有什么实力 众人的心里 都在付费着陈天 根本不相信他的实力 就在这个时候 刘一范带着陈天 在众人的面前站定 刘一范的目光 在这些战士们的脸上 快速扫过 这才大声地宣布道 从今天开始 陈天就是你们的格斗教官了 随着刘一范的话音落下 在场众人的脸色 都是变得难看了起来 这些战士们的脸上 写满了震惊 他们目瞪口呆地看向刘一范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刘龙将刚才说了什么 陈天以后 是他们的格斗教官 他 众人的表情十分复杂 有的人面露难色 像是憋了无数的话想要说出来 却如梗在喉 不知道如何开口 更多的战士 则是面色难看 但是还是保持着君资 谁也没有说话 毕竟他们首先是一名军人 军人的职责 就是服从命令 他们不敢违抗刘龙将的命令 但是他们的眼睛里 却带着浓浓的不屑 这样的一个小鲜肉 居然说 要做他们的格斗教官 这种人 能教他们什么 唱歌跳舞 还是花拳绣腿 说真的 就这副长相 说是来教他们化妆的 这些战士们都相信 但是偏偏是格斗 这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这副细胳膊细腿的样子 跟他们 这粗手粗脚地撞在一起 恐怕都容易断掉 刘一范又交代了 这些战士们几句 便直接走了 这些战士们 看在他的身份上 自然是不会开口说什么 但是如果陈天 想要他们心服口服 还是要拿出实力来 说的再多 都不如 拿出调教上的功夫来 让这些兵蛋子们 好好看一看 只有真正的实力 才能让他们认可 陈天的教官身份 看着刘一范的身影 消失在了面前 这些战士们 则是瞪着陈天 陈天倒是一副 老神在在的模样 他好像完全看不懂 战士们疑惑和质疑的目光 还在打量着 面前的战士们 战士们看着陈天的样子 心里也是犯起了嘀咕 这个年轻人一看 就是没经验的样子 一会不会下什么 离谱的命令吧 如果他真的做得很离谱 他们要怎么办 是履行军人的职责 还是拿出一个 兵王的气势来 让这位格斗教官明白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陈天看着那些 战士们的表情 大概也是知道 他们的心中所想 觉得自己不配 成为他们的教官 陈天眯了眯眼睛 自己会让他们知道 能得到自己的指点 到底是有多么之幸运 不过在那些之前 陈天要做的 就是要他们生出敬畏之心 想到这里 陈天直接脚下一点 一块扁平的石头 被他的脚尖力量带起 随后抓进了手中 看着掌心之中的石块 陈天的目光变得冷立起来 在这些战士们的身上 一一扫过 这才开口说道 我再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陈天 接下来就将由我教授 你们各种格斗的技巧 我知道大家都是精英 能成为英龙军部的一员 都是绝对的优秀 我也知道 大家应该会对我担任 你们教官有意义 不过从今天之后 我不想听到任何意义的话 陈天的话 说得非常有力量 再加上他冰冷的目光 更加具有震慑力 但是他的一句话 却让一众战士 都是都是心中一睹 这位新的格斗教官 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用弦位 还强压他们了吗 既然知道 这里是英龙军部 就应该知道 这里是靠实力为尊的 你既然不想听到异议 倒是拿出来一点实力来啊 在这里威胁人 算什么本事 这些战士们 一边气呼呼地想着 心里就更加不服了 就在战士们强压怒气 两方的气氛降到冰点的时刻 卡巴 忽然 一声轻微的声音 自陈天的手心里响起 众人循着声响看了过去 便是看到 原本被陈天攥在手心里的石头 在他的手指收紧之下 竟然被慢慢捏碎 原本平滑的石头表面 已经出现了一道道崩裂的痕迹 伴随着一阵阵细碎的声响 那些石头碎成了一个个小石块 看着这样的画面 战士们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啊 他们不敢置信地望着陈天 简直不敢想象 这么白白嫩嫩的男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惊人的力量 这些战士们 每天都会进行大量的力量训练 自然是很清楚 这样的动作 到底是有多难 陈天可是仅凭着手指的力量 就捏碎了石块 就简直出乎了他们的想象 这简直就是书里才会有的硬气功 他们虽然一个个自诩力量不俗 但是这样捏碎石块 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刚才陈天的石块 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他们的脚下随便拾取的 也不存在造假这么一说 更何况 这里可是阴龙军部 怎么允许会出现 这样不尊重实力的事 这是人品问题 绝对不会出现在 任何阴龙军部战士们的身上 战士们保持着挺立的姿势 站在陈天的面前 看向这位新的格斗教官的目光 自然已经变了样 之前还是质疑和不屑 现在则是满满的崇拜的尊敬 他们的块头看起来 比陈天精壮了那么多 但是力量 根本无法和其相比 想到这其中的差距 战士们看向陈天的目光中 又加入了一丝热气 若是有了这样的教官 他们的力量 相信也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就在战士们思绪万千的时候 陈天手里 已经碎成小块的石头 这时候 还在被他的力量压榨着 逐渐碎成细碎的粉末 那些粉末轻如红毛 被微风轻轻一吹 就散在了四周的空气之中 逐渐消失不见 仿佛一切 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但是地上缺了一块石头的地面 却实实在在地提醒着众人 这一切都是 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陈天面无表情地 胆了胆手上的石头粉末 他的目光再次落向战士们 同时冷冷地问道 现在 你们还有意义吗 意义 怎么可能还有 战士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他们直勾勾地 看着面前的陈天 大声地回复道 报告教官 没有了 陈天只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直接收复了面前的这些战士们 战士们早已经收起了自己傲慢的心 一脸严肃地 看着面前的陈天教官 陈天用自己的实力 轻松 将他们完完全全震慑地 心服口服 与此同时 就在他们不远处的地方 是传来两道倒吸冷气声音 其中一人 正是刘一范 刘一范原本陪着一个中年男人 站在远处 远远地看着陈天和那些战士们 中年男人看着陈天 刘一范安静地陪伴在一旁 身位比中年男人还要后半步 这样的站位可以想象出 这位中年男人的身份 比刘一范还要更加尊贵 看着陈天手中的石块 已经化作一团粉末飞散 孙逸也是眯了眯眼睛 目光之中满是惊艳 孙逸扭头看向刘一范 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真是 找了个小怪物 这份手镜确实是有点惊人 刘一范没说话 但是他的眸光中 同样闪动着震惊 看着陈天开始训练战士们 刘一范也学着陈天的样子 自己拿起了一块石头 放在掌心里 可是 无论是他五指如何用力 石头摆成横着竖着 都是纹丝不动 刘一范尝试了几次之后 也是放弃了 他将石头扔回了地上 一脸感叹地说道 陈天的这份力量 确实是无人能及 哪怕是刘一范 使出了全身的力量 也是无法撼动石头分喉 他们刚才可是看得十分清楚 陈天可是一边驯化 一边将石头捏碎 这份实力 就算是刘一范 也是不得不服 震惊过后 不管是远处的战士们 还是刘一范和孙毅 对于陈天都是敬佩起来 小小年纪 居然就有这样的实力 简直是让人惊叹 孙毅一脸的欣慰 他的目光看向陈天 话却是对着刘一范说的 我英龙军部 能有这样的教官 是我们英龙军部的运气 也是这些战士们的福浅 刘一范也是重重地点点头 他们都相信 有了陈天的加入 未来的英龙军部 将更上一层楼 此时的陈天 带着战士们 疏活了筋骨之后 开始正式教授他们八级拳 八级拳的动作朴实简练 讲究的是刚猛迅速 更注重的是 发劲的动作 陈天毫不藏私 将八级拳 讲授给面前的这些战士们 战士们刚才已经被陈天的实力 给彻底折服 现在陈天认真教 他们也是学得极其认真 陈天看着战士们标准的动作 心中也是十分感慨 真不愧是精英 自己简单地交上一遍 他们就能学会 既省力 又充满了成就感 注意发力的动作 招式要完全打开 不要畏畏缩缩的 再来 陈天在这些战士们中间穿梭着 时不时地出手 纠正他们的错误 战士们在陈天的指导之下 正在快速地成长着 刘一范远远地看着陈天的教学 他的嘴角一阵抽搐 面色也是 变得极其复杂起来 这些招数 在那天和自己的比试当中 陈天并没有用在他的身上 但是看着那些招数的发力和迅猛 刘一范不得不承认 这简直太猛了 若是他上次遇到这样的招式 恐怕上一次的结果 他会败得更惨 想到这里 刘一范的老脸一红 原来上一次 陈天已经对他手下留情 否则他可能 会被陈天直接击飞出去 刘一范的心情有些激动 幸好自己会掩饰英雄 一眼就看出陈天的不凡 并且将他招纳入阴龙军部之中 光凭陈天的这一手硬功夫 恐怕在未来 会为阴龙军部 做出更多无法想象的大功来 那些战士们 认真学习这八级拳的发力 心中同样被震惊的情绪所充斥 他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力量还可以这样发出来 说实在的 这些学员们 现在的心情非常激动 因为他们学到的发力技巧 实在是太强悍了 感觉现在的一拳挥出去 更加具有力量感 如同四两拨千斤一般 在速度的加持之下 挥拳也变得更加有力 几招八级拳学下来 这些学员们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 绝对有了很大的进步 和现在的自己相比 之前的出拳 就像是憨憨的大雄一样 只有一身的蛮力 现在的出拳 明显感觉到更加省力 但是从力道上来看 甚至比之前更加强悍 有了这样清晰的感受 学员们看向陈天的目光之中 更是充满了敬意 他们的这位教官 简直是太厉害了 但是对于八级拳的感悟 却是很多八级拳的大师 都是感不上的 之前的那些质疑和不屑 早就已经和那些石头粉末一起 被吹散在了风里 战士们一个个非常好学 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陈天教给他们的动作 哪怕有一丝的感觉不对劲 都会立刻向教官陈天发问 教官 您看我这样的动作 标准吗 陈天身具八级拳精通 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 这些战士们出拳时候的细微偏差 在陈天不厌其烦的教导之下 战士们更加深刻地体验到 八级拳的精妙之处 这些细微之处的感受 实在是太完美了 战士们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 自从体会到八级拳的好处之后 便开始一遍一遍地练习起来 陈天就在旁边看着 直到战士们一个个大汗淋漓 才拍了拍手 大声地说道 好了 大家都休息一下 一味地狂练 并不能提升战士们的实力 练习体数 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感悟 在不断的练习之中 提升自己的感悟 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实力 陈天的话 立刻让在场的战士们 心服口服 战士们现在非常听话 听到陈天这样的解释 立刻就停了下来 一个站在前排的战士 看着陈天笑嘻嘻地说道 教官 我现在去给您打水 您在这里歇着就行 陈天也没有阻拦 毕竟他今天才来总部 对于这里的布置 并不是很熟悉 其他的战士们看着陈天 就像是看到一个巨大的宝库一样 眼睛闪闪发亮着 这么好的机会 他们自然不愿意放过 开始和陈天请教一些格斗的技巧 教官 您觉得力量 技巧 和速度 哪一项比较重要 或者说 您在平时的训练之中 最关注的是哪一点 是速度比较重要 对不对教官 不是说句话说得好吗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我觉得 速度肯定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教官的手机那么大 肯定是专注过力量的训练 对吧 战士们一脸的期待 但是处于对陈天的尊敬 也是安静地等着 不敢有任何的催促 陈天也不吝啬 既然这些学员们有心 他自然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们记住 既然是要做最好的战士 就绝对不要去想着 在训练上面走捷径 你们可以将自己的长处 好好地发挥训练 将优点发扬光大 但是 无论是力量 技巧 还是速度 都是你们必须去全力提升的事情 你们是华夏最优秀的战士 你们将面对的 也是最为穷凶极恶的歹徒 或者是敌人 和敌人对战的时候 他们要做的 就是尽量压制性地取得胜利 只有旗鼓相当 那些力量 技巧 速度 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 陈天的目光中 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 他的身上 发散着浓烈的气势 既然我成为了你们的教官 我就有责任 也有义务 保证你们未来的安全 战士们听着陈天 一字一句的话 胸膛的心快速地跳动着 满是激动的心情 拥有了这么好的教官 是他们的福气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成为这对队员教官的事情 已经在整个 英龙军部总部里面传开 那些总部的战士们 都将这件事情 当做一次笑话在听着 相互之间在议论着 我跟你们讲 之前咱们看到的 那个小白脸 你们猜他是来做什么的 那个小白脸 居然是来咱们这里 做格斗教官的 真是笑死我了 我听说是精灵那帮小子 被那个小白脸训练的 那帮人不仅没有意见 还学得津津有味呢 真是笑死我了 这些精灵分布的人 什么时候这么堕落了 之前看他们就是技巧差一点 以后是不是要变娘炮了 不仅是那些总部的战士们 总部这边不少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 也包括一些高层 这些高层们 也是议论纷纷 小声地嘀咕着 听说那个年轻人 已经授贤了四星龙校吗 也不知道是怎么拿下来的 这么魄力的事情 咱们英龙军部 可是从来没有过 是刘龙江亲自做宝 才为那个小子 争取到的授贤 你们想一想 刘龙江可是 实打实声上来的 他身上多少功虚 能让刘龙江 做出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知道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人 不求他有什么惊人表现 别丢了我们 英龙军部的脸就好 这些高层们 同样不了解陈天 但是想来这个年纪 也是充满了不屑 战杰刚好从这么路过 看着这些高层们凑在一起 一脸八卦的样子 也是来了兴趣 他主动走了过来 拧着眉头问道 你们说什么呢 高层们一看到 是战杰过来了 立刻就将 上午来了的小白脸 还成了精灵小队 教官的事情 说了出来 战杰听着他们 添油加醋的一通描述 顿时一愣 这是 陈天来了 除了陈天长的白 还成了四星龙啸之外 还能有什么人 是这番模样 一时之间 就连战杰 也是心中生起来好奇 他正好也想看看 这个被刘一范 推崇被制的人 到底有多厉害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那个给陈天出来 打水的青年 被几个总部的战士 给围住了 对着他一通冷嘲热讽 围首的战士 叫做贾志远 他一脸细血地 看着青年 说道 高宁志 我听说你们那只小队 找了一个小娃娃教你们 高宁志原本没打算 理会这个贾志远 但是听到对方 居然侮辱自己的教官 立刻就有点怒了 他直接直起了身体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想打架是吧 听着高宁志 怒气冲冲的话 贾志远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是一脸嘲弄地接话道 打架 我没听错吧 贾志远脸上的表情 就像是听到了一个 巨大的笑话一般 大声地调笑道 你昨天还输给我了 忘了 旁边的几个总部的队员 也是一阵起哄 看着高宁志的眼神里 充满了嘲讽 明明是手下败将 还敢这么嚣张 这些精灵来的战士 能力不见怎么强 但是这脸皮 可是够厚的 你也说了 是昨天说了 可不代表今天 高宁志的脸上 带着一丝骄傲和坚定 他看向贾志远 说道 要不要试试 贾志远自然不可能怂 他双手交叉在一起 用力将手掰得咔咔响 小子自己逃打 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两个人一面说着 便打在了一起 贾志远是总部战士里面的精英 对于这样的战斗 自然是手拿把掐 不就是一个精灵分布的队员 昨天 能在几招之内制服你 今天一样可以 说着话 贾志远两只手臂 已经朝着高宁志抓去 他的臂力十分惊人 如果高宁志被自己抓住 就绝对不可能挣脱 高宁志毫不在意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直接将陈天 交给他们的八级拳 使用了出来 他迎着贾志远抓来的双臂 速度极快地靠了过来 这样的打法 贾志远还没有见过 他怀疑这个精灵的队员 招式里有诈 立刻就想要退走 没想到高宁志却是动作更快 竟然直逼向贾志远 将八级拳剑缝插针的攻势 体现得十分清晰 贾志远眉头一皱 看着已经到了近前的高宁志 就想要双手将他控制住 反丢出去 没想到 就在贾志远伸手的瞬间 高宁志双拳快速地向前击出 狠狠地打在了对方的胸口 胸口被中击 贾志远的气息一致 抓住高宁志的手 也是随之松开 高宁志却是一气呵成 乘胜追击 又是一记肘击 完全将贾志远打倒在地 看着这样的结果 贾志远一只手撑着地 一只手捂住胸口 简直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就输了 这才几招而已 比昨天自己打败高宁志 还要更加迅速 不只是贾志远梦了 周围的几个总部战士 也是一脸的蒙圈 不敢置信地看着高宁志 这个精灵的小子 难道是吃了兴奋剂 怎么可能 一晚上而已 就打败了我们总部的高手 说实话 这样一晚上就做到了反杀 比小叔还要夸张 好吗 而且 刚才高宁志使用的那些招数 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 这让那些总部队员 更是面面相去 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高宁志拿起了一旁的水杯 冷冷地看着那些总部的战士 大声地说道 刚才我用的 就是我们教官教给我们的体数 现在你们应该知道 要好好说话了吧 原本高宁志并没有打算炫技 昨天虽然自己输了 但是毕竟是有意性质的切磋 输了也不丢人 但是这些人挤兑自己也就算了 居然连他们的教官都敢侮辱 这就有点过分了 高宁志说完 拿着水杯就离开了 只留下贾志远等人 大眼瞪小眼 到了这个时候 无论他们的内心里 多么不想接受 也必须要证实这个问题了 高宁志回到训练场的时候 陈天还在给一众战士们 讲解着招式 听到那些内容 高宁志立刻一脸郁闷 挤过去将水杯递给了陈天 这才对其他队员说道 你们太不仗义了 我去打水 你们在这里偷尸 其他队友们 哈哈大笑起来 纷纷打去高宁志的速度太慢 谁叫你速度那么慢 就跟乌龟爬过来的似的 你让我们怎么等你 你要是累成这样 就不要抢着打水啊 要是我们去 都走几个来回了 可不是嘛 自己这么慢 还好意思说 我们偷尸 小高是学坏了 高宁志听着队友们的话 立刻眼睛一瞪 将自己刚才的遇到事情 全都说了一遍 听到这些人 居然对陈天出言不逊 战士们的都是一份填膺 恨不得亲自过去 好好和对方过过招 让他们知道自己教官的厉害 这帮总部的人 太过分了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他好整以暇地喝着水 直到喝得差不多了 才看向高宁志 说道 跟我讲一讲 你们的对招 高宁志听到陈天的话 连忙将过程说了一遍 语气之中 隐隐带着一股得意 毕竟仅仅一天的功夫 他就实现了大翻盘 确实是值得人骄傲 陈天站在那里 对着高宁志说道 来 把你刚才使的招式 再和我用一遍 高宁志不知道陈天的用意 不用教官都说了 他也就照做 没想到 自己刚刚靠过去 就被陈天躲过 直接被按在了地上 看着挣扎不已的高宁志 陈天将他松开 并且将他拉了起来 这才说道 既然有这个实战经历 我就再给你们分析一下 陈天虽然是他们的教官 但是他也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人 自然第一时间就发现了问题 你们要记住 对方之所以会在这么短的时间落败 不是你们的技术要强上多少 而且初期的变招 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陈天所教授的八级拳 确实是非常强悍的 这些战士们学得也非常快 但是绝没有达到娴熟的程度 想要凭借半生不熟的技法 就将一名军部的精英打败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下一次 对方提前做好了准备 这些战士们还需要更多的训练 众人一听 十分幸福地点了点头 脸上更是露出了一抹坚定的表情 教官都已经这么说 他们更要认真地学习 绝对不能丢了教官的脸 陈天趁着众人斗志昂扬的时候 再次认真教授起来 他要自己的这些学员们 真正地强大起来 就在陈天开始训练的时候 战姐也是来到了训练场的外围 朝着里面看着 当他看清楚陈天所教授的招式后 在了原地 这这这 陈天教的居然是八级拳 战姐自然知道八级拳 唯有太极安天下 无有八级定乾坤 他的眼睛眯了眯 看向陈天的毛子里充满了震惊 战姐的体数造诣同样非常高 否则也不可能如此年轻 就成为五星龙孝 他看得出来 陈天八级拳的造诣 竟然能到这样的程度 罕见啊 怪不得 就连流龙江都对陈天赞誉有加 推崇备至 就凭陈天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他未来的发展 绝对一往无前 战姐看着陈天的背影 拧着眉头 一阵苦苦的思索 也是记上心来 与此同时 孙毅的办公室之中 一阵阴晕之中 裹挟着浓浓的茶香 在整个办公室里飘散开来 孙毅的办公室面积很大 除了惠客区域之外 其他的位置几乎是极简风格 看得出来 孙毅是个性格干脆决断的人 刘一范坐在孙毅的对面 他的手里拿着公道杯 将刚刚沏好的茶 分到两个人的杯子里 两个人的目光时有接触 但是似乎心里都有着计较 谁也不愿意开口挑明 不过刘一范和孙毅 也都是沉得住气的人 两个人干脆就安静地品着茶 脸上还带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 最好还是刘一范哈哈大笑起来 主动挑起了话头 说道 哈哈 怎么样 孙龙江 我没有说错吧 孙毅重重地点点头 他端坐在沙发上 一身的沙发气息十分浓郁 穿着阴龙军部的制服坐在那里 一样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他的肩膀上的肩章上 是四颗金光闪闪的金星 正是四星龙江 孙毅轻轻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再一次地回想起 之前在操场上见到的画面 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在说话之间 就轻轻松松地捏碎了手中的石块 虽然陈天有着震慑战士的想法 但是这一手神力 也确实是一般人无法做到 哪怕是他和刘一范 这样的成名龙将 一样是无法做到陈天的动作 毕竟那对五指的力量 要求太高了 孙毅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他看向刘一范 低声说道 我记得你说过 那个小子的战斗技巧 更是厉害 刘一范自然是点了点头 刚才陈天教授八级拳的时候 他们也是看到了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就算是八级拳当代的大师 也不一定有陈天的领悟更深刻 那一朝一世的领悟 绝对是登峰造极 孙毅和刘一范 小声地议论着陈天的情况 当他知道 陈天只是来做教官 并不出任务的时候 也是有点失望 毕竟 如果有一位这样的大将加入其中 绝对可以让国门的安全性 大大的提升 刘一范当然知道孙毅的想法 他咧嘴一笑 安慰着说道 慢慢来嘛 你也知道 以他现在的身价来说 如果不是一颗爱国的心 根本不会加入我们 虽然他现在不出任务 但是作为教官 可以为我们训练出 更多有用的人才 同样是好事 至于其他的 咱们就顺其自然好了 孙毅也知道 刘一范说的有道理 两个人正说这话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办公室的大门 被人敲响了 哪位 孙毅看向大门 高声地询问道 他的声音刚落下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孙龙江 是我 湛杰 湛杰 刘一范和孙毅的眼睛里 都是闪过了一丝一色 不过下一秒就回复了平常 孙毅对着大门的方向 高声地招呼道 进来吧 湛杰随即就打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快速地走了进来 孙毅和刘一范看到湛杰 也是明显一愣 这个小子手里居然还提着不少礼物 湛杰倒是毫不在意两人的惊讶 他的脸上带着满满的笑容 快步地走到了惠客区的位置 将手里的礼品放了上来 热情地招呼道 没想到 刘龙江居然也在 湛杰给二位敬礼了 孙毅和刘一范一看到湛杰的架势 一瞬间就警惕了起来 二人的目光快速地交汇在一起 明显都是对湛杰这突如其来的热情 起了警戒 毕竟湛杰这个人 向来都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主 更不要说 还这样主动带东西过来了 越是这样突然的热情 越是让两位龙江觉得 事情有点不对劲 不过到底是龙江 休养还是有的 孙毅看着湛杰也是一笑 开口招呼道 湛杰秘书可是少见 快点坐下来 一起喝点茶 一面说着 孙毅亲自给湛杰倒上了一杯茶 他刚才递到湛杰的面前 就看到湛杰竟然主动地走了过来 笑嘻嘻地说道 怎么敢让孙龙江给我倒茶 我来 我自己来 孙毅被湛杰这一通恭维 说得身体一僵 他撇了撇嘴 直接无奈地说道 你小子来 指定是没有好事 更不要说 你今天来 还破天荒地带着东西来了 说吧 到底是什么事 开门见山地说吧 湛杰 我就这么扣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其实我是个很热情的人 湛杰也没有继续隐瞒自己的想法 毕竟坐在他面前的 可是两位人老成精的龙江 好歹他也是第一个过来的 最起码先站个先机再说 想到这里 湛杰咧嘴一笑 他直接开口询问道 孙龙江 我刚才在训练场上 看到陈天来总部了 湛杰的话还没有说完 孙毅和刘一范的脸上 立刻扬起了一抹冷笑 二人都是在一瞬间 就明白了过来 果然 还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直接就打他们最大的宝贝的主意 是不是有点不礼吗 孙毅可是听不下去了 他不等湛杰的话说完 直接就打断了他的话 开口说道 好啊 你这小算盘打得不错呀 主意都打到我头上来了 陈天可是他们发现的蒲玉 其他人想都不要想 就连刘一范 也是有点绷不住了 直接开口轻斥道 你们总不可不要打主意 这是我凭人情拉来的教官 你们就放弃吧 拿点礼品过来 就想换走陈天 就是自己亲儿子过来 也是休想做美梦 这么好的种子选手 无论是作为成员 还是作为教官 都得是他们的 湛杰自然知道 像陈天这样的种子选手 自然不可能轻易就被自己要走 于是他赶紧开口说道 看您二位说的 我还能光要您分布的精英不行 您放心 我用总部的精英和您换 他们总部的精英 总体实力可以强于分布的 之前可是有不少分布的龙江 打着他们总部精英的主意 只不过没有得逞罢了 今天战节主动提出来 是真心诚意 想要将陈天留在英龙军部总部的 总部精英 孙毅和刘一范对视一眼 两个人的眼睛里 都流露出一丝不屑 这样的要求 要是在以前的时候 他们还可能有点动心 但是现在有了陈天在 他们还需要总部精英吗 只需要给陈天一些时间 只要是他带过的战士 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孙毅也是眉头一挑 直接开口拒绝道 不行 坚决不行 战节当然不会这么容易放弃 他想了想 咬着牙说道 那不如 我再加上一些教官来交换 这总很像样了吧 毕竟 教官可以培养出更多的好种子 总部的优秀教官 更像是金波波一样 备受关注 为了可以换到陈天 战节也是打算好豁出去了 为了增加吸引力 战节还继续说道 像陈天这样的人才 放在我们总部的话 以后的发展 肯定是无法阻挡的 毕竟陈天不仅是可以教授 这些总部的成员 还可以教授那些分不过来的成员 可以最大可能性地利用开来 战节只要是想到 陈天刚才教授的八级拳 就觉得一阵热血沸腾 要是他们总部的战士们 可以人人都掌握这样的体数的话 对于他们的能力来说 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刚才赶过来之前 战节可是得到了消息 陈天交出来的一个精灵队员 居然将甲志远给打败了 这样的反杀之胜 居然就是一天过去而已 想一想 那些精灵的队员 不过才学习了一两个小时而已 这样的速度 简直是令人震惊 战节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坚定 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尽量争取 将陈天留在总部 陈天现在在战节的眼睛里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 孙毅和刘一范听到战节的话 立刻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几乎是同时说道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们两个宝他一个人 还不能给他一个锦绣前程 要不是担心陈天不愿意 他们早就 将他强拉进阴龙军不分部 好好栽培了 战节看自己这么努力 对面的两位龙将 还是死活不松口 也是开始气急败坏 他怒视着两个龙将 耿着脖子说道 不就是一个毛头小子吗 你们这么扣 还有没有龙将风范了 自己都拿出最大的诚意了 这两位龙将在这里 怎么一点前辈的大气 都没有呢 这样抠门 真的好吗 再怎么说 也都是鹰龙军部的同僚 怎么还这么扣扣搜搜呢 孙逸和刘一范一听 顿时乐了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到了一丝玩味 这是跟他们玩鸡将法 这要是面对普通人 可能还算是有点用 孙逸和刘一范 可是实打实声上来的龙将 这点小招式 他可完全不放在心上 两个人呵呵一笑 干脆乐滋滋地喝起茶来 谁也不理会一旁的战节 不是 二位 您不能这样 战节紧皱着眉头 这两个人要是不说话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尝试了几次 两个人都是不说话 战节也是 真的没了办法 这才兴兴离开 看着战节一脸郁闷地离开 孙逸得意洋洋地看向刘一范 笑着说道 这个臭小子 还想来我这里抢人 真是太精明了 咱们也不差 任凭他翻出花来 还不是 没达成如意算盘 刘一范笑呵呵地接话 两个人拿着茶杯碰了一下 都是乐呵呵的 与此同时 陈天还在给精灵的队员们 进行着基础训练 陈天没有丝毫藏私的地方 将各种技巧 直接讲给这些战士们听 至于能吸收多少 还是要看他们的训练情况 体述这一方面 向来都是和勤奋地联系 脱不开关系 就算是领悟力再差的人 比别人付出几倍的时间去训练 一样可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感悟 更何况 面前的这些精灵分布的战士们 同样是万里挑一的优秀战士 自然是事半功倍 陈天对于这些战士们的学习速度 还是很满意的 接下来的时间 自然是交给他们自由练习 这些战士们 在陈天的安排之下 两两结成一组 开始对战模式 在相互切磋之间 让自己的记忆更加精进 接下来的时间 战士们没有丝毫地休息 一直沉浸在训练之中 直到午饭的号角响起 高宁志用衣服 擦去脸上的汗水 他凑到陈天的面前 笑呵呵地问道 教官 您中午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吃饭吗 陈天点了点头 对着一众战士说道 也好 现在也是午休时间了 咱们一起过去吧 毕竟 他今天第一次过来 英龙军部总部 总不能就这样离开 战士们听到陈天的话 都显得十分高兴 毕竟经过这一上午的磨合 他们都非常喜欢 自己的这位格斗教官 只恨不得 可以多一点时间 和陈天待在一起 好好讨教一番 陈天在一众战士们的簇拥之下 前往了食堂就餐 因为今天是临时过来 陈天并没有这里的就餐卡 战士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卡 邀请陈天使用 可以说就餐的全程 陈天都被精灵的战士们围在中间 保护得极为严密 战士们现在对于陈天都极为尊敬 这么好的教官 自然应该得到最好的待遇 其他分部的成员 这时候也是听闻 精灵分部来了一位新的格斗教官 不仅年纪特别轻 而且长得特别白嫩 跟个小鲜肉似的 虽然在训练之中 这些战士们 都是凶猛无比的战斗机器 但是其实在私下里 这些战士们 一样是有血有肉 很八卦的大男生 这些其他分部的战士们 都是主动凑过来 想要见一见陈天的庐山真面目 没想到 却被精灵的战士们 直接给堵在了外面 不仅是堵住了他们的视线 这些精灵战士们 就像是尽职尽责的保安一样 保护着陈天的隐私安全 毕竟是这么年轻的四星龙校 想要一堵其人的战士 简直是不要太多 那些排在后面的战士们 就连陈天的头发丝都没有看到 立刻开始怨声再道起来 有些飞言飞语 这什么情况啊 既然是咱们英龙军部的四星龙校 就这么害怕见人的吗 我们就是想要见一见 认识一下 要求很高吗 听说 这位四星龙校 可是个白白嫩嫩的小白脸 怪不得被这些精灵的战士们 保护得这么好吗 莫不是看我们人多 会害怕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么藏着掖着的 有必要吗 大家都是军部的战友 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不够友好 既然是他们英龙军部的领导 见见面 打个招呼 岂不是很正常吗 面对这些人的闲话 立刻就要旁边的战士拦住了他们 一脸的严肃地告诫道 可不准乱说 听说这个龙校很有本事 你知道精灵来的高宁智吧 他今天和这位龙校就学习了半天 能力就已经有了智的飞跃 直接打败了贾志远 贾志远 居然是贾志远被打败了 这些分部的人 可是个个都知道贾志远的名声 毕竟他可是总部的战士里 数一数二的高手 听说昨天的时候 高宁智还输给了贾志远呢 这样的提升 简直不是智的飞跃 这根本就是在飞啊 而且 总部的这些战士们 他们的教官更加优秀 所以能力也是水长船高 这位新来的四星龙校 也太厉害了吧 一众战士们震惊不已 眼睛里开始发射出激动的光芒 既然英龙军部里 来了这么优秀的格斗教官 那么会不会 很快也轮到他们 而且大家的心里 都是在隐隐地期待着 听说那位教官教授的 是八级拳 这样的拳法 什么时候 可以在英龙军部里面 推广开来啊 陈天在战士们的陪同之下 吃完了一顿工作减餐 虽说只是一顿便餐 但是味道做得十分美味 营养搭配也非常合理 可以补充战士们 大量流失的体力 吃完饭后 战士们簇拥着陈天 又去了休息室 教官 您喝水 战士们对于陈天十分热情 殷切的就和情斗初开的 小伙子似的 搞得陈天都有点不适应了 陈天看着众人 直接命令道 好了 你们得赶紧休息一下 否则下午的训练 就要拉胯了 毕竟这些战士们 就是来总部进行魔鬼训练的 他们接下来的训练任务 比平时的秀一脸 还要更加猛烈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些战士们 更是要保证自己的休息 战士们见陈天下了命令 也是乖乖听令 陈天则是走出了休息室 在总部里简单地转了转 陈天的手机已经经过了检查 在走出总部的核心区域后 立刻恢复了通讯 看着手机收到的消息 居然是周磊发来的 小丫头今天一起来 就和陈天再次自荐 成为他接下来的导游 陈哥 等你忙完 一定给我发消消 我带你玩遍天津 带你飞 陈天想着 接下来也没事要事情 便给周磊回了一条消息 哦 随叫随到的吗 小导游 周磊的消息几乎是秒回 就像是一直抱着手机 等着陈天回复一样 答染了 陈哥 你现在有空吗 我去酒店等你 咱们出发 陈天想了想 便开口答应了下来 他直接找到了之前的那位司机 这位司机也是英龙军部的成员 在得知陈天的意愿后 立刻去取了车子 准备送陈天回去 直接送我回酒店吧 陈天对着司机吩咐道 好的 陈龙笑 司机恭敬地说道 说完朝着酒店的方向开去 周磊在收到了陈天的消息之后 便立刻冲出了屋子 开着车就朝着陈天下他的酒店去 他住的地方距离酒店很近 很快就来到了酒店门口等着 周磊的心情非常好 他走下车子 在酒店门口来回地眺望着 等了有好一会 一辆挂着白色牌照的红旗L5 停在了酒店的门口 周磊眼巴巴地看着这辆车 他家里的条件自然是知道 这是军部的车子 果然 下一刻就看到 陈天从车子里面钻了出来 看着陈天一身鼻挺的军装 周磊直接被陈天 这阴气蓬勃的造型给震慑住了 小丫头的眼睛里 闪烁着明亮的光彩 这样的陈天 简直是帅呆了 合体的军装 就像是为陈天量身定制的一般 将他的整个身形都无止境地拉长 哇 陈哥 你这么穿 简直太好看了 周磊朝着陈天竖起大拇指 语气虽然夸张 但是想要表达的意思 却是实事求是 陈天看着面前娇俏如烟的周磊 淡然一笑 语气十分温和地说道 是不是等了很久 周磊连忙摇摇头 他笑得十分灿烂 乖巧地回答道 不是啦 我其实也刚到一会 看到陈天似乎还要再问 周磊眼珠子快速地一转 轻轻推了推陈天的手臂 说道 陈哥 咱们要出去玩 你穿成这样 似乎有点不合适吧 陈天低头看着自己的一身军装 身以为意地点点头 对周磊说道 好 你再等我一下 我上去换身衣服就下来 陈天一边说着 已经大胯步朝着酒店里面走去 很快 陈天就换好了一身便装 走了下来 陈天直接坐进了周磊的车子里 笑着打去道 不知道周导游 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一听到周导游这个称呼 周磊自己都被逗笑了 他捧住小脸 很正经地说道 这位游客 接下来 请跟井导游 千万不要走散了 否则我们这个旅行社 可不负责游客安全哦 陈天扑斥一笑 语气有些无奈地说道 哟 听导游这个意思 我们要是走散了 就任由游客丢在这里呗 哈哈 但是自己也觉得挺没溜的 乐得花枝乱颤 两个人坐着车 朝着今天的目的地 故宫进发 周磊一面开着车 一面邀功似的说道 我刚才已经在网上订好了票 咱们直接进去就行了 现在要想进入故宫 网上买电子票的速度 是最快速的 否则跟在那些旅行团的后面 最起码要等一个多小时 陈天故意不夸奖周磊 而是淡淡地说道 周导游 这不正好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吗 听到陈天的话 周磊明显一咽 这 似乎是没毛病啊 二人很快就赶到了故宫 停好车后 二人直接用电子票入了园 看着灰红壮阔的皇家宫殿 陈天的眼睛里 也闪过了一丝惊艳 真不愧是世界五大宫之首 精美绝伦 周磊陪着陈天 向里面走着 边走边介绍道 故宫的占地面积 足有72万平方米 光是建筑面积 就有15万平方米 咱们今天肯定是逛不完的 不如就逛逛这里的皇家建筑 有时间再去那些博物馆看看 陈天十分温和地点了点头 毕竟是来到了天津 这样具有代表性的景点 一定要去转一转 两个人静止去了太和殿 看着巨大的宫殿 不少游客都站在这里 小声地议论着其中的精美 尤其是大殿上方的修金雕龙木椅 四肢支撑靠手的圆柱上 雕刻着金光灿灿的龙形 既显出皇家的威夷 又显得贵气无比 只可惜在龙椅的四周 用隔离带隔离了开来 只能看到一个大盖 但是那股龙威 还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得到 周磊看着大殿里 来来回回的游客们 对着陈天一阵坏笑 说道 陈哥 想不想感受一下 登基的感觉 看着小丫头的笑脸 陈天立刻意识到 这里面绝对有诈 他想了想 看向周磊说道 你试的不会是 穿着龙袍照相吧 见自己的馊主意 被陈天给戳穿 周磊扑斥一声笑了 用力地点点头 说道 是啊 这也算是故宫的一个特色项目呢 要不要体验一下 陈天连忙摆摆手 赶紧扼杀了 周磊这个可怕的念头 那些租龙袍 拍照的衣服 都是被无数人穿过的 现在天气这么热 衣服的味道 更是不敢恭味 周磊也是乖巧的 和陈天朝着前面走着 边走边 介绍着这里的情况 走 陈哥 我带你去看刘金铜刚 刘金铜刚 就在太和殿的左右两边 明明是刘金 但是看起来 却是乌漆漆的颜色 周磊像是怕陈天 不了解情况似的 十分认真地介绍道 这些水缸叫做门海 是用来用作防火的 这些刮痕 就是那些窝国强盗 曾经行凶的证据 那些人将水缸外面的 流金全部刮走 才会留下这样一道道的痕迹 陈天听到这些历史 同样也是脸色一阵难看 虽然那些都已经过去 但是作为华夏人 永远都要做到 勿忘国耻 两个人有在故宫里面 游览了一番 周磊看陈天情绪不高 便开口提一道 陈哥 你是不是不喜欢 干巴巴的逛旅游景点 要不然 我带你去其他地方转一转 陈天想了想 轻轻摇了摇头 他看向周磊 笑着说道 你要是真想陪我逛 就陪我去买几件衣服吧 陈天这一次过来天津 过来的比较匆忙 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好 要在这边待多久 所以 也没有带太多换洗的衣物 周磊一听 立刻点点头 对着陈天说道 行啊 我们现在就去吧 要是没有满意的 也有时间多逛几个地方 在周磊的陪伴之下 两个人直接去了附近的万达广场 陈天在指引牌上看了一下 发现这里的品牌 还算是挺全的 便跟着周磊的脚步 走进了一家阿玛尼店铺 阿玛尼店里的导购 一看到陈天和周磊走进店铺 顿时觉得眼前一亮 这样精致漂亮 气质又好的年轻人 还真是配得一脸 周磊为陈天挑选了几套合适的衣服 直接对一旁的导购说道 按照这位先生的体型 选择一下合适的尺码 好的 请二位稍等 很快 导购小姐就选择了陈天的尺码 并且将周磊刚才选过的款 全都取了过来 导购小姐将那些衣物 小心翼翼地拿到十一间的门口 然后看着陈天走了进去 陈天先是换了第一套衣服出来 导购小姐似乎小看了陈天的身材 挑选的尺码稍显紧张 布料直接勒在陈天的身上 将他的肌肉形状全部展现出来 周磊看着陈天的身材 也是一阵脸红心跳 没想到 陈哥看起来身材刚好 脱了衣服 居然身材这么好 也正是有了好身材的诱惑 周磊时不时地 看向是一间里的陈天 从他的这个位置 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泄露的春光 看着陈天完美的八块腹肌 周磊娇羞地扭过头去 怎么也不敢再看 这么好的身材 若是看得多了 恐怕都要流鼻血了 陈天简单地试了两套 确定了标准尺码之后 便直接选购了多套 毕竟陈天是衣架子身材 并不需要每一套都试过 直接买回去就是 陈哥 还要不要去看看其他品牌 周磊看向陈天 笑眯眯地问道 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 陈天想了想 便回答道 暂时够了 等到有需要的时候 我再给周导游打电话 毕竟这年头 这么进港爱业的导游 可是不多见了 周磊一听陈天的话 又是哥哥地笑了起来 高兴不已的周磊 就像是一只快乐的小百灵鸟 吸引了路上不知道多少目光 不过 当那些人看到陈天的样子后 顿时就打消了极度的念头 毕竟陈天长得 确实是够帅气 气质也足够好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 去过鹰龙军部的关系 陈天的身上 沾染了一些军人才有的鹰气 这样的气势 让不少人看到后 立刻有些恐惧 下意识地躲远了一些 周磊倒是毫不在意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 朝着外面走去 没想到 两个人刚一走出购物广场 就看到商场之外 有一个小女孩 孤零零地在那里站着 她巴掌大的小脸上 带着一抹焦急和恐慌 周磊一看到小女孩 立刻凑了过去 她蹲在小女孩的面前 十分温和地问道 小妹妹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小女孩显得有些拘谨 她打量着面前的周磊 看着面前的姐姐 有一双清澈的眼睛 下意识地便对她说了实话 姐姐 我找不到妈妈了 周磊眨了眨眼睛 她伸出葱白一样的手指 轻轻点在小女孩 挺翘的鼻梁上 娇翘地说道 小丫头 你肯定是调皮了吧 所以才和妈妈走散了 小女孩紧紧地抿着嘴唇 她用力地摇了摇头 可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为自己辩解 只能是眨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 看向周磊 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小鹿 周磊看着小女孩的样子 心中也有些心疼 她本来就是逗逗孩子 自然不希望小女孩被吓到 周磊伸出手 帮小女孩整理了一下 病边的乱发 这才对她说道 走 姐姐带你去找妈妈 我们去广场的服务台 让服务员小姐姐 发一下播报 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她莫名地相信 眼前的这个大姐姐 就在一大一小两个人 准备去服务台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女人 朝着她们的方向 走了过来 女人的视线 直勾勾地看向小女孩 嘴里说着轻吃的话 小丫头 可算是找到你了 你妈妈 找你都找疯了 你说说你 怎么可以出来乱跑呢 明明是斥责的话 但是话里话外 却带着一股轻逆 女人一边说着 随即就把孩子抱了起来 猛地被抱进一个陌生的怀抱里 小女孩看着女人 完全陌生的脸 明显一愣 她的眼睛里 带着一丝疑惑 但是还在思考着 这个女人说 认识妈妈的事 女人抱起了小女孩 将她紧紧地估在了怀里 女人这才看向了周磊等人 十分感激地说道 你们真是好人 谢谢你们的帮助了 小孩子自己乱跑 真的是 让人急死了 周磊看着女人自然的动作 和热情感谢的模样 也是笑着回应道 没事的 大家遇见了也是缘分 互相帮助吗 说完 周磊还朝着小女孩摆摆手 说道 那我们就有缘再见面了 拜拜了 女人笑了笑 抱起小女孩 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周磊看着一大一小离开 脸上也是挂着高兴的笑容 不过她的心里 还是闪过了一丝疑虑 总觉得事情 有点不太对劲 周磊一边这样想着 一边朝着小女孩 离开的方向看去 就这么一眼 周磊就刚好看到 那个女人拿出一块 手帕式的东西 给女孩擦嘴 随着女人擦完 刚才还瞪着大眼睛的女孩 立刻就昏睡了过去 看着小女孩 软绵绵地倒在了 女人的肩膀上 以及那个女人 明显加快的脚步 这都让周磊眉头一皱 周磊意识到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她来不及叫上陈天 毫不犹豫的一个人 朝着女人跑了过去 嘴里大喊着 你等一等 女人看着再次围上来的周磊 脸色有些难看 不过还是勉强地一笑 问道 这位小姐 怎么了 周磊直接开门见山 开口问道 这孩子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这么快就睡了 女人还以为周磊要问什么 听到她的话 明显松了一口气 这才随口敷衍道 可能是累了吧 毕竟是小孩子 累了可不就睡了吗 那副轻松的模样 仿佛周磊 只是个来找茬的大小姐 说了一个非常无聊的问题 女人的眼睛里 快速地闪过了一道不耐烦 她看向周磊 笑着说道 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带着孩子 去找孩子的妈妈了 哦 可能吧 你说得有道理 周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然后装作很喜欢小女孩的样子 摸了摸孩子的身体 女人只以为 周磊在确定孩子是否健康 也就大方地任由周磊动作 没想到 下一刻 周磊直接抢过来孩子 放声大喊道 这个女人是人贩子 大家快抓住她 周磊喊得又快又急 女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等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周围的路人全都朝着他们看了过来 看到这里的路人这么多 女人的额头上 已经冒出了一层危害 这么多人看过来 她就算是想跑 恐怕也是不可能了 更何况 女人的眼睛 还直勾勾地盯在孩子身上 这女孩子长得漂亮 很是少见 就这么放弃的话 她还真是不舍得 女人一时焦急 居然恶向胆边生 一把拦住了周磊 周磊细胳膊细腿的 抱着个几岁大的孩子 已经是极限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就被女人控制住了 女人把刀架在周磊的脖子上 把她当作了人质 周磊害怕孩子会受伤 赶紧一点点地 将孩子放在了地上 但是 她还是被女人挟持着 物草 还真是人贩子 大家小心 周围有人发出一声惊呼 大家刚才都听到了周磊的喊叫 但是毕竟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也不能贸然行事 现在 看到这个女人的动作 大家都明白 发生了什么 但是 看到对方手里居然有刀 也是一时胆怯 丝毫不敢上前 生怕会惹上麻烦 毕竟这些围观的都是普通人 面对穷凶极恶的坏人 他们也怕遇到危险 陈天这时候 也看到了女人的动作 她的眼睛眯了眯 眸光中 闪过细碎的冰冷 女人明显是个老手 她满意地看着周围的众人 不敢上前 这才胁迫着周磊 朝着墙边的位置 退去 旁边的众人看到女人的动作 立刻开始小声地咒骂起来 我TM的 最恨的就是人贩子 这种人破坏人家家庭 就是该死 国家就该发行一个法律 人贩子只要被抓住 就直接枪毙 这个女人 装得可真相啊 要不是人家女孩子心血 说不定真的叫她把孩子 给抱走了 这种人太缺德了 现在还敢挟持人质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居然还随身携带着刀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大家都别愣着 先报警再说 众人众说纷纭 大家都怒视着女人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早就将这个女人 碎尸万段 看到那个女人 丝毫不为所动 围观的群众们 再次开口大骂起来 麻蛋 你一个人贩子 居然还敢当街挟持人质 我跟你说 你这样做 你很危险 你不要伤害那个女孩子 你现在虽然犯了罪 但是最起码是未遂 你要是伤了人 两罪合并 那可就是重罪了 你要想清楚 对 你先把女孩子给放了 你现在的问题 还并不是很严重 你不要执迷不悟 女人看着这些路人们 着急的样子 知道自己这不挟持人质的路子 算是走对了 她想了想 对着众人喊道 你们全都给我退开 只要是我安全了 这个女孩子 我自然会放开 说到这里 女人停顿了一下 继续开口补充道 你们要是继续在这里 堵着的话 可就不要怪我出手狠毒了 女人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手里的匕首 在周磊的脖子旁边 来回比划着 这时 女人根本没有注意到 旁边的陈天 手中捏着一颗石子 就缓缓朝着人贩子走来 陈天缓步在女人的面前停住 她冷冷地看着女人的眼睛 说道 放了她 放了她 女人不屑地看着陈天一眼 这么一个小年轻 以为这是拍电影了 自以为现在自己的造型 非常酷 什么东西 还敢教训她 女人自然不会放 还不等女人难听的话说出口 陈天已经出手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闪 陈天手中的石子 已经丢了出去 直接钉在女人的手腕上 女人吃疼 手里的匕首 早就已经脱了手 只见那圆润可爱的石子 差点把她的手腕击穿 可见 陈天刚才的力量 到底有多么强大 周磊只觉得眼前一花 她本来就提着的心 差点从胸口里跳出来 可是下一刻 陈天已经一个剑步冲上前来 一把将周磊揽在了怀里 陈天已经揽住周磊 另一只手 直接掐住人贩子的脖子 并没有看到陈天怎么用力 那个女人贩子 就被陈天单手提了起来 这样的东西 让人贩子难以呼吸 下意识地想要去抓陈天的手 但是陈天一个用力 女人立刻失去了大部分的意识 手软塌塌地落回了身体的两边 周磊距离陈天非常近 近到可以清晰地听到 陈天剧烈的心跳声 她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感受着自陈天身上发散开来 扑面而来的男性气息 整个人都觉得晕乎乎的 周围的那些路人们 也被陈天一气呵成的动作 也震惊地不行 露出一脸目瞪口呆的表情 他们都难以置信地望向陈天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眼前的年轻人 还是人吗 居然能用石头 硬生生地砸进一个人的手腕里 而且居然单手 女人给提了起来 可怕 太可怕了 陈天自然不可能让女人死在自己手上 她稍微松开了一点手镜 让女人足够缓过来气 女人开始还是一头地蒙 随着一点点地恢复了力气 也是开始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毕竟 若是就这样被控制住 她以后的日子 恐怕就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了 女人顾不上手腕上的疼痛 试图用手扒开陈天的手 可是陈天的手指 就像是铁钳子一样 根本就是纹丝不动 女人完全正脱不开 这时候警方的人也到达了现场 警察们从车上下来 看着现场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愣 要不是周围众人给警察一阵解释 警察差点把陈天直接当坏人给镇压了 警察弄清楚事情的始末后 他们走到陈天的身旁 单笑着说道 这位年轻人 你松松手 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陈天扭头看看警察 这才一甩手将女人重重地丢到了地上 对于这样穷凶极恶 并且试图伤人的女人 她可不会有一点怜香惜玉的想法 警察们将女人拽了起来 看着已经半死不活的女人 也是一阵干颤 这个年轻人出手 有点狠啊 警察原本想要给女人戴上手铐 但是看着她其中一只手腕血肉模糊的样子 也是撇了撇嘴 干脆作罢 处理完了女人 警察这才快步走到了陈天二人面前 语气很温和地说道 这位先生 请你配合我们 一起去警局里做一个笔录 陈天自然硬了下来 周磊看着陈天被警察带走 立刻开始担心 他赶紧拿出了手机 给自家哥哥打去了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就听到周磊语气急切地说道 哥 不好了 警察把陈天哥带走了 周豪义一听 也是眉头一皱 他安抚着妹妹的情绪 说道 你不要着急 慢慢说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 周磊不敢有一丝隐瞒 立刻就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全部说出了出来 包括自己如何被挟持 陈天又是如何救下自己 随后警察赶来 将他带回了警局 这样 你在那里等着我 我打几个电话 周豪义这边挂断了电话 他立刻打出去几个电话 安排了一些事情 随着这个电话的播出 一会之后 这个消息便是传进了 天津不少人的耳朵之中 而此时的警局之中 笔录已经做完 那个女孩子的妈妈 也是赶了过来 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 一阵哭泣 她已经听刚才的民警 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心里对于陈天和周磊 都是感激的不行 所以 在陈天出来的第一时间 就对她进行了感谢 陈先生 真的不知道 应该如何感谢你 要不是你 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陈天摆了摆手 毕竟这件事情 还是周磊够细心才发现的 要感谢 也应该感谢周磊才是 就在众人说话的时候 小女孩也醒了过来 她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 看着 就在自己眼前的妈妈 忽然红了眼眶 小女孩的妈妈也知道 女儿是吓坏了 自然不忍心责备 不过还是牵着她的手 让她对陈天表示了感谢 谢谢哥哥 小女孩十分乖巧 软糯糯地对着陈天说道 警方这时候 也落实了事情的真相 在做好一切工作后 警察也是走了出来 对着陈天十分热情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代表当事人 感谢您的见义勇为和付出 警方的众人 非常崇拜陈天的能力 毕竟 无论是陈天的果断 还是他的力量 都表现得太厉害了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力量 见义勇为 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要不是陈天制止了 人贩子的行动 不仅是小女孩有危险 甚至周磊 都可能会受到伤害 出警的那位警察 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 对着陈天说道 今天时间比较赶 有一些事情还要走程序 所以 警棋 奖金 以及见义勇为的证书 都需要回头再发给你 这些事情 也不是他们可以定夺的 必须由上级进行批示才可以 陈天对于这些虚名 都不是十分在意 他轻轻地点点头 便在警察的带领之下 朝着警局外面走去 出于对陈天的尊重 警察准备送陈天 到警局的大门口 没想到 他们刚一走到外面 就看到一辆辆豪车等在那里 看到他们一出来 一个个老总和凤星等人 纷纷走下了车 他们快步地朝着陈天走了过来 脸上的表情里写满了急切 开口询问道 陈董 您没事吧 我们一听到您有事 便立刻赶了过来 警方这边没有为难您吧 警方这边的人 看着这些人 直接就惊呆了 面前的这些位 可都是天津的达官显贵 他们这样的人聚在一起 已经是件稀罕事 现在居然一个个的 都对面前的年轻人嘘吻问暖 这样的画面 更是让他们震撼不已 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警方的人一阵目瞪口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一脸的迷茫 后面的老总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便和这些警方的人询问起来 警方的人赶紧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那些老总们听完 也是一脸的恍然大悟 事情的经过 居然是这样 众人围在陈天的周围 纷纷开口赞赏道 真不愧是陈董 面对这么穷凶极恶的坏人 还能如此勇敢 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对象 陈董向来都是我们的偶像 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 只能怪那个人贩子不开眼 居然在陈董面前自讨没趣 自取灭亡 不管怎么说 陈董今天的行为 都是值得所有人膜拜的 能看到您平安无事 我们这颗玄质的心 也算是能放下了 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必须要严惩 居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 这样的人 简直是目无法律 这是一种挑衅行为 警方的人 听着这些达官显贵们的话 也是心中震撼 这些达官显贵的话 完全是围绕着 面前的年轻人进行的 可见他身份的尊贵和特殊 之前出警的几个警察 这时候只觉得一阵阵迷茫 这是遇到了什么大人物 就在这个时候 众人忽然听到空中 传来了螺旋桨的声音 所有人都 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朝着空中望去 只见一架巨大的军部直升机 正朝着他们的方向 缓缓开来 巨大的风 朝着他们的脸上扑面而来 这些人依然直勾勾地 盯着直升飞机看 没有人移开视线 众人看着缓缓下降的直升机 心中充满了震撼 就在所有人不明所以的时候 刘一范龙将从直升飞机里 走了下来 看着他肩膀上的五颗金星 在场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居然是五星龙将 刘一范迎着众人的目光 走向了陈天 将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 在确定陈天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后 刘一范才松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你没事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听着一位五星龙将对陈天嘘寒问暖 旁边的警察走上前来 将事情再次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 刘一范听了前因后果 也是一乐 哈哈大笑着说道 不错 没想到你这一出门 竟然还建议勇为了一把 这可是三等功 等我回去了 就去给你申请 这样的建议勇为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但是毕竟陈天刚刚进入阴龙军部 刘一范也有心给他争取一些功绩 毕竟那个人贩子 不仅当街拐骗小女孩 居然还挟持人质 而且挟持的还是周家的大小姐 要是周龙江知道了 也不会放过这个女人 这样说来 陈天的这个三等功 算是稳了 刘一范说完 看着聚在警局大门口的众人 直接大手一回吩咐道 行了 咱们这么多人 也别在这里继续阻碍交通了 我们先离开这里 众人自然是点头硬了下来 只留下几位警察看着陈天 在一众人的簇拥之下离开了 想着这些人的尊贵身份 这些警方的工作人员也是麻木了 还以为是个简单的见义勇为事件 怎么也没有想到 居然是一位这么厉害的大人物 居然连英龙军部的五星龙将 都亲自到场嘘寒问暖 简直是可怕 说实话 他们做警察这么久 就是系统里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 陈天和众人朝着前面走着 看着身边的众人 也是有点无奈地说道 这么点小事 怎么还用这么大阵仗 你们都回去吧 不过陈天也知道 大家也是关心他的状态 才会大老远地赶过来 这份心意 着实不易 陈天看着众人 十分认真地感谢道 今天谢谢大家能来 这份心意 我记下了 凤心和一众天惊的老总们一听 连忙摆摆手 说道 陈东 您太客气了 陈天这时候 又看向了一旁的周磊 笑着问道 没事吧 没下坏吧 说实话 陈天还是挺佩服周磊的 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敢在这种时候冲上去 即使是被胁迫的情况下 也没有又哭又闹 全程都比较冷静 更是难得 不过陈天也有点庆幸 今天幸好是和自己在一起 要是和别人出来的话 说不好 周磊就要受伤了 周磊听到陈天的关心 也是心里很高兴 不过还是 故作坚强地说道 我才没事呢 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一个人贩子而已 怎么可能吓到我 我根本就没有害怕 放心吧 诚哥 陈天看着周磊逞强的样子 也是一乐 这个小丫头 还在装坚强呢 真的不害怕 那两只小手一直抱在一起 是怎么回事 不过还是那句话 周磊能在那时候 做出这样的反应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眼前 忽然弹出了一道光幕 你的家检测到主人建议勇为 加深感欣慰 主动贡献三次抽奖机会 是否立即抽奖 抽奖 恭喜抽中 镇江别墅区一号别墅所有权 恭喜抽中 进阶版体质强化药剂 恭喜抽中 黑棋组织所有权 陈天的脸上 原本一片平静 但是当他看到第三个奖励的时候 明显一愣 黑棋组织 似乎自己的印象中 没有听过这个组织 随着陈天的思绪一动 陈天面前的光幕之上 立刻弹出来一道新的消息 黑棋组织乃是世界上 巫国级成员 组成的一个组织 雇佣兵集团性质 看着这个比较笼统的介绍 陈天微微和下眼瞼 对于这个黑棋组织 也算是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样的一个组织 还需要具体的了解一下 不过陈天很快就收回了思绪 他拿出手机打给苏天晴 让他来警局外面的大路上接自己 刘一范在确定陈天平安无事后 便乘坐着军部的直升飞机 直接回归英龙军部总部 不过一众老总们 还是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和陈天十分热露地说着话 毕竟之前 这些老总们甚至生出 基于星园集团项目的想法 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眼前 自然是想要缓和一下关系 苏天晴很快就驾驶着 一辆用来代步的兵力车前来 陈天看着苏天晴到了 也是对着一众老总告别 还是那句话 今天谢谢各位了 我这边还有点事 就先离开了 说完 陈天招呼着周磊 一起坐进了兵力的后座 一众老总们 看着陈天的车子 逐渐消失在眼前 这才缓缓地收回了视线 这位年纪轻轻的陈董 确实已经给了他们太多的惊喜 试想一下 如果是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保护好自己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自己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 这话说的俗一点 那就是西面 无论是周磊 还是陈天 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 的确值得他们所有人学习 一位老总叹息一声 悠悠地说道 英雄出少年 咱们是约回约回去了 此时的陈天和周磊 坐在后座上 苏天晴一面驾驶着车子 一面低声询问道 陈哥 咱们现在先去哪里 陈天想都没想 直接说道 去最近的中药房 一听说要去药房 坐在陈天旁边的周磊 立刻紧张了起来 他抬手打开了后座车顶上的小灯 看向陈天 仔细地打量着 陈哥 你是哪里受伤了吗 你怎么不早说 早知道这样 我们才不会在警局门口 耽误这么久 陈天看着周磊急切的模样 也是心里头一暖 连忙开口解释道 我没有受伤 我是想着 带你去拿些安神的药 周磊虽然和陈天差不多年纪 但是他被周家保护得特别好 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 虽然小丫头嘴上说得坚强 但是陈天也知道 周磊肯定是吓坏了 如果不服用一点安神药的话 晚上说不好 是会做噩梦的 到时候连惊带下的 严重了是要生病的 陈天知道 小丫头要面子 所以当着其他人的面 也没有提起 周磊听着陈天的解释 先是一阵错愕 随即就是眼圈一红 毕竟周磊自己也没想到 陈天会为自己想得这么周全 谢谢你啊 陈哥 周磊眼圈一红 之前强压下的那股恐惧和心慌 全都浮现了出来 陈天听出了周磊声音里的一丝颤抖 不过他也没有点破 而是语气平静地说道 不过周导游今天让我见识到了 周家人的风范 你当时的表现 真的是太棒了 一点都不慌忙 绝对是女中豪杰 女中豪杰 周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形容 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这么一笑 心中的恐惧 似乎都消了一半 陈天知道 有些事情 还是让小丫头自己去消化一下 也就没有出言去打扰 周磊坐在陈天身边 手里还在摆弄着手机 自然周磊给哥哥周豪宜打过电话后 周豪宜就和妹妹发着微信 丫头 事情都解决了吧 你是不是吓坏了 周磊看到消息刚要回复 就看到自家老哥又一条信息发了过来 我马上就赶回来 对了 爷爷知道了这件事 也会一起回来 周磊一看 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是吧 居然把爷爷都给惊动了 一面想着 周磊连忙给老哥回消息 我真的没事 你和爷爷不是有事情吗 你们忙你们的 不用管我的 周豪宜知道妹妹懂事 但是都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了 他这个当哥哥的 要是不回去 估计孩子都要吓坏了 而且 老爷子和他都已经动身 哪里还能听小丫头的留下 你就别管了 赶紧回家去 不要害怕就行 看着哥哥不管不顾的消息 周磊也是一阵无奈 不过小丫头也知道 哥哥这是真的担心自己 便对哥哥发消息道 诚哥现在带我去拿点安神的药 拿完我们就回去了 周豪宜听到妹妹提起陈天 两个人现在还在一起 连忙对周磊说道 老爷子想要邀请陈天 来咱们家做客 想和他见一面 周磊听到爷爷说 想见陈天 也是将这个事情 对陈天说了 诚哥 我爷爷想邀请你来我家做客 你要来吗 当然可以 陈天听着周磊的话 欣然阴郁 周家老爷子 也是一名龙江 既然他现在也身在军部 见一见老前辈 总是应该的 而且他和周磊周豪宜的关系也不错 作为晚辈 长辈都开了口 也是不应该拒绝的 周磊见陈天如此痛快地答应下来 也是非常高兴 就在这个时候 苏天勤将车子 已经停在了一家中药房的门口 陈天见到达了目的地 拉着周磊 走进了药店之中 周磊四处看了看 发现原本坐诊的中医师 都已经下了班 也就是说 他们没办法开药了 不过 陈天能有这份心思 周磊就已经非常感动了 周磊想到这里 刚想要带着陈天离开 就看到 陈天静止 走向了中药柜台 你好 拿药吗 柜台里站着一位老先生 正是这家药房的掌柜 掌柜打量着陈天和周磊 也是眼前一亮 这么好看的一对孩子 就像是神仙伴侣一样 真是登队 陈天看着掌柜点点头 随后就是爆出了一串药名 掌柜看着陈天信手拈来的样子 也是一惊 这可是安神的方子 可不是网上随处可见的药方 眼前的年轻人 说得如此熟忍 莫非是出自医药世家的孩子 陈天看着掌柜 一脸错愕的模样 也是一笑 说道老人家 需要我再抱一遍吗 掌柜这才反应了过来 他白白手 赶紧将陈天要的药打包好 递了过来 陈天去截了账 这才将药递到了周磊的手上 还不忘叮嘱一句 你家里应该有会熬药的庸人吧 让他们给你煎好 一定要趁热喝下 效果才好 知道吗 周磊的头颅倒算一般猛点了点 好歹也是陈哥亲自给自己抓的药 就是再难喝 他也是要喝完的 看到周磊这么听话 陈天也是满意的点点头 两个人并肩朝着外面走去 周磊抱着中药包 好奇地看向陈天 问道 陈哥 你还会药理啊 略懂一二 陈天很是谦虚地说道 他转头看向周磊 很是认真地解释了一句 这个要是没问题的 你放心吃就好 周磊听了陈天的话 差他会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他可是怀疑 陈天的药能不能吃 只是觉得太好奇了 周磊真的有点搞不明白 为什么陈天这么厉害 居然连药理这方面都懂得 这也太厉害了 陈天看着周磊急于解释的样子 也是笑了 乐呵呵地说道 我知道你相信我 但是要这种东西 还是要问清楚才能吃 知道吗 陈天可不希望小丫头 那么单纯地以为 只要是相信 就连药都能乱吃 周磊笑着点点头 高高兴兴地和陈天 一起坐进了车里 朝着周磊家的方向开去 陈哥 那等哥哥和爷爷到家了 我就告诉你 周磊的心里还惦记着 老爷子说 邀请陈天过来的事情 陈天点点头 对着周磊笑着回应道 行 老爷子有时间了 你就告诉我 很快 车子就开到了周磊家的门口 小丫头依依不舍地下了车 她的怀里 还抱着陈天买给她的安神药 就像是抱着大宝贝一样 周磊朝着 坐在车里的陈天摆摆手 说道 陈哥 那我先进去了 陈天点点头 看着小丫头的身影 消失在大门里 这才招呼着苏天晴开车 苏天晴立刻遵命 他看向陈天 询问道 陈哥 咱们现在回酒店吗 陈天摇了摇头 想了想自己刚签到的奖励 说道 我们去镇江别墅区一号别墅 镇江别墅区 听到陈天的话 苏天晴也是愣了一下 毕竟镇江别墅区 在天津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 还是非常有名气的 所以 哪怕是苏天晴 也是有所耳闻 不过 想想陈天的身份 一套镇江别墅区的别墅而已 倒也再正常不过 车子平稳地在道路上行驶着 陈天坐在后座上 忽然冷不丁地开口 问向苏天晴 天晴 你知道不知道 黑旗组织 苏天晴听到陈天的话 又是一愣 黑旗组织 苏天晴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凝重的表情 他一面操控着车辆 一面询问道 诚哥 你怎么突然问起黑旗组织了 陈天一看苏天晴的反应 顿时一挑眉 他原本只是随口问一问 没想到 苏天晴居然还真的知道 你知道这个组织 陈天顿时来了兴趣 说来听听 苏天晴也没有隐瞒 将自己所知道的内容 全都说了出来 你也知道 我在军部的时候 最渴望的事情 就是能成为英龙军部的战士 所以 我不只是查了很多资料 询问过上级 甚至还找过不少老兵 打听过英龙军部的事情 陈天眉头一皱 直勾勾地盯向苏天晴 有些惊讶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 黑旗组织和英龙军部有关系 说有关系也有关系 说没有关系 那也确实是没有关系 苏天晴说了一句 非常模棱两可的话 这件事情有点复杂 您得听我慢慢解释 原来 黑旗组织最开始成立的时候 就是英龙军部退役成员组成的 之所以是退役的成员组成 原因也是非常简单 毕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一个国家最大的底线 就是法律 无论是国际法 还是华夏自己的法律 都有着非常清晰的界定 尤其是对于军部的战士 要求更是相当严格的 而英龙军部的战士们 作为整个军部最为精锐的部队 要求更是严苛 作为华夏最为精锐的战士 他们的体术和武力都是面对那些敌人的 但是即便是面对敌人 也是不允许随便出手的 苏天晴说到这里 停顿了片刻 才继续开口说道 诚哥 你是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对于华夏有恶意的人和组织 到底有多少 那些英龙军部的战士们 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 都是不能随便出手的 国家有规定 必须一定按照程序来 那些英龙军部的成员们 在面对一些事件的时候 对于处理方式 是非常不满意的 他们也是真的看不惯 更不想任由对方在国外逍遥法外 于是 那些英龙军部的成员便脱离了军部 他们自成组织 成立了黑旗组织 他们的任务和义务 就是消灭那些威胁华夏 或者破坏华夏逃出海外的恶贯 不过他们这么做 已经属于私刑 是绝对不被国家允许的行为 苏天晴叹息了一声 也正是因为如此 虽然这些人为国家做了事 却成为了一个个无国籍人士 能做到这个份上 他们都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 说到黑旗组织的贡献 苏天晴话里话外 都带着崇拜和敬意 能加入到这个组织之中的人 都是曾经英龙军部最优秀的战士 也是新系国家的人 陈天这时候忽然开口问道 他们在外面 是如何生活的 黑旗组织 其实是雇佣兵组织 所以 他们会在国际上接一些佣兵任务 以此来维持这个组织的运转 苏天晴是真的关注黑旗组织 就连这些消息 都打听得清清楚楚 不仅是如此 苏天晴还补充道 虽然是依靠着拥兵任务过活 但是这些黑旗组织的成员 却是从来不接受 针对华夏的任何任务 在接受任务的同时 他们还会清理逃出海外的那些恶棍们 就是那些无法在国内进行审判 但是对华夏 做出重大损害的恶棍 陈天听着苏天晴的话 心里对于黑旗组织 也算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原来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这个无国界 无国籍的组织 他们背负着巨大的责任 默默地为自己的祖国 做着如此温柔的事情 明明是刀口填写的拥兵 却保持着自己的底线 这样的一个黑旗组织 听起来还算是不错 陈天的心里有了数 车子继续在道路上挤持着 朝着镇江别墅区而去 毕竟是天津的别墅区 并不在市中心的位置 但是即便如此 也丝毫不妨碍 镇江别墅区的豪华和名气 之所以有名气 则是因为这里的别墅 动辄就是上意的价值 尤其是作为楼王的一号别墅 更是有些得天独厚的尊崇 苏天晴一面驾驶着车子 一面对着后座上的陈天说道 陈哥 没想到这里的一号楼王 被您给买下来了 跟着陈天这么久 苏天晴的价值观极限 还是在被陈天一次次地刷新着 苏天晴简直是怀疑 陈天是觉得 住在酒店里不够舒适 才特意去选购了别墅 不过真不愧是 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 这消费能力也不是盖的 要住 就一定是最好的 苏天晴这样想着 也是跟着骄傲了起来 这是自家的老板 他予有荣艳 陈天的眉头一挑 看向苏天晴的毛子里 有点好奇 问道 嗯 你也知道这里 陈天说完 自己都笑了 对着苏天晴夸赞道 真没想到 你这倒是博文 苏天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解释道 这不是前两天刚过来天津吗 我就在网络上 查了一下相关的消息 镇江别墅区并不稀奇 但是这里一号别墅 十几亿的身价 确实是让苏天晴开了眼界 所以 记得格外清楚 陈天倒是意味深长地 看了苏天晴一眼 毕竟作为自己的手下 有一些好的技能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两个人一面说着话 已经来到了镇江别墅区的大门口 看着巨大的门楼 再看看上面石墓 以及大理石的各种装饰 无不透露着 这个别墅区的实力 一个身穿西服格履的男人 站在那里 正是镇江别墅区的物业经理 在得知一号业主 陈先生要过来的时候 物业经理第一时间 来到了这里等待着 毕竟一号业主 是整个别墅区 作为尊贵的存在 作为别墅区的物业经理 自然要给尊贵客户 最好的体验 看着兵力车的后车窗 缓缓落下 物业经理一看到陈天的脸 立刻就认出 这是一号别墅的业主 毕竟这样优秀的脸 已经是他生平景见 陈先生 您好 欢迎您来到镇江别墅区 我现在就带您去一号别墅 物业经理恭敬的一鞠躬 对着陈天十分热情地说道 陈天点了点头 让物业经理上车 在物业经理的带领之下 直接通过了大门处的安保 朝着一号别墅的方向驶去 物业经理指着他们正在行驶的大陆 笑着开口介绍道 这条大陆直达的那一栋别墅 就是我们尊贵的一号别墅 其他的别墅 也有一些处在大陆的边际 但是 他们和大陆之间 都隔着小区的绿化 只有一号别墅 是真正地承接着紫气东来 表示着最尊贵的气韵 朝着楼王的身上搬运着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价格 比其他上亿的别墅 价格足足高出了十几倍 物业经理十分热情地介绍着 他扭头 看向身旁端坐的陈天 与其十分感慨地说道 陈董如此年纪 就有这样的消费能力 真是让我们这些人羡慕不及啊 十几亿买一栋别墅来居住 就算是一些大企业和家族组长 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魄力 在这里面金碧辉煌的装饰 就连别墅的外立面 都用大理石做了整片的装饰 绝对是非常豪气的举动 物业经理首先下了车 他的举动十足的谦卑 帮着陈天录入了他的身份信息 以及车辆的信息 陈天想了想 朝着苏天晴招了招手 说道 帮他也录入一下 毕竟以后如果要过来 需要苏天晴帮忙取点东西的话 进不来就尴尬了 趁着物业经理 给苏天晴录入信息的空档 陈天直接走进了一号别墅的院落 打量着这里的一切 前院的面积不算特别大 但是也有三四百平的面积 这里被园林设计的设计师 做成了一个非常 独具匠心的迎门设计 小桥 流水 庭院 以及鸡尾金龙鱼 在溪流中自在地游动 一股生气扑面而来 让人感觉到非常舒适 就算是愁眉不展的人进了门 也会觉得眉头一输 似乎压力顿俭一般 陈天觉得还算是可以 虽然和自己的家里的汉白玉鱼齿相比 但是勉强也算是不错 一旁的物业经理 看着陈天波澜不惊的模样 心里也是震撼不已 毕竟这里是一号别墅 里面的一切用具 都是最高端的 就算是很多天津的老总和家主看到 也是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震惊 物业经理的心里有了一番计较 看来面前的这位业主 身份必然异常尊贵 陈天并没有怎么逛 而是直接进了别墅 看了看四处的布置 这里面用的 的确都是国际顶级的大牌 还算是不错 用来当作他来天津的临时落脚点 倒是还算可以 如果陈天的这个评价 被旁边的物业经理听到的话 可能会直接吓晕过去 这么豪华的大别墅 身价十几亿的楼王 居然只是临时落脚点 那要是不临时 得适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苏天晴这时候 也是一脸震撼地打量着四周 这样的别墅居然也是成歌的 豪气扑面来 让他都觉得一阵窒息 明明都是年轻人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能这么大呢 陈天懒得在看 他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这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看着手机上显示出的海外电话 陈天的眼睛瞇了瞇 还是接了 你好 哪位 电话那头的人 听到陈天年轻的声音 也是愣了一下 停顿了几秒之后 才开口说道 你好 是老队长让我联系您 我叫李世江 听着电话那头 铿锵有力的声音 陈天的眸子一亮 已经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这时候 就听到对面的李世江继续说道 我们高层准备去华夏见您一面 可以吗 当然可以 陈天毫不犹豫地应声 自从了解了黑棋组织的事情后 他对于这个组织 也是充满了期待 既然对方主动联系自己 陈天也是直接将自己的地址 报给了对方 你们到了天津 可以随时联系我 对面的李世江连忙记了下来 他对陈天回复道 好的 我会的 我们大约明天到 双方约定好了时间 也就挂断了电话 这时候 物业经理也是告辞离开 离开前对陈天十分恭敬地说道 陈先生 无论你有任何事 都可以24小时联系我 或者是您的管家 陈天点点头 看着物业经理离开后 对着苏天晴吩咐道 天晴 还要辛苦你一下 去酒店里 将我的东西取来 好的 陈哥 我现在就去 苏天晴说完 直接拿上车钥匙 朝着别墅外面走去 而此时的周磊 已经回到了家里 他将手中的中药包 交给了管家 让他帮忙 给他煎一副药 药很快就熬好了 周磊记起陈天的话 趁着热喝了下去 随着药液流入胃里 周磊就觉得 一股暖意在身上荡开 随着这股暖意 刚才还心慌不已的 感觉已经不在 甚至还生起了 一起困意 哈欠 周磊困得不行 干脆搂过自己的毛绒玩具 沉沉睡去 梦里只有熟悉的味道 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 睡得极为安稳 仆人进来收药碗的时候 就看到周磊已经睡着 发出匀衬的呼吸声 女仆连忙放清了动作 拿起被子给周磊盖好 这才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一早 陈天早早地起了床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后 陈天直接换上了 阴龙军部的制服 毕竟这些黑气组织的人 曾经也是从阴龙军部里出去的 陈天这么做 也算是对他们的尊重 与此同时 天津机场之中 几位标形大汉 跟随着旅客 走下了飞机 他们的衣服下面 可以看到凸起的肌肉块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天津 他们的眼睛里 都流露出一丝向往和回味 这里 我们好久没有回来了 为首的大汉感慨地说道 正是之前给陈天打电话的李世江 自从成为黑气组织的一员后 他们便没有在 踏足华夏的土地一步 今天终于再次归来 他们的心情 是非常激动的 旁边一位大汉 逃出墨镜带好 挡住了闪烁着金光的毛子 他轻声地嘀咕道 队长怎么会让我们 听从外人的安排啊 大汉的声音里透着浓浓的不解 看向为首的大汉 你说呢 姜哥 李世江轻轻摇了摇头 他一脸慎重地说道 队长自然有队长的道理 咱们先去见见 至于其他的 先别说了 黑气组织的每一个人 都非常敬重他们的老队长 对于老队长的一切命令 也都是言听计从 既然这是老队长的安排 无论他们怎么想都不重要 照办就是 其他众人听到李世江都这样说了 也是乖乖地闭嘴 跟在李世江的后面 朝着外面走去 其实李世江的心理 又何尝不是疑惑不已呢 他们直接打了辆出租车 一上车 就将陈田给出的地址 报了出来 出租车司机一看到这些大汉 也是吓了一跳 车子还没启动 先是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 找到了普法节目 听着收音机里传出来的 针针教会 李世江眉头一皱 看向了旁边的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尴尬的一笑 感觉到对方眼睛里的煞气 连忙开口解释道 我要是说 我正值是出租车司机 其实背地里是个法律爱好者 这很合理吧 众人 非常合理 没毛病 如果您把出租车队的对讲机关掉 就更加合理了 车子很快就开到了别墅门口 李世江等人下了车 看着这里豪华的装饰 顿时眉头一皱 能住在这里的人 只顾着享受奢靡生活了 还能存有多少血性 众人的心里都生起一丝担忧 但是都没有说出来 毕竟是老队长选中的人 无论如何 他们也要先见一见 绝不能妄下断言 可是心里的疑惑 还是在他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开始逐渐长大 众人朝着门口走来 保安自从几人一出现 就已经注意到了他们 看着他们精壮的身材 保安也是害怕得不行 保安怎么看 怎么觉得身上 散发着涉人的气势 不过 保安还是壮着胆子 走到了几人的面前 询问道 你们几位是陈先生邀请的客人吗 李世江点了点头 保安给陈天的别墅打去电话 确认一番后 这才带着几人朝着里面走去 看着别墅区里漂亮的建筑和花园 几人却是目不斜视 跟着保安直接来到了一号别墅前 陈天这时候 也刚好从一号别墅里走了出来 看着面前的几位大汉 嘴角上扬起一抹淡笑 看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陈天也是非常欣赏 不愧是阴龙军部里走出去的人 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满分 李世江等人 这时候也是看到了陈天 一瞬间 他们都是看着陈天的军装 还有肩膀上的四颗金豆 众人皆是一愣 他们也是阴龙军部里面走出来的 自然认得出陈天身上的制服 再看看陈天的面容 这副模样 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这么年轻 就已经进入了阴龙军部 众人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震撼 眼前的这一位 不仅是进入了阴龙军部 还成为了四星龙校 这么年轻的四星龙校 简直是前所未有 说实话 就凭陈天的这个年纪和闲味 真的是前所未见 见所未闻啊 保安看着这几人 确实是陈天的客人 便朝着陈天点点头 随即快步离开了 毕竟这些人身上 隐隐散发出一阵煞气 让保安觉得非常不适 恨不得立刻就离这些人远一点 陈天的目光 在几人的身上扫过 他的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 和几人打着招呼 你们好 我叫陈天 李适江看着面前 这个从容的年轻人 也是眸光中闪过一道金光 和陈天的手握在了一起 你好 我是李适江 我们之前通过电话 其他的几个汉子看着陈天 眼神之中 也是流出了震惊和好奇的神色 纷纷和陈天做了自我介绍 陈天看着众人 侧了侧身 说道 大家都不要站在外面了 我们进屋慢慢说 众人也不客气 立刻跟在陈天的身后 朝着别墅的里面走去 见到了陈天 李适江等人的情绪 明显也有些放松 落过花园的时候 还私下里打量了一下环境 这时候 众人才意识到 这栋别墅 比他们想象中的 要奢华太多 来 大家随便坐 陈天带着众人走到了沙发前 对着众人说道 苏天晴看着这些大汉落座以后 便去厨房里 取来了准备好的茶具 为了表示对这些客人的重视 陈天接过了茶具 开始操作起来 一通行云流水的操作之后 茶水已经泡好 看着清亮的茶水 分进面前的杯子里 这些汉子们连忙接过 小小的茶杯之中 不断地向外释放着剧烈的香气 众人光是闻着 就已经觉得精神一振 轻轻品尝一口 浓郁的干香味道充满口腔 李适江眸子一亮 开口赞道 真是好茶 陈天听着李适江的话 也是唇边扬起一抹糊涂 笑着询问道 喜欢 回去的时候 带走一些 李适江轻轻摇摇头 他们这种人 哪里懂得品茶 说起来 还是他们太久 没有喝过华夏的好茶了 如今这唇厚的滋味一入腹 立刻就勾起了多年的香愁 这份香愁里面包含了 太多的想念和不得已 可不是一些茶叶可以弥补的 李适江不想陈天误会 便主动开口解释道 我们待的地方 可是买不到这么好的茶叶 虽然黑市上可以买到任何东西 但是那价格 也是在供需之上翻了无数倍 黑企组织毕竟是拥兵兴兴致 组织的经费如何使用 也是有着固定的支出 陈天在一旁很认真地听着 几人的相处模式 并不像是上下级 更像是好久不见的至交好友 虽然话并不是很多 但是相处起来十分融洽 李适江等人一面喝着茶 强自压制住心中的震惊 越是和陈天增加接触 他们心中的震撼也就越多 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这份气度和气场 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李适江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仿佛在他面前的 并不是一个年轻人 而是一把藏在剑鞘里面的剑 虽然看不到剑身 但是那股剑意 却始终警醒着李适江 面前的年轻人 绝不是一般人 其他的几个汉子 同样有这种感觉 从陈天身上散发出来的 浓浓的威胁感 李适江很快收回了思绪 他正惊危坐 对着陈天开始汇报起来 我现在正式和您汇报一下 黑旗组织目前的情况 老队长之前和他有过特别的交代 所以众人过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既然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就是老队长认可的人 那么就是他们即将追随的 新一任队长 李适江事无巨细地介绍起来 基地的基本情况 以及现在组织里面成员的情况 就连现在已经接下的任务 都详细地向陈天汇报着 其他的几个大汉 基本上是保持沉默的状态 只有在李适江 没有将问题完全说清楚的时候 他们才会在旁边 进行一些简单的补充 在李适江汇报 黑旗组织情况的时候 其实陈天也在观察着众人 他发现 这帮大汉 即使是在黑旗组织中 也依然保留着明确的上下级意识 多年的军部生活 早就将另行禁止 刻进了他们的血液之中 很难改变 虽然他们脱离了军部 脱离了祖国 但是陈天看得出来 这些人眼睛里的光 从来没有变过 陈天听着李适江的汇报 他轻轻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我的要求不多 还是保持之前的规矩就好 针对华夏的任务不可以接 那些威胁 华夏的人物 也要尽量铲除 听到陈天的话 李适江等人 都是用力点点头 这是他们黑旗组织成立的宗旨 更是他们形势的核心 自然不会改变 其他的大汉眼睛里 也闪过了一丝激动和满意 毕竟他们一开始还担心 陈天住在这种地方 会是一个利欲熏心的黑心商人 要是让他们为了赚钱 连良心都不顾的话 众人都是做不到的 现在听到陈天这么说 所有人心里都是松了一口气 陈天看着面前的大汉 自然将他们一些细微的动作 全部尽收眼底 他的心里一动 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着面前的众人说道 你们稍等我一下 陈天说完 就已经起身朝着楼上走去 既然已经成为了黑旗组织的所有人 陈天也不会对手下人太过吝啬 这第一次见面 也应该送上一些见面礼才是 陈天一面想着 一面想到 之前奖励三连抽的时候 奖励的强化板体质强化药剂 这些药剂 对于体质已经是神级的陈天来说 已经起不到丝毫的作用 但是对于李世江等人来说 还是有着非常强劲的效果的 陈天从系统的储物空间之中 取出了强化板强化药剂 接着走回了客厅 将一瓶瓶药剂放在他们面前 迎着几人疑惑的目光 陈天直接开口说道 这算是我给你们的见面脸 几人一阵面面相去 眼前的药剂看起来普普通通 就算是日常补充微量元素的口服液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特殊之处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的目光都落在李世江的身上 李世江眉头一挑 他也不怕什么 一把抓起来药剂 看都不看直接喝了 喝完药剂 才厚之厚觉得扎扎嘴 似乎没什么奇怪的味道 哎梦 身体似乎有点热热的 陈天看着李世江 这个汉子从见面的第一眼 就给他一种精明干练的模样 现在看他想也不想地喝下药剂 陈天也是眨眨眼 看向他问道 怎么 你也不怕我在药剂里面放了什么 李世江咧嘴一笑 黑脸上露出一抹憨后来 很是无所谓地说道 我怕什么 你以后就是我们的头 我们绝对服从 这是黑棋组织的规矩 别说是一瓶药剂 就算是赶死任务 他们这些人也绝无二话 他们绝不是怕死的人 只怕锁托飞人 先有老队长的嘱托 现在看到陈天本人后 让他们更是放下心来 其他人这时候 也纷纷拿起药剂 一氧搏喝了下去 就像是李世江说的一样 这是他们组织的规矩 更是他们相信陈天 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 看着这些人毫不犹豫的动作 陈天也是点了点头 毕竟都是出身军部的人 对于战友 他们都有着天然的信任 他们每天要面对的 都是枪林弹雨 是最危险的任务 如果连身边的人都不相信 是很难扛过去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众汉子都是眉头一梳 一股极其舒畅的温热感觉 在全身上下回荡开来 那种感觉十分玄妙 仿佛无数力量挤压着 闯进细胞之内 然后融入肌肉之中 汉子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 他们的力量 以及身体各项素质 似乎都在疯狂的提升之中 这种精力充沛的感觉 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 身体巅峰状态 陈天看着众人 一个个面色各异的模样 笑着询问道 怎么样 喝了有什么感觉 听到陈天的话 一个汉子瞪大了眼睛 他拍了拍自己的手臂肌肉 惊呼道 是一种感觉太神奇了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里 充满了力量 这根本是一种 无法用语言详细描述的感受 如同在身体内 刚刚进行一番革新似的 其他人这时候 也震惊于这种感受 纷纷开口说道 如果现在进行一番体能测试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轻松打破自己的记录 我的肌肉里 仿佛被放进来很多TNT炸弹 只要大脑发布指令 随时可以原地爆炸 这到底是什么药剂 开始还觉得是微微发热 现在全身都如同浸在温泉里 一身的毛孔都在呼吸 太舒爽了 众人听着其他人的话 还在感悟着自己的身体变化 李世江最先反应了过来 他看向陈天 再看看手里已经喝完的药剂的瓶子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如此强悍有效的药剂 简直是突破了他们的想象 最后 李世江的视线 落在了陈天肩膀上的惊动 难怪 有这样神奇的药剂在 就是直接封为龙匠 也是一点也不为过 李世江自以为看透了一切 眼睛里充满了自信 陈天和李世江对视在一起 听着对方的话明显一愣 不过下一刻 陈天自己就笑出声来 他一挑眉 看向李世江 笑着问道 你以为我是因为这个药剂 听着陈天反问的话 李世江果然愣了一下 他的瞳孔缩了缩 眼里带着一丝疑惑 陈天直视着面前的几人 直言道 这个药剂还没有用于 阴龙军部 唯我个人所有 就算是基础版的 身体强化药剂 陈天也只给苏天勤的母亲 使用了一些 这样的好东西 陈天自然要小心使用 黑旗组织已经归属于自己 而且普通版 对于这些天天枪林 弹雨的阴龙军部前 精英来说 也确实是效果不大 陈天这才拿出了强化版 这些成员们的能力越强 能为国家做的事情 也就越多 这是这些成员们的心愿 也是陈天希望看到的 但是听了陈天的话的众人 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 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李世江艰难地吞咽了 一口口水 这才开口问道 那您这四星龙孝是 他们也是从军部里混过的人 自然是很清楚 如果不是做了什么突出的贡献 绝对不可能二十岁的年纪 就有四星龙孝的贤味 这在阴龙军部里 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等级最高 也是最特殊的军部 李世江等人知道 阴龙军部的审核机制十分严格 就算是龙将的后人 没有足够的功绩的话 也是不可能给贤味的 阴龙军部里的 都是最优秀的战士 这里只讲究实力 现在听到陈天说 他没有依靠药剂积累功绩 难道说 就在众人不敢细想的时候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语气淡淡地说道 我可能是因为打败了龙将 所以一上来就是这么个贤味 陈天也没有任何隐瞒 直接将自己得到这个 贤味的可能性 说了出来 一句话 就像是炸弹一样 把众人炸得七荤八素 这这这 起步就是四星龙校 多少战士奋斗一辈子 也没有成为四星龙校 但是陈天的起步 居然就已经超过了 太多人的终点 众人的心里充满了震撼 他们齐刷刷地看向陈天 就像是在看着一只稀有的大熊猫 而且 刚才陈天还说了 他居然打败了龙将 阴龙军部的龙将 哪个不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一步一步地打上来的 他们都曾经是阴龙军部的人 自然明白 这些龙将的真实力量 到底可怕到一种什么地步 陈天才多大年纪啊 居然就已经打败龙将了 众人看向陈天的眸子里 充满了震惊 老队长给他们找的这个心头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陈天迎着这些人 跃跃欲试的目光 也是一乐 看向他们问道 你们不信我说的 谢 李世江等人 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但是眸子里的期待 还是那么浓郁 相信归相信 毕竟陈天肩膀上的肩章 是骗不了人的 但是他们也是真的期待 想知道陈天的实力 是不是真的那么深不可测 他们这些人 曾经就是英龙军部里的精英 这些年 虽然没有受到系统的训练 但是他们经历的 却是刀口舔血的生活 更是磨出了一份力气 招式不一定说得出出处 但是一定是可以夺人性命的招式 论起实战来 他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站在一旁的苏天晴 看着这些人一脸的期待 也是一乐 开口劝道 我觉得 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伤了和气就不好了 苏天晴可是知道陈天的实力 他倒是不担心陈天受伤 主要是眼前的这些大汉 别看他们一个个块头挺大 恐怕经不住陈天怎么摔的 没想到苏天晴的话一说 就听到李适将直接说道 没事 我们肯定是注意力道的 切磋一下 肯定不能下狠招 苏天晴 我们说的是一回事 我是担心你们被打得太惨 你们却在说 你们会对陈哥手下留情 哼哼 看来他们在外面 是没有经受过毒打啊 陈天在一旁安静地看着 见到李适将等人的表情 便知道这些人是劝不动的 这些汉子都是铁一般的意志 自然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陈天也知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他们练一练 实践出真知 动动手才知道 什么叫做实力 陈天直接站了起来 看着李适将等人招呼道 走 带你们去后院 那里空间大 便于施展 李适将也是带着众人 跟在陈天的身后 他看向身边的几人 小声地吩咐道 还是那句话 出手的时候都注意点 陈天的实力肯定不俗 但是年纪这么轻 恐怕实战经验会差一点 在李适将等人看来 他们以为的打败龙江 是在体能或者是技能切磋的时候 做到的成绩 陈天带着他们 走到了后院的巨大空地处 让苏天晴将那些战地方的装饰挪了挪 才对着其他众人说道 时间有限 你们一起来吧 李适将等人一愣 不过下一刻 他们还是朝着陈天扑了过去 一会之后 陈天一脸轻松地打头走了出来 李适将等人低着头 跟在陈天的身后 陈天看了看时间 便对着身后几人说道 行 面咱们也见过了 你们先回去吧 是 李适将等人回话的时候 这才抬起头 露出一张张鼻青脸肿的面旁来 苏天晴在一边看见了 明显一愣 随即撇了撇嘴 他早就说了 让他们不要去 看看 弄成这样 多尴尬 自己这样憋着笑 也是非常辛苦的 李适将等人一脸的生无可恋 刚才的惨痛经验 让他们简直是怀疑人生了 这位刚上任的心头 强 太强了 等一下 陈天这时候 出声叫住了要走的几人 手里拎着不少的强化板身体强化药剂 递给众人说道 你们把这个药剂带回去 给其他的成员分一分 看着陈天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药剂 众人也是眼前一亮 心情十分激动的结果 不过仔细想一想 他们先是服用了强化药剂 然后才和陈天动手的 在得到了升幅之后 还是没有取得战斗的胜利 可见 双方差距之大 不过气馁之后 又是一种希望 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发芽 有了这么优秀的头 他们会将黑旗组织 发展得更加强盛 苏天晴在陈天的吩咐下 送着几人离开 陈天刚回到客厅里 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就响了起来 陈天走过去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响起 刘一范笑呵呵的声音 小陈啊 跟你说个事 咱们英龙军不要大别 你来不来看一看 大别 陈天文言一挑眉 笑着问道 刘龙江 您带队过来 就是来参加大比的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陈天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糊涂 语气淡淡地说道 如果是这一对人 就不用去看了 刘一范听着陈天 自信满满的话 也是一乐 哦 这么有信心 那我可是要好好看看 你的训练效果了 光是凭着刘一范 对陈天的这份信任 他对于这一次的大比结果 一下子就有了信心 毕竟那一对战士 可是陈天悉心教导过的 要是有了陈天这样的教导 这帮战士这一次在军部大比之中 还拿不到好成绩的话 可是真的对不起陈天的这番心思了 刘一范和陈天一通话 瞬间觉得心里非常有底 便笑着说道 好 那你就等我通知你大比的结果吧 两个人随即结束了通话 刚一放下电话 陈天发现手机上 还有一条未读消息 是周磊发来的 诚哥 我哥哥和爷爷都回到家里了 邀请你来家里做做呢 你有时间吗 陈天昨天就已经答应了周磊 现在黑旗组织的人也已经离开 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周磊看着手机上 陈天的回复十分高兴 快速地打下了一行字 好的 那我等你了 陈天收起了手机 他上去房间换了一身衣服 等到苏天晴回来后 送自己前往周家 为了迎接陈天 周磊早早地就嚷嚷着 要出来等着 小丫头觉得自己一个人去 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强行拉上了哥哥周豪义 周磊和周豪义等在门口 周豪义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家妹子 不断地朝着路上张望着 雷雷 陈天既然答应了 自然会准时到的 周豪义无奈地摇摇头 任凭他磨破了嘴皮子 也耐不住周磊一意孤行 不过好在二人并没有等待多久 陈天就坐着带步的兵力车 来到了周家小院之前 远远地看到熟悉的兵力车 周磊的精神立刻一震 赶紧拉着哥哥一起迎了上去 陈天从车里走了出来 先是和周豪义打了个招呼 随即看向了一旁的周磊 与其关切地问道 昨天的中药你喝了吗 晚上休息得还好吗 周磊一听 连忙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抬起头 朝着陈天的方向扬了扬 很是得意地说道 我睡得很沉 休息得很好 谢谢诚哥的药 我吃完之后觉得很困 早早地就睡下了 陈天看着小丫头 脸色红润 精神也不错 绝不是伪装出来的 也就放下心来 周豪义在旁边看着两人说话 甚至好几次都在怀疑 到底谁才是周磊的哥哥 这么亲密热褥的样子 让周豪义忍不住气闷起来 走吧 我们先进去 估计老爷子都等急了 周豪义走上前 招呼着陈天 朝着小院里面走去 几人一起朝着正厅的方向走去 远远地就看到 一位老人家端坐在主位上 一身的中山装十分鼻挺 老人家也看到了几人 一双精亮的毛子 在陈天的身上 不着痕迹地打量了好几次 说实话 陈天打破了 英龙军部的好几项记录 老爷子自然是上了心 更不要说 自己最心爱的孙子孙女 也是不断在自己的耳边 讲述这个陈天 到底有多么不平常 次数一多 老爷子就更是想要见一见 这位早已经在天津 闯出一片天的小子了 随着陈天踏进正厅 原本端坐的老爷子 居然主动地站了起来 朝着陈天走了过来 你就是陈小子吧 快点进来坐 我可是 想见你很久了 陈天看到周家老爷子如此热情 也是很有礼貌的点头之意 笑着回答道 之前知道你有事要忙 也不方便上门来叨扰 两个人一边说着 老爷子带着陈天坐了下来 两个人很是热络地说着话 周豪义站在了爷爷的身边 而周磊则是拿起了 旁边放着的插具 开始泡茶 上好的泉水 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就像此时屋里热闹的气氛一样 透着一股强烈的热情 周磊收敛住了性子 此刻的他 就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安静地为所有人制作着香茶 随着热水的包裹 卷曲的茶叶开始舒展身体 释放出醇厚的茶叶香气 直往人的鼻子里钻 周老爷子和陈天说了会话 看着陈天有温必达的模样 再看看他二十出头的年纪 不由地开口感慨道 真是英雄出少年 看到你这副模样 不知道多少人要揭探 蹉跎人生了 陈天只是淡淡笑了笑 在这位老牌龙匠面前 他给足了面子和尊敬 看着陈天如此沉稳的表现 周家老爷子周萌 对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更是多了几分激赏 老爷子拿起茶杯清措一口 这才看向陈天 笑着问道 对了 你和孙毅孙龙江见过面了没 陈天一听 微微愣争了一下 随即回答道 还没有 我是刘一范刘龙江 带进英龙军部的 其他的高层 见到的并不多 老爷子点点头 给陈天简单地 介绍了一下孙毅的情况 孙毅是精灵分部的一把手 不过他平时比较忙 做人也是身躯简出的 精灵分部一把手 陈天一挑眉 要不是周老爷子提起 他还真不知道这个消息 也不太知道这一位人物 说起孙毅 周家老爷子 也是开始回想起 这个人的种种 毕竟能在英龙军部里面 闯出一番作为来的人 哪个不是充满了故事和传奇 周老爷子有意提携陈天 便继续说了起来 说起这个孙毅 这还真是个人物 你要是遇到了他 也要和他多学习一番才是 他这个人 原本什么背景都没有 素人一个 可是偏偏能靠着军功 一路来到四星龙将的位置 能做到这个份上的 个个都不是凡人 那是精英里面硬闯出来的 可以说是实打实打出来的 陈天认真地倾听着 很是认同的点点头 他非常清楚 在英龙军部这样 全员精英的地方 就是龙门 只有咬着牙一路向上走 才有可能越过龙门 一举化成龙 孙毅能成为精灵分部的一把手 那也是积累了太多的功绩 他之前在海外 也算是把英龙军部的名声 给打出来了 说起孙毅曾经的累累功绩 即使是周老爷子 这样的老牌龙将 也是一脸的唏嘘 那些功绩都是活出命 合着血和多少生命 才硬生生打出来的 这样的一位龙将 绝对称得上是 华夏的英雄 虽然只是聊聊数句话 但是陈天还是从周老爷子的 自理行间 感受到了当时的种种危险和困难 陈天等人安静地听着 在一瞬间 都是对这位未曾谋面的龙将 肃然起敬 华夏的民族英雄 人人皆要尊重 周老爷子看出陈天眼睛里的崇敬 也是笑呵呵地开口说道 说起来 你这四星龙孝 还是孙毅给你批的呢 孙毅给陈天批了四星龙孝 可以说是 打破了英龙军部的记录 如果陈天利用他的职位 做了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事 那么孙毅也是难辞其咎的 所以说 这份信任 可是相当沉重的 陈天听着周老爷子的话 也是点点头 笑着说道 我也是出道英龙军部 这里面的错综关系 一时之间还没有理清楚 我和孙龙江 也是还没有见过 放心吧 会见到的 周老爷子端起茶杯 又是一口香茶咽下 才缓缓说道 就和咱们一样 我这不就见到你了吗 陈天也是一乐 笑着点了点头 周豪毅在旁边站着 他抬腕看了看时间 对着爷爷说道 爷爷 中午了 要不然咱们边吃边说 周老爷子一挑眉 这才惊觉时间飞过 哑然是笑道 看我 年岁大了 连时间都没注意到 走 咱们去餐桌上 你陪我老头子喝两杯 餐桌就摆放在侧厅里 仆人很快就端着 各色的美食上了桌 明显就是提前预备好的美食 周磊看着那些菜色 对着陈天小声地说道 陈哥 你今天很有口福 这些可都是我家大厨的拿手菜 味道都可好吃了 听着周磊的话 陈天也是玩耳一笑 他点点头 附和着说道 原来是这样 这样说来的话 我今天可要大饱口福了 很快 仆人就将菜色上齐 陈天举起酒杯 朝着老爷子敬了一杯 老爷子 我敬您一杯 周家老爷子乐呵呵地和陈天碰杯 几人都是有说有笑的 饭桌氛围很是轻松愉悦 周磊一看着自家老爷子 对陈天极为满意 和陈天也是热络地说着话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冷不丁开口问道 对了陈天 你打算在天津这边住多久 周磊一想着 自己已经回来天津 完全有时间陪着陈天四处转一转 陈天听到周磊一的问话 笑着回答道 我明天就回精灵 毕竟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要处理 天津集合力量 狙击苏航商会的事情 现在事情早已经尘埃落定 陈天的话音未落 周磊一还没来得及回答 坐在对面的周磊 猛地抬起头来 惊呼道 啊 这么快啊 自己准备好的那些旅游攻略 还没怎么派上用场呢 周磊一听着妹妹的话 也是嘴角扬笑 隐远着不笑出来 只是扭头 看着小丫头 眼睛里满是细血 周磊这时候 也是自觉失言 小脸疼得一下子红了起来 就连一旁的周老爷子 也是一阵摇头 孙女大了不中留 留来留去留成仇啊 接下来的宴席 几乎都是周豪一和老爷子 陪着陈天说着话 一顿饭吃下来 也是兵煮敬欢 气氛十分愉悦 老爷子笑呵呵地看着陈天 他现在越看这个年轻人 越是喜欢 便主动开口邀约道 下次有时间来天津 一定要过来看看我 再陪我老头子喝喝酒 陈天自然是笑着英语 好了 你们年轻人去玩吧 我这身子古事不行了 得去午休一会 老爷子一边说着 一边在管家的搀扶下 走了出去 陈天看着老爷子离开 也是站了起来 说道 时间也不早了 我也先回去了 周豪一和周磊 送着陈天走出周家大院 眼见着陈天上了车子 周磊赶紧凑过去 说道 陈哥 明天我去送你 好 陈天朝着二人摆摆手 便坐着车回去了 在路上的时候 陈天接到了凤星打来的电话 电话刚一接起 陈天就听到电话那头 凤星喜气洋洋的声音 陈董 天津这边的项目 我们都已经差不多理顺了 办完了 主要是那些后面送来的项目 耽误了一些时间 否则他们的工作 早就已经完成了 不仅是新元集团的那些项目 就连凤星给苏航商会 接回来的那些项目 那是亲自监督了一番 毕竟苏航商会是 自家董事长创建的 他们做好这些事 也是为自家企业铺路 陈天听着凤星的汇报 也是非常满意的点点头 笑着说道 行 明天一起回去 好的陈董 那我现在去准备 凤星忙不迭地答应了下来 挂断电话后 又是忙碌起来 陈天倒是没什么需要准备的 他将回去的事情 告诉了苏天晴 让他提前收拾好东西 第二天一早 陈天刚刚换好衣服 就接到了凤星打来的电话 陈董 我已经到了别墅区外 您好了我 随时来接您 陈天直接说道 你们直接进来吧 我们现在就出发 众人刚要出发 陈天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陈天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周磊打来的电话 原来周磊带着哥哥周豪义 直接去了陈天之前下榻的酒店 到了酒店才知道 陈天竟然不在这边住了 而凤星等人一早就退了房 早就开车出发了 周磊有点着急 担心会赶不上送陈天 这才赶紧打电话询问情况 陈天听着电话里 周磊急切的语气 连忙安慰道 不着急 晚一点也没关系 我在机场等着你们就是 没想到 陈天的一语成衬 他们在机场里等了很久 才看到周豪义和周磊匆匆赶来 周磊一看到陈天 立刻眼前一亮 朝着他们的方向跑了过来 陈天看到 连忙迎上去说道 不是说了 会等你们吗 干嘛这么急 周磊气喘吁吁的 他看了看时间 一脸愧疚地说道 都怪我 要不是路上堵车 也不会让陈哥等我们这么久 飞机是不是已经起飞了 起飞 陈天一挑眉 淡淡地笑着说道 怎么会 我们还没有登机 怎么会起飞 周磊还是一脸的愧疚 他当然不相信陈天的解释 以为陈天就是为了安慰自己 一旁的凤星 看到周磊的样子 也是笑着解释道 周小姐 陈董说的是真的 我们包机回去 自然不会延误飞机的起飞时间 既然是包机 自然是客人什么时候到 飞机就什么时候起飞 周磊听到凤星的话 明显地愣了一下 包机 按照周家的等级来说 包机自然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也没有到 日常出行也包机的情况 所以猛地听到这个词 才意识到了什么 陈天看着周磊和周豪义 笑呵呵地说道 谢谢你们赶来送我 有时间 随时欢迎你们 来精灵找我玩 周磊和周豪义 目送着陈天等人 走进了贵宾通道 很快 一架包机起飞 逐渐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周豪义缓缓收回了视线 扭头就看到妹妹周磊 还愣在那里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向窗外 别看了 人都走了 看看你 还有没有个女孩子家家的样子了 周豪义忍不住撇撇嘴 开口打去道 周磊听到哥哥的话 气呼呼地嘟着嘴巴 这个臭哥哥 明知道人家心里不舒服 还要说这种话 太可气了 周豪义看也不看旁边气呼呼的妹妹 静止朝着机场外面走去 还不忘喊上一句 快走了 咱们回去了 此时的包机之上 众人正享受着空姐最高级别的服务 凤星倒是没有那么悠闲 他拿着手机连上了飞机的WiFi 准备安排新元集团的人 进行机场的接待工作 新元集团的总部之中 总部的一位项目经理 看着面前的一众老总 自信满满地讲解着项目的内容 一众老总们认真地听着 整个会场除了项目的讲解之外 没有任何其余的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 桌上手机的震动 打断了项目经理的讲解 经理朝着众人不好意思的示意 随即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当他看到凤星的名字后 连忙接了起来 听对方说了数据之后 立刻大声地说道 好的凤总 我马上安排 挂断电话后 项目经理看向在场的一众老总们 很是抱歉地说道 对不起了诸位 我们今天的会议 可能要暂停一下 陈董从天津回来 我要安排要一下接机 老总们一听 立刻震撼了起来 陈董这是要回精灵了 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还开着什么项目会啊 肯定是要跟着一起去机场 迎接陈董的回归啊 老总们一面安排着工作 与此同时 这个消息也开始被传了出去 一时间一传实实传百 不少精灵的老总们 都开始行动起来 准备一起去迎接陈天 毕竟陈董可是他们的大复兴 要是没有陈天的撑腰 他们别说是拓展天津的业务了 肯定要被天津的这帮土匪 抢尽了好处 一位精灵的老总正在路上 准备去出差 忽然接到了另一位老总的电话 我给你发了半天消息 也没见你回 陈董今天回精灵 你要不要去接机 一听到陈天要回来 精灵的老总 立刻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他坐在车里 差点撞到头 老总稳定了一下情绪 立刻对着作为前面的司机说道 立刻回去 去往机场 迎接陈董的回归 他今天本来要去一个重要的项目实地考察 这是目前 他公司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但是老总相当清楚 如果没有陈天在 自己连这个项目的边都摸不到 咱们做人 那得偷偷爆脸 老总想着 对着电话那头说道 兄弟 多谢了 咱们机场见 与此同时 精灵的很多老总 都开始朝着机场出发 另一边的上官家别墅之中 上官月的微信里 也收到了陈天要回来的消息 他看着手机的消息 对着老爷子说道 爷爷 今天精灵 商圈大地震 整个商圈都震动了 老爷子听着孙女的话 也是一条眉 开口问道 怎么了 这是出了什么事 上官月灿然一笑 眼睛里 快速闪过了一丝不明的意味 说道 是陈天回来了 这些老总们什么都不做了 都要去机场迎接呢 老爷子一听说 是陈天回来 也是咧嘴一笑 放下了手中的报纸 缓缓地说道 他这一次 可是给精灵扬眉吐气了 这些老总们 去接一接 也不为过 你也去看看吧 正好中午 就去咱们刚建起来的会所看看去 把那小子接过去 也算是给咱们打个广告 提到人气了 上官月听着爷爷的话 也是玩耳一笑 爷爷 听着自家孙女的话 上官心意再次抬起报纸 挡住了自己的脸 只有声音传过来 我开玩笑的 去吧 咱们也成了 陈小子不少情 其实 以上官家自身的实力来说 是完全不惧怕 天津那帮家伙的狙击的 只不过清理起来 也是需要麻烦一下 陈天这么一插手 但也是省了上官家的事情 上官月看看时间 也是时候出发了 便和爷爷招呼了一声 也朝着机场赶去 此时的机场里 可以说是豪车如雨 老总们纷纷下车 大家看到熟人 都是热络地打着招呼 话里话外 都是对于陈天的感激 这次的项目 要不是陈董的帮忙 咱们怎么可能拿得到 那是 如果没有陈董的敲山震虎 给他们 下的跟孙子似的 咱们别说拿项目了 自己的项目 都得拱手送出去呢 加入苏航商会 就是咱们最为明智的选择 你们说说 咱们入会的 哪个没有得到好处 这都得感谢陈董 一下子这么多的老总们到场 旁边的路人们 看到这个架势 也是吓了一跳 满脸的震惊 大家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忽然聚集了这么多的人 他们装作不经意地 打量着这些老总们 有一些在精灵做生意的 立刻认出了几位老总 乌草 我没看错吧 我居然看到了 咱们精灵几个顶级企业的老总 这这这 怎么可能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 还真的是 郑家 唐家的人都来了 这场面 简直是有点可怕 旁边的那些 也都是精灵的老总们 他们这是来干嘛的 这么多老总 阵势可是太大了 路人们得知了这些老总们的身份 震惊之余 都是开始疑惑起来 这么多达官显贵 凑在这里干什么 就在众人 疑惑不解的时候 忽然 一阵嘈杂声传了过来 一时间所有人都朝着 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一辆劳斯莱斯 缓缓停下 一道完美的倩影 从车上走了下来 正是苏行银行 总行行长 上官月 一看到上官月 出现在机场门口 就连一众老总们 也是震惊的不行 陈董的面子 可是太大了 居然连上官小姐 也来接机了 这这这 分明就是在表明 上官家对于陈天的态度 众人强自压住心头的震惊 纷纷走上前去 和上官月打着招呼 毕竟人家 不仅是上官家的大小姐 更是苏行银行总行的行长 但是掌管着贷款的大佬 这样的关系 一样要保持交好 随即 大家一起站在机场门口 等待着陈天的归来 一时之间 不仅是这些老总们 就连那些路人们 也是纷纷驻足 站在不远处的地方 这些人也是心里好奇 都想要看一看 这些老总们 到底是在等谁 与此同时 包机之上的空姐 很是恭敬地 走到了陈天的身边 柔声询问道 先生 马上就要着陆了 还需要什么服务吗 陈天轻轻摆摆手 他将身上的毛毯递给空姐 说道 帮我拿走吧 飞机很快着陆 陈天带着凤星等人下了飞机 身后 是一排空姐娇俏地站着 朝着他们的背影鞠躬 十分专业地说道 欢迎您下次乘坐包机 凤星拉着行李箱 跟在陈天的身后 笑着说道 陈董 我已经联系了咱们集团的人来接 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陈天文言也是一愣 随即笑着回答道 不用啊 咱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没必要搞得那么高调 看您说的 您可是董事长 也得给咱们集团的人 一些表现的机会不是 凤星笑呵呵地说着 陈天听了也是一愣 便没有继续说下去 众人一起朝着外面走去 刚一出通道 就看到了通道外面 站满了熟悉的脸 看到这些人都在这里 陈天等人都是一愣 这时候 一直在关注着通道的一众老总们 也是看到了陈天 毕竟陈天的长相和气质 让人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快看 是陈董他们 他们马上就出来了 因为老总在人群中惊呼一声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朝着通道的方向看去 再确定确实是陈天到了 老总们立刻分裂两行 摆出一副家道欢迎之事 陈董 您可终于回来了 要不是您在天津为我们出头 这一次 我们这些公司 肯定要遭受大的挫折了 怎么短短一段时间 没见到陈董 感觉您又变得帅气了呢 可惜前几天 我们没跟您一起去天津 没有见到您的威猛 欢迎陈董荣归 您就是我们精灵 不 苏航的英雄 那些路人们 看着这些老总的样子 一时间全都愣住了 他们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这个画面 简直是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这些位可都是 精灵有名的老总们 他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居然就是为了迎接一个年轻人 看这个年轻人 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这么年轻的孩子 就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这一位 到底是什么人啊 路人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才发现 没有一个人认识陈天 这时候 一个路人一脸神秘 故意压低了嗓音说道 我可是听说了 这一位 可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吗 新元集团董事长 众人一听 顿时安静了下来 脑门子上几乎冒出汗来 那可是苏航的名企 更是本地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公司 是一家百亿集团 这么一个年轻人 居然就已经是这么大集团的董事长 这也太厉害了吧 众人的脸上 只剩下震惊 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天 这么厉害的一张脸 他们可是 要好好记清楚 以后出去吹牛逼的时候 也能多一点谈资不适 就在这些路人 吓得不敢近声的时候 上官月也是 朝着陈天款款走来 看着上官月绝美的容颜 再看看 她一身温婉大气的气质 简直就是天女下凡来 让人惊为天人 路人们更是一个个呆若木鸡 上官月一看 就是一身的鬼气 这样的女生 让他们不敢生出 任何一丝亵渎的想法 旁边的那些老总们 一看到上官月的动作 立刻下意识地让开路 上官月静止走到陈天的面前 她抬起头看着陈天 轻摇着针手说道 陈董 你现在都算是苏杭第一人了 说完 上官月的思绪一阵飘忽 已经想到 之前第一次和陈天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的陈天一样年轻 看起来也是成熟稳重 但是和现在比起来 还是多了一点青涩 现在的陈天 就像是火力全开一般 全身上下都充满着一种特殊的魅力 陈天看着浅笑如烟的上官月 在听着他说的话 笑着摆了摆手 开口说道 有上官老爷子在苏杭 那里轮得到我 上官行长 总是开我玩笑 其他的老总们在旁边听着 陈天如此谦虚的话 心里却都像是明镜似的 虽然说上官老爷子在精灵 确实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上官老爷子 现在几乎不出现 根本不太管精灵的事情 基本上只要是不太离谱的事 根本不可能请动老爷子的大驾 说实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苏杭都是陈天一人独大 而且陈天的这种独大 并不会惹人嫉妒或者是气愤 否则 今天绝对不会有这么多的老总 自觉自发的过来迎接陈天的回归 因为陈天的强大 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也让他们看到了更加强大的希望 也只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才能保护着他们 安然走出苏杭 而不受到任何威胁和觊觎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这些老总们 才如此崇敬地看着陈天 上官月看着陈天 忽然开口邀约道 我爷爷说 要我接着你 一起去我们新建的会所看一看 陈天听着上官月的邀请 自然是笑着答应了下来 上官月见陈天阴郁 又看向了周围的那些老总们 笑意盈盈地继续说道 诸位要是肯赏光的话 我也代表会所 恭迎各位的大驾 其他的老总们一听 自然是巴不得可以一起去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巴结一下上官家 还可以和陈董一起吃饭 这根本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傻子才会拒绝呢 陈董 和我坐一辆车吧 上官月一面说着 一边带着陈天 朝着劳斯莱斯走去 其他的老总们 也是纷纷上了自己的车 至于奉心他们 自然是上了星园集团的车子 如雨点一般密密麻麻的豪车 随着上官月的劳斯莱斯 朝着精灵市区的方向开去 那些路人们 眼睛瞪得老大 这个阵势 简直是可怕 直到整个车队 已经完全消失在视线之内 众人才缓缓地收回了视线 但是依然难以掩饰心中的震撼 今天 算是真正地开了眼界了 一个大叔一边摇头 一边感叹地说道 以前总听人说英雄少年 我还不能切身感受到那种惊叹 现在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能牵着一群精灵顶级集团的 老总们的鼻子走 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 这些人也是不敢相信 而此时的上官月 正合作在自己身旁的陈天 小声地聊着天 怎么样 在天津玩得还好吗 陈天淡然一笑 实话实说道 去的地方不多 也就是在故宫转了转 闲事有点多 还真是浪费了大好的旅游机会呢 在两人的闲聊之中 很快车子就开到了会所的门外 上官月带着陈天率先下了车 其他的老总们 也是陆陆续续停好车 也是走下车来 望向身前的高级会所 看着占地面积极大 装饰宛如城堡一般的高级会所 老总们纷纷发出一阵感慨 真不愧是上官家的手笔 之前就听上官家有消息说 要建立一家会所 供大家说说话 谈谈生意 没想到这么豪华 还是咱们眼皮子太浅了 在我们看来奢华无比的地方 在人家上官家的人看起来 可能就是普普通通说话聊天的地方 咱们这么多车子停进来 这停车场连五分之一都没有覆盖 光是停车场这一块面积 就已经非常惊人了 老总们小声地议论着 就听到上官月温婉清脆的嗓音响起 既然大家都到了 我们便一起进去吧 此时的会所已经正式开始营业 从大门处一直到会所主体的门口 全部铺着厚实的红色地毯 看起来十分喜庆 上官月一面带路 一面小声地介绍着会所的情况 其实一开始 就是想着弄个小地方 让身边的朋友 有个可以聚一聚的玩乐场 上官月垂眸一笑 眼眸之中波光四射 继续开口说道 没想到休闲娱乐以及商务 都想要顾及一下 到后面就修建成了这副样子 陈田很认真地听着 闻言也是一乐 淡淡地说道 上官小姐随便说一句话 就已经霸气外露 把上官家的财力体现出来了 且不说这块市里的地块 光是这一块的面积 就已经不知道让多少人望而却步了 更不要说这种档次的会所 光是投资 最起码也要上一顿 众人一面想着 一面走进了会所的大堂 大堂里一片金碧辉煌 地面和墙壁都是铺设的整片大理石 经过悉心地打扫后 泛着非常亮泽的光彩 在巨大的水晶吊灯映射之下 整个大堂显得明亮有富贵 大堂里四处可见的服务员 各个身材高挑 长相漂亮 而且一个个的素质很高 专业素养也很强 老总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对上官家的会所赞誉有加 连户高端 上官月的脸上挂着温柔的淡笑 他灿然一笑 娇俏地说道 看到大家都如此满意 我也就放心了 今天是为了迎接陈董 我特地摆下了宴席 算是给陈董的接封宴 众人纷纷眉头一挑 不少老总的脸上 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 这里不仅有各种娱乐休闲项目 商务餐饮也是一样不差 果然是上官家 只要是一出手 就一定是最好最高端的 陈天打量这四周的环境 再配合上上官月的介绍 也是觉得这家会所很是不错 这里确实很棒 看来以后我们苏航商会 要经常来这边活动活动啊 听到陈天的话 其他的老总们也纷纷附和着 会长说的有道理 以后我们宴请宾客的时候 也可以来这边 这里会所的档次这么高 宾客也会觉得特别受重视 这家会所的豪华程度 在精灵来说 那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有了这里 咱们谈生意的成功率都得提升 那是自然的 现在做生意 就是讲究个门面 而且连咱们会长都看好的会所 别人谁敢说个不字 上官月一脸淡笑的 听着这些老总的话 随即看向陈天 笑着说道 这么说来 还要多谢陈会长 替我们会所盖章 帮我们推广生意了 众人一起去了楼上的大包厢 为了给陈天举行接风宴 上官月一早就叮嘱了会所 留下了大包房 也幸好是上官月未雨绸缪 但凡要是换一个小一点的包间 如此多的精灵老总 都要坐不下了 这个大包间 就类似于一个小型的宴会厅 里面布置的同样独具匠心 放眼望去 非常豪华 陈天在上官月的谦让之下 直接坐在了上座之上 而上官月则是大大方方的 坐在了他的身边 其他的老总们 也各自找准了位置 随着众人的到场 美食和酒水 如同流水一般的端了进来 因为有了上官月的提前安排 所以会所的经理 也是相当重视 直接派出了大量的服务员 在现场进行着服务工作 一时之间 这间最大的包间里 人声鼎沸 热闹非常 郑波作为精灵顶记圈子里的代言人 自然是有资格坐在主桌上的 他率先举起了酒杯 看向陈天 十分恭敬地说道 陈栋 我先敬您一杯 如果不是您出手力挽狂澜的话 咱们苏杭这一次 肯定是要在天津栽个大跟头的 其他的老总 也是一脸晶晶亮地看向陈天 他们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 只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 不可能第一个站出来 这才等待着有大佬起身 率先开个头 果然 还是郑波不负众望 直接将大家心里的话 都给说了出来 迎着现场众人眼巴巴的目光 陈天笑呵呵地举起了手中的茶杯 说道 我下午还有事情 就以茶代酒 干杯 陈天和郑波干了一杯 两个人都是直接干杯 得到现场众人的一阵掌声 虽然陈天是以茶代酒 但是现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表现出一点意义 不少老总们都是站了起来 表达着对陈天的感谢 陈董 我必须代表我的集团 感觉您的帮助 我们这一次和天津的合作项目 几乎是破釜沉舟 要是出了岔子 公司就要没了 能加入到苏航商会 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 这一次天津的联合狙击行动 不仅没有对我们造成影响 反而是得到了太多的好处 这些都是在陈董的帮助之下 我们才能得到的 不管怎么说 陈董的大恩大德 我们是记在心里头了 以后您的话 我们绝无二话 对 以后陈董就是我们的天 您说什么 我们一定追随 陈天仍然是一脸淡笑 他听着众人恭维的话 也是笑呵呵的起身 拿起自己的茶杯 朝着众人举杯 等到这些老总们落座以后 陈天并没有坐下 而是看着在场众人 朗声说道 我在这里敬大家一杯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接待 一听说是陈天要敬酒 众人连忙都站了起来 纷纷拿起了手中的酒杯 眼睛里全都闪烁着光芒 他们都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抱紧陈天这条金大腿 有了这么强悍的盟友 他们对于苏杭的未来 和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一时之间 大家都是热情地推杯换战 在热烈的气氛之下 时间过得飞快 很快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大家都已经吃好 酒水已经撤下 服务员给每一位客人 都换上了上好的茶水 在场众人借着清茶一盏 和众人一起聊着天 散着酒气 就在这个时候 会所的经理匆匆走了进来 在上官月身边汇报道 小姐 华夏书法协会的自华大师 已经来了 您看 经理的声音并不小 附近的老总们都听到了他的话 众人纷纷露出好奇的表情 看向上官月 开口询问道 上官刑长 是哪一位敢号称 是华夏书法协会的自华大师啊 上官月听到有老总询问 微笑着回答道 是这样的 我们请了大师江峰 来给会所提子 大师江峰 一听到江峰的名字 在场的老总们 都是露出惊讶的表情来 这一位 那可是现在华夏鼎鼎有名的书画大师 每年不知道有多少人 为了求得江峰的一字 想尽各种办法 但是江峰这个级别的大师 自然是不会缺钱 也是让多少人 只能空手而归 上官家到底是身份斐然 才能请得动这位有名的大师 亲自到现场 给会所进行提子 这件事情 要是放在别人身上 恐怕够吹好几年了 但是看看人家上官月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这差距 简直是不要太大 上官月看着大家羡慕的目光 灿然一笑 十分大气地邀请道 大家既然感兴趣 不如一起去看看 老总们一听都很高兴 毕竟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大师 便一起起身 朝着外面走去 这时候 度假村里面不少人 都已经认出了江峰 那些客人们先是一愣 随即眼睛里放射出惊人的光芒 看向江峰的目光里 更是充满了热气 有一些不认识江峰的客人 开始和身边的客人 小声地打听起来 没想到 自己一个人的问题 却得到了不少人的回答 这一位可是华夏书画协会的大师 华夏书画协会 可不是地方的小协会 能进入那里的 本身都是小有名气的人 这一位江峰大师 那一手书画可是出了名的 在整个华夏 提起这位江峰大师 确实是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的 听说之前有一位天津的大佬 送上上百万的现金 想要求江峰大师的提字 都被人都拒绝了呢 可见这位大师 那是要求很高的 真正达到了一定境界的大师 就已经不会在乎 这些钱才事物了 对人家来说 那是招手急来的东西 更是不会放在心上 这些客人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都是朝着江峰几人的方向 伸着头不断张望着 他们之中不少人 都在心里疯狂地想着 希望趁着这个机会 可以求到江峰大师的字 这样华夏顶级大师的作品 可是太具有收藏价值了 客人们一个个跃跃欲试的 都是一脸的激动表情 这时候 江峰也是缓缓地朝着 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只见江峰大师 穿着一身宽松的长衫 他本人非常瘦 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头发长长地披散在肩膀上 他的身后跟着几个年轻人 都是他的徒弟 这些人同样是一身长衫的打扮 但是作为师傅的江峰 穿的是丝织的长衫 他们的只是布料 不过几人的脸上 都带着同样的傲气 旁若无人地朝前走着 一双眼睛 恨不得瞪到天上去 虽然这些人一个个傲气十足 但是周围的客人们 却是毫不在意 毕竟人家是真有本事 就算是适才傲武 那也是得有资本不是 能到这里用餐的客人 自身也是有一定实力的人 他们纷纷凑到江峰等人的身边 十分热情地打着招呼 您就是江峰大师吧 能在这里见到您 真是我的荣幸 我一直都是您的字迷 您这两年的笔法更加精进 真是华夏书法之光 江峰老师您好 我也是您的粉丝 我在这里有个不情之情 能不能请您赐一封莫保 您放心 该有的谢礼绝对不敢少 我不敢奢求老师的字 能不能请老师给我签个名 这样我摆在书桌上 练字的时候也能更有动力 江峰看着围在身边的众人 眼中闪过了一丝不屑 这时候江峰身后的那些徒弟们 则是派上了用场 他们立刻上前 用身体隔开师傅和那些客人们的距离 嘴里略带严厉地说道 不好意思各位 师傅来这里是有事情要办的 请让一让 字里行间明明是禁语 却听不出来一点的客气 那些客人们愣了一下 随即就甘笑着让出路来 不敢继续纠 这时候上官月带着一众老总们走了过来 陈天就走在上官月身边 看向了面前的江峰 上官月这时候 已经微笑地看向江峰 笑着给他介绍了身边的众人 江峰面对上官月的时候 可没有之前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有说有笑地 显得十分平易近人 这一位 是新元集团董事长陈董 他也是苏航商会的会长 上官月给江峰介绍着陈天 江峰听到陈天的身份之后 也是一愣 心中更是惊涛骇浪 震惊无比 作为华夏书法协会的大师 江峰平时接触的 都是各地的达官显贵 对于这位新元集团董事长的事迹 有些有所耳闻 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江峰不着痕迹地打量着陈天 他发现眼前的年轻人 绝对是天之骄子 一身气势十分惊人 随之也是开始关注起来 上官月也是向众人介绍了江峰 他朝着身后的经理招招手 经理立刻走上前来 带着工作人员将文房四宝全部备好 毕竟这里来了这么多的老总 之前准备的单间 肯定是不够占的 既然是大小节在这里 干脆就将书桌和文房四宝 布置在这里 江峰看着经理的布置 也不是很在意 这里是上官家的会所 自己在这里为他们提字 倒是也说得过去 全当作是给会所 做一次免费的宣传了 反正能得到上官家的人情 对于江峰来说 是求之不得的东西 东西很快就准备好了 那些客人们 看到上官月 和一众精灵的老总们出现 也是十分激动 他们远远地看着 等待着江峰大师的作品出炉 江峰大师早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场面 他毫不在意地拿起毛笔 沾满了墨汁 开始在纸上奋笔记书起来 梅香自来 看着江峰已经写完的作品 上官月也是拿起作品 和周围的一众老总们一起观赏 虽然墨字还未干 但是并不影响观赏书法 江峰不愧是华夏书画协会的大师 一幅自写得十分潇洒 比憨莫保让人沉静其中 一幅自写的奥古迎风 将梅花的那种高级奥案 体现得很是立体 在场的众人都是一阵赞叹 就连陈天也是看着点点头 这时候 一位老总忽然扭头看向陈天 他忽然间想起来 之前在上官老爷子的寿宴之上 陈天可是送上了一幅神字 现在想起 仍然感觉到震撼不已 那位老总忽然眉头一挑 脱口而出道 陈董 要不您给这幅字 提个字如何 其他的老总们一听 也是纷纷眼前一亮 开口复合道 这倒是个好主意 陈董的字 我们都是见过的 那才是真正的极品 正好现场东西齐全 陈董您也露一手 相信上官大小见 也是有着同样的期待 要是在会所里面 挂起陈董的字 那绝对是一大亮点 恐怕到场的人 都会观摩一番 上官老爷子寿宴的事情 我也是有所耳闻 只可惜身份不够 没有机会过去 要是能在现场看到陈董的字 也算是一种弥补了 陈董 您就给个面子 提个字吧 这些老总们的话 让周围的那些众人 都是一愣 就连江峰和他的徒弟们 也是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 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他们虽然嘴上不敢明说 毕竟他们可不敢说 这位炙手可热的苏航商会会长 但是 在心里 却是忍不住的付肥起来 什么东西 一个年纪轻轻 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孩子 居然要给江峰大师的作品提字 就算是也想给他贴金 也得要点脸吧 这些人都是屈炎富士之人 不就是地位高一点吗 就可以提字了 他懂吗 江峰大师这么好的作品 恐怕要被这个小子给毁了 没想到 这些老总们拍起马屁来 更是厉害 看看人家那话说的 简直是把这个小子 给吹上天去了 这个年轻人 要是真的那么厉害 上官家直接请他 写一幅字不就行了 还用得着大老远的 请江峰大师过来 心里一点 AC数都没有 旁边的那些客人们 也是凑在一起 小声的议论了起来 我刚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这位江峰大师 可是超级有名的书画大师呢 怪不得上官家会选择 请这样的大家上门来 要我说 这年轻人心里但凡有点普 也不能答应下来 在人家大师的字旁边提字 这不是干等着露窃吗 就怕这年轻人自视甚高 听别人夸他两句 就走不动到了 要是那样的话 恐怕他真的会上手 给大家露一手呢 这些客人们也知道 陈天的身份不简单 他们离得比较远 又是压低了声音说的 只有他们几个人能听得到 陈天听着一众老总们恭维的话 轻轻摆了摆手 十分谦虚地说道 算了 这不是在官公面前耍大刀吗 我在这里观赏一下就成 毕竟这位江峰大师 可是上官家里请来的 自己没必要这么张扬 听到陈天推托 一众老总们又是一阵劝说 都是想要见识一下 陈天的书法造诣 就连一旁的上官月 居然也是笑呵呵地附和道 陈董之前一直在天津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精灵 要是知道你最近就回来 我怎么也要上门去 讨要一副蹄子才行 听到上官月都这么说了 陈天也就不再客气 他看着众人 但笑着说道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现丑了 听到陈天居然答应了下来 一旁的江峰和他的徒弟们 都是一脸的不服气 江峰倒是还好 毕竟是成名已久的大师 倒是喜怒不形于色 只是眼眸之中 时不时地闪出一道怒意 但是他的那些徒弟们 就完全不行了 这几个年轻人 气鼓鼓地看着陈天 心里不断地暗暗想到 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人 有什么值得推崇呢 这里的这些人 都是商场上的大楼 居然要在这里舔一个年轻人 真的是够了 怕是集团都是这个年轻人 从家族里面继承来的吧 我看他不是能力超权 顶多算得上是命后 比较会投胎吧 一个嘴上无毛的年轻小子 能懂得书法 肯定就是让他们这样的人 给捧出来的自信心呗 看他怎么丢人 不仅是这些徒弟们 觉得陈天不行 就连那些远处的客人们 同样是这样的想法 陈天这时候 已经拿起了毛笔 他看着江峰写的字 眯了眯眼睛 就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之下 陈天开始在纸上挥笔题字 手中的毛笔一笔而下 观之如同脱缰的骏马一般 腾空而起 只觉得眼前一晃 骏马已经绝尘而去 又犹如天边的浮云一般 时而变化成矫健雄伟的金龙 下一刻又变成冲天起的凤凰 只留下耳边还在徘徊的精明 就在众人沉浸其中的时候 陈天已经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笔 上官月绝美的眸子里 闪动着惊艳的光芒 朝着桌上的字走去 感受着清风拂面而过 上官月直接提起了桌上的字 众人直勾勾地看着面前的作品 只觉得一阵清风拂面而过 身上顿时舒服无比 而且他们仿佛闻到了 空气之中夹杂着的青草气息 还有泥土的芬芳 在场所有人 都被这种奇异的感觉震惊了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睛之中只剩下无尽的不可思议 他们下意识地看向陈天 目光里充满了震惊和崇拜 这次如同神迹一般 让他们感受到了无尽的舒爽 不仅是这些普通人 就连一旁的江峰 也是一脸震撼地看向陈天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 简直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可是传说中才有的书法 江峰本来以为 那不过就是古人的异想 没想到 有一天 他居然看到了真实存在的 江峰的眼神 逐渐变得热切起来 呼吸也跟着变得有些粗重 至于江峰的那些徒弟 自然也是认出陈天的字不凡 呆愣愣地站在一旁 就好像是大脑里 经历了一场巨阵一样 整个人脑袋里空空的 只剩下轰隆隆的巨响 江峰好半天才反应了过来 他忽然快步走向陈天 不少人都看到了他的动作 还以为他要做什么 对陈天不利的事情 就在众人准备上前的时候 就看到江峰朝着陈天猛的一弓身 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弓 恭恭敬敬地说道 陈先生 我十分恳气地希望您 可以收我为徒 收徒 众人听到江峰的话 不由得一愣 脸上写满了惊讶 如果说陈天写的话 江峰对陈天十分恭敬的话 就已经是他们所认为的天花板了 毕竟江峰也是一代书法大师 他的作品好坏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江峰居然说 要拜陈天为师 这这这 众人都被江峰的态度所震惊 一双双眼睛突兀地瞪大着 像是看到了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陈天看着江峰 轻轻一抬手将他扶起来 婉拒道 这不可规矩 江大师也不要多脸 听着陈天的拒绝 江峰也是毫不在意 反而是撩起长衫 想要直接跪拜 要不是陈天眼疾手快 扶住了他 就真让江峰跪下去了 陈先生 您就收下吧 我不求能学到您的精髓 能侍奉您左右 我就知足了 江峰哪里还有一点点之前的傲气 他现在可以说是谦卑至极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向陈天 透着一股认真和真诚 也是之前的好生活 让江峰有些迷失 但是毕竟能有这种成就的人 心智都是比较坚定的 江峰似乎是大彻大悟了一般 向着陈天再三地请求道 不过陈天并没有收徒地打算 还是直接拒绝了江峰的请求 江峰一脸地惋惜 他常常地叹息一声 看着面前的字 也是欲言又止 他看着上官月一脸惊喜的样子 就知道对方一定不舍得个爱 且不说上官家的地位 光是陈天的提字 就已经比他的字值钱了太多 这样的作品 他根本没有可能性带走或者收藏 也只能是望而心探 上官月感受到了江峰的目光 看着对方活辣辣的眸子 上官月也是美眸一转 江峰赶紧卷了起来 似乎是生怕被对方抢了去似的 与此同时 在场的众人也是一脸的震撼 久久未曾平静 陈天这时候走到上官月的身旁 对他说道 饭我也吃了 字也提了 我就先回去了 上官月点点头 立刻要带着一众老总的相送 陈天见状连忙摆了白手 说道 你带着大家在这里继续看看吧 我自己走就行 这里有星园集团的人 正好可以送他回去 陈天带着星园集团的人离开了现场 江峰看着陈天离去的背影 喃喃地感叹道 真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啊 想想自己刚有一点成就 就飘成了这样 还怎么往前进步 他现在的心里 对自己的自负 充满了羞愧 江峰也是摆正了心态 打算好回去之后 就闭关练字 绝不能这么浮躁下去 苏天勤开着车子 带着陈天离开了会所 陈天直接对着苏天勤吩咐道 送我去天府城一号别墅吧 现在正好是中午午休时间 张淑瑶应该在家里 好的 陈哥 苏天勤吟了一声 朝着天府城一号别墅开去 陈天赶回一号别墅的时候 张淑瑶正在厨房里忙活着 他听到了身后有动静 一回头就看到了笑盈盈的陈天 一看到是陈天 张淑瑶惊呼一声 下一秒直接朝着他扑了过来 陈天赶紧将张淑瑶接住 轻轻在他脸颊上落下一吻 笑着说道 慢一点 小心摔倒 我才不怕呢 张淑瑶见到陈天特别高兴 一双漂亮的毛子 在他脸上扫来扫去 像是怎么也看不够似的 陈天无奈地摇摇头 他看向厨房 就看到张淑瑶之前 正在摆弄一份冰凉的沙拉 看着泛着冷气的沙拉 陈天眉头一挑 问道 你不会告诉我 你中午就吃这个吧 张淑瑶点点头 陈天也不在这里 他一个人觉得 开火太麻烦了 所以一般都是简单的吃一点 来解决战斗 陈天一听 非常不赞同张淑瑶的做法 他轻轻放下张淑瑶 打开冰箱看了看里面的食材 打算给他做一点热乎乎的饭菜吃 张淑瑶看着陈天忙碌着 听着他手下哒哒哒的切菜声 毛子里满是崇拜 看着他在做饭 张淑瑶洗了一些新鲜的水果 他粘起一颗新鲜的草莓 直接送到了陈天的嘴边 说道 尝尝看 很甜 陈天打量着 葱白手指上红艳艳的草莓 直接一口咬了下去 不仅吞下了草莓 还有张淑瑶的指尖 感受着湿滑的触感 张淑瑶连忙抽回了手 小脸居然已经红彤彤的 陈天看着他可爱的模样 也是淡淡一笑 继续做起饭来 很快 一桌色香味 俱全的美味 就被端到了桌上 张淑瑶闻着空气里浓郁的香味 就已经食指大动 真好吃 张淑瑶一边品尝着美味 一边看着笑盈盈的陈天 惊讶地问道 你不吃吗 陈天摇摇头 一脸深意地看向张淑瑶 看得对方一阵脸红心跳 连忙埋头吃起饭来 等到张淑瑶吃完 陈天直接过去 将他拦腰抱起 惹得对方一阵惊呼 陈天直接覆耳过去 轻声说道 现在轮到我吃了 张淑瑶来不及多说话 人已经被陈天抱去了卧室 一脚带上了房门 很快 一阵高呼低音声 从房间里响起 两个人累极了 便沉沉睡去 直到晚上才醒来 张淑瑶已经恢复了体力 他轻轻帮陈天按摩着后背 柔声地说着话 这次去天津 累坏了吧 他作为天府城的销售经理 也是听说了陈天 在天津的一些事情 听着那些凶险 张淑瑶的心里 就是一阵心疼 陈天安然地享受着 张淑瑶的按摩 他微微闭着眼睛 回答道 还好 听着陈天轻描淡写的话 张淑瑶紧地闭着唇角 十分心疼自己的男人 他更加认真地按摩着 希望用自己的方式 给陈天放松一下 按摩完 两个人也是相拥着沉沉睡去 第二天 陈天和张淑瑶刚刚吃完早饭 就接到了刘一范打来的电话 陈天见是刘一范的电话 便按下了接听键 就听到刘一范乐呵呵的声音 响了起来 我们从天津回来了 孙龙江想和你见面一续 你有时间来一趟分部吗 陈天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上次和周老爷子见面后 他就有心见一见 这位震慑海外的孙龙江了 要去阴龙军部的话 换上军装 张淑瑶陪着陈天一起上了楼 帮着陈天换上军装 看着陈天一身合体的军装 浑身上下散发着逼人阴气 张淑瑶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无尽了爱慕 看看 这就是自己的男人 太帅了 陈天看了看时间 给苏天晴打了一个电话 叫他直接过来别墅 一会要去阴龙军部 苏天晴自然快速答应了下来 带着刘猛和郑天南 开着车来到了别墅门口等待着 他们没到多久 就看到两辆红旗L5朝着别墅的方向开来 正是来接陈天等人的车子 陈天这时候也走出了别墅 带着苏天晴等人坐进了红旗车里 朝着英龙军部而去 苏天晴坐在陈天的旁边 心情十分的激动 上一次他们去英龙军部精灵分部的时候 还是上官老爷子陪着他们一起过去的 当时的身份仅仅是参观 但是这一次 他们的老板陈天 已经成为了英龙军部的正式成员 不仅如此 还成为了英龙军部的四星龙校 还是有史以来年纪最轻的一位 苏天晴等人也是予有荣焉 感觉非常的自豪 汽车的速度很快 他们已经到了英龙军部精灵分部的外面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后 众人这才通过了安检 进入了精灵分部 进入分部之后 陈天等人也是下了车 在司机的带领之下 朝着里面的建筑走去 在经过训练场的时候 不少人都看到了陈天 看着陈天白嫩嫩的面旁 还有他肩膀上的四颗筋痘 那些战士们都是一愣 随即便开口小声地议论起来 你们快点看看 刚刚过去的那位年轻的四星龙校 该不会就是王哥他们说的陈教官吧 我觉得应该是 毕竟在咱们英龙军部里面 长相这么白净的四星龙校 恐怕找不出来第二个 二十岁出头的四星龙校 恐怕也找不出来第二个吧 这位的特征也太明显了 肯定就是他 听着这些战友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话 旁边的英龙军部成员中 有人并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这些人便一脸好奇地凑过来 询问道 什么情况 你们几里咕噜地说什么呢 看到战友居然还不知道 刚才小声议论的成员们 开始你一句 我一句地介绍起来 王哥他们不是去总部了 那一位 就是刘龙将给他们找来的格斗教官 你是不知道 那位教官单手 可以捏碎石头 最厉害的就是 这位教官所教导的格斗技术 让这一次精灵分部 在这次的军部大笔之中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要知道 以前的军部大笔 综合实力最强的 永远都是天津的总部 我们这一次的代表队成绩 比起之前来 已经好了太多 听着这些成员的话 那些战友们面色一变 目瞪口呆地看向他们 一脸的震惊 徒手捏碎石头 提升格斗成绩 这这这 这些战友们努力 回忆着陈天的模样 那么年轻的人 居然实力如此惊人 看看自己引以为豪的 有黑皮肤 再想想人家细皮嫩肉的样子 顿时觉得一阵无语 他们这些年 是越连越回去了 就在战士们 有些气馁的时候 了解情况的那些成员们 再次开了口 王哥他们说 这位教官的身手深不可测 如果教官使出权力的话 恐怕他们在对方手中 都走不出去一招 众人听着这样的形容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招都抗不过 这怎么可能 战士们的心中充满了震惊 他们的眉头紧紧地锁着 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 毕竟王哥他们 可是精灵分部之中的佼佼者 要知道 有资格选进 参加军部大比的战士 各个都是分部里面的好手 否则 也不可能派他们 当作代表去参赛 虽然说他们只是分部 但是自尊心同样非常强烈 只要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一定会使出全身的解数 只为了夺得大比的第一 要是他们都这么说 那么这位陈教官的实力 确实是超乎寻常 不过更多的战士心里 还是觉得有些疑惑 如此年轻的人 真的能比他们强出这么多 就在众人各有心思的时候 从远处忽然走过来几个 身形十分彪悍的汉子 正是之前去往天津 参加军部大比的几个人 他们都接受过陈天的教导 现在忽然在精灵分部里 见到陈天 自然非常高兴 乐颠颠地跑了过来 高宁智也在几人中间 看着眼前这位 让他们敬佩不已的陈教官 十分热情地开口说道 陈教官 您这是要去哪 我们带您过去吧 陈天看着几人 淡然一笑 直接回答道 我去找孙龙江 孙龙江 听到这个名字 在场的众人 无不大惊失色 孙龙江 可是他们英龙军部 精灵分部的一把手 说实话 他们在这里训练了几年的时间 也只是远远地看过 孙龙江的背影而已 而他们的陈教官 才刚来精灵分部多久 就已经要和孙龙江面谈了 这样的待遇 可谓之前所未有的优待 要知道 陈天之所以能成为 他们的格斗教官 当时就是刘龙江带来的 才刚刚进入英龙军部 就已经受到了 两位龙江的看好 这个陈教官的未来 简直是不敢想象 高宁智听陈天提到孙龙江 脸上更是露出了 敬仰和敬佩的目光来 毕竟孙龙江的事迹 他们早已经烂熟于心 这样一位一拳一拳 打出一片天地的孙龙江 那是靠着自己的拳头 一点点积累军功出来的 众人收敛起目光之中的 羡慕和向往 带着陈天朝着龙江办公室走去 而此时的办公室之中 茶香满事 刘一范和孙毅 都端坐在沙发上 他们的对面坐着的 是精灵分部的 其他几位龙江 大家一起品明着香茶 享受着难得的放松时刻 孙毅浅尝了一口香鸣 他将身体靠在沙发上 有些感慨地说道 说实话 咱们精灵分部里面 能让那些刺头们服软的人 可是不多了 能代表精灵分部 出现在军部大笔上的 都是分部里面佼佼者 但是这些个小子 也都是一个个刺头 一个压制不好 都是可能要闹翻天的存在 没想到 陈天一出现 也就是一个照面的功夫 连手都没有动 就已经把他们收拾得服服贴贴 一位龙江也是放下了茶杯 笑呵呵地接话道 幸好那陈小子聪明 没有直接使用武力镇压 否则真要是打坏了 咱们后面的大笔 参加了 其余的几位龙江 也是笑呵呵的 正要再说的时候 孙毅办公室的大门 忽然被人敲响了 请进 孙毅没有起身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办公室的房门已经打开 陈天静止走进了办公室之中 孙毅刚好和陈天的视线撞在一起 看着面前这个20岁出头的 优秀年轻人 也是站起身来 其他的龙江看到陈天也是一愣 等到他们注意到孙毅起身 也是跟着站了起来 朝着陈天打量着 刘一范看着陈天 说什么来什么 咱们刚才还念到人家陈天呢 现在人就来了 众人一听到陈天的名字 眼前都是一亮 他们都听说了陈天的种种不平凡 本来心里就是有了想法 想要和他见上一面 这么快就得偿所愿 众人的心里也是一阵兴奋 就在众人打量陈天的时候 陈天的目光也是在几人的身上扫过 最后落在了孙毅的身上 还不带刘一范给他介绍 陈天便主动朝着孙毅敬礼 很是礼貌地打着招呼 孙龙江 您好 毕竟是一拳一拳打上来的龙江 身上的气息里带着一丝霸气 还有那浓郁的上位者气息 陈天第一时间就确定 孙毅的真实身份 看到陈天如此聪明 孙毅也是一乐 轻轻拍了拍陈天的肩膀 感叹道 真是英雄出少年 小子 你很不错 光是这份眼力 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比肩的 刘一范站在旁边 又给陈天介绍了其他的几位龙将 陈天没有丝毫的傲气 他还是认真地和这几位龙将打了招呼 倒是让几位龙将十分舒适 来 大家都不是外人 坐下再说 孙毅一面说着 一面招呼着众人坐下 刘一范拿起茶壶 亲自给陈天倒上了一杯茶 陈天哪里能让刘龙江给他倒茶 连忙起身 想要接过对方手里的茶壶 没想到伸出去的手 却被刘一范给挡了回来 他笑呵呵地说道 小陈 你就安心喝茶就是 既然你过来了 我正好和你说一下 咱们这一次大笔的成绩 陈天看着刘一范脸上的喜气 就知道 这次的成绩应该不错 果然 下一刻 就听到刘一范略带兴奋地说道 这一次 咱们的成绩不错 算是给咱们精灵分部扬眉吐气了 小陈 这可是多亏了你 每一次的鹰龙军部大笔 获胜的都是天津的总部 这样的成绩 让天津的总部扭气得不得了 看人的鼻孔 都要扬到天上去了 但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毕竟人家那里是总部 优秀的教官们 不是也想着要更上一层楼 这一上去 就成了人家的教官 他们这些分部 反倒是被落下了 一来二去的 各个分部和总部的差距 也就慢慢拉开了 但是这一次 陈天的出现 让精灵分部彻底的扬眉吐气 有了陈天教授的八级拳 因为陈天教的足够细 没有丝毫的隐瞒 这些战士们 对于力量的掌控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也正是这样的提升 让这些战士们 不只是在格斗上提升 其他的方面也是 有了不小的进展 这一次的阴龙军部大比 他们取得了第一的好成绩 这 绝对是精灵分部 值得浓墨重彩 宣扬一番的大好事 其他的几位龙将 说起来这件事 也是喜上眉梢 纷纷开口说道 自从咱们精灵分部 取得了第一的好成绩后 我这边可是收到了 不少的电话呢 都是在询问我 我们这位新教官的情况 光是询问的倒是还好 我这边 还有人想要挖人呢 这帮人真的能气死个人 自己的人被总部挖走了 还想来 我们精灵分部挖角 不提那些惹人烦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 我们取得了第一 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小陈 感谢你为精灵分部付出的努力 陈天听着一众龙将们的夸奖 连忙谦逊地说道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 还是我们的战士们 自己努力的结果 一众龙将们 看着谦虚的陈天 心里对于他的喜爱 更是多了几分 这么懂事的年轻人 现在可是不多见了 陈天和几位龙将说话的时候 孙逸一直在旁边观察着陈天 看着他一副淡然的模样 心里也是十分满意 毕竟像陈天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最应该戒除的 就是焦躁和浮躁 能如此谦逊和平和 就是孙逸这个年纪 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这个年轻人 确实不错 孙逸越看陈天越是满意 他拿起茶杯来喝了一口 看着陈天说道 你这小子 倒是知道我 孙逸的心里有一丝疑惑 毕竟之前他和陈天 没有丝毫的交集 就连那天在训练场上 陈天也没有发现 孙逸的存在 陈天听出孙逸的话里 也询问的意思 便主动开口解释道 不敢隐瞒孙龙江 其实是天津的周家老爷子 和我说起过 他说 孙龙江是靠着军功 一步步上来的 是我被真正需要 好好学习的对象 至于自己的四星龙校 是孙逸轻辟的这件事 陈天并没有提起 在陈天看来 这不是一件 需要放在台面上 说起的大事 毕竟对于自身的实力 陈天是非常有信心的 既然孙龙江 这么看好自己 他自然也不会让对方 在自己的身上丢了面子 周家老爷子 孙逸倒是没想到 陈天居然还和周家老爷子相识 也是诧异地 看了面前的年轻人一眼 这份人脉 倒是自己没有想到的 周家老爷子 可是老牌龙匠 陈天能和周老爷子说上话 确实是让在场众人 都是一愣 周老爷子谬赞 那都是以前了 孙逸呵呵笑着 也是十分谦逊地 回应了一句 壮世不提当年勇 那些往事 孙逸以前很久没提起了 孙逸看着面前的茶水已然不多 他站起身来 还没有下一步动作 忽然面色一紧 身体也是一个亮强 看到即将摔倒的孙逸 在场众人结实一愣 下意识地 想要上前去扶住 可是他们刚刚伸出手去 就看到孙逸 已经稳住了身形 孙逸的面色有些灰白 他一手捂着胸口 一手轻轻摆了摆 好扮想才开口说道 没事 我就是办了一下 让你们见笑了 众人的眼神结实一动 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地面平坦 哪里有东西可以办 这些龙将的脸上 有些欲言又止 心里都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反倒是陈天 他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孙逸 看着孙逸捂着胸口的手 还是略显粗重的呼吸 陈天眯了眯眼睛 很是肯定地说道 孙龙将 你身上的暗集 太多了 孙逸是 真正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 周家老爷子曾经说过 是孙龙将让那些海外的人 认识到了英龙军部的威名 这样的名声 可是靠做广告传播的 那是一拳一拳打出来的效果 能震慑住海外的那些人 可以想象 孙龙将当年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又是使出了怎样的力量 身上的这些暗集 不需要仔细思量 也知道 必然和当年的震慑行动有关系 这样都是保家卫国的痕迹 这样的英雄 怎么能让人不敬佩 刘一范看着目光闪动的陈天 也是摇了摇头 说道 陈天 你还不知道 孙龙将可从不让我们说出来 要是孙龙将生患影集的事情传出去 外面的那些势力 恐怕又要蠢蠢欲动了 刘一范心里很清楚 现在就已经有势力 开始不安分了 其他的那些龙将 也是一脸的无奈 跟着摇了摇头 一位龙将一脸的惋惜 紧皱着眉头说道 也怪我们自己 那时候年纪轻 觉得自己底子硬 受点伤算的了什么 那时候不知道好好保护自己 受了伤也要逞强 现在才成了这副样子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 可是要以我们为教训 保护好自己 才是真正的革命本钱 若是当年 他们爱惜自己一点 恐怕现在也能为国家 再多奋斗几年 所以这时候缓上来了一点 他放下了捂在胸口上的手 笑着说道 看你们说的什么话 那时候国境正在动荡 我们要是退缩了 都去保护自己了 他们能害怕吗 其他的龙将们文言 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 是啊 那时候的华夏国境 正处于动荡的时期 这样地大物博的一个国家 那些国外的势力 就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苍蝇 一个个盯得紧呢 正是当年的拼命三郎 和强横的实力 才能真正震慑那些卑鄙的蝼蚁 陈天看着面前 这些满是军功的龙将 看着他们饱受病痛折磨的身体 也是叹了一口气 说实话 刚才孙艺的话 也让陈天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想了想 看着面前的众人 开口说道 诸位 我倒是有些办法 不如你们试一试 听到陈天的话 众人的眼睛瞬间一亮 不过下一秒 还是逐渐地按了下去 龙将们看着陈天 纷纷苦笑着开口说道 小子 你可能有所不知 我们这都是今年累月造成的暗集 都已经拖到了这个时候 除了慢慢调养之外 怕是没有其他方法了 调养这个法子 我们都是知道的 但是 真要是有那个时间 也不会拖到现在了 我们平时都挺忙的 哪有那个时间调养生线 国境线的安全 还是华夏境内的安全 都是我们要时刻守住的 这身体 也是黄土埋了半截了 只希望在走之前 能为国家多做一番贡献 小子 你有这份心 我们就已经领了 这么多年了 我们也已经接受这个事实 龙将们似乎已经放下了生死 和身体调养相比 还是国境的安全 更为重要 陈天也是知道 光凭着自己一张嘴的解释 恐怕这些人 也是理解不了他的方法 但是看着面前 这些为国为民的龙将 陈天也不愿看他们 继续这样忍痛下去 如果各位信得过我 不如一试 陈天想了想 对着众人说了一句 随即将苏天琴叫了进来 他复耳上去 在苏天琴的耳边交代了一句 让他去自己的家里 取一些东西过来 至于神级看家犬 陈天倒是不担心 毕竟苏天琴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应该问题不大 既然是神级 自然是有他的神奇之处 苏天琴听了陈天的叮嘱后 点了点头 大跨步朝着外面走去 陈天只是苏天琴离开后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和几人一起聊着天 喝喝茶 在场的龙将们 看到陈天的模样 也是知道这个小子打定了主意 几人也是拗不过陈天 心中觉得 不能辜负年轻人一番好意 还是试试吧 再说了 这个年轻人 创造了不少奇迹 倒是不如期待一番 与此同时 黑旗组织的大本营之中 看到李世江等人回归 一众成员们都十分高兴 众人立刻将几人围在了中间 这时候 也终于看清了 几人现在的样子 看着几人狼狈不堪的模样 众人都是疑论 随即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口说道 李哥 你们不是去见新队长了吗 怎么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不会是路上遇到了情况 刚好碰到了以前的仇人吧 可是以你们的实力 应该不至于这么惨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世江 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 我们才好一起解决啊 你这样不说话 我们也不好判断 这里不只是有黑旗组织的成员 还有一些高层也在 看着他们一个个不说话的样子 众人都是十分关切地询问到 李世江拉长着一张脸没有说话 一旁跟着去的几位汉子 忍不住开口说了一句 被打的 被打 众人一听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随即就是一股无边的愤怒 涌上心头 什么人 居然敢动我们黑旗的人 看着大家一份填膺的样子 那位说话的汉子 连忙解释道 被新队长打的 李哥非要和队长试试 结果 就这样了呗 李世江听着身后的人 将事情都说了出来 气哼哼地瞪了他一眼 这种事情都说出来 这不是找着丢脸吗 那个汉子被李世江一瞪 也是不敢说话了 其他的成员们一看这个情况 也是心领神会 一时间气氛变得尴尬了起来 李世江想了想 他直接拿出陈天给的药剂 递到了面前的成员面前 陈生说道 这一次去 倒是队长给了好东西 喝吧 在场的众人都从其他人的手里 领到了药剂 大家谁也没有询问 直接一扬脖子将药剂一饮而尽 感受着药剂流入胃里 众人顿时感觉一股热流 开始在全身流转起来 身体里仿佛充满了力量 更有甚者 身体的骨骼都跟着霹雳啪啦的响着 成员们的脸上都带着不敢置信 他们呆愣愣的看着自己的手 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那种感觉 这也太神奇了吧 感觉整个人就像是充满了电一样 身体各种都充满了力量 这 这是什么啊 感觉喝了好舒服 身体充满了能量 一个成员惊呼着 其他人也是用力点点头 他们也是一样的感受 一时之间 众人对于这位素未谋面的新队长 只剩下满满的恭敬 大家的心里也是感慨 更是好奇这位新队长了 不少闻讯赶来的成员们 也是收到了分发的药剂 喝完后也是一阵感慨 个个都在惊呼自己的感受 这药剂好神奇 我感觉我现在的爆发力 比以前强了好几倍 喝完药剂之后 整个人的身体都变得不一样了 不只是力量 就连不舒服的地方 都好像不见了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之前我出任务的时候 受了一点伤 早上的时候还在隐隐的疼 现在居然全都好了 陈天这个时候 还在和那些龙匠们聊着天 他知识储备十分丰富 也没有刺头的那股棱镜 反而是给人一种 如沐春风的感觉 这样龙匠们都很喜欢和他说话 被陈天的妙语连珠 逗得哈哈大笑 就连刘一范也是嘴角带笑 轻轻摇摇头说道 你这个小子 不只是能靠拳头打上去 靠你这张嘴 也能在军部闯出一片天 看看面前的这些龙匠 平时那些冰蛋子看见了 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哪里像是陈天这样 把他们一个个哄得这么高兴 差不多过去了个把小时 苏天晴带着几瓶药剂 返回了英龙军部 苏天晴恭恭敬敬地将药剂 递到了陈天的手上 这才退后一步站在了一旁 训练有素的模样 就是这些龙匠们 也是暗自点头 陈天将药剂放在了桌上 看着面前的几位龙匠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开口说道 大家试试这个 龙匠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还在犹豫的时候 倒是一旁的孙医 直接拿起来喝了 孙医很是看好陈天 既然是自己的兵 自然没有怀疑的道理 其他的龙匠们 看着孙医的动作 也是不再犹豫 也是拿起药剂 一口灌了下去 随着药液流入胃里 众人顿时觉得眼前一亮 身体内部 仿佛正在进行一场角逐战 一股热流 带着无可匹敌之势 流经身体的各处 立刻觉得 那里的病痛一消 尤其是身体不适的孙医 感觉更是明显一些 好像是寒冬腊月 饥寒交迫之时 走进了热气腾腾的 温泉之中一般 众人只觉得 全身的毛孔都被打开 那种舒适的感觉 已经无法用 简单的语言来描述 孙医只觉得 一阵神清气爽 他抹去了额头上的危汗 十分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药剂 太神奇了 喝下去之后 孙医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暗急已经去了大半 这么多年来 还是第一次 有这种轻松的感觉 陈天一脸淡笑 看着众人回答道 这算是我自己做的吧 我懂一些药理知识 闲暇时候 就制作了一些 陈天看着这些龙江的样子 知道他们 还需要一些时间 吸收药力 便开口说道 您几位先休息一下 我出去看看 听到陈天的话 刘一范也是从 震惊之中回神 他看着陈天 点点头说道 好 那些战士们 都想要见见你呢 毕竟是陈天 叫了那些队员八级拳 才帮着他们 取得了这次大笔的胜利 其他的战士们知道 是精灵分布的教官 也是跃跃欲试 想要学习八级拳呢 陈天文言也是一乐 他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便走出了孙毅的办公室 朝着训练场而来 他刚一走出来 就立刻被一群战士们给围住了 战士们一脸兴奋地 望着陈天 兴冲冲地说道 陈教官 我们可算是见到您了 您能不能也交一交我们八级拳啊 陈天看着面前的战士们 他一挑眉 问道 你们没去和之前的小队学 一听陈天问起 战士们也是一脸的无奈 之前的那些队员们 虽然已经学会 但是他们也不敢随意教授 必须要得到陈天的首肯才行 陈天文言点点头 对着他们拍了拍手 大声地喊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大家集合 听我指挥 大家立刻执行陈天的命令 一个个精神抖擞 干劲十足 陈天看大家学习的热情这么高 也没有任何的藏私 将八级拳的一些要点教授给他们 战士们学习得十分认真 时不时的还要和陈天讨教一二 学习正确的发力点 要是碰到了不懂的地方 我不在的时候 就去问问之前的队员们 他们会解答的 听着陈天的话 大家都是一阵欢呼 这一下学会了八级拳 他们的实力也会突飞猛进 不需要陈天叮嘱 这些战士们自觉地开始练习起来 一朝一世之间 张法立宪 陈天看着他们学习得这么快 也是放下心来 看看时间已经不早 陈天便是招呼着苏天晴等人 一起朝着外面走去 陈天直接返回了家里 他似乎也有一段时间 没有回来过了 不过毕竟是神级家 不需要陈天担心 一切都十分完好 就连灰尘都保证看不到一点 陈天到了家门口 就走下车来 一道虚影朝着他扑了过来 正是斗牛犬 斗牛犬看到陈天非常兴奋 长长的尾巴甩得飞快 都快赶紧螺旋桨了 看着斗牛犬兴奋的样子 陈天也是一乐 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笑着说道 乖 我去给你拿好吃的 说着 陈天就快步走到了院子里 打开了高级狗罐头 喂给了斗牛犬 斗牛犬吃得十分开心 几口就吞掉了罐头 再次跑到了陈天的身边 用身体不断地蹭着他 陈天被他蹭了半天 看着他巨大的体型 直接说道 走 带你去后面的花园玩 后面的花园足够巨大 斗牛犬可以在里面 释放他超强的精力 如果是普通人 溜这么大的一只斗牛犬 恐怕早就累瘫了 但是陈天和斗牛犬玩得不亦乐乎 最后累得斗牛犬不断地吐着舌头 瘫在地上不愿意冻他 陈天给斗牛犬吃了一些罐头和水 又给他倒上了一些高级狗粮 这才回去了房间里 他静止走去了健身房 一走进去 就看到了一屋子的增强版体质药剂 苏天晴拿的那些 不过就是酒牛一毛而已 而此时的孙毅等人 还在办公室里的沙发上坐着 吸收着药剂的药力 孙毅自从喝完了药剂之后 就感觉到身体的种种变化 他只觉得非常舒爽 但是孙毅很清楚 现在药效还没有完全过去 等到药效完全吸收之后 身体一定会到达一种更好的状态 孙毅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又是激动 又是带着一丝疑惑 毕竟身体这样的变化 代表着他将有足够的力量 在为国家守住国境几年 能继续为国为民发光发热 是英龙军部每一个人的愿望 他们知道 自己能有现在的地位和荣誉 全是国家赐予的 除了拼命为国家努力之外 他们已经想不出更好的报效方式 既然是一名战士 他们就只能选择抛头颅 洒热血 以身报国 孙毅的呼吸再次急促起来 这一次不是疾病的困扰 而是太激动了 这个小家伙 已经给了他太多的惊喜 自己配置的药液 这效果 目前来看 的确是惊人 孙毅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的感觉 说不定只是药效比较猛 要想看到实际的效果 还是要等药效完全吸收之后 看看到时候 自己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 才是最靠谱的结果 其他的龙匠 还在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他们的身上 也都带着常年累月 积累下来的伤痛 现在这种陡然一清的感觉 如此陌生 也正是这种陌生感 让这些龙匠们十分震惊 他们太了解自己的身体 而且他们感觉得出来 这绝不是临时药效的改变 而是真正的 对他们的身体 进行了改造和修缮 孙龙匠 我感觉 我现在的身体素质 比年轻的时候还要更好 一位龙匠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朝着空气挥了两拳 兴冲冲地说道 现在办公室里都是老熟人 也不用绷着挂着 可是有什么说什么 其他的几位龙匠 也是点点头 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身体里面澎湃的力量 恨不得立刻就出去跑两圈 孙医想了想 他看着一帮老朋友 直接说道 再感受一下 咱们再等等 众人也明白孙医的意思 也是淡淡地点点头 继续喝起茶来 但是砰砰跳动的心 却没有一刻安静过 越跳越是有力 他们的身体 正在潜移默化地被改造着 接下来的几天 陈天终于有了 得到了暂时的平静 在家里好好休息 每天睡到自然醒 便去院子里喂喂狗子 陪着他尽情地玩耍 平日里的斗牛犬 都是趴在门口 行驶着自己看门狗的权利和义务 为了保存体力 和不下到那些路过的普通人 斗牛犬一般都是懒洋洋地趴着 看不出来多少生气 但是有着陈天的陪伴 斗牛犬终于释放了 属于自己的天性 他在院子里面自由地奔跑着 如同一道闪电般 在整个院子里窜来窜去 无论是找东西 还是玩抛球游戏 斗牛犬都能非常轻松地完成任务 好乖 陈天也是玩得挺开心 他伸手摸摸斗牛犬的头 又是把球丢了出去 快 把球找回来 和狗狗玩得累了 陈天给他拿了零食和罐头 看着他一阵狼吞虎咽 陈天在旁边看着 只觉得非常可爱 奉心偶尔会打来电话 新元集团有些决定权 需要陈天给出决断 陈天有空了 就去新元集团处理些事情 看着车窗外的车水马龙 陈天笑着感慨道 这样的日子 怎么感觉都像是退休生活 驾驶着车辆的苏天晴 听到陈天的话 脑袋上顿时露出三道黑线 现在的陈天 二十出头的年纪 他所取得的成绩 已经是他们不敢想象的高度 是多少人奋斗一辈子 都不可能追上的存在 哪怕是他们最为骄傲的成绩 在陈天面前 却是那样不堪一击 苏天晴的心里一阵感慨 能跟着这样的老板干 这一辈子也是值了 这一天 陈天正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 正有一辆红旗L5 朝着陈天的家的方向 快速驶来 能坐上红旗L5的 个个都是身份不凡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孙毅 还有刘一范等人 他们这次过来 就是要亲自去见陈天的 孙毅和刘一范等人 同坐一辆车 孙毅的身上穿着鼻挺的军装 和前几天比起来 似乎是年轻了不少 无论是精气神的方面 还是一身气势给人的感觉 都比平时更加锐利 孙毅率先开了口 他的语气里既是感慨 又是激动地说道 我这几天 感觉好极了 就像是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一样 甚至是游游过之 我还去做了检查 发现我现在的身体好极了 之前的那些困扰 早就消失不见 听到孙毅打开了话匣子 旁边的刘一范等人 有些坐不住了 纷纷开口说道 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简直可以一拳打爆沙袋 就像重新回到了 小伙子时的状态一样 你说这话 我可是要多想了 你这是在哪方面 跟个小伙子似的 我劝你说话要谨慎 我们可都是照着体检报告说的 我不仅是做了体检 还去训练场上感受了一下 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我这些年都没有感觉到了 最后 说话的这位龙江 他当年受伤颇重 已经不能使用体术 若是强行使用体术 他的身体就会承受不住 所以只能主持后勤工作 但是这一次服用了 陈天的药剂之后 他感觉到了 从未有过的力量感 之前的那种挥拳的利落感 终于找回来了 其他的龙江们 听到他的话 都是眼睛闪过一丝惊喜 心中更是震撼不已 每一位龙江都在感叹着 陈天药剂的神奇 这不是治病 简直是给了他们一副新的身体 龙江们想到这里 恨不得可以立刻见到陈天 好好感谢一下 他的大方赠药 说到赠药 孙毅也是叹息一声 很是感慨地说道 这样效果神奇的药剂 陈天竟然想也没想 直接就随手给了我们 可见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 孙毅的话刚一说完 身旁的一个龙江 便开口说道 这么好的药剂 要是能够普及的话 那对我们整个华夏来说 都将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这话刚一说完 在场众人瞬间全都沉默下来 想法是想法 但是想要实现 似乎是困难重重 毕竟是这样神奇的药剂 陈天能拿给他们服用 就已经是天大的机缘 而且不用想也知道 这样的药剂制作方法 一定是极其困难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困难 才让这种药剂 拥有如此神奇的效果 他们现在已经是既得利益者 不去感恩也就算了 怎么还能要求更多呢 这些龙江们的脸色一变 心中也是气气 一时之间 竟然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位龙江看着其他人的脸色 他想了想 试探性地说道 如果这种药剂的制作非常麻烦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龙江说到这里 已经停了下来 虽然话没有说完 但是其中的意思 众人都已经心知肚明 他们如果要求陈天公开药剂的配方 那么接下来 不就可以一点点展开 在华夏推广了吗 这似乎确实是一个方案 但是却被刘一范给直接否定了 刘一范的目光之中满是郑重 在众人的脸上一一扫过 这才开口说道 不 我们不能这样做 一旦这样做 岂不是辜负了陈天对我们的这份信任 我们不仅不能讨要配方 甚至要尽可能地去保护他 他们都是有道德底线的人 不能为了所谓的普惠所有人 就去抢夺他人的心情劳动 孙逸听了刘一范的话 也是点点头 十分认可地说道 对 咱们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 咱们这一次过去 就是单纯地感谢陈天 而不是想要在他身上 讨到什么好处 孙逸说的质地有生 但其实他的心里 也有着一些自己的想法 他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他心里明白 这是对的做法 但其实孙逸的心里 也不是没有想过 这种药剂配方的事情 孙逸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因为 他还有一群和他一样的老战友 那些老战友一样 被这些暗急所累 接下来的日子 都要在无尽的煎熬下 等待死亡 孙逸得到了新生 他心里有了想法 想要让那些老朋友和自己一样 得到一次重生的机会 但是孙逸却有些开不了口 陈天已经给了他们太多 如果还开口 去索取的话 岂不是就成了贪得无厌 这样的事情 让车里的一众龙将们 都是沉默下来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两难之中 刘一范何尝不知道众人的想法 他看着沉默不语的众人 冷不丁地插开了话题 你们看 这小家伙的家 还真是不错呢 众人听到刘一范的话 都是下意识地 朝着车窗外看去 一眼望去 就是望不到头的山路 只是下一秒 所有的龙将都愣住了 刚才大家都在 议论着药剂的事 谁也没有关注窗外面的景色 这时候大家才注意到 他们此时所处的道路 居然异常地宽阔平整 大路打扫得非常干净 道路上随处可见的树叶和碎石块 在这里完全看不到 仿佛是有24小时的道路保洁 时刻清理着道路上的垃圾一样 而且 这条山路的宽度 说实话 就算是外面的大城市 也是绝对主路的级别 道路的两边 种满了这种的大树 郁郁葱葱的 显得十分美好 就连道路中间的隔离带 都被种植上了满满的鲜花 散发着独特的香味 那些花醋一团一团地挤在一起 争相释放着自己的美丽 成为了一条亮眼的风景线 龙匠们一脸惊讶地看着 脸上的震惊 也逐渐越发深刻起来 那些花朵 可不是普通的花种 而是非常稀有的花坏 就这样被种植在隔离带上 简直是闻所未闻 更不要说 这些花树长得如此之好 明显是经过了高手的精心护理 到底是什么人 连一条马路 都要如此的精心护养 就在众人震惊不已的时候 一位龙匠 忽然皱着眉头说道 你们发现没有 这条路上开了这么久 居然没有遇到其他车辆 这待遇 感觉就像是自己家的道路似的 一众龙匠们开玩笑似的说着 大家看着车子在道路上急驰着 已经可以远远地看到 一栋豪华的房子 在看到那套房子的瞬间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哪里是一套房子啊 简直就是一栋 优雅恢弘的城堡 随着车子的不断靠近 陈天的家也逐渐清晰起来 刘依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看向旁边的几人苦笑着说道 看来还是咱们目光短浅了 之前看着宽阔的道路 还以为是山道 所以人烟稀少 万万也没想到 这条大路居然就是陈天姐独享的 因为道路的尽头 直通的就是陈天的家 这份尊贵和享受 还真的是出乎了刘依范等人的想象 原来有些有钱人 真的是会为自己的家 修建一条大路的 现在再仔细想一想 之前路上的那些珍稀花卉和大树 一切似乎都说得通了 毕竟是人家自己的道路 路都修了 还差这点投入吗 车子缓缓地停在了陈天家的门口 几位龙将先后走了下来 他们并没有立刻敲门 而是站在车的旁边 打量起这栋豪华的别墅来 其实 说是别墅还是小了一些 用庄园来形容 更为贴切一些 整个大门修建的美轮美奂 欧式的浮雕技术十分吸睛 处处透露着人民币的味道 龙将们的眼睛里闪过惊艳的神色 他们也被这栋宅院吸引了眼球 四处打量着 刘一范率先反应了过来 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军装 便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还没有走到大门的前面 专门负责看门的斗牛犬 就走了出来 几位龙将看着巨大无比的斗牛犬 倒是没有太在意 现在不少有钱人的家里 都喜欢养上一些大型的犬类 作为看家护院的中犬 他们都是酒精沙场的人 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 还能怕一条狗 刘一范走在最前面 打算过去找找看 那里是门铃的位置 就在刘一范准备靠近大门的瞬间 斗牛犬的毛子里 忽然闪动起一丝狠利 喉咙里开始发出呜呜的声音 这是狗子经常发出的威胁性的声响 就是为了警告面前的生物 不许再接近 刘一范众人 根本没把狗子的警告放在眼里 看着这些人还在试图靠近 斗牛犬也是俯下了身子 这是犬类攻击前特有的姿势 在这样的姿势之下 随时可能发动进攻 龙将们看着面前的斗牛犬 也是感觉到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 他们下意识地 看向那只看门狗 都是眼睛一眯 这狗有些不对劲啊 它的体型有点太大了 而且如此明显的进攻姿势 好像随时可能扑上来 对它们进行一番撕咬似的 在这么近距离的情况下 它们想要完美地躲避 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一时间 龙将们愣在原地 皱着眉头看向斗牛犬 斗牛犬也是和它们怒目而视 尤其是看它们还站在自己的领域内 更是愤怒地大叫起来 王王 斗牛犬这样的大型犬 叫唤起来声音又大又闷 就像是嗓子里藏了一部高级音响似的 陈天这时候刚刚起床 他遥控着打开窗帘 刚刚拉开窗户 就听到了斗牛犬愤怒的嘶吼声 面对这样的情况 陈天也没功夫感慨 自家的窗户隔音太好 直接就被这场面弄得一愣 这时有人过来了 陈天这里平时很少有人过来 所以他快步地走下楼 朝着大门口走去 离得老远 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几位穿着制服的龙匠们 看到是几位龙匠亲自到了家门口 陈天赶紧走过去 摆了白手赶走了斗牛犬 这才对着门外的几人说道 几位龙匠过来 怎么不提前和我打个电话 我也好迎接你们 幸好自己发现得及时 要是一个不注意 真的让看门口伤到了龙匠 那可就是大事了 孙毅也是笑着白白手 看着打开大门的陈天说道 没事 我们是想着过来感谢你 哪有提前打电话的 提前会议要致谢 诚意都显得不足了 陈天听着孙龙江的话 也是无奈一笑 这话说的 他一个小辈 都不好接话了 几位先进来再说 陈天说着 迎着众人朝着别墅里面走去 穿过花园 看着院子正中的汉白玉鱼池 还有里面灵活游动着的各色龙鱼 即使是贵为龙匠 这些人的毛子里 也是难掩一色 不得不说 这里的装饰 确实是太豪华了 不说鱼池里面的龙鱼 价值极许 光是汉白玉的巨大鱼池 就已经让人不敢想象其身价了 这样的手笔 简直是巨大无比 陈天带着众人走进了别墅 一入眼 就是一幅巨大的画作 居然是范高的向日葵 刘一范认出画作后 明显愣了一下 他还没开口询问 就看到画作的角落 还挂着拍卖会特有的标识 看来 这是一幅真做无疑了 但是 一幅价值两亿元的作品 就这样被挂在了门口处 看得出来随意至极 龙江们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震惊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 朝着别墅里面走去 在陈天的引领下 众人走到了客厅之中 几位龙江 大家请随便坐 陈天笑呵呵地说着 自己则是朝着厨房的方向走去 龙江们打量着客厅里精致的装饰 即使是极力装作不在意 也难以忽视这里的奢华 这里的每一样装饰品 都带着独特的艺术气息 绝非繁品 不过龙江们也是知道 陈天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毕竟陈天还有诸多产业 一方巨谷 住这样的地方自然不过分 莫说是两个亿的画作放在门口 光是门外的汉白玉鱼池 就不知道几个亿才能拿下了 更不要说那些龙鱼的价格 更是水涨船高 他们刚才虽然是匆匆一撇 但是里面的稀有的黄金龙 还有雪龙鱼 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一条鱼 说是几千万的身价 是丝毫不过分的 陈天这时候取来了茶具 他看着一众龙江们的眼神 也是笑着解释道 平常我也不常住 偶尔回来住住 孙毅等人摆摆手 这里就是人家的房子 想怎么住都没关系 陈天是按照特批的手续 进入的鹰龙军部 是允许经营自己的生意的 所以只要是合法的收入 想怎么奢侈都没有关系 他们更加不会介意 陈天更不会自己主动纠结这个问题 他拿起茶具 开始给众人泡起茶来 家楼下有专门的茶窖 陈天去取了一些 玉工大红袍上来 泡给众人喝 在陈天行云流水 一般逃走之下 下一刻满室都充满了浓郁的茶香 众位龙匠深深地吸着气 一脸的陶醉 这茶香的味道 可是太浓郁了 刘一范又是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开口说道 小陈这一手泡茶的技术 可是太棒了 这味道 玉工大红袍的滋味 可是一点都没糟蹋 玉工大红袍 在场的龙匠 听到这个名字 就连孙毅也是一脸诧异地看向陈天 能称得上是玉工大红袍的 只有那三棵母树上的出产 每年的出产量有限 就算是他们这样的身份 也是一共没喝得上几次 没想到 陈天小小年纪 居然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顶级茶叶 尤其是刘一范 他忽然想到了 在上官老爷子那里祝寿的时候 似乎还喝过一些更棒的好茶叶 那些茶叶 似乎也是陈天的 想到这里 刘一范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道金光 这么好的苗子 以后一定要好好沟通和交流啊 如此一来 那带着金丝边的茶叶 总有一天 也能有自己的一份 陈天给众味龙酱倒上了茶水 就着满室的新香味 众人安然地品名着香茶 随着香茶入口 众人的眼睛里 都是闪过了一丝不敢置信 这味道 比他们之前喝过的大红袍 味道还要浓郁上几分 而且滋味更加好 完全没有一丝苦涩 入口的同时 就感觉到唇香的滋味 在口腔里爆开 味道非常不同反响 以众人的阅历 自然非常容易就判断出 这必然是陈天的茶叶 发挥出的巨大优势 和他们之前喝的相比 都是极品的好茶 但是就有点抱舔天物了 在陈天的手里 才真正将大红袍的优势 完全地体现出来 陈天从始至终都是淡淡的模样 热情有礼 让这些龙匠们更是欣赏有加 这样的孩子 真的是明日之星 身上几乎全是优点 他们就像是想破了脑袋 都想不出来有什么毛病 孙逸看着面前的陈天 他放下了茶杯 开门见山地说道 陈天 我们今天过来 是来感谢你的 你的药剂效果非常好 我去做了体检 曾经的那些案集 已经全都好了 哪怕是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是孙逸此时说出来 还是掩饰不住的激动 毕竟这样的重换新生 就是以前在梦里 都是不敢想的 但是没想到 陈天的一瓶药剂 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 其他的龙匠们 也是纷纷开口 表达着忠心的感谢之情 小陈 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 尽管来找我 我要是皱皱眉头 就不配是鹰龙军部里的人 瞧瞧你这话说的 怎么劈里劈气的 这不是教坏孩子吗 不过他说的 也是我要说的 要是他都处理不了 那就加上我 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 有这样舒爽的感觉 说实话 这还真是多亏了你啊 小陈 大恩不言谢 都记在心里了 陈天听着这些龙匠们 感谢的话 也是一乐 笑着回复道 没事 您几位都是 为国为民的大英雄 能帮上 你们一点忙 是我的荣幸 听着陈天的话 孙毅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道光 不过也是 逐渐熄灭了下去 孙毅沉默了好一会 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说道 陈天 我这里有个不情之情 是有些贪得无厌啊 但是也希望 你能多少理解一下我的心情 陈天安静地听着 看着孙毅有些难为情 但是却极为恳切的模样 淡淡一笑 说道 孙龙江 您有话直说就好了 孙毅虽然难于开口 但是想想 那些和自己一样 为国家挥洒了青春的战友们 还是咬咬牙说道 我有一些老战友 也是和我一样 在国境线上退下来的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 受的伤更为严重 这些年来 不过视苟为残喘 现在我好了 也让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所以 我想问问你 你的药剂还有吗 我知道 这样和你开口药 是强人所难 你有什么交换的条件 都可以尽管提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我绝无二话 我孙毅可以用我的肩膀发誓 绝不敢违背誓言 孙毅现在完全不是那位 高高在上的 英龙军部精灵分部的一把手 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龙将 他现在就代表他自己 在请求陈天的帮助 作为同袍的战友 孙毅做不到看着那些战友们 还要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他们都曾经是华夏的英雄 实在不应该受到 这样的病疼折磨 陈天文言 先是一愣 随即便乐出声来 我还当是什么事情 说的这样正是 几位龙将 和我来吧 众人听着陈天的话 看着他已经朝着楼下走去 也是连忙起身跟上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到了一丝疑惑 陈天这是带他们来到了健身房 众人过来的时候 已经透过落地窗子 看到了里面的各种健身器械 就在众人疑惑不已的时候 陈天已经推开了大门 只见健身房门口的位置处 堆得满满的 都是强化版的体质药剂 看着面前如小山一般 可以让人的体质改变的药剂 众人皆是一脸的震惊 这这这 居然有这么多 密密麻麻地马在一起 这场面也太壮观了吧 龙江们再也绷不住了 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 眼睛里面放着光 看着龙江们震惊的模样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他对着一众龙江笑呵呵地说道 既然几位有需要 你们就多装一些走吧 增强版的体质药剂 只要体质还没有达到巅峰 就可以一直服用的 不管他们是自己使用 还是给老战友服用 对身体都是极好的 孙艺听着陈天阔气的话语 看着面前的药剂 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 很是激动地说道 那就多谢你了 陈天 说完 孙艺就想着装上一些药剂 其他的龙江也上前去 一人抱起了不少 陈天也是帮着他们装 装了差不多有上百瓶 足足一大箱子 看着装在后面上的那些药剂 孙艺等人的心情 也是极为兴奋 毕竟这样一来 他们的那些老战友们的顽疾 这一次算是解决了 孙艺等人又坐了一会 对着陈天更是一通感谢 最后几人有些迫不及待地起了身 对着陈天说道 我们先去送药 感谢的是 我们会记在心上 绝不敢忘 陈天连忙摆摆手 他拿出这些药剂 可不是为了让龙匠们 还他人情 他也是感恩那些老战士们的付出和牺牲 才自愿奉献出的增强版体质药剂 陈天将几人送到了门口 看着他们坐上车子离开后 这才返回了别墅 而此时的车上 孙艺时不时地扭过身子 后背箱里 可是放着上百瓶的药剂啊 太好了 这一次 那些老战友们的身体 算是有救了 孙艺十分感慨地说道 其他的龙匠 也是兴奋地点点头 这对于整个华夏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孙艺看着面前的众人 忽然开口提议道 我想要把陈天提升为龙匠 你们意下如何 一句话 瞬间让车子里全都安静了下来 说实话 这些龙匠们 对于孙艺的提议 绝对没有一点意见 但是看着孙艺 他们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孙龙匠 你能说出这个提议来 我们非常理解 但是这件事情 若是想要操作 恐怕难度 有些太大了 真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忙 实在是陈天 现在没有军功在手 贸然提出这样的请求来 恐怕是不好成事啊 这是得从长计议 陈天确实是优秀 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但是他年纪太轻了 这样的龙匠神情交上去 总部和其他分部 恐怕也不太会认同 孙艺听着那些龙匠的话 他仔细想了想 点点头说道 你们说的有道理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要先堵住他们的嘴 在场的几位龙匠 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大家相视呵呵一笑 都将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毕竟这么大的人情 若是让他们不去还 众人心中也是过不去的看 几天之后 孙艺来到英龙军部总部开会 开完会之后 孙艺和几位龙匠 讨论了一下会议上的事宜 这才从会议室里 匆匆忙忙地走了出来 一出来就看到几个龙匠 坐在休息区里 正在喝茶 只见茶几之上 放着一只十分精致的紫砂茶壶 鼓鼓的香气 正从茶壶之中冒出 整个休息区里 满是沁人的茶香 路过的龙匠纷纷侧目 看到孙艺走了出来 其中一位龙匠 连忙招呼着他 明明十分得意 却装作不慎在意地说道 老孙 快过来一起尝一尝 这是我最近搞来的一些好茶 跟在孙艺身后的几位龙匠 一听说有好茶喝 立刻朝着茶桌的方向凑了过来 脸上写满了期待 毕竟刚刚结束一上午的会议 这时候喝个小茶放松一下 最是舒服了 看着众人一起来到自己身边 那位龙匠立刻一抬手 做出一个阻挡的姿势 缓缓地说道 大家可都是讲究人 这茶可不是这么喝的 这好茶 你们也不能白肠不是 自然也得拿出点好处来 好处 龙匠们明显一愣 喝个茶要什么好处 嘿嘿 我稍微提点你们一下 我记得你们手下那几个好苗子 那位龙匠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其余的几位龙匠给打断了 众人将他围在中间 纷纷开口指责道 你这老东西 我看你是岁数月 大星掩月不好 就喝你一口茶而已 就想要算计 我们手底下的好苗子 我看你是失心疯了 失心疯都是好听的 要是我说 这人就是想瞎了心了 这根本就是做梦 想都不要想 什么茶 值得付出这么大代价 别管那是什么茶 好家伙 喝个茶也要谈条件 这是穷风了是不是 这哪里是交换条件 根本就是声强 龙匠们对于这样的行为 非常气愤 开口就是一通指责 那位龙匠倒是一脸 无所谓的表情 他挑了挑眉说道 你们要是不换 就不喝了呗 反正自己这可是 非常稀有的好茶 想要喝的人 就必须得拿出点好处来 咱做人 可不能吃亏啊 其他人一脸的气闷 也是说不出个不是来 毕竟茶叶是人家的 条件开出来 愿者上钩 众人的蝉虫 虽然被勾了出来 但是想着自家的精英 硬是咽了回去 那位龙匠将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孙医 嘿嘿笑着说道 老孙 之前的军部大比 你们精灵分布 可是出尽了风头 究其原因 我们可是都知道 你也真是运气好 竟然得到了这样一员猛将 一提到陈天 在场的龙匠们 全都眼巴巴地看向孙医 要是孙医愿意的话 他们可愿意用手里头的精英 换走精灵的陈天 哪怕是再添点 其他的要求呢 只要是能换 怎么样都行 那位龙匠说起陈天来 也是嘖嘖称奇 他一脸妩媚地看向孙医 忽然压低了声音说道 老孙 只要你愿意 把那小子让给我 要多少茶叶我都给你 这样的绝对人才 就是把他的身家都交出去 也是值得的 孙医冷冷地看着那位龙匠 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开口赤道 去你的吧 拿茶叶换陈天 这是做梦做的会议室来了 旁边的众人听着 也是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该 叫你这老小子贪心 众人一边说着话 一边坐到了旁边的沙发上 一位龙匠抬头打量着孙医 有些疑惑地说道 我怎么感觉 你这次过来开会 就更换了个人似的 以前总是哀声叹气 有时候还扶着个腰走路 今天看你那可是 剑步如飞 这位龙匠一提 其他人也是看向孙医 也和他有着同样的感受 今天的孙医 看起来似乎年轻了一些 孙医一脸的傲然之色 他的嘴角上挂着淡笑 没有接他们的话查 反而是说出了另一段 让人震惊的话来 我想要生陈天做龙匠 你们没有意见吧 陈天 龙匠 众人纷纷眉头一皱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说话 一位龙匠率先打破了沉默 开口说道 老孙 这个事情既然你提出来了 我就把我的想法说一下 这个年轻人 确实是精彩绝艳 我们的意见倒是不大 但是 你纵然爱才 也不能让他生得这么快 那小子年纪轻轻的 身上有没有军功 你这样做 不仅名不正言不顺 也让那小子 成为了关系户 这样做 对他未来没有好处 我相信 你比我们都清楚 在军部里 最重要的 就是稳扎稳打 打响自己的名号出来 军功才是他真正的奠击石 其他的 都是辅助 面对这样的一个好苗子 孙医的心情 他们非常清楚 也很理解 但越是这样 便越是 要压住星星 绝对不能拔苗助长 否则就算是他们 这一关过了 其他人的那一关 也是过不去的 孙医早就预料到 这些人会这样说 毕竟人家讲的 都是正经道理 他看着众人 语气淡淡地说道 你们不是想知道 我为什么好像 变了一个人吗 孙医说完 从兜里 拿出来几支药剂 放在了茶几之上 他抬了抬手 示意众人道 尝尝看 几位龙江的脸上 带着江姓江仪的神色 不过他们也知道 孙医自然不可能害他们 便拿起药剂 直接喝了下去 很快 随着热流 在他们的身体 之中回转着 身上那些 常年的老毛病 似乎在这一刻 完全被治愈 一股从未有过的舒爽镜 在他们的身上传开 几位龙江的脸上 写满了震撼 他们不可思议地 望着自己的双手 随即直勾勾地盯着孙医 语气急切地询问道 老孙 你这药剂 是哪来的 孙医的嘴角上 擒着一抹笑容 十分神秘地说道 你们猜 猜 龙江们一愣 下一秒 一个恐怖的念头 在他们的心里生起 难不成 该不会 是那个小子 就在一众龙江们 各有所思的时候 孙医当着所有人的面 直接站了起来 他自言自语式地 喃喃说道 看来 我是要想一些办法 给陈天搞一点军功了 说完 孙医老神在在地直接走了 只留给众人一个背影 孙医离开了休息室 只留下一众龙江们 面面相去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丝震惊 这个小家伙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么神奇的药剂 又是打哪里来的 众位龙江一时半刻 也想不到正确答案 他们舔了舔干瘀的嘴唇 到底得了一个 什么样的猛将啊 强自压住心头的震撼 龙江们缓缓收回视线 又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的身体上 通体舒态做不了价 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里 仿佛都充满了 无数的炸弹 时刻可能引爆 龙江们也是打定了主意 先吸收一下药力 再去说其他的 陈天原本还在家里 过退休生活 不过一早上 就接到了郑浩然打来的电话 陈天 你今天忙不忙 要不要出来玩 陈天刚一接起电话 就听到郑浩然的声音 在电话那头响起 听着他热络的声音 倒是让人心情愉悦 陈天笑着回应道 哦 你们有什么安排 郑浩然黑黑一笑 他们知道陈天已经回来 便约上了一些大少小姐们 想和陈天一起去会所玩 毕竟都是年轻人 消磨时间和联络感情 最佳的方式 不就是个玩吗 会所 陈天挑了挑眉 听说不少大少小姐们 都喜欢在那边打牌休息 正好过去看看也好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实力 能不能震得住这帮小子 就在陈天生起 这个念头的瞬间 他的眼前忽然光目一闪 你的家检测到主人的担忧 为你已经备好一切 主动贡献出神级赌术 看着面前的黑字 陈天也是一愣 不得不说 自己的家确实太贴心了 这都能给准备好 陈天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弧度 对着郑浩然说道 好 那咱们直接会所见 郑浩然听到陈天答应下来后 十分高兴 立刻就在群里公布了消息 不少大少小姐们 都是兴奋不已 甚至有几个原本有事情的人 也是赶紧冒泡说要赶来 毕竟是能和陈天见面的场合 肯定是要抓紧一切机会 陈天这时候 也给苏天晴打了电话 让他开着车子来接自己 很快 一辆独一无二的 劳斯莱斯幻影定制家常版 就出现在了家的门口 陈天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 直接坐进了车里 苏天晴坐在驾驶位上 笑呵呵地对着陈天说道 陈哥 还是开着这辆车最舒服 这辆车子的价值 无人可以撼动 一般车主看到 都要逃之夭夭 让出来的道路又宽又长 爽歪歪 陈天坐在后座上 也是一乐 这个苏天晴 偶尔也是挺皮的 很快 陈天就到达了会所 来到了郑浩然等人定下的包间里 陈天进入包间的时候 只见不少大少小姐都已经到场 陈哥 你可终于来了 看到陈天过来 郑浩然和唐星仪等人 都是围了上来 陈天在众人的簇拥之下 来到了沙发上坐好 唐星仪十分热情地 给陈天倒了茶 这里虽然不是茶院 但是知道陈天要来 唐星仪也是十分重视 立刻亲自泡好了湘鸣 等待着陈天这位大人物的出现 现在的陈天 早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天上 他们现在只能是在云层下面 看着陈天的背影望而心叹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一样的想法 对于他们来说 陈天的背影都是看不到的 顶多是跟着听一听 这位大人物留下的传奇罢了 陈天迎着这些敬佩羡慕的目光 倒是十分坦然 他接过了唐星仪递过来的香名 笑呵呵地说道 在外面喝了这么多茶 唐大小姐的茶艺 那是真的顶尖水平 唐星仪得到了陈天的认可 也是笑得眉眼弯弯 一双漂亮的毛子里 含着星星 仿佛是一片星空 不少大少看到这样的唐星仪 全都愣住了 这样的风采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 陈天放下了茶杯 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众人 开口说道 大家继续玩 别以为我出现 就搅了大家的兴致 郑浩然眼睛一瞪 语气十分夸张地说道 诚哥你可别这么说 你这样一说 恐怕要吓坏我们了 我们巴不得 你多来打搅呢 众人一听 都是跟着大笑起来 附和着说道 那是肯定的 我们巴不得多和诚哥接触一下 要是奈何您 学个一招办事的 别说是我们自己 就是家里 也要高兴坏了 咱们这样的天赋 想学到诚哥的百分之一也难 所以只能是靠着 多和诚哥接触 来个潜移默化 多少感悟一点了 诚哥 您以后就是我唯一的偶像 我知道 肯定学不到您这样好 多少学一点 就足够在精灵好好发展了 陈天听着这些恭维的话 也是一乐 坐在沙发上 安静地喝着茶 郑浩然一看 开始招呼着众人说道 来来 咱们也坐下喝喝茶 别糟蹋了唐姐的一番手艺 唐星仪在外面泡茶的次数 屈之可数 今天能喝到 也是沾了陈天的光 大家自然是要珍惜机会 也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一位大少看到陈天在场 开口说道 正好诚哥回来了 这几天刚好是休息日 咱们要不要搞个活动玩一玩 那位大少 其实就是故意说出来的 想要借着这个机会 探一探陈天的口风 陈天听到大少的话 一想到是休息日 倒是想到了苏芷熙 这个小丫头 自从上次从灵水室回来之后 就一直没去看过呢 自己是不是趁着休息日 把表妹苏芷熙 接到家里来玩一玩 毕竟家里改造了这么久 自己这个小表妹 可是一次都没有过来呢 陈天想着小丫头的样子 心里也是打定了主意 准备和大少小姐们玩一会 就去接小丫头 现在这个时间 苏芷熙应该还在上课 就不要去打扰她了 陈天也不打算提前和小丫头联系 全当作是一次惊喜 这时候 郑浩然看向了陈天 语气听起来就带着一股心虚 陈哥 我听家里人说 您之前在天津 还受到了郑家的怯 说起郑家 郑浩然自然是心里有愧 之前在天南赛车场的时候 要不是因为自己 陈天也不可能和郑开结了仇 结果陈哥的公司在天津 就受到了这样的不公平对待 要不是陈天的实力实在惊人 这一次 恐怕就要栽大跟头了 想到这一点 之前跟着一起去天南赛车场的 几位大少小姐 也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他们的心里 感觉非常对不起陈天 完全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去弥补 陈天看着他们一个个 垂头丧气的样子 用手指敲了敲玻璃桌面 语气淡淡地说道 你们实在不需要这样想 那个郑开那么嚣张 也确实是该收拾 不只是郑开 郑家同样也有着很大的责任 陈天可是不会忘记 郑开的那位父亲 还想着要把他带走吗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 也是开了口 询问着在天津的时候 那场鸿门宴的具体情况 陈天看大家这么有心智 也就挑一些简单地说了说 大少小姐们 看着陈天说话轻描淡写的样子 在结合着自己家里人的描述 已经可以想象 当时的情况到底是多么的危急 那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陈哥这么直愣愣地过去大闹 也是知道那次的天津之行 是多么凶险 在那样的重压之下 陈哥以一己之力 扛下了所有力量 还轻松反击了他们 这得需要多大的能量 尤其可见 陈哥的实力 到底是有多么的强大 众人直勾勾地看着陈天 他们的视线 一遍遍地勾勒着陈天的轮廓 真心诚意地说道 陈哥 您真是太棒了 要不是您力挽狂澜的话 别说是我们的家族了 就是苏航的许多大企业 都会受到波及 也幸好有您给我们做主 我们这才算是躲过了一截 没想到天津的那帮人那么阴险 故意和我们合作 然后想要狙击我们 要是这一次 他们狙击成功的话 我们整个苏航的实力 都会大打折扣 需要好一段时间的修养生息 他们居然想吸着我们的血 还要看我们的笑话 幸好咱们有陈哥 直接给这帮孙子上了一课 让他们乖乖交出了大部分的利益 大少小姐们慷慨激昂地说着 想着自家公司拿到的项目和利润 这样的结果 岂是一个爽子了得 现在家里人只要是知道 他们是和陈天出来玩 不仅是没有一点埋怨 恨不得敲锣打鼓地 欢送自己出门呢 这就是差距 大家的视线 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这样的一位年轻人 无论是出现在哪里 都是绝对的焦点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紧紧地跟随着陈天的脚步 不敢说能学到多少 但是最起码有了这条筋大腿 他们的发展绝对差不了 唐欣怡在一旁安静地看着陈天 时不时地给他续上一杯茶水 他还记得刚开始见到陈天的模样 没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 陈天就已经成了这样高不可攀的人物 众人一起喝了一会茶 一位大少看着大家 忽然开口提一道 咱们这么多人不如打扑克吧 打扑克 其他大少小姐们一听 都是点点头 表示可以 输了的是不是有点惩罚 另一位大少挤着眼睛 一脸的坏笑 这位大少明显对自己的实力有点信心 他指着茶几上收纳里的水性笔 笑着说道 这里有笔 输了的就让我们画画怎么样 输赢给钱的没意思 他们都是精灵的顶级大少小姐 也不差这点钱 还不如画画有乐趣 一位大小姐看着这位大少 冷哼了一声 冷冷地说道 行啊 到时候给你在脸上 好好画一个龟儿子 噗 不少大少小姐 直接笑喷了 这这这 这也太有想法了吧 那位大少也不生气 看着大小姐想要说什么 直接被对方一记眼神 给吓了回去 其他人都是强忍着笑 郑浩然一把拦住那位大少的肩膀 摇摇头说道 兄弟 不要得罪女人啊 众人笑够了 郑浩然看向陈天 邀请道 陈哥 你跟我们一起玩玩呗 陈天摇了摇头 他懒得和他们玩 毕竟自己有神机赌数 这不是欺负人 要是完全碾压的话 这排打得也是没意思 众人见陈天拒绝 也是没有抢球 毕竟陈天要是输了的话 他们也不敢太放肆 以陈天现在的身份来说 众人是真的不敢瞎胡闹 都怕得罪了陈天 众人干脆叫陈天做裁判 省得有人输了 不认账 这样一来 又有保障 陈天也有参与感 一举两得 陈天笑呵呵地硬了下来 他喝着茶 看着几人玩扑克 几人玩得很是欢乐 杂杂呼呼的 现场倒是十分热闹 几把扑克打下来 郑浩然俨然成了最大的赢家 赢得最多 他一面洗牌 一面看着众人 很是得意地笑着 说道 你们这个排技 还好意思邀请我上场打牌 这也太弱了吧 大少小姐们 也是懒得理会他 一个个翻着白眼 根本不愿意和他对话 有什么好得意的 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 只要试牌够好 撒一把狗粮 狗都能赢 郑浩然黑黑一笑 听到他们这么说也不生气 反而是老神在在地说道 没听过一句话吗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说完 郑浩然看向了一旁的陈天 挤挤眼睛说道 诚哥 你要不要也上来玩玩 这种人太弱鸡了 打着没意思得很 听着郑浩然的话 一位大小姐 差点扭断了手里的水性笔 这个臭小子 说话可是太招人恨了 陈天看着郑浩然 轻轻眨眨眼睛 说道 你确定 要我上来一起玩 不怕我拆穿你的手段 现在对于身具神级赌术的陈天来说 郑浩然玩的那些个小把戏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郑浩然先是一愣 随即有些心虚的别开了头 不敢去看陈天 旁边的人一听 都是瞪大了眼睛 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陈天 眼神之中带着疑惑 手段 这里面听着就有故事啊 郑浩然看着那些大少小姐们的表情 也是黑黑善笑着 对着陈天说道 陈哥 嘿嘿 我都不懂你在说什么 初老千秘籍之一 就是死不认账 除非是人赃并获 否则绝对不能承认 陈天一挑眉 看着郑浩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镜头 也是开口说道 机会我给过你了 既然你自己不把握 我就只能拆穿你了 陈天见郑浩然仍然死不悔改 便开始说他刚刚的作弊手段 因为郑浩然一直在赢牌 所以他就拥有先摸牌的机会 也正是趁着这个时机 郑浩然会经常把好牌 插进自己能摸到的位置 这样一来 牌好了 郑浩然自然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继续取得胜利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 而那些输了的人 则是只能拿到不好的牌 脸上的图案也是越来越多 陈天说到这里 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 语气淡淡地说道 你们也不想一想 外面那些大赌局 哪个不是打一把扑克 就立刻换一副牌 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钱烧的 有钱没处用 就换成牌来炫富的吗 还不就是为了 防止这种低端的作弊手段 听到陈天这么说 众人回忆了一下之前的牌局 这才恍然大悟起来 怪不得郑浩然这个小子 赢了牌 还主动要求洗牌 合着是在这里搞手段 等着报复我们呢 大少小姐们立刻站了起来 他们将郑浩然围在中间 对他的行为进行讨伐 好啊 你臭小子 明明是做了手段 还敢一口一句地奚落我们 哼哼 要不是诚哥拆穿你的卑劣行径 你恐怕都要飘起来了吧 太可恶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得了便宜 还卖乖 咱们不能饶了这个臭小子 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 不如揍他一顿吧 郑大少爷 你自己说吧 你这么做是有多缺的 咱们可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我现在严重怀疑 我们当年被引走的压岁前 大家对着郑浩然一阵口诛笔伐 郑浩然本来就心虚 也是百口莫辩 只能是跟着一通傻笑 陈天看着郑浩然的样子 也是嘴角扬笑 继续添了一把火 说道 光讨伐可不太行 要有惩罚吧 郑浩然 陈哥 你太狠了 咱们好歹也是兄弟 你怎么能给我来个被刺 揭穿我也就算了 还要和他们一起欺负我吗 看着郑浩然一脸忧怨的表情 陈天也是一阵恶合 毕竟你的新手在我面前 还要搬门弄斧 我不整你整谁 这个臭小子 你就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吧 今天的这个惩罚 你是被定了 大少小姐们将郑浩然围了起来 开始在他身上画画 郑浩然想要挣脱 直接被几个大少摁住了手脚 之前还张罗着 要画个归儿子的大小姐 终于找到了一雪前耻的机会 她拿着水性笔 凝笑着朝着郑浩然走来 郑浩然一看情况不对劲 却也挣脱不开 只能任由众人排着队 在他的身上画画 现场十分惨烈 一时之间 他的脸上手臂上 只要是暴露在外面的皮肤 全都被画满了各种画作 整个人都被玩坏了 看着已经没有好地方 可以做画的郑浩然 众人终于决定放他一条生路 不过郑浩然也被无情地 踢出了赌桌 失去了报酬的机会 现在的场上少了一个人 大家都吆喝着 让拆穿了郑浩然把戏的 陈田顶上 你们确定 陈田朝着众人一挑眉 嘴角上扬起一抹 意味不明的笑意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还笑呵呵地说道 反正我们知道 诚哥你不会耍赖皮 没事的 其他的大少小姐们见状 也是纷纷开口劝道 诚哥您来都来了 就赏个脸 和我们一起玩会呗 您放心诚哥 咱们中间的那个大毒瘤 已经在您的慧眼之下 被直接揪出来了 咱们这是一块净土 您就放心玩就行 您和我们一起玩 要是输了 我们肯定不画脸 咱们就画画手什么的 您也不用有负担 陈田看着这些大少小姐们的表情 也是点点头 说道 好吧 那就一起吧 这可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的 和自己可没有什么关系 陈田坐到了牌桌上 大少小姐们 之前还传递了一下眼神 毕竟陈哥现在的身份 能保护 还是要保护一下的 可是没想到 他们的保护手段 还没有使出来 陈田已经打得他们无力招架 连赢了好几把 大少小姐们 哪里还敢开小差 可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还是没有阻拦住陈田 打了好多把 陈田都没有输一把 大少小姐们 已经被画的怀疑人生 刚才那位画乌龟的大小姐 居然看向了郑豪然 求救式的说道 那个郑哥 要不然你过来看看 陈哥是不是也有手段啊 这样一支联姻 简直是太没有天理了 郑豪然在一边 悠哉悠哉地看着 心里狠狠地想着 让你们刚才 画我画得那么高兴 陈哥就是你们的报应 几把玩下来 除了唐信仪之外 所有的大少小姐们 都是难逃厄运 被画得几乎没有位置了 看到自己的惨状 这些大少小姐们 也是不甘心地大叫着 替自己喊冤 陈哥 我们是真心怕你无聊 才叫上你一起玩的呀 你怎么能这样恩将仇报 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呢 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只有唐姐 没有被画呢 陈哥 你这有点不公平啊 我也是妹子 你不能厚此薄彼啊 怎么会这样呢 我刚才的排明明很好 只要给我一个出排的机会 我就可以赢了 什么情况 一张牌都不让我出 郑豪然在一边 听着众人的郁闷 也是一阵哈哈大笑 说道 你们要是和唐姐一样漂亮 也可以轻松逃过一简 看着和自己一样 惨得众人 郑豪然心里的郁闷 早就一扫而空 这就是命啊 众人看着郑浩然得意的样子 心里暗暗想到 他们这是做的什么孽啊 郑哥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还能赢一两把 但是陈哥在这里 他们一把都不能赢啊 这一刻 大少小姐们 居然体会了一把周瑜的心情 继生辰 为什么还要我卖陪碗啊 陈天把位置又让了出来 这种碾压式的玩法 久了也确实是没有意思 唐星仪也被换了下来 她给陈天续上了一杯茶 笑着说道 看来 我也要多谢 陈哥手下留情了 陈天拿起茶杯 回来浅扎一口 慢悠悠地回应道 喝到这么好的茶 自然也要头套暴力一下 看着唐星仪温婉漂亮的脸 陈天移开了视线 这么漂亮有气质的面庞 一般人也舍不得下手啊 众人又玩了一会 看看时间已经不早 便准备结束今天的聚会 大少小姐们 都已经洗去了脸上的画作 大家簇拥着陈天 朝着会所外面走来 陈哥 用不用我们送你 郑浩然看向陈天 十分客气地询问道 陈天摇摇头 直接不远处的苏天晴 回答道 不用了 天晴过来接我了 众人一起送着陈天 上了劳斯莱斯幻影 家常定制版 看着车子 缓缓消失在视线之内 心中也是一片感慨 陈哥 这真是潇洒一旧啊 收回了视线 众人也是上了车 各自朝着家的方向开去 此时的陈天坐在后座上 他向着苏天晴吩咐道 去艺术学院 接芷熙回家过个周末 好的 陈哥 苏天晴应了一声 开着车朝着 精灵艺术学院的方向急驰 苏芷熙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刚刚忙完学生会的工作 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上一次从家里回来之后 苏芷熙就整个人 都扑进了大学生活里 毕竟她的身边 已经有了最好的目标 自家的表哥可以那么厉害 作为她的妹妹 自己也不能丢了她的人不是 所以 苏芷熙加入了学生会 积极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活动 跟在苏芷熙身边的女指导老师 看着工作认真 长相漂亮甜美的苏芷熙 眼睛里满是温和的笑容 说道 你干活还挺认真的 不错 以后进入社会 参加工作也是要认真 这是不会错的真理 领导也是会看到你的努力的 这样一来 你的未来也会越来越好 老师看好你 毕竟苏芷熙不只是成绩够好 长得也足够漂亮 再也好的工作态度 未来自然可期 女指导老师也希望自己的学生 可以有个好的未来 所以便开口提点着苏芷熙 苏芷熙听着老师的话 也是点点头 表示自己记住了 芷熙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女声忽然传来 苏芷熙顺着叫声看去 就看到自己的社友杨珊娜和孙贝贝 朝着自己用力地挥手 他们的身后钻出来半个身子 是他另一个社友刘飞 几人之前就在微信里商量好 要一起去吃饭 知道苏芷熙还在学生会忙碌 也是商量后一起来接她 苏芷熙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对着身后的女指导老师说道 老师 那我先去吃饭了 就在苏芷熙准备和社友们 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嘈杂声 一时间 众人的视线都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 刘飞个子不够高 他点着脚尖 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地看着 嘴里还十分八卦地说着 咦 这是什么情况 这么吵 众人一起张望着 就看到一辆巨大 且豪华无比的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正缓缓开来 看着这么漂亮的车子 瞬间就让艺术学院的同学们震惊了 大家的眼睛里冒着泡泡 开始意润纷纷 我的天 这可是劳斯莱斯 车子里面最豪华的品牌了 这是什么人啊 不会是学生家长吧 咱们学校里 现在这么卧虎藏龙吗 不过说真的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劳斯莱斯 这是哪一款 也太酷了吧 快点发动一下同学们 要是认识了这样的大佬 以后我们毕业之后 岂不是能轻松不少 就在同学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忽然一道惊呼声 压下了这些低语声 卧槽 这居然是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价值两个亿多 而且是要通过公司审核后 才能够花钱定制的车型 在场的众人一听 直接愣住了 两亿多的一辆车 还不能随便定 真不愧是国际顶级的豪车品牌 这规则简直是奇葩呀 一时之间 众人看向劳斯莱斯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震撼和羡慕 就连刚才语重心肠的指导老师 也是愣愣地看着劳斯莱斯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面对这样的豪车 谁还能说出什么来啊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之下 劳斯莱斯缓缓停在了办公楼的前面 陈天迎着众人目光的洗礼 走下了车子 看到车主的一瞬间 这些学生们 再次爆发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毕竟陈天长得实在是太帅了 不少女生都是吃傻得看着陈天 恨不得现场给他生个猴子 只是没有添脸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众人的关注 他看向傻乎乎的苏芷熙 笑着说道 芷熙 走了 还愣着干嘛 苏芷熙看着表哥就这样 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也是听到了陈天的呼唤后 才反应了过来 他跑到陈天的面前 仰起小脸笑眯眯的样子说道 表哥 你怎么来了 自从上次回到学校后 已经好久没看到表哥了 自己都想死他了 几个摄友在后面看着陈天 也是两只眼睛放着光 就像是几只恶狼一样 孙贝贝看着陈天如同王子一般的气质 他吞咽了两口口水 对着身旁的两个摄友说道 这么好的机会 上不上 毕竟这一位 可是苏芷熙的表哥 他们这怎么也属于 进水楼台先得月了吧 杨山大也是口水横流 他咬着牙说道 上 必须上 别管能不能成功 先认识一下再说 这光是认识 就已经足够他们吹一波的了 这样想着 几个摄友也是朝着陈天走了过去 十分热情地打了招呼 陈天听说是自家表妹的摄友 也是表现得十分温和 惹得几个妹子 心里一阵惊涛骇浪 后面的指导老师 只觉得脑袋里嗡嗡的 这辆超级豪华的劳斯莱斯的主人 居然是苏芷熙的表哥 女指导老师看着陈天 心里震惊不已 刚才他可是听到了那声惊呼 知道了这辆车子的真正价值 能买得起这样车子的人 可不是一般人 绝对是顶级富豪的那种 这个年轻人不只是有钱 气质还那么好 肯定是大家族或者大企业的接班人 才能有这样的气质 这完全就是按照小说里的霸道总裁 做出来的设定吧 太帅了 这是什么神仙条件啊 想起刚才自己和苏芷熙说的话 指导老师的脸一片通红 自己居然还要苏芷熙好好表现 争取获得领导的赏识 这怕是苏芷熙毕业以后 一进入社会 就已经是领导了吧 毕竟家里有这样的关系和条件 别说是进家族企业了 这算是其他企业 也会收到最好的待遇 又不是快乐点 自己和苏芷熙那么说 真的是为了她的未来好啊 就在女指导老师心里呐喊的时候 陈天看着面前的几小只 笑呵呵地说道 你们算是放短假了吧 走回家 陈天这话不只是对着苏芷熙说的 还连带着邀请了苏芷熙的几个摄友 毕竟几个小丫头一起过去玩 也不会觉得闷 摄友们听到陈天的话十分兴奋 和陈天一起坐进了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里 在所有人继续羡慕的视线里 朝着家的方向而去 苏芷熙回家的时候 坐过这辆车 表现得自然十分淡定 但是她的几个摄友 则是一脸震惊地 打量着这辆豪车的那时 一双眼睛都要不够用了 无论是充满神秘气息的密码星空顶 还是里面各种奢华的功能 都让几个女孩子花了眼睛 这车子太豪华了 几个摄友快速地交换着眼神 真不愧是两亿多的豪车 这布置简直是超乎想象 光是做了这么一会 他们都觉得自己不一般起来了 很快 车子一个转弯 就来到了一条十分宽敞的大路上 孙贝贝刚好伸着头往外看着 看到这么漂亮的路 也是忍不住开口赞叹道 没想到下了主路 居然还有一条这么漂亮的道路 道路两旁 都是他们叫不上来名字的树木 就连隔离带里的花朵 都是特别漂亮的那一种 刘飞看着窗外的美景 一脸的粉红泡泡 大声地询问道 这里是不是网红道路啊 否则怎么会这么漂亮 其他的几个女生 也是兴奋的不行 他们掏出手机 拍摄着道路上的美景 很快 众人就来到了道路尽头的别墅前 感受着面前巨大的别墅 众人只觉得奢华的风迎面扑来 这栋别墅 比他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顶级庄园 还要漂亮呢 杨珊娜转过头 看着后面的宽阔道路 艰难地咽了两口口水 说道 这么漂亮的路 居然是这栋别墅的专属道路 这 其他的几个妹子 听到了杨珊娜的话 也是一愣 随即面色一变 他们好歹也是大学生 自然是知道一些有钱人的庄园 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就像是他们 曾经参观过的苏州园林 不就是曾经大户人家的私有宅院 可是还真没听说过 谁家门前的大路 都是自己独有的 就算是有 在他们的想象之中 也应该是那种普通的道路 顶多就是干净一点 平整一些 可是现在想一想 身后的这条大路 不仅是够宽敞 而且修整得非常平整 看不到一点的裂纹 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垃圾 只看到各种珍稀的树木和花朵 能花费这么大的价钱 在一条路的保养上 那么 这个家的主人 得是什么样的人 杨山大和几个社友 交换了一下眼色 他们这个时候真的意识到 后面的这栋别墅里 恐怕更会震碎他们的价值观了 别说是几个社友了 就连苏芷熙自己也是 满脸错愕地看着面前的别墅 有点怀疑人生了 这样的表哥 自己现在做的那些努力 似乎完全追不上啊 陈天这时候也下了车 他笑呵呵地 看着目瞪口袋的几个姑娘 笑着招呼道 走 大家跟我一起吧 陈天打开了家里的大门 斗牛犬一眼就看到了陈天 见到主人归家 立刻就兴奋地扑了上来 粗壮的尾巴甩来甩去的 像是小飞机的螺旋桨 陈天看着斗牛犬 嘴角上扬起了一抹淡笑 伸出手去拍了拍他的头 低声说道 真乖 等晚一点 我拿好吃的给你吃 几个女生猛地看到这么大的狗 还是非常害怕的 尤其是看到斗牛犬 朝着他们看来 更是吓得不行 总觉得冷嗖嗖的 苏芷熙一面故作镇静地安慰着摄友 一面紧紧地盯着斗牛犬 生怕他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没想到 这大家伙倒是非常听话 听到陈天的话后 立刻就趴到了一边 自顾自地休息着 几个女生这才放了心 跟着陈天一起朝着别墅里面走去 别墅里打扫得非常干净 大理石和鹅卵石交错的铺 就出一条道路来 穿过花园 他们就看到了汉白玉的鱼池 如同仙壶一般 造型十分优美 姑娘们伸着头 朝着鱼池里面望了望 这才收回了视线 跟着陈天走进了客厅 入眼的就是极为宽敞的客厅 巨大的面积 以及奢华的装修 都令人呼吸一致 就连走路的步伐 都不免跟着亲了起来 脚下的地板 都给他们一种 非常强烈的踩不起的感觉 最后几个女生 干脆眼观鼻鼻关心 尽量不去打量四周的装饰 乖巧地跟着陈天 来到了沙发前 陈天率先坐下 一抬头就看到几个丫头 跟行尸走肉似的 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 直接就被逗笑了 来 随便坐 不要客气 陈天一边招呼着几人 看到苏芷熙 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她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芷熙 带着你的朋友快坐 我去给你们泡茶 苏芷熙在陈天的提醒之下 才反应了过来 带着几个摄友 坐在了沙发上 几个人想象着这栋 超级豪华别墅的价值 就连沙发都不敢坐实 生怕做坏了似的 一个个显得十分拘谨 陈天端着茶具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几个丫头 像是小学生一样 乖乖地坐在那里 看着他们略显紧张的模样 陈天开始泡茶 取了适量的茶叶 丢进紫砂壶里 烧滚的热水直接倒入 茶叶经由热水一击 立刻释放出浓郁的茶香来 陈天的动作 犹如行云流水一般顺畅 在他的动作之下 茶香被反复地激发出来 瞬间充满了整个客厅 几个女生吸了吸鼻子 目光时不时地 飘向陈天的方向 眼睛里放着光 茶水的味道太香了 完全出乎了 他们对于茶的理解 陈天泡好茶 给几个小丫头 一人倒了一杯 你们不用拘谨 多亏你们平时照顾芷希 我这当表哥的无以为报 只能是清茶一杯 对大家表示感谢了 听着陈天客气的话语 温柔的语气 几个女生都是心里一暖 连忙摆摆手说道 陈天哥 你太客气了 我们也就是互相照顾 平时的时候 芷希对我们也是很好的 孙贝贝一说 其他妹子也是用力点点头 陈天淡淡一笑 适宜几个小丫头喝茶 杨珊娜平时并不喝茶 她觉得味道太苦涩 哪里有奶茶香香甜甜的好喝 不过今天的茶 毕竟是陈天亲自冲泡的 而且闻起来格外醇香 一番诱惑之下 杨珊娜端起茶杯 轻轻地浅扎了一口 入喉非常润滑 没有丝毫想象中的苦涩味道 只觉得一股温热之后 就是甘醇的茶香爆开 伴随着浓香而下的 就是一股难以言说的甘甜 一口咽下 顿时觉得暖意 在四肢百骸之中流转 通体都觉得爽力 好好喝呀 几个小丫头 几乎是一口同声 顿时爱上了茶水的味道 很快 一杯茶就溅了底 陈天又为他们续上茶水 茶汤溅淡 陈天台湾看了看时间 对着几个丫头说道 你们中午想吃什么 我去做给你们吃 小丫头们 我看看你 你看看我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点菜 陈天看着他们害羞的样子 也没有强迫 想了想说道 既然你们不想说 我就看着安排吧 询问了几个女生 是不是有忌口 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以后 陈天便站起身 准备去厨房做饭 现在已经到了午饭时候 几个丫头在学校里 火食一般 自己刚好可以 给他们改善下火食 看着陈天走进了厨房 苏芷熙让舍友们坐着 自己则是站了起来 朝着厨房小跑着 表哥 我来给你帮忙了 苏芷熙可是吃过陈天做的饭 一想到表哥的手艺 就觉得口水横流 原本就工作了一上午 再加上这么大的诱惑 苏芷熙顿时觉得更饿了 孙贝贝看着厨房的方向 眼睛里放射着粉红色的泡泡 很是感慨地说道 没想到陈天哥长得这么帅 居然还会做饭 都说会做饭的男人最帅 好想靠近了看一看 几个小丫头想法差不多 大家一拍即合 连忙站了起来 也是走去了厨房 杨山大走进去的时候 已经在路上玩好了袖子 笑嘻嘻地说道 陈天哥 有什么我们能帮忙吗 我们也来帮你 几个小丫头 都存着找找存在感的心思 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的样子 陈天看到了也是一乐 他摆了摆手 直接开口拒绝道 不用了 你们过来就是客人 哪有让客人自己动手的道理 陈天哥 你就让我们帮帮忙吧 刘飞个子虽然矮小一点 但是性格非常开朗 我们在家里也会帮忙 大家一起出手 速度才能更快嘛 见到几个姑娘硬要帮忙 陈天也不好直接拨了他们面子 也就顺势答应了下来 陈天在厨房里看了看 对着几个姑娘说道 这样吧 你们帮着把菜切一下 可以 几个女生回答得非常痛快 声音也透着响亮 陈天听着他们说的信誓旦旦 也便放下心来 安心地处理着其他的食材 刘飞行事作风倒是挺大刀阔斧 陈天的话一说完 立刻便开始分配起工作 孙贝贝和杨山大厨房经验并不丰富 他们很是真诚地 要了一些简单的工作 最后 切土豆丝的重任就落在刘飞的身上 刘飞看着面前 已经清理完毕的两个大土豆 直接拿起来开始切 陈天腌好肉之后 一抬头就看到了刘飞正在切的土豆丝 姑且叫做土豆丝吧 主要是那土豆 切得确实有些惨不忍睹 一根根就像是土豆条一样 这么粗 炸薯条都不容易熟的那一种 陈天看到也是扑吃一乐 他是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 无奈地说道 还是让我来吧 刘飞很是不好意思地交出了菜刀 下一刻就听到了十分密集的切菜声 众人听到声音 都是朝着陈天的手上看去 只见菜刀在陈天的手上一阵翻飞 之前非常粗广的土豆条 已经被改刀成了土豆丝 陈天切的土豆丝粗细均匀 就像是拿着尺子笔量过一般 最主要的就是 陈天切菜的速度太快了 几个女生还在震惊的时候 陈天已经把两个土豆都切好了 速率实在是惊人 死 看着陈天娴熟的动作 几个女生全都震惊了 陈天哥也太会了吧 切菜可不是能装出来的东西 就像是真功夫一样 那都是一眼能看出来的技能 陈天的手艺 恐怕普通的厨师都追不上 越是这样想 几个女生就越是震撼 毕竟陈天这样的身价 就算是不会做饭 也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陈天不仅是会做饭 切菜都这么熟练 简直是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陈天倒是没有多想 他的速度很快 已经准备开始炒菜 苏芷熙带头 几个丫头齐刷刷地站在一旁 看着陈天一通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他们的脸上带着一丝惊恶 目瞪口呆的模样 透着呆萌的可爱 随着陈天的动作 空气里开始不断传出 饭菜独有的香气 味道并不呛 反而是充满了诱惑 仿佛会让人上瘾似的 不断地吸着鼻子 吸鼻子的速率 也在逐步地向上升着 刘飞轻轻拉住苏芷熙的手 有些呆愣愣地说道 好家伙 陈天哥这手艺 简直是专业 几个设有小丫头的眼睛里 只往外貌行行 这简直就是梦想中的男友啊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还会赚钱 长得还好看 气质又这么超绝 说实话 他们就是做梦的时候 都不敢这么想 几个丫头在旁边看了一会 见这里已经没有他们什么事了 也就走了出去 毕竟总在这里站着 也容易耽误人家陈天哥做饭不是 闻着厨房里传出来的阵阵香气 几个小丫头 只觉得肚子里一阵咕噜噜的叫 已经是饿得不行 杨山大艰难地收回了望向厨房的视线 看着苏芷熙笑眯眯地问道 芷熙 你还缺嫂子吗 如果不缺 借不借意换一个 如果不想换 借不借意多一个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苏芷熙 好家伙 我把你们当闺蜜 你们却想着 要做我嫂子 苏芷熙直接翻了个白眼 自己哥哥的女朋友 她可不敢乱指手画脚 更何况 自己的几个摄友 虽然也都是小美女 但是和哥哥在一起 还是差了点 几个小丫头笑呵呵地打闹在一起 几个人玩了一会 就看到陈天开始端着菜 放在餐桌上 看着还在玩闹的几个人 十分温和地招呼道 饿了吧 快来吃饭吧 一听说可以吃饭 几个小丫头 都是冲到了饭桌旁边 风风火火的架势 就像是中了彩票去领奖一样 陈天看着他们的样子 笑着摇摇头 贴心地 给他们拿了筷子和碗 自己也坐下说道 大家别客气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喜欢吃什么 尽管吃 苏芷熙和自家表哥自然不会客气 陈天说话的时候 他已经伸出筷子 夹了一块牛肉放进嘴里 一口咬下去 牛肉的汁水瞬间爆发出来 牛肉的鲜美直冲头皮 苏芷熙的眼睛瞬间等大 他难以置信地望着表哥 眼睛里的光如同星星般闪耀 这也太好吃了吧 牛肉鲜嫩无比 几乎是入口即化 但是多吃两块 也不会觉得油腻 苏芷熙一吃就停不下来 连旁边的摄友都顾不上 只顾着自己吃起来 其他的几个女生 看着苏芷熙吃的香甜 也是拿起了筷子 打算浅尝极致 好歹也是当着小哥哥的面 他们自然是要表现得秀气一点 可是 当他们真正尝到了桌上的美食之后 什么矜持 什么秀气 早已经忘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的他们 只想要再多吃两口 每一道菜品 都是自己独特的味道 鲜香无比不说 最为神奇的就是 没有遮掩掉食材本身的鲜美 几个女生吃得十分欢快 陈天在旁边看着 也是慢条丝里地吃着 毕竟他可以身具神级厨艺的人 做这点小菜 还是信手拈来的 能让自家表妹和朋友们吃得开心 陈天自己也是很高兴 平日里总是朝着要减肥的姑娘们 这时候早就忘了体重这件事 他们都添了一次饭 一直吃到实在吃不下去了 才停下了筷子 陈天哥 你的手艺也太好了 这番做得太好吃了 孙贝贝扶着自己的腰 一双眼睛 却是直勾勾地粘在陈天的身上 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男生 怪不得芷熙 一直看不上任何追求者 他们都要怀疑苏芷熙的取向了 现在才知道 人家这双眼睛 这真真的被养到了这么刁 普通的人 根本不可能入得了苏芷熙的眼睛 可以说 现在的陈天 在几个小丫头的眼睛里 已经是完美男人的典范 这样的形象 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上 根本无法撼动 陈天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他看着面前和苏芷熙交好的女生 忽然开口说道 我出去一趟 你们在家玩 别拘束 这边健身房 饮饮室 还有游泳池 你们都可以去玩一玩 反正这个家里 几乎是应有尽有 只要他们想 还可以去后面的花园里玩一下午 那里的面积够大 无论是拍照 还是喝下午茶 都是极好的去处 而且 后面还有一个非常精致的阳光房 只要是女孩子 就一定会喜欢的 陈天这时候已经出去 几个女生也更是放得开了 围着苏芷熙问她 关于陈天的事情 芷熙 你这么好的表哥 怎么不想着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刘妃嘴里的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脸上不仅没有一丝不满 反而是带着满满的期盼 杨珊娜和孙贝贝 也是用力点点头 十分赞同刘飞的话 这么好的表哥 你应该早一点介绍啊 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苏芷熙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无奈地说道 之前我表哥来学校的时候 你们不是见过一面吗 虽然是远远的 但是也是见到了呀 怎么现在说没有介绍呢 但是表哥送了不少高级的奢侈品 他们可是也有份的 孙贝贝这时候 像是想到了什么 她一脸震惊地说道 芷熙 你表哥的气质 比之前更好了 就连长相 似乎都比之前看到的时候 帅了不少 苏芷熙听着孙贝贝的话 有些不满地反驳道 怎么可能 我表哥的长相和气质 一直都是最好的 在苏芷熙的心里 自家的表哥 那是从小优秀到现在的 几个人说了一回话 苏芷熙笑嘻嘻地看着几人 提议道 正好表哥不在 我们在别墅里好好逛一逛 苏芷熙也是第一次过来 看着眼前豪华奢靡的大庄园 她也想好好感受一下 万恶的资本家生活 好歹也是自家表哥的家 自己也是要好好了解一下的 几个小女生也是眼前一亮 她们也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一看真正的别墅的布置了 苏芷熙等人 先是去了地下一层的按摩室 感受了一下 那些高级按摩器的舒爽 比她们在外面的按摩 还要更加舒服 真不愧是高级货 有钱人就是会享受 杨珊娜满足地靠在按摩椅上 强度适中的按摩 让她舒服得有点不想说话 只想沉沉睡去 按摩时间很快就到了 按摩仪也从零重力模式 恢复到正常坐姿 几个小丫头 依依不舍地走出了按摩室 下一刻 就又开始生龙活虎地逛起来 她们又去感受了一下 影音室里顶级音响的魅力 尤其是看鬼片的时候 那个音效 直往人的耳朵眼里钻 听起来就吓人 几个小丫头的信头很大 她们几乎是 各处都没有过多地停留 在整栋房子里面四处地看着 说实在的 她们是真的第一次 来到这么豪华的大宅 所以纷纷掏出手机 时不时的旧药和各影留念 这样的照片 随便发两张在朋友圈里 都能立刻被刷爆呢 芷希 现在天气这么好 不如我们再去花园里转转 刘飞提议了一句 其他几人立刻双手赞成 他们都对陈天界的花园 充满了遐想 毕竟陈天界的道路两边 都是种着不少名贵的树木 要是自己的花园里 恐怕其中的好东西 只会更多吧 苏芷希也是有点好奇 便用力点点头 几个小丫头 像是放归园林的小动物似的 搜得一下子 钻进了花园里 看着各种珍惜的花卉和植物 还有不少她们 完全不认识的花朵 几个小丫头 倒是充满了求知欲 一面拿着手机合影 一面查着那些 花卉的资料 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几个人 都是乐在其中 花丛中 时不时地 传出一阵欢笑声 此时的陈天 已经在苏天晴的陪同下 朝着市中新的方向开去 陈天是想着苏芷希的这些摄友们 平时也是照顾她 便想要给她们买点东西 俗话说得好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几个小丫头 拿了自己的好处 以后只会对苏芷希更好不是 抱着这样的想法 陈天直接带着苏天 请几人直奔商场而去 同样坐在后座上的刘猛 和郑天男 也是一脸的迷茫 陈哥这是带着他们去商场 不过 两人也只敢在心里想想 至于陈天要怎么安排 他们都没有任何不满 很快几人就达到了商场 陈天直接带着苏天请几人 朝着楼上的奢侈品区域走去 陈天直接选择了距离电梯 最近的香奈儿家 导购小姐一看到 长相帅气 气质又好的陈天 立刻就迎了上来 你好先生 我是导购露露 导购小姐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苏天请几人身上的气势一射 有点窒息地说不出话来 陈天道是毫不在意 他朝着导购小姐一笑 随即就开始在店里选购起来 根本不需要导购小姐去介绍 只要陈天看上眼的 直接就让导购小姐拿上四份 三个摄友 加上自家的小表妹 四份刚刚好 不过 毕竟是奢侈品店 很多东西都是限量款 并没有这么多的备货 陈天也不介意 在导购小姐抱歉的眼神之中 直接说道 没关系 有多少拿多少 面对这么土豪的回答 导购小姐除了满心的欢喜 已经想不出来太多 他乖巧地跟在陈天的身后 不断地记录着陈天的需求 这这这 一下子选购这么多 自己这一个月的提成吻了呀 搞不好能直接成为 这个月的销官了 苏天勤几人 倒是早就习惯了 陈天的暴力购物模式 他们面无表情地跟着 十分尽职尽责 包包 衣服 化妆品 香水 能选购的东西 陈天都选购了一番 买定一切后 陈天直接去付了款 付款的瞬间 他的眼前 也跳出了十倍反例的提醒 检测到宿主刚消费125万 触发十倍反例技能 反例1250万 看着反例提醒 陈天的心里 也是一阵安慰 虽然钱不多 但是咱们 也不能嫌少不是 陈天直接示意 苏天勤几人 拿上战利品 直接朝着下一家店铺而去 那些导购小姐们 看到陈天几人手里的大包小包 立刻眼睛一亮 意识到来了大客户 几个导购小姐 争相恐吼地走上前来 开始热情地迎接几人 很快 又是一堆购物袋 放在了几人的手上 满满当当的 几家店铺走下来 陈天和苏天勤几人 手中都是拎着大包小包 顿时吸引了不少客人的注意 这些客人们 远远地打量着陈天几人 小声的议论纷纷 这些是什么人啊 一下子买这么多奢侈品 不会是个海王吧 你要是这么说 还真的是非常有可能 现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有那么一类男人 总想着用那些奢侈品 去腐蚀一个女孩子的心 我最是看不惯这种人 长得帅有什么用 我一定要去加个微信 得找个机会 好好给他上上课 怎么可以这么误着呢 你这话说的 这些人说话的声音并不小 再加上陈天几人的耳力惊人 刚好就被他们听得清清楚楚 陈天和苏天勤对视一眼 心里也是充满了无奈 毕竟他们现在的打扮 以及这个购物方式 确实是容易叫人误会 陈天看着东西买得差不多了 直接对着苏天勤几人说道 买得差不多了 我们先回去吧 苏天勤几人 也是如临大赦般点点头 这样被人指指点点的 他们也是第一次 海王 真是冤枉死了 他们都是老师啊 陈天带着众人回到停车场 将购物袋直接塞到了后备箱里 直接朝着家的方向而去 苏芷熙带着几个摄友 已经来到了前院 他们正围着斗牛犬好奇地看着 斗牛犬是神级看门狗 自然是知道 面前的几个小姑娘 是主人带回来的 也是非常亲密 她看着几个小丫头凑过来 安静地趴在那里 尾巴高兴地晃动着 苏芷熙几人开始还有点害怕 但是看着斗牛犬 很是温和的模样 也是逐渐带起胆子 上前摸了摸她的头 感受到苏芷熙的碰触 斗牛犬抬起头 主动去蹭苏芷熙的手 十分情人 你们看 她好乖啊 苏芷熙的眼睛里发着光 对着几个摄友惊呼道 几个摄友也对斗牛犬充满了好奇 见她一点也不凶 也是撞着胆子和她玩了起来 孙贝贝这时候 走向了汉白玉鱼池 这里她之前一看到 就想走进来看一看了 她凑近了池子 看着里面自由游动的井里 也是惊讶的不行 要知道井里的价格 这些年可是水涨船高 孙贝贝拿出手机 查询着那些井里的品种 黄金井里 雪龙鱼 丹顶井里 看着那些高贵的名字 一张嘴下意识的大张着 几乎可以塞下半个拳头 这这这 全都是榜上有名的最贵的鱼啊 他们之前觉得这个鱼池尊贵无比 现在才知道 这池子里面的鱼 也是天价的宝贝 其他的几个女生听着 也是震惊不已 对于陈天的豪气 有了更高的一个认识 刘飞听着这么贵的价格 他扎了扎嘴 就想要伸手摸了摸这些鱼 这么贵的鱼 会不会手感也会不一样 刘飞的手刚一伸出去 只伸了一半 就听到一道声音传来 别动 这声音又大又急 直接吓了刘飞一跳 下意识地收回了手臂 几人都是 循着声音转过头去 就看到是陈天回来了 匆匆地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 刘飞想着 刚才孙贝贝说的话 这里的鱼犬都是价值不菲 还以为陈天是生气了 连忙上前道歉 对不起啊 陈天哥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看着鱼漂亮 想要摸一摸 他没养过鱼 没想到鱼可能比较金贵 不能伸手触碰 没想到 刘飞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到陈天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面有食肉鱼 被咬了怎么办 食肉鱼 被咬 刘飞一愣 下一刻就明白了过来 原来陈天叫住自己 不是害怕鱼受伤 是担心自己被鱼伤到了 这 刘飞的眼睛里满是感动 一脸激动地看着陈天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陈天叮嘱了几个女生几句 让他们取鱼食斗着鱼儿玩 随后扭头看向苏芷熙 笑着说道 丫头 过来 帮我搬东西 搬东西 一听说有活要干 几个小丫头 也是不拿鱼食了 准备帮着一起干点活 毕竟他们吃了陈天这么好吃的饭 也得做点贡献不是 杨珊娜看向陈天 一脸灿烂的笑容 说道 陈天哥 让我来搬 我的力气 可是比止息大多了 陈天见几个小丫头坚持 便也顺了他们的意 带着几个小丫头 直接去了车子那里 苏天晴打开了后备箱 众人就看到了满满当当的奢侈品 没有一点空隙 看得出来 里面都是衣服 包包 化妆品等奢侈品 看着那些包装带上的品牌 几个小丫头 都是张大了嘴巴 这就是有钱人逛街的方式吗 买奢侈品 都是批量的 这么满满的一后备箱奢侈品 得花了多少钱啊 陈天看着一脸震惊的几个丫头 也是一乐 开口提醒道 都别愣着了 你们自己随便挑就好 感谢你们平时照顾芷希 这是我做表哥的一点谢脸 这么贵重的谢脸 几个女生都被震撼到了 愣在原地 没有反应 好办想 他们才摇摇头 慌忙拒绝道 陈天哥 你太客气了 我们不用的 他们就是普通的大学生 虽说平时没有研究这些奢侈品 但是也没妄想过得到这些 现在这么多的奢侈品摆在面前 还真是吓到他们了 陈天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样子 并没有任何的不耐烦 反而是很耐心地说道 快去吧 和我还客气什么 苏芷希在一旁眨了眨眼睛 她率先走上前去看了看那些袋子 全都是最新款的包包 一个款式有四个 明显就是陈天特意买给他们几个人的 想到这里 苏芷希也不再客气 她看向陈天 甜甜地笑着说道 谢谢表哥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着话 小丫头已经拿起其他的几只包包 递到三个摄友的手上 他们都是自己的好闺蜜 有好东西 自然是要大家一起分享 杨珊娜几人看着手里的包包 只觉得陈天天的 他们也学着苏芷希的样子 像陈天到了线 这才走到了车子旁边 开始挑选起来 几个小丫头都是非常兴奋 他们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居然都是今年的新款 杨珊娜的大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这样的包包 一个就得五六万 一下子拿到四个 这绝对是大客户啊 不过想到陈天的身价 几个小丫头倒是很理解 心里不仅仅是高兴 也非常感动 杨珊那几人 看向苏芷希的毛子里 充满了羡慕的情绪 要是自己也能有个这么好的表哥 该有多幸福啊 感觉做梦都能笑醒呢 几个女生并不贪心 遇到特别贵重 和只有一款的包包 自然而然是留给苏芷希 毕竟苏芷希才是这些礼物的正主 陈天虽然说 这些礼物是送给他们的谢礼 但是 那也是看在苏芷希的面子上 没有人家的小表妹 他们可攀不上这样的大树 更何况 光是这些东西 就已经价值不菲了 没个几十万 根本下不来 奢侈品分完了 后备箱里还放了一些化妆品 几个女生拿出来看了看 同样是世界顶尖的大牌货 每一款都价值不菲 苏芷希倒是并不在意 直接一人一套地分了下 她笑眯眯地看向陈天 话却是对着几个摄友说的 我这也是康他人之楷 实在是不值一提 陈天在一旁 看着小丫头装模作样的举动 也是忍俊不惊 眼神里全是宠溺 杨山那几人 早就被陈天 眸子里的宠爱给溺死 心里面仿佛有数不清的小人 正在发出狂吼 怎么可以这么帅 怎么可以这么宠 这是甜宠的剧本吗 我多年的糖尿病都要犯了 陈天带着几个小丫头返回了别墅 他打算 今晚将几个小丫头留宿 就直接带他们去了客房 就在众人在别墅之中 其乐融融的时候 英龙军部精灵分部里面 却是炸开了锅 孙毅等人 围坐在会议室的长桌边 一个个面色凝重 室内的气氛也是降至冰点 仿佛随时要爆发一场风暴一般 孙毅忽然冷哼一声 手中的资料 重重地砸在会议桌上 语气更是愤怒之至 这个流沙组织 是不是疯了 连华夏的车队都敢捡 看来 我们最近的动作太少 让这些骚动的新友 开始活动起来了 在场众人都被孙毅猛的 拍桌子的行为吓了一跳 不过心里同样是一份填膺 流沙组织这样做 不只是让华夏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更是对华夏的一种挑衅行为 他们作为华夏的战士 不只是要保证 华夏的国土不受侵犯 更是要保证华夏的尊严 不容任何人和组织的羞辱 一时之间 无边的怒火 在整个会议室里燃烧起来 这样的挑衅 是对华夏战士赤裸裸的侮辱 刘一范等人坐在会议桌上 他们一个个正经危坐地听着 脸上带着冷厉的表情 等到孙毅的话说完 刘一范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流沙组织最近是越发猖狂了 他们在西亚横行已久 随着近年来组织的壮大 他们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 流沙组织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劫略往来车队 早就不再是什么稀奇事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车队 只要是有机会 都有可能被刘沙组织盯上 只不过这一次华夏车队被劫的事情 处处都透着古怪 刘一范的眉头紧紧地锁着 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这才开口继续说道 我们这一次之所以选择用车队运输 就是为了要运送华夏顶级的技术机密文件 这一次的运送任务是绝对保密的 为了保证华夏顶级技术机密文件的安全 这次的行动 可以说是经过了百般思量之后 才做出的决定 没想到千房万房 在运送过程之中 还是出现了纰漏 虽然心中百般千般地不愿意承认 刘一范还是沉生说了出来 这次的行动之所以会失败 一定是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纰漏 导致走漏了消息 被西方知道了 毕竟是华夏的顶级技术机密文件 全球不知道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 刘一范说到这里 放在会议桌上的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了一起 因为用的力气太大 指甲都有些泛白 刘沙组织之所以可以存活这么久 而且越来越壮大 他们早就怀疑其背后有西方的影子 现在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曾经的某些猜测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在场的其他人 这时候也是压不住火了 纷纷开口说道 刘沙组织简直太可恶了 早就应该铲除了 他们现在竟然招惹到咱们头上 也无需再忍 直接打到他们家门口去 我倒是觉得 咱们应该从长计议 再怎么说 那也是人家的地盘 在人家的大本营上捣乱 不一定能讨到便宜 咱们已经失了先手 绝对不能再在流沙组织的身上 跌第二个跟头 接下来的任何行动 我们都应该深思熟虑 在场的高层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纷纷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孙毅听着众人话里话外的意思 越听越是生气 他猛地站起来 大声地冷喝道 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 没说的 直接干掉他们 犯我滑下者 虽远必诛 人家都已经欺负到他们头上来了 若是再不行动 岂不是要被人看扁 刘一范看了一眼 正在气头上的孙毅 紧皱着眉头说道 抛开这些带着情绪的话 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先和对方进行交涉 如果能通过外交的手段 直接将那些机密文件要回来 对现在的华夏来说 是最稳妥的方案 不乍而屈人之兵 既有面子 又省了大的力气 既不需要战士们去冒险 也可以让国际上的那些国家看一看 华夏的威势 如果真的需要动手的话 这个任务在英龙军部里面 恐怕也会掀起一个小小的波澜来 毕竟英龙军部里面这么多的分部 也不知道上面最后会安排哪一个分部 去执行任务 刘一范知道 现在不是曾荣誉的时候 他收回了思绪 对着坐在守卫上的孙毅说道 好在我们第一时间掌握了事情的动向 咱们现在也可以早做准备 无论这个任务 会不会落到自己等人的身上 但是准备工作是绝对不能差的 毕竟这关系着华夏的颜面 同时也是英龙军部的面子 这样的重量级 且是如此大型的任务 所有的部门都将大大的重视起来 这一次 因为涉及到的资料极其重要 也是一个成就军功的大好机会 现在是和平年代 想要正经地拿下一次次军功 都是极其危险的 但是无论如何 既然敢招惹华夏 流沙组织就应该做好被华夏反扑的准备 大家必须铲除掉流沙组织 才能出得了心中的这口恶气 刘一范看向餐会的众人 神色十分肃然地询问道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如果任务交到我们这边 我们的人选是 在场所有精灵分布的高层 都是一脸严肃地听着 脑袋里快速地转动着 思考着人选的问题 孙毅听着刘一范的话 听着军功二字 眼睛立刻一眯 也是看向刘一范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 想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之前还在惆怅着 怎么为陈天累积军功 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这么一个如此重要的任务出现 这一次任务涉及到的 是华夏的顶级技术 机密文件 这样的任务难度是相当大的 难度也就代表着 这一次所累积的军功 也将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陈天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那么他封龙将的军功 就算是积累完毕 这样的诱惑 不可谓不大 孙毅紧皱着眉头 他快速地想了想 然后摇了摇头 声音低沉且缓慢 这一次的任务非常复杂 不能让陈天去 陈天的格斗能力确实不错 但是枪械带队方面的能力 他们还不得而知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一次的任务太过于危险 想要拿回机密文件 就要深入到敌人的内部中去 谁也不知道会遭遇怎样的反击 要是陈天出现了意外 怕是华夏的重大损失了 在场的其他高层 听着孙毅的话 也是一阵沉默 他们非常清楚 孙毅说的意思 有陈天在精灵军部 哪怕只是担任教官的职务 也可以为精灵分部 做出巨大贡献 他会源源不断地培养出 最优秀的战士 为华夏的未来进行战斗 这样的一位顶尖人才 绝对不容有失 众位高层之间 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 会议在继续进行着 此时的陈天正坐在客厅 宽大的沙发上 看着几个丫头 在电视前面玩着游戏机 游戏机是苏芷熙他们 从影音室拿上来的 看着这一台最新型号的游戏机 几个小丫头的眼睛里放着光 吵着要玩最新的体感游戏 苏芷熙有些兴奋地说道 我们童年级有一个女生 她说 自己就是依靠着体感游戏减肥成功的 我早就想试一试了 其他的几个女生 也是用力点点头 随即他们便用亮晶晶的眸子 看向陈天 一眨一眨地 透着一股期盼 陈天自然不会拒绝 任由几个丫头 在电视前一通倒腾 他一面笑盈盈地看着 心里还是有一丝诧异 没想到 他的家准备得如此齐全 竟然连游戏机都给他准备好了 这份贴心 可是无人能比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手机屏幕上 闪烁着李世江的名字 陈天眼睛一眯 李世江他们刚刚回去 怎么就给他来电话了 莫非是有诗 陈天按下了接听键 直接开口询问道 怎么 有诗 诗的老大 咱们华夏出了点诗 李世江的语气有点急切 语速都比平时快了几分 随即 李世江就把华夏车队 被流沙组织劫略的事情 说了一遍 陈天开始 还坐在沙发上十分悠闲 听着李世江的话 陈天已经站起身来 朝着外面走去 陈天的脸色 也逐渐变得凝重 是什么资料 陈天直接开口问道 李世江快速地回答道 是华夏的机密文件 流沙组织为了抢到这些文件 咱们华夏车队的人 怕是不少都被打死了 想起流沙组织 对华夏车队造的孽 李世江的脸色非常难看 说话的声音都是咬牙切齿 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话 李世江强自压住 心里排山倒海一般的恨意 他紧紧地攥着电话 开口问道 老大 你看这个事 我们应该怎么办 虽然李世江等人 恨不得马上冲出去执行任务 但是他很清楚 必须要听从陈天的话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拼住呼吸 等待着陈天的回复 陈天那头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命令到 用最快的时间干掉他们 拿回华夏的机密文件 听着陈天掷地有声的命令 李世江的心又激动起来 他大声地应道 是 李世江保证完成任务 不只是要完成任务 还要保护好自己和队员 知道吗 陈天希望黑旗组织的成员们 也要安全地归来 李世江等人领命后 就挂断了电话 准备出发 陈天收起手机走回了别墅里 他拿起茶几上的茶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坐在那里自珍自饮 陈天整个人非常安静 只有茶壶倒水 发出轻微的水流声 可偏偏是这种极致的安静 让苏指吸几个女生 第一时间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 他们直接撇下手里的游戏机 扭过头去看陈天 很是关切地问道 哥 你怎么了 现在的陈天太安静了 就像是平静的大海 总觉得他此时的心里暗流汹涌 其他的女生也是关心地看着陈天 他们刚才也注意到 陈天是去外面打电话了 等他打完电话回来 整个人的气息都变了 更加内敛神秘 但是似乎带着一丝压抑 女生的心都比较细 他们立刻就意识到 陈天应该是有心事 苏指吸好看的眉毛拧在一起 他将游戏手柄递给了摄友 他能感觉到表哥的心事重重 哪里还玩得下去游戏 苏指吸坐到沙发上 给陈天的茶杯里 蓄上了一杯茶水 他知道有些事情 不是自己能知道的 再说他一个普通大学生 一般的事情也帮不上忙 所以苏指吸什么都没有问 就安静地陪伴着表哥 这是他唯一能做到的 其他的几个女生也不玩游戏了 他们静悄悄地走向了院子 给陈天留下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陈天其实是在等消息 他可以想象这次任务的危险性 所以心里也是生起一丝担忧 看着坐在身旁乖巧的苏指吸 陈天淡淡一笑 拍拍他的头说道 我没事 你去和你的朋友们玩吧 苏指吸一听 立刻眼睛一瞪 十分不满地说道 表哥 谁都看得出来你有事 我也不吵你 我陪陪你就好 看着围坐在身边 十分殷勤的苏指吸 陈天的眼底染上了一丝暖意 他的嘴角上扬起一抹糊度 淡淡地说道 好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苦等消息 恐怕真的会心烦意乱 现在好歹有小丫头陪着 陈天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此时 西亚 都给我滚起来 快点进去 一间仓库中 不少穿着大衣的华夏人 被五花大绑着 几个持枪成员正在驱赶着他们 被绑的华夏人也是无奈 只能被迫站起来 在一声高过一声的怒喝中 被关进了一个大笼子里面 看着华夏人都已经进去 里面的人立刻用大锁 把门锁住 做好这一切 几个持枪成员顿时觉得万无一失 胆胆手走去一边 小声地聊起天来 你知道他们运送的是 什么东西吗 一个成员瞪大了眼睛 十分八卦地打听着消息 毕竟只有知道抢到了什么 才好拿到组织分的好处不是 听到这个成员的话 旁边站着的一个持枪大汉 立刻上前踢了他一脚 语气严肃地警告道 你不懂就别瞎打听 那可是咱们老大后面的人 都心心念念 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人一听顿时精神一震 那可是好东西啊 岂不是说能换到很大的利益 其他的几个成员也是一脸的贪婪 他们压低了嗓音 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 希望这一次的行动 可以多换到一些好处 否则平白招惹了华夏的人 以后受到打击报复的话 可是太不值了 现在的华夏 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 既然已经得罪了他们 咱们总要干几条大的 充实一下我们的基地 有什么好担心的 咱们在西亚 周围外市国家 咱们处于几个势力 中间的三不管地带 华夏想来也没有那么容易 咱们这里的地势复杂 就算是华夏的人真来了 我们的人也可以直接躲到大山里 他们也奈何不了咱们 几个持枪人员越说越得意 他们流沙组织 在这里能存活下来 靠的可不是运气 这里复杂的地势 就是他们最好的藏身之地 就在几个成员得意洋洋的时候 忽然 他们听到仓库外面 有破空声而来 几个成员皆是一愣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听到外面响起了爆炸声 不好 几个成员立刻意识到是出了事 便纷纷举着枪跑了出去 这是有人在袭击他们的基地 出事了 咱们一起出去看看 几个持枪人员相互招呼着 朝着外面快速跑去 他们刚刚跑出仓库 便看到空中有几架武装直升机 正在进行扫射 武装直升机的速度非常快 上面的大型机枪非常凶猛 朝着地面就是一阵轰击 看着建筑上深深的弹痕 这几个成员也是脸色一变 这火力有点猛 而且武装直升机的几个方向 都架上了机枪 让这些组织成员 都没有好的位置进行反击 地面一些组织成员 慌忙找地方躲避着扫射 根本无法进行回击 速度慢一点的成员 直接被机枪击中 倒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 看着身边死去的成员 其他人更是面色一白 躲着不敢轻易现身 毕竟他们手上的步枪 可不是机枪的对手 白白送死的事情 他们才不会去做 大家快躲起来 同时通知上级 有人进攻我们的基地 他们的火力很猛 流沙成员歼声叫喊着 提醒着远处的成员们 但是那些成员们 只管躲起来 哪里还有心情去汇报 在他们想来 这么大的声响 上级只要不是突然失聪 就一定可以听得到 就在这些人畏畏缩缩的时候 武装直升机的行动 还在继续着 几架武装直升机 快速飞行着 他们形成一个 非常安全的行动阵型 向着基地内部开去 这时候 武装直升机 借着扫射形成的压力 竟然开始向下放绳子 随即一个个身影 便顺着绳索快速降下 在落地之后 快速朝着各个位置 分不开来 速度又快又稳 明显就是训练有速 这些训练有速的成员 正是黑棋的成员 他们在李世江在指挥下 开始在流沙组织之中 扫荡起来 遇到落单的 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些火口 问问被抓的滑下成员 都在哪里 李世江向着成员们 发着命令 这种持枪成员 如果是三五成群 直接杀掉就是 这帮禽兽活着 也是浪费地球上的空气 落单的就不一样了 没有人救援 也耍不了花招 刚好可以询问一些 他们想知道的事情 在黑棋成员的扫荡之下 大量躲起来的成员 已经被屠杀 也有人想要用炸弹 搏一条出路 可惜这些黑棋成员们 也是从枪林弹雨中 活下来的 这些亡命之徒的狠招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遇到 其实 逃离炸弹攻击 并不是不可能的 能依靠的 就是对武器的各种了解 他们的爆炸范围 特点 如何逃生 怎样让自己受伤最低 战士们非常沉着冷静 快速地分析着一切情况 很快 那些试图反抗的成员 都死在了战士们的手里 在战士们的扫荡之下 这些组织成员 在黑棋面前 简直如同朽木 被崔枯拉朽般地快速处理 从开始扫射攻击 只不过短短十几分钟的功夫 枪声便戛然而止 四处的烟尘也开始逐渐散去 之前还保密严格的流沙组织基地 在黑棋的碾压之下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这片废墟之上 那些作为作福的成员 已经全部死去 战士们继续在这里搜索着 李世江也走了下来 查看着四处的情况 这时候 一位战士快步朝着李世江小跑过来 语气急切地汇报道 李哥 你说的东西已经找到了 那些被关押起来的华夏人员 也已经被放了 战士紧皱着眉头 他看着四周的情况 不过这些机密的文件 肯定是不能放在他们的身上了 这些华夏的车队人员 会有专人过来接应他们 但是现在这些机密文件 已经被人盯上 如果再留在这些人的身上 就是杀身之祸 不仅是这些车队的人员 就连那些来接应的华夏人员 也会有生命危险 即使是他们黑棋组织的人 想要护送这样的一对人 也是充满了未知数 更何况 他们现在的这个身份 也不可能和华夏的工作人员 明面上的进行接触 所以这样看来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人和东西分开 李世江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他看着那名战士 吩咐道 把那些尸体都再查一遍 看看流沙组织的高层 都对上了没有 他们做事情就要做干净 不能给华夏惹麻烦 要是被这些高层们逃跑了 说不好会对华夏方面进行反击 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战士们的行动速度很快 很快就已经清算了出来 流沙组织的高层们 已经被全部击毙 但是有些小喽喽 已经躲进了大山里 有些战士对此非常不满 立刻向李世江请命道 副队长 不如让我们组个小队 将那些小喽喽也一并消灭了 李世江立刻制止了他们的想法 他的表情十分严肃 和令道 绝对不可以 穷扣莫追 阻止了这些战士们的想法后 李世江又询问道 我们这次的伤亡情况如何 受了轻伤的有几个 不过咱们的兄弟们 没有一个被打死的 说到这里 那位回答的战士 也是一脸的庆幸 这一次 他们能完成得这么漂亮 完全是托了新队长的福气 如果不是陈天给他们 服用了增强版的体制药剂 按照这些战士们之前的实力来说 就算是有幸运不死的话 恐怕也会有不少人重伤 毕竟这些流沙组织的成员 也不全是废物 他们也都是亡命之徒 想要同归于尽的话 肯定是要受重伤的 但是在增强版体制药剂的帮助下 战士们的实力 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这才逃过了一劫 李世江听到这个伤亡情况 也是非常激动 他眉头一挑 强自压住心头的兴奋 但是对于陈天也是更加崇敬 新队长的一个举动 就救了他们不少战士们的命 能跟着这样的新队长 绝对是他们的福气 将最后的收尾工作做完 李世江直接大手一挥 说道 走 咱们该撤了 说完 李世江就带着黑棋成员们 快速离开了这里 他们刚离开一会 随后就有相关的势力 到达了现场 那些人看着现场的惨状 也是眉头一皱 开始在此地进行调查 入眼全部都是残垣断壁 而且地上除了尸体之外 早已经人去楼空 动手的人更是消失无踪 势力的头目 立刻安排人进行检查 不过很快就有手下过来汇报 报告 那些动手的人 特意打扫了现场 我们在这里 找不到丝毫的踪践 那些机密文件 根本不见踪影 反倒是剩下了一些 华夏的车队人员 他们几个大喇喇地 坐在客厅里 陈天不在 几个小丫头 完全不顾及形象 横七竖八地躺着 咱们看回电视吧 刘飞一面征求着大家的意见 手里已经按下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机 大家的意见不太统一 最后电视 停在了一档健保综艺上 苏芷熙眼睛一亮 指着健保节目大声地说道 咱们就看回这个吧 最近的健保综艺节目特别多 毕竟现在的生活环境好了 能买得起的古董的人 也逐渐多了起来 最主要的就是 古董简陋 一直就是人们心中 仅次于中彩票的 穷人翻身法门 也正是因为如此 健保类的综艺节目已经播出 立刻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他们现在所看的这一档健保节目 是卫视最新推出的一档 除了最基础的主持人 以及几位专家级别的健保专家之外 还会请几位嘉宾驻场 这些嘉宾可能是娱乐圈的当红明星 也可能是古董爱好者 亦或是各种行业的翘楚 因为充满了变动 所以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几个摄友也是看过这场节目的广告 一看到精致的画面 还有节目组精心布置的高档现场 也是被吸引住了 孙贝贝看着巨大的屏幕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他以前看过这个节目 对于这一类的健保类节目 也是非常有兴趣 要不是当年家里人反对 孙贝贝差点就报考考古相关的行业了 这个时候 节目才刚刚开始 主持人穿着得体的服饰走上前来 他的手里握着话筒 精神抖擞地说道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健保节目 按照惯例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节目组请来的几位健保专家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几位穿着糖装的老人走了进来 正是这场节目的三位专家 为首的老人 穿着一身亮蓝色的糖装 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 一副和蔼的模样 他一出场 立刻引来了现场不少人的掌声和欢呼声 苏芷熙听着那些热烈的欢呼 也是一愣 瞪大了眼睛 很是夸张地问道 不是吧 这位健保专家 还有粉丝啊 孙贝贝立刻点点头 毕竟他可是老观众一枚 对于这些人的背景 也是非常清楚的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这位欧阳旭 可是健保类节目里 最火的健保专家了 你们没发现吗 他出现的地方 永远都是C位 孙贝贝说起这位欧阳专家 就连语调都不由地拔高了一分 仿佛面前的几个摄友 居然不认识欧阳旭 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苏芷熙几人无奈地一摊手 孙贝贝只得给他们详细地介绍着 这位欧阳旭 可不是上节目才有名的 人家本身就是古董鉴定专家 不仅是天津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 天津的潘家园 也请他去做了荣誉鉴定师 能做到这个份上的鉴定师 个人的名声需要非常好 一旦有作假 或者是打眼的记录 可信度就会下降很多 其实打眼倒是正常 但是绝不能是大开门的物件打眼 这种已经是赤裸裸的作假 绝对要被杜绝的行为 欧阳旭为人十分正直 这么多年来 鉴定过的宝物无数 为人非常严谨 对待古董的态度 也是保持着敬畏 很是受人敬重 孙贝贝看着苏芷熙几人震惊的目光 也是一阵得意 继续介绍道 跟在欧阳旭老师后面的 一位是李书航老师 他是玉石类的专家 另一位老师叫做林峰海 他是画面鉴定类的专家 一双眼睛特别毒 在网络上也非常火 苏芷熙下意识地点点头 忽然开口问道 刚才的那位欧阳旭老师 他是哪一方面的专家 全面的 孙贝贝非常敬佩欧阳旭 介绍的时候 就像是在吹捧自己的亲人一样 不过在这个健保节目里面 欧阳老师主要负责瓷器一类的鉴别 虽然欧阳旭是一个全面型的专家 但是光凭他一个人 节目效果还是不够的 而且 为了显得更加专业 所以节目组 直接设置了三位不同方向的专家 杨珊娜抱着靠枕 朝着孙贝贝靠了靠 语气中有些惊讶地说道 好家伙 这节目够下血本的呀 不只是这些有名的鉴定专家 主持人也是耳熟能详的名人 完全就是高配啊 主持人这时候 也介绍完了三位专家的情况 他一抬手 面上带着笑容说道 接下来 就让我们转向欧阳旭老师 听听欧阳老师为我们分享 每期一个古董鉴定的小技巧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全场立刻响起一片掌声 欧阳旭拿过了桌上的话筒 他看起来非常自然 似乎早已经习惯了 现场录制的步骤和模式 不见丝毫生疏 在现场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之中 欧阳旭缓缓地开了口 既然我是代表的瓷器鉴定专家 那么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高古词的鉴定方法吧 所谓的高古词 其实就是原以前出土的陶瓷器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这种古制的陶瓷器 却特别容易被欺骗 因为这属于早期的陶瓷器 所以很多造假的人士 会故意用灌制的方式进行制器 这样一来 一些读属于高古词的轮质痕迹 就是不存在的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修行上用的臂刀是不一样的 那么痕迹也会有些许的不同 欧阳旭的声音一扬顿挫 讲起这些知识点的时候 也是充满了起伏 让人十分有兴趣继续听下去 除了对表面上的痕迹进行观察 来分辨是轮质还是惯质 我们还可以观察胚内的痕迹 来帮助我们推断 真正的高古词 它的内外胚 都可以看到对等的轮质痕迹 臂刀的痕迹 也是非常整齐均匀的 即使是那些不能消除的痕迹 也被工匠非常用心地 做出了一种美 这才是真正的高古词 欧阳旭说到这里 故意停顿了片刻 这才开口说道 说到这里 我想要问问大家 人们为什么几百年间都偏爱古董 问题一出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不少人都在安静地 思考着欧阳旭的问题 为什么喜欢收藏古董 欧阳旭看向前排一个年轻人 看着他一脸机灵的样子 让主持人将麦克风递给他 希望他说出自己的答案 年轻人接过了麦克风 他想了想 十分有信心地回答道 因为有价值 圣是古董乱是黄金 这算是古代一种特殊的理财方式 年轻人的话一说完 在场众人纷纷哄笑起来 其实在场不少人都是这样想的 他们之所以会发笑 是觉得年轻人说得太直白 这种话直接说出来 总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 好像自己多贪财似的 就算是这样 也不好直接说出来啊 年轻人说的 有一定的道理 欧阳旭听到年轻人的话也是一笑 先是肯定了他的想法 随后 他又继续说道 但是更多的 是因为人们对于美的一种追求 正是这种对于美的追求 才让这些老物件附加了更高的价值 当然了 这些老物件也有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但是之所以会被赋予这么高的价格 还是因为美 也正是这种美 所以品相完好的老物件 有了最好的价格 绝世的孤品 在人们的争抢中 价位节节攀升 古董确实是有高价值的 收藏多少年后 它的价值也在溢价 符合现代的理财理念 但是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人们追求美好的东西 才让他们有了价值 在场的观众们 听着欧阳旭的话 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随即 现场爆发出巨大的掌声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阳旭说 那些真正的高古词 每一处都带着独特的美感 就是因为如此 这一刻 所有人都对欧阳旭老师更加尊重 对于这位知识渊博的文物专家 有了一个更高的人士 苏芷熙坐在沙发上看着 也是跟着点点头 煞有介事地说道 怪不得人家能是天津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 听听人家这一阳顿挫的话 听起来就有意思 要是所有老师都讲课这么有意思 上学的 是一件多快乐的事情 其他的几人女生 也是一脸受教了的表情 他们已经开始崇拜欧阳旭 再听到苏芷熙的话 也是用力点点头 孙贝贝看着他们几个人的样子 忍不住撇撇嘴 开口说道 欧阳老师还有更厉害的呢 人家可是故宫的文物专家 在潘家园里的地位 那更是数一数二的 故宫文物专家 众人一听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职位可是太厉害了 这等于是最高等级的文物界大师了 能在电视上 听到这样的大师讲技巧 绝对是他们所有人的福气 一时之间 几个小丫头的态度都变了 开始就是抱着好奇的态度 看电视的态度 现在一个个 就像是来上大课的一样 就差拿出手机和笔记本记录重点了 画面再次切换到了主持人 主持人依旧是风度翩翩的样子 大声地说道 依照惯例 现在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闪亮登场 现场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立刻想起了BGM 一男一女两道身影 才后台走上前来 这位男嘉宾是一位古董爱好者 同时 我们节目组的铁杆粉丝 主持人看着走到前面一点的中年男人 十分热情地介绍道 中年男人穿着有些普通 应该就是自己的冲锋服 一副普通大众的模样 头上稍微有点秃顶 听到主持人的介绍之后 中年男人朝着台下挥挥手 看起来有些拘谨 这时候 走在后面一点的女嘉宾 也终于露出了芳容 一瞬间 众人都是一愣 竟然是周灵渝 一看到那完美的身材 和清纯无比的面庞 现场直接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真的是周灵渝 周灵渝最近的人气更是大涨 号称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清纯玉女 最厉害的就是 她没有任何绯闻 就和她的人设一样干干净净 更是让万千粉丝直接发疯 现场爆发出的掌声 一波接着一波 好好的健保节目 仿佛瞬间变成了粉丝见面会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沸腾起来 主持人也是没想到 现场情况会变成这样 她试图救场了好几次 即使她有着麦克风 但是也不敌那些狂热的粉丝 直接败下阵来 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才逐渐停了下来 主持人一脸的心有余悸 开着玩笑说道 真是没想到 周灵云的人气这么高 直接点燃了全场 周灵云十分有礼貌的鞠躬 甜美的声音通过麦克风 传遍整个演播厅 谢谢大家的喜欢 能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是我的荣幸 苏芷熙几人也是看着电视 惊叹着周灵云今天的妆容 端庄又大气 将她的清纯气质 突出得刚刚好 一身白色的礼服 更是将她衬得仙气飘飘 刘飞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看向苏芷熙 好奇地问道 芷熙 你之前说过 你还和凌云姐姐一起吃饭来着 当时苏芷熙还在朋友圈里 发过和周灵云的合照呢 看起来特别亲密 苏芷熙嘻嘻一笑 笑着回答道 是啊 那时候正好我表哥 带着我回灵水市 凌云姐姐也刚好在灵水有活动 凌云姐姐是我哥哥的朋友 这不是刚好约在一起吃饭吗 我们就一起了 几个女生一听 立刻就瞪大了眼睛 惊呼道 陈天歌真的好厉害 这样的大明星都是朋友 不过仔细想一想 陈天歌这么优秀 认识一点演艺界的朋友 似乎也很正常 这时候 电视里刚好响起主持人的声音 他在采访周灵云 灵云作为一个明星 平常会接触一些文物鉴定的东西吗 周灵云接过主持人手里的话筒 十分谦虚地说道 其实我没太接触过 不过 我最近也是恶补了一下相关的知识 虽然也就是懂得皮毛 但是我意识到 这一行太过深奥 还请另一位嘉宾手下留情 另一位嘉宾听到周灵云的话 也是赶紧笑着回应道 不敢不敢 我也是懂个皮毛而言 我看出来了 我们今天的嘉宾都比较谦虚 主持人拿回麦克风 笑着打趣道 一时之间 节目的气氛十分和谐 不过 为了节目的效果 主持人自然不可能让现场的气氛这样平和 他看着台下的观众 笑眯眯的开口说道 相信现场的观众们 也和我一样 很好奇 一位古董爱好者 和一位大明星 到底谁获胜的几率比较大呢 现在我们在现场 搞一个竞猜活动 大家都踊跃参与一下 这次的活动 究竟谁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谓的做出正确判断 就是选出真正的古董 并且估价更加接近 听到主持人的话 不少现在观众都开始窃窃私欲 虽然我很喜欢周凌云 但是这么专业的事情 肯定还是那个中年男人获胜 我也觉得是那位男嘉宾 毕竟 他是这么多年的古董爱好者 苦心钻研这么久 总比两眼一抹黑的明星要强嘛 树叶有专攻 就算是我们凌云输了 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再说了 凌云还这么年轻 光是年龄的积累 男嘉宾也比凌云要多 现在的观众里 不乏周凌云的粉丝 还是大家还是一致看好 中年男人会获得胜利 一个大明星的鉴赏能力 实在是不让人看好 主持人看着积极参与讨论的观众 嘴角上扬起一抹微笑 他开始讲述节目的规则 两位嘉宾需要对今天的古董 进行真假鉴定以及估价 如果两位觉得没有把握 可以求助场外帮助给出答案 最后我们的现场专家 会给出最终的答案 主持人说完 两位李仪小姐端着托盘 小心翼翼地走上台来 托盘里面放着的 就是这一次的两个藏品 是两只几乎一样的瓷碗 现场观众们一愣 就听到主持人在一旁解释道 平时呢 我们的健保环节 都是两款同类型 但是不同的款式 今天也是机缘巧合 我们在藏品中 找到了两只款式相同的瓷碗 这样的比较 可以说算是容易 也可以说非常难 如果是大开门的物件 那么有了一个比较 自然而然就能分辨出真的那只 但是如果藏品 本来就不好推断的话 那么两只摆在一起 就太有迷惑性了 而这一次的情况 明显就是后者 周灵云和中年男人 作为这一次的竞裁嘉宾 他们也是走上台 仔细地观察着两只瓷碗 两个人观察瓷碗的时候 为了不让现场冷场 主持人采访了一下 现场的三位助场专家 您几位觉得 这一次我们的两位嘉宾 谁更有可能猜中答案呢 欧阳旭非常自然地接过了麦克风 他看着远处的瓷碗 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和缓地说道 今天我们的节目组 可是给我们的现场嘉宾 出了一个大难题呢 今天的藏品 一般人可是分析不出来啊 就是我们这样的老家伙 也是要好好瞧瞧 才好下判断 随着欧阳旭的话音落下 现场又是一阵议论 观众们觉得 连欧阳老师都说难判断的东西 那是真的有难度了 旁边的两位专家 也是差不多的意见 他们说的含糊其词 毕竟现在还不到解密的时候 也不能说的太明白 但是有一点他们都说明了 就是这一次的竞裁有难度 一时之间 众人看着台上的两位嘉宾 都是捏了一把汗 尤其是周灵云 毕竟他没有什么经验 恐怕更是一团乱马一样 没有个主意 这时候 按照现场的布置 现场观摩团的那些人 也开始上台去观察两只瓷碗 这些观摩团的人 都是古玩界有名有姓的人物 大部分都是一些古董铺子的老板和掌柜 他们看着面前的两个瓷碗 也是有些拿不准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 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也是有理有据 周灵云和中年男人还在看着 两个人都是微醋着眉头 一副拿不准的样子 灵云 我看你看得十分仔细 你是有什么技巧吗 主持人见缝插针 向周灵云提问着 主持人的问题并没有难道周灵云 他确实是做不功课的 十分自然地回答道 鉴定一件瓷器 最重要的就是观察他的幼稚 瓷器幼稚的粗细 光泽 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而且还要观察古董瓷器的款制 要看他的年代 制作者的身份 还有教口的一些特点 周灵云的话说完流畅又好听 在场的观众们都没想到 他居然真的做足了功课 知道要怎么看 又知道是正常 但是周灵云连款制的知识都懂 确实是用了心 一时之间 大家都对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明星 有些刮目相看 谁说人家漂亮就没脑子 几位现场健保专家 看着周灵云的表现 都是点头称赞 毕竟一个没有接触过古董收藏的丫头 能说出来这么多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主持人看着专家们的反应 立刻开口询问道 那么灵云 你现在可以给出你的答案了吗 迎着所有人的目光 周灵云清纯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他摊了摊手 十分大方地说道 这确实很有难度 我又想拿不准 想要场外求助 周灵云会选择求助 倒是没有出乎主持人的意料 他有些八卦地询问道 不知道灵云会求助谁 听着现场观众的口哨声 周灵云还是十分自然地回答道 我想听听自己一位好朋友的意见 再做决定 现场的工作人员立刻开始连线 打出的是视频通话 正坐在车里 准备回家的陈天 也是看到了节目组打开的视频电话 直接接通了电话 你好 我们这里是健保节目组 主持人在电话接通后 立刻表明了身份 并且向陈天说明了来意 周灵云想要和你求助 因为是场外求助 现场只会暴露出被求助者的声音 影像会被屏蔽 但是为了能让陈天第一时间给出帮助 陈天那边是可以看到现场情况的 也就是说 陈天可以通过手机视频看到现场 但是现场并不能看到陈天 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陈天看着现场的情况 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让周灵云靠近了那两件瓷器 这才开口说道 这个我懂一些 可以说给你听听 你作为一个参考 现场的观众们 听着陈天年轻的嗓音 虽然充满了瓷性非常好听 但是也可以清楚听出来 嗓音主人的年纪绝对不大 观众们笑呵呵的 小声的讨论着 这么年轻的小孩子 能知道这瓷器的真伪 听起来这声音的年纪 和周灵云也是差不多的 居然是个声音这么好听的男孩子 可惜看不到他的脸 要不然还能八卦一下 他和灵云的关系呢 现场专家都说这道题特别难了 还安排一个这么年轻的男孩子来帮助 不会是一个公司准备出道的新人吧 这声音 绝了 观众们更多的是好奇 他们齐刷刷地看向周灵云 恨不得从他的脸上看出答案 欧阳旭坐在专家席上 听着陈天的声音 也是看了看周围的两位同行 笑呵呵地说道 现在这些小朋友 也对文物渐渐有研究了呀 作为古董界的泰山北斗 欧阳旭对于行业的兴起 还是喜闻乐见的 而此时的电视前 苏芷熙等人听着这道声音 也是愣住了 这这这 这不是表哥的声音吗 周灵云求助的人 居然是表哥 几个小女生 就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 纷纷开口说道 陈天阁好厉害 居然能让大明星 第一个想到的朋友 就是他 芷熙 你和我说句实话 陈天阁和周灵云 真的是普通朋友吗 虽然陈天阁很厉害 但是没听说 他在鉴定方面 有鉴术啊 陈天阁的声音太好听了 简直就是低音泡啊 即使是通过电视的转播 我们还是第一时间听出来了 就在几个小丫头 震惊不已的时候 电视里传来陈天的声音 几位专家好 我就是说说我的看法 如果不对 还请指正 面刀如此谦恭的态度 几位专家 瞬间就对这位年轻人 有了十足的好感 欧阳旭拿过麦克风 也是十分和善地说道 你尽管说就好 简上其实就是畅所欲言 周灵旭是真的很喜欢 这个谦虚的小伙子 对他的话也是非常赞赏 现在这个浮躁的年代 还有这么懂礼貌的年轻人 真是难得 陈天听了欧阳旭的话 也是点点头 开始说道 这件白色的碗 是有古蓝色的花卉 明显是青花瓷的一种花式形态 在确定了种类之后 就是判断它年份的时候 我刚才观察了 一下此碗的幼稚反光 这样的密度和油光 是景德镇出品的经典之作 这个碗的花式 被做成莲花花蕾 或鸡心的形状 它的底部装饰 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一个四周环绕着 鲜花的四叶植物图案 形成的大花纹 而这只碗的外侧 则是印有莲花和牡丹 还可以看到 菊花和石榴花的痕迹 陈天说到这里 故意停顿了一下 此时场上的那些大师们 原本脸上带着的和煦的笑容 开始慢慢凝固 他们万万也没想到 周灵云找到的这个年轻的朋友 居然真的说得头头是道 一时之间 不仅是观众们 就连几位健保大师 也是坐直了身体 他们脸上的表情 也开始变得正中了起来 观众们的表情里 再也看不到任何一丝轻视的神色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 那几位专家的表情后 心里更是惊奇和震惊 能让专家们这么重视 那么这个年轻人 一定是说对了 就在现场观众们 都被陈天的话震撼的时候 后台的工作人员 对着导演说道 导演 我们的收视率 在疯狂上涨 那些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也是一脸新奇地看着屏幕 等待着陈天的继续分析 与此同时 收视率还在继续上升着 这时候 陈天的声音再次响起 虽然古董的规律从没有绝对 但是大部分的建造 还是会依照当时的时代背景 一般的杯子上 并不会刻画牡丹 这样的花形 是只有宫廷才可以使用的硅脂 而且 看青花浓厚下沉 正是明治青花 比较明显的特色 这只雌碗的胎体 看起来轻重适宜 造型圆润灵巧 机芯型的花形 属于外来的因素 由此我推断 这是一只永乐时期的宫廷用品 随着陈天的话说完 现在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都是震惊了 他们还沉浸在陈天的讲解中 久久不能自拔 就连电视机前的苏纸稀几人 也是一脸的惊叹 惊得有点说不出话来 这样头头是道的分析 而且有理有据 明显就是内行啊 所有人都摒弃名神 等待着陈天公布他的答案 所以 根据我的推断 我选择第一只雌碗 陈天说完自己的答案后 并没有立刻停止下来 而是继续说道 专家们之所以说 这会是一道难题 正是因为第二只雌碗 给所有人都埋下了一个小小的陷阱 陷阱 观众们之前已经被陈天的 一通话所折服 对他有了幸福感 听到他这么说 大家都是瞪大了眼睛 看向了第二只雌碗 这只碗看起来和第一只 差不多的样子 怎么还有陷阱呢 好在陈天并没有卖关子 立刻就给出了答案 这第二只雌碗 它是一只拼接款 这也就是为什么 明明第二只雌碗 幼稚比较粗糙 却让众人拿不准主意 因为它的底 是真正的青花雌碗 落款也是方方正正 自己完全符合当时的款制 而且虽然是拼接 却是清末制作出来的 所以也算是古董的一种 这样几乎达到 以假乱真的东西 确实是个大难题 节目组在这里埋了的大坑 若是看不出第二只的 不平凡之处 在答案揭晓的时候 也不算真正的胜利 主持人愣了一下 他看向一旁的男嘉宾 开口询问道 那么男嘉宾呢 你选择哪个 男嘉宾也是拿不准主意 但是听着陈天年轻的声音 毅然决然选择了第二个 见两位嘉宾都做出了选择 主持人看向了欧阳旭 十分恭敬地问道 那么欧阳老师 请您给我们的观众 公布最终的答案 一句话 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在了欧阳旭的身上 欧阳旭还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 他拿起麦克风 宣布道 刚才电话里的那位年轻人 说得一点也不错 就是第一个 是我们今天的真正藏品 无论是年代 还是宫廷用品的推断 都是非常准确的 不过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 是这位年轻人 作为一个年轻人 能做到这个份上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欧阳旭是真的很感慨 即使是他 也并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给出这样的答案 他也是分析了许久 才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但是这个年轻人 他只是凭着眼睛看了看 甚至在不知道手感的情况下 就分析的和自己一模一样 这真是让欧阳旭 又震惊又惊叹 真是个不一般的年轻人 主持人听到了 欧阳旭给出的答案 也是惊呆了 毕竟是那样年轻的声音 居然连年代 都分析得如此透彻 的确是出乎了 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观众们听说是周琳云莹了 也是跟着欢呼起来 现在气氛一下子拉到了高潮 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是放下了手中的活计 直勾勾地盯着屏幕 主持人轻轻咳嗽了一声 对着陈天说道 不如你把这个词评的价格 也说出来吧 大师专家 你们也把你们的评估价格写出来 几位健保专家们 开始小声地议论着 他们的声音很小 就连附近的观众 也是听不到一丝内容 很快 这些专家们就统一了结果 将答案写在了卡片上 交到主持人的手上 主持人晃了晃手上的卡片 对着陈天说道 现在 请您作答 您认为 这件藏品的估价 是多少呢 陈天沉吟了片刻 直接说道 在这只碗出现之前 全球只有六只这样的碗 作为第七只精品 横向对比18年复苏比 拍卖行的价格 270搭败有软媚币 这两年 青花瓷的价格还在上涨 所以我给出350万的估价 听到陈天所曝出的价格 大师和主持人的脸色 结实一变 主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翻过了那张卡片 展示在摄像机前面 只见上面龙飞凤无血的价格 也是350万 和陈天说曝出的价格 完全一样 看到这样的答案 现场立刻响起一片哗然 现场和电视前的观众 都是惊呆了 在他们的预想之中 陈天的答案能大差不差 已经很好了 结果 陈天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惊喜 报价居然是一模一样 苏芷熙等人也是瞪大了眼睛 完全猛了 好扮想才反应过来 几个丫头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心中充满了震惊 陈天哥也太厉害了 芷熙 你知道不知道 陈天哥还有鉴定方面的特长 看看陈天哥的成就 简直是为了弃人的 人家随便学一学 各方面都这么优秀 我一直在想 陈天哥还有什么是不会的 人长得这么帅 还有钱 知识储备也是这么丰富 说实话 现在陈天已经是他们唯一的偶像 没有之一 周灵云也是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看着拿着奖杯 走向自己的主持人 心里也是充满了惊叹 这个陈天 从认识他开始 就不断再给自己创造震撼 而且没有一次 会让自己失望 这样的男生 简直太优秀了 因为竞裁结果已经公布 陈天能做的 已经都做完 便断掉了连线 周灵云获得了胜利 他们还有接下来的一小段 需要录制 主持人已经重新调整好了情绪 但是脸上 还带着一丝震惊说道 我主持节目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 刚才的年轻人 给他们创造了太多的惊喜 而且通过而返 主持人也是知道了 收视率狂涨的事情 欧阳旭也是心中感慨 他拿起麦克风 笑呵呵地说道 古董见赏是一个雅行 也是需要打小培养 我希望 以后可以看到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 现场观众们激动地鼓掌 这一场节目 也是到了尾声 羡慕之后 周灵云去了后台 他换下了礼服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匆匆赶来的欧阳旭叫住了 欧阳旭笑呵呵地看向周灵云 递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 和蔼地说道 你的那位朋友 真的是个鉴赏的天才 说实话 年纪这么轻 就能有这样的见识 绝对非比寻常 要是以后有需要 可以联系我 我还是有些人脉的 说完 又有节目组的人找到欧阳旭 说导演有事情和他商量 欧阳旭朝着周灵云点点头 便跟着工作人员离开了 只留下周灵云看着手里的名片 心情十分复杂 他之前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求助陈天 没想到陈天居然给了他这么大的惊喜 陈天刚才的表现简直不要太好 就算是过来现场做嘉宾 也会是最耀眼的那个 周灵云想着陈天优秀的面貌 心里震撼不已 他刚才一下台 就听到经纪人跟自己说 因为自己的场外求助 让收视率直线上升 已经破了这个节目的最高收视纪录 导演对于周灵云的行为十分感谢 刚才还和经纪人聊了好一会 说以后要加强合作呢 经纪人的心情也是异常激动 兴奋地说道 这档节目可是卫士相当重视的栏目 咱们有了这关系 以后电视台的节目 也是会经常参加的了 他们之前一直躲在角落里 这才躲过了袭击 不过对于动手的人的信息 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问的多了 甚至是干脆三肩齐口 直接沉默以对 这些事例 见查不出个所以然 自然不会介意 卖给华夏方面一个人情 便将这些华夏车队的人员 直接接走了 至于流沙组织基地的情况的消息 也像是插了翅膀一样 在全球流传开来 一瞬间世界哗然 大家都不知道 是什么人动的手 更不知道是什么人 突袭了流沙组织 一时之间 国外论坛上 也是各种猜测纷飞 这些动手的人 也太强悍了吧 听说流沙组织的高层 全部死亡 只剩下一些散兵游泳 躲进了大山里 不敢出来了 这样恶名昭著的组织 早就应该有人出手清理他们了 不过 我看有消息称 这次的突袭行动速度非常快 完全是碾压式的攻击 能做到这样 神不知鬼不觉的攻击 绝对是一次 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如果是临时行动的话 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撤离 还没有留下痕迹 这个神秘组织 也太厉害了 竟然除了流沙组织的人的尸体之外 没有一具尸体 面对这样的老牌组织 居然没有伤亡 不仅是论坛上 国际新闻上 也开始了各类型的报道 位于西亚的流沙组织 在京城被有关势力发现 已经人去镂空 相关高层全部死亡 神秘组织突袭流沙组织 西亚这块三不管的地带 将再次陷入到混乱之中 是行侠仗义 还是另有图谋 西亚流沙组织被团灭 此前他们刚刚截略了华夏车队 各种消息在全球席卷开来 华夏方面也是震撼不已 为此 华夏方面也是召集了高层进行会议 专门对此事进行了讨论 但是接连的讨论之下 也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不知道是黑吃黑的行动 还是怎么回事 毕竟现场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即使是他们 也是不可能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 进行无端的猜测 就连英龙军部的内部 也是被这个消息所震动 这一下 国家的经历文件丢失了 还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整个华夏高层震动的时候 陈天在家里 也是看到了这些消息 看到那些新闻后 陈天悬着的心 也是放了下来 陈天一阵势然 真不愧是英龙军部的战士们 即使是走出了军部 也没有给这个名字丢人 这样的实力 已经让全球都被震撼 李世江这个时候 也给陈天发来了消息 任务圆满完成 东西已经取回 我晚上到精灵找您 陈天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看到李世江发来的这个消息 他就更是轻松了 他回完消息收回了手机 看着 还在电视前面玩游戏的这些丫头 也是迷了迷眼睛 陈天心里暗暗想着 李世江晚上要过来 得想要办法把他们支走才好 这样想着 陈天将苏芷熙 拉到自己身边坐好 笑眯眯地问道 你们今晚想不想去看电影 看电影 苏芷熙的眼前一亮 用力地点点头 说道 好啊 我听说 最近上映的几部片子 都很不错 咱们一起过去看啊 苏芷熙笑得眼睛眯着 说起来 自己好久没有 和表哥一起看电影了呢 没想到 陈天直接回复道 我晚上有事 你们去就好了 苏芷熙 表哥 你是想把我们支出去吧 苏芷熙一脸都不高兴 她绝着嘴巴 气横横地说道 你让我去也行 你得给我做甜品吃 这个坏表哥 人家今天才过来玩 现在就想着 把人家往外面赶 宝宝心里苦 不吃点甜品补补的话 是完全不能好起来的 看着小丫头气鼓鼓的模样 陈天也是一阵无奈 她点点头 笑着答应了下来 好好 给你做 你这个丫头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几个女生 这时候回过头 刚好就看到 陈天的一脸宠密表情 看着这样温情的一幕 几个女生的心里 却全是酸酸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没有 这样的表哥呢 陈天站起身来 他看了看家里的食材 打算给苏芷熙几人 做点爆米花 毕竟是去看电影嘛 吃爆米花之类的 最合适了 陈天做好了打算 便准备了一些食材 钻进了厨房里 苏芷熙几人 原本在客厅里坐着 很快就闻到了 一阵浓郁的香气 好家伙 这是什么神仙做法 爆米花还这么香 刘飞的眼睛 都快瞪出来了 几个小丫头对视一眼 争先恐后地 朝着厨房跑去 可惜陈天 听到了脚步声 直接丢给他们一个眼神 轻声说道 在外面等着 厨房里枪 几个小丫头 见不能进厨房 干脆蹲在厨房门口 时不时地吸一口气 这么香的味道 哪里枪了 杨山大 最是靠近厨房的大门 忽然 他瞥见了 陈天丢下的巧克力包装 忽然开口惊呼道 你们快看 陈天哥爆米花用的巧克力 居然是 Chocopology by Nipshield 那是世界最昂贵的巧克力 是用珍贵的黑松露 和法弗纳可可制作而成 可见它的用料和价格 还是非常匹配的 杨山大看着其他几个摄友 一脸蒙圈的样子 无奈的一幅鹅 换了一个说法 这种巧克力 随随便便一块 就要五位数 五位数的巧克力 几个小丫头 倒吸了一口凉气 顿时觉得 空气里的香气 带着一股浓郁的软魅壁的味道 陈天这时候 已经做好了一锅爆米花 将它们全都倒了出来 现在还有点热 等一会凉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变得酥酥脆脆了 陈天想着 毕竟是四个小丫头 生怕做的少了不够吃 就打算 再做一锅黄油的爆米花 他这边还在坐着 余光就看到苏芷熙 偷偷摸摸地钻进了厨房 明显是想偷吃 三米 两米 一米 眼见着爆米花 已经近在眼前 苏芷熙刚伸出手 苏芷熙痛呼一声 一抬头 就看到陈天拿着铲子 泥着她 明显早就发现了 她敲咪咪的行动 陈天这时候 开始将爆米花装袋 还不忘记对着苏芷熙叮嘱道 我给你们装起来 你们可不准先吃 陈天给他们做了 几种口味的爆米花 分别装了几个不同的袋子 而且考虑到 是几个姑娘一起看电影 便将爆米花分成了小包装 到时候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看到陈天如此细致地 做着分装 旁边的几个女生 毛子里只剩下羡慕 看看人家这表哥 比男朋友还要细心体贴 他们是真的酸了 好了 我们知道了 苏芷熙原本还撅着小嘴 气呼呼地 等她接过陈天手里的爆米花后 立刻喜笑颜开 毕竟拎着这么多的爆米花 简直就是吃货们的快乐源泉 苏芷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感觉就连装爆米花的袋子 都被染上了巧克力的浓香 陈天看着几个小丫头的样子 也是忍君不惊 笑着说道 我叫天晴送你们过去 等到看完了电影之后 你们记得给她打电话 叫她接着你们回来 看完电影肯定是晚上了 几个小丫头独自在路上走 陈天可不放心 几个小丫头点点头 十分乖巧地硬了下来 心里都是暖暖的 陈天看看时间足够 便给几个丫头 煮了一些奶茶 灌进保温杯里 让他们带去电影院里喝 闻着保温杯里甜香的味道 苏芷熙下意识地 吞咽了两口口水 有了这么好的爆米花和奶茶 自己作为表妹 为表哥腾腾地方有什么 陈天看着苏芷熙的样子 无奈地摇摇头 就在这个时候 苏天晴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他已经来到了别墅门外 随时可以出发 陈天将几个小丫头送上了车 对着苏天晴叮嘱道 天晴 晚上的时候你辛苦一点 将他们几个送回来 苏天晴点点头 让陈天放心 他一定保护好几个女生的安全 陈天这才放心地返回了别墅 看着陈天的背影消失 苏芷熙撇了撇嘴 对着几个摄友小声地说道 表哥变得唠叨了 杨山那一听 直接翻了个白眼 语气酸酸地说道 丫头 你这就叫不知足 要是我有这么好的表哥 他就是个唐僧 我也能忍 孙贝贝和刘飞 也是认同的点点头 陈天给他们的印象 简直不要太好 虽然只是接触了 短短一段时间 但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们 对于男士的看法 苏芷熙黑黑笑着 他吸着甜香的空气 看着手边的包 甜了甜嘴唇说道 你们想不想尝一尝爆米花 可是 刘飞有点犹豫 他看了看身边的摄友 陈天哥不是说 要我们不可以偷吃吗 这还没到电影院 应该算是偷吃吧 苏芷熙眼珠子一转 直接开口狡辩道 怎么会呢 要是我一个吃 那算是偷吃 但是我们一起吃的话 那就算是正常品尝 其他的几个妹子 也是有点迫不及待 这时候也顾不上什么 逻辑不逻辑了 拆开了一包巧克力的爆米花 包装袋刚一打开 一股浓郁的巧克力味道 立刻飘了起来 那感觉 就像是面前 正煮着一锅热气腾腾的牛奶 巧克力一样 甜香中夹杂着一股奶香气 是黄油的味道 面对这么好闻的味道 几个人是真的忍不住了 争先恐后的黏起 一颗丢进嘴里 爆米花的口感十分酥脆 满口都是巧克力的香甜 但是并不会腻口 味道刚刚好 几个小丫头都是眼睛一亮 这是爆米花 完全颠覆了他们 对于这种小吃的理解 这也太好吃了吧 爆米花刚好降低了巧克力的甜味 吃起来浓香宜人 还酥酥脆脆 根本停不下来啊 陈天歌就算是个普通人 靠着这一手好厨艺 也绝对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做个爆米花都是这么美味 米其林三星餐厅都没这手艺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 比你厉害的人 还比你努力 陈天歌已经这么优秀了 他怎么安排的时间 还有空研究料理 几个小女生心里满是震惊 他们小声地议论着 惊叹着陈天的优秀 苏芷熙看着前面开车的苏天晴 笑呵呵地拿了爆米花喂给他 怎么样天晴哥 是不是很好吃 苏天晴认真地开着车 但是并不妨碍 他的瞳孔一阵缩放 像他这个年纪的男生 其实并不喜欢吃甜食 但是陈天做出来的爆米花 把那个味道把控得非常精准 完全让你挑不出任何的毛病来 苏天晴很是回味地扎扎嘴 问向后座上的几个妹子 你们刚才说 这是陈哥自己做的爆米花 在得到几个女生肯定的答复后 苏天晴也是震撼不已 没想到陈哥居然这么厉害 简直就是无所不能 像陈天这样的大老板 生意做得好 功夫也是一等一的高超 居然还会做饭 现在就连爆米花都做得这么出色 简直是传说中才有的完美男人 苏天晴一阵感叹 待在这样的男人身边 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车子在道路上急驰着 几个小丫头不断地压制着自己的想法 不过还是三下午除二 就吃完了一包爆米花 很快苏天晴就送着他们来到了电影院 苏芷熙下车前看向苏天晴 不忘询问道 天晴哥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苏天晴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 他对着苏芷熙几人说道 算了 我就不去看了 你们看完之后 给我打电话 我过来接你们 苏芷熙点点头 也没有抢球 给苏天晴留下一小包爆米花后 就下了车 电影院在购物广场的顶楼 几个小丫头先去楼上买了票 不过 他们来的时间刚好 很快就可以入场 孙贝贝一挑眉 看着同样在后场的那些观众们 笑嘻嘻地说道 我还说 要是买不到合适时间的票 就去楼下逛逛街呢 楼下几层都是购物商场 是女孩子的天堂 杨珊娜听到孙贝贝的话 斜着眼睛泥塌 也遇到 之前陈天哥才送了那么多奢侈品 觉得不够 还想再买 孙贝贝的头立刻摇得像是波浪鼓一样 他的那点消费 怎么可能和陈天相比 自己一年买的东西 恐怕还不够陈天买的一个包呢 土豪的生活 他是真的不懂 苏芷熙在旁边笑得不行 他一面扶着自己的仙妖 一面轻斥道 你们两个这么逗逼 是想笑死我 然后继承我的蚂蚁花呗吗 几个丫头轻笑打闹着 他们一个个都是美人批子 尤其是苏芷熙更是大美女 一时间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走吧 检票了 这时候广播开始播报 杨珊娜招呼着几人 大家拎着零食 排着队检票进入了放映厅 苏芷熙几人选的电影 是最近最火的大片 几乎是场场爆满 几个小丫头进去没有多久 整个放映厅里就坐满了观众 苏芷熙看着灯光暗下来 便从袋子里拿出保温杯 轻轻拧开 一股清香味道瞬间在放映厅里传开 正是沉添熬煮的奶茶 随着香味的爆开 原本还在窃窃私语的观众们纷纷一愣 众人都是提提鼻子 茶的清香再加上牛奶的浓香 让人的心情都不由得好了起来 苏芷熙尝了一口 一双漂亮的毛子立刻笑得眉眼弯弯 他早就想到表哥做出来的奶茶一定非常甜香 但是没想到 陈天的手艺居然比苏芷熙想象中的还要更好 浓郁的味道一层又一层的荡开 口感非常的丰富 坐在旁边的杨山那几人则是直勾勾的 看向苏芷熙 目光之中透着期盼 苏芷熙一放下杯子 立刻就被其他几人接了过来 小口小口的品尝着奶茶的清香 很快 电影开始正式放映 观众们刚刚调整好情绪 就听到一声轻微的撕拉声传出 伴随着包装袋的拆开 一时之间香气弥漫 整个放映厅都是梦了 浓郁的巧克力味道在空气中攻城掠地 仿佛置身于巧克力的王国之中 香甜之中还夹带着一丝玉米特有的味道 观众们立刻眼前闪过一道金光 这么诱人的味道 居然是爆米花 这这这 爆米花居然可以是这种味道 太香了 要是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的刺激 这电影还怎么看 众人一边想着 目光终于落在了苏芷熙等人的身上 借着电影反射出来的光芒 看着几个漂亮的小姑娘 众人也是一阵赞叹 不过更令他们惊讶的 还是苏芷熙等人手里的爆米花 大人们都被这香味诱惑得不行 小孩子们自制力差一些 更是口水直流 一个穿着粉色公主裙的小姑娘 轻轻摇了摇妈妈的手臂 小声地说道 妈妈好香 妈妈我也想吃 粉雕玉轴的小姑娘的妈妈 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漂亮 而且很有涵养的女性 听到自家女儿的要求后 这位妈妈便主动站起身来 去外面买来了一包包装好的爆米花 和这位妈妈一起出去的 还有不少孩子的家长 都是在自家孩子的要求下 出去买来了爆米花 等到这些家长们 带着爆米花回到了座位上 这才发现自己买回来的爆米花 和人家再吃的完全就是两种东西 味道淡淡的爆米花 捅稍微距离自己远一点 就闻不到属于爆米花独特的味道 跟人家手里的美味零食 完全就像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 不少小朋友没有吃到同款的爆米花 开始小范围地闹起脾气 这时候终于有家长忍不下去 他们快步凑到苏芷熙几人身边 小声地询问道 小姑娘 你们的爆米花是在哪里买的 这味道好香啊 听到有人上前来询问 苏芷熙十分得意地回答道 我们这可不是买的 是自己家里做了带过来的 苏芷熙说话的声音并不算大 但是周围不少孩子的家长 都竖着耳朵仔细听 便通通听了进去 全是自己做的 听到这个小丫头的答案 不少人的心里都充满了震惊 这座爆米花的手艺 绝对算得上是绝绝子 这几个小姑娘长得这么好看 没想到还有一手好手艺 不少陪着女朋友来的男生 眼睛几乎长在了几个小丫头的身上 以后谁和她们在一起 恐怕也太有福气了吧 这肯定就是传说中的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了 如此一对比 自己身边的女朋友 都瞬间变得暗淡无光了呢 大人们虽然有些失望 但是还可以忍耐 那些小孩子们 则在香味的诱惑之下 便开始有些坐立不安 她们眼巴巴地看向苏芷熙等人 目光之中带着满满的羡慕 苏芷熙几人看着面前 软软嫩嫩的小孩子 哪怕还狠得下去心自己吃 几个小丫头商量了一下 她们拿出了其中一包 分给了那些眼巴巴的小朋友 孩子们看着手心里的爆米花 闻着扑鼻的香味 直接放进了嘴里大嚼起来 酥酥脆脆的口感特别好 比爸爸妈妈买给自己的高级巧克力 还要好吃呢 小孩子们吃得没开眼笑 那些家长们 自然对苏芷熙几人感激涕零 不过 毕竟电影已经开场 他们也不好意思说话 也只能是点头致意 想到这里 李适江的心里一阵庆幸 不得不说 老队长的这双眼睛可是太毒了 给他们选了一个这么棒的新队长 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是心悦诚服 对陈天是百分之百的尊重 李适江强压住心头的激动 给陈天详细地说了一下 手下的那些队员们的提升情况 陈天安静地听着 成员们的实力提升 他也是非常高兴的 一面听着李适江的介绍 陈天一面点点头 开口说道 既然是这样 你们一会再去哪一些 要是来了新人 就给他们服用一些 反正我这边有的是 虽然陈天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但是李适江等人还是充满了震撼 他们可是相当清楚 这种体质药剂的神奇之处 这样的好东西 在外面肯定是无价之物 如果真的拿去黑市上拍卖的话 一瓶卖个上千万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 这是真的可以改变人的体质 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好东西 现在队长居然这么轻而易举地 就给了他们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就凭着这份信任 他们也要好好帮助队长工作 才能报答他的这份恩情 几人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眸子里 看到了一样的感恩 陈天看着他们的样子 也没有多想 他给几人蓄上了茶水 笑呵呵地说道 来 再喝点茶 几人喝着茶 李世江和他汇报着黑棋组织里的情况 他汇报疏漏的地方 几个汉子在旁边补充着 陈天时不时地点点头 他看了看时间 又看了看放在一旁的金属箱子 说道 我去一趟军部 你们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毕竟是华夏的顶级机密资料 就这样放在这里也不是事 总是觉得不够安全 李世江等人一听 连忙起身说道 不用了队长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还是那句话 他们现在是吴国籍人士 在这里出入太多的话 恐怕会给陈天留下不好的影响 李世江说到这里 忽然从兜里掏出一个优盘和一张卡 朝着陈天递了过来 队长 这是这一段时间的出任务的利润 优盘里放的是任务资料 和出任务的情况 没想到 陈天却只是拿过了优盘 至于那张卡 直接退给了李世江 陈天看到李世江错愕的眼神 直接说道 利润我就不要了 你们自己发了就好 这些钱以后也不用给我 我并不缺钱 如果组织里需要钱 你们尽管和我说 我的要求就只有一个 绝对不能因为钱 就做出违背良心的任务 这一点是底线 绝对不能破线 李世江和几个汉子 用力地点点头 这一点他们非常清楚 这可是黑旗组织的核心 他们当然不敢去违背 有了这么好的领导 他们更不会去做威胁华夏的事情 队长 我们一日为华夏战士 一辈子都是华夏的战士 绝对不敢遗忘 听着李世江置地有声的声音 陈天也是满意地点点头 他也加入了英龙军部 自然是了解 这里走出来的战士 到底是什么人 陈天拎起那只金属箱子 对着众人说道 好 那我就先走了 说完 陈天直接朝着外面走去 消失在了几人的眼前 李世江等人 已经完全看不到陈天的身影 却还是愣愣地站在那里 心中满是感慨 他们华夏有这么好的战士 何愁国家不强大 陈天这时候 在刘猛的护送之下 朝着英龙军部精灵分布而去 摸着金属箱子冰凉的质地 陈天的心里也是一阵轻松 虽然这其中出现了一点波折 但是好在国家的机密资料没有丢失 那些为了保护资料而死的战士们 黑旗这一次 直接灭掉了流沙组织的基地 也算是给他们报了仇 车子还没有开进金灵分布 就遇到了警戒的战士检车 陈天递上了自己的工作证 疑惑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战士看着陈天年轻的面旁 再看看他手里四星龙啸的政见 瞬间肃然起敬 他朝着陈天恭敬的敬礼 这才开口说道 上级要求进入警戒状态 具体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谢谢您的配合 陈天威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便朝着金灵分布里面开去 与此同时 金灵分布的会议室里 孙毅带着一众龙将在会议室里坐着 整个室内的十分肃穆 龙将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一下他们也没有什么话说了 原本资料丢失 他们好歹还有一个流沙组织 这样一样目标可以针对 但是现在呢 忽然冒出来一个神秘的组织 而且还是这样强大的力量 居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覆灭流沙组织 无论是力量还是组织能力 都完全超乎了众人的想象 在场的龙将们都在心里想过 如果是他们派出人手去参加任务 也不一定完成的这么干净利落 这样的组织 简直是有点可怕 最主要的就是 经过这个组织的一通闹腾 他们完全不知道 机密文件去哪里了 是医师在流沙组织的内部 还是说 被这个强大的神秘组织取走了 亦或是 那些到过现场的势力 做的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团乱麻 孙艺气得不行 他用力一拍桌子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就如同他此时的心情 心里一阵惊涛骇浪 全是愤怒 旁边的龙将们 也是心中叹息 心中非常明白 孙艺的恼火 这样的突变 对于他们英龙军部来说 都是措手不及的 就在众人气门不已的时候 孙艺的秘书走了进来 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孙龙将 陈天龙叫过来了 陈天? 孙艺听到这个名字 脸色倒是一缓 直接说道 叫他直接进来吧 他现在心烦意乱 完全没有招待陈天的心情 那小子脑筋灵活 说不定能帮着出出主意 孙艺这样想着 就看到陈天推开门走了进来 陈天一进来 就看到了一屋子的龙将 也是一愣 他看向孙艺 低声询问道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怎么整个军部警接了 刘一范看到陈天 也是叹息一声解释道 我们之前还打算要出任务的 可是现在 哎 其他龙将也没有绷着 毕竟陈天也是精灵分布的人 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十分无奈 面对这样一个无解的局面 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陈天一听刘一范的话 也是明白了过来 询问道 你们打算去攻打流沙组织 拿回机密文件 众人听到陈天的话 皆是一愣 陈天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还知道的如此细节 他们没人告诉陈天啊 倒是孙艺没有太过惊讶 他朝着陈天点点头 缓声说道 但是现在 流沙组织覆灭 机密文件不知去向 机密文件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都是华夏的重要资源 绝对不容有失 其他龙将听到这里 也是心情沉重的接话道 其他的都可以不管 但是机密文件 我们无论如何要拿回来 现在谁也不知道 机密文件的去向 是那个神秘的组织 还是被哪个势力顺手牵羊 现在完全没有头绪 这才是最糟糕的 这样两眼一抹黑的肯定不行 不如我们也安排人 去现场好好勘查一番 有一点线索 也比这样干想要好吧 听着龙将们的哀声叹气 陈天一挑眉 直接将金属箱子 放在了会议桌上 淡淡说道 东西我拿回来了 一句话 在场的众人全都愣住了 拿回来了 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看着面前的金属箱子 只觉得大脑里轰的一声 连思考的能力都快失去了 孙逸猛地从椅子上窜了起来 他的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金属箱子 喘着粗气说道 这个该不会 难道这个箱子里面 就是华夏丢失的机密文件 刘一范也是瞪大了眼睛 看向陈天 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 才开口说道 陈天 流沙组织 是你派人 听着二人的问话 陈天点了点头 这一刻 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所有人都直愣愣地看着陈天 就像是在看着一个怪物 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人啊 哪怕是他们已经破格提升陈天 成为了精灵分布的一名龙校 但是 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 他们好像从来没有 真正了解过这个年轻人 陈天这样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手里头居然有一个 可以灭掉流沙组织的组织 这这这 说实话 这一瞬间 这些成名已久的龙江们 也是完全有点梦了 这一切 都显得是那么不可思议 众卫龙将只觉得一个雷值接打 在他们头上 雷得他们外焦里面 等到他们 稍微接受了一点 脑海里的各种想法 也是层出不穷 龙江们忽然想到了陈天的力量 他个人超强的战斗力 还有他手里的那些效果 极好的要紧 再想想陈天如此的年纪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啊 现在的陈天 已经发展了一个 他们不敢想象的高度 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力量和优势 简直是冲击他们的大脑 在震惊的同时 这些龙江的心里 也觉得一阵阵的庆幸 幸好 陈天是站在华夏这一边的 否则 华夏有一个这样的敌人 威胁简直不要太大 哪怕是英龙军部 面对这样的敌人 也只能是无尽的头疼 至于陈天手里的神秘组织 众位龙江虽然心中好奇 但是也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好去问的 众人都是目光复杂地看向陈天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了 陈天倒是一直表现得很平静 他向前推了一下金属箱子 说道 孙龙江 您赶紧把这机密材料送回去吧 正好也让上面的人检查一下 这些资料是否有损坏 孙一文言 也是点点头 他似乎是有什么话 想要和陈天说 想了想 还是拎起箱子 朝着外面走去 孙一知道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他直接联系了精灵分部的专机 乘坐专机 朝着阴龙军部总部赶去 此时的阴龙军部总部之中 一众龙将也是集中在一起 没有丝毫的头绪 他们的情绪 明显比精灵分部的龙将们 更加低落一些 毕竟他们作为总部 是需要做到统筹工作的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连个目标都没有 他们就算是想出任务 也是找不到头绪 没有目标 即使是战士们足够优秀 也是无济于事 无论如何 咱们也得找个方向 资料不能就这样丢了 一位龙将气呼呼地开了口 这不仅是国家的财富 更是代表着国家的脸面 要是这件事情在全球传开了 华夏的东西就这样被人抢走了 他们的脸往哪里放 一众龙将们没有头绪 便开始小声地商量起来 这事关华夏的颜面 不管使用什么方法 必须要将那个神秘组织挖出来 我们的机密文件也必须找回来 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那些仙道的势力 在现场排查了半天 也没有听说什么线索 我们又能怎么办 不如我们也派人过去 查看一下现场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 不能这样干等下去 毫无意义 龙将们各自说着自己的想法 其实他们的心里很是没底 毕竟连个目标都没有 就如同大海摩针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有战士急匆匆地走进来 大声地汇报道 报告 孙艺龙将赶来了总部 他说 机密文件在他那 什么 在场的一众龙将一听 顿时愣在了座位上 一脸的震惊 孙艺说的什么意思 资料居然在他那 他给找回来了 总部的龙将们纷纷站了起来 齐刷刷地朝着大门的方向看着 阴阴期盼着孙艺的到来 能是真的吗 龙将们的心悬着 正坠坠不安的时候 就看到孙艺拎着一个金属箱子 走了进来 孙艺一身的风尘仆仆 他直接将箱子放在了桌子上 往众人面前一推 说道 你们谁有密码 能把箱子打开 看看是不是真的 看着金属箱子 全须全已地出现在面前 龙将们的心情既激动又复杂 一位龙将站起来 拎着箱子 走去了会议室后面的小房间 毕竟里面放着的是机密文件 即便现场的都是龙将 也要适当地避嫌 众人看着休息室的小门关上 刚想要开口问一问孙艺详情 就看到对方轻轻摆了摆手 现在还不能确定文件的真假 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很快 那位龙将就走了出来 他的脸上带着明显的喜气 对着在场中人高声地宣布道 孙龙将拿来的文件是真的 正是我们之前丢失的那些 众人听到这个结果 都是松了一口气 随即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孙艺 所有人的目光之中带着震惊 同时还带着一丝疑惑 要知道他们所有人在这里讨论 就连对方的一丝线索都找不到 但是孙艺居然带着东西过来了 这可是太厉害了 龙将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还是人群中走出来一位龙将 开口询问道 老孙 你现在厉害了 快点和我们说一说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面对着众人期盼的目光 孙艺缓慢地摇了摇头 十分轻缓地回答道 这文件不是我拿回来的 不是 龙将们都被孙艺给搞糊涂了 不是你弄回来的 怎么是你拿过来的 那是谁 老孙 过分地谦虚 可就是骄傲了 一位龙将不相信 还以为孙艺在开玩笑 也是打趣着说道 孙艺摆摆手 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 而是直接丢出来一个名字 陈天 文件是陈天找回来的 是那个小子 一听到陈天的名字 在场不少龙将皆是一愣 这些龙将大多是喝过药剂的 此时听到陈天的名字 更是震撼不已 他们想着那些 药剂的神奇效果 心中顿时惊涛骇浪起来 陈天那小子 是怎么做到的 一位龙将问出了 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立刻引来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 孙艺想了想 轻声说道 太具体的事情 我也没有过问 孙艺没有隐瞒 将他知道的事情说了一遍 旁边的众人听着 只觉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的震撼更甚 这个小子 他身上究竟还有多少秘密 以陈天现在的年纪 居然背后就有一个实力 如此强悍的组织 这样的实力 早就已经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龙将们的心中满是震撼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丝感慨 陈天的发展 完全超乎了咱们的想象 孙艺看着他们 忽然开口说道 我上次说的提议 你们这一次 应该没有意见了吧 之前这些人 不是还口口声声地说 一定要有足够的军功 才可以晋升龙将吗 这一次 陈天一个人 独立立了这么大的功 足够获得风龙将的军功了 众人看着孙艺的脸 也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跟那个小子比起来 我们谁也不如人家 还有什么脸去不同意 看来咱们这些老头子 也是该给年轻人让让位了 其他龙将文言 也是纷纷开口说道 20岁的年纪 就已经有这样的成绩 确实是太耀眼了 咱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 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这个年轻人 确实不一般 我是支持的 这么好的苗子 必须要留在咱们英龙军部 更要培养他的国家荣誉感 老孙 陈天风龙将这个事情 肯定没问题 不过在你们精灵分部 是不是有点驱才了 要不要调来我们总部 众人都是非常感慨 甚至还有龙将开始公开挖角 此刻 会议室里的众人都已经知晓 现在的陈天 到底是一种如何经验人的力量 龙将们很清楚 他们也不能询问 陈天手中的力量 但是只要这力量 在陈天手中 陈天心向华夏 那么一切都不需要担心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拉拢好陈天 让他真正融入 华夏的英龙军部 这样的好苗子 只能是他们英龙军部的人 在确定了文件的真伪后 孙毅便将消息 传回了精灵分部 精灵分部的龙将们 正在会议室里等待着消息 当他们知道文件是真的 瞬间就被震惊了 了不得 这一次 陈天是真的立了大功了 刘一范激动地说着 陈天代表的是精灵分部 没想到上一次大笔 刚刚获胜的他们 再一次 在英龙军部里面露了大脸 而且 两次都是因为陈天 龙将们激动不已 已经不知道说什么 才能表达心情 其他的龙将们 也是非常兴奋 他们精灵分部 终于是抬起头来了 刘一范大手一挥 直接说道 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是要写报告的 咱们辛苦一下 一起弄一下报告的内容吧 龙将们 纷纷答应了下来 他们喝过了 陈天给的增强版体质药剂 的不得了 别说只是晚点 睡做报告了 就是让他们出行动 他们也是毫不犹豫 而此时的陈天 已经走出了精灵分部 准备回家去 不过 这时候陈天忽然想起来 几个小丫头好像 都被自己 给赶去电影院了 想到这里 陈天直接对刘猛吩咐道 送我去电影院吧 刘猛自然是硬了下来 朝着电影院的方向开去 陈天拿出手机 给苏纸吸发了消息 丫头 你们在哪里呢 在看哪一场电影 陈天等了一会 见没有回复 又连续发了好几条消息 都没有得到回应 便将手机收了起来 他下意识以为 苏纸吸几人 还在电影院里 毕竟看电影的时候 要有素质 手机肯定是要静音的 这样想着 陈天就打算直奔电影院 大不了陪着几个丫头 看完电影 再一起回家 很快 刘猛就送陈天 到了电影院所在的广场 陈天看了看时间 对着刘猛说道 你先回去吧 一会我和天晴他们一起回去 好嘞陈哥 刘猛应了一声 看着陈天走进了广场后 便一脚油门踩下去 离开了电影院 陈天的大事已经办完 心情十分轻松 他坐着电梯 直接去了电影院的一层 刚到了大厅 陈天的手机忽然一响 是苏纸吸回的消息 哥 我们已经到家了 你刚才发信息的时候 我们在车上 忘记手机调了静音呢 调皮 陈天 好家伙 合着就剩我一个了呗 陈天一脸的无奈 看着手机屏幕上调皮的表情 真想捏一捏小丫头的脸 这倒好 自己把司机都给赶走了 电影也是看不成了 陈天这么想着 已经朝着电影院的大厅 走了进来 好歹过来了 先看看 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再说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忽然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 一下子抱住了自己的大腿 陈天低下头一看 就看到一个 小家伙正抬着头 朝着他露出一脸的灿烂笑容 看着大腿上 挂着的粉雕玉琢的小娃娃 陈天也是哑然一笑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 被他救下的周玲玲 明星周玲云的妹妹 小丫头倒是好眼力 一眼就看到了陈天 她个子比较小 生怕陈天会一转眼就找不到了 便快步跑了过来 眼见着自己抓住了对方的大腿 周玲玲 这才喜笑颜开地 对着陈天说道 哥哥 陈天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对面 传来了一声急切的呼唤 玲玲 别乱跑 那温婉动听的嗓音 正是大明星周玲云 周玲玲听到了姐姐的声音 也是朝着后面转过头 哥哥笑着说道 姐姐 你快点过来看 看我找到谁了 周玲玲光顾着 低头寻找周玲玲 听到妹妹的话 这才抬起头来 一下子就撞见了 陈天一脸的笑容 站在那里看着自己 而自家的小妹 正挂在陈天的大腿上 当挂件呢 周玲玲看着面前的陈天 也是一愣 一段时间不见 陈天还是那么好看 而且似乎比之前 更加帅气了一些 就连气质也比之前更加好 哪怕是作为演员的周玲玲 身边好看的小鲜肉演员那么多 再看到陈天的一瞬间 还是有些失神 过了片刻 周玲玲才反应了过来 她连忙走到妹妹身边 将周玲玲有陈天的腿上抱下来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没想到 你也在这里 玲玲给你添麻烦了 周玲玲也是一阵无奈 自己家的妹妹平时非常乖 就是一看到陈天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应该是之前 陈天救了她 在小丫头的心里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才会让小丫头这么反常 陈天看着又要 朝自己扑过来的周玲玲 也是一乐 主动牵过周玲玲的手 这才开口问道 你们怎么在这里 你带着玲玲过来看电影吗 周玲玲摆摆手 笑着解释道 不是的 我今天来这边 参加了一个赛车比赛的开幕式 家里今天刚好没人 周玲玲年纪这么小 周玲玲肯定是不放心 让小丫头自己在家的 所以周玲玲和经纪人 商量了一下 就带着小丫头 过来了开幕式现场 没想到全程都是 乖巧非常的周玲玲 一看到陈天 就像是小鸟似的 飞着就过来了 周玲玲在后面追了半天 也是没追上 听到周玲玲的讲述 陈天这才开始打量周玲玲 只见一条宝蓝色的 拖地长裙穿在周玲玲的身上 将她完美的身材 勾勒得更加美好 为了方便追上周玲玲 周玲玲的手里 还抓着裙脚 更显得一身肌肤 雪白无比 陈天大大方方地看着 她收回了视线 开口询问道 精灵要举办赛车比赛吗 听着陈天的问话 周玲玲点了点头 给陈天简单地说了说 比赛的事情 你呢 一个人过来看电影的吗 周玲玲看着孤玲玲的陈天 笑着问道 说起这件事情 陈天又是一阵无奈 她摊了摊手 说道 我刚准备打车回家 还没有下楼呢 就遇到你们了 更确切地说 是被周玲玲抱住了大腿 想走也走不了 周玲玲看着陈天的模样 也是无嘴偷笑 她台湾看了看时间 活动已经结束 便对陈天说道 正好我的活动也结束了 我送你吧 毕竟自家妹妹 还紧紧拉着人家陈天的手 要是强迫着小丫头撒手 恐怕还得费一番口舌 要是去送陈天 就不一样了 而且还有一路让小丫头 和陈天接触呢 周玲玲一听姐姐的话 也是用力地点点头 一双大眼睛里 满是期盼 看着陈天 陈天在这样 软软糯糯的眼神之下 自然是败下阵来 周玲玲非常高兴 她一只手拉着陈天 一边对着姐姐说道 姐姐 你能不能像 电视里那些哥哥一样 开着车子飘移 小丫头十分跳脱 这边话刚一说完 那边已经和陈天心 这盎然地讲着 刚才在开幕式上 看到的画面 哥哥 那些电视里的哥哥很厉害 开着车子 刷的一下子 就飘过去了 周玲玲不懂什么特效 在她看来 那些电视里面 演出来的画面 全都是真的 那些车子 一辆一辆超越着赛车 关键时刻还来一个飘移 简直是帅呆了 周玲玲听着小丫头 一句一句的话 也是非常无奈地表示道 玲玲 姐姐我不行 不会飘移啊 周玲玲自己的驾驶技术 很一般 能安全开到家 停好在车位上 已经是最佳表现了 还飘移 这绝对是为难她了 周玲玲眨了眨眼睛 开始对小丫头说道 玲玲 你听姐姐说 咱们在道路上开车 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可以危险驾驶 周玲玲试图用 安全驾驶的说法 让小丫头忘记了飘移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的是 小丫头瞪大了眼睛 看向姐姐问道 这么危险的行为 为什么还要比赛啊 比一比谁更危险吗 周玲玲可不是杠精 她小小年纪 能理解的东西不多 周玲玲 小丫头讲得好有道理 自己竟然无言以对呢 就在周玲玲被问得 哑口无言的时候 小丫头又将目光 投向了一旁的陈天 虽然没说话 但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朝着陈天忽闪忽闪的 这些都说了出来 陈天看着小丫头也是一笑 修长的手只点了 点周玲玲的额头 笑着说道 小丫头不大 还想玩刺激的 要不哥哥开车 带你飘移吧 周玲玲一听陈天的话 立刻欢腾地拍着手 高兴得不得了 看向陈天的毛子里 更是充满了期待和崇拜 被这样的一双眼睛看着 陈天顿时有一种责任感 陈天的心里也是一阵感叹 怪不得男人都喜欢 女人崇拜的目光 被人这样看着 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 周玲玲在一旁 看着一大一小对话 也是无奈地笑了笑 毕竟他可不相信 陈天还会飘移 那可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 一般人都不可能做到 周玲玲也没有放在心上 在他看来 陈天不过就是 哄哄周玲玲高兴而已 陈天 你帮我照看一下玲玲 我去开车 周玲玲已经和陈天 一起上了电梯 看着不断下降的数字 对着陈天说道 陈天点点头 他带着周玲玲走到了路边 没过一会就看到一辆 粉红色的甲壳虫 朝着他们的方向开来 一看到这辆甲壳虫 周玲玲立刻眼睛一亮 他摇晃着陈天的手臂 撒娇式地说道 哥哥 你带玲玲飘移 玲玲想要飘移 陈天看着面前的 粉红色甲壳虫 也是嘴角一抽 这么粉粉嫩嫩的小车子 要玩飘移 而且这种车型 实在不是男人该开的车子 不过陈天也是 被周玲玲的目光所感化 他抱起周玲玲 笑眯眯地说道 好吧 哥哥带玲玲飘移 周玲玲在一旁安静地看着 脸上不知不觉 露出一抹淡笑 他让出了驾驶位 本想抱着小丫头去坐后坐 可是周玲玲对此非常抗拒 大声说道 姐姐 我们去做副驾驶 既然是要看飘移 肯定是前排更清楚 见小丫头格外坚持 就在一大一小两姐妹 瞪着眼对峙的时候 陈天无奈地开口劝道 玲玲 为了安全起见 你还是坐在后排比较好 后面的窗户 也可以看到哥哥的动作 而且 视角会特别不一样哦 原本还有些不高兴的周玲玲 听到陈天这么说 立刻眼前一亮 视角会不一样 那自己肯定是要试一试了 周玲玲的大眼睛里 闪烁着药木的光彩 他最喜欢陈天哥哥了 一定要好好看看 陈天哥哥的表演 周玲玲在一旁听着 顿时有一种自家的小白菜 被别人挖走的感觉 明明是自己的妹妹 可是偏偏更听别人的话 让他这个当姐姐的 心里很是郁闷 不过想到那个人是陈天 一切似乎都变得可以接受起来 陈天驾驶着甲壳虫 在路上行进着 精灵的道路 陈天非常熟悉 他直接一个转弯 朝着另外一边的山路而去 这条山路是回家的捷径 开个二十分钟就能到家 也不会有红绿灯 非常方便 周玲玲还没走过山路 他早就被山路漂亮的风景 给吸引了目光 哇 外面好漂亮 姐姐 你快看 周玲玲的声音软软糯糯的 笑起来就像是风铃一样 让人心情十分愉悦 无论是坐在前座的陈天 还是后座上 在照顾周玲玲的周玲玲 都是嘴角扬笑 陈天看着小丫头这么高兴 也是放慢了速度 稳稳地开着 让小丫头有足够的时间 好好欣赏下外面的美景 此时的另外一边 几辆改装车 跟在陈天的车后 也是上了山路 朝着山顶而去 他们的车子像是猛兽一般 引擎不断地发出着怒吼声 如同责人 而是的凶手一般 朝着目的地飞奔着 开在最后面的车主 拿起对讲机 按下了通话键 笑嘻嘻地说道 你们怎么开得这么慢 这是出来亚马路六弯的吗 车主的话刚刚说完 就听到对讲机里响起回复 这才刚出来 先热热车再说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声音 从对讲机里响起 不过明天就是职业联赛 我们今天出来应该没事吧 他们几个都是职业方程式赛车手 过来精灵这边 就是来参加赛车比赛的 按照队里的要求 他们今天应该在酒店里自由活动的 像现在这样开着车跑出来 也不知道队长知道了 会不会发火 对讲机里沉默了片刻 一个男生忽然响起 听他说话的语气 十分无所谓 没事 这能有什么事情 咱们也不经常在精灵跑 提前出来试一试环境 正好算是找找感觉 能有多大的问题 像他们这样的职业方程式赛车手 对于各方面的要求 都是非常高的 甚至是空气里的湿度 风向 都会是在他们计算数据的条件之内 毕竟他们今天才来到精灵 先适应一下 才好在比赛上大放一彩嘛 一时之间 众人都觉得 这个说法非常有说服力 可是还没来得及开口夸奖 就听到对讲机里 再次传来那人的声音 听说这边有不少大少小姐们 开着牛和马飙车呢 牛和马 这些职业的方程式赛车手 可不会因为豪车就发出赞叹 反而是吃笑着说道 什么车丢给那些大少小姐们 也不过就是浪费罢了 而且 在他们这些专业人士的眼里看来 那些昂贵的超级跑车 也是尽力不足 不改装 能有什么力量 几个人都是出于一支车队 众人的想法差不多 平日里关系又好 便开始毫不顾忌地 用对讲机开起玩笑来 这些车能有什么用 正好 我们今天好好虐虐他们 用他们来练练手 真替那些大少小姐们感到悲哀 花了好多钱买来的豪车 却还是被人各种碾压 求那些人的心理阴影面积大小 你们差不多得了啊 怎么能这么不善良呢 你们可别给小朋友们留下阴影了 以后出门只单打车 还怎么当大少小姐啊 众人拟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时不时地爆发出惊人的笑声 毕竟他们都是职业选手 一般的大少小姐自然不放在眼里 要是因为对方开了点跪的车子就害怕 他们也对不起身上职业选手的称号 众人一面毫无顾忌地聊着天 一面朝着山顶急驰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山顶的位置 几位职业赛车手纷纷下了车 看着空荡荡的山道 也是一阵错愕 不说有消息说 这条山路总有大少小姐们飙车的吗 怎么今天他们特意赶过来 却一辆都没有看到 这什么情况 真是奇了怪了 一时之间 众人有点大眼瞪小眼 全都傻眼了 他们倒是可以自己跑跑 但是相互之间本来就是队友 熟悉得不得了 跑起来毫无新鲜感啊 就在几人纠结不已的时候 忽然看到 陈天开着甲壳虫 朝着山顶的方向开来 众人瞬间瞪大了眼睛 仿佛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这这这 呵呵 我是瞎了吗 现在已经开始流行开甲壳虫跑山路了 这也太拉低档次了吧 我丢 笑死我了 这甲壳虫开的就像是爬一样 居然还好意思上山道 这样的小破车 恐怕就是上高速 都得让人请下来 嗨 这不是开的挺匀速的吗 没准是个妹子迷路了 这才开上山来了 这种甲壳虫 就是样子祸 也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几人都是看不起甲壳虫 他们脸上不懈的表情非常明显 他们背着手看向山道 看着甲壳虫 一点点向上匀速的爬着 此时甲壳虫之中 陈天看着收回了视线的周玲玲 笑呵呵的说道 玲玲 你和姐姐都要系好安全带 我们接下来要飘移咯 准备出发 听着陈天哄孩子的语气 周玲云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这个陈天也太有意思了 弄得和真的一样 但是 看看旁边认真系安全带的妹妹 周玲云赶紧调整了一下表情 十分正色的说道 陈天哥哥说的对 坐车就要系安全带 记得了吗 玲玲 周玲玲用力点点头 她看看自己和姐姐的安全带 软软懦懦地说道 哥哥 我和姐姐都准备好了 陈天回过头去 看着全副武装的周玲玲 也是忍不住扬了扬嘴角 这个小丫头 这副驾驶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要上月球呢 陈天捶眸一笑 低沉的笑声从嗓子里面一出来 就像是低音泡一样 让后座的周玲云精神一震 就在这个时候 甲壳虫的引擎忽然发出一阵轰鸣 周玲云这位车主都是一愣 自己的车子还能发出这种声音 就在汽车轰鸣不止的时候 却停在原地丝毫不动 陈天 这车 周玲云刚想开口询问一句 陈天就在这个时候 猛地一踩油门 整个车子直接弹射起步 朝着前方冲了出去 强烈的推背感扑面来 一瞬间 后座上的周玲云和周玲玲都是猛了 两个人都是吓坏了 开始啊啊的尖叫着 这感觉也太刺激了吧 整个车子像是刚刚苏醒的猛兽一样 朝着前面的道路冲去 如同一道粉红的闪电一般 此时 本来笑话甲壳虫的几个职业选手 在山顶上看着甲壳虫弹射出去的速度 也是梦了 一个赛车手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他因为太过于惊讶 整个人的嘴巴大张着 好半想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刚才 那是弹射起步吧 问完话 那个赛车手自己也愣住了 现在甲壳虫都这么猛 也玩弹射起步了 这么高端 几个赛车手对视了一眼 他们快速钻进了自己的车子里 油门一轰 朝着甲壳虫追了过去 他们的好歹也是改装车 追个甲壳虫还不轻轻松松 几个职业赛车手的想法也不复杂 就是想要冲上去 给甲壳虫上一课 当着他们的改装车的面 居然还敢玩弹射起步 这也太飘了 几辆改装车在后面紧追不舍 很快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第一个弯道 看到弯道就在眼前 几个职业赛车手的嘴角上 扬起了一抹志在必得的笑容 一般在国弯道的时候 就是职业赛车手最佳的超车时机 即使是面对职业的车手都是一样 更不要说 只不过是一个开甲壳虫的外行了 几人想着 他们已经快速地排成了一道数列 准备直接超车过去 改装车的油门已经踩到了底 距离明显逼近了甲壳虫 就在几个职业赛车手 准备寻找超车的时机的时候 就看到甲壳虫的几个轮子 直接离地 下一秒 直接在他们的面前 来了一个漂亮的急速过弯 弯道过去之后 甲壳虫才四轮落地 急速向前冲去 一众职业选手 我特骂 这是甲壳虫 过这样的弯道 居然连减速都没有 踩着油门过弯 这这这 就算是他们这样的职业选手 也不是次次都敢这么做的 几位职业赛车手 只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 他们也是来了一个急速过弯 准备追上前面的甲壳虫 可是结果一过弯 众人就发现 他们连前面甲壳虫的车尾灯 都看不见了 人家甲壳虫 全程都没有刹车 一路高踩着油门 连个影子都没有留下 几个职业赛车 手气得不行 打头的那位赛车手 有些不服 还想着要继续追下去 虽然说 他们不是比赛 也不是同时出发 但是他们可是职业选手 靠着这个生活的人 要是要人知道他们 被碾压成这样 以后还赛车的圈子里 还要不要混下去了 反倒是后面的赛车手 通过对讲机说道 咱们去山腰 看看那辆甲壳虫 去哪里了 他们现在连人家甲壳虫 在哪都看不见了 这么盲目地追下去 也是没有意义 倒不如去山腰看一看 他们毕竟是职业选手 也能推断一下距离和速度 几人商定好了 就朝着山腰的方向开去 到了山腰处停下车 众人快步走到了山边上 朝着山下看去 只见一道车灯十分晃眼 正是那辆粉红色的甲壳虫 已经出了山路 朝着远处急驰着 众人看着甲壳虫逐渐消失 又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惊骇 这个车速 可是比他们快多了 可是他们开的是改装车 引擎动力比一般的超级跑车 还要更猛 一辆小小的甲壳虫 却把他们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看着这样的局势 众人惊骇过后 就是一阵颓废 这样的差距 简直是差了好几个档次 这还比什么赛啊 几个赛车手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家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说话 他们在这里也是待不下去了 信信地开着车准备回去 原本还想着出门练练手 找找刺激 结果还真是求人得人 这一次的刺激 可是受大了 几人赛车手直接去了营地 他们的车子一开过来 就有几个车手笑呵呵地迎了上来 他们的身上还穿着赛车服 应该是训练完 还没来得及换下来 怎么样 去虐菜的感觉怎么样 精灵的这帮大少小姐们 没有哭吧 一位车手笑嘻嘻地说着 他们平时每到一个地方 都是会去虐菜的 至于去的地方 也都是提前做好的功课 他们会专门找大少小姐们聚齐的地方 赛赛车 找找胜利的感觉 这已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了 所以看到几人回来 车手们立刻就开口询问道 可是他们说了好一会 却看着对面的几个人 脸色越发地难看 车手们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别惹我们 现在心情不好 特么地自闭了 为首的职业赛车手 丢下一句话后 带着几个人摔门进屋了 看着还在物资颤动着的大门 几个车手也是一脸的猛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说 众人对视了一眼 谁也不敢多说 也是赶紧去换衣服了 陈天开着车子 他此时已经放缓了车速 匀速地在道路上急驰着 周灵云安静地坐在后排座上 他的手紧紧地抓着头顶的扶手 大脑里猛猛的 感觉耳边都是自己 快速跳动的心跳声 咚咚咚 又密集又快速 像是关着一只疯狂的小鹿 刚才的那种感觉 就是飙车吗 但是他的车子 明明是一辆甲壳虫啊 想着刚才那种急速飘移 还有弹射起步的极致推背感 周灵云只觉得一阵阵发晕 好像刚才的并不是自己一样 一切都像是做梦 太玄幻了 周灵云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 和姐姐的绝对安静不同 小丫头忽然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哥哥 刚才的飘移 简直是摔呆了 原来坐在车上飘移 是这种感觉 下次我们再去玩飘移 好不好哥哥 灵灵好喜欢这种感觉 晕乎乎的 就像是踩在棉花糖上 陈天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灵灵好喜欢你 等我长大了 一定要找你这样的男朋友 听着周灵灵开心的欢呼声 陈天也被感染 开始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可是这个小丫头 小小年纪就知道找男朋友 挺早熟啊 陈天看向了周灵云 笑着说道 你这车性能还不错 要是能稍微改装一下 还能更快 刚才陈天在开车的同时 就已经想好了 集中改装车的方式 周灵云一听陈天的话 立刻就怂了 他的嘴角一阵抽搐 表情都跟着不自然了起来 还能更快 刚才的车速 就已经超过了 他所能接受的极限了好不好 周灵云和周灵灵 都被刚才的飙车震撼 一路上都在回味着 直到陈天停下了车 才后知后觉地抬起头来 可是就是这样一抬头 一大一小两姐妹 看着陈天的家嘴巴微微张着 几乎忘记了呼吸 周灵灵先是一阵震惊 随即又是高兴地拍起手来 大叫道 哇 是宫殿啊 这么漂亮的房子 比电视里看到的还要漂亮 看看这大门 就像是童话故事里 王宫的宫门口一样 透着一股雄伟壮观的模样 就连门口的大狗 都是那么霸气外露 唯一不好的 就是那大狗狗看得久了 有点汹汹 不只是周灵灵 就连坐在旁边的周灵云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前如同皇家庄园一般的别墅 就是陈天的家 这里的豪华程度 简直是出乎了他的理智范围啊 一时之间 陈天在周灵云心里的身份 一下子变得更加神秘了起来 陈天看着两姐妹惊讶的样子 也是淡淡一笑 笑着邀请道 要不要进去坐坐 好啊 周灵灵一听 立刻喜笑颜开 就想要扯开安全带下车 只要能和陈天哥哥在一起 在哪里坐坐 都是可以的 没想到安全带还没有打开 周灵灵的手就被周灵云拉住 有些严肃地说道 灵灵 这么晚还打扰你陈天哥哥 走了 和姐姐回家 周灵灵还想要说什么 却被姐姐的一击眼神给吓了回去 小丫头不情不愿地坐在座位上 朝着陈天摆摆手 委屈巴巴地说道 陈天哥哥 今天不能和你一起玩了 咱们有时间在一起坐坐吧 毕竟小丫头不希望姐姐生气 只能是自己委屈一点了 陈天被周灵灵可爱的样子逗得一乐 她忍住笑 点点头答应道 好 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玩 周灵云这时候 也朝着陈天扬了扬手机 笑着告别道 我们就先回去了 电话联系哦 陈天朝着二人摆摆手 目送着甲克虫离开后 这才走进了家里 斗牛犬看到陈天走进来 凑过来轻易地蹭着他的手 陈天给他打开了一个高级狗罐头 这才走进了别墅里 刚一进门 就听到几个丫头的笑声 还夹杂着电视机里游戏的音效 听到开门的声音 苏芷熙立刻三步并两步地窜了过来 果然看到表哥站在门口 正在换鞋 表哥 你这是去哪了 苏芷熙上下打量着陈天 就像是小媳妇审视晚归的男人一样 目光之中透着一股狐疑 这时候 其他的几个丫头也是凑了过来 看着陈天走进来 也是笑着打招呼 陈天朝着几人笑了笑 轻声解释道 我去了秘密基地一趟 毕竟有保密协议 但是陈天也算是实话实说 苏芷熙闻言 却是撇了撇嘴 不满地说道 哥你静瞎说 还秘密基地呢 看到苏芷熙不相信 陈天也是没有办法 银龙军部 这么神秘的地方 不算是秘密基地吗 陈天也没有继续 和苏芷熙纠结这个问题 毕竟和女孩子讲道理 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干脆直接转换了一个话题 看向苏芷熙问道 今晚的电影 看得怎么样 陈天记得 他们去看的是 最近最火热的大片 应该还不错 苏芷熙听到陈天的话愣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电影啊 几乎没看 他们一进去电影院 就光顾着吃爆米花了 那么好吃的爆米花 再加上旁边人的羡慕 他们哪里 还顾得上什么老十字电影 回忆着爆米花的味道 苏芷熙立刻抱住陈天的手臂 笑嘻嘻地说道 表哥 你做的爆米花太好吃了 其他的几位丫头也是凑上来 一脸崇拜地看着陈天 十分肯定地说道 确实是好吃啊 隔壁的小孩子都馋哭了 整场的小孩子都馋哭了 要不是我们拿了一小包爆米花分了分 那些小孩子都要闹了 陈天哥 你的手艺真是太棒了 今天还有人要学呢 今天看完电影的时候 还真有宝妈凑上来 想要问一问这爆米花的制作方法 尤其是外面包裹的巧克力 味道实在是太美味了 刘飞之前看到了巧克力的标签 就将牌子告诉了那位宝妈 那位宝妈按着刘飞给的牌子 在某宝上搜索了一下 看着上面显示着的五位数价格 陷入了沉思 其实不就是个爆米花吗 巧克力吃多了 容易上火 几个小丫头围着陈天说着话 陈天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也是唇角弯弯 心情着实不错 直到时间不早 陈天看了看时间 才开口催促道 时间不早了 你们也该睡觉了 陈天和几个小丫头一起上了楼 各自回去了房间休息 但是此夜 还不知道多少人被之前的震撼 震惊地睡不着呢 第二天一早 陈天睡到了自然醒 他伸了个懒腰 简单地洗漱一番后就去了楼下 准备做个早餐 毕竟几个小丫头也在家 可不是培养他们不好的生活理念 陈天的速度很快 早餐已经上了桌 一时间 新香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客厅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陈天拿起来一看 是凤鑫打来的电话 按下接听键 陈天就听到电话里传来凤鑫的声音 陈董 我这边有一份文件 需要您签署一下 陈天听着凤鑫的话 便直接回答道 好 我在家里 你直接拿过来吧 凤鑫和陈天确定了地址后 就挂断了电话 陈天又继续做了点美食 就去楼上换了一套衣服 等着凤鑫的到来 凤鑫的速度很快 陈天没有等过久 凤鑫就已经到了门口 将文件恭恭敬敬地 放在陈天的面前 凤鑫公身站在一边 给陈天小声地 说着合同的细则 陈天轻轻点点头 已经在最后的签字位置上 落下了签名 凤鑫看着陈天的签名 只觉得龙飞凤舞一般 仿佛看到了陈天的英容笑貌 自如其人 果然是如此 凤鑫的心中一阵感慨 这名字签的 可真是太帅了 看着陈天签完字 凤鑫看向陈天 开口询问道 陈董 您没有印章吗 现在一些重要的文件 为了防止被偷换和伪造 都会在边缝的位置盖章 以防止假冒 如果没有印章的话 就会选择用指纹 毕竟是董事长 要是总用印尼按手印的话 手岂不是会弄得脏兮兮的 陈天听着凤鑫的话 想着之前上官老爷子 也和自己说过印章的事 便开口说道 我没有印章 不过也确实是需要去打一个了 毕竟以后需要签字的事情 越来越多 有个印章可以方便不守 凤鑫听着陈天的话 也是接口道 陈董 我来帮你打一个吧 咱们经理好的御事店 我去联系一个 陈天可是他们 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他的司章 肯定是要非常上档次的 普通的货色 可是入不了他的法眼 没想到 陈天却拒绝了凤鑫的请求 他语气淡淡地说道 不用了 我有时间了去看看 自己打造一个吧 凤鑫点点头 虽然陈董拒绝了自己 但是还是将这件事情 记在了心里 陈天看着匆匆赶来的凤鑫 笑着问道 凤总吃过早饭没 要不要一起吃一点 他可是看得清楚 凤鑫自从进屋之后 可是下意识地不停吸着鼻子 小餐的味道给吸引到了 凤鑫一听连忙摆摆手 他拿起桌上的文件 恭敬地说道 不了陈董 这份资料比较急 我需要赶回公司去 先将事情处理好 陈天送了凤鑫出去 就反身回到了别墅里 这个时候 几个丫头也起了床 他们也闻到了扑鼻的香味 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餐桌前 等着吃早饭 陈天一回来 就看到几个丫头排排坐 强忍着食欲等在那里 看起来可可爱的 看到陈天进来 苏芷熙立刻喊了一声表哥 声音如同黄梨出谷 说不出的清脆悦耳 与此同时 苏芷熙已经朝着陈天小跑着过来 将她拉到了餐桌旁边坐下 其他的几个丫头 也是和陈天打了招呼 不过和苏芷熙比较起来 乖巧多了 快吃吧 要不一会就要凉了 陈天笑呵呵地招呼着他们开动 听到了陈天的话 几个丫头才开始大快躲一 安心地吃起早餐来 毕竟是陈天的手艺 几个丫头吃得十分开怀 明明只是一顿简单的早餐 却是吃到了完全吃不下 才勉强停了下来 刘飞吃得最多 她有点摊在椅子上 看着对面的陈天 不好意思地说道 陈天哥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一个忍不住 就吃多了 陈天倒是毫不在意 在她眼里 这几个小丫头还在长身体呢 吃完了早餐 几个小丫头抢着收拾了餐具 陈天则是坐到了沙发前面 拿起手机给唐欣怡发了信息 唐大小剑 今天在哪里坐镇 毕竟唐家是做玉石生意的 她之前还去过唐家的玉石店 那东西做的也是有模有样 非常灵动 不管是苏杭 还是在整个华夏 都是小有名气的店铺 陈天要制作印章 自然是要首选这样的店铺 才能达得到她的要求 唐欣怡回信息的速度很快 几乎算得上是秒回 我在玉石店 你是想喝茶 还是想看玉石 陈天一看唐欣怡的信息 顿时一乐 直接回复道 在玉石店泡壶好茶 我马上就到 发完消息后 陈天看着在厨房里 已经打闹在一起的苏芷熙几人 无奈地说道 你们几个吃完饭自由活动吧 我出去一趟 好的表哥 再见表哥 苏芷熙大声地喊了一句 又是和几个小丫头闹在一起 陈天轻轻摇摇头 听着房子里传来的欢笑声 嘴角上却不由自主地爬上了一抹淡笑 这样的欢声笑语 才算是真正的假啊 苏天晴已经早早地等在了家的门外 看到陈天走出来 他赶紧走下车 后苏天晴才返回了司机位 开始启动车子 朝着外面开去 去唐家玉石店 听到陈天的吩咐后 苏天晴立刻应了一声 朝着桃园古董市场的方向急驰 早上的路很是通畅 等到陈天到达桃园古董市场的时候 这里已经人满为患 只见整个市场里面 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不仅是有各种想要简陋的人 那些店铺里的掌柜 也要来这边扫扫货 说不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陈天看着这些人的背影 也是哑然失笑 这样的简陋 恐怕还不如买彩票中大奖的可能性高 最起码彩票还便宜一点 不知道有多少人 猪油蒙了心一样 倾家荡产 也要买一件假货回去 就在陈天观察这些人的时候 不少人也是看到了 这辆独特的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这些路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指着这辆超级豪华的车子 小声地议论着 你们快点看 这里有一辆好特别的劳斯莱斯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大佬 这也是来买东西的吧 这可是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两亿多的车子 这得是什么大人物 驾铃咱们桃园了 快点看看 他这是要去哪家铺子 这还用响吗 这种身价的大老板 肯定是去古董铺子里买高价货的 这种高贵人 能和咱们一样在这里简陋吗 一辆车子就两亿多 这可是太有钱了 咱们眼里的简陋 对于人家来说 还没有人家手指头缝里露出来的钱多呢 随着他们的小声议论 更多的人朝着车子的方向看来 目光之中满是羡慕和好奇 毕竟这个档次的人 已经不是他们可以嫉妒和恨的了 苏天晴将车子停在了店铺街的前面 对着陈天说道 陈哥 里面没法开车进去 我在这里等你 好 陈天走下了车 那些眼巴巴等着看大佬的人们 瞬间就棱在了原地 这 居然这么年轻啊 这些人瞪大了眼睛 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居然就开着两亿多的豪车来买古董 这得是什么档次 什么身份的人啊 一时间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这些人目送着陈天朝着店铺街里面走去 一直到看不到陈天的背影了 这些人才缓缓收回了视线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啊 陈天可不知道那些路人的感慨 他这时候已经走进了唐家玉石店 一进门 就看到唐家大小姐唐星仪 正端坐在椅子上 手里的茶壶稳稳地注入热水 下一刻一股茶香的味道 就在店铺里传开 真不愧是唐大小姐 这一手茶医功夫绝对够水准 唐星仪听到熟悉的声音 下意识地抬头看过来 就看到陈天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橙色的阳光洒在陈天的身上 像是给她镀上了一层 特殊的金色光圈一般 哪怕是唐星仪 这么猝不及防的遗忘 也是愣住了 一颗小心脏都是骤停了一秒 才反应过来 看向陈天打着招呼 你来了 快过来坐 茶水刚刚好 说着话 唐星仪已经将茶水 倒进了宫道杯里 给陈天侦查 茶水带着浓郁的辛香味扑面来 陈天也是享受得威闭上眸子 拿起茶杯清磋一口 果然味道清甜中带着干香 几乎没有任何色意 唐星仪看到陈天还算是满意 也是清品着茶水 享受着难得的清晨时光 直接一杯茶饮尽 陈天才笑呵呵地对唐星仪说道 我今天过来 是想要打一个四仗 唐星仪文言也是点点头 以陈天这个身份来说 早就应该有一方好的四仗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帮你参谋一下 唐星仪说着 已经招呼掌柜拿出了一方册子 册子里面有不少四仗的款式和造型 上面还有刻出来的各种字体 都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调整 陈天随便地翻了翻 一条眉头说道 真不愧是精灵顶尖的玉石店 看看这造型和手艺 真是不错 一家店能不能备受推崇 真正依靠的还是手艺 这才是实打实的东西 否则光是依靠着名声 也不过就是一时的买卖罢了 唐星仪淡淡一笑 她看着面前淡然的陈天 以及一身越发神秘的气质 想了想说道 你看看这款 你喜不喜欢 说着话的功夫 唐星仪已经按照陈天给她的感觉 推荐了几种不同的搭配 陈天也趁着唐星仪说话的功夫 将自己的要求说了出来 唐星仪真不愧是唐家大小姐 那可是被唐家老爷子 亲自培养出来的接班人 思路非常清晰 很快就已经敲定了样式 唐星仪写完了要求 将平板放在一边 对陈天说道 你等我一下 唐星仪的速度很快 很快就回来了 手上还拿着一块上好的和田玉 陈天一看 顿时眼前一亮 这块玉石 她还真认识 上一次她带着苏纸 吸回小姨家的时候 她小姨那个朋友的儿子 就拿着唐家这块镇电之宝玉石 足足地吹嘘了一番 当时小姨看着好看 就随手拍了一张 还拿给陈天看来着 没想到 却在这里看到了食物 唐星仪将玉石小心地 放在陈天面前的桌子上 笑呵呵地问道 这块玉石给你做司章 怎么样 陈天一挑眉 这镇电之宝都拿出来了 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可以 陈天自然是硬了下来 多少钱 唐星仪轻轻摆摆手 嘴里连声说着不用 现在恐怕整个苏行 都想着怎么给你送礼呢 您这大会长清零 我怎么敢收钱 再说了 上一次 要不是陈天在天津立晚狂澜 唐家的生意 也会受到很大的波及 陈天看着唐星仪的样子 笑着说道 你把这个给我打造印章了 那这店里面 岂不是没有镇电之宝了 堂堂堂家玉石店 连个镇电之宝都没有 岂不是要被人笑话 唐星仪文婉一笑 垂眸的样子 比娇花更是美艳上几分 没事 宝物赠给有缘人 什么镇电不镇电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穿着堂装的老人家 走了进来 正是堂家老爷子 老爷子在门口 就闻到了茶香 早就勾出了他的茶饮 又看到陈天作在桌子旁 也是一乐 说道 陈小友 不对 现在得改叫陈会长了 陈天看到堂家老爷子进来 也是站起身来 十分礼貌地说道 老爷子 您这是说笑了 唐星仪也是给自家爷爷倒了茶 顺便将陈天要打造司章的事情 说了一遍 我说送给他 他正在跟我扯皮呢 听着自家孙女略带撒娇的声音 堂家老爷子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星仪说的没错 好东西 自然要配相符合的人 陈天不只是人中龙凤 根本就是天之骄子 这样的人 一块镇店之宝算的了什么 听到老爷子都是这样说了 陈天也是盛情难却 便只好印了下来 印章的事情已经敲定 陈天便准备离开了 他刚一起来 就看到店铺的角落里 放着一堆原石 陈天眨了眨眼睛 看着眼前一闪而过的提示 对身边的唐星仪问道 那些是什么 你们刚进来的原石吗 唐星仪顺着陈天手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顿时一笑 解释道 那些是卖给客人 用来堵食的原石 他们这是开店做生意的 又是玉石店 怎么可能用原石做原料 这种碰大运的事情 岂不是要倒闭了吗 陈天点点头 他朝着那堆原石走了过来 拿起了里面一块 非常不起眼的石头 开口说道 行 那我就盛情难却了 不过给你一个建议 那块原石就不要卖了 留作镇店之宝就好 唐星仪听着陈天的话 也是愣了一下 他抬眸 看向陈天所说的那块原石 体积并不算太大 价格也是不高的那一种 说实话 如果是唐星仪来选择的话 这一块 他是不会选择的 毕竟 堵食就是堵大货 这样的石头 整体都是灰扑扑的 看不到一点希望 唐星仪这样审视着 目光之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并不是很明白 陈天为什么要这么说 陈天看着满心疑惑的唐星仪 只是淡淡一笑 并没有多做解释 你信我就好了 我成了你们这么大的情 自然也不会害你们 听着陈天的话 唐星仪也是点点头 一块堵食而已 他们进货的价格几千块钱而已 能有什么害不害的 既然陈天说的这么正宗 他们留下来就是 陈天看着唐星仪 找人将赌食搬走 这才对着老爷子几人说道 今天多谢老爷子盛情了 我就先走了 唐家老爷子坐在椅子上 看着陈天离去的背影 老神在在地点点头 这个孩子身居高位 还这么有礼貌 真是不错 唐星仪这时候蹲下身子 仔细地打量着陈天说的那块石头 他左看右看 都是看不出任何特殊的地方 唐星仪担心是自己的眼力问题 便对着老爷子喊道 爷爷 您老有见识 帮着我长长眼 唐家老爷子看着面前的大石头 拿出聚光的小手垫 四处探了探 也是摇摇头 这块石头 感觉太一般了 不过到底是唐家老爷子 他回想着 刚才陈天信誓旦旦的样子 也是大手一挥 笑着说道 要我说 这小子还是不太懂啊 这块石头 不仅没有天窗 聚光手垫的光都打不进去 明显就是块石头 就算是有东西 面积也不会太大 毕竟是人无完人 虽然陈天在古董鉴定方面 有自己的一点小技巧 但是也不可能所有方面都是全能 就算是老专家 还有打眼的时候呢 何况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半大小子 唐家老爷子已经有了定论 他觉得陈天就是瞎说的 其实心里也是不把准 听到自家爷爷这么说 唐心仪倒是觉得不对 如果并不把准的话 陈天怎么会说出 让他留下这一块做镇店之宝的话 唐心仪可是非常清楚 陈天可是从来没有说过虚话 这样想着 唐心仪抬起头看向爷爷 提议道 爷爷 要不咱们把这块石头切开看看吧 石头好坏 光看还是没用 最后还是要打开 才能一眼真伪 唐家老爷子自然是没有意见 直接说道 好 找咱家的师傅 给切开就是 一般堵石都是中午 以后才会开始的 有时候后半夜还在切石头 老爷子说话的时候 切石头的师傅才刚刚起来 正准备洗漱 听到是老爷子有吩咐 便赶紧收拾了一下 来到了前面的店铺 老爷子看到切石头的师傅来了 便指着那块石头说道 把这块切开吧 切石头的师傅 打量了石头一眼 也是十分不屑 他每天要切几十上百块石头 自然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看法 这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 真的是 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 不过毕竟是老爷子的要求 切石头的师傅 上前抱起石头 问声问气的说道 这石头怎么切 直接从中间一刀切 老爷子和唐欣仪 都是摇摇头 毕竟是陈天指出来的石头 虽然他们并不看好 也不能这么高 你就从外面开始切起吧 先切一刀 我们看看怎么样 老爷子吩咐了一句 切石头的师傅连忙照搬 师傅抱着石头走去了后院 老爷子慢悠悠的喝完一杯茶 才朝着后院走去 老爷子过来的时候也巧 且时机刚好停了下来 师傅连忙拿着石头 朝着老爷子走过来 撇了撇嘴说道 老爷子 这里面很一般啊 看着就是最普通的玉石 在他们唐家玉石店里面 完全不出彩 虽然水头看着还可以 但是仍然很一般 老爷子看着也是眉头一皱 刚想着说让师傅一刀切开 就听到唐欣仪的声音响起 没事 这才刚打开天窗 能有东西已经很不错了 你再换个方向切一刀 看看情况 唐欣仪虽然也有点失望 但是她内心里 还是非常相信陈田的 所以即便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还是让师傅换个角度切一刀 听到大小姐都这么说了 师傅自然是照搬 这一次 师傅的动作 完全在老爷子和唐欣仪的 眼皮子底下操作 只见师傅只见换了对面的方向 找了一个最薄的边际 往下面切去 随着一阵噪音而过 这块石头终于一分为二 师傅拿起那块石头一看 顿时愣住了 这这这 这血红的颜色 师傅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她下意识地用袖子 抹去上面的石头墨 看着里面的红 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之中 而一旁原本信不贤庭的老爷子 和唐欣仪 这时候也一步并坐两步 来到了那块玉石的旁边 看着里面如同流动鲜血一般的玉石 整个人也是傻眼了 这 居然是血匪 要知道 血匪可是翡翠里面最为难得的一种 就算是帝王律都可以求 偏偏血匪难得一见 每一次血匪的出现 那都是会在拍卖会上 掀起大高潮的玉石 而且面前的这一块血匪 比他们之前在拍卖会上看到的 水头更加足 且十分润泽 说实话 这块石头要是拿到任何一个拍卖会上 都是可以嗨翻全场的压轴产品 老爷子和唐欣仪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眸子里看到了一丝不可思议 就算是他们这样天天和玉石打交道的 都没有看出任何一丝不同寻常来 但是陈天居然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就看出了其中的部分 无论是老爷子还是唐欣仪 亦或是切石头的师傅 和看热闹的掌柜 都被这个结果给震惊了 这个结果 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这么漂亮的血匪 别说是镇殿之宝了 就是整个华夏 也挑不出第二块来 老爷子都梦了 他反复地看着面前的血匪 这到底是什么眼力啊 他们一块镇殿玉石送出去 不过是百来万的价值 居然换来了一块这么顶级的血匪 这么大一块 价值绝对上亿啊 这么交换的话 他们怎么好意思 老爷子一阵扎舌 大脑都是跟着空白了好一块 他们的镇殿之宝 最难得的就是那是老坑老料 现在是千金难寻 大小也合适 这样的原石 无论是打造什么物件 都是非常合适的 这才成了镇殿之宝 但是和陈天的血匪比起来 这就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玉石了 这么大的人情 他们可怎么还 老爷子下意识地看向了自家孙女 想听听看唐星仪的想法 唐星仪也觉得有些受之有愧 他想了想 直接说道 爷爷 不如我们就用这块血匪 给陈天打造吧 光是剩余的那些边角料 也足够他们的手工费了 唐家老爷子一听 虽然说有些不舍的 但是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了 老爷子反复抹撒着玉石 对着掌柜的说道 找最好的师父 按照陈天提出来的要求 给他打造吧 这样一位天之骄子的印章 是出自于唐家玉石店 对他家的生意来说 只会是最好的宣传 掌柜的也是知道 这块玉石的珍贵之处 连忙点点头 印了下来 老爷子和唐星仪回到了店铺里 两个人一边喝着茶 但是内心里 还是无尽的震撼 陈天也是太厉害了 轻轻的这么一撇 就能看出这块石头的不同之处 想到之前陈天送给唐星仪的铜钱 老爷子也是心服口服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少年 再想想这段时间以来 陈天的各种传闻 老爷子不由的又是一阵感叹 这个小子 倒是还有什么是不会的 这也太全能了一点吧 随便施展一点 都把他们这些专业人士 给比下去了 要知道 他们可是靠着这个行业吃饭的 还不如人家的轻轻一瞥 在外面忙碌着的切石头师傅 现在也是一头的气馁 完全不想说话 怪不得这么多年 他还是只能在店里 给人家切石头 自己这双眼睛 完全是一点用都没有 这样的一双眼睛 就是想捐出去 都容易被人嫌弃没用 切石头师傅 也是一阵调整心态 这才准备好接下来的工作 此时的陈天 他走出了唐家玉食店 准备回家去看看 而另一边的家里面 苏芷熙和几个摄友 刚刚收拾好了餐具 综艺虽然对周灵云的发展 没有多大帮助 但是却可以让他红得更久一点 这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可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周灵云看到经纪人这么高兴 自己也是一乐 说道 看来有时间 得好好感谢一下陈天了 经纪人也没有多想 也是跟着用力点点头 应该的 这种朋友就应该多叫 一直在看着 电视的苏芷熙和几个闺蜜 一直看到了最后 直到画面切入了广告 电视机都开始播放闹哄哄的广告了 他们的大脑里 还是一片空白 愣愣地坐在沙发上 他们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刚才真的看的是电视吗 陈天哥 怎么能这么厉害 他们纷纷拿出手机 摆度了一下永乐年间的各种瓷器资料 看着那些专业用语 瞬间就对陈天的敬佩达到了顶峰 陈天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那些专业名词看起来好复杂 而且 我看那些图片上 区别也不大 要不然怎么说 古董这东西 考的就是眼力呢 就是要在没差别之中 找到那细微不同之处 然后去尾存真 这才是古董收藏的道吗 你们说 陈天哥是不是那种四色试者 因为比我们看到的颜色更多 所以可以分辨出更多的不同 几个小丫头开始化身福尔摩斯 研究起陈天的眼睛来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一个和他们年纪差不多的人 怎么可能比他们优秀那么多 就在几个小丫头 天马行空想象的时候 陈天也是回到了家里 一听到大门处传来响动 几个丫头都是朝着大门跑了过来 见到真的是陈天回来了 几个小丫头立刻将他围了起来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 哥 我们刚才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你什么时候居然还会古董鉴定了 而且还那么厉害 我感觉专家都被你给震住了 陈天哥 你真的好棒 那些知识 你都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能不能教一教我们 我们也不求完全学会 学个大概也好啊 最最帅气的陈天哥 你刚才的表现 简直是太赞了 不只是那些专家们 我们在家里 也是看得傻眼了 你给我们传授点经验啊 几个小丫头 围着沉默一通夸奖 说完还不忘让陈天给他们科普一下 关于古玩的那些知识 陈天被几个小丫头 拉到沙发上做好 有人给拿来水 还有人去取来了水果 苏芷熙更是不留余力地给陈天按摩 一脸谄媚地说道 哥 你就随便给我们讲讲呗 否则我们出去的时候 那不是给你丢脸吗 其他的几个小丫头 也是跟着点点头 一副我们也是为了你的面子 考虑的模样 陈天抬眸看着几个丫头 也是一乐 说道 那你们说说看 都想知道哪方面的古玩知识 我给你们讲讲 毕竟人家的服务都这么好了 陈天要是还不吐口 也是太残忍了 陈天的这个回复 倒是几个小丫头没有想到的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一脸的猛 哪方面的古玩知识 他们现在的古董鉴定水平 属于文盲级的 你这么问 我们丝毫没有基础 不知道怎么回答 陈天看着几个丫头愣住了模样 也是想到了什么 他倾壳一声 开口说道 那个 我给你们讲一讲 怎么分辨玉石的真假吧 眼前的几个小女生 估计也不会去买字画瓷器的 那些东西要学起来 也比较麻烦 反倒是玉石 女孩子们都喜欢 而且价格不统一 倒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几个小丫头一听 都是眼前一亮 他们赶紧坐到陈天的对面 一个个乖巧的不得了 一副喜耳恭听的模样 陈天淡淡地笑着 看着几个小丫头说道 我今天教你们一根头发 来分辨玉石的真假 一根头发 几个女生更是好奇了 他们下意识地向前靠了靠 等着听陈天的高招 你们用一根头发 绑在玉石上 用打火机烧一下 陈天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比划着说道 如果是真的玉石 头发是不会断的 如果是假玉 那么头发就会被烧断 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 用头发将玉石吊起来 如果敲击的声音是清脆的 就是真玉 如果是假玉 那么声音是沉闷的 很是难听 看着面前认真听讲的几小只 陈天的嘴角扬起 十分神秘地说道 最重要的一个 买古董秘籍就是 陈天说到这里 故意停顿了一下 直接几个小丫头 心里痒得不行 开口催错了才说道 你们只要知道 地摊上的东西 一般都是假的 你们不要买就好了 这个答案 虽然不是几个丫头 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上 但是确实是大实话 苏芷熙几个人 也是点点头 毕竟只要是不那么贪心 也不至于被人骗得那么狠 陈天摸了摸几个 小丫头的脑袋 笑眯眯地问道 说说吧 中午想吃什么 我给你们做 一听说有陈天做的美食 几个丫头直接忘记了 要学习鉴定的知识 他们的小脑袋里 现在已经完全被美食所填满 陈天哥 我想吃会灵顿牛排 上次你做的 简直是人间美味 创造出来这道菜的人不伟大 将它发扬光大的你 才是真的伟大 我想吃上次的火腿 又鲜又香 虽然有一点点咸 但是回味特别久 光是想一想 我就觉得口水直流了 哥 我这个人要求很简单的 只要是你做的 你做什么我就爱吃什么 哥哥的手艺是无敌的 哥哥也是最棒的 几个小丫头不只是点着菜 还不忘记对着陈天一阵吹捧 他们可是相当清楚 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已经是实属难得 更何况 这么美味的东西 还是出自于一位大富豪的手 陈天对待几个小丫头是真的好 可能真的是爱屋即屋 想着是自己表妹的摄友 对他们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 她的眼睛里带着宠溺 将他们的要求一一记下 笑着问道 还要别的菜吗 如果不要 我就自己安排了 几个小丫头 都是用力点点头 这就已经很好了 要是能再有几个陈天哥安排的美味 就真的是人生圆满了 陈天看几个小丫头高兴 也是乐呵呵的去了厨房 准备开始做饭 很快 在一阵哒哒哒的声响过后 厨房里逐渐飘出阵阵香味 在客厅里玩着游戏的几个小丫头 吸着鼻子 就像是一只只毛茸茸的小狗 黑黑的眼睛里满是光亮 香味越来越浓 而且逐渐混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更加独特的味道 浓郁的味道 将几个人完全笼罩 他们的脸上带着享受的表情 心里却都是在想着 这 就是家的味道吧 美食在陈天的手里 如同魔术一般 就这样一道道的出现在餐桌上 几个小丫头吃得眉开眼笑 他们一边品尝着美食 对于陈天的手艺 更是不另一美之词 陈天哥 你做的饭太好吃了 这个牛肉又鲜又嫩 入口即化 加上外面的酥香的面包 简直是无敌的美味 每一道菜都好好吃 陈天哥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食物的味道 好像和我们以前吃的味道 完全不一样嘛 以后谁要是做了陈天哥的女朋友 那可是太有福气了 这天天吃的 简直就是天堂的味道 什么米其林三星餐厅 根本就是弱爆了 几个小丫头 一脸崇拜地看着陈天 眼睛里的粉红泡泡 都快变成实质了 他们没有进入厨房 自然不会看到 陈天拿来做饭的食材 都是全球最顶级的美食 就连煮饭用的矿泉水 都是全球顶级奢侈品的 菲勒扣的金罐矿泉水 一瓶750毫升的矿泉水 就要将近1500软媒币 这样满含软媒币的一顿饭 再加上陈天的神级厨艺 米其林三星餐厅又算什么 吃完一顿饭后 陈天刚好没有事 就被几个小丫头拉去打游戏 苏芷熙将健身环塞进陈天的手里 拍着胸脯说道 哥 我教你玩游戏 你放心 你说了我也不会笑话你的 他们几个之前就玩过 但是这几天练了这么久 才算是基本能过关 苏芷熙是想着自己家表哥都没有玩过 这一次他们总能站起来了吧 陈天没说话 只是嘴角上扬起一抹微笑 笑话我 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可是要好好试一试 游戏很快就开始了 健身环游戏就是体感游戏 跟着屏幕上的引导动漫人物 做出各种健身的动作 刚开始的比较简单 后面的就会越来越难 而且这些动作都是持续的 就需要一定体力的支持 几个小丫头做起来都有些费力 刚刚做好一个动作 几个小丫头下意识地看向陈天 马上就会是一个高难度的瑜伽动作 他们过关都是极为费力的 陈天一个大男人 这一次总要吃饼了吧 没想到画面一换 陈天没试人一样 将腿抬高 轻轻松松地过关 做完动作后 还不忘记看向旁边的几个小丫头 笑眯眯地问道 你们再不做 可是要过关失败了 几个小丫头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 简直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天哥居然这么厉害 身体的柔韧性居然比他们这些异笑声还好 这这这 怎么可能 陈天将他们玩虐 等到游戏结束后 他伸了个懒腰 十分无所谓地说道 没什么意思 你们几个小丫头自己玩吧 我去午休了 几个小丫头 好家伙 陈天哥一定是老天的私生子吧 为什么 他武相全能 无所不能 苏指吸几人哀嚎一声 又继续运动起来 毕竟中午吃了那么多 要是直接去午休 这些能量就要转化成脂肪了 他们在楼下流着汗 心里又开始惊涛骇浪 陈天哥真的是让人极度的发狂 他也吃了不手 可是人家的身材 那个肌肉的轮廓 不说了 再说口水都要流满地了 陈天武休起来后 陪着几个女生 在后院打了一回羽毛球 一直玩到太阳吸血 陈天又去做了晚饭 看着陈天的背影 几个丫头靠在椅子上 喝着汽水休息 他们的额头上 还沾着运动后的汗水 但是心里 却是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啊 吃完饭后 几人去楼下影音室 看了电影 便早早地上楼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 陈天早早地起了床 就看到几个小丫头已经起床 他们换好了衣服 也是走了出来 他们今天要回学校了 毕竟休息日已经结束 明明只是三天而已 却让几个女生觉得异常满足 对于接下来的校园生活 也是充满了期待和干劲 陈天点点头 对着几个丫头说道 好 我去做早饭 以后叫天晴送你们去学校 陈天的速度很快 几个丫头饱餐一顿后 带着陈天给他们买的东西 准备回学校 苏芷熙还好 她的几个闺蜜 则是一脸不舍地看向陈天 十分感激地说道 陈天哥 这几天多谢你的照顾了 无论是陈天的形势作风 还是陈天各种贴心的照顾 都让他们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陈天点点头 亲自将他们送上车 笑着说道 以后周末有时间 就过来玩 我这里随时欢迎你们到来 几个小丫头一听 高兴得不得了 在他们看来 能时常看到陈天 才是最高兴的事 陈天看向苏芷熙 直接递过去一张卡片 黑色之中 带着丝丝金线装饰 看起来十分奢华 丫头 平常别亏待自己 苏芷熙下意识地去推陈天的手 她自己的生活费够用 怎么可以再要表哥的钱 陈天自然是坚持 毕竟是她的表妹 怎么可以太寒酸 再说 卡里也没有多少钱 就是自己随便给她 存的一点零花钱而已 拿着吧 听话 苏芷熙听着陈天的话 这才乖乖地收下了她 陈天看着她眉眼弯弯的样子 摸了摸她的头 说道 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别怕我麻烦 知道吗 苏芷熙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对陈天说道 之前被你吓坏了的那些大少 现在都成了我的小马仔了 你不知道吧表哥 有着陈天的名头在这里 那些大少们 早就不敢打她的主意 其他的男生 更是不敢欺负他们 苏芷熙强忍着笑意说道 表哥 现在你表妹不欺负人家 就是好的了 陈天也是一乐 对着苏天晴说道 送他们回学校吧 好的 陈哥 你放心吧 苏天晴应了一声 车子便朝着外面开去 陈天自然是放心苏天晴 直接转身回了别墅 他给斗牛犬喂食了一些罐头 陪着他在院子里跑了一会 就听到了苏天晴返回的引擎声 陈天正要招呼苏天晴进来坐 就听到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是刘一范打来的电话 便赶紧按下了接听键 刚一接听 就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刘一范和蔼的声音 陈天啊 三天之后来东南分部一趟 听到刘一范的话 陈天眨眨眼睛 开口询问道 刘龙江 有什么事情吗 刘一范的声音里 带着笑意和喜色 大声回答道 是好事 给你受闲 受闲 陈天文言一愣 受闲确实是好事 不过是不是有点密集 毕竟他刚刚才受闲不久 这么快就又要提拔 这么快的升级 恐怕又要酸倒一拨人了 这一次 五星龙笑 陈天顿时一乐 这贤味 看来也不是那么难生的嘛 不过这确实是件好事 陈天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微笑 对着电话说道 好 我会准时到的 挂断电话后 陈天让苏天晴 送自己去星渊集团一趟 东南军部并不在精灵 他这一次出去 先把精灵这边的事情处理好 凤星知道 陈天在英龙军部任职的事情 知道自家董事长 有事情要出去 立刻恭恭敬敬地表示道 陈董 您就安心去工作 集团这边的事情就交给我 我保证做好 陈天自然是相信 凤星的工作能力 将最近比较紧急的文件签署后 便返回了家里 第二天 陈天一早就起了床 在简单地收拾一番后 换上了军装 佩戴好了肩章 收拾一心后 陈天走出了别墅 苏天晴一早就等在别墅门口 看到陈天出来 连忙拉开车门 随后朝着东南军部的方向而去 东南军部和精灵并不算近 但是好在时间充裕 陈天便提前出发 几小时的车程转瞬即到 苏天晴开着车 已经到了东南分部 东南分部和精灵分部一样 都属于分部 但是面积看起来 比精灵分部更大 离得远远的 就看到了树立起来的电网 时不时有 鹤枪实弹的战士 在周围进行着巡逻 毕竟是鹰龙军部的分部 四处都透露着一股严肃 和肃然的气氛 看起来防守平平 其实暗藏玄机 陈天等人 刚一进入东南分部的范围 就有人上前来接待 您好 请出示证件 一位小战士 朝着陈天恭敬的敬礼 十分诧异地 看着这位年轻人 看起来年纪和自己差不多 但是气质上差的 不是一心半点 说是天和地的差距 都是因为没法更远了 小战士 接过陈天的证件 看着上面的四星龙孝 更是愣住了 这么年轻 就是四星龙孝了 小战士上报了陈天的身份 很快 就有一位负责人模样的战士 来到了现场 负责人看到陈天的模样 也是一愣 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先是敬礼问候 十分恭敬地说道 我现在带您去招待所 那位负责人 开着军车在前面带路 陈天的车子跟在后面 开出去没有多远 就是一家有模有样的招待所 因为是英龙军部的招待所 所以即使是休息的地方 仍然带着一股硬派的气息 一英雾石很是不错 只不过各种装饰品十分稀少 看起来简洁大方 干净整洁 陈天用自己的证件 办理了入住手续 他看向陪同自己前来的战士 开口问道 刘龙江和孙龙江到了吗 毕竟是授贤仪式 作为精灵分部的领导 这两位龙匠 应该都会到场 还没有 那位战士十分认真地回答道 两位龙匠 应该会在明天授贤仪式之前到达 其他的那些龙匠 都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会到 毕竟身为龙匠 他们平时的工作 是非常忙的 即使是参加授贤 这样的重要仪式 也是赶在开始之前到达 工作时间完美地利用起来 绝不浪费 陈天听着那位负责人的话 也是非常理解 并跟着点了点头 负责人带着陈天去了房间 房间内部的装饰多了一些 还算是不错 最让陈天满意的地方 就是这里足够干净 负责人的接待工作已经完成 他朝着陈天再次敬礼 便匆匆离开 与此同时 几位老爷子 正在东南军部里面闲逛着 他们的身上穿着合体的中山装 一双手背在身后 走得十分缓慢 走在中间的那位老者 不是别人 正是周家老爷子周萌 周萌毕竟也是老牌龙江 他这一次也是受邀前来 看着眼前的东南军部 周老爷子十分感慨地说道 人生匆匆 时间过得真是飞快 当年咱们还在这里训练呢 感觉一转眼的功夫 我们已经是垂垂老矣的老家伙了 英龙军部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好 他们这些人也是越来越老 愈发的不中用了 其他的几位老爷子听了 也是跟着感慨了几句 咱们那个时候 英龙军部才刚刚创建 哪里有这么好的条件 不过那时候 也是真的拼命 看着眼前的美好 心里也满是欣慰啊 那时候就是有骨子猛进 哪里顾得上什么技巧 不过现在都好了 一切都变得有规矩 我们华夏的英龙军部 只会越来越好 那都是年少无知 都是青葱岁月啊 现在想起来 还真是怀念 我记得你们那时候 也都是愣头青一样 现在也都成了老头子了 几位老爷子都是在感慨着 他们以前 还在英龙军部里面的 争容岁月 还不忘拿身边人开个玩笑 大家都是几十年的革命交情了 自然也不会在意 几人又向前走出了一段 一位老爷子冷不丁地开了口 问道 你们说 这一次部里 准备了这么大的授贤仪式 授贤的会是谁 问题一出 现场的几位老爷子 都是一愣 他们的心里 瞬间想起了一个人 周蒙眠了眯眼睛 笑呵呵地说着自己的想法 应该是总部的战节吧 现阶段里面 最出色的就是他 他本来也是快要成为龙江了 其他众人也是纷纷点头 十分认同周家老爷子的观点 战节这孩子 确实是不错 我在总部 特意见过他几次 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 才三十岁的年纪 就有这样的成绩 已经实属不容易了 他已经是年轻一代里面的翘楚了 接下来封了江 他的未来更是大展宏图 未来可期啊 幸好咱们当初 给他留在了总部啊 三十岁的年纪成为龙江 说实话 这已经打破了 英龙军部多少年的记录了 战节这个孩子 一下子就成了整个 英龙军部的偶像了 众位老爷子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只有周家老爷子 但笑着 没有说话 他刚才的脑海里 闪过了一个小家伙的脸 不过也只是一闪即逝 并没有去想太多 几位老爷子小声地讨论了一会 一会一位老爷子笑着说道 算了 咱们再讨论下去 也没有意义 明天一看就知道了 毕竟英龙军部的兽闲 在真正兽闲之前都是保密的 众人都是点点头 继续有说有笑地 在分部里面逛着 第二天一早 东南军部已经准备好了 兽闲仪式现场 会场里面装点得十分喜庆 四处也是干净整洁 红色的地毯一直铺设到礼堂门口 四处都透着庄重的气息 东南军部的负责人 也是早早地到了现场 他们检查着现场的布置情况 时不时地找出一些问题 快速地进行着调整 今天英龙军部的龙江们都会到场 我们必须做到尽善尽美 不能丢了东南军部的脸 知道吗 在场的战士们都是大声地硬合着 他们看着舞台的方向 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兽闲仪仪式是一位战士 生平之中最为荣光的时刻 他们时刻都在盼望着 可以真正地成为主角 开启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 一些龙江们这时候 也陆续到了兽闲现场 他们围在礼堂的门口 笑盈盈地说着话 虽然还不知道 具体被兽闲的是哪一位 但是英龙军部出了人才 对他们来说就是大好事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也是到达了寿闲现场 他的身上穿着笔挺的军装 四颗金斗的尖章 闪闪发亮 英姿飒爽的陈天一到现场 立刻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陈天这时候 也是看到了人群中的周家老爷子 也是快步走了过来 礼貌地打了招呼 周老爷子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周老爷子一看到陈天 也是一乐 笑着说道 小子 你也来了呀 周老爷子很是喜欢陈天 昨天有老朋友提到 年轻一代的翘楚 让周豪立刻想到了陈天 二十岁的四星龙校 不是更有排面 周老爷子越看陈天越是喜欢 便笑呵呵对他说道 不错 惊气神不赖 你就和我坐在一起 陈天也没有拒绝 他随着周家老爷子 走进了礼堂坐下 正说着话的时候 刘一范也从外面 快步地走了进来 一看到刘一范到场 陈天也是站起身来 看向刘一范打着招呼 刘龙江 您来了 刘一范明显没想到 陈天会在这里 他眼睛一瞪 有些诧异地说道 你还在这干嘛 去后面啊 一会要给你受贤了 这个小子 不会是不知道 受贤一世的流程吧 居然还有时间 在这里聊大天 陈天文言 也是微微一阵愣着 随后才开口说道 我这不是没经验吗 陈天虽然已经是四星龙校 但是其实他只有一次 受贤经历 还是在那次 天津鸿门宴的现场 说是受贤 更多的 还是战节代表 英龙军部 给自己打了个气 所以这次过来 陈天也是没放在心上 以为就是像上台领奖一样 在台下坐着就行了 刘一范也是一阵无奈 谁叫自己收了一个 变态小伙子 上来就是四星龙校 给我走 我带你过去 台湾看了看时间 刘一范知道时间快要到了 也没空招呼 连忙带着陈天 朝着后台的方向走去 周家老爷子等 一众龙江看着 全都愣住了 这是 陈天又要提升了 想着他肩膀上的四颗筋痘 这是要晋升五星龙校了 一众龙江们 也是嘴角抽搐 这是哪里来的小怪物 简直是个奇葩 则则 倒是把这小子给忘了 我看他以后 比战节差不了 战节二十岁的时候 也不是五星龙校啊 这孩子要是多找点军功 三十岁之前 封江也不是不可能 年轻一代步伐 有志青年 这是我华夏的福气 我倒是希望 这样的孩子能多出来几个 看谁还敢对我华夏挑衅 龙江们对于陈天 十分欣赏 对于他又要提升的情况 既是惊奇 又是感慨 等了一会 受贤仪式正式开始 在东南军部负责人的宣布下 战节和陈天等人 整齐华裔地走上了台 战节作为青年一代第一人 自然是站在了第一位 而陈天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居然就站在战节的身边 要知道 这些等待受贤的人的站位 是有讲究的 他们的位置 就代表着这一次受贤的等级 如此年纪轻轻 就已经站在了对立的第二位 简直是惊呆了所有人 一时间 在场的众人都是愣住了 他们不少人都是认识陈天的 尤其是他带领精灵军部的战士 取得了大笔的第一名 一下子就成为了不少军部 争相想要拉拢的对象 他们看着这张年纪轻轻的脸 都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陈天居然能站在战节的后面 这个小子可是厉害了 出尽了风头 以后的路 怕是稳稳当当的了 这么年轻的小子 居然就要是五星龙校 真是个奇才 怪不得刘一范等人力宝他 确实是个不错的孩子 陈天可是精灵分部的一员猛将 没有他 精灵能拿大笔第一 听说总部也是想了不少办法 都没有留住陈天 这哪里是力宝 根本就是拿他当接班人培养了 听说孙艺孙龙江 对他可是赏识有加 上来就给了四星龙校 打破了以往的先例 熟视陈天的人 都以为他就要授贤五星龙校 都为他的成就而感到震撼 那些仅仅听过陈天名字的人 则是更多的震惊于陈天的年纪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子 就要是五星龙校了 真说起精灾绝艳的话 阴龙军部这样特殊的存在 会缺少天才吗 哪一个成员 不是其他军部里面的天才 才有机会来阴龙军部参选 天才中的阴才 组成的阴龙军部 居然叫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子 一个个的破例 这小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龙江们也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为这样的英雄少年感到惊叹 这有什么的 只要是足够优秀 咱们阴龙军部就应该有所奖励 少年英雄多了 才代表我们的华夏 再快速地变强 真是英雄出少年 虽然他加入没有多久 但是关于他的传闻 我可是听到了不少 这样的苗子 确实是值得培养 我可是还惦记着 这小子的八级拳呢 听说精灵分部的小子们 就是学了八级拳 才变得厉害起来 官里授贤现场的众人 小声地议论着 不少龙江的眼睛里 都开始冒出金光来 人才啊 陈天的体数非常高超 现在又有这样的成就 要是成了自己分部的人 岂不是锦上添花 不少人都是起了心思 看着陈天的目光 开始变得热切起来 龙江们知道 精灵分部非常重视陈天 就连要不到手 惦记一下 总没人管吧 不过很快 他们都开始晋升 齐刷刷地看向台上 东南军部的负责人 看向众人 大声地宣布道 现在 受贤一事正式开始 随着负责人的声音落下 一时之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台上 真正的受贤 终于要开始了 能为这些新人授贤的龙将 都是东南军部的老牌龙将 在他们上台的时候 现场立刻爆发出惊人的掌声 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是曾经为华夏 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战士 他们都是华夏的英雄 战杰站在最前面 就在一位龙将 准备他的授贤仪式时 站在台上的负责人 开始介绍起战杰 他的一些基本状况 随后就是他的功绩 军功等内容 所有人都热切地看着 毕竟战杰升龙江的事情 已经被讨论了太久 他实力强劲不说 而且工作能力也是有目共睹 这些年更是积攒下了不少的军功 只是缺乏一个晋升龙将的奇迹 其实也是上面的龙将 考虑到战杰的年纪轻 想要压一压他的势头 让他更加沉稳一些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量 战杰可以说是完全达标 所以通过了审核 现在的战杰 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能力 征服了所有人 他的授贤 属于是水到渠成 那位老牌龙将笑呵呵地 走到战杰面前 他的目光在战杰的身上打量着 看着面前充满干劲的战杰 表情里充满了满意和祝福 他将一颗金星带在了他的胸前 笑着说道 战杰龙将 希望你再接再厉 为国家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从这一刻开始 战杰也成为了人人敬仰的龙将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星龙将 但是未来绝对可期 授贤的老牌龙将 拍了拍战杰的肩膀 以示鼓励 从此这个年轻人 就是他们的接班人了 战杰文言立正 大声地回应道 是 为人民服务 在成为鹰龙军部成员的时候 战杰不仅在鹰龙军旗下发过誓 更是在自己的心里发下过重视 这一生 身以许国 无怨无悔 听着战杰铿枪有力的声音 在场的龙将们 都是热烈的鼓起掌来 鹰龙军部 从此再添一元大将 这是鹰龙军部的运气 更是华夏的运气 但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这是华夏给他们的荣誉 他们唯有以生命护之 华夏的战士不是一个称呼 不是一份证件 而是刻入灵魂的使命 看着台上同样闪烁着坚定的眸子 龙将们用力地鼓着掌 共同庆祝着这个难得的时刻 战杰的兽贤已经结束 掌声还在持续着 战杰朝着台下的众人敬礼 表达着他的感谢 而此时 老牌龙将已经走到了陈天的面前 龙将只是匆匆走过 现在仔细看到陈天的面旁 也是愣在了原地 今天要兽贤的 居然是这么年轻的战士 震惊之后 兽贤的龙将看向陈天的眸子中 充满了惊叹和欣赏 毕竟陈天无论是精气神方面 还是气质方面 都是如此夺目 龙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从战士拖着的盒子里 取出了属于陈天的尖章 那个崭新的尖章之上 是一颗明晃晃的金星 这这这 一瞬间 全场都被这枚尖章所震撼 一颗金星 这代表的 可是一星龙将的弦味 这是怎么回事 龙将 这么年轻啊 就连兽贤的龙将 也是愣了一下 他反复确定 奸章没有失误后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他作为东南军部的 老牌龙将 上台兽贤 但是具体的贤味是 上台才知道的 面对这样的兽贤 龙将也是目瞪口呆 一脸都不敢相信 台下的不少龙将们 都紧紧地皱着眉头 他们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 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出头 就要兽贤一星龙将 总部到底是什么意思 居然还批准了 简直是出乎意料啊 我以为只是一个五星龙将 这就已经是超出 他这个年纪 应得的受勋了 没想到 最近总部做事情 可是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 兽贤战节 是因为他的表现 都是大家看得见的 龙将的审核 现在这么松吗 众人有些不解地 看向总部的众人 都想要得到一个正式的答案 不只是在场的众人 就连台上的陈天本人 也是棱在了当场 居然是一星龙将的兽贤 这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最多也就是个五星龙校 陈天也知道 自己这个年纪 能得到四星龙校的贤位 都已经是孙一龙将和刘龙江 为他争取到的 否则 当初周老爷子 也不会特意和自己提起 老人家自然是好意 提醒自己要知恩图报 要报答孙一龙将的知欲知恩 陈天是个聪明人 他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今天的这个一星龙将的兽贤 肯定也是孙一龙将为自己安排的 战节就站在陈天的旁边 看着他有些疑惑的样子 也是轻轻点点头 算是安抚陈天的情绪 他也可以想象 陈天现在的心情 必然是十分强烈的 作为英龙军部总部 总指挥秘书的战节 自然消息比一般的龙将还要灵通 他知道 陈天今天可以和他一起授贤 不是任何人的安排 而是他自己努力得到的 这一切 都是他应得的 不过下面的那些龙将 看着台上的情况 却是一阵直摇头 没想到 老孙最后还是给陈天申请了 他还是有些过了 虽然陈天格斗本领不错 但是没有军功在手啊 那药剂确实对身体极好 我们也是 真的记得陈天的这个恩情 但是一码事归一码事 就这样凭着药剂封龙将的话 还是有点过分了 孙毅对陈天 那是真真的上心了 他的那个性子 这么多年都没有争过什么 没想到 居然为了陈天 做到了这个份上 龙将们低声表达着对孙毅的不满 其实他们还是很敬重孙毅为人的 只是这件事情 他们是真的不赞同 就连坐在一旁的周家老爷子 也是皱了皱眉 眼睛里闪过了一丝不理解 年纪轻轻 又没有军功在手的陈天 恐怕是不能服众啊 这样的兽贤 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 但是若是不能服众的话 就说不好是服侍货了 周家老爷子 对于陈天这个人 还是非常喜欢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也是有些无奈地看着 现在兽贤仪式已经开始 开宫自然是不可能有回头剑 那些龙将们 都在小声议论的时候 战杰看着台下的情况 似乎有些难以控制 他紧皱着眉头走了出来 今天的战杰换上了一身新的军装 整个人看起来更加阴气勃发 战杰挺直着胸膛 看向了台下官里的众人 他拿过主持人的麦克风 大声地说道 各位龙将 我要在这里做出一些解释 陈天的晋升是总部的决定 也是经过了认真的讨论和审核的 我不知道陈天有什么 其他的傍身之计 但是他能成为一名一星龙将 完全是靠的自己 陈天依靠的是他自己的军功 陈天的军功 在场的龙将们 听到战杰的话都是一愣 刚才授贤的时候 都会有主持人进行介绍 陈天的介绍非常简短 甚至在军功在这一块 根本没有详细的说明 战杰的话 立刻引起了众人的一片哗然 无论是他们的话里话外 还是脸上的表情 都真切地表达着他们的不解 即使是那些龙将们 也是看向台上的战杰 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一时之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战杰的身上 迎着众人的目光 战杰丝毫不切 他眯了眯眼睛 还是决定将陈天的授贤说清楚 既然可以成为英龙军部的龙将 又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然不能受这样的不白之冤 我知道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些疑问 陈天的军功 之所以没有直接公布出来 是总部做出的决定 战杰又是说了一句 立刻又在现场 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都很清楚战杰的为人 知道他不会是无敌放逝 可是这样的话一说出来 众人就更是好奇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军功 居然让总部都下了命令 要进行保密的 在场的龙将们 更是好奇起来 大家齐刷刷地看向陈天 目光之中又是好奇 又是震撼 虽然陈天的军功是什么 暂时还不清楚 但是能受到战杰这样的维护 也是可以看出来 陈天绝对是不平凡的 否则也不至于被孙毅如何爱护 他身边的人都对他推崇备至 想到这里 不少龙将看向陈天的目光 都有了变化 之前的那些不满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只剩下探寻和欣赏 战杰看着那些龙将们的眼神变化 这才缓缓开口说道 希望各位龙将在知道 这件事情后 继续保持监默 这样事情 在这里宣布 也要在这里继续被保密下去 之前我们华夏的车队 在运送一批国家级机密资料的时候 被刘沙组织所劫掠 华夏车队被劫掠的事情 被传得沸沸扬扬 新闻上都不知道播报了多少次 这件事情 自然是没什么好保密的 真正值得人掩盖的 是华夏车队运送的机密文件 那些文件可是华夏的机密 即便是被有心人设计夺取 也是不能传出去的消息 众人都是知道那事情 现在听到战杰提起 全都看向了陈天 视线之中带着一丝震战 这些龙将们的心里 更是震惊不已 该不会 在众人探寻的目光之下 战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和大家想象的差不多 那些机密文件 是陈天拿回来的 其实机密文件不是秘密 真正需要掩盖的 是陈天拿回来的那些 丢失的机密文件 龙将们虽然刚才已经有了猜测 但是真正听到战杰说出来的时候 又是另一种心情 他们整个阴龙军部 都束手无策的机密文件 居然被陈天找了回来 所有人都觉得脑袋里猛猛的 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尤其是他们想到 现场的惨烈情况 那样干净利落的手段 就算是阴龙军部的精英轻质 也不一定能做得那样完美 再仔细地想一想 那样一股强大的力量 居然是陈天手中的势力 更是让众人不寒而栗 那样的势力 居然是隶属于这样一个年轻人 这 接连的刺激 让这些龙将们已经傻眼了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只觉得像是做梦一样 显得格外不真实 且不说别的 光是说陈天拿回那些机密文件的功劳 就已经足够优厚了 如果是凭借这次的功劳来封疆的话 确实是足够了 毕竟陈天之前就已经是四星龙校 此刻 在场的龙将们都是欣喜不已 毕竟国家没有任何损失 机密的文件全部找回 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再想想陈天的超强实力 还有他手中效果极好的体质药剂 这样的一位年轻人 就算是如此年轻成为龙将 也是令人幸福的 战节将龙将们的反应尽收眼底 他拿着麦克风 声音缓慢地说道 这一下大家知道了吧 陈天的龙将乃是实至名归 之所以不将陈天的军功大肆宣扬 就是不想暴露出那股势力的底细 毕竟这样强大的力量 如果在背后默默操作的话 能进行的事情会更多 更不要说 那股力量本来就是属于陈天的 他们也没权利去指挥 所以他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量去隐瞒 将这件事情的痕迹抹去 在场的龙将们 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也是心下了然 打算完全忘了这件事 就当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个消息 众人震惊之余 纷纷点头 承认了陈天的这个军功 说实话 就当时的那个情况 他们也做不到陈天那么好 那里毕竟是流沙组织的基地 真的要行动起来 肯定要小心翼翼 光是侦察 可能就要比那个神秘组织 行动的时间还要更长 其实这不能说 黑旗组织的成员 更加高明多手 这完全是因为 他们在拥兵组织的环境下 变得更加果断 他们平时就会收集 这些组织的情况 也是为了防备他们的人 会忽然做出 对华夏不利的事情 那样的组织只认识前 其他的都可以抛弃 哪怕是自己的队员 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是没有可利用的价值 一样是会抛弃的 就是这样的长久信息收集 才让黑旗组织在行动起来 更加快速方便 他们现在就是一群 没有国籍 没有组织的人 这种日子 就像是大海里的一夜偏周 随时可能会被浪头打翻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只能是拼命地抵抗 加油地活下去 龙将们看向沉天的目光 变成了一种敬佩 毕竟这股神秘的力量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培养出来的 虽然他们不会问 也不会说 但是心中的惊讶 也不是轻易 就可以抚平下去的 解释完了一切 台上授贤的龙将 给沉天带上了一颗金星 看着面前英姿勃发的年轻人 那位老牌龙将也是敬礼 十分郑重地说道 沉天龙将 感谢您为华夏所做出的贡献 那些资料没有丢失 所以国家 才没有经受重大的技术损失 这份情 不只是他 现在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深深地刻在心里 沉天看到龙将的动作愣了一下 他立刻回敬 对着龙将 也是对着全场的众人 大声说道 为人民服务 随着沉天的话音落下 全场响起了剧烈的掌声 经久不息 众人都意识到 英龙军部得到这样的一员大将 无论是军部本身 还是对于华夏来说 都是一件极大的利好事件 这样的沉天 值得最好的待遇 站在台上的沉天 他感受到了肩膀上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这一刻 他丝毫不后悔 加入英龙军部 甚至是十分欢喜 好男儿 就该为国为民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先有国后有家 看着沉天收回了镜里的手 众人看着精神抖擞的沉天 心中满是震撼和感慨 沉天再一次打破了记录 二十岁的一星龙将 这样的年轻人 就像是正午的阳光一般 热烈且炙热 让人睁不开眼睛 只要是他出现的地方 立刻就会成为最耀眼的星星 在沉天的身边 即使是战节 也变得暗淡起来 毕竟二十岁的龙将 就算是在场的那些老牌龙将 也是不敢去想象的 二十岁 在他们看来 还只是青瓜蛋子呢 龙将们抬头看着沉天和战节 眼睛里带着期待的光芒 这两个人 未来都将是他们最好的接班人 沉天的授贤已经结束 接下来 排在沉天后面的战士 则是成绩成为了五星龙校 那位战士看起来意气盎然 三十六七岁的样子 在这个年纪成为五星龙校 也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直到所有人都授贤完毕后 主持人再次走了出来 大声地宣布道 这一次的授贤仪式 圆满完成 让我们共同祝贺 这一次授贤成功的众位战士 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得到更高的荣誉 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之中 所有得到授贤的人一起敬礼 完成了这次的仪式 众人排着队伍下台 站在沉天身后的战节 一脸感慨地看向沉天 小声地说道 陈兄弟 为了让你能来总部 我还在使着劲呢 没想到你的速度更快 直接办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任务 闪瞎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啊 沉天闻言一乐 扭过头去看战节 他还真不知道战节还起过挖角的心思 战节长叹一声 一脸遗憾地说道 现在你成了一星龙江 想要挖角是难了 原本战节还想着 如果沉天想要快速晋级的话 最好的办法还是来到总部 毕竟这边的任务多 想要积累军功更加方便 想到沉天手里的力量 战节又是一阵肉疼 有些难受的嘟囔道 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我当时就是豁出半条命 也得给你挖来 现在沉天俨然成了精灵的代名词 想要挖它 别说孙义龙江那里了 精灵战士都得急眼 沉天倒是没想那么多 他笑呵呵地看向战节 问道 咱们的兽贤仪式 这就结束了 可以走了 战节眼睛一瞪 轻轻将沉天拽到自己身边 小声地说道 怎么可能 重头戏可是在后面呢 兽贤仪式只是过场 真正的大戏 还是在后面的宴会上 毕竟是刚刚升到了龙将 肯定先是和那些老牌龙将们认识一下 致敬一下前辈们 虽然大家都是战士 但是也要尊重老前辈 这是惯例 战节说到这里 拍了拍陈天的肩膀 说道 你战哥我也想带着你 但是孙义龙将肯定早就准备好了 要带你去认识一下呢 有孙义龙将在 那份面子肯定更大 这样开拓起关系来 自然是更方便 战节主要还是植物之变 和那些龙将们已经非常熟识 所以倒是省了这一道 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谢了 陈天十分礼貌地对战节表示着感谢 毕竟人家抛了胆蓝枝 咱们尚不尚是咱的选择 该有的礼貌也不能少 战节更是欣赏陈天了 不仅是实力惊人 还这么会做人 要是放在总部的话 英龙军部总部的实力 绝对也是值得飞跃 就在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他们走到了台下 孙义已经等在了那里 一脸激紧地看着战节 小子 这时候可不带耍小动作的 陈天都封了龙将 要是总部还想挖人 可是过分了 战节 孙龙将 我战节是那样的人吗 就算我是 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没有啊 我这顶多就是 正常的拉一拉关系好吧 孙义将陈天拉着走了 东南军部已经准备好了庆祝会 所有来参加官里的龙将 还有东南军部的高层们 都会参加这个庆祝会 孙义一面在前面带路 一面对着陈天说道 一会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些老家伙 他们不少人得了好处 也得感谢一下不是 说到这里 孙义不忘回头瞥了陈天一眼 叮嘱道 不过 你可不能因为一点东西 就让人给带跑了 当时他想给陈天申请龙将的时候 这帮老东西喝了他的药剂 还不松口呢 现在要是把他的爱将拐跑了 他可是要郁闷死了 陈天听着孙义的话 也是强忍笑意 垂眸硬道 好 我知道了 听到陈天回应了自己 孙义这才满意的带着陈天 去了庆祝会的现场 龙将们早就到了现场 看到孙义带着陈天走进来 立刻围了上去 他们之中的不少人 都因为喝了陈天的药剂 现在身体上的那些顽疾 都已经好利落了 现在看到陈天到场 他们都想和陈天表示一下感谢 老孙 你可算是把小陈给带来了 小陈啊 之前还真的是多亏了你的药剂 要不然 我这一身老骨头 可能就要丢在这里了 我今天过来庆祝会 就是为了想要和小陈 当面表达一下感谢 我之前的那些老毛病 要不是有小陈的药剂 可能根本撑不过去 自从喝了小陈的药剂 我这不仅是老毛病好了 就连身体也变得更好 更有劲了 说句实在话 接下来我都打算去出任务了 那些老牌龙匠们 是真心感谢陈天 连连表示 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随时给他们打电话 毕竟之前封匠的事情 他们并没有帮上忙 心里也是挺不好意思的 但是他们也是出于正常的考虑 如果陈天没有军功在身的话 就算是封了龙匠 一样是不能服众 像现在这样实至名归 才是最好的结果 陈天也并不在意 他十分有礼貌地和众人说着话 看着陈天淡然处之的模样 这些龙匠们更是极度不已 这么好的孩子 怎么就是精灵分布的呢 要是能在他们的分布 肯定早就大放一彩了 这些老牌龙匠们 真正地和陈天接触之后 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孙医会这样 为陈天铺路 如此气度和惊艳的好苗子 是谁能不好好护着 和这些龙匠们说完话 几位东南军部的龙匠和负责人 开始和陈天攀谈起来 他们极力邀请着陈天 在他们东南军部里逛一逛 我们这边和精灵 还是有区别的 毕竟风土环境不一样 还是带着一些差异的 陈龙将要是有时间 就留下来玩一玩 我们全程接待 其他军部的龙匠们 听到了东南军部的话 也是纷纷凑上前来 邀请着陈天 有空去军部做客 陈天有些哭笑不得应了下来 这场庆祝会 他成了主角 身边时刻围拢着不少龙匠 就连战节的风光 也是被陈天比了下去 一场庆祝会圆满结束 饭后 那些龙匠们 纷纷准备离开 毕竟他们的工作 是非常繁重的 也是耽误不得 孙毅和刘一范是 特意为了陈天 才赶过来的 这时候 也打算直接离开 刘一范看向陈天 笑着询问道 你是跟我们一起回去 还是在这里逛逛 陈天想了想 还是打算留下来 毕竟他也不用急着回去 正好有这个机会 就在东南军部里逛一逛 东南军部的那些龙匠们 听到后 非常高兴 一个个自考奋勇的 要充当导游 陈天也是好好感受了一下 东南军部的气氛 因为他的名气实在太大 不少人过来和他搭话 也算是认识了不少的人 第二天 周家老爷子 也是回到了天津 直接返回了家里 周家的周豪义 和周磊两兄妹 知道爷爷今天要回来 也是没有出去 在家里乖乖地等着 等到老爷子一进院子 周磊立刻像是小精灵一般 扑上前去 笑嘻嘻地说道 爷爷 您回来了 我给您泡好了茶 您快进来喝点 周老爷子看着自己的孙女 也是不由地笑出声来 十分宠溺地说道 好 还是我家大孙女最怪 周豪义在一旁嘴角一抽 合着自己 毫无存在感呗 三人一起进了屋 周磊非常乖巧地 给爷爷和哥哥都倒了茶 这才坐了下来 看向爷爷问道 爷爷 这一次 战节封了龙将了吧 毕竟一听说要封疆 所有人都是想到战节 这一次的封疆 他肯定是吻了 老爷子轻轻点点头 他喝了一口茶 老神在在地说道 还有一个人 也出现在了寿闲仪式上 你们绝对想不到 想不到 周豪义和妹妹 一起猜了几个名字 都是自家老爷子 看着长起来的战士 可是一说出来 直接就被爷爷给否定了 周磊有点等不及 他上前摇着周萌的手臂 撒娇似地说道 爷爷 您可别卖关子了 快说说 到底是谁啊 是陈天 老爷子说完 如他所预料的一般 看到了孙子孙女僵硬的表情 周豪义和周磊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同时惊呼道 陈天又升级了 陈五星龙孝了吗 这到底是什么速度 坐着飞机上去的吗 老爷子轻哼一声 语调都不由地提升了一分 陈天和战杰一起 被封了一星龙将 从昨天开始 陈天已经正式跨进了 龙将的队列之中 他已经成为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一位龙将 原本这个称号 应该是战杰的 一位以30岁的年纪 拿到了龙将封将的人 但是 陈天以惊人之姿 直接夺走了这一个 最年轻龙将的称号 听着老爷子的话 无论是周豪义还是周磊 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之中 陈天居然这么快 就已经成为了龙将 这这这 那可是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龙将 不仅是将年轻一代 完全比下去 就连之前的多少代 也是强压了下去 这样的精彩绝艳 陈天已经不算是闪亮的星 它就是一颗太阳 独一无二 无与伦比 爷爷 陈天这么年轻就疯将 能力得住吗 周豪义大张着嘴巴 惊讶地看向爷爷 周萌想了想 他知道自家孩子的脾气 便将陈天拿回了 机密文件的事情 说了出来 有了这样的军功 你说 谁敢反对 周萌说到这里 也是一声长叹 他的心里 同样充满了感慨 这个陈天 他手里的底牌 可是实在太多了 周豪义和周磊文言 脸色都是一变 他们之前也关注了这个新闻 毕竟家里有一位老牌龙将 自然是消息更加准确一些 这么说来的话 灭掉了流沙组织的神秘组织 不就是陈天的力量吗 明明是差不多的年纪 陈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周豪义的脸色一白 在陈天面前 他之前的那点骄傲 早已经被粉碎的所剩无几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少年 他们这些人 说穿了 不过就是一些靠着祖辈蒙英 所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比一般人好一点罢了 之前自己居然还在自鸣得意 现在看看陈天 周豪义是真的被打击到了 周豪义在这一刻 也是在心里 暗暗打定了主意 以后自己要更加努力一些 不说能追赶上陈天 能看得到背影才行 一旁的周磊更是美眸微瞪 眸子里面流转的是 无尽的光芒 他就知道 陈天哥哥最棒了 如果这次的授贤仪式 在总部举行 周磊一定邀约上陈天 好好替他庆祝一番 与此同时 这个消息也是传播开来 一些大集团和家族 率先得到了消息 整个华夏都为之震动起来 二十岁的龙江 简直是闪瞎人的眼睛 此时的精灵 一帮顶级老总们聚在一起 正在热露地聊着天 自从苏杭商会成立以来 大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友好 所有人都深刻地意识到 团结起来的力量 到底是有多么重要 以前非常在意的迎头小利 现在也是放在了秦毅的后头 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商会的成员 相互之间也要互相扶持才是 郑波作为领头人 他看着已经到齐的众人 大声地说道 在今天聚会开始之前 我要先和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听到郑波的话 不少老总开口和他打去道 什么好消息啊 莫非我们的郑波要没开二度 另寻心欢了 那可是大新闻 到时候我得给郑总包一个大红包 庆祝他开启新圣火 没想到啊 是风日下 咱们气管炎郑总 居然都敢背后宣布好消息了 郑波 气管炎 What 发生了什么 我跟你们说正事 你们被刺我 郑波一脸美好气地瞪了众人一眼 不过还是难言脸上的喜气 大声宣布道 是我们苏杭商会的陈天会长 已经封疆 一心龙疆 哄 一句话 在场的顶级老总们全都实话了一般 一心龙疆 那可是多少战士拼搏一声 也不敢想象的位置 他们的会长大人 居然年纪轻轻 就已经风疆了 这这这 老总们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的大脑里一片江湖 现在安静了好一会 才有老总开口说道 我也听到了相关消息 听说咱们会长失利了大功 堂堂正正的风疆 非常威风 听说华夏的老牌 龙疆都到场了 参加了这场盛宴 就连那位三十岁疯将的总指挥秘书 都没有咱们会长风光 三十岁疯将 已经是年轻一代第一人了 只可惜 他遇到了一个妖孽 居然二十岁疯将 你说这上哪里说理去 老总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一个个 都是情绪非常激动 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感慨 对于陈天 更是崇拜不已 不少老总逐渐冷静了下来 他们的脸上 也挂上了喜气 十分激动地议论着 这下子好了 咱们苏航商会的会长疯了疆 以后谁还敢随随便便欺负我们 咱们苏航商会 算是彻彻底底站起来了 我相信 我们以后得到的项目 只会是越来越多 感谢陈会长 感谢他的照福 我觉得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 就是第一时间 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苏航商会 眼光代表了格局 这一次 我们所有人都赌对了 只能说 我们苏航的老总们运气好 居然天上掉下来一只金大腿 还让我们给牢牢地抓住了 老总们激动非常 有了陈天的封疆 以后苏航商会 只会更加强大 他们的未来 在登上苏航商会这艘大船的时候 就已经写好 未来的日子 只会越来越水涨船高 众人一起举杯 共同庆祝这个令人欣喜的好消息 此时的陈天 正在苏航闲逛着 他昨天就从东南军部里面离开 实在是因为那里的战士和领导 都太过于热情了 陈天也是有些受宠落惊 参观完东南军部之后 就带着苏天晴等人离开 他们在市区里 找了家万豪酒店入住 今天一大早 就出来四处走一走 陈天是想着 既然来了苏航 怎么也要领略一下 这里的风情再回去 也算是不虚此行 苏天晴几人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 他们尽职尽责地陪同着陈天 在苏航四处逛一逛 陈天的心情很是不错 看到漂亮的风景 也是用手机拍下 记录下美好的时刻 看着手机里的相片 陈天觉得很是满意 便发了一个朋友圈 苏航美景果然从未让人失望过 所到之处皆是美景 朋友圈才一发出去 陈天就听到手机响起提示音 是表妹苏芷熙 给她点了赞 陈天的嘴角微微扬起 刚想和苏芷熙说两句话 又收到了苏芷熙发来的评论 好漂亮啊 表哥绝对有艺术家的天赋 特别擅长发现美 表哥 出来玩一趟 不能光贴风景照 自拍也安排上啊 我看看 你最近便帅没 看着小丫头的调侃 陈天轻笑着摇摇头 自己一个大男人 发一个九宫阁的自拍照 知道的是为了满足表妹的愿望 不知道的 还以为自己是海王呢 陈天用力俯了俯下巴 感慨地想着 长得帅 有时候也是种罪管 一边想着 陈天给苏芷熙回复了一条评论 我就是测试一下你 有没有好好听课 果然 苏芷熙 我是收到了提醒 才特意来给你捧场的呀 表哥 你这样会没有朋友的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收到了一条私聊 他打开一看 发现是周灵芸给他发来的消息 陈天 你也在苏行 陈天快速地回复道 是啊 昨天过来的 今天四处看看 周灵芸同样是秒回 我也在苏行呢 中午一起吃个饭 陈天想了想 反正自己也是一个人 中午饭还没有打算 便直接答应了下来 两个人约定在一个商场的餐厅里 周灵芸订好了包间之后 就把房间号报给了陈天 周灵芸现在非常火 出来吃个饭 也要小心翼翼 不敢有一丝懈怠 否则被粉丝发现了 别说吃饭了 恐怕多容易闹上热锁 陈天也是理解 便让苏天晴 直接送自己去了商场 和服务员抱了包间 就在店里等着 也就十分钟的功夫 周灵芸就打开门走了进来 巨大的茶色墨镜 挡住了多半张脸 还戴着黑色的口罩 说实话 就这份打扮 周灵芸的家里人不仔细看 都不敢辨认 周灵芸一进门 就摘掉了墨镜和口罩 连声道着歉 对不起啊 陈天 今天商场里的人太多了 就这我还是 绕到后面的布梯走上来的 陈天不在乎的摆摆手 毕竟对方是个当红的大明星 能出来出个饭 已经不易了 他递上了菜单 对着周灵芸说道 看看想吃什么 陈天还是非常照顾周灵芸的 他也不知道 周灵芸是过来做什么的 也不好擅自帮他做主 好歹对方是女演员 要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可能连水都不敢多喝呢 周灵芸很是自然的结果 接连点了不少的硬菜 看得陈天都是一愣 这么吃 不怕胖了 影响上进的效果 周灵芸感受到陈天的视线 挑了挑眉 笑着说道 你不知道 我过来苏航 是准备来参加一个邮轮宴会 陈天听到后点点头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打去道 怎么 邮轮宴会不管饭 所以你要先吃饱 周灵芸面对陈天的调侃 灿然一笑 乐呵呵地解释道 也不是啦 是我自己的习惯 毕竟是陌生的地方 还是比较高档次的宴会 周灵芸一般都不会吃东西 正好来的断食 听说可以增加细胞代谢 不过周灵芸也不会亏待自己 正想美食一顿的时候 就看到了陈天的朋友圈更新 周灵芸对于陈天充满了好奇 便直接私聊他 和他约了饭 两个人等着美食上桌的时候 周灵芸看着越发帅气的陈天 忽然开口问道 你不是没事吗 我现在还没有男伴 怎么样 当一次有男伴 正好还能上游轮玩一回 应该比在苏航里游玩有意思 陈天勾起唇角 笑呵呵地答应下来 还没等周灵芸高兴 就听到陈天长叹一声 感慨地说道 我就知道 这当红女明星的饭 哪里有那么容易吃到 吃你一顿饭 还要给你当男伴 周灵芸被陈天 逗得扑吃一声笑出声来 他一记小粉拳 轻飘飘地打在陈天的手臂上 轻斥道 一顿饭换你出场一次 你不亏 真要是说起来的话 不知道多少人想着 做他的男伴呢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 品尝着美食 饭后周灵芸有些歉意地说道 我下午还有事 就不能陪你去玩了 说完 他用手机将明天上午出发的时间 和具体港口的位置 发给了陈天 陈天并不在意 他去截了账 然后送周灵芸 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店 看着周灵芸离开后 陈天才招呼着苏天晴 带自己在附近游览一番 苏天晴想了想 对着陈天说道 陈哥 我带您去桌正园转转 他昨天晚上看了一些旅游攻略 很多人都说 来苏航不去桌正园 绝对算是白来 行 听你的 陈天大手一挥 直接交由苏天晴自己去做主 苏天晴点点头 直接开车去了桌正园 今天的天气不错 景点外面的游客数量非常多 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 愉快地说着话 忽然他们看到了 远远开来的劳斯莱斯幻影 家常定制版 你们快看 那边来了一辆超级豪华的劳斯莱斯 这车子可是太气派了 也不知道车主是什么人 不会是什么大明星 来这边录节目吧 快让我拍个照 我要发个朋友圈 这么漂亮的车 恐怕很多人都没见过 直接就震惊了他们 我的天 你们猜怎么着 我刚才搜索了一下 这样的限量款 居然要两亿多 这绝对是富豪坐驾 在这些游人的惊呼之中 苏天晴下了车 给陈天拉开了车门 一看到苏天晴的动作 不远处的那些游客们 瞬间瞪大了眼睛 骑刷刷地盯着车门 那股热切的驾驶 好像一会能从车里 走出个外星人似的 陈天这时候走下车来 他一露头 立刻引得周围众人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年轻人是谁啊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一米八几的身高 身材挺拔宽阔 上身是完美的倒三角 又性感又有安全感 尤其是那张脸 一双眼睛 如同黑夜一般深邃的黑色 让人有 想要陷进去的冲动 一看到这么帅气的脸 那些游客中间 瞬间爆发出一阵低语 这是小鲜肉吧 估计是刚出道 长得也太好看了 这样的小伙子可是难得 以后肯定会大火的 先拍个照 以后肯定超级之前 长得太好看了 先拍个照发圈 片一波赞的说 苏天晴看着那些举起来的手机 立刻眉头一皱 护着陈天快步走远 一位阿姨看着陈天的背影 一脸迷媚的表情 还不忘感慨似的说道 看看这大长腿 短上一厘米 都走不出这种速度来 苏天晴打起了十二分的注意力 保护着陈天的安全 如果说 以前他从来不相信 有人因为帅而充满困扰 那么现在 苏天晴深信不疑 几人随便逛了逛 陈天所到之处 立刻就会成为焦点 在各种火热的目光之下 饶视陈天定力不错 也是失去了游玩下去的兴趣 便离开了景点 回去了酒店 第二天 陈天睡到自然醒 便起床收拾了一下自己 换上了一套礼服 镜中的陈天精神抖擞 整个人的气势 更加帅气逼人 陈天对着镜子照了照 觉得还不错 也算是比较满意 去酒店的自住餐厅 吃了个早餐 陈天一出门 就看到了等待多时的苏天晴 陈哥 苏天晴一边和陈天打着招呼 一边拉开了车门 陈天坐上了车 将港口的信息报给苏天晴 苏天晴驾驶着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朝着目的地而去 一路上的车主 都下意识给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让路 毕竟真要是碰了这样的车 可不是他们能赔得起的 车子很快就开到了海边 远远地就看到了不少的豪车 苏天晴看前面已经没有了车位 他看向陈天商量道 陈哥 我开车送您过去 然后我再回来找地方停车 陈天四处看了看 直接说道 不用那么麻烦 你就将车停在这边 我们走过去就是了 陈天说着就下了车 和苏天晴一起朝着港口的方向走去 走得近了 陈天就看到那些豪车的主人 都是一些达官显贵 不过对于陈天来说 这些人都是生面孔 没有熟络的人在 现场大多是娱乐圈的人 还有一些档次不太高的大少小姐 看他们的装束就看得出来 虽然一个个的也是盛装出席 但是穿的都是一般的国际大牌礼服 顶级生产线的高定 一件都没有 他们分散在港口前面 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小声地说着话 这其中不乏一些特意 从外省市赶来的人 不过身份都不是很高的样子 这些外来的人 意图有些明显 在港口不断地打着招呼 发放着名片 看他的这个驾驶 就是来拉关系 拓展商圈的 陈天缓缓地收回了视线 对于今天的游轮宴会 心里也算是有了个数 看现场的这些受邀人士的身份 这一次的宴会档次并不高 根本没有大佬到场 毕竟那些真正地位高的老总们 是不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的 也是邀请不来的 对于那些大佬来说 人家的时间分外宝贵 要参加什么样的宴会 完全取决于宴会主人的身份 普通人就是贵求 老总们一样是不屑一顾 现场没有任何熟人 陈天也不会觉得不自在 和苏天晴一起站在外围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顺便等着周灵云的到来 陈天台湾看了看时间 还不到宴会开始的时候 这时候港口来的人更多了 男人们都是西装革履 还有一些人 穿着定做的宴尾服 看起来十分郑重 这些人对于今天的游轮宴会 似乎都充满了期待 脸上都挂着热切的笑容 不少人都在和身边的老总们 低声说着话 似乎是想要趁着这难得的机会 拉拢一下人际关系 这样的商业宴会 是一般的老总们 最容易拓展人际关系的地方 现在到了宴会现场 这些人自然是不留余力 努力地和身边人拉拢关系 最起码也要给他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 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次的关系 就有可能派上用场 陈天并不喜欢这种的场面 只觉得烦闷 他干脆调转视线 扭头去看一旁的豪华游轮 这艘豪华游轮并不算太大 和一般的江边渡轮大小差不多 在私人游轮里 已经算是非常豪华的一种 周围不少达官显贵 看向豪华游轮的目光里 都充满了热情 他们自然是非常渴望拥有 这样的一艘豪华游轮 要知道 这可是身份的象征 普通人不要说买了 就是日常的养护都养不起 陈天却是撇撇嘴 觉得面前的豪华游轮不过耳 毕竟这一艘游轮 和自己的超级豪华游轮比起来 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区别 就像是一艘小木筏 和泰坦尼克号一样 差距就是那样巨大 有这个功夫 还不如联系一下 自己的超级豪华游轮 痛痛快快玩一遭呢 陈天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 正准备掏出手机 给周灵云发送信息的时候 陈天一抬头 就看到一道娇俏的身影 站在不远处 正笑盈盈地望向自己 正是周灵云 周灵云逆着光站在那里 阳光打在他的身上 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边 脸上的笑容像是天使一般 灵动又美丽 没有一丝霸道 却可以牢牢吸引住 每一道目光 陈天看着这样的周灵云 也是不由的一愣 就在陈天愣正了瞬间 周灵云悠然一笑 朝着陈天自然地招招手 他轻轻提起自己的裙摆 朝着陈天走了过来 脸上挂着难以掩去的笑意 看着周灵云 湿湿然地走向自己 一身玫瑰金的拖地长裙 将他整个人衬托得 如同一朵盛放的玫瑰花 娇艳中带着一丝羞怯 让人心生怜爱 不人采邪 一声连衣 心神荡漾起来 陈天勾传一笑 真诚地夸赞道 周小姐今天真是太漂亮了 今天全场焦点 非周小姐莫属了 周灵云听到陈天的夸奖 也是非常高兴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 捂着嘴低笑一声 俏皮地说道 真的吗 那就好 我还怕我不够漂亮 配不上今天帅气英俊的陈先生呢 周灵云可不只是打趣 他是真的觉得 今天的陈天太帅了 就算是看惯了帅哥的他 也是完全一不开眼睛 周灵云轻轻挽住了 两个人站在一起 真的是俊男靓女 十分般配 看着正在登船的那些客人 周灵云挽着陈天 也是朝着船上走去 路过那些宴会宾客的时候 陈天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下 不少大少们都带着女伴登船 那些女伴一个个都非常美艳 身材也是十分火爆 在性感礼服的衬托之下 更是令人浴血喷张 陈天看得出来 这些女伴穿着的 也都是国际顶级大牌 戴的珠宝也是价值不菲 即使是如此 那些大小姐们 看向女伴们的目光里 还是带着吃笑之意 不过陈天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这些人再怎么说 也都是集团和家族的大小姐 在这些大小姐的眼中 哪怕是周灵云这样的 一线大明星 也不过就是个 有点名气的戏子而已 戏子是什么 从古至今 那都是有钱人的玩物罢了 所以 无论他们的名气如何 也不会被这些大小姐们 放在眼中 在这些大家族们面前 一个小小的演员 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 陈天从旁边的服务员手里 拿过了一杯水 在几个圈子混了混 听着那些人的高谈阔论 毕竟这里的很多人 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拉拢人脉 自然要展现一下 个人的能力 他们开口闭口 都是各种政策和项目 这些人侃侃而谈 说得天花乱坠 陈天也是听着 跟着一起稍微点头 虽然有些漏洞 但是想法不错 如果好好操作一番的话 确实是有着不少的利润 就在这个时候 现场的不少大少们 也是看到了人群之中 最闪亮的周灵云 他们自然是认识周灵云 看着一身玫瑰金色长裙的他 眼睛里都是闪过了 一道惊艳之色 这样又清纯又郁的对撞 简直像是一只毛茸茸的猫尾巴 不断地骚动着你的心 随后 他们就看到了周灵云身边的陈天 看到帅气逼人的陈天 这些大少们也是一愣 他们并不认识陈天 最为重要的就是 周灵云可是个 林飞文的清纯玉女 怎么身边跟着个男人 乌草 那男的是谁啊 就这么光明正大的 走在周灵云的旁边 两个人看起来还挺亲密的 难道公布恋情了 不可能吧 说不定是公司的小鲜肉 让周灵云带着来见见世面呢 他现在可是上升期 怎么可能自断演义路 周灵云的身边有了男人 不知道多少人要伤心难过了 这样的女神级有物 还真是好福气啊 就在众人小声议论的时候 陈天将水杯放到了服务员的托盘上 对着身边的周灵云说道 我去下卫生间 你在这里等着我 不要走远了 周灵云听到陈天的话 十分乖巧地点了点头 说道 好 看着陈天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周灵云并没有乱走 而且站在原地 在甲板上站着 等待着陈天的归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的人群中 发出了一阵惊呼声 伴随着惊呼声的响起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路 几个大少小姐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为首的乃是一男一女 男人看起来年纪不大 她的身上穿着极其奢侈的高定礼服 钻石的袖口在阳光下 散发着意义的光彩 她的脸上满是傲然的神色 仿佛生前的这些人 并不是来参与宴会的客人 而是她的奴仆一般 根本不将任何人放进眼里 旁边的那些客人 被男人不懈地目光扫过 不仅不觉得屈辱 反而是一脸陪笑地看向对方 旁边的女人 则像是软绵绵的水蛇一般 几乎是缠在了男人的身上 感受到男人停下了脚步 女人才旁若无人地抬起头 姿态妖娆地将并边的发丝离好 只是举手投足之间 就带着一股浓浓的妩媚之感 充满了诱惑 一阵距离比较近的男人 看向男人的神色中 快速闪过了一丝热气 不过碍于他身边的男人 也是快速收敛起那一丝想法 装作一脸的正色 女人似乎是察觉到这些男人的想法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笑得花枝乱颤 低胸的碗礼服随着波动 有些呼之欲出 无论是火爆的身材 还是大胆放浪的性格 都是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站得远一些的宾客看到了 压低了嗓音问向身边的人 这些是什么人 我看你怎么会这么惊讶 为首的年轻人给人的感觉太傲了 实在叫人喜欢不起来 听到身边人的嘟囔 被提问的男人 恨不得立刻捂住他的嘴 那人虽然是压低了声音 但是却语气急切 你说什么呢 说话注意点 这一位你都不知道 这是南山实业少董 杨飞 南山实业 少董 听到身边人的解释 刚才还十分不满的男人 也是面色一变 南山实业 可是苏航非常有名的大企业 因为可以生产各种设备 所以和他关系不错的集团 更是数不胜数 人家这样的企业 说起人迈来的话 那可是相当恐怖的 怪不得今天现场 来了这么多的大少小姐 还有不少娱乐圈的明星到场 他们看的 肯定就是这位少董的面子 就在众人都开始 小心翼翼的时候 杨飞的脸上带着冷力 如同帝王一般 屁腻四方 他刚才可是听到周灵云 和别的男人一起来的消息 也是一愣 原本搭在妖媚女人腰上的手 也是下意识地握了起来 毕竟毕竟周灵云一直洁身自好 台上台下都是玉女的形象 林飞文的女星到底有多难得 他们这些大少最实了解 周灵云长相清纯漂亮 身材更是火爆有料 如果正在盛开的一朵白玫瑰一样 不知道多少人在悄悄打着主意 这样的完美女神 谁都想要征服 就连杨飞也是痴迷周灵云清纯的面容 好好地追求过一段 可惜周灵云总是一副有礼貌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也让杨飞无功而返 虽然没有追到女神 但是周灵云就像是一朵诱人的娇花 杨飞可是一直在惦记着呢 所以这次举办邮轮宴会 杨飞可以特意安排人 邀请了周灵云 她也是暗自想着 说不定可以拉近一些关系 采截一下这朵娇花 本来杨飞以为 这次的宴会 但是没想到 竟然还有一个男伴 杨飞越想越气 面上已经阴寒的可以滴下水来 心里更是惊涛骇浪 随时可能爆发心里的怒火 杨飞这时候 已经看到了人群中的周灵云 看到她今日的装扮 也是不由得眼前一亮 既然今天有幸运遇到 杨飞自然是朝着周灵云走了过去 后面的那些大哨自然是跟上 至于周围的宾客 也是跟着一起 朝着周灵云的方向移动着 周灵云看到杨飞过来 秀美的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皱 不怪于对方的身份 周灵云也不可能得罪对方 便脸上带着笑容 和杨飞打着招呼 杨少董 您好 周灵云打完招呼 下意识地朝着退了一步 想要尽量拉开和杨飞的距离 在周灵云的心里 对于这位人尽皆知的杨少董 完全没有一点好感 这位杨少董 仗着家里有钱有势 身边的女人多如牛毛 女人多了 杨少董也是来之不惧 在她的眼里 女人如衣服 用完自然就要扔掉 否则也对不起 她这个大少的名号 杨飞捕捉到了 周灵云下意识地后退 她在心里冷哼一声 觉得周灵云简直是不知好歹 在自己面前装什么 真的以为自己是个女明星 长得挺漂亮 就是个人物了 不过 就是个任人把玩的玩物 既然她认不清楚 自己的身份 自己也不介意教她做人 杨飞这样想着 她朝着旁边的服务生一招手 立刻有人端着托盘 走上前来 看着盘子里面的香槟酒 杨飞直接拿了一杯 朝着周灵云递了过去 那动作自然又随意 但是其中的含义 已经非常明显 给面子 喝了它 周灵云看到杨飞的 动作眉头一皱 她脸上还是 那副疏离的笑容 认真说道 杨少 不好意思 今天我不能喝酒 杨飞一听 立刻眉毛倒数 眼神都变得阴冷起来 怎么 你这是当着大家的面 不给我面子 杨飞的话里话外 也是威胁的意味十足 且不说她南山实业的 少董身份 给她一杯酒 已经是极大的面子 就算是今天的宴会主人身份 也不是周灵云一个戏子 可以招惹得起的 一杯酒的面子都不给 自己也不会给她留脸面 就在周灵云迟疑的片刻功夫 杨飞的表情里 也是充满着威胁和阴冷 就连端着酒杯的手指 也是变得煞白起来 明显是真的动了气 如果周灵云 这还不答应 喝了这杯酒的话 杨飞有极大的可能性 会当场翻脸 在场的大少人都知道 这位杨少董的脾气大 他们跟在后面 远远地看着 开始议论纷纷 这个周灵云 是什么情况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不是 真是不知好歹 人家杨少董 是什么身份 给她递酒 那是给她面子 有的女人 就是这样 看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总以为别人喜欢她 就要端着架子 也不看看自己是几斤几两 也不怕风大也她吹跑了 杨少董看得上她 是周灵云的福气 我要是能被杨少 邀请着喝一杯酒就好了 她都喝了 我也愿意啊 不识食物的女明星 就算是长得再漂亮 也是走不长远的 她也不想想 没有资方愿意投资她 她怎么一直长红 自断演义路 那些话说得非常刺耳 而且那些人明显不怕 周灵云听到 并没有刻意压低嗓音 周灵云站在那里 将那些话尽收眼底 听得那是清清楚楚 听着那些人 近乎于侮辱的话 周灵云的心里 也是愤怒不已 但是当着众人的面 也不好发火 毕竟她是来参加活动的 也不是来惹事的 这事工作 自然不可能事事顺心 周灵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正准备拒绝的时候 就听到另外一边 传来了一道细血的声音 怎么 现在还流行逼着人喝酒了 那道声音突然地响起 声音很大很洪亮 让在场的众人听得清清楚楚 听到她说的话 不少人都是一愣 就在众人愣神的功夫 那道声音一笑 继续说道 那以后 还要逼着人干什么 无法无天了 众人这时候 也是反应了过来 他们立刻一片哗然 下意识地 看向周围的宾客 每个人心里 都是暗暗地想着 这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简直是疯了 连杨绍董都敢得罪 以后还想不想 在苏杭混下去了 众人一面想着 一面循着声音的方向 看了过去 他们一扭头 就看到陈天 缓缓地从那边走了过来 众人就这样直勾勾地 看着陈天 一个个都是震惊不已 他们看着陈天英俊帅气的脸 眉头都是皱了起来 心道 这到底是谁啊 这么好看的一张脸 但是却是完全陌生的模样 根本不认识 这些宾客们 看着陈天二十出头的样子 也是暗自摇摇头 年纪轻轻的 还真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也不打听一下对方的身份 就这样直眉瞪眼地冲上来 白瞎了这么好看的脸了 恐怕演艺录 也是彻底地断了 就凭着杨绍董的脾气 这小子的下场 恐怕是好不到哪里去 众人看着陈天长得这么好看 气质也是十分出众 现在还帮着周灵云说话 下意识地以为 这一位也是演艺圈的人 不过是个新人 所以并不知道杨绍董的厉害 才敢这么嚣张地替人说话 众人都在旁边围着 杨飞看到陈天就这样走上前来 也是脸色阴冷 那副模样 就像是随时要吃人似的 杨飞的心里此时也是怒火中烧 要不是今天的游轮宴会 是自己的主场 他现在就上去 收拾面前的小子了 他堂堂的南山实业少懂 竟然被人这样说 要是不好好 让这个小子付出代价 他杨飞的面子往哪里放 以后岂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骑到他的头上来 更何况 杨飞一向急要面子 被人这么当面落了面子 他的脸上怎么挂得住 看着杨飞愈发难看的脸 旁边一位大少倒是机灵 敲咪咪地走上前 在杨飞耳边小声地说道 杨少 这个男的 就是周灵云带来的男伴 大少说完就退到了一边 他看着杨飞眯了眯眼睛 也是开始为陈天默哀起来 什么人的头都敢戳 什么人的女人都敢抢 这么极品的女人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染指的 今天的现场 恐怕是有乐子可以看了 杨飞直勾勾地看向陈天 也是明白了过来 毛子之中带着阵阵寒意 直逼陈天 可惜陈天并不会被杨飞 这样的眼神吓到 他的步伐并未停下 稳稳地朝着这里走来 看到陈天的动作 杨飞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年轻的小子 简直就是给脸不要脸 这样直眉瞪眼地走过来 赤裸裸地就是在挑衅 敢和自己这样叫板的人 杨飞可是好久都没有遇到过了 旁边不少人看到 杨飞气恼的样子 也是在旁边卖力的拱火 反正他们是看热闹不闲事大 而且还能博得一点杨飞的好感 不说白不说 想到这里 不少人都看向周灵云 语气中充斥着不满说道 周灵云 你自己不给杨少董面子 也就罢了 毕竟杨少董喜欢你 你耍耍性子就算了 但是 你这个男伴 他算个什么东西 这个男伴的胆子 确实是太大了 真以为陪这个大明星过来 就万事也不用担心了 真是单纯 在资本面前 明星算个屁呀 竟然敢对杨少这么不敬 周灵云你自己道个歉 但是你这男伴肯定是带不回去了 性子这么飘 要是不给点教训 恐怕是学不会怪了 那个最开始拱火的男人 更是嚣张地走出人群 他挡住陈天的去路 一副路见不平强出头的模样 男人的心里 这个时候得意的不行 他就是故意站出来的 刚才他可是特意打听了一下 不仅是苏杭 没人认识他 就连那些 外省市来的达官显贵们 也是对于陈天 没有一点印象 男人听到这些人这么说 可是彻底地放下心来 毕竟陈天的长相这么优秀 恐怕一般人见过一面 就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既然大家都说没见过 这说明 这个小子 根本不是有身份的人 男人自以为知道了 陈天的身份 自然是胆子也大了起来 蓝一蓝路 就能得到杨少董的认可 这个买卖 简直是不要太值得 陈天看着 挡在自己面前的男人 嘴角上 也是扬起一抹冷笑 这个男人 刚才可是挺嚣张的 还不忘记煽风点火 对待这样的男人 陈天自然不会惯着 他伸出手去 一巴掌 直接朝着那男人的脸上 狠狠扇去 所有人都没有看到 陈天的动作 只觉得眼前一花 那个蓝路的男人 已经被扇飞 要不是有船身的围栏 挡了一下 男人可能 直接就跌入海里了 那个男人 狠狠地砸在甲板上 发出了一道 巨大的声响 便趴在那里不动了 看着面前男人的惨状 现场的众人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一瞬间 在场的众人 都是震惊不已 这个年轻人真的是疯了 明明气氛 都已经降到了冰点 他不道歉也就算了 还敢这么嚣张地动手 不少人 也在震惊于陈天的实力 这一巴掌 就把人打飞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这里又不是片场 有人故意 配合着演员来行动 现在可是实打实地冲突现场 不少人看向陈天的毛子里 都带着一丝忌惮 毕竟是这样说 出手就出手的人 他们都算是小有成就的人 都是惜命的狠 可不愿意自己出点是受点伤 这些围在旁边的宾客们 都是下意识地朝后退了退 另一边的杨妃 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她的面色一变 整个人也是愣住了 刚才被打的男人 可是她的狗腿子 就算是没什么关系 能站出来替她杨少董 说话的人被打了 杨妃也不可能丝毫不管 否则 人家会怎么说她杨妃 还不背后被人家戳几两骨 这时候旁边的大少和宾客们 有些看不过眼的人 也是开口说道 你这小子可是太嚣张了 这可是别人的邮轮宴会 你居然在这里捣乱 还出手伤人 真的是太过分了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更是权力至上 你现在动了手 就不要怪我们追究你的责任 今天的事情 恐怕谁也救不了你 杨少董的人你都敢动 真的不知道 是谁给你的勇气 你等着吧 得罪了这样的大企业 你未来的日子 就算是全都毁了 你会一辈子 活在悔恨之中 都说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要我说 这就是没爱过社会的独打 这一次 就让她好好长长记性 以后就会收着尾巴做人了 听着周围人义愤填膺的话 杨妃也是紧紧的 盯着陈天 阴侧侧的说道 小子 你敢动手 你信不信你今天走不下这个邮轮 走不下去 陈天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般 他信不闲停地朝前踏出一步 明明只是轻飘飘的一步 却仿佛带着铺天盖地的气势 吓得不少人下意识地退缩了半步 就连呼吸都是跟着一致 陈天的脸上 还是那副淡淡的表情 但是从他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 却是一股难以言喻的锋利感觉 正是这样 如同利刃出鞘一般的锋利 让现场的众人 心都跟着提了起来 你想找死 陈天悠然开口 原本低音泡一般的嗓音 却带出森森寒意 明明只是一句威胁的话 但是在众人的耳朵里 却像是炸弹一样炸开 让周围的众人都觉得 被震得七昏八素 一瞬间 杨飞的脸色大变 之前只是阴沉似水 现在就像是热油里溅了水 恨不得要杀人一样的表情 旁边众人的脸色 也都是跟着一遍 他们只觉得 头皮一阵发麻 甚至不敢去看陈天 刚才那一瞬间 陈天散发出的气势 令他们产生了无尽的距异 不少人已经暗自捉起了牙花子 这个场面 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杨飞已经有点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胸口一起一幅之间 恶狠狠地看向陈天 大声地质问道 小子 你说什么 作为南山实业的少董 杨飞从小到大 都是在万人的景仰之中长起来的 他什么时候 受到过这样的屈辱 就算是苏杭顶级的大少 也是一个个平易近人 没有一个会这样跟他说话 更何况 面前的这个小子 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合苏杭的顶级大少 相提并问 杨飞只觉得 从未有过的屈辱感 他看着对面 仍然淡然如常的陈天 陈天勾起唇角一笑 声音是比之前 更为压迫的含义迸发 我说 你想找死吗 陈天似乎是担心杨飞 听不清楚似的 一字一句地将话说了出来 杨飞再也忍耐不下去 虽然他是今天宴会的主角 并不想让这样的好事现场 沾上血腥 但是 既然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死 他也是不可能一直忍让下去 杨飞也懒得废话 他直接大手一挥 随着他的动作 立刻有几个保镖 快步走上前来 还有几个看不下去的狗腿子 也是跟在保镖的后面走了出来 他们将陈天围在中间 这些人的脸上满是恶毒 他们已经抬起了手 准备群殴陈天 看着被围困在中间 插翅也难逃的陈天 杨飞的面色冷力非常 冷笑着说道 小子 不是我不放过你 我今天要是放过你了 以后 我在这个圈子 还怎么混啊 杨飞这样说着的时候 他的手拍了拍自己的脸 他的这张脸 自己可以打 别人想都不用想 看到那些人即将动手 周灵云在旁边看着一阵着急 他猛地站了出来 咬着牙对着杨飞说道 杨少懂 杨飞看到周灵云 居然在这种时候站出来 脸色更加难看了一分 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看着周灵云眯了眯眼睛 冷冰冰地说道 我和你的事情 可以慢慢散 但是这个小子的事 我奉劝你 最好不要插手 敢打他杨飞的脸 他周灵云的面子 可是消不了他的火 后面的几个大少 看到周灵云还想说话 直接凑上前去 将他拉到了一边 一位大少迎邪地 打量着周灵云 黑黑笑着说道 周大美人也不要着急 杨哥总会给你时间 和他好好沟通的 周灵云听着他意味不明的话 气得不行 一口银牙几乎咬碎 但是他现在顾不上去 对这个说话难听的大少 更多地担心沉添的安危 就在现场一阵混乱的时刻 他们后面不远处的地方 忽然传来了一阵骚动 听到忽然响起的声音 众人都是朝着 发声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不远处的地方 几道身影 正朝着这个方向走过来 众人都是一乐 他们第一时间就已经认出 这些人影之中的一位 正是南山实业的董事长杨欣 杨欣今天打扮的各种庄重 一身黑色的燕尾服 一看就是高奢的定制款 虽然他年轻中年 还有着不小的啤酒度 但还是在高奢定制的完美遮盖下 显得非常精神 杨欣的头发 用发胶打理得很是平顺 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 他一边走路 一边和身边的众人谈笑风生 一看就是成功人士的派头 虽然今天的杨欣 杨欣看起来春风得意 但是现在的他 明显是走在几人身后一点的位置 杨欣的脸上 带着满满恭敬的表情 他笑着 和身旁的几个中年男人轻笑道 听几位这么说 我还真想拜见一下这个少年英雄啊 看着杨欣脸上的崇拜和憧憬 他身边的几位老总 也是笑着摇摇头 纷纷开口说道 你就不要打见到 陈董陈龙江的主意了 现在陈龙江不知道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一般人可是排不上号 陈龙江也不会去见的 也不是我们威严耸听 就算是我们 也想要去拜见一下陈龙江 但是一直找不到任何的门路 毕竟人家的身份 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出太多 那样的人物 可是求知不得见 要不是陈董的带领 咱们苏杭的大企业 早就要栽在天津上一次的小动作上了 陈董这样的年纪和成就 简直是让人望尘莫及 这样的英雄少年 绝对是整个华夏独一份 杨欣在一旁陪着笑 他看着面前的几位老总 心中也是一阵感慨 这几位老总 已经是很厉害的存在 他们如此推崇一个年轻人 心里对于陈董陈龙江 更是多了几分崇敬 那几位老总 倒是没有注意杨欣的表情 他们一边回忆着陈董的各种壮举 随后看向另外一边的男人 只见那人的裹子脸上 一脸的严肃 身上带着一股正气 他的个子很高 身量更是挺拔 一举一动之间 自带着一股气息 一看就是军部成员 军部生活在每一个战士的身上 都留下了一些印记 被打上了烙印 就是根本清洗不掉的痕迹 男人的身上 散发着令人无法直视的气息 几位老总恭敬地看向他 笑着问道 张龙孝 您看呢 被称作是张龙孝的男人 叫做张中天 他终于抬起了头 张中天扭过头 看了看身边的几位老总 目光之中 闪过一丝回忆和震撼 好半想 张中天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陈龙江我也就在授贤大会上 见过一次 后面他便是被一众龙江围着 说起在庆祝会上的时候 居然没有找到机会 和陈天对对话 张中天就觉得异常遗憾 这样的一位少年英雄 要是能和他搭上话 恐怕在军部里可以吹一年呢 在这位最年轻的龙江 风江庆祝会上 和他面对面的进行过对话 这话光是说出去 就觉得足够高大上呢 可是围在陈天身边的龙江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那些龙江们拉着陈天说话 一个个热络的样子 根本看不到一丝平时的高冷模样 要是那些龙江们的手下 看到当时的画面 估计当场就能怀疑人生 别说他们这些龙校 只能是远远地看着 就算是他们东南军部的那些高层们 还不是一样 只能在外围看着 直到一场庆祝会结束 陈天都已经离开了现场 那些龙江们还觉得遗憾 还想和陈天再说说话呢 在这样的热情招待下 哪里会轮得上他们 几位老总们 目瞪口呆地听着张中天的描述 一个个大张着嘴巴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这位陈龙将比他们想象中的 还要更为厉害啊 一位刚刚晋级一星龙江的年轻人 就被一帮老牌龙江们围着 不仅是被众星捅月 人都离开了 还让那些老牌龙江们觉得遗憾 说实话 这些话 如果不是从张中天的嘴里说出来 他们真的是不敢相信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这么妖孽的年轻人存在 陈董陈龙江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们简直连仰望都不够资格 如此精彩绝艳的年轻人 是要在云层肩上的人 他们只能在地面上膜拜了 当下几位老总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对于这位陈龙江的事情 更是上了心 这样的大人物都不去交好的话 他们可就真是傻子了 无论如何 想尽一切办法 都要想办法 拉上一点关系 众人一边感慨着 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些宾客的前面 宾客们全都齐刷刷地看向杨新 他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南山实业的董事长杨新 居然也亲自参加了这场邮轮宴会 杨新这个人的名号 在他们的心里有着极重的分量 这个人的手段十分厉害 以前就是个白手起家的工人而已 硬着凭着沙发果断的性格 以及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苏航闯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后面更是利用铁蟹手腕 在一众企业之中脱颖而出 打出了一片天 当时几家同样发展不错的 同类型公司 都被杨新击垮了 否则 现在南山实业 绝对不可能如此繁荣昌盛 可以说 现在的南山实业公司 就算是一部伤斗大局似的 只不过 杨新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笑到了最后 这样的一位董事长 不得不让人佩服 就在这个时候 其他人也看向了杨新身旁的几个男人 当他们看清楚那几个男人的面庞后 更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怪不得这一次 杨新会亲自到场主持游轮宴会 原来是邀请到了大人物 不少人都已经认出来 那几位老总 都是苏航有名的大企业主 可以说是鼎鼎有名 更有人一眼 就认出了张忠天 看着这张严肃的脸 出现在面前 那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惊呼道 全 全是 张龙孝 也来参加了这一次的游轮宴会 张龙孝 听到这个名字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阵震惊 他们全都看向张忠天 在对方的目光飘过来之前 赶紧转移开了视线 这可是龙孝啊 没想到也出现在了宴会之上 众人的毛子里 都闪过了一丝激动 这一次的宴会 可是真的出席值了 要是能和龙孝搭上关系 他们以后的日子 岂不是好过多了 在场的宾客们 纷纷压抑住心头的震撼 他们纷纷凑上前去 和众人打着招呼 张龙孝 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 您看起来比上一次还要更年轻 还真是助言有数啊 不知道能不能传授两招 我们也强健一下 咱们这小身子骨 可是不能和张龙孝相扁 不过 您要是愿意交一交 我们可是感激不尽了 您的大恩大德 自然要记在心上 一刻不敢忘 我就说今天早上起来 怎么听到喜鹊叫呢 原来是到了宴会现场 能见到几位老总 这可是我们的大福气 宾客们的话里话外 不仅是充满了恭敬 更是写满了谄媚 他们巴不得可以得到几人的青睐 从此以后走上人生巅峰 杨星看着这些宾客们的热络镜 眼睛里快速地闪过了一丝得意 看来自己今天的邮轮宴会 肯定是稳了 真不愧是他 只要是想做到 这一切都不是难事 杨星一边得意洋洋地想着 一边和众人打着招呼 当然 他今天的主要任务 还是陪好身边的 这几位重量级大咖 这一次的邮轮宴会 其实是分成两个阶层的 正好豪华邮轮分成两层 刚好可以互不干扰 下面一层的甲板上 都是年轻一辈人的聚会 之所以将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 杨星的儿子杨妃 准备进军娱乐圈 所以 杨星特意召开了这次的聚会 还找来了一些大少小姐们 赋宴压场 至于上一层的聚会 自然就是他们 这些人的小聚现场 这一次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宴请张忠天龙孝 就连那几位老总 也不过就是为了 陪好张龙孝的陪衬 杨星早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就是为了这一次 一定要好好陪着张龙孝 自从张龙孝到场后 众人就陪着张龙孝说着话 刚好有老总询问张龙孝 前几天在忙些什么 张忠天很是感慨地 将陈天风将的事情说了 二十岁的龙将 自然是惹得众人一阵惊呼 他们在上面坐得累了 说试下来看一看 没想到这才下来 就看到年轻人这边一团混乱 那些保镖们围成一个圈 想要做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杨星见到这样的情况 也是面色不善了起来 他板着一张脸 向前跨出几步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宴会 这是要动手 众人一看到杨星过来 下意识地散开 让出了一条路来 这样一让开 直接露出了里面的陈天和杨妃 杨妃还在恶狠狠地瞪着陈天 一看到自家的老爸走了下来 他的脸上一喜 立刻上前告状道 老爸 这个小子在我们的宴会上出言不逊 我正准备教训他一下 杨妃自然知道 这次宴会的重要性 但是这个陈天 如此落他的面子 要是不杀鸡景侯的话 他们杨家的脸 要往哪里去放 在场的那些宾客们 看到杨星到场 他们都是了解 这位杨董市长的 出了名的护犊子 所以宴客们自然是顺着杨妃的话 往下接话说道 杨董 这一次真的不能怪杨绍董 都是这个小子认不清楚形势 居然出口顶撞杨绍董 简直是岂有此理 这样嚣张的小子 就是不能惯着 该修理 就得修理一下 让他早早地挨过 社会的毒打 以后出去 才能看得清楚一点 杨绍董 也是为了维护杨家的脸面 都是这个小子的错 当着主人家的面 还要硬落人家的面子 这样的人 怎么能惯着 杨兴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脸色晦暗不明 看不出他此时的情绪 他自然明白自己的儿子 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但是杨兴本来就是个护短的人 再加上这一次 是他们杨家举行的宴会 在他看来 当着主人家的面子 怎么也要收敛一点 这个小子落了儿子的面子 就和打他的脸是一样的 都是不能姑息 杨兴这样想着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不再去管 任由孩子自己去处理 他这么一动 站在杨兴身后的张中天 看到了人群中的陈天 一瞬间 张中天完全棱在了原地 整个人都有点发猛 张中天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他喘着粗气愣了好一会 才高声大呼一声 陈龙江 杨兴已经默认了儿子的行为 正准备收拾陈天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张中天的一声大吼 也是猛了一下 陈龙江 那位精彩绝艳的陈龙江 也来到了现场 杨兴顺着张中天的目光看去 就看到目光最后落在了陈天的身上 这一刻 杨兴的瞳孔瞬间瞪大 如同石化一般立在原地几乎不动了 旁边的那些老总们也是愣住了 他们直勾勾地看向陈天 眼睛之中充满了震惊 这一位 就是陈龙江 陈董 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苏航商会会长 这也太年轻了吧 今天来这里参加二层活动的老总们 都是稍微有级别一点的公司 都加入了苏航商会 他们之所以没见过陈天 还是因为档次不够 自然是不够格的 就算是代理商会工作的正播 他们都见不到几次 早就听说这位陈龙江少年英才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会这么年轻 而且这模样长得也有太好看了 顶着这样一张脸 原地出道都没问题 更不要说着一身张扬的气质 好的简直要起飞 今天的现场来了不少演艺圈的人 就凭陈天的这个长相 有可能被误认为戏子 才出现了这么大乌龙 那几位老总想到这里 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龙江这个身份 被当作戏子一般的对待 这些人是找死吗 旁边的那些宾客们 还有正招呼着保镖要舞杨威的杨妃 全都是站在了原地 一时间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他们齐刷刷地看向张忠天和一众老总们 心里都是在暗暗想着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陈龙江 难道这里要被打的小子 还是个挺有分量的人 还是说 那只是他的名字 这些宾客们的脸上满是疑惑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间都有点迷茫 最后还是杨星的反应最快 他立刻朝着陈天走过来 热情地伸出手 想要和陈天握手 嘴里更是热络得像是熟人一样 没想到陈董您竟然来我这里了 您的到来 让我们整个游轮宴会的档次 上升了八个多 今天到场的来宾 都未能见到您 感到万分荣光 杨星的手还坐着握手的姿势 他爽朗地大笑着 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到底是从底层一点点打拼上来的 杨星的心里可不是一般的强大 他仍然坐着要握手的姿势 从他嘴巴里 不断地说出各种推崇的话来 甚至是 还不忘记自爆家门 看我这一时激动 居然都忘记了 坐下做我介绍 我是南山实业的董事长 我叫做杨星 一直到陈龙江非常崇拜 无论是您的商业实力 还是您的各种事迹 我在听闻之后 都是感觉异常震惊 杨星毫不在意众人的目光 毫不避讳地 对陈天各种恭敬谄媚 哪怕是他伸出去的手 没人理会 他也不能随便收回手 陈天深邃的毛子 只是淡淡地扫了杨星一样 就不再理会他 至于他伸出来的手 无论在陈天面前举上多久 陈天都不屑于和这种人握手 杨星也看出来 陈天的情绪 他微不可查地蹴了蹴眉 想起刚才杨飞说的话 一时间血压上扬 他怎么把这个混蛋小子 给忘了 杨星气不打一出来 他看向自己的儿子 大吼一声怒斥道 你这个逆子 你刚才怎么可以顶撞 陈龙江呢 在身边一众 宾客不明所以的目光中 杨星将陈天的产业 和地位说了说 新元集团董事长 是发起人刚刚风味了异星龙江 更是号称历史上 最为年轻的异星龙江 众人目瞪口呆地听着 仿佛他们不是在介绍面前的陈天 而是在介绍一位历史人物 话里话外的那些介绍 随便挑出来一项 都够他们奋斗一辈子了 现在人家郑主就站在眼前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这些人已经完全变了脸色 不仅仅是惊为天人 更是一阵阵的后怕 仿佛天外有一把 看不见的狙击枪 正准备瞄准他们的脑袋呢 有了这样恐怖的感觉 众人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凉 已经出了一身的汗 且不说其他的地位 光是龙江这一个风险 就已经足够他们鼎鼎膜拜了 被几位大少围起来的周灵云 原本急得都要哭了 这时候听到杨星的话 也是梦了 陈天居然是龙江 还有这么多的职位 这这这 周灵云想着和陈天之前的接触 他只以为他是个条件不错的世家子弟 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一位 令人惊艳的天才少年 了解了陈天的身份后 众人看向杨星的目光中 充满了复杂的神色 有同情 有悲哀 更多的是幸灾乐祸 得罪了这样的大佬 看你接下来要怎么行事 杨星是多么精明的人 他一看周围这些人的眼神不对 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他直接叫来了一个杨妃的手下 目光阴冷地看着他 强压着火气问道 你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手下 直接被杨星的眼神吓破了胆 他不敢有一点的隐瞒 就把杨妃逼迫和陈天 一起来的周灵云喝酒 后面还想和陈天动手 事情都说了出来 毕竟知道了陈天的身份 这个手下说话 不敢有一点的水分 他老老实实地 把实情说了一遍 没有一点添油加醋 一旁的杨星 越听越是惊骇 这个混蛋小子 明知道今天的游轮宴会 是给他铺路的 还敢这么乱来 如果是不惹出事来 杨星自然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现在 居然莫名地招惹了大佬 杨星自然是不可能再惯着他 他直接伸出手 两巴掌狠狠地扇在杨妃的脸上 杨星的这两巴掌 打得又狠又准 杨妃的满口白牙 瞬间都被口腔里的血染红了 杨妃从小到大 哪里受过这般的对待 他被打得懵了 一只手捂着脸 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老爸 旁边的众人看着杨星的动作 也是满眼的震惊 这位杨少董 平日里可是杨董的心尖尖 什么时候被这么对待过 但是这些宾客们 也是瞬间明白了过来 杨妃这是得罪了大人物 杨星这么做 表面上是责罚 实际上也是在救儿子呢 否则真的要大佬自己动手 到时候受什么样的伤 可就说不准了 杨星这一招确实厉害 既能保全儿子 又能出了沉添心头的恶气 旁边的那些宾客们 不仅是震惊 甚至是开始害怕起来 他们刚才袖手旁观 甚至是在一边 煽风点火看热闹 现在知道了 沉添高高在上的身份 这位大佬 能放过他们吗 这些人都是吓坏了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站在一旁的张龙啸 冷笑一声 他看向杨星 欲气冰冷地说道 杨总 你可真有一个好儿子啊 连他们英龙军部的 一星龙江的女人 都敢打主意 这是真的不想活了 这一句话里带着威胁 旁边的几位老总 自然是站在 张中天张龙啸这一边 不仅是形式上 还是情理上来说 他们都会和张龙啸 统一战线 杨星看着这些人的反应 也是愣住了 他这么聪明的人 自然是知道 这件事情 关系着他们的未来 杨星赶紧走回到 陈天的面前 十分真诚地道歉 陈董 这绝对是一次误会 杨妃做得不对的地方 您随便收拾他 这样的混小子 要是不好好收拾一下 以后不知道 还要闯出什么祸来 杨星算是 彻底豁出去了 什么儿子不儿子的 先保住自己家的基业再说 只要是有基业在 儿子废了 他也不是不能再生一个 自己这身体还是挺好的 这都不算是 但是 要是这份产业都毁了 他可就什么都没了 想到这里 杨星扭头 看向一边的保镖 大声地呵斥道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给我狠狠教训这个逆子 保镖们有了老板的话 哪里还会收着手 反正这是老板自己下的命令 他们照着做就是 这些保镖们也是毫不留守 直接挥拳砸向杨妃 杨妃下意识地想要躲开 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包围起来 来不及做出更多的反应 保镖的拳头 已经砸在了他的脸上 杨妃惨叫了一声 一拳接着 一拳已经打了下来 没几下的功夫 杨妃就已经被打成了猪头 脸肿的 已经看不出来模样 这些保镖们 看到脸上实在是下不去手 又开始招呼其他地方 杨妃这样的富家公子 哪里受到过这样的对待 没有几下就卧在地上 快要死过去了 周围的那些大少小姐们 早就吓得寒蝉若惊 没想到杨星居然出手这么狠 对自己儿子尚且如此 要是知道他们在一边煽风点火 还能好的了 恐怕出手就更狠了吧 杨星这时候也顾不上儿子了 他朝着陈天深深鞠了一躬 十分认真地说道 陈董 我代表我的不孝子 给您赔礼道歉了 今天您要怎么讨公道 我都认了 为了能表明一个好态度 杨星也是豁出去了 什么脸面 根本不去在意 给陈天道完歉 杨星又走到完全傻眼的周灵云面前 也是深深鞠躬 致歉道 对不起了女士 我不知道这小子敢如此胆大 给您造成了困扰 还请您能原谅 杨星是真的害怕 他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薄汗 他不认识周灵云 名字是叫不上来 但是叫女士总是没错的 周灵云也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尊重 他想要扶起杨星 下意识地看向了一旁的陈天 看着有些不知所措的周灵云 张中天主动走了过来 对着陈天和周灵云说道 陈龙江 咱们不如换个地方 去楼上继续宴会 这里都是血腥味 哪里有胃口吃东西 陈天点点头 他朝着周灵云招招手 带着他朝着楼上的宴会厅走去 那几位跟在张中天身边的老总们 也是凑到陈天的身边 十分恭敬地和他说着话 陈董 其实我们应该尊称您一句陈会长 之前我们也加入了苏航商会 但是因为身份低微 一直没有机会和您见上面 您在天津做的那些壮举 一直是我们这些苏航商人的偶像 更是在苏航传为了美谈 今天能和您见上一面 真的是三生有幸 您会有幸和您合个影吗 我们实在觉得这个机会难得 想要和身边的人 一起分享一下这份快乐 身后的那些宾客们 听着那几位老总的话 都是身体一颤 不是吧 人家这样的老总 都身份低微 那他们算什么 一粒微尘都算不上吗 居然还厚着脸皮 说和其他人分享快乐 那不是就是要装逼吗 居然说得如此文雅 怪不得人家是老总吗 这份文采 他们是佩服了 这些老总们巴结的快乐 可惜陈天却对他们 一点都不感冒 他的表情始终是淡淡的 张忠天看着陈天的面色 立刻安排人去让邮轮靠岸 这地方待下去 恐怕不仅不能拉近 和陈天的距离 还容易拉开距离 陈龙江 我们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回去港口 张忠天一躬身 十分小心地和陈天说道 毕竟面前的这一位 可是心晋生的一心龙江 自然是要好好对待 陈天点了点头 他确实是觉得这个地方 没什么必要 继续待下去了 旁边的众人 看出陈天的想法 自然也是 不敢继续说什么 有陈天的地方 自然是众星捧月一般 那些老总们 使出浑身解数 想要和陈天拉好关系 二层的各色美食 也开始送到陈天的面前 不过陈天 几乎是看都不看 很快 邮轮就靠在了岸边 陈天带着周灵云起身 看向张龙笑 对着他点点头 便朝着邮轮下面走去 一众老总们 一看到陈天的动作 自然是不可能 继续留下来 也是跟着起身 他们恭送着陈天 一走下邮轮 就看到苏天晴 开着劳斯莱斯 幻影家常定制版 出现在港口 正在供应着陈天的归来 一看到陈天出现 苏天晴赶紧拉开了车门 动作又熟练又恭敬 跟在后面的人 看到陈天的坐驾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看向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的目光之中 满是震惊和憧憬 这辆车 可是价值两亿多的豪车天花板 后面的那些达官显贵们 更是觉得一阵阵冷汗直冒 他们虽然到得比较早 但是根本没有看到陈天的坐驾 否则 怎么也不可能袖手旁观 导致自己错过了一个 抱筋大腿的机会 这些达官显贵们垂胸顿足 眼见着陈天 带着周灵云坐上了车 车子缓缓地朝着远处而去 直到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完全消失在他们的眼前 这些人才缓缓地收回了视线 张中天看到 陈天已经离开 想到今天陈天在这里受到的待遇 冷哼一声也是离开了 那几位老总一看到张龙笑生气了 也是赶紧跟上去 完全没有理会今天的所谓宴会 其他的那些宾客们 也是看出来发生了什么 他们对视了一眼后 也是纷纷离开了宴会 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至于接下来的行动 就看新元集团和苏航商会 怎么对待南山实业了 他们要是能落到不落井下时 就已经说明 他们和阳兴是不错的关系了 否则 只会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 好好和南山实业讨价还价 多捞到一些好处 当然了 如果新元集团打算狙击南山实业 他们宁愿受损失 也是不敢继续合作的 此时的周灵云 正坐在陈天的劳斯莱斯上 他的目光 时不时地看向身旁的陈天 有些欲言又止 一双漂亮的眸子 忽闪忽闪地 抬起又落下 陈天感受到了这断断续续的目光 就像是又害羞 又害怕的小鹿一样 躲在角落里不断地观察着 眨了眨眼睛 陈天扭头 看向身旁的周灵云 无奈地说道 你这是怎么了 看见我就像看到女鬼一样 周灵云吐了吐舌头 现在陈天在他的心里 可比女鬼厉害多了 他回忆着之前 那些人夸赞陈天的话 只觉得眼前的男人 完全就是个怪物 不管是哪一方面 做的都是那么完美 简直是让人不敢想象 而且陈天的年纪看起来 还没有自己大 居然就已经是 英龙军部的龙江了 就连那些老牌龙江们 都觉得不可思议 更不要说周灵云 这样的普通人 周灵云抿了名嘴唇 他看向陈天 语气十分坚定地说道 陈天 以后你不只是灵灵的偶像 也是我的偶像了 偶像 陈天有些哭笑不得 自己成了全名偶像的偶像 说起来还是挺拗口的 陈天无奈地瘫了瘫手 说道 行吧 现在你的偶像 要在苏行游玩一下 这位小迷妹 你有什么推荐吗 坐在前面 安静开车的苏天晴 心里一阵感慨 昨天光是带着诚哥出去玩 就已经引来一大票游客为官了 要是今天带上周灵云 还被人认出来的话 岂不是就成了万人大乱斗的现场 苏天晴这样想着 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 陈哥故他们做保镖太有用了 他们绝对可以赶走一票女粉丝 苏天晴正暗自下决心 就听到坐在后座上的周灵云 开口说道 不如我们去西湖怎么样 我知道 那边有一家很好吃的私房菜 我请你吃西湖醋鱼 周灵云之所以会选择西湖 是因为不是节假日的时候 那边的游人并不多 大部分都是来走一走锻炼身体的人 匆匆而过 也不用担心会被人认出来 陈天自然是没什么意见 周灵云倒是挺高兴的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开始预订私房菜 不管怎么说 周灵云都要感谢一下陈天 如果今天不是陈天的话 自己根本不可能这么轻松地离开 做人总要知恩图报 周灵云知道 以陈天的身份自然不会缺什么 他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 尽量去感谢陈天 很快 苏天晴就将他们送到了西湖边上 看着平静的水面 以及如同水墨画一般的远山 几人的脸上都露出一脸的舒适 这样的美景 美好的令人心醉 两个人去观湖厅里拍了招 周灵云看了看时间 也是时候吃午饭了 便开口说道 折腾一上午 你也饿了吧 不如咱们去吃饭 在周灵云的带领下 两个人去品尝了有名的西湖醋鱼 这家私房菜的西湖醋鱼 做得又咸又酸 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两个人大快躲移 毕竟在西湖边上 吃西湖醋鱼 简直不要太应景 周灵云因为这一次 邮轮宴会的事情 也得以休了两天假 刚好能痛快地玩一场 接下来的这几天 陈天便是在周灵云的陪同下 在苏行好好地游玩了一番 因为今天是休假的最后一天 周灵云吃完晚饭后 对着陈天说道 我明天就要开始工作了 可能晚上就要飞走 经纪人已经在和新活动方面 进行接洽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今晚就要坐飞机 去往活动举办的城市 陈天文言点点头 这样也好 他也是时候回去精灵了 周灵云抢着截了账 陈天送他回去酒店之后 也是回去了酒店 他打算今天晚上 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便赶回精灵 这次出来了好几天 陈天也得回家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 陈天收拾好东西后 就和苏天晴一起 开车返回精灵 就在陈天朝着精灵返回的时候 此时在精灵 另外一栋小型别墅之中 凤星正等在别墅的外面 他的脚上还穿着居家的拖鞋 脸上时不时地闪过一丝 焦急之色 他抬起手腕 看了看时间 皱着眉头自言自语道 怎么还没来 凤星又等了一会 就看到一辆商务车 朝着他别墅的方向开了过来 停在了他的身前 商务车停下 一个男人从车子里走了下来 男人先是朝着凤星点点头 随即钻进车里 从车里小心翼翼地搬出来一只箱子 箱子的体积并不算大 通体都是木制的 发着一种独特的木油光亮 木头是上好的紫檀木 可以闻到似有似无的紫檀香气 让人精神一震 盒子也是制作十分精细 除了底部 其他五面全部都做了满满的浮雕 各种锐兽 盘绕在箱子之上 精致至极 锐兽显然也是出自于大师之手 不仅是有骑形 最厉害的就是十分灵动 游龙仿佛随时可能一甩尾巴 腾空而起一般 那个男人十分小心地拿着 凤星见状面上一洗 想要上前来接过 男人连忙朝着后面退了小半步 在凤星不解的目光之中 轻声解释道 凤先生请见谅 这里面放的是贵重物品 咱们的交接得有个规矩 这里面放着的东西 要是不小心有个闪失 可不是男人能负得了责任的 为了安全起见 必须得按照规矩来 凤星点点头 也知道男人的意思 他语气急切地问道 给陈董的印章做好了吗 信不如命 男人的脸上扬起一抹笑容 他用下八指的纸盒子 按照您的要求 一丝不差 凤星的脸上 这才露出了笑容 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 他朝着男人一抬手 说道 走吧 咱们进屋去验货 男人十分郑重地点点头 他小心地将箱子拿稳 跟在凤星的身后 走进了别墅里 凤星家的别墅面积并不大 采用的是 现代风的装饰风格 并不奢华 但是干净整洁 十分舒服 来这边坐 凤星招呼着男人 来到客厅的沙发上 这里算是个小的会客厅 男人一步一驱地 跟在凤星的身后 他仿佛捧着 西式珍宝一般 小心地将盒子 放在了茶几上 做好这一切后 男人才松了一口气 甩了 甩有些发酸的手臂 笑着说道 凤先生 您这次的物件 确实是太贵重了 这一路上 我都提心吊胆的 凤星倒是没和男人客套 他看着身前的箱子 搓了搓手 将箱子打了开来 里面 安静地躺着一方小硬 通体润白十分漂亮 一看就是价值不菲的何田玉 这正是凤星 打算送给陈天的礼物 瑞玉佩公子 这么好的玉石 也只有他们陈董才配得上 凤星轻轻拿起玉石小硬张 观察着上面的雕刻 真不愧是张大师的杰作 这下山虎的气势 体现得淋漓尽致 凤星看着硬张上方的虎形雕刻 整个人的眼睛都瞪大了 目光之中满是惊叹之色 男人在一旁听着 客套地点点头 但是脸上也难掩得意的神情 张大师可是他们店铺的金字招牌 多少大人物 都是奔着张大师的名头来的 除了唐家玉石店的大师之外 他们张大师 绝对傲视所有雕刻师傅 凤星对于这方印章十分满意 自从上次从陈天那里签字回来 他发现自家董事长 居然没有司章之后 就开始上了心 毕竟是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他要使用的东西 必然不能比任何人查 凤星开始物色合适的材料 他也是偶然 在一个拍卖会上 看到了这块和田玉 那是一块润白无瑕的和田玉 没有一丝瑕疵 凤星一看就是眼前一亮 不计价格的 将这块玉石拍了下来 随即就找了精灵有名的雕刻大师 做成了司章 其实凤星最开始也去了唐家玉石殿 毕竟那里的师傅 可是整个华夏有名的 在精灵更是顶尖的大师 不过 唐家玉石殿的掌柜说 大师最近有工作 实在是分身乏术 如果凤星可以等 也是可以排期 凤星是想赶紧给自家老板排优解难 哪里有时间等着 不得已之下 凤星就去找了张大师 原本凤星的心里还有点担忧 不过现在看到了食物 那点小小担忧已经烟消云散 真不愧是大师 这作品做出来就是不一样 再配上这个盒子 简直是完美 男人等着凤星签下了收获单 十分感慨地说道 陈董还真是有福气 有您这样的大将 连司章都给备好了 凤星只是笑了笑 没有多说话 其他人自然不会知道 现在的陈天 不仅仅是凤星的老板 更是他心里敬仰的对象 年纪轻轻 不仅掌管了星园集团 那些管理的知识和想法 犀利到凤星 也要震惊不已 更不要说 现在的陈天 更是贵为英龙军部的一星龙江 凤星想想就觉得激动 自家的老板 已二十岁的高龄 成为了一星龙江 他们这些手底下做事的人 也是余有荣誉 这时候自己送上一方印章 既实用 又能算是一个小礼物 来庆祝自家董事长 成为了龙江 历史上最年轻的龙江 这称谓 想想就觉得激动 凤星抬起司章 看着下方的传字 见笔触润 华豪不迟钝 更是带着一股 飘逸之感 让他越看越是满意 尤其是这块和田玉 温润有加 入手带着良意 但是另一股 润感将之中和 入手说不出的舒适 男人倒是会察言观色 看凤星很是愉悦 便开口建议道 凤先生 要不要先开个印 看看效果 听着男人的建议 凤星心里一动 不过还是 强自压抑住了这个想法 摇摇头说道 不用啊 我自然是相信 张大师的首页 毕竟是送给陈董的礼物 还是有陈董来开印 才是最好的 凤星相信 不论是这块玉石的精美 还是这细腻的雕工 陈天都一定会喜欢的 能让自家老板满意 凤星自然也是心中心系 男人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诧异 他看得出来 凤星比他说出来的 更加敬重这位董事长 不过 既然凤星都这样说了 男人自然也不会多言 他站起身来 将收条小心地放好 这才对凤星说道 好 既然如此 我就先回去了 以后凤先生有什么需要 随时来垫脸 这样毫不计较工价的大佬 自然是受到所有店铺的欢迎 凤星也是点点头 他起身将男人送到了门口 便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客厅 拿起手机给陈天打了过去 陈天很快就接了起来 听到陈天充满雌性的声音响起 凤星赶紧开口询问道 陈董 今天是休息日 有没有时间一起喝茶 听到凤星的问话 陈天下意识地以为 凤星是有什么公司的事情 要和自己商量拿主意 想到这里 陈天自然是回答道 嗯 有 凤星听到陈天答应了下来 连忙十分高兴地说道 那行 我把地址和时间给您发过去 两人又说了两句后 便挂断了电话 凤星赶紧把地址 给陈天发到了微信上 那里是市区之外的一个小茶馆 虽然远了一点 但是那里别有一番趣味 试得喝茶的好去处 给陈天发完了地址 凤星也是想着 之前商会里面的那些老总们 在得知陈天生为一星龙江之后 也是想要和陈天好好交好一番 毕竟都是苏航商会的骨干成员 而且陈天作为商会会长 也不可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 凤星是觉得 借着这个机会 也能提升一下星园集团的影响力 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 相信陈董也会理解自己的安排 凤星这样想着 便开始在精灵的商会群里 发送了一条信息 陈董已经回来了 大家要不要一起喝个茶 就在凤星的短信发出后 精灵的一位老总 正埋头在一堆文件里 辛苦地工作着 前几天他家里有点事情 所以积压了不少的工作 现在必须要抓紧一切时间补回来 老总听到手机响起 还在心里暗暗地想着 不管今天是谁邀请 他都不能去 在这些工作彻底干完之前 他不要离开自己的办公室 老总一边想着 一边打开了微信 当他看清楚 凤星在群里发的消息后 老总眼睛一瞪 直接丢开手里的文件 按下了内线电话 大声地说道 立刻给我准备一份大礼 我要出门 说完 老总激动地拿起手机 在群里回复道 啊凤星 凤总 迎接陈董回归可是大事 我一定到 陈天现在已经是一心龙将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 这有这般作为 以后更是无法限量 这样的大佬 必须紧抱大腿 其他的老总 也是纷纷推掉了手头上的事情 毕竟是迎接陈天 都是开始为了礼物忙碌起来 陈天现在不仅是身份尊贵 人家自己也是大集团的董事长 还是商会会长 普通的礼物自然是送不出手 这些老总们都是绞尽脑汁 想着一些比较出彩的东西 可以博得陈天的注意 就在这些老总 开始行动起来的时候 陈天这边已经下了高速 朝着家的方向而去 陈天刚一到家 斗牛犬立刻冲了上来 围着陈天一阵打转 那股轻逆境 让陈天的嘴角不由地扬起 他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养狗了 这种被热爱 被需要的感觉 可是太爽了 乖狗子 给你拿好吃的 陈天轻轻拍了拍斗牛犬的头 他走回屋子里 拿了狗罐头 倒给他 让斗牛犬吃下 感受着 已经开始变凉的天气 陈天想了想 给狗子拿过来一床被子 叠好了放进了狗屋里 虽然斗牛犬 是神级看门狗 但是陈天 还是希望他可以住得舒服一点 所以在有时间的时候 陈天都会比较照顾他 完全把他当做了家庭的一份子 斗牛犬看着厚厚的棉被 不断地吸着鼻子 感觉十分新奇 在陈天的鼓动下 斗牛犬走到了棉被上躺好 只觉得 很是松软 一点都不会感到寒冷 汪汪 斗牛犬兴奋地叫着 陈天看着狗子的样子 也是一乐 真是个小东西 这么容易满足 陪着狗子在院子里跑了一会 陈天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唐星仪打来的 陈天直接接起 就听到唐星仪 在电话那头的打去 陈龙江 您的司章已经制作完成了 有时间来拿吗 需要送上门的特殊服务吗 听着电话里 唐星仪好听的嗓音 陈天勾起嘴角 笑呵呵地说道 那感情好 我正好要出门 给你个地址 你直接给我送来吧 挂断电话后 陈天直接把凤星 发给自己的地址 转发给了唐星仪 他看了看时间 也是时候出发了 便回去房间里 换了一套衣服 这才坐上车准备出门 此时挂断电话的唐星仪 则是看着面前的血匪印章 露出一脸温婉的笑容来 为了保证这块印章 达到最好的效果 店里的大师 可是直接取了这块玉石的心 那里的血色更加浓郁 观感的流动性也是更强 虽然这样一来 能给店里留下的零碎玉石利用性不大 但是为了保证印章的完美 无论是老爷子还是唐星仪 都支持大师的决定 现在看到成品 唐星仪才知道 这个决定到底有多么正确 这块玉石丝章 绝对是华夏绝无仅有的华柜 毕竟从携匪的稀有程度上来说 这块丝章真的是非常罕见了 并不算大的丝章身体上 被大师雕刻出来了 足足九条盘龙 这样的体积上 做出这么多的雕刻 自然是需要更加精细的手段 大师为了这枚丝章 也是用尽了心思 不仅是奇思妙想 更可谓是呕心立血 终于完成了这一件作品 就连大师都赞叹 说这是他最为满意的佳作 看着时刻可能一跃飞天的盘龙 唐星仪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这样的一件作品 不仅代表了他们唐家玉石店的招牌 也算是配得上陈天了 唐星仪小心翼翼地 将玉石收好放进一个精致的锦盒里 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陈天的画面 如此的礼物 陈天应该是会满意的吧 唐星仪定了定神 叫进来了一位伙计 将锦盒放进了一只大箱子里 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的小茶馆里 可是热闹非凡 不少老总都已经早早地到了场 他们聚在一起 一个个满面红光 热露地寒暄着 几位都来了 果然还是陈董的面子够大 平时我给您几位约时间 那可是一个比一个忙 可不是吗 陈董一说回来 我可是退了工作赶过来的 毕竟这一次陈董回来 那可绝对是荣归故隶 谁敢不服 这样的人物出在咱们精灵 活该咱们精灵凶器 现在我对陈董 那是绝对福气 一众老总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 丝毫不掩饰 对于陈天的崇拜 大家现在都激动得不行 毕竟是这样的大佬 他们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众人在小茶馆里坐了一会 凤星就出现了茶馆的门口 看到凤星手里捧着 一个箱子进来 众人心中都是了解 这是凤星给自家老板送礼呢 毕竟是成为了龙江 受力最大的还是星园集团 而凤星作为星园集团的老总 自然也会得到助力 可以带领集团往上冲一冲 这对于凤星来说 绝对是一次最好的机会 凤星看着围在身边的一众老总们 十分温和地笑了笑 说道 大家再等等 陈董应该一会就到了 众人一听 纷纷站起身来 正波看向凤星 提议道 凤总 咱们先去外面候着吧 没等凤星说话 一些急性子的老总 已经朝着外面走去 大家的想法又干脆又利落 既然是来欢迎陈董龙归 自然要做好恭候大家的样子不是 正波等人也是一样的想法 虽然他们和陈天更加熟络一些 但是随着陈天身份的水涨船高 正波他们也是一点不敢大意 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 便结伴走到了茶馆的外面 虽然他们很是低调 不过还是惹来不少目光的侧目 毕竟他们都是精灵顶级圈子的老总 这样一露面 还真被人给认出来了 那些路人们瞪大了眼睛 指着面前的几人说道 你们看了没 那个站在最前面的男人 就是精灵正式企业的董事长正波 精灵正家的名号谁人不知 郑董这样的身份 怎么会站在茶馆外面 看这个架势 这是在等人 好家伙 什么人能让精灵正家的当家人 站在冷风中这么等啊 不会是来什么大佬了吧 我可得等着看看 这里可不只是正家的人到了 不少顶级圈子的老总都在里面呢 你看看那些人 是不是一个都可面熟了 那些路人们震惊不已 按照他们的思路 像这种等级的老总 根本不需要在外面等人 一时之间 路人们也是找了不起眼的地方等着 想要亲眼见一见这位大人物 他们站的地方确实是挺不起眼 但是架不住人多 乌泱泱的一大片 也是挺唬人的 这样的吃瓜人群很是壮观 不少路人见状 也是纷纷加入其中 所有人都是翘首以盼 等待着沉天的出现 一会之后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加长定制版出现在了路上 老总们看到这辆标志性的豪车 顿时眼前一亮 那些路人们 看到突然出现的劳斯莱斯 也是震撼不已 毕竟这可是加长定制版 直接闪下了众人的眼睛 就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劳斯莱斯支嘎一声 稳稳地停在了茶馆的门口 沉天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笑容 随意地打量了一下这家小茶馆 这里虽然是市区外的小茶馆 但是占地面积 可是着实不小 这里并不拘于闹市 环境很是清幽 茶馆的老板是个有心人 直接买下来大块的土地 种上了一片紫竹翠林 而茶馆就在这片紫竹翠林之中 穿过紫竹无树 悠然建茶院 里面的茶楼 茶亭 还有稻草盖起来的茶棚 喝的就是一个意境 你看上了哪里 便可以坐那里 安静地品一杯香茶 若是心情不好了 或者是想要安静一下 还可以去更深处的地方 那里零散地摆着几张茶桌 有缘者得知 听听竹林深处的沙沙声 多么浮躁的一颗心 也能被安抚下来 陈天缓缓收回了目光 对于这家小茶馆 在心里有了一个很高的评价 随即他的目光 才看向围上来的众位老总 笑呵呵地说道 诸位都来了呀 陈天可是明眼人 他一看现场的环境 就已经猜出来 这一定是奉心的安排 不过面前的这些面孔 都是熟人 想来也都是想着 替自己庆祝一番 陈天自然也不会介意 陈董 咱们进去坐下慢慢说 郑波来到陈天面前 恭敬的一恭声 请示着陈天的想法 陈天点点头 随即就在众人的簇拥之下 走进了茶馆之内 徒留下一众伸着头 看热闹的路人 这些路人们面面相去 好伴想才开口说道 你们刚才看到了吧 车里走出来的那个年轻人 看起来也就是 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但是却受到 众星捧约的对待 哪里是众星捧约 那简直就是捧到天上了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 郑董和那个年轻人说话 都是如此恭敬的态度 这年轻人可是太厉害了 身份肯定是高得吓人 路人们意识到 陈天的身份极高 就连议论的声音都压低了不少 大人物的私生活 他们可不敢关注 不少路人都变了脸色 快速地散去了 他们都是普通人 还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呢 陈天等人这时候 已经走进了茶馆 凤星提前预定了一个大的茶厅 看到众人进来 服务员立刻送上了茶具 准备当面冲泡茶水 凤星从包里掏出一包茶叶 这是他上次拍卖玉石的时候 顺便买下来的一包好茶叶 也正是因为早有准备 凤星这才敢约陈天在茶馆见面 众人一看到凤星拿出点茶包 都是眼前一亮 一位老总笑得合不拢嘴 这可是君山银针 有钱也难买到的好茶 凤总大气 咱们今天有福了 凤星淡淡一笑 正准备将茶包递给服务员 让他拿去冲泡 没想到 却被陈天拦了下来 陈天看了看手中的茶叶 笑着说道 不必 让我来吧 一众老总们结实一棱 他们的脸上还带着错愕 陈董还会泡茶 这可是我们的福分 可是要仔细品鉴一番 其他老总也是纷纷开口 对陈天一众吹捧 虽然这茶叶十分珍贵 但是哪怕陈天不会泡茶 光是龙江给他们泡茶的这个举动 就已经足够众人惊喜了 老总们的心态都极好 大家安静地等待着 脸上都带着真诚的笑容 陈天倒是也不糊弄 他看向一旁服侍的服务员 吩咐道 你们这里应该是用泉水吧 给我一些玉泉山泉 烧到78度 这些茶具换了吧 给我们换上紫砂茶具就行 服务员一愣 连忙记下了陈天的要求 去后面开始准备 东西拿来后 陈天快速地开始冲泡起来 陈天的速度极快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茶具就已经清洗完毕 随着热水的注入 上好的茶叶 就像是得到的自由的人 猛地舒展开身姿 一股浓郁的清香味道 在茶厅里面荡漾开来 老总们一闻 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断地吸着鼻子 这味道也太香了吧 众人齐刷刷地盯着陈天的手 他们也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自然是明白 这都是陈天的手艺太好的缘故 之前还在心里担心 陈天会毁了好茶的老总们 瞪得眼珠子 差点突出来 这个味道 恐怕就是茶馆的老板亲自到场 也绝不可能出来这样的手艺 就在众人愣神的功夫 陈天已经冲泡好了茶水 给众人倒上了一杯 面对如此清香的诱惑 老总们也不客套 纷纷拿起茶杯轻瘦一口 随着一股热流涌入 清香仿佛爆炸一般 在口腔中四处游荡 即使是茶水咽下 仍然觉得唇齿流香 令人回味无穷 众人的眼睛越发亮了起来 一杯茶饮静 只觉得身体生态 就连精神都好了不少 凤星等人都被陈天的茶艺所震惊 他们看向陈天 目光之中满是惊骇和崇拜 陈董 您这手艺可是太棒了 我喝了这么多年的茶 第一次喝到如此纯正的好茶 我顿时感觉 以前几十年白喝了 陈董的手艺 自然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 咱们也算是有福气 居然有机会 喝到如此纯正的好茶 多亏了凤总的好茶宴 也要感谢陈董的付出 陈董亲自泡茶 让我们感激不尽呢 老总们面对如此清香的好茶 连多余的话往来不及说 一杯接着一杯的品扎着 众人只觉得 额头上已经出了薄汗 就像是刚刚运动完似的 身体上说不出的舒服 茶喝得差不多了 众人对视一眼 纷纷站起身来 朝着陈天恭贺道 陈董 恭喜您高升一星龙将 这么多位老总齐声高呼 倒是声势惊人 陈天顿时一笑 感谢道 多谢各位了 老总们这时候 拿出了自己备好的礼物 毕竟是要送给一星龙将的 自然都是一些好东西 郑波笑呵呵地 递上了一个锦盒 说道 玉石向来送君子 这是我找到的一块翡翠原石 预祝陈董未来步步高升 说完 郑波已经打开了锦盒 露出里面的一块翡翠来 众人一看 皆是一阵惊叹 水头又足 颜色又够好 这一块最起码要上千万了 真不愧是精灵正家 出手 确实不凡 其他的老总们的礼物 也都是市面上 难得一件的好东西 玉公大红袍 和早已经有市无价的老酒 都是摆上了茶桌 一时间 摆的那是满坑满谷 一件落着一件 凤星这时候 也走上前来 他拿出了 自己打造好的印章 笑呵呵地递了上去 陈董 这是我给您打造的印章 凤星自我感觉非常好 毕竟他这一块丝张的造架 并不比这些礼物低多少 最主要的就是 陈董现在没有司张 自己这是送上了 有需要的地方 想到这里 凤星有点得意 这就是进水楼台的好处 需要什么一目了然 陈天听着凤星的话 也是一愣 说道 我之前不是和你说了 我自己来就好了吗 你这也太客气了 陈董 您就别推辞了 我是您的下属 您高兴了 我的日子也好过不是 凤星还以为陈天是客套 也是开着玩笑说道 再怎么说 自己也已经打造好了不是 司张是专属于一个人的 也不可能给别人使用 陈天扎了扎舌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还真是巧了 其实我也打造了 陈天的话 完全出乎了凤星的意料 他直接愣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 唐星仪的一声交呼响起 陈董 我没来迟吧 众人齐齐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就看到 唐星仪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一个男人 男人的怀里抱着一只挺大的箱子 虽然看起来挺朴素 但是众人也都看得出来 这是极好的木质打造的 唐星仪走进了众人 一股迷人的花香味 萦绕在众人鼻尖 沁人心脾 看着茶桌上的一众礼物 唐星仪眉头一挑 笑呵呵地说道 看来我还真是来巧了 说完 唐星仪朝着身后的男人拍拍手 那男人立刻会议 将箱子打开 箱子一打开 就露出里面的锦盒来 郑波看到锦盒 顿时一乐 打趣道 星仪倒是小心 把我们这好奇心也给勾起来了 唐星仪毕竟是唐家大小姐 一般老总 也是不敢随便开玩笑的 也就是郑波这样的长辈 和唐家也是关系不错 才敢这么自然地说笑 唐星仪玩耳一笑 锦盒在她的鲜鲜玉脂之下 轻巧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印章 正是用血肥打造的印章 众人一看到这样的四张 一时间全都瞪大了眼睛 几乎忘记了呼吸 他们只觉得锦盒里 放着一团会流动的血一般 带着一股水润感 安静地躺在那里 这可是极其稀少的血肥 这样顶级的玉石 就是整个华夏都极为少见 即使是放眼全球 那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 就算是还有这样一块顶级的血肥 也很少有人舍得打造成印章 毕竟这东西太废料了 用了最好的位置 都不好打造其他的东西了 全球顶级的富豪 也没有几位舍得这么奢侈的 一时之间 在场众人都被陈天的大手笔给震惊了 凤星的手紧紧地抓在木盒之上 指尖都有点泛白了 和这块血肥做成的印章相比 自己的这块丝章 确实是有点不入流了 血肥上面雕刻的是九龙盘龙 每一条都是栩栩如生 而自己之前喜欢的不得了的下珊瑚 在九龙盘龙面前 也显得很是俗套起来 这可是唐家玉石殿大师的精品之作 怪不得自己之前过去 说大师没有时间 原来 是在给自家老板打造丝章呢 就凭这块血肥的价值 人家大师也不可能放弃 像是大师这个级别 华夏顶级的雕刻师傅 人家出手都是十分有讲究的 如果不是真的看上眼 甚至会直接拒绝 面对这样的场面 凤心只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这样的礼物 真的是有点送不出手了 陈天这时候也看到了血肥的思章 他一条眉 之前这血肥 不是为了答谢唐心仪送玉石的吗 怎么用这个给他做印章了 陈天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唐心仪 二人对视一眼 陈天也是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既然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陈天也是没有多问 这时候 陈天一抬眸就看到了脸色不佳的凤心 他直接上手 接过了凤心手里的盒子 看着浮雕锐瘦的木盒 陈天笑着说道 凤总还真是用心了 这盒子真精致 盒子里面的和田玉丝张 如同温润家公子一般 美帝毫无侵略感 陈天自然是谢过凤心的一片心意 他看得出来 这块和田玉品级很高 也是极好的东西 现在的和田玉老料 可是不好找了 入手手感这么好 凤总费心了 凤心也是放下心来 陈天将凤心的盒子 和唐心仪给自己做的丝张放在了一起 可见重视的程度 这样的动作 让凤心更是激动不已 感激地看向陈天 到底是自家的老板 太给他面子了 此时的唐心仪 也是看着一众达官显贵们 看到他们对于陈天的态度 也是某种闪过震惊之色 唐心仪作为唐家的大小间 可是非常清楚 这些达官显贵们的做派 平时虽然对陈天也是尊敬 但是可没有这么谄媚过 唐心仪看向人群中谈笑风生的陈天 想着最近关于陈天的各种世纪传闻 也是心中有数 毕竟是一位这么年轻的一星龙江 这可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 就连英龙军部总部的战节龙江 30岁的年纪封将 也被陈天给比了下去 看着面前的陈天 唐心仪的心里 也生起了一股仰慕之情 这样的陈天 耀眼地让人难以置信 唐心仪的心里也有一丝庆幸 幸好他们和陈天的关系很好 否则有一位如此冉冉生起的仇人 他们的家族 恐怕早早地就要落魄了 但是现在有了陈天的友谊 他们的家族事业 只会越来越猖上 众人又一起喝了一会茶 陈天看看 时间已经不早 便起身说道 今天多谢各位了 我就先回去了 听到陈天要走 众人纷纷起身恭送 他们拿着东西 将陈天送到门口 众人帮着将各种礼品 送到了陈天的车上 这才送着陈天上了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定制版 看着车子逐渐开远 在场的达官显贵们 纷纷开口说道 真不愧是陈董 就刚才坐在那里的气质 不要说是年轻人了 就算是老一辈的人 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 那是肯定的 现在的陈董 可不只是一位董事长 更是一位一心龙将 他身上的军人气质 可不是一般人能装出来的 看看人家陈董的手笔 光是一方丝章而已 就已经使用了这样稀有的材料 人家的这个档次 咱们一辈子都追不上 光是今天的这一桌子礼品 咱们想要用上 恐怕都费劲呢 还想要谢斐的印章 在场的这些人 都是精灵顶级的达官显贵 但是也被陈天的手笔所震惊 这样的一位年轻人 早就把他们甩得看不见了 走吧 咱们也走吧 郑波看到车子 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这才缓缓收回了视线 对着众人说道 达官显贵们点点头 也是准备离开 唐星怡看着那些达官显贵的样子 漂亮的眸色转了转 也是钻进了一旁的车里 此时的陈天坐在劳斯莱斯的后座上 看着车窗外的车水马龙 看着路边快速闪过的花坛 陈天心里一动 自己家里的花 似乎还是少了一些 毕竟家里的前院和后院的面积 还是非常大的 虽然之前家奖励了一些珍稀花会 但是说实话 还是显得有些空落落的 之前苏纸吸几个小丫头在的时候 也是顺口提过一句 家里的花如果多上一些 花园的效果会更好 现在陈天自己回忆一下 也是觉得有些空荡荡的 这样想着 陈天看看时间还早 倒是可以去市场里 买上一些花卉 天晴 我们直接去附近的花鸟鱼虫市场吧 陈天开口吩咐着 苏天晴赶紧硬了下来 说来也是很巧 他们回去家里的路上 刚好有一家最大的花鸟鱼虫市场 倒是非常顺路 陈天坐在后座上 看着后面摆了一车座的各种礼物 这都是刚才那些老总们送的礼物 这么多东西 陈天也懒得多看 直接对着苏天晴说道 天晴 这些东西你 拿去和刘猛他们分了吧 你们自己看着喜欢什么 直接拿走就行 对于苏天晴几人 陈天从来不小气 无论是福利待遇 还是平时的各种福利 从来没有少过 那些老总和达官显贵们 送了陈天不少的好酒好茶 都算是比较上当次的东西 几个人纷纷拿回家去 也能给家里人改善一下生活层次 苏天晴听着陈天的话 头摇得像是波浪鼓一样 连忙开口说道 陈哥 这些东西我们可是不能要 苏天晴当然知道 这些老总们送给陈天的东西 自然都是最好的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就更是不能要了 要知道 陈天对待他们几个人 是非常好的 工资比市场价高出了很多 虽然说他们的功夫也很好 但是和陈天比起来 简直是天差地别 他们不仅可以得到 陈天的免费指导 还能拿到比市场价 高出几倍的工资 他们已经非常感恩且知足 怎么可以再去要老板的东西呢 陈天看着苏天晴 急忙拒绝的样子 只觉得好笑 他的嘴角上扬起一抹弧度 轻轻地说道 拿着吧 正好回家的时候 带回去 给大家都尝尝 苏天晴看到陈天这么说 便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他的心里十分感动 这些可都是市面上 花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 但是陈哥一句话 就全都送给了他们 这份情意 千金难换 苏天晴看着身旁 副驾驶位置上的一堆礼物 忽然从旁边 取出来一个巴掌大小的小葫芦 小葫芦做得十分精妙 看起来是玉石制品 葫芦肚子鼓鼓囊囊的 圆嘟嘟的模样 很可爱 苏天晴看着挺有意思 便拿过来仔细看了看 预知的小葫芦入手的触感 很湿润滑 苏天晴拿在手里摆弄了一下 发现小葫芦的头 是可以拿下来的 取一下小葫芦的头 里面随即传出一股清香的味道 放的正是上好的茶叶 苏天晴提鼻子一闻 就知道葫芦里面放的茶叶 绝非反品 陈哥 这个礼物是一壶茶叶 我们都是些粗人 看到是好茶 连忙将东西推到陈天的身前 他们可没有陈天的好手艺 哪怕是顶级的玉贡大红袍 在他们的嘴里 也只能是一句物草好喝 就结束的档次 这么好的茶叶 给他们确实有点抱舔天物 陈天无奈地将小葫芦接过 他本来的意思 是让苏天晴几人 把茶叶带回去纷纷 既然他们欣赏不了 自己就留下好了 到时候再给他们准备点别的东西 陈天正暗自想着 忽然发现前面不远处 就是花鸟鱼虫市场 这是精灵城里最大的一家 远远的就能看到 他家的巨大招牌 陈天来不及说太多 直接对着前面的苏天晴吩咐道 天晴 你把车给我停在路边 在这里等我一会就好 他进去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花 装点一下花园 苏天晴赶紧照做 将车子停在了路边 他看着陈天去拉车门 开口问道 陈哥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 不用了 陈天摇了摇头 我去去就回 你在车里等着我就好 说完 陈天自己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这个时间的 花鸟鱼虫市场 已经不是那么热闹 早上需要拿货的那些商户 早就已经离开 现在来这里的人 都是过来闲逛的客人居多 陈天直接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一进去才发现 真不愧是最大的花鸟鱼虫市场 里面还真是别有洞天 里面分成了几个区域 远处是一栋二层的小楼 看起来面积不小 外面的几个区域 都是各自围营 小店一家家的挨在一起 大部分都是卖宠物的 安置在外面 比较方便换空气 否则客人一进店 就闻到不好闻的宠物味道 哪里还有心情好好买东西 陈天要买的花 自然都是在远处的小楼里面 穿过人群 陈天走进了楼里 一进去就闻到了花树 和泥土融合的味道 一看到有客人进来 大门附近的几个商家 都是朝着陈天看了过来 他们一看 陈天长得这么年轻 长得也很是高档 就以为这是个 要买鲜花泡妹子的富二代 纷纷热情地招呼道 小哥 买玫瑰花 我家的贼心线 过来看看 我家的也是根根精神 而且量大还便宜 来我家看看 小帅哥 玫瑰花是要送女朋友的吧 我家这边都是韩式包装 超级洋气 你一送一个准 听着这一声声的招呼 陈天顿时一乐 真是干哪一行都不容易 你看看 不过就是卖个玫瑰花 居然也要面临内卷 这互相打压的 真的是长见识了 陈天快步地走离了门口 他直接选择了一家 看起来最大型的花卉店 走了进来 才一进门 就看到门边上 放着一个灯箱 室内有高档花卉 请小心触碰 陈天看到灯箱眉头一挑 自己想要的 就是珍惜花卉 或者是比较独特的花束 还真是来对地方了 陈天在店里门口看了看 才发现没有人在这里 他朝着店内的方向 高声地呼和了一句 老板 买花 稍等一下 来了 听到陈天的声音 从店铺里面 传来一道好听的女声 声音又脆又响亮 一听就是个痛快的主 陈天见有人应了声 就在门口附近 观察起花卉来 这家店的花卉 培养得还不错 一个个掌视都非常好 陈天只是简单地看了看 便是觉得十分满意 就在陈天私下里 看着的时候 一个女生 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的手上还拿着花铲 身上的围裙上 也沾着一点泥土 女生一出来 就看到了陈天 她只觉得 面前的男生优先眼熟 随后眼前一亮 惊呼道 陈天是你吗 陈天听到有人 叫自己的名字 下意识地朝着声音看去 就看到一张小圆脸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发着光 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陈天看着这张脸 也是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这不是自己的大学同学吗 没想到 居然在这里 就这么撞见了 女生叫杨婷婷 她不是那种 一见就惊为天人的大美女 但是她属于超级耐看 越看越漂亮的那一种 尤其是现在 不失粉呆的情况下 一张小圆脸白白嫩嫩的 看起来水嫩的不得了 让人想要弱一下 杨婷婷看着陈天 一双眼睛都快要不够用了 来来回回打量着 陈天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帅 没想到 现在长开了 变得更好看了 长开 陈天还真是第一次 听到有人这么形容自己 她有点哭笑不得 垂眸一笑的样子 看得杨婷婷口水 都要滴下来了 看着曾经的老同学 有点失态的样子 陈天直接岔开了话题 说道 你现在可以啊 花店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刚才陈天可是 特意四下里看了看 这一家店是整个花卉区域 最大的一家店铺了 没想到 老同学刚刚毕业没多久 就成了花仙子了 杨婷婷听着花仙子的称号 笑得花枝乱颤 她胆了胆身上的泥土 解释道 这是我爷爷的店 我是来帮忙照看一下的 就是因为不是特别熟练 才弄得一身泥土 看起来有点狼狈 杨婷婷一边放下手里的花铲 一边看向陈天询问道 陈天 你过来是买花吗 是要盆栽 还是要鲜花 我想看看盆栽 我看你这边有介绍 说是有珍惜花卉 陈天抬手指了指灯香 笑着回答道 一看到陈天笑 杨婷婷十分夸张地别开了头 一只手捂在心脏上 有些痛苦地说道 你想买花就买花 不要用下来诱惑我 杨婷婷虽然说有表演的成分 但是陈天长的太帅也是事实 看着这样的一张帅脸 还怎么做生意啊 杨婷婷也是个大气的女生 见到老同学上了门 直接大手一挥说道 你看看 有什么你喜欢的 随便挑 不过这些名贵花 可是不太好试弄 你可得多上心 杨婷婷经常帮爷爷干活 对于这些珍惜花卉的事情 还是非常清楚的 她就是提前给陈天打个预防针 至于要不要买 还是陈天自己做决定 陈天在店里面看着花 杨婷婷真的如同花仙子附身 跟在陈天后面认真地介绍着 这是惠兰嫁接出来的新品种 比惠兰豪养很多 最主要的就是上面的花朵 比惠兰更加紧密一些 像是羞答答的水女 现在很多人都在买 如果你要是想放在公司里的话 这种春兰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这种植株的体积比较小 而且它的寓意是美好 所以放在工作的地方 是非常吉利的 你看的这种是剑兰 属于园艺花术 就是那种适合种在花园里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这种剑兰的花朵非常香 经过花园的时候闻到 简直是小惊喜 这种事 杨婷婷十分尽职尽责 这些兰花 都是她家培育出来的品种 也正是因为这种手艺 才让他们家在花鸟鱼虫市场里面 可以有着最好的位置和地位 这都是靠着他们的实力 一点点征出来的 兰花一直是最难培育的品种 而这种花卉的价值又极高 一般人根本折腾不起 她现在介绍的这几种 都是各有特色的款 无论是放在哪里都合适的 杨婷婷看着陈天低下头 认真挑选花卉的样子 冷不丁地说道 陈天 你现在看起来 可是比上学的时候风光多了 陈天身上的衣服虽然没什么标识 但是那衣料一看就不便宜 杨婷婷看陈天只是笑笑 没有多说什么 忽然凑到陈天的身边 十分八卦地问道 陈天 你过来买花是要做什么 不会是有什么喜事 要装修房子了吧 陈天看向表情丰富的杨婷婷 扑斥一笑 眨眨眼睛说道 我是来照顾你生意的 她可没那么复杂的想法 就是想着来买点花 装饰一下家里的花园而已 陈天看着杨婷婷 忽然指着她身边不远处的一盆兰花说道 我看这盆挺漂亮的 我就要这盆吧 杨婷婷顺着陈天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点了点头 说道 你这眼光倒是挺好的 这种兰花算是比较好养的 你回去之后养着试试 要是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随时问我 杨婷婷说到这里 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十分自信地说道 放心吧 我可是资深花农 咱这是家传的手艺 保证你不懂也能养活 陈天自然是求之不得 她看着杨婷婷帮自己装花 便开口问道 这盆花多少钱 杨婷婷看着手里的兰花 这并不算是太名贵的品种 而且也只有一盆 便直接说道 什么钱不钱的 咱们都是同学 这花就送你了 陈天自然是推辞 那怎么好意思 亲兄弟还没算账呢 再说 这也是你爷爷的店 杨婷婷自然不会有 这花店虽然是他爷爷的 但是他经常在这里帮忙 一盆花有什么不能做主的 你就听我的就行 以后你要用花的时候 多来照顾我的生意 就算是报答我的一花之恩了 杨婷婷十分坚持 她笑眯眯地看向陈天 一脸的真诚 面对这样的老同学 要是陈天还不接受的话 就显得有点矫情了 毕竟人家女孩子都不计较 她还有什么好说的 陈天有些无奈 杨婷婷这么敞亮 她反倒是不好意思再挑别的了 这一盆花还好 要是多要几盆 她自己的脸上也挂不住 想想只给家里花园添了一盆花 陈天也是只好先这样了 陈天收下了杨婷婷的花 她摸了摸身上 竟然将刚才苏天晴 递给自己的小葫芦茶叶拿了出来 应该是陈天刚才着急下车 就顺手揣进了兜里 陈天想了想 便将手里的小葫芦递了上去 说道 这茶你拿着吧 全都换了 要不然 你这花我可不要 杨婷婷刚想开口说什么 就听到陈天继续开口补充道 再说了 你这茶叶也是不白收 我要是种植不好的话 还得跟你请教呢 杨婷婷听到陈天都这么说了 她看着陈天递上来的小葫芦 倒是自己没看过的茶叶 她想着 应该不是很贵重的品种 便接了下来 陈天见杨婷婷收了茶叶 便一把抱起花盆 朝着店铺外面走去 陈天 有时间来找我娃啊 杨婷婷追到店门口 朝着陈天的背影喊道 陈天没回身 只是腾出一只手摆了摆 算是硬了下来 看着陈天离开 杨婷婷又开始在店铺里忙碌起来 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 乐呵呵地埋头干活 她刚刚从后面搬出来几盆花 就听到店铺外面 传来几声说笑声 杨婷婷抬头一看 发现是几位老总前来 便赶紧迎接了上来 您几位来了 快到里面坐 这几位老总是店铺里面的常客 也是精灵有名的老总 杨婷婷自然是不敢怠慢 几位老总看到杨婷婷 也是温和一笑 其中一位开口问道 丫头 你爷爷呢 爷爷在里面呢 我带您几位进去吧 杨婷婷一抬手 就带着几人朝着店铺里面走去 杨婷婷带着几位老总 去了后面的招待室 老爷子正在那里看着资料 鼻梁上夹着一副大眼镜 一看到孙女进来 身后还跟着几位老总 爷爷也是赶紧站了起来 热情地招呼道 几位 快请坐 您几位过来的时候 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我也好去接一下几位啊 这几位都是老爷子的财神爷 老爷子一看到他们 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几位老总听到老爷子的话 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其中一位老总笑着说道 老爷子 我们这也是临时起 想要来你这里休闲一下 毕竟每次来到你这里 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这里的花有那么多 无论是视觉还是嗅觉 都能在这里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抚慰 让人心情愉悦 而且几位老总也是想着过来看看 顺便买上一些花 老爷子 最近有什么新品种吗 一位老总看向老爷子 满含期待地问道 老爷子眼睛一瞪 吹着胡子说道 嘿 瞧你这话说的 这新品种可不是崩爆米花 放点玉米就能出来 它培育可都是顶级的兰花新品种 每一种都是正经研究过的 可不是说着玩的 要不是老爷子有这种钻研的精神 也不能把店铺开得这么大 做得这么长久 这都是有道理的 几位老总一听老爷子这么说 也是被逗乐了 他们都已经是老熟人 自然是很熟络的说着话 老爷子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对着不远处的孙女说道 看我这脑子 把正事都给忘了 婷婷 快点给几位叔叔倒茶 杨婷婷原本在倒腾着花 听到爷爷的喊话 心里也是一阵懊恼 自己刚顾着干活了 怎么连泡茶的事情不给忘记了呢 罪过罪过 杨婷婷这样想着 赶紧去旁边的洗手池洗了洗手 准备给几位客人泡茶 可是等到水烧好了 杨婷婷一打开茶叶罐 才想起自家的茶叶 昨天已经喝完了 当然杨婷婷比较忙 就给忘记了 本来说今天去买了带过来 结果爷爷一早就把他叫来做苦工 早就忘了这件事 杨婷婷看着呼呼冒着热气的水 也是一阵无奈 他想了想 还是磨磨蹭蹭地走到爷爷身边 小声地询问道 爷爷 咱家的好茶叶已经喝完了 怎么办 老爷子一听 又是眼睛一瞪 他扫了孙女一眼 淡淡地说道 还能怎么办 还不快去买 一旁的老总们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哈哈一笑 连忙对杨婷婷说道 不用不用 咱们这都是老熟人了 还有必要搞这一套吗 婷婷 你给我们倒点白水就行了 他们过来就是看趟花 舒缓一下心情 查这东西喝不喝都行 毕竟他们之前 可是喝了不少好茶的了 现在嘴里还有余味 这几位老总都不舍得喝水 生怕把味道冲淡了 杨婷婷也知道 这时候去买茶叶来不及 他像是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他从衣服兜里 掏出一个小葫芦地向爷爷 小声地询问道 爷爷 你看这个茶叶行吗 是不是档次不太够 这个小葫芦茶叶 是刚才陈天留给他的 要是其他的客人也就算了 偏偏来的是这几位老总 普通的茶叶 肯定是入不了他们的眼的 杨婷婷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她紧紧抿着嘴唇 圆圆的小脸有些发烫 老爷子看到小葫芦 也是愣了一下 这个茶叶罐 看起来好生精致啊 不只是老爷子愣住了 就连旁边的几位老总 也是瞪着眼睛看向葫芦 一脸的难以置信 几位老总一眼就认出来 这个葫芦 不就是之前在小茶馆里 看到有老总送给陈董的礼物吗 那可是有市无价的顶级茶叶 一般人一辈子也不可能喝到一次 不只是茶叶金贵 就连这桩茶叶的小葫芦 都是一件艺术品 这小葫芦是上好的玉石打造的 而且颜色非常精致 就像是真的葫芦一样 拿它来装上好的茶叶 简直是不要太应景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独一无二 所以几位老总才敢如此肯定 这这这 刚才还在茶桌上的礼物 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几位老总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中都是一阵迷茫和震惊 丫头 你这茶叶哪里来的 一位老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强制压住心头的情绪 看向杨婷婷问道 杨婷婷听到老总问话 也是没有多想 直接开口回答道 这个茶叶啊 是我的一个同学 刚才送给我的 似乎是担心几位老总们不相信 杨婷婷倒是事无巨细 将自己的同学过来买花 自己送花的事情说了一遍 她应该是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就说拿她的茶叶 换我的花 杨婷婷说完 还不忘记总结了一句 几位老总一听 瞬间觉得血压一阵上升 这得是一盆什么兰花 值得用这样的好茶叶来换 这别说是换花了 就是换店铺 换股份 他们都能相信 另一位老总的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小葫芦 她艰难地吞咽了两口口水 艰难地说道 丫头 我能仔细看看 这个小葫芦吗 杨婷婷看着几位老总的样子 也是察觉到了有异常 不过还是听话地递上了小葫芦 老总将小葫芦 放在手心里来回地看着 经过她的仔细辨别 这绝对是老总们送的礼物 毕竟这样独特的玉石 可是很难找出两块一模一样 还要做成小葫芦罐子的 她旁边的那位老总 也是上手打开了小盖子 一股非常清透的香味 就传了出来 这股专属于茶叶的清香味 非常浓郁 直往人的鼻子里面钻 几位老总顿时眼前一亮 这股清香 不正是顶级的西湖龙井吗 真的是他们之前看到的礼物 杨婷婷也是下意识地 猛吸了几口气 她的眼中也是闪过了一丝一丝 这么清香的茶叶 就算是她不懂茶 也瞬间明白过来 这绝不是普通的东西 老总们的心里也是有点疑惑 他们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又看向杨婷婷 询问道 你的那位同学叫什么名字 陈天啊 杨婷婷毫不犹豫地说着 我大学同学 陈天 陈董 几位老总们听了这个答案 虽然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还是震惊地差点跳起来 陈天比他们早离开一会 没想到这么一会的功夫 居然就和他们来了同一个地方 几个人一阵郁闷 要是速度能再快上一点 岂不是就有机会 和陈董一起独处一会 还是在老同学的店里 喝喝茶聊聊天 这不算是过分吧 一想到他们可能错过了什么 几位老总就觉得异常难受 这感觉 比错过一个亿的大生意 还让人难受 要是搭上陈天这条金大腿 他们未来的路 岂不是顺风顺水 老爷子在旁边看着几位老总 不断变换的脸色 也是眉头一皱 开口询问道 几位 这是怎么了 难道这茶叶 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老总看向老爷子 十分无奈地说道 陈董的茶叶 怎么可能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的话 也是他们 怎么就开得那么慢 好好的机会就这么没了 简直是今年最大的遗憾 杨婷婷听着老总的话一愣 陈董 什么陈董 老总看着杨婷婷 一脸蒙圈的样子 也是好心地解释了起来 婷婷这丫头有福气 居然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同学 PS 作者新书 姐姐女帝重生 开局被我打破坊 已经发布了 搜索书名即可 求各位喜欢灵气复苏的 大大支持一下 简介 我叫林子渊 八年前转生到这个 灵气复苏世界 被家族赶出来 和姐姐相依为命 天不负我 我终于开启了神机扮演系统 只不过 好像我姐姐突然变得 有些不正常 每天说要给我封侯 又说 要将大将军王那 容颜绝世的女儿 许给我 我怀疑她可能把脑袋修炼坏了 直到有一天 我进入她房间 看见紫气缭绕 把我吓了一跳 这是入魔了吧 我叫林芷熙 已成就无双女帝果位 却重生回到十几岁 我为了那弟弟日夜修炼 准备让她后半生荣华 一日 我终于突破极境 凝聚东来紫气领域 下一刻 我那弟弟却进来 挥了挥手 我的领域 碎了 那位老总一边感慨 一边将陈天的事迹挑重点说了说 新元集团董事长 刚刚晋升的一心龙将 苏航商会会长 另一位老总在一边补充 将陈天是上官老爷子做上宾的事 还有他一个人独自面对 天经集体狙击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我们今天就是去给陈董接风 顺便庆祝他 容生一心龙将 那位老总一边说着 一边晃了晃手里的小葫芦 将他小心翼翼地还给了杨婷婷 这就是刚才有人送给陈董的礼物 要不然 我们也不会认出来 这样的一通讲述下来 老爷子和杨婷婷 听得眼睛都直了 这这这 这是真实存在的年轻人 说句实在话 就是小说里 也不敢这么编啊 这么多身份 集中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 这个年轻人 得是多么精彩绝艳啊 杨婷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的一颗小心脏 扑通扑通快速跳动着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的大学同学 居然是这样一位 深藏不漏的大佬 他记得上学的时候 陈天除了好看了一点 学习好了一点 似乎 没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 没想到 人家刚刚一毕业 就已经成为了 这样一个耀眼的存在 随手送出来 黄花的茶叶 都成了别人眼中 了不得的东西 要知道 面前的这几位老总 已经是精灵顶级的大佬了 这样的人物 都对陈天推崇备至 可见 他现在真的是非常厉害 就在老爷子和杨婷婷 震惊不已的时候 那几位老总这时候 也冷静了下来 他们对视了一眼 看向杨婷婷说道 丫头 你也不要忙活了 这茶 我们可喝不了 太名贵了 对 你去一边忙吧 我们和你爷爷 说一说定花的事情 另一位老总 及时接话道 杨婷婷愣愣地听着 几位老总的话 她举起手里的小葫芦 问道 叔叔 这茶叶很贵 她现在很想知道 这茶叶是因为陈天送的 所以才珍贵 还是说 这茶叶本身就是好东西 那位老总想了想 直接回答道 孩子 这茶叶和玉公大红袍一样 只有在最高级的 私人拍卖会上 才能见到 每次可能不到一两 甚至是更少 但是想得到的人屈之若鹜 你说呢 这不是很贵 而是非常贵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是这东西太稀有了 如果不是好东西 他们也不可能 送到陈天的面前来 都是顶级圈子里的人 大家自然都明白 彼此的态度 杨婷婷听着 几位叔叔的话 只觉得 手里的小葫芦 变得异常沉重 这么贵重的东西 陈天居然就这样 换给了自己 早知道是这样 他怎么也要送给 陈天几盆 珍藏级别的花卉啊 杨婷婷心里 已经打定了主意 下一次看到陈天 一定要多给他 送上一些花卉才行 几位老总 已经开始 和老爷子商量起 订购盆栽的事情 毕竟这里的大孙女 可是陈董的同学 他们这么做 也算是 从侧面博得 陈天的好感了 更何况 他们几个人 本来就喜爱 老爷子的原意 老爷子喜滋滋的 和几人签了合同 几位老总这时候 也起身 朝着店铺外面走去 他们一直走到了大门口 才转过身来 看着店铺的大门 脸上 还带着一丝震撼的神色 几人看了好意会 才收回了视线 一边朝着外面走 一边满是感慨地说道 陈董这手臂 可是太狠了啊 这么好的茶叶 就这么随手地送人了 人家陈董是什么身份 见过的好东西 可是数不胜数 在咱们眼睛里 看着值钱的东西 在人家那里 就是一般般的货色 你要是这么说 倒是挺有道理的 毕竟人家这么年轻 就已经是龙匠了 想要什么没有 咱们这样的人 能和陈董搭上话 只能说是运气好 认识得够早 以后陈天的身份 还会继续提升的 到时候再认识 可能就是他们 根本无法仰视的存在了 几位老总说到这里 都是觉得一阵庆幸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 陈董商会里的成员 还是骨干 有着这层关系 相信他们 也只会更加紧密 此时的陈天 已经走出了 花鸟鱼虫市场 原本坐在车里 等待的苏天晴 一看到陈天出来 连忙跑下了车 他远远地看到陈天的手里 还抱着一盆花 连忙跑过来接过 说道 陈哥 你要买花 真的应该带着我一起去 陈哥现在的身份 怎么可以自己帮花你 自己是做保镖的 要是让陈哥自己拿花 可是太不称职了 陈天听着苏天晴的话 也是一乐 说道 没事 我就是在里面 随便逛逛而言 看着顺眼 就买一盆回去养着试试 他可是 还记得杨婷婷的话 这些花不容易养 也不知道放在自家的花园里 能不能养活 苏天晴将花搬到了 后备箱里放好 这才驾驶着车子 朝着家的方向而去 到了家之后 苏天晴也是亲自搬着花 来到了花园里 陈哥 您说放在哪里 我来 陈天见苏天晴坚持 便指挥着 他将花盆放好 才让他离开 看着兰花放进了自家的花园 陈天越看越是满意 和周围的花很配 看起来很不错 不过就是有点少 要是能多放点 就真的漂亮了 陈天去灌了水 用浇花的水壶 给兰花补充了一些水分 还不忘浇灌一下旁边的花 水流十分均匀地落在绿叶上 还有浇艳的花朵里 更加多了一丝妩媚生姿 全都弄好后 陈天这才放下了水壶 看了看 虽然这两天没有回来 但是家里依然鲜尘不染 四处都透着滑柜的美丽 顺着楼梯走下了地下一楼 陈天去了健身房 推门走进去 就看到体质药剂摆得满满当当 陈天不由得小声地感慨了一句 好好的健身房 都快赶上仓库了 看着面前堆得 像是小山一样的体质药剂 这里一部分是增强型的体质药剂 还有一部分 就是普通的体质药剂 这些药剂 对于陈天来说 早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黑旗组织那边已经带走了不少 暂时应该也不会短缺 陈天思索了一番 打算将加强版体质药剂 分发给阴龙军部的战士 他们的身体素质 使用加强版的体质药剂 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他们经常锻炼 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药效完全地吸收 至于普通的版本 陈天也不担心 没有地方可以放 陈天直接给苏天晴打了电话 对方刚一接通 就直接问道 天晴 你到哪里了 要是有时间 就回来一趟 苏天晴刚离开没有一会 他接到陈天的电话之后 还以为陈天是有事情 要吩咐自己 便赶紧跑了回来 斗牛犬早就和苏天晴熟悉了 看到他进来 也没有任何反应 陈哥 怎么了 苏天晴将车子停在了别墅门口 然后跑着进来的 所以稍微有一点气喘 陈天直接指着那些 普通版的体质药剂 对他说道 这个药剂 就是之前我给你的那种 你拿回去一些 给家里人分一分 之前苏天晴 母亲身体不好 虚空的厉害 要不是陈天的体质药剂 现在可能都已经离世了 苏天晴听到陈天的话 顿时一愣 心里瞬间充满了感动 陈哥对待他们 可是太好了 不过 这么昂贵的药剂 他怎么好意思拿呢 苏天晴想了想 还是拒绝道 陈哥 这药剂我不能拿 你们跟我还客气什么 陈天直接拿了袋子 将那些普通药剂 装进袋子 你也给刘猛 和郑天男他们分一分 给家里的人服用 对身体很好 那些加强型的体质药剂 药力比较猛烈 不适合普通的老人家服用 还是这种普通的体质药剂 更能温润体质 延年益寿 这些体质药剂 无论是普通版 还是加强版 并不是一个人 只可以服用一瓶 毕竟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药力的吸收情况 也有偏差 只是在多次服用之后 逐渐达到最高值后 才会失去效果 不过在受伤后 重病后服用一些 对于身体 也会有极好的温补作用 这样的药剂 无论是给家人 还是朋友 都是极好的 所以这些普通版的体质药剂 陈天打算给苏杭商会的 那些老总们分一分 毕竟陈天 也收了他们的东西 也得适当地回回礼才是 陈天就是这样 礼尚往来的人 你敬我一尺 我自然还你一丈 苏天秦也不再客气 既然他们 拿了陈天这么多好东西 他们几个人 也没有什么好报答的 唯有忠心二字 永生不变 陈哥 那我先去拿给刘猛 和郑天南 让他们也拿回家去一下 苏天秦说话的语气里 充满了激动 这些东西 再加上陈天之前 给他们的那些礼物 简直是顶级的配置了 陈天笑呵呵地看着他 淡淡地说道 好 今天你们都回家吧 有事情的话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 说完 陈天还不忘记 给苏天秦打了一笔款 让他们带回去 工资是每个月 都会打款到账户的 这些钱 算是陈天给苏天秦 挤人的奖金 因为这是奖金款 陈天支付成功之后 也收到了返利提醒 这一下 不仅是离开的苏天秦 喜气洋洋 陈天一样 是嘴角带笑 毕竟这样十倍返利 简直是不要太爽 陈天站在门口 听着外面 响起的汽车引擎声 也是忽然间想到 自己要是真的 有药剂的配方就好了 有了药剂配方在手上 自己就可以批量生产 要不然 自己的家里 虽然可以无限供应 但是也终究有些掣肘 总不能有需要的时候 陈天就在自己的家里 进行灌装吧 少量的倒是没关系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操作了 如果拿出去的量 太大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被有心人盯上 到时候也是麻烦事 陈天虽然不怕事 但是他讨厌麻烦 倒不如大大方方的批量生产 华夏也可以通过这些药剂 将整体实力再次提升 而且 陈天的手里 也可以多出一条产业链 何乐而不为呢 陈天的想法刚刚升起 就看到眼前忽然 弹起了一道光幕 你的家检测到主人的忧虑 主动为主人排油解难 贡献出普通体质药剂配方 和加强版体质药剂配方 陈天的眉头一挑 自己的家 可是太贴心了 自己就这样想一想 家立刻就给自己送上门来了 作为这个家的主人 陈天现在甚感安慰 随着他的心念一动 两张配方 已经出现在了陈天的手上 陈天看了看那些配方上的成分 发现 里面不少的药材 都是比较珍贵的那种 对于这种情况 陈天心里还是理解的 毕竟是效果这样霸道的药剂 使用珍贵一点的材料 也是实属正常 要真是白菜价的药材 陈天还要怀疑配方的真假了吗 那些药材大部分虽然珍贵 但是产量都还好 陈天倒是不怎么担心 只是有一种主药 比较难搞到 那就是龙咸香 龙咸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中药 性温 带有微微腥气 味道甘酸 可以行气活血 散接止痛 沥水通灵 龙咸香在华夏 是非常不好搞到的东西 毕竟这东西产自于抹香精 还要经过长时间的行程 最后被抹香精排除体外 在华夏的海域内 并不允许捕捞鲸鱼 所以这样的需求 可能是需要去国外购买了 其实 现在的龙咸香 大部分的成分 都可以通过人工合成的方式进行产出 但是 陈天考虑到药效 所以还是希望购买到 真正的龙咸香来进行制药 钱这方面陈天并不在乎 不就是个数字吗 陈天是打定了主意 要量产两种药剂 配方都已经有了 可不能因为这主要的事情 耽误了发展 想到这里 陈天闭了眯眼睛 这件事情也是要好好张罗一下了 不过这件事情 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就能安排好的事情 陈天也不急于一时 他拿出手机 给阴龙军部和凤星 各打了一个电话 陈天也没有任何隐瞒 直接叫他们上门来取药剂 刘一范接到陈天电话的时候 刚好就在孙毅的办公室里喝茶 这么好的事情 刘一范自然是挂断电话的第一时间 就大笑起来 迎着孙毅探寻的目光 将陈天说的话说了一遍 孙毅一听 知道陈天要向精灵分部 无常提供那种体质药剂 顿时兴奋不已 也是笑着说道 这小子 这么珍贵的东西 还真是不吝息 咱们华夏复兴有望 刘一范听到孙毅的话 眉头一挑 大声地纠正道 什么复兴啊 那叫雄起有望 而且最先雄起的 就是咱们精灵分部 精灵分部不仅有陈天的教导 还有他无常提供的体质药剂 这就是分分钟崛起的姿态 陈天刚才可是说得清楚 让刘一范叫点人过来颁药剂 这数量估计是少不了 想到每一位成员都能分到药剂 他们的实力可以迅速提升 刘一范就激动得不行 孙毅笑着点点头 他看着激动的刘一范 提醒道 行 你安排点人 去陈天那里取一下药剂吧 孙毅现在心里满是庆幸 幸好当初刘一范一和自己说 自己就统一招陈天 紧来阴龙军部 否则 错失这样一位爱将 孙毅的长子都得毁清 不要说阴龙军部大比第一 也不要想着找回机密文件 光是自己一身病痛的身体 都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好 陈天现在可不仅仅是 冉冉升起的新兴 更是一位福将 刘一范听了孙毅的话 头摇得像是波浪鼓一样 这帮狼仔子们 办事情毛毛躁躁的 这么珍贵的药剂 让他们去拿 自己怎么放心 刘一范直接说道 我正好也没事 还是我亲自带着人过去吧 他亲自去取 既有姿态 又能保证药剂的安全 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也好 你考虑得很对 孙毅点点头 只是要辛苦你一趟了 刘一范摆摆手 说实话 他巴不得多受点这种类呢 有了这些药剂 精灵分布的战士们实力提升 那么他们出任务的时候 成功率也就会大大提升 能让这些可爱的战士们 拥有更大的保命技能 这样的好事 刘一范怎么会嫌累 刘一范已经坐不住了 他和孙毅招呼了一声 就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 孙毅坐在沙发上 拿起茶来喝了一口 心里也是十分感慨 另一边的凤欣 在接到陈天的电话之后 直接合上了面前的文件 对着助理吩咐道 这些工作 等我回来之后再出力 凤总 这些都是比较急的文件 助理有些犹豫 不过还是出言提醒道 凤欣很是严肃地看了助理一眼 冷冰冰地说道 找我说的做就是 无论是多么大的事情 比不如自家董事长的事情大 再说 这些文件 他也要看了之后才能签字 现在也是来不及了 凤欣直接叫上了公司的人 坐上车 直接赶往陈天的家 陈天找来了一些箱子 将那些药剂装好 放到了大厅里 他的力气极大 搬了两次就已经差不多 药剂箱子一个落着一个 在客厅里堆得像是小山似的 刚刚收拾好这些药剂 陈天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陈天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张书瑶发来的消息 在忙吗 我做了一些饼干 要不要尝尝 看着张书瑶的信息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笑容 直接回复道 我在家里约了人 有没有外送服务 张书瑶必须有 厨师本人亲自送饼干上门 陈天 那感情好 你来吧 我在家里等你 到时候一定给你五星好评 和张书瑶发完消息没有多一回 陈天就听到门口传来狗子的叫声 他一走出去 就看到了车子的引擎声 那声浪 很是悦耳 陈天走出来叫住斗牛犬 就看到一辆马沙拉蒂总裁定制板停在门口 正是自己之前送给张书瑶的超跑 果然 看到陈天出来 张书瑶也是从车里走了下来 他穿了一条连体的白色西服套装 深V领的设计 看起来十分性感 一条戴着流苏的项链 尾端直接扎进了深海之中 看得陈天也是谋色一暗 张书瑶的手里领着一个袋子 他轻轻抚了抚胸口 看着陈天身后老是本分的斗牛犬 长舒了一口气说道 这只狗好大 看着吓死人了 陈天闻言一饿 他走过去 拉起张书瑶的小手 笑呵呵的说道 你放心吧 这狗子还是非常听话的 而且特别通人性 一边说着 陈天带着张书瑶 走到斗牛犬的身边 对他说道 这一位是女主人 以后不许叫了 知道吗 斗牛犬黑亮亮的眼睛 看着张书瑶 像是真的听懂了一般 朝着张书瑶瑶了瑶尾巴 这样的讨好行为 直接逗笑了张书瑶 这狗子看着好聪明 我应该做点肉干带过来 和他混熟一点 陈天听着张书瑶的话 一挑眉 想要和狗子混熟 还不简单 他直接带着张书瑶去取了罐头 让他喂给斗牛犬 斗牛犬非常喜欢这种高级狗罐头 里面的营养均衡又丰富 吃得呼呼直响 张书瑶看他吃得这么香 也是笑得花枝乱颤 这时候他才发现 这个大家伙对于主人表现得十分憨厚 哪里还有刚才的威吓 陈天带着张书瑶走进了别墅 一进门就看到陈天摆在门口的那些药剂 听到陈天解释说 是要收拾出来送人的时候 张书瑶也是放下了手里的袋子 说道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我帮你一起弄吧 陈天哪里舍得张书瑶帮忙 这丫头今天穿了一身白色套装 弄脏了可不好 不过张书瑶倒是痛快的性子 直接挽起袖子帮着一起装箱 衣服脏了洗洗就好 你也累了吧 要不要吃点饼干休息一下 两个人正说着话的时候 刘一范已经带着人来到了家门口 陈天听到声音后 赶紧走过去将刘一范等人迎了进来 看到刘一范亲自带队过来 陈天也是一愣 说道 刘龙江 这么点小事 怎么还劳烦您亲自来一趟 小事 刘一范摇摇头 搬运这么多药剂 这可是关系着精灵分布的未来 怎么会是小事 你们搬的时候小心一点 轻拿轻放 刘一范指挥着那些战士们 他有点不放心 还跟着走出去盯着 张书瑶这时候也走了出来 他看到陈天在门口 也是走了过去 他一到大门口 就看到了几辆吉普车 挂着军部的牌子 而那些正在搬运着药剂的男人 身上穿着的都是迷彩服 看他们走路的样子 一看就是军部成员 张书瑶直接愣住了 陈天居然还和军部有联系 这些军部成员动作十分利落 很快就将药剂都搬上了车子 刘一范看着满满当当的药剂 眼睛笑得都要睁不开了 他看向陈天 笑呵呵地询问道 陈天 这些药剂 我们应该怎么分配 毕竟 药剂是陈天送给军部的 于情于理 都要询问一下他的想法 陈天抬起头 刚好和刘一范问询的眼神撞在一起 他淡然一笑 直接说道 没关系 你们随便安排就好 既然是提供给阴龙军部 拿去给什么人使用 就是军部应该操心的事情了 陈天对于这些安排 绝对没有任何意见 听到陈天这么说 刘一范的心里十分满意 他用力拍了拍陈天的肩膀 夸奖道 真是好小子 你放心吧 无论是阴龙军部 还是精灵分部 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刘一范说完 便和陈天招呼了一声 带着那些精灵分部的成员们离开了 张书瑶看着陈天完美的背影 眸子里面流转着异彩 不过张书瑶并没有开口询问 他挽起陈天的手臂 朝着别墅里面走去 他们这就走了 客厅里还有不少呢 陈天点点头 用下巴点了点那些箱子 直接说道 剩下的交给凤星带走 他一会就来了 两个人并没有等多久 凤星就带着公司的人赶了过来 陈天将凤星赢了进来 将体制药剂的使用方法 和分配方法说了说 凤星对于药剂的效果震惊不已 陈天看着凤星的模样 直接打开一瓶地给他 说道 你亲自试一试 就知道怎么介绍了 凤星毫不犹豫地 接过陈天递来的药剂 一氧搏就喝了下去 下一刻 凤星就觉得全身一阵温热 一种从未有过的舒适感 在全身上下流转着 那些因为长期服安工作 带来的职业病 就在刚刚完全消失了 脖子的酸疼 眼睛的干涩 都已经消失不见 凤星瞪大了眼睛 这这这 这种感觉 他已经十几年 没有体验过了 陈董 这体质药剂 凤星有点激动 他感觉自己的大脑 已经不够用了 这么好的东西 简直是震碎了 他以前的认知 陈天对此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和凤星商量 你觉得这种药剂 如果进行量产的话 怎么样 陈天问向凤星 凤星毫不犹豫地点头 这么棒的药剂 简直就是神药 陈天直接将自己 想要量产的想法 说了出来 你知道 华夏哪里的药材 比较多吗 我现在需要 和一个药材产地合作 既然是要量产 以后需要的药材数量 绝对是个 十分惊人的数字 陈天可不喜欢 四处去收购 最好的就是 直接找到一个合作商 凤星听着陈天的设想 心里也是一阵震惊 他想了想 回答道 陈董 按照您的这个需求量 恐怕只能去要都看一看了 药都 地如其名 那里都是 做药业的企业 一些医学世家也在那里扎根 就像是华夏有名的孙家 都是再要都盘踞多年 听到凤星说到孙家 陈天也是有所耳闻的 孙家乃是药王孙思淼的后裔 他们在药都经营着药材生意 说起这一行 整个华夏 应该没有比他们更大的 精英药材的家族了 凤星不愧是顶级的管理者 他的思路又快又精准 毕竟是入口的药材 我们必须要严格把好质量关 这不仅需要我们的之间部门 也是需要足够有信誉的合作伙伴 放眼华夏 药王孙家的后代 都是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不敢砸了祖宗招牌 和这样的家族合作 不仅是质量有保证 数量上也不会有缺 凤星想得比较长远 如果以后遇到药材短缺的情况 以孙家这样的底蕴和人脉来说 安排起来 也会比普通的商户强上太多 听着凤星的一通分析 陈天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觉得非常有道理 陈天看向凤星 笑着说道 这么说来的话 过几天 我们可能要去药都走上一趟了 既然是要量产 药材这一块 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 陈天打算 亲自过去把把关 把药材的事情落实一下 陈董 需要我一起去吗 凤星主动开口询问道 如果老板有需要的话 他可以提前安排一下 陈天并没有立即做决定 他想了想 说道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再和你说 你先把他带回去 给那些老总们分一分 凤星对于苏航商会的事情 很是熟悉 很多商会的事宜 都是凤星帮忙处理的 陈天相信将药剂交给凤星 他可以分得十分恰当 凤星对于陈天的信任 很是感动 他一躬身 对着陈天表态道 好 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凤星对于分配 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 除了环礼 商会里面的骨干 和有功劳的企业老总 都应该赠送药剂 凤星将自己的想法 和陈天说了 陈天也是表示同意 他大手一挥 直接宣布道 行 按你说的来就行 凤星和陈天说完话 将那些站在外面的工作人员 叫了进来 让他们把药剂搬回了车里 看着凤星带着药剂离开后 陈天带着张书瑶走回了别墅 陈天拉着张书瑶的手 去了洗手间 简单地洗了洗手后 才坐回了沙发上 坐直了身体 陈天做出一副 正经微作的模样 说道 现在忙完了 可以尝一尝张小姐的手艺了 看着陈天露出的期待目光 张书瑶也是笑得眼睛一眯 拿出饼干说道 你尝尝看 我也是学着教程做的 不知道是不是好吃 张书瑶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饼干盒子 拿起一块味道陈天的嘴里 陈天轻轻咬了一口 入口十分酥脆 香甜之中 带出一股奶香 怎么样 好吃吗 是不是不太甜 刚才还信心十足的张书瑶 看着陈天不说话的样子 也是一阵心虚 赶紧询问道 陈天眨了眨眼睛 看着忐忑的张书瑶 轻声说道 确实不太甜 张书瑶闻言正要询问什么 还没开口 就被陈天快速地在嘴上啄了一口 陈天扎了扎嘴 似乎是回味式地说道 和眼前的美人比起来 自然是不够甜 张书瑶先是一愣 随即反应了过来 陈天这事夸自己甜呢 一记小粉拳轻轻砸在陈天的胸口上 张书瑶又拿起另外一个口味的饼干 喂给陈天 陈天嚼着饼干 眼见张书瑶又要询问口味 直接用嘴味饼干过去 满满的饼干箱堵住了张书瑶的嘴 一切问题都消融在甜蜜的青青里 两个人你浓我浓 你一口我一口地吃完了饼干 陈天的呼吸变得粗重了一些 看着面前身微淋里面的风景 直接抱起张书瑶朝着楼上大步走去 张书瑶紧紧地攀着陈天的脖子 两个人进了房间 很快就响起一阵高呼低音 声音持续了很久才缓缓停下 陈天看着张书瑶精神不错的样子 挑眉问道 我想出去买点东西 一起 张书瑶立刻点点头 他好多天没见到陈天了 他想去做什么自己都要陪着 两个人洗了澡 快速地收拾了一番就准备出发 一看到陈天和张书瑶走出来 斗牛犬立刻扑了上来 他用自己的身体蹭着两人 张书瑶看着斗牛犬可爱 用手摸了摸他的头 被爱抚的斗牛犬更是兴奋起来 小尾巴疯狂地甩来甩去 一副好开心 好高兴好想出去玩的模样 看着狗子激动的模样 张书瑶怎么看 怎么觉得 他眼里带着七亿 便开口和陈天商量道 现在好多商场都已经带狗入场了 不如我们带他出去玩玩 斗牛犬像是听懂了张书瑶的话 他横跟在路中间 朝着陈天不断地吐舌头 那副乖巧可怜的模样 就像是在家长面前卖乖的小孩子 黑亮的眼睛里满是乖巧懂事 陈天和狗子对试着 反倒是一边的张书瑶有点受不了了 主动说道 陈天 你应该给狗子办了狗证吧 我们戴上证件 再给狗子戴上绳套 肯定没问题的 不行我就看着他 还不行吗 听着张书瑶的话 陈天一脸的无奈 不过仔细想想 自己确实是没怎么带狗子出去玩过 斗牛犬这么乖 带出去玩玩也是没关系的 想到这里 陈天叹息一声 看着张书瑶无奈地说道 行吧 你在这里等等我 我去找找狗证 根据宠物规定 家养的犬种 一定要办理狗证才能出行 毕竟是家贡献的神级看门狗 身份证件总是有的吧 陈天去了客厅 在茶几上果然找到了狗证 带着一起出了门 张书瑶给狗子戴上了链子 斗牛犬知道这是女主人 不仅没有丝毫的反抗 反而十分配合 看到斗牛犬这么乖 张书瑶更是眼睛发亮 不断地抚摸着他的头 喜欢得不得了 因为要带着斗牛犬一起出门 陈天特别开出了车库里的奔驰大计防弹板 毕竟是SUV 后排的空间足够大 让狗子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身 也能更舒服一些 看着陈天开着大剧出来 张书瑶拍了拍斗牛犬的后背 小声地说道 你看 你的主人还是很疼你的 还特意为你换了车子 肯定是想让你坐得舒服一点 王王 斗牛犬更加兴奋起来 他吐着舌头 原本凶悍的小脸仿佛都带着笑意 整只狗子看起来 有点呆萌的急事感 陈天刚好伸头出来看 顿时一乐 他伸出手朝着斗牛犬招了招 狗子立刻会议地钻进了车里 斗牛犬直接坐到了后座上 一副正经微作的样子 贼气派 张书瑶也上了车 陈天驾驶着奔驰大G 朝着商场的方向赶去 两个人到了商场 才发现这里的客人非常多 陈天想了想 还是将斗牛犬留在了车上 带着张书瑶进去扫街 两个人直接去了 专卖奢侈品的楼层 按照陈天的VIP等级来说 完全可以在商场的大客户室里 做等商家的演示 不过 陈天还是喜欢自己逛街的感觉 所以便带着张书瑶一起 在各种奢侈品店里来回穿梭着 基本上只要陈天看上的款 便直接拿下 张书瑶但凡看了几秒的款式 陈天也是大手一挥 直接打包带回家 对于陈天的豪气张书瑶深有体会 他甚至都不敢多看 除非是真的喜欢 才会驻足仔细看看 一家店扫货下来 不过也就是一圈的功夫 又方便又快捷 面对这样的大客户 站在旁边服务的导购小姐 更加恭敬和和顺 百忙之中也要抽空安排人 给两位贵客上茶和点心 毕竟就算是他们这样的奢侈品店 也很少会遇到这样扫货的客人 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分豪气 简直就是他们的财神严 店里的导购小姐 全都用一种羡慕的目光看向张书瑶 他们不仅震惊于张书瑶的美丽 更是佩服她找男朋友的手段 这才是人人艳羡的男朋友 两个人逛了几家店之后 手里都已经拎满了各种大包小包 惹得路过的客人一阵注目 客人们看到陈天和张书瑶 都被两个人极品的样貌所惊艳 能在路上见到这样郎才女貌的组合 可是非常少见的 一时之间全都看得迷了眼 这才是情侣该有的样子嘛 女孩子长得漂亮身材又好 男孩子更是帅气的不行 尤其是这一身的气质 简直就是个贵族 人家不只是长得好 更是有钱的不得了 看看人家是怎么扫货的 直接快把店买下来了 这可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 我要是能找到一个 这么帅气的男朋友 我天天给他这么买 也愿意啊 陈天和张书瑶毫不在意旁人的目光 张书瑶也拎了不少的袋子 他委屈巴巴地看向陈天 商量道 我实在是提不动了 要不然我们回去吧 在张书瑶看来 陈天的这个消费模式有点夸张 他就这么两只手 完全招架不住啊 就这么一会的功夫 陈天又成功地扫了一家店 两个人完全提不动了呀 虽然陈天的力气大 但是手上也是没了位置 陈天回头看了张书瑶一眼 想了想说道 这样吧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放回车上 然后再一起回来 拿别的好了 行 张书瑶自然是赶紧答应了下来 陈天带着他朝着车子旁边走着 陈天率先来到了车子旁边 回头就看到张书瑶费力地走着 毕竟拿了那么多的购物袋 确实是有些困难 陈天直接把东西往地上一放 想着回去接了张书瑶过来 距离这么近 东西肯定丢不了 就在陈天放下东西 去接张书瑶的时候 一个躲在角落里 鬼鬼祟祟的男人钻了出来 男人之前 就已经盯上了陈天和张书瑶 这样的一对年轻人一看就是有钱人 原本男人是想着找个机会 顺手牵羊一两个购物袋 没想到陈天买东西买得太多 竟然还这么大胆地将东西 直接放在地上 男人一阵摩拳擦掌 既然你这么不小心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他看着陈天的背影 直接跑到陈天的车子旁边 拿起放在地上的那些购物袋就跑 男人抱着购物袋跑向一旁的摩托车 他把袋子随便地挂在车把上 就打算启动摩托车扬长而去 陈天 嗯 还真有这么不长眼的 陈天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焦急 反而是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待在车里的斗牛犬 看到了这一切 他大叫了两声 开始用爪子大力地抓着车门 看着开始扑腾的斗牛犬 陈天直接回到车子旁边 将车门打开 在车门打开的一瞬间 斗牛犬直接窜了出去 斗牛犬的目光十分坚定 静止朝着那边已经跑远的摩托车追了上去 张书瑶拎着袋子愣在那里 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陈天看着发愣的张书瑶 淡淡一笑 语气轻松地说道 走 咱们也上车 跟过去看看情况 张书瑶的脸上闪过一丝担忧 他抿了抿嘴唇 问道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斗牛犬虽然很大 但是对方可是有摩托车的 东西丢了不要紧 狗子就这样上了马路 不知道会不会出危险 而且斗牛犬的体型格外巨大 就这样出现在道路上 也容易吓坏路人 陈天听着张书瑶满含担心的话 笑着安慰道 没事的 咱们上车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有斗牛犬在 他可是神级看门狗 东西绝对是丢不了 至于那个人吗 陈天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冷笑 赶来他的车子旁边偷东西 这可就是 他自己选择的了 后果自负 来 东西给我 陈天笑眯眯地 看向张书瑶 将他手里的东西 接了过来 慢悠悠地放进了车后备箱里 张书瑶在一旁看得直吸气 这么慢悠悠的动作 那边可能都已经打起来了 那个已经骑上摩托车的男人 还不忘记接 上旁边的一个同伙 两个人 配合得倒是默契 十分快速地朝着 商场外面开去 小子 你朝着后面看看 那个年轻人跟上来没有 坐在后座上的那个男人 闻言朝着后面 看了看 诧异地说道 后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两个年轻人 不会是 还没有发现吧 一听说 陈天和张书瑶 没有动作 根本没有追上来 两个小偷 也是一阵恶合 他们两个这眼睛 可真是毒啊 一眼就看到 两个人傻千多的主 一下子 拿走他们这么多的东西 这两位 还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意思 坐在后座的男人 又朝后看了看 吃笑着说道 两个年轻人的神经 怎么这么粗呢 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我估计那男的 也是见色奇 什么东西不东西的 追了东西女人跑了怎么办 那么漂亮的妹子 已经算是极品了 说句老实话 那个极杯的妹子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咱们也不亏 人家留下人 咱们也能落下点好东西 两个男人嘴里 发出十分下流的虚声 坐在后面的男人 看着挂在车把上的 那些包装袋 眼睛里流露出一抹贪婪 这些都是最大型号的袋子 里面鼓鼓囊囊的 一看就没有少装 他们经常偷一些 奢侈品去卖 如果是包包的话 价格会更贵一点 首饰其次 最不值钱的 就是那些奢侈品的衣服 不过他们这一次偷到的 可是正经的好东西 全都是没有开封的新品 就算是换不来全价 肯定抵以往那些二手货 价码高尚不少 男人回头看看 确定没有车子追赶之后 笑哈哈地说道 大哥 这回好了 咱们能吃回饱的了 在前面开着车子的男人 使劲拧动着油门 他一面叮嘱身后的男人 注意后面的动静 一面伸着头 去看购物袋里的东西 不仅是有衣服和包包 那些首饰 整整齐齐地落在一起 挤了满满两个口袋 看着里面 最少几十个首饰盒的袋子 男人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这个时候 他赫然发现 其中一个袋子里面 还塞着长长的小票 要是有了这些 可以证明消费的东西 他们这一次的售卖价格 那绝对是水涨船高啊 前面的男人激动地不行 他连忙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身后的伙伴 语气中难掩兴奋 这一次真是要发了 这么多东西 最起码也要卖个几十万 几十万 后座的男人一听 也是身体一颤 眼睛里爆发出激动的光芒 平时他们大丰收的时候 也就是转个万把块钱 这一下 就有几十万的入账 哥 咱们要是分了这一笔钱 岂不是可以好好潇洒一番 后座的男人 已经做起了发财梦 想着一会要是分到了钱 自己去哪个三俗的地方 找个小姐姐 反一下三俗 驾驶摩托车的男人 也是坐直了身子 再次拧动了油门 朝着前面冲去 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赶紧逃离这里 去销赃换钱 后座上的男人 这时候他忽然看见 一只巨大的斗牛犬 风驰电掣地 朝着他们追了过来 男人对此嗤之以鼻 丝毫不放在心上 一个狗子而已 还想跑赢摩托车 这绝对是异想天开 后座的男人 还将狗子的事情 当做笑话 讲给前面的男人听 自己不来 让一只狗来追 这男人也是挺狗的 不过在他们看来 这倒是挺平常的反应 干他们这种偷到抢劫的人 哪个不是结帮结派的 这种有钱人最是西命了 怎么可能因为一点东西 就穷追不舍呢 两个人还嘻嘻哈哈 讲笑话的时候 就听到几声巨大的狗叫声 汪汪 那声音又大又闷 吓得坐在前面的男人身体一抖 虽然没有看到 后面的狗子真容 但是光听这个声音 就已经觉得非常有力了 这时候 男人就感觉到 后座上的男人 身体也是一抖 他眉头一皱 连忙问道 怎么了 后座的男人 紧紧抓住男人的腰 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地说道 哥 这狗不对劲 他跑得太快了 居然追上来了 他那一声狗叫 几乎就是 在他后背上喊出来的一样 想到这里 后面的男人脸色一白 这要是狗子一跃而起 还不扑到他的身上 他可是看到 斗牛犬巨大的身体了 这样的大狗咬一口 他非常掉一大块肉不可 后座的男人 只觉得大脑一阵发猛 他紧紧保住前面的男人 还不忘向前蹭了蹭身体 哥 救我 你赶紧开快点啊 再默默唧唧的 你兄弟就要喂狗了 前面的男人眉头一皱 他急促地呼吸了两口 才说道 现在已经不慢了 都五六十码了 这好歹也是精灵的主路上 五六十码 都已经是相当快的速度了 两个男人的心里 都是咯噔一下 这后面跟着的狗子 速度是不是也太快了一点 他们已经五六十码地 开了一段 但是那狗子 可是从后面追上来的 这只大狗的真是速度 得是多快啊 后座上的男人 看着越来越近的大狗 他额头上已经开始冒汗了 几乎是带着哭腔地说道 哥 这狗已经越来越近了 咱能不能稍微加加速 两个男人现在的心情非常糟糕 他们简直怀疑 自己到底是偷了什么人的东西 刚才那个年轻人 家里难道是训狗都不成 这狗子的速度 可真是把他们两个给吓坏了 就在两个男人欲哭无泪的时候 路上的不少行人和车主 也是注意到了这里的情况 大家的心情非常一致 对于这只追着摩托车跑的大狗 充满了震惊和好奇 这是什么狗啊 长得居然这么大 简直是超帅 看着它跑起来的样子 就跟个小旋风似的 这只狗是在干嘛 是在锻炼跑步吗 这样的大型犬 在主路上锻炼 这不是找警察叔叔请喝茶吗 不过这狗子 倒是真的挺厉害的 跑得居然这么快 狗借运动健将啊 看着狗子的模样 是在追前面的摩托车吗 这两个人是什么人 怎么看都不像是狗的主人 我觉得他们两个 好像有点害怕 这种情况下 要不要报警 不会是狗子疯了 要袭击人吧 应该不是 要是真的要袭击人 那两个人能光加油门 不喊不叫的 路人们也是第一次遇到的情况 大家各执一词 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 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狗子已经追上了那辆摩托车 在无数人的目光注视之下 众人就看到斗牛犬像是个人一样 他奔跑到摩托车的旁边 朝着车上的两个人怒吼着 斗牛犬的跑得游刃有余 好似随时可能抱起攻击两人 他现在的吼叫 只是一种警告 再不停下来 后果自负 车上的两个人 看到狗子到了身边 都是吓得牙刺欲裂 还是想着加油门逃跑 但是驾驶着摩托车的男人 还是有一点理智 他知道 这只狗子的速度十分惊人 他们就算是在加油门 也是跑不掉的 而且 前面的车子明显多了起来 要是因为速度过快被刮蹭 那可是要出人命的 男人一咬牙 竟然怎么都是跑不掉了 他们干脆就放慢速度好了 看到摩托车放慢了速度 狗子也是眼中闪过一道光 他巨大的身体猛地杀住 然后毫不犹豫地 朝着摩托车扑了过去 斗牛犬的身体十分巨大 在这样的大力撞击之下 摩托车直接被扑倒 所幸 他们被扑倒之前 已经减慢了速度 他们现在也是处于 非机动车道 倒是没有造成任何交通隐患 不过这样的狗子扑人的情况 还是吓了周围的路人一跳 尤其是狗子跳起来的时候 他的身体太大了 就像是迎面扑来的 大型野兽一般 吓得不少人 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两个男人被摔下了摩托车 不过因为车速已经减慢 再加上他们两个穿的也多 倒是没有受什么伤 他们完全无视了周围的尖叫 和各种视线 站起来连衣服上的土 都来不及去担 直接就朝着另外一边跑去 在路人们震惊的目光之中 两个人已经跑向了路边的小巷子 快点 咱们往里面跑 跑在前面带路的男人 朝着身后的胸殿 喊了一句 在男人减速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 可能会被扑倒的情况 做这一行也有一段时间了 男人自认为 还有一定的逃跑规划能力 这里面都是小巷子 里面的道路并不齐整 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只要他们跑进去 凭这两个人 对于这里的熟悉的程度 有很大的可能性逃脱 他们现在谁也不敢去想 倒在地上的摩托车 还有那些拿到手 还没来得及看一看的奢侈品 这时候 只要是能安全地逃跑 他们就已经十分满足了 斗牛犬还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 也是跟着两个人 跑进了后面的小路 两个人逃跑的速度 逐渐慢了下来 跑在后面的男人 一面喘气 一面急躁地骂道 这到底是什么狗 赖皮狗吗 怎么沾上就甩不掉 他们都已经跑到后面了 这狗子居然还不依不饶的 到底要做什么 虽然他们之前 不开眼地拿了一些成天的东西 但是这不是 也丢在那里了吗 东西都还给你们了 还有必要赶尽杀绝吗 任凭两个男人如何怒骂 但是斗牛犬 就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等待着关键的一击 就在两个人 拼尽全力奔跑的时候 却忽然棱在了原地 之前明明是通路的小胡同 现在居然被一堵新的砖墙 给挡住了去路 成了一条死胡同 这之前明明是通的 在前面带路的男人 吓得眼泪都要飙出来了 他们的身后 一只巨大的狗子 已经挡住了去路 两个男人 以一种急慢的速度转过身 就看到斗牛犬 已经俯下了上身 做出了准备攻击的动作 与此同时 他的喉咙里 发出呜呜的声音 这是狗子的警告 他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看着面前这只体型 巨大的斗牛犬 两个人 就像是看到了怪兽一样 让人腿肚子 一阵阵发软 再加上狗子 露出的凶狠表情 他刺牙的时候 尖利的牙齿 完全暴露出来 更是让两个小偷吓坏了 他们同时在心里 生起一个想法 要是被这样的巨口 咬上一口 自己还能活着吗 两个小偷 吓得瘫倒在死胡同的围墙下面 他们的眼泪不知道 什么时候流了出来 我错了 我以后 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我们这是造了什么腻啊 只是偷了点东西而已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怪兽 对付我们 吓 我觉得这次死定了 我想我的妈妈了 我好想回家呀 两个小偷 看着随时可能攻击的斗牛犬 其中一个人 在生存的期望之下 拿出手机拨打了999 您好 这里是999服务中心 有什么可以帮您 电话在第一时间接通 美女接线员的声音 仿佛带着一丝魔力和鼓舞 让男人紧绷的弦 直接崩断了 吓 我要报警 快救救我们 有一只大狗 要吃我们 听着电话那头男人的哭泣 美女接线员也是愣了一下 大狗要吃人 这是真实事件 还是两个精神妄想症 不过出于职业敏感 美女接线员感觉 不是个恶作剧 哪有恶作剧哭得这么逼真的 那声音 绝对是鼻涕眼泪一起流的那样 美女接线员想了想 赶紧询问道 请您冷静一下 请告诉我 您所在的位置 我们立刻安排人去保护 男人赶紧说出了具体的地址 虽然是小巷子 但是毕竟经常在这边转 地址说的又精又准 电话那头的美女接线员连忙记下 紧接着已经挂断了电话 看着已经挂断的电话 再看看越靠越近的那只斗牛犬 两个男人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他们都已经报了警 难道还不能拯救自己的小命吗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狗大哥 狗大爷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饶我们一条小狗命吧 行行好吧 两个男人被吓得已经跪下 他们的头紧紧埋在地上 根本不敢抬头 毕竟是狗子的攻击 肯定是扑上来攻击正面 他们都已经说成这样了 应该能让对面的狗子大哥 感受到他们的诚意了吧 两个人扶在地上 为了保护好脖梗 他们根本看不到狗子的动作 只能是通过耳朵里传来的狗子脚步声 来判断对面的行动 好几次 他们都觉得狗子已经扑上来 要将他们撕碎了 两个男人真的是吓坏了 他们扯着脖子 嗷嗷叫了起来 他们叫得太惨了 好像真的被狗子咬到了一样 眼泪更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如果我们做得不对 请用法律的武器来制裁我们好吗 这样做 可是太不对劲了 两个人也不知道是谁最先崩溃 空气里忽然多了一股尿骚味 直接被吓尿了 太可怕了 这么大的狗子扑上来 他们这样的小身板 一定会被撕碎的 就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之下 忽然他们的耳边 听到了一声口哨响 正是陈天 陈天将斗牛犬叫到了自己的身边 看着跪在那里下滩了的两个人 也是吃笑一声 就你们这点小胆子 也敢偷我的东西 狗子就是随便吓唬一下他们 就吓尿了 这个心理素质 做个好人不好吗 两个人听到陈天的声音 就像是听到了天使在唱歌一样 激动的嗷一嗓子 差点背过气去 他们用膝盖带步 想要朝着陈天爬去 不过 看到陈天嫌弃地后退了一步 便赶紧停在原地 哽咽着说道 哥 我们错了 求求您了 收了您的神兽吧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不远处 停下了一辆警车 上面走下来 两个年轻的干警 静止朝着他们的方向 走了过来 看着现场的情况 见多识广的警察 也是愣了一下 问道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刚才是谁报的警 陈天看到警察过来 眉头一挑 看向了 趴在地上的两个人 那两个人感受到陈天的目光 身体一抖 赶紧将事情 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 他们不敢有任何隐瞒 也不敢添油加醋 就是实事求是的 说了出来 警察在一边拿着笔记录着 听着听着 两个人也是愣住了 这两个报警的人 居然就是小偷本头 真是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将他们两个带上车吧 其中一位警察叔叔 对着同事说着 说完他看向陈天 询问道 刚才那两个小偷说 东西落在了地上 你们找回来没 毕竟是数额巨大的商品 警察叔叔也是很伤心的 陈天点点头 他们刚才开车跟在后面 东西已经拿回来了 警察看了陈天和张书瑶一眼 开口说道 还要耽误二位一点时间 我们需要做个简单的笔录 虽然说那两个小偷 自己已经招任 但是也需要事主 讲述一遍才行 陈天很是理解的点点头 他很是配合警察的询问 有问有答 对答如流 在这样的配合之下 陈天的笔录 很快就完成了 警察满意地扫了二人一眼 他笑了笑 语气十分和善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 都要感谢二位的配合 有了这份笔录 两个小偷 就要面临法律制裁了 警察收起自己的东西 他这时候像是想到了什么 看向陈天身后的斗牛犬 也是眉头一皱 询问道 怎么在城市里养这么大的狗 有狗证吗 陈天点点头 今天出门之前 他就备好了证件 就怕遇到有人查证件 毕竟是一只这么巨大的狗子 有人害怕倒是挺正常的 张书瑶听到警察的问话 赶紧去车里 将狗子的证件拿了过来 狗证上有狗子的基础信息 名字照片还有品种 警察先是看了水印 确定了狗证的真伪后 又看了看狗子的资料都对得上 这才还给了陈天 警察叔叔的脸色有些和缓 不过还是看着陈天叮嘱道 虽然你有狗证属于正常训养 但是你这狗子体型太大了 在人员密集的地方 怎么可以不牵上 陈天做的最不对的地方 就是任由他的狗子 在公共场合追人 幸好并没有造成交通拥堵和危险 否则陈天作为狗子的主人 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要是有女人和孩子吓坏了 那都是数不尽的麻烦 警察叔叔尽职尽责地 对陈天一通教育 陈天和张书瑶一脸受教的表情 你们年轻人不要不放在心上 要是真的出点什么事 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警察说着 还不忘记看了斗牛犬一眼 陈天认真的点点头 笑着说道 我们以后会注意的 警察叔叔对于陈天和张书瑶的态度 十分满意 他本来就是做做样子 毕竟这两个年轻人侧面 帮他们找了两个小偷 对于这种抢劫和偷东西的人 即使是执法人员 心里也没有任何同情 不管你有任何说不出口的理由 都不是你侵害别人财产的理由 而且陈天的斗牛犬虽然很凶悍 但是也只是追车和盯人 这两个小偷完全就是被吓的 因为太害怕 才又哭又尿的 斗牛犬的一切手续都是合法的 有证也有绳子 情况又比较特殊 警察当然不会揪着不放 警察朝着二人敬礼 大声地说道 多谢配合 如果后续有什么需要 我们会给你打电话 笔录里面有陈天的电话和个人信息 陈天轻轻点点头 说道 好 我会的 张书瑶已经给斗牛犬带上了六狗绳 斗牛犬十分温顺 乖乖地跟在两个人身边 陈天看着斗牛犬十分感慨 今天狗子还真是给了他们一个惊喜 他伸出手拍了拍斗牛犬的头 笑眯眯地夸奖道 好狗子 回去给你弄好吃的 真不愧是神级看门狗 只要是自家的东西 就不可能叫别人带走 斗牛犬听到陈天的夸奖十分高兴 他的步伐都因为高兴有些轻飘起来 他的爪子很大 走在路上会有一些声音 特别有震慑力 不少路人都是一眼看到了斗牛犬 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毕竟这么大的狗子 在城市里还是很难看到的 而且人家的狗子还这么乖 任由主人牵着 没有一点闹腾的模样 巨大的狗子夺走了主人的大部分吸睛率 不过等到路人们看到陈天和张书瑶的时候 也是敬畏天人 这是什么颜值团体啊 也太好看了吧 男女主人颜值都这么高 就连狗子也这么乖这么可爱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这绝对是神仙团体 太痒痒了吧 尤其是男生的一身气质 高贵得如同敌仙一样 根本就是仙气飘飘啊 女生也很漂亮啊 就这个长相 原地出道直接大火的颜值 可甜可闲可欲减 完全就是一个现实版百变小鹰 哼 你们都是颜值狗 一看到长得好看的 立刻就变甜狗了 难道你们不喜欢这只大狗子吗 狗子不美吗 路人们小声地议论着 眼睁睁地目送着 两个敌仙人物带着狗子 上了一辆奔驰大G 现场众人瞪着眼睛看着 泽泽 人家不只是好看 还特别有钱 陈天带着张书瑶和狗子上了车 陈天一面启动车子 一面看向张书瑶问道 还要逛街吗 再去买点东西 张书瑶轻轻摇摇头 刚才发生那样的小插曲 哪里还有心情逛街 我们回家吧 张书瑶笑着回答道 今天买的这些东西也足够了 陈天开着车直接返回了家里 张书瑶今天被斗牛犬的实力震惊 一下车就带着斗牛犬在院子里玩着 美其名曰锻炼狗子的身体 陈天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 这么美好的画面 让陈天整个人的眼睛里都盛满了温馨 我去给狗子拿点玩具出来 陈天去杂物间里 取出来一些狗子的玩具递给张书瑶 他们一起陪着狗子玩 两个人的运动量也不小 末一会就出了一身渤汗 两个人休息了一下 现在的天气已经转冷 很快就落了渤汗 陈天看着一脸乖顺的狗子 对张书瑶说道 家里有现成的材料 我们给狗子搭建一个窝吧 好啊 张书瑶非常痛快地答应下来 他看着斗牛犬威风凛凛的模样 就弄个蜡笔小兴里面的高级狗别墅 住起来肯定舒服 张书瑶陪着陈天去了仓库 去找了木板和钉子 以及一切制作所需要的工具 陈天拿起一把锤子走到了院子里 开始按照想法进行修建 在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之中 陈天将那些木板拼接在一起 张书瑶在一边看着 眼睛里充斥着崇拜的光芒 陈天没想到你什么都会 陈天的嘴角勾起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张书瑶一眼 说道 你刚才的那句话 我更希望你留在晚上说 会得多 招式也多 张书瑶 我陪着你一起做手工 你居然猝不及防地开车 车速这么快 差点闪了我的腰 陈天的手速非常快 很快狗窝就已经有了大概的雏形 因为斗牛犬的体型比较大 陈天希望给狗子建造一个 足够舒适的环境 不过他们取来的一些木板 还是略微短了点 陈天看了看 开口说道 我们再去拿一些长的木板吧 短的木板拼在一起 会有缝隙 如果是墙壁的位置也就算了 但是现在陈天已经在制作屋顶 拼接的地方在下雨天 有漏雨的风险 张书瑶点点头 跟着陈天一起去取材料 拿了一些长木板过来 张书瑶看向陈天问道 这些够吗 不够我再去拿 张书瑶的话 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 他瞪大了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只见斗牛犬的嘴里叼着长木板 精准地放在了木板之中 抬起头看着两人 一副宝宝干了活 宝宝需要夸奖的表情 张书瑶直接捂住了嘴巴 但还是有惊呼露出 这狗子也太聪明了吧 这哪里是狗子 跟个聪明的孩子似的 斗牛犬得到了夸奖十分高兴 他似乎有意表现一下自己 在陈天需要钳子的时候 竟然自己去杂物间 翻出钳子叼了过来 看着狗子吐出来的工具 张书瑶挖的一声叫了出来 聪明 太聪明了 张书瑶摸着狗子的头 大声夸奖道 你真是太棒了 我要奖励你一个大大的罐头 一人一狗就这么跑开了 只剩下做苦力的陈天 和一连串银铃般的笑声 陈天的情绪也被感染 嘴角上扬起一抹笑意 手上钉钉子的速度都快了一点 陈天的手艺非常好 又过了半个小时的功夫 整个狗别墅已经将近完工 他拿起那些短一些的木板 给狗别墅建造了一个 可以活动的挡板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 阻挡风吹进来 如果遇到下雨的天气 也可以大概率的 阻挡溅进来的雨水 不仅是如此 陈天将之前的那床棉被 垫在了狗别墅的木板上 为了能让狗子更舒服一些 陈天又去取了一床棉被 厚厚地铺在了木板上面 陈天做好了一切后 朝着远处还在玩的斗牛犬 大叫一声 狗子 过来 听到陈天的喊叫 原本玩的正撼的斗牛犬 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游戏 快速地奔向了陈天 陈天指着狗别墅 笑呵呵地对他说道 这是给你制造的新房子 你进去试一试 看看满不满意 斗牛犬似乎真的听懂了陈天的话 他扭头钻进了狗别墅里 一进去 狗子立刻就被里面 巨大的空间所吸引 不断地打量着陌生的环境 这么大的空间 可以让他自由活动 比之前的狗窝舒服了太多 不仅是如此 地上铺在那里的后面 被十分松软 躺在上面特别舒服 斗牛犬激动地 在棉被上打了个滚 他非常喜欢这里 陈天在狗别墅外面看着 见狗子十分喜欢 陈天也是很高兴的 看着狗子 已经在棉被上昏昏欲睡 陈天也是站起身来 带着张书瑶走进了别墅 陈天招呼张书瑶 来沙发上坐好 自己则是去了厨房 给他端来了果汁和点心 忙活了这么久 张书瑶也确实是累了 他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像是一只偷闲的大猫一样 看着电视 陈天看着张书瑶的样子 干脆走去厨房 给他拿了果汁和水果 果汁是鲜榨的 水果也是去了皮切成块的 陈天还不忘记 给张书瑶带上两个小叉子 慢慢吃 我去花园里看看 陈天摸了摸张书瑶的头 他想去看看兰花 毕竟是娇贵的品种 不知道会不会不适应 花园的环境 张书瑶点点头 就看到陈天 已经带着园艺的工具 走了出去 此时阳光正好 整个花园都显得生机勃勃 陈天走过去 大概看了看 兰花开得正好 并没有因为 一直到花园里 就有任何的不健康表现 不过 陈天还是给他松了松土 浇了一些水 当然 其他的花陈天 也是雨露均沾 它浇水的速度很缓慢 很均匀 让每一片叶片 都经过水滴的滋润 经过陈天的仔细灌溉 现在整个花园的花都 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就连生命力 都旺盛了几分 陈天直起腰杆 将整个花园 都打量了一遍 将不满意的地方 收拾了一番后 这才带上了工具 返回了别墅里 看到陈天进来 张书瑶赶紧起身迎了过来 他刚才就已经休息好 给陈天 也准备了水和水果 把工具给我 我去收拾 你洗洗手 快点歇会 张书瑶说着 接过陈天手里的工具 他去洗了手 坐在沙发上 喝了点水 张书瑶走了回来 他站在陈天身后 给他轻轻地按摩着 问道 你最近还要忙吗 嗯 陈天直接承认了 我最近要去一趟药多 既然有了配方 陈天希望 尽快可以量产这种 体质药剂 陈天将手里的茶水 一饮而尽 他看向张书瑶 笑着问道 你最近有时间吗 和我一起去 张书瑶听了陈天的话 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 说道 恐怕是不行 我们公司 最近挺忙的 公司最近 打算启动几个新项目 他们要进行宣传 还要给新招来的员工 进行培训 工作安排的特别满 这个时候公司 肯定是不会放假的 就连病假都不容易请到 陈天点点头 倒是不太在意 毕竟这一次 也是去办正事的 也不是去旅游的 陈天看向一旁的张书瑶 笑着对他叮嘱道 虽然工作重要 但是也要照顾好自己 休息好非常重要 知道吗 作为曾经的学弟 陈天还是非常了解 张书瑶的为人的 这个丫头为了工作 那可是个相当拼命的人 陈天可不希望 自己的女人这么辛苦 劳逸结合 张书瑶十分乖巧地点点头 听到陈天关切的话语 她的心里 就像是灌了蜜一样甜 你放心吧 我知道照顾好自己 反倒是你 要多注意一点 要多的气温 还是比这里低的 现在天气本来就渐凉 要是再去了要多 陈天可是要注意 好好地保暖 张书瑶这样想着 直接起身准备上楼 帮着陈天收拾行李 冬天的衣服要多戴上两套 如果天气忽然降温 也可以及时加上 上衣要多戴两件 后外套也要分着多戴两个 张书瑶轻声地嘀咕着 已经走向了二楼 陈天看着张书瑶的背影 消失在了楼梯上 她想了想 既然张书瑶没有空同去 就叫上凤星吧 有凤星陪同的话 也算是能有个帮手 毕竟以后体质药剂 真的开始量产了以后 陈天也不可能投放 太多精力过去 最好的人选 就是凤星来帮助陈天管理 凤星无论是工作能力 还是中心程度 都是陈天非常满意的人选 陈天拿起手机拨给了凤星 凤星第一时间接听了电话 陈董 你有什么指示 你安排一下时间 和我一起去要多 陈天直接开口吩咐道 电话那头的凤星 自然是连忙硬下 在确定陈天没有其他事情吩咐后 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凤星按下了桌面上的通话键 对着秘书命令道 通知下去 所有高层 开会 秘书听着电话里凤总冰冷的声音 连忙表示知道 并且第一时间开始安排会议的事宜 各部门的高层都接到了秘书的通知 他们连忙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开始赶往会议室 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碰上不少匆匆赶来的高层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迷茫 相互询问之下才知道 大家都是被匆匆召集来的 根本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高层会议在半个小时之后 在会议室中正式召开 凤星姗姗来迟 他趁着刚才的半个小时时间 紧急地处理了一些文件 不好意思各位 我来迟了 现在我来给大家安排一下 下一阶段的任务安排 凤星快步走到了自己的位置前面 他并没有坐下 直接开始了这一次的会议 高层们的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诧异 不过第一时间 还是先记录下了自己部门接下来的工作 在凤星安排好所有部门的工作之后 一位高层看向凤星 主动询问道 凤总 您这是 要知道 凤星这个人想来行事非常稳妥 很少有这样急急忙忙布置任务的时候 就像是赶来发暑假作业的老师似的 凤星听出了一众高层们的疑惑 他也没有隐瞒 直接开口回答道 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和陈董一起出个差 说到这里 凤星的目光在众位高层的脸上扫过 十分严肃地说道 虽然我不在 但是我会远程关注我们每一个项目的进度 希望大家不要让我失望 保持住你们工作的热情 高层们听到凤星的话 就像是贪玩的孩子被政教处主任抓到了一般 尬笑着说道 凤总 瞧您说的 作为您优秀的手下 怎么可能做出偷懒的事情来呢 再说了 咱们的陈董一向大方 我们还想要今年的年终奖呢 您就放心吧凤总 大本营交给我们 绝对不会给您留有后顾之忧 自从陈董上任以来 我们的提成和奖金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怎么可能不卖力 陈董那边您多费心 这边的项目我们随时向您汇报进展 您就放心出差就行了 有陈董在 哪有人敢欺负我们新渊集团 能和陈董一起出差 这是太让人羡慕了 待在陈董那样优秀的人身边 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高层们听说 凤心是和陈天一起出差 虽然说不知道是什么事 但是一个个都羡慕不已 虽然说不能和陈天一起出差 不过高层们也是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好好工作 自己的部门绝对不能因为凤总不在 就做出什么措施来 凤心安排好工作后 就结束了这次的高层会议 高层们也是急着回去部门里 好去赶紧将新工作安排下去 至少不能落在其他人的后面 凤心在开完会后 给陈天打过去一个电话 询问道 陈董 咱们这次去要多 要不要安排那边的朋友 接待一下我们 他知道陈天的大概想法 如果陈董有需要的话 他可以提前先接触一下 要多那边的商户 这样一来 他们接下来的草药 收购计划 相信也会更加快速和便捷 毕竟现在整个华夏 新元集团的大名也是响当当的 真的将他们有合作的想法传出去 相信会有不少家族和企业 向他们抛来橄榄枝 没想到 陈天在听到凤心的想法后 直接开口回绝道 不用 也不用那么大张旗鼓 好的 那我知道了 凤心十分公顺地 顺从了陈天的意思 那我去安排一下包机 陈董出行 自然一切都要是最好的 好 陈天应了一声吼 两个人就挂断了电话 凤心立刻给航空公司打去了电话 安排好了包机的事宜 陈天在客厅里 看了好一会电视 张淑瑶才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一脸温柔地看向陈天 笑着说道 你的行李 还有一应需要的东西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证件也都放在了包里 你一会上去的时候 再好好检查一遍 张淑瑶自信 自己没有什么疏漏 让陈天上去检查 也是让他熟悉一下东西安放的位置 陈天看着絮絮叨叨 如同小媳妇一样的张淑瑶 眼角眉梢 都带出了一抹温柔 你收拾好的东西 自然是好的 至于那些东西 如果找不到的话 陈天贪贪手 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了 这样 我也好有借口 打扰我们的张经理工作 讨厌 张淑瑶翘脸一红 如水一般温婉的眸子里 满是爱意 你若是想找我 哪里需要什么借口 我24小时 时刻等待召唤 只要陈天一句话 他绝对随叫随到 陈天一把将他揽进怀里 在他红烟烟的唇上浅着了一口 在满意地听到张淑瑶的英宁之后 抱着他朝着楼上走去 嘴里还坏笑着说道 我怀疑张小姐偷吃了我家的蜂蜜 否则嘴巴 怎么会这么甜 他作为一家之主 必须要检查一下 才能放心 张淑瑶来不及做出任何反抗 整个人就已经被某些人拆卸入腹 吃得什么都不剩了 一时之间 满云的春色管不住 只有汲取零碎的英宁散碎而出 第二天一早 陈天早早地醒来 看着身边还在沉睡着的张淑瑶 在他的额间落下一吻 他简单地收拾了一番后 拿好早已经收拾好的行李 朝着门外走去 一出门 陈天就看到凤心的车子 正停在家的门口 等待着他的出来 看到陈天出门 凤心赶紧从车里走了下来 笑着迎上来接过行李 说道 陈董 您出来了 陈天看着凤心 一脸无奈地说道 你到了 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知道您快要出来了 就没有打扰您 凤心很是恭敬地 走在陈天身后一点 听到陈天的问话 赶紧抬头回应着 反正 他们是包机出行 陈董什么起来 他们什么走就是 平时的时候 凤心都是时间 紧凑的星园集团老总 但是今天凤心 只是陈天的手下 在时间足够充裕的情况下 凤心还是愿意 敬一下自己一个手下的职责 陈天上了车 凤心放好行李后 也是坐到了副驾驶上 车子在道路上急驰着 一路快速奔向机场 到了机场的时候 机场的一众高层们 仍然等候在停车场 第一时间迎接到了陈天 毕竟是航空公司 他们的消息 也是非常灵通的 自然是知道了 陈天疯降的事情 对于这位身份特殊的大人物 航空公司 自然是给足了面子 无论是星园集团董事长 还是苏航商会会长 都是他们必须要 好好结交的对象 现在陈天已经是 尊贵的一星龙将 这样最贵的身份 已经不是结交的问题了 而是他们航空公司 要好好巴结着陈天 这样尊贵的客人 出现在机场 自然是要最好的迎接和对待 精灵机场的老总 亲自为陈天拉开了车门 他看着面前 越发气质惊人的陈天 十分恭敬地招呼道 陈董 陈龙将 您能乘坐我们公司的包机 真是我们的无上荣幸 陈天并不在乎对方 怎么称呼自己 他只是朝着众人点点头 便在奉心的陪同下 朝着大厅的方向走去 机场高层们 跟在后面护送着 经过停车场的时候 不少机场的客人 都看到了这个阵容 也是一阵惊讶 乌草 这什么情况啊 刚才后面跟着的那几位 可都是精灵机场的高层 就连老总都赫然在脸 走在前面的那个年轻人 气质非凡 长得也太好看了 不会是大明星吧 机场里 每天飞来飞去的明星 没有一百也有几十 你什么 见过机场老总来恭送的 这一位的身份 恐怕是不简单 不仅是那些路人们惊叹着 等到一众高层们 恭送着陈天 进入了贵宾通道后 一个个都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一脸劫后余生的模样 这些高层们几乎是步调一致 纷纷扶了腹胸口 语气满含震撼地说道 真不愧是历史上 最年轻的龙将 看看人家的一身气势 真的是太惊人了 刚才他只是走在前面 我就觉得一股压力 铺天盖地而来 你不是一个人 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明明看起来是个 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真的是想不明白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说什么呢 不要在背后妄议人家 那可是堂堂的龙将 是咱们可以讨论的存在吗 我们是来恭送的 不是让你们来看热闹的 机场老总一听到手下 在议论陈天 立刻黑着脸 压低了嗓音 对着他们斥责道 要是让人知道了 居然敢议论一心龙将 他们一个个的 都别想保住工作了 陈天这时候 已经和先一步到达的 苏天晴等人一起 登上了他们 提前预定好的包机 城务长是之前 招待过陈天的那一位 他立刻礼貌地走上前 鞠躬说道 您好陈先生 欢迎您乘坐我们的包机 希望您这次的旅行愉快 包机上的城务人员 一看到陈天 立刻眼前一亮 上面说的大人物 居然长得这么好看 而且 他身上的气质特别好 一身全球顶级的定制服装 让陈天看起来 如同真正的贵族一般 高贵不可侵犯 城务人员 看着陈天的样子 甚至有一种 顶礼膜拜的冲动 一旁的城务长 看到了那些城务人员 立刻眼神一立 他带着几人 去取拖鞋和毛毯的时候 语气十分严肃地警告道 收起你们的小心思 那位大人物 可不是你们可以招惹的 真要是和这样的大人物纠缠 自己的这几个小手下 恐怕被人卖了 还要给人家数钱呢 几个城务人员 也是认真地点点头 之前没见到人的时候 他们还真有点想法 现在看到了这样一位 如同折仙一般的大楼 那点小心思 早就消失不见了 他们不配 虽然没有了想法 但是几位城务人员的服务 却是有了质的提升 贵室服务是高级服务 里面的基本操作 他们拿着真皮的拖鞋 亲自为几位尊贵的客人换好 苏天勤几人很是不适应 他们看着陈天和凤鑫的样子 才强忍住不适应 换上了拖鞋 不得不说 穿着这样一双真皮皮鞋 整个人顿时觉得舒服多了 爱马仕的毯子 轻轻搭在几个人的腿上 为他们进行保温 先生 您需要按摩吗 一位城务人员 低眉顺眼地走到陈天的身后 小声地询问道 看到陈天闭着眼睛点点头 那位城务人员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开始为陈天小心地按摩起来 陈天安然地享受着服务 他戴上了飞机里准备的全新耳机 这个时候 要加上一个耳朵按摩 才是真的舒爽 其他几人 也是享受着顶级的航空服务 朝着要都的方向飞去 按摩结束后 凤心睁开了眼睛 他看向摘下耳机的陈天 小声地询问道 陈董 到了要都之后 您是怎么安排的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弧度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 坐在身边的凤心 刚好可以清楚听到 和你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已经打算好 要大规模研发之前 给你的那种体质要紧 这一次来要都 就是为了谈药材生意 我初步的目标 就是要往孙思淼的后人 孙家 毕竟孙家的名号在那里 陈天相信 这样世家的传人 也不会是那种利欲熏心的家伙 陈天是个目的明确的人 他要找的是好的合作伙伴 而不是一锤子买卖的商家 凤心听着陈天的计划 心里也是一阵心惊 他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充满了敬佩和崇拜 真不愧是陈董 只要是想到的计划 就会立刻去执行 这才过去两天而已 他们就已经赶往要多了 不过凤心也是知道药剂的效果 作为亲自尝试过药剂的人 他太知道 这种体质药剂的神奇之处了 如果这样的药剂可以量产的话 那么它的价值 怕是要以万亿来计量 其实经济价值倒是其次 这样具有奇效的东西 也将成为造福华夏的真正好物 现在的凤心 处于一种非常激动的情绪之中 他非常感恩 陈天没有拿他当外人 这么重要的事情 都明明白白地告知他 要是换一个普通人 可能连自己的亲爹都要访着呢 毕竟是这样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般人哪里有勇气说出来 恨不得自己一个人全盘操作呢 凤心想到这里 他的毛子里闪过了一丝坚定 陈董对待自己这么好 他一定不会让他说 他凤心 绝对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就在凤心思绪万千的时候 陈天看向他 聊天式的询问道 对了 你和孙家的人有来往吗 这年头人脉挺重要 有中间人的话 接触起来比较方便 凤心听到陈天的问话 也是实话实说道 孙家的人 我确实没有接触 但是再要读的话 我还是有一些朋友的 毕竟孙家 是比较纯粹的医学世家 凤心任职的新元集团 主做房地产行业 两边没有交集 自然也就没有故意去结交 不过如果陈天有需要 凤心也可以找朋友引荐一下 做一下中间人 凤心满脸尊敬地看向陈天 笑着说道 陈董 主要是您的身份在这里呢 我们就算是直接去孙家 他们也只有敞开大门迎客的份 再是药王的后人 也不敢怠慢了 历史上最年轻的龙将 而且 他们要做的 可是相当大的订单 孙家只需要按照合同供应药材 而真正要去研发的是 他们根本没有风险的生意 难道还不够吗 最主要的就是 他们孙家完全可以 借着这一次的合作 攀上陈董这艘大船 就看对方是不是上到了 这时候 包机准备下降 他们已经来到了耀都机场 陈天拿下了手中的毯子 递给了迎上来的乘务人员 对着凤心说道 接触的事情 我们慢慢再商量 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先找个酒店吧 看看时间 也差不多要中午了 陈天打算先去吃个饭 凤心自然是毫无意见 紧随陈天的安排 乘务人员走上来 帮着几位客人换好了鞋子 陈天几人起身 朝着包机外面走去 后面的乘务长 带着一众乘务人员 诚挚欢迎几位再次乘坐我们的航班 祝您一切顺利 在祝福声中 陈天几人大步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 要渡机场的另外一边 一个女生也是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她的身材高挑 身上穿着一件正红色的风衣外套 在人群中十分乍眼 一条黑色的腰带勾勒出女生纤细的腰肢 也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暖效果 红得像是火焰一样的外套 将女生的白血一样的皮肤 硬得更是焦嫩白皙 满是胶原蛋白的小脸蛋 光滑的想让人用力的如二两把 女生的年纪明显不大 但是脸上却带着一种和年纪不符的干脸 这样的强烈冲击感 让女生漂亮的如同一道风景线 带着特立独行的气场 她的身后站着几位助理 她们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在女生的身上 视线中满是崇拜 小姐 我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一个脸上带着大大黑矿眼睛的女生问道 她的手里拿着一块平板 在快速地拨动着 再查看接下来的行程安排 若是不知道的 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女明星的助理呢 女生看着黑矿助理认真的面庞 也是唇角一勾 浅笑着宣布道 这次咱们去国外大家都累坏了 接下来我们就都放几天假吧 听到女生要给大家放大假 在场的几人心情都是非常愉悦 毕竟这一次的出行 她们确实是要泪瘫了 再加上这么长时间的飞行 好像躺在床上昏睡个几天几夜 大家的心情极其愉悦 因为有说有笑地朝着外面走着 女生安静地听着几人的对话 也是时不时地接上一句 气氛很是轻松 就在这个时候 她们身前的不远处 忽然传来了一声尖叫 一个小女孩的身体摇摇欲睡 跪倒在了地上 孩子的妈妈一看情况不对 连忙去服 就发现自家孩子已经倒在了地上 小女孩张着嘴 喉咙里发出赫赫的声音 脸色开始从涨红 逐渐朝着发子的方向变化 看到这样的突发情况 周围不少人都下意识地躲远了一些 一脸谨慎地四处望着 怎么回事啊 我看那个小女孩说倒就倒下了 不会是有什么病吧 说不好 你听那孩子喉咙里的声音 不会是支气管炎什么的吧 不知道传不传染 快点戴上口罩 防患于未然 那孩子脸色都发子了 要不要报警了 那些乘客们小声地议论着 看着情况不对劲 都是赶紧护好身边的孩子和家人 走在后面的女生 也是发现了小孩子倒在地上 她脸色一变 毫不犹豫地赶紧上前 女生观察着小女孩完全发子的脸色 在查看了小孩子的一些情况 看向一旁的孩子妈妈 问道 孩子有呼吸系统的病史吗 没 没有 孩子妈妈眼泪不断滴落 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就倒地了 女生眯了眯眼睛 刚要说话 就看到一道身影 抢先蹲在女孩子身旁 快速地检查着情况 这是呼吸道被异物堵塞 导致呼吸道无法进气 蹲下来检查得正是陈天 她第一时间给出了判断 刚才她们也是下了飞机 经过通道 没想到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女生一听 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 面前的这个男生 看起来年纪和自己差不了多少 居然判断的速度比她还要更快 不过 女生也没有时间纠结在这里 小女孩的情况 还是非常紧急的 要是不能及时处理 可就坏了 想到这里 女生看向陈天 语气急切地说道 我来吧 我有经验 小女孩现在的脸色 也是越来越紧 再耽误下去 很可能因为窒息死去 这可是人命 争分独秒的时刻 丝毫耽误不得 陈天就像是没有看到 女生伸出来的双手 她也根本没有理会对方的要求 而是直接把孩子抱了起来 女生 女生强自压住怒火 低声斥责陈天 你干什么啊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看看孩子的脸色 有时间让人耽误吗 你不要耽误时间 快点把孩子交给我 我有办法救她 毕竟小女孩现在呼吸不畅 女生自然不可能下手 去争抢病人 但是看着孩子痛苦难受的样子 女生也是感同身受 十分着急 就在这个时候 女生就看到陈天扶正了小女孩 开始按摩她的后背 看着陈天的动作 路人们自然是一头雾水 但是女生却是直接闭了嘴 女生好歹也是行家 她一眼就看出 陈天是在抢救小女孩 陈天按摩的那些位置 可不是随随便便的 那全都是后背处的穴位 女生的双眼 直勾勾的盯着陈天的手 看着她行云流水一般的按摩 每一处的落手之处 都是一处穴位 陈天的动作看似和缓 但是每一下 仿佛都带着魔力一般 舒缓着小女孩的情况 女生越是看着陈天的动作 越是觉得震惊 这个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年轻人 居然懂得这么多 一般发现食物有异物 不少人都会想到 海姆立刻急救法 利用肺部的残余气体 形成气流 把异物冲击出来 但是 这对于小孩子并不太适用 小孩子的身体脆弱 有时候根本承受不起 这样的冲击力量 很有可能 异物没有冲击出来 小孩子先要受到伤害 这也就是为什么 女生第一时间 会要陈天将孩子 交给自己来处理 要是适得其反 受罪的可是小女孩 没想到 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居然懂得这么多 考虑得也很全面 她的动作 给人一种行云流水 游刃有余的感觉 好似是心里 有着绝对的把握 而且 就像是女生 也不得不承认 陈天任学的实力 确实是强悍 这可是个穿着衣服的小孩子 学位找起来有些难度 就算是她自己 也绝对没有陈天这么熟练 能做到这么熟悉的 寻找学位 那都得是行医 最少十几年 非常有临床经常的人 女生漂亮的脸蛋上 闪过了一道疑惑的目光 她愣愣地看着陈天 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难道是哪个世家的子弟吗 作为孙家的大小姐 孙子星可是见过 华夏不少医药世家的子弟 但是陈天的这张脸 她完全没有见过 否则这么好看的男孩子 别说一手医术了 就是光看着他的脸 也是不会忘记的好吗 孙子星皱着眉头 仔细地回忆着 她确定自己完全没有听说过 还有这样的一位世家子弟 一边想着 孙子星的目光 时不时地落在陈天的身上 想要记住他这张脸 其实第一眼就记住了 只不过这男生长得太好看了 忍不住让人想要 多看几眼 这时候 哇的一声 小女孩吐出了 卡在嗓子里的异物 那是一个玩具上的部件 个体并不大 但是带着一些棱角 陈天看着地上吐出来的异物 也是心里一松 幸好小孩子的妈妈 没有去拍背 否则这样的异物 一旦卡在气道深处 就只有采用手术的方式取出 不仅难度比较大 而且非常容易划伤气道 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因为长时间的憋气 小女孩像是落在岸边的鱼一样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陈天看着小孩子的模样 轻轻将他侧放在地上 让他可以顺畅地呼吸 看着周围不断围拢上来的人群 陈天的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皱 朗生说道 麻烦各位退开一些 给孩子一些流动的空气 那些看热闹的乘客一听 连忙朝着后面退开一些 不过也没有离去 对于陈天刚才的一通操作 他们同样是感到惊为天人 这年轻人挺有一套啊 暗暗后背 就让小女孩自己吐出来了 这手艺可是太厉害了 看着孩子的脸色逐渐变好 孩子的妈妈又是一阵喜极而泣 他看向陈天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生怕自己的动作太过于唐突 他激动地说道 谢谢 真的谢谢您了 孩子妈妈的心里 瞬间涌上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刚刚的某一刹那 他还以为自己要失去孩子了呢 现在看到孩子逐渐好起来 孩子妈妈赶紧接过了孩子 抱在怀里 如同最贵重的珍宝一样 孩子妈妈用脸蹭了蹭孩子 感受到孩子轻微的回应 眼泪又是涌了出来 他连忙擦去泪水 看向陈天 十分真诚地邀请到 先生 真是太感谢您了 您看可不可以 请您吃顿饭 孩子妈妈刚才太着急了 现在大脑还是一片空白 好不容易才想到一个感谢的办法 他也想过要给钱 但是数额一时之间 还没有想好 倒不是不舍的 而是经过刚才这一通紧急事件 孩子妈妈觉得 多少钱都换不来自己的宝贝 他可不愿意给的少了 更是想要好好感谢一下 孩子的救命恩人 孩子妈妈甚至在想 可以在饭桌上商量一下 给多少诊经比较合适 这么快速有效的急救 孩子妈妈已经不知道 该用什么话来形容此时的心情 感激 震撼 庆幸 孩子妈妈抱紧了孩子 看向陈天等待着对方的答复 陈天看着孩子妈妈殷切的眼神 轻轻摆了摆手 婉拒道 不用了 孩子刚刚憋气的时间有点久 还是带着孩子去检查一下比较好 说完 陈天害怕孩子妈妈要继续感谢 便带着凤星等人直接离开了 孙子星这时候 上前查看了一下孩子的情况 小孩子的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还有点胀红 因为恢复了呼吸 小孩子的精神也好了不少 只是还有一点唯靡 孙子星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诧异 刚才的年轻人确实是有一套 这么快就轻松解救了孩子 宝贝 啊 孙子星十分温柔地对着小孩子说着 小孩子也很配合地张开了嘴 他拿着手电大概地看了一下 对着孩子妈妈说道 孩子呼吸道可能有一些损伤 问题不大的 我给你开个药方 去抓点药就好了 一边说着 孙子星已经快速地在纸上书写着 也就是一分多钟的时间 药方就开好了 小女孩有些疲惫地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漂亮的如同仙女一般的孙子星 软糯糯地说道 谢谢姐姐 女孩妈妈也是知道 孙子星刚才准备出手相救 虽然没有机会 但是有这份心 就让这位妈妈感动不已 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谢您了 孩子妈妈虽然抱着孩子 还是双手接过了药方 虽说费了点力气 但是也显示出了孩子妈妈的虔诚心情 孙子星又给了孩子妈妈一些叮嘱 这才想起 刚刚那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年轻人 可是这时候在找 哪里还有陈天的身影 孙子星不甘心地又找了一圈 确定找不到陈天之后 这才有些遗憾地 带着一队人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的陈天 早已经和凤兴等人一起出了机场 朝着市区的方向赶去 凤兴早已经预定了市中心 最顶级的五星级酒店 毕竟是他们的董事长出行 一切都要是最好的 一走出机场大厅 众人就看到了 酒店前来迎接的车队 这是预定的国际酒店 免费的迎宾车队 溢水的劳斯莱斯倒是挺气派 凤兴先是确定了一下预定的房间 确定没有问题 也是松了一口气 陈董 您请 凤兴先是招呼着 陈天上了车 这才坐在了陈天的旁边 拎着行李的苏天勤几人 坐上了后面的车子 车队开始朝着酒店的方向行进 要读机场 距离预定的酒店距离不近 但是今天并不堵车 所以很顺畅就到达了目的地 到底是一家国家知名的 连锁星际酒店 主打的就是高端服务 整栋楼都是钢化玻璃 在阳光下闪烁着独特的光彩 每一道光 都是浓浓软魅壁的味道 凤兴等人的车子 刚一开进酒店 就看到酒店的高层 已经站在外面 等待着迎接几人的到来 站在最前面的 就是酒店的老总 凤兴之前有公务 过来要都的时候 和这位老总 有过几面支援 那位老总也是眼尖 他一眼就认出了 坐在后座上的凤兴 并且第一时间迎了上来 这个时候 车子也刚好停在了酒店门口 老总紧走了几步 特意为凤兴拉开了车门 十分热情地说道 凤总 我们可是期待多时了 这话说得十分热络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位酒店的老总 和凤兴的关系 有多么亲密呢 其实这位老总说完 一双眼睛 就一眨不眨地 盯着车子的后门 凤兴之前特意和老总交代过 这一次他们的出行 还有新元集团董事长的同行 对于这位新元集团的董事长 在商圈里的传闻 简直不要太多 酒店的老总 虽然不算多大的级别 但是他这里天天富豪聚集 收获到的消息 也是最为灵通的 所以陈天的大名 这位老总早已经如雷贯耳 一直殷切地期盼着 可以有机会见识一下 这位历史上最年轻的龙江 只是让老总 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机会 居然来得这么快 站在老总身后的高层们 一时间也是屏息凝神 朝着车里小心地打量着 这时候 陈天也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之中 走下车来 一看到陈天的脸 在场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多看到的 这位陈董 居然这么年轻 比他们收到的消息 还要更加年轻一些 但是一身的气势十分惊人 他一下车 以他为中心的整片空气 仿佛都是一致 刚才还在好奇不已的高层们 下意识地低下头去 不敢再去多看 最后还是酒店老总 最先反应了过来 他慌忙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对着陈天十分恭敬地说道 陈董 请您里面请 后面的高层们 虽然被陈天的气势震 但是也是第一时间让出了道路 保持着躬身的姿势 迎着陈董进入了自家酒店 在前台快速地进行了登机入住后 老总亲自带着几人乘坐电梯 来到了顶楼的总统套房 老总为陈天刷开了房间门 他像是管家一般站在门口 于其之中只剩下恭敬和小心 陈董请 陈天直接推开了房间门走了进去 一打开门 就闻到了一股玫瑰花的清香味 在入门处的私人水坝处 摆着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 花瓣上还带着一丝水珠 找到了香味的来源 陈天朝着客厅里面走去 他们一进门 直面的就是满眼的落地大窗 要督的美景尽收眼底 落地大窗前是一个小型的惠客区 高档的小牛皮沙发散发着一股柔光 光是这样看上去 就让人感觉到一阵舒适 陈天直接在惠客区的沙发上坐下 凤星跟在陈天的身后 立刻有眼力地地地上一瓶 FILCO的金罐矿泉水 他见过陈天喝过几次 知道自家董事长喜欢这个水 就特意叮嘱了酒店准备 陈天看到FILCO的矿泉水也是一愣 看向凤星的眼中带着一丝欣赏 怪不得人家凤星年纪轻轻就是精灵 这份观察力和细心 一般人可是做不到 苏天晴将陈天的行李拿了上来 便走到旁边的房间坐下 将惠客区域留给了陈天和凤星 凤星看向陈天 征求着对方的意见 陈董 咱们现在就去孙家吗 凤星担心陈天着急药材的事情 如果陈董着急的话 他可以现在就去安排 陈天抬腕看了看时间 笑着说道 不至于 咱们也不急于这么一会 不如先去吃饭吧 我也饿了 陈天说着话就已经站起身来 他招呼着苏天晴几人 朝着房间外走去 凤星 要都有什么不错的饭店 我们去尝尝看 陈天的兴致不错 看向凤星问道 凤星咧嘴一笑 他指了指脚下的电梯 回答道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咱们住的这家酒店 戏餐厅再要都是非常有名的 这里的食材 都是每天早上 从全球各地运送来的顶尖食材 绝对是值得异常的餐厅 陈天眉头一挑 顿时一笑 那倒是巧了 咱们刚好在这里大饱口服 他的目光扫向了身边的几个人 这都是他的左膀右臂 跟着自己出差这么辛苦 可不能委屈了他们的位 凤星等人都非常高兴 几人乐呵呵地坐电梯 来到了西餐厅 到了门口 陈天几人就看到了这里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标志 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陈天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随即就看向了餐厅内的装饰 西餐厅的装饰风格偏金属化 虽然是亮闪闪的金属现代风 却并不显得俗套和低端 反而因为匠心独具 完美地体现出 餐厅的高级感和未来的视觉效果 无论是从口感上 还是视觉上 都要给客人最佳的体验感受 这时候正好是饭点 餐厅里面的客人很多 这里的消费比较高 能来这里吃饭的客人 素质普遍比较高 所以虽然人多 但是餐厅内的环境 却并不显得嘈杂 先生 您几位 请问您有预约吗 一位十分漂亮的迎宾小姐走上前来 一开口 就是软软的静语 让人听了十分舒适 凤馨连忙上前说道 我们没有预约 现在还有包间吗 迎宾小姐十分歉意地告诉凤馨 包间已经没有了 不过我们的大厅也很不错 您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 氛围是很好的 凤馨听了迎宾小姐的话点点头 她看向身旁的陈天 吃不吃还是要陈董做决定 陈天笑着说道 行 就在这里吃吧 迎宾小姐立刻带着几人 走进了西餐厅内 入口附近的一张桌子 刚好空闲 在询问过陈天等人的意见后 迎宾小姐将几人安排在这里落座 凤馨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她赶紧对着陈天道歉 陈董 这是我提前安排不周 居然让您在大厅里用餐 大厅里也就算了 还是在入门的位置 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陈天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笑着说道 这里挺不错的 再说在大厅 一样不耽误品尝美味 你们喜欢吃什么 尽管点 我请客 看到陈天说的敞量又自然 奉心这才放下心 他们合着免费的茶饮 等待着服务员过来点菜 此时的另外一边 一道火红色的人影 也是朝着西餐厅的位置走来 正是孙子星和他的几个助理 几个助理的眼睛里 都是闪烁着明亮的光彩 激动地说道 太好了 终于有机会吃到这里的美味了 是啊 米其林三星餐厅 想一想就觉得激动 还没有去这么高级的场所吃过饭 不知道需不需要什么程序 几个小助理开着玩笑 孙子星在旁边听着 也是一脸的笑意 每一次回到耀都 他们都会找最好吃的酒店聚餐 盼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看到梦想中的西餐厅了 这里的美食 可是耀都最有名的店了 孙子星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模样 也是大手一挥 直接宣布道 你们今天尽管敞开了吃 我来买单 为了庆祝他们这一次的出行顺利 孙子星也是决定大出血一次 孙子星说完 就听到几位助理的热烈的回应 这时候 孙子星脑子一抽 不知道怎么的 就想到了在机场通道里 遇到的那个年轻人 那么年轻的一个人 但是在紧急救助的时候 竟然比他还要冷静和快速 哪怕是现在想起来 孙子星还是觉得有些不敢置信 戴着黑矿眼镜的助理 脸上是遮不住的笑意 他看向孙子星 笑着说道 小姐 我去排位置 说完 黑矿妹子推了推眼镜框 带着其他的几个助理 朝着门口走去 孙子星走在后面 他缓缓收回了思绪 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在心里暗暗地想到 有机会遇到的话 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 孙子星想到这里 忽然一抬头 就看到了西餐厅门口的桌子旁 一张淡然的面庞 吸引住了他所有的目光 孙子星 刚才是有天使姐姐 经过了我身边吗 为什么我上课才想到他 一抬头 就看到了 这这这 这是魔力吗 孙子星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陈天 他明显愣住了 直勾勾地盯着那张帅气逼人的脸 陈天这时候 也感受到了一股热切的视线 他寻着感觉看过来 刚好和孙子星的目光撞在一起 看到是之前在机场通道里 遇到的学艺妹子 陈天也是朝着他点点头 随即就移开了目光 虽然陈天表现得有些冷淡 但是孙子星 却是嘴角扬起一抹笑意来 真的是他 孙子星毫不犹豫地 朝着陈天走了过来 他漂亮的脸蛋上 带着干脸的笑容 朝着陈天伸出手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孙子星 很高兴认识你 陈天 陈天淡淡地吐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伸出手 和孙子星快速地握了一下 就随即松开 凤星等人见怪不怪 毕竟他们的董事长这么优秀 会吸引一点女孩子 再正常不过 但是后面的那几个助理 却是直接看直了眼睛 他们 刚才看到了什么 自家的大小姐 居然主动地和一个男人握手 这这这 简直是破天荒 头一次啊 就在黑框妹子 准备和其他助理八卦一番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道小小的身影 朝着陈天的桌跑去 陈天正和孙子星说着话 就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 保住了自己的大腿 低头一看 就看到一张软糯糯的小脸蛋 正是之前他救治的小女孩 小女孩死死地抱着陈天的腿 惊喜地说道 天使哥哥 是你吗 在小女孩的认知里 陈天这样忽然出现救了他 还长得这么好看的人 肯定就是天使 陈天有些无奈地撇撇嘴 他连忙抱起小女孩 小女孩看看陈天 又看看旁边的孙子星 一眼就认出了 这位好心的姐姐 也是热情地招呼道 哥哥姐姐 没想到你们都在这里 之前爸爸妈妈还在感慨着 说有机会 一定要感谢一下哥哥姐姐 结果自己一进饭店 就把哥哥姐姐给找到了 自己也太厉害了吧 小女孩得意洋洋地仰着头 陈天看着他笑眯眯的样子 也是心里一软 温和地问道 怎么样 嗓子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不了 小女孩乖巧地摇摇头 刚才他在路上喝了姐姐说的药 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 这时候 小女孩的爸爸妈妈也走了过来 看到两位恩人也是不断地道谢 今天真是多亏了两位 要不然 小女孩妈妈 想到当时的情况 情绪就有些要崩溃 这可是他和爱人心肩肩上的宝贝女儿 要是真的出点事 他也不想活了 眼见着女人情绪开始失控 好在孙子星反应快 连忙岔开了话题 才没让女人的眼泪掉下来 在小女孩妈妈的介绍下 爸爸看着眼前年轻的陈天和孙子星 眼睛里满是感激 无论如何 还是要感谢你二位的元首 今天请一定赏脸 和我们一起吃个饭 让我们有机会报答一下二位的恩情 小女孩的爸爸 执意要请客 陈天和孙子星推测了半天没有成功 便也硬了下来 看我这脑子 小女孩的爸爸一拍脑门 赶紧掏出两张名片 递给陈天和孙子星 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二位请尽管开口 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我一定全力以赴 再要督的这块地界上 我还算是有点人脉 男人说话的时候 语气坚定又真诚 面前的两位救了他的女儿 就等于是救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命 这样的大恩 他必须要记在心上 陈天接过小女孩爸爸的名片 那是一张木纹的名片 看起来很有质感 看着上面的职位 也是一家集团的主管 陈天对此并不意外 毕竟他们出来的是贵宾通道 又在要督顶级的西餐厅里相遇 要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也是做不到这样的消费 感受到男人的诚意 陈天和孙子星都是点点头 笑着硬道 好 那我们就说下了 小女孩看到爸爸说完话 他再次黏到了陈天的大腿上 抬着头 用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陈天 被这样一双纯粹有干净的毛子看着 陈天也是心里一软 这么软糯糯的样子 倒是有点像苏芷熙小时候 乖巧的小团子也不闹 就是有点黏人 小女孩的爸爸对着众人说道 几位要是不介意的话 咱们换个桌子做 如何 陈天和孙子星那边都各有几个人 再加上他们一家三口 普通的小桌肯定是坐不下 小女孩爸爸赶紧联系迎宾小姐 准备换一个大一点的桌子 如果大桌子没有了 找个相邻的位置拼个大桌也可以 毕竟这里是要都最有名的西餐厅 也不好为了位置 就让大家换个饭店不是 知道的他想重视一点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不舍得花钱 要换个小饭店呢 迎宾小姐十分敬业 他认真地听完小女孩爸爸的要求后 恭敬地说道 先生您稍等一下 我们尽量帮您安排 迎宾小姐秒秒停停地离开 去安排 众人也不介意多等一会 便站在陈天的桌旁聊着天 倒是陈天十分好兴致 他抱着小女孩逗弄着 惹得小姑娘笑得十分开怀 眼睛里全是星星 就在这个时候 西餐厅外面走进来几位老总 他们的身上穿着合体的西装 一看就是非富极贵的人物 几人边说话边往里面走着 他们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门口的孙子星顿时一愣 这时候站在外面的小女孩爸爸 看着几位老总到来 也是愣证了一下 这几位今天怎么也过来了 今天还真是热闹 随即小女孩爸爸的脸上 露出一抹惊喜的表情 连忙迎了上去 动作和声音之中充满了恭敬 几位 只是让孩子爸爸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样恭恭敬敬地迎上去 却被对面的几位老总 当作透明人一样 给直接掠了过去 孩子爸爸的手还尴尬地举在半空 几位老总已经热情地和孙子星 开始打着招呼 孙小姐 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您 还真是我们的运气了 听说这次孙小姐是出国交流学习了 咱们在这里碰到也是缘分 不如给我们个面子 让我们请孙小姐吃个便饭 我就说今天一起来 就听到阳台上有喜趣欢叫 原本我还不明白有什么喜事 到了这里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这几位老总明显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孙子星 一个个的热情境 别提多热乎了 一旁的孩子爸爸 听到了几位老总的话 脸上的尴尬表情瞬间变成了震惊 他可是认识面前的几位老总 如果不是分量足够 他也不可能在明知道有客人的情况下 还迎上来打招呼 可是这几位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反而过去拍孙小姐的马屁 能让这几位如此拍着的孙姓大小姐 除了要督孙家以外 还能有谁 孩子爸爸刚刚推断出结论 就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救了自家孩子的孙小姐 居然是要督孙家的大小姐 面对孙子星的这个身份 孩子爸爸简直是不敢相信 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他这时候的心里充满了庆幸 幸好自己一直很尊敬这位孙小姐 否则真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得罪大佬了 再要都得罪了孙家 他们一家子都不用在这里混下去了 倒不是说孙家有多么霸道不讲理 而是要督企业和家族 对于孙家都是极为敬重的 毕竟孙家就算是没有药材生意 光是靠着人家里在医疗系统的 发光发热的大佬和专家们 一样会受到所有人的敬仰 人吃五股杂粮 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 他们这些财富积累到一定数字的人 对于生命是更加珍惜和宝贝的 因为只有他们好好活着 身上的那些钱财才有意义 孙子兴作为孙家的大小姐 对于这样的场面也是习以为常 很是熟忍地和几位老总说着话 他们孙家向来与人为善 自小受到言传身教的孙子兴身上 没有一点二代的那些臭毛病 她是真正的天娇公主 一身一束 可是可圈可点 尽得老爷子的真传 凤兴这时候也是看着那些老总们 作为星园集团老总 她和面前的几位刚好相识 只不过 这些人的目光都被孙家大小姐夺走了 自然没人注意到她的存在 如果今天只是凤兴自己过来 她也就装不知道混过去了 但是今天自己身边坐着的 可是自家董事长 自然不能落了下风 想到这里 凤兴也是主动站了起来 她走到几人的面前 笑着打招呼 几位老总 一段时间没有碰面 你们看起来可是更精神了 听着凤兴热络的嗓音 还有和善的面容 几位老总一下子就认出了凤兴 他们瞬间瞪大了眼睛 眸子之中快速地闪过了不可思议 凤兴可是星园集团的董事长 她的大本营在苏航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要督了 老总这样想着 也是直接问出了口 凤总 您怎么来了 几位老总对视了一眼 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凤兴到了要督 他们可是要好好招待的 几位老总和凤兴打过招呼后 看到身边众人一脸迷茫的样子 也是一乐 主动开口解释道 我倒是没想到 现在居然还有人没听过凤总的大名 打去了一句之后 老总也是给在场众人 介绍起凤兴来 这位凤总 就是大名鼎鼎的星园集团总经理 那可是咱们华夏地产界的名企 大家都有所耳闻吗 一听到星园集团的大名 在场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变 星园集团哪里是有名 简直是如雷贯耳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星园集团这位新董事长上位 做出了一系列非常吸睛的事情 立刻在华夏商圈里 引起了爆炸一般的轰动 在这些操作之中 让那位神秘的年轻董事长 瞬间成为了所有人仰望的存在 在星园集团的帝王开幕式上 那位年轻董事长 牵头创建了苏航商会 现在的商会会员便挤整个苏航 在天津的集体狙击之下 一亿人之势 不仅阻止了所有颓势 甚至是直接扭转了局面 那些跟着星园集团 被狙击的苏航企业 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损耗 还赚得盆满钵满 有了这样的一位会长 苏航商会可以说是门庭弱势 都是企业主希望加入的 说实话 这些看起厉害 但是在那位董事长的身上 就显得平平无奇了 一位老总说的感慨 他的目光之中 溢散出来的都是敬佩和崇拜 星园集团董事长可是神人 听说年纪不大 已经是一星龙江 他不仅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龙江 在阴龙军部里 更是人人称赞的大佬 众人听着那些老总们的讲述 只觉得就像是在听故事一样 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吗 这简直就是比神话还神话 即使是那些早就听说 陈天事迹的老总们 再说一遍那些内容 仍然是心里充满了震撼 这已经不是英雄少年了 而是天道之子 气韵极于一人之身 否则放眼望去 还有谁能有陈天这样的成就 哪怕是作为英龙军部总部 总指挥秘书的战杰 人家也是在三十岁 成为一星龙江的 那位战杰的名声 是多么响亮的人物 但是在陈天的面前 却硬生生地被比了下去 孙子星听着众人的话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星龙江啊 那得是需要大量军功积累上去的 二十岁的年轻人 是怎么做到的 孙子星愣愣地想着 这又不是电脑游戏 可以有人帮着刷积分 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军功啊 要为国家做了突出贡献 才可以得到的嘉奖 这样的一个奇迹般人物 居然还那么年轻 简直就是妖灭啊 一时之间 在场众人都对这位 星源集团董事长充满了好奇 大家都想见一见 这位精彩绝艳的人物 到底是有多么厉害 这个时候 众人都是注意到了旁边的陈天 虽然还在坐在那里 但是凤星和大家说了一会话 竟然还是稍微站在陈天的后面一些 那种潜意识里的尊敬 令众人头皮瞬间一马 不少人都下意识地想到了什么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神之中带着慎重 一位老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向凤星 壮丝很随意地问道 凤总 这一位是 凤星咧嘴一笑 对着在场众人说道 这一位 就是我们星源集团董事长 一句话 瞬间就让全场安静了下来 仿佛按下了暂停键一般 连眼睛都忘记了转动 这一位 就是那位传奇董事长 那他们刚才 岂不是当着人家本人的面 再说 这位董事长的八卦 众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回忆着自己刚才说的话 是不是有不周正的地方 这样的一位妖孽董事长 可不是他们能得罪得起的人 好在他们都是说的夸赞陈天的话 否则他们现在只能去自己挖的坑 把自己给埋上了 确定自己没有做什么惹恼陈天的事情后 众人这才开始不着痕迹地打量着陈天 这一看之下 吴不对他的年纪和长相 更被他一身的气势所折服 陈董您好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您比传说中的更加年轻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有用的到我的地方 您随时指示一声 今天最大的收获 就是能在这里遇到陈董 我本人非常崇拜您的世界 请您收下我的名片 我们也随时恭候陈董的差遣 没想到陈董来到了要都 如果您有时间 想要游览一番的话 请一定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成为您的向导 带您在要都走一走 这些老总们 可以说是极尽其能 不断地在陈天的面前表现着自己 陈天听着他们的话 只是淡淡地点点头 他看向旁边一脸惊讶的孙子兴 笑着询问道 不知道这一位是 不等孙子兴自己介绍 旁边的一位老总 便笑着带牢 陈董 这一位是要都孙家的大小姐 孙家的要王孙思淼的后裔 一直在做救死扶伤的大事 孙子兴看了那位老总一眼 他直接走到了陈天面前 朝着他再次伸出手 孙家孙子兴 再次认识一下 陈天看着伸到自己面前的娇嫩小手 也是一乐 和他的手握在一起 说道 还真是巧了 孙子兴玩耳一笑 他下意识地以为 陈天这么说 是因为他们都会医术的原因 也是开口说道 我也觉得非常巧 没想到 陈董的医术也是这么厉害 陈天文言一挑眉 他的反应落在孙子兴的眼里 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主动询问道 不知道陈董说的巧了 是什么意思 我想和孙家谈比生意 没想到还没上门 就遇到大小姐了 陈天没有任何隐瞒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旁边的那位老总 听到陈天的话 也是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新元集团 这是要和孙家合作了吗 这样的一位合作者 有哪位企业主和组长拒绝的了 如此说来 孙家岂不是要更加壮大了 不少人都在心里有了想法 他们都是 在打量着陈天和孙子兴 心里打着小九九 孙子兴倒是十分大方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惊喜之色 笑着说道 既然是这样 不如陈董直接随我回孙家 谈谈生意 陈天一笑 不着急 咱们先吃饭吧 吃完饭再去孙家叨扰 好 孙子兴自然是硬了下来 他闭了口 但是目光还是追随着陈天 心里的震撼依旧 从他见到陈天开始 陈天就是衣服淡然随意的模样 孙子兴看得出来 陈天的性子 是从骨子里发出来的 绝不是伪装 还有一股隐秘的锋芒 在陈天的周围流转着 叙事待发 孙子兴拿出手机 给家里发了消息 毕竟是这样的新锐之心去家里 总要提前有个准备才是 这时候 迎兵小姐走了过来 桌子已经帮着众人安排好 就在一个角落里 老总一听 立刻眼睛一瞪 接话道 这可是陈董的接风宴 怎么能在大厅里面吃 咱们去楼上的包厢 我已经提前预定好了 如果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就能让他们在陈天面前表现一番的话 那可是太值了 而且 也不能丢了他们要嘟的脸不是 陈天倒是无所谓 旁边的主管一家 则是愣在那里 有点尴尬的样子 毕竟虽然说了要请客的话 但是那时候他完全不知道 陈天和孙子星是这样的身份 现在老总们要请客 自己一家人跟去 似乎不太合适啊 就在一家人纠结的时候 陈天转过头来 他的手已经牵起小丫头 笑着说道 几位要是不介意 不如一起去吃 主管用力点点头 十分兴奋地跟了上去 现在不只是为了感谢 陈天和孙子星的救命之恩 光是这两位的友谊 就足够他上升几个维度了 几位老总预定的包厢奢华精致 也足够大 众人一起坐下 也不觉得拥挤 为了表示对陈天的欢迎 几位老总也是豪爽地点了 满桌的顶级美食 当然 有了美食 自然要有美酒相伴 专业的服务员 开了顶级红酒 给众人道好 一位老总率先站了起来 对着陈天敬酒 陈董 我敬您一杯 祝您这一次要督之行 事事顺利 陈天端起茶水 我下午还有事 就以茶代酒 感谢各位的祝福 陈天说完 和老总轻轻碰杯 端起茶水饮了一口 而对面的老总 则是酒到杯干 眼神之中写满了兴奋 光是和陈董一起吃饭这件事 就已经够他吹一阵子的了 何况是和陈董喝了酒 以茶代酒怎么了 人家是大佬 反倒是自己的感情 必须得到位 其他的老总 也是纷纷起身敬酒 不只是陈天 还有孙子星 也没有放过 毕竟要督孙家 那也是妥妥的大家族 更何况 人家还是玄壶济世的医生 孙子星见躲不过 也是和陈天一样 乐呵呵地以茶代酒 那些老总们 自然没有意见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 气氛十分热烈 孩子爸爸一家人在桌前看着 表情之中 带着一丝尴尬 这些人的身份都太高了 他们完全插不进去话 就算是敬酒 都是有点勉强 几人就像是来冲树的工具人一样 连动作都有点声音了 孙子星这时候端起茶杯 看向陈天举杯道 陈董 我也敬你一杯 陈天看着孙子星满面笑容的模样 也是嘴角扬笑 和他的杯子轻轻一碰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吧 两个人干了一杯 一股茶香在身前飘荡 相视一笑 就在众人畅饮的时刻 孙家的别墅里 孙家老爷子孙德海 正端坐在书房里 拿着一本古籍看得认真 上面的传子十分漂亮 正是一本手抄本的珍贵遗书 老爷子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一双眼睛却是炯炯发亮 是一种和年纪不符的经验 这时 老爷子的书房门被人敲响 被打扰了老爷子 眉头微微一簇 开口说道 进来 走进来的是老爷子的手下 他走到书桌前面 低声将陈天的事情说了出来 刚才大小姐也是发来了消息 说是陈董一会就来 孙德海听到手下的话 也是一愣 他也听说过陈天的事情 对于这位少年英才 也是非常看好 但是没想到 陈天会专门到药都来 和他们谈合作 而且 自己家的大孙女 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位陈董 孙德海眯了眯眼睛 这位陈董 现在可是火箭一般上升了 陈天现在的地位 可是稳稳地在孙家之上 他一个人 便是一个豪门了 想到这里 孙德海也是站起身来 他看向身前的手下 直接吩咐道 被查 被车 迎接这位陈董 我要亲自去一趟 手下听到孙老爷子的话 明显愣了一下 他惊讶地看了老爷子一眼 见老爷子已经起身准备 也是重重地吸了一口气 手下万万也没想到 这一次 居然能惊动孙家老爷子 亲自出面 见老爷子都认真起来 手下也是不敢耽搁 赶紧开始安排 孙德海快要出门的时候 还不忘记叮嘱一下管家 把我珍藏的茶叶拿出来 招待这位陈董 管家闻言 眼睛里也是闪过了一丝一色 孙家老爷子 一生都致力于治病救人 在他手里抢救回来的病人 数不胜数 尤其是一些显贵家庭 家里人身体出了问题 第一时间 一定会联系孙家的人 帮忙看看 达管险贵们 不顾距离地跑来这里 就是为了孙家这一代 传一代的响亮名号 在家里人得到救治之后 更是不令手里的好东西 挑着贵的高级的稀有的 就往孙家送 他们不仅是要感谢孙家 更是要维护住这一份交情 有了这份交情 达管险贵们相信 在关键时刻 是可以救命的 孙家老爷子 收藏了不少好茶 没想到 今天居然舍得 拿出来招待客人 管家也是 立刻上了心 不只是更加细心地 准备一切招待的茶点 就连一些细节 也是要求严格起来 车子是已经提前备好的 孙德海的司机 已经拉开车门 恭敬地等候着老爷子进车 等到老爷子坐好后 司机才快速关好车门 驾驶着车辆 朝着外面驶去 后面跟着的几辆车子 也是孙家这一次的迎宾车队 孙子星给家里发消息的时候 已经将自己的位置说了一下 所以 孙德海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直接带着车队 朝着吃饭的酒店而来 车子在道路上急驰着 孙家老爷子感受着 光影在自己的脸上闪过 尽量的眼睛里满是感慨 这位年轻的龙匠到了要都 不知道是带着怎样的惊喜 此时的陈天等人已经吃完了饭 众人起身朝着酒店的外面走来 陈天打算和孙子星 一起去孙家谈谈生意 后面的那些老总们 则是来恭送他的 现在几位老总看向陈天的毛子里 是比之前更加的崇敬 经过这一顿饭的接触 他们深刻地感受到 这位陈董的高明之处 人家的每一句话都能令人深思 无论说起什么话题 都能和你对上几句 三言两语之间 就表现出陈董的深厚底蕴 让几位老总无不内心震惊无比 陈董 今天能和您一起吃顿饭 真的是让我们受益匪浅 何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陈董 还是那句话 有时间您就和我们来聚一句 让我们也长长知识 陈董 咱们联系方式也交换了 您再要都有任何事 只要招呼一声 我们绝对没有二话 老总对于陈天的那些敬佩 全都塞进了话里 信誓旦旦地和陈天 表示着自己的诚意 看着这一张张被酒气熏红的脸 陈天淡淡一笑 笑着说道 好 到时候几位不要嫌我麻烦就好 几位老总连连摆手 他们巴不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呢 怎么可能嫌弃陈天 这不是疯了吗 小女孩的爸妈 这时候也走上来 抱着小丫头和陈天告别 今天这一顿饭 完全震坏了两个成年人的三观 面前的这些人 都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 没想到 不仅一起吃了饭 还拉上了一些关系 除了感慨世事的无常 这对夫妻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时的心情 反倒是小丫头比较自然 她看看发猛的爸妈 朝着陈天乖巧的挥挥手 乃声乃气地说道 哥哥再见 有时间我来找你玩 陈天最是受不了这样软糯糯的小丫头 她笑着点点头 很是温柔地硬道 好 哥哥等着你 送走了小女孩一家 陈天看向一旁笑盈盈的孙子星 问道 不知道现在去孙家 方便吗 听到陈天的话 孙子星自然是点点头 陈天这么尊重孙家 让他非常高兴 当然可以了 我已经和家里人说好了 大家听说你要去 也都是非常高兴了 苏航商会会长 还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一星龙江 多少人都期待和他一见呢 更何况 这一次陈天上门 可是来谈生意的 孙子星的话音刚落下 就听到一道惊呼声 你们看 是车队 听到惊呼声 众人都是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 远远的就看到一列黑色的豪车车队 朝着酒店的方向开来 一位老总看着车队 眉头不由地紧皱起来 他回头扫了一眼孙子星 有些诧异地问道 这车队 是孙家的车吧 打头的那辆麦巴赫上面挂着的车牌 简直不要太熟悉 001这样的牌照 在哪里都是当作突出贡献的奖励 奖励给大家族或者大企业的 孙子星看着那些熟悉的车子 也是一愣 尤其是那辆投车更是老爷子的专家 难道是爷爷来了 孙子星漂亮的眸子撇向陈天 自家老爷子是为了陈天过来的吧 说实话 就连孙子星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家老爷子可是一般人请都请不到的 几乎已经是半饮退的状态 只在家里指点江山 就在孙子星震惊不已的时候 车队已经停到了酒店的门口 司机穿着合体的西装 手上戴着仙尘不染的白色手套 恭敬地打开了车门 孙德海从车子里走了下来 他的身上穿着本白的糖装 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 看起来十分和气 虽然年纪有些大 但是孙家老爷子保养得宜 身体十分阴望 在场众人一看到孙家老爷子下了车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刚开始 还以为是孙家的其他人 过来迎接陈天和孙子星的 也算是给足了陈天的面子 但是这些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孙家老爷子孙德海 居然亲自来了酒店 这这这 这已经不是给面子了 根本就是孙老爷子对于陈天的看好 孙德海倒是毫不在意众人的目光 他先是看向自己的孙女 随即就被站在孙子星身旁的陈天 吸引住了视线 孙子星看到爷爷到来 先是震惊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带着陈天走到了老爷子的面前 笑着给爷爷介绍道 爷爷 您怎么过来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陈天陈董 孙德海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听到了自家孙女的介绍 还是愣了一下 陈天太年轻了 明知道这位就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一星龙江 但还是出乎了老爷子的预料 想着之前听到的那些关于陈天的事迹 老爷子看向陈天的毛子里 带上了一丝好奇和探寻 这么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子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陈天的那些成就 恐怕随便拎出来一件 都是普通人一辈子也达不到的高度 尤其是一星龙江 这可不是靠祖辈蒙英 或者是有点小聪明 就可以做到的 那需要的是实打实的军功 看着陈天英俊的模样 一身的气质更是超绝 孙德海越看陈天越是喜爱 笑呵呵地说道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我像是陈董这样的年纪 还是脑袋昏蒙蒙 干什么一点大事呢 旁边的孙子星听了 吐了吐舌头 为了夸奖陈天 老爷子这是连自己都卖太上了 谁不知道老爷子厉害 二十岁的年纪 就已经置于不少疑难杂症了 孙子星想到这里 看了一眼一脸淡笑的陈天 不过即便是爷爷 似乎也不是年轻时候陈天的对手 陈天看着老爷子 很是有礼貌地打着招呼 孙家主您好 您叫我陈天就好 人家老爷子都这么给面子了 陈天也不是那种没眼色的人 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孙德海笑着点点头 看到陈天这么有礼貌 老爷子也是满意的很 老爷子今天显得十分热情 和陈天热络地说着话 看着他说话的语气和神态 一旁的那些老总们 都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还是孙家那位神秘的圣首老爷子吗 说实话 今天孙老爷子出现在这里 已经闪瞎了所有人的眼睛 更不要说还这么和善地和陈天对话 听着身后的老总们 发出的倒吸气声音 孙德海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皱 对陈天笑着说道 不如我们回家谈吧 好 陈天的脸上始终是淡淡的微笑 听孙家主的 看到孙家老爷子要带着陈天离开 那位老总们连忙走上前来 恭送着众人离开 老爷子带着陈天和孙子星坐上了头车 在一众老总们的视线中逐渐远去 凤星等人则是坐在了后面的车上 追着头车离开了 坐在车里 老爷子看向陈天 笑呵呵地说道 是一次过来要读吧 有时间 让子星带着你四处看一看 药都可不是只有药材 绿油景点还是灯红酒绿 只要你想要的 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陈天听着老爷子的话 也是一乐 笑着硬道 好 我也刚好想见识一下 要读的美丽 四周的美景 在几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之中 快速地朝着后面掠去 车子开了好一阵 他们才来到了孙家 陈天在路上注意了一下 他发现鼎鼎大名的孙家 并不是在市中心 而是稍微到了郊区的位置 不过 等他到了孙家的老宅后 才终于明白了原因 孙家的老宅面积极大 应该是几代传下来的老宅 完全就是一栋庄园的大小 虽然不如正北王府 那么惊人的美好 也是可以看出 孙家的底蕴和财力 哪怕只是看到一个轮廓 陈天也是可以判断 孙家的实力绝对不俗 孙子星看到陈天 打量着自家的老宅 笑着介绍道 陈董是不是也好奇 我们为什么住在这里 像是猜到了陈天的心事一般 孙子星的脸上 闪过一丝得意 自顾自地解释道 老宅后面有爷爷的药谱 还有后面的山 都是我爷爷的地盘 陈天安静地听着孙子星的介绍 他点点头 这里山清水秀 后有山 还有水流穿过 从风水上来说 这里占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住在这里的人 自然是顺风顺水 获得越来越滋润 而且孙家一家都是做的医药相关的生意和工作 那都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 自然是人望 才望事事顺心 走 咱们进去说 孙德海下了车 朝着陈天做出请的姿势 几人一起朝着老宅里面走去 管家等人早就打开了大门 供应尊贵的客人进入 孙德海和孙子星一起 迎着陈天走在前面 凤星等人跟在后面 看着老宅里青砖绿瓦 古艺盎然的建筑 凤星等人的毛子里充满了震惊 真不愧是要都孙家 这底蕴可不是一般的家族 可以比拟的 一进门就看到巨大的鱼池 周围摆放的都是植物盆栽 摆放的位置十分考究 看起来画面感极好 带着一种极致的美感 这是韵味可不是一般人体会的 陈天身具神级书画能力 自然轻松地捕捉到了 陈天淡然地看着 心中也是有些感慨 怪不得有句老话说 三代培养出一个贵族 家庭成员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 简直不要太深刻 看看这孙家祖宅里面的摆设 就知道孙家祖传下来的 可不仅是医术和财富 看看身旁带人接物 都自然大放的孙子星 孙家的教育 更是渗透在所有细节里 才能教育出这么优秀的接班人 凤星倒是想不到这个高度 他的心里在快速地盘算着 孙家的财力和底蕴 又是一阵微微心惊 众人一起穿过鱼池 走进了正厅之中 上好的黄花梨家具保养得很好 散发着木质特有的油光 空气里飘荡着好闻的木头味道 几位快快请坐 老爷子的笑容十分和蔼 早就厚在一旁的管家 这时候赶紧奉上了香茶 陈天点头致意 凤星几人也是到了险 看着青花瓷的差距 陈天端起茶碗 掀起碗盖来释放一下热气 随着热气的涌出 一时之间 正厅里面满是茶叶飘香 陈天提鼻子闻了闻 笑着对老爷子说道 这可是今年新的太平侯葵 真不愧是老爷子 这茶可是不好找 真正的太平侯葵产量不高 越是正宗的太平侯葵 冲泡后 越是能显出一股兰花的香味 陈天说着话 眼睛微微闭着 感受着茶中特有的兰花香气 能有这样味道的太平侯葵 也只有那几棵两百多年的母树上 才能有这样的味道 几棵树的产量并不高 可是老爷子 却能得到今年的新茶 这份能量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老爷子听着陈天说的头头是道 也是一阵震惊 他的视线来回打亮着陈天 仿佛对他的认识又多了一层 这个孩子的见识和眼界 确实是让老爷子出乎意料 原本老爷子拿出珍藏的太平侯葵 也是想显出对陈天的尊重 没想到陈天第一时间就喝了出来 可见人家平日里不仅喝过 还甚是熟悉 老爷子尽量的眸子一阵闪烁 对于陈天的好感更是多了一分 两个人如同望年交易般 讨论着茶道 陈天也不客气 直接建议老爷子多试试泉水泡茶 味道会更加不一样 老爷子一听 也是眼睛一亮 解释道 以前我也会订泉水过来 这两年感觉水质不行 也就用的少了 陈天认真的听着老爷子的话 很热心的给出解决的办法 您可以烧到100度 晾凉到75度 用来泡这样的太平侯葵刚好 绿茶本来就不需要极高的温度 更何况是新茶 温度可以适当的放低一点 听着陈天有理有据的分析 老爷子的心情极好 哈哈大笑着说道 好好好 和陈小有说一席话 倒是让我毛色顿开啊 老爷子就像是找到了忘年娇一般 和陈天畅聊着 就在二人说话的时候 孙家的正厅外面走进来不少人 看到那些人进来 老爷子对着陈天说道 来 陈小有 给你介绍一下 刚进来的这些人 都是孙家的核心人物 他们听说 陈天来到了要都 还要和孙家做生意 便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陈天看着众人 也是起身轻轻点头致意 主动招呼道 你们好 我是陈天 孙家的这些核心人物 看到陈天这么年轻 也是震惊了一番 他们都听说过陈天的事迹 对于这个年轻人 充满了好奇 现在看到长相气质俱佳的陈天 出现在面前 还是如此平易近人 众人对于陈天的好感更深了 众人纷纷走上前 和陈天做了自我介绍 也算是相互认识一下 毕竟都是孙家人 以后有了合作 肯定会有不少机会碰面的 等到大家说完话后 孙德海笑着看向陈天 问道 陈小有这次过来 应该是无事不登三宝店吧 我是来谈笔生意的 陈天自然不可能端着 自己是来寻药材供应商的 就算是孙家明知道他的目的 人家老爷子都亲自去接自己了 也不好让人家自己提出来 想到这里 陈天也就将自己原本的打算说了出来 我知道 孙家是药材世家 在华夏都是首屈一指 我现在想要不少药材 并且是持续性 大计量需要 这样的合作 除了医药世家之外 一般的药材商根本不可能合作 没有这么强大的底蕴 真要是断了货 对大家都不好 一瞬间 陈天的话 让在场的众人全都愣住了 也包括孙家家主孙德海 孙德海的眼睛瞇了瞇 也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陈天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不用多说了吧 这样的大生意 就算是孙家 也是动了心的 不知道陈小友 都需要什么药材 孙德海面色不变 笑着询问道 到底是孙家家主 叱咤医药界几十年的大人物 就是足够冷静 他得先知道对方的需求 要是做不到 就是孙家也不会轻易承诺 正是这份诚信 才是孙家药材生意这么多代 都不曾败露的原因 陈天一下子说出了不少的药材名 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药材 孙家的众人 听着陈天的需求 都是瞪大了眼睛 再加上刚才陈天已经说过 第一批药材的需求量之大 众人一阵作牙花子 怕是这一单生意 便是数十亿啊 更不要说 接下来还有持续的交易订单 在场的孙家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到了一丝惊喜 要是谈成了这个生意 即使是孙家也是大有好处的 这么大数额的交易 就代表着天大的利润 这样的一份订单 如果在药都里面传开 恐怕追上来的药材商 能把陈天为的水泄不通 不少人都将目光落在陈天的身上 他们已经知道 陈天的身份和事迹 但是他们不记得 这位陈董的公司里 还有医药这一部分业务 一单就要这么大的需求量 不会是要做什么研发吧 药品的研发可是难上加难 再加上中药的特殊性 一些药量上更是要斟酌 不可能简单的乘方 一位核心弟子担心有风险 他皱了皱眉头 还是主动站起来 说道 陈董 这样的大计量订单的话 可能需要您支付一部分的订金 孙家在药都的地位 自然是不必说 但是这位外来的陈董 也得拿出来点实力证明一下 要想合作 双方都要有绝对的诚意不适 陈天也是很理解 孙家核心弟子的意思 便点点头 硬道 当然可以 我能找上孙家 自然是看上孙家 在医药上的名声 一般的药材商 根本不可能长期供给他这样多的药材 而且 陈天要的是保质保量的优质药材 还是那句话 这间部门不可能大批量的逐一排查 真的有问题出现 那么影响的 就是整个药剂的质量 陈天要的是安心 不要说是定金 就是全款支付 对于陈天来说 也不过就是个刷卡动作罢了 看到陈天特别痛快地答应下来 那位核心弟子也是一喜 这样一来 他们孙家这次的交易 也就有了保证 老爷子在桌前坐着 他喝了一口茶 看了那个核心弟子一眼 他的表情和眼神 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但是说话的嗓音 却是沉了几许 陈小友的生命在外 不需要支付定金 我们孙家自然信你 这位可是英龙军部的 一星龙将 光是这个荣誉 就是多少人 想要搭上的大船 有了这样的 一位大佬庇护 生意做起来 岂不是更加顺风顺水 孙家的确是底蕴深厚 但是不代表没有人竞争 没有人觊予 这份巨大的财富 现在有金大腿出现在面前 怎么可以为了那点迎头小利 就错失了这么好的友谊 陈天既然年纪轻轻 就有了这样的地位 就绝不会是萧小之辈 孙老爷子 到底是沉得住气 分析的也够透彻 虽然他们没人见过陈天 但是奉心他们 可是认识的 星园集团的总经理 华夏里顶级的金融将才 这样的人物都说了 这位是董事长 哪里还会有假 而且陈天带来的苏天晴三人 一看身上的气势和动作 那就是军部成员 这样的人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驱使得了的 证据已经一桩桩一件件的摆在眼前 要是还要索要定睛 这是真的没有眼光 陈天淡淡一笑 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他对着老爷子说道 其实 这些还只是辅助的药材 就是不知道这位主要 老爷子 您能帮我搜集多少 主要 老爷子的表情终于有了松动 露出一抹惊讶的神色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是还是被陈天轻松捕捉 这么多的珍贵药材 居然还只是辅助药材 那一位主要 恐怕是难寻的好东西了 老爷子心里想着 嘴巴已经问了出来 哦 不知道陈小有说的主要 是什么 只要是力所能及的 我们孙家自然愿意为你安前马后 尽量搜集 孙老爷子很是看好陈天这个人 哪怕是一些不好寻找的药材 只要陈天开口 他也愿意利用手头的资源 帮忙寻找 这些资源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用到的 也只有孙老爷子可以动用 听到老爷子询问 陈天也没有任何隐瞒 直接说了出来 龙咸香 陈天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在一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中 再次补充道 要大剂量的龙咸香 他想要的是 大量量产体质药剂 所以龙咸香 是必须要大量且持续供应的 陈天的一句话 一瞬间就让在场的众人 全都愣住了 大剂量的龙咸香 这这这 孙德海听到陈天的要求 也是一瞬间的错愕 老爷子作者牙花子 有些为难地说道 陈小有 你说的这个东西 可是不好搞啊 还要大量和持续 更是难上加难 陈天既然是开了口 还说了是最珍贵的主要 那肯定就 不可能要现代的那些合成货 可是真正野产的龙咸香 那从古至今 都是稀缺的玩意 这种东西放在古代 都是要上贡给帝皇的 可见它的珍贵 饶食他们孙家的力量 这个龙咸香 也是不好搞到的 就是整个华夏 龙咸香的储备量 也没有多少 搜刮一番 说不定还不够陈天 一次性需求的量呢 最主要的就是 出于环保的考虑 华夏是禁止捕杀鲸鱼的 在这种条件下 想要凑齐陈天说的龙咸香 就更是难上加难 老爷子想了想 他看向陈天说道 陈小友 虽然这主要我孙家 不能给你找到 但是可以给你个龙咸香的消息 如果陈天真的想要 搞到龙咸香的话 可以考虑去守望角一趟 守望角 陈天文言眉头一挑 就听到老爷子 继续开口解释道 守望角是一块三不管地界 那里不利属于任何国家 所以自然也没有限制 不允许补金 最主要的就是 那里很多普通的渔民 他们的过活方式 就是在海里补金 如果说 哪里有可能有大量的龙咸香 守望角绝对是一个大宝藏 即使是孙家这样的大家族 在有需要的时候 也会去守望角 进购一些药材 龙咸香在咱们这里是 有市无价的好东西 在守望角里 可是当地特产了 既然是当地特产 无论是品质还是价位 绝对都是相当一流的好东西 听到孙老爷子的话 凤心的眉头皱了起来 老爷子守望角那边不是说 海盗和各种组织十分复杂吗 对 的确是如此 孙老爷子直接回答道 要不是因为混乱 守望角也不可能成为 一块三不管的地带 要真的是归属于某个国家 龙咸香也就成了 他们敛财的工具 想要过去收购 恐怕也是难上加难 凤心一听 岛上的情况复杂 立刻就担心起来 虽然他知道 那种体质药剂的珍贵 但是要让自家的董事长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凤心是第一个不愿意 那些海盗和组织的人 能是那么好说话的 可能陈董一上岛 就成了他们嘴里的肥羊了 凤心想到这里 眉头皱得更紧了 陈天听着老爷子的讲述 心里也是有了大概的想法 他点点头说道 问题不大 那我就亲自去守望角一趟 不过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没有人帮我引荐 在那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想要大量收购龙咸香 还没有人引荐的话 恐怕容易叫人盯上 陈天倒是不怕被人盯上 他就是纯粹不喜欢麻烦 如果能简单一点成事 那是最好不过的 就在陈天的话说完后 一旁的孙子星忽然开口接话道 守望角那边 我倒是去过几次 和那边有的组织首领也是认识 我倒是可以和陈董一起去 听到孙子星的话 陈天顿时一笑 他的眸子里闪过了一丝亚意 询问道 孙大小节一个女生 居然还去过守望角 真是厉害了 去那种三不管的地方 你也不怕 陈天确实是没想到 孙子星会去过守望角 不过接下来孙子星的话 倒是解开了陈天的疑惑 我以前都是带着不少人过去的 虽然有时候 只是去收购一些药材 但是毕竟是医生出身 也会为那边的民众 进行一些简单的治疗 医生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职业 正是因为这样 孙子星才得以平安归来 还能每次都满载而归 到了那种地方 你曾经是什么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可以为人家做点什么 来突出你的价值 孙子星说到这里 漂亮的眸子看向陈天 笑盈盈地说道 再说了 这一次我是和陈董一起去 陈董都不害怕 我这身份就更加不用怕了 孙子星的话说的质地有声 老爷子孙德海 看向自家孙女的目光 也是充满了欣赏和欣慰 孙家的那些核心和高层门 也是高看了孙子星一眼 毕竟孙子星这一步 可是为了撮合成生意的关键一步 有了这份情意 而且主要有了着落 他们的合同是拿定了 最主要的就是 这样一来 孙家和陈天的关系 也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陈天文言也是淡淡一笑 不管是真的信任 还是出于合同的角度 孙子星的这话 多让人心情舒畅 看了孙子星一眼 陈天又看向众人 忽然见一道 还不急着做决定 不如带我先去看看药材如何 孙家的药材确实是有名的 但是陈天既然已经来了 也要看一看品质 看到陈天这么认真 孙德海不仅不觉得麻烦 反而是很认同地笑着说道 好 我亲自陪陈小友去看一看 无论是做药材生意 还是做医生 最主要的就是要胆大心细 所以孙德海很是高兴地起身 带着陈天朝着宅子的后院走去 不如带你看看 我们自己的药谱 其他的品质也是基本一致 如果以后质量上出了岔子 你随时可以来找老头子的麻烦 孙德海对于自家的药材 那是相当有信心的 不管是自己种植的草药的 还是收购上来的药材 那都是最好的品质 而且孙家对于药材把关十分严格 什么规格就是什么规格 绝对不会烂于充数 也不会去造价 也正是这份真诚 也让孙家越来越繁荣昌盛 孙德海在前面带路 后面是一种孙家的核心 和高层门跟着 穿过一道道院落 终于来到了孙家后面的药谱 药谱的外面正晒着大片的药材 陈天跟着众人走上前去 路过的时候 陈天拿起一株干草式的东西闻了闻 笑着说道 这是今年新收的防风 管理得不错 种植出来的品质很好 陈天伸手捏了捏干巴巴的黄色的根筋 十分熟忍地说道 长得这么好 怕是种在了背影的山坡上 孙家的众人一听 顿时一愣 他们根本没想到 陈天居然懂得这么多 防风并不算是多么珍贵的药材 能把它认出来倒是不难 但是连种植的年份都知道 还能看出种植的位置 这就绝对是行家里手了 接下来 陈天又是看了一些药材 这些都是自己需要的品种 自然要上心一些 陈天看着那些药材 只是简单地上手摸一摸 闻一闻 就能说出来 这些药材的用途 可以防治的病症 最厉害的就是 连这些药材的年份和橙色 也是说的十分准确 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介绍 陈天自己 就像是人性检验机一样 分析的那叫一个透彻 陈天亮出这一手 立刻让孙家不少人 另眼相看 毕竟这样的技术 就算是孙家的一些高层 也只能是看个八九不离十 还并不能保证一定准确 但是陈天就是简单地看了看 还没有他们检验的手续多 但是却能说的百分之百准确 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对这位年轻的董事长 肃然起敬 所有人都是打心眼里确定 陈天确实是要走 药物研发这条路 人家自身就对这一行 是非常了解的 众人都对陈天高看了一眼 孙德海也是笑呵呵地 看着陈天打去道 陈董这样的层次 要是和我们孙家抢生意 我们都要没有信心了 听到孙老爷子这么高抬自己 陈天连忙摆摆手 十分谦虚地说道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就是略懂而已 可不敢和药王的后裔相提并论 孙家核心和高层们 你这一句话 可是把我们都被骂在里面了 明明已经比我们更高明了 还说是略懂 这这这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面对这样谦虚有理的后背 孙老爷子对于陈天更加喜欢 更是带他去看了自己心爱的药园 那里种植的 都是一些珍贵的中药材 而且是市面上极其难找的那种 老爷子有些得意地展示着自己的成果 对着陈天神秘兮兮地说道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特殊药材 就跟我说 我尽量给你找 孙家的底蕴和手段 可是一心一意放在医药方面 可以在这些努力上看得清清楚楚 光是这么大片的药园 打理下来也是非常费心力的 而且药材可不是大棚蔬菜 一年可以长出好多次 很多的药材想要药效好 需要很多年的种植才可以达到 孙子星跟在爷爷的身边 这时候也是笑呵呵地说道 陈董 你可别谦虚了 说着话 孙子星已经对着自家爷爷说道 爷爷 陈董的医术可是不弱呢 就是孙女和他比起来 也是自愧不如 孙子星的话说的声音很大 周围不少孙家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齐刷刷地看向陈天 眼睛里带着疑惑和不相信 孙子星可是老爷子亲自带出来的徒弟 不仅是得到了老爷子的真传 他本人也是聪慧机灵 在年轻一代 都是不遑多让的佼佼者 他居然主动承认 自己的医术不如陈天 孙家的不少人 开始还以为孙子星是客气 可是当他们看到自家大小姐的表情后 就更是震惊了 难道陈天真的会一术 不只是孙家的人 就连老爷子也是略显惊讶 孙子星看到众人的眼神 直接说出了在机场的时候 陈天救了小女孩的事情 那种按摩的手法 我只是在书里看到过 但是达到的效果 我是望尘莫及 孙子星这话可不是望自菲薄 他事后仔细地想了想 如果换作是他来救助那个小女孩 也不敢用这样的方式 按摩穴位 刺激肺部气流涌出 这对于穴位和病人情况的要求 太复杂了 孙子星自认为根本做不到 但是陈天做得行云流水一般 他当时的表情里 充满了平和以及自信 也正是因为如此 孙子星才会这样看好陈天 这都是有原因的 完全是被陈天的医术所折服 众人听着自家大小姐说的话 都是满脸的震惊 没想到啊 陈天居然还有这样的医术傍膳 怪不得人家敢走医药的路线 这是胸有成竹啊 老爷子和一众孙家高层们望着陈天 心里满是感慨 这位年纪轻轻的董事长 到底还有底牌 是他们不知道的 这个年纪就有这样的成就 未来更是势不可挡啊 众人对陈天再也没有了丝毫怀疑 毕竟他们都很清楚 在老爷子的细心调教之下 孙子星的医术到底是何种水平 他既然说出这样的话 再加上孙子星的神情 那绝对不是夸大其词 而是确有其事 当下 在场众人对于陈天更是敬重有加 和这样精彩绝艳的人合作 随着对方的壮大 他们也会水涨船高 一时之间 孙家的高层和核心们 对于陈天不仅是敬重 也是更加热络起来 孙子星对于陈天的按摩手法 也是充满了好奇 他当然不是想要偷师学艺 而是谦虚地请问 陈董 您是怎么控制刺激肺部的力量呢 对于手法 孙子星更是好奇 陈天是如何通过按摩 来控制力度的 毕竟对方是一个小女孩 小孩子的体质较弱 如果控制不好 很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陈天倒是毫不避讳 直接对孙子星说道 按摩的既然是学位 自然就能得到学位的反馈 这种反馈不太容易说清楚 就和整脉一样 但是平段的程度 要更加艰难一些 陈天看着一脸认真的孙子星 笑着说道 孙大小姐 应该只注意到了我按摩的手 没有注意到我另一只手 一直在进行把脉 随着脉搏的跳动 再加上学位上的反馈 陈天自然是完美地 把控了小女孩的情况 孙子星很认真地听着 这一次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充满了敬佩和崇拜 和他年纪相仿的陈天 他的医术太精湛了 陈天刚才说出来的一些理念 是他都有点难以理解的高度 孙子星仔细地听着 心里也是有了一定的想法 更是打定了主意 接下来要更加努力地钻研医术 就像爷爷曾经说过的那样 学医的人就要一辈子学习 不断地进步 才能救治更多的患者 走吧 陈小友 我再带你去看看其他的药材 孙德海和蔼地招呼着陈天 准备带他去药材仓房看一看 陈天想要的大部分药材 都在那边储备着 在孙家众人的带领之下 陈天见到了他 想要订购的各种药材 以及各种药材的储备量 看着这个储备量 陈天对于孙家的药材 也是有了一些概念 孙德海笑眯眯地看着陈天 说道 怎么样 这个质量和数量 陈小友还满意吗 陈天点了点头 说实话 孙家现在的药材质量 比陈天想象中的 还要更好 如果一直有这么高级的药材储备 那么体质药剂的质量 也就有了保证 真不愧是孙家 这样的药材质量 我很满意 陈天笑着回应道 一时之间 现场的气氛和谐极了 孙德海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他和蔼地拍拍陈天的手臂 放心吧 以后给你提供的 将一直是这样的品质 这是孙家给陈天的保证 也是孙家一直以来 做生意的信念 接下来 就是要看陈天主要 那边的进展了 与此同时 在西方的一个家族庄园之中 巨大的水晶灯 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落 阳光打在上面 映照出五颜六色的光彩 水晶灯下方 是一张巨大的长形会议桌 不少穿着顶级定制服装的男女 坐在桌旁 他们的脸上 带着一丝冷峻 一个个皱着眉头 似乎正在被什么事情苦恼着 也正是为了这件棘手的事情 所以他们召开了这次的高层会议 坐在手座上的是一个老者 他虽然大了 但是一身合体的西装 穿得一丝不苟 就连衬衫的纽扣 都是寄到第一个 一看就是个性格偏执的人 老者的目光 在众人的脸上扫过 一个倾靠在椅子上的女人 站起身来 声音清朗地说道 我们最近了解到 华夏好像出现了一款神奇的药剂 女人的欧视大眼睛 极为深邃 此时却眯成了一条缝 就像是一条随时等待出击的毒蛇一般 他慢条思理地讲出了 药剂的神奇之处 据说那种药剂 可以调整一个人的体质 而且不限于年龄 任何年龄段都非常适用 不仅是可以让体虚的人 身体得到强健 还能让身体健康的人 身体极限达到一个更高的程度 在场众人一听到女人所说的功效 顿时响起一片哗然 他们一个个都是 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这样的药剂 要是自己的家族拿到 绝对可以更上一层楼 而且通过他们的运作 这种药剂 也能成为他们笼络人的一种手段 会议上的众人 呼吸开始粗重起来 他们一个个都活跃了起来 纷纷开口说道 华夏怎么会忽然出现 这样神奇的药剂 消息可靠吗 不管这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我们都有必要 安排人去打探一下 万一是真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错失这一次的良机 对 这样的好东西 要不然就不能让它上市 如果想要上市 我们就要分上一杯羹 只要是让他们分了一杯羹 以后的局势 就不是华夏送控制的了 至少海外的这些市场 就要由他们说了算 众人的眼睛里 已经放射出贪婪的光芒 不少人甚至有想法 商量一下资源分配的方式 有了这样的药剂 一年万亿的收入 也不过是洒洒水而已 这样的利润 还是要看他们 如何分配药剂的分发 为首的老者 看着一个个高层脸上的贪婪 他的毛子里 闪过了一丝不屑和愤怒 他手里的拐杖 在地上用力地敲了敲 发出咚咚的闷响声 这声音一响起 就像是死神举起了镰刀一般 所有人瞬间闭了嘴 老老实实地看向老者 等待着对方的训事 看到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老人这才冷哼一声 他看向说话的女人 居高临下的口吻问道 这样的药剂 有没有拿到样品 样品 想到药剂的超强效果 在场众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动了心思 女人听到老者的问话 也是面色一善 有些尴尬地说道 对不起 没有样品 也不是他们的人不办事 不想着拿到样品 实在是这些样品 被把控得太厉害了 女人看着老者越发难看的脸色 连忙开口解释道 现在的这个体质药剂 只流入了华夏军部 以及一些达官显贵的手里 这些人都是现场服用的 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 而且似乎是为了 防止药剂的事情泄露 这些药剂服用之后 就连瓶子都被收走了 看到老人皱起的眉头 女人的额头上 已经冒出了危汗 快速地汇报道 不过我得到了确切消息 这个药剂 应该是出自一个 叫做陈天的人手中 陈天 女人看到老人的脸色 有所缓和 连忙拿出了陈天的资料 分给了在场的众人 这是我得知她的消息后 立刻安排华夏的人手 调查来的资料 虽然陈天的档案加了密 但是这样的大人物 想要搜寻一些信息 还是非常容易的 那些人拿起陈天的资料看着 也是一阵嘴角抽搐 竟然这么厉害 这还是个人 二十岁出头 还是毛头小子一个 不仅已经成为了一星龙江 还有那么庞大的产业 在场的高层们 都是震惊不已 小声地议论起来 这怎么可能 在华夏那边的历史上 可从来没有这么年轻的龙江 这小子有什么特异之处 能让军部这么看重 产业可以是继承家里的 组织一个苏行商会 也可以是靠着祖辈的盟姻 或者大佬的扶持 但是这龙江 可不是别人能帮的 我觉得 你们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 说不定那个小子 就是拿着这种药剂 换来的这个蜂江呢 高层们各持己见 虽然他们承认 这个叫陈天的有点优秀 但是也是不足为虑 一个华夏的龙匠而已 他们想要收拾 也不是不可能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那个女人再次开口说道 根据我得到的最新消息 那个陈天 最近已经抵达了药都 她去药都的目的 已经非常明显 怕是要对这种药剂 进行大量的生产了 女人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一众高层们 立刻眼睛一亮 纷纷开口见一道 既然已经知道了对方的意图 我们还在等什么 立刻安排人过去 和这个陈天进行接触 咱们必须是最快的那个人 对 无论是用什么方法 尽量拿到这种药剂的配方 就算是拿不到配方 也要拿到海外的销售权 只要拿到了东西 就不是华夏能做主的了 哼哼 如果她合作最好 要是不合作 我们也要用手段拿到 毕竟这药剂 可以说是跨世纪的产物 这种好东西 华夏那种地方的人 怎么会晓得 怎么使用 只有在我们这样的人上人手里 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高层们一通说 他们都是明白 这种药剂的重要性 心里都是打定了主意 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都一定要拿到药剂的配方 再不计就拿到销售权 他们可以一边改进药方 一边做好销售 安排工作 到时候 就算是华夏的市场 一样会被他们完全反控 一位高层的脸上露出一丝宁笑 说道 什么华夏的医学传承 只要在我们养的医疗团队里走一圈 立刻就能知道是什么成分 到时候 他们想要模仿 改进 还不是手道擒来的事情 女人听着的话 也是眉头一皱 说着自己的担忧 如果对方是个普通人 我们的做法 自然是没问题 但是对方是龙江 而且还是在华夏的地盘上 这他们还怎么耍手段 华夏的人也不是傻子 要是知道 有人动了他们的龙江 还能袖手旁边 他们知道这种药剂的好处 难道华夏的军方不知道 消息里可是说了 华夏军部大哨人已经喝了药剂 而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这样的好东西 华夏的军方势力 恐怕也是会保护的 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大意 很可能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老者听了女人的话 也是认同的点点头 但是这种体质药剂的效果太好了 他们是志在必得的 不过现在的形势来看 确实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老者想了想 对着女人说道 让手下的人先观察一下 不要轻举妄动 既然对方的身份特殊 倒不如好好观察一下 找到对方的破绽 到时候一击中的 毕竟对方的龙匠身份 还是让他们有些投鼠忌气的 而且 这种事情也不急于一时 还是从长计议 寻找到一个好的突破口更好 老者发了话 在场的众人皆是点点头 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任何 相反的意见 不过在场的高层们 都是动了心思 要是这么大的功劳 记在自己身上 岂不是爽歪歪 心里这样想着 但是他们一个个 都是保持着面上的严肃 谁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此时的陈天 已经在孙家人的带领之下 逛完了药材仓库 陈天对于孙家的管理 已经各种品级分类的严格程度 有了极高的评价 跟这样的家族合作 才是真正的放心 尤其是孙德海老爷子十分敞亮 对于合同的细节 也是说得清清楚楚 药材的质量和数量 我们必然会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供 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们都可以联系我们孙家 我们自然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陈董看好我们孙家 我们自然也不会辜负这份信任 只要是该他们承担的责任 也是一点都不会逃避 陈天点点头 身后跟着的凤星也是非常高兴 众人有说有笑的朝着庄园方向走来 孙子星走在陈天的身边 笑着对他说道 陈董 我们是不是加个联系方式 我先和那边联系一下 到时候给你消息 陈天直接拿出微信二维码 两个人加了微信好友 孙子星一面给陈天加备注 一面对他说道 我会和守望角的组织联系好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陈天点点头 自然是答应下来 孙德海看着众人 再看看时间已经不走 便对陈天提议道 陈董 我们回去喝点茶休息一下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现在他们已经达成了初步意向 这样的好事 自然是要吃个饭 庆祝一番 孙家的核心和高层们 立刻开始去准备 在他们孙家的地盘上 又是这么一件大喜事 一定要准备一顿盛宴 绝对要上档次 高大上 陈天在孙德海的招呼下 再次回到了孙家的正厅里 和老爷子喝着茶 老爷子这次拿出了 极品诗风龙井 很是炫耀地说道 陈小友 你喝喝看 这也就是你 若是换了另一个人 我也是 舍不得拿出来呢 看着老爷子献宝一样的神情 陈天也是一乐 孙家老爷子这种性格 倒是有点意思 那些孙家的高层和核心成员 看到老爷子的样子 也是一阵黑线 连忙找了个借口去忙活了 美食很快就端上了桌 不仅食材顶级新鲜 孙宅里的厨师也是顶级的厨艺 一桌美食做的色香味俱全 孙家的高层都坐在旁边陪着 都是医药世家的人 所以也没有人喝酒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 同时品尝着美食 一时之间气氛十分融洽 众人都是以茶代酒 凤兴等人和那些高层们 也是聊得很好 老爷子看陈天吃着东西 笑呵呵地说道 陈小友 有时间你要常来我这里做客 我们家厨师还有不少拿手菜 下次再做给你尝尝 陈天也是淡笑着硬下来 说道 好的 那我就记下了 老爷子 你以后别嫌我烦就好 孙子星坐在旁边 他时不时地给陈天家一些菜到碗里 服务得相当周全 老爷子看到自家孙女这么会来时 也是满意的点点头 一顿饭很快吃完 陈天也是站起身来 对着老爷子和一众孙家高层说道 今天多谢各位的款待 时间已经不早 我们就先回去了 老爷子也没有继续挽留 他朝着管家吩咐一声 快点去备车 送陈董回去 他们今天过来的时候 是老爷子亲自带着车队 去酒店接过来的 现在陈天要离开 他们自然也要安排车子去送 一众高层重心捧月一般 将陈天送到了门口 看着陈天上了车离去 众人站在门口 一直到车子完全看不到了 这才缓缓地收回了视线 朝着大宅走去 陈董 咱们现在去哪里 司机十分恭敬地询问道 他们出发之前 已经得到了管家的嘱咐 自然对陈天等人异常地恭敬 陈天直接对司机说道 送我们去酒店就好 司机点点头 立刻驾驶着车辆 朝着酒店的方向击驰 要渡的路况很不错 并没有很堵车 众人很快就来到了酒店门口 凤星先是下了车 把手挡在车顶处 迎着陈天下了车后 孙家车队也就离开了 众人一起走进了酒店 凤星看向陈天 恭敬地询问道 陈董 咱们需不需要提前开个会 毕竟接下来约了要去守望角 说实话 那么危险的地方 凤星还真的不想让陈天过去 如果一定要有人过去 自己可以代替陈董过去 探一探情况 不过现在陈董 已经和孙子星计划一起过去 凤星就想着 是不是提前调查一下情况 以免到时候 遇到不必要的危险 陈天看了看时间 他知道凤星的想法 轻轻拍了拍凤星的肩膀 说道 算了 今天天都已经黑了 而且 大家也都累了一天 先抓紧休息吧 反正也不是立刻就出发 接下来 还有时间可以慢慢商议 凤星也确实是有些累了 今天一大早就坐飞机飞来了要多 到了这里 就是各种交际 去了孙家 又逛了好久的药员和仓库 确实是需要好好休息一番 和陈天打过招呼后 凤星几人就各自回了房间 陈天一个人回到了总统套房之中 他也是 先去洗了澡 洗去了一天的疲累 洗完澡精神了没有半小时 陈天就感觉有些困了 也是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陈天睡到自然醒 他打电话叫上凤星等人 一起去餐厅吃了早餐 刚刚走出餐厅 陈天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孙子星给陈天发来了微信 陈董 今天有时间吗 我们面谈一下 陈天直接将酒店的定位 发给了孙子星 并且回复道 好 那我在酒店里 恭候孙大小姐的到来 发完微信 陈天就对凤星等人说了 孙子星要过来的事情 凤星几人 也是跟着陈天 一起回了总统套房 等待着孙子星的到来 陈天给客房服务打了电话 让对方给自己 送来了一套紫砂茶具 这里不是精灵 没有顶级的茶叶 不过酒店里也送了一些茶 看起来也算是可以 在陈天的神级茶艺炮制之下 茶香味道 瞬间充满了整个会客厅 陈天给凤星几人倒上茶 茶味有一点点色 但是下一秒 就是满满的回甘 味道十分独特 凤星几人都是眼前一亮 喝得十分满意 陈董 真不愧是您的手艺 这味道 和那些好茶 几乎没有区别 凤星对陈天的茶艺赞不绝口 除了那一丝 可以忽略不计的色 手中的茶汤简直完美 陈天听着凤星的话也是一乐 又给他续上一杯 几人并没有等待多久 孙子星就来到了酒店 敲响了总统套房的大门 一看到陈天 孙子星漂亮的眸子 瞬间被点亮 他一边朝着套房里面走着 一边对陈天笑眯眯地说道 我已经和守望角那边的组织联系了一下 我们可以过去 虽然那些组织允许他们上岛 但是岛上面的情况错综复杂 也是要小心行事 毕竟获得对方的同意已经是不易 人家自然是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保护 上了岛之后 一切的行为都要自己负责 孙子星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担忧 他叮嘱着陈天挤人 手望角那里还是非常危险的 那里可不受法律限制 谁的势力大 谁的拳头硬 谁就说了算 孙子星可不是危言耸听 他是亲自在那里生活过的人 虽然时间并不久 但是看到的那些肮脏事 却是一点都不少 在那里 孙子星彻底明白了 什么是法外之地 现在要带着陈天一起过去 无论是出于自己的想法 还是家族的利益 孙子星都不希望陈天有事 听着孙子星一板一眼的介绍 陈天仰起嘴角 淡淡地说道 没关系 只要是能拿到我们想要的龙咸香 一切都不是问题 以陈天的实力来说 他自然不会怕事 如果那些手望角的人不老实 一定要和他找事的话 陈天也不介意交易叫他们做人 孙子星倒是在心里盘算起来 他忽然看向陈天 开口询问道 对了陈董 你应该会用枪吧 用枪 陈天有些诧异地看了孙子星一眼 孙子星一看陈天的表情 连忙解释道 陈董 手望角那边很危险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安全起见 咱们到了那边 可能都要配枪的 当然 配枪的前提是会使用枪械 否则这么危险的东西戴在身上 极有可能会误伤自己和队友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孙子星打算对凤星几人 进行一下枪械培训 当然 陈天在孙子星看来是不需要的 毕竟是龙江 但是凤星一个总经理 孙老爷子和孙女聊天的时候 可是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一照面就判断出 陈天的几个保镖绝对都是好手 有这样的保镖跟随出行 他们的安全性也有了很大的保证 不过凤星倒是没准不会 所以今天过来也是特意和陈天说一说 陈天轻浮着自己的下巴 枪械吗 自己好像真的不太会 这个时候再去练习 是不是有点晚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天的眼前忽然弹起一道光幕 你的家检测到了主人的渴望 主动贡献出神级枪械技能 看着面前弹出的光幕 陈天的嘴角上扬起一抹笑容 真不愧是自己的神级家 确实是非常贴心了 现在神级枪械知识已经完全吸收 陈天对孙子星说道 我枪术可能还行吧 然后孙子星看向凤星 凤星倒是无奈 我还真不会 听到凤星说没有 孙子星也是笑了 不过笑容里没有丝毫不屑或者是轻视 他笑着对凤星说道 要不明天咱们去训练场学习一下吧 也不需要练习得多好 凤总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咱们学个基本的操作就可以 孙子星看着凤星尴尬 便开口劝道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其实我今天过来之前 就已经订好了场地了 我们这里的射击场 可是省内唯一一家 实弹射击的训练场地呢 那里不仅是有合适的场地 就连教练也是极好的 非常有素质 枪械知识也丰富 确实是个学习射击的好地方 陈天看孙子星坚持 便说他也一起得了 毕竟他也想要看看神级枪械的厉害 他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凤星 说道 也行吧 倒是可以让凤星学习一下 到时候去了守望角 也算是多了一种保命的技能 陈天又看了看苏天晴几人 他们几个人本身就是军部出身 应该不需要练习了 话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孙子星在一旁建议道 反正我都已经预约好了人数和位置 大家就多练习一下吧 毕竟在华夏的境内 除了军部里的战士 也就只有在这样的地方 才能尽情地使用实弹进行训练 就算是苏天晴等人曾经很厉害 但是射击还是要经常练习 才能有最好的手感 足够的准度 才能威慑敌人 陈天也没有多去反驳 他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了 他台湾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要中午了 陈天对着众人说道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我亲自下厨 一听说陈天要下厨 凤星和孙子星顿时一愣 连忙拒绝道 这怎么行 且不说陈天的身份 怎么可以给他们做主夫 就看陈天的这个年纪 做的饭恐怕也是不敢恭味 孙子星想了想 他拿着自己的手机 想要挑选一家附近的餐饮店 苏天晴几人则是 完全不一样的表情 脸上满满都是向往的神色 他们几个可是吃过陈天的手艺 那滋味 简直是太棒了 凤总 你一定要尝尝看陈董的手艺 我保证 你吃了一次 就忘不掉了 苏天晴不好意思去劝孙大小剑 干脆就拿凤星下手 他说话的声音没有刻意压低 孙子星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孙子星和凤星对视了一眼 有些不相信的说道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不会是 有阴谋吧 陈天这么年轻 又学了这么多东西 还能有时间做饭 让凤星忘不掉 也有可能是太难吃了吧 听着两个人不相信的话 陈天也是一乐 他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说道 行了 就这么定了 你们能吃辣的吧 陈天的一个问题 完美地转移了几个人的注意力 无论是凤星 还是苏天晴几人 几乎是一口同声的说道 嗯 我们那是太能了 简直就是无辣不欢 陈天看着他们 一个个快要流口水的样子 随即看向一旁的孙子星 孙子星迎着陈天的目光 十分傲然地说道 我当然可以了 魔鬼娇我都不在话下 好歹他也是堂堂孙家大小姐 还能比谁差了去 陈天一挑眉 对着众人说道 既然都能吃辣的 那行吧 我和天晴出去买点菜回来 中午给你们做一顿川菜 既然都能吃辣 也都爱吃辣 陈天就打算多多的辣椒 网上招呼了 陈天说到这里 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凤星 吩咐道 凤星 你和孙小姐讨论一下 接下来的详细事情 凤星一听 自然是忙不迭地印下来 毕竟在凤星看来 手望角那里太过于危险 带着陈董一起去 他就要各方面细节 全都考虑好 现在 陈董给自己机会 让自己和孙子星讨论细节 那是珍珍说到凤星的心砍上了 陈天看着凤星兴奋的样子 也是摇摇头 招呼着苏天晴 朝着外面走去 苏天晴十分恭敬地 跟在陈天身后 等到二人上了电梯之后 才开口询问道 陈哥 我们这是去哪里 说着话 苏天晴已经打开了手机地图 准备帮着陈天 搜索最近的位置 苏天晴一边摆弄着手机 一边有些懊悔地说道 陈哥 早知道您要在这边待上一段时间 我应该开着车过来的 陈哥再要度出行也能方便一些 陈天听着苏天晴的话 心里一暖 笑着说道 不至于 咱们就是去附近买点食材 还有调料什么的 方便得很 而且 车子哪里需要苏天晴大老远地开过来 如果有需要的话 陈天直接去4S店提一辆新车就是了 做人嘛 肯定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看着苏天晴有些内疚的模样 陈天用力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大声地说道 今天中午给你们做川菜 也叫你们尝尝 什么叫做地道 一听陈天说要做川菜 苏天晴就觉得嘴巴里口水直流 馋得不行 陈哥的手艺那么好 要是那样的厨艺 做出又香又辣的川菜 得是什么神仙味道 陈天看着面前的苏天晴 心里暗暗地想着 不管是苏天晴几人 还是凤星 都是专心给自己干活的人 这样的人 陈天自然不会亏待他们 而且 陈天发自内心来说 他本人也是非常享受 和自己兄弟吃饭的感觉 陈天和苏天晴一出电梯 就迎面看到了大唐经理 大唐经理 昨天也在胡欢迎的队伍之中 知道这两位是尊贵的客人 便笑呵呵地走上前来 说道 二位要出去吗 需要我安排车子 送二位过去吗 苏天晴一听 也是一喜 便对着大唐经理点点头 应道 好 那麻烦你了 大唐经理连忙去安排 他哪里会怕麻烦 巴不得和陈天几人多接触一番 在酒店专车的护送之下 陈天带着苏天晴 去了附近的超市 进行大采购 陈天一进超市 立刻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无论各个年纪的女性 都对着陈天投来了惊艳的眼神 就像是多大的女生都爱美一样 女人无论到了哪个年龄段 对于帅气的男生 都没有任何抵抗力 他们尽量自然地围拢在陈天的周围 还不忘压低了生意 和身边的人议论两句 这个年轻人长得真好看 看看那双眼睛 就像是大海一般深邃 说不定是个有故事的小男生 小哥哥一看 这很有钱 家世一定非常好 你看他的气质 可不是一般人身上有的 完全就是贵族的气息 这么帅气的男孩子 居然还会逛超市 太有烟火气了 这样的帅哥做饭 画面一定没得不敢看 陈天丝毫没有在意那些目光 他仔细地挑选着食材 看着品种和产地 穿菜最重要的 就是辣椒和花椒的选材 陈天在调料区转了半天 选择着适当的品种 陈天眯了眯眼睛 他记得几个人都说 自己是很能吃辣的人 便也没有打算留守 几种辣椒都买了一些 这些按比例搅碎后 用油一炸 味道简直是绝了 尤其是几种味道 比较辣的辣椒 陈天更是买了好几袋 既然说了 要让他们吃得尽兴 调料就更是要绝对足量 苏天晴还是如平常那样 尽职尽责地 跟在陈天的身边 警惕地看着任何 忽然靠近的人群 在他的眼睛里看来 这些人都有可能 是潜在的威胁 为了自家陈哥的安全 就一定要打起12分的小心 绝对不能有任何疏忽 陈天又挑选了 不少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就在准备去结账的时候 陈天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自己买了这么多的辣椒 要是几个人吃了不行 似乎有点不太好 苏天晴已经去前面 排队等待着结账 两个人买完东西后 将购物袋 直接放进了车子的后备箱 陈天胆了胆手 对着苏天晴的说道 天晴 你和司机说 要不咱们找个药材店吧 陈天是想着 买点中药回去 自己熬点凉茶 不仅可以去火 还可以解辣 简直不要太实用 苏天晴听到陈天的话愣了一下 他呆头鹅一般地看向陈天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还在开口问道 怎么了陈哥 咱们做凉茶干什么 苏天晴看着陈天白嫩细腻的脸 陈哥看起来 也没有上火的迹象 看着苏天晴 一脸迷茫的样子 陈天也是一阵乐呵 这家伙 这是还没有感受到危机 看来自己平时对他们太好了 愣是没让他们感受过社会的险恶 今天 是时候感受一下了 陈天心里虽然这样想着 不过还是吩咐司机 在附近找了一家中药店 这里可是要都 中药店里非常的热闹 占了不少的客人 这些客人们 有男有女 什么年龄段都有 他们的手里拿着单具 等待着领取自己的药材 看到这么热闹的场景 一旁的苏天晴 忍不住开口感叹道 真不愧是要都啊 看看这里的客人 都是比较相信中医的 其他地方的中药店 可是很难实现这样的盛景 也就是几家声明远播的大店里 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陈天也是跟着点点头 他看着旁边等待的客人 排在了其中一对的后面 那一对人是几个男人 他们的手里都拿着药方 应该都是熟人 几个人一边等待着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几个男人的素质 一看就很好 虽然有些无趣 但是说话的声音并不大 只有他们几个人可以听到 完全不会打扰周围的客人 陈天站在他们的身后 也是为他们的素养点赞 看着几人身上的衣服 都是质量上好的大牌衣服 一个男人拿着药方扇风 轻轻晃动的手臂上 带着一块价格十几万的万表 也是身价不菲 陈天看着他们 交上手里的药方后 也是走上前去 对着柜台里面的掌柜说道 你好 我需要 随后陈天爆出了一串中药名字 柜台里的掌柜愣了一下 连忙拿笔记下 记录完药方后 那位掌柜的看了陈天一眼 好奇地追问了一句 小兄弟 你用这药才干什么 这都是良性药 掌柜的看陈天年轻 便顺嘴询问一句 听到掌柜询问 陈天也没有任何隐瞒 直接回答道 我想自己煮一些凉茶 掌柜的倒是没想到这个答案 他咧嘴一笑 看着陈天的目光里 带着笑意 还这么麻烦啊 出去买点王老吉啥的 不得了 毕竟能做到掌柜 一些中医知识 也是非常过关的 面前的年轻人 一看就面色红润有光泽 哪里有上火的样子 喝个王老吉 倒是足够了 陈天淡淡一笑 那东西 可不如自己这样煮出来的效果 那些东西 不过就是个饮料罢了 怎么可能和自己熬煮的凉茶 相提并论 掌柜知道陈天说的有道理 也是笑了笑 没有再说话 扭头去一边拿药了 就在陈天和掌柜说话的时候 一旁的几个中年男人 也是听到了二人的对话 其中的一个男人 瞬间就对陈天来了好奇心 刚好叫号机 喊到男人的名字 连忙去取回了自己的药 一拿到药包 男人就凑到了陈天的身边 十分自来熟地打着招呼 小兄弟 我看你对于中药很有研究啊 男人说完 还不忘记打亮了陈天一眼 毕竟按照陈天这个年纪 能够自己抓药熬煮凉茶 便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了 男人想到这里 看向陈天的毛子里 更是充满了欣赏 刚才陈天一进来 其实男人就已经注意到了陈天 毕竟如这个年轻人 一般好模样的男生 男人还真是没见过 明明长得白白嫩嫩 但是一身的气势 却是阴气蓬勃 令人眼前一亮 现在又见陈天 居然可以自己抓药配凉茶 让男人对陈天 又多了一丝好奇心 陈天看着男人一脸的和气 也是笑着回了一句 我就是自己喜欢倒过这些 陈天这么说 倒是没什么问题 虽然他身具神级医术 但是毕竟 自己没有任何医学相关的证书 连个赤脚医生都算不上 这可不就是自己倒过 自学成才吗 陈天看着和自己说话的男人 看着他眼睛里的红血丝 和有些泛红的脸颊 说道 你这火气不小 要是也想试试 可以和掌柜要一份一样的 就在男人愣住的时候 旁边的另一个男人凑过来 插话道 你是医学院的学生 怎么样 以后要不要来我旗下的医院干干活 男人也是看着陈天十分沉稳 而且还给自己朋友 分享凉茶配方 也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 便想着帮他一把 听到男人的话 旁边的几个男人 都是笑了起来 你这小子 怎么跟上赶着抢人一样 别把人家小伙子吓走了 其余几个男人 都是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对于陈天的观感 都是非常好 毕竟这个社会很现实 看脸 男人被几个朋友挤兑了 也是毫不在意 反而是兴致勃勃地看向陈天 等待着年轻人的回复 陈天也没想到 男人这么认真 他一条眉 连忙挽拒道 不用不用 男人们顿时愣住 这 不用 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直接拒绝了 那几个看热闹的男人 瞬间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到了无奈 这个年轻人心性不错 人品也过关 就是似乎 不太会抓住机会 如果有一天他知道 自己到底 错过了一家什么样的医院 一定会后悔莫及的 发出邀请的那个男人 倒是没放在心上 他看着身边的几个朋友 都拿到了药 朝着陈天白白手 就准备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中药店的大门 从外面打开 几道西装革履的身影 走了进来 他们的步伐 快速且稳健 脸上也都带着精干的表情 几人走进店里 只是大概的打量了 一下店里的情况 就朝着柜台的方向走来 正准备要走的几个男人 看到进来的这几道身影 尤其是为首的那人后 眼睛瞬间一亮 男人们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都从对方的毛子里 看到了一丝震惊 为首的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这家中药店的东家 孙家的人 而且是孙家的核心人物 这样的人物 在要都里 谁人不认识这样的金字塔间 一看到孙先生走进来 几个男人也是快走几步 赢了上去 想要过去打个招呼 孙经理 您可真是认真负责 一天都不会放松 对于店铺的管理 您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啊 这也就是孙经理 才能做到十几年如一日 每天都亲自到店里来查账 还是风雨无阻 要不然 怎么一提到要都孙家 人人都要竖起大拇指呢 还不是因为 这样持之以恒和坚持 几个男人一边说着 已经走到了孙经理的面前 想要和他握手 他们的手已经伸了出去 做足了姿态 这时候 不少店里的客人 都看到了孙经理的到来 他们都是要都的本地人 自然是知道孙经理的尊贵身份 一时间 不少人都是跃跃欲试 想要过来找个机会 和孙经理攀谈上两句 这样的顶级关系 每个人都很迫切地想要得到 整个要店的气氛 都开始热络起来 柜台里的掌柜 看到孙经理过来 一边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 抓紧工作 一边拿出了账本 准备开始上司的查账 孙经理早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场合 他的脸上带着疏离的微笑 正准备和几人说几句话的时候 忽然他的余光 看到了不远处 一道闪亮的身影 孙经理下意识地扭头去看 就看到陈天一脸淡然地站在那里 目光看向不远处的柜台 像是不敢相信似的 孙经理甚至伸手揉了揉眼睛 确定真的是陈天 也是一愣 这不是昨天才见过面的陈董 陈天的这张脸太过于帅气 一身的气质更是无人可以模仿的 让人看一眼就印象深刻 孙经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神之中快速闪过了一丝兴奋 下一刻他也是快步走了过去 完全忽视了周围那一双双伸出来要握手的右手 众人都保持着要握手的姿势 被人忽略了也不觉得尴尬 他们呆愣愣地盯着孙经理的动作 看到他走向另一个方向 有些不明所以 旁边的那些客人们也是一脸的疑惑 一时间所有的视线都落在了孙经理身上 孙经理这时候已经走到了陈天的身边 他脸上疏离的表情早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肉眼可见的星系 他直接走过去握住陈天的手 语气更是热络地说道 陈董您怎么在这 要是有什么需要的 您直接打个电话就是 我们立刻给您送过去 这样的大人物需要中药材 居然还需要自己去买吗 要是让旁人知道了 还以为他孙家多不会办事呢 陈董 一瞬间随着孙经理的话音落下 几个男人和旁边那些人都是愣住了 既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没想出来这位陈董是谁 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凭什么让孙经理变得这么热情 说句不好听的 现在是孙经理的工作时间 就是他丈母娘在场 都不会表现得这么热络 众人都是心中一灵 目光又落向陈天 打亮着这个长相出众的年轻人 之前邀请陈天加入医院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眉头一挑 看向孙经理询问道 孙经理 不知道这一位是 孙经理听到有人询问 也是没有遮掩 直接开口回答道 这一位是新元集团董事长陈董 也是苏航商会的会长 新元集团董事长 一听到这几个字 众人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 一个个全都棱在了原地 这位董事长的大名 现在整个华夏谁人不知 不仅年纪轻轻 就掌管了千亿房地产公司 还以一己之力创建了苏航商会 即使是天津的集团 集合在一起进行狙击 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是给每一位成员都送了大礼 那些天津集团各个割肉 惨不忍睹 但这些都不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就是 陈天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一星龙江 那可是龙江啊 多少人梦想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封号 陈天年纪轻轻 就已经轻易获得 他并不是纯粹的战士 而是特招进入的英龙军部 但是这种情况下 还能在一众战士们之中 杀出自己的一条血路 可见这位董事长 到底有多么传奇 这样的大佬 居然空降要都 还出现在这小小的中药店里 想着陈天的惊人身份 几个男人都是汗颜不已 笑容里带着一丝尴尬 一个个都在拼命地想着 怎么挽回在陈董面前的形象 尤其是刚才那位邀请陈天 加入医院的男人 更是急得额头上直冒汗 自己真的是好心 想要帮助一下 很有演员的小伙子 可是谁知道 人家的身份比他还高呢 呸 自己这点小地位 哪里配在陈董面前相提并论 那可是一位龙匠啊 他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敢邀请龙匠上 自己家医院上吧 男人越想越觉得恐怖 他的身体一颤 额头上又是冒出一层薄汗来 他可是站不住了 慌忙走到陈天的面前 开口道歉 陈董 是我有眼无珠 有眼不识惊相遇 您可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 陈天看着连连道歉的男人 伸手扶住要鞠躬的他 说道 大家都是朋友 这么客气干什么 陈天自然看得出来 之前男人那么说 就是为了帮他一把 自己怎么好恩将仇报 男人听到陈天这么说 眼睛里的惶恐 瞬间被惊喜所取代 他将住的身体也站直了 脸上的笑容压都压不下去 对对 大家都是朋友 刚才陈董可是说了 跟自己是朋友呢 男人的心情 简直像是坐了过山车 一下子就冲到了顶峰之上 男人身边的几个男人 也是缓和了心情 只要陈董不怪罪 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孙经理看向陈天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他的脸色 关切地问道 陈董 您来这干什么 可是有什么身体不舒服 听到陈天可能是身体不适 一时间 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飘了过来 陈天迎着众人的目光 轻轻摆摆手 笑着答道 没有 我是来拿点药 打算回去煮些凉茶 孙经理这才放下心来 陈董的面色红润有光泽 确实不像是不舒服 他掏出自己的名片递了上去 十分诚恳地说道 昨天人多 也没有给您留下个电话 这是我的名片 下次有这样的小事 您直接指使我就是 周围的众人听到孙经理的话 都是沉默了 孙经理在他们的眼里 就已经是顶级的大人物 这样的人 居然说出随便指使的话来 把他们全都给震惊了 这一下 他们看向陈天的目光里 更是充满了崇敬和谨慎 陈天的药已经包好 掌柜的亲自给送了出来 双手奉送到陈天的面前 说道 陈董 您的药 陈天看着一大包药材 直接接了过来 对着众人说道 我的药好了 我就先离开了 酒店里还有人等着自己开饭呢 再耽误下去 午饭的时间都要错过去了 陈天要离开 众人自然是不敢阻拦 连忙和其他人一起 恭送着陈天出门 陈董 您慢走 众人一起出声 陈天朝着众人摆摆手 和苏天晴一起坐上了车 朝着酒店的方向而去 一直到车子完全消失不见 孙经理这才收回视线 他走回了店里 对着掌柜说道 查账 就在陈天刚刚回到酒店楼下的时候 房间里的凤星和孙子星 已经敲定了合同的细节 凤总 您再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咱们就签了 孙子星将合同改好后 交到凤星的手上 询问着对方的意见 凤星做事情非常认真 虽然是当面进行的修改 他仍然是逐条仔细地看着 合同就是君子约定 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所以他们都习惯看合同的细节 不喜欢有任何买雷的情况 孙子星大大方方地任由凤星看着 他们孙家自然不会搞这样的小动作 这次过来之前 老爷子也是给孙女放了拳 让他看着办就是 唯一的要求就是 留住这笔大订单 其他的细节 或者是利润问题 都不是最关键的 凤星对于孙家的态度非常满意 他们并不是太计较价格 更加注重的是药材的质量 双方确定合同无误 很愉快地签订了合同 这个时候 陈天也带着苏天晴走了进来 孙子星一看到陈天 很是得意地晃了晃手里的合同 秀美的眉头飞扬 陈董 合作愉快咯 陈天也是一乐 对着二人说道 好 你们坐一会 我去做饭 既然合同已经签订 更是要做一桌子美食 来好好庆祝一番 孙子星听到陈天的话 也是主动站了起来 他挽起了袖子 说道 要不我来吧 我可是一把好手 以前出去上学 我都是自己做饭的 凤兴也是跟着站起身来 一听孙子星的话 他有些尴尬的贪了贪手 我是真的不太会 能出去解决的 绝对不在厨房里制作黑暗料理 要是几位不嫌弃 我还是可以打打下手的 似乎是担心众人不信 凤兴也是解开衬衫上的袖口 做着准备工作 陈天看着他们一个个跃跃欲试的样子 也是摆摆手 直接拒绝道 不用 我自己就都弄了 你们等着吃就行 倒不是真的怕累着他们 而是陈天嫌弃他们会拖慢自己的速度 他自己一个人 很快就能搞定一切 一边说着 陈天已经系上了围裙 走进了厨房 看着陈天被围裙勾勒出的细腰 孙子星眨眨眼睛 悄悄咽了口口水 陈天进了厨房 看着紧闭的厨房门 凤兴和孙子星一阵大眼瞪小眼 那个凤总 陈董真的会做饭吗 不会一会端出来什么黑暗料理 然后叫我们品尝吧 嗯 虽然我不知道陈董会不会做饭 但是我们陈董还真没表现出 那一项是做不好的 我倒是觉得 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你们上下级的关系 保持得不错呀 听你这小嗓子都颤抖了 还帮着吹牛呢 我怎么觉得 事情有点不妙呢 就在凤兴和孙子星 你一言我一语的一润时 就听到紧闭的厨房里 传出哒哒哒的声音